生化来袭 全球沦陷 肖凡得到红颈系统 在末世纵横 力挽狂澜 荒原上战车呼啸 天空上战机驰骋 军舰在海洋里面乘风破浪 云层中闪电风暴来袭 这就是一个年轻人 获得系统后开始爆兵 拯救世界和消灭坏人的故事 第一章 生化来袭 叫什么名字 肖凡 你这点滴一共是三组啊 一组消炎的 一组营养 还有一组给你加了止痛 好的 谢谢护士 要有点刺激血管 点得慢点 患药剂的暗铃 护士交代完了肖凡 离开了病房 这间病房曾经隔离过传染病患者 很多新的患者不愿意住进来 所以里面只有肖凡一个人 还算是安静 他看着自己一直打着石刀的腿 看着窗外好像要下雨的天 心中想着快点出院 明天就能拆石刀了 到时候自己应该恢复正常了吧 说起来自己最近还真是倒霉 大学毕业之后创业失败 背负了一笔债务 女朋友也分手了 白天给人做电脑程序设计 晚上还打算出去跑几单快递 没想到竟然出了车祸 腿骨骨折了 这一次的治疗费用也不小 一想到自己的债务 消烦不由的有些头疼 算了 不想这些烦心的 打会儿游戏吧 他从病床边上 摸起了自己的笔记本电脑 由于没办理无线网卡 只能玩玩单机游戏 他打开了一款 名叫红色警戒的游戏 这是一款很多年前的战争游戏 画质不算精美 普通的2D画面 但是可玩性还是很强的 玩家控制一台基地车 打开之后 就可以建造各种建筑 生产各种游戏兵种 最后指挥大军征服全世界 首先选择国家 消烦选择了神州 这一款游戏 每个国家都有各自的优势 和特色兵种 神州拥有全世界最强悍的陆军单兵 枪械射速超高 游戏开始 消烦决定挑战一下最高难度 选择了七个冷酷的敌人 在一个大地图上面对抗 这样的游戏难度 他是从来没有打赢过的 但是今天为了减压 他决定试试 游戏开始 很快消烦就陷入了劣势之中 对方的飞机坦克和步兵蜂拥而来 眼看就要守不住了 游戏又提示 敌人的超级武器闪电风暴即将来袭 哎 游戏兵种还不是很全啊 这游戏是一百多年前的 要是我能把硬盘里面存的 现在的军事装备 全部植入游戏里面去 也许还有得一打 眼看基地要被推平 肖凡决定退出游戏 可就在这个时候 窗外一道闪电突然撕裂夜空 巨大的亮光就在窗外亮起 和肖凡的距离近在咫尺 电脑内冒出一串电光 还握着鼠标的肖凡 身体骤然麻痹 触电了 这是肖凡昏过去之前最后的想法 而在他昏过去的同时 电脑上的游戏结束却没有出现 一道蓝色的电光顺着鼠标线 直接消失在了肖凡的身体里面 星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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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肖凡是被恶醒的 当他醒来的时候 室内一片昏暖 睁开眼睛 看着窗外昏暗的天空 半晌他才意识到发生了什么 我出电了 被电晕了过去 肚子里面发出咕噜噜的叫声 他爬了起来 感觉自己晕过去的时间似乎不短 不知道过去了多久 怎么会这么 肖凡感觉手有点疼 低头一看 发现手上肿了一个大包 上面的静点针头 不知道什么时候掉下去了 怎么回事 为什么没有护士过来帮我拔针 肖凡感觉非常的不舒服 他努力地按了按病床上的呼叫铃 红光闪烁 表示呼叫成功了 但是好半天却没有人过来 肖凡无奈 拿出手机看了一眼 发现竟然关机了 他摸过来充电器 给手机充电开机 开机一看顿时棱住了 7月22日晚上9点 我竟然昏睡了三天三夜 肖凡觉得 事情似乎有些不对劲了 他想要大声地叫护士过来 可是又觉得不太妥当 感觉了一下脚踝处 有妈妈痒痒的感觉 应该是恢复得差不多了 挪动这只被石膏包裹的腿 肖凡勉强移动下床 来到了病房门前 他目前在深海市人民医院 这是一个二线城市的住院处病房 平时病人还是不少的 但是这时候 病房外却异常地安静 死一般的安静 肖凡一只手 缓缓地握住了门把手 心跳却不由自主地开始加快 一定有问题 我要小心一些 他没有全部打开门 而是将门微微地开启了一条缝隙 露出一只眼睛往外观看 还没等看到外面的情况 首先就有一股浓重的血腥气扑面而来 那气味非常浓厚 险些将肖凡勋的吐出来 而随之进入眼帘的 是地面上一些已经发黑的血迹 以及不知名的血肉残渣 肖凡死死地咬住嘴唇 免得自己呼喊出来 虽然这场面非常的可怕 可他毕竟是一个二十多岁的成年男人了 还是有着强大的定力的 他努力维持冷静 探出头往走廊里面看去 很快 他发现了几个人 在走廊的尽头处 几个身穿白大褂的人正围拢在一起 蹲在那里 似乎正在将什么东西吞入肚子里面 以往那洁白的大褂 现在也已经是血迹斑斑 这 这是什么情况 生化危机 肖凡不知道该怎么形容 眼前这如同地狱般的场景 只觉得 这好像和电影里面看到的生化危机差不多 还没等他进一步确认 突然身后不远处传来一声嘶吼 肖凡回头 只见身后的护士站出 那个打针的护士 此时正用一双新红的眼睛盯着他 面目猙獰犹如恶鬼 再也没有以往的娇俏 看到肖凡 护士顿时发出野兽般的嘶吼 口腔里面还有血迹流出 伸出一双乌黑的爪子 摇摇地对着肖凡 步履蹒跚地走了过来肖凡下的急忙后退 砰的一声将门关上 并且将门锁锁上 很快 门外传来了撞击的声音 肖凡顾不得其他 用力地推着一张病床 将门死死地堵住 他不知道 这一张病床能够堵住门多久 但是他知道 腿上的石膏竟然被自己弄碎了 腿部传来一阵阵的阵痛 看来是没有完全康复的腿 又伤到了 坏了 腿上行动不便 想要逃走是个大问题了 这里是四楼 肖凡想要跳楼离开 几乎是不可能的 他此时整个人趴在了病床上 增加外面那鬼东西撞门的难度 想要尽快弄清楚一切 他急忙打开了手机 但是打开手机却发现 没有网络信号 门外的撞击越来越强烈 显然护士丧尸的动静 实物没有武器 人在四楼 外面都是丧尸的事件 难道我就要在这里等死了吗 肖凡一边思考 一边试图拨打报警电话 可是却根本打不通了 眼看门外撞击越来越强 正当他准备拆卸一条病床腿 和丧尸拼了的时候 突然脑海内传来一声提示 检测到宿主强烈的战斗欲和求生欲 红色警戒程序启动中 第二章 红警系统 肖凡愣了一下 他甚至第一时间没有意识到 发生了什么 还以为是身边有人说话 但他很快发现不是 因为程序已经开始启动了 一个虚拟的光幕在他眼前出现 光幕分为两个部分 左边的部分占据了大约四分之三 是一个大屏幕 不过目前屏幕是黑色的 右边的部分则是有几个选项 包括了基础建筑 军事建筑 士兵单位 以及载具单位 这个画面似乎有些熟悉 肖凡很快发现 这不是红色警戒的游戏画面吗 没等他发问 刚刚那个说话的优雅女生 再次发出声音 晚上好 总指挥阁下 你说什么 你叫我总指挥 这是怎么回事 首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安妮 是你的系统解说员 女生的回答不及不虚 似乎有一些安定人心的作用 让肖凡暂时忘记门外的危险 耐心地听她继续 我要在这里恭喜您 成为了红色警戒系统的总指挥 正如你心中所想 这个系统就是您玩的 红色警戒游戏的改良版 说起来 这个系统程序 还是您一手创造的 肖凡想起了自己电脑硬盘内的游戏 还有硬盘内的军事单位资料 以及自己昏迷过去之前 那个想要将两者合二为一的念头 对了 还有那奇怪的雷电和自己的触电 莫非眼前的这一切 和那一场事故有关系 安妮继续道 本系统是全宇宙独一无二的系统 她将游戏内的单位带入了现实 系统依托指挥官您而存在 您的意志就是系统存在的意义 您可以如同操作游戏一样 开始本系统的运行 肖凡已经大概明白了 是怎么回事 何种玄幻的事情既然发生了 她不会去深究 为什么会发生 她只知道 这一次她是走了大运了 安妮 游戏应该是有初始资金的吧 我们的红颈系统有吗 有的总指挥 按照游戏程序 我们有3000斤的初始资金 不过为了将您硬盘内的武器库 移动到系统中来 我已经使用了这一笔资金 那我现在怎么进行下去 您可以打开属于您的班长礼包 您可以在屏幕右上方发现它 肖凡立刻看向光幕 这会儿她已经研究出来了 只要她念头一动 这个光幕就会出现 想让它消失就会消失 光幕右上方 有一个小小的礼包 正在不断地闪烁 点击领取 礼包打开了 一堆东西竟然直接就出现在了 消防的病床上 一套军服 一把枪 一个车钥匙 一个医药箱 这 这些东西都是属于我的了 是的总指挥 恭喜您获得了班长礼包 下面给您介绍物品 班长的制服 拥有轻微防护能力 防护能力随着植物的提升而提升 住 职务的提升 需要总指挥挥下战斗单位 达到目前的上限 以及一定数量的资金 班长升级排长 需要红颈单位达到8 资金2000 05是左轮手枪 全枪长197毫米 枪管长76 2毫米 重840克 带弹量6发 有效射程50米 住 子弹可通过兵工厂生产 或现实世界获得 本系统枪械在指定人手中 每24小时子弹 自动恢复到满弹状态 班长的坐驾 国产长江边 三跨斗摩托车 可成员三人 可驾设机枪 住 因为楼房室内不易停放 目前车辆位于医院后院停车场 班长的医疗箱 包含一份疗伤止血药 一份绷带 一份血清 血清可用于抵抗丧尸病毒 住 系统药物都有特效 保证治愈 药品的数量随着军衔等级提升而增多 24小时 药物自动刷新 看着眼前的几种东西 肖凡意识到 这是以前红颈系统所没有的 首先这个军衔就是他没有见过的 仔细询问了一下安妮 安妮给予了解答 总指挥 我们系统的规定是 有多高的军衔就统领多少的战士 您目前是班长军衔 一个班战斗单位为8人 当您麾下红颈单位达到8个的时候 只要您获得2000资金 那么就可以升级排涨了 肖凡点点头 这个也算是合理 看来以后收集资金将是自己的主要任务了 肖凡记得 游戏之中想要获得资金是需要采矿的 可是 这可不是游戏世界 随处都有矿卖 它的资金要怎么获得 当她提出这个问题 安妮立刻给予了解答 游戏之中的矿产 分别是金矿和宝石矿两种 我们的新系统设定 资金来源包括 黄金 白金 白银 天然宝石 钻石 翡翠等等稀有金属和矿产 换算比例以黄金为准 一个黄金就是系统的一金 那纸币呢 肖凡问道 在系统里面 纸币是不具备价值的 肖凡点了点头 好像人类社会的秩序都崩溃了 纸币当然也就失去了价值 不过肖凡还记得 想要完成游戏里面的生产 那是需要展开基地车 然后开始建设电厂 矿厂 兵营 战车工厂等建筑 才能生产的 可是现在它明显没有基地车 因为主屏幕那里是黑的 并没有基地车的存在 她提出这个问题 安妮又给予了解答 报告总指挥 实体基地车 则是需要您在现实之中 收集资源才能建设的 您目前拥有的是随身程序 系统自带一个虚拟兵营 帮助您进行生产 只要您能够不断地获得资金 就可以在随身程序里面 开始建设生产 肖凡文言再次查看光幕 果然在建筑页面那里 发现了一个兵营 华夏兵营 生产兵力上限100 肖凡在打开士兵页面 那里有一个可以生产的单位 裂兵 需要资金100 肖凡回忆了一下游戏的情况 当初的兵营 最初能够生产的兵种 好像叫做动员兵 动员兵就是地方上的预备役部队 经过了基础的军事培训 能够运用枪械 战斗力比普通人要强 但是在游戏里面 却是最弱机的战斗单位 这个裂兵也应该和动员兵差不多 按照现实世界来说 这属于军队里面的基础战斗人员 是刚刚入伍的新兵弹子 可是 肖凡眼下没有钱 一个裂兵都生产不了 外面的丧尸 已经打碎了门上 唯一的一块用于观察的玻璃 而且 门板似乎也马上就要撑不住了 安妮给予提示 总指挥 请注意收集稀有金属矿物 比如手势 肖凡看向外面丧尸护士伸进来的手 上面分明有金戒指和金手镯 肖凡顿时眼睛一亮 拿起了那把左轮手枪 打开看了一下 里面有六发黄橙橙的子弹 肖凡听说过这种枪 据说威力很小 但这好歹是一把枪啊 还是有一定威力的 拿在手里 她的心里也踏实了很多 没等她查看自己的制服 和那个医疗箱 病房门已经破开了一个大口子 那个护士丧尸的半边身体 已经开始往里面挤了 在护士丧尸的身后 还跟着一只丧尸 也是身穿白大褂的女性丧尸 是护士长肖凡 没有时间考虑 她拿起手中的手枪 对着近在咫尺的丧尸 一枪开出 碰 左轮的声音不是很大 只是在病房内 发出一声闷响 枪声响起 鲜血飞剑 第三章 第一个裂兵 一枪打在了丧尸的肩膀上面 冒出了一股黑色的血液 丧尸的身体 微微厚痒了一下 但是立刻又恢复原状 再次试图从门缝冲进来 总指挥 丧尸的变异 是脑部被病毒入侵造成的 本质上来说 这些东西已经死去 他们身体的其他部位没有痛感 想要击杀他们 只有破坏对方的脑部组织 听到安妮的提示 萧凡立刻也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这些可不是普通人 开枪必须精准才行 调整了一下射击角度 萧凡再次一枪开了出去 他和丧尸的距离 只有不足两米 虽然萧凡这是第一次玩枪 但是这个距离如果还打不中 他也就可以直接自尽了 一枪在丧尸的嘴巴里面开花 更多的血液飞溅出来 可是丧尸还没有倒下 这一次没有让安妮提醒 萧凡就意识到问题所在 脑部应该是指大脑 是在脑的上半部分 再次调整角度 一枪打出 碰 护士丧尸头部往后仰了一下 黑色的血液飞溅 丧尸瞳孔放大 身体软倒了下去 本来就死过一次的身体 终于算是彻彻底底地失去了生机 再也没有重新站起来的可能 护士丧尸倒下去了 护士站丧尸跟了上来 乌黑的爪子先伸了进来 萧凡立刻看到了爪子上面的手势 护士长的年纪比护士大一些 应该是已经结婚了 手上不单单有一条黄金手链 甚至还有一枚钻剑 就是你了 萧凡吸取了之前两枪失误的教训 沉下心来瞄准 一枪命中 随着护士长的倒下 门外终于清静了 萧凡顾不得腿伤 迅速下床 直接从门的缝隙钻了出去 走廊内血腥味十足 远处还有丧尸的身影在游荡 这把手枪的枪声比较小 加上在病房内开枪 还好 没有吸引太多的丧尸过来 萧凡迅速地蹲下来 忍着恶心去反动丧尸的身体 护士丧尸手上有两个戒指 一个黄金一个白金 小心翼翼地避开锋利的指甲 萧凡将其全部摘下来 刚刚摘下来 脑海内立刻传来安妮的提示 发现稀有金属 可以转化为系统资金 是否转化 转化 定 转化成功 获得资金27 两个戒指27克 获得了27的系统资金 但是距离生产一个裂兵的100金 还有不小的差距 这时候 这边的动静 似乎吸引了一些丧尸的注意 远处开始有丧尸摇摇晃晃地往这边走来 萧凡快速地行动 再次将护士长丧尸的手拉过来 从上面摘取了一条金手链 和一枚钻戒转化 金手链转化了28金 钻戒转化了40金 钻石也是能够转化资金的 不过系统要求是天然钻石 可见 这个护士长的钻戒还算真品 不是人工高仿 钻戒的白金托转化了10金 钻石则是转化了30金 共40金 加上之前的24金 一共有了92金 还差8金 眼看丧尸已经靠近 萧凡心中急切 正准备无奈地退回病房 突然眼睛一扫 发现了护士丧尸的耳朵上面 竟然还有两枚白金耳钉 萧凡心中大喜 迅速伸手 将两枚耳钉拽了下来 拿起耳钉 迅速转身回到了病房 然后将床垫竖立起来 封堵住房门 外面有几头丧尸来到了门前 但是却并没有立刻进入病房 床垫似乎隔绝了他们的感知 现在 他们被地面上的两具丧尸尸体吸引了 门外传来了一阵阵的吞噬声 萧凡被靠床垫坐了下来 剧烈地喘息 累倒是没有多累 主要是心里过于紧张 他的后背已经被汗水打湿了 直到安妮提示 资金可以转换的声音响起 萧凡才算恢复了一些 立刻将两枚耳钉转化了系统资金 白金和黄金的比例都是一样的 两枚耳钉各重五克 两个十克 很快 转化完成 萧凡拥有资金102 现在虽然丧尸还在门外 但是谁知道 他们完成吞噬 会不会盯上自己 萧凡决定立刻生产 打开了士兵单位的页面 萧凡点选自己目前 唯一能够生产的裂兵 资金扣除100 生产开始 需要时间一分钟 这个时间里面 安妮给萧凡做了关于裂兵的介绍 总指挥 裂兵是我军的基础战斗单位 并不是单纯冷冰冰的机械人 他们同样是有血有肉的人类 他们有着天生的战斗本能 也可以进行基本的交流 甚至 如果仔细地查身份 他们甚至还都是有身份的 他们可能是某个地方死去的人 不会出现查无此人的情况 而且每个红警单位 都对您有着无限的忠诚 听着安妮的介绍 萧凡不住地点头 既然都是人 那么她就将以对待同伴的方式 对待自己手下的士兵 绝对不会拿他们当成工具来使用 不过听安妮的介绍 似乎裂兵无法进行太深层次的交流 不知道其他的红警单位 是不是如此 一分钟很快过去 动员兵生产完毕 动员兵不是凭空出现的 而是从病房的洗手间内走了出来 安妮解释 新生的红警单位 都会自动选择在没人看到的地方出现 避免无法解释 现在不是纠结这些细枝末节的时候 萧凡看着新出来的裂兵有些发冷 一个身高超过一米八 古铜色皮肤 全身迷彩 即使是宽松的迷彩服 穿在这家伙身上 也能够看到下面粉起的肌肉 头戴军帽 身后背着一把步枪 这个壮汉走到了他的面前 那股扑面而来的肃杀之气 都证明了 这个裂兵绝对不单纯是一个新兵 那么简单来到萧凡面前 这个裂兵壮汉立正 向萧凡进了一个标准的军力 裂兵王战 向总指挥报道 您的意志 就是我存在的意义 第四章 裂兵的战斗力 看着眼前杀气腾腾的壮汉 萧凡忍不住吞了一口吐沫 这个家伙和想象之中的裂兵 有点差距啊 说说你的情况 萧凡坐在病床上 给自己的战士回了一个军力 脸色也严肃起来 不知不觉中 已经带入了总指挥的角色 报告总指挥 我们裂兵都进行过基础的军事培训 我们的战斗力 会随着升星而不断提升 每个红警单位 初始都是无星状态 随着击杀目标数量的增多 我们也会升星 最高到三星 裂兵的枪法 在红警单位里面不算高 但是我们也懂得基础格斗 无星状态下 每一个裂兵 都能完胜两个普通成年人 而且我们没有畏惧心理 说完 他又介绍了自己的枪械 我们使用八一式自动步枪 全长955毫米 重2 5公斤 装备7 62毫米口径子弹 弹夹带弹30发 每24小时自动恢复 正常天气状态下 有效射程400米 听完王战的介绍 小凡心中暗自惊喜 果然是军人 这身体素质就比普通人强 这一堆一块往那里一站 就给予人很强的压迫力 还有这八一式的自动步枪 这可是经过战争检验的枪械 皮实耐用性能好 还有每天自动恢复弹夹的时间 对于目前没有能力生产子弹的自己 来说就是神器了 小凡打量了王战几眼 发现他身后 还有一个军用背包 这里面有什么 报告总指挥 这里面有一顿的口粮和我的睡袋 睡袋可以用来休息 我每天休息四个小时 就足以保证精力充沛 一顿的口粮 包括一个水壶 两块压缩饼干 和一盒牛肉罐头 这些食物 也是每24小时恢复一次 作为我们基本生存口粮 肖凡也是个军迷 知道军用食品 但是看王战的体格 这些食物似乎不太够 这只是一顿的口粮 那么你们另外两顿饭呢 报告总指挥 另外的食物 需要总指挥为我们提供 我们可以奉命收集 然后由总指挥加工分配 肖凡一愣 我还要负责做饭 这时候 安妮代替王战回答 总指挥 您可以指定其他人来做饭 但是红颈系统 并没有赋予普通战士做饭的天赋 或者等您升级成为连长之后 可以在战斗序列里面生产吹噬班 肖凡点点头 确实 普通的战士负责战斗警戒可以 让他们去做饭 就有点强人所难了 不过自己的厨艺 也实在是拿不出手啊 现在他只是一个小小的班长 想要升级到连长 不知道要多久呢 看来应该找找 有没有幸存者会做饭的咔嚓 总指挥小心 就在二人说话的时候 突然肖凡的身后 床垫子处 伸进来一只乌黑的爪子 原来是外面的丧尸吃光了尸体 感觉到了病房里面的声音 或者是气息 已经撕裂床垫进攻了 千军一发的时候 王战猛扑过来 一把抓住了丧尸的爪子 延缓了对方的行动 让肖凡毫离之差 躲过了丧尸的一击 肖凡也是大吃一惊 急忙后退 床垫进一步被撕裂 外面一共有三只丧尸 其中一个白大挂的是医生丧尸 两个病号服的是病人丧尸 正在努力地推动病床 眼看就要冲进来了 发作需要一段时间 足够我解决丧尸了 能顺利解决这几只丧尸吗 报告总指挥 开枪更容易解决 但是这里开枪 容易吸引来更多的丧尸 所以请总指挥到病房角落等待 我需要近身解决他们 小凡点头 拖着一条伤腿 挪到了病房角落 想要看看 王战是怎么近身解决丧尸的 只见王战拿下身后的步枪 在枪管下面一掰 咔嚓一声 一把血量的刺刀 已经安好打开 光亮照人 锋利的刀尖和三条血槽 都证明 这绝对是一把杀戮力气 这一切 都让身为军迷的肖凡 看得眼睛发亮 王战来到门前 双手握刺刀 对着已经就要进门的医生丧尸 一刀刺了出去 扑 黑色的血柱冲天起 这一记标准的突刺 刺刀直接刺入了丧尸的眉心部位 刺刀从后脑贯穿而出 带着血液脑浆飞溅 刚刚还张牙舞爪的丧尸 双眼猛地睁大 王战迅速地拔出刺刀 丧尸的身体 立刻软软倒地 连挣扎抽搐的动作都没有 失去了全部的生命力 和肖凡三枪打死一只丧尸的战绩比起来 猎兵的战斗力 绝对可以用强悍来形容 一刀杀死医生丧尸 王战一脚 将其踹到了一边 然后挥舞刺刀再次出手 一个病人丧尸刚刚要冲进来 又被王战一刀刺倒 连续杀死两只丧尸 但是在面对第三只丧尸的时候 却发生了一点意外 距离太近 王战又是堵在门口 不想让丧尸进入 威胁到总指挥 对于丧尸伸来的爪子没有躲避 胸前被抓了一爪子 丧尸本来是人类变异而成 指甲并不锋利 可是变异之后 那指甲长度达到了五厘米左右 宛如小钢刀锋利无比 直接在王战胸口来了几道伤口 不过王战也不含糊 一个秃子再次解决了这一只丧尸 完成三杀之后 王战迅速地来到了 其中一只女性病人丧尸面前 从其脖子上取下了一条金项链 来到病房内交给了肖凡 总指挥 给 肖凡接过来 转化了33斤 让他目前拥有的资金数达到了35 看着王战手臂和胸前的伤口 肖凡皱眉 正想说话 安妮的提声声响起 总指挥 不要忘记你的医疗箱 肖凡一愣 急忙将自己的医疗箱拿过来 打开之后 里面有一份疗伤止血药 一份绷带和一只淡蓝色的血清 血清是可以治疗丧失病毒的 毫无疑问 在漠视这种东西是无价的 它可以避免一个人感染 但是对于肖凡来说就无所谓的 系统装备24小时 是可以刷新的 毫不犹豫地将血清给了王战 喝了它 王战立刻无条件地执行命令 拿起血清 一口喝了下去 肖凡也拿出药物 敷在了腿部的伤口处 然后拿起绷带 潦草地包扎了一下 药物包扎上去 伤口处顿时热乎乎的 让它舒服了很多 拿出自己的背包 将医疗箱装了进去 肖凡干脆又脱下了自己的病号服 换上了系统 给予了班长军服 一身的国防律 鼻挺的制服 肩膀上面还有一个肩章 上面有两把交叉的步枪 和一条细杠 戴上军帽 再将左轮手枪别在腰间 对着室内的镜子照了一下 肖凡觉得自己简直是帅呆了 还没等他臭美完 王战已经开口提醒 总指挥 这间病房已经不安全了 门口的丧尸尸体 很快就会引来新的丧尸 我们必须尽快转移 第五章 前往楼顶 肖凡立刻站起身 知道这间病房不安全了 不单单这间病房不安全了 恐怕这个医院都非常的危险 医院这种地方 本来就是人流量大的地方 刚刚的躁动之后 肖凡隐约能够听见一些病房里面 不断地传来嘶吼 有些丧尸在病房内变异了 但是病房门是关闭的 很多丧尸都锁在了病房里面 可就算如此 恐怕过一会儿就会到这边来 他必须尽快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隐藏 他现在有些想回到自己的出租屋去 因为自己的很多东西都在那里 肖凡的母亲很早就过世了 父亲在老家种田 他还有一个妹妹 目前在老家那里上高中 刚刚肖凡打过几个电话 家里电话没人接 妹妹的电话也没打通 好像是通讯网络出现了问题 应该是被流行语破坏了 他需要回到家 带上自己的东西 然后他想回家去找父亲和妹妹 不过他也知道这绝对不简单 深海虽然是一座二线城市 但是要知道 他所生活的神州国 可是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度 蓝湾星星球巨大 全球人口数量700多亿 单单神州国就有140亿人口 深海这种二线城市 人口也超过了一亿 想要在这里离开 必要的交通工具是必不可少的 虽然不知道外面的情况怎么样了 可是他猜也能够猜得出来 想要回到出租屋这段路 都绝对不好走 首先想要离开医院就很难 最起码 电梯和楼梯不能走了 因为一旦下到一楼 无论是住院部还是门诊急诊 都绝对是人满为患 不对 是尸满为患 这时候 安妮提示道 总指挥不要忘记 停车场处 还有您的摩托车在那里 萧凡点点头 他当然不会忘记 不过现在却不是 取摩托车的最佳时机 现在已经是深夜十点 外面漆黑一片 而丧尸双眼冒红光 估计行动不会被黑夜阻碍 他需要等到白天再行动 走 我们去找一间安全的房间 先躲起来 带着王湛 两个人迅速地离开了房间 进入走廊 从几具尸体上面迈过去 萧凡沿着走廊开始寻找 走廊内的景象 如同人间地狱 到处都是喷溅的血液 散落的 残肢和骨头 有的地方 还是不知名的人体部分 让人看一眼 就忍不住反胃 想要呕吐 要不是萧凡三天没吃东西了 这会儿肯定也要吐出来 反而是王湛对于这些情况毫无所动 让萧凡的心里 稍微安定了一些 几乎每一间病房内 都有丧尸的咆哮声 萧凡只是走了几步 就放弃了进入其他病房 贸然地打开其他病房门 只会面对更多的危险 而萧凡这会儿 也看到了远处走廊的情况 在走廊的另外一边 密密麻麻地聚集着一大群的丧尸 数量足有一百多 想必是生化爆发的时候 很多人想要从那一边逃走 结果导致了全军覆没 最后反而形成一个尸群 自己只有两发子弹了 王湛的八一杠 虽然还是满弹状态 可是那枪威力大声音也大 在这种封闭空间内 一旦开枪 必定会引来更多丧尸 一旦那一群丧尸被惊动 萧凡和王湛绝对无法幸免 这一层的病房人数较多 也都不是什么好去处 萧凡的目光 落在了墙壁的导枕图上面 这里是深海市人民医院的住院部 从一层到七层 全部都是各科室的病房 估计其他楼层和这边情况也差不多 去哪里都有危险 想要离开医院 到达后面的停车场 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萧凡的脑筋急速转动 突然之间 他想到了游戏的初始地图 地图也就是光幕左边的大屏幕 萧凡本人就是这个屏幕的中心点 游戏开始的时候 是以它为中心 有一圈被点亮的范围的 这个范围内 无论是自己人还是敌人 都会在地图上面 以不同的颜色标注 用于防范 作用相当于小型的雷达 如果现在他有地图的话 那么他就能够看到周围的情况 哪里丧尸多提前避开 那样离开医院将不再困难 他立刻向安妮提出了这个问题 报告总指挥 想要点亮初始地图 需要总指挥建设虚拟建筑 发电厂 只有拥有了电力之后 地图才会点亮 萧凡急忙打开了基础建筑页面 果然看到了一个可以建造的建筑物 发电厂 造价800斤 游戏里面 发电厂是一切建筑物的基础 只有拥有了发电厂 其他的建筑物才能够运行 不过 萧凡目前只能建造虚拟建筑 造价比较便宜 但就是800斤 对于目前的萧凡来说 也是一个不小的数字 最起码在这个楼层里面 他不认为自己 能够获得那么多资金 萧凡的目光 再次落到了墙壁的导枕图上 七楼 特需病房区 萧凡很快意识到了 特需病房区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 那里是高级病房 是单间 都是给有钱有身份的人住的 单间也就意味着人少 人少的话 丧失也就少 有钱人意味着 很有可能有更多的首饰 这也是萧凡想要去的主要因素 既然暂时无法离开医院 那还不如搏一搏 去七楼扫荡一圈 一旦成功了 那么萧凡的实力必定大增 下定决心 萧凡立刻出发 楼梯间内有 阵阵咆哮声 楼梯是不敢走了 不能走楼梯 那么唯一前往七楼的方式 就是坐电梯了 萧凡看了一眼电梯 位于护士站的另外一侧 也就是靠近狮群的那一侧 第六章 一星战事 萧凡计算了一下距离 那边的尸群 距离电梯口大约五十米 按照丧尸的前进速度 大约需要四十秒左右 医院的走廊是圆弧形的 他跑到电梯口处 必定会被丧尸发现 目前电梯应该是在一层 而电梯从一层到四层 估计也要三十秒 加上开门关门的时间 和尸群到达的速度差不多 所以这个时间非常的紧张 稍有不慎 就是粉身碎骨的下场 他看了一眼王站 能够让我们两个 顺利进入电梯吗 王站拍了拍手中的八一杠 报告总指挥 开枪的话 保证完成任务 好 富贵险中求 出发 想做就做 萧凡带着王站 迅速地冲向了电梯口 走到电梯口处 聚集在走廊另外一边的尸群 立刻发现了他们 就好像苍蝇看到腐肉一样 丧尸们纷纷发出咆哮 迈着扭曲的步伐 向电梯口冲了过来 尸群还没到 已经有让人作呕的血腥气 扑面而来 萧凡第一时间按动了电梯按钮 电梯果然是从一层开始往上升 当数字变成二的时候 丧尸的路已经走了一半 开枪 眼看电梯即将到达三楼 萧凡也横下心 准备放手一搏了 王站立刻执行命令 举起手中的八一杠 开始点射 碰 枪声响起 一头距离只有十几米的丧尸 被当场爆头 鲜血和脑浆同时飞出 子弹巨大的冲击力 直接将丧尸的脑袋打得粉碎 一枪命中 萧凡看到了王站头顶上有一个淡淡的经验条 进度为四 三是他记起了王站的话 红警单位是可以升星的 最高三星 王站已经先后杀死四只丧尸 按照这个进度 杀死三十只丧尸 王站将会升到一星 接二连三的枪声响起 一只指靠近的丧尸不断被击倒 有的用一枪 更多的是用两枪 无形的裂兵枪法并不出众 只比普通人强一些 先后击杀了十几只丧尸 王站枪里面也只有四发子弹了 就在这个时候 电梯终于到了 萧凡计算过时间 升华爆发的高峰期 是三天前的早晨到上午 这个时间段外面人数较多 电梯肯定是无法幸免的 不过电梯门只要开启一次 里面的丧尸肯定会蜂拥而出 电梯内安全的可能性较大 电梯门开启 果然和萧凡预料的一样 里面满是血迹 但是没有人也没有丧尸 王站已经换上了刺刀 掩护萧凡快速进入电梯 然后紧跟着进来 一次刀刺倒了一只丧尸 一脚将其踹了出去 电梯门堪堪关闭 萧凡按下了7的按钮 电梯开始上行 站在电梯里面 萧凡长出一口气 但是他并没有放松警惕 关键在于 电梯进入7层之后的情况 能不能在7层立足 才是计划成功与否的关键 很快 电梯到达了7层 门打开了 这里也有血腥气 但是明显比4楼要淡很多 萧凡捏手捏脚地从电梯探出头 左右打亮了一眼 发现丧尸的数量果然不多 整个7层的走廊上 只有零星的十几只丧尸 而且还都比较分散 走 去护士站 看到护士站里面没有丧尸 萧凡立刻带着王站 冲进了护士站 这个过程之中 并没有惊动远处的丧尸 到了护士站里面 萧凡先找到了一瓶葡萄糖 灌了下去 三天没吃东西了 他急需补充一点能量 不然连跑的力气都没有了 看着萧凡的举动 王站拿出了自己的口粮 将压缩饼干和肉罐头 摆在了萧凡面前 萧凡想了一下 拿出一块压缩饼干 和一半的肉罐头吃了下去 剩余他要留给王站 毕竟王站才是目前的战斗主力 两个人草草吃了一点东西 恢复一点体力后 立刻检查子弹数量 王站的枪里面还有四发子弹 不过他很快从护士站里面 搬出了一张长条椅子 将入口堵住 依托护士站的柜台 他要在这里狙击丧尸 大声的咳嗦了几声 有丧尸听到动静 立刻向这边走来 一只护士丧尸来到了柜台前 张牙舞爪的想要对王站发起攻击 可是柜台阻隔了他的手臂 头脑简单的他并不懂得攀爬 王站直接挥舞刺刀 一刀干掉这一只丧尸 丧尸死亡的血腥气 一会儿就会吸引新的丧尸到来 如果单单只是走廊上面的丧尸 还好说一些 一只一只来 一只一只上 可对面的一间病房里面 丧尸受到外面声音的吸引 竟然撞破了病房门冲了出来 这单间病房里面 正常是只有一个病人的 可没想到 里面护里的家属和探望的人 竟然有五六个 加上两只被吸引过来的丧尸 七八只丧尸一起冲击过来 王站顿时就有些顶不住了 刺刀连续挥舞放倒了几个 还有好几只丧尸 竟然冲破了长条椅子的防御 开枪 萧凡也顾不得许多了 掏出手枪 将最后两发子弹射了出去 将一只丧尸击倒 王站也开始开火 四发子弹 结果三只丧尸 还有最后一只丧尸 一下扑到了王站的身上 锋利的爪子 立刻在王站胸前 留下几道血痕 萧凡心中大吉 要知道今天的血清可是用掉了 眼下可没有血清给王站解毒 难道自己的第一个战士 就这么撂在这里了 情急之下忘记了畏惧 萧凡冲过去 给了丧尸狠狠的一脚 将其踹了出去 王站迅速补刀 将这只丧尸结果 远处还有丧尸前来 王站负伤 二人子弹告庆 似乎陷入了绝境 可没想到就在此刻 王站身上一道白光一闪 整个人瞬间精神了起来 报告总指挥 我升心了 萧凡一愣 仔细一看 王站果然发生了变化 破损的衣服已经恢复 胸前的伤口也消失了 精神饱满 状态完好 对方的尖章上面 更是多了一颗红色的小星星 就好像军衔标志一样 果然不一样了 你感觉有什么变化 王站立刻道 升心之后 我的实战和枪法 都得到了提高 现在的我徒手搏斗的话 也能击败三个普通成年人 我背包里面的食物自动补满 伤势自动恢复 更重要的是 我的子弹 不但恢复到了三十发 而且还多了两个弹夹 说着 王站拍了拍腰间 那里果然多出了两个满弹的弹夹 初始猎兵带弹三十发 一星猎兵带弹 已经达到了九十发 第七章 破败的事件 看到升级的王站 萧凡立刻心情大好 红警系统果然强悍 要知道 红警单位可是最高 能够升级到三星的 那时候的战士 又该有多强悍呢 好 现在命令你 立刻将走廊内的丧尸 清理干净 保证完成任务 王站直接从护士站的 柜台后面走了出去 开始拿枪不断地点射 之前王站的枪法 只是比普通人强一点 现在就已经是一个 合格的战士了 三十米内基本弹无虚发 十枪至少八枪爆头 看到一只只的丧尸 倒下去 萧凡终于放心了 也从护士站走出来 开始收集战利品 这一层的护士 似乎收入也不低 几乎个个都有手势 而病患丧尸里面 有两个中年妇女 更是让萧凡 有了一个大丰收 其中一个人 带着满绿翡翠的吊坠 直接就给萧凡 增加了二百斤 另外一个也是大赞戒 白金项链等等 收集了一百多斤护士站 前面这十几个丧尸 就收获了三百五十斤 建设发电厂有望了 不过萧凡并没有完全 将这些资金全部留下 看王战虽然生心 但是面对丧尸 依然要采取游走的战术 这一层还有几十间病房 他一个人未必清理得完 萧凡直接拿出三百资金 再次生产三名裂兵 三分钟之后 三名裂兵 依次从护士站里面走了出来 裂兵李龙向总指挥报道 裂兵张超向总指挥报道 裂兵刘大华向总指挥报道 看着三名全部武装的战士 萧凡心中大为满意 自己也算是初步有了力量了 你们三个开始进行倾脚 王战回来贴身保护我 王战已经升级到了一星 萧凡看了一下他的升级进度条 无星到一星 需要击杀三十丧尸 一星到二星 就需要击杀一百丧尸了 一时半会儿 王战不可能升级 还不如先尽量让其余几个裂兵升级 这样能够最大程度的 提高自己一方的战斗力 三名裂兵 立刻和王战完成了交接 三个人配合的情况下 只要不是近距离 突然出现超过十只以上的丧尸 基本不会有什么危险 而萧凡则是带着王战 开始进行资源收集的工作 这些事情都是王战来做了 安妮劝告不让萧凡插手 因为他是整个红颈系统的核心 丧尸的尸体也是有毒的 他需要尽量地远离危险 之后的剿灭丧尸行动 进行得很顺利 这一层楼的丧尸数量并不多 三个裂兵用了一个小时的时间 已经将大部分的丧尸剿灭 只剩余最后十几间病房 和一间会议室没有进去 这一间会议室的门是锁着的 升华爆发的时候 这里面应该是在开会 升华爆发就全军覆没 导致这里面全部都是丧尸 初步估计有上百只 外面清脚的时候 里面不停地有丧尸撞门 可是这扇门非常的坚固 暂时丧尸是出不来的 萧凡也没有强行进攻会议室 现在战士们都有些疲惫了 子弹也消耗得差不多了 他准备等到明天子弹刷新 之后再说 三个新的裂兵升级 都进行到了差不多三分之二 每个人只保留了五发子弹 带着战利品回到了萧凡的身边 将所有经营手势全部转化 萧凡的资金达到了540 距离建设发电厂的资金 只差260个单位 明天再干掉一些女性丧尸 应该就够了 忙碌了几个小时的萧凡 准备休息了 带着四个裂兵 他来到了一间 还算干净的病房里面休息 现在是凌晨一点 外面漆黑一片 站在七楼的窗边 隐约能够看到城市之中点点的灯火 相比以往的繁华 城市内的灯火吸收了很多 他还偶尔能够听到外面的声音 夜幕之中 依稀有惨叫声传来 那应该是 有人想要趁着夜色逃离城市 通过和丧尸短暂的接触 萧凡也认识到 丧尸是有夜市能力的 而人类却没有这种能力 夜晚是丧尸的主场 想要逃出去的人 反而会成为丧尸的食物 不过萧凡管不了这么多 心中想着家乡的情况 他想要尽快地拥有 离开城市的力量 尽快回去寻找父亲和妹妹 身边四个猎兵分成了两组 两个人一组 轮流职业 另外两个人 快速钻进睡袋里面休息 红警单位 几乎是立刻就可以入睡 而且不会打寒 看着身边鹤枪实弹 忠心耿耿保护自己的战士 萧凡心中安定 也很快进入了梦乡 这一觉睡得很踏实 等到萧凡醒来的时候 已经是到了第二天中午11点 他刚刚醒来 身边就摆放着一些 压缩饼干和肉罐头 这是四个战士 分别省下来一点给他的 萧凡看了几个人一眼 你们的食物也没有了吧 是的总指挥 不过我们还能坚持 但是不能时间太久 不然会因为饥饿 影响战斗力 萧凡点点头 他也饿得够呛 只能是先将这些食物吃掉 勉强恢复了一点力气 从床上起来 看向窗外 这里是七楼 从窗户这里 可以看到下面的街道 这还是末世灾难发生后 萧凡第一次仔细地看这个世界 不仔细看不知道 一看之下 萧凡忍不住倒吸一口冷气 下面原本繁华的大街 已经是一派末日景象 宽敞的街道 已经被各式各样的汽车彻底堵死 一辆挨着一辆根本无法移动 废弃的车流 一直蔓延到了视线的尽头 有些车子 冲上了街边的花坛已经翻了 有的车子失控 冲进了路边的店铺 甚至有的车子已经爆炸 只剩下一团焦黑的废铁 那应该是灾难爆发的时候 人们想要逃离城市造成的 结果想要离开的人太多 完全堵死了街道 最后大多数人 只能永远地留在了这里 路边店铺的牌匾 有的掉了下来 街边的消防馆被撞断 正在往外面喷水 一阵风吹过来 破报纸在空中飞舞 地面上如果仔细看 还能够看到 地上车上有无数漆黑的血迹 甚至一根根的白骨 废弃的车流之中 还能看到一个个游荡的身影 他们可能是上班族 可能是学生 可能是环卫工人 也可能是城市白领 但无论他们以前是什么 现在他们只有一个身份 那就是丧尸 还有更加震撼的 远处的很多高楼垮塌了 好像被什么东西撞击过一样 空气之中 弥漫着淡淡的硫磺味道 城市里面也有一道道的 黑色烟柱 腾空而起 这样的破坏程度 显然已经不是丧尸造成的了 这个世界究竟怎么了 看着眼前震撼的一幕 萧凡心潮起伏 这个破败的事件 还有叫吗 第八章 发电厂 萧凡收回目光 深深地呼吸了一口气 无论怎样 他是不会放弃希望的 既然得到了这样一个系统 他相信自己绝对能够 做出一些事情来回过头 几个裂兵都站在萧凡的身后 等待他的命令 你们什么时间 回复自己枪里面的弹药 报告总指挥 所有红警单位的弹药 恢复时间 统一为正午十二点 萧凡看了一下时间 现在十一点五十多 好 等到十二点 我们先去清理了剩余的病房 然后离开这里 时间到了十二点 萧凡自己都感觉到了变化 一直拿在手里的左轮手枪 似乎沉了一点 打开一看 里面重新出现了六枚黄澄澄的子弹 几个士兵也同样如此 所有枪械的子弹自动补满 出发 行动 在士兵的保护下 萧凡一行向圣渝的病房进发 圣渝的几个病房里面都是有丧尸的 今天人员起整 可以清理了 王站在前 三名新兵站好位置 举枪准备 王站则是来到了最前方 一枪打碎门锁 就在门锁破碎的一刻 王站迅速后退 病房内的丧尸开始往外冲 开火 注意命中率 他不断地开枪射击几乎每一击都能爆头 另外三名裂兵的枪法虽然差点 但是他们现在子弹充足 可以毫无顾忌地开枪 也不断地造成击杀 丧尸们步履蹒跚地前进 几名战士且战且退 一只只丧尸就在前进的过程之中 扑倒在了地上 一间病房 接着一间病房的清理下去 大约五十分钟后 这十几间病房的丧尸 已经被消灭了大半 报告总指挥 我升星了 李龙率先开口 随着战斗的进行 又一名一星裂兵诞生了 好 剩余的丧尸张超和刘大华重点击杀 确保完成升星 王战和李龙停止射击 张超和刘大华上前 连续开火 几个回合下来 两个人也先后晋级 成为了一星裂兵 三名新的裂兵 已经拥有了270发子弹 王战虽然子弹只剩余30多发 但是他距离升级二星 也不是太远了 已经完成进半 而整个七楼的丧尸 除了大会议室内的那一群之外 已经全部被消灭干净 收集资金 几个战士立刻冲上去 开始收集各种经营首饰 但是这一次的收获却不大 这些病房内的丧尸 多为男性 根本不会佩戴首饰 40多人 竟然只获得了300多的资金 肖凡的资金 看看达到了900 资金条件已经满足 肖凡立刻召唤出系统页面 打开建筑一栏 发电厂 造价800 需要时间一小时 毫不犹豫地选择建设 没有发电厂 就不能点亮屏幕 没有屏幕指引 肖凡就和瞎子差不多 那是绝对不行的 发电厂开始建设 资金扣除 肖凡手里还剩下一百资金 现在肖凡是班长军衔 手下最多能够有八个红警单位 这一百资金 他也没有立刻花出去 他还要看一看 因为玩游戏的时候 每当建设出新的建筑物 都会解锁新的兵种 他想看看 发电厂建设出来后 兵营里面会不会出现新兵种 这一层楼 除了大会议室的丧尸 已经清空 非常的安全 肖凡没有攻打大会议室的打算 里面的丧尸 初步估计有上百 对于目前的他来说 太危险了 在这里耐心地等待了一个小时 时间来到了下午一点的时候 系统提示传来 恭喜总指挥 发电厂建设完成 肖凡立刻打开了系统页面 只见左边的大屏幕中央部分 果然已经点亮了 这个亮度的区域不算太大 而且发亮的部分里面 到处都是密密麻麻的光点 有红色光点 有绿色光点 还有白色光点 安妮 解释一下 报告总指挥 电厂自带小型雷达地图 就是您目前看到的 在以您为中心 直径一百米的范围内都被照亮 而您的所看到的光点 其中白色的就代表了红颈单位 绿色的就代表了幸存者 红色的就代表了丧尸 还有紫色光点和蓝色光点 紫色的代表变异兽 蓝色则是代表了补给箱 肖凡仔细一看 果然 白色光点都是在自己身边 一共四个 就是王站四个人 而红色光点 完全数不清有多少 尤其是在门诊急诊那边 简直是一片红色的海洋 多亏它是在人数较少的住院部这边 要是在门诊那里 恐怕有系统都难逃一死 周边的地方偶尔有一些绿色光点 那应该是隐蔽在某些地方的幸存者 紫色光点它没有看到 看来这周围暂时没有变异兽 不过听安妮说的 这变异兽似乎比丧尸还要可怕 至于蓝色光点代表的补给箱 肖凡是有印象的 游戏里面就会在地图上面 可能是士兵也可能是战车也可能是金钱 甚至这东西还不局限于一个国家 世界各地和军事有关的都有可能刷新出来 使玩家提升实力或者致富的重要手段 听完安妮的解释 肖凡往地图上仔细地看了看 本来没有抱什么希望的 但是竟然真的在地图上发现了一个蓝色光点 位于自己东方大约40米的地方 有一个蓝色光点隐藏在一些绿色光点里面 由于蓝色和绿色这两个颜色有些贴近 所以肖凡才没有第一时间发现 他急忙来到了窗户前往东方打量 40米没有多远 就是医院内部外客楼那里 不过外客楼也有6层 这个补给箱会在哪一层呢 肖凡的目光一层层地搜索 最后他的目光落在了外客楼的一楼 那里是医院食堂所在地 第九章 前往食堂 肖凡之所以怀疑食堂 是因为他看到食堂的窗户全部关闭了 而且窗帘拉得严严实实 一点光都不透在炎热的夏季 这无疑是不正常的行为 丧尸不会知道这么做 能够这么做的只有人类只有幸存者 并且他也看到了 补给箱的所在地是有幸存者的 大约有十几个人 人类想要生存下来 有食物的食堂毫无疑问是首选之地 安妮 补给箱是一直存在的吗 不 总指挥 补给箱的存在时间只有24小时 超过这个时间会自动消失 肖凡想了想 那如果是其他人发现了补给箱呢 补给箱属于红颈系统的物品 只有被红颈单位拿到 才能开出真正的补给物品 其他人拿到只会是一个空纸箱子 这种箱子甚至会被人本能的忽略 听到安妮的话 肖凡放下心来 这样就不必担心补给箱落到其他人的手里了 他已经下定决心 离开医院之前一定要拿到这个补给箱 不过在那之前 他还需要看看有没有新兵种的出现 再次打开了士兵的页面 这里面果然出现了新的兵种 原本只有一个裂兵 现在则是多出了两个兵种 军犬 造价200斤 侦察兵 造价500斤 肖凡了一下 军犬他是知道的 在游戏里面 军犬的最大作用是能够间谍间谍 一旦有敌方间谍入侵 军犬肯定能够发现 而且军犬的战斗力也是非常强悍的 一只三星的军犬 甚至能够全灭一对散兵 当然在现实里面 肖凡不认为军犬能够做到这一点 但是间谍间谍的功能 相信系统应该给予保留吧 不过现在既然多出了一个侦察兵 这个兵种是以前游戏里面没有了 看来这新的红颈系统果然是以往不同 他现在手头上面只有一百斤 造侦察兵或者军犬都是不够的 肖凡也没有立刻建造猎兵 多出一个普通猎兵也没什么大用 眼下当务之急是拿到补给箱 毕竟那是有刷新实现的 也不知道补给箱出现多长时间 还是尽快拿到之后再说 带着自己的全部兵力 肖凡准备离开七楼了 楼梯还是不能走的 还是要走电梯 不过这一层楼除了七楼之外 其余几层都有不少的丧尸 尤其一层二层 不用想都知道那里是丧尸的海洋 但是肖凡并不打算前往这几层 他早就看好了目标 那就是前往负一层 负一层是医院的地下停车场 从这里可以直接进入医院院内 当然也可以前往外客楼的一层 负一层应该也有丧尸 但绝对是零星的 对肖凡来说没有什么危险 电梯现在就停在七楼 肖凡打开电梯 一行人全部进入 直接前往负一层 大约一分钟 电梯到了负一层 门打开了 地下稍微有些昏暗 里面的很多车辆 还是停得规规矩矩的 但是出口那边 已经有车子撞坏抛锚了 开车是走不出去的 幸好这一段路不需要开车 肖凡带着人前行 边走边查看地图 观察什么地方有丧尸 虽然这里丧尸较少 但是肖凡还是分外的小心 毕竟马上就到了室外了 这里是不宜开枪的 零星几个丧尸没什么 但是一旦引来更多的丧尸 那问题可就严重了 毕竟是在医院里面 即使有地图观察 想要完全避开丧尸 也是不可能的 再离开地下停车场 准备前往外客楼的路上 肖凡一行 还是和几只丧尸遭遇了 速战速决 不要给他们 引来等多丧尸的机会 肖凡一声令下 几个士兵都端着刺刀冲了上去 四名一星战士的战斗力 是非常不错的 刺刀使用了更加强悍有力 一个迅猛的突刺 就能够轻松地贯穿丧尸的脑袋 几个人相互配合 一个人突刺的时候 另外一个人就掩护 前后迂回 保证队友不受伤害 系统赋予了他们很强的战斗天赋 这种配合 根本不需要提前训练 是他们与生俱来的 一只只丧尸倒在了 地上 肖凡一行人缓慢地前进 终于离开了地下停车场 出来之后 就是后院的室外停车场 肖凡出来后 甚至看到了不远处 停放的边三摩托车 俗称三蹦子 墨绿色的车身 一共可以乘坐三个人 跨斗前面 还有一个可以架设机枪的地方 整体明显比正常摩托车要大许多 一看就给人一种强悍的感觉 现在城市里面堵车堵得厉害 想要离开城市 摩托车还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不过肖凡也没有 立刻去摩托车那里 他要抓紧时间前往食堂 就在肖凡带着人一点点靠近的时候 外客楼的食堂内 窗帘悄悄地被人掀开了一角 第十章 幸存者 外客楼的食堂占地大约三百个平方 算是比较大的 食堂内有大厅和两个单间 单间装修的还算豪华 原本是院领导用于招待客人的地方 但是现在这里已经换了主人 食堂的门已经被锁死了 一张杂物堆积在门口 将门封得严严实实 窗户上都拉上了窗帘 甚至还被钉上了一层棉被 用于阻隔声音外转 现在是夏季 本来就天气炎热 这样一弄 整个食堂内好像蒸笼一般 两个单间内还好 因为那里有空调 虽然大厅内也有一个空调 但是明显应付不了如此的炎热 单间不是随便谁都能进去的 以前是领导用的 现在则是两个医护人员用的 周猛是医院食堂的大厨师 在当厨师之前 他还管理过医院的太平间 而赵新则是120负责抬单价的 这两个人只能算是医院的工作人员 而且干的还是底层的工作 这种工作 平时是没有人乐意去干的 能去干的人 都是一些没什么文化和本事的人 但是要干这些工作 也有一定的要求 一个是体力要好 另外一个就是要够狠 没有点胆量 也不敢每天面对那些尸体 也不敢来回搬运 周猛是一个满脸大胡子的中年男人 身材魁梧 满脸横肉 别看他现在只是厨师 其实之前他还学过法医 解剖过尸体 不过他有一个毛病就是 爱喝酒 喝完酒容易误事 几次解剖都出错 后来干脆改行承包起了医院的食堂 赵星以前是周猛的徒弟 两个人关系很好 很敬佩周猛的性格和胆量 一直以周猛马首是瞻 生化爆发的那一天 他们两个人正在医院食堂吃早餐 当时天阴晨的厉害 突然有一颗颗的巨大火球 从天而降 那是无数的流星穿过云层 当时人们都吓傻了 因为这漫天的流星似乎无边无际 轰在大楼上 大楼就会当场垮塌 轰在地面上 地面就会出现一个巨大的深坑 一阵阵的地动山摇之中 所有人都要崩溃了 即使是居住在家里的人 也不敢留在家里了 纷纷跑到了街上 结果更大的灾难随后到来了 流星雨过后 浓重的硫磺味道 弥漫在空气中 很多人一会儿就晕倒了 还没等人们将晕倒的人送来医院 那些人就已经变异 成为了丧尸 开始攻击身边一切能够见到的生命体 末日就这么到来了 即使是在医院食堂里面 也没有避免 有好几个人陆续的变异了 周猛当时做了一个决定 就是不往外跑 因为外面的人更多 别人即使有武器 也很难有勇气面对丧尸 可是他们两个不怕 平日里就经常面对尸体 也没觉得有多么可怕 何况现在 明显到了拼命的时候了 而且更重要的是周猛养了一条狗 那是一条藏鸥 在有人变异成为丧尸后 这条藏鸥似乎也不一样了 骨骼变得更为粗大 体重也明显增加 眼睛泛红 看上去异常的凶猛 可就是在周猛照星二人 学着电影里面对付丧尸的手段 在上面招呼的时候 这条藏鸥也动了 张开血盆大口 攻击丧尸的脖梗 击杀效率 竟然比周猛两个人加起来还快 有了这条狗配合 周猛二人顺利地 将食堂内的丧尸清扫一空 占领了食堂之后 他们让所有人听从他们的指挥 在食堂内等待救援 可是这一等就是三天过去了 想象之中的救援 不但没有出现 这个世界却变得愈发地让人绝望了 这几天 他们见到了很多人死去 见到很多人被吃掉 也见到一些人 还没有死去 就已经下风了 一切不能适应 这个末世的人都死了 剩下的人 也只能苟延残喘地活着 手机没有了信号 电话打不通 有的地方甚至陆续开始停电 整个世界完全崩溃了 可是周猛二人不但没有害怕 反而愈发地兴奋起来 因为这种情况就意味着 没有人能够约束他们了 要知道 在这个食堂里面 可是有着好几个医院的小护士们在吃饭 这些姑娘个个都是青春年华 如花似玉的 平时他们也只能看着过过眼影 可是现在 这些姑娘却不得不依附他们二人活着 原因很简单 他们两个是这里武力最强的人 之前食堂内除了他们两个 还有15个人 其中10个女人 5个男人 5个男人有3个患者家属 还有一个医生和一个医院的小领导 但是现在 这里除了他们三个就剩下13个人了 9个女人 4个男人 昨天下午 医院的小领导 竟然还在他们面前摆谱 要求住一个单间 还有一个护士长在旁边帮腔 周猛一看说不通 不由怒从心头起 一不做二不休 直接让那条叫黑狼的藏熬下口 将两个人活活咬死 看着两个人 在黑狼口中被撕得粉碎 屋里的人都静若寒蝉 周猛恶狠狠的目光 在众人身上一一掠过 开口说话了 我再次奉劝你们 不要抱什么不切实际的幻想了 三天过去了 根本就没有救援 手机没有信号 电视台也没有了节目 头一天还有灵星的消息 这两天 整个世界都死了 全他妈的死了知道吗 周围的人都不敢说话 周猛愈发地露出了猙獰嘴脸 知道生化危机吧 这就是了 全世界都玩完了 现在这个世道 谁的全都大 谁能够提供吃的 谁就是爷 没有这些能力的 那就只能装孙子 刚刚那几个人的下场 你们看到了 谁要是不服可以站出来 他们刚刚的下场 就是你们以后的下场 旁边赵新配合地拿出刀 周猛提着消防府站在那里 目光扫过人群 人们全都低下头 完全不敢反抗 晚上 周猛赵新喝酒吃肉 保暖私盈欲 谈算着明天该对一个他看上的美女下手了 但是到了凌晨时候 突然住院部那边传来了一阵枪声 听到枪声 无论是周猛 还是其余的幸存者 全都一下睁开了眼睛 有枪声 难道有警察或者部队来了吗 第十一章 伏击 听到枪声 食堂内的幸存者 立刻眼中泛起希望 在国内有枪的人不是警察 就是军队 说不定真的有救援来了 看到人们的躁动 周猛恶狠狠地目光扫过 全都给我老实点 现在是老子说的算 谁要是敢有什么小动作 立刻拉去喂狗 人们全都颤抖着闭口不言 周猛这个人明显有些发狂了 他已经杀了好几个人 法律对他已经没有什么约束力了 谁要是这会儿触怒他 说不定就会遭来灭顶之灾 周猛侧耳细听 枪声是在住院部那边传来的 声音不大 要不是现在夜深人静的 他可能还真听不到 不应该啊师父 住院部那里 应该没有活人才对了 怎么会有人开枪 该不会真的有警察来了吧 赵新在一边开口 心中有些忐忑 他和周猛这两天做的事情 如果被警察抓到 绝对是死路一条 赵新有些害怕了 周猛瞪了他一眼 胡说什么 警察根本就不可能来这里 就算有警察来 也不可能直接到住院部楼里面去 可能是其他什么人有枪吧 周猛心中不断地得自己暗示 警察已经没有了 没有什么好怕的 幸好这枪声只是响了一会儿就停止了 让他们心里稍微安稳一些 度过了忐忑的一夜 到了第二天上午 住院部那边还没有动静 周猛才算勉强放心 也许只是某个人有枪嘛 不过面对丧尸 就算有一两把枪也是没用的 肯定被吃了 他这么想着也这么给自己打气 可是万万没想到 到了中午的时候 住院部那边再次枪声大作 如果是之前只是灵芯的枪声 现在的枪声可是连成串了 周猛从头到尾数了数 楼上至少开了二百枪 这 这是怎么回事 就算有警察 也不可能随身带这么多子弹吧 赵新在旁边道 师父 也许不是警察 是部队呢 那样 我们就有救了 周猛一把抓住赵新的衣服领子 恶狠狠的道 你给我放机灵点 如果真是部队 我们两个绝对完蛋了 这种世道 如果有部队 那肯定是要进行军管的 就凭我们昨天做的事情 肯定是要枪毙的 你还敢盼着部队来 啊 那我们怎么办 我不想死啊 周猛语气冰冷 现在只有两个办法 一个是杀了这里所有的人 这样就没有泄露我们的情况了 赵新急忙摇头 我不敢 人太多了 我下不去手 要是他们真和我们拼了 我们恐怕也会死的 哼 就知道你不敢 那就只能用第二个办法 将这些人彻底拉入火 大家联手起来 要是开枪的人 真的赶来这边 要是他们人数不多的话 我们就一不做二不休 将他们全部干掉 把他们的枪抢过来 到了那个时候 我们也真的算是在 这个世道立足了 抢 抢枪 那能行吗 赵新有些傻眼 有什么不行的 不要忘了我们 还有黑狼 这个家伙现在凶猛得很 寻常三五个人 都不够他几口的 就算来的是警察 或者是当兵的 我们偷袭下手 也是很有机会的 赵新看着旁边伸着舌头 露出锋利獠牙的巨大藏骜 心中的野心 也渐渐地生长起来 给我盯紧了 我估计住院部里面的人 肯定快要出来了 那里根本没有吃的 他们不可能待太久 一旦发现他们出来 立刻向我报告 让赵新去盯着人 周猛则是带着藏骜 来到了幸存者之中 他强行给众人发放武器 厨房里别的不多 刀一类的东西 还是有不少的 在场的十几个人 每个人都发了一把刀 都给我记住了 不管来的人是谁 我让你们上的时候必须上 不然全都杀了胃狗 众人已经被周猛吓破胆 完全不敢违抗 战战兢兢地拿着刀 等待未知的命运到来 不出周猛预料 果然到了一点多的时候 几个人从地下停车场 那里走了出来 一看到这几个人的穿着 周猛不由倒吸一口冷气 当兵的 与其遇到当兵的 周猛命运遇到警察 最起码警察的战斗力 是不如军人的 警察办案也还有个过程 就是杀人犯 也要等到审判之后才能枪毙 但是当兵的可不管那些 战斗期间没那么多讲究 死个人简直不要太简单 赵新甚至第一时间就想投降了 可是很快 他们又看到了希望 因为对方只有五个人 其中四个军装壮汉拿着步枪 一看就是身经百战的战士 还有一个略兽一点 穿着笔挺军装的年轻人 看上去应该是个小军官 毕竟军管都是拿手枪的嘛 对军事一窍不通的周猛 只能这么判断 师父 一共五个人奔着食堂来了 我们怎么办 周猛目光死死地盯着消反几个人 边观察边盗 不要怕 看他们杀丧尸 全部用的是刺刀 这说明他们的子弹没有了 或者不多了 有倍对无倍 我们的机会很大 那如果他们来敲门怎么办 周猛眼珠微微地转动了一下 门绝对不能开 但是可以开一扇窗户 让大家准备好 只要他们有两个人进入室内 就立刻动手 先干掉两个人再说 周猛并没有贪心地 想一次性干掉五个当兵的 那恐怕很难做到 但是凭借这么多人和一条变异的藏骚 干掉两个 还是能够做到的吧 解决两个人拿到枪 就是他们反攻的时候了 周猛已经能够想象 自己拥有了枪之后 在这个末世 打出一片天下的样子 心中想着 那五个当兵的 已经来到了食堂门前 第十二章 遭遇 萧凡一行人来到了食堂门前 停下了脚步 萧凡并没有立刻去敲门 而是打开了地图 微微皱眉 他有了新的发现 他发现在这间食堂内 有着十几个幸存者 而且 其中还出现了一个紫色光点 安妮告诉过他 紫色光点代表着变异兽 这间食堂内 居然有一只变异兽 之前他并没有发现 这里有变异兽 因为他的发电站 自带雷达范围有限 只能覆盖大半个食堂 可能变异兽是在食堂的角落里 没有在雷达范围之内 但是到了近前 那肯定就发现了地图显示 这些幸存者 都聚集到了窗口附近的位置 这样的站位 李龙两个人 你们两个去敲门 听听他们怎么说 王湛和李龙走过去 来到了食堂门前敲门 有人吗 谁 里面传来回答的声音 猎兵是红颈系统 最初级的战斗单位 战斗智商不差 但是与人交流 却并不擅长 幸好消防考虑到了这一点 告诉了王湛应该怎么说 王湛开口道 我们奉命寻找幸存者 你们这里有多少人 我们有十几个人呢 一个被周猛 推到前面的男人 在里面回答 王湛继续道 那让我们进去看看吧 好的好的 不过这门堵死了 你们从窗户进来吧 王湛二人来到了窗口 窗户打开了一扇 窗帘掀开 露出了这个男人的脸 几位 军人同志 可算是把你们盼来了 快点进来吧 咱们这里有吃的 我们先给你们做点饭 大家都饿了吧 男人的语气有些不自然 王湛没有作声 他来到窗前 做事要进入屋子 老头往后一退 王湛突然伸手 一把将里面厚厚的窗帘和被子 全都拉了下来 光线进入 里面露出了几张金黄的脸 有男有女 这些人的手里 全都拿着刀 围拢在窗边 脸色阴晴不定 周猛踢着切肉刀 躲在窗台下面 看到情况暴露了 顿时觉得不妙 大喊一声 黑狼 上 一道黑色身影 突然从窗口窜了出来 血盆大口张开 直奔王湛就咬了过去 变异兽的速度非常快 一条藏鸥 简直堪比半大的狮子 速度快的人 几乎反应不过来 王湛虽然早有准备 但是也没有想到 变异兽如此强悍 他甚至来不及开枪 只能狼狈地打了个滚 胳膊上被藏鸥爪子滑了一下 才算勉强躲过了 变异兽致命的一击 如果反应慢灵 一秒 恐怕都要当场逼命 黑狼一击落空凶性大发 还要追击出来 咬死这个人类 后面张超和刘大华开枪了 连续的枪声响起 这条藏鸥也算强悍 动作快如闪电 除了刘大华第一枪 打中了他的腹部 剩余的几枪竟然没有打中 嚎叫了一声 又迅速地退了回去 看到藏鸥受伤 周猛顿时吓得不轻 他干脆一把拉过了 身边的一个女护士 挡在了自己的身前 对着外面大吼 当兵的 咱们井水不犯河水 赶紧给我滚开 不然我就干掉这里的人质 他们可是有十几个人啊 周星也拉过了那个男人 用尖刀对准对方的喉咙 大吼道 后退 滚得远远的 那个男人 就是引诱王战和李龙 进入室内的人 此刻吓得双腿筛糠一样的颤抖 沙哑着嗓子大喊 你们可不要乱来啊 当兵的都是要保护老百姓的 你们要救我们 但是还不能伤害到我们 我是天元集团的老总 我有的是钱 我还认识深海军分区的一个副营长 要是我掉了一根头发 我都要去告你们 扒了你们的军装 其余的一些幸存者 也七嘴八舌地开口 让萧凡他们不要乱来 好不容易在末世活下来 他们可不想因为当兵的鲁莽而丧命 萧凡眼睛微微地瞇了一下 他并没有打算 现在就进入室内 那只脏骚非常强悍 虽然受伤 但是却不中 室内空间狭小 敌要我明 贸然进入 难免伤亡 看到这两个人 居然胁迫人质 本来想说 我又不是军人 你们愿意杀就杀 但是萧凡突然心念一动 开口道 你们不要伤害人质 我们离开就是了 走 走得远远的 不要再回来了 萧凡没有作声 让李龙扶着王湛 刘大华和张超掩护 几个人又退回了 地下停车场的方向 看到萧凡几个人的身影消失 周猛和赵兴 才算尝出了一口气 之前我还有些怀疑他们的身份 总感觉他们的军服 似乎不太一样 可是现在 我确定了 他们绝对是当兵的 哦 师父为什么这么确定 周猛嘿嘿一笑 这还不明白吗 不是当兵的 怎么会害怕咱们挟持人质 只要有这些人在手 咱们基本就立于不败之地了 说完 周猛回头面向这些幸存者 看到了吗 当兵的都根本没有办法救你们 该怎么做 你们应该清楚了 幸存者们纷纷点头 面对周猛的时候 完全没有了面对萧凡等人的底气 有些人就是这样 面对保护神的时候 趾高气扬 大道理一套一套的 可是面对坏人的时候 那就耸得跟孙子一样 周猛又立刻去给黑狼包扎 这次多亏了这条狗 不然那些当兵的 肯定杀进来了 不过那个受伤的当兵的 绝对死定了 黑狼的爪子 可是有感染能力的 一共五个人 马上就变成四个了 万一那个当兵的变异了 再咬伤一个 那就剩三个了 也许明天这个时候 他就能带着黑狼 将剩余的几个人干掉 到时候 他的目的一样可以达成 所以他根本没有考虑逃走 觉得胜券在握 第十三章 清理会议室 回到了地下停车场 萧凡没有立刻乘坐电梯上楼 而是从医疗箱里面 拿出绷带 疗伤药 血清 直接全部交给了王湛 不过 王湛接过了疗伤药和绷带 却没有拿血清 而是对萧凡道 总指挥 升星之后 我们对于病毒 有了一定的抵抗力 我现在只是皮外伤 可以扛过去 这个血清留给更需要的人吧 萧凡想了想 问安妮我今天的血清份额 如果不用 可以积攒下来吗 报告总指挥 如果今天的物品没有用完 明天系统 是不会刷新出来同样物品的 安妮一句话 打断了萧凡囤积资源的美梦 看来系统还是比较严谨 想要钻空子很难 既然不能囤积 那么血清还是给王湛喝了下去 喝下血清又包扎好 王湛的伤势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快速恢复 估计一会儿就没事了 看到王湛没事了 萧凡带着众人再次进入了电梯 总指挥 咱们下一步去哪 回七楼 把那个大会议室的丧尸清空 那个大会议室的丧尸不守 萧凡本来不想冒险 可是现在没有办法了 医院这里本来人就多 他利用电梯上下 还能避开大群的丧尸 现在唯一能够刷怪的地方 也只有这个大会议室了 只要再获得一点资金 萧凡就能够生产新兵种 那时候再来收拾食堂那几个人 和那条变异狗 就更加万无一失了 电梯回到了七楼 萧凡又带着人靠近了大会议室 有把握吗 来到门前 萧凡询问王湛几个人 总指挥 这一条走廊一直丧尸都没有了 我们打开门之后 可以利用丧尸行动办的特点 且战且退 拉着打 只要这间会议室的丧尸 不超过150 应该没有问题 好 那就行动吧 这一次 李龙打头阵 连续几枪打开了会议室的门锁 开枪的过程之中 门内的丧尸 已经全都拥挤了过来 当门锁坏掉的那一刻 后时的红木大门顿时摇摇欲坠 李龙迅速后退 大门就轰然倒塌 里面的丧尸呼啦一下冲了出来 前面的丧尸 甚至被挤到在地 挣扎着爬不起来 被同伴在身上踩了过去 隆重的血腥气和恶臭扑面而来 伴随着丧尸吼叫 犹如地狱降临人间 开火 注意保持惊动 几个战士开始不断地开枪射击 每一枪响起 尸群里面都有一道血柱飙升 一头头的丧尸 前赴后继地跌倒 丧尸没有恐惧 只知道追逐血肉生命 大会议室内的丧尸 几乎可以用源源不断来形容了 深海医院室的大医院 员工人数数千人 这间会议室虽然是外科的会议室 可是里面的人数也足足有一百多 萧凡不确定是否有二百 可是看上去似乎超过了一百五 几个战士也不是满蛋状态 随着时间的推移 似乎有点难以完成任务了 萧凡没有跟随战斗 他躲在护士站的柜台下面 看到几个战士拉着尸群 向走廊另外一侧去了 他干脆从护士站里面走了出来 趁着尸群过去的空荡 萧凡立刻跑向遍地尸体的会议室门前 他要趁着这个功夫 再收集一点资金 跑到了门前 他首先瞄准就是女性的丧尸 一条黄金项链 一个白金戒指 一个白银镯子 一对珍珠耳钉 一点点的资金汇聚 萧凡的资金已经接近了四百 这边收集 那边也在生产 首先两个列兵再次被他生产了出来 虽然是新兵 但是也可以立刻投入战斗 列兵出现 立刻被萧凡派去支援王战他们 前后夹击 相信这个尸群是可以解决的 又收集了一点资金 当再次凑够二百的时候 萧凡生产了一条军犬 军犬造价二百 需要时间两分钟 等待军犬收集的时候 萧凡进入了会议室的门口 正在寻找哪里还有手势的时候 突然萧凡看到 满地的尸体里面 有一个被压在下面的尸体 竟然挣扎着想要起来 居然还有一个没打死的漏网之鱼 就让我来接过你吧 萧凡来到了这个没有死去 而是被压在下面的丧尸前面 拿出了自己的手枪 对准丧尸的眉心 砰砰 连续两枪下去 丧尸的额头冒出了血迹 但也仅仅如此 什么 我的两枪竟然没有打穿丧尸的头骨 萧凡的零武士左轮 确实不是什么名枪 威力非常的小 曾经有六枪打不死一条狗的记录 可尽管如此 他这可是面对面 几乎指着头的开枪啊 之前这个距离 还是能够给丧尸爆头的 现在居然失败了 两枪没有打死丧尸 丧尸法挣扎地爬了出来 当这只丧尸站起来的时候 萧凡意识到了有点不对 这头男性丧尸身高超过了一米八五 比萧凡还要高一些 身体非常魁梧 打了这么多丧尸 这一直是萧凡见过最壮的 而且皮肤也有些发黑 莫非这家伙以前是个运动员 萧凡心中想着 脚下急忙后退 看来这只丧尸不是自己能对付的 本来丧尸行动速度较慢 萧凡能够轻松甩开 没想到这只丧尸大步一迈 竟然两步到了萧凡面前 行动上似乎也比其他丧尸快一点 萧凡一个不察被丧尸接近 顿时感觉到了危险 眼看丧尸就要扑过来 萧凡急忙想使出个地面打滚的方法逃走 突然身后一条黑影快速地窜了上去 第十四章 侦察兵 黑影冲过去 跳起来一口 直接咬中了大哥丧尸的咽喉 萧凡这时候也看清了 这黑影分明是一条大狗 咬住丧尸的咽喉 大狗利用身体的重量左右摇摆 锋利的獠牙扭动 咔嚓 头部和身体失去了连接 只剩下一个头的丧尸自然无法生存 任凭这只丧尸的个子大一点也没用了 身体直挺挺的倒地 彻底失去了生命力 咬死大哥丧尸 这条狗也落了下来 摆动尾巴来到了萧凡身边 用大脑袋蹭了蹭萧凡的腿 表示亲近 萧凡这才有时间仔细地查看这只大狗 这是一条黑背 这种狗忠诚 凶猛又通人性 便于驯养 是军犬的最佳犬种狗的身上 还有一条类似毯子的东西 将其搏梗 脊背以及腹部都包裹了起来 用于防御 萧凡欣慰地摸了摸军犬的大脑袋 好小子 你是我麾下第一条军犬 以后就叫你笑天吗 笑天汪汪地叫了两声 看上去对这个名字比较满意 有了笑天的保护 萧凡收集起物资来就比较放心 开始耐心地在尸体堆里面翻炒 过了一会儿 王战他们回来了 有了两个新兵的加入 前后夹击之下 那一群丧尸终于被消灭干净 不但消灭干净了丧尸 王战他们还带回来了不少的经营手势 又将会议室门前的所有手势收集过来 转化资金之后 萧凡手里的资金已经达到了600多 资金到手 萧凡查看了一下自己目前能够用到钱的地方 他现在用钱的地方主要有三项 首先是军衔升级到排涨 这个需要2000的资金 目前还不够 再者就是下一项建筑物的建设 目前萧凡已经有了发电厂和军营 接下来的建筑物是战车工厂 本来按照游戏的顺序 这个时候应该建设采矿场 但是他目前的建筑物是虚拟的 安妮告诉萧凡 虚拟世界里面没有矿产 所以虚拟采矿场就不用建设了 战车工厂需要的资金也是2000 也是不够 再者就是红警单位的生产了 萧凡看了看 决定再生产一个猎兵和一个侦察兵 正好将手里的钱花光 点选之后 生产时间需要6分钟 耐心等待了一会儿 首先出现的是一个猎兵 让猎兵归队 虽然猎兵也说了名字 但是萧凡没有记住 随着手下越来越多 萧凡不可能记住每一个红警单位的名字 不过他是红警系统最高权限拥有者 只要他想知道 随时可以查看每一个士兵的名字 又过去了5分钟 萧凡麾下的第一个侦察兵出现了 相比动员兵 全部都是高大魁梧的形象 这个侦察兵稍微矮了一点 身高大概1米75左右 人稍微有些瘦 身穿一身迷彩 脸上甚至还涂抹着绿色的颜料 非常方便在野外伪装隐蔽 身后背着一把冲锋枪和一个背包 腰间别着一把手枪 腿上还有一把匕首 皮肤骨铜色 虽然不算强壮 但是一看就是那种极其惊悍的汉子 整个人就好像一头叙事待发的猎豹 充满了爆炸力 侦察兵徐强向总指挥报道 这可是萧凡花了500斤生产出来的 比两条军犬还要多 萧凡自然对这个侦察兵充满了期待 回了军力厚道 说说你的情况 报告总指挥 侦察兵经过了强化的军事训练 具备很强的格斗能力 无心状态下 我可以徒手对抗五名普通人 我的武器配备包括一把零五式冲锋枪 此枪带弹50发 配备红外线瞄准镜和消音器 还配备了一把零六式微生手枪 带弹10发 配备一枚手雷和一把多功能军用匕首 另外我还精通游泳 伪装 追踪 野外生存 和各种机械载具的架势 听到徐强的介绍 萧凡心中大喜 果然是物有所值啊 这个侦察兵 应该算是准特种部队的成员了 据萧凡所知 真正的特种部队 应该就是从侦察兵 狙击手等部队中 精选出来的精英 本来萧凡对于怎么对付 躲藏在食堂内部的周蒙等人 还有些头疼 现在有了侦察兵和军权的配合 相信那边可以守到擒来了 好 立刻入伍 我们休息一下 准备出发前往食堂 而萧凡目前的队伍总数 已经到了十个 除去他自己 还有一个侦察兵 七个猎兵和一条军犬 军犬属于动物 不计算入班的名额之内 包括后期生产的机械载具 也是如此 所有人休息了一会儿吃点东西 又清点了一下 目前拥有的弹药 四名一星猎兵 各自还有三十发左右的子弹 三名星兵一个满弹 另外两个还有十发左右 目前肯定是够用了 萧凡也分了一点 其他士兵的口粮 心想着等占领了食堂 肯定要大吃一顿 并且收集相当数量的食物才行 整理完毕 萧凡带着麾下 再次离开七楼 乘坐电梯来到了地下停车场 从停车场出来 再次来到了食堂附近 距离食堂还有三十米的距离 萧凡停了下来 一行人隐蔽在墙角 侦察兵徐强站了出来 对萧凡道 总指挥 接下来的任务 交给我和笑天吧 其他人在远处掩护 等待里面开打之后 再冲进去支援 好 萧凡拍拍徐强的肩膀表示勉励 徐强立刻带着军犬笑天 一人一狗 悄悄地向食堂靠近 第十五章 强攻 食堂之内 周蒙几个人 还在不时地观察外面的情况 师父 枪声停了 赵兴一直在观察情况 听到住院部那边枪声停下了 立刻向周蒙报告 周蒙这会儿正在吃饭 闻眼嘴里吐出一根鸡骨头 这次应该是没子弹了 咱们可要注意 他们子弹不够了 肯定无法在住院部那边生存下去的 还会回到食堂这里来 嗯 我也是这么想的 等他们再来 咱们就和他们拼了 放心 我猜他们 再有人过来 应该就只有三个人了 黑狼的伤这会儿好多了 干得他们问题不大 那万一黑狼在中枪呢 那些人枪法似乎不错 那也没关系 黑狼伤口自愈能力很强 而且我们就待在食堂里面不出去 只要把守住窗口 他们有枪也攻不进来 说着 周蒙摆弄着手里的一把弩剑 自信满满 这把弩剑是他以前网购来的 虽然不如枪那么好用 但是用来打个鸟什么的 还是很好用的 杀伤力也不小 他只要隐藏在暗处 有人赶进来就给他来一下 管他什么当兵的 不死也要重伤 赵兴也点头 没错 何况这里还有这么多人质 当兵的绝对不敢乱来 周蒙有拿起一条鸡腿砍了几口 吃了差不多一半 将鸡腿直接扔给了藏狗黑狼 藏狗狼吞虎咽几口 将鸡腿吞了下去 然后森冷凶残的目光 就盯着其余的幸存者 包括那个自称天元集团老总的人 所有的幸存者都瑟瑟发抖 这便一手太可怕了 如果不是还有主人约束 这些幸存者肯定都被藏狼吃了 他们不敢违抗周蒙 主要的原因也是因为这一只藏狼 尤其刚刚几个当兵的过来 都被这只藏狼逼退 他们心中更是绝望 天元集团的老总 更是一份填膺的怒骂肖凡等人 也借此机会向周蒙表示忠心 周大哥 如果没有救援 那我就跟着你混了 就算有救援的话 我也认识不少官面上的人 到时候肯定替你多多美颜 保证你平安无事 周蒙目光扫了一下这个老总 对方一身手工定制的西装 手上还带着一块金光闪闪的腕表 一身的爆发护气息 确实像是有点能力的 以前这样的人 根本不会拿正眼看自己 要不是赶上这末世 怎么可耐对自己毕恭毕敬 浑身的骨头都轻了二两 他斜着眼睛瞥了对方一眼 那可要看看你的表现 老总小吉卓敏一样的点头 表示一定好好表现 正当这个时候 一直趴在周蒙身边的藏鸥 突然抬起头来 浑身的毛发微微竖起 嘴巴里发出可怖的呜呜声 好像遇到了什么危险一样 周蒙急忙扔给了藏鸥一块骨头安抚他 这可是他的宝贝 在末世赖以生存的本钱 在他心里 藏鸥的命比人命贵重多了 可是藏鸥对那骨头看都没看一眼 就好像受到什么刺激一样 呼的一下站了起来 直奔窗口而去 哎 黑狼 站住 外面危险 周蒙急忙追了过去 他可不敢保证 藏鸥一旦离开室内 会不会被那些当兵的乱枪打死 追到窗前掀开窗帘 周蒙看到了外面的情况 难怪藏鸥发狂了 只见窗外十几米的地方 一条巨大的黑背正蹲在那里 这条黑背的个头很大 似乎比藏鸥还要大上一点点 尤其看到藏鸥出现在窗前的时候 黑背更是抬起了一条腿 就在这里撒了一泡尿 动物世界有他们独特的发展 这种撒尿就是标记领地的行为 凡是有领地意识的动物 都无法容忍其他动物 对自己的挑衅黑背这样的举动 就是明目张胆地告诉藏鸥 老子就是没把你看你眼里 你压得打算怎么办吧 不服来干 瞅你咋地 藏鸥本来就是比较凶残的 何况是变异兽 哪里会容忍这种挑衅 周蒙想要拉都没有拉住 藏鸥嚎叫一声 一跃就冲出了窗外 黑背看到藏鸥出来 也是毫不示弱地迎了上去 动物之间的搏杀 比人类更加凶狠 顿时外窗尘土飞扬 狗毛纷飞 狗叫声剧烈响起 惹得周围 楼上的丧尸听了 忍不住要从楼上冲下来 可是没有智慧的他们 不懂得走楼梯 甚至有的丧尸 直接撞破窗子 从楼上掉了下来 落在地上摔得粉身碎骨 脑袋没有摔碎的 还在地上驱虫一样的蠕动 试图往这里赶来 周蒙急得原地打转 想要试图用弩剑攻击黑背 可是那两条狗 已经滚成了一团 想要射中并不容易 何况他还不太敢靠近窗口 唯恐那些当兵的 对他打黑枪 想了一下 他干脆一把 将天元集团的老总拉了过来 挡在了自己的身前 做一个人肉盾牌 来 现在是你表现的时候了 给我做个掩护 天元集团老总 战战兢兢地 站在周蒙身前 周蒙则是准备拿着弩剑瞄准 如果他头顶长眼了 他就会看到 在外客楼的楼上 正有一个人顺着绳子 缓缓下滑 已经来到了他们头顶不远 以为自己有人头盾牌 处于安全状态 周蒙正聚精会神地瞄准 没想到 一道人影突然从天而降 徐强已经准备半天了 两条狗开战 他就已经滑了下来 此刻看到机会 哪里还能不把握 双脚一蹬墙面 身体向外再回来的时候 已经出现在窗前 师父小心 赵新在后面 声嘶力竭地大喊 周蒙吓得急忙 躲在天元老总身后 我有人质 啊 话音未落 徐强一个凌空双飞腿 狠狠的一脚 踹在了天元集团老总的胸口 这一脚足够凶狠 将天元老总 连同周蒙二人 一起踹飞出去四无迷远 第十六章 补给香物品 徐强这凶狠的一脚 将天元老总踹得吐血 在他身后的周蒙 也被砸得晕头转向 靠 还有这么解救人质的 你也不怕把人质踢死了 周蒙心中怒骂 手上动作却半点都没耽误 元帝一个打滚 就准备站起来反抗 可是徐强既然出手了 就不会给他机会 身体荡进室内 一个箭步到了周蒙身边 抬手扣住了他的肩膀 小青拿手猛地发力 咔吧 周蒙的一条胳膊 硬生生地让徐强给卸了下来 他顿时发出一串杀猪般的嚎叫 这个时候 赵新挥舞消防府 直奔徐强后脑袭来 徐强元帝一个迅速地转身 顺手拔出腰间的手枪 一枪命中赵新的梅新 不需要询问 也不需要审判 有了消防的命令 他可以随意杀死 他觉得该杀的人 梅新鲜血流出 赵新眼神瞬间暗淡 失去光彩 直挺挺地倒了下去 末世到来 他没有死在丧尸口中 却死在了枪下 实在是咎由自取 而他的死 也不是没有一点价值的 至少是给周蒙争取了一点时间 周蒙也算是个狠人 一只手拉过了身边的天元老总 单手持刀 抵住了他的咽喉 同时他嘴里 还是声嘶力竭的大吼 你们这些人在干什么 给我上啊 上啊 不过这时候 他的命令已经没用了 那些原本屈服于 他的幸存者 这会儿全都跑到了徐强身后 其中一个女护士 忍不住呸了一口 脑残吧你 没看特种部队都来了 谁还上 岂不是和你一样做死了 其余的人也纷纷点头 身以为然 周蒙一看 幸存者靠不住了 立刻对外面大吼 黑狼 回来 可惜外面的黑狼此刻 也完全落入了下风 身为变异狗 他的实力和无心的军犬差不多 可是军犬身上有防护 而且还比他大了一点 加上身后 还有萧凡他们压阵 笑天这会儿 狗杖人士可是凶猛的很 一会儿功夫 已经将黑狼压在身下 不停撕咬 一股股的鲜血 从黑狼脖子上冒出来 看上去也坚持不了多久了 根本不可能再回到周蒙的身边了 而这个时候 萧凡等人也来到了窗前 萧凡一抬手 四个异星裂兵 一个接着一个地跳了进来 战士们迅速地控制了全场 所有的幸存者都被枪口指着 再也没有人敢于轻举妄动 眼看脏骚召唤不回来 又出现了这么多当兵的 周蒙这时候终于怕了 他用刀顶着人质的脖子 同时色立那人的大吼 别过来 过来我就杀了人质 徐强冷笑一声 将手枪别在了腰间 拿出了身后的威形冲锋枪 这个人质刚刚差点没被我一脚踢死 你觉得我会在乎他的死活 田园老总这会儿 几乎要尿裤子了 战战兢兢地对徐强道 当兵的 你可别乱来 我是有身份地位的 我有钱 你要多少钱我都给你 哦 我还认识你们部队领导 你带我到军分区去 我给你安排个排长连长的杆杆 他的话音未落 徐强突然抬手一枪 此时周蒙几乎整个人都藏在了 田园老总的身后 让徐强没有射击角度 可没想到 徐强的一枪 竟然直接穿透了田园老总的手臂 隔山打牛 徐强立刻得到了射击角度 冲锋枪再次开火 大大大 一串火蛇喷出 直接将周蒙给突突了 周围的人目瞪口呆地看着徐强 将周蒙乱枪打成了筛子 惊讶的嘴巴都和布隆果然是特种兵 这出手就是狠了 周蒙和赵新刚死 那边军犬的战斗也结束了 啸天对着天空发出一阵长嚎 脚下就是脏骜的尸体 萧凡看了看啸天 发现他的经验条长得很快 之前杀死大哥丧尸 他的经验条就涨了五个单位 现在又是涨了十个单位 看来越是难以击杀的丧尸 或者变异兽 能够提供的升级经验就是越多 萧凡暂时没有理会这边的事情 他快速地进入了食堂 直奔地图上标记的蓝色光点去 一直走到了厨房里面 萧凡在灶台下面 发现了一个木头箱子 普普通通的木头箱子 灰扑扑地毫不起眼 但是当萧凡拿在手里之后 立刻传来了安妮的提示声 总指挥发现补给箱 是否立刻开启 萧凡回忆了一下 游戏的里面的补给箱五花八门 其中还有一种补给 叫做集体升星 那就是在一定的范围内的 所有红警单位 全部提升一星 他想了想 立刻将所有的麾下 全部召集到了厨房来 开启吧 开启完成 恭喜总指挥 获得国产山猫全地行车一台 由于室内有非红警单位的存在 所以该车目前放置在停车场 安妮的提示完成 萧凡的手中 获得了一把车钥匙 拿起钥匙 立刻出现了关于山猫全地行车的提示 山猫全地行车 国产军事用车 八轮驱动 长三 九米 宽一 八米 高一 四米 自重一吨 最高时速100公里 小时 成员六人 可在沼泽 雪地 山地 森林 溪流内行驶 可射水幅度 车身自带12 7mm机枪 无心状态自带子弹500发 每24小时子弹自动刷新 住 所有系统载具所用的汽油柴油 不会自动刷新 看着补给箱刷出来的物品 肖凡忍不住心情激荡 果然 现实世界里面的补给箱 给的东西和游戏已经不一样了 起码种类更加的多样化 他这两天 虽然一直滞留医院 可是心里却迫切地想要踏上回家的路 但是现在城市交通完全瘫痪 任何大型的车辆 包括坦克都不可能冲得出去 所以他需要小型的车辆 这辆比家用轿车 还小的山猫全地行车来得正好 有了这辆车 关于怎样离开深海市 肖凡心中已经有了一个模糊的计划 第十七章 准备离开 总算是在补给箱刷新之前 获得了物品 肖凡的心终于安定了下来 现在的医院对于他来说算是安全的 大部分的丧尸都被困在其他几座大楼内 暂时不会到这边来 危机解除 肖凡这会儿觉得肚子饿了 既然拿到了补给箱 那么接下来要准备的就是食物了 神州国占地九千六百万平方公里 横竖向的跨度都超过一万五千公里 而深海市在神州中东部 肖凡的家乡烟云市 则是位于北方这段距离 也有足足五千公里 想要回家 不是一天两天能够做到的事情 没有飞机的情况下 回家搞不好 要用上接近半个月的时间 因为想也能想得出来 现在的路绝对不好走 父亲和妹妹的目前联系不上 生死不知 肖凡想要回家的心非常的急迫 但是再急 路也要一步一步地走 最起码路上的补给要准备出来 所以这食物就是头等大事 这几个士兵跟了自己之后 自己不但没有能够提供食物 反而每天还要分他们那只够一顿的口粮 现在大家都是饿着肚子在战斗 再有两顿不吃饭 那就严重影响战斗力了 肖凡的目光落在了这群幸存者身上 说实话 他不喜欢这群人 最起码在周猛想要设计对付他的时候 这群人没有一个出声提醒的 甚至他们也都拿着刀子 可以想象 如果周猛占据了上风 这群人说不定会拿着刀子扑上来 不过肖凡也能够理解 这些都是普通人 当面对生死威胁的时候 你不能指望普通人 做出什么英雄壮举来 英雄不是那么好当的 也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当的 理解归理解 不喜欢还是不喜欢 肖凡不会滥杀无辜 也不会圣母心发作的 去照顾他们就是了 目光落在幸存者身上 肖凡开口道 你们谁会做饭 我会 我也会 长官 我只会做一些家常的 你看我行吗 几个女人纷纷站了出来 有的人甚至在对肖凡抛媚眼 经过这四五天的历练 这些人也算是想清楚了 如今这个世道不依附强者 那是根本没有办法生存下去的 肖凡绝对是强者了 身边竟然有七八个战士 还有军权 而且 每个人手里都有枪 莫是什么人最强 当然是拿枪的人最强 而且 肖凡本身也是一个帅哥 跟了他怎么看都不亏啊 不过肖凡却根本没将 这些女人的魅眼看在眼里 现在再漂亮的美女 在她眼里 都不如一碗蛋炒饭来的重要 会就快去 一群女人乱哄哄地进了厨房 开始忙着给肖凡他们做饭 很快 他发现了之前周猛居住的单间 到单间里面搜了一下 肖凡在这里没有找到自己需要的经营 反而是找到了一些现金和银行卡 对于这些东西 肖凡觉得有很大 可能是用不上了 先不说人类社会秩序 什么时候能够恢复 就算恢复了 也不可能延续过去的货币系统了 所以 收集这些东西毫无意义 从现在开始 活着的人都处于同一气跑线 没有贫富差距了 掌握力量和物资的人 才算真正的富有 当然 对于肖凡来说 掌握更多的经营 才是真的在那些幸存者的口里 肖凡也很快得知了 自己昏迷的那几天 究竟发生了什么 原来这场灾难的源头 是一场席卷全球的流星雨 流星雨好像导弹一样的袭击了全球 几乎覆盖了所有的国家 除了无人居住的南北二极 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幸免的 甚至有人见过 临近的警署 被一颗流星砸成了废墟 不知道这是不是迟迟没有救援出现的原因 肖凡心中也在担心 但是自己的老家 还有妹妹所在的学校 是不是也被流星砸中 不过现在想这些也没有什么意义 肖凡冷静了一会儿 终于到了开饭的时候 这些幸存者为了博取肖凡的好感 几乎是使出浑身解数来弄这一餐 饭菜做得非常丰盛 这让肖凡实质大动 正要招呼自己的手下开饭 君犬肖天突然走了过去 来来回回地闻了一圈 在饭菜边上转了一会儿 君犬又来到幸存者面临 呲牙咧嘴地驱赶幸存者走开 尤其是那个天元集团的老总 孝天对他似乎非常看不顺眼 幸存者不知道怎么回事 肖凡却心中一动 游戏里面的君犬 有间别间谍的能力 这和孝天现在的表现有关系吗 心中悄悄地询问安妮 安妮立刻给予解答 总指挥 君犬能够感应到人的敌意 凡是被他驱赶的人 心中多少都是 对你或者其他红警单位有敌意的 而如果有人心中 对你产生杀意的话 君犬会立刻发动攻击 哦 还有这个本事 这可太好了 肖凡心中大喜 果然君犬是有特殊能力的 如此一来 只要有君犬在身边 安全就能够得到很大的保障 暂时没有搭理那个 心中对自己有敌意的天元老总 那家伙被徐强一脚踹的吐血 心中有些敌意也是难免 肖凡还不至于一个蝼蚁一样的家伙 有敌意就大动干戈 这一餐吃得非常舒爽 平日里普普通通的米饭 炒青菜 鸡蛋等等食材 现在都是无上的美味 何况这里还有红烧肉和鱼 吃饱之后 肖凡就开始准备回家的事宜了 他需要带上一些食物 不过路上做饭是很困难的 他携带的都是一些咸菜 香肠 罐头等等真空包装的食物 等什么时候离开城市了 他弄到一辆大型车辆了 再准备寻找一些做饭的炊具和调料 离开之前 他先派徐强出去看一看路况 看看哪里有机会离开 徐强出去了大约半个小时后回来了 总指挥 我建议你跟我出去看一看 然后再做出决定 听到徐强的话 肖凡心中有了一点不好的预感 第十八章 雨夜 肖凡跟随徐强乘坐电梯 来到了住院部的七楼 然后二人从窗外 爬上了一道镶嵌在室外墙壁上的铁梯子 从这里可以直接登上天台 原本是维修人员的通道 到了楼顶 又爬上了通风口的屋顶 这里是医院的最高处了 然后徐强递给了肖凡一个望远镜 这是他侦察兵的配置 总指挥 你看看下面吧 肖凡接过了望远镜 开始仔细观察 之前他只是在住院部的窗户处 看到了一条不算主街的街道 车流密布 堵得严严实实 那时候他还以为主街那边会好一些 城市这么大 总是能够找到其他通道的 可是这一眼看过去 肖凡惊呆了 四面八方 每一条街道上都是一样 到处一片废弃的车流 而且车流之间 更是有无数密布的丧尸 那些丧尸毫无规则地移动穿梭着 本能地四处走动 寻找一切可以吃的东西 整座城市 就好像一个刚刚结束战斗的战场 到处浓烟滚滚 在天空的乌云笼罩下 更是显得低沉而压抑 坍塌的楼房 丧尸的嚎叫 一眼看过去 无边无际 让人心中不禁一阵阵的绝望 这种情况下 想要正常地离开城市 凭借肖凡目前手下的力量 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要知道 深海是一座人口过异的大城市 这种情况下 在路上几十万 甚至上百万的狮群都不稀罕 至于几百上千数量的狮群 那更是随处可见 难怪没有救援 这要怎么救援 萧凡心中焦急 他四处打量之下 偶尔发现 城市西边 有一处白亮的地方略显平静 那是宝江吗 徐强立刻回答 市的总指挥 那是宝江 从西北方向 流经这里的一条河 穿过深海市 注入了大海 萧凡点点头 再次看了看那条江 他有一个模糊的想法 但是还没有成形 其中还有些关键点 无法回避 如果不能顺利地离开城市 以他目前的情况 就算有红井系统在手 想要在城市里面生存 也是无比的困难 可是要怎么离开呢 带着沉重的心情 回到了食堂 萧凡也有些一筹莫展 窗外这时候开始起风 一阵阵的冷风吹来 今天夏天 要比往年凉爽了一些 也许是没有了工厂排放污染 没有汽车排放废弃 这气候都开始变化了起来 又过了一会儿 一场大雨开始降临 萧凡躺在了单间的床上 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不知道过了多久 突然一个炸雷 突然把他惊醒 看了一下时间 时间已经来到了午夜 窗外漆黑一片 只有倾盆的暴雨 刷啦啦地作响 萧凡有心事睡不着 起身打开了系统 想要查看一下 是否有补给相刷新 他需要经营 但是经营这种东西 并不好弄 要说城市之中 有经营的地方 无非是两个地方 一个是国有的大银行金库 再者就是首饰店 可是这两个地方 无疑不是在闹市区内 那里都是丧尸横行的危险之地 以他目前的实力过去 就是送死 除非他日后实力壮大了 手下有一只强悍的队伍 才能够进攻城市中心 夺取金银平日里的金银来源 只能在普通丧尸身上 或者郊外民居里面收集了 所以现在补给相是一个好东西 如果有发现 一定想办法拿到 可是打开之后他失望了 百米范围内 并没有补给相刷新 看来这东西的刷新 完全是随机的 不是你想要就有的 正有些失望的准备关闭系统 肖凡突然停住了 嗯 感觉哪里好像不一样了呢 肖凡仔细地查看雷达屏幕 看了一会儿 他发现了问题 原本雷达上面的红色光点 都是移动的 正常情况下 丧尸不会停在一个地方 移动不动 就算是在室内 丧尸也是到处来回走动 而室外的丧尸更是如此 所以雷达上的红点 都是移动的 可是现在 医院大楼内的红点还在移动 可是室外的丧尸 却都移动不动 肖凡心中疑惑 这时候 窗外又是一道雷声 肖凡却猛地惊醒 对了 是下雨 一定是这样的 丧尸虽然变异的 但是他寻找猎物 主要还是靠三点 视觉 听觉 嗅觉 雨水模糊了他们的眼睛 可是没有多数 智慧的他们 却不懂得擦拭 所以 他们看不见 雨声模糊了他们的听觉 四面八方都是 所以 他们听不清东西 自然不会移动 雨水的冲刷 更是覆盖了他们的嗅觉 他们也闻不到任何东西 一动不动了 所以 想要离开城市 现在就是最好的机会 现在 也没有天气预报 肖凡不知道 这场雨会 下到什么时候 一旦雨停了 世外的丧尸 必定恢复行动能力 那个时候 就算想走都走不了了 时间不等人 必须立刻行动 肖凡一下 从床上跳了下来 立刻对系统发布了命令 安妮 通知所有人 立刻去停车场取来车 将准备好的食物装车 现在就走 第十九章 目标将判 安妮通知了所有人 红警系统 只要一个命令 所有红警士兵都可以知晓 徐强和王站两个人 冒雨冲出了室外 室外就是停车场 他们发动了车子 回到了食堂门口 一辆编三摩托 一辆山猫全地行车 肖凡走出来的时候 战士们已经将准备好的 几袋子食品 装到了山猫车的后备箱中 这辆车轻便灵活 可惜就是载重太小 只能携带这些食物了 那些幸存者 看到肖凡要走 立刻跑了过来 七嘴八舌地围拢在他身边 试图让肖凡带他们离开 肖凡回头看了一眼 这些幸存者 我现在要去丧失 更多的地方执行任务 你们确定要和我一起走 听到这话 幸存者全都闭上了嘴 他们是打算跟着出去活命 执行任务审马的 和他们有什么关系 与其那样 还不如待在这个食堂里 最起码 这里有吃有喝 还能够坚持个把月 也有人不是这么想的 比如那个天元老总 他觉得肖凡他们 肯定是要离开城市 现在只是打发众人的 推托之词 不想有人跟着 他想离开 可是看肖凡不太好 说话的样子 这话也就没有说出口 肖凡正准备登车 肖凡这时候 却扯着那条死去的藏壕 带到了车前 汪汪叫了几声 总指挥 肖凡似乎是想要让我们 带着这条狗的尸体 肖凡看了肖凡一眼 点点头 那就带上 我相信肖凡 两个战士将藏壕的尸体 强行塞进了杯箱 车子启动 不要开灯 我们有地图 不要发出亮光 肖凡回头看了一眼食堂 这一去 不知道能不能顺利离开深海 但是这个食堂 想必他暂时是不会回来了 目光落到了天元老总的身上 肖凡突然又跳下了车 来到了对方身边 在对方诧异的目光下 肖凡伸出左手 做出和对方握手的姿势 天元老总有些受宠若惊 虽然并不习惯和人用左手握手 但是肖凡可是拿枪的人 这个面子他自然要给的 也许趁机说说好话 这个年轻的军官就带自己离开了呢 双方握手 肖凡很快伸出双手 灵活地移动 咔的一声 天元老总手腕上的金表 被卸了下来 肖凡将金表揣进兜里 转身上车 出发 车子轰鸣 迅速离开了医院 天元老总目瞪口呆地 看着自己空空如也的手腕 雨水不断冲刷在脸上 躺到嘴角 有一股淡淡的咸味 还有点热 本来以为要和自己握手 结果却把自己几十万的金表顺走了 这还是当兵的吗 偏偏对方武力强大 他还不敢骂出来 雨声之中 只有他自己能听到的喃喃自语 我去年买了的表 我去年买了的表 星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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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块金表转化了150多金 让肖凡的心情也好转起来 前面山猫车开路 王站驾车 肖凡坐在副驾驶 利用地图指挥前进 后面则是做了四个列兵 在后面跟着三蹦子 王站驾车身后带着一个列兵 跨斗里面则是军犬啸天 大模大样地坐在了那里 雨水哗啦啦地下 车辆走出了医院大门 不用开灯 地图上能够显示方圆百米 只要肖凡在这里 其他的红警士兵也能共享这个地图 自动地避开障碍物 车辆艰难地再到路边缘前行 目标是西北方向 也就是宝江所在的方向 车辆经过第一个丧尸身边的时候 肖凡不由自主地秉息凝神 距离十米 丧尸没有反应 八米 还是没有反应 一直到了五米的位置 一直观察丧尸的肖凡 才发现丧尸缓慢地扭转头 往这边观看车子飞驰而过 丧尸似乎发现了什么 蹒跚地挪动了一下脚步 但是很快又因为雨水的声音 而失去了目标 又茫然地站在了原地 已经确定 雨水对室外的丧尸有很大的影响 初步确定安全距离五米之外 这会儿是暴雨状态 如果不是暴雨 肖凡估计这个距离将会拉远 加快速度 只要有路 就尽快冲过去 我们不知道 这一场暴雨会下到什么时候 天明之前 必须到达江畔 车子加大了马力轰鸣 开始迅速前进 说是迅速 也迅速不到哪里去 有些公路路段 还有人行道可以通行 有些地方连人行道 都被一些车子堵住了 幸好手下的八名战士力气够大 一般的小型车辆如果堵住 八个人联手 甚至能够将车子推开 实在推不开的地方 就用山猫车往前顶 每当这个时候 军犬啸天就会起到警戒的作用 一旦有丧尸靠近 啸天就飞快地扑上去 在最短的时间里面 将丧尸咬死 因为雨水的关系 远处的丧尸 很难发现这里的动静 也就无法形成尸群围攻 一路上虽然非常坎坷 但是总算是有惊无险地 走了四公里 四公里的时间 足足走了五个小时 现在已经是凌晨五点了 萧凡站在车上 甚至能够摇摇地看到 远处白亮亮的江水 还有一公里 车辆就能够到达江畔 可是这个时候 萧凡突然意识到 雨水变小了 如果不是雨水变小了 这么远的距离 天色还这么昏暗 自己是无法看到 一公里外的大江的 不好 雨要停了 第二十章 街头激站 萧凡心中有些懊悔 没有早点发现 关于雨水的秘密 不然早一点离开的话 现在已经到了江畔了 现在他已经没有 回头路可以走 就算现在掉头 也不可能回到医院了 唯有继续向前 争取再快一点到达江畔 车子又往前艰难地 前行了大约五百米 雨水终于停了下来 此时距离江畔只有五百米 可是路上的丧尸 却突然多了起来 而在前面江畔路的路口那里 还有两辆小汽车 侧翻在了人行路上 将前往江畔的路堵死了 必须挪开那两辆车 冲过去 现在也顾不得太多了 山猫车加速 直奔侧翻的小汽车而去 雨过天晴 天色放亮 车子的轰鸣声 很快吸引了大批的丧尸 只见一头头的丧尸穿越车流 亮亮呛呛地开始往这边赶来 初步一看 至少有几百头 这还仅仅是这一小片的 总指挥 抓稳了 徐强喊了一声 山猫车猛地撞击到了小汽车上了 小汽车被撞到往边上滑了一段 露出了一点缝隙 但是后面还有一辆 单单靠山猫是撞不开的 所有人跟我下去挪车 七名列兵都跳下了车 想要过去将小汽车推开 侧翻的车辆并不是那么好推的 任凭这几个列兵如何发力 进度依旧缓慢 而这个时候 大群的丧尸已经从后方和侧面前来 一旦让他们靠近 恐怕所有人都要交代在这里了 徐强看了一眼 就知道单单凭借自己一把枪的几十发子弹 根本无法消灭这么多的丧尸 他立刻对肖凡道 总指挥 你会驾驶吗 可以 开车肖凡还是会的 那好 你来驾驶车辆 现在我要使用车子上面的机枪 来对付丧尸 两个人迅速地交换座位 肖凡摆弄了两下 手握方向盘 准备启动 徐强则是在副驾驶的位置上 这里有着一挺十二 7mm的机枪 属于车载武器 机枪自带了500发子弹 还没有动用过 总指挥 后退一点 肖凡驾驶车子往后退一点 那边丧尸已经穿过车流 有十几头已经近在咫尺 这个距离 也没有什么好说的了 徐强握住机枪 开始扫射 大大 大大 大大大 机枪喷出一道道的火蛇 子弹的弹壳 叮叮当当的往外蹦 强大的后座力 让肖凡都能够感觉得到 这还是他第一次近距离观看机枪开火 那种震撼力 确实是无与伦比的 虽然朕的耳膜一阵阵的发胀轰鸣 但是心中却有一股热血在奔涌 机枪的威力也显现了出来 这样的扫射是 无法保证每一枪都打中丧尸头部的 但是就算打在身上 其杀伤力也让人叹为观止 子弹打在丧尸身上 碰上就是一个巨大的血窟窿 一旦打在胳膊腿上面 当场就会血肉模糊地打断 刹那间就在车子前面 鲜血和碎肉横飞 残枝断壁更是四处飞扬 丧尸好像滚地葫芦一样的 被放倒不过这些生命力顽强的家伙 只要不被打碎头 就算是爬 也会坚持向肖凡他们爬过来 肖凡的任务 就是要在这狭窄的地段内 不断地驱动车辆 拉开和丧尸之间的距离 给予徐强足够的射击空间 而且这个距离 还不能靠王湛他们太近 机枪响起 会将丧尸都吸引过来 这样王湛他们就可以安心地推车 肖凡和徐强 要给王湛他们争取时间 这个任务还算轻松 肖凡甚至有时间观察这辆车 随着机枪的咆哮 丧尸捡草一样地被击倒 肖凡能够看到 车子有一条经验条 在缓缓地上升 系统出的载具 也属于红警单位 也是能够升星的 就好像游戏里面的天气坦克 光临坦克一样 升级到三星之后 会异常地强大 肖凡不知道 山猫升级会怎样 但是按照目前的形式下去 在500发子弹打光的时候 是有升级的可能的 随着枪声不断响起 越来越多的丧尸 开始汇聚过来 身后的车流之中 越来越多的丧尸出现 源源不断地在车流内冒头 数量多地让人绝望 肖凡只是粗略地看了一眼 感觉附近的丧尸 至少已经有2000只了 这些丧尸 他们是无论如何 也对付不了的 而在肖凡他们的前面 20米之外 王站等人推车 也渐渐地完成了一半 再有三分钟 就足以清理出来一条通道 所以肖凡和徐强 无论如何 还要坚持三分钟 肖凡不断地踩油门 踩刹车 挂道挡 打方向盘 不断地和丧尸拉开差距 身边的机枪 一直在咆哮就没有停过 周围到处都是飞舞的血肉 肖凡前几天看到这画面 还难受得要吐 现在却已经习以为常 也不知道 消灭了多数丧尸 山猫车的经验条 已经快要到顶 一旦到顶 就会升级到一星 可是就在这个时候 枪声突然停止了 机枪自带的500发子弹 已经消耗一空 徐强顾不得其他 他掏出身后的冲锋枪 站在车上开始不断地点射 试图再争取一点时间 少了机枪的强大火力压制 丧尸嚎叫着冲了过来 有的丧尸甚至已经扑上了车头 乌黑的爪子 抓住了挡风玻璃 萧凡隔着一层玻璃 清晰地看到丧尸的血盆大口 甚至还看到了丧尸口中 牙缝中的碎肉 一个前冲在一个刹车 将爬上车的丧尸甩下去 但是这种苗头已经出现 之后爬上来的丧尸 肯定会更多 徐强虽然也在不断地击杀 但是他杀死的丧尸 已经不会再算在 山猫车的击杀里面了 看到这种情况 萧凡心中焦急 他的目光扫过那些 被机枪打得腿断胳膊舌 在地上艰难爬行的丧尸 突然一个念头生起 徐强 站稳了 萧凡突然一踩油门 车子轰鸣 快速向前 咔嚓咔嚓 山猫车的八个轮胎 不断地碾压 从地上的丧尸身体上呼啸而过 留下一串鲜血住旧的道路 第21章 杜江 之前机枪的扫射 已经将不少丧尸击倒 但是却没有死亡 萧凡这么开车碾压 立刻就将一些 没有死去的丧尸 当场压死 本来子弹打光 山猫车难以升级 萧凡这么一弄 山猫车竟然直接升级到了一星 系统之内 安妮立刻发出提示 总指挥 山猫全地形车升级到了一星 车辆动力加强 损伤部位自动修复 车辆装甲强度提升 油箱自动续满 机枪子弹补满 带弹量提升到1000发 萧凡顿时大喜 招呼了徐强一声 徐强立刻再次握住了机枪 开枪之前 徐强由衷地赞叹 总指挥 你果然是无所不能 萧凡有些汗言 这也不算多么了不起的举动 可是系统赋予了每个红警士兵 对他无限的忠诚和崇拜 在红警士兵的眼里 萧凡就是无敌的存在 殊不知 萧凡也就勉强会开个枪架个车而已 战斗力实在不值一提 山猫车升级之后 子弹翻倍 徐强肆无忌惮地开火 机枪的强大火力 立刻又对丧尸形成了压制 给王站他们争取了时间 一分钟后 王站那边一阵欢呼 两辆拦路的车子已经被推开 可以通过了 猎兵们迅速归队 摩托车也启动 这一次换乘徐强驾车 山猫车迅速地通过缝隙 直接冲向了江畔 过了马路 前面就是江边公园了 那里是没有堵车的 不过江边公园处丧尸也不少 夏日里 很多人来到江畔乘梁 这个公园内几万的丧尸是有的 幸好小凡他们 现在已经不以击杀为目的了 徐强驾驶车辆一味地往前冲 虽然那些丧尸不断地扑上来 撞得车子砰砰作响 但是升级过后的山猫车装甲防护提升 这种寻常的撞击 已经难以撼动车辆了 猎兵们从车内探出枪口 一旦有丧尸靠近 他们也尽量地开枪射击 防止太多丧尸撞上来 轰隆 车子撞翻了一条公园内的长椅 然后穿过一片绿化带 女性丧尸突然出现在了车子后面 之所以注意到她 因为这是一个身穿破烂比基尼的年轻女性丧尸 如果单单如此 萧凡还不会注意到 因为多数的丧尸身体都有些残破 比如被咬一口啊 比如某一处溃烂什么的 让人多看一眼都觉得反胃 可是这个女性丧尸有些不同 她虽然也是丧尸 可是身体完整度却相当的好 而且看上去不是太脏 不但如此 整个身体线条流畅 给人一种非常有力的感觉 皮肤的肤色也好一些 不像其他的丧尸 要么苍白如鬼 要么血肉模糊 如果丧尸也有选美 这只丧尸应该能够入围决赛 主要是这只丧尸长得有些与众不同 至于什么洁白啊 什么魂缘啊 什么挺翘啊 什么胸口有克制啊 萧凡根本都没注意 不过那锋利如剃刀般的指甲 却让人感觉这只丧尸格外的危险 事实也证明萧凡没有看错 别的丧尸步履蹒跚地跟在后面 这只丧尸却在奔跑 没错 虽然奔跑的速度不算太快 但是确确实实是在奔跑 甚至比正常的普通女性还要稍微快一点 干掉它 萧凡觉得有些危险 这是他第二次遇到有些奇怪的丧尸了 之前是在住院部的大会议室里面 那里有一只较为高大的丧尸 自己的小左轮居然没有打穿对方的头骨 那一次的是男性 这一次的则是女性 这只丧尸明显比其他的丧尸灵活了许多 如果所有的丧尸 都像这只女性丧尸一样会奔跑 萧凡相信自己一行人是绝对到不了沙滩的 恐怕在刚刚路口那里就全军覆没了 身后的一名猎兵举起枪 对准丧尸的头部开枪 砰的一声 丧尸明显有一个躲避的动作 头部躲开了 肩膀飞溅起一道血光 竟然还会躲 萧凡有些难以自信地睁大眼睛 这丧尸分明有些战斗本能 虽然动作还略显笨拙 可是却真真实实的是在躲 虽然一星猎兵也算不上什么神枪手 但是这只有十几米的距离 却没有打不中的道理 肖凡心中有了一点不祥的预感 难道丧尸还能进化不成 如果真是这样 那人类可真的就危险了 现在的幸存者基本躲藏在家里面 肖凡一路走来 在雷达屏幕上面看到了很多的幸存者 现在末世爆发还不到一周 幸存者们还能依靠家里的食物暂时维持 但是肖凡可以想象 这个维持是绝对维持不了多久的 店也没有人了 宫店能够维持多久 水厂没有人了 供水能够维持多久 就算没有水电之忧 那家里储存的食物又能够维持多久 在肖凡看来 如果不趁着现在丧尸还不算特别强大 抓紧时间逃离城市的话 以后城市内的人想要生存 就会越来越难 等到有一天他们一口吃的都没有 甚至有吃的也无法做熟 在想出来的时候 就会发现 他们已经完全不能适应这个世界 等待他们的只有死亡 也许有人能够活下来 但是绝对是极少数 除非有强大的救援 但是就目前情况来看 这种希望非常的渺茫 如果丧尸真的还能进化 那么这个情况 就会更加的危险 车上的几个猎兵 包括徐强一起开枪了 这一次 徐强一枪击中了女性丧尸的头部 终于将其击倒 萧凡终于尝出一口气 这个女性丧尸 虽然速度快 但是防御力明显不如 那个大哥的男性丧尸 还不算特别难对付 可是被这个女性丧尸一耽搁 周围又有丧尸围拢了上来 在萧凡他们车子的前方 已经是滔滔江水 前面没有路了 萧凡对着后面的王站大喊一声 链接绳索 山猫车拖住摩托车 其余人掩护 王站快速地跳下车 拿出一条绳索 飞快地拴在了山猫的后面 另外一头拴在了摩托车的前面 其余的人则是一起开火 将靠近的尸群压制 绳索很快接上 萧凡一挥手 冲 冲进大江里面去 山猫全地行车一声轰鸣 直接冲进了浩浩荡荡的宝江 第二十二章 逃离深海 山猫全地行车猛地冲入了江水 激起了大片的水花 如果是普通的车辆 这一冲 恐怕就直接冲到江底去了 可是山猫全地行车不会如此 之所以叫做全地行车 就是因为这种车 可以在各种地貌下行驶 其中 球度悬浮 是山猫车的基本性能之一 高高的车门 深深的车厢 都让这辆车 能够像小船一样的 浮在水面上 之所以是八轮驱动 一个是抓地力强 另外一个就是 可以在水面上前行 而山猫车后面牵引的边三摩托 同样能够浮在水面上 别的摩托车不行 但是这种 带着巨大跨斗的军用摩托可以 加上山猫车在前面的牵引 让车子勉强能够浮上水面 跟随前行 就这样 山猫带着跨斗摩托 轰隆隆地冲进了江水里面 并且开始逆水而上 向西北方向前进 后面丧尸群咆哮着冲到了水边 但是却不敢深入 前面的几只丧尸 被后面的一拥挤 直接挤到了江水里面 挣扎了几下 就没有了影子 他们只能对着江水上的山猫车 发出一阵阵的嚎叫 或者本能地沿着江岸追逐 但是他们的前行速度很慢 一会儿功夫 就只能目送车子 消失在他们的视线里 萧帆回头 摇摇地看着江盘的丧尸 整个人都放松地坐在了座椅上 计划终于成功了 当得到山猫车的时候 他心中就有想顺着江水离开的想法 唯一的难题就是 如何从医院来到江盘 幸好一场大雨 给了他这样一个机会 让他终于有机会 在没有强大实力之前 找个地方苟着发育 是绝对正确的 不过很快 萧帆又发现了一点问题 江水之中 有着淡淡的浅紫色光点 他仔细观看 很快发现 那是水中一条条起伏的大鱼 这大城市附近的江水 没有什么大鱼 以往只是有一些小鱼 而且多数都是鲤鱼 草鱼等普通淡水鱼 可是现在 这些鱼明显长大了不少 一条条的 至少也有十几斤重 在车子附近游动 但是却并不具备冲上车子 攻击他们的能力 至此 萧帆已经非常确定 现在变异的 不单单是人和猫狗等动物 这种水生鱼类 也开始变异了 呼 这个世界真是疯了 萧帆往座椅上一靠 侧着头观察江畔 沿着江水前行 让他得以轻松地观察两岸 整座城市 就如同他之前看到的那样 到处都笼罩在一片烟尘之中 就算现在雨停了 天色依旧灰蒙蒙的 沿岸还能看到不少的丧尸在江畔 有的丧尸看到他们的车子 还在远远的嚎叫 刚刚看到这种情况时候 是心惊 是震撼 是绝望 但是看得多了 萧帆发现自己正在渐渐地感觉到麻木 他不知道 这种情况要持续多久 但是他知道 自己不会看着这个世界 就这么沉沦下去 一定会有方法 这条路非常的遥远漫长 可是他却很期待未来 转头告诉徐强 等到车子离开城区后 发现公路不再拥堵 我们就选择上岸 徐强点头答应 萧帆也放下心来 开始闭目休息 迷迷糊糊之间 不知道过去了多久 感觉身下微微震动 萧帆睁开了眼睛 睁眼一看 萧帆发现周围已经没有高楼 只有身后还有一片低矮的楼房 到哪里了 报告总指挥 我们刚刚过去了深海市的城乡结合部地区 这里车辆已经很少了 萧帆点点头 他从徐强的背包里面 拿出了一张地图 徐强这个家伙的背包 就好像是一个百宝箱 里面不但有望远镜 有干粮河水 还有夜视仪 守雷 绳索 地图 指南针等等 五花八门 比他这个总指挥富有多了 这是一张神舟的全图 萧帆看着地图 确定了一个大致的路线 路线很简单 那就是走高速 现在没有飞机 走普通相间道路 这一路八千公里 不知道要走到什么时候去 还是高速快捷 萧帆这里战事多 大家也都能开车 而且系统出品的车辆质量 都是顶级的 只要燃油足够 一天开二十个小时 都不成问题 如果高速顺利的话 最多十天 甚至一周时间 萧帆就有可能返回家乡 但是萧帆还有一件事要做 那就是 去寻找一辆大型的货车 重卡一类的车子 他需要携带大量燃油 食品 甚至做饭的工具 没有大型车辆 是玩不转的 左右看了看 他决定去高速的服务区 高速上面车子很多 自己需要的重卡 肯定能够找到 而且服务区还有超市和加油站 也有饭店 自己去了正好收集一番 开车离开又一点都不耽误时间 想做就做 萧帆一行人驱车 从城乡结合部的入口上了高速 入口处有个收费站 不过这会儿 收费站的港亭 都被车子撞得坍塌了 栏杆也早就断了 高速上的废弃车辆不是很多 但是也会偶尔看到 有车辆随意地抛弃在路边 多数都是小型车 对萧帆来说 没有什么价值 车子开始在高速上奔跑 后面的跨斗摩托速度 也提升了起来 啸天坐在跨斗上 伸着长舌头 满头狗毛 被风吹得根根竖起高速两边 有着金色的麦田 快到卖收季节了 但是却已经没有了收割的人 一路走了接近100公里 萧帆有了一个发现 那就是 这种荒郊野外 基本没怎么受过流星的轰击 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中午12点 所有的武器和燃油自动刷新 车子继续前进 到了下午3点的时候 萧帆终于见到了第一个服务区 大青山服务区 这个服务区有着好多家饭店 靠山吃山 这里有很多的山货野菜 是长途客车的一个中途停靠站 人流很大 萧帆以前也在这里吃过饭 车子靠近了大青山服务区 渐渐地停了下来 服务区内一片破败 东倒西歪地停着不少车辆 但是却不见人影 萧帆的雷达半径50米 这个范围内还没看到生命迹象 就有一股浓重的硫磺味道扑面而来 第23章 金条的消息 这种味道 萧帆这几天已经闻了太多太多 整个深海市都弥漫着一股硫磺味 空气中到处都是 反而是离开深海市之后 这种味道渐渐地减轻了 到了荒郊野外 更是几乎消失了 而萧帆本人 甚至都没太注意这一点 直到来到了这个服务区之后 他才突然想起来 这种硫磺味到底是怎么来的 萧帆站在车上 抬眼往服务区看去 这个服务区的面积不小 光是饭店就有十几家 不但有加油站 超市 甚至还有旅馆和警署下辖的警务市 警务市和加油站都在服务区的北方 萧帆是在南方而来 他感觉到硫磺味道 就是从那边弥漫过来的 那边还有一大片废弃的车流 其中横七竖八的 有十几辆大巴车 将那里堵得严严实实 因为距离关系 那边已经超出了雷达覆盖范围 不过去看的话 无法得知那边的情况 萧帆并没有立刻过去 他的第一个目标 是在这边找一辆重卡 带着手下缓缓地向饭店区靠近 雷达地图内 也渐渐地出现了一些零星的丧尸 那些丧尸 全部都是在车里的 萧帆路过一辆小汽车旁边 发现车子的驾驶员系着安全带 看到萧帆他们 还在不停地张牙舞爪 可是却无法离开车子 扎安全带是个好习惯 最起码不会出来害人 萧帆一摆手 一个猎兵过去 刺刀刺下 结果了这只无法抵抗的丧尸 也为他自己增加了一点的升级经验 很快 徐强在一家饭店门前 找到了一辆状态完好的重卡 总指挥 这辆车还可以开 好 一会儿开走它 我们看看 再收集一点物资 萧帆的目光 锁定了前边的一家饭店 看上去这家饭店 和其他饭店 没有什么不同 门都已经破损 门前一片血迹 到处都是一片狼藉 可是雷达上面显示 饭店二楼内 有两个绿色光点 绿色光点就代表幸存者 看来这里有人在这场浩劫之中 活下来了呀 走吧 过去看看 也许咱们能够得到一点新消息 一行人进入饭店 直奔二楼而去 新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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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饭店二楼内 林薇薇林默默姐妹二人 手里各自拿着一把 紧用的五连发防爆枪 紧张地守在卧室门口 姐妹二人是双胞胎 当当大学毕业 回到自己家的饭店 准备帮父母几天忙 然后出去找工作 可是快乐的生活没过几天 就迎来了末世的巨变 随着一颗流星从天而降 砸毁了北边的警务室后 世界就全变了 周围的人都疯了一样的攻击其他人 人吃人的惨剧到处都在上演 姐妹二人吓坏了 当时他们去警务室那边 甚至也遭到了攻击 要不是一辆银行的运钞车 在这里加油 要不是他们姐妹拼命地 拿到了押韵员手里的防爆枪 恐怕这几天 他们早就死了 家里的父母也被丧尸攻击死去了 姐妹回到家后 硬是忍着悲痛 开枪结果了家里的丧尸 然后就在家里躲藏了起来 幸好就是这两天里 游荡的丧尸开始有意无意地 向着警务室那边去了 好像那边有什么东西在吸引他们一样 这也让姐妹二人松了一口气 感觉周围的丧尸渐渐走远 他们开始考虑离开这里的问题 姐妹二人无处可去 却又不想在这里等死 这两天就研究是考虑南下还是北上的问题 但还没有研究出结果 竟然有人过来了 他们听到有车子开过来 有人向饭店这里走来了 姐妹两个吓坏了 他们紧紧地拿着手中枪 相互给对方打气 二人紧张兮兮地待在卧室内 感觉脚步升到了门口 一个男生在门外响起 里面的人听着 我们奉命搜寻物资 如果你们没有什么意义 外面的吹具和食物 我们就拿走了 姐妹二人一听傻眼了 对方竟然要拿走他们做饭的东西 因为家里开饭店的原因 姐妹二人都有一手好厨艺 平日最爱的就是研究美食 并且已经立志要成为美食主播 凭借二人的颜值和厨艺 他们相信绝对是能够大火的 没想到外面的人 竟然要拿他们吃饭的家伙 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加上对方是人不是丧尸 他们的勇气也就起来了 妹妹林默默是个急性子 一下子打开了卧室的门 大声道 那不行 话音未落 眼前人影一闪 一个身穿军装的人 在他们眼前晃了一下 两个人手里的枪已经被拿走了 失去武器的姐妹二人 才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 顿时有些傻眼 他们这才注意到门外的人 一群身穿军装的战士 中间有一个军官 模样的年轻帅哥 身边还跟着一条巨大的狼狗林薇薇 更机灵一些 他立刻意识到 对面这些人是他们无法对抗的 当即露出一副遇到亲人的模样 对那个军官模样的年轻人道 军人叔叔 可把你们判来了 对面的人自然就是肖凡 他的脸色忍不住黑了一下 这两个萌妹子二十出头 可是他也不到二十五啊 怎么就成了叔叔了 脸色阴沉了一下 肖凡徐徐开口 你们的枪哪来的 不知道我国禁止普通人拥有枪支吗 还不老实交代 他也就是吓唬吓唬两姐妹 这样一会儿拿厨具的时候 应该也能够好说话一些 林薇薇和林默默却有些害怕了 急忙道 叔叔 我们可没做坏事啊 这枪就是在加油站那边 运钞车的押运员身上得到的 我们也是为了保命 开过几枪 也只是打死了一只丧尸 对对对 叔叔 如果你需要钱的话 我们可以带你 找到那个运钞车的位置 肖凡摇摇头 钱又不是金子 我知道我知道 运钞车从市里来 有时候会带金条给县城客户的 车里应该有金子的 林默默唯恐肖凡找自己姐妹算账 一股脑地说了出来 肖凡本来是随口一说 没想到竟然得到了这么一个消息 眼睛顿时亮了起来 第24章 陨石坑 现在最困扰肖凡的 无非就是资金 升级排长需要资金 建设战车工厂需要资金 之后的报兵同样需要资金 可以说 获得这个系统之后 资金问题就将长久地伴随着他 现在听到了有金条的消息 肖凡立刻就打起了主意 这里已经离开了深海市的范围 属于另外一个市的县城 这种运钞车 应该不会携带太多黄金储备 但是哪怕就是一点 就算只有一公斤 那也是不少的一笔钱了 所以 当他听说这件事的时候 几乎就立刻下定了决心 要拿下这运钞车里面的黄金 按照两姐妹所说 运钞车在加油站那边 而这里的情况 肖凡还不清楚 他还需要询问一下 这里是服务区 平时车流来往很多 可是我们到这里 却几乎没见到什么丧尸 你们知道 丧尸都到哪里去了吗 叔叔 肖凡急忙摆手 叫肖大哥吧 林薇薇立刻改口 肖大哥 丧尸都去了加油站那边 大概一周前 一颗流星落了下来 砸毁了这里的锦屋室 然后这里 就有硫磺味道了 那些丧尸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当这里没有活人之后 他们就开始缓缓地移动 全都到了锦屋室那边去了 但是我们不敢出去 也不知道 丧尸还在不在那边 肖凡想了想 对身边的徐强道 出去侦查一下 有什么发现告诉我 是 总指挥 徐强立正敬礼 转身离去了 这一幕 看得两姐妹有些发冷 没想到肖凡年纪轻轻的 竟然还是一个总指挥 总指挥是多大的官 他们不清楚 但是估计应该不小吧 姐妹二人对视一眼 心中都觉得安全了不少 那是老百姓面对军人的时候 普遍拥有的心态 徐强出去侦查 肖凡这边也没有闲着 开始让列宾们 出去收集物资 周围的几家饭店 还有服务区的超市 都是空的 没有活人 也没有丧失 正是收集物资的大好时机 列宾们出去 开始不断地将一些生活物资 搬运到了车上 有燃气灶 煤气罐 炒锅 大米 白面 植物油 桶装水 以及各种厨房做饭 所需要的调料 重卡的车厢被打开 这些东西 开始井然有序地摆放在里面 林薇薇 两姐妹看了一会儿 试探地询问肖凡 肖大哥 你们是要往远处去吗 是的 去北方 寻找 我的家人和战友 哦 那你们吃饭 没有餐桌怎么行 我们这里的红木桌子 质量很好 给你们带着吧 两个姐妹说着 自告奋勇地出去 将一张红木桌子 搬到了车上 肖凡微微眯着眼睛 没有阻止 两个姐妹对视一眼 身为双胞胎的他们 心有灵犀 都知道彼此的想法 中计了 他们吃饭的桌子抬走了 一会儿只要稍微演戏一下 也许就有机会 跟随这个一看 就很靠谱的年轻军官 离开这里啊 两个姐妹 都是要做自媒体的人了 那可是天生的戏精 到时候撒撒娇委屈委屈 不相信这个军官不心软 如果是别人 他们还真不敢跟着走 但是军人嘛 那天生就是 有信誉保证的 肖凡那边心中 也在暗自思索 要知道 他并不是军人 可是有人这么认为 他也不会去否认 通过谈话 他知道 这两个姐妹是会做饭的 这几天天天吃包装食品 和罐头饼干什么的 都快把肖凡给吃吐了 他麾下的士兵们 对于做饭一窍不通 肖凡对于厨艺 也没什么天赋 也许这是一个机会 反正有军犬孝天在身边 谁对自己有敌意 他一清二楚 姐妹二人不是坏人 富白貌美大长腿 两个人都要跟着自己 虽然2V1 自己有点吃亏 但是身为红颈系统的总指挥 肖凡觉得 这点苦 自己还是能吃的 助人为快乐之本吗 正在肖凡不动声色地顺水推舟 将计就计之时 安妮的提示突然传来 总指挥 侦察兵徐强 请求和你共享视角 是否同意 什么是共享视角 总指挥 您拥有最高权限 可以共享我方任意 红颈单位的视角 也就是通过他们的眼睛 看到他们所看到的一切 哦 还有这种事 那共享吧 很快 屏幕边上亮起了 另外一小块屏幕 这种屏幕 只有肖凡一个人能够看见 林家姐妹就在他身边 也是看不到的 这个小屏幕上 看到了 就是徐强能够看到的情况 一辆废弃汽车的车顶 前方就是加油站和警务室 加油站还算完好 警务室却已经成为了一片废墟 不 废墟这个词也不太准确 应该叫做一个陨石坑 那是一个直径超过了 二十米的大坑 深度大约七八米左右 这应该就是流星坠落造成的 可是重点并不是这个 重点是陨石坑的旁边 黑压压地围拢了大群的丧尸 这些丧尸就安安静静地 站在陨石坑的旁边 好像雕像一样的 一动不动 小凡的丧尸原来全都跑到这里来了 看到这一幕 小凡心中震惊 默默沉思 丧尸集中在这里 他如果想要离开的话 此刻带着人就可以走 可是他此行的目的还没有达到 燃油和黄金也没有拿到手 这么走了 以后肯定都是麻烦 何况小凡隐隐觉得 这个陨石坑的丧尸 绝对不是什么好路数 如果自己放任不管的话 说不定以后还会有什么麻烦 竟然身处默示 又得到了系统 有些事情 小凡就不能逃避 最起码 他要了解关于丧尸的一些秘密 这样在未来和丧尸对抗的日子里 他也不至于太过被动 所以思考了一下 肖凡就干脆地做出了决定 他要前往陨石坑那边 仔细地查看情况 获得物资 第25章 进攻加油站 让林家姐妹二人留在饭店内 肖凡出去 查看了一下物资收集的情况 仲卡的车厢里面 有大概五分之一的地方 已经被物资占据 其中主要是食物 不单单是主食 一些鸡蛋 香肠 腊肉等等东西 也有不少 而且还有少量的蔬菜水果 蔬菜水果 现在已经很难得了 末世开始马上一周了 很多的蔬菜水果已经烂掉 找到的这些是仅有的 还能食用的 肖凡暗自思索 也许自己应该找到一台发电机 到时候连接冰柜什么的 这样更方便储存 总指挥 周边的几家饭店 都收集的差不多了 这些食物 可以支撑我们两个月的储量了 好 暂时先这样 我们还要留下空间收集燃油 重卡暂时放在这里 肖凡带着人离开饭店 前往加油站 一会儿功夫 肖凡和徐强会合了 总指挥 你看 肖凡爬到了废弃车流中 看着远处大约40米外的狮群 他们现在处于下风口 狮群闻不到他们的气味 也就发现不了他们的存在 可以放心地观察 这个距离 正好是肖凡雷达的覆盖范围 他通过雷达屏幕观察 能够看到很多眼睛看不到的东西 很快 肖凡就发现了问题 他发现了一个细节 那就是 狮群的光点颜色不一 虽然总体来说 丧尸都是红色光点 但是绝大多数的丧尸都是浅红色 如果全都是如此 肖凡也感觉不出什么 问题就在于 这个狮群里面 中心的地方 有两个红色的光点 颜色明显要比其他丧尸更深一些 中心位置是陨石坑吧 是的 总指挥 这些丧尸都站在陨石坑边缘 并没有进入坑里面去 我这个角度 查看不到陨石坑里面有什么 肖凡摸了摸下巴 陨石坑里面有比较厉害的丧尸 肖凡想到了 在医院遇到的大的丧尸 还有海滩遇到的女性丧尸 心中已经基本可以确定 丧尸是能够净化的 但是如何净化 会净化成什么样子 肖凡还一无所知 他必须要了解 他的目光再次看向加油站 很快 肖凡找到了一个自己的目标 那辆运钞车 运钞车此刻就停在加油站的邮箱附近 车门都打开着 车内的人已经看不见了 估计已经成为了丧尸群的一员 他转头看向徐强 精通开锁吗 可以的长官 开锁是侦察兵的必修技能之一 但是这种运钞车的密码锁不好开 我可以对出他们的密码 但是这种车的钥匙是特制的 没有钥匙的话 就只有用炸钥或者电锯等暴力手段了 炸钥和电锯消反没有 他的目光再次落到了丧尸群中 运钞车 无论是押运员还是驾驶员 都应该是带着钢盔 穿着防弹衣进行押运的 他们应该就是 在这丧尸群中 钥匙也肯定在他们身上 应该不难找到 总指挥 如果是平面角度看丧尸群 还是很难发现的 我想 我们需要找一个较高的地理位置 来进行狙击 这样便于观察 也便于击杀 萧凡看了看 目光落在了加油站的顶棚上 但是他看了一眼就放弃了 这个顶棚大约有七米高 根本不可能上得去 如果不能去顶棚的话 那么就要去加油站的二楼了 去二楼要走室内楼梯 现在丧尸距离加油站 大约有二十多米 要是速度够快 迅速地冲上二楼不是问题 去那里吧 去将山猫车开过来 停放在周边 车上有机枪 也许有机会用得上 然后再去开来一辆货柜车 或者中巴车 我们需要堵上加油站的门 防止丧尸冲进来 明白 徐强立刻离开 很快将山猫车开了过来 又转了一圈 找来了一辆中巴 所有人集合 所有人都围拢到了萧凡身边 手中弹药都充足吗 总指挥 十二点的时候刷新过 现在大家都是满蛋状态 萧凡粗略地计算了一下 七名列兵 四个一星的 拥有三百六十发子弹 三个无星的 有九十发 徐强冲锋枪加手枪 有六十子弹 就算加上自己的六发 一共也就五百出 投山猫车的机枪 还有一千发 但是机枪的子弹 想要精准爆头 几乎是不可能的 那一千发 能够顺利击杀三百丧尸 就已经算是走狱 而丧尸有超过一千支 这些子弹明显是不够的 不过红锦士兵有一个优点 就是可以升级 升级之后 实力就会显著提升 子弹也会变多 所以这一战 还是值得打一打的 不说运钞车里面 可能存在的金条 和加油站的燃油 就是这个失群 其中女性丧尸数量将近一半 如果全部消灭的话 光是首饰的收集 都会让萧凡发一笔了 面对所有手下 萧凡下达了命令 一会儿 车子冲到加油站 徐强将车子 停放在房屋后面 其余人开中扒过去 将门堵住后 下车冲到室内 在二楼打防御站 注意寻找戴钢盔 穿防弹衣的丧尸 一旦发现率先击杀 听明白没有 明白 士兵们齐声回答 萧凡的话 对于他们来说 就是最高指令 萧凡看了一下时间 现在是下午四点半 争取在七点之前 结束战斗 出发 徐强一踩油门 山猫发出轰鸣 绕过废弃车流 直奔加油站而去 突如其来的轰鸣声 惊动了失群 原本一直围绕在 陨石坑旁边的丧尸们 骑刷刷地抬头 露出一双双星红的眼睛 宛如一群地狱中 走出来的厉鬼 第26章 两只变异丧尸 萧凡制定了战术 众人立刻开始行动 山猫车的速度很快 飞快地开到了 加油车的后窗附近 停了下来 而王站也开着中巴车 带着众人来到了 加油站的门口 中巴车一个飘移 整个横在了门口出 降门堵得严严实实 加油站的窗户 是有铁栏杆的 想要进出 只有从门走 堵住了门 丧尸想要进来 就很难了 众人迅速地 从车门下车 进入到了加油站的室内 而徐强也将车停好 跑到了前门这里 从中巴车的车窗进去 又从车门里面出来 也进入了室内 上二楼 萧凡一声令下 所有人集体冲上了二楼 他们的动作很快 但是丧尸的速度也不慢 毕竟警务室离加油站 只有这么一点的距离 很快失群就冲了过来 因为数量较多 前面的丧尸到了门前 后面的丧尸没有了空间 只能往房屋的侧面 和后面蔓延过去 加油站的楼不大 二楼一共有四个窗户 分别是卧室 厨房 饭厅和客厅 两个人守卫一扇窗户 开打 八个人迅速分组成功 枪声开始响起 萧凡也站在门前的窗户后面 看着下面黑压压的丧尸群 之前他认为大约只有1000只 现在看来是有点保守了 这应该在1500只左右 守卫正面窗户的 分别是徐强 王湛 李龙 和一名无星的猎兵 几个人现在都站在窗前 举起枪瞄准这样近的距离 开枪命中头部的几率 还是非常大的 徐强和王湛他们失误的时候狠手 就算是无星的猎兵 十枪也能命中八枪 枪声不断地响起 一团团的血花 在尸群里面飞溅开来 不断地有丧尸扑倒在地 无论是不是死了 都很快被同伴踩在脚下 再也爬不起来 萧凡则是主要在寻找那几个押运员 因为运钞车的钥匙 可能就在其中一个人身上 很快 萧凡发现了一个 一般来说 运钞车是有四个人 其中一个司机 一个鞋款员 两个押运员 司机的任务就是开车 可以忽略不计 鞋款员的任务就是携带现金 将其放进后面的车厢里 来回开启 押运员的任务 就是携带枪支保护 并不负责开门 萧凡要找的 主要是那个鞋款员 他发现了一个身穿防弹衣 头戴钢盔的丧尸 正跟在黑压压的尸裙里面 向着房子逼近 仔细观察了一下 萧凡又发现 这个人的防弹衣上面 有着装子弹的口袋 五连发的防爆枪子弹很大 没有弹夹 需要一个个地压到枪里面 一般每个押运员 有十发子弹 其中五发在枪里面 五发在身上携带备用 这个丧尸的子弹袋里面 还露出了子弹的尾部 微微地泛着黄色 这个不是 这只是一个押运员 他的身上不可能有钥匙 萧凡说完 徐强就放弃了 击杀这个丧尸的打算 这家伙带着钢盔 也不是那么好击杀的 萧凡继续在市群里面寻找 过了一会儿 他又找到了第二个押运员 这个也不是 他要找的是鞋款员 可是 无论萧凡怎么看 都没有找到第三个 穿防弹衣的人 不由得让他有些奇怪 按理说 应该很好找的呀 暂时找不到 就只能继续开枪射击 战斗愈发地激烈起来 丧尸似乎也不是全无智慧 敌人在二楼 他们够不到的情况下 围拢在房子周围的丧尸 开始试图进入屋子 中巴车虽然堵在了门口 但终究不能像门一样 严丝合缝 还是有空隙的 于是 一些丧尸开始试图 从缝隙钻过来 在连续多头丧尸 挤进了缝隙之后 中巴车有些松动了 肖凡立刻让李龙和张超下楼 用刺刀攻击 试图挤进来的丧尸 两个人暂时还不能生心 立刻来到了楼下 从左右两边的缝隙 用刺刀攻击丧尸 他们两个下去 上面少了两个火力点 击杀丧尸的速度 开始慢了下来 幸好三名无心裂兵 经过一阵击杀 全部升级到了一星状态 这才算是暂时缓解了一下子弹紧张的压力 但是这种情况并不能持久 楼上的子弹消耗越来越大 已经就快支撑不住了 楼下的中巴车缝隙 也在丧尸的不断围攻下 又在逐渐地拉大 王湛和刘大华也下楼了 四名裂兵负责赌门 局面正在僵持之中的时候 下面的尸群突然有一些躁动 肖凡立刻发现 丧尸群里面 有一只较为高大的丧尸出现了 这是 大的丧尸 不 不对 这只更大一点 而且身上似乎出现了角质层 肖凡通过雷达屏幕 很快锁定了这一只丧尸 这只丧尸分明是从陨石坑里面爬出来的 身上有着残破的制服 那制服分明和两名押韵员是一样的 不过这个丧尸身上没有防弹衣和头盔 应该是运超车的司机 这是一头男性丧尸 身高已经超过了一米九 从他外露的脸颊上可以看到 丧尸身上有了一层角质层 覆盖在了身上 这头丧尸明显比其他丧尸更加暴躁 力气也大了许多 前进的过程中 发现其他丧尸挡住了去路 粗壮的手臂挥舞 立刻将普通丧尸滚地葫芦一样的扫倒 而其他丧尸似乎也对这只丧尸 有一定的畏惧心理 努力往两边躲开 给这个大个丧尸让出了一条路 丧尸来到了中巴车前面 用力地一挥手 哗啦一声 粗大的手臂竟然将整扇的挡风玻璃拍碎 上面出现蜘蛛网样的裂纹后掉了下来 还没等萧凡让人重点招呼这只丧尸的时候 又有一个较为特殊的丧尸出现了 头戴钢盔 身穿防弹衣 身材窈窕健美 动作敏捷 这是一只女性丧尸 萧凡一眼看过去 就发现这丧尸和海滩那里遇到的有些相似 不 这一只的净化程度 分明比海滩那个比基尼丧尸还要高 而且 防弹衣和钢盔也说明了他的身份 正是萧凡苦苦寻找的血款源 第27章 金砖 萧凡心中震惊 这变异丧尸不出现还罢了 一出现就是两只 这一下是有些麻烦了 刚刚想到麻烦 麻烦就来了 那只大哥 丧尸在努力的攻击中巴车 王站几个人不断地对他开枪 但是子弹打在头上脸上 竟然只是打出一个个血痕 虽然能够伤到他 但是却不致命 而且 周围还有其他丧尸 不断地试图挤过来 也不可能一直对他挤火 所以暂时是拿这只丧尸 有些束手无策 而那一只血款源丧尸 则是围着房子转了两圈之后 竟然快速地助跑 奔跑速度 已经达到了成年男子的程度 借助助跑的力量 他在距离房子两米的时候 一跃而起 So 丧尸竟然跳起了差不多三米高 直接抓住了二楼的窗台 竟然爬了上来 守卫窗台的是一名 刚刚升星到一星的猎兵 急忙开枪射击 可没想到 这一只丧尸动作非常敏捷 身体晃动了一下 猎兵开了两枪 一枪打在了防弹衣上面 一枪打在了钢盔上 没有能够顺利阻止他 血款源丧尸嚎叫一声 整个人已经上了窗台 抬手就是一爪子 一道血光闪过 这名猎兵的胸口 被抓出了几道深深的血痕 受伤竟然不清 眼看这只丧尸就要冲进来 如果让他进入了二楼 上面的几个人包括萧凡 绝对都有大麻烦千军一发之际 笑天猛地扑了过去 没有撕咬 就是直挺挺地撞了过去 丧尸刚刚落在窗台上 立足未闻 没有办法躲避笑天的撞击 只能抬起爪子挥舞了一下 笑天的身上添了几道伤口 但是却也将这头丧尸 狠狠地撞击了下去 萧凡立刻快步上前 将今天刷新出来的血清 给了这名猎兵 让气喝了下去 随后招呼另外几个人 暂时不要射击普通丧尸了 他们上不来二楼 给我全力守住 不要让这头丧尸冲上来 三名猎兵全部集中过来 目光锁定这头丧尸 防止他再次冲上来 这只丧尸 也确实再次试图冲上来 可是三个人急火 子弹的强大冲击力 让他在空中就被打退了下去 始终无法冲上二楼 局面暂时僵持住了 但是这样下去 肯定坚持不了多久 一旦大家的子弹消耗完 无论是一楼还是二楼 都有可能被突破 萧凡的目光 落到了徐强的身上 有办法回到车子那里吗 可以的总指挥 看我的吧 徐强来到了窗前 从腰间一摸 手雷已经拿在了手中 打开拉环一拉 他甩手就将手雷抛了下去 这可不是胡乱的一抛 而是在这女性丧尸所在的 尸群范围 只听轰隆一声巨响 一团火光冲天而起 手雷就在丧尸群的头顶爆炸 十几只丧尸当场被炸碎了脑袋 这头携款员丧尸虽然没有被炸死 但是他的钢盔已经被炸飞了 徐强扔出手雷之后 直接冲二楼的窗户上一跃而下 下面被清理出了一点真空地带 正好让他落下去 下去之后 他三步并坐两步 直接冲到了山猫车上 汽车迅速发动 歪歪扭扭地跟着徐强后面追击 徐强开车到了大约七八十米之外后 停了下来 直接操起了车载机枪 你们这些恶心巴拉的小丑 去死吧 鸡枪开始喷射出猛烈的火蛇 捡草一样的将这群丧尸放倒 徐强的重点目标 就是锁定了那头携款员丧尸 携款员丧尸是第一个追击徐强的 但是他也承受了机枪的正面射击 虽然他的奔跑速度不慢 却也不能和汽车相比 给徐强拉开了一点空间 正好在射程之内 这头丧尸果然是有一定的战斗本能 还能不断地试图躲 但是这举动毫无疑问是徒劳的 机枪连发的时候 打断了这条丧尸的一条腿 丧尸翻滚倒地 只剩下一条腿的他 却是再也爬不起来了 徐强驾驶车辆不断地扣动扳机 将一群丧尸打得血肉模糊 此刻他完全不管子弹的消耗 怎么猛烈 怎么来在疯狂的射击下 后面的丧尸终于被打出了断流 形成了一个短暂的真空气 徐强不管其他 驾车猛冲过去 到了倒地的携款员丧尸身边 拿起冲锋枪 就是一梭子子弹打了出去 这头丧尸没有了钢盔 再也抵挡不住子弹 顿时脑袋被打得粉碎 徐强蹲下来迅速摸索 很快在这头丧尸身上 摸出了一把钥匙 趁着其他丧尸追上来之前 徐强又跳上了车 驾驶山猛猛地冲出去 直奔加油站的油箱而去 运超车就停放在那里 没有了这头丧尸的冲击 二楼的压力顿时小了许多 萧凡的目光跟随徐强而去 只见徐强在油箱处快速地停下来 萧凡在山猫车上迅速地回转到了房子后面 没等下车 他就抓起箱子和袋子 顺着二楼窗户直接抛了上去 总指挥接着 箱子和袋子落入二楼 萧凡急忙冲过去一一打开 袋子打开 里面是几百万的现金 萧凡只看了一眼就扔到了一边 又迅速地打开了箱子 一道金光闪过 只见三块金黄色的金砖 正整整齐齐地码在了里面 每一块金砖上面 刻着一千克的字样 第28章升级排长 一千克也就是一公斤 这三块金砖 那就是三公斤 三公斤的黄金 也就代表着三千资金 要知道 萧凡升级排长 也就是需要两千资金而已 建设战车工厂 同样也是两千资金 这也就代表着 萧凡可以任选一样完成了 萧凡早就想好了 战车工厂 他暂时是不会建造的 因为战车毫无疑问都是很贵的 建造了 他也没有钱去生产 眼下的当务之急 就是尽快升级排长 只要升级到了排长 他就能够继续报兵了 将三块金砖拿起来 安妮的提示音就传来 发现贵重金属 是否立刻转化系统资金 转化 转化完成 获得三千金 果然银行还是值得信赖的 这是纯金 也没有偷工减料 三千资金到手 萧凡立刻选择了升级排长 两千资金被扣除 排长是瞬间就升级完成 升级完成后 萧凡立刻打开了士兵页面 准备生产新兵 但是打开系统页面后 萧凡冷了一下 发现了新兵种 陆军战士造价200 工程师造价800 看到这两个新的红警单位 萧凡立刻回忆起了游戏里面的兵种 陆军战士很好理解 就是陆军的主战部队 在游戏里面 这个单位也是陆军的主力 尤其是神州 三星的陆军战士 甚至能够和坦克一决高下 可见其战斗力之强 虽然在现实里面 这应该不可能 可是萧凡相信 这个兵种 无论到什么时候 都将是地面的主力之一 在很多情况下 他们可以承担坦克战车等无法承担的任务 永远不会被淘汰 而工程师更是红警的特色兵种之一了 这个单位没有什么战斗力 但是用处却是极大 占领敌人建筑物 占领游警 占领飞机场 甚至还能迅速地修复桥梁 现实之中的工程师 也许会有更多的用处 绝对是不可或缺的 不过 眼下萧凡还用不到工程师 他首先生产的是五名陆军战士 五名陆军战士 生产时间需要十分钟 现在请您为一个牌人数定员 定员是什么意思 定员就是确定部队人数的上限 确定之后 一个牌最大人数就是您确定的人数 想要超出这个人数就将是连了 萧凡略意思索 我们是三进制吗 是的 所谓三进制就是上级战斗集体 下辖三个下级战斗集体 一个牌将会有三个班 萧凡的一个班是八个人 那么一个牌三个班的话就是二十四个人 不过萧凡却不想定员二十四 牌里面也许还需要一些其他兵种 比如工程师 比如侦察兵 以后甚至还要解锁更多的兵种 定员三十人 确定 一个红颈战斗牌成员上限为三十人 定员完毕 定员完成 萧凡又看向了系统页面中 那个新出现的礼包 那是牌掌礼包 将礼包取出来打开 立刻有一些新东西出现了 牌掌的制服 为总指挥制定的制服 可以抵抗刀类武器的攻击 拥有优良的保暖作用 住 当新的制服出现后 将自动替代之前的制服 牌掌的医疗箱 每天自动刷新三份疗伤药 三份绷带 三份血清 牌掌的配枪 国产MP22军用手枪 枪支带弹九发 有效射程50米 住 新的配枪出现后 原配枪自动收回 牌掌的配车 国产212军用吉普车 全车自重1 4吨 100马力 最大时速150公里 成员4人 住 该车经过红颈系统的改良 提升了舒适度 提升了马力和速度 并且装备了一层防弹玻璃 可以让总指挥 有更舒适安全的体验 住 新车出现后 原车不会收回 可以继续使用 住 牌掌升级连掌 需要总指挥挥下兵力 达到满员 以及提供1万资金 看着这一串的介绍 消防新潮澎湃 终于是升级到牌掌了呀 这果然 是和班长待遇不一样了 换新衣服 还能抵抗刀刺 换新枪 威力提升不小 终于可以实战了 还有新车 这种老式的212 他是知道的 非常的皮实耐用 没想到经过改良 还有防弹功能 而且挥下兵力 已经可以提升到30人 这算是鸟枪换炮了 往楼下看 果然加油站的另外一侧 一辆崭新的绿色212级普车 正停靠在那里 这种车 现在已经很难看到了 不过这一辆看上去 有些不同 感觉更壮实一些 在摸了摸腰间的新枪 小凡想要立刻就参战试试 正在他准备 拿枪去打丧尸的时候 身后突然传来声音 陆军战士白小川 向总指挥报道 萧凡回头 就看到身后 出现了一个精悍的小伙子 和裂兵以及侦察兵 都有所不同 这陆军战士 头顶带着钢盔 身穿迷彩 没有裂兵那么强壮的体格 也没有侦察兵的 一身零碎装备 除了行囊之外 唯一的一件装备 就是一把轻机枪 萧凡立刻道 准备进入战斗岗位 同时介绍一下你自己 白小川立刻跑向了一个窗口 同时嘴里快速道 报告总指挥 陆军战士受过严格军事训练 我使用国产95式轻机枪 该枪使用武 8mm子弹 我无心状态下 我配备了一个30发弹夹 和一个75发弹鼓 可连发可点射 拥有红外瞄准 并且射速快 说话期间 他已经跑到了一个窗口 并且将机枪架了起来 萧凡心中一动 再次下达了一个命令 现在去一楼 将门口那个大的丧尸 给我秃秃了 第29章 火力压制 一楼的情况已经非常严重 大的丧尸 已经将中巴车撕开了一个口子 破开车体进来后 他正在挥舞着手臂 不断地砸中巴车的车门 几下门就已经破碎 一旦他进入室内 那问题可就严重了 而王站几个猎兵 却不得不分心对付 两侧缝隙里面挤进来的丧尸 眼看着这个大的丧尸肆虐 却有些束手无策 白小川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下来的 他一下楼 立刻迅速地跑到了门口 将机枪一抬 直接对准了 就要破门而出的 大个丧尸脑袋 哒哒哒哒 一串串火蛇喷射 密集的弹雨 好像暴斗一样 全部落在了 大个丧尸的头上 当当当当 开始的时候 是一串的火星四射 大个丧尸的头顶 被打得坑坑洼洼 肉眼可见的速度往下凹陷 但是接下来 声音就变成了 噗噗噗噗的声响 就算这个大个丧尸 头顶有了一层的角质层 可是也架不住 机枪这么猛烈的射击 弹雨很快掀开了 他的头骨 子弹入肉 鲜血飞溅 大个丧尸 头顶好像开花一样 硬生生地 被白小川打烂了 轰隆一声响 这头大个丧尸 活生生地 被打死在了中巴车里面 而白小川的升级经验 竟然一下就往上 窜了一大截 再杀个十几只丧尸 他就能够升级到二星了 一个弹夹打孔了 白小川立刻换上了 75发子弹的弹鼓 配合王战等人 守卫门前有了生力军的加入 一楼的防御态势 顿时大为好转 而这个时候 二楼上密集的枪声 再次响了起来 地面上大批大批的丧尸 纷纷扑倒 和刚刚的情况完全不同了 那是有新的陆军战士诞生 并且迅速地加速了战场 一个个陆军战士的出现 让丧尸遭遇了灭顶之灾 别看丧尸的数量过千 但是他们没有太高的智慧 面对十几把枪的不断射击 他们的数量在迅速地减少 尤其是当徐强开着山猫车 再次加入战斗之后 徐强亲手击杀了 那只女性携款员丧尸 也让他升级到了一星 一星的侦察兵 子弹数量提升到了150发 手枪子弹也提升到了20发 让他又拥有了充足的火力 不过要是真正比火力 毫无疑问 在战斗之中 升级到一星的白小川 才是最强火力拥有者 陆军战士无星状态下 就有105发子弹的火力 比列兵的一星还高 升级到一星后 白小川的子弹携带数量 达到了255发 一个30发子弹的弹夹 加上三个75发子弹的弹鼓 让他瞬间成为咆哮的巨龙 一串串的子弹倾泻出去 将丧尸群打得血肉模糊 而王战这个最先跟随肖凡的列兵 更是在战斗之中升级到了二星 一星列兵携带90发子弹 二星列兵已经可以携带210发子弹 伸手和枪法更是全面地提升 让他的命中率也提高了很多 战斗的局势开始不断地扭转 时间到了6点半的时候 这里剩余的丧尸数量已经不足100 红锦士兵们开始走出建筑物 从各个方向被丧尸进行围剿 军犬孝天也走出了加油站 整个战斗过程之中 他只在携款员丧尸冲上二楼的时候立了一功 之后就一直没有他发挥的机会 毕竟外面丧尸太多了 孝天要是赶出去 绝对会被丧尸瞬间撕碎 只有现在丧尸数量很少的时候才是他发挥的机会 已经憋得够呛的他 一出加油站立刻冲向了丧尸 单独的丧尸在面对军犬的时候是没有什么抵抗力的 军犬对丧尸病毒有很强的免疫效果 普通的抓伤他根本不在乎 连续几口下去 孝天也终于升级到了一星 一星的孝天比无星状态下整整大了一圈 如果说无星时候还属于狗的体型 现在的他已经如同一头健壮的花豹 浑身肌肉发达充满了力量感 这如果让他回去过去的斗狗场 那绝对是长盛将军 随着红警单位的全面升级 当最后一只丧尸被萧凡亲手一枪干掉之后 这场战斗终于结束了 看着地面上足足一千多只丧尸死去 萧凡也是难免激动 这样下去 也许让这个世界恢复宁静美丽 并不是一个梦乡 吩咐手下人赶紧收集物资 现在的物资包括燃油 也包括这些丧尸身上的首饰 萧凡本人则是来到了那个陨石坑前面 往下面观看 坑底有一个椭圆形的石头 看着平平无奇 但是当他靠近后 安妮立刻提示 总指挥 这种石头上面有一种特殊的能量 不过我无法鉴定 只能感觉到上面的能量已经有些微弱 似乎是散发了 或者被什么吸收了一样 萧凡思索了一下 看来这种东西 很可能就是末世爆发的罪魁祸首了 我估计丧尸的变异 说不定也和这种东西有关 他让手下去将这块石头捡起来带上 以后慢慢研究 做完这一切 那边手下收集燃油也快完成了 一个个大油桶被搬上了一辆新的重卡 里面多数是柴油 还有少量的汽油 因为萧凡觉得 油桶放在做饭的地方不安全 所以又派人找了一辆重卡 专门拉燃油 直到这个加油站几乎被抽空 燃油装了几十桶后才停了下来 装完燃油 收集首饰的徐强也回来了 他将一堆的首饰放在了萧凡的手里 萧凡转化了七百多斤 一千多丧尸里面 女性丧尸大概五百多 平均每个人贡献一斤多 不算多可以不算少 这一次虽然很危险 但是收获却是相当的大 现在萧凡心中已经有了底气 绝对能够顺利返回家乡 第三十章 回家 这七百多斤 萧凡没有急于花出去 现在他要开始积攒资金 准备建设战车工厂了 吩咐士兵将自己的212级普车开了过来 萧凡打量自己的新车 方方正正的车身有一种复古风 直线直角体现了军队的硬朗作风 车身很厚实 备胎悬挂在车子的后门处 萧凡上了车 后座的空间很大 真皮座椅 而且座椅靠背还可以调节 这应该是经过红颈系统改造的 萧凡上车后 笑天也立刻跟着窜了上来 伸着舌头坐在了萧凡的身边 徐强担任了萧凡的司机 开着车开始返回饭店 到了饭店一进门 萧凡就看到林家姐妹 有些焦急地等在室内 看到萧凡回来 姐妹二人都明显地露出惊喜的声色 纷纷迎上来 小大哥 你们的战斗胜利了呀 嗯 区区一千多只丧尸还不在话下 已经尽数被我和我的部下消灭干净了 你们以后生活在这里就安全了 林家姐妹对视一眼 妹妹林默默 似乎下定决心地开口道 小大哥 我们姐妹两个手无缚鸡之力 待在这里 无论是遇到人还是丧尸 都很危险啊 你是军人 不会丢下 我们不管的吧 面对姐妹二人 两双美目的殷切期盼 萧凡摸了摸下巴 带着你们也不是不可以 可是我做饭都做不好 跟着我 恐怕你们会受委屈 没关系没关系的 我家就是开饭店的 我们的手艺可好了呢 要不是这次灾难 我们都要做美食主播了 面对姐妹二人的毛遂自荐 萧凡也就不再矜持了 能够改善伙食 还能有两个大美人每天养眼 这种事谁也不能一直拒绝不是 那好 收拾收拾东西 跟我出发吧 姐妹二人早就收拾好了 两个人各自带着一个行李箱走了出来 来到了室外 看到外面停着的车队 姐妹明显冷了一下 现在萧凡的队伍 说是车队也不为过了 一辆山猫全地形车 一辆212级普车 一辆编三摩托车 还有两辆重卡 已经是出具规模了 而且 现在的人明显比之前多了 生产了五名陆军战士后 萧凡麾下的战士 已经达到了13人 看着姐妹二人错愕的神色 萧凡淡淡开口 我的部下人数非常非常多 知道我在这边的消息 已经有很多人 从全国各地赶来和我会合 你们以后会见到更多人的 不必惊奇 姐妹二人眼中露出一丝 崇拜的神色 在这样的末世 能够跟随一个如此强大的人 也算是 他们姐妹的幸运了吧 心中暗暗决定 以后一定要将萧凡照顾好 已经孤苦无依的他们 不想失去这个机会 萧凡上了吉普车 姐妹二人也主动跟了上来 本来萧天还待在后座上 萧凡一个眼神过去 心中给萧天下了一个指令 这家伙就癫癫地爬起来 自动跑到了副驾驶的位置上 萧凡坐在了驾驶座的后面 姐妹也都坐在了她的身边 车子启动 王站开着边三摩托 白小川坐在跨斗里面 二人在前面开路 摩托车之后 是山猫全地行车 两个列宾和四个陆军战士乘车 是队伍之中最强大的火力 然后就是萧凡的212级普车 徐强开车 带着萧天和林家姐妹 这辆车是队伍的核心 最后是两辆重卡 分别有两个列宾开车 副驾驶也有两个列宾乘坐 一辆车全是燃油 另外一辆车全是生活物资 在加油站离开的时候 不知道是谁将运钞车里面的几百万现金 也扔到了重卡里面 说是万一没气罐没气了 还可以用来引火 车队浩浩荡荡地离开服务区 萧凡对所有车子的司机下达了命令 中途尽量不要停车 每天行驶最少16个小时 遇到丧事不要恋战 遇到幸存者也无需救援 一直走高速不进入任何城区 务必保证最短时间内回到家乡烟云市 所有人严格按照萧凡的吩咐 开始了一场急行军 只有吃饭睡觉的时候 车队才会停下来 当天晚上的第一餐 萧凡没想到 姐妹二人就给了自己一份惊喜 他们将笑天咬死的那只变异脏鸥给烹饪了 一大锅的狗肉 还有那浓浓的狗肉汤 将萧凡吃的舌头差点没吞下去 而且吃完之后 所有人的疲惫全都一扫而空 感觉身上充满了力量 姐妹二人自己都有些吃惊 说是这一次是超水平发挥了 可是萧凡很快意识到 不是他们超水平发挥 而是这变异瘦的肉绝对是好东西 漠视食物资源缺乏 任何食物都是好东西 但是普通的食物 也就只有填饱肚子这一点功效而已 可是这变异瘦肉并不是 里面似乎蕴含了丰富的营养和能量 常吃绝对是对人体大有弊益 尤其是萧凡中途命令人 抓了两条处于变异中的愚钝了以后 更加的确定了这一点 无形之中 萧凡又得知了漠视的一个秘密 看来这变异瘦肉 以后很有可能成为一种战略资源 吃饱之人精神振奋 车队披心待跃地继续前行 5000公里的路程 如果是漠视之前 大概一周时间就能够赶到 现在司机有充足的司机轮环开车 本来应该可以更快一些 但是萧凡还是有些低估了 这个漠视的困难程度 不时地出现废弃车流拦路 不时地有丧失骚扰 有些路段不得不停车 不得不战斗 不得不下去清理 这样走走停停 等萧凡感觉到身边气温渐渐凉爽 进入北方燕云市范围的时候 已经是半个月之后了 星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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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路两边的麦田 已经换成了高高的玉米地 一阵阵微风吹过 空气中的闷热都减少了许多 前方一条白亮亮的河水流淌 出现了一座公路桥 公路桥的上方 一座高高的牌坊耸立 上面写着燕云欢迎您五个大字 看到家乡的借牌 萧凡忍不住新潮起伏 末世开始二十多天了 他终于回到了家乡 第31章 韩东阳 萧凡的家位于燕云市的郊县 名字叫做赤水县 而且他的家还不是县城 属于赤水县下面的一个镇子 叫做燕山镇 镇子有大概三四万的人口 而且还是不计下面乡村的情况下 也不算小 父亲萧镇远是个农民 不过却没有种田 萧凡家里的田地都被承包了出去 父亲平时就在镇上以莫豆腐为生 承包田地加上莫豆腐 这两项都是汉老宝收的生意 虽然算不上富贵 但是却也养活了萧凡和妹妹萧田 一直供养二人读书长大 萧凡很感激自己的父亲 所以无论如何 他也要回到家乡 只要父亲还有活着 他绝对会将父亲救出来 还有妹妹萧田 小丫头还在上高中 从小兄妹二人关系就非常好 他也必须要找到她 之所以连前期发展都没有太过得上 就是因为心急赶路 回到家乡的心情是激动而且焦急的 如果没有前面突兀的出现一个收费站的话 进入燕云市的入口 也就是桥的另外一头 竟然被堆起了一堆的沙包 将道路整个封锁 沙包中间 有一个原来铁路道口用的横杆 只有打开横杆才能通行 萧凡想要回家 需要从桥的另外一边下高速 然后走省道 路过赤水线后才能到家 现在这道路被人堵住了 他根本无法忍受下去看看怎么回事 徐强跳下车 来到了这堆沙包的前面 沙包后面还耸立了一个木头港亭 上面有一个男人在站岗 这个男人手中拿着一把老式的半字动步枪 看到萧凡一行人过来 明显有人惊慌 山猫那明显是军用的战车 以及车上一群迷彩服的军装战士 都给他带来了太大的压力 徐强抬头看着男人 高声道 把横杆打开 我们要过去 你们是干什么的 男人在港厅上面露出头 大声询问 徐强冷哼一声 我们是干什么的 你有资格知道吗 让你搬开就搬开 别那么多废话 看到徐强如此强横 男人没敢说搬或者不搬 而是拖延了一下 您稍等 我请示一下 徐强不耐烦的道 快点 我等得起 我们总指挥可要不耐烦了 敢让我们总指挥不高兴的人 都已经成了丧失的大份了 一听到总指挥字样 男人更是有些担心 急忙拿起对讲机呼叫 首领 外面来了一对车 车上的人都穿着军装拿着武器 而且其中还有军车 据说是一个什么总指挥带队 我要不要放行 哦 有这种事 稍等 我马上过来 男人放下对讲机 对徐强道 请稍等几分钟 我们首领马上就到 徐强请示了一下肖凡 肖凡也不差这么几分钟时间 一路长途跋涉回到家乡 他不想刚刚回来 就和一些未知的人火拼 等几分钟也没什么 而且肖凡心里也有些诧异 末世开始二十多天了 他一路上都没有看到什么救援 或者什么幸存者组织的事例 没想到 回到家乡这里 反而看到了 按理说这个时间段 应该是藏身各处的幸存者 到处出来找食物的时候 竟然有人能够这么早建立起来事例 可见也不是一般人 他不想节外生枝 就耐心等了一会儿 大约十分钟之后 一阵汽车轰鸣声响起 大约四五辆SUV的越野车 来到了路口处 其中率先下车的是一个健壮的青年 大约三十岁左右的样子 腰间别着一把手枪 带着枪套看不出什么型号 不过看上去是警用的枪支 剩余的十几个人也都拿着枪 不过这枪就五花八门了 半字动部枪属于顶配了 其余的多数是一些猎枪类的 也有拿手枪的 但是那些手枪在肖凡看来 就是样子货 和自己之前的左轮一样 中看不中用 这些人看到肖凡他们的车队 脸上也是露出了紧张不安的神色 看上去似乎非常担心 这个时候肖凡走下了车 身边猎兵和陆军战士也纷纷下车 在肖凡身前整齐的猎队 一把把81杠和95式轻机枪举起来 对着对面的人群山猫车上的车载机枪也架了起来 黑油油的枪口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威慑力 对年的青年一看急忙脸上带笑 小跑几步到了路障前 对肖凡连练拱手 误会 都是误会啊 军人同志 我们可都是遵纪守法的良民 从来没有做过什么作奸犯科的事情 现在这样的举动都是为了自保 可从来没想过冒犯您 误会 肖凡脸上神色淡淡 没有丝毫的笑容 缓缓开口问道 你叫什么名字 你们是什么人 为什么在这里设卡 说话声音不大 但是在身后鹤枪实弹的阵势加持下 却自有一股威严 让人不敢不回答 青年急忙道 我叫韩东阳 本来是烟云市最大的气修厂的老板 末世爆发的那天 我们正在进行野外气修培训 我带着上百的工人 正好赶上灾难爆发 有不少人变异 不过我们人多势众 手里也有一些维修的武器 就把丧尸都消灭了 然后就在这里艰难求存 拿武器设卡 也主要是为了能够收集一点粮食 为了活命罢了 我们可没有乱杀人啊 说着 他还吞咽了一口兔沫 紧张地道 我们的武器都是无主之物了 这都是付出了无数代价收集来的 应该不算违规吧 说着 他还紧张兮兮地盯着萧凡 唯恐萧凡将他们的武器给没收了 对于这个韩东阳的话 萧凡心中非常清楚 这里是出入燕云的必经之路 无论是里面的幸存者想要逃出去 或者外面的幸存者想要进来 只要想走这个方圆 这座公路桥就是必须要过的 他们就是拦路打劫 想劫持一些生活物资 或者借机壮大自己也有可能 这种行为固然算不上好 可是萧凡也没有什么立场去干涉 也不是很想干涉 这恐怕是漠视发展的必然结果 笑天就在自己的身边 一双眼睛紧紧地盯着这些人 并没有什么攻击动作 说明这些人心里也确实没有太大的歹意 既然如此 萧凡也就决定不和这些人计较 赶紧离开才是正经 第32章 燕云的势力分布 打定了主意 萧凡也就不再啰嗦 直接开口道 我叫萧凡 也是燕云人 我回来是有任务的 你赶快让我过去 哦 好的 好的 来人 快将路障打开 让萧总指挥过去 韩东阳也是一个有眼色的 一看萧凡这群人完全不可立敌 态度那是相当的好 因为萧凡这边还有重卡 不但要搬开路障 还要拆除一些沙包 这个过程之中 韩东阳对萧凡殷勤的道 萧总指挥 你们是哪一个部分的 机密 无可奉告 萧凡脸色不变 回答的也不算错 因为他的事 确实对任何人都无可奉告 这话听在韩东阳耳朵里 却完全是另一个味道了 看来这个叫萧凡的年轻人 身份不得了 说不定是特种部队的首领 也可能职位很高 心中顿时起了结交之心 他靠近萧凡一点 面上带笑 萧总指挥 你可能是末世之后 第一次回来燕云吧 没错 那就对了 你可能对这燕云的情况 还不太熟悉 容兄弟给你介绍一下 萧凡看了一眼 这个比自己至少大五六岁的人 点了点头 现在燕云这边的情况很不好 整个城市完全沦陷了 有点能力的 虽然暂时立足了 可也都是苟延残喘 就像我们汽修厂这些人 现在大约有二百多号人 虽然有点武器 却也只能在这城市边缘立足 收集物资也是越来越难 完全试过一天算一天 其他的势力也都差不多 哦 还有其他势力 萧凡一愣 有啊 比如监狱的陈福东 批发市场的卢旺 赵庄的赵大山 机场的安兰 温泉山庄的郭明杰等等 这都是现在燕云比较厉害的人物 和他们相比 我的实力还差得远呢 真是没想到 燕云竟然有这么多势力 还不止这些呢 这只是比较大的势力 其实现在还活着的 幸存者小团体不少 只是因为被丧尸阻隔 彼此很难碰面罢了 萧凡奇怪地看了韩东阳一眼 那这些事情 你是怎么知道的 很简单 广播呀 广播 没错 就是广播 咱们每个市 不都是有无线电广播台吗 汽车里面都有的 现在电话打不了 电视看不到 可是这广播还是能用的 大家就是通过广播来沟通 彼此加油打气 甚至还有人提议大家见一见 搞一搞交易什么的 可是我并不太想 和其他人见面交易 那又是为什么 交易不是对彼此都有利的事情吗 萧凡问道 因为有些人感觉非常的危险 见面交易未必就是好事 不瞒萧总指挥 这样无拘无数的日子 兄弟 还是第一次过 还想多过一段时间 可不想稀里糊涂的被人干掉 或者吞并 这些势力里面 有些人明显为力仕途 是人命如草剑 还是安全第一吧 萧凡没有具体追问是谁 既然有这样的事情 并且广播还能用 那么他早晚会知道的 两个人又聊了几句 当韩东阳得知 萧凡是要前往赤水县的 燕山镇时候 他脸上露出凝重的神色 萧总指挥 你们燕山镇那里 也不是很太平 到了那里 你要小心一个叫 非社会的组织 萧凡文言点点头 路障也完全清理掉 车队可以前进了 萧凡上车 和韩东阳等人告别 车队试过去 很快进入了国道 消失在了 韩东阳等人的视线之中 韩东阳身后有人问他 首领 这个姓萧的是军人吗 不好说 感觉他不太像 但是他身后的那些人 明显是接受过 严格军事训练的 一举一动都能够看出来 所以我推测 他应该是军队里面 某个军方大佬的子弟 或者是心腹人物 这样的人回来 燕云干什么 难道军方真的建立起势力了吗 咱们这里会有救援吗 难说 要知道 咱们这边的军分区 可是被流星雨轰炸的重灾区 快一个月了 都没有消息传递出来 即使是有救援 也绝对不是短时间内能够有的 说完他转身面向自己的手下 这段时间 流星停着广播里面的消息 暂时不要将萧凡他们的事情 泄露出去 静观其变 明白 重新将路障摆设起来 韩东阳继续他的拦路收费行为 至于萧凡他还要观察一段时间 要是接下来 萧凡能够在燕云立住脚 他就会用心结交 要是就这么无声无息地消失了 他也不用耗费任何心思了 毕竟他知道 燕山镇那个地方并不太平 萧凡虽然手下看上去比较惊悍 可是毕竟人数太少 能不能过了燕山镇飞车会那一关 还很难说 他可是模模糊糊地知道 这个飞车会是有后台的 行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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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萧凡的车队继续前行 中途在野外休息了一夜 第二天清晨出发 绕过赤水县的环路 终于在第二天上午的时候 来到了燕山镇之外三十里 经过一个村庄的时候 在这里遇到了大约三百只左右的丧尸 萧凡立刻下令 将这些丧尸击杀 十几个战士排成防御线 这些丧尸里面 又没有什么变异丧尸的存在 并没有给萧凡带来太大的麻烦 就将这一波丧尸全部歼灭 这一次 萧凡的运气比较好 三百多的丧尸 给他提供了八百多的资金 收获资金后 萧凡手里的资金 终于突破了两千大关 甚至达到了两千六 这半个月的行程 偶尔杀死一点 丧尸也有零星的收获 累积下来 终于达到了这个数字 资金够了 萧凡立刻开始建设战车工厂 战车工厂建设中 需要资金两千 需要时间两小时 这边战车工厂开工 部队同时也继续前行 终于来到了燕山镇外 徐强 立刻进去侦查 记得将画面与我共享 明白 徐强进入了燕山镇 萧凡也紧张地 在原地走来走去 自己的父亲是否还活着 马上就要建分晓了 第33章 萧凡的家乡 燕山镇方圆几公里 镇上有几万人口 基本都是以务农为生 和其他地方一样 现在镇子里面 也是一片的荒凉破败 丧尸横行 但是现在丧尸 基本都集中在了 镇子的北半部分 位于南半部分这边 却是没有多少丧尸 存在南边镇子入口处 有一座江南春大酒楼 这是镇上最大的酒楼 平日里主要是包办酒席 平日里 谁家有个红白喜事 都会来到这里举行酒宴 酒楼面积不小 上下两层 可以摆放上百桌的酒席 而现在酒楼的窗户 已经全部被布帘覆盖 逆不透风 酒楼的后院内 停放着不少的摩托车 足足有30多台 酒楼再往后200米 就有一条河流过 这条河也是镇子的水源地 萧凡可以说 就是吃这条河水长大的 眼下酒楼的门前大门紧锁 而在楼顶上 则是有一个手持双管猎枪的人 左右巡视 时刻观察镇子内的动静 酒楼的一楼内 此时足足有近百人 正在这里劳作 这些人都是镇上的居民 他们在这里打粮食 做酱菜 磨豆腐 缝补被子衣服等等 而在一楼的一角 几个监工正手持长鞭 负责看守这些人 免得有人偷懒 其中一个男人抽了一口烟 对着干活的人大声呼喝 动作麻利点 慢吞吞的没吃饭 还是怎么的 告诉你们 要是敢给我偷懒 我认识你们 我手里的鞭子 可不认识你们 说完 他还将鞭子一会 发出一声脆响 让很多人都是浑身 打了一个冷战 一个老妇人忍不住开口 六子 我们都是乡里相亲 这么多年了 你就忍心这么对待 我们这些人吗 你小时候 我还抱过你 少废话 叫六子的年轻人 一下站了起来 猛地从腰间 拔出了一把手枪 别在这里 给我套进胡拉关系 相亲怎么了 现在这里是冯振祥 冯老大说的算 你们最好搞清楚 要不是冯老大一个人 带着尸群 绕着全阵跑了好几圈 将尸群全都引到了北边去了 你们这些人 早就死得 连骨头渣子都不剩了 现在不但不知道感恩 让你们干点活 还推三左四 要是让冯老大知道 你知道后果是什么样的吗 在场的人静若寒蝉 不敢再吭声了 看到震慑住了 在场的幸存者 六子明显得意起来 重新坐了下来 摆弄着手里的枪 来回拉动了几下枪栓 六子脸泛红光 还是这玩意带劲 随便比划两下 这些家伙屁都不敢放一个了 旁边有人开口 六子 你也悠着点 万一让冯老大看见 说不定又得骂你了 六子满不在乎的道 这根本不算事 咱们冯老大行事百无禁忌 咱这也都是有样学样吧了 哎 你们几个说冯老大怎么那么厉害 那次我看到冯老大跑步 你猜白米跑了多少 多少 七秒五 周围几个人倒吸一口冷气 真的假的 知道冯老大跑得快 可是这个速度 已经破世界纪录了吧 我可没有撒谎啊 那次还是我给掐的秒呢 这种事 冯老大一般不让其他人知道 说起来 也是冯老大信任我 不然 我凭什么在一楼管事 而你们几个去不是呢 看着六子得意的样子 另外几个人有些不愤 但是也不敢开口 只能在心里付费 心说你也就是得喽喽罢了 要不然 冯老大为什么不让你去二楼享福呢 说起二楼 此时二楼之上比一楼更加热闹 没有一楼那么杂乱 但是明显生活档次要高不少 整个二楼有大约二十多人 其中大多数人待在大厅 除了大厅之外 这里还有个单间 其中一个单间内 四个人正在打麻将 打麻将中 坐在靠北位置的 是一个经兽的中年人 这个人 就是以前江南春大酒楼的老板 冯振祥 要说冯振祥 以前也算镇上的一个风云人物 毕竟开酒楼这么多年 家底还是有的 不过也就仅此而已 人们虽然还算尊重他 但是却不会臣服他 可是现在不同了 麻将桌上的另外三个人 对待他 明显带了一些讨好的神色 打麻将的过程之中 这些人胡牌的时候很少 冯振祥则是最大的赢家 他们赌博用的不是钱 大概也都是意识到了 现在钱没有什么大的用处 他们用的筹码是金银 其实他们也不知道 金银有什么用处 可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 盛世古董 乱世黄金 现在算得上是乱世了吧 所以这黄金 说不定什么时候还真有用 所以这些人 干脆拿黄金当筹码完 坐在冯振祥身边的 是一个浓妆艳抹的女郎 此刻半边身子 都依偎在冯振祥身上 时不时地来回蹭蹭 两个人腻歪得很 胡了 冯振祥兴奋地开口 推倒了眼前的牌 大三元 混一色 对对碰 这下你们惨了 另外几个人唉声叹气 心不甘情不愿地 将一些金银首饰 放到了冯振祥面前 冯振祥哈哈大笑 将这些首饰 全部交给了身边的女郎 女郎立刻兴奋地 给她来了一个热吻 然后起身 进入了另外一间单间 显然是去藏金了 虽然是漠视了 可是女人 对于金银珠宝的喜爱 可不是一时半会儿 能够扭转过来的 哈哈 下去看看 看看饭好了没有 好了 叫他们端上来 今天我和哥几个好好喝点 好的 女郎站起身 扭动腰肢走了出去 旁边一个矮胖男子 色眯眯地盯着女郎的腰臀 盯了一阵 才收回目光 对冯振祥道 还是冯老大厉害 这种好货都能搞到 听说这马小婷 可是大学生呢 眼光高得很 没想到 竟然跟了冯老大 冯振祥冷笑一声 一个野鸡大学罢了 他们班可是出个 几个高材生的 比如张飞飞 孟元奇 还有下面 莫豆腐老萧头的 儿子肖凡 那些人考得 才算好大学 他根本排不上号 那是那是 不过现在学历 也没用了 要说真正的英雄人物 还得是咱们冯老大这样的 听到几个人恭维 冯振祥脸色也得意起来 嘿嘿 今天心情好 那我就给你们露一手 听到冯振祥说 是要露一手 几个人拼命鼓掌 想要看看这个 被传得神乎其神的冯老大 到底有多大的本事 第34章 战车工厂完成 冯老大站起身 从腰间摸出了一把手枪 这是一把老式的左轮 看上去比肖凡班长级的那把 还要差一点 他将枪交给了一个人 然后走出了单间 来到了大厅 他站在了大厅靠墙的一端 让拿枪的人 大厅内的人也都兴奋地站了起来 分别站在大厅的两侧 想要看看冯老大的表演 不单单他们 就连刚刚下去一楼的女人 还有一楼的几个小弟 也纹声跑了上来观看 冯老大志得意满地 对拿枪的人道 对我开枪 冯老大 这太危险了吧 少废话 让你开枪就开枪 老子今天心情好给你们表演一下 过了这个村 可就没有这个店了 拿枪的人一咬牙 那好 大家鼓掌给冯老大打打气 周围响起一片激烈的掌声 气氛非常热烈 拿枪的人举起枪瞄准 冯老大还道 可不许故意放水打歪 子弹会在墙上留下记号的 要是打歪的 看我怎么收拾你 好 那我数一二三开枪了 来吧 一 二 三 碰 手枪开火 这么近的距离 几乎就是瞬间到达 可是冯老大电光石火之间 身体猛都往旁边一窜 人们能够清晰地看到 子弹打在了冯老大之前 站立的位置上 留下一团火星 可是冯老大毫发无损 这一下可是把众人都给看待了 好半天 大厅内才再次响起雷鸣一样的掌声 冯老大红光满面 不停地摆手 低调 低调 声音太大把丧尸引来 可就不好了 回到了拿枪的人身边 拿回自己的左轮 这时候 楼下的饭菜也做好了 在单间内摆放酒席 众人开始大吃大喝 喝酒期间 无论别人怎么问冯老大的本事 是怎么学来的 他都谨慎地闭口不言 这可是他的秘密 他不知道这个世界上 有多少人知道了这个秘密 但是他还是希望 要是大家都有了这样的本事 他这个老大还怎么当下去 在这燕山镇做土皇帝 这样的日子 可是还没过够呢 但他不知道的是 室内发生的一切 都被窗外的一双眼睛 看得清清楚楚 行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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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楼的外墙上 徐强顺着一条绳索滑了下来 好像壁虎一样的 紧紧贴在墙壁上 窗户上虽然有窗帘挡着 但是最上方 还是有一条条小小的缝隙 徐强可以在这里 查看到室内的一切 他看到了 和他视野共享的萧凡也就一样看到了 从徐强到了九楼开始 萧凡就在和他共享视野 他不但看到了冯老大的表演 还看到了他最想要找的人 他的父亲萧正远 父亲并没有受到什么虐待 但是看上去情绪非常的低落 就在一楼那里专心磨豆腐 可能也是多亏了他有这一门手艺 才让冯老大那些人相对重视 就让他在这里磨豆腐 也给他们改善伙食 不过其他很多没什么手艺的人 就没有父亲那样的待遇了 很多人身上或多或少都挨了打 以前的社会人人平等 大家都已经习惯了 现在一下子回到了奴隶社会 人们都有些接受不了 整个一楼大厅里面 都弥漫着一股绝望的情绪 既然父亲还安全 萧凡也就放下了一些心 只要去把父亲救出来 回家的目的就完成了一半了 另外 萧凡还在这里看到了一些熟人 毕竟他是在这里长大的 一些老乡亲街坊 还是认识不少的 比如那个冯老大的女人 就是他的高中同学马晓婷 高考之后 同学们各奔东西 他知道马晓婷考得不是很好 但是却没想到 如今马晓婷竟然跟了这个冯老大 人各有志 他也不能强求 只要不妨碍自己的事 萧凡是无所谓的 至于那个冯老大的本事 也让萧凡有些诧异 他总是觉得冯老大的动作 好像有些熟悉 但是又一时抓不住头绪 对于他能够夺子弹这个本事 萧凡还是有些忌惮的 不知道他是能够躲过所有的子弹的 还是只能躲避一些射速慢的子弹 既然已经找到了父亲 并且暂时安全 萧凡就没有立刻过去 而是在这里耐心等待战车工厂的建设完成 又过了大约一个小时 战车工厂终于建设完成 系统的每一次新建筑物出现 都会出现新的冰种 萧凡立刻查看 首先战车工厂建设完成了 下一个建筑物是雷达 雷达的造价是3000 可以想象 功能绝对比现在发电厂自带的小型雷达强大 萧凡这一次首先打开了再具页面 既然是战车工厂 那么优先解锁的冰种应该是战车了 打开之后 萧凡果然看到了新的冰种 他记得游戏里面 战车工厂最先生产的是采矿车 可是他现在没有矿厂 也就没有出现这辆车 取而代之的是两种新车 长江边三摩托车 造价500斤 成员三人 可架设机枪 VP22轮式装甲运兵车 造价3000斤 该车驾驶舱成员两人 车厢内成员16人 全车覆盖装甲 可抵御枪械和小口径机炮的攻击 装备防弹玻璃 车底装备防围甲板 并且留有16个射击孔 车内人员可以调整角度 向外部开火 编三摩托车 萧凡已经有了 自己的班长坐驾就是 虽然这种车轻便灵活 但是在丧失遍地的环境下 实用性并不强 这个装甲运兵车倒是 让萧凡直流口水 单单图片上威猛的造型 就很拉风了 这要是开出去 妥妥的就是一栋堡垒啊 只是这个3000斤造价 有些让人望而却步 也让萧凡认识到 自己有多穷 有些遗憾地关闭了战车页面 随意点开了一下士兵页面 他突然发现 这里竟然又多了一个新兵种 狙击手 造价500斤 第35章 霸气 看到这个新的兵种 萧凡顿时眼睛一亮 狙击手 这可是部队里面 不可或缺的一环 神出鬼没的狙击枪 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 那都是一件让人胆寒的杀气 半个多月前 就有丧尸开始出现了 变异的迹象 有些丧尸普通兵种 对付起来很吃力 狙击手的出现 正好弥补这一缺憾 萧凡建设完战车工厂 手里还有600多斤 狙击手只要500 和侦察兵是一个价格 萧凡立刻点击生产了一个 确认生产狙击手 需要资金500 需要时间5分钟 5分钟之后 一个新的士兵 在萧凡面前出现了 身高只有一米七左右 身材也有些瘦 头顶带着钢盔 身穿丛林泥彩 身后有行囊 腿上有手枪和匕首 这些都是常规配置 最重要的是这个士兵 身后背着一把长长的狙击枪 看到萧凡 士兵立正敬礼 狙击手陆平 向总指挥报道 萧凡回礼 说说你的情况 报告总指挥 我受过严格的军事训练 和狙击训练 精通跟踪和野外生存 配备一把军用匕首 和一把零武士手枪 我的主武器 就是这把W03式大口径 重型狙击枪 该枪配备了12 7mm口径子弹 最大有效射程2000米 无心状态下待弹实发 每24小时自动刷新 你的射击准度如何 报告总指挥 无心状态下 500米范围 是我最精准的命中距离 这个距离内 我可以打中飞行的麻雀 萧凡兴奋地拍手 好 那我现在交给你一个任务 找一个合适的狙击位置 明白 我现在就去寻找狙击点 陆平领刀命令离开 很快就消失在了萧凡的视线范围内 每一个狙击手 不但是跟踪大师 也是隐藏大师 如果不是萧凡 有雷达 根本都不知道 狙击手是往哪里去了 有了狙击手 萧凡对于拿下江南春大酒店 更加有信心了 接下来就该行动了 徐强这会儿也回来了 萧凡命令手下集合 留下两名猎兵保护仲卡 和林家姐妹 剩余的全部跟着萧凡出发 江边三摩托 山猫越野车 以及21212吉普车全部开上 之所以只开这三辆车 是因为这三辆都是军车 看着就有威慑力在车上 萧凡就给众人下达了任务 很快 车子到了江南春的门口 车子刚刚停下 房顶放哨的人就大声道 你们是什么人 来干什么的 萧凡带着众人跳下车 斜着眼睛 看了这个守卫的人一眼 老子干什么的 还要和你交代吗 赶紧过去给我开门 老子要进去 面对下面十几名 全副武装的战士 这个看守明显胆怯了 但是出于职责 他还是想继续询问 那恐怕不行 我们老大 骂了个八子的 啰嗦什么 再多说一句 老子现在就逼了你 萧凡毫不犹豫地 掏出了手枪 指着这个看守 这把枪对付丧尸的机会不多 现在能有机会用一用 他真想发挥发挥 看守浑身一打寒战 虽然末世之后 他们的胆子也大了许多 可是真正的面对部队 他还是没有正面硬刚的勇气 他知道 现在自己如果轻举妄动 绝对会被乱枪打成筛子 虽然心不甘情不愿 他还是乖乖地 从房子上面爬了下来 掏出钥匙 给酒店大门开锁 锁刚刚打开 徐强一个跨步上前 一记手刀砍过去 直接将这个人打晕 随意地丢弃在了门边 列兵们快速上前 去开门开路 而陆军战士们 则是迅速地前往左右的窗口 占据有利地形 王战和李龙打开门 后面的列兵鱼贯而入 正在一楼工作的人 都停下了手头的工作 看着那些从门前光影中 走进来的人 也包括萧凡的父亲萧振远 这老头一看是当兵的 急忙低下头 心中有些激动 但是却不敢说什么 至于他的儿子萧凡 在众人的簇拥下走了进来 他都没有看出来 是自己的儿子 一行人冲进来 那几个在一楼 看守众人干活的人 一下站了起来 六子更是一把 摸起了桌上的枪 凶向毕露 干什么的 啊 话音未落 徐强掏出手枪 抬手一枪 一枪打在了六子的手腕上 他的手枪当场落地 剩余的几个人手里 都拿着刀 不知道是不是该上 萧凡知道 马上控制住局面 列兵们快速上前 来到这群拿刀的人面前 二话不说 挥舞手中的步枪 将枪脱轮起来 咔咔地猛砸 这些小混混 平时欺压百姓还行 但是面对这些 至少都是一心 精通格斗的列兵来说就不够看 基本没有什么反抗 三下五除二的被打翻在地 萧凡迈步走了过去 伸出脚 一脚踩在了倒地的六子脸上 不长眼的东西 敢对我们举枪 你知道 老子现在 就可以崩了你吗 他脚上是一双厚实的高筒军靴 俗称叫做军钩 这还是红锦系统 给他这个指挥官特制的 不但质量非常好 踢人踩人 也是特别的腾六子 顿时发出一阵杀猪般的嚎叫 啊 长官饶命啊 我错了 错了 饶了我吧 萧凡的脚丫子 来回在六子的脸上撵动 饶了你 你的命虽然烂 但是我 从来不嫌手上沾染烂人的鲜血 除非你给我一个饶了你的理由 我投降 我愿意向长官交代我的罪行 我愿意揭发 冯老大旦的坏事 我基本都知道 只要长官能够给我一个宽大处理的机会 我愿意接受劳动改造 呜呜呜 好 一会儿就看你的表现 所有人现在双手抱头蹲到墙角去 六子一行人惨叫着爬起来 一蹶一拐地来到了墙角 双手抱头蹲下 楼下的动静 也很快惊动了楼上的人 听到楼上一阵兵荒马乱的声音 萧凡立刻下令 所有人选择最有力的射击角度 三十六章 相见 听到楼下的声音 冯老大立刻意识到不好 他在江南春做的事情 最开始的时候 他是有些忐忑的 唯恐有一天救援的人到了 自己的罪行足够枪毙十次了 他手下的飞车会有三十多人 主要的交通工具就是摩托车 在丧尸遍地的情况下 摩托车是最为轻便实用的 占据了这里之后 他每天过得都战战兢兢 睡觉都很难睡得着 在他看来丧尸都不算可怕 反正也追不上自己 那些只会原地游荡的东西 只要动点脑子 就没什么了不起的 他怕的是警察和部队 但是 自从他通过广播 和自己的表哥联系上以后 他就不再害怕了 他的表哥 是燕云市监狱的一名普通工职 名字叫做陈福东 平时就负责给监狱采买 灾难爆发的时候 监狱也被流星轰击了 主楼坍塌 几乎无人生还 就连守卫的哨兵 不是死在流星之下 就是便宜成为了丧尸 陈福东这个普通狱警 反而成为了监狱的核心人物 陈福东最开始也没有多想 他带着几个平时跟着他的人 拿起了监狱中的武器 开始消灭那些丧尸 到了后来 他得知的消息越来越多 知道无论是各个机关单位 还是警署 甚至军分区都被流星摧毁之后 他的野心也就开始膨胀起来 他收编了一些附近的幸存者 又挑选中心自己的人做心腹 到了后来 更是干脆打开了牢房 将监狱里面囚禁的犯人 只要没变成丧尸的 都收编到了自己的麾下 就以监狱本身作为基地 相比其他地方 这里有着天然的优势 那就是有高强守护 而且还有相当不错的武器 后来他更是通过广播收容幸存者 消灭丧尸的同时 也搜刮周边的物资 势力很快发展了起来 据说现在监狱基地 已经有了数百的武装人员 普通幸存者的人数 更是超过了5000这样的规模 已经是燕云市当之无愧的第一大势力 冯老大 也就是冯振祥 他在广播里面 听到监狱基地的消息后 就和陈福东联系上了 只是两个人所在地相距挺远 周围又到处都是丧尸 暂时不容易见面 这些消息也是 他从陈福东那里得来的 冯振祥听到陈福东的事情后 就更加不怕了 周围已经没有警察和军队了 他还怕个鸟 从此 冯振祥也开始肆无忌惮了起来 既然末世到来 并且给了他这么一个机会 让他意外获得了特殊的能力 那他为什么不可以做一个人上人 可是没想到 末世还没到一个月 竟然有人找上门来了 他在楼上没看到楼下的情况 但是这种时候 他无论如何也不能耸救死了 兄弟们 有人打上门来了 抄家伙 飞车会的众人 立刻拿起了手里五花八门的枪 乱哄哄地往楼下冲 看到对方冲下来 萧凡甚至没有第一时间开枪 而是命令所有人蹲下 隐藏到了人群之中 他要给对方一点时间 不要刚刚冲下来几个人就开枪 那后面的人就不敢下来了 前面的人乱哄哄地冲下去 一时间甚至没有发现敌人在哪 等到枪声响起 第一批的人当场扑倒后 走在最后的冯振祥 才意识到事情大调了 他也是够警觉 一蹦一米多高 竟然躲过了这一波的射击 单手抓住了楼梯的把手 一拉之下 重返二楼 这也得益于他走在最后一个 如果身后有人的话 他这次也难以脱身 而他的那些手下 就没有这样的实力和运气了 红警士兵们至少都是一星士兵 经过这段时间的历练 已经有好几个成为了二星式士兵 几个第一批的动员兵 以及白小川这个陆军战士 都是二星 徐强也快升级二星了 战士们枪法很准 一起开枪 顿时一条条火舌喷射 冯振祥的手下顿时一片鬼哭狼嚎 短短三秒钟 暴斗般的枪声下 大部分冲出来的人重弹倒地 狼狈地从楼梯上滚下来 剩余的几个人 也吓得将手中枪扔在了地上 让他们欺负普通人行 面对军队 他们是真没有开枪的勇气 对于这些帮凶 萧凡根本没放在心里 甚至他都命令不要下杀手 因为这里面肯定有很多人罪不至死 他决定将这些人 交给那些被他们欺压的人审判 做下什么恶就承担什么罪 该死的人必须死 而有那些恶行比较小的 那就让他们劳动改造吧 正好这些干活的人里面 缺少壮劳力 至于那个缩回二楼的冯振祥 萧凡也没有去立刻追杀他 因为这个人还有价值 他的身上还有秘密需要挖掘 萧凡没有去看那些 或者倒地惨叫 或者投降的残兵败将 而是来到了自己父亲的身边 看到这个军官来到自己面前 萧震远还有些畏惧 但是当他抬头的时候 却突然愣住了 小凡 爸 是我 你 你果然没死 太好了 萧震远的眼泪一下就掉了出来 他老半死的早 就留下一双儿女 末世到来 他之所以还坚持活着 就是希望有朝一日 能够再看到儿子女儿 可是他也知道 这希望有多么的渺茫 很多人躲过了第一波变异 但是却躲不过同类的袭击 老人家这段时间 见识了人间地狱 真是不敢抱太大的希望了 今天萧凡突然出现在了他的眼前 对他的冲击 那是相当大的 看着父亲的泪目 萧凡过去扶住他的肩膀 他早就已经比父亲高出了半个头 爸 苦日子过去了 第37章 秘密 萧凡的突然出现 不但带给了萧震远很大的冲击 周围认识萧凡的乡亲 更是目瞪口呆 不过这个时候 别人插不上话 因为有不少士兵待在萧凡的周围 现在的萧凡似乎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 强大的气场 能够带给别人很大的压力 还是萧震远率先开口 萧凡 你不是在外面工作吗 怎么当兵了 萧凡也早就为自己找到了借口 他立刻回答 我前几年就秘密加入了军队 只是我的部队性质比较特殊 必须对外界保密 所以也就没有告诉你 是吗 你这孩子 嘴真是够严的 那你现在是什么职务 爸 都说了这是军事机密 你如果非要问 那就是让你儿子犯错误了 一听到可能会犯错误 萧震远立刻不问了 在他的心里 儿子是排在第一位的 儿子的前途当然最重要 不过看到了儿子 也让他立刻想起了女儿 小凡 你妹妹 爸你不要担心 这边的事情一搞定 我立刻就会去赤水献救我妹妹 只要她还活着 我保证一定把她带回来 那就好那就好 小田那丫头 看着是个有福气的 一定会没事的 萧凡和父亲结束对话 吩咐一楼留下几个士兵 他则是带着徐强 孝天 还有几个猎兵一起上了二楼 他没有忘记 罪魁祸首在二楼 其他人或许有活命的机会 冯振祥是绝对没有这个机会的 一行人上了二楼之后 大厅内已经空无一人 只有单间的门开着 看了一眼雷达 里面有两个绿色光点 应该是冯振祥和那个女人 徐强 开门 徐强走过去 一脚将单间的门踹开 里面两个人显露了出来 只见冯振祥缩在窗户边上 马晓婷被他拉在身前 挡住了肖凡他们这边的射击路线 看到肖凡几个人进来 还没等冯振祥开口 马晓婷率先开口了 肖凡 你居然是肖凡 你还记得我吗 我们是同班同学 我们从小就认识 你三岁的时候 还像我显摆过你的小JJ 肖凡脸色一沉 冯大嫂 慎言 马晓婷冷了一下 脸上露出凄惨神色 你居然叫我冯大嫂 我也不过是为了活着呀 听到两个人的对话 马晓婷身后的冯振祥露出一丝喜色 两个人是从小到大的同学 看来肖凡应该会很在意这个人质 这样一来 自己也许还有一线生机 肖凡不用问 就知道冯振祥心里在想什么 他立刻开口打破了他的幻想 信冯的 不用抱什么不切实际的幻想了 现在是什么世道了 你以为挟持一个人质 就能活命 那你就太天真了 冯振祥神色凝重 你真的一个机会都不肯给我吗 那看你想要什么样的机会了 以你所犯的罪行 杀你十次都不为过 你又没有什么可利用的价值 我看不出你除了一死 还有什么办法能够赎罪 冯振祥犹豫了一下 如果我告诉你一个大秘密呢 关于我现在能够跑得快 还能夺子弹的秘密 哦 那要看你是不是说真话了 冯振祥嘿嘿一笑 都这个时候了 我没有什么不能实话实说的 你是在深海吧 能够大老远地跑回来 想必也知道一点秘密 我的话你一听就知道真假 那说来听听 如果这么秘密足够大 给你一个机会也不是不可以 好 我说灾难爆发的那一天 有一颗流星落到了镇上 好多人都疯了 到处攻击活人 活下来的人四处逃命 乱成一团 我运气不好 住在镇子中心 就在流星坠落 形成的陨石坑附近 根本没有机会逃出去 只能在家里耐心地等待时机 直到有一天 我饿得实在是不行了 打算跳窗逃走 没想到跳下去时候没站稳 竟然掉进了陨石坑里面 然后我看坑里 有一只女丧尸 被一根钢筋贯穿了身体 被钉在那里动不了 看我掉了下来 张牙舞找的想要吃我 可是又无法移动 我一时爬不上去 干脆就拿带着的切肉刀 砍掉了这个丧尸的脑袋 可是在砍开丧尸的脑子之后 我发现了一点东西 后来我就确定 想要变强 就必须去陨石坑里面 寻找一种特殊的丧尸 只有去那里才会有机会 这是唯一的方式 看萧凡听得认真 冯振祥故意漏掉了其中的重点 脸上露出得逞的笑 可是就在这个时候 广播的对话 正在给他的表哥通风报信 冯振祥的脸上 一下变得猙獰 臭婊子 找死 说着 他似乎就要动手 杀死马小婷 可是萧凡那边 徐强的动作比他更快 就要抬手开枪 冯振祥一看 来不及杀马小婷了 干脆一把 把马小婷往前推过去 阻挡徐强的开火 然后整个人突然一跃 整个撞破了窗户 直接从二楼跳了出去 萧凡 我表哥已经知道你了 咱们走着瞧 我一定会回来的 开火 萧凡一摆手 身后的几个猎兵来到窗前 对着已经落地的冯振祥 不断地开枪 但是冯振祥整个人 就好像一只兔子一样 不但跑得非常快 而且走位还非常的不规则 一会儿S型走位 一会儿Z型走位 加上江南春酒店侧面 就是荒草 这里更不利于射击 冯振祥一边跑 一边发出哈哈大笑 再见了萧凡 希望你能够活得久一点 不然等我带着监狱基地的 大批人马过来 你死得太早 我可是会失望的 哈哈 在他的前面就是一条河 只要他跳下河里去 他就能够活命 第38章 意外之喜 感受尔畔呼啸而过的风 冯振祥的心情一片激荡 今天虽然被端了老巢 但是他也不算亏了 本来他就没有打算 长期在燕山镇这么个小地方 听说了表哥那里的情况后 他早就想要过去了 只是这样的失败 让他有些不甘心 所以他准备临走的时候 应消反一把 他说的那番话 除了没有说完之外 说的都是真的 他也知道 只有真话才能让人相信 假话很容易被区分出来 也只有这样 才能让肖凡念念不忘 最后甚至可能去陨石坑里面送死 他确实见到了一只 被钢筋贯穿的丧尸 但是可能每个陨石坑的丧尸 都被钢筋贯穿了吗 那陨石坑 是非常吸引丧尸的地方 在他杀死那只丧尸 并且在其脑子里面 发现一个精体样的东西后 后来镇子的大多数丧尸 都去了那里 要不是他吃了精体 变得行动一下敏捷起来 他根本就跑不出来 而且他还打开了广播 将自己和肖凡的对话 传送到了表哥陈福东那里 这下就算自己有什么意外 表哥也会为自己报仇 这只是防患于未然 他相信自己 绝对是能够逃出生天的 眼前就是赤水河了 这条河流域很长 谁也很深 只要他能够跳到河里 就可以轻松潜水离开 十米 五米 三米 冯振祥一跃而起 身姿极为潇洒地跳向了河面 白白的肖凡 你就眼睁睁地看着吧 碰 一声沉闷的枪声 回荡在这片原野上 冯振祥身体一僵 脑海中唯一的一个念头 就是完了 无尽的黑暗来袭 他至死都没有想到 是谁的枪法能够这么准 竟然在自己入水的刹那开枪 并且一枪致命 他已经没有了思维意识 这个问题也永远不会知道答案了 萧凡站在饭店二楼 看着冯振祥被击毙在了水面上 平静地收回目光 对方的话虽然没有说完 但是萧凡已经大致地推测出了一些东西 他可是去过陨石坑的 并且还得到了一块陨石 但是他之前似乎忽略了什么重要的东西 毫无疑问 冯振祥应该是遇到变异丧尸了 看来自己以后要注意这种事了 他来到了冯振祥留下的无线电广播前 拿起了对话筒 里面传来一阵沙沙声 对方已经挂断了 萧凡也没有纠结 这件事虽然留下了一个小尾巴 不过却也不算什么 冯振祥的表哥如果和他是一丘之和 恐怕早晚也要和自己对上 有戏统在身 萧凡无需畏惧任何人 转头看向自己的老同学马晓婷 这个女人虽然委身于冯振祥 但是本质似乎还不算坏 萧凡也不打算为难他 让他下楼去 听从楼下人的安排 让他干什么就干什么 也属于劳动改造的一种了 马晓婷有些心不甘情不愿地下去了 此时一楼正在进行审判 有了红警士兵的压阵 这些老百姓的胆子都大了起来 将受到欺压的事情全都说了出来 除了几个罪大恶极的被枪决 其余的人大家都决定给他们个机会 让他们也尝尝劳动的滋味 马晓婷作为冯振祥的女人 虽然没有直接欺负人 但是也得罪了不少人 被分配了一个灌纱包的火 冯振祥打算在酒店周围堆积一圈纱包 用来防御丧尸的攻击 这个火很重 马晓婷一个女人干起来非常的吃力 只是忙了不到半个小时 马晓婷就实在受不了了 她悄悄地跑回酒店二楼去找萧凡 萧凡 你帮帮我吧 让我去缝衣服也行 去做饭也行 现在这里是你说的算 只要你说一句话 没有人敢不听 萧凡此时靠在冯振祥平时坐的椅子上 伸了伸懒腰 帮你也不是不可以 但是这样的口子一开 别人难免会说三到四 你对我没有什么贡献 我也不好太过 虽然马晓婷提醒过萧凡一次 但是不用他提醒萧凡 也知道冯振祥打的什么鬼主意 这个提醒他记下了 但是却不足以让马晓婷免去惩罚 马晓婷刚想往下拉拉衣服 就被萧凡摆手阻止 想个其他法子吧 这个不管用了 萧凡刚刚说完 林家姐妹已经来到了二楼 萧大哥 中午想要吃什么呀 我和妹妹去给你做 马晓婷看到青春秀美的双胞胎姐妹 顿时脸色一变 和对方一比 自己的姿色还真是不够看 无奈之下 马晓婷干脆一咬牙 跑到了另外的一间单间里面 拿出了一个包袱 将包袱放在了萧凡面前的桌子上 发出了当的一声响 因为我喜欢手势 冯振祥就收集了 这是冯振祥这段时间 收集的全部手势 全都给你 你看能不能让我干一个好点的活 萧凡一愣 他都没有想到 居然还会有这样的意外收获 伸出手拿起包袱掂量了一下 萧凡感觉到 这一包手势 怕是要有一公斤还多 冯振祥这家伙 也没少搜怪啊 怕是将半个燕山镇的手势都拿来了 萧凡看了马晓婷一眼 这些手势不少 你舍得 哼 又不能吃不能喝的 看多了也就那么回事 后期我都不喜欢了 可是又不好和冯振祥明说 只能照单全收了 那好吧 既然你这么想得开 我也就不客气了 这样吧 这里的广播别人没摆弄过 你今后每天的任务 即使收听广播 燕云市有什么情况动静 都给我记下来 然后向我汇报 这个任务能够接受吧 能能呢 太好了 谢谢你萧凡 马晓婷神色激动 没想到萧凡这么大方 竟然给自己分配了一个这么轻松的活计 他之前脑子一热 在室内喊出来的话 不但得罪了冯振祥 更是得罪了冯振祥的表哥 他已经没有其他选择了 能够跟着萧凡 做些轻松的活计 已经是眼下最好的局面 马晓婷也坚定了跟随萧凡的决心 留下了心花怒放的马晓婷 萧凡立刻去了另外一个单间 打开了首饰包 第39章 新兵到来 打开了马晓婷给的包裹 萧凡将里面的经营首饰 全部转换成了系统资金 恭喜总指挥 获得3264金 听到安妮的系统提示 萧凡忍不住双眼放光 这是他到目前为止 获得的最大一笔资金 就算是在运钞车里面得到的 也无非就是3000斤而已 加上萧凡之前 还有一百多的节鱼 他现在手里 已经拥有了3400斤 这笔钱 已经够他生产一台运兵车了 但是萧凡思索了一下 并没有这样做 接下来 他准备前往赤水县 去救妹妹萧田 但是却不能马上去 赤水好歹是一个县城 要知道 一个县城的人口 至少也是数百万 以萧凡现在 这十几个人过去 那绝对是送死 所以 去赤水之前 他要做一些准备 起码手里的兵力 应该达到一个满边牌吧 而且冯振祥临死的时候 将这里的消息 通知了他的表哥 根据马小廷所说 他的表哥叫做陈福东 是燕云市监狱基地的老大 手下人数众多 实力强劲 说不准就会来给他的表弟报仇 所以 在江南春大酒楼这里 萧凡也必须要留下一定的兵力 以应对不时之需 这一切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 马小廷送来的这些资金正好 可以让萧凡先小报一波兵力 有了兵力 他可以去将燕山镇的丧尸消灭 并且顺便收集资源 打定主意 萧凡立刻开始了新一轮的报兵 现在他麾下共有14个士兵 7个列兵 5个陆军战士 一个侦察兵 一个狙击守萧凡 决定再生产12个士兵 其中包括7个陆军战士 5个列兵 这样一来 萧凡手下就有陆军战士 和列兵各12人 合计24人 正好组成三个战斗班 他计划每个班 有4名陆军战士 和4名列兵 这样火力搭配最为合理 也最能够发挥战斗力 不然单纯的轻机枪 或者单纯的八一杠 都不能让火力最大化 7个陆军战士 1400斤 5个列兵500斤 合计1900斤 这些钱花出去之后 萧凡又生产了三条军犬 军犬是不占部队名额的 萧凡麾下 只有笑天一条军犬 难免力量单薄了一些 这多生产一些也无妨 又是600斤花了出去 萧凡手里就剩下800斤了 这800资金 萧凡没有在生产战斗单位 而是选择生产了一个工程师 红井里面的工程师 是极其重要的单位 现实之中是 什么样子的萧凡还没有见过 现在未雨绸缪 先生产一个看看效果 一个工程师800斤 正好将手里的钱全部花光 萧凡吩咐安妮 所有单位生产出来后 走远一点 弄两辆车 然后一起过来大酒店门口 出生的时候 不要被人发现 吩咐完 萧凡离开了酒店二楼 来到了一楼 现在酒店的形势 完全反转了过来 冯振祥的那些手下 全部被没收了武器 在这里接受劳动改造 一些脏活累活 都被这些人承包了 而且 他们不敢有丝毫怨言 反而干得比较起劲 一来是不敢反抗 二来他们觉得 自己做了错事 没有被关进监狱 已经算转了 哪里还敢找事 下楼之后 萧凡就看到 父亲萧镇远正 被人重心捧跃的围拢在中间 老孝 可别推着石墨了 墨豆腐这种体力活太累 你年纪大了不要干了 让老哥我来 老哥还年轻 萧大哥 你这可是苦尽干来了 儿子当了军官 以后你就跟着享福了 萧大叔 你看见没 刚刚上去了两个 比电影明星还漂亮的大姑娘 都是去找萧凡的 你说是不是要不了多久 你就要当公共了 到时候就有媳妇孝顺你了 说不定还是两个媳妇呢 李老三 你别胡说八道的 咱们国家是一夫一妻制 怎么可能有两个媳妇 嘿 那可是过去的老皇历了 这今后的日子 还说不准怎么回事呢 也有道理 老孝啊 咱们可是几十年的老相亲了 你老的儿子有出息了 可别忘了咱们啊 人们七嘴八舌地说着 恭维着 这让一向老实木讷的萧正元 有些应付不来 不知道说什么好 不过也有看不顺眼的 一个叫王大江的人 以前是镇上的一个小干事 在一边酸溜溜地等 你们也别乱说 萧凡才多大啊 能当什么大官啊 没看手下就十来个人 说不定就是个班长什么的 其他人一听 觉得似乎也有道理 对待萧正元的热情 也低了一点 人们刚要散去 回头看到萧凡就在身后 脸上急忙都露出笑脸 萧凡没有搭理这些人 来到了父亲面前 爸 别磨豆腐了 以后你就在二楼住吧 嗨 那怎么行 大家都干活 就我不干呀 况且磨豆腐 大家也能多点吃的 现在吃的东西不好弄 能做点就做点吧 你实在要做的话 推石墨的活就交给别人干嘛 你做点不累的 萧凡也知道 老爷子待不住 也没有太过劝说 那行 我有个好儿子 也就不挨累了 萧凡随意地 指点了两个年轻人 让他们专门给老爸打下手 对了 一会儿有我的战友要过来找我 等他们到了 去二楼叫我啊 萧凡一说这样的话 在场的人眼睛都亮了起来 别看萧凡带来了十几个人 但是在这些幸存者眼里 那人数还是少 他们可不知道 什么一星战士二星战士 在普通人看来 人那是越多才越安全 那个叫王大江的人立刻道 萧凡 来的是你的领导吗 萧凡瞥了他一眼 我就是领导 哦 那个人没有在作声 但是心想 萧凡太能吹牛 一个小班长而已 装什么领导 萧凡也没有多做解释 转身回了二楼 过了大约半个小时 门外传来了汽车轰鸣 三辆SUV开到了九楼门前停下 来回的关门声 让众人都停止了工作 伸长脖子往外观看 只见十几名全副武装 鹤枪实弹的战士列队下车 还带着三条巨大的军拳 而在战士队伍的前方 一个身穿迷彩服 外照黄色马甲 手里还提着一个皮箱的男人走了出来 这是一个三十多岁的男子 和普通的战士相比 他更有一种儒雅的气息 让人一看就知道 是一个有知识的人 王大江好歹是镇上的干部 眼睛还是比较毒的 一眼就看出 这个人的与众不同 无论从年纪还是气质来说 这个人都应该是一个 比萧凡官更大的人 本来就对萧凡和萧正远不太服气 王大江一心想寻找一条粗壮的大腿来抱 此时立刻觉得机会来了 第四十章 清理阉山镇 他三步并坐两步来到了门前 双手老远就往前伸 满脸堆笑 哎呀呀 欢迎部队来的领导 欢迎您来到我们阉山镇 解救我们这些老百姓于水深火热之中 我代表这里的所有幸存者 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 他的态度可以说是十二万分的热情 但是对面的中年男子 脸色却极为冷淡 根本无视王大江伸出的双手 他冷冰冰地开口 你是谁 王大江愣了一下 但是想到 现在这个世道当兵的才是大爷 继续保持笑脸自我介绍 我是镇上的宣传委员 我叫王大江 参加工作十二年了 我的大学 实在 我们不找你 对面的人似乎有些不耐烦了 我知道我知道 你们找小萧是不是 他就在楼上 我这就去叫他 这个小萧怎么回事 领导来了 还不快点下来 还是年轻啊 他正要转身去叫 室内已经有其他人通知萧凡了 萧凡这会儿慢悠悠地下楼 来到了门前 没等王大江说什么 突然 面前的十几个全副武装的战士 包括这名看上去像是领导的人 集体来了一个例证敬礼 工程师爱因 向总指挥报道 后面的战士也纷纷报名报道 就连那三条刚刚到来的军犬 这会儿也是齐刷刷的蹲成一排 一张狗脸上满是严肃之色 就好像朝圣一样 眼前的一幕 完全颠覆了王大江的认知 这个萧凡还真是什么总指挥啊 这个总指挥到底是多大的官 怎么连狗都认识他 萧凡没有理会旁边的王大江 带着所有的红警士兵一起上了二楼 这一次有十三个红警士兵加入 萧凡的麾下人数已经到了二十七人 距离一个满边排也只有三个名额了 下一步 萧凡打算再积攒三千斤 将雷达给造出来 有了雷达 他就能够对周边的情况了如指掌 这是部队行动的关键 不像现在的小型雷达 只能造出去五十米远 这个距离也就在建筑物里面有点用 对于平地来说还不如眼睛好用 萧凡给了自己一个时间 那就是三天 他将用三天时间清理阉山镇的丧尸 这三天之内能够清理多少算多少 三天之后的中午子弹刷新之后 他就将带着部队前往赤水县城 今天开始 他就要开始进攻丧尸 不单单部队要行动 幸存者们也要配合他出动 部队负责战斗 幸存者则是负责将资源带回来 不要因为这些事情在浪费兵力 战士们和军犬的情况他都清楚了 他将目光投向了工程师爱因 说说你的情况 报告总指挥 我精通多国语言 可以修理桥梁 铁路 以及各种机械载具 并且精通拆卸 爆破等特种工作 并且 我有一个更加重要的本领 那就是研发 等到总指挥建立起三军作战实验室的时候 或者建设现实中的基地车的时候 都需要工程师来进行工作 萧凡听得频频点头 虽然工程师现在的战斗力并不强 看他腰间也有一把手枪 估计和自己战斗力相仿 但是工程师的价值 从来就不会体现在战斗力上 科技才是第一生产力 单单一个研发技能 就是其他人无法比拟的优势 这一次的清理丧尸和救援行动 他也决定带着爱因 说不定会有大用 好 徐强立刻出去侦查镇子北方丧尸的情况 同时立刻布置下任务 让幸存者们准备随对出发 凡是55岁以下 14岁以上的幸存者 无论男女 都必须跟随外出收集资源 明白 所有红警单位领命 立刻去安排了 大约十分钟之后 一切准备就绪 那些幸存者也没有什么不满 现在他们都指望肖凡活命 最起码 肖凡对他们比冯镇祥强多了 肖凡不会故意压榨他们 伙食方面也提高了许多 现在这个世道 这已经是很难得的了 很快 徐强回来汇报了关于北方的情况 根据他粗略估计 镇子上面的丧尸 一共在3万到4万之间 以镇政府的陨石坑为中心 丧尸基本都在这个地带分布 虽然那陨石坑 已经感应不到什么能量了 但是过去的丧尸 还是本能地汇聚在那边 一路上也没有见到什么幸存者 至于有没有变异丧尸 则是不清楚 毕竟狮群规模很大 徐强也无法太过靠近 想要聚集丧尸 最佳的位置 就是在镇子中心的十字路口 可以依托附近的房屋作战 应该能够起到不错的效果 好 就这么办 现在就出发 前往十字路口 一行人登上车 跟随出发的近百幸存者也登车 一起来到了十字路口处 距离十字路口百米左右 车子停了下来 免得声音惊动远处的尸群 红警士兵们迅速地占据了 路口左右两处的二层楼房 分别是一家旅馆和一家超市 每一处上去十几个人 隔着马路遥乡呼应 唯有侦察兵徐强和两条军犬 没有登上楼房 他们还有其他任务 徐强的任务是负责带领幸存者 当丧尸群被吸引到路口处的时候 战斗打响了 一条军犬跑到了尸群边上 咬死一只丧尸后立刻往回跑 后面的尸群嚎叫着跟了上来 一条军犬不可能一次性拧来太多丧尸 这一波他的身后只有大约一千只丧尸 更远处的丧尸根本没有注意到他 这一千只就够萧凡这边忙活好一阵了 来得正好 二楼超市之上 萧凡紧紧地盯着过来的尸群 其中一只丧尸已经能够跑起来了 那是一只有变异迹象的女性丧尸 当初离开深海的时候 那么多的丧尸 萧凡也只见过两只有变异迹象的 没想到现在随便一引就出现了一个 白小川 到 狙击手白小川立刻走了过来 解决掉这只变异 其他普通丧尸不许开枪 明白 白小川立刻来到了窗口 狙击枪举起来 瞄准之后开火 喷的一声沉闷的枪响 这只一马当先的女性丧尸 一头栽倒到了地上 她的身边有几只丧尸停了下来 在那里吞噬她的血肉 好像这血肉的味道是什么美味一样 而大多数的丧尸抢不到位置 只能随着大部队 浩浩荡荡地向着十字路口杀过来 等到尸群到了射程范围之内 萧凡立刻下令开火 密集的枪声在镇子中心响起 清理燕山镇的战斗终于打响了 第41章 监狱基地 就在萧凡打响了燕山镇收复站的时候 远在燕云市北方 距离这里200多公里的燕云监狱处 正有人商议着关于她的事情 监狱三楼的办公室内 陈福东正坐在宽大的老板椅上 听着手下讲解整理出来的资料 那是一份关于萧凡的资料档案 监狱这里本来就能够调阅本市人员档案 萧凡也不例外 这是警察的权利 萧凡 男 24岁 本市赤水县燕山镇人 18岁考上了深海大学 之后一直在外读书 22岁大学毕业后 一直在深海市工作 昨天下午 萧凡带领大约十几个人返回了燕山镇 根据当时冯正祥提供的情况 那些人都是军人 而萧凡则是他们的首领 初步估计 对方配备有一些车辆 以及一些军用枪支 战斗力应该还不错 冯正祥当时应该是跑出去了 但是之后一直没有与我方联络 如果三天后还没有冯正祥的消息 那么就可以初步判定对方已经遇害 陈首领 这就是我们根据广播 整理出来的所有消息 陈福东靠在老板椅上面闭目养神 听完之后才淡淡开口 就这些 是的首领 因为我们距离燕山路途很远 暂时不容易到达 所以还没有能够掌握更多资料 哼 一群饭桶 陈福东不满地哼了一声 基本的判断能力都缺乏 什么军队 一个小兔崽子而已 哪里有资格成为军官 估计最多是纠结了一些退伍兵 或者预备一把了 也就萌萌无知的老百姓罢了 这个确实有可能 可是我们还没办法知道准确信息 陈福东更加不满 你们就不知道开动开动脑筋吗 我们距离燕山远 难道所有人都距离他远 燕云市批发市场 不就是在西边城郊 那里距离赤水不足30公里 距离燕山也不到70公里 难道他还没有办法去跑一趟燕山 下属愣了一下 是属下愚钝了 不过卢旺这个人 号称卢八皮 没有利益 想让他出手 可是不容易 他想要利益 就给他利益好了 我们监狱基地 现在兵强马壮 物资充足 无论他是想要粮食 燃油 女人 甚至是子弹 都可以答应他 我就这么一个弟弟 可是不能让他白白地死了 首领 现在还没有确定 冯振祥是死是活 而且 卢旺的要求 肯定不会太简单 最近他一直在筹备 中秋节的时候 举行交易大会 恐怕图谋不小 呵呵 有图谋就好 他有图谋 我们也有图谋 不要以为我不知道 他打的什么主意 不就是打算利用 他的主场优势 借着这次机会 狠狠地捞一笔吗 不过现在燕云市的几大势力 都有不弱的力量 单单凭借他的力量 恐怕是不够看的 这样好了 如果三天之内 没有冯振祥的消息 你就联系卢旺 告诉他 中秋交易大会的时候 我可以和他合作 不愁他不同意 陈福东的下属 立刻竖起大拇指 首领英明 那就这样 三天之后 如果没有冯振祥的消息 我就让卢旺派人 过去阎山镇打探消息 嗯 如果我表弟 真的死在了肖凡的手里 那他的人 过去就不要客气 要是能够干掉肖凡 中秋大会的利润 我们三七分 他七我三 好 属下离开 陈福东站在办公室的窗口 看着自己这个偌大的监狱基地 有一种一切尽在掌握的感觉 这是一个让人绝望的世道 也是一个让人 充满无限希望的世道 只要顺利地把握机会 他就有机会 走上人生的巅峰 这个过程之中 他是希望 有人和自己的分享的 冯振祥是自己的表弟 这个末世大浪逃杀 自己就剩下这么一个亲人 如果肖凡真的杀了他 他是绝对不会放过肖凡的 无论他是真的军人 还是假的军人 无非就是十几个人罢了 这个世界 还是拳头大的人说的算 无论是谁惹怒了自己 他都只能消失 星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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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燕山镇的防御作战 从下午一直打到了深夜 两只军犬 来回反复地吸引丧尸 每次不多吸引 绝对控制在五百只以内 这样方便战士们击杀 一只吸引完毕就跑开 另外一只再拉一波过来 让战士们始终有丧尸杀 狙击手负责狙击变异丧尸 只要变异丧尸被打死 普通的丧尸很难造成威胁 肖凡手下所有的战士的子弹 都差不多打光了 时间也来到了晚上十点 虚枪 你那边怎么样 收集完成了 我现在就在丧尸群的侧翼 好 按照计划行动 一会儿功夫 燕山镇的东北方 一颗手雷爆炸了深夜的手雷 发出了巨大的轰鸣声 将大多数丧尸的注意力 吸引过去了 加上军权也不再拉丧尸回来 十字路口这边终于清静了 所有人下去寻找资金 一点手势都不要放过 肖凡挥舞着 只有一发子弹的手枪大喊 这大半天的时间下来 他自己也轻身参战了 八发子弹打死了四头丧尸 基本是二中一的命中率 还算可以 红警士兵们从楼房内离开 开始收集尸群里面的手势 大半天下来 十字路口这里 留下了三千多具丧尸的尸体 可谓战绩斐燃 按照这个进毒 十天时间差不多能够清理 光阴山阵的丧尸 但是肖凡是等不了那么多天了 能够多清理一点算一点吧 收集的时间也很紧张 徐强虽然用两发手雷 吸引了大量的尸群 但还是有灵星的丧尸 被血腥味吸引 往这个方向而来 丧尸这种东西是不挑食的 经过这几天的观察 肖凡发现 他们同类之间不会互相残杀 但是一旦有丧尸死亡 就会立刻被同伴吞噬干净 也不知道是不是肖凡的错觉 当丧尸吃掉同类后 他们的力量速度 似乎都有一点点轻微的提升 肖凡猜测 这可能是丧尸进化的途径 但是之前见过陨尸坑 肖凡还以为 丧尸是通过陨尸坑进化的 现在又有这个发现 他都有些看不懂了 只能继续观察才知道 几头军犬不断地负责击杀零星丧尸 战士们偶尔也需要用刺刀参战 收集普通物资 可以用幸存者 收集这些经营 肖凡还是信得过自己人 因为人数少 所以收集的速度并不快 大约半个小时之后 尸群已经开始往这边移动 肖凡的收集工作 也紧张地进行了大办 他果断让士兵们后侧 回到大酒楼那边去 首饰是收集不完的 现在子弹不多 不能冒险了 所有战士归队返回大酒楼 林家姐妹早已经将饭菜准备好 一边吃饭 肖凡一边清点一天的收入 不看不知道 一看之下 肖凡都被自己的收入震惊了一下 第42章 维达根喷火战士 这些幸存者今天也算卖礼 不但负责清理民居 而且将附近车辆内的燃油 都抽取了出来 获得的物资主要是食物 药品 燃油这三大类 以及一些零散的生活必需品 眼下看来 维持这些人的生计 两三个月是没有问题的 最让肖凡高兴的 就是金银首饰的获得了 这次的击杀 一共获得了2521斤 虽然燕山不是什么富裕之地 可毕竟丧失数量不少 积少成多 这种大规模的清角收益 还是不小的 这不由得让肖凡有些期待 什么时候整体实力强了 就可以考虑进攻小城市 只要能够拿下两个首饰店 他的势力必定会有长足的发展 这些钱肖凡没有立刻使用 他现在有个两难的选择 一个是积攒到一万斤升级连长 另外一个就是建设雷达 这两者合计需要一万三千斤 还有两天时间 想要凑够有些难 肖凡决定再等两天 如果凑够一万斤 就升级连长 如果没够 就先建设雷达 无论完成哪一项 他都会立刻离开燕山镇 实在是太担心妹妹了 之后的两天时间里面 肖凡指挥部队 吸引着丧尸的注意力 寻找合适的狙击地点 不能太靠近南边了 免得丧尸威胁到大酒楼 还要尽量让狮群在陨石坑那边活动 击杀的效率不算太高 主要制约肖凡的是子弹问题 经过了第二天的击杀 开始有士兵陆续地升级三星后 情况才开始有一些好转 三星陆军战士的子弹携带量 达到了480发 算是所有军力中最多的 而三星裂兵的子弹携带 达到了360 数量也不少了 两种士兵升级到了三星之后 最大的变化就是枪法了 按照安妮的解释 这种三星士兵如果拿到过去 都可以去参加奥运会的射击决赛了 而且他们的体能素质 比那些射击运动员要强得多 能够在各种恶劣的环境下作战 第二天的战斗打下来 肖凡再次获得了3100斤 徐强这个侦察兵升级到了二星 狙击手白小川也升级到了一星 二星侦察兵带弹200发 一星狙击手带弹20发 实力都有不小提升 第三天的情况也差不多 3300斤 第三天的时候 三只新的军犬都升级到了一星 而肖天更是升级二星 体格已经变得犹如母士般大小 如果不说 很难有人会认为这是一条狗 三天的总和 一共获得了差不多9000斤 看了一眼这个数字 肖凡叹息了一声 点选了雷达的制造 耗费3000资金 肖凡的手里还有接近6000资金 大约三个小时后 时间来到了上午11点 就在开放之前 雷达建设完成 报告总指挥 雷达建设完成 肖凡立刻打开了系统面板 立刻就看到了变化 左边的大屏幕上 原本只有中间一点点地方被点亮了 现在点亮的地方被放大了十倍不止 几乎整个阉山镇都被覆盖在了雷达范围内 哪个地方有丧尸 哪个地方是安全的 雷达标注的一清二楚 甚至肖凡发现屏幕还能放大缩小 当他将某一个区域缩小的时候 他甚至能够看到自己家的房子 小时候玩耍的树 远处的河流 全都清晰可见 安妮 这个雷达范围是多少 报告总指挥 因为您目前没有实体建筑 只有这种虚拟建筑 虚拟建筑的功效 是不能和实体建筑相比的 这个雷达的覆盖范围为直径2000米 原来发电厂的自带雷达直径100米 现在2000米 扩大了20倍 肖凡并不觉得这个范围太小 起码对于他的行动来说 这个距离足够用了 千米之内的敌人都在自己的监视范围 几乎没有丧尸能够给自己带来太大威胁了 尤其这次前往县城 哪里有危险 哪里安全都一目了然 营救妹妹的行动也简单了不少 雷达建设完成 又有新的兵种解锁 肖凡打开战车页面 没有发现新的战车 但是士兵页面却多出了一个新兵种 喷火器战士 造价800斤 喷火器战士萧凡是知道的 手拿火焰喷射枪 在战场上一开火 就是一条巨大的火龙 能够笼罩很大的一片区域 这种特殊枪支 虽然射程不算远 但是其强悍的威力 无论是对丧尸 还是对普通人 都有很大的杀伤力 而且 红颈系统的定价 都是有其道理的 既然造价高达800 那么贵旧 肯定有贵的道理 萧凡现在麾下的士兵 共有27人 他考虑了一下 生产了两名喷火器战士 和一名侦察兵 让自己的部队 达到了满员的状态 2100金花出去 他的资金已经不足4000 看来要升级成为连长 还需要一点时间 士兵是直接在二楼出生的 出来就加入了萧凡的队伍 喷火器战士杨云 向总指挥报道 喷火器战士张闯 向总指挥报道 侦察兵沈光明 向总指挥报道 萧凡给三个新兵回礼 询问了喷火器战士的情况 报告总指挥 我们喷火器战士 主要装备有74式便携式喷火器 和05式手枪 主武器是单兵便携式喷火器 由油瓶组 输油管和喷火枪三部分组成 喷火器全重20公斤 可装在油料12公斤 无心状态下 我们能够连续喷射20秒 或者单发10次 最大射程为80米 火焰温度可在两秒内 提升到1300度 萧凡点点头 看了看杨云和张床 两名喷火器战士 这两个战士都是人高马大的 身材非常魁梧 换作一般人 恐怕还背不动那沉重的喷火器 而新出生的侦察兵沈光明 看上去和徐强是不同的风格 这个家伙个子不高 但是目光灵动 似乎有些小机灵 即使是红警士兵 每个人也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 尤其这些高级兵种 往往都有自己独特的性格 这也正常 吃过饭时间已经到了12点 萧凡已经带着人离开了大酒楼 看着父亲每天焦急的表情 萧凡也等不下去了 正好现在时间过了12点 所有士兵的子弹都刷新了 他决定立即出发 这一次 他留下了侦察兵沈光明 和四名战士 和一条军权守卫大酒楼 其余人全部跟随自己前往赤水 他交代给沈光明的首要任务 就是保护自己老爸的安全 其他的都放在次要位置 沈光明拍着胸脯 保证一定完成任务 萧凡没有在说什么 和老爸告了的别 所有人登上车 直奔赤水县城 而去第43章 野生动物园 萧凡这边带着队伍出发 监狱基地那边 陈福东已经彻底愤怒了 果然 冯振祥果然是死了 不然他不可能三天过去了 还没有和我联系 一定是死在了萧凡的手里 他的属下就在他身边站着 看着暴怒的首领 没有开口劝慰 只是等待吩咐 立刻去联系批发市场的卢旺 就按照我说的去办 无论如何 萧凡这个人 我活要见人死要见事 属下立刻去联系 打开广播电台 开始呼叫批发市场的卢旺 星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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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燕云市的批发市场 位于燕云市西郊 距离赤水县城大约40公里 是本市最大的食品批发市场 这里主要经营蔬菜 水果 肉制品 海鲜 冷冻食品等等 每天都有下面各县各乡镇的商贩来这里进货 是全市最为繁忙的地段之一 卢旺是这里的一个水产品业主 他基本垄断了批发市场所有的活鱼销售 能够在这样的市场做到垄断 那自然也不是普通人能够做到的 为了做到这一步 平时卢旺就笼络了一批人作为打手 为了争夺地盘和利益 没少和别人火拼 这个末世有很多人活不下去的 但是这么大的人口基数 总是有人能够抓住一些机会崛起 卢旺毫无疑问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末世到来 他察觉到了时机 直奔批发市场的警务室 竟然真的被他找到了几把枪 从此以后 他也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带着一些活下来的手下 利用批发市场得天独厚的食物资源 不断地壮大势力 发展到了今天 实力也稳稳占据了烟云市的前五 但是卢旺并不甘心前五的位置 他还想要更进一步 可是 无论是监狱基地 或者是机场基地 或者是温泉山庄基地 都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 并不输给批发市场基地 卢旺想要超越那几家也很困难 所以他需要一个机会 这个机会在他看来 就是中秋节交易大会 批发市场不缺的是食品 现在还有不少冷库可以使用 他打算拿食品换物资 或者是换人 如果有机会 他甚至打算来几场黑赤黑 只是他独自一人 实力有些不足 正为这件事烦恼 没想到监狱基地的陈福东 就找上门来 听完了陈福东的条件 卢旺笑了 呵呵 陈福东不过如此 为了一个死去的亲戚大动干戈 实在算不得什么枭雄人物 他的成就估计也是有限了 他的手下询问 首领 那我们答不答应 答应 为什么不答应呢 无非就是解决掉一个矛头小子嘛 举手之劳 不做是傻子 首领不要大意 刚刚陈福东那边说了 萧凡手下似乎有十几个退伍军人 不妨是 军人也是人 谁也没长三头六臂 何况退伍之后 根本就没有以前的素质了 你去通知李南风吧 告诉他可以干活了 他手下那伙人 整天吵着要打架 现在就给他这个机会 不论死活 必须把萧凡给我带回来 好嘞 李南风绰号疯子 手段残忍 而且实力很强 跟着他的那些小弟 都非常崇拜他 个个都学他那一套疯狂的做法 有他们出面 他的手下去通知了 卢旺也没太将这件事当一回事 在他看来 李南风那些人出手 这件事根本就没有什么悬念了 星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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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阉山前往赤水的路上 一列车队在飞速前行 三辆SUV 212级普车 山猫全地形车 以及一辆重卡全部出动 车队已经前行了50公里 因为雷达的缘故 这一路上萧凡 发现了不少的幸存者 他发现 有一些幸存者 直到现在还归缩在家中不肯外出 也不知道 他们是怎么坚持活下来的 虽然现在还没有全面停电 但是已经有不少街区 因为变压器损毁 或者电线杆倒塌等原因 已经断电了 故障的地方越来越多 末世开始 已经就要一个月了 萧凡这几天 隐隐有些担心 他感觉 距离全面断电的日子 越来越近了 一旦停电 所有的地方都将陷入黑暗 到时候 才是真正艰难的时候到来了 不过他现在没有时间 去管那些幸存者 只是全力赶往赤水线 又跑了大约20公里 赤水线已经遥遥在望 萧凡打开了手里的一张地图 这都是他在燕山镇收集到的物资 赤水县城 有赤水河从县城中央穿过 也因此得名 县城内 还有大大小小的湖泊十几个 因为水资源丰富 植被茂盛 这里也是燕云地区附近 最大的森林公园 和野生动物保护区所在 县城边缘 还建有一个野生动物园 里面 不但有北方各种特色动物 甚至动物园 还花费了大量的资金力气 从世界各地购买来了许多珍稀动物 将野生动物园 打造成了赤水的一张城市名片 每当节假日的时候 周边很多人就会慕名而来 托儿带女的来这里游玩看动物 旅游业已经成了赤水的支柱产业之一 萧凡的妹妹萧田 在赤水义中上学 这里也曾经是萧凡的母校 义中的位置 在城市的中东部 不算主城区 也算不得郊区 想要前往义中有两条路 或者走南环路 或者走北环路 可是走这两条路 却都要穿过部分城区才能到达 赤水虽然不算大 可也是有着几百万人口的县城 萧凡这点兵力 实在是没有能力穿越 如果不走这两条路 那还有一条捷径 就是横穿野生动物园 从东边进去西边出去 就可以直达义中的后门了 三条略意横梁利弊 萧凡决定穿越动物园 末世爆发的时候 并不是节假日 动物园的人应该不多 人少丧尸就少 穿越应该不难 定下了路线 车子在距离动物园 还有二百米的地方停了下来 这里是城市的外环 从环路上下车 萧凡带着一行人开始步行 动物园外面还有隔离带 里面还有铁丝网 车子根本无法通过 将车子停在环路上 回来的时候 也要从这里离开 相信这种时候 不会有人跑到这荒郊野外 来偷他们的车了 马路上到处都是车 无论什么好车 现在都没有人稀罕了 随着越来越靠近动物园 萧凡也感觉到 自己有些盲目乐观了 因为在他的雷达地图上 越来越多的紫色光点出现了 第四十四章 遭遇变异兽 地图上几乎看不到红色光点 全部都是紫色 紫色的光点萧凡知道 那代表了变异兽 其实燕山周边 也有一些变异兽 比如变异的家猫啊 狗啊什么的 如果说在医院的时候 遇到的那只藏狼 还算是给萧凡带来了一点麻烦 燕山的变异兽 基本就没有什么麻烦了 在自己众多的红颈士兵面前 变异兽感出现 绝对会被打成筛子 随着脚步的推进 地图上的变异兽越来越多 密密麻麻的 已经连成了片 而且 这里的紫色光点 颜色都比较深 比那些家猫家犬 变异后的颜色深了很多 很有可能是一些猛兽 萧凡考虑了再三 还是没有打退堂鼓 这里变异兽虽然多 但是相比城区那海量的丧尸 绝对还算是少的 不走这条路的话 其他路更没有胜算 穿过野生动物园的绿化隔离带 又走过园外的小路 萧凡一行人 来到了铁丝网前面 刚到铁丝网前面 工程师爱因 就对萧凡道 总指挥 这个铁丝网 好像有电 爱因打开了背包 从里面翻出了一只是电笔 碰触了一下 果然亮了 这是一张电网 萧凡惊奇地看着爱因 你怎么知道有电的 总指挥是故意考验我呢 如果没电的话 园区里面的动物 估计都跑出来了 所以我觉得 它是有电的 总指挥我说的对吗 萧凡神色不变 内心却有些尴尬 心说我考验你个屁 我是根本没有想到这一点 不过 当着众多下属的面 萧凡不能否认就是了 红锦系统赋予了 这些士兵一个天赋 那就是对自己的盲目崇拜 他说真话 恐怕也没有人相信 能够拆开这个电网吗 可以的 给我两分钟 爱因再次从手提皮箱里面 鼓到了一阵 拿出了一个巨大的金属钳子 咔嚓咔嚓几下 一段电网就被剑断了 留下了可供人 低头穿过的一个大洞 第一个率先从这个大洞钻了进去 之后 所有的红锦士兵鱼贯而入 全部通过了这个大洞 进入动物园之后 又走过一片草地 前面就是园内的道路了 这里都是水泥路 弯弯曲曲的 周围环境非常好 前面一个路口处 有着路标牌 只是这前往各个园区的道路 以及现在的所在地 萧凡看了一眼路口的路标牌 心中松了一口气 因为这里是石草动物园区 既然是石草动物 那应该相对安全一些吧 到了这里 已经不需要时时刻刻地盯着雷达了 因为眼睛就能够看到 哪里有变异兽的出没 很快 萧凡就发现了第一只变异兽 那是一匹高大的斑马 正在低头吃着什么东西 吃得很专注 似乎并没有注意到 萧凡一行人的到来 萧凡也没觉得有什么危险 还要往前走 突然身边的笑天停了下来 喉咙里面不断地发出呜呜的嘀吼 萧凡也停下脚步 仔细地看了一眼那斑马 不由倒吸一口冷气 这头斑马竟然不是在吃丑 而是在啃食一具尸体 不知道是人还是丧尸 那斑马肯的满嘴是血 森森摆鼓到了他的嘴巴里面 就好像嚼棒棒糖一样 几下就将骨骼咬碎 也许是感应到了身后的动静 斑马的动作停了下来 猛地回头 一双眼睛泛着星红的光 灰灰 这匹高头大马发出一串长丝 竟然舍弃了面前的尸体 直奔消贩一行人冲了过来 可能在他的眼里 新鲜的血肉 远比这种腐败的尸体更美味 已经变异了的生物 都已经变得凶残无比 萧凡身边的红锦士兵就要举枪 萧凡立刻将其拦了下来 不要开枪 在这里不到万不得已 都不要开枪 看了一眼雷达上面 周围密密麻麻的紫色光点 萧凡就知道不能开枪 他命令啸天等三头军犬赢了上去 这三头军犬 啸天已经是二星 其他两头也是一星 三头军犬就好像士群狩猎一样 啸天在正面牵制 另外两头从侧面向斑马迂回了过去 斑马张开大嘴要咬萧天 却被萧天灵巧地躲避开来 已经二星的军犬实力非常强悍 动作更是比普通的变异兽 要更加迅速 斑马屡次攻击不到萧天 屁股上却被另外两头军犬 狠狠地咬了几口 军犬森森的白牙也不是吃素的 一口下去 就是一大块血肉被撕扯下来 疼得斑马不停地发出惨叫 他又要转身 去攻击身后的军犬 萧天立刻抓住了机会 猛地冲上去 一口咬住了斑马的脖子 獠牙发力 鲜血不断地从马脖子上面涌出来 另外两头军犬也猛扑上去 两条大狗压在了斑马身上拼命地撕咬 斑马虽然垂死挣扎 但是随着时间推移 抵抗也越来越微弱 萧帆挥挥手 士兵们立刻上前帮忙 几个裂兵过去 三棱军刺狠狠地插进了斑马的身体 加速了这个家伙的死亡 斑马终于抵抗不住 轰然倒地 很快失去了气息 将斑马的尸体运送到卡车里面 变异兽的肉是非常好的东西 当初的那条脏骯早就被吃光了 萧帆吃得最多 他感觉自己的身体素质 这几天都变好了不少 四名强壮的红颈战士联手 将这头斑马扛了起来 往园区外面的车子上运送 萧帆他们则是继续前进 按照萧帆的计划 他是不打算惊动太多的变异兽 悄悄地穿过园区就好 查看地图 他真的没有在这里发现丧尸 这也证明了萧帆心中的一个猜想 变异兽和丧尸之间 彼此是会发生战斗的 但是什么情况下会战斗 战斗到什么程度 还有待观察 前面又有几头变异兽飞奔来 速度很快 萧帆远远地看了一眼 发现是几头黄羊 黄羊的体型比斑马小了不少 应该不难对付 正准备拦战斗 突然萧帆又注意到 在黄羊的后面 竟然还跟着一群变异兽 一双双眼睛 泛着血红色的光 快速奔跑追逐 这些黄羊 哪里是冲着自己来的 这分明就是被后面的一群变异兽追赶的 是狐狼 草原上的小型掠食者 不过变异之后 这些体型较小的狐狼 现在也有普通的藏狼大小 而且数量高达30只以上 本来狐狼是在追逐黄羊 但是突然看到萧帆等人 顿时双眼放光 嘴里不断地发出呜呜的嚎叫声 连那些黄羊也顾不得了 直奔萧帆一行人 飞一班来 第45章 危险的动物园 看到这样的情况 萧帆知道 自己想要不开枪就溜过去的计划 是失败了 眼下除了开枪抵挡 根本就没有其他办法了 正准备下令开枪 目光突然扫过身边的喷火器战士 杨云和张闯 嗯 你们来试试 明白 张闯 我们准备 两名喷火器战士 立刻匍复下来 主动上前 眼看那群狐狼越来越近 已经到了40米范围内 杨云和张闯同时开火 嘖嘖 哄 一股浓重的油味传了出来 只见二人的喷火枪上面 两条巨大的火龙汹涌而出 那火龙足有几十米长 数米粗细 两个人手持喷火枪 喷出火龙的同时还在左右摇摆 瞬间就将眼前方圆50米 完全笼罩了进去 狐狼群刚刚冲过来 立刻就被笼罩在了火焰之中 连躲避都来不及 肖凡只听到火焰之中 不断地传来惨叫 满眼红光在大约三秒钟之中撤回去 因为该点燃的东西都点燃了 没有必须浪费喷火器里面的汽油了 只见一条条浑身燃烧的身影 好像眉头苍蝇一样的四处乱窜 因为火焰是正面袭来的 它们都往其他方向窜去 但是大多数的狐狼 根本没有能力跑出多远 跑着跑着 就一头栽倒在了地面上 原地翻滚了几次 就在浓浓的烈焰之中 被烧成了灰烬 它们那一身的皮毛 这时候成了最好的助燃工具 只有少数的几只 瞎猫碰死耗子的 跑到了有水源的地方 一头栽了进去 不过也没看到出来 估计不烧死也要淹死了 这种情况顿时让肖凡大喜 没想到迫在眉睫的危机 被两剂喷火枪解决了 实在是值得高兴 可他的高兴并没有持续多久 因为这里烤肉的香气四处弥漫 已经吸引了更多的变异兽 往这个方向移动了 不好 这里不能久留了 快走 肖凡带着人 避开变异兽主要到来的方向 往西南方向移动 可是没等它们跑出去多远 第一波变异兽已经出现了 之所以来得这么快 是因为这些变异兽 是从树上过来的 那是一大波的猕猴 这些猴子 好像是从猴山那边出来的 末世之后 没有人管理它们 整个动物园的树林 都已经成为了它们的天堂 昔日体型娇小的猕猴 现在各个大如星星 其中几头雄性成年猕猴 看上去足有银背大小 这些猴子连地面上的烤肉都顾不得 滋滋叫着追赶了过来 该死的猴子 这样会吸引来更多东西的 肖凡这些人一边奔跑一边看路 但还是和猴子之间的距离越拉越近 喷火器给我开火 喷火器战士停下来 再次扣动喷火器 火龙咆哮直奔树木顶端 这里的树木松树不少 画树也不少 这两种树木都是一燃的 被喷火器的火龙一冲击 立刻就燃烧了起来 有几只猴子 错不及防地被笼罩了下去 浑身燃烧着 从树木上掉下来摔到了地上 眼看是活不成了 可是更是的猴子 却被激发起了凶性 嚎叫着加快了速度 眼看就要追上队伍后面的 工程师爱因了 爱因绝对不能损失 肖凡也顾不得许多了 立刻下令开枪 已经压抑了 半天的战士们纷纷扣动扳机 瞬间形成了一道金属风暴 哒哒 哒哒 哒哒哒 暴斗般的枪声响起 本来已经快追上的猴群 顿时遭到了沉重的打击 雪花纷飞之中 一只只的猴子猛地扑倒在地 一只追逐在前面的大猴子 更是直接被打成了筛子 虽然压制了猴群的追击 但是枪声的副作用 立刻就出现了 听到这边的枪声 更多的紫色光点 从四面八方开始往这里汇聚 一眼看过去 地图上密密麻麻的到处都是 根本分不清有多少 起码上万是应该有的 不好 快点找地方隐蔽 总指挥 前面有一栋房子 一栋长长的长条形大房子出现了 外面的招牌都已经脱落 也不知道是什么地方了 萧凡根本来不及多看 甚至来不及看雷达了 带着人迅速地向房子冲过去 只要进入了室内 依托防御作战 红警部队的战斗力 还是非常强劲的 后面的猴群 也许是被突如其来的弹鱼打蒙了 一时间竟然没有追上来 萧凡一行人 顺利地进入这间屋子 萧凡他们进入屋子后 那些猴子追到了门前 却在门外徘徊 不知为什么不肯再追进来了 萧凡没有管这些猴子 打开雷达 看到外面来的变异兽 多数都奔着之前的战场去了 因为那里有一些尸体吸引他们 顿时松了一口气 他发现这个室内 也有不少的紫色光点 但是他都没太在乎 动物园内 哪里没有紫色光点 干掉就是了 室内有一条长长的走廊 而且中途 还分开了好几个岔道 萧凡沿着走廊向前 可是没走两步 他就停下了脚步 因为他感觉到 这里有一股浓浓的腥臭气息 什么地方这么臭 又这么腥 我们难道跑到了猪圈里面 萧凡左右打量了一下 目光落在了走廊内侧的玻璃墙上 玻璃墙上有关于动物的检介 眼镜王蛇 爬行类 主要生活在热带吉亚 热带地区的丛林中 剧毒 没有看完检介 萧凡就知道他们来到了什么地方 这个长长的房子 是两棲爬行馆 眼角余光扫过 萧凡看到了 这里的玻璃已经破碎 下面有一个巨大的洞 里面的蛇可能已经出来了 外面走廊里面没有看到 但是房子内部空间很大 而且还有一个类似 热带雨林般的地带 哪里必定有毒蛇盘距 雷达上面也显示了 这里有很多紫色光点 有一个紫色光点 距离我们很近 萧凡缓缓抬头 看到了屋顶 屋顶也有很大的破损 房梁都露了出来 萧凡清晰地看到 房梁上面 一条巨大的蛇阵盘距在那里 通体壁率 长度足有六七米 粗如手臂 这是 竹叶青 居然能不长到这么大 那条蛇此刻也缓缓地转过头 巨大猙獰的蛇头 对准了萧凡的方向 不要轻举妄动 喷火器战士准备 蛇是冷血动物 我数一二三 你们立刻开火 火焰开路 然后我们一鼓作气地 从走廊冲过去 从另外一头出去 只要穿过前面的百鸟园 我们就能够到达 动物园的办公楼 我们就在那里狙击了 萧凡现在也不想着 他才有机会离开 但是这里作为狙击点不行 他必须换个地方 屋顶的大蛇已经发现了他们 长长的身子开始探下来 火红的杏子不断地往外吐 距离人们越来越近 而在这条走廊的 其他玻璃破洞之中 也有越来越多的蛇类变异兽 开始缓缓探出头 准备 一 二 三 第四十六章 平平生兴 萧凡数到三 两个喷火器战士同时开火 火龙开路 那些要爬出来的蛇虫 纷纷退避 房顶上的竹叶青 更是被火焰正面击中 浑身翻滚着跌落下来 萧凡带着人一路狂奔 他使出浑身力气 才算勉强跟上大部队的进度 也多亏了这段时间 吃了不少变异兽的肉 让他的体质提升了不少 由火焰开路 蛇虫退避 萧凡等人在炙热的高温之中狂奔 感觉眉毛都要烧起来了 好在这温度来得快去得也快 众人顺利地冲出了两栖爬行馆的长廊 冲出去之后 远处的猴群看到了他们 再次追了上来 两栖爬行馆内 一些巨大的毒蛇 鳄鱼等 更是直接冲破了窗户 也加入了追逐的行列 不过这会儿 他们的距离比较远 萧凡也不管那些变异兽 带着人 直奔远处的动物园办公楼冲过去 他已经在雷达地图上面看了 那里没有变异兽 但是却有一些丧尸 不过这会儿 灵星的丧尸 已经不算威胁了 已经算是难得的安全区 只要绕过前面 那个巨大的白鸟园 就能到达 众人继续狂奔 很快就到达了 白鸟园的侧面 萧凡没有进入 白鸟园之内 只打算从侧面的树林 通过就好 就在他们穿越树林的时候 头顶之上 突然传来了一声 巨大的鸟鸣 萧凡抬头 只见一大片 黑压压的鸟类 正在头顶掠过 这里的鸟种类繁多 其中有仙鹤 火烈鸟 黑天鹅 鲁� 猪瓷 鸳鸯 孔雀 鹦鹉等等 数不胜数 昔日温顺的鸟 现在的体型 也都变得很大 如同一架架小飞机一样 在头顶盘旋 原来白鸟园的防护网 早就破损了 园区内的鸟都飞了出来 但是城市之中 还是要数这里的绿化最好 所以很多鸟就在这里徘徊 猴群和两栖动物 追赶萧凡他们 造成的巨大动静 首先吸引了鸟的注意力 经过树林 无数鸟的翅膀拍打 竟然平地卷起了一阵旋风 一片片黑压压的鸟 开始俯冲攻击了 就在萧凡的眼前 一只黑色的苍鹰 一盏足足有五米宽 一个俯冲攻击一名猎兵 猎兵躲闪不及 肩膀瞬间被扣住 苍鹰竟然企图拍打翅膀 将猎兵带到天上去 幸好旁边的陆军战士 轻机枪及时开始 打得苍鹰身上鲜血喷射 悲鸣一声松开爪子 这名猎兵才算侥幸活了下来 尽管如此 他的肩膀也已经鲜血直流 可见这种变异鸟的强大 自由开火 尽量保证安全 边跑边撤 萧凡一声令下 红颈战士开始反击了 虽然变异鸟变异兽很强 可红颈战士们手里的枪 也不是吃素的 之前不是没有抵抗能力 只是想要跑到一个 安全地带更好的战斗 现在不开火 已经无法保证安全撤退了 尤其是这群变异鸟躁动以后 更是有无数的变异兽 向这边跑来了 开不开枪都没关系了 密集的枪声响起来 立刻压制了变异鸟的疯狂进攻 这时候 萧凡非常庆幸他 提前生产了两个喷火器战士 这种树林中的战斗 喷火器战士 毫无疑问是最抢眼的 一道火焰冲天而起 就在密林之间点燃了许多树木 那些依托树木追赶的猴子也好 还是林间盘旋的飞鸟也好 都无法对抗这种恐怖的战场兵器 滋滋的叫声之中 一个个猴子或者变异鸟 翻滚着掉下来 没死之前 还在拼命地拍打翅膀或者奔跑 结果它们身上的火焰 更是会点燃其他的树木 很快 周边这一片树林已经成为了火海 在灼热的树林里面 穿梭 现在主要对萧凡它们有威胁的 不是飞鸟也不是猴子 更不是畏惧火焰的冷血动物 而是从四面八方赶来的哺乳动物 那些山猪 羚羊 骆驼 脚马 水牛等等 这些家伙变异之后非常的凶悍 竟然不顾火焰的伤害 凶猛地冲了过来 红警士兵开始展示良好的军事素养 面对凶悍的变异兽冲击 它们没有丝毫的慌乱 彼此之间相互配合 一道道火力交叉 形成了密集的子弹网 陆军战士的轻击枪 是当之无愧的主力 将大部分的变异兽 打得血肉横飞连连后退 裂兵的八一杠 以一种相当的高速进行点射 只是这些变异兽动作比丧尸快得多 想要一击必杀非常的难 真正能够做到一击必杀的 只有狙击手陆瓶 他的狙击枪每次响起 都必定会有一个较大的变异兽倒地 不过他的子弹数量少 不能随意地开火 他只挑选那些较大的变异兽 比如水牛 骆驼等等击杀 确保大部队的相对安全 侦察兵徐枪的枪法也不错 不过他的主要任务 是保护在萧凡的身边 在他们看来 他们这些普通的士兵 可以随意地牺牲 只要总指挥还在 一切就都会有的 尽管如此 变异兽的进攻 还是太猛烈 太疯狂了 开战不足三分钟 萧凡这边 已经有五个人挂踩了 如果不是战士们 彼此之间配合默契 这五个人 可能就回不来了 哦哦 一声巨大的咆哮过后 又有新的变异兽出现了 只见好几只巨大的花豹 正以一种不可思议的速度 飞奔来 而另外一个方向 更是有数十只巨大的灰狼 也冲了过来 这种北美灰狼的体型很大 就算是一星的军犬 也没有他们大 其中带头的几只 体格都赶得上二星的笑天了 徐强看到这种情况 二话不说 从腰间摸出手雷 连续两发手雷扔了出去 轰轰 爆炸的冲击波 将花豹和狼群击退 其中好几只灰狼 更是被手雷炸死 总指挥 撤 不用徐强说 萧凡也知道跑 立刻继续狂奔 向着办公楼的方向 其他人也都有序撤退 虽然跑得快 但是丝毫不显的慌乱 就是那些受伤的士兵 也是单手拿枪 稳步后撤 手雷的压制只是暂时的 很快便一兽再次追上来 萧凡没等下达什么命令 就看见徐强再次摸出了两枚手雷 甩手扔了出去 又是两声爆炸 便一兽再次被压制了 这又给大家争取了不少的逃跑时间 萧凡不用问就知道 徐强这是升级到三星了 这里的便一兽 比丧尸要厉害多了 击杀起来 士兵的等级也提升得很快 徐强的手雷 甚至还有一枚手雷 准备关键时候再次使用 眼前办公楼已经在望 就在徐强准备再次扔出 手雷延缓时间的时候 杨云和张闯的喷火枪 再次发威了 刚刚对付那些变异鸟 他们的枪都已经要灭火了 没想到这会儿又爆发了 这么短短时间 两个喷火器战士就升星了 第47章 办公楼内 喷火器战士 可谓是升星最快的 一道火龙下去 不知道多少变异兽丧命 两个人现在升星一点都不奇怪 升星之后 两个人各自已经能够发出20道火焰了 连续的几道火焰天上地下的狂喷 简直可以用铺天盖地来形容 变异兽们疯狂地追逐 被硬生生地打断 这也让肖凡等人 终于顺利地冲到了办公楼前 开枪打碎了铁门 一行人冲了进去 肖凡早就看了地图 这栋办公楼内 大约有一百只左右的丧尸 进入屋子 门口处到处都是鲜血 可想而知 末世发生的时候 这里一定发生过 让人不愉快的事情 因为楼内的窗户都有铁炸了 而且门当时应该也是锁上的 所以这里没有变异兽到来 但是坚固的堡垒毁于内部 有人变异了 所有人都死了 消贩一行人冲进去 火焰枪继续往外喷射 其他人迅速地隐藏 有几个战士 更是搬来了两个巨大的铁皮柜 将门给封堵了起来 变异兽们来到了室外 找不到进去的路 又不甘心离开 就停留在了办公楼前面 这一路上有不少鸟兽尸体 吸引了其他的变异兽过来吞噬 渐渐地都往办公楼这个方向来了 消贩现在却没有时间去理会变异兽 他开始带队清理室内的丧尸 随着一声声的枪响 这栋三层楼内的丧尸 被一一地清理掉了 一百只左右的丧尸 对于消贩目前这个队伍来说 已经不算什么了 在雷达指引下 随手就能够灭掉 没有受伤的士兵们负责清理丧尸 受伤的士兵则是在一个房间内休息 消贩将自己背包里面的疗伤药和血清都拿了出来 台长每天有两份药物 平时觉得够用的 但是此刻却知道药物的缺乏 大规模战斗的时候 依靠消贩自己这点药物是绝对不够的 可是消贩眼下也没有办法了 他的部队人数已经达到了满边 不升级成为连长 都没有办法继续生产了 而升级成为连长需要的资金却高达一万 他现在手里只有不到四千斤 清理过丧尸之后 又收集到了三百多斤 让消贩手里的资金达到了四千二百 这个时候 外面第一编医兽越举越多 战士们不得不在一楼门口堵了大量的杂物 防止编医兽冲进来 然后又分别在一楼二楼的窗口 一坨铁窗防御 哦哦 呜呜 一声声的怪叫不断传来 大地震荡 伴随轰隆隆的脚步声 有大型的编医兽出现了 消贩在二楼的窗口 清晰地看到一群狮群出现在了视线之中 围守的狮子强壮得不可思议 看上去重量至少有四百公斤 一头烈烈的棕毛飞舞 一出现之后 周围的很多变异兽纷纷退避 不同种类只见的变异兽偶尔会有搏斗 比如之前的狐狼追杀黄羊 但是 面对有其他物种存在的时候 这种争斗就会停止 就好像狐狼看到消贩他们之后 立刻放弃了追杀黄羊 现在的情况也是如此 变异兽们此起彼伏地嚎叫 这些狮子虽然可怕 萧凡却没有太过畏惧 因为对方至少看起来 还是枪械能够伤害的 就算打死他们不容易 这里的铁窗也不是那么好突破的 可是随后出现的变异兽 就让萧凡很担心了 好像战车一样的变异犀牛 如同一栋房子般大小的变异大象 这些家伙以前就是皮粗肉厚的 变异之后更是强壮的超乎想象 那皮肤让人看一眼 普通的枪械就会失去射击的欲望 想要伤害他们 恐怕只有喷火器和狙击枪能够做到了 暴躁的变异犀牛一出现 竟然直接向房子撞了过去 粗壮的尖角简直比金属还要强韧 猛烈的撞击之下 竟然将墙壁都撞开了一个口子 后面恐怖的巨像摇头摆尾地跟了上来 就要用他们庞大的身躯撞击墙壁 萧凡看了一眼 就立刻下令喷火器战士上前 用火焰去赶这些巨兽 火焰枪的威力还是值得信赖的 连续的两道火焰喷射出去 将两头巨像和一头犀牛烧伤 这些暴躁的家伙四处狂奔 又将一些小型的变异兽猜死 那些想要攻击房子的变异兽健壮 立刻扑上去吞噬食物 吞噬血肉 能够使他们强壮净化 火焰枪虽然击退了巨兽 但是火焰终究是有消耗完的时候 幸好两个喷火器战士刚刚升星 还能够维持一阵 趁着这个机会 萧凡让战士们在楼内搜索 看看有没有找到资金的可能 战士们到处搜索 萧凡本人则是上了三楼 这里是动物园园长的办公室所在 一直来到了三楼走廊尽头 萧凡打开了园长室的门 办公室很大 室内装修得清新雅致 盆景花草虽然已经枯萎 却也可以看出 园主人的勤聚办公桌的后面 画着一幅字 上面写着金玉满堂四个字 据萧凡所知 这里的动物园早就被承包了出去 是一个私人老板在经营 这个老板的眼光不错 有些做生意的头脑 这几年将动物园经营得非常红火 据说在整个燕云也是排的上号的富豪 而且萧凡还听说过 这个老板其实并不喜欢附庸风雅 他真正喜欢的东西只有金子 也不知道是真是假 就算是真的 他应该也不会将金子放在办公室吧 那多照人眼呀 萧凡心里带着一点点的期盼 目光在办公室内扫过 很快 他注意到了靠着墙壁边上的展示柜 那里摆放着老板以前 获得的种种荣誉 什么燕云是十大青年企业家奖牌啊 什么慈善家证书啊等等 数量最多的是一些小的摆件 那摆件都是小动物 数量足足有上百个 应该是动物园每多了一种动物 这个老板就会打造一个摆件放在这里 金灿灿的摆件 放在陈旧的青铜架子上面 让萧凡心中泛起一丝希望 这些摆件会是金的吗 第48章 升级连长 萧凡满怀期望地 拿起了一个大象的摆件 因为这个比较大 入手沉重确实是金属的没错 但是拿起来之后 七代的系统提示声音却没有响起 这只是一个黄铜的摆件 根本没有什么价值 将摆件放回到了架子上 又拿起了一个海豚的摆件 依旧还是黄铜的 萧凡深呼吸一口气 开始不厌其烦地 反复拿起这些摆件 但是却没有任何的收获 一次次的希望 一次次的失望 当萧凡拿起最后一个火烈鸟的摆件后 终于是死刑了 我也是想钱想疯了吧 怎么可能会有人将黄金的摆件放在这里 他难道就不怕被人偷走 看来还是要另外想办法 实在收集不到物资的话 萧凡就只能制造装甲运兵车 让战士们进入车内突围了 他相信自己应该是安全的 战士们拼死也会将自己护送出去 但是救援妹妹的任务就无法完成了 萧凡也要重新开始生产建设 这是不可接受的 心里有些惆怅 萧凡将最后的摆件放下 手无一间落在了 放置摆件的青铜架子上面 刚刚碰到 安妮的系统提示突然响起 发现稀有金属 可以转化系统资金 请问是否转化 萧凡愣了一下 甚至第一时间都没有意识到 发生了什么事情 稀有金属 在哪里 反应了一秒 他才猛地意识到 原来说的是这个摆放摆件的架子 可是这东西一看就是青铜的 还有些老旧 怎么可能是金子的 萧凡激动地将架子拿了下来 将摆件扔到了一边 仔细查看之下 终于是看出了端倪 这东西竟然是纯金做旧的 萧凡忍不住心中狂喜 真是没想到啊 没想到这个老板果然有收集黄金的爱好 但是人家的手段比较隐蔽 上面放置的这些貌似黄金的摆件 竟然只是幌子 真正的黄金 反而是这些貌似青铜的摆件 就算是有人想要偷老板的东西 他做梦也不会想到 这些青铜架子竟然才是宝贝 要不是萧凡有系统 要不是他无意之间碰到了架子 恐怕宝贝就在眼前也会被错过了 明修站到暗度陈仓 这个老板的心计不错啊 萧凡不想去深究 老板做这种事 解决了他的燃眉之急 手里的这个架子拿着至少也有三四公斤 而这里的架子竟然有四个 萧凡毫不犹豫 立刻将这个架子转化成了系统资金 转化成功 萧凡获得了三千五百斤 这也就说明了 这样的架子一个是三点五公斤 萧凡立刻将所有的摆件拿走 将四个架子全部转化成了系统资金 四个黄金架子给萧凡提供了一万四千斤 这样巨大的收益 让萧凡欣喜若狂 一种抱负的喜悦砸在了他的头上 加上之前的四千二百斤 他现在的资金已经高达一万八千二百斤 从来没有这么有钱过 萧凡几乎是立刻就升级了连长 确认升级连长 麾下人员达到满边条件完成 资金一万条件完成 升级完成 一万资金扣除 系统提示升级完成 萧凡首先领取了连长级别的礼包 领取礼包 他瞬间完成了从排长到连长的换装 连长的制服 红颈系统为总指挥量身打造的制服 穿着具有塑形 保暖等基础功能 同时还能够抵抗大多数手枪的射击 连长的医疗箱 内有三份疗伤药和三份绷带 还有三份普通血清 以及一份加强血清 加强血清的作用 可以让丧尸化百分之五十的人恢复正常 连长的配枪 MP34均用手枪 有效射程200米 枪支带弹15发 连长的配车 东风猛式均用吉普车 该车全重五吨 长4698mm 宽2174mm 高2412mm 经过系统改装后 可敞篷 车内自备一挺漆 62mm机枪 并且配备轻型装甲和防弹玻璃 已经具备初级作战能力 瞬间 肖凡就换上了衣服 换上了新的配枪 以及手里多了一把新车钥匙 不用问 他就知道车就停在楼下 东风猛式啊 以前想都不敢想的钢铁巨兽 现在竟然成了自己的车了 而且 医疗险里面多出了一份加强血清 可以让丧尸化50%的人恢复健康 这个话让肖凡有些不理解 丧尸就是丧尸 怎么还有50%这么一个说法 那是什么 变异到一半停止了 肖凡摇摇头 暂时没有深究这个问题 眼下他需要尽快查看 新兵种战车页面这里 已经有了新车的出现 212吉普车 造价700斤 餐车 造价1000斤 医疗车 造价1500斤 新车只有这三款 212应该是排场级别的配车 另外的餐车和医疗车的出现 意味着将会出现 吹噬班和医疗兵了吧 肖凡立刻打开了士兵页面 打开之后 顿时眼睛一凉 这次出现的新兵有点多啊 吹噬班战士 造价200斤 助 可以选择吹噬班战士籍惯 来自各地不同的吹噬班战士 精通不同的菜系 医疗兵 造价200斤 助 医疗兵可以选择男女 男性医疗兵力气大 是战场急救 搬运单价的主力 女性医疗兵有耐心 更有利伤员的恢复 通讯员 造价300斤 助 通讯兵是部队联络的重要组成部分 不但可以在本系统内负责联络 可以通过随身广播 随时和外界有广播的人取得联络 火箭兵 造价1000斤 重机枪战斗组 造价2000斤 助 一个重机枪战斗组包括三名战士 一一看完了这五个新兵种 肖凡整个人都要沸腾起来了 连长级别果然是一切都不一样了 生活上有了吹噬班 救护上也有了专门的医疗兵 他发布命令的时候 也可以霸气十足地喊一声通讯员了 至于火箭兵和重机枪战斗组的出现 更是弥补了他目前火力弱 这个致命的弱点 现在他的手里还有8000多斤 完全可以暴兵一波了 到那个时候 什么变异兽 什么丧尸 都将在自己的火力下颤抖 正当肖凡要暴兵的时候 系统提示再次响起 恭喜总指挥晋级连长 现在请为连队定员 第49章 战斗力暴增 现在也不多问 只是默默地盘算了一下 一个连要有三个牌 一个牌是30人 这就是90人了 而吹噬班要有 这又是8个人 医疗兵应该也要有 暂时定8个名额 另外像是狙击手 火箭兵 喷火器战士 侦察兵 重机枪战斗组等等这些特殊兵种 也要占据一些名额 肖凡觉得 至少也要十几个名额 还有肖凡觉得自己都是连长 这贴身的警卫员要有几个吧 一个警卫班不过分吧 又去掉8个名额 另外还有留一些名额备用 万一以后还有新兵种的出现呢 最后肖凡觉得 一个连140人应该是差不多了 这数字远超目前部队的配置 不过肖凡不在乎 自己的红警系统是独一无二的 配置什么的 当然也要和其他部队不同 部队定员完毕 一个连人数为140 总指挥升级营长条件 需要连队人数达到满边 并且提供5万资金 对于升级营长的条件 肖凡撇撇嘴 暂时不去理会 定员完毕 他准备开始报兵了 肖凡的手里有8200斤 他首先生产了一个重机枪战斗组 重机枪是压制火力 几乎也是连级别的最大输出了 这是绝对不可少的 重机枪战斗组耗费2000资金 肖凡紧接着又生产了一个火箭兵 火箭兵顾名思义 也就是手持火箭筒的战士 虽然火箭筒的长效输出不如重机枪 但是在攻坚的时候 面对坚固的堡垒 敌人的战车 或者什么对付不了的大型丧尸 或者变异兽 这东西的威力绝对要超过重机枪 现在外面就有不少的大型变异兽 肖凡准备狠狠地给他们上一课 又是1000资金花出去 剩余5200斤 肖凡显示制造了三个医疗兵 用于照顾目前的伤员 眼下伤员已经有了8个 让他们恢复健康 也等于恢复了自己的战斗力 还剩4600斤 肖凡造了12个陆军战士 12个裂兵 这些士兵会再次组成三个新的战斗班 成为部队的中间力量 12个陆军战士2400斤 12个裂兵1200斤 肖凡的手里还有一千斤 考虑了一下 肖凡干脆又生产了一个狙击手 目前只有白小川一个狙击手 面对一些变异丧尸 或者变异兽的时候 难免力不从心 剩下最后200斤 肖凡干脆又点击制造了一条军权 8200斤 好像流水一样的花了出去 让肖凡心里有一种挥霍的快感 吹士班和通讯员他暂时没有生产 一来是手里没钱了 二来是眼下也不是急需 大家的身上都有干粮 背包里也带了一些粮食 还能坚持 这些士兵的生产 也不是一下就能完成的 这需要一点时间 肖凡先转身离开了办公室 他还要去外面组织一下防御 来到外面 变异兽已经将外面的尸体 吞噬得差不多了 战士们正在准备防御 肖凡却直接到 将杀死的丧尸尸体全都丢出去 尽量地拖延一点时间 对于肖凡的命令 红警士兵们都是无条件执行的 立刻按照肖凡的吩咐 将室内的丧尸尸体丢了出去 外面的变异兽本来打算进攻了 可是看到新的尸体 立刻又停止了进攻 在外面继续大快躲移 重点看一下 哪只变异兽的进化程度较高 徐强立刻回答 总指挥 我看过了 这里进化程度最高的变异兽有两个 一个是那条大蟒蛇 还有一个是一头东北虎 就是那个 肖凡顺着徐强所指看了过去 果然看到了他所说的两只变异兽 一条网纹 长度达到了12米 比水桶还要粗壮 盘在那里 一口就将一只丧尸的尸体 像吃面条一样地吞了下去 周围的一些变异兽 都离他远远的 还有一头全长超过6米的巨大老虎 摇头摆尾地在吞噬 就连之前出现的尸群中的雄尸 看到他都要靠边 显然是在这只老虎的手里吃过亏 一会儿战斗的时候 重点照顾这两个家伙 明白 又过去看了一下两个喷火器战士 这两个人现在是主力 尤其是面对天空中的变异鸟 喷火器的威力 得到了最大程度的释放 肖凡过去之后 特别告诉二人 那些地面的变异兽 尽量不要去管 主要对付飞鸟 注意油料的节省 即使不能立刻升级二星 也要保证所有人顺利地离开动物园 这一点非常的关键 两名喷火器战士点头答应 作为红警单位 他们都知道 总指挥那边还在报兵 只要熬过眼下这一段时间 之后就完全没有问题了 肖凡又看了一下伤员 现在的战士们纷纷进击到了三星 身体素质非常强悍 虽然受伤不轻 但是却都还能咬牙坚持 一时半会儿还没事 查看了一圈防御之后 感觉时间差不多了 肖凡返回了园长办公室 刚刚进入办公室 肖凡就感觉到一阵 让人窒息的铁血气息扑面而来 只见办公室内 黑压压的已经占满了士兵 肖凡花费了8200斤生产的战士 已经全数出现 战队整齐的陆军战士和裂兵 胳膊上带着十字绣姑的医疗兵 肩膀上扛着火箭筒的火箭兵 拿着狙击枪的狙击手 以及地面上摆放的巨大重击枪 还有后面负责操作的 重击枪组两名战士 还有新生的军犬 也在对着肖凡摇头摆尾 室内的战士人数已经超过了30 这么多红警士兵集合在一起 黑洞洞的枪口闪烁幽光 这一幕足以对普通人造成巨大的冲击 即使是肖凡见惯了这些 这会儿也不禁有些心情激荡 这都是自己的士兵啊 虽然是系统所出对自己无限忠诚 可是肖凡却从来没有将他们当成工具 这都是自己身边活生生的人 是他的兄弟姐妹 嗯 姐妹 好像队伍里面确实有一个姐妹 脸色郑重地来到了队伍前面 看着肖凡进来 所有的士兵立刻齐刷刷的列队 所有人一起面对肖凡 进了一个庄重的军令 狙击守王源向总指挥报道 医疗兵严寒 严东向总指挥报道 医疗女兵孙飞飞向总指挥报道 火箭兵李毅强向总指挥报道 重机枪战斗组江州 刘小兵 牛奔向总指挥报道 陆军战士 XXX向总指挥报道 列兵战士 XXX向总指挥报道 汪 汪汪 第50章 反攻 肖凡这一步的暴兵 就已经超出了他之前的兵力总和 连人带狗33个 而且其中不乏强力兵种 军犬 狙击手 陆军战士和列兵不用介绍了 另外几个新的单位肖凡 还是要了解一下 他先了解了一下火箭兵 火箭兵名叫李毅强 肩膀上扛了一个大小适中的火箭筒 听到肖凡询问 火箭兵立刻敬礼 报告总指挥 我携带PF89式单兵火箭筒 此火箭筒全重为3 7公斤 由发射筒 火箭弹和光学瞄准镜组成 火箭筒配备两枚穿甲弹和两枚云爆弹 可分别用于攻击单个重要目标和大面积普通目标 这可以说是肖凡的红颈系统里面 但要数量最少的兵种了 就算是狙击手 无心状态也有十发子弹 当然 但要少的结果 就是其威力一定相当巨大 肖凡一会儿就要试一试 看看这个火箭兵的效果如何 看过火箭兵 之后就是重机枪战斗组 重机枪战斗组 共有三个人 一个人负责开枪 一个人负责传送子弹 一个人负责观察指挥 并且随时准备替补 负责指挥的人叫做牛奔 看到肖凡目光扫过来 立刻回报 报告总指挥 我们重机枪组 使用85式高射机枪 该枪口径为12 7毫米 属于高频两用重型机枪 全重41 5公斤 有效射程为1500米 无心状态下 带弹1000发 肖凡深知这种堪称步兵收割机的家伙 其强大的威力 一发子弹 就能够将一个人拦腰打成两截 战场上的吉普车 甚至轻型装甲车 都无法抵抗这种东西的射击 而且无心的时候 就有1000发子弹 简直就是恐怖 可以想象 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 重机枪都将成为 肖凡地面部队的主要战斗力之一 看过这两大战争戾气 之后就是医疗兵了 肖凡一共生产了三个医疗兵 其中两个男兵 一个女兵 肖凡想着 是男兵可以抬单架 但是不知怎么 竟然出现一个女兵 这个女兵孙飞飞 一身长服 军装套裙都穿得很有型 头戴军帽 马尾从后面露出来 白皙的皮肤 在一众操汉子里面 白成了一道光 说是萨爽英姿也没错 更多的则是杨艳 肖凡咳嗽了一声 回忆了一下电影里领导的样子 态度温和地 对这个新生的女兵道 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报告总指挥 医疗兵都是军医的毕业生 我们擅长急救和外伤 我们每个人都配备有医疗箱 常用的疗伤药 止血药 消炎药 绷带等药物 每个人每天都有一份 而且随着生兴 我们的医术也会提升 一新的医疗兵 就可以进行简单的手术了 等到指挥官给我们配备医疗车 那么占地手术 也能够随时进行 萧凡看了看自己的身体 还算是强壮 看来医疗兵 对于自己是没有什么用处了 没想到孙飞飞继续道 总指挥 平时我们也可以给您 和其他人做什么检查 比如监测血压 血糖 以及养生保健 有氧运动等等 每个医疗兵 都是一个健康专家 萧凡不由萍萍点头 嗯 说得好 现在我的战士们 伤病不能耽搁 你现在就立即和他们两个 过去治疗吧 是 我现在就去给伤员治疗 等给伤员治疗完成后 请长官允许我做您的专属医师 毕竟长官的身体健康和安全 是我们存在的最高意义 嗯 这样吧 你叫孙飞飞是吧 你就暂时担任医疗班的班长吧 另外两个医疗兵归你指挥 明白 孙飞飞立刻带着严寒严东 两名医疗兵出发 去给伤员治疗了 严寒严东两个人 根本没有弄明白 发生了什么 稀里糊涂的就成为了下级 而孙飞飞也正式成为萧凡麾下 第一个经过他任命的军官 要知道 现在部队连个正式的班长还没有 萧凡想到这里 也意识到 应该找个时间 给部队任命基层军官了 他现在是连长职务 手下就可以有三个派长 九个班长了 这还只是主战部队 另外还有吹尸班 警卫班 机枪班 特种班的什么 都要考虑进去了 等妹妹这边事情一结束 萧凡就会着手做这件事了 所有的部队 立刻被萧凡派遣了出去 开始进入了各自的战斗岗位 部队都已经来到了三楼 各自找到一个合适的射击角度 等待萧凡的命令 萧凡看了一眼外面 现在变异兽这边主要的威胁 有几头变异大象 和两头变异犀牛 这些家伙是破坏房屋的主力 必须尽快搞定他们 火箭兵 单兵反坦克火箭弹准备 目标大奔向 开火 火箭兵得到了萧凡的命令 早已将火箭弹装填好 立刻扣动了扳机 刷 一道红光从火箭桶里喷了出去 距离只有几十米 根本不需要怎么瞄准 火箭弹直接命中 这头在乱枪之下 都没有怎么受伤的大奔向 直接被火箭弹破体而入 火箭弹射进那 足有防污大小的体内 然后轰然爆炸 穿甲弹打进去了 足有两米身后炸开 顿时将大象的腹部炸得稀烂 大象庞大的身躯轰然倒地 粗壮的大腿还在地上抽搐 他的长鼻子试图挥动 但是却已经没有了力气 奄奄一息的他 立刻成为了周围 其他变异兽觊觎的美餐 眼看大象要死了 大群的变异兽猛扑上去 想要分享这一顿大餐 堆成一堆的变异兽 又给了火箭筒战士 发射第二发云爆弹的机会 穿甲弹杀伤重点目标 云爆弹则是杀伤大群目标 没有比这一大堆的变异兽 更合适的了 哄 一团蘑菇云 就在办公楼前面升了起来 巨大的冲击波 将正面所有的玻璃全部震碎 幸好红颈士兵早有准备 才没有人受伤 而这一发云爆弹下去 足有上百只大大小小的变异兽 受到了波及 不说全死也至少死了一半 李一强本来是无心的火箭兵 这两发火箭弹轰出去 竟然直接升级到了一星 两种火箭弹每一种都到了三发 这让萧凡也大受鼓舞 立刻一挥手 给我狠狠地打 我们战略反攻的时候到了 所有红颈战士同时开火 整座半公楼的三楼 就好像喷发的火山 无数火舌喷射而出 枪声云霄 第五十一章 病毒凝胶 火力得到补充 萧凡这边立刻对变异兽 形成了强大的压制 一串串金属洪流氢线下 地面上顿时血肉横飞 陆军战士和裂兵们 主要对付普通变异兽 空中的飞鸟 交给喷火器战士 而那些大型的变异兽 则是交给了狙击兽 火箭兵和重击枪 无数的子弹交叉成了火力网 很难有变异兽 能够靠近这栋大楼 就算偶尔有漏网之鱼冲过来 也会有侦察兵负责补漏 偶尔有一个士兵受伤了 医疗版立刻过去给予治疗 动作非常的快 治疗后的战士 立刻重新投入战斗 保证了队伍的持续火力输出 地面上 一条巨大的蟒蛇 成了重点射击目标 重击枪喷出致命的火蛇 一串串子弹打过去 在蟒蛇身上 留下一个个恐惧的血动 不要在冷血动物的身上 浪费子弹 重点射击头部 牛本指挥重击枪手 调整射击角度 那条蟒蛇 已经被打得奄奄一息 根本无法躲避射击 一连串的子弹射过来 头部当场被打得稀烂 蟒蛇的死亡 立刻引来了 众多变异兽吞噬 无论是丧尸或者变异兽 对于血肉 似乎都有一种超乎寻常的渴望 这是镌刻在他们骨子里面的本能 不过这也给了火箭兵机会 刚刚升级过后的李一强 再次发射出了云爆弹 巨大的蘑菇云再次升起 大团的火光升腾 威胁到楼房了 没有了后顾之忧的战士们 更加肆无忌惮 开始不断地追求精准射击 这里到底只是一个动物园 并不是那种国家级的自然保护区 里面的变异兽数量还是有限 连续不断地击杀 终于让变异兽的数量开始明显减少 战斗整整持续了一个多小时 当狙击手和重击枪手联手 将那头巨大的东北虎击倒之后 后续到来的变异兽已经寥寥无几 看到这种情况 肖凡立刻一挥手 战士们开始走出楼房 喷火器战士两条火龙喷出去 天空之中最后一群飞鸟 化为火鸟掉了下来 喷喷几声枪响 最后的几只猴子和羚羊 也倒在了血泊之中 世界终于安静了这一次的战斗 并没有收获经营物资 但是却有其他物资 大量的变异兽肉 变异兽肉可是好东西 肖凡最近的身体素质明显提高 就是因为有变异兽肉的原因 这东西未来绝对会成为战略物资 肖凡立刻下令 尽量地将变异兽肉搬运上重卡 然后派遣了徐强 带着几名列兵将其送回燕山镇 肖凡通过安妮转告 留在燕山镇的侦察兵沈光明 尽量地选择另外一处空置房屋 不要将这些东西都送回大酒楼 肖凡不认为 那些普通的幸存者 有资格享受这种战略物资 这里的变异兽肉数量太多了 肖凡一行人搬运了足足四五个小时 中途甚至又弄来了三辆重卡 才算将这些东西全部运走 总指挥 看看这个 一个陆军战士 拿着一个白色的结晶体 来到了肖凡面前 这是一个乒乓球大小的晶体 因为现在已经要入夜了 这东西还泛着淡淡的白光 结果晶体 安妮立刻提示 总指挥 这是病毒凝胶 病毒凝胶是什么东西 病毒凝胶 就是指变异兽或者丧尸变异的源头 正是因为病毒在他们脑海内凝结 才让他们开始变异 而普通丧尸或者变异兽体内的病毒 是达不到凝胶的程度的 只有高级变异兽和丧尸才能拥有 肖凡立刻问陆军战士 这东西在哪找到的 报告总指挥 这是在那头东北虎的脑子里面发现的 肖凡微微点头 果然 普通的变异兽是无法拥有凝胶的 这里进化程度最高的 只有东北虎和大蟒蛇 可是大蟒蛇的凝胶已经找不到了 不知道是毁于战火 还是被其他变异兽吞了 如果肖凡没有猜错 冯震祥的那种怪异的速度 应该就是来源于一颗凝胶 难道说 人类也能够通过凝胶变异 而且是获得一些特殊能力 并不会变成丧尸吗 肖凡想了想 将工程师爱因找了过来 这个东西 能够研究出什么来吗 爱因接过来看了看 总指挥 我现在的能力 还研究不出太多东西 不过如果我们拥有实体的作战实验室 这些科研的东西 就完全可以进行了 说到实体建筑 肖凡立刻问安妮 我什么时候 能够进行实体建筑的建设 没有基地车 就什么都做不了吗 总指挥 没有基地车的话 我们无法进行军事建筑的建设 但是只要长官升级到营长 我们就可以 进行一些普通建筑的建设 什么是普通建筑 和军事建筑有什么区别 军事建筑包括发电厂 兵营 矿厂 战车工厂 雷达 空置部 兵工厂 船务 作战实验室 以及一些高科技防御建筑 而普通建筑 包括围墙 机枪碉堡 哨楼 城门 物资回收站 指挥官官邸等等 军事建筑必须依靠基地车 才能建设 普通建筑则不需要 另外还要提醒总指挥 虚拟建筑的情况下 总指挥挥下兵力 最多能够达到一个营 因为您只有一个虚拟兵营 一个兵营正常情况下 就只能容纳一个营 萧凡听后也逐渐明白 进化之后的红井系统 和之前不太一样了 有更多的建筑解锁 虚拟建筑情况下 它的发展会受到明显的限制 无论从哪个角度讲 萧凡都需要建立一个 属于自己的基地了 但是 基地具体建设在哪里 这一切 萧凡还没有头绪 他的兵力还不满一个连 手里钱也没有 时机还不成熟 暂时放下这个念头 萧凡吩咐士兵们就地休息 今天晚上准备吃烤肉大餐 在这里休息一夜 明天就直搭学校 就在萧凡这边休息的时候 有一群人 正在向着燕山镇前进 第52章 李南风 从赤水县的批发市场 有一对摩托车驶了出来 一共10辆车 19个人 除了第一辆车之外 都是两个人一辆车 这些摩托车 都是轻便型的山地摩托 末世之中 这种车辆 往往比汽车还要好用 起码在旱道穿梭的时候 汽车是不具备这种灵活性的 最前面的一个人身 穿黑色的夹克 光头 脸上戴着大的防风墨镜 腰间别着锋利的砍刀 身后背着一把五连发的防爆枪 这个人叫做李南风 本来是批发市场的保安队长 能够管理这么大的一个批发市场 没有点狠劲儿是不行的 李南风之前在赤水县 就是比较出名的人物 末世之后 他亲手打死了便衣的老婆孩子 从那之后 形势更是无所忌惮 虽然他跟随了卢旺 但是其 还是相对独立的 即使卢旺要求他做事 也要给予一定的好处 他只是平时不愿意操心管理杂事 不然批发市场的老大是谁 还不一定 李南风这次接受了一个任务 就是去阉山镇 解决一个叫做肖凡的年轻人 卢旺给了他一份资料 肖凡手下也有十几个人 好像是一些退伍军人 退伍军人也没什么了不起的 李南风手下也有退伍军人 还不是一样都是一个鼻子两只眼 离开了飞机大炮 也就是普通人罢了 他见得多了 这一次跟他出去的十几个人 全都是末世之后 手上见过血的 枪法也都不错 李南风可以拍着胸脯说 别说对付十几个 就是对付三十个 也不在话下 他之所以愿意出任务 主要是为了好处 早就听说阉山镇有几百的幸存者 到时候把肖凡那些人干掉 这些幸存者 里面女人就是他的了 剩余的物资什么的 弄辆大卡车拉回来 这些东西是可以不用上交的 等到8月15交易大会的时候 这些物资拿出去 无论要枪还是要女人 那都应有尽有 而李南风最想要的东西 就是能够让自己变强的东西 他已经知道了某种东西的存在 就是不知道交易大会的时候 会不会出现 摩托车队沿着公路前进 远远地看到丧尸就避开 如果丧尸数量较少 他们就直接干掉 赤水县距离阉山镇70公里 跑了差不多一半的时候 几个人找了一个废弃的民宅 停下来休息了 让手下弄了点吃的 又在民宅里面找到了一些白酒 李南风坐在这里吃吃喝喝 今天晚上在这里休息一下 明天上午出发 中午的时候到阉山镇 李老大 到了那里 有好肉您先吃 能不能给兄弟们留一口汤喝 李南风瞥了一眼 在旁边讨机灵的手下 冷笑一声 就他嘛 知道玩女人 你也就这点出息了 嘿嘿 这个世道也没什么正事干了 不玩女人干什么呀 行 只要没有特别好的货 那就随便你们 不过我可先提醒你们 萧凡那些人 估计也不是省油的灯 听说有两辆军车 还有一些制式武器呢 明白 李老大你就放心吧 别看萧凡有两辆军车 咱们也有炸药包呢 只要将这东西 悄悄给他们放过去 保证那些当兵的 直接上西天 李南风看着手下 带来的两包炸药 心里更是安定了一些 这一次准备充分 他怎么都没有失手的可能 新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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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天上午 萧凡等人再次饱餐 便衣兽肉 个个精神饱满 萧凡伸了身胳膊腿 感觉自己的力量体质 又有所提升 看了一下时间 现在是上午十点 动物园这里 除了还有一些便衣兽 被困在场馆内出不来之外 已经基本没什么危险了 萧凡也拿到了自己的新车 一辆威武的东风猛士 这个大家伙的车厢 是可以升降敞篷的 里面还安装了一挺漆 62毫米的机枪 不过现在是在动物园内 一会儿还要穿越街道的废弃车流 这个时候开车并不合适 将车子暂时停在了这里 萧凡带着人大摇大摆地穿过动物园 直接来到了大门前 过了前面的一条大街 就是赤水县衣中的校园了 和其他的大街也没什么不同 到处都是废弃的车流 以及在车流内徘徊蹒跚的丧尸 注意不要开枪 直接穿过去 遇到丧尸刺刀解决 笑天和另外一条军犬在前面开路 士兵们鱼贯前进 穿过车流并不算难 只用十十分钟就顺利通过 一直来到了驿中的后门处 工程师爱因走过去 用工具箱里面的金属钳子 将后面的铁栅栏剪断 当脚踏这个熟悉的母校时候 萧凡心中颇有感慨 当年他也是从这里毕业进入大学的 一晃已经六年过去了 校园没有太大的变化 他还能够清晰地记得 教学楼以及自己住过的宿舍楼 不过地面上一些褐色的血迹 以及空气之中弥漫的腥臭气息 无时无刻不再提醒他 这里是一个丧尸密布的场所 一中是赤水县最大的高中 共有学生三万余人 末世爆发的高峰期是早晨 学校正式上早读的时候 已较是学生的密集程度 可以想象当时会是怎样的一副人间地狱 萧凡根本不敢肯定妹妹是否还活着 但是无论如何 他必须走这一走 打开了雷达 校园果然是一片红色光点 但是这里的丧尸分布似乎有点规律 虽然到处都有丧尸 但是丧尸却不像完全无规律的行动 而是相对的集中 三万丧尸分布在校园里面 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数字 萧凡并没有轻举妄动 而是仔细查看 他在查看的同时 工程师爱因也在仔细查看 他先是观察了一下尸群 脸色郑重地对萧凡道 总指挥 要小心 这里可能有高级丧尸 萧凡微微点头 他已经有了心理准备 当初离开深海的时候 丧尸就有变异的迹象了 如今时间快过去一个月 有些丧尸可能进化程度更高了 如果说什么地方有进化丧尸 那么学校这种地方绝对名列前茅 工程师又观察了一下情况 最后指向一个方向 总指挥 那个方向应该有幸存者存在 萧凡抬眼望去 只见在操场的另一边 还隔了一栋楼 有一个高耸的白色建筑 那是学校的活动中心 第53章 通讯员 学校的活动中心也叫体育馆 里面不但有篮球场 羽毛球场 甚至还有一个游泳池 因为那里超出了雷达监控的范围 所以现在看不到 里面是否有幸存者 但是萧凡依稀可以看到 体育馆的大门是紧锁的 没有如同其他废弃的地方一样 门是敞开状态 而且窗户也被遮挡得密不透风 这绝对不是丧尸能够做出来的 可以肯定里面有幸存者了 这就是一个好消息 萧凡就怕没有幸存者 那就糟了 但是想要靠近体育馆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这个操场上到处都是丧尸 不摸清那里的具体的情况 贸然前进并不是一个好主意 萧凡打开雷达看了看 制定了一条前往体育馆 丧尸最少的路线 我们从这栋教学楼后面绕过去 然后穿过办公楼 就可以到达体育馆的外面 一行人立刻行动 开始按照萧凡设计的路线前进 现在萧凡的队伍 哪怕遇到一些丧尸 凭借战士们强大的战斗力 不开枪的情况下 也能够迅速解决 无论是战士们的刺刀 或者是军犬出动 都能够单杀丧尸 绕过教学楼的行动很顺利 但是也有一些遗憾 就是经营的收集几乎就是零 一中管理很严格 禁止学生们佩戴显眼的手势 平日里偶尔能够收集到的金镯子 金戒指等等 基本都是没有的 只是偶然的情况下 会在几个女生丧尸身上 找到一些珍珠耳钉 或者细细的项链什么的 绕过教学楼 杀死了几十只丧尸 才收集了15斤 一直到了教职员工宿舍楼这里 情况才算有所好转 一个胖胖的女教师丧尸 一个人就给萧凡贡献了82斤 一直在这里磨蹭了一个多小时 萧凡的手里再次超过了1000斤 不得不说 这里的很多老师非常的有钱 女老师几乎个个都佩戴首饰 要不是萧凡心急去体育馆 这里至少还能收集1000斤 而且萧凡还有一个发现 就是这所学校的女教师之中 还有不少外国人 萧凡还记得 一中是请了不少外教的 但是她记忆里似乎没有这么多 穿过教职员工宿舍 前面300米就是体育馆了 这里已经是雷达覆盖范围 萧凡再次查看 雷达地图上 体育馆的内部结构清晰可见 里面一大片的绿色光点 足足有200多个 200多人 很好 也许小田就在这些幸存者里面 但是萧凡并没有贸然的过去 现在体育馆内情况不明 她还是想要侦查一下 可是侦查兵徐强 被她派回燕山去了 现在她的队伍里面兵 没有侦查兵的存在 正想怎么查看情况的时候 安妮给萧凡发出了提示 总指挥 发现无线电波 电波来源前方体育馆内 哦 这里有广播 萧凡立刻想起了 刚刚回到燕云的时候 听那个汽修厂韩东阳说过的话 现在可以用广播和外界联络 燕山镇那里有 这里也有 脑筋转动了一下 萧凡立刻打开了系统界面 又打开士兵页面 花费200斤 她生产了一个通讯兵 两分钟后 一个身后背着无线电的年轻战士 出现在了萧凡面前 通讯兵郭威 向总指挥报道 说说你的情况 报告总指挥 我使用国产无线电台 可以用于红颈内部通讯 也可以用于外界通讯 能够接收到直近300公里内的 所有无线电信号 包括空中不包括地下 我本人精通六国语言 可以和各国人员进行沟通和通讯 无线电的使用 会受到天气一定的影响 萧凡听得频频点头 那你能够接受到 体育馆内的无线电信号吗 可以的 总指挥 郭威立刻开始行动 放下身后的无线电 调试了几下 很快锁定了体育馆内的信号源 他将一个耳机递给了萧凡 萧凡立刻听到了 里面传来的声音 可是听了一下萧凡愣住了 因为里面说的居然是英语 萧凡所在的国家 位于帝王星的东方大陆 这里是东方联邦的神州国 萧凡从小到大所学的语言为汉语 虽然英文上学也学了很久 但是萧凡距离熟练沟通 还是有一定差距的 所以对方说的什么 萧凡听不太懂 立刻对郭威道 你不是精通六国语言吗 翻译 好 郭威二话不说 开始对着萧凡翻译 呼叫美联邦住燕云领事馆 呼叫美联邦住燕云领事馆 这里是赤水一中 我是史密斯教授 哦 今天又是糟糕的一天 外面没有下雨 那些该死的行尸走肉 到处在游荡 我们的食物不多了 但要也所剩不多 没有下雨 我们不敢走出体育馆去收集物资 这样下去 我们肯定坚持不了一个星期了 幸好这个游泳池里面还有水 并且还没有停电 不然我可能已经去见上地了 萧凡听着通讯员的翻译 神色有些发冷 为什么是外国人 这里是神州的国土 竟然是外国人在广播里面讲话 这样就算有人能够接收到他们的评断 也很可能听不懂他在说什么 但是他很快意识到 对方是在呼叫他们的领事馆 神州是超级大国 世界各国在神州的各大城市都有领事馆 他去联系他们并不奇怪 不过萧凡同时也意识到 既然是他在说话 那就说明体育馆内做主的是外国人 外国人在做主 那么其余的幸存者地位如何 那几乎就可以想象了 必须立刻了解到里面的具体情况 怎样才能不打草惊蛇 萧凡对安妮提问 安妮立刻给予回答 总指挥 你的士兵生产序列里面并不限于人种 你可以生产外国士兵来和里面的人沟通 这样能够打消对方的戒心 哦 你的意思 我还可以生产外国士兵 和本国士兵有什么区别吗 本质上没有太大的区别 战斗力相仿 武器也相仿 比如本国的裂兵使用81杠 外国的新兵就使用AK47 枪械威力也是相当 都是对您拥有无限的忠诚 要说有区别 那就是外国的士兵精通外语 您如果生产一个外国的侦察兵 那么还能够知晓国外的基本情况 和里面的人沟通 没有障碍 第54章 外籍兵团 听到安妮的解释 肖凡反问 那我生产的外国士兵 是否会占用我现在连队的人员名额 总指挥可以设立一个边外部队 不会占用名额 但是边外部队的上限 至少要比本部低两级 您目前是连长 边外部队最多能有一个班 一个班 八个人 肖凡沉思了一下 心中有了一点想法 一个班的人员不多 留在大部队里面 也起不到太大的作用 但是外国人的身份 或许能够做一些 自己不太方便做的事情 那好 先生产一个外籍的侦察兵 就是 不列颠人吧 安妮 我记得你和我介绍过 我们生产出来的士兵 都是有真实身份的队吗 没错 系统可以选择任何 已经死亡的人身份 那这个侦察兵的身份 就设定为领事馆的守卫人员吧 可以 系统生成 侦察兵约翰 身份 美联邦驻燕云领事馆守卫队长 几分钟后 一名白人青年 出现在了肖凡面前 侦察兵约翰 向总指挥报道 这个青年一头的金发 身穿丛林迷彩 一看衣服 就和神州本国的士兵有所不同 高大的身材 健壮的肌肉 少了一点本国士兵那种 另行禁止的纪律性 多了一点随性 但是肖凡知道 这都是表面现象 红警士兵们 本质上是没有太大的区别的 你是美联邦领事馆的人 肖凡问道 报告总指挥 我只能说 继承了那个领事馆的人的记忆 他就是我 我却不完全是他 很好 那等一下你来和斯密斯沟通 找个借口 今天就要进去体育馆 探明里面的情况 OK 约翰来到了郭威的身边 将无线电接了过来 侦察兵也懂得 无线电的基本使用方法 很快就和正在发牢骚的 史密斯对话了 两个人用英文对话 通讯员在旁边给肖凡翻译 哦 真是不可思议的 没想到 这里居然还有我的同胞 史密斯先生 你说你在哪里 赤水一中 那可真是太巧了 我和我的同伴就在赤水 是的 燕鱼那里丧失太多了 领事馆周围根本无法生存 不要想领事馆了 除了我的几个同伴 包括弗雷德大使在内 其他人全都死了 我们现在只是流浪在异乡的可怜人 你那边情况怎么样 哦 你们二十几个人 竟然控制了二百多的学生 这可真是了不起 不过我给你一个忠告 在我们到来之前 你要保证局面的稳定 嗯 给他们一点吃的 不要饿死了 是的 我们会过去的 我这边有一二三四 一共八个人 好的 那就这么说定了 嗯 我的家乡在西雅图 对 那边有个钢铁厂 我小时候经常会在后面的公园玩耍 是的 在那里就能看到总统的雕像 说了好大一通话之后 约翰将对讲机放下 然后对萧凡道 总指挥 我已经初步取得了他的信任 接下来您应该给我配备几个手下 我一个人行动力量不足 不用约翰说 萧凡这边已经在生产士兵了 他手里还有一千多金 生产了三个陆军战士和四个裂兵 有白人也有两个黑人 另外 他还给约翰他们配备了一条军犬 狗就不用分国籍了 军犬的犬种看上去都差不多 将刚刚收集来的资金 再次花得一干二净 这只临时的外籍士兵团就算出炉了 将带来的吉普车给了约翰两辆 作为他们的交通工具 萧凡已经决定 以后资金宽裕了 会逐渐地将这支外籍部队壮大 也许某一天会发挥出意想不到的作用 去执行你们的任务吧 约翰带领七个战士 领命离去 萧凡看着他们一行 逐渐地接近了活动中心 开启了约翰的共享视野 新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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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密斯觉得 今天是他的幸运日 他本来就是一个普通的外籍教师 在他们国内教学资格都没有获得 结果却机缘巧合地来到了神州 成为了赤水一中的外语教师 这里的校方对外籍教师有些盲目崇拜 觉得外国人教外语 那肯定是比国内的教师要强 这在当时也算一种社会现象 导致了很多在国内没有什么求生技能的人 纷纷来到了神州 在赤水一中这里 外籍教师已经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群体 末日到来之后 一群外籍教师因为单独聚会反而躲过一截 很多失去了老师带领 又联系不到家长的学生 只能跟随这群外籍教师一起行动 听从他们的指挥 史密斯还算有点眼光 果断选择了人少地方大 又有充足水源的活动中心作为落脚点 还真的被他成功地站稳了脚跟 在末日的前些日子 他们对学生们还算不错 发现了下雨的时候丧尸不能移动 他们冲出去收集了几次物资 获得了不少的食物药品 甚至在学校警务室的废墟那里找到了几把枪 可是雨停了之后 连续半个多月的晴天 让他们的生活变得艰难了起来 学生的食物开始断断续续地给 很多时候一天只有一餐 还是也能够见底地稀饭 就这样 学生开始和他们有了矛盾 双方逐渐地有了冲突 高中的男生已经长成了大人 史密斯这些人看有些控制不住局势 干脆对几个挑头闹事的男生下了毒手 连续射杀了多个男生之后 这群高中的孩子终于被暂时震慑住了 但是史密斯也知道 一旦神州这边有了救援 他们这二十多个外国人肯定不会有好下场的 所以在之后的广播里面 他根本不敢讲汉语 只是用本国语言对外沟通 希望能够得到本国人的救援 但是广播这种东西是由局限性的 末日之后 广播只能收听到本市范围内的评断 这让史密斯有些绝望 燕云地处北方 外国人本来就不多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被自己的同胞听到 可没想到就在刚刚 一个来自领事馆的守卫队长 叫做约翰的人和自己联系上了 几经求证 史密斯已经确定了对方的身份 虽然对方人数也不多 而且暂时也和国内失去了联系 但是多了这些士兵的加入 毫无疑问 他们在这末世生存下去的几率 就大大的增加了 就算有一天被神州的人发现他们 领事馆那边也能够以国际纠纷为理由 拒绝神州法律的审判史密斯 特意换上了自己珍藏的礼服 喷上了家乡的香水 将头发整理得一丝不苟 命令手下组织学生去门口列队等待 他要以最隆重的礼节 欢迎最尊贵的客人 第55章 打入内部 得到史密斯的命令 活动中心内的人立刻行动了起来 在这里有20多个外教老师 其中多数为男性 其中有大约10个人获得了枪支 这些人就是活动中心内最强的力量 他们大声地吆喝着 让一些女学生们集合起来 欢迎来自他们国家的军人 活动中心内的学生有200多人 男女生比例差不多1比1 其中女生不乏青春靓丽的 史密斯他们不是没有动过歪心思 可是这些学生也是非常团结的 你让大家干活他们能忍 让他们少吃饭也能忍 但是如果想要欺负女同学 那么无论男女都是坚决反抗的 史密斯他们人数不多 还真不太好犯重怒 强行做那些事 双方就这么僵持着 不过现在他看着这群女生 心想也差不多了 被饥饿和枪口威胁折磨这么久 这些学生的抵抗意志 已经被消磨得差不多干净了 只要约翰他们过来 这些学生不服从也得服从了 一会儿我们的战士过来 你们必须拿出状态最好的一面 来欢迎他们 这件事情做得好 晚饭可以给你们添加一个肉菜 不要不知好歹 告诉你们 来的这些人都是保护领事馆的战士 是我国最精锐的士兵 他们各个满手鲜血 杀人如马 谁要是把事情搞砸了 你们的国家都就不了你 看到自己这一边要来强员 史密斯等人的态度也强硬了起来 几乎是强迫着学生们欢迎 大约二十个漂亮的女学生被组织了起来 分裂在门口两边 萧田站在人群第一位 手里捧着塑料的红花 微微地低着头 心内一片灰暗 他不知道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尽头 如果不是惦记父亲和哥哥 他早都不想活了 可是谁能够来救他和他的同学呢 那个从小到大保护他的哥哥 现在还会出现吗 站在门前等了一会儿 外面传来丧尸的嘶吼 活动中心附近是有丧尸的 为了躲避丧尸 他们已经十几天没有出门了 现在外面传来战斗的声音 但是却并没有枪声响起 来了 准备开门 掩护他们 几个外交立刻打开了一道小门 招呼外面的人进来 只见好几个外国大兵 快速地穿过小门 跑到了活动中心里面 他们每个人身上都风尘仆仆 有灰尘有血迹 看上去好像经历了不少的战斗 很符合当前末世人的形象 不过肖田却觉得 这些人身上的痕迹 似乎有点太新了 这让他想起了自己的老哥肖凡 肖凡小时候换了新衣服 都是能够很快弄脏 这些人莫名的神似老哥 而且也不知道是不是他的错觉 那个带头的白人军人 目光好像在自己身上停留了一下 似乎是在刻意地打量自己 并且露出了一丝惊喜甚至 慈爱的目光 肖田不禁身上一阵恶寒 一定是自己想念老哥过度 怎么感觉这个老外 越来越像老哥了 正在他胡思乱想的时候 身外的外教提醒他们 该欢迎客人了 一群女生整齐地拍手 说着热烈欢迎 史密斯似乎有给这个叫约翰的军人 介绍一下女生的意思 可是那个约翰摆摆手 我们需要了解 这里和这里周边的情况 找个地方谈谈吧 约翰跟随史密斯去了他的办公室 其余的士兵 则是分散地站在各个重要位置 比如二楼的窗口和扶梯 都是方便监视和射击的位置 这让其他外教 立刻多出了一阵强烈的安全感 看吧 这就是我们最精锐的士兵 迅速占领要冲 这下他们的安全是有了保障了 史密斯和约翰到了办公室 他给约翰泡了一杯速溶咖啡 这里并没有太好的咖啡 这是我们从附近的超市找到的 勉强可以喝 约翰拿起咖啡喝了一口 史密斯先生 还是将这里的情况介绍一下吧 好的 约翰先生 事实上在和你们联系上之前 我已经有些绝望了 最近没有下雨 我们根本无法外出收集物资 如果再没有物资补充 我们恐怕连三天都坚持不到了 你们这么多人还有枪 多出去一些人 应该是有机会收集到物资的吧 原本是这样的没错 可是这学校里出现了两只非常厉害的丧尸 我们的枪对他们很难造成伤害 外出的风险太大 开始我还能让学生做替死鬼 现在那些学生 却已经开始不服从我的命令 而我们的子弹 又不足以将他们全部杀死 所以事情就有些闹僵了 约翰点点头 这些都是小问题 我会掩护你们 撤离到安全的地方的 怎么 附近有安全的地方 没错 我们知道距离这里三百公里外 已经有人建立起了非常安全的庇护所 我们现在就可以出发 一起前往那里 好好 那简直是太好了 史密斯非常的激动 终于可以离开这个 让他提心吊胆的鬼地方了 那好 史密斯先生就去通知人吧 我们这么多人一起去 到了新的基地 也会在那里占有一个重要位置的 那我可不可以 放心 我会在那里 给你争取一个较高的职位 让史密斯先生到了新基地 依旧还是一个响当当的大人物 好 我这就去通知 哦 感谢上帝 他在胸口比划了一个十字架 然后急匆匆地离开了 做完这一切 约翰就和肖凡联系上了 肖凡已经用约翰的视野看到了一切 现在可以说 他的目的基本达成了 只要史密斯这些人离开体育馆 那么一切就都不是问题了 约定好了撤离的路线 肖凡带着人埋伏 就等史密斯这些人上钩了 第五十六章 支援成功 撤 活动中心内的一群人 终于走了出来 约翰带着他手下的外籍士兵们 拿着刺刀在前面开路 每当有丧尸靠近的时候 他们就会使用刺刀不断地刺杀 将一支支的丧尸击倒在地 全程根本不用开枪 这样既能保证安全 又不会引来大量的丧尸到来 史密斯那些人 走在约翰他们的后面 看得胆战心惊 又颇为骄傲 往日里他们不开枪 根本无法对抗的丧尸 在这些大兵的面前 就像纸糊的一样 这样的不堪一击 一想到这些强悍的士兵 是属于自己的祖国的 他们就一阵阵地自豪 萧田跟随在队伍里面 周围都是他的同学 足有一百多人 但是这些人并不能带给他安全感 当初只有史密斯等人在的时候 学生们人多势众 还能勉强抵抗一下 可是现在对方来了援兵 有了这些大兵在这里 他们已经看不到希望了 很多学生在走路的时候 甚至开始了哭泣 说起来 没想到一场末日危机 将他们全都沦落到了现在的地步 现在他们唯一能够祈祷的 就是到了新的生存地点 那里的人不要对他们太苛刻 大部队一直前行到了学校的边缘处 竟然没有遭遇太多的丧尸 这让大家都有些庆幸 约翰看了前面的宿舍楼一眼 知道肖凡等人 就等在宿舍楼的拐弯那里 回头对史密斯他们道 拐过前面的弯 我们就离开学校了 车子已经等候在那边 大家快点 史密斯等人 甚至顾步的学生 加快脚步往前走 有车子 可是谁也不知道有多少车子 万一去的晚了 坐不上车就糟了 当他们拐过弯 看到眼前的景象时候 全都呆住了 在他们的对面 几十名全副武装的战士 正在冷冷地注视着他们 那些黑洞洞的枪口 看起来绝对不是玩具 史密斯惊骇地回头 看到一脸平静的约翰 不妙的感觉顿时生了起来 约翰先生 这是怎么回事 没有怎么回事 我只是遵守我们总指挥的命令吧 你的总指挥 是 东方联邦的人 没错 史密斯就算再蠢 这会儿也意识到出了问题 他愤怒地道 约翰 你背叛了你的祖国 恭喜你答对了 不过我不算背叛 因为总指挥就是我唯一效忠的对象 其他都不算什么 萧凡这时候冷声开口 不必和他废话了 这些人欺要我们的学生 乱世就有乱世的规矩 我无序和任何人说什么 或解释什么 现在我就宣判 你们这些人 死刑 萧凡话音未落 所有的红警士兵 骑刷刷地举起枪 就要将史密斯等人 就地枪决了 你敢 史密斯突然一把拉开了衣服 露出了里面 缠绕在身上的炸药包 哼哼 不要以为我没有神妖准备 离开体育馆 我就做好万一的防范了 你们可是要知道 这个学校里面 有两个变异丧尸 萧凡看了史密斯一眼 事宜手下暂停 哦 什么变异丧尸 见炸药包的威胁有效 史密斯顿时来了精神 你们还不知道吗 男子死亡后 可以变异成高大的力量型丧尸 开始只是身材高大 这是变异的第一阶段 之后 身上皮肤硬化 这是变异的第二阶段 最后身上的皮肤 变成钢铁一样的角质层 这是第三阶段 也叫铁甲丧尸 而女性也是分三个阶段 开始是会奔跑 接近人类的速度 这是第一阶段 之后 速度会超过人类 这是第二阶段 最后 是会跳跃攀爬 动作无比的灵活 这就是第三阶段 这个时候 女性丧尸 可以被称为敏捷丧尸 这所学校里面 有一只铁甲丧尸 和一只敏捷丧尸 他们的实力 绝对不是一般人能够对付的 即使你们有枪也不行 因为他们身边 往往还会聚集一大堆的手下 只要我拉响炸药 他们就会被引来 到时候 你们都要死 肖凡点点头 好 你的信息挺有价值的 鉴于你提供了有价值的信息 所以我决定 打死你之后 为丧尸 一挥手 所有的红警士兵 骑刷刷地做出了一个动作 那就是握倒开枪 包括肖凡在内 所有人动作整齐划一 枪声大作 而史密斯的动作也不慢 他意识到无法幸免之后 第一时间拉响了炸药包 包括他自己在内 所有的这些外教 不是死于炸药爆炸 就是死于枪口之下 而肖凡的手下全部握倒 竟然无意伤亡 至于后面的学生们 他们被约翰的手下 拦在了拐弯的那一边 更是毫发无伤 肖凡不顾炸药的硝烟 直接冲到了学生队伍里面 一眼就看到了 自己的妹妹肖田 肖田 哥 肖田几乎不敢相信 自己的眼睛 一下冲到了肖凡的怀里 哥 你怎么会来的 我不是在做梦吧 不是做梦 这些事情以后再说 你没受什么伤害吧 没有没有 我没有受到伤害 肖田左右摇头 眼泪流了出来 肖凡没有时间叙旧 见妹妹没有受伤 心里长舒一口气 看了一眼雷达地图 见周围有不少的红点 开始往这边汇聚 没有时间了 所有学生跟我走 约翰 其余人一分为二 分为前锋和后队两个部分 务必要掩护学生们安全撤离 明白 保证完成任务 红警士兵们立刻分开 一半的人带着学生们 快速往前冲 只要冲过前面的街道 就会回到动物园的地界 那里 已经被清理出了一片真空区 现在正是安全的时候 还有一半的战士 则是快速地组成防御 他们缓步后撤 掩护学生先走 而在他们的身后 大群的丧尸 开始蜂拥而来 走在最前面的是一大群的女性丧尸 第57章 内讧 动物园内 一场胜利大逃亡正在进行 一百多学生 在十几名战士的掩护下 开始拼命地往前奔跑 他们的目标 是动物园内另外一边 那里的铁丝网都被工程师剪开了 只要跑到那里 就有红警士兵开着的大货车等候 上车就能顺利离开 而距离他们大约百米 也就是动物园的大门口处 三十多名红警士兵 布置成了防御圈 正在狙击从校园内 源源不断涌出来的丧尸 肖凡没有跟随学生们率先离开 而是留在这里指挥 不要无差别攻击 重点攻击对方的敏捷丧尸 喷火器战士注意 当丧尸数量要压制不住的时候 立刻防火点燃车流 这里的车辆基本都有汽油 到时候会引起爆炸 枪声不断地发出轰鸣 将一支支冲出来的丧尸击倒 敏捷丧尸确实很强 动作非常的快 哪怕是第一第二阶段的变异体 也不是那么轻易就击杀的 往往需要几个战士相互配合 比如先打断一条腿 减缓他的行动 然后再击毙 萧凡的目光锁定了一只 浑身不满细密灵甲的敏捷丧尸 这就是史密斯口中的三级变异体 不但速度非常快 而且普通的步枪和轻击枪 对他造成的伤害已经不大了 虽然在重点火力照顾下 这支丧尸挨了两枪 但是并没有影响多少速度 依旧敏捷地在车流里面穿梭 甚至还懂得躲闪 呸 老子就不信了 重机枪组 给我锁定这只丧尸 不惜代价干掉他 重机枪组 此时停在一辆击步车上 机枪架起来 一直处于待命状态 得到总指挥的命令 组长牛奔立刻开火 当当当当 重机枪开火 不是哒哒哒的声音 金属洪流开始疯狂地咆哮 任凭敏捷丧尸动作再快 在重机枪的面前 依旧有些不够看 一个跳跃没跳好 腿立刻被打断 一团血花飞溅 敏捷丧尸被爆头了 结果了敏捷丧尸 还有一只巨大的铁甲丧尸 正在步步逼近 这只丧尸更是难缠 除了狙击枪和重机枪 别的枪械只能在其身上 留下一个白点 不过萧凡这会儿 却不打算缠斗了 立刻下达了烧毁车流的命令 早就按耐不住的 两个喷火器战士 同时开火巨大的火龙 席卷了半条街 被点燃的汽车 开始接二连三地发生爆炸 咱们回家 所有的红警士兵 立刻收枪撤退 动作井然有序 短短一分钟之内 动物园的门口 就已经空无一人 沿着来时候的路 快速地穿过动物园 很快 萧凡一行人 在动物园出口那边 和大部队会合了 萧田已经被当成 重点保护对象 安排在了萧凡的车里 萧凡打开车门 上了崭新的东风猛市 军用吉普 萧田立刻萧凡的手 依偎在他的肩头 一句话也不说 萧凡也没有多说什么 只是吩咐开车 车流滚动 离开了赤水县的动物园 开始向着燕山镇的方向出发 走在路上 萧凡还在想着 回去之后 这么多人 是没有办法住在大酒店里了 看来他要另外找一个安身之地 而且 燕山镇明显也不是久待的地方 他还是要尽快地选择一个根据地 能够长期生存下去的那种 毕竟作为红警系统 没有根据地是万万不行的 单单那些建筑物 一旦建造出来 恐怕燕山镇都放不下 心里思索着问题 部队也在回程的路上快速前进 星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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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燕山镇 侦察兵徐强已经带着几名战士 回到了这里 并且将打量的便衣兽肉 运送到了燕山镇派出所的大楼 这座大楼已经荒废了 里面有一些武器 也被之前冯正祥那群人搜刮一空 但是这里总体来说 还算干净整洁 一共有三层楼 正好适合临时居住 派出所大楼 距离大酒店只有不足300米 彼此相互之间也能够看到 当徐强他们回来 并且进入派出所之后 大酒店那边有些人就坐不住了 比如王大江 作为燕山镇曾经的宣传委员 王大江其实是很有野心的 尤其末日爆发之后 曾经那些管着他的领导都不见了 他自觉他应该就是燕山镇第一人了 但现实的情况却不是这样 萧凡一回来以后 立刻掌握了局面 现在所有的人都要听他的 萧凡掌权也不是不可以 但是王大江觉得 自己应该获得更多的权利 所以在背地里面 他也联系了一些人抱团取暖 这些人有些是冯振祥以前留下来的 有些是和萧凡的父亲不对路的 还有些就是看不起萧凡这个矛头小子 能够管理这么多人的 他们聚拢在王大江身边 打算寻找一个时机 和萧凡好好谈谈 团结就是力量嘛 萧凡在霸道 这么多人的呼声 他不能不好好的考虑考虑吧 再者说了 萧凡都能带领这么多士兵回来 那就说明外面的情况并没有太糟糕 早晚大部队回来接管这里的 难道萧凡就不担心 到时候有人说他的坏话吗 他就不怕被上级处理吗 至于什么总指挥的说法 王大江嗤之以鼻 一个大学毕业没几年的学生娃 估计最多也就是 一个什么小队的总指挥罢了 不可能是太大的官 他现在需要做的 就是耐心地等待时机 并且不断地拉拢人心 今天看到徐强带着一些人 拉着好几大车的物资回来 并且没有回到大酒店 而是去了派出所之后 王大江就觉得机会来了 他带着一些人 来到了派出所的门前 凭什么 你们凭什么不让我们进去 就是啊 带回来了什么东西 凭什么不让我们知道 这么长时间以来 萧凡说什么 我们就做什么 每天干活不比任何人手 可是事实呢 事实上 这里的好东西 都便宜萧正远 和他的那些亲朋好友了 我们这些人 难道就该被歧视吗 对啊 我们要求公平的待遇 见者有份 把东西拿出来 王大江身后有四十多人 他以为已经造成了 足够大的声势 这个叫徐强的当兵的 肯定会妥协 可是徐强压根不和他们啰嗦 直接掏出枪 拦在派出所门前 这些物资都归总指挥调配 其他任何人没有权利 谁再过来捣乱 就地枪毙 哗啦哗啦 留守在这里的侦察兵 沈光明也带着人过来了 十几把枪指向了人群 现场顿时安静了 第58章 交火 王大江一行人 寻找徐强讨要说法的结果就是 大酒店这里形成了分裂 一伙人就是王大江这些人 另外一伙人 则是以肖振远为首的一群清静肖凡的人 得知王大江一群人去找儿子的手下讨要物资 肖振远非常生气 和王大江他们吵了一架之后 两伙人就算彻底分开了 肖振远他们六七十人住在二楼 王大江等四十多人住在一楼 一楼和二楼之间 被杂物彻底封堵 互相不再往来 二楼的人出门 走大酒店的室外楼梯 不从大堂经过了 这样一来 二楼和派出所那边的距离 反而缩短了 李南风一行人 就是这个时候来到燕山镇的 行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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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辆摩托车逐一地来到了燕山镇的边缘 李南风独自一个人驾驶一辆摩托车 停下来之后 小弟上前给点了一支烟 吐出一个烟圈 李南风又拿出了望远镜 仔细地观察燕山镇的情况 大酒店那边有大群幸存者聚集 初步估计人数在一百人以上 不过没有发现退役军人 找到退役军人了 在派出所那边 人数大约十几个 和情报完全吻合 对方在卸货 车辆也都是重卡一类的 火力水平中等 很快看完 李南风的心中有了底气 在他看来 燕山镇这群人的破绽百出 首先十几个人 正面干话 也不是自己一方的对手 而且对方的退伍兵 还不和幸存者住在一起 这更是给了自己各个击破 或者抓捕人质的机会 还以为多危险的一件事 没想到这么几个人 就将冯镇祥那群废物 打得屁滚尿流 陈福东也是个没胆的 这点事还委托卢旺来办 结果便宜了我们 李南风看得出来 燕山镇这里的丧尸 基本没有了 最起码这半边是没有了 那就意味着 整个燕山镇的物资 都被这群人收集了 在末世里面 这可是一笔无比巨大的财富 现在即将落入他的手里 他的势力必然会爆发式的增长了 走 咱们过去会会那群当兵的 摩托车启动 他们直奔派出所的方向而去 李南风不知道的是 就在他观察派出所这边的时候 派出所那里 徐强也在用望远镜观察他们 徐强这些人 都是训练有素的士兵 警戒从来就没有放松过 自从这群摩托车 进入燕山镇之后 就已经在他们的监视范围之内了 十辆车 十九个人 全部带枪 看上去都是有过一定战斗经验的 总指挥还没回来 我们这边现在一共十二个人 正面作战也不怕他们 但是大酒店那边 现在没有防护 必须让肖振远老爷子他们撤回来 徐强立刻下达了命令 让大酒店的人过来 肖振远接到通知 毫不犹豫地 带着二楼的人 全部撤进了派出所里面 至于一楼的王大江他们 肖振远根本没管 大家刚刚闹掰 这会儿谁还管他们的死活 二楼的人全部从室外楼梯下去 因为为了躲避丧尸 大酒店的窗户 全部被棉被封堵了 他们的撤离一楼的人 竟然完全不知道 等到李南风他们来到派出所附近的时候 肖振远等人 已经全部进入派出所 徐强命令所有人进入室内 将房门锁上 占据各个窗口位置 等待对方的到来 李南风一行人 来到派出所门前的街道上 徐强在室内大喊 站住 干什么的 李南风听着声音 很快找到徐强的位置 立刻露出一丝名笑 当兵的 我们是过路的 能不能进去 让我们喝口水呢 不行 这里已经被军管了 你们去其他地方吧 附近有控制的民居无数 能够找到水源 呵呵 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 什么势道了 还给我摆臭架子呢 还军管 我管你妈 李南风可是没有什么耐心 抬手对着二楼徐强所在的位置 就是一枪 可是没想到 徐强竟然和他同时开枪了 一枪对射 高下立分 李南风固然枪法不错 为人出手也够狠 但徐强已经是二星侦察兵了 放在一般的部队里面 也是兵王一样的存在 一枪对射之后 徐强躲开了李南风的子弹 李南风的手臂 却中了一枪 卧槽点子够硬 开火 李南风的手下同时开火 他们学着电影里的场面 拿着枪对着各个窗口疯狂扫射 以为这样就能够将敌人压制的 抬不起头来 可惜 他们低估了红警士兵的实力 也高估了自己的实力 红警士兵不急不躁 依托窗口作战 双方交火不到一分钟 李南风这边已经倒下了八个人 剩余还有三人挂采 一共十九个人 这就差不多损失一半了 李南风也意识到了情况不对 他拿着一根布条 绑住手臂的伤口 高呼道 撤 去大酒店抓人质 剩余的人立刻疯狂逃窜 速度还真是够快 徐强这些人在室内 也不方便追击 或者是根本就没打算追击 因为徐强知道对方跑不了 他已经得知了消息 萧凡的大部队就要回来了 抓人质是吗 那就去抓好了 李南风看到派出所内的那些当兵的 没有追出来 长出一口气的同时 也在暗骂对方够蠢 竟然留下这个巨大的破绽给自己 来的时候十九个人 现在算上他也只有十一个人了 李南风将怒气 全部撒在了酒店内的人质身上 到了酒店门口 他一脚直接踹开了大门 王大将他们听到枪声 还在趴窗户偷偷地查看情况 没想到这群人竟然这么快来了这里 你们 干什么的 一个幸存者开口问道 李南风过去就给了他一个嘴巴 妈的 闭上嘴 所有人都给我听好了 乖乖地配合我 我保证 你们活着 谁敢啰嗦一句 我就逼了他 幸存者们立刻静若寒蝉 说 萧凡是不是在派出所那边 李南风抓住这个挨打的幸存者问 应该是的 不过他昨天出去了 还没回来 去哪了 带了多少人 多少武器 说没说干什么去了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啊 幸存者快吓哭了 你可要去楼上问问 萧凡他爹萧正远 就住在楼上 他应该知道情况 第59章 强攻 李南风听到这句话顿时大喜 萧凡 原来你老爹在这里 只要抓到你老爹 我看你还怎么和我斗 还不得乖乖地对我投降 他立刻带入冲向了二楼 但是到了楼梯这里 却发现被堵住了 怎么回事 我们今天发生了分歧 萧正远带着一群人住二楼 将这里堵住了 不过室外楼梯可以上去 操 不早说 李南风立刻带人去室外 这个过程之中 他心里有了一些不好的预感 果然 当他从室外楼梯上二楼之后 才发现这里已经人去楼空了 坏了 肯定全跑派出所那边去了 李南风看了派出所一眼 心中盘算 接下来该怎么办 还没等他盘算出个一二三 就看到远方大道上 一个车队正在向阉山镇进发 心中一惊 他立刻拿出了望远镜查看 一二三四五 一共十二辆车 其中三辆是军车 三辆是SUV的吉普车 一辆长长的大巴车 剩余的全部都是大型的重卡 重卡吉普车他不在乎 他看到那三辆军车有些颤抖 因为那些军车上面 甚至有的还架着机枪啊 比如那个全地形车 上面全副武装的坐着八个战士 机枪高高的架起来 即使隔着如此之远的距离 李南风也能感觉到 这玩意儿的威力 不好 看来情报有误 他旁边的一个手下心急的道 李哥 现在我们怎么办 不要慌 慌什么 我们这里是有人质的 对对 我们有人质 他们不敢拿我们怎么样的 李南风转过头 对手下吩咐 去 到一楼降门锁上 你们全都在一楼看着人质 我留在二楼和他们谈判 好 那李哥你自己小心 李南风又包扎了一下手臂的伤口 挥挥手让众人离开 不过所有人都不知道 李南风趁着人们离开 悄悄地将一辆摩托车 停放在了附近的草丛里 只要他从二楼的窗户跳下去 就可以很快来到摩托车旁边 快速地冲上一条小路离开 小路崎岖 大型车辆不易通行 这是李南风给自己留的生路 不说李南风这边的准备 肖凡他们终于回到了燕山镇 在路上的时候 徐强就已经和肖凡联系过 将这里的情况全都说清楚了 所以 肖凡也就没有回大酒店 带着车队 直接来到了派出所 下车吧 到了这里就暂时安全了 他营救回来的学生们 纷纷下车 小田 爸爸 萧田和父亲肖振远见面 激动地立刻哭了出来 肖振远也是眼泪含在眼眶里面 这个世道 他的儿女还都能回到他的身边 真是老田可怜他 好了好了 都进去吧 这么多人有点挤啊 不过没关系 这边的事情一了 爸你们还是回到大酒店二楼去 派出所这边就留给学生住吧 行行行 不过小凡 你可要小心 那些人很凶呢 没事 我们这么多人 还怕他们吗 现在肖凡的大部队总人数 已经达到了63人 而且还不包括军犬 大酒店那里的来饭之人 就剩下十来个 在肖凡看来 不过是土鸡娃犬 不堪一击 战士们开始卸货 将分解好的 大块大块的便衣瘦肉 搬进了派出所后面的食堂 徐强回来后 就特意出去收集了很多的冰柜 目前派出所后院食堂这里 已经摆放了几个是腾空的冰柜 专门用来装瘦肉的 肖凡看了一圈 对徐强道 解决大酒店那边的事情 我们需要开始收集物资了 我们要建立基地了吗 有这个意向 虽然基地车还没有 但是选址也应该进行了 收集物资的过程之中 我们要出去一趟 明白 人们开始忙碌起来 肖凡的身边 现在一直跟着几个人 其中包括通讯员郭威 医疗女兵孙飞飞 侦察兵徐强 裂兵王湛和李龙 另外还有军犬孝天 这些都是随时供肖凡差遣 同时也保护肖凡的人 总指挥 大酒店那边 肖凡一想到王大江那些人 就有点烦 人多了 总是有一些人 自命不凡地上蹿下跳 肖凡很是讨厌这些家伙 与其和对方劳心劳力地谈判 还不如直接将其踏平 至于人质万一有个牺牲的 就当他们为了自己的大业捐躯了吧 所以他干脆地一挥手 叫沈光明带着三个班 强攻拿下 是 侦察兵沈光明 立刻调集了三个班的战士 开始向大酒店进发 这边的情况 大酒店那边的人都看在眼里 李南风看到这里 就是心中一凉 没想到 对方竟然直接派兵过来了 他们难道不担心人质的安危了吗 他立刻让一楼那里 将人质带到窗口 威胁对方不要过来 他的手下 也按照他的吩咐做了 当红警士兵们接近的时候 两个人挟持了两个人质 来到窗口处疯狂的大吼 当兵的 别过来 不然我就杀了这些老百姓 你们当兵的 不是要保护老百姓的吗 不能不管他们的死活吧 碰 一声沉闷的枪声响起 正在喊话的人 当场倒在了血泼之中 后面的狙击手开枪了 沈光明一挥手 不要管人质 以班为单位 强攻正门和左右两侧的窗户 红警士兵们迅速行动 每个班都是有人冲锋 有人掩护 一旦有人冒头 立刻开枪击毙 正门很快被打开 沈光明一马当先地冲进来 凭借出色的军事素养 他拔出微生手枪 一个翻滚进入大塘 迅速开枪 连续击倒了三个顽抗的人 之后的战斗 就是一面倒了 各个战斗小组都冲了进来 很快控制了局面 沈光明都以为 战斗就要这么结束了 可是没想到 一辆摩托车 突然在外面发动了 跑了 有一个人跑了 沈光明看了一眼 就知道不容易追上了 不过他的身边 还跟着一个狙击手陆平 这是一个二星的狙击手 实力非常强悍 陆平 能够干到他吗 他走的小路 荒草太多 没有绝对把握 不过我可以试试 陆平迅速地来到了二楼 架设起了狙击枪 远处传来一声爆炸 摩托车爆炸了 第六十章 奇怪的变异 陆平一枪开完 告诉沈光明 距离太远荒草太多 只是打爆了摩托车 不过那个人受伤不清 走小路的话 遇到丧失的几率很大 他应该活不下去了 嗯 无所谓了 跑了一个人而已 我去向总指挥报告 沈光明离开了大酒店 去向肖凡汇报了情况 肖凡也没有太在乎 这件事 他用脚趾想都知道和谁有关 最大的嫌疑就是陈福东了 毕竟他和冯振祥是亲戚 而陈福东的监狱基地 距离这里有二百多公里 想要过来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 距离燕山镇最近的人类幸存点 应该就是赤水县的批发市场 不知道这件事批发市场的卢旺 是否有插手 但是在肖凡看来 他的嫌疑很大 暂时不去理会这件事情 肖凡还有不少的事情要做 现在他的手下兵强马壮 应该将燕山镇剩余的丧尸全部干掉 将这里的物资搜刮了 相信搜刮完燕山镇这个目标就不远了 中午派出所食堂炖了几大锅的便衣瘦肉 配合从超市里面找到的一些真空包装食物 弄了一顿美餐 让老爹和妹妹跟自己一起吃饭 至于其他人就没有这个待遇了 吃过饭之后 沈光明开始带着人出发 前往燕山镇深处去清理丧尸了 肖凡给他的任务就是 一个星期内彻底地拿下燕山镇 其余的幸存者 肖震远带着以前的相亲回到了大酒店的二楼 而新来的学生则是全部住在了派出所里面 这里还是很拥挤 这也让肖凡愈发地想要离开这里 寻找新的落脚点 坐在派出所的所长室里面 这是三楼的最后一间房 肖凡在办公桌后坐下 拿出来一张找到的地图 开始仔细地查看周边的地形 寻找合适的居住地点 星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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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燕山镇这边的青角战斗打响 另外一边 李南峰艰难地在香道上前行 摩托车的爆炸又给他带来了不轻的伤害 一条手臂好像骨折了 后来又被摩托车爆炸震了一下 现在又开始渗血了 李南峰手里没有药品 只能用血迹斑斑的衣服包扎了一下 暂时应付 没有了摩托车 他只能依靠自己的双腿 一步步地向批发市场基地走去 70公里的距离 放在交通方便的时候不算远 可是现在是末世 他一个人靠着双腿 又是重伤的情况下 简直就犹如天涯一般遥远 李南峰已经快要走不动了 他急需补充一点食物 但是野外是没有吃的的 他只能冒险前往村庄 不知道走了多久 他终于看到了一处村庄 李南峰提着枪 硬着头皮走了进去 刚刚进入村庄 他就遭遇了丧尸 十几只丧尸咆哮着冲过来 而且动作也不是非常缓慢 看上去是有了一定的进化程度 李南峰已经跑不动了 只能开枪选择射击 平速精湛的枪法 此刻已经大打折扣 连续射杀了多只丧尸后 他还是被一只丧尸进身了 哦 丧尸扑过来 一口咬住了他的受伤的手臂 因为那里正在往外渗血 鲜血的味道最是吸引丧尸 所以这里成为了攻击的目标 该死的 我杀了你 李南峰没有子弹了 只能用枪把不停地攻击丧尸的头 凭借强大的毅力 硬生生地将丧尸的头砸烂 看着已经没有了生命力的丧尸 李南峰的心里一阵的悲哀 完了 全完了 他被丧尸咬了 要不了多久 也会变成和对方一样的形式走路 李南峰不想要这样的结局 他在临近的鸣居里面 找出了一把菜刀 肖凡 这次老子如果不死 一定和你没完 拿着菜刀 他硬生生地将自己的一只手臂砍了下来 而他的伤口处 也不断地有黑红香剑的血液流出来 黑色的血代表了被感染 红色的血代表正常 黑红香剑证明了感染程度还比较轻微 李南峰痛苦地大叫 他想要立刻死去 但是求生的欲望支撑着他 从鸣居里面找到了一点止痛要吞下去 又弄了一点干净的布包扎 他本来是要寻找吃的东西 可是因为流血的原因 竟然又引来了丧尸 万般无奈的李南峰再次踏上逃亡之旅 身后还跟着一群步履蹒跚的丧尸 丧尸是不知道疲倦的 为了食物 他们可以一直行走下去 现在速度如同乌龟一样的李南峰 根本甩不开他们 不知道又走了多久 李南峰终于支撑不住了 他一头栽倒在了一条水沟里面 后面的丧尸终于追了上来 李南峰连续喝了好几口污水 这会儿他感觉自己的状态非常非常的差 身体好像已经不是自己的了 手臂的疼痛似乎也消失了 就连他一直困扰自己的饥饿感也没有了 唯一还有的 就是眼前就要过来的丧尸 李南峰死到临头顿时惊恐地大叫 别过来 别过来 不要吃我呀 我不想变成和你们一样 站住 给老子站住 绝望时刻的大吼 本来是最后的挣扎 但是这会儿竟然出现了奇迹 那些眼看来到身边的丧尸 竟然一个个的全都站住了 木头庄子似的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一双双星红的眼睛 还在死死地盯着李南峰 似乎在等待他接下来的话 李南峰顿时愣住了 这是一个什么情况 他尝试着在阴沟里面爬起来 低声对丧尸道 后退 这几头丧尸立刻笨拙地开始后退 李南峰再次一愣 他意识到了事情的不同寻常 他急忙转身 低头看向自己所在的臭水坑 等到水面平静下来的时候 他看到了一张丑陋的脸 一张和那些丧尸基本一模一样的脸 第61章 基地车图纸 燕山镇的枪炮声已经持续了三天了 三天的时间里面 萧凡每天都有为数不少的资金进账 第一天的时候 萧凡的部队消灭丧尸2700只 收获3200斤 这些资金萧凡没有留着 而是继续充实部队 又造了两个班的战士 第二天 消灭丧尸3100只 收获4050斤 萧凡再次补充了一个班的战士 和一些特种战士 其中包括两个喷火器战士 大规模的战斗时候 喷火器战士能够起到的作用 往往是巨大的 第三天 消灭丧尸3900只 收获5100斤 这些资金 萧凡首先生产了一辆 VP22轮式装甲运兵车 这辆车的造价是3000斤 驾驶舱内有两名驾驶员负责 车厢内成员16人 全车覆盖装甲 可抵御枪械和小口径机炮的攻击 装备防弹玻璃 车底装备防围甲板 并且留有16个射击孔 车内人员可以调整角度 向外部开火 萧凡早就想要一辆实用的战车 只是一直苦于资金压力没有成型 现在终于可以生产了 萧凡立刻制造了出来 剩余的资金 萧凡又花费1000斤生产了一辆餐车 再花费1000斤生产了5名吹石班战士 现在部队人数越来越多 做饭问题单单依靠林家姐妹 已经忙不过来了 吹石班的生产势在必行 吹石班的大厨叫做王辰 精通川菜和香菜的烧制 另外的几个吹石班战士 有的精通北方菜 有的精通粤菜 有的精通卤菜 五花八门 可以满足大家众多的口味需求 这三天过去 萧凡的部队人数 也上涨到了整整100人 距离满边连队140人的要求 最多也就是三天就能达到了 直到第四天的早晨 萧凡正准备继续率队出发 围剿丧尸的时候 事情出现了一点变化 报告总指挥 发现补给香 立刻取回来 萧凡很兴奋 已经有一段时间 没有看到部给香了 徐强带人去拿部给香 通讯员又过来报告 报告总指挥 广播里面收听到了新的消息 讲 燕鱼市许多首领约定 三天后将会在农机市场基地 举行交易大会 我们是否要去参加 哦 交易大会 萧凡微微地摸了摸下巴 他可以想象 如果去参加的话 说不定就会遇到陈福东 或者卢旺 虽然双方还没有正式撕破脸 但是梁子已经结下了 搞不好会有争斗 但是萧凡也不怕 先不说自己手下 已经有一百名战士 单单交易大会这几个字 就足以吸引他过去一趟了 别的物资 他都可以自己收集 但是经营这些东西 收集起来非常的麻烦 如果能够通过交易 来获得一些自然是好的 很快下定决心 萧凡告诉通讯员 你在广播里面说 我燕山镇萧凡 需要大量经营 如果谁有货 可以带到交易大会去 我可以拿其他物资来交换 包括变异瘦肉 末时开始快两个月了 变异瘦肉的秘密 应该也早就不是秘密了 萧凡相信 任何人都是齐缺这种物资 毕竟其他人 未必有那个实力和运气 能够在动物园里面横扫 所以这个筹码抛出去 任何首领都不可能不动心 明白 通讯员立刻按照萧凡的吩咐 将这些消息发布了出去 这边萧凡则是盘算出发的时间 燕山镇距离农机市场基地 有150公里 提前一天走应该差不多能够赶到 看了一下手头的资金 还有一千多金 萧凡决定再给自己增加一点防护 他花费一千金 再次生产了两个侦察兵 徐强和沈光明 经过这么长时间的历练 已经基本都能够达到带队的要求 萧凡决定任命他们 为一排长和二排长 这样一来 身边就没有万能的侦察兵保护 总是感觉安全不够 这一次 萧凡生产了一个男性侦察兵 一个女性侦察兵 几分钟之后 两个侦察兵出现 侦察兵沈瑞辉 向总指挥报道 侦察兵薛宁儿 向总指挥报道 沈瑞辉是一个 二十岁左右的年轻小伙子 一双眼睛很亮 一看就是有些小机灵的战士 而薛宁儿 是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子 而且身材很好 穿着军装站在那里 看着就让人移不开眼球 你们两个从今天开始 就是我的贴身警卫员了 负责保护我的安全 总指挥放心 保证完成任务 两个侦察兵齐声回答 无比的忠心 这个时候 侦察兵徐枪也回来了 总指挥补给箱找回来了 一个木头箱子 放在了肖凡的面前 肖凡满怀激动的过去 将其打开 恭喜总指挥 获得基地车建设图纸 当安妮的提示音响起的时候 肖凡激动的差点没有跳起来 真是没有想到 他居然这么快 就获得了基地车建设图纸 要知道 红警最重要的就是 要有一个发展基地 而没有基地车的话 那么一切就都是空中楼阁 立刻打开图纸 上面有很多负责的文字公式 肖凡根本看不懂 但是有一部分是可以看懂的 基地车建设要求 刚才100吨 铁300吨 铝30吨 橡胶30吨 需要车床以及其他工具若干 需要工程师10人 需要工兵30人 一切条件准备齐 耗时一个月可完成 肖凡冷了冷 其他的东西都可以收集准备 但是工兵他没有呀 询问安妮 安妮立刻给予提示 总指挥 工兵是营级单位入列 请您尽快升级吧 肖凡立刻查看了一下 升级营长的条件 需要连队满员 并且需要五万斤 肖凡盘算了一下 燕山镇的情况 这里的丧尸 大约还有两万多只 无论如何 是不可能凑齐升级条件的了 看来前往农机市场 参加交易大会 已经是势在必行了 全军出动围剿丧尸 明天进行军事整编 第62章 离去的尸群 第四天的下午 燕山镇枪声停歇 全军回来休息 吹士班已经做好了饭 全体就餐之后 肖凡对部队进行了整编 首先 他整编了两个满边的战斗牌 一个牌30人 其中包括三个战斗班24人 而且每个牌 配备了一个喷火器战士 作为清扫丧尸的重要环节 一个侦察兵担任牌长 还有一个狙击手 一个医疗兵 这就累计达到了29人 还配备了一个通讯兵 保证上级和牌通讯畅通 配备一辆212级普车 还有一辆大型卡车 作为牌的机动车辆 两个满边牌就是60个人 当初最早跟随肖凡的那些战士 另外每个牌配备两条军权 这个是不占有名额的 两个牌装备完全 这就是肖凡的主力部队的 另外肖凡还将新获得的资金 一鼓作气生产了10名工程师 这些工程师留在这里的任务 就是研究图纸 帮助指挥收集物资 为了建设基地车做准备 又生产两个通讯员 作为这里的联系人员 剩余的人全部跟随肖凡离开 其中包括 侦察兵两人 重机枪战斗组三人 狙击手两人 火箭筒战施一人 喷火器战施二人 三星陆军战十二个人 三星动员十二个人 医疗兵三人 吹士班战施三人 工程师一人 通讯员一人 军权两支 这个时候 肖凡的部队总人数 已经达到了112人 人数确定完毕 肖凡开始准备车辆 这一次前往交易大会 肖凡当然是要乘坐 自己的东风猛式机扑车 山猫全地形车 当然要带上 无论是侦察 还是突击效果都很好 新生产的装甲运兵车 则是主力 也必须跟随前行 另外就是带着一辆餐车 确保大家在路上有吃的 最后就是几辆运送物资的大货车了 一些多余的 暂时不需要的物资 都被装上了车 最后就是便衣瘦肉 这个大头货了 二十多个冰柜被清理出来 很多便衣瘦肉 被搬运上车 装上冰块避免腐烂 一切就已经准备就绪 而忙完了这些 时间已经又过去了一天 临走的时候 萧凡将徐强和沈光明 叫到了身边 你们两个战斗牌 这段时间不能一起出动 必须确保 有一个战斗牌留在燕山镇 不但要保护我家人的安全 这里还有很多的学生和百姓 不能不管他们 明白 你们的任务轻重缓急是这样的 先慢慢地清理燕山镇的丧尸 另外就是搜寻周边的 有金属的地方 听从工程师的指挥 为了建设基地车做准备 不要我这边资金都准备充足了 你们还没有将这些基础的东西准备好 是 保证完成任务 好了 我要先走了 交代完了以后 萧凡带领人开始上车 在父亲妹妹 以及很多其他人的目送下 萧凡的车队离开了燕山镇 信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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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了燕山镇之后 萧凡靠在猛士车的靠背上 闭目养神 身边传来一阵阵的幽香 和他同乘一车的 还有侦察兵薛宁儿 医疗女兵孙飞飞 负责驾驶的是侦察兵沈瑞辉 侦察兵保护他 医疗版保证他的健康 自然要跟他坐一辆车 而其女同志嘛 照顾照顾也是应该的 萧凡是绝对不会承认 他有其他心思的 绝不会承认 在前面开路的是山猫全地形车 通讯员也跟在那辆车上面 随时通过车载电台和萧凡联系 后面则是装甲运兵车 里面有16名全副武装的战士 是火力保证 在后面是餐车 估计这会儿在准备食材 最后是三辆大卡车 车队离开燕山镇没有多久 就经过了一个村庄 沈瑞辉开车 不由地发出了疑的一声 怎么了 总指挥 这个村庄里面居然没有丧尸啊 哦 居然没有丧尸 萧凡来了精神 这个事情有些奇怪啊 是的 一个丧尸都没有看到 沈瑞辉又开了一会儿 看到了前面的山猫地形车 猛士在这里停了下来 通讯员来到车窗这里 和萧凡报告 报告总指挥 这里的丧尸都离开了 离开了 为什么会离开 萧凡觉得很奇怪 因为他所见的丧尸 全都是在原地打转的 还从来没有主动离开的 为什么暂时没有搞清楚 但是可以确定的是 大约三四天前 这里的丧尸来了一个集体迁徙 成群结队地去往了西北方向 总数量大约在一千只以上 初步只能确定这些消息 萧凡沉吟了一下 本能地觉得 这不是一件好事 丧尸最大的弱点 就是没有智慧 而且基本都是单打独斗 这样下去 再多的数量 也会被逐渐站稳脚跟的人 一一消灭 但是如果丧尸有了智慧呢 有了统一的行动呢 那么 处于数量上绝对劣势的人类 还有什么优势可言 这件事虽然诡异 但是萧凡现在却没有时间去追查 他必须立刻赶往交易大会了 这件事记住了 让烟山镇的人提高警惕 我们先走 是 通讯员上车 车队继续前行 中途经过一些小的村庄急阵 偶然遇到丧尸 车队也基本都不会停留 山猫全地行车上面 就有车载机枪 机枪一响 可以阻挡车队前进脚步的 就是路上那些抛锚的车辆 每当这种车辆多的时候 就不得不下车清理 严重地影响了行进速度 就这样 一路走走停停的前行 走了大约80公里后 天色已经有些晚了 车队来到了一个很小的村落时候 萧凡下令停车 今天晚上就在这里休息 明天一早赶路 战士们下车休息 萧凡随意地看了一眼地图 想看看这个村落有多少丧尸 可是他还没看到丧尸 却看到村落里面 有几十个绿色光点 幸存者 第六十三章 赵大山 萧凡的雷达地图 直径是一千米 正好可以将这个小村装完全覆盖 能够清晰地看到 那群幸存者的行动 对方大约三十多人 占据了几处房屋 这三十多人现在分成了两部分 十来个人留在房屋那里 还有二十多人 正在往自己这个方向移动 看着是乘车来的 萧凡立刻下达了命令 所有人戒备 有人过来了 立刻就有战士行动起来 开始占据制高点 准备应对来犯之人 小村装很小 两分钟以后 车子就到了近前 嘎吱嘎吱 刹车声响起 四五辆SUV的越野车 停在了萧凡等人面前 漠视的人开车就是这个样子的 能飘移就飘移 怎么耍帅怎么来 虽然现在没有4S店去维修保养了 但是奈何 车子多的是 这一辆开坏了 随便去马路上 再开来一辆就是了 这些越野车 也都是一些豪车 停下来后 车上面下来了二十多人 下车以后 本来还气势非凡的众人愣住了 他们看到了什么 好几辆军车停在那里 一个个身穿迷彩 全副武装的战士 端着黑洞洞的枪口 正在四面八方地指着他们 这些人顿时就傻眼了 漠视已经开始了两个月 人们几乎全都忘记了 之前的社会秩序 没有了道德和法律的约束 无论是谁 形势都开始肆无忌惮了起来 认为再也无所畏惧 但是事实上 一旦面对正规军 以前深藏在人们骨子里面的畏惧 立刻又被唤醒了 前面带头的一个人 手里拿着一把自动步枪 面对肖凡这边强大的阵容火力 立刻就变得结巴起来 这这 这位 长官 肖凡目光从这些人身上扫过 冷哼一声 你们是干什么的 前面的年轻汉子听到问话 情不自禁地合拢双腿 直溜溜地站着回答 我们是赵庄基地的 我叫赵大山 肖凡回忆了一下 他听过这个名字 当初刚刚来到燕云市 见到韩东阳的时候 韩东阳就介绍过燕云市的势力分布 当时韩东阳介绍的几个人 都是有较大势力的 其中就包括赵庄的赵大山 可是肖凡没想到 这赵大山竟然是如此质朴的一个人 看来以前应该是农民 并没有漠视里面很多人那样的坏心思 肖凡脸色也缓了一缓 我是燕山镇的肖凡 啊 你就是肖凡 赵大山的眼睛一下亮了起来 我知道你 你的人在广播里面说过 要拿物资换金银珠宝 我们这次来参加交易大会 你可是主要交易对象之一呢 哦 你们也是来参加交易大会的 准备了多少金银 肖凡也是心中一喜 要是现在就能获得一笔金银 对于他无疑是有很大好处的 准备了不少呢 我们那里所有人的金银首饰 还有平时收集的一些 我全都带来了 咱们现在就可以 说到这里 赵大山顿了一下 这位肖长官 你们是不是正规军啊 肖凡看了看身后的红颈战士 回答了一句 也是也不是 我的这些人都是军人 但是现在和过去 毕竟不一样了嘛 赵大山似懂非懂地点点头 他也知道 现在和过去不同了 就算是正规军 也不可能如同过去那样 掌管一切武装力量了 不过 既然对方是军人 那交易应该就是有保障的 这一点他还是放心的 立刻对身后的人道 去 将我们所有的金银都拿来 我要和肖长官交易 很快 有人开过来一辆车 然后从车上拿下来一个箱子 看着拎箱子的动作 似乎有点重 赵大山将箱子 放在了肖凡的面前 肖长官 这里就是 我收集的所有金银了 你看一下 肖凡打开箱子 顿时眼前一亮 里面五花八门的 全都是各种首饰 什么金戒指 金项链金手镯 白银的手镯项链 白金的耳环项链 还有红宝石 蓝宝石的吊坠 还有钻戒 还有珍珠项链 还有翡翠手镯等等 装了慢慢的一箱子 重量竟然有二十多公斤 不过肖凡的眼睛 是非常毒辣的 他很快就在其中 找出了几个假货 被肖凡挑出假货 赵大山也有些不好意思 肖兄弟 这个可真不是故意的 关键 我们也分不出 哪个是真的 哪个是假的 没关系 偶尔有些假货 是很正常的 你们想交易什么物资 真的可以吗 赵大山眼睛亮了起来 在他看来 现在这个世道金银 是完全无用的东西 还不如换点粮食来的实在 他也是抱着试试 看着心情来的 没想到真的可以换物资 可以 那好 我想换点食用油 最好还能换点枪和子弹 现在这个世道 枪才是最重要的 当然 如果有变异瘦肉 给我们来的二百公斤 不 一百公斤就行了 肖凡点点头 这些都不是问题 食物他有 变异瘦肉也有 甚至枪也有不少 无论是冯振祥那里 还是史密斯那里 他都搅和了一批枪械 现在正好派上用场 肖凡这边交易 都是有价格的 很快双方交易达成了 肖凡这边付出了二百斤豆油 两把手枪和两把长枪 子弹五十发 然后就是变异瘦肉 肖凡给了二百公斤 这一次动物园之行 肖凡获得变异瘦肉 超过了五万公斤 给出二百公斤 根本就是毛毛鱼 而且交易是有比例的 这也是肖凡他们 在广播里面公布出来的 这也是赵大山应得的 肖凡是不会在这些细枝末节上 克扣他人的 赵大山得到了这么多的物资 显得非常的激动 立刻吩咐手下 现在就组织一群人 将这些物资运送回赵庄 激动地握着肖凡的手 肖长官 真是太感谢您了 这次去农资市场 我就跟着您混了 您让我干什么 我就干什么 赵大山也不是一个蠢人 这么一会儿功夫 他已经感受到了肖凡的实力 单单那辆装甲车 就足以让他打消 一切轻视的心思 和不切实际的幻想 他的心里 也在暗暗猜测肖凡的身份 但是无论怎么看 肖凡都是自己 只能仰望的人物 既然如此 那提前抱一抱对方的大腿 说不定会有意想不到的好处 肖凡微微点头 跟着我混谈不上 相互合作吧 说完 他转身回了室内 因为他已经迫不及待地 准备转化资金了 第64章 连队满边 回到了室内 肖凡立刻打开箱子 将所有手势转化 恭喜总指挥 获得31455金 听到这个数字 肖凡经不住心花怒放 这一笔资金 是他从获得系统以来 单次得到的最大一笔资金了 要知道 升级营长 无非也就是需要5万斤而已 肖凡立刻盘算了 以下自己目前所需 想要升级营长 首先就要将连队的名额补满 现在他连队有人员112 还差28人 建设完了随身雷达之后 目前也没有解锁什么新的建筑物 看来在没有基地车之前 虚拟建筑物就是这么多了 既然如此 那他就再抱兵一次 将全连补满就是了 决定之后 肖凡开始抱兵 首先 他要设立三排 现在 他带来了12个陆军战士 和12个列兵 这些都是三星的老兵 肖凡在其中各自选出8个 然后又各自生产了4个 组成了三排的基础力量 这样替换出来的4个陆军战士 和4个列兵 将成为自己的警卫班人员 至于三排的排长 肖凡再次生产了一个侦察兵 名字叫做孟强 任命为了三排长 新加入9个战斗单位 花费了1700斤 人数达到了121 肖凡现在家里和这边 共有一辽兵5个人 他又生产了3个 凑齐了一个班 任命孙飞飞为医疗班的班长 然后又花费1500斤 生产了一辆医疗车 这样一来 战斗的时候 医疗班也能随时给受伤的人动手术 又花费了2100斤 部队人数达到了124 吹噬班人数也不够 又补充了3个吹噬兵 花费600斤 部队人数达到了127 剩余的人 肖凡又补充了3个重机枪战斗组 重机枪是绝对压制的火力 也是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 肖凡这里的主力 他决定增加重机枪部队 最起码每个排外出的时候 要有重机枪配合吧 三个重机枪组 花费6000斤 小意思 一个重机枪组三个人 部队人数达到了133 还有七个名额 肖凡干脆又生产了三个火箭筒战士 到时候 配合重机枪组出战 作为攻坚力量 花费2400斤 部队人数136 肖凡又给三排补充了一个喷火器战士 一个狙击手 这样就和一排二排的火力持平了 剩余两个名额 则是生产了两个通讯员 每个牌配备一个 又是2600斤花了出去 肖凡的部队终于满边了 但是他的花钱行动还没有结束 每个牌的牌长 都应该配备一台212级普车 还差两辆 还有每个牌的突击力量不够 肖凡干脆一次性生产了三辆装甲运兵车 每个牌一辆 14000斤花出去 让肖凡有一种异常的爽感 最后 肖凡甚至又生产了几条军权 让自己的警卫班每个战士 都配备了一条军权 这些单位全部生产出来 足足消耗了半夜的时间 当午夜的时候 所有单位和人员全部到位了 肖凡并没有将所有的人都留在身边 起码属于一排和二排的人员 应该让他们回到燕山镇去 老家的安全还是不能放松 于是在肖凡的指挥下 两辆装甲车 一辆212级普车 带着大量的人员出发了 不过 留在肖凡身边的人员也是非常的多 三排30个人全部都在 警卫班8个人也在 重机枪战斗组也有两个 另外还有很多的其他兵种加在一起 总人数竟然达到了60 现在的肖凡 足以用兵强马撞来形容了 这一波的暴兵 也是花费了30900的资金 这让肖凡刚刚获得资金几乎消耗一空 手里还有一千多金 肖凡也没担心 很快就要前往交易大会 到时候收获的资金 相信足以支撑他升级到营长了 忙碌了一夜 肖凡也有些累了 一直睡到了天亮 等到第二天的时候 他是被安妮叫醒的 总指挥 有人来找你了 肖凡起床就看到了外面赵大山一群人 规规矩矩地站在门外 好像一群听话的小学生 他不知道赵大山的心理 但是赵大山是无比震惊的 因为他发现 他昨天竟然还看走眼了 这里的装甲车居然有两辆 不单单是装甲车 还有威猛的东风猛士 驾设机枪的山猫地形车 还有212的军用吉普 甚至连医疗车和餐车 都有这会儿要说 肖凡这些人不是正规军 肖大山是打死都不会相信的 看那是什么 肖凡所住的房间周围 竟然有战士带着军犬巡逻 那些军犬比灰狼还要大 一个个身上还披着防护服 简直就是武装到了牙齿 以前见过的正规军 似乎都没有这么拉风的 不过这也更加坚定了 赵大山追随肖凡的心思 这也是他们一行人 昨天回去研究了半宿 一致得出的结论 肖凡慢悠悠地起床 医疗女兵孙飞飞立刻走了过来 给肖凡简单地查看了一下身体状况 然后道 总指挥 你的一切身体技能都很正常 应该说是很好 不过 我建议您可以适当减少一点便衣瘦弱的摄入 这样容易倒置上火 在没有女朋友的情况下 会很辛苦 也容易撑破内裤 肖凡对着镜子 整理了一下笔体的军官服装 正色对孙飞飞道 你要相信你长官的自控能力 有些事情是正常的生理现象 但是不代表我内心的想法 这件事 你就不要操心了 孙飞飞点点头 既然肖凡都这么说了 她只有服从 肖凡走出了卧室 外面薛宁儿已经等候在那里了 看到肖凡出来 立刻跟上 昨天当众多新兵入伍之后 她就和沈瑞辉两个人 做了一下分工 警卫班成立了 当然要有一个班长 只能是他们两个二选一 最后 沈瑞辉决定去当班长 而薛宁儿 则是最直接贴身保护肖凡的那一个 肖凡对此没有什么意义 也尊重了他们二人的决定 既然沈瑞辉愿意当班长 就让她去吼了 在薛宁儿和孙菲菲的陪伴下 肖凡走到了院子里 吹石般的早餐已经做好 香尾扑鼻 肖凡看着赵大山笑道 早啊老赵 赵大山看了看 肖凡身边一左一右 站着的两个美丽女兵 再看看自己身边的一群操汉 对肖凡的敬仰 不由得再次拔高了50个百分点 看看 这才叫人生赢家 第65章 密谋联合 肖凡边吃早餐 边和赵大山交谈 赵大山对肖凡道 小兄弟 我不知道你了不了解燕云的势力分布情况 但是我还是要提醒你一下 小心几个人 都是谁 监狱基地的陈福东 批发市场的卢旺 还有就是这次的地主 农资市场的李大海 这三个人在圈子里面 名声是比较臭的 到时候见到了小心一些 肖凡微微点头 你说的不错 是要小心一些 不过我们也不必妄自菲薄 要是大家都正常交易 那都好说 如果有人想要趁这个机会 出什么幺蛾子 我的兄弟们也是不会答应的 这个时候 三排长孟强 正好带着新组舰的三排拉链回来 三个战斗班列队而来 结实的军靴 整齐地踩他在地面 发出整齐滑衣的脚步声 枪指摆动 刺刀在阳光下寒光闪烁 就连部队的军拳 这时候也是规规矩矩地坐在那里 看着有种异常的威猛 看到这一幕 赵大山更是心里一紧 他都不知道 萧凡这里居然还有这么多人 这样的实力 在整个燕云市也排得上号了吧 虽然他还没有见过陈福东 或者儒望手下的人 但是他相信 陈福东他们的手下 绝对没有萧凡的手下如此精锐 这更加坚定了 赵大山追随萧凡的决心 吃过饭之后 两边的人马会合到了一起 共同向农资市场的方向赶去 新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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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资市场位于燕云市中北部 算是郊区 李大海是这里首领 麾下所有的幸存者 加上武装力量聚集在一起 也只有不超过400人 这样的实力其实不算强 大概也就和修车厂的 寒冬阳差不多 属于燕云市的第二梯队 按理说这样的实力 是没有资格召开交易大会的 但是奈何他的地理位置好 而且背后有两个大佬力挺他 所以这次的交易大会 才会在农资市场举行 李大海也是很有自知之明 交易大会的收益 他肯定是不能独吞的 必须拿出来奉献给两位大佬 这样他才能够继续在燕云市立足 而这两个大佬 也是比其他人早到了一会儿 现在已经在农资市场见面了 陈首领 卢首领 欢迎欢迎啊 小弟想见二位可不是一天两天了 陈福东和卢旺分别带队 来到了农资市场 不期而遇 陈福东和卢旺都是四十多岁 陈福东略有些胖 满脸横肉 而卢旺则是比较瘦 一双三角眼金光四射 一看就不是什么善差 陈福东带来了五十名手下 开着七八辆车 其中甚至有一辆紧用的防暴车 粗壮的车身 厚厚的装甲 都证明了这架钢铁战车的威力 其余还有几辆越野车和大卡车 队伍规模不小 卢旺这边的车辆 甚至还要更多一些 单单大卡车就有六台 它来自批发市场 资源是非常丰富的 也是打算在交易大会大捞一笔 它的座驾也不简单 虽然没有陈福东的防暴车那么厉害 但也是银行用的运钞车 同样也是有防弹功能 这些大佬都是比较惜命的 自己的安全都是列在第一位的 李大海热情地招呼二人上楼 三个人彼此心照不宣 已经算是结成了联盟 到了房间 李大海给二人上茶 三个人开始交谈 陈福东率先开口 其他人还没到吗 没呢 不过也快了 估计中午之前都能到齐 毕竟咱们中午就开始交易了 这次一共要来多少首领 差不多十几个吧 基本燕云的人都来了 陈福东问到这里 转头对卢旺道 卢首领 你派出去的人怎么回事 连萧凡那么一个毛头小子 都搞不定 卢旺听到这话 也是露出肉疼的表情 陈首领 我可不是敷衍你 你知道我派出去的是谁吗 是李南风啊 他带着接近二十人过去的 可是到现在都阴性皆无 你说 我还能怎么办 李大海在旁边插嘴 会不会是被丧尸团灭了 不可能 他们都是驾驶的摩托车 非常的灵活 遇到不超过一百只丧尸 他们都能够轻松歼灭 就算遇到大群丧尸 逃出来几个人回来报信 还是能够做到的吧 不可能这样失身大海 所以他们一定是被萧凡的人给灭了 陈福东也是同意卢旺的推断 想了想到 我们有没有什么办法 将萧凡那群人干脆留在这里 卢旺想了想 这个事情并不容易做 来这里的首领比较多 其中赵庄的赵大山 温泉山庄的郭明杰 还有机场的安兰 这几家的实力都不比你我弱多少 真要是贸然行动 引起他们的反感 可能会得不偿失 陈福东嘿嘿一笑 你的话说得不错 但是你忘记了最重要的一点 是什么 是利益 陈福东笃定的道 别看这几家平时和我们不太合得来 那是因为没有足够的利益 但是如果一份巨大的诱惑摆在面前 相信他们都会动心的 你的意思是 你们应该都知道 萧凡要交易经营的事情吧 那你们应该记得 他可是说过 可以拿变异兽肉来交易 变异兽肉 你们知道代表什么吧 卢旺和李大海都是眼睛一亮 现在这个时候 变异兽肉几乎就是战略资源了 那是能够提升人身体素质的 除了萧凡 没有任何人舍得将变异兽肉送出去 嘿嘿 你们明白我的意思了吧 萧凡敢这么说 证明他的手里 就有很多的变异兽肉 这个诱惑 足以让很多人眼红吧 到时候 我们完全可以联系一些志同道合的 干脆干他一票 只要能够 争取到一半的人支持我们 就算有几家反对 也无济于事了 卢旺和李大海对视一眼 都觉得陈福东这个办法可行 莫是吗 做事就是要随心所欲 不能太拘泥不化了 何况萧凡先后得罪了陈福东和卢旺 两个人都是恨不得置他于死地 好 就这么决定了 等一会其他首领到来了 咱们就分别拉拢 只要争取一半的人支持 萧凡就只有死路一条了 第66章 首领大集合 三个人正在交谈的过程之中 李大海摆在桌子上的对讲机 就响起来了 首领 有其他首领到了 好 我这就过去 李大海对陈福东和卢旺道 我出去迎接一下 你们二位就在这里等着就好 陈福东和卢旺点头 就在窗户这里 看心爱的首领 率先抵达这里的 是汽修厂的寒冬阳首领 韩东阳带着四辆越野车 带着三辆重卡 一共三十多个人来到了农资市场 他位于燕云市的门户 是燕云往南区的必经之路 这里最大的好处就是 经常能够看到新人 所以加入他的人也不少 现在也算是准一流的势力了 陈福东和卢旺看着李大海 在楼下和韩东阳寒暄 撇撇嘴 一个微不足道的癞蛤蟆 现在也想要和我们平起平坐了 嘿嘿 这小子一直和我们不太对路 这次如果还不听我们的话 收射萧凡之后 下一个就是他 韩东阳到来之后 交易大会的外围已经开始布置了 陈福东的人 卢旺的人 李大海的人 韩东阳的人 开始在各个地方摆摊 交易的物资 大头是首领决定的 但是底下的人也各自有需求 总是有些小东西要交易的 换点生活必需品 而首领们的聚会地点 则是定在了农资市场办公楼的三楼 韩东阳已经被引往三楼 李大海他们继续等着其他首领到来 来了来了 通达驾校的张鹏首领 又是一个中等势力的首领到来 让现场更加热闹了一些 陈福东和卢旺一致认为 这个张鹏也是一个可以争取的人物 又有人来了 这是温泉山庄的郭明杰首领 陈福东和卢旺也打起精神 温泉山庄基地 也是不逊于他们两家的存在 要重视起来 郭明杰是一个年轻人 以前就是温泉山庄的老板 算是燕云市的一号人物 开着一脸防弹运超车 带着十几辆车的车队 手下也足有五十多人 郭明杰腰间别着两把手枪 头上戴着一顶帽子 出场的时候 也比其他人要拉风一些 卢旺对陈福东道 这个人不太好争取 他和机场基地的安岚 走得比较近 两个人联手 别的势力想动 他们都要考虑考虑后果 陈福东冷哼一声 温泉山庄以前就是高消费场所 去的人非富即贵 而机场基地幸存下来 以前去坐飞机的人 当然也没有多少穷人 这两家自认为身份高贵 一向看不起我们 争取他们难度太大 卢旺也是不屑的道 没错 不过他们也是蠢 现在世道已经变了 过去的辉煌都毫无用处 等到咱们解决了消贩 这两家也绝对不能留 果然如同他们说的那样 机场基地 几乎就是紧跟着 温泉山庄基地的人到的 只不过机场基地出场 更加拉风 基地首领安岚 居然是坐着直升机来的 虽然只是一架民用小型 但是那好歹是飞机啊 在这个丧失遍地的时代 有一架飞机能够飞行 那是一件多么惬意的事情 而且 安岚的车队里面 还有一辆平板大挂车 飞机居然 直接落在了大挂车上面 飞机门打开 扶梯放下来 走下来一个美女 身上穿着紧身的皮衣 腰间配枪 戴着墨镜 脸上看得出还化了淡妆 精致得完全不像 在末世里面摸爬滚打的人 陈福东在那边咬牙 安岚 以前就是富二代 也不知道这么一个黄毛丫头 凭什么能够领导 机场那么大的基地 卢旺也是脸色阴沉 陈首领 等到咱们拿下机场基地那天 这个人我要了 可以 但是这飞机可就归我了 二人很快地 就做好了利益分配 接下来又陆续地 有一些中小首领 甚至是没有什么 势力组织的幸存者到来 毕竟燕云市 也是一个拥有 七八千万人口的城市 幸存者的数量 还是不少的 现在过来的 估计也只是 全市的一部分罢了 因为很多人 是没有能力穿过 丧尸遍布的街区 一路来到郊区的 和燕山镇的萧凡了 陈福东二人的话题 也不由地转移到这上面来 卢首领 其实我也没见过萧凡 只是从广播里面 听到了一些 关于燕山镇的消息 你说萧凡到底是一个 什么样的人 卢旺沉吟了一下 听说燕山镇那边的人 生活挺幸福的 而那萧凡 也是一个大学毕业 没多久的年轻人 估计是一个 平逆近人的人吧 最起码表面上 应该是这样的 陈福东点点头 也算是认可卢旺的推断 就在这个时候 最后的两伙人到了 赵庄赵大山首领 燕山镇消凡首领到 两人纷纷地探头往外看去 先到的是赵大山的车队 看着和其他基地差不多 都是越野车和大卡车的标配 但是吸引他们目光的 可不是赵大山的车队 只见赵大山的车队后面 一六军绿色的车辆 无比的夺人眼球 率先出现的是一辆 山猫全地形车 车顶上通用机枪架设在那里 八名身穿迷彩的战士坐在车里 刺刀的寒光有些耀眼 全地形车之后 是两辆212的军用吉普车 吉普车的后面 是两辆看着无比威猛 拥有16个轮胎的装甲车 看着车身上一排排的射击孔 以及那机枪都很难打穿的装甲 陈福东那辆防爆车 和他一笔就弱爆了 而且这还不是结束 后面的餐车和医疗车就不说的 单单这一辆东风猛士 就足够让人震撼了 之前率先下车的赵大山 这会儿癫癫的过去 打开了车门 以守护住车门上方 一副十足的狗腿子驾驶 而其余的士兵更是夸张 从装甲车上下来了几十个战士 迅速地分成两队 从车门处 一直排到了农资市场大楼前 一个战士跑过来 不知道从哪里 弄来了一张红地毯 从车门前一直扑射到了楼门口 然后 两个漂亮的 好像模特一样的女兵走了下来 两个美女一左一右地站在门口 迎接最后的主角登场 万众瞩目之下 萧凡出现了 不 先出现的是两条大狗 两条大小看比母狮一样的 大狗跳了下来 最后才是萧凡 一身军官装束 英俊有形 两个漂亮的女兵左右夸着胳膊 一步步走在红地毯上 军犬开路 当萧凡路过的时候 两边列队的士兵立刻举枪致敬 这个阵势 这个派头 一下就把在场的人都看傻了 二楼之上 陈福东张口结舌了半天 才对卢望道 卢少领 这个就是你所说的 萧凡吗 第67章 交易大会 萧凡的部队到来 在农资市场这里 引发了极大的震动 很多幸存者 甚至激动地站了起来 想要凑过来仔细看看 看看是不是正规军回来了 后来得知 这个是燕山镇的萧凡首领后 也没有完全打消他们的热情 在很多人看来 萧凡他们身上的国防律 以及那一架架军车 就是对老百姓最强有力的保障 如果能够在这样的首领麾下生活 那一定是件很安全的事情吧 李大海正在门前迎客 这会儿有些忐忑地迎接萧凡上楼 本来他是想过去须服萧凡一下的 但是现在两个军装美女 一左一右跨着萧凡 完全没有他插少的空间 所以他只能在前面引领 可是前面还有两条大狗 萧天身边有了另外一条母军犬 名字叫做振天 两条狗都是二星军犬 体格如同母士一样大小 并排走着正幸福着 腻歪着 看到李大海凑了过来 立刻狠狠地瞪了对方一眼 萧天还凶狠地露出了森森白牙 李大海心里憋屈 竟然被一条狗嫌弃了 可是自己还能去哪 萧凡带着人一直到了三楼 三楼有一个大厅 作为会议室之用 室内有一张长条桌 可以容纳二十多人同时开会 到了门口的时候 有黑衣人拦住萧凡 这位首领会议规定 为了保护参会人员的安全 每个首领只能带两个人进去 萧凡一指身边的薛宁儿和孙飞飞 这不就是两个人 黑衣人低头看着那两条大狗 想要说什么 却突然意识到这两个根本不是人 萧凡没有理会他 开门进入了室内 室内已经有十来个一方首领 聚集在这里正在商讨事情 萧凡进来后 所有的人目光都聚集在了他身上 有的人惊讶 有的人嫉妒 还有的人似乎在幸灾乐祸 萧凡也不在乎 来到了一个靠前的位置坐下 跟在他身后的赵大山立刻跟了过来 萧凡二人到了 人员就算到齐了 这会儿在李大海的引领下 陈福东和卢旺也来到了会议室 他们两个一左一右的坐在了李大海身边 在长条桌的一头 形成了一个铁三角 李大海挥挥手 是以黑衣人关门 会议室的大门关闭 室内只有他们这十几个首领 还有二十多个手下 嗨嗨 李大海作为东道主 轻轻嗓子站了起来 各位首领 我是李大海 首先很高兴 能够在这样的日子里 和各位首领见面 现在能够活着 我们就已经是最幸福的人了 众人的目光被吸引 听着李大海讲话 但是人往高处走 大家都想让自己的生活 更幸福一些 日子更好过一些 不必担心 今天还在吃饭 明天就会被丧失当饭吃了 这一切的基础 都是要有充分的物资保障 才能完成 人要吃饭 要穿衣 车子要加油 枪要上子弹 所以才会有这次交易大会的产生 我李大海也不多说废话了 咱们先交易 交易的规则 相信大家也都知道了 我们这边先谈 谈拢了就对奖机通知 下面的手下交易 就是这么简单 等到交易结束的时候 我李大海做东 请大家喝酒 不醉不归 李大海的演讲还算可以 陈福东和卢旺带头鼓掌 肖凡也向征兴地跟着拍手 李大海刚刚坐下 汽修厂的韩东阳 就站起来对肖凡道 肖凡首领 请问你说 要用便衣瘦肉 来换取其他物资 是真的吗 是换取 但并不是所有物资 我只要金银珠宝 肖凡重申了一边 那真是太好了 我们汽修厂这边 很早以前获得的金银都没有扔掉 没想到今天真的拍上了用场 听说你要金银 我们就全都带过来了 说着 韩东阳对身边的人一抬手 这个人就拿出了一个小箱子 肖凡打开一看 没有赵大山那边的金银多 大约相当于他们的一半 不过这也非常不错了 肖凡立刻高兴地收下 不知道韩首领想要得到什么 便衣瘦肉还有柴油 哦 还有一些食用盐 你知道 我们的位置没有大型的商超 饭菜里面煤盐 已经困扰我们很久了 可以 这些都不是问题 这些商品都有兑换的规格 现在你的人就可以和我的人交易了 肖凡让薛宁儿 乘量了一下金银的重量 然后用对讲机 给下面报了一个数字 交易就算开始了 双方的效率非常高 一会儿功夫 交易就已经完成了 当韩东阳接到手下的报告 说物资已经到手的时候 室内一些观望的首领坐不住了 温泉山庄的郭明杰 直接将一个箱子提了出来 肖首领 我只需要便衣瘦肉 你看着给吧 肖凡拿过来一撑 竟然比赵大山给的还要多一些 事实上在撑凉过后 肖凡就会立刻将金银转化成资金 带着这些东西并不方便 只有资金才是实实在在的 韩东阳那里是14000多斤 郭明杰这里则是38000斤 两下累积 就已经满足了升级银长的条件 肖凡立刻下令 按照交易的比例 给郭明杰的手下便衣瘦肉 很快 郭明杰这里也完成了交易 获得了380公斤的便衣瘦肉 郭明杰之后 机场基地的安兰 也和肖凡进行了交易 机场基地这里的金银也不少 也是接近了3万斤 获得了接近300公斤的便衣瘦肉 然后又有几个小基地的首领 先后和肖凡进行了交易 肖凡也是 先后又获得了2万多斤 这个时候 他的手里已经有了超过11万斤 算得上是爆发户了 肖凡不动声色地 将权限升级到了营长 因为他觉得 这个事情很重要 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能够用得上 现在 还没有和肖凡交易的 主要还有四家 分别是李大海 陈福东 卢旺 还有通达驾校的张鹏 这四个人 好像不约而同的 都将一个箱子 放在了桌面上 甚至还将箱子打开 露出里面的金银珠宝 光芒闪烁 看到其他人的交易 都进行得差不多了 陈福东终于开口了 肖首领 我看你带来了好几辆大卡车 现在交易着1000多公斤肉 对你来说 只是毛毛雨吧 确实是毛毛雨 肖凡带来了5000公斤便衣瘦肉 现在连三分之一 都没有交易出去呢 肖凡微微地 用手指敲击桌面 怎么 陈首领 想要将我的便衣瘦肉 都换走吗 那可要看 你是不是出得起 那么些金银 陈福东黑黑一笑 双手一撑桌子 身体前倾 以一种充满压迫感的态度道 如果我们就用手里的 这点金银 换你全部的便衣瘦肉 不知肖首领 是否能够同意呢 这话一出 其余几个首领 也纷纷不怀好意地 看着肖凡 气氛突然就紧张了起来 第68章 升级营长 肖凡眯了一下眼睛 如果我不同意呢 李大海这个时候也道 肖首领 何必做一些 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呢 大家都是燕云的首领 互相帮助是应该的 你将便衣瘦肉留下 我们将金银给你 差你的金银 可以给你打个欠条 等到有的时候再给你吗 就是 难道肖首领 还信不过我们几个吗 驾校的张鹏 也跟着说话了 卢旺更是阴森森地道 人什么时候都不要吃毒食 你那么多便衣瘦肉 分给大家 对你是有好处的 陈福东最后也道 如果太贪心 人恐怕会死得很快 陈福东表态 其余人的态度 这会儿也变得暧昧起来 现在的情况显而易见 陈福东 卢旺 李大海 张鹏几个人 已经达成了一致 就要对肖凡不利了 其余的人里面 赵大山算是站在肖凡这一边的 甚至韩东阳也不由地 往肖凡这边挪了挪 也是基本表明了态度 剩余的几个首领里面 郭明杰和安兰按兵不动 肖凡手里的便衣瘦肉 太吸引人了 这些首领都想要奋一杯羹 如果真的能够趁这个机会 打掉肖凡 哪怕不能获得便衣瘦肉 获得一辆军车 也是好的呀 虽然那些军车的威慑力不小 但是这会儿并没有什么用处 因为大家都在会议室里面 外面还有很多人守着 没有救兵的情况下 肖凡和他带来的娇滴滴的小妞 也就只有束手就擒的份 拿下了首领 军车再多也是摆设 肖凡很快将在场众人的心态 收入眼底 心理和明镜似的 不过他初步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得到了这十一万多金 他已经无拘任何人 微微一笑 肖凡对陈福东等人道 我先去个卫生间 陈福东是不在乎的 一指墙边那边 卫生间在那里 不过你的手下和对讲机要留在这里 免得这会儿和楼下的人沟通 你应该知道 大家都不喜欢被打扰的 肖凡无所谓的点头 将对讲机就留在了这里 起身进入了卫生间 卫生间不小 分为男女两个部分 肖凡进入了南卫生间 进入之后 他先是用雷达看了一下周围 他发现 就在会议室的外面 已经埋伏了超过三十名的枪手 毫无疑问 这都是李大海陈福东那些人准备的 一旦这边弹崩 这边的枪手就会一拥而入 将自己干掉 到时候 只要依托这座大楼和人数优势 他们根本不怕外面的军车 毕竟只是几台配有机枪的车辆罢了 不可能对大楼造成什么威胁 如果自己的士兵强攻 他们凭借人数优势和防御作战 就算是面对正规军也不怕 真是打得好主意 但是非常可惜 从我开始交易的那一刻起 你们就输定了 肖凡打开系统页面 这里营长已经升级完毕了 恭喜总指挥升级到营长 请为军营定员 这个早就在肖凡的计划之内了 甚至数字都想好了 一个连队140人 三个连队就是420人 警卫牌 吹士牌 医疗队 特种牌等等 大概也要120 到时候再有一些机械化部队 工兵部队等 还要留出一些缺口 700人 确定一个营人数为700 定员完成 请总指挥注意 在没有基地车展开的情况下 您的部队上线就是一个营 所以请尽快地完成基地车的建设 并且为基地选址 安妮和肖凡播报完 系统页面出现了很多新的东西 首先肖凡发现 建筑页面里面多出了几种实体建筑物 城墙 资源回收站 肖凡一愣 不是没有基地车 就不能建设实体建筑物吗 为了总指挥选址时候提前建设 也鉴于围墙没有生产能力 所以系统解锁了这种建筑物 围墙包括三种型号的围墙 以及一些围墙的相关建筑 算是可以在没有基地车的情况下 建设的建筑物 请总指挥慢慢查看吧 那这个资源回收站呢 资源回收站 是作为辅助建设所用的 围墙的建设需要资金 但是也需要资源 如果总指挥 还能够收集到相关的建材 是可以节约大笔资金的 肖凡明白了 他只是粗略地扫了一眼 发现了围墙果然是有三种型号 包括初级 中级和高级三种 另外还有城门 水门 电网 哨楼 碉堡等等相关设施 至于资源回收站是怎么回事 他暂时没有时间研究 因为眼下 还有更加重要的事情要做 既然陈福东那些人 拿着黄金 还不想和自己交易 甚至还想对自己动手 那也就别怪自他了 首先打开了再具页面 他需要一种强力的 能够攻击建筑的兵种 很快 肖凡就在再具页面找到了自己需要的 再具这里 已经解锁了三种新的再具 东风猛士装甲越野车 造价2000斤 总质量5吨 配备车载7 6毫米机枪 成员7人 多功能步兵车 造价2500斤 传统红警单位 配合多兵种作战 能够产生不同的效果 国产VN3C步兵战车 造价4000斤 最大成员7人 车辆配备30毫米机关炮 配备5 8mm机枪和红舰 7反坦克导弹 最大车速120公里每小时 东风猛士 就是自己现在的座驾 也是属于连长级别的座驾 现在升级到营长了 连长座驾 也就开始列装了 多功能步兵车 算是红警黑科技的一种 将不同的兵种放置在车内 就能够产生不同的车辆 不过现在肖凡没时间仔细去研究 而步兵战车的出现 则是标志着肖凡部队的实力 得到了实质性的提升 这种步兵战车 不同于装甲运兵车 机关炮和反坦克导弹的配备 也让部队的重火力 得到了实质性的提升 肖凡立刻下令 生产两辆步兵战车 这步兵战车出现 必将对外面的敌人 产生强大的威慑力 关键时刻 用来攻击大楼也是可以的 但是肖凡并没有就这样结束 而是继续查看士兵页面 士兵页面这里 也多出了一些新的兵种 国产89式60毫米迫击炮 造价1500斤 操作人员两人 无心状态下 配备10枚炮弹 以及2枚照明弹 最大射程2700米 防空步兵 造价600 步兵使用前卫 便携式单兵防空导弹 最大射程5000米 最大作战高度4000米 无心状态带弹三发 对直升机 运输机 侦察机等飞行部队 以及地面战车 碉堡等 有较好杀伤效果 攻兵 造价200斤 部队基础工作人员 可以铺路架桥 布雷扫雷 以及帮助工程师 完成各种机械的操作和运用 间谍 造价8000斤 特工人员 精通枪械格斗 精通化妆易容 精通多门外国语言 可以用于侦察 破坏 绑架 潜入作战等 肖凡暂时没有去生产工兵和间谍 他先是生产了5门60毫米迫击炮 和5个防空步兵 陈福东他们不是认为 大楼内就是安全的吗 那就让他们尝尝 迫击炮和导弹的味道吧 至于室内这里 肖凡也没闲着 卫生间里面 射一艇重机枪 一会儿就要开战了 他要保持绝对的火力压制 新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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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69章 翻脸 重机枪组很快生产了出来 一个组三个人 已经在卫生间内准备好了 这个重机枪非常的沉重 而且前面是有金属挡板的 可以将射手和弹药辅助人员 全部挡在后面 这样一来 没有重火力的话 是很难对机枪后面的人产生威胁的 又生产了两个陆军战士 手持轻机枪站在他们后面 万一一会儿战斗的时候 有漏网之鱼冲过来 就交给他们负责了 轻重机枪形成的火力网 绝对可以确保没有人能够冲破 做完了这一切 肖凡才迅速地打开了营长的补给箱 他要穿上新的营长制服 营长的军装 红颈科技特殊材质生产而成 拥有抵御手枪 步枪 轻机枪子弹的能力 防火防刺 在传统军装上添加披风和手套 更增添指挥官的风度气质 肖凡二话不说 将营长的军装套上了 不但看着军衔更高 更像是一个大官 而且这个比连长的 还多了一件披风和一双白手套 将手套戴上 披风批上 肖凡的安全防护指数 立刻翻倍地增加 营长的配枪 80式冲锋手枪 枪支带弹20发 可单发可连发 质量轻微力大 肖凡之前的手枪被系统收回了 腰间的枪套里面 换成了一把冲锋手枪 除了军装和手枪之外 肖凡的医疗箱也刷新了 其余的药品变化不大 但是抗病毒血清 有了一个明显的变化 可以在人类丧失化50%的时候 将人类就回来 看着这个功能 肖凡觉得似乎用处不大 自己怎么可能就那么巧 在人丧失化进程一半之前 找到他并且就回来呢 微微摇头 他看向了最后一个礼品 那就是车辆 营长的座驾 国产骁龙越野车 该车150马力 最大成员7人 其中后备箱空间 安置了一张防震床 可以供总指挥休息 配备红颈复合装甲 以及防爆轮胎 配备一艇127毫米高射机枪 枪支带弹1000发 最大车速180公里每小时 车辆果然升级了 骁龙和猛士比起来 多出了防爆轮胎和复合装甲 而且机枪火力提升了 至于那张防震的床 肖凡也很想去试一试舒适性 说起来系统总是搞出一些花样出来 床防震不防震又能怎么样呢 自己是坐在车里 难道自己还怕车震不成 不过有了骁龙 猛士以后就可以给连长使用了 将车要是收起来 肖凡看中机枪和陆军战士 也准备好了 而通过安妮 她也知道 两辆步兵战车也来到了大楼附近 还有五门迫击炮 也远远地瞄准了这座大楼 其余的战士也各有布置 绝对保证不给敌人留下任何的机会 过了今天 燕云士的势力要重新洗牌了呀 肖凡感叹一声 整理了一下披风 慢慢从卫生间往出走 还没出门 机场基地的安妮突然走了进来 看到肖凡一身漂亮的新军装 安妮明显冷了一下 但是随后 她就看到南厕所那边 重机枪黑洞洞的枪口 肖凡手轻轻地放在枪把上 如果这个女人乱喊乱叫的话 她不介意 现在就落手催花 提前开始战斗 不料安妮却对肖凡微笑了一下 肖首领 我觉得我们两家 以后可以开展更深层次的合作 肖凡也笑了一下 我这个向来对朋友大方 又对敌人冷酷 就看安首领的选择了 说完 肖凡起身离开了卫生间 她进去十几分钟 外面的人已经等得不耐烦了 看肖凡出来 离大海率先发难 肖凡 有些事情躲是躲不过去的 实话和你说了吧 今天交出所有的便衣瘦肉 大家一切好说 不然咱们兄弟也不是吃素的 肖凡回到了自己的位置上 整理了一下披风 众人这才注意 他身上多了一件披风 不过 人们也没太在意 想听听肖凡的表态 想要我的便衣瘦肉可以 不过你们 总要让我看到黄金吧 将所有黄金给我瞧瞧 如果价格不是差得太远 我会同意的 陈福东他们 也不太在意这点黄金 反正肖凡的人在这里 黄金给不给他 都是一样的 几家都示意 手下将黄金交给肖凡 陈福东更是阴侧侧的道 收下我们的黄金 那我多收你一辆军车 想必你也没有什么意义吧 肖凡没有回答 一一看过黄金 实际上全部转化成了资金 这四家加起来有九万多的资金 加上之前剩余的一点 看看到了十万 资金收好 肖凡冷笑一声 想要黑吃黑 陈福东这会儿也不装了 不是我想要黑吃黑 而是肖凡你太高调了 在座的首领都看不下去了 今天你同意也得同意 不同意也得同意 不然就是和我们所有人作对 说完 陈福东往后撤了一点 他的身边 卢旺 黎大海 张鹏 还有三个其他基地的首领 也凑了过去 瞬间形成了一个很大的联盟 而肖凡这边 只有他 赵大山 韩东阳三个人 中立的人 就剩温泉山庄的郭明杰 郭明杰这会儿 也是心里很乱 不知道应该加入哪一方 正当他犹豫的时候 机场基地的安兰 从卫生间回来了 果断地坐在了肖凡一侧 看到安兰已经做出了选择 郭明杰也不犹豫 跟随坐了过去 瞬间局势就发生了变化 肖凡这边也有五个首领了 李大海脸色阴沉 安兰 郭明杰 没想到你们两个 如此的不识实物 既然如此 就别怪我们了 这里是农资市场 不是你们的地盘 今天就都留下吧 正当李大海准备下令 让外面的枪手进来的时候 肖凡这边突然爆起 猛地站起身 肖凡和薛宁儿等人 直接联手掀翻了桌子 那就来吧 轰隆 长条桌子被肖凡掀翻 室内顿时一片混乱 来人 给我干掉他们 开火 李大海没想到 肖凡居然敢先桌子动手 计划立刻被打乱 他身后跟随的人 就要拔枪 但是肖凡这边的人 也不是白给的 侦察兵薛宁儿 飞快地掏出手枪 啪啪地连续点射 将对方几个拔枪的人 率先击倒 安兰和郭明杰等人 竟然选择了站在肖凡一边 这会儿 也是纷纷拔出枪来 和对方对射 一时间 室内惨叫声连连响起 子弹横飞 肖凡本人将披风一蒙 直接往后退至一个墙角 安兰等人立刻跟上 赵大山他们本来还在作战 一看这种情况 也立刻做出选择 跟随后退 这个时候 外面埋伏的枪手 也冲到了门口 从局面上看 肖凡一群人 缩在了一个墙角 看上去已经处于劣势 第七十章 疯狂输出的重击枪 陈福东等人 遭遇了第一波打击 连滚带爬的躲闪 好不容易躲了过去 现在终于要到 扬眉吐气的时候了 尤其李大海 这里可是他的地盘 被人打来的措手不及 此刻特别的没面子 所以当肖凡他们 缩到一脚的时候 他是第一个站出来的 他奶奶的 给我干掉他们 全都干掉 他们所有的物资 都将是我们的 外面的枪手冲进了大厅 不过门就那么大 外面的三十多人 不可能一下冲进来 目前正簇拥在门口那里 就在这个时候 卫生间那里 一挺重击枪被推了出来 黑洞洞的枪口 正对着大厅 几乎大厅的大部分 都在射击角度之内 这时候 郭明杰他们 全都跟随肖凡缩在了一角 本来还以为可能要完 当机枪开火的时候 他们甚至毫无心理准备当当 当当当当当当 刺耳的机枪 突然就开始疯狂咆哮 几乎让所有人瞬间都傻了 大厅就这么大 震耳欲聋的枪声响起 立刻覆盖了一切声音 李大海还站在 翻到的桌子那里大喊 疯狂而至的金属洪流 顶刻就将其吞没了 十二 七毫米的重机枪子弹 毫不夸张地说 重机枪的持续射击 何况是人 李大海整个人顿时被拦腰打断 没有说完的话 永远被留在了肚子里 大厅请客之间成为人间地狱 那些正面冲进来的枪手 立刻遭到了重机枪的毁灭性打击 砰砰砰砰 暴雨一样的子弹覆盖了整个大门 瞬间将大门打得粉碎 前排的几个枪手 顿时在子弹的洪流中 粉身碎骨 鲜血喷溅的到处都是 一阵阵枪声刺耳 一阵阵硝烟弥漫 如果说开始的时候 射击还有准头 到了后来就是疯狂扫射了 因为第一时间被打懵的人反应过来 立刻就是想要找掩体躲藏 可是这客厅里面有什么 除了桌子就是椅子 躲藏都没有多少地方 那些躲藏在桌椅后面的人 只要被重机枪扫到 木制的桌椅 根本不能给予他们任何的保护 顿时连人带桌子被打穿 当场毕命 战争时候 重机枪就是步兵收割机 现在这个大厅内也是如此 那些首领带过来的人 加上首领本身 几乎在十秒钟之内 就被消灭了一半 而重机枪战士 也丝毫不会手软 他们很快又将目标对准了门外 还没有冲进来的枪手 虽然隔着一堵墙壁 但是这墙壁也不是承重墙 薄薄的一层砖 根本挡不住重机枪的扫射 当当当当 扑扑扑扑 墙壁上出现了一个个透明的窟窿 窟窿那一边 鬼哭狼嚎的声音不断传来 这些可怜的枪手 连人都没有看到 就被重机枪疯狂收割 瞬间躺下了一片 那些走在后面的这会儿 反而是幸运了 立刻屁滚尿流地往楼下跑 只恨爹娘少伸了两条腿 恨不得一下就离开着人间地狱 再后来 重机枪也没什么准头了 大厅内的一切 几乎都成为了射击目标 那些还在射击角度内的 全部扫射 烟尘四起 鲜血飞剑 木屑横飞 楼顶的吊灯 此刻也掉了下来 摔得粉碎 墙壁上到处都是弹孔 室内全是刺鼻的硝烟 一片狼藉之中 赵大山 郭明杰 韩东阳和安兰等人 几乎是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切 这一刻 他们深深地认识到 他们和萧凡的差距究竟有多大 可能他们也带来几十个人 萧凡也带来几十个人 但是这双方的火力 完全就不是一个水平线上的 萧凡对付他们 就是正规军和民兵的区别 他们不是没开过枪 不是没杀过人 但是那种开枪 平时用一发子弹 都要扣扣锁锁的 谁能像萧凡这样 完全不管不顾 上来就是一阵疯狂的突突啊 吊灯是无辜的 你打碎他干什么 而且更加让人心寒的 是萧凡居然提前在 对方的老巢卫生间内 安排进去了一艇重击枪 他们想破脑袋 也想不出萧凡是怎么做到的 不过这样的疯狂扫射下 也并非没有幸存者 陈福东和卢望张鹏三个人 还是带着几个动作敏捷的 提前躲到了另一个墙角 这个角度不在射击范围内 所以他们暂时活了下来 卢望此刻的眼睛都红了 这会儿更是愤怒地操起对讲机 所有人进入大楼 和萧凡他们拼了 陈福东也不例外 同样拿起对讲机 下令所有人也进入大楼 不然留在外面 很可能被萧凡的人围艰 见识了重击枪的火力 他们已经不敢和萧凡的人 硬碰硬了 陈福东因为和李大海他们联手 这会儿 李大海的一个幸存收下 也命令剩余的人进入大楼 大家一起联合作战 枪声间歇的瞬间 陈福东对张鹏大声道 张首领 重击枪应该是在换子弹 只要能够从旁边突然冲过去 是有可能干掉对方的重击枪手的 张鹏也是要疯了 他带来的人一个不胜 此刻的他热血上头 有些不管不顾了 听到陈福东的话 他立刻觉得可行 干脆带着一拉身边的几个人 跟我冲 两个幸存的人也知道不拼没有活路了 立刻站了起来 甚至管不了角落里面的肖凡 直接对着卫生间门口冲了过去 重击枪确实是在换子弹 但是肖凡提前在这里 安排了两个陆军战士 对方几个人刚刚出现在射击角度内 两挺轻机枪 立刻给他们来了一个迎头痛击 哒哒哒哒哒 张鹏冲在最前面 立刻就被打成了马蜂窝 浑身上下全是弹孔 欲血而亡 室内顿时又是一阵混乱 硝烟和灰尘弥漫的 几乎看不清人了 这时候 安兰突然喊了一声 陈福冬要跑 本来用披风蒙着头 安稳在坐在角落里的肖凡 立刻抬头一看 只见陈福冬和卢旺 果然趁着这个机会 迅速地跑向了大门口 肖凡顾不得许多 抬起冲锋手枪 就是一梭子子弹射了过去 跑到门口的陈福冬 大腿中弹 卢旺臀部中弹 狼狈地倒在了地上 不过这会儿有人接应他 竟然将他们二人 从门口拉了出去 倒在地上 受伤陈福冬 还在对着肖凡疯狂大喊 肖凡 王八蛋 你敢对我开枪 你完了 你就老老实实地 待在三楼吧 我们的人已经占领了大楼 你的手下攻不进来 你就等着被我问中捉鳖吧 第71章 投降 室内的枪声停止了 肖凡身边的人都站了起来 肖凡和赵大山都没说什么 韩东阳几个人 有些待不住了 因为现在下面乱哄哄的 好像有大批人员 进入了大楼 陈福冬的人 卢旺的人 李大海的人 张鹏的人 以及其他一些首领的人 现在正在被 陈福冬卢旺二人聚拢了过来 这七八家人数加起来 武装人员足足超过了三百 这么多人守卫大楼 外面的人进不来 他们只能被困死在里面 重击枪是很强 但是子弹总是有数的吧 子弹总有打光的时候 到时候 他们怎么办 郭明杰 安兰 韩东阳几个人 都紧急地拿起对讲机 联系外面的人来救援 肖凡制止了他们的举动 如果你们相信我 就让你们的人后撤 其他人没动 赵大山第一个 打开对讲机通话 所有人后撤 撤到 小兄弟 撤多远 安全距离 撤到五百米之外 立刻 赵大山的手下率先后撤 反正这会儿 交易也完成了 也该到撤退的时候了 韩东阳看赵大山如此听话 虽然有些诧异 但依旧按照肖凡所说的做了 命令他的手下后撤 然后郭明杰和安兰 也先后让手下后撤 反正现在他们和肖凡 都是一根绳上的蚂蚱了 也没有什么退路可言了 大批人员后撤 待在二楼紧急包扎的 陈福东和卢旺 顿时来了精神 奶奶的 现在知道事不可为 晚了 告诉你们 今天一个都别想活 他们二人的身边 还有李大海的手下 张鹏的手下等人 这会儿 他们的首领死了 他们并没有什么哀伤之意 这年头 死人太平常了 有人死了 正好他们尚未 一个新的利益联盟组成 三百多人拥挤在大楼内 因为太过拥挤 不得不分散一些人出去 利用一些障碍物什么的 构成了一道外围防线 防止消贩赵大山的人反攻 陈福东他们 也想利用这些人 在外面进行火力支援 对三楼进行打击 防止消贩等人跳窗逃跑 一会儿功夫 大楼周边就没有人了 陈福东大腿包起来 卢旺屁股也包得像个粽子 呲牙咧嘴地 准备调兵遣将 开始复仇 可是他这边还没等调动 就有一个手下连滚带爬地 跑了进来 陈首领 完了 陈福东伤口正疼着 听到这话 忍不住劈头 就是一个大嘴巴扇了过去 你猜完了 老子好着呢 手下被一巴掌地 打得晕头转向 但是他依旧坚持 吐出一口血墨子 不是啊陈首领 萧凡的手下 要开始进攻了 进攻就进攻 我们这边这么多人 依托大楼作战 他还能上天不成 上天是不能 但是开炮就差不多了 什么开炮 你胡说八道什么 手下也解释不清了 直接递给了陈福东 一个望远镜 陈福东接过望远镜 来到窗口观看 一看之下 陈福东不禁倒吸一口冷气 本来萧凡的手下 大多也撤到了几百米外 但是这会儿 那边已经有十来个战士 摆放了一排的迫击炮 两个人一组 装填炮弹 调整方位 正在瞄准 陈福东看了一眼 又将望远镜递给了卢旺 这是啥 迫击炮 萧凡怎么会有这玩意儿 他就不怕瞄不准 将他们自己也给炸死了 还没等卢旺的质疑声落地 那边就已经开炮了 只见望远镜里面 远处指挥的人一声令下 五门迫击炮开火了 咚咚咚咚咚咚 五发炮弹出唐 下一刻就在陈福东 他们布置的临时阵地上开花了 一声声爆炸 震耳欲聋 尘土飞扬 惨叫声接连响起 因为室内过于拥挤 临时布置在外围的人 算是倒霉了 完全没有任何 还手的机会 就遭到了沉重的打击 一波炮弹下去 就有二十多人或死或伤 还没等他们做出什么有效反应 第二波炮弹又来了 红锦士兵的专业素养 是毋庸置疑的 这样的距离开炮 全部在清扫外围阵地 根本没有威胁到大楼 连续两轮轰炸 外面临时守卫的一百多人 就崩溃了 本来就没有接受过什么军事训练 这些人只能算是拿枪的乌合之重 两轮炮击过后 活着的人好像炸营的马蜂一样 疯狂地往大楼里面冲 门挤不进去 那就爬窗户 这种迫击炮是炮物线形式的打击 进入室内能够有效地躲避 好不容易他们跑到了室内 以为现在就算安全了 但是接下来的情景 让他们更加崩溃 只见消防的部队 竟然开始向大楼进发了 在前面一马当先的 竟然是两辆上面 架设有机关炮的步兵战车 机关炮这种东西 可不是重机枪能够比拟的 毕竟粘上了炮字 这玩意儿咆哮起来 大楼的墙壁都挡不住 可是让他们恐惧的还在后面 战车行进的过程之中 竟然开始发射导弹了 嗖嗖 两枚反坦克导弹 带着白烟 直接顺着一楼的窗口 轰了进来 距离只有200多米了 这个距离 战车能够精准地打进窗户 轰轰 爆炸在室内响起 本以为躲藏在室内就安全 算是遭遇了灭顶之灾 两枚反坦克导弹下去 这两个小房间里面 幸存者寥寥无几 有人试图开枪反击 但是他们的子弹 打在战车上面 就好像挠痒痒一样 毫无作用 步兵战车的后面 还跟着两辆装甲车 当装甲车横在大楼前面 那些射击孔里面 伸出一枚枚单兵火箭筒 并且连续几发射进窗户之后 这些人再也扛不住了 这一仗根本没法打了 他们最多是拿枪打打丧尸 怎么稀里糊涂的 就和正规军对抗上了 投降了 投降了 别打了 求求你们 我们愿意无条件投降了 无论陈福东 卢旺这些带头的人怎么约束 下面的人根本不管他 直接举起不知哪里弄来的白布 一个个鱼罐从大楼内走了出来 举手投降第72章 追杀 对于投降的人 萧凡并没有赶尽杀绝 这个末世最缺少的是什么 不是食物 不是武器 而是人 丧尸危机爆发 全球人口可能只有 全盛时候的12% 如果人类在肆无忌惮地自相残杀 那么真的就离王族不远了 而且 这些人只是听从命令的喽啰罢了 真正要收拾的是那些对自己心存恶意的人 陈福东那一伙顽固的家伙 这会儿正在进行最后的挣扎 自从萧凡这边迫击炮 装甲车等等武器登场 他们就知道自己没有机会了 而他们屡次和萧凡作对 那是绝对不会获得宽恕的 唯一的机会就是逃 所以当手下们集体投降的时候 这里有五个人准备集体跑路了 五个人里面有陈福东 有卢旺 另外还有三个人 就都是一些新任首领了 陈福东和这几个人商议了一下 直接地从二楼后窗户跳了出去 留下来也是死 那还不如搏一把 没准就有一两个人能够逃出升天了 他们以为掌握的时机非常好 但是却不知道 刚刚有所行动 就被萧凡用雷达地图察觉了 想跑 沈瑞辉 薛尼儿 带人给我追 警卫班长沈瑞辉 自从来到了交易大会这里 一直还没有什么表现的机会 薛尼儿都能够跟随总指挥进入交易大厅 他却只能在外围带着 后来攻打大楼 都是重火力部队登场 也没有他什么机会了 现在看到 竟然有几个人想要趁乱逃窜 他的机会终于来了 得到追击任务之后 沈瑞辉就决定大展身手了 一定要趁着这个机会 在总指挥面前表现表现 争取立下一个功劳 以后就有可能升官了 正要出发 看到薛尼儿带着警卫班的一个战士 一条军权 还有一个喷火器战士 驾驶山猫全地行车去追陈福东了 沈瑞辉也不敢多停留 立刻随手拉过来一个步兵 二人随意地在附近找了一辆摩托车骑上 直接去追卢旺 而警卫班的其他战士们 则是带着八条军犬 去追击其余的首领 陈福东几个人落地之后 就立刻分开了 陈福东和卢旺别看受伤了 但是却根本不想和其他首领一起逃走 这两个人都是首领里面的翘楚人物 来到交易大会这里 他们都是不止有后手的 这会儿多带着一个人 就是多一份累赘 所以大家很快分道扬镳 五个人好像扇面一样地扇开 各自逃命 这些首领这会儿 就是恨爹妈 少给他们伸了两条腿 如果有四条腿的话 那不是跑得更快了吗 事实也证明了 两条腿绝对跑不过四条腿 第一个行动缓慢的首领被追上了 两条军拳眼看追到了身后 首领正想拔枪反击 后面就传来清脆的枪声 警卫般的三星裂兵 枪法都堪比国家射击队的选手 两条军犬扑上去疯狂撕咬 可怜的首领惨叫几声 就逐渐地没了气息 也不知道他是死于枪口之下 还是死于军犬口中 随着第一个首领的生死 接着就有第二个第三个 跑出去的五个人里面 很快就剩下陈福东和卢旺二人了 信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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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福东在室内的时候 就吞下了一把的止疼药 他不能被大腿的伤势影响到行动 他是有很大的机会逃脱的 因为他陈福东 其实是一个突变者 这个末世里面死了太多的人 但是每个活下来的人 都是运气非常好的 而其中运气特别好的人 就有可能获得机缘 比如燕山镇的冯镇祥 机缘巧合下成为了突变者 如果不是肖凡带队回来 他也能够做一方的土皇帝 陈福东也是这样的人 他其实也是一个突变者 只不过陈福东懂得低调 这种事他从来不会在人前声张 就是为了以防万一 现在终于到了用上的时候了 而且他的突变能力有些特殊 那就是伪装 因为他的金盒 是在一个大蜥蜴的脑子里面获得的 吞食了之后 他也拥有了那条大蜥蜴的能力 变色 他能够很快地 将自己和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 就好像变色龙一样 很难被人发现 所以他逃亡的方向 就是远处的荒草地 莫是这种 田地全都无人打理 这种荒草地到处都是 后面的山猫地形车越追越近 但是陈福东却在对方追上自己之前 拼命地冲进了荒草地里面 进去之后 陈福东胡乱地奔跑了几步 将身上的外衣一甩 就一头扎进了草丛 很快 他的皮肤变得和荒草一个颜色 趴在那里 几乎无法分辨 山猫全地形车停了下来 薛宁儿下车了 牧师这里的荒草丛 薛宁儿沉默了一下 对身后的喷火器战士道 虽然我也不想用这种方式 但是对方非常狡猾 现在该你表演了 跟随薛宁儿前来的是 三星喷火器战士杨云 他冷笑着吹了一下喷火枪的嘴 呼 敢于和总指挥作对的人 全部都应该被消灭 我非常乐意帮总指挥解决这个麻烦 既然敌人不出来 那就永远不用出来了 喷火枪突然开火 长达几十米的巨龙 立刻席卷了大片的草丛 杨云手持喷火器来回扫射 刹那之间 就将这片荒草变成了火海 火海之中 陈福东浑身浴火地跳起来 大喊大叫喊着饶命 但是一切都已经晚了 也许从他和肖凡作对的那一天起 这个结局就是注定的了 薛宁儿看着陈福东 不再挣扎地倒在了地上 逐渐化成一节焦炭 这才转身上了山猫全地行车 你说得对 和总指挥作对的人 都是这个下场 走吧 回去向总指挥赴命 相比薛宁儿这边的轻松 沈瑞辉那边 却遇到了一个比较难缠的家伙 第七十三章 红锦士兵对突变者 沈瑞辉骑了一辆幸存者的摩托车 随便拉了一个士兵 这让沈瑞辉意识到 对方的实力绝对是很强的 不过沈瑞辉也不在乎 他本身是一个侦察兵 而且身后的士兵 更是一个三星列兵 二人联手 他就不相信 还有人能够和他们对抗 摩托车很快追上了卢旺 卢旺似乎也跑不动了 干脆站住不跑了 沈瑞辉得意地看着他 跑啊 怎么不跑了呢 我劝你 还是乖乖地自我了断吧 卢旺嘿嘿冷笑了一声 小子 你以为你赢定了 沈瑞辉拿起手枪 在手上转了一圈 当然 我作为总指挥的警卫班长 就没有搞不定的普通人 无论你有多大的本事 在我这里都只有一个结果 那就是 砰 沈瑞辉说话之间 突然毫无预兆地开枪 一枪命中了卢旺的眉心 子弹打在他的头上 发出当的一声响 沈瑞辉甚至看到 卢旺的头上冒出了一道火星 这不可能 卢旺突然哈哈地笑了一声 没有什么不可能的 这个世界上 总是有一些人的运气特别好 你应该知道那种铁甲丧尸吧 不瞒你说 老子前几天就干掉过一只铁甲丧尸 然后 老子就变得刀枪不入了 不然你以为我 怎么会轻易来这个交易大会 沈瑞辉瞄了一眼对方的臀部 可是你的屁股被打伤了 那不过是让你们麻痹大意的手段吧 卢旺满不在乎地拍拍屁股 那里的衣服破烂 但并没有什么伤势 拿起了自己的枪 卢旺冷声道 既然知道了我的秘密 那就准备去死吧 他扣动了扳机 但是沈瑞辉的身手也是相当强悍的 立刻一个翻身躲过 既然手枪没有威胁 那就换成威型冲锋枪试试 侦察兵是有两把枪的 沈瑞辉立刻拿出冲锋枪 一梭子子弹就射了出去 当当当当的一阵脆响 卢旺的身体被子弹冲击得连连后退 但是却并没有倒下 妈的 老子不信搞不定你 沈瑞辉直接从腰间摸出了手雷 打开拉环 一颗手雷抛了过去 轰隆 手雷在卢旺面前乍响 顿时将卢旺炸得面目全非 要不是卢旺临时用手臂挡了一下 这一下就把眼睛炸瞎了 而那个三星裂兵 这会儿也没有闲着 看沈瑞辉扔出手雷 他立刻拿起手里的八一杠 开始了快速连续地点射八一杠的威力 可不是卫星冲锋枪能够比拟的 或许面对普通人的时候 看不出区别 但是 面对卢旺这种 就要刀枪不入的怪物 效果对比明显 三星裂兵的枪法如神 每一枪都击中卢旺的咽喉要害 这里的肉本来就软 连续射击下 皮肤终于被打穿 开始往外渗血了 卢旺试图开枪还击 但是沈瑞辉的枪法更是精准 连续的射击不断打中他的手腕 虽然不能将他的手骨打断 却能够让他的枪抬不起来 就这样 两个人天衣无缝地配合 硬是打得卢旺这个突变者 无法还手 碰 再次一枪打中了咽喉伤口 这一次 终于将卢旺的伤口打穿 咕嘟咕嘟的鲜血冒了出来 卢旺用手捂着咽喉 连连后退 张口结舌的 却说不出话来 作为实力强悍的突变者 他一个人对付十几个人 都不在话下 可是没想到 萧凡这边两个战士 就能够将他解决掉 他非常的不甘心 但是意识已经开始昏迷 喉咙被打穿 他已经无法说话了 沈瑞辉摸出了腰间的匕首 冲了过去 对着他的伤口 飞快地补了一刀 一刀刺了进去 伤口撕裂 卢旺终于倒下了 抽出了两下之后 躺在那里一动不动了 仔细检查了一下 沈瑞辉确定 卢旺已经死亡 真是不容易啊 这些突变者 实力果然够强 如果不是今天我拉了你一起来 恐怕我自己还要翻车了 跟随沈瑞辉一起过来的 是萧凡生产的 第一个猎兵王站 此刻他拉动了 一下枪栓 对沈瑞辉道 沈班长不用太过谦虚 你主要是入伍时间还短 现在还是无星侦察兵 如果你成为二星三星侦察兵 不用我 你一个人就可以搞定这种突变者 沈瑞辉咧嘴一笑 那是自然 侦察兵生兵之后 实力提升可不是一点半点的 他扭头看了看另外一个方向 那是薛宁儿去追击陈福东的方向 那里已经燃起了大火 估计薛宁儿也完成任务了 走吧 咱们回去 向总指会报告完 我估计我们也要回去了 沈瑞辉和王站上了摩托车 向农资市场方向而去 而卢旺的尸体 就那么直接被扔在了荒野里面 就如同沈瑞辉所说 消灭了陈福东和卢旺之后 萧凡确实是打算离开了 这一次交易大会 他算是收获满满 除了和赵大山 韩东阳等人交易他付出一些物资外 其余的陈福东等人 他根本什么都没有付出 就得到了大笔的资金 不但得到了资金 而且还收获了不少物资 自己带来的几辆大车都装满了 本来萧凡是打算出去 寻找新的生存基地的 但是有些想法还不太成熟 加上带着这些物资也不方便 就要先回去燕山镇再做打算 距离只有一百多公里 也不算远 加上来时候 已经打通了一条道路 回去很方便 决定之后 萧凡就和赵大山 韩东阳 郭明杰 安兰等人一一告别 这一次 他们的收获都不少 甚至陈福东他们的一些手下 也选择了加入其他基地 可谓收获满满 他们都很感谢萧凡 一一和萧凡告别 并说以后保持联络 有些幸存者 想要加入萧凡的阵营 但是萧凡没有收 现在他没有合适的生存基地 并不方便大规模地收人 告别之后 车队启动 返回燕山镇 交易大会这里的人 也渐渐散去 末日短暂地繁华落幕 那些死去的首领们 也立即被人遗忘了 卢旺的尸体 依旧孤零零地躺在那里 直到夜幕降临 一些摇摇晃晃的身影 出现在了卢旺身边 那是一群丧尸 新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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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十四章 死亡变异 夜色之中 这群丧尸围在了卢旺的身边 但是却没有扑上去进食 其中带头的一只独臂丧尸 蹲下身来 看着卢旺的脸 卢首领 声音沙哑难听 丧尸开口说话了 真是想不到啊 当初你我二人在 批发市场那里叱咤风云 今天却双双落的这样的下场 我变成了丧尸 人不人鬼不鬼 而你却死了 死后还暴尸荒野 连个给你收尸的人都没有 这一切都是拜萧凡所赐 丧尸的脸扭曲起来 显得格外的生起愤怒 这一只丧尸 就是在燕山镇 发生变异的李南风 此刻 他的身后跟了大约一千多只丧尸 这些都是被他控制的手下 他来到了农资市场这边 但是白天的时候 他根本不敢接近这里 别看他手下有一千多的丧尸 如果面对萧凡的部队 他也只是分分钟被团灭的命 所以 等到夜深人静 这里再无其他人的时候 他才敢现身 来到了卢旺的尸体旁边 为了我们两个当初的一点情谊 我给你一个新生吧 虽然新生的你 将再也没有人类的意识 但是你的身体 好歹还算是活着 而且你这具身体 已经完成过一次变异 给予你新生之后 我会重点培养你 看看你能够成长到一个什么地步 如果你够争气 那么也许有一天 我们还有机会去找萧凡报仇 说着 李南风低下头 对着卢旺的咽喉 一口咬了下去 丧尸的病毒 进入卢旺的身体 这个已经死去的人 竟然渐渐地有了动静 大约二十分钟过后 卢旺重新站了起来 不过这时候的卢旺 已经不是之前的卢旺了 他的身高突飞猛进地超过了两米三 浑身上下被厚厚的生化甲皱覆盖 双目之中 红光闪烁 好像一头出龙的猛兽 他已经再次变异了 成为了一头比普通铁甲 还要强大的巨型铁甲 李南风看着卢旺完成了变异 得意地黑黑直笑 很好 现在跟我走吧 我们去打造属于我们的大军 一群丧尸跟随李南风离开 消失在了夜色之中 新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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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萧凡的车队离开两天 再次回到燕山镇的时候 得到了人们的一片欢呼 人们不知道萧凡出去都发生了什么 但是他们看得到 萧凡的部队愈发的强大了 在回来的路上 萧凡仔细地查看了一下 自己达到了营长后的变化 他的士兵列表里面 还有工兵和间谍两个兵种 萧凡还记得基地车的建设 还需要30个工兵的辅助 所以他在回来的路上 直接生产了30个工兵 这30个工兵和之前生产的10个工程师 将组成一个工兵牌 专门从事基地车的建设 所以回到燕山镇的时候 他带回来的人已经超过了80 加上之前的两个排合工程师们 他的部队总人数已经突破了170 萧凡回到了派出所 先是和父亲妹妹见了个面 给了他们一些物资 父亲需要有些乡亲照顾 妹妹也有些要好的同学照顾 而现在这个时候 什么照顾也不如你给他几个鸡蛋 给他一碗大米饭来的实在 对于自己的亲人 萧凡是毫不吝啬的 不过现在的问题也是不少 派出所这里也容纳不了这么多人了 幸好这两天 红警部队也一直没有闲着 不但将燕山镇的丧尸 消灭了绝大部分 也收复了不少地方 镇上的小学暂时被萧凡征用了 将萧田他们这些学生都安排了进去 并且派遣三排驻扎在那里 而镇上的中学也是被萧凡征用了 并且收集了大量的工具车床等等 将那里当成了基地车的建设场地 当所有工兵配备到位之后 萧凡这里的主工程师爱因向萧凡报告 总指挥 我们现在还缺少大量的钢铁 只要钢铁到位 我们的基地车就可以正式地开工建设了 一个月的时间保证完成 萧凡点点头 附近可有什么钢铁多的地方 一排长徐强道 总指挥 我们发现了赤水县的另一端 有一个钢铁厂 不过要去那里 公路实在是过不去 经过城区那里 丧尸太多了 萧凡展开了地图 查看了一下钢铁厂的位置 确实如同徐强所说 钢铁厂距离这里的距离并不远 只有不到300公里 但是要走公路的话 就必须经过主城区 赤水县不是什么大县 但是四五百万的丧尸还是有的 别看萧凡现在实力提升不少 想要正面突破赤水县的丧尸群 还是做梦 要怎么样 才能够在不惊动丧尸的情况下 到达钢铁厂呢 萧凡非常的苦恼 他让所有人离开了他的房间 一个人在房间里面思索 其实交通问题 一直是困扰他的一个大问题 不单单是钢铁 就是他想要离开赤水县 去其他地方发展也是问题 比如他看中了一处地点 这会儿就是苦于无法到达 摊开地图 他在地图上面一寸寸的搜索 靠山农场有山有水 可进可退 距离城区不是特别远 而且有水源 他拿起笔 在另外一个城市 一个叫做靠山农场的地方 画了一个红圈 钢铁厂 距离这里三百公里 但是到达困难 以往去那里的时候 可以选择坐火车 但是现在火车早就停运了 等等 萧凡脑海内灵光一闪 突然意识到了一个关键点 火车 公路难行 他可以选择铁路啊 铁路周围都有隔离墙拦截 丧尸进不去 自然是毫无阻碍的 就能够到达 只要弄一辆火车 就可以直达赤水县火车站 而钢铁厂就在火车站的附近啊 萧凡立刻意识到 自己发现机会了 行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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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75章 赤水县火车站 萧凡行动可谓是雷厉风行 他决定之后 立刻带着警卫班 还有工程师爱因 来到了燕山镇火车站 燕山镇火车站这里 停靠着一辆动车组 流线型的车身 八节车厢 停在那里一动不动 车站的丧尸也早就被消灭了 现在车站内空空荡荡的 萧凡一直列车 爱因 会开火车吗 爱因整理了一下自己的外套 还不相信你的战士吗 别说火车 只要给我一点时间 宇宙飞船 我都能开上天 那太好了 既然这样 那你去开车 我们准备去赤水县 给我一点时间 这辆车可能有些故障 我需要一点时间修复 爱因上了车 开始修理火车 萧凡也趁着这段时间 开始调集兵力 他的目标是前往赤水县的火车站 那里肯定是丧尸遍地 想要打出一片安全区并不容易 所以 他只是将一排留在了燕山镇 剩余的二排 三排 还有工兵排 全都跟随自己前往赤水县 只是这一次战车就不能携带了 因为战车开不到动车组上去 这也让萧凡意识到 这种看上去豪华的列车 其实在末世里面并不是特别实用 如果不是时间紧迫 或许他在列车后面 加两节火车车厢更好 大约两个小时之后 火车修好了 爱因和另外一个工程师担任了司机 萧凡则是带着部队全体上车 爱因按动了一下火车的汽笛 久违的汽笛声 这会儿听起来竟然格外的动听 火车缓缓地离开了燕山镇车站 萧凡坐在车厢内 心潮起伏 车厢里面全是他的士兵 骑刷刷地坐在那里 钢枪闪烁一种自豪感 油然而生 这都是他的部队啊 勇猛无拒 不怕生死 而且还不需要发工资 有这样强大的一支力量 如果还不能有一番作为 他真是对不起来 人世间走一走 也许是感觉到 总指挥在想事情 他身边的薛宁儿和孙飞飞 也没有说话 就那么安静地陪着他 车辆沿着铁路线飞驰 路过一个个村庄城镇 萧凡看着窗外 感觉到处都是一片的荒凉破败 沿路甚至能够看到 一些丧尸 远远地对火车张牙舞爪 想要自不量力地过来拦截 当然 这一路上 他也看到了一些零星的幸存者 有些幸存者 已经跑到了野外生存去了 在荒郊野外搭建茅草屋 生活的就如同野人一般的其他 看到火车经过 有些幸存者惊呆了 他们声嘶力竭地呼喊挥手 想要让火车停下来 将他们带上 离开这个要命的地方 但是 萧凡现在不会为任何人停留 也许未来他有能力之后会 但是现在是不可能的 他不可能为了几个人 耽误自己的发展大计 你们保重吧 如果你们能够多活一段时间 等我的基地建设好 我会来寻找幸存者的 但并不是现在 火车飞驰而过 直奔赤水县火车站 一路上果然是畅通无阻 萧凡甚至还看到一辆脱轨的列车 翻倒在一边 如果那列车不脱轨 他还真是不好弄呢 一直到了晚上 火车才算到了赤水县车站 总指挥 到车站了 萧凡打开雷达地图看了一眼 周围有很多的红点 那是丧尸 先不要下车 让吹事班开饭吧 吃完饭休息 明天一早下车作战 是 吹事班开始做饭 大家就在火车里面用餐 萧凡吃过饭 回到车窗边 看着夜色中的赤水县城 热大的一个县城 几百万人口的地方 几乎笼罩在一片漆黑里面 不过也有地方 有一些稀疏的灯火 证明那里还有人活着 萧凡算了算时间 末时开始一个月零几天了 很多地方都已经停电了 停电的地方 一般都是变压器损坏 或者电线杆倒下造成的 也有一些地方没有停电 比如阎山镇 因为萧凡入住有人管理 现在还没有停电 又比如现在的动车组列车 也是靠电力维持的 因为铁路设施没有被破坏 所以还能用 他们这里是供电 是通过电厂的 而供电厂的设备 虽然可以自动运转 但如果没有人管理的话 萧凡知道 最多只能支撑两个月 那也就是说 最多在有二十多天 所有的地方都会停电 也包括阎山镇 必须尽快离开了 不能当得太久 时间不能超过二十五天 现在不是我想不想离开的问题 而是必须离开的问题 一旦超过这个时间 还没有离开 我们的世界将会一片黑暗 没有光明的世界 那是属于丧尸的世界 对人类太不利了 一夜的时间 就在萧凡的沉思之中过去 红警士兵们睡得也很香 出自系统的 他们没有失眠的说法 只要睡觉 几乎都可以一秒入睡 而且不会打憨 到了第二天清晨 消烦的人再次吃饭 全部吃饱后 各个精神抖擞 出发 我们今天的任务 就是要打通火车站 到钢铁厂的通道 将钢铁运回燕山镇去 最多明天中午 我要看到钢铁回到家 明白 保证完成任务 二排长沈光明 三排长孟强 立刻开始组织部队下车 大家注意了 现在站台上没有什么丧尸 但是大家注意那里 那里是后车室 只要打开那扇门 里面必定将会出现 大量的丧尸 初步估计 不会少于三千只 我们的任务 就是将他们都消灭 在门口这一带 为接下来的行军 打好基础 二排先上 三排预备 二排三十名战士下车 重机枪架设好 排长沈光明亲身上阵 冲过去打开了 后车室的门 开门之后 沈光明撒腿就跑 而后车室里面 已经瘦得皮包骨的丧尸们 疯狂地冲了出来 就好像江水开闸一样 第七十六章 战台激战 丧尸出笼 战士们也是火力全开 二排的三十名战士 将自己的火力 肆无忌惮地 往丧尸群里面倾泻 二排作为前期的部队 很多战士都升级到三星了 三星的陆军战士 带弹量一千二百发 三星的裂兵 带弹量六百发 这两种士兵 作为主战兵种 如果场面不是很混乱 让他们慢慢点射的话 一个人消灭几百只丧尸 都可以做到 当然 这种场面是不可能点射了 战台一片空旷 他们需要做的 就是先不让丧尸接近自己 但是在这些神枪手的设计下 依旧不断地 有丧尸被爆头 一团团的血雾 在丧尸群里升起 有的当场倒下 有的被拦腰打断 有的倒下了 还在爬着前行 丧尸群不断地发出嚎叫 一张张猙鸣的脸 呲牙咧嘴 非常恐怖 换作一般幸存者组成的队伍 这种情况下 很有可能因为恐惧而崩盘 但是红警战士们 根本不知道恐惧为何物 或许他们生前是会恐惧的 但是被系统赋予新生之后 他们就将恐惧两个字遗忘了 他们都有强健的体魄 而且随军来的 还有医疗队 战斗受伤 还有战友会救援 可以说 只要不死 都可以就回来 这让他们更加的无所畏惧 一道道子弹交错飞行 形成了一片密不透风的火力网 而丧尸那边 也是源源不断 赤水线作为一个县城的车站 平时有个几千人 都是很正常的 这几十个士兵 想要快速地消灭尸群 也是根本不可能的 一句句的尸体倒下 后面的丧尸 立刻连滚带爬地冲过来 前赴后继 战士们的火力虽然猛 但是也不得不移在后撤 幸好站台够长 他们的后撤空间足够 前排的战士射击 后排的战士就更换弹夹 当有一些变异丧尸出现的时候 狙击手和重击枪就开始发威 绝对不让丧尸接近 双方的距离 一直保持在四十米左右 站台上的尸体 也开始一层层地叠加 士兵队伍里面 也不断地有光芒亮起 那是士兵生心的表现 生心之后 士兵子弹全满 体力恢复 再次变得龙筋狐猛 肖凡和后面的两个排长 在看着 看着二排的表现 那些遍地的碎肉 黑血 已经无法对他们 造成什么视觉冲击 尤其肖凡 经过这一个多月的磨练 他已经能够 很好的适应默示 这种场面并不可怕了 当枪声渐渐地有些 开始稀疏的时候 肖凡下令了 二排开始撤退 三排顶上 是 二排撤 三排给我上 顶住 二排的战士们开始后撤 这边撤退一个 那边就顶上一个 双方之间的交接 井然有序 这几乎是任何军队 都难以做到的 二排的战士 没有子弹了下来休息 三排的立刻补上 子弹声又密集了起来 丧尸们虽然还在往外冲 但是数量上 已经明显开始减少 但是战士们的火力 依旧丝毫不减 猛烈地打击 快速地收割丧尸的生命 激烈的战斗 又持续了大约三十分钟 后车室里面 终于不再出现丧尸了 萧凡看了一眼 立刻再次下令 警卫班 弓兵排 炮兵 医疗兵 有枪的都上去点射 军犬队出动 尽量保持战士们 保留一定的子弹 这些非主力兵种 立刻代替三排的战士 顶了上去 由于丧尸的数量变少 军犬终于可以出动了 这些军犬 好像狼群一样的 冲入了丧尸群里 开始和丧尸缠斗 普通的丧尸 根本挡不住军犬的一口 这些军犬都经过特殊的训练 已经拜托了普通狗狗的撕咬 而是变成了锁猴 人类脆弱的颈部骨头 是挡不住军犬的一口的 由于和军犬缠斗 丧尸群前进的脚步停了下来 而萧凡的非主力部队 也都拿着自己的步枪 或者手枪靠近 开始精准地点射 枪声虽然一下子沉寂了不少 但是击杀的效率 却一点都没有减缓 不断地有士兵升级 双方的数量对比 也开始出现逆转 当丧尸的数量 还没有红颈士兵多的时候 一切都已经尘埃落定了 沈瑞辉在这场战斗之中 升级到了一星 看着同样也升级到一星的薛宁儿 他的心中暗暗较劲 自己绝对不能输别女战士 一定要在薛宁儿之前升官 随着最后一只丧尸倒下 战斗结束了 工兵牌负责收集物资 要保证不放过任何一个经营首饰 干这种杂活 工兵牌是专业的 他们立刻走了过去 开始在丧尸群里面翻找物资 如果遇到没有死透的丧尸 他们也负责给补一枪 彻底结果了他 又过去了将近一个小时 战场打扫结束 总指挥 首饰 萧凡接过首饰 已经接近了11万 不过他却没有动这些资金 等到基地建设的时候 说不定会需要大笔的资金 现在他的主要任务 就是存钱 战台上遍地的尸体 萧凡也不会留下他们 因为他已经知道 丧尸进化的一些规律 丧尸进化 主要是依靠进食和靠近陨尸坑两种方式 现在末世开始一个多月了 陨尸坑的能量 估计也被消耗得差不多了 剩余的进化方式就是进食 丧尸不吃活的同伴 但是会吃死去的同伴 这些尸体是一顿大餐 不能给其余丧尸留下 刚刚激烈的枪声 说不定还会引来 战前广场附近的丧尸 只不过这些丧尸 不太懂得寻找道路 暂时没过来罢了 所以萧凡下令 喷火器战时出洞 将这些尸体全都烧了 因为红警士兵每天的子弹 会在中午12点刷新 现在也快中午了 汽油子弹什么的 也不必保留太多 几个喷火器战时出洞 几条熊熊的火龙 在站台上席卷 开始焚烧尸体 剧烈的燃烧 持续了半个小时左右 这几千只丧尸 就只剩下一些焦炭 证明了他们存在过 这样大的动静和折腾 不单单会吸引丧尸 也引起了一些幸存者的注意 第77章 幸存者 清理完了站台和后车厅 萧凡的人 就在后车室内附近休息 车站的大门已经被锁上了 外面站前广场 虽然有不少丧尸 但是却无法过来 而沿着站台一直走 走到另外一段 翻过一堵高墙 就可以进入钢铁厂大院 所以 萧凡的人是 不需要离开车站的 大家战斗了好几个小时 也有些累了 部队就在后车室内 准备开饭 萧凡无聊地翻 看着雷达地图 雷达地图上 出现了不少的绿色光点 这些光点距离他不远 只有大约几百米的样子 就在站前广场的位置 看样子 是隐藏在站前广场中的某一处 萧凡往外看了看 丧尸密布有些看不出去 可也没有发现 这些幸存者在哪里 奇怪 这些幸存者躲在了哪里 先不去管他们 我现在的主要任务 就是收集钢铁 钢铁装车后 我必须尽快地返回阴山镇 至于这些幸存者 那就看命吧 如果他们有能力 到车站这边来 那就是他们的命后 就依旧也无妨 如果没有能力过来 那我是绝不会冒险过去的 打定主意 萧凡接过来了 薛尼儿递来的饭菜 炊事班煮的红烧牛肉面 便衣野牛肉 大薄 萧凡补了三碗面条 整个人顿时精神百倍 走 去钢铁厂 现在时间过了十二点 战士们的枪支 屏蔽 但要刷新 全部恢复了满蛋的状态 在萧凡的带领下 他们来到了钢铁厂的围墙边上 十几个三星猎兵一起用力 竟然直接将围墙给推倒了 留下几个人 将这个窝口清理好 一会儿可能要有大量的钢铁 从这里运送过来 十来个工兵留下清理 剩余的人 则是进入了钢铁厂内部 和火车站相比 钢铁厂内的丧尸 就少得太多了 萧凡的人根本不用开枪 一直用刺刀刺杀 就将靠近过来的丧尸 全部清理掉 等到萧凡打开了 钢铁厂的库房后 他意识到 这辆动车组 可能不太够用 到处都是钢铁 重量无法估算 去找一些插车平板车什么的 这东西 不是靠人抬可以抬得过去的 战士们立刻忙碌了起来 所有人都背起了枪 开始寻找一些运输工具 站台和钢铁厂之间 立刻变成了繁忙的工地 这种时候 萧凡是有些无聊的 他就坐在一块空地上乘凉 继续看着那些幸存者的光点 咦 那些光点移动了 竟然向着车站内部的方向来了 萧凡有些惊奇 在他看来 战前广场的丧尸数量过万 别说一些幸存者想要穿越 就是自己的部队 想要穿越 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没有重型载具保护的情况下 靠人堆 简直就是去送死 这些幸存者 是怎么做到的 萧凡顿时来了一点兴趣 根据幸存者的前进方向判断 他决定带人过去看看 你们继续干活 警卫班跟我来 带着薛宁儿孙飞飞 还有沈瑞辉的警卫班全体 萧凡向着预定的点走了过去 等到他和那些幸存者 距离已经不超过20米的时候 他还是没有看到人 这个时候 萧凡恍然大悟 下水道 幸存者一定是在下水道里面 所以雷达地图上显示了位置 自己却看不到 往后站站 这个下水道的井盖 估计就要开了 萧凡他们退后了大约几十米 果然 不出五分钟 下水道的井盖打开了 一群脏得不可思议的人 从里面爬了出来 第一个爬出来的人 看到萧凡他们之后 竟然哇的一声就哭了出来 太好了 真是太好了 我们终于等到救援了 军人同志们 我太高兴了 这个幸存者 似乎有扑过来的迹象 但是警卫班的军犬 可不允许陌生人 轻易地靠近萧凡 虽然这些人 看着没什么敌意 但是他们实在是太臭了 军犬一阵狂吠 那些幸存者 才不得不停下脚步 萧凡没有说话 而是默默地数着 这群幸存者 等到最后一个 从里面爬出来 一共是二十二个人 每个人全身上下都是污泥 根本看不出本来面目 只是能根据身材看出 大约是男人还是女人 萧凡开口问道 我理解你们现在的心情 但是你们要先听我说一些话 长官您说 我们知道绝对不会隐瞒 多少人生活在下水道里面 一个男人开口 没有了 下水道里面的人 可能就我们这么多了 不会吧 这座城市几百万人 躲进下水道的人应该不少 长官 开始的时候是不少 但是下水道里面没有食物啊 很多人忍不住饥饿死了 萧凡的脸色微微有些沉 那你们为什么没有饿死 男人有些不好意思的开口 因为我们吃老鼠 其余人也是纷纷点头 一个女人道 长官 我们实在是熬不住了 下水道里面的老鼠越来越大 我们本来不会死那么多人 但是到了后来 已经不是我们吃老鼠 而是老鼠吃我们了 要不是你们过来 我们拼死过来碰碰运气 可能要不了十天 我们这些人就要死光了 萧凡微微点头 他相信这些人说的话 因为这些人虽然看着很惨 但是至少还没有泯灭人性 其中甚至还有两个孩子 此刻被大人抱在怀里 看着状态不是很好 萧凡长出一口气 又开口问了一句 你们都是干什么的 人们七嘴八舌地说着自己的职业 有的是上班族 有的是打工仔 有的是家庭主妇 还有的是学生 但是他发现其中有好几个人 竟然是一个电视台的 你们是演员 萧凡看着这几个泥猴问道 不过我们就是普通的工作人员 本来是到赤水来采访的 结果就被困在这里了 只有他 他叫星小迪 是电视台的新闻节目主持人 萧凡的目光落在一个女人身上 虽然弄得特别的脏 但还是能够看出 这个女人颜值不错 年纪也不大 而且萧凡看着她很面熟 确实是新闻节目的主持人无疑了 萧凡本来都打算 就一群没什么用处的人了 但是看到这个人 他突然有个想法 也许有一天 这两个人还能有点用 萧凡挥挥手 是一吹噬班给他们弄点吃的去 其余幸存者 都感激替灵的过去吹噬班那边了 但是那个女主持人星小迪 却停下了脚步 长官 我进入下水道的时候 是有一部卫星电话的 我从那里知道了一点 关于云州市的消息 你要不要听一听 萧凡一听这话 顿时心中一动 云州啊 燕云北边的一个大事 靠近省边见了 自己想要去发展基地的地方 其实就是云州市 第78章 出发 云州 萧凡当然想知道云州的消息 但是他也能够看出来 这个女人怕是有所求的 现在这个时候 他所求的东西 萧凡能够满足他 但是萧凡却不想 这么轻易地满足他 至少不能在这个人多的时候 会让别人以为自己 贪图他的美貌 和主持人身份什么的 虽然自己确实有点 你先跟他们过去 回去的时候再说 新小迪有些失望地离开了 他想 一定是自己现在的形象太过不雅 才会让这个年轻长官 没有什么兴趣 等到了安全地方 他一定要好好打扮打扮 再试一次 旁边警卫班的班长沈瑞辉 将萧凡的举动看在眼里 心里认定了一件事 总指挥不尽女色 作为一个励志要升官的好战士 他不但要作战勇猛 而且要懂得揣摩上级的心理 这是沈瑞辉比别人聪明的地方 他一定要好好利用利用 这边处理过了幸存者的事情 那边的钢铁也运送了很多了 动车组的列车被装了许多钢铁 许多座椅什么的都被强行拆除了 本来想要在车站这里找到一辆货车 可是末世发生后 这里显然也是有过一场巨大的骚乱 一辆货车冲进了车站 撞翻了另外一辆 现在已经没有货车 可用了 小凡只能用动车组运送钢铁 大不了一次不行再来一次 到了傍晚时分 动车组开始返回阉山镇 去的时候比较快 回来就慢了许多 因为拉了太多的钢铁 到了燕山已经是午夜 这里早就有许多大卡车 等候在车站 列车进站 战士们立刻开始将钢铁装车 运送到中学去 一夜几乎就在忙碌之中过去了 萧凡回到派出所后 倒头就睡 一直到了第二天上午才醒来 而他麾下的战士们 已经在工程师安音的带领下 再次前往赤水县运送钢铁了 吃早餐的时候 萧凡问起了昨天接回来的幸存者 怎么安排了 警卫员薛尼儿回答 按照您的吩咐 都已经将他们送回了大酒店那边 暂时安顿 萧凡点点头 好 一会儿我去那边看一眼 询问一些事情 如果没有其他重要事的话 今天我们就出发去云州市 明白 吃过早饭 萧凡来到了江南春大酒店 昨天新来的幸存者 被安排到了酒店一楼 和王大江那群人在一起 因为二楼已经有萧振远 他们六十多人在 一楼这里只有四十多人 暂时只能安排在这里 进入了酒店一楼 所有人的目光都向萧凡看过来 这些人看他的目光是复杂的 有敬畏有恐惧也有厌恶 因为他们觉得 萧凡给了他们不公平的待遇 不然他们本来可以生活得更好 萧凡也不理会这些人 禁止来到了新小嫡的面前 找个地方 将你知道的事情和我说说 新小嫡还是昨天的衣服 不过已经清洗过了 现在看起来眉清目秀 果然是一个标准的美女 她摆弄了一下头发 好 那就在这个单间说说吧 一楼的单间是王大江的卧室 萧凡也毫不客气地征用了 二人进入室内 新小嫡才开口 长官 事先说明 我的消息是来自卫星电话里别人的描述 但是后来那电话坏了 现在云州的具体情况 我也不清楚 我就说我知道的 说错了 你别怪我 但说无妨 是这样的 我听说云州那里 现在有许多家幸存者联合在了一起 组成了一个云州幸存者联盟 目前正在以官方的身份管理云州 官方身份 萧凡眉头一皱 如果真是官方 那还真是有点麻烦 不不不 他们并不是真的官方 但他们确实是目前云州的最大势力 据说那个幸存者基地人口总数已经超过了十万 相当于以前一个繁华乡镇了 超过十万人 那武装力量一定不小 这个我不是很清楚 但应该是的 因为他们已经在云州站稳了脚跟 而且开始对那里实行管理 一些小的幸存者团体 因为没资格加入他们 据说还要纳税呢 萧凡觉得有些可笑 他们又不是真的官方 凭什么纳税 因为在云州 就要接受他们的保护 遇到丧尸威胁了 或者一些穷凶极恶的幸存者截略了 他们都可以实行保护 萧凡哼了一声 看来要去云州的话 还免不了要和这个幸存者联盟打交道呢 又询问了一些细节 但是星小敌也知道的 不是很清楚了 不过知道这个消息也算不错 最起码提前有个准备 萧凡站起身 看了星小敌一眼 以后你不用做出力的活 好好地保养保养 保护保护你的嗓子 以后有用 星小敌立刻红着脸答应了 他想他大概明白萧凡的意思了 保养干嘛呀 那当然是漂漂亮亮的给人看了 至于保护嗓子要干嘛呀 现在又没有电视 又没有广播的 他的本职工作 没有用武之地了 这个嗓子干嘛还用说吗 反正不会是唱歌就是了 可能是摆弄乐器吗 萧凡也不知道 星小敌都脑补了一些什么 起身离开 刚刚走出来 就看到王大江站在门口 脸色有些拘谨 王大江对萧凡道 小萧啊 是这样的 我们这几天也听了一些广播 知道咱们燕云有了很多的幸存者基地 听说温泉山庄那边 已经有了七八千人的规模 你看 咱们是不是过去投靠一下呢 我虽然年纪大了 但在以前还是有一些人脉的 到了那里找找关系 应该能够和郭明杰首领说上话的 萧凡瞥了他一眼 不必了 我会出去寻找新的基地 等我找到了 愿意跟我走的人跟我走 不愿意的 想去哪去哪 和我没有任何关系 说完 萧凡立刻转身离去 王大江则是眼珠乱转 不知道萧凡的话是真是假 出来之后 萧凡先和父亲还有小妹告别 然后就去了火车站 等到列车回来之后 萧凡露出笑容 动车组的车厢被拆得面目全非 有几节甚至被切割成了平板车 可以运输大型物品 有了这几节货车 萧凡就可以将一些机动车辆开上火车了 从燕云前往云州的道路不好走 但是现在有了火车 一切就没有问题了 萧凡可以乘坐火车 直搭云州市去寻找属于自己的生存基地了 星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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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79章 靠山农场 云州位于烟云市的北方 两个城市的主城区 相距超过了1500公里 云州也是神龙省最北方的城市 从这里再往北的话 越过神龙江就到了伯利亚国 萧凡的动车组在铁路线上行驶了两天 才算是到达了云州地界 现在时间已经是9月份 越往北方走 气温就越低 进入云州地界后 气温已经下降到了十几度 还是白天 跟随萧凡出发的人很多 这一次寻找新的生存基地 萧凡几乎将大部分兵力都带出来了 现在留在燕山镇的 只有三排和工兵排 萧凡交给他们的主要任务 就只有两个 保护好自己的父亲和妹妹 还有就是快速建设基地车 这个任务非常重要 按照萧凡的估计 距离全面停电 还有不超过25天 基地车必须在那之前完工 并且离开燕山镇 到那个时候 不但基地车要离开 留在那里的家人 学生 相亲 还有其他的幸存者也要一起离开 愿意跟随萧凡的 就一起到新的基地来 不愿意就随他们去 当然 萧凡的当务之急 还是尽快地将基地选好 并且开始大规模地建设 这一点 萧凡并不担心 他现在手里有十一万斤 还是能够支撑一段时间的 跟随萧凡一起过来的 全部都是红警士兵 没有其他任何人 他也不用担心 自己的秘密会泄露 坐在动车上 萧凡昏昏欲睡 直到薛尼儿叫醒他 总指挥 进入云州地界了 萧凡揉揉眼睛醒来 立刻打开了地图 他选定的位置 叫做靠山农场 这里属于云州的中南部 距离主城区 大约有300公里 附近还有两座县城 一座青阳县 距离那里130公里 一座四水县 距离那里90公里 从这里再往南走几百公里 就是燕云市的地界 看了一会地图 萧凡指了一下 现在开始吃饭 越过四水县车站后 在白化镇附近停车 我们就在那里下车 然后驾车前往靠山农场 明白 薛尼尔立刻去安排了 吹噬班紧急开始做饭 等到吃完饭的时候 时间已经来到了 上午九点铁路两旁 全部都是黑油油的原野 原本地里是有很多庄稼的 但是这段时间没有人打理 庄稼地里面荒草丛生 看着有些荒芜 不过地里的粮食是成熟了的 路过一些地方的时候 萧凡还能看到 粮食被收割了一点 那应该是某个幸存者干的 幸存者不单单城市里面有 乡镇里面也有 农村里面也有 这里面的幸存者 更加容易逃出去 所以现在野外 其实也有很多幸存者在生存 但是萧凡知道 最难熬的日子还没有到来 停电是一个重要因素 还有一个因素就是 冬天快要到来了 一旦冬天到来 而这些幸存者 没有一个温暖的居所的话 那么北方的冬天 足以让人冻死在荒郊野外 看着路边的景象 火车的速度渐渐地慢了下来 总指挥 前面五公里 就是白化镇火车站了 不过我们的高铁 在那里是没有停靠站的 不要在火车站停靠 找一处容易下铁路的地方 我们就停下 明白 很快 火车停在了一处缓坡处 萧凡立刻指挥人下车 所有的战士都下来了 工程师拿出他们的工具 在铁路边上的护网处打开洞 然后架设铁板 让车辆能够从车厢上面下来 萧凡带来了很多的车辆 包括两台步兵战车 包括三辆装甲车 还有他的骁龙 还有一台猛士 和两台212级普车 还有山猫地形车 还有餐车医疗车和编三摩托 一辆辆的车子从列车上下来 所有的人员全部上车 虽然略有些拥挤 但还是能够坐得下 萧凡坐在骁龙越野车内 前面是山猫地形车开路 查看了一下地图 这里距离靠山农场 大约30公里 不算远 出发 车队轰鸣 开始向着靠山农场前进 在这野外地区 其实想遇到丧尸 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不走省道国道 不穿过城镇的话 基本不会遇到 就算遇到了一些灵星的丧尸 也不可能对车队造成什么影响 一路基本算是无惊无险 一直来到了靠山农场附近 农场有一个场部所在地 大约有五六百户人家 应该是有一些丧尸存在的 不过萧凡没有过去 中途停车的时候 他开始下车寻找水源 总指挥 你在找什么 我在找这条河的源头 萧凡指了一下不远处 一条白亮亮的河水 薛宁儿在萧凡身边 查看了一下地图 总指挥 这条河叫做浩元河 发源地就是不远处的 新安山脉 距离我们这里 应该不超过十公里了 只要沿着河水往上游走 应该能到达 新安山脉的山脚下 那好 全军沿着河水前进 我看看山脚那里 是什么样子的 上车继续前进 又走了大概十几分钟 终于到了新安山脉的山边 萧凡在此下车 举目似望 这里就是郁郁苍苍的 新安山脉了 放眼望去 连绵不绝 一条中等规模的河流 从山脉中间流淌出来 在这里形成了一大片的 冲击平原 萧凡的身边 站着红井的军官们 萧凡从这边 往那边整个地比划了一下 看吧 这里就是 我看中的生存基地所在地 北面靠着大山 西面也有山峰环绕 挡住了西北峰的清袭 形成了一片小气候区 气温要比其他地方略高 东面和南面 都是平原地带 是粮食产区 这里又有浩元河流过 有充足的水源 维持生产生活用水 只要我们在这里建设一座城市 将浩元河都笼罩在城市内 这样水源的源头 就在我们的掌握之中了 不用担心会被污染 温暖 有水 有粮食 一旦出现问题 还能随时撤进大山 你们觉得这里怎么样 总指挥英明 所有的红井士兵 齐声夸赞 萧凡有些无语 这些士兵好事后 就是对自己无脑崇拜 无条件信任这一点 有时候真是让人头疼 第八十章 资源回收战 也不是这些红井士兵 没有逻辑思维 主要还是 萧凡选择的这个地方 确实是好 因为两面环山 建设城市 就是一手难攻 还有水源和粮食 气候也比其他地方暖和 这样的好地方 哪里去找 他们是真的没有什么意见 萧凡也不问了 他既然不远千里来到这里 就是决定了这件事 也不需要商量了 爱因 准备勘察地形 确定城市中心点 工程师爱因 推了推鼻梁上的眼睛 总指挥 你先说城市要建设多大 萧凡愣了一下 他还真没计算过 建设多大的一座城市 等一下 我算算 萧凡开始默默地计算 自己需要一座多大的城市 他这个城市 不单单是需要容纳人口的 同时还要容纳很多的建筑物 比如发电厂 相信这一个发电厂的 占地面积就不小 没有个上万平方米 是拿不下来的 还有军营 一个军营容纳700人 那也不会是一个小地方吧 起码军营里面有食堂 有训练厂 有宿舍 有靶场什么的 这些都占地不小 还有战车工厂 听名字就知道很大 还有雷达站 以后可能还有空纸部 空纸部就是飞机厂 这个东西 也是一个占地大户 对了 还有采矿厂 还有现在系统页面里面的 物资回收站 居民区总是要有的 街道也很占地方 后期还不知道 会出现多少建筑物 部队的规模也要扩大 自己不可能一直 就一个营的兵力打天下 以后变成团呢 变成旅呢 这么一计算 萧凡的头有点大 算了 不想了 萧凡对着工程师爱因导 北边 靠近山边200米为界限 西边也是一样 东边 到这个位置 南边 到那个位置 这么大一个区域 你觉得够用吗 爱因不愧是 红井的首席工程师 计算能力远超萧凡 萧凡这么一笔画 他就计算出总面积了 总指挥 你计划的这一片区域 占地面积大约在6平方公里 那就是 要建设一座长方形的城市 东西长3公里 南北宽2公里 你觉得怎么样 可以 这一片区域大概也就这么大了 如果后期不够用了 可以再往东扩建一点 好 那我就按照总指挥的指示 先去工作了 不过 你把工兵排合十个工程师 都留在了阉山镇 我这边人手不够啊 好说 我现在就生产 萧凡立刻打开了系统页面 再次生产了十个工程师 和三十个工兵 本来他想更多的报工兵的 因为城墙还需要大量的建设 但是安妮提示萧凡 城墙等基础设施 系统可以直接建筑 工兵的主要作用 事先清理杂物 平整地面 然后铺设一些下水工程 工程师要设计街道 划分区域等 所以这一波花费了一万四千金 萧凡的手里 看看还有十万资金工程师们 很快地给城墙四个脚定点 然后爱因来回报 总指挥 城墙的点定好了 你可以按照这四个点 来建设城墙了 我们可以在城墙内工作 这项工作很繁重 战士们也都参加吧 好的 你可以随意地调遣他们 我先去建设城墙了 萧凡兴冲冲地准备去建设围墙 他先是来到了西北角的那个点上 打开了系统页面 查看城墙的建设 系统给予了三种围墙 分别是初级围墙 中级围墙 高级围墙 初级围墙 高三米 后五十公分 每米建设费用为五斤 中级围墙 高七米 后一点五米 每米建设费用为二十斤 高级围墙 高十五米 后五米 每米建设费用为一百斤 看到这个数字 萧凡默默地开始计算 城市的外围城墙 那肯定是要用高级城墙的 长三公里 宽两公里 那四面加起来 就是十公里的城墙 也就是一万米 每米一百斤的话 那就需要 一百万斤 计算出这个数字 萧凡顿时吓了一跳 他好歹也是大学毕业 应该不会算错吧 再次仔细地计算了一遍 萧凡有些绝望了 单单这个外围城墙 就要一百万斤 他根本没有啊 本来怀揣十万斤 还以为自己是个爆发户了 没想到 依旧还是个穷逼 这可如何是好 难道外围城墙 也要那种三米高的 出击城墙吗 那绝对不行 力量型丧尸 能够直接撞开 敏捷型丧尸 也能轻松地跳过来 根本起不到防护作用 正当他有些焦头烂额的时候 安妮给予了系统提示 总指挥 不要忘记资源回收站 萧凡一愣 急忙再次查看资源回收站 资源回收站 建设需要三千斤 安妮 资源回收站的主要功能都有什么 总指挥 资源回收站 主要就是应对城墙的建设而设立的 建设城墙 需要大量的钢筋水泥和石头 这些建材 只要你能够收集到 并且将其送进资源回收站的入口 那么建材 就会转化成为系统资源 这些资源可以大量地节约你的资金 最高可以节约90% 听到这里 萧凡眼睛顿时亮了起来 节约90%的话 那么他手里的资金 基本就能将城墙的框架搭建起来了 这次他没有犹豫 立刻建设资源回收站 大约半个小时后 资源回收站建设完成 萧凡的系统页面上 立刻出现了摆放的标志 那是一个虚拟的地图 反映的就是当前的情况 就如同红井游戏一样 绿色的地点代表可以摆放 红色的地点代表无法摆放 萧凡选择了半天 发现这个只能摆放在平整的位置上 他沿着南城墙位置的边缘 终于找到了一处平坦地带 然后摆放下了资源回收站轰隆 一声震荡之后 一座崭新的建筑拔地而起 第一座红井的实体建筑诞生了 第81章 城市规划 资源回收站落地 第一座红井实体建筑就算正式出现了 之前萧凡以为就是一个普通的回收站 但是现在一看 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资源回收站长100米 宽30米 入口处整个就是一扇宽度 达到了25米的大门 许多大型车辆都可以并排地开进去 进去之后原地卸货 地面上有传输带 将资源运到后面去转化 车辆再从侧门出来 资源就会化为数据 系统出品就是如此简单 当资源回收站落成之后 萧凡的系统里面多出了一组小数据 这些数据不是资金 而是钢铁 水泥 石材 木材 青砖等资源 这些资源全部都是建设城墙时候需要的 可以说资源回收站主要就是为了城墙而出现的 有了资源回收站 但是资源还没有 萧凡立刻下令 一排行动外出收集重型卡车寻找资源 不但要寻找资源 还要寻找一些大型的机械 现在这里的基础建设也需要 一排立刻出发了 萧凡则是留在这里 跟随工程师查看地形情况 总指挥 你看这里 这里就是我们城市的中心点了 未来可以建设成中心路口 爱因从哪儿弄来一张巨大的图纸 上面已经做出了一些城市规划 按照萧凡的设想 城市要分为两个部分 一个部分是居民区 可以住人 也可以有商业区 这可以在前半部分 而后半部分则是军事区 所有的红井建筑 全部都要放在后半区 那里禁止普通人出入 算是禁区 所以 这就需要建设两道城墙 将前后区域隔离开来 所以这个中心点 他又往前推了一点 在这里吧 后半区不会对外开放 好的 我还有一个提议 我们需不需要建设一条 通往城外的地道 以应对不时之需 萧凡想了想 觉得爱因的这个提议 非常的可行 要建设 不但要建设 而且要建设两条 萧凡一直前面广袤的田野 如果以后有人或者丧尸 来进攻我们的城市 那么 我们要尽量选择一处隐蔽的地方 设立一个地道口 地道要求 不但能够过人 而且还能够过车 这样就能够神出鬼没的出现 随时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 爱因将萧凡的话记下来 那么另外一条地道呢 另外一条地道 就是要通往后面的山区 我们身后就是苍茫大山 如果有一天 我们的城市真的危险了 那么就能够 从这里随时撤离 好的 我都记下来了 好 等到资源和机械到了 我们就全面开工 不但这里的城市排水设施 电网设施要提前准备 还有准备修路 起码要让这里通公路吧 不然出行太不方便 民用车进出困难 可以 总指挥 我们的人数还是不够 现在是基础建设时期 您是不是考虑再增加一个工兵牌 肖凡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这些事情全面开工的话 基础建设确实需要很多人 战士们可以充当临时劳动力 但终究不是专业的 听从了爱因的建议 肖凡再次生产了30名工兵 成立了第三个工兵牌 有了60名专业工兵一起干活 清理场地的行动迅速开始了 每一名工兵入伍之后 都会自带背包 里面有一些基础的工具 清理杂草碎石的速度并不慢 肖凡则是继续跟着爱因视察场地 很快来到了一处地势较高的地方 总指挥 你看这里 这里是城市内的最高点 我觉得可以建设雷达站 好 就按你说的办 没有实体雷达 我的随身雷达 只有一千米的直径范围 不太方便 二人继续往前走 走了一段 来到了预定的城市北区 这里长满了野生的果树 有山楂树 有杏树 有蓝莓 还有苹果 另外 这里还有一片枫树林和一片化树林 落叶时候非常的美丽 更加重要的 是这里有一处瀑布 那是浩原河的河水被山石隔断 形成了一条小支流 从新安山脉落下后 在地面上冲击出来的一个大水潭 直径足有二百多米 水潭从南侧流下 一条十几米宽的河道 再次汇聚到了浩原河里面 总指挥 这一片区域 我已经将其化定为您的居所 指挥官官邸 你觉得如何 萧凡看着这里的美景 也是觉得赏心悦目 微微点头 可以 就保留这片区域吧 萧凡想到了自己的亲人 但是暂时 他是不会让父亲和小妹住过来的 一来这里是禁区 很多秘密 即使是亲人萧凡 也不会泄露出去 二来这里人也不多 可能他们过来也会寂寞 接着 爱因提出了第二个建议 那就是 第二条地道的出口 就要设在萧凡的官邸这里 这样能够确保遇到危险的时候 萧凡第一个离开 萧凡想了想同意了 虽然他不觉得自己的安全会有问题 但是在红警士兵的心中 他就是至高无上的 必须保证他安全才是第一要素 萧凡和爱因边走边看 计划着一片片区域的用途 时间过得很快 到了午饭时间 一排已经有人陆续地返回 漠视别的不多 就是车辆多 他们很快弄回来了十几台重卡 三台挖掘机 还有四台铲车 有了这些机械 工兵们立刻停止了手工作业 开始机械化全面开工 过了一会儿 又有战士返回 收集回来了不少工具 还有一些水泥钢铁 和砖重型卡车 开进了资源回收站 卸货之后 萧凡这边的数字终于有了变化 水泥 550单位 钢铁 706单位 砖瓦 650单位 安妮 建设高级城墙需要多少资源 总指挥 高级城墙的建设 每米需要五项资源各9单位 这样可以节省您90%的资源 萧凡点点头 现在的这些单位 如果再有石材和木材 至少可以建设6米的高级城墙了 但是这些还远远不够 他需要更多的去收集 看了看目前的人手 萧凡干脆一咬牙 自己手里的这点钱 也先别急着建设城墙了 报兵一拨吧 收集资源 建设开工 还要去收集资金 都不耽误 既然要报兵 那就多报一些 萧凡直接对安妮道 安妮 给我计算一下 按照我目前的配置 生产一个连 需要多少资金 第82章 人数破400 萧凡目前的连级别单位配备 是这样的 三个战斗牌 每个牌30人 其中包括三个班24人 牌长一人 狙击手 喷火器战士各一人 重机枪组三个人 正好30人 自从成立吹试班和医疗班之后 牌级别就不配备这两个兵种了 三个班的造价是7200斤 牌长是侦察兵500斤 狙击手800斤 喷火器战士1000斤 重机枪组2000斤 这样一个牌的人员总金额 就是11500斤 三个牌就是34500斤 然后吹试班8个人 医疗班8个人 一共3200斤 加上两辆车3000斤 共6200斤 警卫班8个战士 加班长1700斤 共7700斤 这是成建制的 总人数为114人 总金额为48400斤 剩余的一些特殊兵种 萧凡还没有仔细地整理过 现在也是时候确定一下了 他决定 每个连配备一辆步兵战车 配备三辆装甲车 配备一辆猛士 和三辆212级普车 这些车辆总计造价18000斤 而步兵战车自带了三名成员 装甲车也自带驾驶员 总人数为118 一名工程师 作为技术人员 造价800 总人数119 人数就是120了 还有20个名额 萧凡并没有急于补满 等到实体建筑出来 多了新的兵种再说 这些配置 造价就需要67700斤 萧凡看了看手头的钱 觉得可以搞一搞 下定了决心 萧凡决定直接增加二连 他带过来了两个牌和基础的车辆 两个牌就作为基础 直接设立为一连二连的一排二排 如此一来 他只需要增加四个牌的兵力就可以了 一个牌11500斤 四个牌就是46000斤 将这些资金花出去 生产就开始了 萧凡也没有停下脚步 他继续增加吹噬班和医疗班 他已经有了一个吹噬班和医疗班 再各自增加一个班就好 车子也各有一辆 再增加一辆就可以了 还有警卫班 要增加两个 这四个班下来 9400斤 装甲车和步兵战车也有了 猛士也有了 他又增加了六辆212级普车 作为六个牌场的座驾 又是6000斤花出去 萧凡的生产序列 已经排了很长的一溜 总时间更是高达十几个小时 当萧凡把这些全都点选完 资金已经花出去了61400斤 但是等他生产完毕 他的部队总人数 也将达到400人了 两个未满边的连240人 三个工兵排90人 燕山镇还有一个排30人 还有10名工程师 加上其他杂七杂八的兵种 人数正好达到了400人 一个满边营已经超过了一半 他目前手里的钱也不多了 看着一个个战士出现 萧凡的心中 有种说不出的满足感 一排长徐强被任命为了一连长 二排长沈光明被任命为了二连长 而之前的排长位置 则是由新入伍的侦察兵担任 萧凡也下达了命令 新的部队入伍后 立刻投入到收集物资当中去 现在他们需要大量的物资 不但需要建材 还需要粮食和燃油 现在工地里面这么多的车辆 到处都需要燃油 如果附近有加油站什么的 那就毫不犹豫地抽干他 同时萧凡还给了新部队一个任务 那就是去消灭靠山农场 和白化镇的丧失 因为他还需要资金 需要大量的资金来进行基础建设 萧凡这边指挥 他身后的警卫班长沈瑞辉有些急了 眼看一个个新兵入伍 队伍越来越壮大 那些刚刚入伍的新兵担子 一个个都担任班长排长了 而他这个资深的老兵 居然还是一个班长 他不由地在旁边咳嗽了一声 提醒萧凡他的存在 沈班长有事 总指挥是这样的 你看连长级别都配备警卫班了 您作为总指挥 是不是应该配备警卫排了呢 萧凡沉吟了一下 你说的有道理 对吧 我也觉得有道理 沈瑞辉努力的挺胸迭度 显示他就是排长的不二人选 但是现在资金不多 等到手里钱宽裕一些的吧 萧凡确实这么觉得 刚刚六万多金花出去 他的手里资金只剩于三万五了 是要省着一点花的 沈瑞辉立刻就好像被针刺破的皮球一样 别了下去 也不敢再说什么不同意见 看沈瑞辉的神情 萧凡觉得 他可能是太闲了 板了一下脸 萧凡对他道 沈班长 现在基地这里急缺物资 我需要一个单兵能力强的人 去侦查一下附近的情况 大概包括白化镇的情况 靠山农场的情况 还有青阳县城的情况 你说我们这里 谁能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 沈瑞辉一听 立刻意识到这是一个机会 他当仁不让地拍着胸脯 总指挥 这种事必须侦查兵去做才行 比我资历还老的侦查兵 只有徐强和沈光明 可他们现在是连长 任务繁重 恐怕没时间 所以只有我才能胜任 好 那就交给你了 希望你能够给我带回来一个满意的答案 总指挥放心 保证完成任务 沈瑞辉兴奋地跑了出去 将部队唯一一辆编三摩托车给骑走了 沈瑞辉离开了 萧凡这里清静了一点 开始集中精力搞建设 未来的几天时间里面 萧凡基地所在地 是一片的热火朝天 平整场地 挖地道 修排水管道 这些基础设施干起来 简直是没完没了 这里临时搭建了一些宫棚 供战士们居住 萧凡没有睡在宫棚里面 只是一个人睡在骁龙越野车里面 每天吃完饭就看干活 偶尔战士们回来 还会带回来一些资源 虽然零碎的资源不多 但是积少成多 四项基础资源都在不断地增加 萧凡的资金也在增长 但是速度很慢 三天时间 资金才从三万五增加到三万九 这让萧凡不仅有些心急 这样下去 要什么时候 才能将城市的围墙搭建起来 到了第四天的早晨 沈瑞辉风尘仆仆地跑回来了 总指挥 大发现啊 新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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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83章 青阳县城 看着沈瑞辉兴冲冲的样子 萧凡这几天 沉闷的心情也振奋了起来 说说看 你有什么重大发现 是这样的总指挥 这几天 我一共探查了三个地方 包括靠山农场的厂部 包括白化镇 还包括青阳县城 四水县我没有去 因为我必须回来汇报 说吧 我听着呢 靠山农场那里有大量的食材 丧尸不多 可以派人去收集 这个消息好 还有呢 白化镇那里 木材资源丰富 而且有一个储木场 现在秋高气爽 木材干燥 也可以拉回来 但是丧尸略微有点多 建议派两个排过去 好 这两个消息好 我都记下了 你现在去发布命令 等等总指挥 还有一个大好消息没说呢 那你说吧 青阳县城那里 我发现了一个建材市场 里面红砖 钢筋 铁丝 水泥 大理石等等 你们建设城墙的问题 基本就解决了 是吗 你居然找到了建材市场 萧凡的眼睛也亮了起来 这真是一个好消息 当然 不但找到了建材市场 而且 我还发现了一家首饰店 萧凡愣了一下 随后就是狂喜 他最需要的就是经营 平时收集 也都是在丧尸身上收集 但是这种收集的效率并不高 毕竟丧尸也越来越强 不是很好打 而且 最起码一大半的丧尸 是不带首饰的 他一心惦记 能够拿下一家首饰店 但是首饰店都是位于城市里面的繁华地带 他的实力还不足以进攻城市 现在看来 这个机会终于是出现了 按捺住狂喜的心 他向沈瑞辉确认 你确定首饰店我们能够拿下 而不会惊动青阳县城的丧尸吗 放心总指挥 青阳县城里面有一条河 将县城截断了 一大半的丧尸都在另外一边 我看到的首饰店区域 附近的丧尸数量也不少 但是 以我们现在的实力 稳扎稳你 几天时间 还是有希望拿下的 那和那边的丧尸 不顺着桥过来吗 正常是会 但是那里的桥被人给炸塌了 我也不知道是谁炸的 大部分的丧尸都在对岸 不然我也找不到那家首饰店 听到沈瑞辉的汇报 肖凡终于放心了 丧尸会不会被水淹死 肖凡不知道 但是他知道 丧尸不喜欢水 下雨的时候 丧尸就会失去听觉嗅觉 和大部分的视觉 他见到的丧尸 也从来不会主动进入水中 既然有河水拦截 那么这件事就是可行的了 好 你带回来的这个消息非常及时 既然如此 那你就先接任警卫牌的牌长吧 谢谢总指挥 肖凡一高兴 直接选择将警卫牌的人员补满了 一共30个人 三个新生产的侦察兵担任了班长 沈瑞辉直接荣升牌长 肖凡本来也考虑薛宁儿了 但是薛宁儿坚决表示 他愿意继续担任肖凡的贴身警卫 肖凡也就没有勉强他 毕竟一个美女警卫看着 总是多了一项养眼的功能 警卫牌建设完成 肖凡就准备出征了 一连一牌被他派去靠山农场收集食材 一连二牌被他派去白花镇收集木材 而他则是亲自带领二连 警卫牌 一个工兵牌 以及众多的重火力兵种 准备前往青阳县城了 这一次去 可能不会是三天两天能够回来的 肖凡走的时候 进行了布置 确保基地的安全 然后尽量多地收集机械车辆 等一切用得上的东西 基础建设工作尽快完成 等到他回来的时候 争取围墙就可以开工 一切不止妥当 肖凡一行超过200人 驾驶着数十辆车辆 开始浩浩荡荡地往青阳县城进发 靠山农场距离青阳县城130公里 沈瑞辉已经轻车熟路了 驾驶一辆摩托车在前面带路 一路上没有遇到什么大的危险 直接抵达了青阳县城附近 和赤水县一样 这里也几乎是一座废弃的城市了 虽然可能还有幸存者 但是谁也无法救他们出来总指挥 建材市场就在那边 城市边缘正好可以取东西 好 先去建材市场 车队到了建材市场 所有人下车 肖凡放眼看去 感觉这里简直就是天堂 到处都是建材 不单单沈瑞辉说的那些 什么装潢材料 水暖工具等等 应有尽有 肖凡这一次带来了几十辆重卡 都是这几天内收集来的 立刻下令开始装车 工兵牌也带来了一些装卸的设备 很多机械甚至可以就地取材 立刻热火朝天地干了起来 留下一个战斗班在这里保护 肖凡带着大部队 马不停蹄地前往青阳县城 这一次 前进的速度就渐渐地慢了起来 路上经常会有丧尸出现 而且肖凡发现 变异丧尸的数量渐渐地多了起来 总指挥 前方出现铁甲丧尸 肖凡一看 果然 一头高度超过两米的巨型丧尸出现了 狙击手准备 狙击掉这个大家伙 击杀后 记得将其脑子内的金盒拿出来 狙击手开枪了 虽然铁甲也很强 但是在两个狙击手联合狙击下 还是轻易地倒下了 毕竟狙击枪的子弹不是开玩笑的 对铁甲丧尸一样可以破防 工程师去取金盒 肖凡也就不理会了 继续查看前方情况 青阳县城确实有一条河流过 将五分之四的县城 隔在了另外一边 首饰店位于这边 但是也深入城区了 这一路并不会太轻松 到了入城的十字路口之后 肖凡示意停车 总指挥 首饰店就在前面城区 大约三公里左右 怎么停下了 肖凡抬起头看了看 一指路面 你看那是什么 沈瑞辉往那边一看 只见路上竟然有几条车折的痕迹 因为一个多月 没有人打理城市 地面上有很多尘土 车折还算明显 啊 居然有人进去城区了 什么人胆子这么大 要知道我进去的时候 那也是加倍小心 还好几次遇到危险呢 沈瑞辉有些不敢相信 普通人竟然比自己还厉害 但是肖凡却意识到了一个问题 那就是 很有可能是突变者 新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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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有洛天一家 第84章 深入县城 想到突变者这几个字 肖凡第一时间想到的 就是幸存者联盟 虽然不知道他们去干什么 却也不能阻挡自己前进的步伐 车队继续前行 开始深入城区 这么多的车辆在一起 不断地发出轰鸣声 而且丧尸也是有势力的 从进入城区的那一刻起 就开始不断地有丧尸接近了 肖凡本来以为这边的丧尸不多 行军应该不算太难 但是很快 他知道他错了 经过了这么长的时间 丧尸的净化程度 明显有一个很大的提高 车队行进了不到300米 就遇到了超过5只的敏捷丧尸 和7只铁甲丧尸敏捷丧尸 和铁甲丧尸 已经算是三级变异了 这还不包括那些 一级变异和二级变异的 虽然普通丧尸 还是占据了绝大多数 但是变异丧尸的比例 却明显提高了 激烈的枪声 开始吸引来更多的丧尸 萧凡这边 不得不停止了车队的前进 就地防御 装甲车内的人 依托射击孔作战 其他人尽量登上车顶 不要让丧尸接近了 我们必须将这一片的丧尸消灭完 才能前进 不然到了首饰店 也容易被丧尸包围 红警士兵们开始下车 依托车辆作战 将一只只接近的丧尸击倒 啊 随着一只二级变异的敏捷丧尸 跳过来恢复了一爪子 一个陆军战士受伤了 胸口被抓出来 挤到血淋淋的口子 都可以看见骨头了 医疗队 上 这么快出现了伤员 也让萧凡意识到情况的不同 这里的丧尸 不同于赤水县火车站那里 被困在后车室内 得不到食物补充的丧尸 他们的净化程度更高 医疗队快速上去 给伤员包扎 并且服用抗病毒血清 红警单位的士兵 只有升级到三星 才能抵抗丧尸病毒 三星以下 依旧会被感染 这一次跟随出来的二连 其中大半都是新兵 被感染的几率很大 幸好医疗队的队员 大多数都到了二星 甚至三星 携带的抗病毒血清不少 暂时还能支持 放心地打 中午十二点 所有人的弹药和状态 都会刷新 受伤的伤员 经过治疗后 可以进入车里面 操作车辆的机枪 继续战斗 萧凡下达了命令 队伍的整体火力 进一步提升 尤其战车的机枪 砰砰砰砰 一道道金属洪流疯狂扫射 时不时的 还有一道火焰横空出世 将大群的丧尸 笼罩其中烧成焦炭 如此密集的火力打击下 丧尸的数量 在快速地减少 战斗之中 不断地有新兵开始升星 一道道白光 在战事队伍中划过 闪动一次 就代表战斗力更强了一分 而更加重要的是 载聚的升星 萧凡这边 无论是步兵战车 装甲车 或者骁龙猛士 甚至山猫车 全都是有车载机枪的 有火力 意味可以升级 每当战车升级一次 机枪子弹都会暴增 这才是最大的火力输出点 当然 重机枪组也在战斗中 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他们更加的灵活 每当有铁甲丧尸 或者密集丧尸涌过来的时候 重机枪 就会当仁不让地疯狂输出 将丧尸的攻势 一波波地化解 不足20分钟 接到上面血流成河 而且都是黑色的血液 丧尸的尸体也堆积如山 这么短的时间内 数千只丧尸已经倒闭在了这里 当当当当嗡 一个重机枪组再次咆哮过后 终于停止了运转 因为最后一只 一级变异的力量丧尸被打得粉碎 这一波已经被消灭光了 去收集资金 注意不要让黑色的血液沾染口鼻 萧凡吩咐一声 战士们开始忙碌起来 这个过程之中 他的身边 医疗班的班长孙飞飞 报告了一个情况 总指挥 这一次我们有七名战士受伤 轻伤五人 中度伤害两人 都得到了及时治疗 但是我还是要提醒您一下 下次战斗的时候 最好提前做好准备 不然有更多的战士受伤 我们的医疗队 可能血清不够用 萧凡点点头 他这次确实有些草率了 没有够住防御攻势 只是依托车辆作战 如果丧尸再多一些 肯定就会出现阵亡了 放心 我们的队伍只会越打越强 很快 战场打扫完毕 负责打扫的连长 沈光明将一些首饰 交给了萧凡 直接转化 获得了4700斤 萧凡微笑了一下 还是出来扫荡来得快 他在靠山农场待了三天 也只获得了4000斤 这么一会儿就获得了将近5000 萧凡立刻生产了第三个医疗班 统统交给孙飞飞指挥 多了八个医疗兵 自己士兵的生命 就会进一步地得到保障 对于麾下的士兵 萧凡从来没有将他们看作工具 他们都是活生生的人 生命才是最宝贵的 虽然花费了1600斤 但是萧凡的资金 再次突破了4万大关 原地休息一会儿 接下来我们再次前进300米 这里距离首饰店接近三公里 萧凡决定稳扎稳打 步步推进 哪怕多耗费几天时间 也要稳稳地将这笔资金拿下 而事情也真的是急不得 单单接近一个首饰店区域 还不是经过城市最繁华人多的地区 萧凡的200兵力 竟然足足地耗费了三天时间 每前进一步都是非常的艰难 萧凡的部队甚至还需要搭建防御攻势 提前做好部署 才会往前推进一点 子弹打光了就停下 等到子弹刷新再前进 就这样步步推进 缓缓地伸入城区 这三天来 萧凡这里小心又小心 还是有两名红警士兵 在战斗之中阵亡了 一个死于三级敏捷丧尸 一个死于三级铁甲丧尸 没有办法 这两种丧尸杀伤力太强 被攻击基本没有受伤的机会 萧凡给死去的战友 举行了送别的葬礼 还是可以召唤出来的 只不过心急归零 也不记得之前担任士兵的事情了 但是萧凡认为 那已经是另外一个人 他要给予死去的同伴尊重和礼遇 不过他们的付出 也并非没有收获的 到了第三天上午 一波战斗过后 萧凡的部队 进入了城市的一个十字路口 从这里再往前三百米 首饰店已经可以看到了 明明首饰店就在前面不远 但是萧凡却停下了脚步 相比其他街道丧失密布的情况 这里有些过于冷清了 第85章 舔士者 在街道上几乎没有丧失 但是萧凡却总是觉得怪异 他在街口左右查看 目光落在了一辆侧翻的汗马车上面 过去看看 萧凡带着警卫排的人 接近了这辆汗马车 到了车前 薛宁儿抬手擦了一下车身 转头对萧凡道 总指挥 这辆车上面灰尘很少 应该是翻在这里没有多久 不会超过五天 萧凡沉思了一下 我们从基地出发到这里 已经四天了 也就是说 差不多我们到来之前 这辆车就翻在这里了 是的 那这很有可能 看了一眼车内的暗红色血迹 萧凡认为 车内的人已经遇难了 不管来的人是为了什么来的 他都已经回不去了 前面就是守势店了 虽然这条街道安静的有些诡异 但是萧凡还是觉得继续前进 部队开始缓缓地推进 逐渐地接近守势店 大家都全神贯注地戒备着 街道两侧是林立的高楼 那些门店都已经破败了 到处一片狼藉 高楼上的很多窗户也都破碎了 也许有人跳下来过 也许是丧尸冲下来过 不过此刻桥已经被炸毁了 河流的对岸 海量的丧尸在那里徘徊着 无边无际的人头涌动 让人看一眼就觉得头皮发麻 粗略的估计和对岸的丧尸 至少也在二十万以上 这还只是单单这一片的 萧凡收回目光不再去看 再看下去 他会觉得压力太大 多亏了这条河 不然几个月之内 他怕是都没有机会来到这里 一行人来到了守势店门前 这里的招牌都已经破损 只有黄金二字的招牌还在 证明了这里是一家守势店 店面不算很大 毕竟只是县城的守势店 不可能太大 萧凡没有急于进去 而是先打开了雷达地图 打开地图 萧凡的眼睛就一下睁大了 守势店内有一只丧尸 按理说一只丧尸 根本无法引起萧凡的注意 可是这只丧尸的颜色特别的红 普通的丧尸只是淡淡的红色 只有变异丧尸的颜色才会深一些 敏捷丧尸和铁甲丧尸 就是鲜红色 而这一只丧尸已经是深红色了 萧凡知道 红色的等级越高 代表了丧尸越危险 毫无疑问 这里有一只净化程度 超过了敏捷丧尸和铁甲丧尸的存在 难怪街道上丧尸少 原因应该就是 有这只高级丧尸在 其余的丧尸不敢靠近 大家注意 往后退一些 小心这里的丧尸 红警士兵们后撤一些 在守势店门前 形成了一个半弧形的包围圈 再次观察了一下 萧凡确定 这只变异丧尸待在守势店的二楼 他直接下令 薛尼尔 将你的手雷 从二楼窗户扔进去一发 我看看 这里藏了一个什么东西 是 薛尼尔点头 抬起手枪一枪点射 打碎了二楼的玻璃 随后就将一只手雷甩了进去 哄 一声震荡 冲击波从二楼内冲了出来 玻璃碎屑满天飞 哦 伴随一声嚎叫 一道赤红色的身影 从二楼内冲了出来 哒哒哒 防止身影威胁到萧凡 警卫排的战士们突然开火 密集的子弹形成了火力网 不给红色身影接近的机会 一点点血花飞溅 红色身影不断地重担 但是却没有死去 而是沿着大楼的外墙 快速地游走躲避 这个机会 萧凡也看清了这只怪物的长相 身长超过了三米 浑身赤红 四肢着地 身后还有一条长长的尾巴 头部虽然猙獰 但是却依稀可以辨认出 以前曾经是一个人类 哦 死死 怪物停顿了一下 一条红色的长舌头 伸出来一米多长 不停地吞吐 萧凡一愣 随后意识到 这不是丧尸电影里面的铁试者吗 这种怪物的脚 好像有谱一样 可以像吸盘一样的 沿着墙壁行走 动作极为灵活 十几个战士开枪 打中他的子弹 也只有几发而已 萧凡身边 薛尼儿等 总指挥 这是敏捷系的丧尸 比三级进化的敏捷丧尸 等级还要高 但是我总感觉 他进化的时间还很短 萧凡看着铁试者身上 还有些残破的衣服 沉声道 不是很短 而是刚刚进化几天而已 说着 高墙上的铁试者身上 突然掉下来了一样东西 萧凡低头一看 那是一把车钥匙 他回头 对身后的红警军官们道 如果我没有猜错 这把车钥匙 就是那辆汉马车的 这个铁试者 应该是汉马车的司机进化来的 沈瑞辉惊讶道 可是那司机才死了几天 怎么就进化到这个程度了 萧凡沉默了一下 问得好 不过这个问题 还是交给工程师慢慢研究吧 现在 给我干掉这个东西 开火 把他给我从墙上打下来 笑天 别和母狗黏糊了 军犬队给我上 我要看看这个铁试者 能够独斗几条三星军犬 得到萧凡的命令 部队再次开火 这一次 几十名战士同时开枪 密集的弹羽 一下就将铁试者笼罩在了里面 这种怪物身上 有细细的灵甲 但是却不能如同铁甲丧尸一样 几乎对步枪和轻击枪的子弹免疫 被急火笼罩 瞬间重弹十几发 再也抓不住墙壁 从楼上翻滚落了下来 当铁试者落地 战士们立刻就停火了 而笑天这条壮如猛虎的三星级别军犬 则是第一个 被这受伤的铁试者扑了过去 铁试者先是被手雷轰炸 又伸中几十枪 此刻的状态已经非常不好 但是看到 笑天这个被他是做食物的家伙 竟然敢扑上来 他还是嚎叫一声 跳起来和笑天缠斗在了一起 受伤状态的铁试者 竟然还可以勉强压制三星军犬 笑天身边的母狗震天 看到笑天落于下风 立刻一个虎扑冲了上去 一口咬住了铁试者的脖子 一丧尸两军犬 就在首饰殿门前疯狂搏杀 第八十六章 报复 看到两天军犬和铁试者的搏杀 萧凡基本能够确定 铁试者的战斗力了 如果是一只状态完好的铁试者 恐怕能够单挑四条三星军犬 要知道 三星军犬的实力 已经不逊色于末世之前的老虎 可见 这铁试者战斗力有多么的恐怖 而且以铁试者的速度 他想要逃走 只怕没有军犬能够把他留下 不过现在这只铁试者是 再劫难逃了 萧凡不想看下去了 一挥手 又有两条军犬加入了战场 四只军犬疯狂撕咬 受伤的铁试者终于扛不住了 想要逃走 又有战士们随时开枪 上天无路入地无门 最后被四条军犬活活咬死 打开他的脑袋 取出金盒 工程师再次上前 将铁试者脑子里面的金盒取了出来 这颗金盒比敏捷丧尸 和铁甲丧尸的要大 光泽也更明亮 达到金盒之后 萧凡决定 可以找个人来 试一试金盒的效果 也许自己可以通过这种方式 培养出一些突变者 金盒都交给了爱因保管 此刻首饰店内已经没有丧尸 萧凡深呼吸一口气 抬步进入了首饰店 进来之后 这里的灯已经坏了 不过工程师将自己的安全帽 交给了萧凡 上面有灯 可以看清东西 开灯之后 萧凡倒吸一口冷气 他什么都没看见 除了黄金 话说他以前也去过不少商场 路过一些首饰店的时候 根本毫无感觉 一个眼神都不会给 但是现在 他看到黄金 就觉得 这是世界上最美的东西 平静了一下心态 萧凡对手吓道 不要看了 动手 将所有的金银珠宝 全部都收集过来 不准有任何一点点的遗漏 二连的战士在外面境界 警卫排的战士 则是开始收集 金戒指 金项链 金耳环 金手镯 甚至还有金锁 还有钻石 还有白银 也不会放过 十几分钟后 一堆的首饰 放在了萧凡面前 萧凡抬起手 将所有首饰转化 恭喜总指挥 获得资金369,055 萧凡心头涌起一股狂喜 30多万的资金啊 这几乎超越了他之前 获得的所有资金之总和 这还只是一个小手饰店呢 可想而知 主城区那里的大手饰店 会有多少资金 等着自己去拿 有了这些钱 只要他愿意 他现在甚至可以 让全银直接满边了 不过他还有很多 用钱的地方 再多钱 也是能够花出去的 心情刚刚平复 就看见工程师爱因 指挥着两个战士 将一个保险箱 抬了过来总指挥 这是在二楼发现的 不知道里面有什么东西 我打开看看 你能够解锁吗 肖凡好奇的道 可以解锁 但是很慢 所以我选择使用工具 爱因打开他的工具箱 拿出一个比工具箱 还大的切割刀 肖凡承认 他有些好奇 工程师的工具箱 那好像是一个百宝箱 什么宝贝都有 不过他是总指挥 也不好过去查看 就看着工程师干活 切割刀上面的金刚石 在动力推动下 硬是切开了保险箱 哗啦 保险箱断裂 肖凡往里一看愣住了 这里面竟然是钱 东方联邦的货币 和西方联邦的都有 满满的 这些曾经人们梦寐以求的东西 现在已经成了废纸 肖凡在里面翻了一下 还有一些有价证券 还有房产证 还有存单 都是价值不菲的东西 将这些东西扔掉 里面还有一个小盒子 将盒子打开 一道蓝色光芒闪烁 那是一颗巨大的蓝宝石 发现贵重矿物 可以转化系统资金 请问总指挥是否转化 肖凡犹豫了一下 询问安妮 这颗蓝宝石 可以转化多少资金 预估可以转化六千金 肖凡看了一下自己的资金 已经有四十二万之多 也不差这六千金了 他决定将这颗宝石拿回去 当做自己的收藏 到时候摆在棺底里 不但好看 关键时刻 这也是一笔资金 收集完了首饰店的所有首饰 肖凡带队离开了这里 他没有马上回去 而是往河边的方向走了走 开着雷达 哪里有丧尸一清二楚 也不担心遇到什么危险 一直来到了河岸边 对岸的丧尸 看着这里一大群的食物 激动地嗷嗷直叫 挥舞着爪子 似乎想要过河来开饭 即使隔着一条宽宽的河流 肖凡依旧能够感受到 对岸随风而来的腥臭味道 后面有些丧尸努力往前 甚至将前面的丧尸 挤得掉进了河水里面 河水湍急 有不少丧尸被水流冲走了 肖凡甚至能够看到 丧尸在河水里面浮沉 不知道这些丧尸 到底会不会淹死 他看了看断裂的桥梁 看向工程师爱因 桥梁能够修复吗 可以的长官 红井的工程师 修复桥梁是基本能力 我可以在这里搭建桥梁维修小屋 用我们的黑科技能力 几分钟就可以修复好 不过这需要消耗您的建材资源 石材钢铁等 肖凡点点头 他的心中已经有了一个想法 他除了收复过燕山镇 还没有收复其他地方的经历 但青阳的情况 无疑是一个好机会 有了这条河作为天然屏障 他完全可以在河岸这边 搭建防御工室 让红井士兵来把守 到时候工程师修复桥梁 只要死守这一座桥 他或许有机会将所有的丧尸 都一点点的消灭在桥上 或者是河水里面 如果真的能够实现 这一整座县城的物资 就都是自己的了 那个时候 他的实力无疑将会突飞猛进 不过那不是现在 现在他要赶紧回去了 手里有了钱 当然要消费才行 基地建设可以正式开工了 第87章 建设开始 萧凡的车队回到了基地 他都快有些不认识这里了 离开了将近四天时间 这里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首先一条地下通道 已经向南方挖掘出了好几公里 基地南边都是大片大片的农田 但是距离难免建设城墙的地点 十公里左右 就是新安山脉的几座小山丘 爱因计划将地道的出口 就设立在一座小山的山坳里面 消防回来 就看到了二十多台挖掘机 在昼夜不停地工作 地道挖掘得非常快 每一个工兵都是一个熟练的工人 操作机械的速度 简直就是专业 地道挖掘到八米左右的时候就停止 上面再盖上 然后附土 这样的速度更快 一段段的地道飞快地成型 下面还有工兵 再给地道铺设砖石 设立支撑的石柱等等 保证地道里面 可以行驶大型的车辆 整个基地的地面杂物 已经被清理干净了 城市排水工程 正在紧张有序地进行 街道也被预设了出来 四通八达得非常有序 一辆辆车辆不断地运转工作 别看这里干活的人 只有一百左右人 但是红井士兵每天只需要四个小时的睡眠的 而且不会偷懒 一百人的效率甚至超过了三百人 运送建材的车队已经往返了好几天 但是这里并不显得乱 因为大多数的建材都被送进了物资回收站 增加的只是肖凡系统里面的一串串数字 当然 也有些建材不会被送进回收站 比如那些油漆 水暖工具 装潢材料等等 还堆积在基地里面 现在也被翻不遮挡了 肖凡甚至看到了两家巨大的塔吊 已经树立在了基地中央 据爱因所说 那是为了准备以后建设居民区的楼房用的 红井系统的建筑不用愁 有钱就能够解决 但是居民楼却不同 那是需要一点点的建设的 肖凡带着人回来 凭空又多出了二百劳动力 这些红井士兵放下枪 也立刻投入到了紧张的工作之中去 有了人手 第二条地道也可以开始挖掘了 这几天 一连的人来回不但收集了物资 还收集了更多的大型机械 目前基地内重型卡车都有几十台 挖掘机也有四五十台了 其余的压路机 铲车 钻机等等也是不少 只是缺少操作的人 战士们接替了体力工作 工兵们全面开始操作机械 消防回来 还看到吹噬班的餐车也占据了一片区域 周围堆积着不少收回来的粮食 看到消防过来 吹噬班牛奔立即回报 总指挥 我们两个吹噬班 利用这段时间去收集了一些粮食回来 大多数都是从民居里面得到了大米 白面 豆油等等 但是大多数的粮食堆积在田野里面 我们没有足够的人手去收集 好的 我知道了 不会让那些粮食白白浪费的 我们必须在冬季来临之前 储存足够的粮食 和吹噬班的人聊了几句 萧凡带着爱因来到了南面城墙处 总指挥 现在我们资源充足 你的资金也够了 城墙可以开始建设了 是的 我回来就是急着建设城墙的 不然给我一个月的时间 我可以将青阳县城和这边的小片区域清理光 那也是一笔不菲的资金呢 总指挥 你建设城墙之前 最好想好机枪碉堡和少楼 都建立在什么地方 提前做好规划 免得之后再反攻 经过爱因提醒 萧凡才意识到 自己差点忘记了大事 城墙的建设 可不单单只是城墙 还有城门 还有水门 还有机枪碉堡和少楼 甚至初级的城墙上面 还可以架设电网呢 萧凡查看了一下系统里面 机枪碉堡和少楼的价格 机枪碉堡 造价2000 内设一挺12 7毫米重机枪 自带三名操作人员 自带子弹3000发 不可升级 住 机枪碉堡 可以建设在高级城墙内部 不会影响城墙防御力 少楼 造价2500 内设一挺12 7毫米高屏两用机枪 可对地可对空 内设探照灯两盏 自带人员三人 自带子弹3000发 不可升级 住 少楼可搭建在 中级高级城墙上方 看到这两种防御性建筑 萧凡心里一喜 建设城墙就要有人防守 但是如果城市建设好了 这么大范围的城墙 日常防御也是一个大问题 有了机枪碉堡和少楼 那么这个问题就解决大半了 到时候探照灯一直起来 看什么人还敢偷偷进来 看过了这两个 萧凡决定还是先建设大门 他原计划是要建设六个大门的 四道城门和两道水门 但是看到现在的资源回收站 他觉得应该还加一道门 大门就建立在资源回收站的门口 这道门平时不对外开放 算是应急门 这样一来 收集物资的车辆就不必绕路 直接可以从资源回收站这里进出 决定之后 萧凡先是来到了资源回收站的门前 防御建筑里面 选择高级城门 高级城门宽20米 高15米 厚度5米 和高级城墙持平 造价3000斤 检测到总指挥资源足够 减少90%造价 实际造价为300斤 随着萧凡点选 轰隆一声 第一道城门建设完成 一个高度达到了15米 宽度更是达到20米的巨大城门出现了 5米后 青砖堆砌 沙江胶柱 外部都是钢筋混凝土的结构 墙头上面 还有一个个凸起的躲口 那是方便守卫的士兵躲藏隐蔽的城门中间 是两扇巨大的铁门 铁门的厚度整整达到了50公分 就算是铁甲丧尸到来 也休想在铁门上留下一点痕迹 铁门用脚机带动 可以轻松地开启 门上还有两道小门 如果不是过车的话 小门也可以走人 建筑完了这一道城门 萧凡立刻又离开这里 到了南面正中央部分 建设了城市的南门 和资源回收站的大门一样 第二道大门立了起来 然后萧凡来到了浩园河边上 河边已经进行了清理 他立刻在这里设立了一道水门 和陆地门相比 水门的造价更高 足足达到了1500斤 因为河道过宽 水门的宽度也是达到了100米 这里是有一个弧形的设计 可以轻易地支撑起上面的城墙 而且这里的门是一个大大的水闸 水闸的宽度也接近70米 上下可以升降 升起来的时候 下面还能够行船 不过有一点 水闸那些铁桩子的缝隙有些宽 可以容忍通过 萧凡看了看 心想这道水闸 说不定以后有人可能会利用 他得提前想好应对之策才行 建设还在继续 第88章 机枪碉堡跟哨楼 建设完了南面的三道城墙 萧凡又来到了东侧 之前他觉得 这里建设一道城门就够了 但是现在他意识到 自己的想法有些偏差 他是打算将城市分为 内城和外城两个部分的 外城是居民区 内城是军事区 所以 内城和外城 只见是要有城墙风格的 那么这一道城门就不够用了 不能内外城共同用一道城门 那太不方便了 所以 东西城区这里 也各自需要两道城门 内外城各一道 先是摆放了东城区的两道城门 然后是北城区一道门 北门还有一道水门 那是浩原河进入基地的上游 最后是西城区 那里和东区一样 也是两道门 这样一来 整座城市实际上就有了九道城门 七道陆地门 两道水门 九道城门完工之后 接下来的任务就简单了很多 那就是建城墙 资源帮助肖凡 节省了90%的资金 一米的高级城墙造价 就只有十斤了 肖凡先是建南面的城墙 这里长度有三公里 距离三道城门的140米之后 长度为2860米 造价28600斤 距离有点远 城墙的摆放也需要靠近才能做到 肖凡干脆让薛宁儿担任驾驶员 自己坐在三蹦子的跨斗里面 开始成断成断地建设城墙 一幕奇景出现了 三蹦子开过去的地方 一道道高高的城墙 轰隆隆地出现在原野上 从这一边到另外一边 到了浩元河的时候 肖凡更是将山猫全地形车开过来 越过了河流继续建设 花费了接近三万斤 南面的城墙已经全面建设完成 他继续去建设东面的城墙 这里长度为两公里 去掉城门的40米 还需要一万九千六百斤 借着就是北城墙 这里需要两万八千八百斤 然后是西面的城墙 也是一万九千六百斤 四面城墙全部建设完成 总价为九万六千六百斤 加上九道城门的建设 这一圈的城墙已经超过了十万斤 但是这些并不是结束 肖凡还需要建设第二道城墙 第二道城墙的作用 主要是为了分隔城区 分为内城和外城两个部分 这一道城墙上 肖凡提前设计了三道城门 其中两道陆地门和一道水门 保证内城区可以快速地出兵到外城区 这一道城墙和南城墙差不多 三公里长 总计造价也达到了三万斤 建设完了城墙 肖凡接下来开始建设机枪碉堡和哨楼 首先是机枪碉堡的建设 肖凡决定在每一道城门的左右 各自架设两个机枪碉堡 之前肖凡还不明白 机枪碉堡设在城墙里是一个什么概念 但是设立完以后 他懂了 南门第一个机枪碉堡设立下去 城墙里面就出现了一个暗堡 里面空间不大 但是有休息的地方 还有通风口 架设了一挺十二 七毫米重机枪 枪口处有火口可以观察 也可以射击 这个火口前居然还有厚厚的金属挡板 当不需要机枪发射的时候 金属挡板落下来 完全不影响城墙的防御力 而且这个火口观察射击不耽误 想要钻人进来就想多了 肖凡进来查看 里面已经有三个红警士兵守卫了 三个士兵都是陆军战士 但是没有配备轻机枪 每个人都配备一个95式突击步枪 而且这里还配备了望远镜和夜视仪 三个战士轮番值班 时刻都保持有两个人24小时守卫在这里 甚至卫生间都有 只是每天有吹噬班过来送饭就可以了 肖凡进来 三个战士立刻敬礼 向总指挥报道 肖凡点点头 很好 你们以后就是我们基地的城卫军 好好守卫城市 请总指挥放心 保证完成任务 肖凡离开了这个暗堡 继续建设下一个 九道城门 一共建设了18个暗堡 18个暗堡一共花费了36000斤 也就有54个守军了 这让肖凡麾下的人数直奔500大关了 建立完了机枪碉堡 之后就是少楼了 机枪碉堡主要的任务是守卫城门 而少楼就是观察全局的 建立少楼需要到围墙的上面去 肖凡先是来到了南门的城墙下 登上城墙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步行通道 一种是迂回行车道 五米宽的城墙 足够车辆在上面行驶了 薛宁儿直接开车登上了南门 肖凡想了想 让他先开车去了东南角 少楼的建设不可能和机枪碉堡一样 都是在城门附近 需要管理重点位置 需要分散 城市框架搭建起来 如果以后遇到攻击的话 东面和南面就是重点区域 因为下面是开阔的平原 方便敌人展开 所以城墙的角落 这里必须有就像角楼一样 第一个少楼就建设在了东南角 少楼高度为5米 搭建在15米高的城墙上 直接就达到了20米 下面的2米5是没有建筑的 而是几根铁柱子支撑起来 上面的2米5才是少楼 需要沿着扶梯爬上去 萧凡爬了上去 里面也有三名战士列队敬礼 这里也有机枪 而且还是高频两用的 可对地可对空 周围一圈都是巨大的可升降防弹玻璃 视野开阔 前后各有两盏大功率探照灯 一盏灯可以监视城外 一盏灯可以监视城内 不过正常情况下 城内居民区是不会被探照灯扫过的 没有那个必要 战士们也是配备了夜视仪和望远镜 而且还有三个战士之中 还有一名狙击手 少楼的视野更远 监视的范围更大 狙击手在这里也有很大的作用 唯一的问题就是现在基地没有通电 这些探照灯目前还只是一个摆设 不过也不会太久了 萧凡来到这里一周多了 阎山镇那边的基地车建设进度也很快 安妮告诉他 还有半个月左右 基地车就可以完工了 离开了少楼 萧凡继续搭建下一个 四个角各有一个 然后每隔五百米搭建一个 南门三公里长 共有七个 北门也是三公里 也有七个 东西两门正常是有五个的 不过因为角落里已经有了 所以就只有三个了 二十个少楼 两千五一个 共五万斤 之后 萧凡又在内外城区的分隔城墙上面 搭建了四座少楼 没有设立机枪碉堡 这四座少楼 主要就是为了防止有人偷偷进入内城的 至此 萧凡共花费二十二一万多斤 所有的主城墙 城门 外圈的机枪碉堡和少楼 全部完工 二十个少楼 又增加了七十二名士兵 萧凡的麾下人数 已经达到了五百五十 一个偌大的生存基地 短短一天之内 已经出险雏形 第八十九章 水中补给箱 当萧凡建设完了 所有的少楼和机枪碉堡 他双手扶着南城墙的墙朵 眺望远方浩瀚的原野 和奔流而去的浩原河 心中有无限感慨 原来世界上最美的事情 不是你有多少钱 而是你有多么强大的势力 这样一座大城 以后就是自己的基地了 他是这里唯一的主人 怎么能不让他心潮澎湃 这两项防御攻势内 共有人员一百一百二十六人 这已经接近了一个满边连 萧凡干脆决定 再增加十四个人 直接组成一个城卫连 他将身边的一个狙击手陆平 任命为了城卫连长 这个连不设立排河班 直接都归他这个连长统帅 而他的麾下 萧凡又配备了十三个狙击手 包括陆平在内 所有的狙击手分成了七个小队 昼夜不停地在城墙上巡视 组成了城墙巡逻队这样一来 一连二连还没有满边 反而是城卫连率先达到了满边 因为现在没有战士 少楼和机枪碉堡内的战士们 也全都走了出来 开始加入基地的建设中去 每个少楼内留下一个狙击手 负责守卫也就够了 随着人数的增加 虽然饭吃得越来越多 但是干活的效率也是越来越快了 下水管道的铺设已经完成 基础的电网设施也搭建的差不多了 现在主要是平整街道 还有就是地道没有完工 这些都完工了 城内基础建设就搞得差不多了 南门之外也是大工地 不但地道还在挖 门外的街道也开始提前平整 正在打地基 不过肖凡吩咐不用铺设水泥地 万一哪天开站了 这水泥地还不好修复 所以城外的道路全是利青路 只不过现在只是初期而已 建设完了城墙 肖凡的主要工作就结束了 躺在越野车里面 听着外面建设的喧嚣声 肖凡反而是觉得自己百无聊赖了 手里摆弄着那颗硕大的蓝宝石 正在无聊的时候 突然系统提示传来 总指挥 南门水闸外 浩原河上出现了一个补给箱 正在顺水飘走 听到这个声音 肖凡好像屁股下面安堂皇一样地跳了起来 水上补给箱 他的脑子里面迅速地回忆 游戏里面经常会出现补给箱 确实有的补给箱是出现在水上的 但是水上补给箱 基本都是会出现水中单位 最起码也是会游泳的 他也相信自己一时半会儿根本造不出船物 那自然也就没有船 这个补给箱会给自己一条船吗 肖凡顾不得其他打开雷达查看 发现补给箱竟然已经不在雷达范围内了 他立刻给薛宁儿下达命令 两个人要去追捕己箱 薛宁儿动作也快 将边三摩托开过来 肖凡跳上车 顾不得带其他人 二人就驾驶摩托车 直接冲出了基地的城门 薛宁儿将摩托车开得飞快 沿着浩原河一路向东南方追了过去 既然是沿着河水飘走的 那就沿着河追准没错 浩原河的水流湍急 肖凡这边驾驶摩托车 追出去了五六公里 才看到补给箱出现在了雷达范围之内 就在前面还有五百米 河道弯弯曲曲的 摩托车也是有些颠簸 又跑出去了三四公里 才算接近了补给箱所在的位置 薛宁儿看着湍急的河水 对肖凡道 总指挥 一会儿咱们两个谁下河啊 如果是个男兵这样问 肖凡早就训斥她了 但是薛宁儿是个大美女 这样问自然是合理的 肖凡沉吟了一下 你应该知道 总指挥我是在深海上的大学 嗯 那里是沿海地区 我最喜欢的事情 就是下海去和风浪搏击 享受那种苍茫辽阔和危险并存的感觉 所以我的水性很好 虽然当年下海时间太久 留下了一个浴水抽筋的老毛病 但是这种小河还是难不倒我的 薛宁儿一听急忙摆手 那还是算了 您的身体要紧 一会儿还是我下河吧 肖凡点点头 看来只能这样了 这个时候 补给香在水中一个转弯的地方 突然被水草卡住了 不再飘动了 肖凡立刻和薛宁儿下车 两个人来到了河边 薛宁儿伸展了一下手臂 总指挥 我要脱衣服下河了 你给我拿着衣服好吗 免得弄脏了 可以 这种举手之劳 肖凡还是很乐意做的 并且 她还非常绅士地转过身去 表示不会偷看薛宁儿脱衣服 女人脱衣服 有什么好看的 有那个时间 肖凡宁可研究 研究编三摩托上的后视镜 背对薛宁儿 面对后视镜 肖凡就是如此的正人君子 后面传来嘻嘻索索的声音 薛宁儿正在脱衣服 突然她的动作停止了 总指挥 好像有人过来这边了 肖凡立刻往前方看 手已经搭上了自己的冲锋手枪 这里距离基地 已经有十公里的距离了 不是一个安全范围 不过肖凡也不太担心 薛宁儿现在是二星侦察兵 实力非常的强悍 自己虽然实力不怎么样 但是一身的防弹衣 加上手里的枪 对付三五个人 毫不费力 两个人来到了摩托车边上 看着河的下游 渐渐地 对面有两个人 正在沿河走来 一个人手里拿着鱼叉 一个人手里拿着鱼网 走得速度不快 身上的衣服比较破 面黄肌瘦 一看就是末世幸存者的标配 看到消防二人后 这两个人竟然吓了一跳 他们的第一反应 甚至是想跑 薛宁儿立刻掏出手枪 敢跑的话 你们就永远留在这里了 两个幸存者急忙回头 扔掉鱼叉鱼网 高举双手 长 长官 我们只是出来捞鱼弄点吃的 可没犯什么错误 你们要的税 我们已经在筹集了 再过几天就准备的差不多了 你可别杀我们呀 薛宁儿还没明白意思 萧凡先明白了 这两个幸存者 八成是把他们当成 幸存者联盟的人了 第九十章 小八 萧凡沉申问道 你们来自哪里 首领是谁 我们来自距离这里 二十公里外的将军领 有二百多人 首领叫张峰 幸存者一边说着 一边打量萧凡和薛宁儿二人 他看萧凡二人神色平静 没有那种穷凶极恶的样子 心里的胆子就壮了一点 二位长官 能不能求你一件事呀 说 咱们那税能不能少给一点 我们就二百多人 在将军领那荒山野岭里面 活着都是艰难了 这每个月的税 实在有点拿不出 现在的粮食收了 都没有地方去加工 还有盐河柴油 附近的加油站都被抽空了 我们真是有心无力啊 萧凡摸了摸下巴 那税的人多久过来一次 啊 你们二位不是联盟的税务官吗 当然不是 那你们是 别啰嗦 总只会问你话 你回答就是了 两个幸存者对视一眼 眼里都有惶恐之色 搞不清萧凡的来路 也不敢不说 税务官只是之前来通知过一次 说是一个月后过来收税 说这话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天了 大概再有最多一周就会来了 你说的联盟总部在哪里 就在云州市影视城啊 那里已经被联盟总部占领了 一个月前就向全市广播通报了 很多大的幸存者团体 都已经加入了他们 现在那里人非常多 而且还有好多个分部呢 萧凡倒是知道这个云州影视城 那里是国内影视拍摄前三的影视城 过去多是拍摄一些近代史 战争类的影视剧 那里占地面积很大 早就已经是北方的一个著名景点了 而且萧凡还知道 那里附近是有一个边防部队驻地的 好像不是一个连 就是一个营的规模 甚至那里还有机场 都是在那边 如果附近的资源被他们整合的话 这个联盟的实力就不可小觑了 大概问清楚了情况 萧凡摆摆手让他们离开了 两个幸存者赶紧离开 毕竟萧凡二人一身军装还带枪 他们可不敢招惹 漠视生存法则 就是要和带枪的人说话 客气一点 看着二人离开 薛宁儿问萧凡 总指挥 他们离开 可能会泄露我们这边的情况 萧凡笑了一下 无妨 反正收税的人马上就要过来这边了 那时候也会泄露 而且我还巴不得他们泄露 既然我们来到了云州 那就需要让云州的人知道 有我们这一号 这些人正好给宣传宣传 不然我们的基地也太冷清了一点 薛宁儿点点头 目光落回到了 还漂浮在水里的补给箱上面 刚刚薛宁儿刚要脱衣服 就被人打断了 这会儿没人了 可以下水了 萧凡再次转过身去 继续研究这个 颇有研究价值的后视镜 薛宁儿再次开始脱衣服 一件上衣 刚刚交到萧凡的手里 薛宁儿又快速拿了回去 因为远处有车辆声响起 将衣服穿好 一辆车出现在了他们的视野之内 那是基地里面的山猫全地形车 只见沈瑞辉带着人驾车赶来 一直开到了萧凡二人的身边 然后从车上跳了下来 立正敬礼 总指挥 你们走得太快了 我差点都跟丢了 不过还好 我总算赶得及来保护你了 看着山猫车上的警卫排战士们 萧凡此刻也不好说什么 他只能摆摆手 这里距离基地不远 我们也只是来收集补给箱 不用这么紧张 回去吧 沈瑞辉就准备登车回去 但是他突然一眼看到了 漂浮在水中的补给箱 脑海内灵光一闪 沈瑞辉突然意识到 自己的机会来了 补给箱在水里 那肯定是要下水去拿的 谁去啊 总指挥是领导 那肯定是不适合下水的 薛宁儿是一个大姑娘 脱衣服下水也不合适 关键总指挥对美女无感呀 所以这件事情 那就必须他沈排长来做了 一心升官的沈排长 看到了机会 立刻毫不犹豫地道 总指挥 我来我来 这种小事我来就行了 说完将身上的军装和枪 扔给了身后的战士 他穿着背心和大裤衩 一个余月就跳进了水里 扑腾几下来到了补给箱边上 将这个木头箱子 从水里捞了出来 浑身湿漉漉地爬上岸 将补给箱交给了萧凡 总指挥 补给箱 萧凡听到自己的后槽牙 咯噔咯噔地咬了几下 面无表情地 拍了拍沈瑞辉的肩膀 沈排长 有发展 嘿嘿 总指挥过架 沈瑞辉得意地乐开了花 萧凡不再搭理这个家伙 接过了补给箱 不出所料的话 这应该是一个水中单位 打开 补给箱开启 就听见扑通一声 水里大片的水花飞溅 一个巨大的黑影 从天而降 直接掉到了浩原河里面 然后 一个无比巨大的脑袋 缓缓地从水面浮了起来 说无比巨大 那就不是一般的大 这个脑袋的直径 都已经超过了五米 漂浮在水面上 那就像一个大土堆 两只脸盆大小的眼睛 咕噜噜地转 看到萧凡的时候 还往外吐出了一串泡泡 咕噜咕噜 萧凡一步步地来到水边 对着这个大家伙 伸出了一只手 哗啦 八只十几米长的巨大触角 从水里伸了出来 争先恐后地和萧凡握手 表示亲近 萧凡长长地吐出一口气 他真是没想到 会是这家伙 这就是红井里面的巨型章鱼吗 红井传物里面 解锁作战实验室后 会出现一种巨型海怪 就是大章鱼 大章鱼的主要作用 是对付军舰 红井游戏里面 大章鱼可以掀翻任何一种军舰 甚至包括航母 虽然现实里和游戏里 肯定有所偏差 但是这巨型章鱼的威力 绝对非常强悍 摸着章鱼 湿漉漉的大触角 萧凡道 八只大爪子 以后你就叫小八好了 第九十一章 无人接受 听到萧凡给取的名字 小八明显是非常的高兴 咕噜咕噜 吐出两串泡泡之后 小八一个猛子 扎到了浩元河之中 巨大的身体 掀起了几米高的大浪 触角还在水上漂浮 它就在原地 打了几个来回的转 对于它巨大的身体来说 这条河明显是有些小了 有点施展不开的样子 萧凡想到一个问题 问安妮 小八应该是海洋生物吧 它能够在淡水里面生存吗 总指挥放心 红颈系统的生物 有超强的适应能力 它没问题的 萧凡这才算是放心 心中念头一动 小八就停止了撒欢 来到了萧凡的面前 虽然这个家伙看上去很大只 但是在萧凡看来 他此刻应该是处于幼生期 红颈单位可以升级到三星 他现在还是无星状态 游戏里面的巨型章鱼 想要升级 就要去将军舰拖到海里 这里没有海 也没有军舰给他拖 所以萧凡还不知道他的升级方式 不过萧凡相信 成长到三星的小八 或许真的有将一般的军舰扯翻的能力 突发奇想 萧凡直接跳到了小八的头上 你们开车回去吧 我坐着小八 逆流回到基地 萧凡一声令下 小八就在河里飞速地前进 庞大的身子 就好像一艘飞快前进的快艇 一路上激起冲天的浪花 逆流而上 十公里的路程 甚至比来的时候 骑摩托还要快了一些 很快就可以看见基地的水门了 看见总指挥回来 水门上面哨楼的战士第一时间发现了 立刻启动水门的脚机 哗愣哗愣的响声中 水闸升起来了 小八顺着水门进入了基地外城区 继续逆流而上 第二道水门上 哨楼的战士又开启第二道水门 冲过第二道水门 就已经进入了内城区 小八摇头摆尾 一直来到了萧凡预定关底的地点 那个巨大的水潭里面 进入水潭 小八伸出一只巨大的触角 直接将萧凡送上了岸 咕噜咕噜 冒出一串泡泡 他直接趴在了水潭里面 露出来半个脑袋 那是因为身体太大 无法全部沉到水潭里面 萧凡看了一眼 直接下令 派一队工兵过来 将这个水潭扩大一圈 再往下挖五米深 让小八能够充分地在这里得到休息 很快 就有工兵开着挖掘机过来 开始工作 小八暂时地待在了河水里面 等待士兵们将他的心价安顿好 这个过程之中 萧凡经常会看到 一只长长的触角冲天起 每一次出现 都会拍出来一条大鱼 然后卷住 送到嘴里面去 这个画面看上去非常的魔幻 多亏了这里没有 其他幸存者在 不然下都要吓死 这一次补给箱开出来的东西 萧凡是非常的满意 他更是吩咐吹噬施班的人过来 争取每天给小八加餐 让他快点长大 既然没有船可以让他拖入水 那么很可能升级方式 就是进食 严格说起来 小八应该也是便衣兽的一种 只不过完全臣服于自己 从这一天开始 萧凡就多了很多的乐趣 没事从工地回来 来水潭这里喂小八 吹噬斑多给小八挣了很多馒头 每次都会给萧凡送来两麻袋 萧凡就扔馒头给小八吃小八 也不挑食 什么包子馒头 来什么吃什么 但是这体型去几乎不见什么增长 让萧凡略有些心急 工地那边依旧热火朝天地干着 萧凡也在耐心等待 等待基地车的到来 日子又悄悄地过去了五天 星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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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燕山镇 江南春大酒店 一楼 咣当一声 王大江将饭碗摔在了桌子上 里面的米饭撒得到处都是 搞什么东西 就只有这么一点玉米和茄子 肉还是普通猪肉 鱼也就是沙丁鱼罐头 新鲜的鱼呢 便宜瘦肉呢 凭什么老子要吃这种垃圾东西 旁边有幸存者劝他 可以了 这个世道 我们能够吃上这些东西 已经很好了 好个屁 王大江不满得到 看看楼上萧正远他们过的什么日子 人家毕竟是萧凡他爹嘛 吃的用的好点是正常的 那学校那边呢 那些学生也比我们过得好 人家萧田是萧凡的妹妹 在那里吃的好点也正常呀 好 这些都正常 那派出所呢 那些士兵吃的好 也正常是吧 这些老子都忍了 凭什么新来的那个主持人 他每天什么活都不敢 每天就是打扮臭美 还要经常用金嗓子含片 他凭什么比我 还要过得好 旁边的人不说话了 他们也不理解 为啥那个主持人不干活 不过这些话他们不敢说 万一被萧凡的人知道 就不好了 王大江不在乎了 他脸色阴沉的道 既然如此 那我们也不用再看他们的脸色了 我这就去联系郭明杰首领 他一定愿意接受 我们这一批幸存者的 众人看着王大江 都听从他的指挥 如果能够离开燕山镇 去往温泉山庄的话 那真是再好不过的了 王大江自信满满的 去通过广播联系人了 他非常自信 末世里面人是很重要的 他就不信 自己这一批人 有手有脚能干活的 郭明杰那边会不愿意接收 很快 广播接通了 郭首领 对对对 我是小张介绍的 我叫王大江 我们是燕山镇消返手下的 但是我们在这里 遭受了不公平的待遇 我们想 广播那边的人问了一句 你说你们是哪里的 谁手下的 燕山镇消返手下的呀 嗯 待我向萧首领问好 就这样了 广播评断中断 对话的人没有了 王大江呆愣愣地站在那里 不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情况 好一会反应过来 他也是不信邪 温泉山庄不接收 他就不信 没有别的地方接收 下一个 他找到了机场基地 接收幸存者是大事 机场基地的安兰 亲自和他通话了 听他说完 安兰有些忧怨的道 告诉萧凡 我不要拖邮萍 他要是硬要赛给我 那就亲自过来见我 广播又挂断了 王大江切而不舍 终于通过关系 找到了第三个监狱基地的 一个负责人 对方送给了他一个字 滚 第九十二章 失群行程 就在王大江这边 屡次碰壁的时候 萧凡那边的基地车进度 已经完成了一半 中学校园内 这里的首席工程师 马顿擦了擦汗 脸上露出笑容 通报总指挥 就说基地车完工过半 让他准备提前清理道路吧 这个东西 可不能通过火车运送 这简直比火车都重 校园里面 一个巨大的金属车辆 已经有了雏形 长三十米 宽十米 高三米 下面是巨大的金属履带 这样可以减缓 基地车对道路的压力 通体钢铁结构 周身上下反射着黑油油的光 现在外部设施基本完成 最少还要十天才有可能完工 通讯员得到马顿的命令 立刻去和肖凡那边的通讯员联络了 肖凡那边得到通报 也立刻派出部队 开始去清理靠山农场 到燕云市的道路 基地车一路开过来 必须确保平安 除了必要的安保部队之外 还要提前将道路清理了 不然过来必定会很吃力 两边同时开工 宁可基础建设进行的慢一点 也要将这件事做好 新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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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燕云市农资市场 交易大会过后 这里一度冷清了下来 只有隶属于李大海的一些手下留了下来 幸存者大概只有五十多人了 其余的人都树倒胡孙散 各自投奔其他首领了 这五十多人里面 多数都是武装分子 他们现在也不劳动 就靠打家结社为生了 能够弄点吃的就多活一天 实在弄不到 就去抢劫其他幸存者 反正他们已经知道了 很多幸存者分布的消息 他们也不接收普通幸存者 就算接收 也只是接收女人 毕竟对于一群大男人来说 女人还是有点用处的 这一天夜里 这群武装分子 就在农资市场的大楼里面 吃吃喝喝 吃得不算好 都是一些真空包装的食品 喝的是啤酒 现在末世里面酒不少 啤酒保质期短 大家也是能喝就喝了 那些武装分子光着膀子 腰里别着枪 一个个劈头散发 怀里搂着女人 放浪行骸 这灯红酒绿 好像一场最后的疯狂 而他们万万没有想到 就在距离他们二十公里之外 一场巨大的灾难正在酝酿 那里是烟云市的一个乡镇 如今已经沦为鬼域 整个乡镇超过五万人 一个幸存者都没有 如此此刻 有一架直升机从上面拍摄 看到的画面就是这样的 乡镇的中心地带 那是一个市民休闲广场 广场周围密密麻麻的 全是丧尸 无数的丧尸人头涌动 嚎叫连天 一股股腥风卷过 周围连飞鸟都不愿意 经过这些普通丧尸的数量加起来 已经超过了五万 而在普通丧尸群的那层 还有上千只变异丧尸 一级变异 二级变异 这些丧尸徘徊在内层 将核心地带和外围分隔开来 普通丧尸 畏惧这些变异丧尸 就在外围不赶过来 丧尸群里也形成了 等级分明的阶层 而内层在网里 则是核心区域 一只只身上有着 细密灵甲的敏捷丧尸蹲在那里 它们的身边 还有一头头巨大的铁甲丧尸 这些三级变异体的数量 也有静摆 这样的数量 放到如今任何一个 幸存者势力面前 那绝对是一场巨大的灾难 最最中心的位置 有一块空地 空地里面有一张桌子 桌子上一只丧尸正在喝酒 这只丧尸正是李南风 手拿一瓶名贵的红酒 李南风一口干了下去 干完之后 他又叼起了一根雪架 一头女性敏捷丧尸走了过来 用他僵硬的爪子 拿着一只打火机 试图给李南风点火 但是他的笨手笨脚 却怎么也无法将打火机点燃 李南风厌恶地 看了一眼敏捷丧尸 这是整个尸群里面 颜值最高的女性丧尸 他还特意给这只女性丧尸 找来了裙子穿上 找来了化妆品 在他的脸上 涂抹了一层又一层 如今穿上裙子 抹了化妆品的女丧尸 看着确实不太像丧尸了 像鬼 如果不是这些天 在尸群里面 待着他已经适应了 这会儿 他怕是要吐 不过现在他也不会吐了 成为丧尸之后 他提醒自己是一个人 不是这种恶心的行尸走肉 他在恐惧 恐惧自己的思维 有一天也会成为丧尸 所以他不吃生的血肉 可是又不会做饭 每天只能拿一些 人类的食物冲击 终于忍受不了 总也学不会点烟 这么一个小动作的女丧尸 李南风一脚将她踹开 自己点燃了香烟 他的目光 落到了身边一头 身高超过2米5的 巨大丧尸身上 这头丧尸 比普通的铁甲丧尸 至少粗壮了三圈 重量也相差了一倍有余 明显已经不是一个档次的了 面目也发生了改变 变得如同一头恐怖的巨熊 李南风看着 这头变异程度最高的丧尸 脸上终于有了一点欣慰之色 沙哑的嗓子缓缓开口 拉风侠一般难听的声音响起 如首领 如今 你算是有一个首领的样子了 我有些等不及了 我想 我们可以去找萧凡报仇了 在那之前 我再让你饱餐一顿吧 李南风的目光 看向了远方农资市场的方向 呵 他笑得尴尬而又僵硬 但是他依然坚持着再笑 笑得肩膀耸动 笑得让人毛骨耸然 他再笑他的过去 再笑他的现在 也再笑那些笑他的人的未来 他输了吗 不 他觉得他赢了 黑暗之中 李南风的眼睛闪烁着圣人的红光 笑声毫无征兆地停止 取而代之的 是没有任何感情的冰冷声音 人类 我来了 总数至少六七万的丧尸大军 如同地狱里面走出来的军队 开始缓缓地向农资市场方向移动 第九十三章 联盟出现 农资市场这里 武装分子们彻夜狂欢 第二天清晨都烂醉如泥 呼呼大睡 一个酒量不佳的 昨天晚上喝得比较少 今天早早地起来方便 站在二楼上 直接往窗户外面发射 嘘嘘 这生活虽然苦了点 但是真贪娘的过瘾啊 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只要不去招惹那些大的势力 根本没有人管我们 今天就去那个幸存者基地 那里有几个女人 真是挺漂亮的 今天一定带回来 嘿嘿 这个人正在得意 突然一股臭味扑鼻来 嗯 谁 老子在这里撒尿 谁在附近拉屎 不是说大楼三十米之内 不许拉屎的吗 靠 不对 拉屎没有这么臭 老子怎么掉进粪坑里了 这个人揉了揉心松的醉眼 目光向远处看去 我靠 尿到一半 硬生生地憋了回去 这是什么 这这这 这是丧尸吗 只见远处地平线上 铺天盖地的丧尸蔓延而来 黑压压的 仿佛看不到镜头 这个幸存者吓傻了 好半天才嚎叫一声 撕心裂肺 有丧尸啊 好多丧尸啊 大楼内有些人被惊醒了 但是依旧处于混沌状态 有些人则是干脆睡得 如同死猪一样 醒都没有醒 这个人着急地提着裤子 一个个地跑去叫人 希望能够把大家都叫起来 在他看来 丧尸行进的速度非常慢 现在距离这里 还在一公里之外 只要动作够快 完全可以反应过来逃走 但是他高估了同伴的醉酒程度 更是低估了丧尸的速度 丧尸大部队是慢 但是这里面有很多的敏捷丧尸啊 李南风那边发现了人 也知道人发现了自己 他不想让这些人逃走 干脆一挥爪子 一大群的敏捷丧尸 顿时蜂拥而出 那些三级敏捷丧尸 各个的奔跑速度 都超过前世界冠军 就好像一阵风一样 直奔远处的农资市场 蜂拥而去 等到这个人叫醒了 大部分同伴的时候 敏捷丧尸们已经来到了楼下 一个武装分子 刚刚来到窗口探头 一只敏捷丧尸 一下就跳了上来 乌黑的爪子凌空挥舞 这个武装分子 一声没坑 头颅落地 另外一个位于窗口的武装分子 动作快一些 飞快地掏出了枪 对着敏捷丧尸就开枪 可是敏捷丧尸的防御力 远超普通丧尸 而且只要不是被爆头 丧尸根本不怕枪陷 锋利的爪子 就好像一把尖刀 狠狠地刺入了武装分子的心脏扑 开了一枪的武装分子 一些净化程度较高的敏捷丧尸 竟然能够直接跳上三楼 室内近身战斗 武装分子的枪都没有烧火棍好用 一只敏捷丧尸进来就是灾难 何况还是一大群 零星的枪声不断响起 但是又很快沉寂 取而代之的是人类死亡时候的惨叫 还有到处喷溅的鲜血 等到李南风带领大部队赶到的时候 这里的所有人已经全部毙命 甚至都已经被啃射了大半 李南风第一次来到了一个人类的基地 并且将这里彻底地占领 这仅仅只是他征服的第一步 接下来他要在周边大量地收集丧尸 将他们加入自己的麾下 因为他感觉 他的脑容量还能控制很多的丧尸 现在这六七万的丧尸 还远远不是他的极限 等他差不多到了极限 他就会前往阉山镇 他知道 萧凡那里的力量也绝对不简单 他必须确保万无一失 只要灭了萧凡 他的执念也就没有了 到那个时候 他会慢慢地让全世界匍匐在他的脚下 星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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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晨 萧凡在薛宁儿温柔的呼唤声中醒来 这就是有女兵当警卫员的好处 起码能够让你一天都有一个好心情 起床之后 萧凡走在基地内的大街上 没错 就是大街 基地的内城区街道已经完工了 外城区也已经完工大半 虽然还没有什么建筑物 但是基础设施已经打造了无比牢靠 而且南城区通往城外的隧道 也已经主体完工 隧道的出口 萧凡昨天已经看过了 位于距离南城区十公里之外的一个小山坳里面 那里地势比较隐蔽 周围还有一片树林遮挡 基本是不会有人去那里的 就算去了也没有什么关系 地道的出口已经做了伪装 平时看着和地面没有什么两样 现在进行的就是地道内部的平整 南城区外的道路 以及城区那一些重点区域的精修 当然 还有另外一条隧道没有完工 那是自己关底后面的隧道 是要通往新安山脉的 今天身边没有沈瑞辉在 比较清静 找回补给香之后 萧凡就对沈瑞辉予以重用 让他带着几个战士 深入新安山脉 去寻找金矿了 因为萧凡小时候听过一个事 说是新安山脉里面有金矿 还有一些淘金人过来这边 他也不确定这件事的真实性 既然沈排长能力那么强 都能够下河捞箱子了 想必找到金矿也不是问题 沈瑞辉兴冲冲地走了 已经走了好几天 还没有动静 正准备去看望一下小巴 这家伙自从水潭扩大挖山以后 就将那里当成了自己的家 每天就是趴在水潭里面 呼呼大睡 可还没等萧凡给过去 一连长徐强过来报告 报告总指挥 距离我们基地20公里外 出现了几辆车 好像是幸存者联盟的车辆 正在往我们这边赶来 听到这个消息 萧凡意识到 联盟的税务官要来了 第94章 曙光城 联盟税务官的到来 意味着萧凡这里的情况 就快要展露在云州幸存者的面前了 因为保密工作做得好 加上选择的地点也是远离城区 所以 萧凡的基地 直到现在都没有曝光 萧凡麾下的通讯员 每天的主要工作 就是收听云州这边的广播 已经是初步地摸清楚了 云州的大致势力分布情况 幸存者联盟 主要是由七家大型的生存基地 联合在一起的 其中最大的一家名为北风军 起源于云州最北的一个县 这家势力 也不知道是走了什么运 末世开始没有多久 他们就获得了一大批的武器 这些武器 可不是普通的警用装备 而是实实在在的军用装备 各种枪械子弹无数 甚至战车都有 有了装备之后 北风军就迅速地扩张 大量的吸纳幸存者 但今天为止 单单北风军一家 麾下幸存者人数 就已经超过了五万 而北风军的首领 也就是现今幸存者联盟的主席 名字就叫做宋北风 这个人非常的神秘 很多时候都有人猜测 这个人和神龙江以北的势力 渊源很深 神龙江以北 那就是伯利亚国 是境外势力了 过去出国不算什么 但是现如今 能够和境外势力沾上边的 那都是了不得的人物 最起码你有能力出国 这就是别人做不到的 现在幸存者联盟 除了北风军之外 还有六家较大的势力 每一家的人数都过万 据说幸存者联盟的总人数 已经超过了十五万 其余不是幸存者联盟的势力 则是要向幸存者联盟纳税 纳税之后 就会被联盟列为保护对象 比如距离萧凡基地不远的 将军岭基地 就被联盟征税了 今天是税务官到来的日子 萧凡这里一旦被发现 很可能也要被征税 萧凡想了想 觉得自己这里 似乎缺了点什么 对了 缺了一个名字 这里的幸存者势力 基本都是有名字的 比如联盟里面有北风军 有战神军 有娘子军 有渡口军 还有磐石军等等 小势力也有名字 比如附近的将军岭基地 还有四水那边有个桃园基地 萧凡看了看自己偌大的城市 决定也取一个名字 他带着工程师爱因来到了南门之外 指着城门上方的巨大青石条道 这里可以刻字吗 可以的总指挥 这些小事对于工程师来说很简单 你要刻几个字 刻三个大字 要人远远就能看到的 就刻上曙光城 能做到吧 没有问题 我再叫两个工程师过来 半个小时内就能刻好 刻字需要先写字 这个字是萧凡亲自写的 本来萧凡想要让工程师来写 但是安妮提示她 系统可以帮助她完成这几个字 所以萧凡坐着吊栏 从城墙上面顺下来 拿着拖把一样巨大的笔 写下了曙光城三个大字 笔走龙蛇 铁化银钩 远远看过去 三个大字气势磅礴 然后的工作就是爱因三个工程师的了 他们飞快地将字刻下来 然后刷上了醒目的红色油漆 再弄一面旗帜 现在是末世了 平时都是乌云密布的 人类看不到希望 我们的出现 应该会给这个黑暗的世界带来曙光 按照萧凡的提示 一面旗帜很快弄好了 乌云之间 一道曙光好像天神的剑落下 给世界带来希望 曙光城和曙光军的名号 就这么被萧凡给确定了下来 大旗插在了曙光城的四道城门上 顿时就让这座巨大的城市多了一分生机 就在萧凡确定了曙光军的名号和旗帜后 所有的战士身上都多了一点变化 所有的红警单位 他们的袖章部分都多出了曙光落下的画面 从此以后 这就是萧凡麾下曙光军的独特标记了 战士身上有 战车上面有 就连军犬身上披着的防护布上面都有 就连萧凡自己也是一样 军装上面多出了曙光的袖章 这一切弄完之后 徐强派出的人回报 联盟的税务官已经距离这里不足五公里 再转一个弯 就能够看到曙光城了 终于要来了呀 萧凡笑了一下 告诉所有的人进城 城门紧闭 不许这些人进来 先拖他们一段时间 杀杀联盟的锐气再说 命令传达下去 所有的战士和机械都迅速地回城 一道道城门随之关闭 当所有的城门关闭之后 曙光城几乎是不可进入的 高达15米的巨大的城墙 光滑陡峭 难以攀爬 那厚重的城门 更是隔绝了一切想进入之人的幻想 外面的人 只能看到哨楼里面 一个个威严的士兵 隔着防弹玻璃凝视着你 当然还有他们 不知道的机枪暗宝里面 也有一挺挺重机枪 也在凝视着你 曙光城四门刚刚关闭 远方就有一支车队 出现了前往曙光城的道路转弯处 这支车队有五辆车 其中一辆路虎的越野车 还有四辆重卡 现在路虎车里面坐着四个人 一个开车的司机 一个拿着文案的秘书类人员 还有两个人在后座上 看上去就和一般的幸存者截然不同 一个中年男子 竟然有些微胖 要知道在末世里面过了快两个月 想要发胖 简直就是一个奇迹 可想而知 这个中年男子生活得非常不错 而另外一个青年男人 则是有着一双无比锐利的眼睛 这时候就会让你有种被猎手盯上的感觉 非常的危险 此刻 中年男子正在车里抱怨 妈的 这都走了多久了 将军里那些狗东西 也不知道是不是在忽悠老子 说这里有穿军装的幸存者在 什么幸存者会穿着军装 来着荒郊野外的害的 老子白白跑了几十公里 要是过一会儿 还找不到幸存者 老子回去非扒了他们的皮不渴 阴沟比男人没有符合中年男人的话 而是目光注视地面 这里走过不少的车 司机这时候也点头 是 这里确实有些车者印记 如果将军领的人没有说谎的话 应该就快到了 哼 那就好 既然有幸存者就好说了 大家都注意一下 打起精神来 争取见到他们的第一面 就给他们一个狠狠的下马威 这样接下来收税的事情就好办了 不然现在的幸存者 一个个都他妈死扣门 咦 车辆停在了上坡上 车内的几个人都张大了嘴巴看向远方 第九十五章 震撼与无力 有时候一眼震撼你的 可能是一台限量款的超跑 可能是一箱子的现金 也可能是一个非常漂亮的美人 但那都不是最震撼的 最震撼你的 就是超出你想象之外的东西 就比如 这一片鸟不拉屎的荒原之上 突然一座大城拔地而起 尤其对于见惯了 现代城市的人们来说 这种有着巨大城墙的城市 简直就是科幻片 远远的阳光照射下 青石混凝土铸旧的城墙 有些反光 长达三公里的漫长城墙 就好像从一节搬运过来的一样 凭空出现在这里 怎么看怎么感觉不真实 鼠 鼠光城 中年男子磕磕巴巴地说出了这几个字 之前想要去耍威风的心态 已经抛到了九霄云外 这个威风 好像不太容易耍啊 就是他们云州影视城基地 也远远没有鼠光城 这么宏大的规模和威风啊 看看那是什么 看着就无比坚固 几乎不可攀爬的城墙 还有那巨大的金属门 弄那么大的门 他们就不怕自己推不开嘛 还有水门 看着那宽度达到七十米的铁闸门 中年男子就有些郁闷 什么时候这帮幸存者这么能耐了 这样的玩意儿也能建造出来 你们这么能 咋不加入幸存者联盟吗 还有那些少楼 几百米就有一个 即使相隔很远 他也能隐隐绰绰地看到 里面巡逻的士兵 那些士兵分明在看着自己这个方向 你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曙光城 搞成这个样子 让我这个税务官很难做啊 这个中年男子 一度有些不想前进了 因为去这里收税 他觉得底气不是很足 但是回头的时候 他看到了身后的阴沟鼻男人 他又改变了主意 中年男人叫许青山 来自北风军 阴沟鼻叫刁远 是联盟里面第二大势力 战神军的三号人物 这个刁远是一个突变者 个人实力非常强 之所以他跟随许青山前来收税 也是为了保护许青山 防止他被那些幸存者伤害的 看到刁远看着自己 许青山认为 他不能在刁远面前落了窃药之道 在整个联盟里面 北风军最大的威胁 就是来自于排名第二的战神军 想要确保联盟第一的位置 他就必须支冷起来 咳嗽了一声 他对司机道 别傻看了 没看过一会儿 让你看个够 现在给我开车 开到这座城市大门前面去 我倒是要看看 怎么云州市这一亩三分地里 什么时候多出了一个曙光城 路虎车加速 向着曙光城进发 路虎的后面 四辆重卡也紧紧跟着 那里装的都是他这一趟的税收 越靠近曙光城 这里的道路情况就越好了起来 要知道 这里原本是没有路的 可是现在 竟然已经有了一条立青路 并且修建了几公里长了 走在立青路上 越是靠近这座城市 许青山越感觉震撼 任凭他想破脑袋 也想不出 为什么这里会有 这样大的一座城市出现 现在他唯一能够依仗的 就是幸存者联盟 这个金字招牌了 希望这个曙光城里面的人 能够迫于联盟的威慑里 给自己交税吧 车子终于来到了曙光城下 许青山下了车 努力地抬头往上看 但是城墙太高了 看着有些费劲 他只能来到了大门前面 用力地拍打铁门 开门 拍了一下 他就感觉自己 恐怕是拍到了火车上 这大铁块 是怎么安装上去的 铁门拍不动 他只能再往后退 退了三十多米 才能勉强看到 最近的一座少楼 里面的人听着 我是云州市幸存者 联盟税务官许青山 你们这里的首领是谁 让你们的首领出来和我说话 因为距离太远 他不得不扯着嗓子喊话 这几句话喊出来 竟然微微有些气喘 但是少楼里面的士兵 只是冷漠地扫了他一眼 根本没有搭理他 许青山顿时有些气节 他有心想要发火 但是又不敢 因为他看到少楼里面的 巨大机枪了 那里的战士 看着年纪不大 这些新兵弹子 本事没多大 但是脾气一般都不小 要是把哪个愣头青惹火了 给自己来一缩子 那就死得太他妈冤枉了 现在可不是末世之前了 小心才是最关键的 所以 许青山只能耐着性子 在下面不断扯着脖子大喊 我们幸存者联盟 立足于云州市 北方的影视城基地 基地现有幸存者人数 十六万余人 武装力量强大 我们愿意帮助 所有的幸存者 共同在这个黑暗的 末世里面活下去 我们讲究人人平等 大家都有饭吃 我们会帮助你们 面对丧失威胁 保证我们的火种不灭 这个危机时候 人类要团结 我代表北风军保证 你们的一切合理要求 都会得到满足 我 嗨嗨嗨嗨 心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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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好心好心好 就在许青山在外面 扯着脖子大喊大叫的时候 萧凡在基地内部 迎来了另外一群人 那是两辆越野车 从南城外的地道里面 直接开进了城市内部 地道的出口 位于内城区的浩原河畔 地道口打开 两辆越野车先后冲了出来 下车以后 这些人直接来到了 萧凡的关堤水潭附近 总指挥 我们来了 萧凡回头 看着这一群外国大兵 微笑了一下 约翰 你们来得够慢的 约翰将手里的一大包手势 交给了萧凡 总指挥 这里是我们最近收集的手势 都给您带来了 萧凡将手势接过 一边转化资金 一边问约翰 你现在的人手 有些不够吧 是的总指挥 我们只有一个班八个人 确实人手太少 很多危险的地方 根本不敢去 好 既然是这样 那我就给你的手下 提升到一个牌 然后吗 你就在云州这边 先客串一下劫匪吧 书游走着走八家 第九十六章 基地车建设成功 萧凡说干就干 约翰他们这一次来 给萧凡带来了两万多的资金 现在他的手里 总计有资金二十八万 还算是有钱 多增设一个牌 也很简单 继续选择外籍士兵 萧凡又生产了两个班的士兵 还有两个狙击手 和一台重机枪 当然 这些装备看上去都是国外的了 可实际上 和正常红颈士兵的 还是一样的 在萧凡的安排下 这些外籍士兵 身上没有曙光君的标志 萧凡又给他们 配备了一台猛式越野车 又多出了车载火力 让他们的战斗力更加强大 做完这一切 约翰的外籍士兵 已经变成了一个牌 开着杂七杂八的车辆 约翰一行人呼啸去 他们要去执行一个任务 一个萧凡安排给他们的任务 看着约翰离去后 萧凡踩对身边的薛宁而道 走吧 去看看外面的税务官 我们再不去的话 税务官的嗓子都要破音了 两个人驾驶车辆 直接顺着迂回车道 开到了城墙上面 一直来到了南门处 下面税务官的声音 已经很微弱了 我们坚决保证 尊重幸存者的合法权益 你们可以谈恋爱成家 可以在联盟的保护下 生儿育女 如果你有能力 多取几个联盟也不会干涉 咳咳咳 看着气息奄奄的税务官 萧凡登上了少楼 他上来之后 身边的士兵递给了萧凡一个扩音喇叭 这喇叭是为了喊话用的 每个少楼里面都有 拿起喇叭 萧凡对着下面的税务官道 我是曙光城的城主萧凡 也是曙光军的首领 你是谁 本来都已经准备打退堂鼓的许青山 顿时精神了起来 整理了一下身上的西装 他仰着头 对着少楼大喊 我是联盟税务官许青山 是过来收税的 可是我们并没有加入联盟 为什么要给你们纳税 话不是这么说的 现在整个云州的幸存者 都归联盟统治 我是以官方代言人的身份和你对话 既然你在云州的地界 那就要接受联盟的管理 萧凡笑了一下 那我纳税的话 联盟能够为我做些什么 我们会派人检查 你们如果实力够的话 你们就可以加入联盟 到安全的影视城基地去生活 那如果实力不够呢 实力不够 你们只要纳税的话 联盟就会给你们提供保护 保证你们不受其他幸存者势力 和丧尸的威胁 萧凡哈哈一笑 税务官先生 你觉得我的曙光城不够安全吗 难道影视城基地比这里要好 什么样的丧尸能够威胁到我呢 许青山顿时有些无话可说 是啊 如果曙光城都不安全的话 恐怕整个云州 也就没有安全的地方了 但是作为税务官 他也不是那么好打发的 话不能这样说 就算曙光城安全 但是你们永远都不出城吗 以后秩序逐渐恢复 你们就不需要商业往来和交易吗 萧凡首领是吧 这个末世里面 没有人能够独善其身 每个人都需要和外界交流 才能共同进步 萧凡微微点头 你说的也算不错 但是你要知道 末世里面的物资是非常宝贵的 我现在明明不需要你们的保护 但是却要给你纳税 我本人同意 我的手下 那官都是过不去的 许青山一听有门 立刻拍着胸脯道 你有什么要求可以说出来 只要在合理范围内 我一定会满足你的 你们需要我纳税多少 嗯 一般来说 第一次纳税 要500公斤的成品粮食 还要500公斤的柴油或汽油 以及若干生活物资 这些东西我可以给你 但是你们要给予我们一些 经营首饰类的东西有吧 只要你们拿出十 50公斤的经营首饰来交换 我就同意 许青山盘算了一下 觉得这件事可行 现在经营首饰有什么用啊 除了联盟里一些 无所事事的贵妇之外 没有人在意那东西 只要回去收集一下 绝对可以收集到很多 可以 我代表联盟答应了 但是你也要答应 以后开通和联盟的商业往来 如果你这里遇到威胁了 联盟也可以派兵过来 帮你协防 萧凡点点头 可以 那你带经营来了吗 还没带 你们可以先将物资给我 我保证会给你们带来的 你要相信我许青山的人品 以及联盟的信誉 萧凡笑了一下 行啊 不过口说无凭 还是签署一个合同吗 他将一张早就准备好的合同 拿了出来 签字画押之后 放到吊栏里面 顺到了城墙下面 许青山接过合同 上下看了看 总感觉这件事太过顺利了 有些不踏实 可是他又找不出毛病 也就签字画押了 之后 萧凡也很爽快 将他需要的物资 一一送了出来 拿回合同 现在等于联盟欠了萧凡的曙光城 50公斤黄金 萧凡收起合同 许青山接收到了物资 也很开心 这一次出行无比的顺利 就连曙光城这块 看似难啃的硬骨头 也啃下来了 他非常的高兴 回到联盟 这次是顺利交差了 车队离开了曙光城 萧凡看了一眼 冷哼了一下 回到了基地内 这联盟的税务官 回到影视城的路 不会太好走了 新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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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燕山镇 中学校园内 基地车正在进行最后的调试工作 这个30米长的巨大金属怪兽 已经全部完工了 车头处有着曙光喷发的标志 通体是由黑红二色组成的 车子两侧是巨大的金属练轨 可以保证在崎岖的道路上行驶 没有什么防弹装置 巨大的铁块本身就很防弹 马顿来到了基地车的驾驶舱 点火启动 哄 一阵嗡鸣声响起之后 基地车启动成功 在驾驶室的电脑屏幕上 他选择了基地车模拟展开 很快 电脑屏幕模拟基地车展开成功 每一个零部件都是正常运行 马顿脸上立刻露出笑容 快 通报总指挥 就说基地车建设成功了 通讯兵立刻就向萧凡通报了这个好消息 而正在基地内无聊的萧凡猛地翻身坐起来 成功了 他好了 第97章 撤离 基地车建好了 这就是解决了眼下最大的问题 曙光城虽然有了 但是没有基地车 就是一个空壳而已 起码没有电 这个生活问题 就不好解决 现在基地车有了 只要来到这里 一切问题就都迎刃而解了 幸好萧凡这边 已经提前派人出去清理道路了 燕山镇那边 在派兵保护基地车 缓缓前行 路上的安全问题 应该还是有保障的 基地车既然过来 那幸存者们 也不能在那里停留了 因为红警士兵们 也将保护基地车 离开燕山镇 萧凡想了想 让基地车准备出发 通知我父亲和妹妹他们 让他们于明天早晨六点 赶到燕山镇火车站 到时候 动车组会在那里等待他们 他们走铁路 争取一天之内 就到咱们这边 身边的通讯员记录下来 又询问 总指挥 所有的人都要跟着过来吗 就这样通知 我在云州建立了生存基地 愿意跟我来的人都来 不愿意的 我们不要勉强 随他们去就是了 明白 通讯员立刻去通报了 而萧凡这边 则是派遣工程师 去驾驶货车 现在就前往燕山镇去接人 基地车的行进速度不算快 这一千多公里 怕是要行驶十来天 幸存者们 自然不会跟着基地车一起到来 甚至幸存者们 都不知道基地车的建设 因为中学校园那里是封闭的 不许其他人接近 这个秘密 萧凡不会向任何人透露 也没必要让别人知道 得到萧凡这边的通知 燕山镇那里 也行动了起来 首先萧振远表示 那是一定要跟着儿子走的 他年纪大了 就这么一个儿子 不跟着儿子跟着谁 而萧田更不用说 老哥在哪里 他就去哪里 和萧振远 或者萧田关系好的相亲 同学等等 这会儿也都纷纷表示愿意跟随 每个人都不是傻子 跟随萧凡的这段时间 吃得好用得好 而且不用担心丧失威胁 每天只要劳动 那你的生活就可以得到保障 这种简单的幸福 在漠视里 特别的难能可贵 还有那些从赤水线火车站 下水倒出来的人 基本也都是选择跟萧凡走的 不走也没办法 这里的士兵们说了 很快就会撤走 不走的话 留在这里就太危险了 至于辛小迪 这个省电视台的当家花旦 则是毫无选择地被带走了 萧凡每天给他保养 不让他干活 那可是有大用处的 而辛小迪本人 也是非常乐意跟着萧凡走的 这一段时间 他可是精心地保护了自己的嗓子 每天吃好的喝好的 嗓子保持的娇滴滴 说话都带着一股柔梅 吞个东西什么的 也经过了练习 就不幸这个样子过去 还拿不下萧凡 唯一有些恐慌的 就是位于大酒店一楼 王大江那一群人 看着二楼那边一片忙碌 所有人都紧张地收拾东西 将一切能够带走的东西都打包 随时准备出发跑路的样子 一楼的人有些慌了 有人跑到了王大江身边 大江 他们好像真的要走了 好像这一次 那些当兵的也全都撤走 我们真的不跟着吗 王大江脸色阴沉 跟什么跟 跟过去吃糠燕菜吗 萧凡就那么几个人 在这个世道 能够拿下什么好的生存基地 说不定只是一个小村庄 到时候 我们过去 还是要不停地干农活 可是不过去的话 我们手里也没有武器 也没有办法自保啊 要那么多武器干什么 你也不睁开眼睛看看 萧凡的部队这一段时间以来 已经将燕山镇周围的所有丧尸 都清扫一空了 这里现在安全得很 你们也知道 那些丧尸 都是一些行尸走肉 一辈子就会在原地打转 永远不可能主动到我们这边来 到时候萧凡的人一走 你知道意味着什么吗 旁边立刻有人接口 意味着整个燕山镇 就都属于我们了 没错 这里的物资其实还有很多 萧凡的人 也只是带走了一些精品 我们收集收集 生活还是够用的 而且我们也有工具 自己种地养鸡 还不能养活 我们自己骂 王大江这样一说 其他人的讨论也热烈起来 没错没错 我们可以自己种地啊 跟着萧凡有什么好 他滚蛋了 我们正好不用看别人的脸色了 是啊 我们还可以建设新的房子 反正现在建设也不需要审批了 哈哈 这个主意好 我要建一栋别墅 带有泳池的那种 要温泉入户 我也建一栋 咱们做邻居 哈哈 一群人越说越高兴 几乎将未来十年的美好生活 都规划出来了 王大江非常高兴 他要的就是这种效果 无形之中 这群人已经将自己当成首领 虽然人数只有四十多个 但毕竟是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王大江相信自己的能力 依靠燕山镇这么大的地方 他绝对能够发展起来 心里暗暗给自己打气 他对众人道 那我就答复他们了 我们不离开了 不离开 不离开 王大江满意地走了出去 对前来通报的通讯员 传达了消息 我们不走了 你去告诉肖凡 从此以后 他走他的阳关道 我走我的独木桥 咱们大家互不干涉 我王大江就不信了 少了张图户 我还能吃带毛的猪 星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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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夜色降临 黑暗笼罩了原野 时间已经快要到中秋节了 北方的夜间愈发的寒凉 燕山镇外三十公里处 一阵西北风吹来 一只巨大乌鸦怪叫着升空 飞快地拍打翅膀离开 让他离开的 并不是西北风的冷 而是地面上那一群不速之客 石巢 铺天盖地的石巢 黑暗之中 丧尸们星红的眼睛 就好像无边无际的鬼火 遍布整个圆野 石巢的前方 李南风抬头看了一眼 远方燕山镇的方向 肖凡 你一定不会想到 我会来给你送一份大礼吧 实际上 李南风根本没有和肖凡正面照面过 他今天的结局 都是被肖凡的手下攻击导致的 可就是因为如此 才让一向自视甚高的李南风 接受不了 他要让肖凡 直到自己这一号 自己所受的苦 必须要肖凡的血来偿还 这几天来 他一直在周边网络丧尸 看到丧尸 他就会发出精神控制 让丧尸加入到自己的麾下 他麾下的丧尸数量 已经达到了15万 虽然他感觉 这还没到自己的极限 但是他已经等不下去了 所以他来了 带着大群的丧尸 步履蹒跚 长途跋涉地来到了燕山镇 对于机动车走起来很近的路 对于他来说都是一种折磨 这些丧尸听话归听话 但是行进的速度 实在是太慢了 好在他终于快到了 相信这一次之后 燕山镇这个地方 就不复存在了 看着夜色之中的燕山镇 李南风缓缓前行 他已经能够想到 最多明天晚上 人类将在自己的爪牙下 血肉横飞的画面 那让他已经扭曲的心里 充满了快意 第98章 最后的晚餐 直到第二天早晨五点多 燕山镇所有人开始撤离 在战士们的引领下 酒店二楼的人离开了 站在酒店门前 肖镇远看了看 这个自己生活了一辈子的地方 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他还是来到了酒店一楼处 希望再次劝卫一下王大江他们 但是迎接他的 只是一张张冷脸 老肖 你走吧 那你是儿子 但是和我们没有任何的关系 咱们谁也别管谁 就是 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生活的权利 只要他没有伤害别人 乡里相亲一场 我劝你保重你自己吧 到了新的地方 就能够比这里的生活好吗 我看未必 再见了老肖 山高水长 各自保重嘛 肖镇远终究没有劝得了任何人 但是他已经问心无愧了 收拾了一下小包袱 肖田已经等在这里 肖镇远转身 毅然地跟着战士们离开了 终于占据了酒店二楼的王大江等人 站在窗户那里 看着背着包袱 扶老邪又离去的乡亲们 心里有些怅然若失 这一别 怕是这辈子都没有见面的机会了 不过那一点点分离的惆怅 在动车组启动离去后 很快就消失得干干净净了 王大江向众人宣布 今天为燕山镇幸存者的独立日 他自封为燕山镇首领 并且还要大摆宴席 今天和大家不醉不归 燕山镇剩余的人 好像过年一样 平时舍不得吃的都拿出来 好酒都端出来 大家今天集体不干活 一起准备晚上丰盛的饭菜 一行人从早晨开始忙 忙到了晚上六点 整整十二个小时 夜幕降临 燕山镇独立日的狂欢开始了 独立日的宴席 设在了派出所的所长室内举行 毕竟人少 五桌人就足够了 等到人全都就做之后 王大江第一次以主人的身份 端起了酒杯 各位乡亲 我说两句 在座的人都停止了动作 听着王大江的讲话 我刚刚计算了一下时间 从末世开始的那一天 到今天为止 正好是两个月了 人们这才记起日子 末世开始后 已经很少有人去关注时间了 两个月了 感觉像是一年那样的漫长呢 王大江继续道 大家都很幸运 能够在这样黑暗的日子里面活下来 而且还会越来越好 他一直派出所内的设施 以前 这里我们根本都不敢来 但是今天不一样了 我们是这里的主人 我们这里有谁有电 我们也有手有脚 虽然物资并不丰富 但是也暂时够用 我想 我们可以非常安稳地度过冬天 然后等待明天冰雪消融 我们就可以恢复生产了 这段时间 我们可以寻找一下 附近是否还有幸存者 只要有人 就将他们拉到这里来 因为我们这里有一个 得天独厚的优势 那就是没有丧尸了 人们的眼睛里面 都透露出蹊迹的光 是啊 消反也算干点好事 这周围二三十公里范围内 几乎一只丧尸都没有了 这就是他们燕山镇的优势 他们崛起的希望 所以 在这里我宣布 我们大家 自由了 好 人们纷纷站起身 激烈鼓掌 庆祝自己的自由 热闹一阵后 王大江才到 接下来 让我们大家共同喝一杯 庆祝我们的独立日快乐 人们纷纷到满酒 准备干了一杯 就在这个时候 电灯突然滋啦滋啦地 闪烁了起来 怎么回事 难道是电灯使用寿命道了 还是电路老化了 不知道啊 谁懂得修电 快去检查一下 修电的人刚刚站出来 突然细微地砰的一声后 燕山镇所有的灯光一起熄灭 停电了 原本还是灯火辉煌的派出所 眨眼之间陷入了黑暗的世界 被漠视折磨得 好像惊弓之鸟一样的人 这一刻都忍不住尖叫了出来 还是王大江强刺镇定 不要慌 不要慌 以前也经常停电 有什么好慌的 那个谁 小李子 发电机呢 王大哥 发电机都被消烦的人带走了呀 早就不在 我们这边了 没事没事 没有发电机也没关系 蜡烛呢 点起蜡烛 咱们烛光晚餐更有氛围 没有发电机 蜡烛还是有的 毕竟末世开始的时候 很多人根本不敢开灯 只能依靠蜡烛来照明 很快 一些蜡烛被点燃 派出所再次明亮了起来 王大江勉强对众人道 不怕不怕 停电而已 说不定明天就来电了 就算不来电也没关系 过去的人都是在黑暗时代过来的 我们有手有脚 又有经验 完全可以打造新生活 在他的宽解下 人们也渐渐平复下来 继续坐下来吃饭 但是刚刚的热烈气氛 已经荡然无存 王大江想活跃气氛 再次举起酒杯 提议喝酒 突然 所长室的门被人轰然推倒 靠门边的一桌人 全都被砸在了门的下面 惨叫连连 是谁 竟然在他的独立日闹事 难道是消烦的人回来了 就算消烦的人回来了 这次他们也不站立 王大江准备好好的说道说道 为了提高气势 他更是将自己珍藏的 一把小手枪掏了出来 直指门外 想看看是谁进来了 但是 当一个高大的黑影 走进室内的时候 所有人都吓傻了 超过两米的身高 比狮虎还要雄壮的身躯 那血腥的 恐怖的脸 明明就是末世里 每一个人都经历过的噩梦 丧尸 人们冷了一下 纷纷尖叫的后退 室内顿时乱成了一团 有的人根本顾不得其他 直接就打开窗户往楼下跳 被丧尸抓一下 可是要命的 可是刚刚跳下去 下面就传来撕心裂肺的惨叫 咔嚓咔嚓的啃咬和进食声音 配合人们濒临死亡时候的惨叫 谁都知道 下面也有丧尸 后面准备跳的人 看了一眼窗外 就吓得尿了裤子 丧尸 好多丧尸 剩余的人们 拥挤到王大江所在的角落 瑟瑟发抖 根本一动都不敢动 随着越来越多的丧尸 进入了室内 王大江也绝望了 面对人还有道理可讲 但是面对丧尸 你能够说些什么 直到一头看上去正常点的丧尸 走了进来 这只丧尸 和其他丧尸的面目僵硬不同 起码那双眼睛左右打亮 给人的感觉 他更像一个人 这只丧尸来到了桌子前 拿起王大江的酒杯看了看 一双星红的眼睛 直视王大江 里面全是残忍 呵 庆祝呢 不打算邀请一下老朋友了吗 书有剧中永恒家 第九十九章 黑夜降临 王大江这些人张大了嘴 不可思议地看着眼前 这只会说话的丧尸 丧尸似乎早就将他们的反应 猜出来了 这会儿喝掉红酒 慢悠悠地走到了 王大江他们身边 你们 我记得你们 当初在酒店一楼 我挟持了你们 结果肖凡 那边那些人 根本不在乎你们的死活 今天你们是一个什么情况呢 庆祝自己独立了 丧尸说着 突然一把将王大江 从人群里面揪了出来 星红的眼睛闪着光 直视王大江 我很讨厌有人拿着枪 你是在找死 王大江手里的小枪 当当一声落地 不不不 我只是 只是 说 肖凡去哪了 怎么就只有你们这几个人了 王大江此刻 已经有些语无伦次 不是我指使的 啊不 我也不是很清楚 肖凡他的人走了 去新的基地了 具体在哪不知道 丧尸的目光 扫过在场的人 你们谁清楚肖凡的去向 没有人回答 因为是真的不知道 肖凡的人 只是说要离开 但是没说具体的地方 只有一个幸存者 勉强地说了一句 他们从铁路离开的 往北走了 往北 那地方大了去了 丧尸说了一句 已经表现得极其不耐烦 和这些什么都不知道的人废话 真是一种折磨 李南风成为丧尸之后 脾气也变得格外的暴躁 冰冷无人性的目光 在众人身上扫过 王大江冷哼一声 既然你们这么没用 那就不必活着了 将手里的王大江 甩手一抛 直接抛到了丧尸群里面 祝你们独立日快乐 宝宝们开饭了 丧尸群呼啦一下地扑了上来 王大江等人 连惨叫都没有发出几声 就被淹没在了尸巢里面 其中 如往死后变异的巨熊丧尸 吃人的速度特别地快 将血肉放在嘴里 咔嚓咔嚓地咀嚼 比地狱里的恶魔还要恐怖 李南风一个人坐在椅子上面 情绪毫无起伏地看着这一切 看了一会儿 他有些心烦地转过头 看到了墙壁上面的地图 嗯 他的目光 落到了一个红笔圈起来的地方上面 那是肖凡当初选定位置的时候 下意识地用笔画下的一个圈 云州市靠山农场 李南风看了一会儿 突然发出一阵冷笑 呵 呵呵呵 真是得来全部费功夫 肖凡 你以为换了一个地方 老子就找不到你了是吗 你错了 你就算是躲到天涯海角 我也会追你到天涯海角 不将你错骨扬灰 难消我心头之恨 李南风直接离开了派出所的大楼 夜色深深 正好赶路 靠山农场距离这里1500公里 而丧尸群就是24小时不停地前进 一天最多也就能走个七八十公里 他从这里想要赶到靠山农场 没有一个月也要20多天 何况他还觉得自己手下数量没有到极限 他还要趁着这段时间再壮大一下队伍 无疑还要耽误一点时间 所以他的动作要稍微快点了 海量的丧尸开始移动 沿着公路 缓缓地向着北方前进 虽然步伐缓慢 但是如今这个世界 已经没有人能够阻挡他们前进的脚步了 新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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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燕山镇发生的事情 肖凡并不知情 他亲自带人来到了四水线火车站附近 就是他们下车的地方等待着 一直等到了下午五点钟 动车组终于到来了 从燕山镇来的人开始纷纷下车 肖凡也见到了自己的父亲和妹妹 非常开心地和他们聊了几句 上车吧 我们前往新的基地 虽然那里现在还比较简陋 但是盛在安全 大家可以放心地在那里生活和建设 二百多的幸存者开车登车 车队直奔曙光城的方向而去 中途隔着一片原野 隐隐地能够看到靠山农场 这个农场里面还是有几个幸存者的 都是隐蔽在几处民居里面 肖凡他们从这里经过几次 那些幸存者也都没有出现 不知道是出于恐惧还是什么 就是躲着不见人 肖凡也不想去打扰别人 不见就不见吧 现在见了也是托油瓶 路过靠山农场的时候 他还能隐约地看到那里的几处灯光 但是就在他们路过的时候 灯光突然同一时间熄灭了 怎么回事 肖凡冷了一下 可他立刻就想到了一个可能 对工程师爱因道 你带着两个战士 回去动车组那里一趟 看看动车是否还能够启动 他要确定一件事情 动车组是用电的 但是和靠山农场这边 明显不会是同一股电流 如果两个地方都停电 那事情可能就大条了 一辆212级普车 飞快地跑了回去 过了一会儿 又追上了大部队 总指挥停电了 动车无法启动了 肖凡沉默地点点头 终于是全面停电了 这个情况虽然早就在预料之中 但是真的到来 他的心情还是有一些沉重 这件事对于曙光城可能没什么影响 但是对于那些还在躲避逃命的幸存者来说 几乎就是灭顶之灾了 从今天起 他们失去了电 失去了照明的工具 失去了储存食物的冰箱 也失去了加热做饭的工具 他们可能将不得不走出家门 去和外面的危险对抗了 可是长时间的躲避 让他们缺乏和丧失对抗的勇气和手段 毫无疑问 这段时间开始 人类幸存者的死亡率将会再次暴增 之前的末世第一轮感染是灾难 现在这一次全面停电将会是第二次的灾难 真正的黑夜已经降临了 第100章 新闻广场 车队回到曙光城 肖凡看了一会儿 人们震惊的表情后 拍拍手将大家的注意力吸引了过来 首先欢迎大家来到曙光城 和燕山一样 在这里你只要劳动 就可以得到好的生活 你们现在的主要任务 就是去抢收粮食 趁着冬季到来之前 我们要尽可能地将粮仓填满 我的人会交给你们使用收割机 可以提高效率 肖镇远问道 小凡 我们住哪儿 你们暂时住在宫棚里面 我们这里将马上搭建一批彩钢活动房 只要过去了冬天 明天我们就开始建设楼房 曙光城的居民区内 已经堆积了很多 在建材市场收集来的彩钢材料 搭建活动房非常的方便 燕山震过来的人 之前可能还有一些忐忑 但是这会儿已经笑开了花 这座城市简直是太神奇 太霸气了 待在这里 看着外面高耸的城墙 心里就感觉无比的踏实 不就是收粮吗 不就是建活动房吗 都是小意思 正当肖凡紧张地安排众人时候 新小迪带着肖田走了过来 肖田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竟然和新小迪处成了闺蜜 两个人关系很好 哥 给我安排一个住处 我要和小迪姐姐住在一起 肖凡看了二人一眼 住处给你安排好了 不过 你为什么和她在一起 小迪姐姐人 很好有漂亮 而且她不是还要给你工作的吗 肖田说着凑到了肖凡的身边 老哥 你给小迪姐姐 安排了什么工作啊 有一天 我看她攥着黄瓜在练习什么 我问她她又不肯说 你能告诉我吗 听到肖田的话 肖凡欣慰地看了一眼新小迪 这个女人果然懂得了自己的意思 知道要找她来播音 在没有话筒的情况下 竟然拿黄瓜来代替 果然是一个有灵性的女孩子 肖凡招呼新小迪到身边 既然你练习了这么久 那么一会儿 就给你一个当众展示的机会吧 当 当众 新小迪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嗯 要当众 而且要让整个云州的人都知道 新小迪感觉一片乌云笼罩 整个人的心拔凉拔凉的 这个军阀一样的家伙 究竟是什么古怪的爱好 有心不答应 却又不敢 顿时进退两难 看出新小迪的为难之色 消烦微微皱眉 怎么 难道你做主持人 就必须在镜头前面 对着广播播音 就做不来了吗 啊 你逆裂 你是说让我去播音 新小迪待住了 是的 我们暂时就只有播音的设备 没有电视塔 也没有电视台的播放设备 所以 你的老本行暂时还用不上 不过你不用急 我会尽快让人收集的 争取在元旦之前 让我们的曙光电视台成立起来 到那时候 你就可以恢复以前的工作了 听到肖凡的话 新小迪也不知道 自己是该高兴 还是该悲哀了 肖凡的通讯员走了过来 将广播通讯的设备交给了他 肖凡也要求他 立即弄出一篇稿子 让通讯员给他介绍了一下 目前曙光城的基本情况 他的任务 就是要通过广播 先吸那一批幸存者过来 新小迪的速度也很快 等到第二天清晨 他的广播稿已经弄好了 调整了通讯设备 广播开始对全市播报 新小迪柔柔的嗓音响起 每一个关注云州市广播内容的人 都可以通过电波 听到这个声音 因为广播类的东西 用的是无线电 所以 停电暂时对广播是没有影响的 只要他们的车子还能启动 只要他们的电池还能用 就可以接收到广播信号 这里是曙光城 这里是曙光城 我是省新闻台节目主持人 新小迪 大家早安 久违了 我的听众朋友们 很高兴能够在这个黑暗的日子里 还能够通过这种方式 和大家见面 这一刻 新小迪的主持人身份 立刻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 清晨 很多人都想通过广播 得知一些新的消息 正在来回调试频段的人 听到新小迪的声音 都会不由自主地停下来 进了人们无限的想象空间 是不是官方出现了呀 不然 怎么会有省台的新闻主持人开播呢 人们都将广播调整到这里 静静地听着下文 首先 我要祝贺大家 祝贺大家 在这个时候 还能够收听到广播 最起码 我们都还活着 活着就有希望 我们每一个人 在这段时间里面 都受尽了折磨 其中也包括我本人 我恐惧过 逃亡过 甚至在下水道里面 一待就是一个月 阴沟 臭水 蚊子 蛆虫 老鼠 外面丧尸在嚎叫 饥饿也时时刻刻 在考验你的神经 那一段日子 是我永远不愿意 回首的过去 但是幸好 我没有放弃 所以我才有机会获救 才有机会来到了 我们美丽的曙光城 我们曙光城 立足于新安山拜脚下 这里是东京 XXXX 北纬 XXXX 位于云州市靠山农场 城市外围 全部被15米高墙保护 我们可以在这里 幸福的安居乐业 不用再担心 随时被丧尸吃掉 我们有强大的武装力量 来保护自己 美丽的浩原河 就在我们的城市之中流淌 我们有无尽的水源 和充足的食物 首领肖凡 更是一个和蔼可亲的大帅哥 曙光城愿意接收 其他幸存者的到来 愿意接收 每一个热爱劳动的人到来 另外 小迪在这里 悄悄地告诉大家一个秘密 我们的肖凡首领 可能体内流淌着巨龙的血脉 因为他特别地 喜欢收集金银珠宝 只要大家携带金银到来 肖凡首领 甚至愿意给予对方 这些言语里 新小迪描述了一个美丽富饶 祥和宁静的好地方 让人心生向往 肖凡听过之后 也觉得非常满意 新小迪在省内的知名度 还是很高的 这也是一个优势所在 相信要不了多久 就会有幸存者陆续的到来了 不过这样做也有一个弊端 那就是和联盟的现行政策对着干了 联盟要向所有人征税 肖凡却敢肆无忌惮地收人 这无疑会让联盟高层愤怒吧 不过肖凡也不在乎 自己和幸存者联盟压根就不是一路人 怎么也尿不到一个湖里面 通讯员随便调整了一下广播频段 里面突然传来 幸存者联盟播音员的声音 这里是云州影视城基地 紧急通知 紧急通知 就在昨天晚上 我们联盟纳税官 在返回影视城的道路上 被一群外国武装分子截掠 所有物资全部被截走 只有税务官几人奋勇战斗 才得以脱身 联盟主席宋北风 对这件事表示强烈的谴责和关注 并且警告那些外国武装分子 云州不是他们可以乱来的地方 野蛮行径必定自取灭亡 根据案发第一位置分析 这群外国劫匪活动范围 南起曙光城基地 北至影视城基地 联盟主席宋北风要求 曙光城首领萧凡 需无条件配合联盟 将这群匪徒缉拿归案 群书有众筹家 入群看家更151858250 第101章 招募进行中 萧凡听到北风军的广播 只是吃笑了一声 联盟这是在借题发挥 一是表达对自己招收人的不满 二是想借此机会 向整个云州的人宣布 曙光城再如何 也要归属联盟管辖 萧凡可以 现在就不给他们面子 大不了撕破脸 但是萧凡还不想这么做 要知道 联盟还欠他50公斤黄金呢 这块大肥肉 他还没有狠狠地咬一口 当然不能现在就翻脸 也不理会联盟的无声警告 萧凡继续组织人开工 现在正是秋收时节 先把粮食收回来 才是正经 接下来的几天 曙光城进入了一个 热火朝天的高速发展期 有了200多幸存者的加入 收粮食的队伍有了 而在曙光城的外城区 一栋栋的采钢板房 快速地拔地而起 所有人都投入了建设 城内的道路 也真正地进入了收尾阶段 城门外 已经陆续地有幸存者到来了 这个时候 并不是所有基地 都愿意大量接收幸存者的 毕竟每个幸存者都要吃饭 很多的基地都是人满为患 养不起更多的人 消贩的曙光城大张旗鼓地收人 虽然和联盟的政策相悖 却依旧有很多人愿意加入 曙光城的城门这里 设立下了登记处 每个幸存者要留存他的信息 然后这里有工程师 统一制作的身份卡 会发放给普通的幸存者 拥有了这个身份卡 就是曙光城的临时居民了 想要成为正式居民 那就必须向曙光城 上交500克的黄金 没有黄金也可以 那就要劳动来赚取积分 也可以抵消黄金的额度 成为正式居民后 就可以在这里购买临时房屋 并且等到明年楼房建成以后 还可以用临时房屋 更换属于自己的房子 几乎每个来到曙光城的人 看到这座巍峨雄伟的大城 都恨不得立刻成为这里的居民 所以到来的人 不但没有被压榨的感觉 反而更加有干劲了 第一天 接纳幸存者150余人 第二天 接纳幸存者130多人 第三天的时候 前来的幸存者人数 就暴增到了290人 有些幸存者 是抱着打探的心情过来的 到来之后 他们后悔的直拍大腿 恨自己 为什么要多此一举 赶紧跑回去 寻找自己的人 拖家带口的再次前来 来到曙光城的人 渐渐的多了起来 也就有一些心怀鬼胎的人 混在里面 许青山和刁远二人就是 前几天 他们会影视成基地的车队 遇到了一群毫无人性的汉匪 那是一群老外 嘴里说着生硬的东方联邦语 手拿火力凶猛的枪械 差点叫了他们两个的命 如果不是刁远的反应够快 带着许青山 所有的物资都被那些老外带走了 许青山和刁远不敢回到基地去 只能用被打趴窝的路虎车 上面的车载广播和基地联系 说了被打劫的情况 而他们两个则是想要将功赎罪 不说找到那群老外的踪迹 起码也要获得一点新的情报回去 才能够保住性命 于是他们两个乔装了一下 决定回到曙光城探查一下 根据许青山的职业嗅觉 他觉得这次外国人打劫的事情 曙光城这边嫌疑很大 可是他没有证据 虽然来到这里也未必能够收集到证据 但是多一些了解 回去联盟也好交差 两个人伪装成了幸存者 脸上涂抹了黑一块灰一块的 破衣烂衫地来到了 再次来到了曙光城 来回的路 他们走了两天 但是两天过去 他们惊讶地发现 曙光城已经完全变样了 厚重的城门开启 门前开始出现了人群 围拢在城门那里进行登记 远处还有一道城门 那里不断地有重型卡车进进出出的 似乎是在运载物资 不过却禁止普通人靠近 在东南方向 浩元河从城内流淌出来 上次他们两个来这里没太注意 这次装作随便乱逛 到水门那里看了看 看到那个粗壮的巨大水闸 许青山有了一个判断 他对刁远道 我说你来接 刁远就是负责保护他的 也听他的指挥 点头拿着一个小本本记录 曙光城具体情况第一条 城防严密 城墙城门几乎不可攻破 但是水门是一个安全隐患 如果能水路潜水进入 可以直达城内 刁远记录下了第一条 两个人再次回到了城门附近 许青山没有立刻过去排号登记 他怕距离太近 会被之前见过他的人认出来 所以他就在附近徘徊 希望找个生面孔聊一聊 还真让他等到了 一个年轻军官 带着几个战士 风尘仆仆地回来 许青山非常确定 这个人他没见过 看对方一身军官装束 许青山立刻眼睛一亮 陪着笑脸靠了上去 这位长官怎么称呼 年轻军官瞥了他一眼 似乎对他叫自己长官很满意 和颜悦色的道 预备连长 姓神 预备连长 还有这个职务吗 年轻军官哼了一声 当然有 排长就是预备连长 而且 我是第一顺位的排长 可以说是准连长了 算了 和你说了你也不懂 有事吗 啊 也没什么大事 我就是想要问问 想要成为咱们曙光城的居民 就必须要缴纳黄金吗 当然 你也看到咱们曙光城的情况了 五百颗金子非常的便宜了 况且 你留着金子 有什么用 不能吃不能喝的 我告诉你 现在曙光城的户口 那就相当于过去的首都户口 现在你不办理 以后花再多钱也办不上了 许青山头点的好像波浪谷 是是是 哎呀 我看咱们肖凡首领也很年轻 不知道有没有女朋友呢 我有个妹妹 长得那叫一个漂亮 要是能够介绍给首领认识认识就好了 听到这里 年轻军官不屑的嗤之以鼻 你太小看 我们总指挥了 能够成就这样一番事业 总指挥岂是常人能够比拟的 人家根本不敬女色 你死了这条心吧 说完以后 年轻军官急匆匆地走了 剩下许青山和刁远二人面面相去 半赏 许青山询问刁远 你善于观察 你觉得 这个姓沈的牌长 说的是真的吗 刁远沉声点头 根据我的观察 他的话出自真心 那好 将这一条重要的线索记下来 根据一位沈牌长说 曙光骏总指挥肖凡 不敬女色 回去通报联盟 以后不要在这方面打主意了 第102章 基地车到来 曙光城广播 每天依旧对外播报 而有些到来又回去的人 更是给了曙光城充分的宣传 到了曙光城之后 人们可以将手里的经营手势 换成各种生活物资 并不仅仅局限于粮食 因为到了那里之后 人们发现 这里似乎正在恢复 文明社会的建设 活动板房之内 电视和冰箱都会给予安装 虽然电视暂时还不能看 但是据说 基地很快就会通电 到时候 冰箱起码是有用的 城市排水系统建设得很好 每一间活动板房内 都会安装热水器 淋浴和作变 曙光军外出收集物资的时候 这些生活物品 就全都被带了回来 人都有更高的追求 看到曙光城的情况 他们再也不愿意 待在自己的小窝里面了 人们携带了足够的经营手势 开始前往曙光城 并且形成了一股趋势 从第三天开始 肖凡每一天都能够 获得上万斤的额外收入 并且还越来越多 而他也得到了 沈瑞辉的回报 说是已经在 新安山脉深处 距离这里 大约一百公里的地方 发现了一座旧的金矿区 是以前淘金人住的地方 但是那里具体 是否还有矿产 他就不是那么清楚了 需要肖凡再次 派出工程师查看 爱因跟着过去了 三天后回来 确定那里 是一座中等规模的金矿 如果投入使用 每天大约 能够带来5000斤的收入 这让肖凡非常高兴 现在是万事俱备 就等基地车到来了 日子过了一周 肖凡手里的资金 再次积累到了35的时候 终于等来了一个大好消息 总指挥 基地车距离曙光城 还有10公里 太好了 终于来了 肖凡立刻带人登上了城楼 开始遥望南方 大约20分钟之后 清晨的阳光下 基地车出现了 当基地车 映入肖凡视野的时候 肖凡整个人感觉热血澎湃 红颈系统 没有基地车的话 一切都是空中楼阁 现在它 虽然也有500多的兵力 但是兵种并不齐全 而且上线也就是一个赢了 这样的兵力 在末世里面 自保还算勉强 但是也绝对不可能 有什么作为 只有基地车展开了 才是游戏真正开始的时候 长30米 10米宽 高度也接近4米 巨大金属怪兽出现 大地似乎都在位置振战 在基地车的前方 一辆辆红颈的战车 正在护卫 孟强所在的三排 承担了押送的任务 跟随他们一起 前来的 还有留在燕山镇的工兵牌 昨天前就出发 帮助打通道路了 现在也跟随着一起到来 基地车的到来 将正在工作的 曙光城居民惊呆了 这是一个什么恐怖的车辆 该不是有人用火车 改装的吧 战士们让人群靠后 基地车直接开进了 曙光城的城门 从南门进入 然后通过了 内外城区之间的城门 直接进入了 内城的军事禁区 肖凡已经乘车 抵达了这里 工程师马顿下了基地车 和三排长孟强 一起来向肖凡报道 马顿 顺利将基地车造好 请总指挥检查 孟强 顺利将基地车保护回来 请总指挥检查 好好 你们都是好样的 一路辛苦了 休息休息吧 不及休息 总指挥将基地车展开吧 此刻 基地车已经被开到了 预定的核心区域 核心区域 就是位于肖凡的关底前方 这里已经提前规划好 基地车展开之后 这里就是一个禁区 外人是绝对不允许进来的 等到基地车展开 肖凡还要建设内层的围墙 将一个个建筑物分隔开来 展开 肖凡下令 电脑程序启动 基地车就好像一个巨大变形金刚 轰隆隆地展开 不像红颈游戏里那样简单地展开 期间的繁复精密 已经超越了现代的科技水平 基地车平摊开来 就是一个充满魔幻色彩 巨大的金属房子 上面一个巨大的金属掉钩 可以用来维修和自我维修 一道亮银色的金属门打开 肖凡走了禁区 里面是一间四周都是电脑大屏幕的控制室 这里就是红颈的最核心区域 总指挥你好 我是安妮 正对着她的电脑屏幕上面 一个军装短裙的美女正在和她打招呼 哇 你居然是有形象的 是啊 虽然我是虚拟的 但是也有形象 总指挥还满意吗 肖凡笑着点点头 满意 安妮今天给我带来了什么惊喜 当然是我们红颈系统的新建筑和新科技了 其实这些不用我多说 总指挥也该知道 您现在的第一要务 就是去建设发电厂了 肖凡道 这个简单 建设摆放就可以了 不不不 那是游戏 现实里并没有那么简单 请总指挥现在查看你的系统吧 肖凡疑惑的打开系统 果然看到了新的建筑解锁 第一个建筑 就是发电厂 但是点开以后 里面竟然有三个小的选项 火力发电厂 造价五万斤 自带工人三十名 维持发电厂运作需要煤炭 工人单位不计入战斗序列 水力发电厂 造价五万斤 自带工人二十名 维持发电厂运作需要河流 工人单位不计入战斗序列 风力发电厂 造价五万斤 自带工人二十名 维持发电厂运作需要风车 工人单位不计入战斗序列 肖凡这才知道 原来发电厂也分了好几种 他立刻询问安妮 那你觉得 我要建造哪一个 我建议总指挥在风力发电厂 和水力发电厂二选一 浩原河可以用来发电 而新安山脉的山岭 也可以安置风车 两者造价相同 总指挥可以随意选择 肖凡想了想 决定还是先建设风力发电厂 西面北面都是山峰呼啸的地方 不摆放风车可惜了 虽然浩原河也可以建设水力发电厂 但是那却会阻挡小巴的行径道路 如果有一天风力发电厂不够用 再去研究水力不迟 虽然五万斤的造价不低 但是肖凡也知道 这是实体建筑 这个价格已经不高了选择 建设 第103章 发电厂 点选之后 提示应传来 确定建设风力发电厂 造价五万斤 需要建设时间五个小时 五小时后自动完成 请总指挥耐心等待 等待的过程之中 肖凡想到了那些风力发电的风扇液 那都是立在山顶很高的 不知道被幸存者看到 会觉得奇怪 系统也给予了他提示 风车会建立于山的另外一边 不会被幸存者看到 肖凡这才放心 五个小时很快过去 风力发电厂建设完成了 肖凡来到了发电厂的预留位置 将发电厂摆放 摆放发电厂的瞬间 西面和北面的另外一侧山坡上 许多的风车也树立了起来 就连连接到基地的高压线 也在瞬间完成 这就是红井建筑的神奇之处 风力发电厂的占地面积 并不算太大 大约两万平方米 里面有密布的电线和主控室 工作人员也是自带出来的 并且都非常的专业 他们的生活 甚至都能够自给自足 电厂内有食堂 也有人负责做饭 只是食物的来源 还是要消贩这边供给的 通电的那一刻 基地内所有的用电设备 同一时间亮了起来 每家每户的冰箱 热水器 电锅等等 全都可以用了 街道上已经搭建起来的路灯杆 也亮了起来 城墙哨楼上面 探照灯也可以启动了 只不过 现在是白天没有启动而已 整个基地似乎停顿了一秒 然后就爆发出了一阵的欢呼声 来电了 自从停电之后 除了一些大的幸存者基地 还能依靠发电机发电之外 其余的地方已经是一片黑暗了 有些东西在身边的时候 不觉得多重要 但是一旦失去了 你才知道 日常拥有的 才是最应该值得珍惜的 人们经历了黑暗的时候 才知道光明是多么的美好 本来加入基地 还有点犹豫的人们 这会儿都无比庆幸自己的选择 这样安全的一座大城 现在又通了电 这就是幸福啊 许多感情比较丰富的人 甚至流下了激动的泪水 城内人们欢庆通电 消防这边紧锣密鼓地 进行着下一项 电厂建设完成后 下一个兵营的建筑物就解锁了 兵营造价六万斤 可容纳一个营的兵力 自从消防得到红颈系统后 他的士兵们 晚上都是睡在睡袋里面 一直没有一个固定的居所 有时候 消防觉得有些内疚 自己这个总指挥没有做好 所以这个兵营建立起来 并不会提升消防的兵力上限 但是他依旧要立刻建设 给战士们一个温暖的居所 六万斤再次花费出去 第一个兵营开始建设 这个过程之中 消防也没有闲着 他开始在内城区里面 给建筑物建设围墙 这些围墙很简单 只需要建设初级围墙就可以 使用建材之后 节省90%的费用 每米只要零五斤 他先后给基地车和电厂 建设了一圈的围墙 留下进出门 然后又开始在围墙上面拉电网 电网需要扣除钢铁资源 现在基地已经通电了 电网也可以使用了 三米高墙 上面密布电网 足以打消太多人 想要窥探内部的想法 围墙建设起来 内部区域就被划分出了明显的街道 只是还不完全 等到建筑物越来越多 这里的街道也会秩序尽燃 建设完了两圈的围墙 兵营依旧没有完工 肖凡也没有其他事情可做 就来到了外城区逛逛 他来到的位置 是外城区的中心接口处 根据肖凡和工程师的规划 外城区有几个地段要重点建设 一个是最高建筑 曙光饭店 这个饭店 肖凡计划建设百层高楼 将其打造成为曙光城的一个地标 还有一个就是曙光大剧院 当基本温饱问题解决之后 文化生活也要丰富起来 能够在这时候有个大剧院的话 那肯定是非常前卫的一件事 不但要有大剧院 电视台肖凡也要建设起来 现在他就开始让电视机进入居民区 到时候群众看电视也将恢复 另外还有一个地段 就是中心商业街区了 虽然现在不可能有什么高端的商业区 但是城市必然要有这么一个核心的黄金地段 肖凡现在来到的就是这里 这里是外城区的中心接口 虽然还没有什么商业氛围 但是已经有不少有眼光的人已经看中了这片区域 如果曙光城什么时候出售这些地段的话 一定会有人选择购买的 肖凡今天过来是穿着的便装 并且戴上了墨镜 就是想要看看 曙光城的普通人现在是一个什么状态 到了中心接口处 这里有着不少的人在休息聊天 肖凡就混迹在人群里面 看似平常 但是远处围墙上 少楼内的士兵都在密切地注意这里 如果有人敢对总指挥不轨 绝对第一时间开枪击杀 当然 曙光城现在没有那么乱 还是很安全的 坐在路边临时堆放的青砖上面 肖凡点燃了一根烟 听着周围人聊天 老哥从哪来的呀 我是从燕云过来的 哎呦 那可挺远的呀 你怎么过来的 都没有丧尸的吗 正常会有 可是咱们曙光郡 有人过去了燕云那边 清理边界的道路 遇到丧尸也就消灭了 我实际就住在燕云和云州交界那里 也不算很远 看这边安全就过来了 没想到还真来对了 还是咱们云州这边好吧 有了肖凡首领在 肖凡首领原来是咱们燕云人 我在燕云那边听广播的时候听到过 是吗 那我还真不知道 咱们这边收听不到燕云的广播 那边最近有啥大事吗 也没啥大事 啊不对 好像还是有一件大事的 有一个叫做农资市场的基地 五十多个武装人员被丧尸给团灭了 那边听着的人没什么感觉 但是一直聚精会神的肖凡 却突然一额 农资市场基地被丧尸灭了 不应该啊 直觉告诉他 必须将这件事搞清楚 第104章 指挥官官邸 因为燕云是肖凡的家乡 所以他听到燕云的消息 就自然关注一点 可是却没想到 听到了这样的一个重磅消息 农资市场基地 就是他们交易大会举行的地方 李大海被干掉了 但是那里并不是没有人了 刚刚那个幸存者也说了 五十多人的武装被丧尸灭了 这怎么听怎么不合理 丧尸确实很强 但是也没有强到这种程度 只要那些武装人员不是脑瘫 将大群丧尸引到基地的话 怎么也不至于落到这个下场 他又听了几句 见两个人不聊燕云的消息 他干脆起身离开了中兴街区 回到内城区之后 他立刻叫来了通讯员 你的广播能不能联系到燕云市的人了 东方联邦的广播是有地区性的 一般都是以示为单位 比如你在燕云市 那么你收听的就都是燕云市的广播 末世也是一样 萧凡在燕云市后听的是燕云的 到了云州以后听的就是云州的 所以才会问通讯员 可以的总指挥 因为我的广播以前连过燕云的广播 知道他们的一些评断 可以调出来的 你想要和谁联系 嗯 给我联系一下机场基地的安兰 之所以没有联系 韩东阳和赵大山他们 是因为萧凡想要了解一下消息 这些人驾车出去查看太麻烦 而机场基地的安兰是有飞机的 当然要方便很多 通讯员调整了一会广播 连接到了燕云市机场基地 请问你找谁 我是萧凡 燕山镇的萧凡 找安兰 一会儿功夫 安兰的声音在那边传来 哟 今儿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我们的萧大军阀 怎么有心情联系我了 你不是远走他乡 不在燕云待了吗 萧凡笑了一下 走多远也还是燕云的人 这不是有些事来求安首领吗 安兰轻声笑了几下 油嘴滑舌的 说吧 是不是想要将燕山镇的那些拖油瓶 塞到我这里来啊 如果是的话 那你可是要欠我一个人情的 当然不是 我只是听到了一个消息 说是农资市场那边的武装人员 被丧失消灭了 这件事可靠吗 你的消息真的很灵通 确实是有这么一件事 我也觉得奇怪呢 农资市场那里 剩余的全是一些武装人员 一群亡命之徒 没有人愿意去得罪的 这丧失要厉害到什么程度 能够将他们团灭 一个活口都没有吗 消灰得到了安兰的证实 心里隐隐的有点不安 他干脆开口道 这样吧 我拜托安首领一件事 你去帮我看看 我的家乡燕山镇 看看那里的情况如何 可以 那我这就派直升机过去查看 然后广播找你 对了 你到底去哪了 我在云州市的靠山农场 在这里建设了一座城市 目前发展的还不错 要是有一天 安首领在燕云待逆了 可以来我这里 哈哈 我可是记住你的这句话 说不定真的会有那一天 现在燕云也不太平 交易大会之后 监狱基地那几家就卷在一起了 我看早晚要出事 好了 就先这样了 等我消息 挂断了河安兰的广播 消灰这边的兵营 也要建设完成了 消灰立刻将兵营摆放 相比电场 兵营的占地面积 就大了很多 不像游戏里面那种 好像一个大雕像的样子 而是真正的兵营 其中包括了宿舍区 食堂 操场 靶场等等地点 兵营总计可以容纳700人 隶属于这个营的人员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床铺 总算给了战士们一个温暖的家 消灰也是长出一口气 接下来 应该是矿石精炼场了吧 但是当消灰打开后才发现 建设完兵营之后 竟然同时出现了三种新的建筑 采矿场 造价十万斤 需要建设在矿产附近 自带一台武装采矿车 自带工作人员二十人 雷达站 造价八万斤 全天后雷达扫描 覆盖范围直径二百公里 自带工作人员十人 指挥官官邸 造价两万斤 内设豪华装修和多种家用电器 有着云州式的全景地形图 有充满科技感的现代化设计 也有田园风情的小字情调 是总指挥的理想居所 这三种建筑 采矿场暂时无法建设 因为金矿位于新安山脉里面 萧凡需要出去一趟 到了金矿所在位置才能摆放 现在可以建设的 就是雷达站和指挥官官邸了 看了一下手里的资金 还有二十五万之多 萧凡决定先把官邸建设出来 这个只需要两小时 等到睡前再建设雷达站就可以 先是点选了指挥官官邸 然后顺序点选雷达站 这样节约时间 两个小时以后 夜幕降临 官邸也正式建设完成 回到了预留的官邸位置 萧凡将这个建筑摆放了出来 移动三层现代化别墅拔地而起 这边点选建造雷达站 这边萧凡带领麾下的警卫牌 走进了自己的官邸 坐北朝南的别墅 位于城市的一个高点 仅次于雷达站的高度金属拉门 不算多么防御严密 但是旁边的警卫室可不是摆设 原本的野生果树什么的 早就经过了工兵的打理 现在都在小八七夕的水潭边 如今也被官邸的院子圈了起来 沿着金黄的落叶 脚踩青砖扑设的涌道 走过一座水潭之流上的小桥 再绕进一条风雨回廊 可以直达别墅的正门 当然 萧凡也可以直接走院子中央 但是 那就失去意境了 别墅地下两层 地上三层 负二层是停车场 可以停放十辆车 负一层是酒窖和休闲室 可以健身和看电影 一层是客厅和厨房 客厅挑高八米 有着豪华的吊灯 客厅靠窗的一侧 摆着缩威的云州市全地形图 二楼有卧室和书房 三楼有着巨大的露台和主卧室 露台之上 可以俯瞰曙光城全景 而顶楼还有一个特殊的设施 停机坪 直升机可以在顶楼起降 非常的方便 萧凡的主卧室 更是有着玻璃的屋顶 躺在床上 就可以看外面的风雪落叶 可以夜观星河 进入了卧室 灯光是声控的 但并不是所有人的声音都能控制 必须是萧凡 或者是萧凡认可的人 才能够在室内设置声控 坐在了一楼巨大的沙发上 看着这以前做梦都不敢想的房子 萧凡觉得自己可能是腐败了 才营长就住这样的豪宅 以后成了团长旅长 那还不得上天啊 就在萧凡在这里胡思乱想的时候 通讯员走了过来 总指挥 燕云集电 书有剧中永恒家 第105章 雷达战 萧凡立刻接过了通讯员的通话 萧凡嘛 出大事了 广播的那边传来了安兰的声音 非常的急切 出什么大事了 你慢慢说 我派出去直升机侦查了 燕山镇那里 已经空无一人 反而是有大群丧尸经过的足迹 后来我的人进去了派出所 发现那里有几十具白骨 都是被丧尸啃尸的 你的人已经死光了 这个消息听得萧凡一惊 他立刻道 你确定是大群的丧尸 数量大概有多少 往哪里去了 确定是大群丧尸 数量无法估计 但是看原野里面的被践踏的痕迹 应该至少在十万以上 而且 我的人追踪到狮群往北方去了 往北方来了 萧凡沉思了一下 他的心中 有种不是很好的预感 如果这个狮群 就是灭掉农资市场的狮群的话 那么他们 为什么要从农资市场 赶往燕山镇 要知道 二者之间的距离 并不是特别的近 最起码前往批发市场那里 要更近一点 可是狮群没有这么做 特意地跑到燕山 将王大将一群人消灭了 王大将那些人 有什么特殊的吗 显然是没有的 之后 狮群又往北方来 难道是冲着自己来的 虽然萧凡并不知道 自己为什么会吸引丧尸 但是这个推断 很有可能是成立的好的 我知道这个情况了 非常谢谢你按手里 以后欢迎你来做客 我会的 肖凡 你小心一点 和安兰挂断了通话 肖凡立刻叫来了工程师爱因 有一个疑似非常庞大的狮群 正在从燕云市往北前行 我有理由怀疑狮群是奔着我们来的 有没有什么办法 可以外出快速侦查 爱因想了想 总指挥 可以建造一台多功能步兵车 由侦察兵驾驶 离开基地去侦查 就会成为全天候侦查车 如果遇到狮群 会记录下完整的画面情况 肖凡点点头 多功能步兵车确实是神奇 那是属于红井的黑科技 不同的兵种进入 可以产生不同的效果 侦查兵进入 就会变成一辆全天候侦查车 而多功能步兵车之前就出现了 只是他一直还没有生产 打开了再具页面 他点选了一台多功能步兵车 多功能步兵车 造价2500斤 生产出来后 他立刻叫来了沈瑞辉 将这个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 交给了他 沈瑞辉出发之后 肖凡再次看向系统页面 因为这里还有一个兵种肖凡 没有生产过 间谍 间谍 造价800斤 特工人员 精通枪械格斗 精通化妆易容 精通多门外国语言 可以用于侦查 破坏 绑架 潜入作战等 想了想 肖凡点选了两个间谍 先后生产了出来 间谍分别是一男一女 都在20多岁的样子 男的间谍健壮强悍 恐无有力 一看就是在末世里面 也能混得风生水起的人 女的间谍看着清纯可人 有着一张典型的东方美女脸 非常的吸引人 间谍陈江龙 向总指挥报道 间谍刘雅 向总指挥报道 肖凡满意地看了看这两个间谍 虽然他们不是那种面目平平 可以混迹于人群不被发现的类型 但是他们各自 也都有各自的用处 红颈游戏里面 间谍的作用 可以偷取敌方的资金 如果潜入敌人的兵营 或者战车工厂的话 那么自己一方新生产出来的单位 喊出来的间谍还有更多的作用 在两个人耳边语了几句 肖凡交代给了他们一些任务 两个间谍向肖凡敬礼之后 先后离开了曙光城 没有人知道他们去了哪里 做完了这些 肖凡回到了三楼自己的主卧室内休息 躺在床上看着漫天星斗 沉沉入眠 第二天清晨起来 雷达站已经建设完成 肖凡立刻来到了雷达站的预定区域 将其摆放出来 雷达站位于曙光城的高处 但是周围有一片茂密树林遮挡 所以外城区的人看不到这里的变化 所有的红景建筑物里面 可能就属雷达站的占地面积 最小了这个一个圆球形的建筑 里面的空间 基本都被一个不停旋转的雷达所占据 有中控电脑 其余的地方就是住宿区和食堂 肖凡进来视察了一圈 和雷达站的负责人沟通了一会儿 这个雷达可以监视直径200公里的区域范围 并且雷达屏幕的效果 会直接反射到肖凡的指挥官系统页面上去 有了这个东西 肖凡顿时感觉眼前一亮 他的可是范围大了太多 而且雷达范围之内 所有的丧尸 变异兽 幸存者等等都一览无遗 甚至他还在雷达屏幕上面 找到了沈瑞辉所说的 位于新安山脉内的旧金矿区 不单单找到了金矿区 他甚至还在金矿区附近 同时发现了两个补给箱 老天 居然一次给我刷两个 这是逼着 我去采矿啊 也好 矿石精炼厂 选择建设 矿石精炼厂有些贵 价值十万斤 点选完了以后 肖凡手里的三十五万资金 就剩余四万了 其中 发电厂五万 兵营六万 指挥官官邸两万 雷达八万 矿石精炼厂十万 看着这可怜的四万斤 肖凡也意识到 自己必须想办法出去搞钱了 不然接下来的战车工厂 恐怕自己都没有钱建造了 何况还有其他的建筑物 点选了矿石精炼厂之后 肖凡亲自带队出发了 不是他冒险游影 而是矿石精炼厂 必须他去摆放 别人代替不了 他做这个工作 反正金矿所在地 距离这里九十多公里 正好在雷达范围之内 一切都了如指掌 肖凡也不担心什么 警卫排全体出动 又带上了两个喷火器战士 和十几条军犬 肖凡一行人 驾驶山猫地形车 和一辆装甲车 进入了新安山脉 车辆能走多远算多远 他必须在二十四小时之内 拿到这两个补给箱 书有众筹家 第106章 两个补给箱 进入新安山脉之后 肖凡的雷达屏幕 就随时处于开启的状态了 山林之中 经常有一些紫色的光点出现 那代表了变异兽 反而是代表丧尸的红色光点 看不到了 即使有也不是在山脉深处 前进的过程之中 肖凡甚至发现了几个紫色 比较深的光点 那应该是一些 比较强的变异兽 肖凡现在变异兽肉还是足够的 也没有心情去招惹变异兽 能够躲开就躲开 尽量不和变异兽发生接触 但是尽管如此 也并不是完全能够躲开的 车子沿着河道边 前进了三十多公里后 终于没有路了 肖凡一行人开始不行 这个过程之中 他们先后遭遇了变异鹿 变异野猪 变异乌鸦等的袭击 甚至到临近金矿区的地带 肖凡一行人 还遭遇了一大群的变异麻雀 这些往日里最微不足道的鸟类 此刻变得比乌鸦还大 非常的适血 前赴后继的对肖凡他们发起冲锋 要不是肖凡特意带了两个喷火器 战士过来 恐怕还真的要栽了 一路上的变异兽肉 甚至都没有时间去收集 肖凡唯恐耽误补给箱的刷新时间 五十多公里的山路 硬是在七个小时内走完了 到了金矿附近的时候 肖凡感觉两条腿都不是自己的了 而这个时候 矿石精炼厂还没有建设完成 这里是一片老旧的金矿区 位于浩原河的河滩之上 当然 这里的浩原河水流 还没有下游那么大 要在林间汇聚多条小溪后 才会逐渐的变大 有一些简陋的工棚也倒塌了 木头什么的都腐烂了 也不知道过去了多少年 肖凡立刻让警卫排的人 开始平整一下土地 一会儿好摆放矿石精炼厂 而他则是查看 两个补给箱的具体位置 一个补给箱 位于前面一处小山谷内 他吩咐薛尼儿去拿了 另外还有一个补给箱 则是位于附近的一座山峰之上 看着这个山峰的山顶 肖凡想着 等薛尼儿拿到第一个补给箱之后 再让他去拿第二个 大约二十分钟之后 薛尼儿回来了 手里捧着一个木头箱子 肖凡接过来 有些迫不及待地打开了箱子 他希望能够得到一大笔钱 缓解一下目前窘迫的经济 但是天不遂人意 打开箱子之后 附近出现了一辆油罐车 天 你给我一辆油罐车 放在这大山里面 想开出去 也是一件艰难的事情 来时候的山路 确实非常不好走 就连山猫全地行车 这种东西都停了下来 可想而知道路前进的难度 难道为了这一辆车 还要修建一条 通往大山深处的道路不成 肖凡甚至第一时间 都打算放弃这一辆油罐车了 但是接下来的系统提示 却让肖凡呆住了 恭喜总指挥 获得了境外装备 自爆卡车 听到这个提示 肖凡慢慢地转头 看向了这个貌似油罐车的大家伙 原来自己看走眼了 这不是一台油罐车 而是一台自爆卡车 自爆卡车 是红井游戏里面 一个国家的特殊装备 这种卡车 没有任何的攻击力 也不配备任何的武器 甚至有可能是 无人驾驶的 它唯一的作用 就将开到敌军的核心地带 然后爆炸 这个爆炸的威力 就非常恐怖了 据游戏介绍 是有着小型核弹的爆炸威力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这辆车 就说什么也不能放弃了 但是 萧凡想一想就觉得头疼 这样一辆卡车 要怎么才能弄到基地里面去呢 要是运输过程之中 一个不慎将其弄爆了怎么办 萧凡苦恼的时候 矿石精炼厂建设完成了 萧凡先是来到了一处平整的地方 将矿石精炼厂摆放了出来 轰隆一声 深山之中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矿场 现代化的设备 冒着烟的大烟筒 以及进出采矿车的巨大入口 都标志了这个东西 超越现代科技的水平 一辆有着金属履带 前面还有巨大金属产的采矿车 从矿场内开了出来 一个司机看到萧凡 立刻隔着玻璃镜里 总指挥好 好好 但活吧 萧凡进去看了一下 里面还有传输带 和矿石粉碎的设备 也有一些工人在操作 还有宿舍和食堂 和其他红井建筑一样 萧凡也就放心了 定期让人过来送一次食物 这个采矿场 就能够一直运作下去 采矿车进入废弃的矿洞 开始工作了 按照现在的工作速度 每天大约能够额外 给萧凡带来五千斤 看过采矿场 萧凡决定 亲自前往山峰 去拿最后一个补给箱 薛宁儿本来要去的 但是萧凡没有允许 他现在有些迷信了 要是薛宁儿 再弄出一个自爆卡车什么的 自己可真是欲哭无泪了 希望自己的手气 能够更好一些吧 最好是来一些钱 因为建设了采矿场之后 又出现了三个新的建筑物 战车工厂 造价十五万斤 兵工厂 造价十万斤 军官训练营 造价五万斤 这三个建筑物 要是建设出来 那还得三十万斤 他根本没有钱了 所以 萧凡决定亲自走一趟 看看自己的运气如何 费尽九牛二虎之力 萧凡终于是 来到了这座山峰的山顶 补给箱 就位于山顶上的草丛之中 萧凡走过来 拿起了补给箱 他没敢在山峰顶上开 万一再开出一辆车 他恐怕会有跳下山崖的心思 带着补给箱来到了平地 萧凡的嘴里念念有词 天灵灵地灵灵 来个一百万资金行不行 开 补给箱打开了 没有车辆出现 但是一阵大风从头顶传来 差点将萧凡吹了一个跟头 一手遮挡眼睛 萧凡抬头看向了天空 一个巨大的黑影从天而降 本章为流沙赠送 大家还想更多请入群 151858250 第107章 夜莺 萧凡抬头 巨大的黑影从天而降 狂风让他不得不往后退 给这个黑影一个降落的空间 很快 黑影落地了 这个系统还没等介绍 萧凡就差不多认出他来了 夜莺直升机 红颈系列里面的一款经典运输机 果然 系统提示来了 恭喜总指挥获得夜莺直升机 本单位为红颈传统单位 自带驾驶员两人 最大载员50人 最大载重25吨 最大飞行速度300公里每小时 可以外挂牵引绳 经过红颈系统改造 该运输机配备轻型复合装甲 可低于普通步枪轻机枪等武器射击 配备两门30毫米航炮 无心状态 带弹1000发 飞机落地 这架飞机是前后双螺旋桨的设计 而且具有两个发动机 游戏里面 这架飞机可在园6人 当然那是游戏 现实里面可以在园50人 两名驾驶员从飞机上面跳下来 对萧凡敬礼 夜莺直升机驾驶员张远己 向总指挥报道 夜莺直升机驾驶员裴东 向总指挥报道 萧凡此刻笑得眼睛 微微眯成一条缝 心里非常的满意 虽然没有获得金钱补给 但是多了一架直升机 算是解决了他的燃眉之急 因为这架直升机是可以牵引的 也就是说 可以高空运载车辆 红井里面的直升机式的脆皮 这架飞机有了改良 一般的枪械伤害不到他 这就非常不错了 而且还有两门航炮 也就是机关炮 火力也是不弱 现在他只是一个营长 按照现在解锁的建筑物来看 营长级别很可能是没有空置部 这个建筑物的 没有空置部 那也就无法建造飞机 而现在有了这个直升机 算是弥补了他在空军方面的不足 不说形成多少战斗力 最起码出行就方便了太多 萧凡和两个飞行员见过 然后一直自爆卡车 这辆车 能够带回去基地吗 可以总指挥 这辆车的重量不超过20吨 可以挂在飞机上带回去 那好 立刻将卡车带回基地 两个飞行员忙活了起来 将牵引绳反复地系在了卡车上面 一切准备就绪后 邀请萧凡等人上飞机 总指挥 飞机还可以载人 大家都上来吧 萧凡带着警卫排的人 全部登上了飞机 不过有两个战士留了下来 他们要原路返回 将山猫全地行车和装甲车 开回基地去 做完了这一切 也因直升机起飞了 前后螺旋桨同时旋转 强劲地风吹的地面树叶乱飞 杂草扑倒 飞机升空 自爆卡车也被带了起来 渐渐地 飞机升到了几百米高 然后直奔基地的方向 因为带着卡车 飞行的速度并不快 萧凡也不心急 坐在飞机上面 看着窗外的景色 漠视之前 他坐过民航 但是还没有坐过直升机 这是第一次的体验 虽然体验感 也就是那么回事 但是那种心理的满足感 是无与伦比的 因为这是他自己的飞机 飞机上面 也全都是自己的战士 等到有朝一日 他必定会有一个强大的空军 翱翔在蓝天之上 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 就是公里再慢 也没有多长时间 很快飞机就到了曙光城上空 正在劳动的曙光城居民 一个个睁大了眼睛 张大了嘴巴地看着空中 曙光城居然还有飞机啊 而且这么大的直升飞机 一看就不是民用型的 不然能够挂着那辆大卡车 飞回来吗 人人的心中 都生起一种 有荣与烟的自豪感 感叹自己所在城市的强大 地面上甚至响起了 一阵阵的欢呼声和掌声 快要降落的萧凡 都可以听到 飞机落在了内城区 玄庭在半空 先把自豹卡车放了下去 很快有战士过来 把车子开走 然后飞机就降落在了 萧凡的指挥官官邸上方 因为别墅的顶楼 就是一个很大的停机坪 本来萧凡以为就是一个摆设 没想到这么快就派上了用场 从飞机上下来 直接顺着台阶 就走到了别墅的露台上面 回到别墅内部 警卫排的战士各失其职 在别墅的内部开始布防 一连长徐强来到了别墅 向萧凡汇报情况 总指挥 今天你离开之后 幸存者联盟来人了 哦 谁来了 上次的那个税务官许青山 他还带来了联盟的要求 都说什么了 徐强递给了萧凡一张纸 上面写着 幸存者联盟的一些要求 主要有三条 第一条 就是要求和曙光城来开放交易 幸存者联盟愿意用经营 来交换曙光城的物资 第二条 幸存者联盟将会派遣一些部队 过来帮助曙光城协防 第三条 曙光城加入幸存者联盟 成为联盟麾下议员 正式接受联盟领导 并且要求曙光军首领萧凡 前往影视城基地居住 许青山还送来了50公斤黄金 这是之前他们欠署光城的 以此表示诚意 而且他还告诉萧凡 希望他不要拒绝 而且要在两天之内给予答复 并且广播通报 看着手里这张薄薄的纸 萧凡知道 这是联盟的条件 同时也算是最后通牒了 如果自己不答应联盟的条件 那么就算是和联盟为敌了 但是接受的话是不行的 第一条可以 联盟以为他们占了便宜 可没想到 其实占便宜的人是自己 可第二第三条 就很恶心的 自己需要他们住房吗 他们的目的 就是以住房为借口 达到强占曙光城的目的吧 还有第三条 如果自己答应了 一旦到了影视城之后 基本就是被他们软禁了 萧凡可以拒绝 但是他没有那么做 他要想想办法 也许会有一个更好的法子 可以让这件事的利益最大化 在那之前 他还想听听沈瑞辉那边的消息 幸好 沈瑞辉那边 没有让他等太久 第二天下午的时候 萧凡接到了沈瑞辉的视野 共享请求 第108章 紧急部署 接到沈瑞辉的请求之后 萧凡立刻接通 现在 他就拥有了沈瑞辉的视角 沈瑞辉目前是在 多功能步兵车里面 而且是位于一处 地势较高的地方 从这里居高临下 可以看到一条公路上的情况 萧凡在画面里面 看到了云州市 和烟云市之间的界碑 这里是两市交界的地方 距离萧凡的靠山农场 大约还有七八百公里 但是这些不是重点 重点是画面里面 那铺天盖地的丧尸 在视野范围内 根本无法看到 丧尸大军的镜头 也无法估算数量有多少 但是可以看到 在队伍前方 单单是那些身材高大的 铁甲丧尸 就足足有五六千只之多 这还是三级变异的 那些一级二级变异的 更是不计其数 敏捷丧尸也是如此 数量多得数不清 甚至萧凡还在 丧尸队伍里面 隐约看到了 两条红色的身影 如果他没有记错的话 那可能是 舔尸者的颜色 这个画面 让萧凡不禁倒吸一口冷气 这 这尸群的数量 恐怕至少有二三十万了 为什么会出现 这样庞大的尸群 他们从哪来 又为什么会 不远千里地来到这里呢 萧凡不知道答案 但是他知道 大麻烦就要到来了 如果这个尸群 真的是奔着 靠山农场来的话 自己的基地 能不能守卫得住 非常难说 毕竟几十万的丧尸 单单是堆积尸体 也会超过城墙了 一旦城墙被攻破 近战的话 自己的战士再英勇 也不可能抵挡得住 几十万丧尸 又观察了一会儿 萧凡下达命令 让沈瑞辉回来 他则是在官邸里面 陷入沉思 按照画面里 尸群的行进速度 从两室边界到这里 大概需要十天的时间 那么这段时间内 自己又能够做些什么呢 报兵是一定的 但是他目前 并不打算 报太多普通兵种 他现在是营长 想要升级团长 是很难的 按照系统的升级条件 升级团长 需要营集战斗单位满边 建筑物全部建设完成 而且需要资金五十万 他现在都没有五十万 就是有了五十万 他的人员也没有满边 而且他还需要建设 战车工厂等几个建筑物 也就是没有个一百多万 他恐怕是升级不到团长的 这样一来 他可能就将以一个营的兵力 迎战这次丧失危机了 那么 那就必须走精兵路线 眼下的当务之急 是要将战车工厂 还有兵工厂 这两个建筑物建设出来 生产一批强力兵种 才有可能应对这次的危机 这些都需要大量的钱 现在他每天有一些固定收入 比如曙光城招募幸存者 比如采矿厂的收入 这两项加起来 大约有一万左右的收入 不过这还远远不够 他需要更多的钱 看来出去狩猎丧尸是必须的了 但应该还有更好的方法 萧凡看到了桌子上面的纸 那是幸存者联盟留下来的 想了想 萧凡脸上露出一个笑容 他叫来了通讯员 你现在发布广播通知 就说曙光城愿意加入幸存者联盟 请他们立刻派人来协防 也欢迎联盟的人过来交易 我们这边有大量的燃油 粮食 生活用品和建材 同时还有枪械和便衣瘦肉 只要联盟拿来经营 要什么都有 现在就去播报 通讯员去播报了 萧凡又叫来了城防连的连长陆平 他告诉陆平 如果联盟军派人来协防 那就将除了少楼和机枪暗保之外的 所有人都撤到第二道城墙上去 整个外城区的防御都交给他们了 但是第二道城墙是绝对不允许通过的 这是底线 陆平接受了命令离开了 萧凡接着又交代下去 一旦联盟那边有人到来 大家不要和他们起冲突 唯一的就是交易 尽量多的获取经营才是根本 所有的事情布置完毕 萧凡开始调兵遣将 现在是时间紧任务中 他必须要在狮群到来之前 尽可能多的获取资金 所以出去清理丧尸 已经势在必行 他的目标就是青阳县城 那里有一条河阻隔 正好让自己守卫桥梁作战 这个机会不利用就太可惜了 现在萧凡麾下的兵力超过了550人 他又花费了三万多斤 将三连的兵力补满 孟强原来带领的三排 就直接改编成了三连一排 再补充两个牌的车辆和兵力即可 补充完之后 萧凡麾下兵力达到了630人 还差70人就满边了 甚至他现在的三个主力连 每个连都只有120人 并没有达到140人的满员个状态 一些后勤兵总萧凡暂时都没有补充 他要留下一些人员名额 等到建筑物都出了以后再用 补充完了三连之后 萧凡命令城防连和工兵排流下 负责守城和干活 其余的三个满边站斗连 一个警卫排 加上吹噬班和医疗班 以及所有的可移动重火力部队 全部跟随自己出发 四辆装甲车 三辆步兵战车 三台猛士 一台骁龙 一台山猫 这些车辆都带车载机枪 212级补车没有机枪 但是实艇重机枪全部抬到了车上 还有一些随军的重卡也跟随出征 浩浩荡荡的车队搭载萧400兵力 直出曙光城 内外城的城门大开 一辆辆军车蜂拥而出 上面一个个战士鹤枪实弹 全副武装 曙光城的居民 虽然不知道战士们干什么去 但是他们知道 这些人都是保护他们的 有些居民甚至主动将一些 自己做的吃食送给战士 但是无一例外的全都被战士拒绝了 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每一个战士都能做到 因为他们根本不需要 一切事情总指挥都会给他们安排好 萧凡坐在直升机里面 也起飞出城 他知道 等到他们回来的时候 这云州的天恐怕就要变了 第109章 桥头激战 车队来到了青阳县城 沿着街道 萧凡一森几乎是没有什么阻碍地 来到了当初首饰店的地方 不过这一次 这条街道上出现了一些灵星的丧尸 没有了铁士者待在这里 就有普通丧尸游荡过来了 萧凡甚至还看到了 那辆侧翻的汉马 也不知道那汉马车 是过来寻找什么的 部队再往前推进 就来到了河边的断桥处 河对岸的丧尸 看到了萧凡他们过来 激动得张牙舞爪 口水直流 恨不得立刻冲过来 吃掉萧凡等人所有人下车 原地修筑攻势 随着萧凡下令 战士们下车 开始搭建防御攻势 桥边这里是一个街口 战地面积不小 战士们堆积起了几道防线 主要就是沙包 可以有效地阻挡丧尸的脚步 还便于射击 桥头处流出了一大片的空地 这里将是丧尸的坟场 不知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周边两栋楼房的丧尸 被迅速地清空 狙击手开始占据至高点 十几名喷火器战士准备 十几名的火箭筒战士 和防空步兵准备 医疗队准备 一连一排二排 准备应对第一波 60名战士迅速就位 呈半弧形地包围了桥头 工程师爱因 马顿等人率先上前 来到了桥头处 几个人打开了工具箱 拿出了一堆的工具 叮叮当当地忙活了起来 几分钟之后 一个小小的房间出现了 这是红锦黑科技的一种 桥梁维修小屋 工程师进入桥梁维修小屋操作 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只见已经被炸毁断裂的桥梁 这会儿开始缓缓地修复了 钢筋水泥在恢复原状 桥面逐渐成形 而看到桥梁恢复 有些丧尸已经迫不及待地 拥堵在了桥头 只要桥梁一恢复完成 他们就会如同海巢一样地 往这边奔涌 成千上万的丧尸 拥堵在那边 黑压压地看不到个尽头 一阵风吹来 腥臭的气息让人作呕 红锦士兵们 一动不动地等待着 丝毫不被对面地狱般的景象所困扰 萧凡点燃了一根烟 掏出了自己的冲锋手枪 拉动了一下枪栓 这种大战来临的氛围 让他很是享受 他也在等待着 桥梁即将完成 哦哦 就在桥面 还有两米合拢的时候 两只敏捷丧尸 竟然直接跳了过来 碰 一声沉闷的枪声响起 桥头三楼上面 一个狙击手开火了 一头敏捷丧尸一声霉坑 当场倒闭 第二只敏捷丧尸冲了过来 直奔桥梁维修小屋 那里有工程师 他已经迫不及待地 要进食了 就在这个时候 萧凡开枪了 一缩子子弹发射出去 将敏捷丧尸打得连连后退 当当当当 扑 边开枪边调整 终于有一发子弹命中额头 敏捷丧尸倒闭 而这个时候 工程师也终于完成了桥梁的修复 迅速撤退 他们几个撤退的同时 对面的丧尸大巢也冲了过来 阿英 这边 几个工程师也并不是文弱书生 每一个红警单位 都经过基础的军事训练 几个人迅速地跳过了沙包 进入掩体 开火 随着萧凡一声令下 密集的枪声响起 这座桥梁宽度大约在15-16米 前排的丧尸冲过来 立刻遭遇了毁灭性的打击 红警士兵根本都不需要瞄准 只要对着这个方向开枪 那就一定可以击中 因为尸巢太过密集 许多子弹都是穿堂葫芦式的飞果 扑扑扑扑 一倒倒黑色的血柱 就好像喷泉一样 冲天起 前面的丧尸捡草一样的扑倒 后面的丧尸 立刻踩着同伴的尸体 滚滚而来 虽然丧尸也吃死去的同伴 但是对岸有那么多鲜美的肉食 丧尸并不稀罕这些风干的老辣肉 这样的情况 就算丧尸想要停下 都是不可能的 后面的尸巢 就会推着前面的丧尸前进 何况丧尸们 也完全没有停下的觉悟 此时如果从高空俯瞰 就会看到这样一幕壮观的景象 众多的红警战士们疯狂输出 无数的子弹 形成点点光线 飞快地射进密集的尸巢之中 而丧尸大军无边无际 这样狭窄的一条桥 根本不算什么 前面倒下了后面的跟上 后面的倒下了 就会形成尸体堆 在后面的丧尸 连滚带爬的 也要冲过尸体堆 亮亮枪枪地往前冲 子弹的输出 竟然抵挡不住尸巢的前进 直到重机枪开始咆哮 两挺重机枪率先开火 巨大的子弹 在强大的推动力下 形成了致命的金属洪流 每一发子弹 都至少能穿透三四只丧尸 将这些行尸走肉打得粉碎 但是重机枪的开火 也只是延缓而已 而且重机枪的作用 主要是守卫桥梁 对于那些拥挤出来的丧尸 他们就顾不上了 很快的 丧尸的尸巢开始蔓延过桥梁 进入了红颈战士们 预留的广场处 开火 狠狠地打 随着连掌下令 所有两侧预先站好位置的 战士们开火了 正面的射击 变成了弧形的射击圈 如果没有变异丧尸的话 这种情况下 已经足够封堵尸巢了 但是 那些铁甲出现 那些速度快的敏捷丧尸出现 总是会影响战士们的 开枪频率 楼顶上负责狙击的狙击手们 也开始开枪 但是这个时候 无论是谁的枪声都无法分辨 激烈的枪声就好像暴斗一样 几乎连成一线 只能看到一头头的丧尸 或者被打断 或者被爆头 只有地面上 一层黑色的血水 开始如同河水一样的往前流淌 甚至很快蔓延到了沙袋附近 两头强壮的铁甲丧尸突然出现 他们从桥梁的一侧挤了出来 并且抗住了几发狙击枪子弹 身上被子弹打得坑坑洼洼 但是却随同失潮 进入了桥头广场 一连二排的守卫阵地前 他们突然冲了上来 战士们紧急开火 硬生生地靠着子弹的冲击力击退一头 但是另外一头 却直接冲到了沙袍前面 一只大爪子猛地抓下来 一个战士眼看就要危在旦夕 危机关头 他猛地往下一俯身 搜 身后一枚单兵导弹 直接轰了过来 轰 铁甲丧尸巨大的身子 直接被单兵导弹炸裂 沙袍前面下起了一阵的血雨 险些丧命的战士抬起头 对着后面比划了一个大拇指 那是对同伴及时致援的赞美 比划了一个手势 他立刻再次投入战斗 看到这一幕的萧凡 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这就是他的部队 配合默契 无坚不摧 第110章 刺激 一连一排二排 只是坚持了不足30分钟 就基本子弹告庆 坚持不住了 两个排撤下来 三连一排二排上 萧凡下达了命令 红警战士们 竟然有序地撤退 跟进 这个过程之中 车载机枪终于开火 机枪密集的弹雨 硬生生地将丧尸往外涌的攻势遏制了 一度危险的态势得到了一定的缓解 四个牌交接完毕 枪声再次响起 但是这一轮的战斗 形势已经不容乐观 因为丧尸的尸体 已经在桥头这里堆积如山 尸体堆积的太高会往下滚落 也会影响战士的射击角度 后面很多丧尸从尸体堆上面爬过来 子弹的命中率也降低了 总指挥 必须尽快地处理尸体了 怎么处理 先封堵桥梁 萧凡点点头 心中却不知道 封堵桥梁是要怎么封堵 工程师爱因告诉他 总指挥 现在需要你登场吗 一直稳坐钓鱼台的萧凡一愣 怎么说 我们需要总指挥 总指挥在桥头那里建设一道围墙 将丧尸堵在围墙后面 然后这里的尸体 我们就可以处理掉 萧凡看了一眼 人间地狱般的桥头 咬了咬牙 行 你说怎么做 总指挥可以在桥头建设一堵围墙 就将丧尸挡住了 那围墙建设好了 不是也将我们挡住了吗 这个时候 安妮的声音传来 总指挥 实体建筑可以按照建筑实际造价的半价回收 萧凡一愣 他还是第一次知道这个功能 对了 红井里面的建筑物是可以卖调换成钱的 但是问题又来了 桥头那里到处都是丧尸 围墙怎么摆放 那就要总指挥你想办法了 萧凡站起身 看了看和最开始相比 依旧汹涌澎湃的丧尸大军 心中有了主意 想要在桥头设立围墙 首先要打断丧尸的后续 让他们前后断流 这样才能集中火力 消灭前面的丧尸 迫击炮准备 后面一直待命的五门迫击炮 立刻装弹 目标 桥另一端的尸群 给我瞄准中心位置 将它们炸散 迫击炮开始调整射击精度 对准桥另外一头的尸群 重机枪组多来集挺 对准桥面 一旦后面的丧尸断流 立刻集中火力 将桥面的丧尸给我压回去 警卫牌配合三连的两个牌 重机枪开火的同时 将广场这里的丧尸 全部给我歼灭掉 尽量不要留下隐患 装甲车准备 重机枪停火之后 两辆装甲车 横着冲过桥头这里 将这个尸体堆给我冲散 给围墙安放留出空间 所有的红警部队准备就绪 随着萧凡一声令下 迫击炮开火了 咚咚咚咚咚咚 五发炮弹精准地在桥的 另外一头爆炸了 爆炸带起的火球 笼罩了一大批的丧尸 而爆炸带来的冲击波 更是将一群丧尸 直接冲到了河水里面 伴随迫击炮开火的 还有火箭筒战士 单兵的云爆弹杀伤力 丝毫不亚于迫击炮 连环两轮之后 桥头那里 竟然形成了一片真空去 短时间失去了后援 桥这边架设的 五六艇重击枪 同时开始咆哮了 一道道金属洪流疯狂喷射 几乎将尸群 直接来了一个对穿 强大的火力 几乎是瞬间 就将失去后援的丧尸攻势 压制下去了 而警卫排也趁着这个机会 配合三连的两个排开火 将前面广场的丧尸 迅速击杀 总指挥 时间差不多了 眼看桥尾那里 丧尸又要涌过来 工程师急忙提醒 装甲车 上 两辆装甲车开足了马力 直接从那几乎赶得上 装甲车高的丧尸堆处冲了过去 轰隆一声 丧尸堆被撞开 桥头露了出来 萧凡就是趁着这个机会 几乎是脚踩丧尸的 跑到了桥头处 中途甚至有没有死透的丧尸 去攻击他的脚 多亏他一身的营长制服 不但可以防弹 也可以防止丧尸的抓摇 才没有受到伤害 来到桥头这里 将已经造好的20米 终极城墙摆放 附近有几个 碍事的丧尸尸体 也被跟随而来的工兵 迅速扯走 轰隆一声 城墙摆放完成 7米高 20米宽的城墙 将桥梁封堵得严严实实 桥那边的丧尸涌过来 也只能无力地拍打墙壁 根本不可能过得来了 萧凡又快速地 踩着丧尸尸体跑了回来 一屁股坐在了沙包上面 掏出一根烟点燃 缓缓地吐出一个烟圈 狂跳的心 渐渐地平复下来 真刺激啊 接下来的任务 就不需要萧凡了 丧尸没有了后援 这里还存活的 几只被当场消灭 然后就是跟随而来的 工兵部队登场了 他们的任务 就是要在这些丧尸的尸体上面 找到萧凡所需要的手势 这个任务 别人做很难 他们却很专业 很轻易地 就能够找到手势 并且将其收集起来 等到手势收集得差不多了 早就等候的喷火器战士 就会登场 将这些丧尸尸体彻底分化 留着这些也是祸害 被其他丧尸吞噬了 别的丧尸还会净化 一把火烧了 最为省心 总指挥 给你手势 萧凡接过来转化 一万三千斤 之前建设了三排 手里就剩下不足三千斤 现在又有了过一万五的资金了 这也让萧凡信心提升不少 这几天就留在这里刷钱了 十天时间 刷个三四十万斤 应该还是没问题的 趁着这个空闲时间 吹噬班那里的人送来了饭菜 萧凡默默地开始吃饭 他现在已经练就了一副钢铁般的心脏和胃肠 面对这种湿山血海 也能吃得津津有味 这边吃饭 那边烧烤 萧凡吃完饭 放下筷子 目光落在了不远处的一栋大楼上 第111章 伯利亚歌舞团 青阳县文化宫大楼 顶楼 七八个伯利亚民族的少女 齐刷刷地趴在窗户前 露出一排小脑袋 看着远处激战的场面 这些女孩 年纪基本都在20岁以下 身上穿的衣服 虽然已经破旧 但却是统一的舞蹈服 所有人的颜值都很在线 抑郁风情的金发 海蓝色的大眼睛 都是做模特的料 尤利亚 你来看呀 下面的军人打死了许多丧尸 一个女孩 招呼室内 躺着的一名少女 说的也是统一的东方联邦语 名叫尤利亚的女孩 格外漂亮一些 此刻有些消瘦 本就是白色人种的她 这会儿更是显得苍白 他们真的不是伯利亚人吗 真的不是 尤利亚 你太多疑了 你的叔叔 应该不会派人来这里的 未必 前几天不就是有人过来了 只是那几个人 没有过桥就死了 我叔叔不会那么轻易放过我的 那你叔叔 也应该没有能力 调遣这里的军队吧 尤利亚微微摇头 不好说 现在哪还有什么军队 应该都是幸存者组建的吧 广播里面不是说了 这个应该是曙光郡 旁边的有一台无线电广播 此刻传出来的声音 正是曙光郡的专属播音员 星小迪 这里是曙光城 这里是曙光城 大家好 我是星小迪 又是美好的一天 很高兴 每天能够以这样的方式 和大家交流 我军总指挥萧凡先生 已经决定加入幸存者联盟 成为这个大家庭的一份子 为了所有幸存者的生存 尽一份力 我们已经和联盟签订了协议 加入联盟后 联盟应该履行如下义务 派遣一支不低于五百人的军队 前往曙光城维护城防 双方开通交流 彼此贸易 联盟需用黄金和我方交易 听了一会儿 尤利亚脸上露出一丝苦笑 都是一样的人 如果他们真的过河来了 可能我们也就完了 其余的几个女孩 你看我我看你 不知道该不该认同尤利亚的话 尤利亚身份高贵 而且一直是他们 这支歌舞队的队长 他们都习惯了听尤利亚的话 如果不是尤利亚坚强镇定 他们这几个手无腹肌之力的女生 恐怕早已经沦为丧尸的美餐 但是现在也分外的艰难了 他们一个歌舞队的四十人 现在只剩余九个人了 要是再不能离开这里 得不到救援的话 他们也坚持不下去了 尤其停电之后 日子实在是太难过了 可是尤利亚一直有着担心 他的叔叔在追杀他 并且已经将手伸到了这边 所以他现在犹如惊弓之鸟 不敢相信任何人 这样的日子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尽头 尤利亚看着玻璃窗 那里反射着自己年轻美丽的倒影 他不知道 自己是不是还能驳一次 星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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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午餐过后 萧凡在一辆装甲车的掩护下 来到了围墙边上 快速地回收围墙 回收成功 他第一时间跳进车里面 快速地后撤 尽管后撤得很快了 还是有大群的丧尸蜂拥而上 几乎瞬间就将装甲车覆盖 多亏装甲车的动力强劲 带着一车的丧尸后退 机枪再次开始咆哮 新一轮的战斗打响了 十二点的时候 子弹打光又刷新 战斗继续 萧凡也是反复地建立围墙 回收围墙 整个人就好像不知疲倦的机器一样工作 红警士兵们轮番休息 激烈的战斗一直持续到了黄昏时分 才算停止 所有人保留了大约三分之一的子弹 等到明天中午之前再次开刷 一天的辛苦战斗 收获也是非常丰厚的 这一天 战场上一共获得了三万八千斤 消灭丧尸保守估计也在三万只以上 还不算那些掉到水里的 当然 这三万丧尸对于对岸的尸 还来说也不算什么 那里依旧是无边无际的丧尸围笼着 但是 萧凡已经很满意了 多亏了有这座桥梁 不然这个县城 他是无论如何不敢进来的 加上采矿场的收入 曙光城招募的收入 萧凡手里的资金已经超过了五万 虽然萧凡觉得依然是有点慢 但这已经是他能够想到的最佳办法 夜幕降临 战士们有人警戒 其余人就地休息 这样的日子 一过就是整整五天 这五天的时间里面 发生了不少的事情 首先是丧尸群那边 根据侦查 丧尸群已经深入云州 目前规模已经达到了四十万左右 前进的方向也基本确定了 就是一路奔着曙光城 奔着靠山农场这边来的 根据丧尸群前进的速度计算 大约在四天之后 尸群将会到达曙光城下 除了这件事 联盟那边也行动了 昨天联盟终于给出了曙光城回应 他们将会派出一支五百人的部队 前往曙光城 帮助曙光军守卫城市 按照影视城和曙光城的距离计算 他们将会在明天到达曙光城 而且联盟的一些商人 已经先行一步来到了曙光城 带来了许多的经营 正在曙光城内大肆地采购物资 陈卫连长陆平已经向肖凡通报情况 希望主力部队能够尽早地返回 这些消息都预示着 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 清晨 肖凡吃过早餐 有些不甘地看着和对岸 依旧无边无际的失群 你们说 如果我们留下来 多久能够将青阳城内的丧尸清理光 一连长续枪算了一下 总指挥 如果单单我们这点兵力 怕是要三个月 但是如果兵力还会得到补充 或者我们的兵工厂建设出来 能够自主生产弹药的话 一个半月的时间就差不多了 唉 可惜啊 我们现在是没有那么多时间了 联盟的人明天就到 丧尸群也要来了 我们应该回去了 可惜这里到处是黄金 说多不多 说少不少 现在回去确实不甘心 但是没有办法了 他打算今天上午下午再刷两波 就启程返回基地了 就在他准备再去回收围墙的时候 他看到对面大楼那里 一张拼接的大床单 被从窗户处放了出来 上面有着三个血红色的巨大字母 SOS 第112章 意外收获 其实肖凡早就注意这个大楼了 那是青阳县的文化宫 里面有九个绿色的光点 就证明有九个幸存者 但是肖凡并没有主动救援的意思 因为他们双方的实际距离不超过一公里 对方是可以看到这边的战斗情况的 如果对方都不求援 肖凡也不会上赶着去救 明显人家不稀罕嘛 他本来以为这件事就这样了 但是没想到 就在他准备离开的时候 对方竟然开始求援了 如果是换作得到夜阴直升机之前 肖凡也不会冒险去救 对岸的丧尸群就是一道过不去的坎 可是现在有了直升机 救援根本就不是问题了 只要将飞机开过去 就能够将人带出来 想了一下 肖凡决定还是伸出援手 现在曙光城正式招人的时候 看到有人求救还是要救的 沈瑞辉 你带着一个警卫班 开始直升机过去 将那里的幸存者运送到这里来 明白 三星侦察兵沈瑞辉 带着一个警卫班登上了直升机 直接飞往文化宫大楼的楼顶 这边的战斗继续 那边的救人也不耽误 星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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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楼里面 几个伯利亚女孩围着尤丽亚 脸色都很沉重 尤丽亚 你决定了吗 必须做出决定了 我们一群女孩 根本没有生存的能力 只能依靠那些军人了 再得不到救援 我们怕是要死在这里了 反正再坏的结局 也不会比现在更坏了 可是 就算那些人不是你叔叔的人 他们又凭什么收容我们呢 要知道 我们并不是他们神舟人呀 尤丽亚脸上露出一个苦笑 是在人为吧 最起码 那个首领是一个年轻的男人 不是吗 几个女孩都陷入了沉思 尤丽亚的意思很清楚了 既然最高傲美丽的尤丽亚 都做出了这样的选择 那么他们呢 突突突突 外面直升机螺旋桨的声音 打断了几个女孩的对话 咔嚓一声响起 一个年轻的战士 直接破窗而入 几个女孩 吓得蜷缩成了一团 依偎在了尤丽亚的身边 但是那个年轻战士 并没有对他们做什么 而是直接开口 你们求救的对吧 总指挥叫我来接你们 你们可以跟我走了 女孩们站了起来 尤丽亚也站了起来 整理了一下身上 很显身材的舞蹈服 一起来到了窗口 直升机的扶梯 直接架射到窗口 飞机就在外面悬停 他们顺着扶梯 就可以登上去 尤丽亚看了看身边的同伴 想了一下询问这个战士 你们是曙光君吗 总指挥叫萧凡是吗 没错 那我们一会儿 可要好好地感谢他 你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吗 年轻战士 转头看了这群异族美女一眼 语气冷淡地吐出几句话 强大的人 冷酷的人 看似平淡 实则无情的人 沉默之间 就可以杀人不眨眼的人 荒山野岭里面 美女在他面前脱衣服 他都会转过身去 不看的人 每说一句 尤丽亚等人的脸色 就苍白一分 等他说完了 飞机也回到了战场后方 萧凡看着飞机飞过去 又飞回来 但是他没有想到 飞机上下来的 竟然是这样一群一族美少女 这让他想起了过去的女团 这几个女孩子 要是好好打扮打扮 绝对可以在末世之前出道了 尤其前面的那个 过去语气平和的道 你们从哪来 为什么会在文化工大楼里面 听着萧凡平和的语气 尤丽亚有些战战兢兢的道 我们来自山海卫 是来这边学习歌舞的 山海卫萧凡是知道的 那是伯利亚国的边境城市 和云州 其实只有一江之隔 因为伯利亚和神州距离近 以前两国各方面领域 都有交流合作 这很正常 看着这一群女孩子 萧凡心里已经有了一个主意 但是回去具体怎么安排 还是要想一想 他沉思的时候 对面的伯利亚看着很是恐惧 也不知道 他脑子里面 转动了多少个主意 情急之间突然眼前一亮 萧 长官 你们需要黄金是吗 嗯 没错 我知道一个经店 就在这里附近 你们可以去啊 萧凡微微摇头 街上丧尸太多了 不是在街面上 而是在一个商场顶楼 那里是一个奢侈品的珠宝店 只是对大客户开放的 里面有很多贵重的珠宝首饰 你们有飞机 完全可以过去看看啊 听到伯利亚的话 萧凡顿时眼睛一亮 如果真的在商场顶楼 有一家经店的话 那确实是一个天大的好机会 既然是顶楼 丧尸就不会太多 自己只要派一队人乘坐飞机过去 完全可以一鼓作气拿下 看来心存善念果然是对的 就下了这些伯利亚女孩 还得到了这样的一个好消息 萧凡丝毫没有停留 立刻派沈瑞辉带着警卫排出发 按照尤利亚所说的地点 去收集黄金 为了表示一下自己的善意 萧凡对女孩们 露出一个亲切的笑容 很好 恭喜你们 今天开始正式加入我们曙光城了 女孩们也都露出开心的笑容 彼此兴奋地拥抱贴面 甚至激动地流泪 萧凡略有些尴尬地站在一边 如果她没有记错 这些拥抱贴面的礼节 是她们那边常用的 可是为什么 自己接纳了她们 都没人过来 向自己见礼 表示一下感谢呢 一群不开窍的 不过萧凡郁闷的心情 并没有持续多久 大约一个小时之后 夜音直升级返回 沈瑞辉等四个人 抬着一个大袋子 兴冲冲地回到了萧凡身边 将袋子放下 总指挥 黄金 萧凡打开袋子 里面一片金光闪闪 黄金翡翠宝石 应有尽有 发现贵重金属和矿物 可转化系统资金是否转化 立即转化 恭喜总指挥 获得五十一万四千九百零二金 萧凡顿时心中大喜 五十多万的资金啊 这个意外收获的到来 让萧凡第一次感觉到 曙光城的命运 开始真正地掌握在了自己手里 第113章 联盟会议 时间推回到一天前 云州市北方 影视城基地 作为曾经的北方影视拍摄中心 这里的占地面积和曙光城相当 这里曾经拍摄过很多 近代战争题材的电影电视剧 为了剧情需要 这里也修建了很多的建筑 比如近代街道 炮台 帅府等等 联盟军的总部 就设立在帅府之内 今天来到帅府的各位联盟首领 格外的齐全 帅府大厅内 长条桌子镜头 坐着一个中年人 此人一身蓝色军装 胸口佩戴勋章 脸上戴着金丝眼镜 正是联盟军的主席 也是北风军的首领 宋北风 他的身后坐着许青山 是带来最新情况的 而他左右坐着的人 一个是战神军的首领后站 一个是娘子军的首领穆家宇 后站是一个精瘦的男子 但是脸色阴沉 一身的金汉之色 一看就是一个实力强劲的突变者 而娘子军的首领穆家宇 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女人 身穿黑色的风衣 脸色白皙 红唇如火 在这个人人都灰头土脸的时代 他也算是一个美女 他们两个在往下 一个是渡口基地的首领李牧 一个是磐石军的石墙 最后两个首领 一个是燃烧军的赵新宇 一个是狼牙军的王谦 七大首领齐聚一堂 肯定是要商量大事的 看了一圈六个副手 宋北风拿出了一张纸 各位 这上面就是肖凡的入盟条件 想必各位也都知道了 和我们所说的 没有太大的出入 但是有一点 我不得不提醒各位 他指着纸上的一条道 肖凡说了 我方可以动用五百人 帮助曙光城维持防御 但是却仅仅限于城墙 城门处 我们双方都不得驻军 白天的时候 城门开启 出入城市需要检查 任何人不得携带武器进入 夜晚的时候城门关闭 更是没有人能够进出 你们能够看出 这是什么意思吗 这时候 在宋北风身后的许青山 也补充道 而且还有一点 肖凡并不会撤走 少楼内的守军 我们的人去了 只是给他守卫从城墙去了 而曙光城里面 竟然还有一道城墙 不知道第二道城墙后面有什么 这方面我们的情报是空白 听到这里 战神军的后站冷声道 这还用说 肖凡明显是不信任我们 只是开放城墙的话 我们的人并不占多大的优势 许青山刚刚也讲了 肖凡的少楼里面火力很强 如果只依靠城墙上的人 我们未必能够稳稳拿下曙光城 娘子军的穆家鱼也道 我也是这样觉得 所以五百人肯定是不够的 根据现有的情报 我们应该加派人手 后站似乎和穆家鱼关系不是很好 立刻反驳 这五百人肖凡都不知道是怎么同意的 在加派人手 他肯定不会答应 女人就是头发长见识短 穆家鱼立刻挺直了身子 你说什么 你歧视女人 后站怪笑一声 我怎么敢歧视你 我歧视你的话 宋老大也不会答应啊 在座的人神色有些暧昧 宋北风和穆家鱼的关系 似乎是不太一般 宋北风摆摆手 制止了两个人争吵 不要说这些题外话 我们的目的是稳住消返 最好能够让他来到影视城 可是他偏偏不来 那就只有我们去了 现在关键的问题是 如何能够顺利的拿下曙光城 大家都想想办法 这时候渡口基地的李牧开口 我们不是有很多人伪装成商人去了曙光城了吗 这些人就是我们的内影 要是他们能够配合我们一起行动的话 把握就会大许多 可是这些人没有武器 一旦开战 难道让他们拿着拳头去和曙光军战斗 盘石军的首领石墙反驳了他一句 李牧又道 可是我看许青山参谋送回来的消息 似乎曙光军的水门 是一个值得利用的地方 许青山立刻接口 没错 那水门的水闸缝隙很大 现在城墙有我们把守 只要有人能够携带武器从水下潜入 就可以将武器交给城内的人了 宋北风沉吟了一下 你确定不会被发现 应该不会 我们的人也带回来了一些消息 曙光城的哨楼 每天晚上会打开探照灯探查 但是毕竟那么大的城市 我们只要躲过城外的探照灯 就能够进入城市 李牧也贪了贪手 我也觉得这个办法好 里应外合 占据了城区 再占据了城墙 我们的人数就超过了一千人 有倍对无倍 我就不信曙光军还能翻盘 其余的人也都觉得 这样就足够了 只要到时候两下联手 一个个拔钉子似的 拔掉那些哨楼 消防的人龟缩在内城里面 还不是等着被瓮中捉鳖吗 只有宋北风没有说话 他总是觉得不够心安 如果这么简单 就可以拿下消防 恐怕对方也见不起如此大的家业 不行 他还是要多一手准备 他抬头看向所有的首领 给大家一个必须完成的任务 我们联盟的七家 既然已经定下了瓜分曙光城 那么就不能留守 博士要用权力 博兔子也要用权力 何况消防的曙光军也不是兔子 我看他们更像一条疯狗 所以我们七家 每一家都要派出一个突变者 成立一个特别行动小队 穆家宇在旁边问道 主席 这个小队的任务是什么 一明一暗 内外结合 外面的人按照许青山所说 于夜晚运送武器进城兵变 这支特别小队的任务 就是要潜入内城 来一个斩首行动 两个行动 只要有一个城了 曙光军必然崩溃 几个手看着宋北风 一阵阵的心惊 果然联盟主席就是主席 这两手下来 恐怕没有消防的曙光军活路了 不过 这也是消防自找的 一个外来户 到了云州 就敢公然和联盟的政策对着干 不是找死是什么 何况匹夫无罪 怀必其罪 曙光城那个基地太诱人了 只要这次行动成功 联盟总部甚至可以搬家了 所以当有人提出 明着麻痹曙光城 暗地下手的计划时 所有人都是一拍即合 联盟会议决定了的事情 很快得到了执行 去守卫城墙的人 运送武器的人 暗杀的人 伪装商队的人 所有人各司其职 很快行动起来 第114章 新装被入列 一堵围墙 就被萧凡树立在桥头处 将桥另外一边的丧尸 全都阻隔在了这里 而曙光军的主力 在中午子弹刷新之后 又打了一波以后 离开了青阳县城 这一次的外出狩猎丧尸 狩猎所得在20万左右 但是一个意外的首饰店获得 就让萧凡的资金暴增50万 现在他手里的资金 累计已经到了80万 在返回曙光城的路上 萧凡就已经建设了战车工厂 一个战车工厂资金15万 手里结余65万 战车工厂的建设 需要15个小时 萧凡回来的时候 还没有建设完 曙光城已经遥遥在望 进城之后 萧凡就看到了很多来自联盟的人 开着各种型号的车辆 在曙光城里面 走街串巷的收购东西 但是成交的似乎不多 萧凡看了一会儿 带着部队进入了内城区 回到关底之后 陈卫廉的连长陆平过来了 他先是将50公斤的黄金 交给了萧凡 这是联盟当初答应给萧凡的 还写下了欠条 50公斤黄金也就是5万斤 萧凡毫不客气地转话 一边转话一边问陆平 这两天怎么样 按照总指挥的吩咐 我已经通知了联盟那边 他们可以过来协防 但是仅仅限于城墙部分 城墙之外的地方 他们不得进入 萧凡点点头 我看那些商人们 似乎都很精明的样子 陆平也点点头 确实精明 不过 我看都有一些匪气 萧凡没有继续说话 挥挥手让陆平离开了 他之所以让联盟过来 帮助曙光城协防 就是想要看看 联盟打的什么主意 因为自己虽然答应了其他要求 但是却没有前往影视城基地 这肯定会让联盟不满 如果联盟真的容不下自己 那么行动可能就是在这两天了 他不想在丧尸大军到来的时候 还和联盟牵扯不清 可是他也知道 曙光城内的居民 很多还对联盟抱有好感 或者充满幻想 因为广播宣布 曙光军加入联盟之后 一些人还觉得是好事 这一次 联盟不出幺蛾子的话 他会在丧尸到来之前 主动出击和联盟决裂 但那是下策 不过 根据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 联盟似乎不会消停 肖凡也很想知道 联盟究竟能够变出什么花样 他甚至有些迫不及待了 新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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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天晚上十二点 肖凡从床上爬了起来 来到内城区预留的位置 将建设好的战车工厂摆放了下去 战车工厂是一个巨大的厂房 有一个院子 有一排的车库 还有就是很大的生产车间了 当肖凡下达指令建设之后 这边战车就会飞快地组装调试出场 战车工厂摆放之后 肖凡立刻马不停蹄地制造兵工厂 又是十万金花出去 手里依旧还有六十万 之后肖凡打开了战车载具的页面 红警新单位的产生 除了军衔提升外 还有就是建筑物的建设 新的建筑物出现 也就会刷新出新的单位 这一次打开载具页面 肖凡果然看到了新的载具 Global 130履带式抛洒布雷车 造价六千斤 自带人员二人 车重二十吨 最大速度60公里每小时 车内装有216枚地雷弹 可发射1000枚个型号地雷 车内装有一挺12 7毫米高射机枪 无星状态下 自带地雷216枚 每日刷新 住 地雷可通过兵工厂生产 63是107毫米 牵引火箭炮 造价2500斤 自带操作人员二人 全重385公斤 战斗全重613公斤 最大射程8500米 有12具发射筒 无星状态 自带24枚云爆弹 需要车辆牵引行进驻 炮弹可通过兵工厂生产 56是14 5毫米四连高射机枪 造价2000斤 自带人员三人 口径14 5毫米 全重2020公斤 战斗射速600发每分钟 有效射程对空2000米 平射1000米 无星状态带弹1200发 住 子弹可通过兵工厂生产 这三种新的载具 就是战车工厂给出的新装备 看到这几种新装备 萧凡兴奋的一挥拳头 他果然是预料对了 他特意留下70人的人员缺口 就是为了等待新装备的到来 现在有了这几种力气 对待即将到来的丧尸大军 他直接多了几分把握 毫无疑问 这几种装备都是战争的力气 比之前的战斗单位要强悍太多 无论是布雷车或者火箭炮 还是四连高射机枪 那都是堪称人命收割机 就算丧尸再强悍 萧凡也有信心让他们有来无回 而且通过这几种装备 萧凡也看出了新的变化 只要兵工厂建设完成 自己一方就有了持续战斗力 只要资金到位 子弹也能够获得供应了 没有单个时间 萧凡先是生产了一台布雷车 曙光城外面还有大片的空地 之所以萧凡没有全部将其扩建 也是考虑到可能会有这样的一天 现在果然是派上了用场 点选完了布雷车 萧凡又连续点选十台的107火箭炮 还有十台的四连高射机枪 这些装备加起来 一共花费了五万一千金 萧凡手里的资金也就剩下了五十五万 这些钱萧凡没有立刻动用 还有军官培训中心没有建设 另外他要留下充足的后勤补给 谁知道这一战打下来 到底要消耗多少的资金 夜色之中 战车工厂这里 一台台新式装备不断地出炉了 布雷车最先出现 不过萧凡并没有派遣布雷车 立刻出城布雷 现在还不到时候 十台107火箭炮出现后 萧凡立刻征用了九个排长 外加警卫排长的坐驾 十台212级普车 就负责牵引这些火箭炮 到时候防御作战用 然后十台的四连高射机枪出现后 萧凡则是让他们直接待在了内城区 现在还不是他们登场的时候 这些装备出现 人员也随之提升 萧凡的手下又多了52人 总人数已经将近690人了 到了这个时候 萧凡麾下的战斗力 算是有了一个飞跃性质的提升 手下的部队 除了三星就是二星 而且多了很多的重火力 如果萧凡愿意 他完全可以不用在乎联盟的人 明天 明天就是联盟部队到达的日子 到时候一切都会见分晓 第115章 夜席 联盟军按照约定 于第二天早晨到达了曙光城 他们一共来了50多辆车 多数都是越野车 其中还有一些运超车和防暴车 不过最显眼的 还是其中的两辆装甲车 这些车辆开过来之后 被曙光军恶令 停在了南门附近的停车场 不得妄动 联盟军也没多要求什么 开始登上城墙 接管南面的城墙和东西两侧的半面城墙 城卫廉的巡逻队从城墙上面撤了下来 纷纷回到了内城区 只留下了少楼内的卫兵 依旧在忠实地执行守卫任务 城市内突然多了众多的守军 居民们却感觉有些不安 因为这些人看起来似乎和曙光军格格不入 不过曙光军方面也没表示什么 除了城门有人检查进出人口 不得携带武器外 一切看起来似乎没有什么不同 至于内城区那里 肖凡依旧在紧锣密鼓地生产着 今天早晨 兵工厂建设完成了 将兵工厂摆放好 他立刻得到了系统提示 恭喜总指挥获得兵工厂 所有军用武器弹药的消耗 都可以在兵工厂里面得到补充 请总指挥查看 肖凡打开了兵工厂 里面有各种武器弹药的制造价格 手枪子弹的造价是0 二斤 步枪和轻机枪的通用子弹 这里的造价是0 五斤 重机枪和狙击枪的子弹造价 这里是1斤 四连机枪的造价 这里是1 5斤 地雷造价是5斤 107火箭炮的炮弹 造价是10斤 火箭筒和单兵防空导弹 造价也是15斤 看到这里 肖凡觉得这个价格有点贵 这可真是机枪一想 黄金万两了 总指挥 不要忘记资源回收站 子弹炮弹的建造 主要依靠铜和特种钢 物资齐倍的话 造价可以降低90% 肖凡查看了一下自己的库存 幸好这段时间收集物资 这两种物资也都收集了 目前还有一些存货 减少90%的造价 那就完全可以接受了 肖凡立刻开始生产弹药 需求量最大的步枪轻机枪子弹 先来200万发好了 扣除原材料 造价0 05斤一发 200万发也只要10万斤 重机枪和狙击枪子弹 也来100万发 毕竟这也是主力 0 一斤一发也需要10万斤 然后就是四连机枪 0 15斤一发 肖凡造了50万发 花费7万5千斤 地雷0 五一个 肖凡直接生产1万颗地雷 花费5千斤 最后就是107火箭弹 和单兵防空导弹等等 前前后后也花了5万斤 所有的子弹点选完 肖凡手里的资金 又只剩余了20万多点 铜和特种钢基本没有了 肖凡还要留一点钱备用 建设开始 兵工厂这里成为了最忙碌的地方 流水线上面 一箱箱黄成城的子弹出炉 一枚枚炮弹装箱 还有那些有黑的地雷 也都被装进了箱子里面 所有的工兵 都被肖凡调集到这里 来工作 蜀光城分成了截然不同的两个地方 无论是联盟军 还是蜀光军 都表现出了相当的克制 今天一整天 双方相遇 也都是非常的礼貌客气 没有发生任何的摩擦和不愉快 甚至蜀光军还给联盟军提供了饭菜 但是联盟军没吃 只是吃自己带来的干粮 一直到了下午5点 蜀光城大门关闭 现在已经临近中秋 北方的天黑得越来越早了 蜀光城的几道城门全部关闭 离不出外不进了 太阳很快落山 余灰洒在田野上 只有不足半个小时就消失了 夜幕开始降临 在蜀光城的联盟商人们 全都居住在了 距离河边大约300米的几处临时工棚里面 蜀光城现在还没有那么多的活动板房 提供给他们 吃过晚饭 他们早早地都休息了 居民们点着电灯 待在家里或者看书 或者做些手工 夜色渐渐地沉寂 城外 浩原河水缓缓流淌 哗啦呼啦 河水里面泛起了浪花 先后几个黑影 从河水里面冒出了头 这些人全都穿着黑色的潜水服 几乎和黑暗融为一体 一共十个人 这十个人 全部来自渡口基地 那个基地靠近云州境内最大的江松叶江 那里原本曾经有一个渡口 附近精通水性的人很多 这次派出十个水性最好的来执行任务了 其中一个黑衣人出水之后 透了一口气 然后对其他人道 大家都熟悉这条河道了吧 一会儿就有武器运送过来 我们的任务 就是从水闸那里潜进去 然后将武器交给里面接应的人 懂了吗 明白 放心吧 不过王哥 这条河道有点深呢 很多地方都超过了三十米 不会出什么意外吧 你在担心什么 我知道现在的鱼越长越大 但是这里不会 因为这里是浩原河的源头 就算是有大鱼 那也是在下游 懂了吗 懂了 好了 准备行动吧 听说今天晚上 还有另外一支特别行动队呢 不过 那就不管我们的事了 做好这次的事 大家都发财 一行人就潜伏在河岸边 摇看对面的曙光城 很快 有人送过来了十个长条的油纸包 里面是枪械 一共有十匹 你们听着城墙上面的暗号 暗号响起 立刻行动 记得两两分组 明白 带头的王哥一招手 两个人率先背起了两个沉重的油纸包 他们沿着河水逆流而上 凭借强悍的身体素质 来到了河道的一个转弯处停留 雪亮的探照灯连续地在这边扫了几次 然后又去了其他地方 过了大约两分钟 嘎 嘎 好像山林里面老瓜叫的声音 在城墙那边传来 声音已假乱真 如果不是他们早就和城墙上面擅长口气的人见过 也根本听不出来暗号来了 暂时不会有探照灯扫过 我们行动 第一匹两个水手 一个猛子扎到了水下 就好像两条鱼一样 飞快地前往水门 王哥在后面看着出发的人手 望着远处夜色中巍峨的曙光城 心中竟然有些感慨 能够在末世打下这样的基业 肖凡是个能人 可惜了 偏偏不服从联盟命令 那他的结局就已经注定 大浪逃杀 多少英雄人物 都随于打风吹去啊 肖凡 如果是末世之前遇到你 可能还会和你把酒言欢 但是现在 只能说再见了 第116章 神奇的消失 两个人从水下潜入 后面的很多同伴都为他们捏了一把汗 只要他们两个能够顺利过去的水闸 那里面就会有人接应他们 到时候枪械运送进去 就能武装一批人 只要后面的人依次进入 曙光城的命运几乎可想而知 关键就在这第一批 能不能成功就看他们了 同时关注的 还有城墙上面的一些人 此时水门上方 几个联盟的守军正在那里抽烟 距离他们不远处 有少楼的战士往这边看了一眼 一个联盟守军还大胆咧咧地笑着 兄弟 站在上面辛苦不辛苦啊 要不要下来抽一根啊 这是我从一家超市里面 顺出来的黑塔山香烟 以前不算什么 现在可是好货了 曙光军的战士只是看了他一眼 就转过头去 没有理会他的嗜好 他装作不满地嘟囔了几句 也不搭理那个战士了 他身边的几个人 这会儿紧张的手心都冒汗了 看到他顺利地蒙混过去 几个人都是长出了一口气 李哥 还是你胆大惺喜啊 要是我们几个 恐怕就要落线了 叫做李哥的人 其实也是很紧张 不过这会儿也放松了一些 不要担心 注意水下的 我们的人这会儿 应该正在过水闸吧 他们几个立刻低头 往水闸下面看 他们今天也知道了 水闸下面这里水特别的深 确实要小心一些 可是他们无论怎么看 也没有看到水闸下面有人 游过去了吗 赶紧去看另外一边 去一个人就可以 不要多过去 会引起注意的 李哥紧急吩咐了几句 一个人装模作样的 走到了城墙的另外一侧 往城内方向看 但是结果是一样的 他只是看到了 黑漆漆的河道 一个人影都没看见 不对啊李哥 这边也没人 奇怪了 我们明明看到他们潜水过来的 这会儿 应该不是在水闸下 就是过去了 怎么会没人呢 会不会是枪械太沉 带不动沉下去了 不应该吧 他们都是渡口基地那边 挑选出来的潜水好手 这点枪械都带不动的话 怎么可能出来执行任务 难道水闸那里 缝隙过不来 或者下面有水草 有人开始胡乱的猜测了 李哥深呼吸一口气 不管是什么原因 这两个人可能出意外了 但是我们现在不能声张 曙光君应该还不知道这里的情况 我们立刻让下一批人过来 只要接下来的枪支运进来 一样能够完成任务 今天绝对不许失败 旁边一个青年点点头 立刻又开始他的口技表演 嘎嘎 寒鸭掠过山林的声音再次响起 给下一批人发了暗号 星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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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夜晚的曙光城内 灯火渐渐熄灭 夜色柔软 寂静祥和 所有人似乎都睡了 联盟商人居住的宫棚里面 有几个人却悄悄地起床了 其实这些商人们基本都没睡 但是他们彼此也不说话 大家各有各的任务 谁也不干涉谁 只不过这几个人格外的不合群一些 因为他们和其他商人执行的 不是同一个任务 几个人从几个不同的宫棚里面出来 纷纷来到了一个小宫棚内 开门进来 里面已经有一个人在等待他们了 后进来的 一共是六个人 五男一女 室内等待的是一个男人 目光锐利 阴勾鼻 见几个人陆续到来 他起身看了他外面 然后把门关好 咱们先认识一下 我是来自战神军的雕园 因为以前来过曙光城 这次担任行动的指挥 大家自我介绍一下吧 女人开口 我是娘子军的梅华 我的净化是柔韧方面的 一个高壮的男子道 我是磐石军的石涌 我的净化是皮肤硬化 我是渡口基地的顺子 我的净化是视觉 我是一个神枪手 我是北风军的马老三 我的净化是力量 我是燃烧军的朱大成 我的净化是速度 我是狼牙军的周飞 我的净化是隐秘 刁远点点头 和众人分别握手 各位 这次行动的目的 大家都很清楚了 我们云州来了都外来户 成立了一个叫 蜀光军的匪帮 盘踞浩原河原头 守着公路铁路水路 在此横征暴敛 每个入城的人 都要缴纳黄金 这和强盗有什么区别 他不但公然违背联盟策略 还拒不遵守联盟命令 所以联盟派我们前来 替天行道 为民除害 这次行动的危险性 不用我多说了 蜀光匪帮占据要地 戒备森严 匪手萧凡 更是归缩在内城区 轻易不会出现 我们的任务 就是进入蜀光军的内城 刺杀肖凡 肖凡 肖凡麾下人数众多 武器精良 我们无论成功与否 其实脱身的机会 都不是很大 这次来之前 相信你们也都有 这个心理准备了 其余几个人纷纷点头 接下这次的任务 他们都知道 其中的巨大风险 说是九死一生 毫不为过 不过他们 也还是有一线希望的 按照约定 如果他们这边 十二点之前得手 那么蜀光城 立刻就会大乱 到时候联盟那边 立即发动 吸引蜀光军注意力 他们就有活下来的可能 刁远拿出了一桶 烧刀紫白酒 然后拿出几个碗 每人倒了一碗 兄弟们 喝下这碗酒 我们就去这龙坛虎穴 走一走 要是这一次 咱们能够活着完成任务 以后这偌大的蜀光城 必将成为我们兄弟的天下 到时候 咱们再来不醉不归 几个人的热血 都被刁远调动起来 纷纷端起了酒碗 刁兄弟说得好 面对丧尸 咱们都活下来了 这蜀光城 也没啥可怕的 干 干掉消烦 咱们共享荣华富贵 几个人一仰头 全都干了一碗白酒 刁远带头 直接将酒碗摔在地上摔得粉碎 其他人也纷纷效仿 破碎的酒碗 就代表了他们 宁未欲碎 不为瓦全的决心 废话也不多说了 出发 这几个人 也都是得到了联盟的重金许诺 对自己的身手 他们的心中都生出一种豪迈感 尤其走出宫棚之后 夜色之下的曙光城寂静无声 周围高墙灵力 匍匐在新安山脉脚下 就像一头随时可能抱起 责人而逝的巨龙 而今天他们几个 就是那屠龙的勇士 风潇潇吸一水寒 壮世一去西不复返 如果他们为了屠龙牺牲 不知道未来会不会有人记得 他们今天的风宫伟绩 但是他们几个相信 历史会记住他们的 第117章 迦勒比海冠 浩元河的水门之上 坚硬的人再次发出了暗号 在远处潜伏的王阁看到暗号 立刻下令第二批人跟进 第一批已经成功了 第二批可以大胆一点 多一批的枪械运送进去 我们就能多武装一些人 拿下曙光城 我们都是大功臣 两个潜水员受到激励 兴奋地点头下水 每个人都背负巨大的长条包裹 每一条里面都有很多把枪 沿着河水前进 只要躲过城墙上面的探照灯 这个过程并不难 而城墙上面 那些发暗号的人则是紧张地来回走动 现在是最关键的时刻 要是外面的武器运送不进来 那么今天的一切计划 都是空中楼阁了 单单依靠城墙上面的500人 他们完全没有信心拿下曙光城 毕竟那些少楼里面黑洞洞的机枪 实在是带给了他们太大的压力 想要获胜 必须人多 几个人轮番地盯着水面 看着即将靠近水闸的两个人 就在这个时候 一道探照灯的灯光打了过来 照在了几个人的身上 守卫城墙的老李也忍不住脾气了 又是关键时候被打断 他抬起头对着少楼大吼 你小子怎么回事 咱们早有协议 我们守卫城墙 你们占据少楼 你的灯光不忘城外打 老师照 我们几个干什么 找茬是不是 少楼上的士兵 居高临下地看了他们一眼 你们守卫城墙 就守卫城墙 老师盯着河水干嘛 老李有些紧张 刚刚的气眼一下消失了 磕巴了两句 我想捞鱼不行吗 你们一个个吃饱喝足了 我们晚餐还是吃得干凉了 捞一条鱼打打牙剂没问题吧 战士没有搭理他的狡辩 也不和他啰嗦了 转身拿着探照灯 照射别处去了 老李几个人长出一口气 低头在看河水 咦 奇了怪了 刚刚明明来到了水闸下面的两个人 这会儿竟然又消失了 他们再次跑到城内的河道上面查看 结果还是空无一物 老李的脸色一下就难看了起来 我们都大意了 说不定水闸下面有什么陷阱机关 我们的人可能是中招了 不会吧 那你说我们被哨兵发现了吗 老李看了看一切正常的曙光城 微微摇头 应该还没有发现 不然不会是这个样子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还让剩余的几个人 继续送武器进来吗 老李沉思了好半天 才咬牙道 不能再送了 水闸下面的机关不解决 来多少人恐怕都是要送死 我先去请示一下 你们盯着点 这么大的事情 老李不敢擅自做主 就准备找个地方 悄悄地下城墙 去车里面给联盟发送消息 可是他刚刚走了两步 天空之中一只鸟飞了过去 那是一只深夜归零的寒鸭 嘎 嘎嘎 老李额头的汗一下落了下来 这只该死的乌鸦出现得太不巧了 城外的人听到乌鸦叫 肯定以为又发信号了 还会送第三批武器过来 可是老李此时也无力改变这一切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对面 派出了第三批的潜水员 不过这一次 他要仔细地盯死了 看看潜水员为什么会突然消失 城市外面 王哥连续听到了好几声乌鸦叫 其实对于两个人两个人的过去送武器 他已经厌烦了 毕竟现在天气寒冷 他们这些人等候在外面还是很辛苦的 既然第一批第二批的人顺利进去了 那么这第三批一起送进去 应该是没有问题了吧 不然城墙上接应的人 不会连续地发出多声暗号 所以 王哥也是当机立断 所有人一起上 一次性六个潜水员 拖着长条包裹 在水下潜水前进 很快 他们顺利地抵达了曙光城下 这一次 老李死死地盯着水面 他打定了主意 就是哨兵再打灯光过来 他也绝不会眨眼功夫不负有心人 他终于看出了一点端倪 当第一个潜水员 接近水闸的那一刻 水面上突然泛起一点浪花 黑暗之中 似乎有一股巨大的拉力 将第一个潜水员 瞬间拉到了深水之下 而游在后面的潜水员 则还没有看到这一幕 依旧在奋力地接近水闸 老李后背顿时出了一层冷汗 果然有埋伏 毫无疑问 这次行动要失败了 老李也是当机立断 立刻拿起了手中的枪 对着河岸的土地上 就是一梭子子弹打了过去 枪声响起 这是行动失败 要潜水员撤退的暗号 即使牺牲了几名潜水员 但是好在曙光军没有发现 他要尽力地 保住剩下的几名潜水员 还有那些准备出来的武器 枪声打破了黑夜的沉寂 周围两侧的哨楼灯光 立刻向他打了过来 干什么呢 老李面无表情地道 看错了 一只兔子 我还以为有敌人呢 反正他信号发出去了 这会儿潜水员已经开始转身离开 他也不怕什么 河流里面 几名潜水员正在后退 可是老李樱幕 让老李永生难忘的画面出现了 河水之下 突然一团长长的 巨大的犹如蟒蛇般的东西 蜂拥而出 不 不是蟒蛇 普通的蟒蛇 没有那么大 如果非要叫成蛇的话 那可能是远古时候的泰坦巨蟒吧 每一条都比水桶还要粗 长度更是不知道 十米还是二十米 就那么呼拉一下地 从水中窜了出来 将几个潜水员拦腰卷住 啊 就 一个潜水员忍不住恐惧 尖叫出声 但是他话都没有喊完 直接就被拉入了深水 五个潜水员 四个毫无反抗能力 只有那个王哥 关键时刻还拔出了一把刀子 狠狠地插向缠绕他的蟒蛇 蟒蛇似乎受到了一点刺激 突然冲天起 将王哥整个人甩在半空 但是那只有一瞬间 下一秒 好几条大蟒蛇再次冲出水面 一下将王哥缠绕成了粽子 轰的一声 就再次拉入水底 这充满魔幻感的一幕 深深地刻在了牢里的脑海里面 这一刻 他完全不知道 自己应该表达什么 唯一能够想起来的 就是他末世之前看的一部电影 加加加 加勒比海海海 海怪 第118章 斩首小队 雕远一行人 来到了第二道城墙的水门附近 此刻城门已经关闭 想要进入内城 唯一的办法就是水门了 他们几个人从水下游了过去 本来以为会遇到点什么意外 但是这个过程 竟然出乎意料的顺利 太好了 看来曙光君对我们的到来 一无所知 几个人非常的兴奋 从河水里面爬上岸 举目似望 但是他们一看 就有些傻眼了 和外城区不太一样 内城区的街道两侧 都是高墙林立 而且高墙上面全都是电网 就好像一座座的城中城 根本不知道里面的情况如何 这 我怎么感觉进了迷宫呢 这萧凡 究竟在哪里啊 刁远微微摇头 具体不清楚 但是我们知道一个情报 那就是直升机 曾经在内城的北方起降 那么 萧凡的住所 很有可能也是在北方 那我们现在就去北边吧 梅华问道 当然要去 不过大家都小心一些 千万别被发现了 几个人跟随刁远的脚步 沿着一条街道往前走 刚刚走了没有几步 远处传来脚步声 脚步声不是一个人 是好几个人 只不过走得比较整齐 不好 应该是巡逻队 几个人躲藏到了一个墙角 从墙角往另外一边窥探 发现确实是一个巡逻队 四个人排成了一列走过来 还携带了一条军犬 如果只是几个战士的话 刁远他们根本不会在乎 就算不发生冲突 他们隐蔽起来 也能够躲过去 可是有军犬就不一样了 这东西嗅觉灵敏 而且还会汪汪大叫 很容易暴露他们 他们不能刚刚进入这里就暴露 一旦引来更多军队 这次行动就必将失败 几个突变者的目光 全都落在了刁远身上 刁远身为战神军的人 能够力压北风军的人 担任这次的指挥 已经说明了他的能力很出色 所以他很快就做出了决断 伏击 干掉这一伙巡逻队和那条军犬 几个人点头同意 现在的问题 就是要怎么在对方不发现 他们的情况下展开伏击 一旦巡逻队的人 开枪或者狗突然叫的话 伏击就算失败 刁远目光看过几个突变者 一直来自渡口基地的突变者 你叫顺子是吧 我记得你自我介绍的时候 说自己是一个神枪手 是的 那你可以瞬间放倒那几个人吗 不能 因为他们是排成纵队的 如果能够让他们删开 我可以在三秒内击倒他们四个 你的枪支有消音设备吗 有 很好 刁远继续道 现在我们需要一个人潜伏过去 突然袭击他们 最起码要第一时间干掉那只军犬 到时候那几个士兵 就不可能保持纵队的站位了 就可以给顺子创造射击的角度 谁去 来自狼牙军的周飞站了出来 我去吧 我的精华就是隐秘 不但能够和环境融为一体 而且还能隐藏自身的气味 军犬发现不了我 好 既然如此 你们两个负责这次的行动 我们等你们胜利的消息 说完 刁远带着人后退 顺子调整射击的角度 周飞则是悄悄地前进了二十多米 隐藏在一个角楼里面 从刁远他们的角度来看 周飞整个人贴在了墙壁上 很快就和墙壁融为一体 连颜色都没有区别 如果不是他们知道 周飞就在那里 也完全不可能发现他 巡逻队接近了 周飞凭住呼吸 身体好像一张拉满的弓 叙事待发 他非常有自信 他的隐匿手段 一般的狗根本发现不了 哪怕曙光君这里的是军犬 虽然他的进化是偏隐匿 可身体素质也是有不少的提升 突然出手击杀一条狗 还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他在等待对方靠近的那一刻 十米 五米 三米 那条一直没有什么动静的军犬 突然吠叫起来 一切的计划 顿时被打乱了 周飞身体僵硬在那里 他此刻不敢轻举妄动 因为对方有了防备 他只能寄希望于战士们慌乱 对形一凌乱的话 顺子那边就有机会了 可是狗吠声一响起 一道雪亮的探照灯 立刻照射了过来 漆黑的夜就像是一个大舞台 探照灯就是舞台唯一的灯光 而周飞 这一刻就是舞台的中心 刺耳的警报声立刻响起 不好 暴露了 动手 周飞此刻已经别无选择 他一个逾越扑过去 想要第一时间干掉这条军犬 如果不干掉军犬的话 大家逃走都是一个大问题 他的手中多出了一把匕首 他有信心 一刀刺进这条军犬的心脏 军犬也对他扑了过来 一人一狗空中相遇 周飞只觉得一股大力涌来 他的身体竟然不受控制地 被这条军犬一下扑倒 这是军犬 还是老虎啊 他的刀刺了出去 可是军犬身上有一层防护 这一刀没有造成什么伤害 而军犬的血盆大口咬下来 直接给周飞一击毙命 他致死也无法想象 狗可以厉害到这个程度 就在周飞被军犬扑倒的瞬间 枪声也第一时间响起 四个巡逻的红颈战士 同时做出了一个匍匐的动作 然后同时左右翻滚 四把枪一起开枪 目标就是对面潜伏的顺子 顺子做梦没想到 对方几个普通的士兵 反应竟然比他这个突变者还要迅捷 这一刻 他甚至不知道向谁开枪 一秒钟的犹豫 就决定了他的命运 枪声响起 四枪同时命中 顺子仰面跌倒 出尸卫 劫身先死 两个突变者同时挂掉 探照灯开始地毯式的在周边搜索 一支支巡逻队的脚步往这边接近 不断地有人吹响哨子 这一刻 军事基地的恐怖已经体现了出来 雕原几个人再也躲不下去了 现在他们想要下水往回跑都不行 唯一的本法 只有闷头往前冲 雕原往前看 看到了前方有一个很长的敞开式大门 这会儿也没有其他办法了 只能是碰碰运气了 冲 冲过去 咱们还有机会 第119章 无处可逃 雕原几个人一路狂奔 因为距离巡逻队较远 所以暂时没有被追上 他们跑到了这个大门口敞开式的门口 有一个电动的拉门 门前有一个警卫室 里面有一个哨兵 里面则是空荡荡的大操场 还有一排排的营房 雕原一咬牙 这里应该是萧凡手下的居所 不过现在事发突然 他们起床拿武器 也要一段时间 只要我们能够在三分钟内冲过去 就有希望 说着 雕原拿出了一把枪 对着警卫室的哨兵就开枪了 当 子弹打上去 玻璃没碎 防弹玻璃 该死 快冲 五个人撒开脚丫子 就想要快速地通过这片营房区 跑在最前面的是燃烧军的朱大成 他是一个速度型的突变者 白米已经能够跑进八秒之内 现在不管不顾地狂奔 其他人根本追不上他 可是刚刚跑到操场中间的时候 突然那些营房的门大开 潮水一样的士兵冲了出来 所有人都端着枪 看到刁远他们就开火了 跑在前面的朱大成第一时间就成了靶子 速度型的突变者 面对一两把枪是不太怕的 就好像当初阉山镇的缝阵响一样 但是他面对的是几百把枪 枪声暴斗一样的响起 丝毫不顾计子弹是否会被浪费掉 朱大成连躲闪的机会都没有 瞬间就被打成了渣渣 刁远他们因为落后一点 反而是没有遭到第一波打击 但是一看这种情况 刁远的头皮都觉得发麻 他们是突变者没错 但是也没有想到和军队正面对抗 立刻掉转身 石勇 你断后 我们从墙上过去 石勇是来自磐石军的突变者 他的净化是皮肤硬化 当初农资市场的时候 卢旺也是一个皮肤硬化的突变者 但是石勇的净化程度明显是要高于卢旺的 他的一身皮肤已经变成了厚厚的角质层 坚硬如同钢铁 甚至可以比你铁甲丧尸 这会儿石勇也是全身装备 钢盔 防弹衣等等全都穿着 如同在乌龟壳外面加了一层防护罩 高大的身躯挡住净原等人 他们直奔附近的高墙 跑在前面的是来自北风军的马老三 马老三是一个力量型的净化者 他的武器是一把大铁锤 大铁锤重达150公斤 除了力量型净化者 没有人能够使用 现在净原给他的任务 就是砸开围墙 然后冲出去 他看过这个围墙 并不是特别的厚 别人砸不开 但是作为力量净化者 马老三是没有问题的 后面的子弹射过来 打在石勇身上 就好像打铁一样叮叮当当的响 对他开火的 多数都是步枪和轻击枪 因为没有重火力 所以石勇还能坚持 但是子弹太过密集了 那冲击力 也让石勇的内脏 都要承受不住了 他的武器也拿了出来 是一块可以折叠的合金护盾 咔嚓 护盾拿出来 给他提供了一些防护快点 我撑不了太久的 石勇怒吼一声 那边马老三抡起大铁锤 连续的猛轰围墙 刁远就在二人中间 阴沉着脸耐心等待 可是娘子军的梅华等不下去了 石勇主要保护刁远 对他就没有那么照顾 他已经不想在这里等死 他要依靠自己的力量逃生 作为一个柔韧方面进化的突变者 梅华的本事也非常不错 虽然没有石勇那样的防御力 但是他的本事就是可以夺子弹 也不管刁远等人了 梅华一个助跑 直奔围墙而去 后面有战士对他开枪 梅华的身体好像一条泥丘 在奔跑的时候连续变相 硬是躲过了一轮射击后 一跃而起 脚尖一点墙面 他的身体直接飞上了三米高墙 高墙上有电网 但是他并没有触碰到 小脚踩在没有电网的部位 就准备跳下去 这时他看到墙外不远处 有两个战士 拿着怪枪对准了他 哼 没用的 梅华一跃而起 身躯不断扭动 以一种转体720度 加凌空翻腾三周半的 高难度跳水姿势跳了下去 他就不相信 这样还有人能够打中他 战士们开枪了 一道火焰巨龙划过长空 直接将梅华笼罩在了里面 喷火气战士 梅华完全不敢相信 他来自娘子军 他是娘子军 除了穆家宇之外的二号人物 要不是 现在有个姓刘的黄毛丫头 加入娘子军 深得穆家宇信任 梅华也不会主动请战 来这里刺杀萧凡 他想通过功劳 捍卫自己的地位 没想到 竟然落得如此下场 火焰吞噬了他的思维 临死的时候 有个战士给他补了一枪 总算没有让他死得太过难看 而这个时候 马老三终于破开墙壁 率先冲了过去 刁远和石勇紧随其后 跑了出来就看到挂掉的梅华 他们也根本不敢给梅华报仇 跑出这个要命的营房之后 街道的另外一侧 有一个很大的厂房区 有厂房有车库 也是比较空旷 刁远这会儿非常的后悔 为什么要往营房冲啊 那里肯定人多 早进来这个厂房区 也许根本就没事了 走 去那边 三个人使出吃奶的力气 往那边跑 营房内的战士 并没有对他们穷追不舍 而是迅速地打扫战场 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这让刁远等人看到了一线生机 一鼓作气地冲进了厂房区 他们也没有停下脚步 直奔车库那边的方向 就在三个人接近车库的时候 一个车库的门开了 第120章 海德卫道你知道 一辆吉普车 拉着一台机枪出现了 说是机枪似乎也不太对 因为这机枪看着有点像炮 两个人坐在上面操控 前面竟然有四根枪管 那两个人调整了一下枪口 就对着刁远几个人开火了 首当其冲的人是马老三 马老三作为力量型的突变者 身体素质也是极为强悍的 虽然不能如同石勇一样硬抗子弹 可是普通的手枪步枪打两下 还真没有大事 但是就在这个四管机枪的射击下 它直接粉碎了 那金属洪流呼啸而过 马老三连坑都没有坑一身 直接被打成了几段 14 5毫米的四连高射机枪 用来对付步兵 那就是反人员的神器 刁远和石勇连缅怀马老三一秒钟的时间都没有 撒鸭子拐弯直奔场区的围墙 这一次没有马老三开路了 他们不能破墙而过 但是更加不能留在这里等死 宁可去围墙上面触电 也比面对这种鬼枪强 到了围墙边上 那边的四连机枪已经再次调整了枪口 对准了他们两个 刁远看了一眼身后的石勇 眼中金光一闪 一把拉过石勇 直接对到了墙壁边上 石勇这会儿几乎已经失去了思维能力 任凭刁远摆布 刁远直接跳到了他的肩头 接着石勇的身体 刁远一跃而上 直接翻过三米围墙 身体轻巧凌变 连电网都没有触碰 竟然也有几分敏捷系突变的迹象 刁远刚刚过去 身后四连机枪再次响起 隔着墙壁 刁远听到后面石勇闷哼几声后 顿时没有了声息 而机枪子弹打击在墙壁上 都差点将墙壁打穿 石勇的命运可想而知 皮肤硬化的突变者 还是倒在了这种变态的机枪之下 刁远翻过围墙 继续发足狂奔 很快再次回到了河边 他再也不敢走进任何的院子 干脆一头再次扎到了河水里面 虽然萧凡不可能生活在河里 但是他沿着河走 差不多能够从北方的水门 离开曙光城吧 这会儿 他已经不敢说什么杀死萧凡了 能够保命 就是最好的选择 在河水里面起起伏伏 在他几乎历劫的时候 他感觉周围水面骤然开阔 小心翼翼地从水里冒出了头 刁远四处查看 虽然现在是夜晚 但是依旧能够看出 周围的风景非常美丽 这里是一个宽阔的水潭 甚至看上去是一个小湖 岸边树木成荫 而在树荫之中 一栋别墅隐约可见 这 这里是萧凡的居所了吧 刁远万万没有想到 他一路曲折地乱跑 最后沿着河一直走 竟然来到了萧凡的住所 估计这会儿 只剩下他一个了 完成任务的诱惑和死亡的恐惧 让他左右为难 就在刁远举气不定的时候 岸边的树荫之中 一个人缓缓地走了出来 一身军官服装 身披一个披风 戴着军帽 手里踢着一把枪 夜色之中 沿着青石涌道走来 萧凡 曙光君的匪手 扰乱云州的魔王 刁远立刻忍不住地摸向了腰间 那里也有一把枪 和队员们相互介绍的时候 他并没有说自己是什么类型的突变者 实际上 他是一个速度和视觉双重进化的突变者 既有不错的身手 同样也是一个神枪手 现在任务目标就在眼前了 他几乎抬手就可以干掉 可是直觉告诉他 恐怕没有那么简单 萧凡来到了水潭近处停了下来 他对着水潭里面的刁远 黑黑一笑 我可是等你很久了 你想怎么样 这话问的有些奇怪 你们一行人夜闯我的基地 难道不应该是我问你们 想要怎么样吗 还是你被我的手下打傻了 已经失去了一个 作为杀手的勇气 刁远被萧凡刺激地语塞了一下 萧凡 你好大的胆子 知道我是杀手 还敢这么出现在我面前 胆子小的话 也不敢和你们联盟走到今天了 不要废话了 我让手下们给你们留一个活口 就是想要留个人和我玩玩的 现在我给你一个机会 我数到三 咱们拔枪对射 你要是能够放倒我 我保证你活着离开曙光城 怎么样 刁远顿时精神一振 你说真的 曙光之王从无戏言 萧凡端起枪 一 哒哒哒 碰 刁远和萧凡相差0.1秒开枪了 两个人几乎是同时命中对方 但是萧凡开枪的时候 是用披风将自己挡起来的 这披风防弹 刁远的一枪根本没有什么作用 而萧凡的枪是连发的 一梭子子弹打过去 刁远差点被打死在水里 半边身子连中好几枪 几乎是气息奄奄地往岸边爬 无耻 萧凡没有理会他 整个人都缩进了披风里面 露出枪管继续数 三 哒哒哒 又是几枪打了出去 将刁远两条手臂全部打断 他再也没有开枪的能力 无法威胁到萧凡了 刁远躺在水潭边上 无力地望着天空 但是嘴上依旧没有服软 萧凡 你不要得意的太早了 联盟军很快就会破城而入 到时候 就是你的死期 呵呵 你以为联盟军打算从河道运送武器的计划 我不知道吗 告诉你 他们早就葬身在这里了 刁远心中一惊 但是面上依旧表现出不幸的样子 不幸是吗 那就让你感受一下来自海洋的风暴吧 萧凡对着水潭吹了一个口哨 出来吧 我的宝贝 哗啦 浪花翻滚 一个巨大的黑影从水面渐渐地浮起 身负重伤的刁远 看着眼前的荧幕 瞳孔瞬间放大 好像小山一样的怪物浮出水面 八条长达二十多米的巨大触角 在空中飞舞 几乎占据了他的整个视野 这种只能在科幻电影里面出现的场景 突然出现在面前 对于人的冲击力是无比巨大的 尤其一条触角卷过来 其中一个巨大的吸盘 直接落在他的脑袋上 将他硬生生从地面拔萝卜一样拔起来之后 刁远几乎失去了思维的能力 只有萧凡犹如魔鬼般的声音在耳边响起 现在 将你知道的情况全都告诉我 不然 海的味道 你是知道的 第一百二十一章 撤退 曙光城的南城墙上 劳里郁闷地坐在那里抽烟 他的脚下 已经有两包黑塔山的烟盒和满地的烟头 这些都证明了 他是度过了一个怎样的不眠之夜 直到现在 他都在怀疑自己的眼睛 昨天晚上看到的事情是不是真的 其实已经不用怀疑了 昨天他们的计划流产了 城内坚硬的人什么都没有等到 运送枪械的人葬身河水 他们这些人也只能苦巴巴地 在城墙上熬了一夜 只是水里的那个大水怪 有些过于魔幻了 导致他向别人解释 居然没有人愿意相信他 他们更愿意相信的 是其他环节出现了问题 而不是这种听上去就很扯淡的借口 直到清晨的时候 曙光城内响起了广播 曙光城已经成立了广播站 广播站的位置 在外城区的一个院子里面 这个院子戒备森严 而且紧挨着内城区的一道城门 平时也不需普通幸存者靠近的 肖凡的父亲和妹妹 都住在这座院子里面 还有广播站也建立在这里 目前辛小迪和肖田 都在广播站工作 还有以前一直给肖凡做饭的 林家姐妹两个 以及刚刚救援回来的 伯利亚歌舞团那些女生 目前都居住在这里 曙光城内安放了大喇叭 居民们可以直接收听到广播 辛小迪的音色很好 清晨听起来也不觉得烦躁 反而觉得世界很美好 曙光城的市民们 大家早上好 我是辛小迪 今天继续宣读 曙光城和联盟之间的约定 曙光城加入联盟 联盟均需保证曙光城的安全 任何情况下 不得出现背弃曙光城而去的行为 如果联盟不能遵守约定 我方有权利随时退出联盟 并且要求联盟赔偿 萧凡首领一吨黄金的精神损失 老李在城墙上听到这些 心中有种莫名的烦躁 他总是隐隐感觉 曙光郡说的话 有可能会成真 直到他看到了 刁远出现在城墙上 别人不知道一些内幕 但是老李是知道一些的 他本来还寄希望 那支斩首小队能够有所建树 但是昨天晚上 没有什么大的动静 今天曙光郡这边也一切正常 估计斩首小队也完了 但是现在看到刁远 帽子浑身上下状态完好 看上去不像经过激战的样子 刁远 你昨天 刁远摆摆手 失败了 全死了 就剩下我一个活着逃了出来 那我们现在怎么做 撤 你说什么 我们撤退 为什么 要知道 我们现在占据城墙 还可以和曙光郡分庭抗礼 但是一旦撤了 再想来可就难了 刁远冷哼一声 这件事你做不了主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 一个秘密 有一大群的丧尸 正在奔着曙光城而来 估计今天下午就会到达 如果还不撤的话 我们就留在这里 给曙光城陪葬了 丧尸 一群丧尸有什么可怕的 他们还能爬上来不成 我们的枪难道是摆设 你可以不相信我 但是我劝你 立刻向联盟汇报 让他们亲自去看看情况吧 记住 一定要快 不然就来不及了 老李将信将疑地 向联盟汇报了这个情况 经过昨天的失败 联盟这边仅剩了许多 立刻派出人去侦查了 上午时分 侦查的人回来了 一个震撼的消息 几乎是在联盟内部爆炸了 一个数量在40万左右的 巨大丧尸群 距离曙光城还有30公里 这个消息 就好像晴天霹雳一样 直接将联盟 众人轰炸的晕头转向 40万丧尸 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啊 从末世开始到现在 除了当初在城市里面 再没有任何地方 有这种规模的丧尸了 而且最为恐怖的 是这群丧尸是有组织的 他们统一行动 潮水一样的滚滚而来 单单这个数量 堆也能将曙光城给淹没了 联盟内部几乎是立刻就炸营了 所有人都向宋北风建议 无论如何要让曙光城的守军 和人员全部撤出来 那个地方不能呆了 宋北风整个人 也有些焦头烂额 如果早知道这件事 他无论如何 也不会让人去曙光城的 这两天曙光城那边 反复地通过广播宣传联盟 如果违背约定该如何如何 之前他只当成一个笑话听 但是现在一想起来 他感觉自己好像中计了 如果现在联盟 抛弃曙光城而去 那么曙光城 就会毫不犹豫地退出联盟 而且不会受到任何的谴责 甚至在云州 所有的幸存者之中 恐怕联盟的声誉 也会遗落千丈 以后纳税 都是一个大问题了 宋北风在这里举气不定 娘子军的穆家宇 有些急了 老宋 不用考虑了 萧凡那边的逼宫计虽然很毒 但他这样做的目的 应该就是让我们不敢退出 好和他死死地绑在一起 他就是要让我们的人当炮灰 替他守卫蜀光城呢 其余人也纷纷点头 这应该就是萧凡的目的 蜀光郡自己守卫不住城市了 想让他们来对抗几十万丧尸 咱们可千万不能中计了 看到宋北风还有些犹豫 穆家宇继续道 老宋 你究竟有什么担心的呢 历史是由胜利者来书写的 只要我们的人一撤 蜀光城分分钟就要沦陷 到时候 萧凡和我们的那些约定 还有什么束缚力呢 人都没有了 你难道还担心 要赔偿他的一顿黄金吗 赔给鬼啊 是的宋主席 不能犹豫了 三十公里的距离 丧失半天就到了吧 再不撤就来不及了 没错 蜀光城一灭 其他幸存者也没胆子和我们叫板 这件事根本不会有什么大的后遗症的 众人七嘴八舌 你一句我一句的劝说 宋北风终于扛不住了 传达命令吧 我们的驻军 前往蜀光城的商人 立刻撤离那里 记得将我们的东西带出来 不要便宜了蜀光郡 第12章 诗群到来 这一次联盟去蜀光城 可是交易了不少好东西 只是之前一直没有往回运送 因为他们以为蜀光城未来是他们的 来回运送多此一举 但是现在不行了 这批物资必须带回来 所以当宋北风下令之后 联盟的人立刻紧张地收拾东西 准备打包跑路 这个时候 之前一直非常低调的蜀光军出现了 他们从内城区出来 直接扣押了联盟所有的物资车辆 劳里愤怒地站在车辆前 试图和蜀光军交涉 蜀光军这边 一个自称预备连长的年轻人 直接蛮横的道 不用废话了 你们联盟现在打算干什么 一个个张头鼠目 鬼鬼祟祟的样子 看着就是想跑路 难道你们 是打算抛弃蜀光城而去吗 告诉你们别做梦啊 我们是不会让你们走的 老李也知道 丧尸的情况 对方肯定是清楚了 对方拖住自己等人 就是想让联盟的人 第一波迎战丧尸 这个当绝对不能上 可是现在物资拿不出来了 老李也是进退两难 这时候 雕远悄悄地来到了老李身边 老李 刘德青山在 不怕煤柴烧 你想一想啊 蜀光城是不是要完蛋了 是啊 可是这物资 人都没有了 物资还有什么用 难道丧尸需要这批物资吗 老李摇摇头 丧尸肯定是不需要的 雕远继续 丧尸肯定会将蜀光城移为平地 所有人都会沦为实物 而丧尸这次是有组织的 他们也不会在人类的场所过多停留 到时候丧尸离去 我们不就可以回来检线城的了吗 何必这个时候和他们斤斤计较 老李一听眼睛一亮 雕远说的有道理啊 他以前也认识雕远 这小子死里逃生一次 似乎聪明了不少 你说的对 那我现在去向联盟汇报 不必汇报了 等到联盟那边商量出来结果 我们恐怕就走不了了 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 我们应该现在就走 好 那就走 老李是这里的临时统帅 雕远也是斩首行动的负责人 两个人一拍集合 下令撤军 命令下达 联盟的人纷纷登车 也顾不上蜀光军 还扣留他们的物资 直接狼狈逃窜 他们的身后 蜀光城的广播还在继续 向大家通报一个消息 一只数量大约在四十万左右的丧尸群 现在已经到达了靠山农场附近 大约将在下午三点左右到达蜀光城 而在这个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 我们的联盟现在抛弃了蜀光城 他们不顾我们的万般挽留 执意驾车离去 我们对联盟背信弃的行为深表痛心 萧凡首领宣布 蜀光军现在起退出联盟 大家永不合作 联盟必须对这次的行为负责 并且赔偿萧凡首领 精神损失费两吨黄金 这个消息 让蜀光城的居民震惊了 但是震惊过后 他们的第一反应竟然不是多么恐惧 而是怒斥联盟军的小人行径 不单单蜀光城 整个云州的幸存者 凡是听到这个广播的 都震惊于广播里面的内容 四十万丧尸来袭 蜀光城还能保得住吗 希望能够保得住吧 毕竟从广播里面了解的内容来看 他们可比联盟靠谱多了 如果蜀光军能够撑过这一劫 那么他们想去那里定居了 幸存者联盟在云州经营两个多月 这会儿在云州人的心里 已经比不上外来户的蜀光城了 星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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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蜀光城内联盟军撤走以后 整个城市瞬间忙碌了起来 蜀光军的士兵在内城蜂拥而出 城内实行军事管制 所有居民必须留在家里不得外出 城内的居民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纷纷关闭门窗待在家里 但是他们依旧关心着即将到来的战事 毕竟这关系到所有人的生命安全 距离城墙不远的一栋活动板房里面 住着来自赤水驿中的一群女生 此刻这些小姑娘们 纷纷来到窗边的沙发上 跪在沙发上 双手拖着腮 在窗边排成一排 看着城墙之上消烦的身影 喂 你们有没有觉得 其实萧田的哥哥挺帅的哦 是的呢 萧田也漂亮 他们家的基因挺好的 你们说 萧大哥他们能够保卫住城市吗 应该可以的吧 萧大哥那么帅 才不会怕那些恶心巴辣的丧尸呢 醒醒吧花痴 帅不帅和怕不怕丧尸 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吗 反正我就是这样觉得的 不知道萧大哥有没有女朋友呀 虽然他大了我好几岁 可是我真的不介意的面 喂 我说一个事情 你们不要传出去咯 我可是听说了 萧大哥对女生是不感兴趣的 你听谁说的 谣言吧 才不是呢 现在很多人都知道了 而且据说消息 还是萧大哥手下的军队里面 传出来的呢 想想都觉得好可惜哦 我的爱情 还没有开始就结束了 心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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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萧凡并不知道 自己的八卦已经广为流传 他现在站在城墙之上 手里拿着沈瑞辉的望远镜 正在观察情况 雷达屏幕也能够看到 失群的情况 但是毕竟 那并不如肉眼看到的直观 雷达上面 往靠山农场那边的方向 已经被一片 绿红色占据了 这个丧尸群的规模 几乎是无边无际 前面已经过了 靠山农场 后面的 甚至刚刚进入雷达范围 不断地调整 望远镜的角度 在下午两点的时候 萧凡终于看到了 丧尸的前锋 远处的地平线上 黑压压的尸群 好像潮水一样的出现了 一条连绵的黑线 几乎占据了整个视野 在望远镜里 萧凡能够清晰地看到 那一张张丑陋的面孔 争鸣的嘴脸 丧尸群们身上 散发出来的恶臭之气 经过北方的秋风吹拂 似乎有凝结成黑气的迹象 失群所过之处 飞鸟惊慌的升空闪避 连他们都受不了 这种让人恐惧的生物 萧凡看了一下系统的时间 对身边的薛宁而吩咐 记录一下 农历8月11 下午2点15分 40万丧尸来到靠山农场 通知广播战 将消息传播出去 无论这一战结果如何 曙光军的名气 必须打响 大战将至 加群加群 151858250 第123章 丧尸围城 在丧尸群到来之前的这个阶段 是整个曙光城最为忙碌的时候 对于丧尸到来的作战计划 曙光城这边早就预演了很多次 现在一切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首先靠近城墙的 这一段区域的居民 都已经被勒令后撤 到后面去居住 城墙的百米范围内 已经没有普通居民了 一箱箱的弹药 被搬运上了城墙 负责守卫的士兵们 开始迅速地落位 城墙之外 抛洒布雷车和工兵们 正在紧急地布置地雷 这个地雷不用藏于泥土下面 只要放置在地面就可以了 因为丧尸是没有办法分辨地雷的 吹尸班正在紧急地做饭 医疗队的成员也全部到位 肖凡本人则是不断地通过雷达 和望远镜观察丧尸群的动向 他的身后 警卫牌紧紧跟随 通讯员也随时汇报 关于云州的各种情况 总指挥 听到四十万丧尸群到来 原本有一些异象想要 来曙光城的幸存者 已经暂时不打算过来了 所有的人都在观望 肖凡哼了一声 说是观望恐怕都不是很合适 他们应该是绝望 除了我们自己 大概没有人相信我们 能够在这种情况下守住城市的 说着他回头看向薛宁 曙光城内的情况如何 城内的情况还好 有我们守军在 居民只能听从命令 但是如果没有守军 恐怕这会儿 居民都已经跑了 这都是正常现象 他们现在没有选择 让辛小嫡继续广播吧 所有的人有知情权 只要这一次的我们撑过去了 那以后 人们的神经也会强韧很多 再次拿起望远镜观察 肖凡面上轻松 但是其实他的心里非常的沉重 四十万的丧尸 他这里只有七百人 双方实力差距有些太大了 能不能守住曙光城 他心里也是没有底 但是他绝对不会表现出来 整个蜀光城的所有人 都在看着他 此刻的他 就是大家心中的定海神针 接到肖凡的命令 辛小嫡的广播再次开始了 这一次 广播里面没有提及联盟 而是将蜀光城这边的情况 向所有的幸存者通报 滋滋 滋滋滋 大家好 这里是蜀光城 这里是蜀光城 一场流星雨 毁灭了我们的家园 更是给我们带来了生化灾难 曾经我们的朋友 同学 亲人 同事 邻居 以及那些认识或不认识的 那些素未蒙面的人 他们已经变了 变成了责人而逝的野兽 并且有着可怕的并不 我们在这样的世道里面 艰难生存 努力地靠双手建立我们的家园 我们以为 这些恐怖的噩梦 早晚都会过去 因为那些丧尸没有智慧 无论数量有多少 早晚都会被我们一点点的消灭 但是在这里 我要再度告诉大家 这个不幸的消息 丧尸已经有了智慧 最起码 其中的一头已经有了智慧 他带着四十几万的丧尸 来到了我们蜀光城下 现在我们的城市被围困了 丧尸随时可能发起进攻 但是我们蜀光城的人 重置成城 决心和丧尸对抗到底 我们的首领肖凡先生委托我 每天通过广播 向大家播报蜀光城的战况 也请大家每天这个时间段 准时来收听 我们万众一心 我们不惧生死 光明和希望并未离我们远去 我们终将胜利 这里是蜀光城 我是星小迪 大家明天见 这一刻 无论是蜀光城的居民 还是云州市其他地方的幸存者 甚至包括幸存者联盟的人 心里全都是沉甸甸的 如果蜀光城灭亡了 那么未来还有希望吗 星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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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蜀光城外 李南风已经能够看到前方的城市了 第一次见到蜀光城 即使李南风已经变成了丧尸 依旧被震撼的不轻 这个消防果然是不凡 漠视不到三个月的时间 竟然能够建设起如此巨大的城市要塞 如果不是自己这一次有备而来 恐怕看到这座城市就要打退堂鼓了 不过李南风现在是躊躇满志 他的底气来源于身边近乎无穷无尽的手下 在他的身边一共有十一头巨熊丧尸 所谓的巨熊丧尸就是铁甲丧尸在进化 铁甲丧尸也就是所谓的三级变异 一般来说身高两米到两米五之间的都叫铁甲丧尸 而身高一旦超过了两米五 那就是产生了质变 体型立刻膨胀一圈 面目也发生了改变 身材看着好像一头臃肿的大熊 那就是巨熊丧尸了 巨熊可以叫做四级变异体 身高在两米五到三米五之间 目前他手下最强大的巨熊丧尸 就是当初卢旺的尸体变异的 身高已经超过了三米 现在正担当自己的贴身护卫 李南风整个人就锁在卢旺的怀里 拿这个大个子当成肉盾 除了卢旺 他的身边还有石头巨熊 这些丧尸 都是他通过强行喂食的方式饲养出来的 每一头都花费了他很多的心血 是目前最强的战力 如果不这样做 单单依靠野外环境的话 目前进化程度最高的也就是铁甲 除了这些巨熊之外 他的身边还有16条的铁士者 铁士者就是敏捷丧尸在进化形成的 和巨熊处于同一个等级 这些铁士者身长都超过了三米 而且都有一条长长的尾巴 尾巴能够帮助他们保持平衡 他们能够在墙壁上爬行跳跃 这11头巨熊和16只铁士者 就是李南风的最强战斗力 除此之外 他麾下还有5000多的铁甲丧尸和6000多的敏捷丧尸 全部都是三级变异体 从燕云到云州 一路赶来 李南风只要发现变异丧尸 就会不厌其烦地将其收入麾下 这12000多的三级变异体 就是他的中间力量 另外一级二级的变异体 他这里也有4万多接近5万 这些都是精兵 之后就是总数高达36万的普通丧尸了 这些丧尸无边无际 虽然个体战斗力不是很强 但是胜在足够多 别看曙光城微额耸立 李南风就是拿尸体去堆 也能够堆出一条进入曙光城的通道 越来越靠近曙光城 他的心里已经有些迫不及待了 做丧尸做久了 他的感情也越来越冷漠 一般的事情很难让他兴奋起来 因为他虽然意识还保留着 可是生理上 他已经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丧尸 现在唯一能够让他兴奋的 就是萧凡的死 要不是他还保留着一些理智 他恐怕在接近曙光城的第一时间 就扑上去了 但是他没有这样做 随着距离曙光城越来越近 他开始命令丧尸大军散开 大量的丧尸来到曙光城的南门之外 部分丧尸去往东门之外 西面和北面都是大山不用理会 他知道 曙光城的人不敢离开城市 逃入山区 如果是在平原上 人类有机动优势 还能甩开丧尸 但是山区里面无法行车 人类要是敢进入山区逃亡 那一定会被不知疲倦的丧尸追上杀死的 他这样做的目的 即使将曙光城彻底的包围 不给消凡的人留下任何的逃生机会 这也是一种心理战 如果是心灵脆弱的人 恐怕就会在这种压力下崩溃 渐渐的 丧尸终于接近了曙光城下 第124章 见面里 李南风在距离曙光城 大约三公里左右的位置停下了 他觉得自己这个距离卡得刚刚好 曙光城那边的枪械够不到他 这个位置也正好纵观全局 他站在这里 甚至能够听到曙光城那边传来的广播声音 人类的声音 听着真是讨厌啊 李南风停顿了一下 突然一个念头发送给了他的尸群 他要所有的尸群大叫一声 给曙光城的人来一个下马威 哦 四十万丧尸的怒吼 好像炸雷一样在天空中迸发出来 大地似乎都在为之阵战 靠近尸群的树叶沙沙作响 新安山脉里面 无数的飞鸟受惊升空 拍打着翅膀离开这一片危险区域 曙光城内 居民们发出一阵的尖叫 虽然他们在城市里面看不到尸群 但是这样的吼叫实在太吓人了 肖凡皱起眉头 看了看李南风所在的那一片区域 如果我没有猜错 有智慧的那头丧尸 应该就在那里了 刚刚丧尸那一声吼叫 让肖凡非常的不爽 他想要报复 这个时候 系统提示传来 总指挥 军官培训中心建设完成 哦 我去看一下 肖凡立刻下了城墙 到了那城区 将军官培训中心摆放了出来 这是一个三层楼的楼房带院子 楼房就是培训中心的教学楼 里面带有自动化的培训课程 可以生产新的军官 也可以让原本的军官进入里面培训 培训之后 军官会掌握很多的指挥技能 就算是脱离了普通士兵的范畴 肖凡打开了系统页面 军官培训中心建设完成后 系统里面多出了两个新的兵种 军序官 造价1500斤 经过总指挥授权之后 可以掌握系统资源 根据情况做出判断 主动进行兵工厂的物资生产 以及物资的调配等等 为总指挥分忧 参谋长 造价2000斤 接受过专业的军事训练和课程培训 可以根据战场情况做出精准判断 是总指挥指挥战斗时候的最佳助手 肖凡现在手里的资金也有20多万 但他平时确实管的事情太多了 每一次的建设发展 处处都离不开他 战斗指挥他也要硬着头皮上 虽然他任命了一些军官 但是那些军官都是士兵担任的 打仗没问题 但是指挥艺术上就差了很多 幸好现在一直是在和丧尸打架 不然队伍很可能出问题 直接点选了参谋长和军需官两个人员 这种职务每个位置只有一个 并不能多生产 生产过程之中 肖凡想看一下新的建筑物 但是他发现 目前已经没有新的建筑物解锁了 询问系统 系统给予回复 营级单位的建筑物已经全部建设完成 解锁新的建筑物 他必须升级到团长了 肖凡点点头 全部建设完成 他升级团长的基础条件满足了一个 目前还差人员和资金 人员简单 资金太难 需要足足50万金 很快 两个新的人员入伍 参谋长郑伦 向总指挥报道 军需官陈元度 向总指挥报道 郑伦是一个30多岁的军官 带着一副平静 脸上挂着淡淡笑容 但是萧凡知道 能够协助自己指挥战斗的人 怎么也不可能平庸 陈元度也是30多岁 高大稳重 一副靠得住的模样 两个人都是有军衔的 这是系统生产出来的正统军官 好 你们现在各司其职 陈元度你负责后勤事务 不单单要负责生产 包括医疗队 吹石班等等 你都要负责起来 明白 郑伦 你跟我来 郑伦立刻跟上了萧凡的脚步 二人坐车 再次回到了南城墙 你能够看出来 那里是否是丧尸首领的所在地吗 郑伦拿起望远镜看了一下 应该不会错了总指挥 那里高级丧尸密集 我们完全可以 趁着对方立足卫文 给他们一个见面礼 怎么做 郑伦是参谋长 被萧凡授权之后 也可以对红警士兵们下达命令 立刻吩咐道 将107火箭炮全部拉过来 很快 212月野车将石门火箭炮拉了过来 停在了外城区的公路上 方位 南方11点钟方向 距离3 2公里 要求覆盖直径200米方圆 都明白了吗 明白了 准备 火箭炮的战士们立刻调整射击角度 现在不需要装弹 因为火箭炮每天自带24发云爆弹 其中12发就在炮里面备用了 总指挥 可以开火了吗 好 给我狠狠地打 来而不往非里一眼 他们跑到这里鬼吼鬼叫的 我们当然也要有所表示 如果那里真的是丧尸首领的区域 那现在我们就送给他们一份见面礼 好 预备 放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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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搜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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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火箭炮入列之后 第一次开火了 一到到尾巴拖拽红光的火箭炮 嗖嗖地就破空而去 虽然他们在城市之内 但是火箭炮是弧线型打击的 只要确定了方位 完全能够飞越城墙 形成打击10门火箭炮 120发火箭弹 短短5秒钟之内 全部飞了出去 刹那之间 里南风所在的区域 遭到了一次火炮离地 田野上的泥土层 好像要被翻过来一样 一团团爆裂的火光遍地开花 轰轰轰轰轰 聚集在这里的丧尸群 立刻遭到了一波毁灭性的打击 刹那之间 残肢断壁漫天飞舞 那些一级二级变异体的丧尸 根本挡不住火箭炮的强大威力 几乎是瞬间就被轰碎 漫天黑色的血雨落下 不少三级的敏捷丧尸 也被这一波火箭炮消灭了 两头舔尸者的尸体 从天空落下 他们在灵活敏捷 毕竟身体防御较弱 被火箭炮正面击中 一样没有存活的道理 而丧尸首领里南风 这会儿竟然已经看不到了 第125章 攻击开始 硝烟散去 一地的狼藉 一个巨大的丧尸站了起来 身下保护着李南风 不过并没有完全保护到 李南风的一条腿被炸断了 毕竟他就是丧尸群的核心 火箭炮就是对着他去的 如旺变异的巨型丧尸 虽然竭尽全力地保护了 可是他的智慧毕竟低下 李南风的一条腿被露了出来 虽然没有了痛觉 但是就这么失去一条腿 李南风心中的沮丧可想而知 要知道 他之前被感染的时候 已经失去了一条手臂 现在又失去一条腿 他整个人都快没了一半了 肖凡 王八蛋 老子和你不共戴天 李南风忍不住破口大骂 但是骂归骂 他还是决定 暂时离开这个危险地带 他犯了一个错误 就是思想还停留在过去 不知道肖凡这边 已经有了更加先进的武器 经验主义差点害死他 他让卢王将他抱起来 然后直接去后面 几公里外的小山附近 那里虽然距离曙光城更远 但是最起码更加安全 也不耽误他的指挥 受过一次伤 他现在谨慎了很多 因为首领的受伤 丧尸群暂时失去了指挥 就那么呆愣愣地停留在原野上 好像一大群的木头桩子 蜀光军这边 也获得了一点暂时的安宁 立刻抓紧时间调整部署 肖凡看了一下时间 现在是下午的三点半 立刻准备开饭 对方的进攻 最多一个小时之内就会发动 而且 第一波攻势 并不是那么容易扛过去的 我们必须坚持下来 蜀光军这边的伙食很快准备好 全军紧急吃饭 吃饭的过程之中 肖凡突然问道 小八呢 在河边 等着人去喂他呢 不 不要喂他了 现在开始 一直到战斗结束 不要喂小八任何的食物 本来打算去投喂的炊石班成员 立刻回来了 给小八的食物也带了回来 肖凡还是高估了李南风的耐心 到了安全地带之后 李南风几乎是迫不及待地 发动了第一波的攻势 前面的丧尸大军开始动了 第一波的攻势 李南风投入了三万丧尸 其中普通丧尸两万 一级二级的变异体八九千只 甚至还有一千左右的三级变异体 这么多高级丧尸的出现 都证明了 这第一波的攻击 绝对不是试探性的 第一波攻势 高级丧尸的总数就已经过万 他决定是下了血本的 剩余的丧尸大军 在第一波后面站着 没有动静 虽然第一波来饭的丧尸只有三万 但是肖凡并没有丝毫大意 丧尸的首领拥有智慧 他就不敢掉以轻心 其实诗群的数量一旦过万 那基本就是无边无际的 这一次三万丧尸来犯 完全就是漫山遍野 尤其是他们的后面 丧尸的大军 可以用遮天蔽日来形容 根本就看不到尽头在哪里 也带给人非常巨大的压力 丧尸们迈着步子前进 歪歪扭扭地 逐渐地接近了南部的平原地带 肖凡在城墙上不作声地看着 丧尸们就要接近地雷区域了 这一次 肖凡一共在南面和东面 布置了一万枚地雷 其中南面七千枚 东面三千枚 而现在的情况来看 丧尸们似乎没有进攻东面的意思 而是在南面摆开阵时 分明就是要将南门外 当成主战场 地雷布置在距离城门一公里的范围内 肖凡等着对方引爆的那一刻 行径在丧尸队伍最前面的 是一群一二级的敏捷变异丧尸 一级敏捷丧尸的前进速度 就快赶上普通人的奔跑了 而二级更是可以媲美运动员的速度 一只二级敏捷丧尸一脚踩在了一枚地雷上面 丧尸对此毫无所觉 继续抬腿 地雷爆炸 哄 一团火光升起 尘土飞扬 这只二级敏捷丧尸的下半身 完全被炸没了 而地雷爆炸的余波 也波及到了旁边的一些丧尸 有两头丧尸比较倒霉 直接被弹片击穿了脑子 一声不吭地扑倒在了地面上 当然多数丧尸受伤也无所谓 继续往前奔跑 但是他们很快就踩到了下一枚地雷 接连不断地爆炸 在南门外升起 丧尸大军很快就被阵阵烟尘笼罩 成片成片的丧尸不断地往下抖 但是后面的依旧义无反顾的前进 即使是铁甲丧尸 如果直接踩到地雷的话 他的脚踝或者腿部也容易被炸断 一旦失去了脚 铁甲丧尸也就没有什么威力了 如果他们是人类 地雷绝对起不到这么好的杀伤效果 就连萧凡都没想到地雷的作用这么大 这样看来 这三万丧尸基本是靠近不了城墙了 因为城墙还有守军 前面的滚滚硝烟 让李南风有些热血上头的脑子清醒了一点 他意识到这样下去损失太大 尤其高级丧尸的损失 即使是他也不是很舍得 所以李南风让高级丧尸们 停止了这种近乎自杀的行为 既然曙光君不折地雷 那就让炮灰们去踩雷好了 李南风又派出了一万的普通丧尸 摇摇晃晃地向着南门走过去 这些丧尸的目的就是将地雷全部引爆 给高级丧尸们开辟一条道路 而第一波剩余的接近两万丧尸 则是原地等在了那里 看到这一幕的肖凡 立刻意识到了机会 前锋的高级丧尸们 现在和大部队有些脱节 如果这个时候能够冲出去 打对方一个措手不及 甚至有可能将这一波高级丧尸团灭 本来守城的防御作战 战车基本是没有什么大用处的 但是这会儿 肖凡直接下令所有战车出城作战 第126章 战车冲阵 当曙光城的城门大开 战车们沿着事先流出的 没有放置地雷的通道冲出来的时候 李南风都呆住了 他做梦没有想到 这种局面之下 肖凡竟然还有胆破和勇气 将他的战车派出来 可是肖凡就派出来了 骁龙车 猛士车 装甲车 山猫车 步兵战车 还有10台212级谱车后面 拖拽着四连高射机枪 接近20辆战车飞快地出城 短短一公里的距离 眨眼即到 这些车辆上面 全都装有机枪 成一个半弧形的状态 对着那些 还在原地等待命令的 高级丧尸们开火了 机枪基本都是12 7毫米口径的 而四连高射机枪 更是达到了12 5毫米口径 这些大口径的火力 三级丧尸里面 唯有铁甲 能够稍微地抵挡一下 但是也绝对抵挡不了多久 战车出城的时候 肖凡就已经下达了命令 战车的子弹不必保留 不打光最后一颗子弹 不要回来 得到命令的曙光军们 毫无顾忌 将浩荡的金属洪流 毫无保留地 对着丧尸群疯狂发射 丧尸群再没有得到 指令的情况下 就会按照本能去行动 一被子弹射击 丧尸们顿时就步履蹒跚地 向着战车们逼近 如此一来 正中下怀 重机枪们人命收割机的特性 就体现了出来 一排排的丧尸 就好像烂西瓜一样地被打爆 无数黑色的血柱冲天起 被山峰席卷 连曙光城这里都清晰可闻 当当当当当当 机枪的响声连成一线 一道道金色光点喷射出去 丧尸大片大片地往下扑倒 这会儿 就算是三级的敏捷丧尸 也是毫无优势 战士们根本不需要瞄准 只要将子弹往尸群里面 倾泻就是了 一条条的残枝断壁 漫天飞舞 头颅到处乱滚 内脏混杂着泥土 在原野上面 形成了一团团不知名的恶臭物体 一头铁甲丧尸迎着子弹走上去 机枪子弹砰砰砰地打在他的身体上 先是出现白点 然后身体开始凹陷 最后子弹就会完全打穿 他的皮肤脚趾层 砰 铁甲丧尸被打爆 疯狂喷射的子弹洪流 不会因为一头丧尸被打爆而停歇 穿透他的身体后 继续捡草一样地 收割后面丧尸的生命 李南风已经呆住了 这会儿他已经无法下达命令 因为丧尸们已经走到了战车的附近 这会儿掉头往回走 只会让曙光军追着屁股击杀 所以他即使万般不愿意 也只能是硬着头皮 让丧尸向前 一道道指令从脑海里面发出去 他让普通丧尸在前面冲锋 铁甲丧尸紧随其后 铁甲的后面 则是敏捷丧尸在跟随 这样做的目的 就是让敏捷丧尸 尽量地接近战车 才可以对战车队伍 形成一定的冲击 当他准备用作炮灰的 一万普通丧尸到来后 这个战术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虽然车辆上面的机枪 还是在不停地喷射 可是高级丧尸的死亡率 大大的降低了 眼看丧尸大部队 和战车部队越来越接近 李南峰精神振奋起来 只要让高级丧尸接近战车 铁甲丧尸和敏捷丧尸 就能教会这些狂妄的人 躲在战车里也不是安全的 可是他忽略了一件事情 那就是战车的机动性 当丧尸群接近之后 一直停在那里开火的战车启动了 二十辆战车 两两分组 形成十个移动灵活的小队 相互撤退相互掩护 时刻保持有一辆车的机枪在发射 丧尸们想要接近 但是却根本跟不上战车的速度 只能一点点地被蚕食消灭 之前的战车 基本都已经是三星了 只有四连高射机枪是无星状态 无星状态只有1200发子弹 但是这些高射机枪 竟然在战斗之中陆续开始升级了 没办法 丧尸太多 而且高级丧尸也多 机枪升级的速度飞快 一星状态的高射机枪 就有了2000发的子弹 火力更是凶猛无比 李南风不能理解 升级是什么意思 他只是非常的郁闷 这些战车的子弹 好像是无穷无尽一样 疯狂输出的火力 让他一阵阵的心惊 第一波主力部队 被地雷炸死大约一万 但是剩余的两万 加上他派出去的一万炮灰 就这样在对方二十辆战车的 不断蚕食下 逐渐的消耗殆尽 他本来打算 第一波丧尸 就能够在曙光城下 堆积出一个尸山 给后续部队开路的 可是没想到连城墙都没有接近 就这么消耗一空 当他缓过神来 再派出三万丧尸去支援的时候 这只二十辆战车组成的车队 已经攻城身退 返回曙光城去了 李南风恼火的想要追击 结果前锋又踩了地雷 一阵的轰炸过后 让他的头脑稍微的冷静了一点 他已经意识到 想要和肖凡这样狡猾的家伙对抗 走捷径是不行的 唯一的办法 就是踩爆所有的地雷 才能有机会接近城墙 李南风咬牙切齿地咒骂 肖凡 真是够奸诈的 不过也无所谓了 四万丧尸的损失而已 我带来了四十五万的丧尸大军 现在损失的 还不到我大军总数的十分之一 接下来 只要让我接近了城墙 你就没有机会了 今天晚上 我就要曙光城 匍匐在我的脚下 吸取了第一次失败的教训 李南风开始调集第二波的攻势 这一次 李南风先后派遣了三波丧尸 第一波 两万普通丧尸 这些完全就是炮灰 任务就是踩爆所有的地雷 第二波 三千左右的变异丧尸 加上两万多的普通丧尸 这些丧尸的任务 就是冲到城墙之下 宁可被曙光君消灭 也要在城墙之下 堆积起几个巨大的尸体堆 因为城墙很高 只有堆积起尸体堆 才能构筑一条通往城墙的路 第三波 则是由三万丧尸组成 其中包括五千只各种变异体 甚至两头巨熊和三头舔尸者 也进入了第三波的队伍 这一波的任务 就是要直接冲上城墙 歼灭曙光君 八万丧尸组成了后世的阵型 远远看过去 就好像一片滚滚涌动的海巢 随时能够蔓延过来 将曙光城吞没 萧凡看到这里 心里知道 今天的重头戏要来了 夜晚对于战士们的战斗是不利的 只要撑过这一波 他就有反攻的计划 第127章 激烈工程 当南门外地雷爆炸再次响起的时候 萧凡身边的参谋长正伦 提出了一个建议 总指挥 我建议再次生产一批地雷 哦 还是不知道南门下面吗 萧凡并没有立刻答应 因为他的资金不多了 不 不知道东门下面 为什么 总指挥 你看丧尸好像比较顾忌地雷 但是我们现在面对两面城墙的守卫压力 而我们的全部兵力 也只有700人 其中还包括一些非主战兵种 所以我们干脆将东门外密布地雷阵 这样丧尸就会有所顾忌 将南门彻底列为主攻方向 如此一来 我们的防守压力就小多了 萧凡沉吟一下 你说的有道理 集中兵力防守才是正确的 如果丧尸这会儿两面进攻的话 曙光城就真的悬了 想做就做 萧凡再次花费了五万斤生产地雷 准备寻找合适机会 出城布雷 但是这个机会也并不是很好找 最起码要在撑过这一波进攻之后 这边的生产进行着 丧尸那边的炮灰战略终于起到了效果 又是一万多的普通丧尸阵亡之后 南门外的地雷阵终于被完全踩爆了 失去了地雷阵的掩护 曙光军的战士们终于要直面丧尸的进攻了 第一波剩余的零星丧尸 和第二波进攻的三万丧尸会合 接近四万的丧尸铺天盖地地向着城墙涌来 而城墙之上 战士们已经进入了完全的备战状态 负责担任第一波防御作战的是一连的战士们 一百多的战士分布在城墙的夺口之后 全部子弹上膛 等待丧尸进入射程的那一刻 少楼之上的机枪也架设了起来 南门三道城门外的机枪暗保金属挡板也拉开 黑洞洞的枪口探了出来 城墙之下 工兵们已经准备好了弹药箱 源源不断地运送 萧凡亲自来到了城墙上面 看着接近的黑压压的尸群 三百米 二百米 一百米 曙光军的战士们 今天晚上至关重要 一定要打出曙光军的威风 开火 随着萧凡一声令下 南城墙上面的所有人同时开火 密集的枪声响彻云霄 丧尸群里面绽放出无数黑色的花朵 一连的战士们已经全部都是三星战士 每一个都是神枪手 即使在这种大规模作战的情况下 他们也能做到很高的爆头率 一头头的丧尸不断地扑倒在地 后面的同伴却没有丝毫的畏惧 冒着曙光军的枪林弹雨 开始向着城墙逼近 从城墙到城外的这一百米距离 就成为了一个恐怖的修罗场 几乎每一秒钟 都有近百的丧尸死去 每一个战士的枪械里面 都在不断地往外跳出弹壳 这些弹壳在战后也是要回收的 毕竟这东西造价不菲 拿回兵工厂 还可以重新填装 短短百米距离 曙光军足足打出了五万发子弹 然而 战国也是辉煌的 又有超过一万的丧尸 倒在了前进的路上 但是这第二波的丧尸群 终于还是按照李南风的设想 抵达了曙光城的城下 面对十五米的高墙 丧尸们并没有办法立刻进入城市 他们乱哄哄地拥挤在城下 任凭曙光军不断地射击 这个时候 李南风下达了一道指令 他命令丧尸群开始聚集 不再平均分配地散乱在城墙下 而是往一起拥挤 你曙光军不是火力猛吗 那就打吧 随便打 丧尸开始往一起聚集 场面一度十分地混乱 无数的丧尸拥挤在一起 曙光军的子弹打死的丧尸 也不会消失掉 反而堆积成了尸体堆 活着的丧尸开始盘登尸体堆 自愿地成为这堆尸体中的一员 短短几分钟之内 曙光城下就已经出现了 三处超过三米的尸体堆 而且这个高度还在迅速地增加着 下面黑压压的尸巢 简直是杀不胜杀 一连的战士子弹都已经告庆 萧凡立刻让他们撤下来 二连继续跟上 系统刷新的子弹 能够支撑的时候 就用这个支撑 备用的子弹能不用 就暂时不用 甚至少楼和机枪暗保里面的机枪也熄火了 他们的子弹也没有了 陈卫廉将内城墙上面 还有北门西门的战士调过来 将枪也带着 接替南门防御 是 陈卫廉的连长路平早就准备好了 立刻让另外几面城墙上的陈卫廉守军过来南门 现在就是调集一切可以用的力量 务必保证南门的安全 这个过程之中 尸体堆已经堆积的超过了4米喷火器战士上城墙 对着下面的尸群给我烧 喷火器战士冲上了城墙 每两个人交叉地使用喷火枪 对着尸体上密密麻麻的尸群 喷出长长的火龙 丧尸虽然变异了 但是它的本质还是肌肉脂肪构成的 面对喷火枪 他们并没有多少的抵抗能力 尤其是在无法到达城墙顶端的情况下 下面顿时成为了一片火海 虽然他们不会疼痛 想要烧死比较慢 可是这样下去 他们也只有化为灰烬一条路 在曙光军的密集打击和喷火器的强大威力下 第二波的尸群数量开始锐减 尸体堆的高度也停止了增长 而第三波的丧尸群 就是在这种时候到来的 本来城墙下的丧尸数量 已经只剩于1万左右 第三波的丧尸到来后 立刻暴增到了4万 就算喷火器也不可能对如此规模的尸群 造成大的损伤 尤其其中很多高级丧尸 非常的强悍 那些一级二级变异的铁甲们 得到了李南风的指令 竟然懂得将一个个滚落一边的丧尸尸体 抛上尸体堆 普通的丧尸更是疯了一样 蜂拥过去给尸体堆添砖加瓦 短短不足10分钟 三个巨大的尸体堆 就已经堆积的超过了7米 每一个尸体堆 都有几千只丧尸的尸体组成 并且这个高度还在不断地增加着 少楼上面 陈卫连的狙击手开火了 他们要做的 就是重点狙杀那些铁甲和敏捷丧尸 砰砰的枪声不断地响起 也不时地有三级变异体被当场拘杀 但是这一切都阻止不了丧尸们疯狂地进攻 当尸体堆的高度超过8米以后 开始有巨大的铁甲登上去了 这些铁甲的身高都超过了2米 每一头的体重看上去都要超过400斤 那些非人类的粗壮手臂 足有各自地抓着一头敏捷丧尸 或者一二级的变异体 当登上尸体堆顶端的时候 铁甲举起手的高度就已经超过了10米 只见这些铁甲奋力的挥舞手臂 竟然直接将敏捷丧尸们抛到了城墙之上 开战以来 第一次真正的危机终于出现了 第128章 巨熊登场 萧凡都不得不承认 丧尸们这突如其来的一手 确实打了曙光君一个措手不及 当十几头铁甲丧尸爬上尸体堆 盯着漫天的弹雨 抛了20多只丧尸进来的时候 城墙上面顿时一阵的混乱 本来还有射击优势 一下变成和丧尸面对面 几乎是没有任何的胜算 虽然红警士兵们全都训练有素 负伤也是在所难免的 战士们不得不掉转枪口 开始先歼灭城墙上面的丧尸 只有少楼内的战士们 还能保持对丧尸的火力压制 但是少楼内毕竟只有那么几个人 淡雨一下就稀疏了起来 而得到了解放的尸群 更是蜂拥而上 铁甲丧尸们奋力地挥舞手臂 将一只丧尸空投进来 看到这种情况 萧凡立刻大声下令 侦察兵 交到尸体堆上面 喷火器战士准备二次开火 军犬队上城墙 医疗队准备救助伤员 连续几道命令下去 红警系统战士的高效率执行性 立刻体现出优势了 所有的侦察兵 包括一直待在萧凡身边的沈瑞辉和薛宁儿 全部掏出了腰间的手雷 对着几个尸体堆扔了下去 轰隆隆的爆炸声就在城墙边上响起 给疯狂往上涌的尸群带来了不小的伤害 但是这也只是暂时的压制 工兵们开始提着汽油桶 沿着城墙往下倒 汽油的作用就是给喷火器战士增添威力 危机时刻 备用的汽油也要派上用场了 而城墙上面的搏杀 则是全面被军犬接替了 和丧尸近身肉搏这种事情 军犬做起来比战士们要轻松很多 一头头二星三星的军犬 犹如下山猛虎 扑过去将一头头的丧尸锁猴 即使有些变异丧尸能够和军犬周旋 但是那些军犬甚至会扯着他们的脖子 带着一起滚落城墙 反正军犬受伤了也有医疗队负责救护 当喷火器再次发射出火焰的时候 丧尸这一波疯狂的攻势终于是得到了遏制 医疗队也趁着这个机会上城墙 将所有重伤的士兵抬走救治 轻伤的士兵则是自己离开去接受救治 说不定他们一会儿还要回来参战 最后接替喷火器战士位置的 是那些火箭筒战士和防空步兵 单兵的火箭筒和防空导弹 这会儿用来削减尸体堆的高度 一枚枚云爆弹或者燃烧弹发射出去 让尸体堆这里烂肉满天飞 终于是将已经堆积到接近十米的尸体堆 削减到了七米以下 这一波的危机似乎就要撑过去了 但是巨雄丧尸和铁士者的出现 又让危机重新出现 两头巨雄丧尸和三头铁士者 分别出现在正门和水门前方的尸体堆附近 现在的三个尸体堆 分别位于正门前方 水门侧方 资源回收站门上方 因为李南风觉得 城门附近怎么也要比城墙好功课一些 身高接近三米的巨雄和铁士者出现后 场面顿时改观 一头铁士者以时速超过100码的速度冲了过来 竟然蹭蹭蹭地就爬上了城墙 城墙上的军犬队咆哮着冲了上去 瞬间就和铁士者纠缠到了一起 如果不是萧凡让军犬队上了城墙 铁士者绝对会带来巨大的伤亡 连续两头铁士者上了城墙之后 啸天震天两头军犬带着接近20只军犬 和铁士者疯狂撕咬 甚至从城墙的行车道上面翻滚落了下去 萧凡这会儿甚至没时间去理会铁士者 因为巨雄上来了 任凭重机枪的子弹疯狂咆哮 也只是在巨雄丧尸身上留下一个个的白点 或者弹痕这种身材臃肿的庞然大物 不但有着厚厚的角质层 而且那角质层变得更加强韧 就好像复合装甲一样 普通的机枪子弹都不能造成致命威胁 一发火箭炮的炮弹正面轰在了巨雄的胸口 巨雄被强大的冲击力击倒 但是很快又爬了起来 胸前血肉模糊 可是损伤也并不大 正门处的这头巨雄 甚至抓起了一头铁甲丧尸 抛上了城墙 这一下力度抛得有些过 铁甲竟然从城墙上面飞了过去 直接摔进了曙光城的城内 落地的铁甲被摔断了腿 挣扎着爬不起来 已经够不成威胁了 但是这也让肖凡的曙光军吓了一跳 这种四级变异的丧尸太恐怖了 也许能够正面破开他们防御的 除了火箭筒有一定威胁外 就只有四连高射机枪了 拉高射机枪上城墙 左右斜射 交叉火力 必须给我干掉这玩意儿 肖凡紧急地下令 曙光军立刻开始行动 但是参谋长正伦急切地道 总指挥 这里的情况还不算危险 水门那边的那头巨熊和铁士者 就要压制不住了 肖凡的目光投向远处的水门 那里距离较远 一头巨熊和一头铁士者 已经到了城墙之下 只不过因为距离远 那边的铁士者还没有上城墙 但是巨熊这会儿 竟然先上了尸体堆 虽然也有战士守卫 但是普通枪械难以造成大的伤害 高射机枪拉过去 需要时间 肯定会带来很大的伤亡 肖凡一咬牙 所有人 先不要理会巨熊 集中火力 无论如何 不能让铁士者上城墙 那边没有军权队 如果被铁士者上去就危险了 是 所有人集中火力 攻击铁士者 水门两边的机枪暗宝 顶上的哨楼和守军 都掉转枪口 集火铁士者 这本来是李南风的战术 巨熊先上吸引火力 铁士者再上 就造成巨大的杀伤 没想到曙光军 既然没有理会巨熊 反而集火灵活 但是较容易杀死的铁士者 这只铁士者也是倒霉 没等靠近城墙 就被曙光军几十人集火 当场打得粉碎 可是这也不是没有代价的 巨熊已经上了尸体堆顶端 抓着铁甲 准备投掷了 萧凡目光盯着巨熊看了一眼 随后一咬牙 给我打开水闸 守卫水门 这里的战士 立刻转动脚机 咯噔咯噔的响声之中 水闸被升起来了 哗啦哗啦 平静流淌的浩原河 升起一股滔天巨浪 战斗火热进行中 入群讨论 151858250 第129章 入夜 来自深海的怪兽 有着接近20米触角的 巨大章鱼出现了 小八披波斩浪 直接冲出水闸 被饥饿困扰了一天多的他 早就熬熬带补了 冲出水闸 他就看到了无数的食物 没错 对于不挑食的小八来说 丧尸就是食物巨大的触角一身 一下卷过来一个普通丧尸 一口吞了下去 触角在一身 一个一级变异的敏捷丧尸 被吞了下去 小八脸盆大小的眼睛一亮 又卷过一个普通丧尸 吞下去 吐出来 再卷过一个二级铁甲 吞下去 眼睛又是一亮 聪明的小八成长了 他已经能够区分食物的好坏 很快 他锁定了一个 看上去最美味的大块食物 只是那个食物的距离有些远 哗啦哗啦 河岸上水浪翻涌 小八这条大章鱼上岸了 四只巨大的触角撑着地面 四只长长的触角伸展出去 好像几条巨大的绳索 牢牢地困住了 正在城墙下肆虐的巨熊 巨熊丧尸一下 被拉扯了一个跟头 从尸体堆上翻滚下来 但是凭借强悍的力量 他竟然在往后挣扎 和小八对抗 巨大锋利的爪子 竟然能够在小八的触角上 留下伤痕 小八吃痛 顿时凶性大发 四只触角开始发力 好像拔河一样 和巨熊僵持了大约两秒钟之后 巨熊的身体突然被拔得离开地面 轰隆一声 巨大的水滑冲天起 小八拖拽着巨熊下水了 浩园河内顿时波涛汹涌 巨熊极度挣扎 小八的触角却越勒越紧 就好像几条大蟒蛇 同时绞杀一头猎物 即使强悍如巨熊 也禁不住这种深海怪兽的绞杀 他最脆弱的脖子部位 最先承受不住这种力道断裂了 和普通丧尸一样 巨熊的脖子断裂 照样也会失去生命力 巨熊身子一歪失去了力道 河水翻滚之中 只能看到小八起起伏伏 而接近三米高的巨熊丧尸 就那么硬生生地被吞进了肚子 吞下巨熊之后 小八似乎吃得很饱 懒洋洋地不想动 咕嘟咕嘟冒了几个泡泡之后 沉到水底休息去了 萧凡远远地看到这一幕 顿时松了一口气 小八的这次攻击 算是缓解了水门那里的危机 失去了巨熊和舔尸者之后 水门附近算是安全了 而正门这里的这一只巨熊 在两挺四连高射机枪掉过来后 也终于是遇到了克星 两挺机枪左右架设在了城墙上 八只枪管同时猛烈地往外喷射火蛇 巨熊丧尸浑身上下火星四射 就好像全身挂满了炮胀一样 叮叮当当地四处喷射 而他那几乎坚不可摧的防御 就在这种情况下被破开了 当一处皮肤被撕裂之后 就是一发不可收拾 大块的肌肉组织被掀开 之后就是身体内部被摧毁 当当当 颈鼓被机枪打断 巨熊丧尸巨大的头颅 咕噜噜地顺着尸体堆滚了下去 而就在巨熊丧尸与命的同时 曙光城内 军犬队和舔尸者的战斗 也奋出了胜负 舔尸者虽然凶猛 但是军犬队的数量 是呈压倒性优势的 二十几只军犬 缠斗两只舔尸者 中间还有战士不断地抓机会补枪 舔尸者也终于倒了下去 不过也有三条二星军犬 和一条三星军犬 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包括城墙上也是 这一波铁甲丧尸 和巨熊丧尸的投掷突袭 造成了五十多名战士受伤 其中六人阵亡 但是收获也是巨大的 当这几头高级丧尸被击毙之后 剩余的丧尸群 已经是强弩之末 在曙光军的猛烈打击之下 灰飞烟灭了 这个时候 太阳已经落山 天色已经黑了下来 曙光城南面城门之外 总数超过十万的丧尸尸体堆积在那里 喷火器造成的大火 依旧还在星星点点地燃烧着 如果攻城的是人类的话 这会儿恐怕都会受不了这沉重的代价 明经收兵了 但是李南风不会 他寄予厚望的连续攻击波灰飞烟灭 但是他的手下 依旧还有总数三十多万的尸群 大多数的主力还在 他还要调兵遣将 打算趁着夜色一鼓作气地 将曙光城拿下 这个过程也不是那么简单的 因为星级报仇 他开始派出的都是前锋军 后面的大部队 甚至还没来得及完全跟上 趁着这会儿的时间 他开始让其余的丧尸 继续往这边收拢 准备展开下一步的攻击 而且 手下丧尸的进食本能 让他觉得控制有些吃力 干脆先让这边的丧尸放开肚皮吃 吃光了原野上的尸体 又会诞生不少变异丧尸出来 而这个时间 也是让曙光军 获得了难得的喘息时间 丧尸大军的总数有45万之多 这个下午的熬战 曙光军战术得当 先后歼灭了其中12万的丧尸 现在曙光军的首要任务 就是必须坚持过这个夜晚 夜晚是丧尸的世界 黑夜会阻碍战士们的视野 夜晚战斗时极其不利的 所以这第一晚 无论如何要熬过去 医疗队和吹噬班都在紧张地忙碌着 身心疲惫的战士们 就在城墙上面坐地休息 一碗碗的食物和热水 送到他们的身边 轻伤的伤员简单地包扎一下 就再次回到了第一线 肖凡简单地吃了一点东西之后 拿起红外的望远镜 查看狮群的动向 狮群有一部分在集结 但是绝大部分的丧尸 这会儿正在进食 整个原野上面都是尸体 这对于丧尸来说就是美味 他们正在疯狂地大块躲移 原野上面到处都是咔嚓咔嚓的啃噬声 让人毛骨悚然 拿着望远镜 一处地方一处地方的扫描 肖凡想要找出丧尸首领的所在 但是这里的丧尸 如同大海一样无边无际 想要找到首领实在太难 看来只能用那一招了 不然今晚是撑不过去的 肖凡下达了命令 将自爆卡车 给我从地下通道开出去 然后等待我的命令 得到肖凡的命令 自爆卡车从内城区的基地 进入了地道 直接开往出口处的小山奥 自爆卡车出动 肖凡的目光扫过身边警卫排的人 我现在需要一个人和我一起出发 去将丧尸们尽量地吸引到一处 你们谁要和我一起去 第130章 深夜歌声 沈瑞辉觉得这个光荣 而又艰巨的任务 可能轮不到他 因为这个任务非常的危险 总指挥应该不会让 身为他心腹爱将的自己去的 总指挥不喜欢女生 那应该是薛宁儿没跑了吧 所以沈瑞辉对薛宁儿 投去了同情 却又爱慕能助的目光 直到肖凡点到他的名字 沈排长 东张西望的看什么呢 出发了 啊 居然是我 不是你还能是谁 走了 肖凡带着沈瑞辉来到了河边 本来打算招呼小巴 但是他感觉到小巴这会睡意昏沉 也就没有叫他 这时候 警卫排的战士 送过来了一艘小木船 这是战士们出去搜集物资的时候 在河边发现的 不知被谁遗弃在那里的渔船 就带了回来 船上装着一圈的音箱 和十几个扩音喇叭 甚至还有插牌和蓄电池 连接这些设备 沈瑞辉看到这些东西 有些莫名其妙 总指挥 我们弄这个干什么 当然是有用啊 走吧 咱们两个上船 因为船不够大 带了这些东西 就只能容纳两个人了 沈瑞辉按照吩咐登船 上船之后 却不知道自己应该干什么 总指挥 我做什么 你负责开船 说着 萧凡递给了沈瑞辉两把木浆 沈瑞辉拿在手里 便便扭扭地摆弄了半天 才算是掌握了一些技巧 划着木船 在这萧凡顺着河流而去 水门的水闸打开 二人离开了曙光城 城外靠近城墙的部分 有一些工兵 还在紧张地工作着 他们这会儿 不是在寻找金银 经过这么激烈的战斗 和烈火焚烧之后 很多金银都不容易找到 他们是在寻找 高级丧尸脑子内的金河 尤其是巨熊和铁士者 萧凡要求 一定要找到 他们脑子内的金河 经过这么长的时间 也见过了一些突变者 他也逐渐地摸清了 金河的使用方式 吞服金河 获得能力 就可以成为突变者 而他所知道的突变者 全部都是吞服过一次金河的 而且基本都是铁甲丧尸 或者敏捷丧尸的 萧凡估计 更高一级的巨熊 或者铁士者 很有可能培养出 更为高级的突变者 如果他将金河 给红井战士们服用了 又会产生怎样的变化 想到这个问题后 萧凡就询问了安妮 安妮给他的回答是 要等萧凡升级团长 这个问题才会有答案 但是建议他 尽量地多多收集 萧凡现在距离升级团长 就差资金了 所以 收集金河的工作 已经提上了日程 小沐船沿河而下 逐渐地接近了战场区域 一些正在河边 进食的丧尸 看到了黑暗之中 划过来的小船 立刻发出声声咆哮 摇摇摆摆地向着河边来 这些丧尸们血红色的眼睛 就像黑夜里面的狼裙 不 像吸血鬼 无边无际 到处都是点点红光 沿河的丧尸 甚至挥舞着手臂 跟随沐船移动 但是更往里面 一些区域的丧尸 却无动于衷 尸群的一些变化 许多丧尸 经过大规模的进食之后 开始出现了进化的迹象 毕竟十几万的尸体 足够催生出 一大批的变异丧尸了 他甚至在尸群里面 看到了一些新生的铁甲 和敏捷丧尸 可以想象 这些家伙 都是明天工程的主力 肖凡从兜里掏了掏 掏出一部手机 末世时候 手机已经是没用了 不能上网 这东西几乎成了废品 很少有人会用 打开手机的播放列表 肖凡播放了一首歌曲 嘿 嘿嘿嘿 大河向东流啊 手机的声音不大 但是通过十几个音箱 和扩音喇叭的播放 立刻成为了黑夜里面的噪音 空旷的原野上 本来寂静 河岸附近几百米内的丧尸 听到这个声音 都是停顿了下来 他们开始站起身 摇摇晃晃地 去追逐声音的来源 因为这会儿 李南风在忙着调集后续部队 暂时没有理会他们 他们就会遵从本能行动 但是到了河边之后 因为畏惧河水 他们又不敢下河 只能在河岸边上 疯狂地吼叫 挥舞手臂 小船就这么顺流直下 速度不快 却一点点地吸引了 越来越多的丧尸聚集过来 这会儿 沈瑞辉已经渐渐地 明白了肖凡的用意 不由地竖起大拇指 总指挥的智慧 果然是无人能及 除了我跟着过来的用处 很小之外 其余的都是堪称神算 肖凡摆弄了一会儿手机 抬头看向沈瑞辉 不 你的用处很大 啊 其实我觉得 总指挥一个人划船 做这些事情 也能够应付得来 我只是一个打杂的 说到这里 沈瑞辉突然停顿 咦 怎么感觉安静了不守 肖凡一抬手 手机太久没用 死机了 啊 那怎么怎么办 所以说 你用处很大嘛 现在你可以一边划船 一边唱歌 吸引丧尸到河边来 沈瑞辉愣了一下 可以是可以 但是总指挥 系统并没有赋予我 太好的唱歌天赋 无所谓 唱给丧尸听 唱得好他们 也听不出来 反而是越难听越刺耳 才能更好地吸引他们 这就是你的独特优势 所以现在就开始吧 肖凡将音箱喇叭什么的 都推到了沈瑞辉身边 又递给了他一个麦克风 为了支持沈瑞辉唱歌 肖凡甚至亲自地划船了 沈瑞辉接过麦克 咳嗽了一声 清了一下嗓子总指挥 那我开始了 开始你的表演 将麦克风放在嘴边 沈瑞辉回忆了一下 对着河边的丧尸们 唱起了一首 自己最为拿手的歌曲 动刺打刺 动刺打刺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看过来 看过来 不要被我的样子吓唤 歌声刺耳 分贝巨大 言和所过之处 诗群一阵躁动 第131章 河豹 刺耳的歌声回荡在原野 可是比刚刚手机播放的效果 强了太多 最先冲过来的 是那群女性丧尸 变异而成的敏捷丧尸 他们红着眼睛 在河边暴跳如雷 沈瑞辉看到自己的演唱有效果 反而更加的卖力起来 寂寞男孩的琴斗初开 祈求你 给我一点爱 唉 唉 萧凡用两团棉花堵住耳朵 用力的划船前行 身后的丧尸群越来越多 毕竟在这寂静的夜晚 没有什么比声音的传播 更加广泛了 河岸边的丧尸 从几百到几千 从几千到上万 等到逐渐的接近 前面小山的区域时候 身后的丧尸 已经数量 已经不知道有多少 黑压压的 看不到一个尽头 差不多了 我们再往回滑一点 尽量的让丧尸 都集中到这一片区域 萧凡回头看了看 这里距离曙光城 已经有七八公里 而且中间 经过了一个河流的转弯 此处属于一片荒野区 原来这里 是种植了粮食的 但是最近一段时间 这里的粮食也被收割了 基本没有什么价值 也不会对曙光城 造成什么影响了 所以这片区域 就是一个理想的区域了 得到萧凡的命令 沈瑞辉更是使出了 吃奶的劲 他这会儿 甚至忘记了歌词 但是曲调还是记得的 来来来来 来来来 哦 嘿哦 声音愈发的嘹亮 近乎破音 就连远处调整 后续诗群的李南风 都有些受不了了 什么东西 叫得比丧尸还难听 但是他毕竟没有雷达 而且距离过远 加上没注意这边的情况 所以还不知道 这边诗群的异动 直到一辆车的出现 从地道里面 出来的自曝卡车 绕行了一圈之后 也来到了这片荒野 去的附近 等到肖凡这边的丧尸 几乎差不多集中了 能够集中的最大数量之后 自曝卡车启动了 这种车是无人架设的 一切都有电脑程序操控 卡车的马力开到了最大 直接冲进了尸群 一些丧尸试图阻拦卡车 但是开足马力冲起来的卡车 还真不是一般的丧尸 能够阻挡得住的 卡车的速度 很快提升到了100马以上 轰鸣着冲向尸群的方向 卡车的后面 也有一群丧尸步履蹒跚的 试图追赶 肖凡就在紧紧地 盯着雷达屏幕 时刻注意 卡车的位置很快 卡车开到了距离这边的 尸群500米的距离 差不多了 虽然自曝卡车 号称比尼小型核弹 但毕竟不是真的核弹 一公里的直径范围 已经接近 他的杀伤极限 再远的话 对丧尸这种生物 恐怕就没有什么作用了 肖凡让自曝卡车停下 立刻招呼 已经有些声嘶力竭的沈瑞辉 沈白掌 可以了 现在我们准备藏起来 藏 藏到哪里去 肖凡二话不说 一把将船上的音箱 和阔音喇叭等东西 扫下了河 跟着我抓住船员 我们把船翻过来 对于红警单位来说 肖凡的命令就是真理 沈瑞辉立刻跟随肖凡 一起抓住船员 左右一扭 直接将小木船掀翻 两个人在水下抓着船员 小船承受不住重量开始下沉 很快沉到了水面之下 但是船的中间凹陷处 却形成了一个有空气的空间 两个人虽然浸泡在河水里面 却依旧可以呼吸 自爆卡车 给我爆 肖凡一声令下 已经被一大群丧尸围住 爬上去的自爆卡车 就在这个尸群的中间爆炸了 哄 巨大的冲击波 如同山峰海啸 直接掠过平原 冲击波所过之处 花草树木全部弃化 一团的巨大蘑菇云冲天起 火热的红光 就好像火山爆发一样 顿时映红了曙光城外的天空 大地就好像要被掀开一样 这样巨大的动静 别说曙光城的居民 就是居住在三十公里外的将军岭 或者靠山农场 甚至四水镇那边都清晰可闻 人们远远地遥望天空 看着那灾难一样的蘑菇云 不知所措 几乎所有人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难道是有核弹爆炸了吗 这一击造成的效果 也是惊人的好 整个聚集在河岸边的丧尸群 都跟随着一声爆炸而气化了 无论是普通丧尸 还是变异丧尸 或者敏捷丧尸和铁甲丧尸 他们的肌肉骨骼 根本无法阻挡 这种人类制造出来的毁灭性武器冲击 直接在爆炸之中灰飞烟灭 甚至有一头刚刚新生的巨熊 两头新生的铁士者 同样无法躲过这样的劫难 一起被冲击波气化了 他们甚至没有给他们的同伴 留下一顿丰盛的美餐 就这样直接消失 冲击波掠过河水 水面上波涛闪动 肖凡和沈瑞辉 拉着船员待在河底 也同样能够感受到 水面上的红光闪烁 映照的河底 都是一阵阵的发红 两个人的头部 就躲藏在小船的凹陷之内 水面上无论是冲击波还是辐射 都不可能影响到他们 肖凡看着雷达地图 周围的一大片密集的红色光点 已经被清空了 方圆三公里多的范围内 已经成为了一片真空地带 要知道 这些丧尸 可是有接近一半都变异了 丧尸首领是有智慧的 相信这一击 让他心疼地吐血了吧 肖凡心中想着 脚下去不停留 两人就举着小船 在河底前行 同时他也感觉到 小八这会儿应该醒来了 立即呼叫小八 过来接他们回去 肖凡的预感没错 别人或许不清楚 丧尸的准确损失 但是成为的李南风 最清楚不过 作为丧尸首领 他能够清晰地感觉到 自己的属下数量 自爆卡车爆炸之前 他麾下还有丧尸 接近三十四万 可是随着自爆卡车的爆炸 十一万的丧尸大军 就这么灰飞烟灭了 他的麾下丧尸数量 现在满打满算 也就二十二万出头 四十五万的丧尸大军 直接减半 呆呆地看着天空之中的 巨大蘑菇云 李南风这会儿 已经失去了思维能力 他的上下嘴唇如动了两下 喃喃地抖 啥 啥玩意儿爆了呀 评分目前九 每提高0.1 加更三张 第132章 短暂安全期 萧凡和沈瑞辉倒举着船 在水下走了大约一公里 小八过来了 巨大的触角一卷 小八就将二人举起来 在水面飞快地奔行 很快回到了曙光城 萧凡仔细地看了看小八 发现这个家伙 已经升级到了一星 其实 萧凡是可以查看 每一个红警单位的升级进度的 原本每个红警单位的头上 也有一个升级的经验条 只是萧凡觉得 碍眼就给去掉了 但是想看还是能看的 小八先是吞噬过一些联盟的入侵者 后来吞噬了好几头变异丧尸 最后又吞噬了巨熊丧尸 现在 他已经升级到了一星 体格比之前撞瘦了大约三分之一 原本不足二十米的触角 现在已经超过了二十五米 身体也膨胀了一圈 在河里游动的时候 河水浅的地方 快要藏不住他了 拍了拍小八的大脑袋 表示鼓励 萧凡和沈瑞挥上了案 再次回到城墙上面 拿起望远镜观看 丧尸群虽然还是非常的多 但是临近城墙东南方向这里 看到这样的情况 萧凡终于是长出一口气 经过这一击 就算丧尸的动作再快 想要重新调兵遣将的过来攻城 也要是黎明之后的事情了 无论如何 今天晚上是安全了 除了必要的岗哨之外 全军休息 布雷车现在出城 去将新生产的一万枚地雷布在东城区 连续下达了几道命令之后 萧凡也来到城墙下面 就在一辆军车里面沉沉睡去 夜里的情况也如同萧凡预料的一样 李南风震惊过后 只能继续地让后续的丧尸陆续地跟上来 这个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 李南风将后续大部队全部调集过来的时候 东方已经露出了鱼堵白 现在从高空往下看 虽然丧尸看着依旧是无边无际 但是其实阵容的厚度已经减少了许多 不过李南风的决心并没有减少 他依然坚信他能够拿下曙光城 虽然第一天的战斗失败了 但是其实第一波的攻击时候 已经给曙光城造成了很大的威胁 要不是萧凡他们弄出来那个奇怪的爆炸 第一天的攻击可以说是成功的 李南风已经下定了决心 第二天的这一天就算是整夜的敖战 他也要将曙光城移为平地 星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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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晨 北风军总部影视成基地 宋北风草草地用过早餐 将面前的盘子推开到了一边 平时吃着很可口的食物 现在有些索然无味 他们都来了吗 都来了 现在就在会议厅 宋北风起身离开餐厅 来到了会议室内 会议室里面 各家的老大都带着心腹手下来到了这里 宋北风坐在自己的位置上 环顾了一圈 没有说话 先是让手下将广播打开 将广播调到曙光城的评段 相信今天各位老大来 也都是想听听消息 那我们就一起听听 现在的时间是早晨六点 正好是曙光军广播的时间 在座的众人或者喝茶或者抽烟 靠在椅背上都在等待这个消息 不知道曙光城灭了没有 因为那里现在太过危险 各家都没有留人在附近监视 所以只能通过广播来收听消息了 他们的内心深处都希望没有广播 一旦没有广播 那就说明曙光城已经没有了 毕竟曙光军已经和联盟决裂 被丧尸灭掉是最好的 可是曙光军真的没了 丧尸群会不会继续在云州肆虐呢 这也是他们担心的一点 所以联盟众人其实是非常矛盾的 六点整 滋滋 滋滋滋滋 曙光军的广播准时地响起 这里是曙光城 这里是曙光城 各位云州的同胞们 大家早上好 我是新小迪 蒸蒸铁骨铸长城 换得人间想太平 今天我守曙光首领委托 要在这里表扬和感谢一下 我们曙光军的战士们 经过了接近一天一夜的敖战 昨天曙光军共歼灭丧尸二十余万 狠狠地打击了这些野兽的气焰 换来曙光城内居民的平安 其中 我们曙光军表现出色的将士有郑伦 陈元杜 薛宁儿 徐强 陆平 以及沈瑞辉等等 还有我们牺牲的战士 他们的名字都是 萧凡首领再次表示 我们曙光军有能力保卫我们的城市 也一定能够保卫住城市 这一次战斗结束之后 欢迎大家来到曙光城定居 共建美好家园 宋北风摆摆手 直接示意关掉广播 此刻的他有些心烦 没想到那么多的丧尸工程 竟然还没有拿下曙光军 他觉得这件事非常神奇 如果说是丧尸 来进攻影视城基地 联盟军能够坚守下来 可以说是正常的 但是曙光军凭什么 要不是他侧面得到一些消息 知道曙光城那里 昨天战斗格外的激烈 甚至到了半夜 还来了一次大爆炸 他甚至以为丧尸群没有进攻 可偏偏曙光军守下来了 虽然接下来 他们未必一定守得住 可最起码已经有了希望 如果他们真的守下来 那形势就对联盟这边太不利了 看着会议室内的众位首领 宋北风心情有些郁闷 这些家伙 一看有油水可战的时候 一个个冲得比谁都快 现在曙光城那里 联盟吃了大亏 他们就一副让自己做主的样子 把责任都推到他这个联盟主席的身上了 宋北风可不打算这么放过这些家伙 他还记得刺杀肖凡失败的事情呢 清了清嗓子 宋北风道 各位 都别看着我了 曙光军有现在的势头 和我们决策不利 是有直接关系的 但是这个决策 不是我宋北风一个人的主意 是咱们全体想出来的 刺杀肖凡 咱们每一家都有参与 现在云州人的心理 已经开始偏向曙光军 这件事怎么解决 大家都说说吧 第133章 势力分布 听到宋北风开始推卸责任 战神军的后战第一个不满意 他直接开口道 这次的计策 是大家想出来的没错 但是我可是记得 当时宋主席说了 刺杀肖凡要派出最为精锐的手下 大家也都知道 北风军有着联盟最最精锐的力量 但是事实结果呢 后战一指自己身后跟随的刁院 除了我们战神军的小刁 其余的人全部阵亡 这样的人也能被称为精锐吗 刺杀失败也就理所当然了 他这一击针对宋北风去的 可是同时也打击了其他势力 娘子军的穆家宇开口了 后首领这话有失偏颇 我们派出的人当然是万里挑一的 只不过曙光军那里戒备森严 失守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而且他们也牺牲了 你怎么能这么说 为联盟捐躯的人呢 后战看着穆家宇冷笑一声 万里挑一不假 但是未必最强 我看你身后的这个丫头 就比派出去的梅华要强 不知道是否穆首领是否愿意割爱 让这个丫头来我们战胜军一段时间呢 穆家宇的身后 站着一个漂亮姑娘 一身撒爽英姿的气度 看着很舒服扬眼 各位首领也都是突变者 自然能够感受到 这个姑娘有着不俗的实力 估计也是突变者 穆家宇却脸色一变 刘敏是我看中的人 这个没得商量 我们娘子军不搞那些龌龊的事情 后战不屑地撇撇嘴 心说你背后做了些什么 我又不是不知道 但是这种场合 他显然不适合激怒穆家宇 也就没有提着查了 其余几家都没有说话 联盟里面 除了北风军之外 排名第二的就是战神军 第三的就是娘子军 平时也都是他们几个名争暗斗 其余的人跟着吃瓜宋北风 这会儿缓和了一下气氛 先是安抚了一下后战 这次战神军干得不错 刁远更是好样的 这个娘子军的丫头叫刘敏吧 虽然是个新面孔 但是看着也是很好的 不过这会儿先不说这些 我这里有个提议 大家听一听 说着宋北风一挥手 有人打开了他身后墙壁上的一块布帘子 布帘子的后面 是云州周边的地图 上面标注了很多势力分布情况 在场众人的势力 包括曙光军都在其中 甚至燕云的势力分布也有 还包括距离西方的黑山市 东南的伊陵市等等 因为云州已经是位于神龙省最北方 也就临近这三个市 再往南方的宾都市 花城市等等 则是没有标注 因为不知道那边的情况 反而是更往北方 有一个地方被标注 那是伯利亚的边境城市 山海位 宋北风来到了地图前 指着上面的情况 开始给众人分析 各位 我们云州地处北方 只有这三个市市我们的邻居 其中燕云势力比较分散 但是其中 有个监狱基地实力较强 已经和我们建交了 黑山这边地广人稀 现在其中主要人口 集中在了机场附近 目前已经取得联系 伊陵市有一个不逊色于我们的势力 名字叫做森林基地 附近河流湖泊 森林农田都有 我觉得他们的发展潜力 甚至超过我们 而我们云州现在状况不好 无论丧尸获胜 还是外来的脚屎棍消防获胜 对于我们来说 都不是什么好事 所以我觉得 现在的当务之急 就是赶快提升我们的实力 这就涉及到了一个境外势力 那就是北面伯利亚的山海位 说到这里 宋北风点名问渡口基地的负责人李牧 你们渡口基地 有没有船只能够渡过神龙江 李牧想了想 有点难 神龙江里面大雨很多 小船不敢过 我们正在维修一艘货轮 修好之后应该能够过去了 抓紧修理 只要船只修好了 我打算去山海位一趟 那里的安德烈先生 和我是老朋友了 他原本是 伯利亚山海位军事学院的院长 末世爆发之后 他正带着一些学员 在野外训练 侥幸躲过了一劫 加上那里也是军事重镇 他们重回山海位之后 据说发展得很快 我想过去那边看看 如果能够完成一笔交易 也许我们能够获得一些先进的武器 李牧点头 好的宋主席 应该最近这几天就能修好了 好 那我等待你的消息 说完 宋北风面向联盟所有人 唯有强大自身 才是末世的唯一出路 现在肖凡对我们形成了挑战 那我们就要将他消灭 到时候前往山海位交易 大家都要出人跟我过去 对方提出什么物资交易 我们都要尽量满足 只要能够消灭曙光君 付出再大的代价 也是在所不惜 说到这里 他可能觉得会议开得有些压抑 于是用玩笑的口吻和众人道 也不用过于担心什么 蜀光君昨天对抗丧尸 肯定是把吃奶的劲都用出来了 今天丧尸的进攻 他们未必就能撑得住了 星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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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蜀光城外 丧尸群终于全部到位 已经开始在远处集结 距离下一波攻击到来不远了 城内 肖凡带着警卫牌 面带笑容地走在大街上 他要看看城内居民的状态 经过昨天夜里的胜利 城内居民脸上的笑容 明显多了起来 因为他们看到了蜀光君守卫城市 胜利的希望 心理压力就放松了很多 走在路上 不断地有人和肖凡打招呼 不过基本上都是男人 这让肖凡觉得有些郁闷 所以 当一个身材非常壮硕的女生 满脸不好意思地来到他面前时 他还是打起精神应付 万一是给哪个女神打前站的呢 肖大哥你好 这位同学你好 肖大哥 我觉得女人很好 他们说你 我不信 我想和你做个朋友 肖凡眼皮微微跳动一下 这位同学怎么称呼 我叫出墨 初恋的出 墨水的墨 肖凡微微汗手 好名字 很有诗意 那你姓什么 看得到肖凡的认同 女生脸色更红 有些扭捏的道 人家姓熊 心脏骤停了几秒钟 肖凡才长出一口气 非常抱歉 我暂时没有找女朋友的计划 熊出没的脸色一僵 但是也很快恢复正常 嗯嗯 我懂 大家都说过了 我只是不太相信 所以来试试 肖大哥再见 说完 他咕咚咕咚地转身跑开 肖凡一头雾水地看着他的背影 左右看了看 看到沈瑞会一副理所当然的模样 总觉得有什么奇怪的事情 背着自己发生了 还没等他深究这件事 城墙上面士兵报告 丧尸再次发起进攻了 第134章 第二天 肖凡立刻来到城墙上 往下一看 丧尸果然已经摆开了攻击阵容 和昨天的情况有所不同 昨天丧尸虽然在南面攻击 但是东面也有一些丧尸在 经过昨天晚上自爆卡车的轰炸之后 今天东面却看不到丧尸了 南面后尸的阵容根本看不到尽头 似乎要倾尽全力从南门进攻了 肖凡看了一眼雷达地图 嘴角勾起一个笑容 炮兵都就位了吗 全部就位了总指挥 就等待您的命令呢 好 看准了 丧尸第一个进攻波 大约三万炮灰丧尸 这些丧尸的目的 就是来堆积我们的城墙的 今天的第一个作战要求 就是不要让这些炮灰接近城墙 打乱对方的部署 所以现在炮兵给我准备开火 参谋长正伦 立刻查看了一下方位和角度 随即就向炮兵们 下达了攻击的命令 昨天107火箭炮发射了一轮 之后就再也没有使用 还有迫击炮也在城内没有使用 士兵们的子弹打空了 也没有使用备用子弹 其实就是在等待今天 昨天下午有系统刷新的子弹 今天上午就没有了 备用子弹要用在这个关键时刻 炮兵们最先开火了 随着正轮下达发射命令 十门107火箭炮和五门迫击炮 同时开火 嗖嗖嗖嗖 咚咚咚咚咚 士兵们发射完了一轮 立刻进行第二轮的装填 许多火球在前进的丧尸群里面炸裂了 李南风那边的计划也算是周密 今天曙光城外没有地雷了 他可以让炮灰丧尸直打曙光城下 昨天晚上的尸体堆被焚烧了很长时间 最高时候接近10米的尸体堆 已经下降到了3米左右 他急需将这几个尸体堆再次堆积起来 但是炮兵的猛烈轰炸 打乱了李南风的布置 开始两轮轰炸 李南风还没看在眼里 因为从炮弹火箭弹发射的密集程度来看 曙光军这种武器也不是很多 这么一个不算太大的人类基地 又能够有多少弹药储备呢 可是那边发射第三轮 第四轮还没有停止的迹象时候 李南风有些难受了 该死 这曙光军为什么有这么多炮弹 他们打劫了军火库吗 连续几轮的密集轰炸 已经让第一波丧尸群损失不小 可是现在撤回来更是不行 李南风只能让丧尸们继续前进 曙光城内 开始不断地有火箭炮和迫击炮升星了 这种密集轰炸升星的速度很快 炮弹发射出去都不需要太瞄准 一炸就是一片 几轮过后几乎全部升级到了一星 无星的107有24发炮弹 一星之后立刻提升到了36发 石门炮就凭空多出了360发炮弹 总指挥已经嘱咐不用吝啬炮弹 炮兵们将这个指令发挥到了极致 一遍遍的火炮离地 将南门外化成一片火海 这三万炮灰 丧尸能够顺利走出炮兵轰炸范围的 只有寥寥几千只而已 而这么一点 丧尸来进攻城墙就很可笑了 曙光军们在城墙上面几轮骑射 剩余的丧尸也全部倒下了 甚至连尸体堆都没有能够接近 李南风组织的炮灰队 根本没有达到他想要的效果 就灰飞烟灭了 心中恼怒 李南风干脆再次派出主力部队 五万丧尸已经集结完成 形成了一个无比厚实的攻击群 高级丧尸无数 甚至零星的能够看到 四级变异丧尸的身影 丧尸群以排山倒海的气势 缓慢又坚定地向着曙光城前来 小凡知道 关键的时候来了 这一波虽然看着只有五万 但是其中高级丧尸太多 比起昨天的十万丧尸还要难打 知道这一波不好打 曙光军的战士们也是一脸的凝重 在城墙上面等待 参谋长正伦正在驯化 所有人注意 不要吝啬子弹 对方的数量太多 所有的机枪部队 暂时不要追求射击的精度 最重要的就是要压制 现在是上午九点钟 大家也刚刚吃过饭 可能一直到今天晚上 我们都没有吃饭的时间了 总指挥给我们的第一个要求 就是这五万 无论如何要扛下来 说话的时间并没有太多 丧尸群已经开始前进 这一次 丧尸群的站位比较分散 丧尸和丧尸之间 都拉开了一定的距离 如此一来 炮兵的密集轰炸效果 就会大打折扣了 看到这里 萧凡叹息一声 吃一欠掌一掷 丧尸也是越打越聪明了 这一次 就不能依靠炮兵了 炮弹打出去性价比太低 还是要依靠城墙守军了 激烈的战斗 在上午九点半的时候打响了 从九点半到十二点半 这三个小时 是战斗最为激烈的三个小时 曙光军每个人的枪管都要打红了 但要像一箱一箱的 往城墙上面抬 对方的高级丧尸 不惧生死 发起了最为猛烈的冲锋 多次给曙光军的城墙上面 制造险情 甚至有一次 一头巨熊丧尸都爬上了城墙 四个防空步兵一起发射了单兵导弹 才算将巨熊从城墙上面轰了下去 城墙下面密密麻麻的高级丧尸云集 那些铁甲就好像一个个又臭又硬 硬抗着弹雨前进 爬上尸体堆就疯狂地投掷 萧凡已经将军犬队扩大到了一百支 这个过程之中还不断地出现阵亡 伤兵不断地被抬下去 简单地包扎后再次上战场 一旦有士兵阵亡 军营里面就有新的士兵出现补充 这是一场激烈的消耗战 萧凡的钱也在这个过程之中 不断地被消耗掉 一直到了十二点的时候 才算萧凡一方反攻地开始 中午十二点 所有人的状态和武器全部刷新 发烫的枪管不烫了 子弹不满 受伤恢复 被押着打了两个半小时的曙光军 重新焕发了活力 一波狂暴的反击开始 所有的机枪同一时间开始咆哮 将快要登上城墙的丧尸 完全压制了下去 后面亲自指挥战斗的李南风 看得心头低血 这曙光军太TM顽强了 不过李南风的一个目的达到了 目前曙光南城下战事激烈 曙光军分身乏术 他派出的另外两万丧尸 就要悄悄地接近东城之下了 第135章 中秋节快乐 东城门外 地雷阵剧烈的爆炸响起后 萧凡脸上终于露出了笑容 东门外潜伏的两万丧尸 他早就通过雷达屏幕看到了 只是不动声色 假装不知 那丧尸头子 估计还以为他成功地瞒过了自己一方 殊不知 那边的地雷阵 早就给他准备好了 根据萧凡的分析 丧尸头子以前 应该是一个有点军事知识的半瓶水 起码还知道升东击西 但是却不知道将计就计 弱大一个40多万的丧尸群 被他愚蠢地指挥弄得七零八落 现在只剩于15万左右了 最终的战斗 还是要回到南门战场上来 萧凡坚信 只要他能够撑过今天 胜利就会属于蜀光君 东门外一场失败的偷袭 让李南风很是灰心丧气 他似乎耗尽了所有攻城的热情 甚至将东门南门外残余的丧尸 都收拢了回去 看着丧尸撤军 似乎掩气息鼓放弃了的模样 蜀光城内传来了一阵阵的欢呼声 虽然还没有取得最后的胜利 但是暂时看起来 他们是胜利了的 只有萧凡没有跟随大家一起庆祝 虽然他看上去 也是面带笑容 现在丧尸的收缩 真正的战斗可能就会在夜间进行了 丧尸首领也意识到了 白天战斗 蜀光君占据了天时地利 丧尸很难占到便宜 但是到了夜晚 一切局势就会扭转过来 今天晚上 可是没有自爆卡车用来攻击尸群了 萧凡并不想将战斗拖到晚上 于是他派出了直升机 想要吸引丧尸继续进攻 但是丧尸并不为所动 就算直升机在天空对着丧尸群开火 丧尸也不会过来 这么大范围的丧尸群 想要找到首领也做不到 如果飞得低一点 那些铁甲甚至会抓起石头 投掷向飞机 铁甲的力气大得出奇 直接将石头抛上百米高空 飞机也不敢飞得太低 直升机扫射了一阵 干掉了一百来头丧尸后 就不得不撤了回来 在空军形成规模之前 还无法给丧尸造成什么致命的伤害 无奈之下 萧凡也只好耐心等待 如果丧尸今天晚上进攻 那么今晚的战斗 就将是决定胜负的一夜了 新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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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夕阳西下 曙光城内点点炊烟升起 一些饭菜的香气在城内弥漫 晚上的伙食是便宜瘦肉炖豆腐 配上百米饭 每个战士都吃得非常的香 吃晚饭的过程之中 萧凡来到了内城区 从内城区的正门处 他开始建设围墙 将街道两边的路口 通往各个军事建筑物的门口 都给暂时封堵住 他将内城区的街道 隔离出了一大片 足以容纳数千人 从内城区的正门进来 就会进入这片隔离区 但是却无法看到 内城区的其他景物 这片区域是萧凡以防万一准备的 如果外城区实在坚守不住的话 那么他就可以随时 将居民们撤离到这里来当然 如果不是万不得已 他是不会走这一步的 兵工厂还在加班加点的生产弹药 今天下午刷新的弹药 又用了进办 可是战斗还是要继续的 抬头看了看天色 此刻已经是黑了下来 可丧尸偏偏还没有行动 这让萧凡有些心急 今天已经是8月14 明天就是中秋节了 他能够带给居民们 一个快乐的中秋节吗 萧凡握了握拳头 一定能行 心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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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曙光城外 李南风阴沉着 连看着黑暗中的曙光城 他的麾下 所有的丧尸大军 都已经集结完毕 整整15万 虽然只有15万了 但是这15万丧尸 可都是精锐了 经过这么长时间的熬战 活下来的丧尸 几乎都吞噬了大量的同伴尸体 已经有很多丧尸进化了 现在这15万丧尸之中 普通丧尸的数量只有7万 其中一级变异体3万多 二级变异体2万多 三级变异体大约1万左右 和来的时候相比并没有减少 麾下的巨熊丧尸还有8头 铁士者还有12头 吸取了之前失败的教训 这一次李南风也会搞什么 声东击西 循序渐进了 他要直接横推 十万五丧尸排成队 前面的死了 后面的救上 不给曙光君任何的喘息机会 一定要一鼓作气拿下城池 而且他还不会现在立刻就进攻 他还在等待 现在也才晚上8点多 还不到时候 他在等待午夜来临 因为那个时候最为黑暗 人类的视野几乎看不到任何的东西 但是对于丧尸来说 黑天白天并没有什么区别 而且凌晨的时候 是人类最为困乏的时候 那个时候进攻 也能够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李南风非常的有耐心 现在他不怕耗着 很快人类那边就要耗不起了 时间就在双方的克制下一分一秒的过去 时间渐渐的接近了12点 当12点来临的时候 肖凡拿起了望远镜 丧失群动了 肖凡立刻通知新小敌 用广播通知所有居民 立刻起床在家里待命 今天晚上情况可能会有变化 新小敌那边的广播站立刻开工 这次不是用广播通知云州人 而是直接用基地的大喇叭通知曙光城的居民 所有人注意 所有人注意 立刻起床穿好衣服 在家中等待命令和通知 肖凡首领提示 今天晚上情况可能会有变化 为了您的安全 不要抱有任何的侥幸心理 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 肖凡首领委托我转达给大家 中秋节快乐 大喇叭在基地内响起 其实很多人也根本没有入眠 丧失就在城外 心大到呼呼大睡的人也没有几个 听到喇叭声 人们纷纷起床 有些忐忑地等候在家中 直到听到最后一句 他们才猛地意识到 原来中秋了呀团圆的节日 也一定要平平安安地过 居民们很多人 以前并不是一家人 他们之中有学生 有农民 有工人 有各行各业的人 但是这一刻 他们都是一家人 大家彼此到着节日快乐 相互鼓励 彼此给予对方温暖 一切过这个不一样的中秋 城外 风烟再起 第136章 深夜 最后的大决战 丧尸们沉重的脚步踩塌大地 只闻其声 不见其人 今天无星无月 战斗对曙光军非常的不利 少楼之上 探照灯已经打开 但是寥寥的几束光 对于大局作用并不大 肖凡打开雷达屏幕 能够看到大片的红色光点 缓缓靠近 所有的炮兵将炮弹全部给我打出去 打没了就用备用 备用的也全部打光 不必有任何的保留了 打光之后就撤回内城区 曙光城内 新一轮的火炮离地开始了 轰隆隆的炮声开始响彻云霄 城外一团团的火光冲天而起 不时的有丧尸被打得粉身碎骨 但是这丝毫不能影响丧尸的前进脚步 几千枚的火箭弹和炮弹 在半个小时内倾泻一空 城外又有两万左右的丧尸 死在了炮火之中 但是他们依旧还是来到了曙光城下 黑暗之中 李南风似乎已经看到 曙光城即将被攻克的画面了 城内火箭炮已经撤走 但是还有五门迫击炮留在了这里 已经打光了所有云爆弹的他们 现在又开始装填一种新的炮弹 放 咚咚咚咚咚 五门迫击炮连续开火 一道白光冲天起 扶摇直上 升空大约200米左右之后 炮弹在空中爆开 轰轰轰 好像一个个小太阳 在天空之中爆裂 照明弹 这一幕惊呆了城外的李南风 却让黑暗之中抓瞎的曙光军 士气大振 海击炮本来本来每天就携带云爆弹和照明灯 现在这照明灯终于派上了用场 为了等待这个黑夜 萧凡甚至专门生产了一批照明弹 有了光 曙光军的战士就不再是瞎子了 手里的枪再次喷发出明亮的火蛇 化作点点流光 打向了城外蜂拥而至的丧尸群 一道道血柱冲天起 丧尸开始大量的伤亡 妈的 花样还真的 不过没用的 在绝对实力面前 你这些东西都是一些微末伎俩 萧凡 今天就是你的死期 李南风在后面咆哮着 指挥前面的丧尸 前赴后继的开始冲锋 曙光军这边也是拼了 三个战斗连加上城外连 还有警卫排配合 每次两个连上城墙防御 两个连狱被替换 医疗队就在城墙下面摆放了大量的床位 有伤员过来就可以紧急的治疗 这几天来 医疗队这里已经治疗了超过三百名战士 大大的减少了曙光军的伤亡 西门东门的北门的机枪 已经全部拆卸了过来 现在每个哨楼都至少有两挺机枪 甚至很多机枪 干脆就架设在城墙夺口处 包括那些四连高射机枪 也全部开上了城墙 他们的任何只有一个 那就是狙击高级丧尸 尤其巨熊 战斗从一开始就进入了白热化 丧尸们好像疯了一样的冲击城墙 很快就在城墙下面 形成了高高的尸体堆 一头头铁甲和敏捷丧尸疯狂上涌 尸体堆任凭曙光军 怎么燃烧和投掷炸弹都无法降低 曙光军的战车经过修整 再次从西门冲了出去 开始偷袭丧尸的后路 但是这会儿 四连高射机枪上了城墙 战车总数只有十辆 已经无法对丧尸大军 造成什么大的困扰了 虽然他们也不停地游走 并且消灭丧尸 可是消灭的数量 并不足以影响到城墙这边的局势 水门那边 已经达到了一星的小八 再次从河里出现 挥舞触角 不断地袭击到来的高级丧尸 这个倒是不用消反指挥 三级以下的丧尸他 根本都不吃了 即使偶尔吃到一个 也会立刻吐出去 味道实在是不怎么行 小八的作用不小 但是对于这里海量的丧尸来说 他一条巨型章鱼的力量 也不足以改变战局 真正可靠的 还得是曙光军的全体战士们 军犬队在城墙上 反复游走搏杀 他们虽然没有远程的能力 但是那些冲上城墙的 敏捷丧尸或者舔尸者 还是要由他们来对付的 双方都有伤亡 虽然曙光军这边的伤亡 远远低于丧尸 可是奈何丧尸的数量太多 战斗的天平 似乎在一点点的 向丧尸一边倾斜了 城下的尸体堆 已经堆积的超过了11米 每一次有铁甲和巨熊冲上来 都会将一些其他丧尸投掷过来 这个时候就会迎上去 利用火箭弹的巨大冲击力 将巨熊丧尸打下城墙 如此激烈的战斗 也导致丧尸数量的锐减 2万 3万 5万 7万 李南风的15万丧尸大军 在两个小时的战斗过后 再次减半 目前丧尸的总数 已经不足8万 而城墙上的蜀光军 似乎还有那么多 就连地面上的子弹壳 都已经堆积了厚厚一层 可是人数却没有减少 这也让李南风的进攻决心 有了一些动摇 这蜀光军 怎么一直打都不见减少的 可是这会儿弹撤军 已经是不可能的了 他也只有硬着头皮咬着牙 让丧尸们继续进攻 其实他不知道 萧凡这边 也几乎是强弩之末了 这边连弓兵牌都开始上阵 可想而知 战斗紧张到了什么程度 就在刚刚 一波险情到来 还是一伙外国大兵过来支援 才看看度过 那是萧凡的外籍士兵军团 这会儿也从地道来到了蜀光城 加入到了守城战之中来 耳边枪声震耳欲聋 萧凡默默地看着战场 预估形势变化 总指挥 距离宁55公里处 刷新了一个补给箱 萧凡听到这里 其实并没有以为 一个补给箱 能够给自己带来什么大的改变 但是有补给箱还是要拿的 他立刻让沈瑞辉 坐着直升机去拿补给箱 直升机离开之后 萧凡看到 城墙下面的尸体堆 已经堆积的超过了12米 别说巨熊了 就是铁甲丧尸 都能够攀爬上来了 通知所有居民后撤 战士们五分钟之后后撤 所有人全部撤入内城区 依托第二道城墙作战 将汽油给我往下浇 狠狠地浇 燃烧起一场大火 为撤退做掩护 随着萧凡下令 所有已经准备好的居民 全部在曙光军的指引下 顺着内城区的城门 进入了内城 也就是萧凡提前准备好的 一片安置点 居民撤退之后 曙光城下大火腾空而起 炽热的火焰 在汽油的加持下 几乎成为了一片火海 就算是丧尸 也很难在这种情况下 冲上城墙 而曙光军全体人员 则是沿着东西城墙 迅速地后撤到了 内城区的第二道城墙之上 南城墙被放弃了 外城区也被放弃了 等到大火燃尽 李南风的丧尸群 终于顺着尸体堆 爬上了曙光城的城墙 李南风还没等兴奋 一个致命的打击就到来了 竟然还有第二道城墙 要知道 为了堆积这第一道城墙 李南风这边 付出了多么巨大的代价 现在他的尸群总数 满打满算 也就只有六万了 这点丧尸 能够攻克第二道城墙吗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人类太TM卑鄙无耻了 李南风的目光呆滞 看了好一会儿第二道城墙 最后目光落在了 一直拖着他的巨熊丧尸 如旺的身上 这头巨熊 高度已经接近三米五了 几乎是巨熊的巅峰了 李南风难难地开口了 卢老大 最后时刻 恐怕还是要靠你了 工程站接近尾声 最后时刻来临 感谢大家给予的评分 祝中秋快乐 家群家群 151858250 明天继续爆发 第137章 巨炮 李南风看着内城的城墙 就知道 他已经没有力量将其拿下了 唯一的办法 就是培养出一个超级丧尸来 看看能不能一举摧毁蜀光军的防御 因为经过几天的敖战 他也看出了一些门道 蜀光军这里 没什么重型的武器 对付巨熊已经非常吃力 是不是就能一举打破城防 李南风带领丧尸后撤了一点 回到了南门外的原野上 距离蜀光军远一点 免得培养丧尸的过程被打断 回到南门外 除了留下一道必须的尸体堆之外 其余所有的丧尸都只有一个任务 那就是进尸 蜀光军撤得快 这里的尸体堆还在 整个南门之外 到处都是死去的丧尸 数量接近十万十万丧尸 给六万丧尸吃 几乎每一只都可以进化 刹那间 南门外全是让人毛骨悚然的啃噬声音 李南风也不担心蜀光军出来捣乱 事实上 他还巴不得蜀光军这时候出城来 那正好被他一举消灭 萧凡也确实没有出去 蜀光军这会儿也几乎是战斗到极限了 李南风选择半夜进攻 如果换做一半的部队 这会儿全都累趴下了 也就是他的部队还能坚持 但是所有人现在也都是人困马伐 子弹也所剩无几 战士们几乎人人带伤 要是依托城墙还能作战 要是继续去南城墙 那几乎就是送死了 所以李南风的吞噬计划进行得非常顺利 南门外 一只只丧尸不停地在进化 普通的进化成一级 一级进化成二级 二级就会进化成铁甲或者敏捷 而这些新生的铁甲和敏捷 立刻就会被其他的铁甲敏捷吞噬掉 李南风再通过这种方式来催生出巨熊和铁士者 一旦有巨熊或者铁士者诞生 他们就会来到卢旺的身边 卢旺这头大型巨熊立刻就会挥舞拳头 一下砸碎他们的脑袋 将里面的金盒连通脑浆一口吞噬下去 然后吃身体 卢旺这位好像有无限大一样 连续吞噬了两头巨熊和四头铁士者 依然还能够吃得下去 这个过程之中 他的身体更是开始一点一点的膨胀 已经到达了巨熊丧尸的极限 2米5到3米5这个高度 就是巨熊丧尸的范围 现在卢旺已经无限地临近3米5 看着比其他的巨熊足足大了两圈 而且身体不停的骨胀 已经到了净化的边缘 城内的萧凡并非不知道这样的情况 可是他现在真的没有什么好办法 曙光君现在不能出城作战 出城也未必能够杀死这个大家伙 让小巴上呢 萧凡摇摇头 这里不止一只丧尸 虽然丧尸们还在不断地吞噬 但是总数也有差不多5万 小巴过去太危险了 实在不行的话 萧凡甚至想准备一只赶死队 全身带满炸药 看看能不能和这只丧尸同归于尽吗 就在萧凡紧急地思索对策的时候 天空之中亮着灯光的直升机回来了 飞机落地 沈瑞辉抱着一个木头箱子 快速地跑到了萧凡的身边 总指挥补给箱拿回来了 好 萧凡接过补给箱 立即打开 恭喜总指挥获得境外防御性武器 巨炮 巨炮为防御性武器 无法移动 自带操作人员5人 口径400毫米 可以调整炮口 做180度范围的射击 最大射程30公里 自带炮弹两发 每日刷新 不可升级 请总指挥确认安放地点 听到安妮的提示声音 萧凡冷了一下 随后就是狂喜 竟然是巨炮 红井游戏里面 每个国家都有它的特殊科技 比如自爆卡车 就是一个国家的特殊科技 而有一个国家的特殊科技 就是巨炮 巨炮有着普通大炮 无法比拟的射程和杀伤力 唯一的缺点就是 无法移动 不然绝对会成为陆战霸主 所以系统才会萧凡 寻找一个安放地点 萧凡想了想 立刻来到了 内城区的中心位置 这里萧凡原本打算 摆放一个标志性建筑 比如花坛了 拱门了 雕塑一类的东西 用于美观的 但是现在想来 那些东西是用不上了 干脆就放置巨炮算了 询问了一下系统 萧凡立刻建造了一个炮台 炮台就是用高级围墙建立的 因为高级围墙五米宽 萧凡也就建设 五米长的九处围墙 全部聚集在一起后 就形成了一个 长宽都是15米的高台 萧凡从铁梯子爬上去 来到了高台顶部 点击系统里面 闪亮的巨炮图标 然后安放 一个高度超过五米 庞大的大炮出现了 炮台的下方 有着滑动的铁轨 可以减缓巨炮的后座力 炮筒长度超过了15米 口径为400毫米 也就是40公分 炮身除了炮筒之外 还有一个圆弧形的操作室 也就是一个金属房间 进入房间 里面的五名红颈战士 向萧凡敬礼 向总指挥报道 萧凡点点头 他看到了地面上 两发巨大的炮弹 一发炮弹给他的感觉 似乎有上千公斤重 这样的场面 让萧凡想起了 战列舰的舰炮 他非常怀疑 这种巨炮 其实就是从战列舰 上面拆下来的 因为太大 陆地上没有车辆能够搭载 所以只能固定在一个位置 这个问题 萧凡也不想深究气答 重要的是 曙光城有了这一门巨炮之后 就算是有了正常的力气 虽然每天只能够发射两发炮弹 萧凡也觉得足够了 能够让巨炮开火射击的东西太少了 这东西 可以算是威慑性武器了 其威力如何 现在不用考虑 因为眼下 就有一个现成的目标 你们在这个位置 能够射击到南城墙外面原野上 正在变异的丧尸吗 总指挥 这个不敢说一定命中 这巨炮唯一的缺陷 就是精度不足 主要那头丧尸 现在位于尸群之中 可以保证范围打击 但是正面击中的话 成功率大约在50% 如果那丧尸不离开 第二炮的命中率 能够提升到80% 50% 也可以 不是每天都有两发炮弹吗 先来一发试试 嗯 再准备一些汽油 倒在炮台前面 黑暗之中 又是一发照明弹升空 给巨炮指引了方位 炮口咯噔咯噔地缓缓移动 瞄准了黑暗之中 已经在进化过程中的巨型丧尸 第138章 巨炮发威 难门之外 李南风欣喜地看着变异中的卢旺 继续吞噬下 两头巨熊丧尸后 卢旺终于开始了变异 身体极度膨胀了几下后 他全身的关节开始快速生长 身高从3米5 直接攀升到了4米 身体包括手脚在内的所有部分 都开始变得极为粗壮 不是那种臃肿的粗壮 而是肌肉极度发达的粗壮 全身上下 更是覆盖了一层金属色彩 原本皮肤的角质层 再次发生了变异 变得一块块的 就如同盔甲一样的大号鳞片 头上也是覆盖了这种鳞片 脸孔也发生了变化 不再像是巨熊 反而有些像是大猩猩 张开嘴巴 里面锋利的獠牙外露 吼 这头心的丧尸 发出了一声震天的巨吼 一拳锤在大地上 大地立刻出现了一个深坑 李南风仰着头 看着这只原本 根本不该在这个时候出现的丧尸 心中无比激动 现在野外诞生的丧尸 最多也就是高级铁甲 巨熊都很少会进化出来 何况眼前的这只大猩猩丧尸呢 不 它不应该叫做大猩猩 应该叫做金刚 李南风相信 就是坦克来到这头金刚丧尸面前 也会被一拳砸扁 尤其那一身的金属光泽的鳞片 现在估计 消防那边的四连机枪 也只能挠痒痒了吧 那火箭炮什么的 也只能将鳞片打黑了吧 这头丧尸沿着城墙过去 就足以将曙光君那几百人灭掉 李南风心中激动 虽然这一波丧尸的自相残杀 足足损失了接近两万的丧尸 他现在麾下只有四万变异丧尸了 可有了这头金刚 一切就都值得了 卢老大 该到你表演的时候了 李南风强忍心中激动 这会儿 他由另外一头巨熊抱着 给卢旺解放了 除了这头巨熊之外 他麾下还有一头巨熊 和两头铁士者 这是他最后的高端力量了 李南风在后面被巨熊丧尸抱着 欣慰地看着卢旺的身影 然后他的视野里面 出现了一道红光 红光是从黑暗之中的曙光城 发出来的 目标就是这个方向 红光之后是东的一声 因为声音的传播速度较慢 不知为何 李南风本能地感觉到了一股心惊 不好 刚刚说不好 红光就从眼前飞了过去 然后在李南风身后 百米左右爆炸了 轰隆的一声巨响 强烈的冲击波 将抱着李南风的巨熊 都冲了一个跟斗 而在李南风身后 另外一头巨熊 和两头爬行者 则是因为站位的问题 正好被席卷进炮弹的爆炸范围内 当场被炸得血肉横飞 坑都没坑一声 就死去了 身后更是被炸出了一个 可以比你篮球场大小的深坑 这么大的弹坑 李南风还是第一次听说 李南风都快疯了 他做梦没想到 曙光君居然还有这种力气 你有这么厉害的炮 你早放啊 你早放是不是我就跑了 幸好金刚丧尸 只是被波及了一下 没有什么大事 这让李南风尝出了一口气 李南风这时候 心里已经打了退堂鼓了 或许现在逃跑才是正确的 他立刻向全体丧尸 下达了撤退的命令 刚刚他侥幸躲过一劫 如果再来一炮 他可能就死无全尸了 丧尸群开始向后移动 准备离开曙光城了 不过他还有些不甘心 他想要看看 是什么炮威力这么巨大 瞪着一双星红的眼睛 他看向曙光城的方向 黑暗之中 他看到内城区那里 不知什么时候 高高地耸立起了一门大炮 之所以看得这么清晰 是因为他看到这门大炮 前面着火了 他的势力不错 还能看到几个人 在炮台那里不断地扑火 本来已经准备离开的李南风 不由自主地停下了脚步 咦 都给我停下 李南风果断地下达了命令 因为他又看到了机会 这个炮熄火了啊 那他似乎可以不用跑了 本来已经要移动脚步的 金刚丧尸如旺 也停下了脚步 站在了不远处 就在这个时候 那个着火的大炮 第二次开火了 这一次 金刚丧尸的身边 没有其他丧尸干扰视线 孤零零的一个站在那里 红光又来了 哄 剧烈的爆炸 就在卢旺的眼前发生 红光射击的是 如此的精准 竟然正面击中卢旺的上半身 也是因为卢旺的目标太大 站在那里比卡车还要显眼 打他真的不是很难 刚刚进化出来的金属灵甲 在这一刻 脆弱就好像白纸 瞬间四分五裂 漫天血雨之中 那炮弹 竟然还击中了 后方几百米外的地面 一炮下去 就好像导弹落地一样 升起一团巨大的硝烟 地面又被轰炸出了一个 篮球场大小的弹坑 这个范围内的丧尸 被一击灭掉 耗费两万丧尸的代价 刚刚辛苦培养出来的金刚丧尸 就这么灰飞烟灭了 李南风根本无法接受这样的打击 如果他不是变成了丧尸 这会儿 怕是已经心机耿死脑欲血了 脑子里面一片的空白 李南风好半天都没有缓过神来 他只知道自己中计了 如果刚才跑也就跑了 但是曙光君那边 故意搞出一个失火的情况 让他再一次地做出了错误的判断 对方是有预谋的 太狡猾了 这这这 这是谋杀 说出了一句不着四溜的话 李南风也意识到情况不对了 如旺一死 他最大的底牌已经没有了 虽然手下还有四万丧尸 但是却不足以攻克曙光城的第二道城墙 眼下唯一的办法 那就是跑 损失了四十多万手下不要紧 只要给他时间 他完全可以再组织起一支丧尸大军来 他感觉到 自己控制丧尸的极限大约是五十万 下一次 他一定要带着五十万变异丧尸过来 金刚他也可以再培养出来 但是那一切 都是要逃走之后再说了 再也顾不得攻克曙光城这个任务 李南风命令硕果仅存的巨熊 现在就带着自己逃跑 情急之下 他也顾不得控制尸群了 这些炮灰的死活 他也不管了 如此一来 整个尸群不动 就他在逃走 那就非常的显眼了 萧凡通过红外望远镜 第一次清晰地捕捉到了丧尸首领的位置 直升机出动 我要亲自去会会这个丧尸头子 第139章 铁骨铮铮李南风 夜莺直升机出动的时候 天空已经出现了鱼堵白 经过了半夜的敖战 蜀光军终于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虽然城外还有四万丧尸 但是失去了指挥的他们 完全就是一群行尸走肉 现在就只能依照本能行尸 再成为寻找一些同伴的尸体吞噬 已经对蜀光城不能造成威胁了 蜀光军已经开始重新回到南面的城墙 去焚烧下面的尸体堆 同时将南门外的尸群 荡成了炼枪的靶子 蕭凡已经不需要去理会这样的事情了 他乘坐飞机 在空中牢牢地锁定了下面狂奔的一头巨熊 巨熊的怀里 抱着一头单手单脚的丧尸 从那个丧尸看向天空惶恐的眼神里面 蕭凡知道 一切的罪魁祸首就是他了 夜莺虽然是一架运输机 但是也被有两门机关炮的 蕭凡一声令下 机关炮锁定巨熊开火了 巨熊虽然大支 但是跑的速度并不快 机关炮专门打他的腿 很快 巨熊的一条腿被打断 轰隆一声倒在了地上 李南风更是直接被摔了出去 躺在地上无法移动 他想要控制尸群 但是经过这一阵的奔跑 他已经跑的距离尸群很远 暂时是无法将尸群叫到身边来护驾了 夜莺直升机落了下来 落地之前再次开火 将最后一头巨熊干掉了 萧凡从飞机上面下来 单独地面对倒地的李南风 将披风披在身上 萧凡又戴上了自己的白手套 缓缓地来到了李南风面前蹲下 李南风的眼睛微微一亮 他在想着 自己这会儿突然给萧凡一爪子 是不是能够将这个坏家伙给感染了 不过李志告诉他没有那么容易 所以他并没有轻举妄动 反而是瞪着一双血红色的眼睛 死死地盯着萧凡 表示出宁死不屈的态度 萧凡呵呵一笑 好一个丧尸首领 不过我一直非常好奇 我到底是什么地方得罪了你 会让你从燕云千里迢迢的 来到这里追杀我呢 李南风这会儿也豁出去了 他愤怒地道 别装糊涂 当初在阎山镇 我挟持你们大酒店的人质 可是你萧凡根本不在乎 还派你手下的兵来进攻 最后导致我失去了一只手 还变成了 这副人不仁鬼不鬼的样子 这些责任 你萧凡别想推脱 萧凡努力地眨眨眼 才勉强回忆起似乎有这么一回事 但是那事儿 他都是交给手下去办的 他根本没什么印象了 萧凡的态度 无意之间刺伤了李南风脆弱的心灵 自己将萧凡当成生死仇敌 可萧凡居然想不起来自己是谁 这个认知真正地打击到了他 李南风忍不住破口大骂 萧凡 你这个冷血动物 不顾人质的死活 你有什么资格当首领 这个消息如果传出去 看曙光城的人还会不会相信你 看看还会不会有人来投奔曙光城 恐怕你的手下都不会服你 会将你推翻的吧 哈哈 萧凡笑着摇头 怜悯地看向李南风 你说的事情一件都不会发生 有担心我能不能做出首领位置的心情 你还不如担心担心你自己 我有什么好担心的 萧凡你不要威胁我 变成这副样子我早就活够了 你有本事就杀了我 看他我会不会皱一下眉头 萧凡冷笑地看着他 挺有骨气的嘛 不过我估计 你之所以这腰有骨气 是因为你是一只丧尸 现在可能失去了痛绝神经吧 打你你也不怕 杀你你也认了 李南风冷哼一声不说话了 这确实是他的医仗 丧尸不会感觉疼 也就不怕萧凡的折磨了 所以他才什么都不在乎了 没想到萧凡这会儿 对他伸出了一只手 握个手吧 我们也算不打不相识了 能够认识也是缘分 我还挺敬佩你的 毕竟能够让我曙光成险些尸首 你还是第一个 本来已经打算等死的李南风 眼睛一亮 这可是你萧凡自己送上门来的 只要自己和他握手 指甲轻轻的一滑 那薄薄的白手套 肯定起不到什么作用 到时候萧凡就和自己一样 也变成丧尸了 一想到那个结果 李南风就无比的兴奋 立刻伸出手和萧凡握手 萧凡那边一皱眉 动不动礼貌 右手 你 老子TM的没有右手 哦 对不起 萧凡伸出左手和李南风握了一下 李南风立刻用指甲 狠狠地划了一下白手套 哈哈 哈哈 李南风再也压抑不住内心的喜悦 仰天狂笑起来 萧凡啊萧凡 你也有今天 这下你就要感染了 你就要成为丧尸了 你是不是很想活命啊 你可以求我啊 我知道这种情况下 怎么保住性命 不过你可要有个心理准备 因为你同意了 你就要变得和我一样了 哈哈 他在笑 萧凡也在笑 两个人笑着笑着 李南风突然感觉到了一丝不对 咦 什么东西 他低头一看 只见萧凡的右手 正拿着一个针筒 将什么东西注入了自己的体内 你在干嘛 给我打针吗 萧凡将一个针筒的药剂 打了进去一半就停了下来 算是吧 拿你来做一个实验 李南风并不在乎什么实验 他呆呆地看着萧凡的手 那白手套崭新依旧 丝毫没有被划破的迹象 你 你这是什么手套 我怎么没有划破 我刚刚说过了 你并不需要知道这些 你只需要知道 你现在落在了我的手上 那你就要听我的 不然小心我让你生死两难 李南风不懈地撇撇嘴 别做梦了 你有什么本事 就尽管使出来 要杀就杀 如果你不杀我 早晚我会召集大群丧尸过来杀了你 是吗 萧凡没有再和他废话 突然站起身 一只脚猛地踩在了李南风的那只断臂伤口处 大皮靴来回撵动 感觉如何呀 李南风倒吸一口冷气 萧凡 你这是滥用私刑 你这个王八蛋 疼疼疼 快给老子松开 萧凡呵呵一笑 你不是丧尸吗 怎么会疼呢 李南风瞬间就呆住了 对啊 自己是丧尸 早就失去了痛绝神经 怎么会疼呢 他忍不住低头看着自己断臂的伤口 发现被萧凡踩得流血了 而里面流出来的血液 竟然有些变红了 我 我不是丧尸了吗 萧凡没有回答他 狠狠地又踩了一脚 哎呀我操 疼死老子了 又是一脚 萧凡你大爷的 咔嚓又是一脚 错了 错了 凡哥 我错了呀 第140章 胜利之后 看到李南风服了 萧凡冷笑了一声 其实 当他看到李南风的情况之后 他就知道 系统给予自己医疗险的那针药剂 是干嘛的了 原来他还以为 这种药剂没什么用处 因为他不可能那么巧 找到丧尸化50%的人 然后将其救回来 今天看到李南风他才明白 所谓的50%丧尸化 就是这种半人半丧尸的家伙 毫无疑问 这个家伙身上有很多的秘密 值得好好地研究研究 萧凡并没有彻底地 将这针药剂 全部给他打下去 那样对方就会完全变成人 可能就没有什么作用了 保持他的一定刻点 还是必须的 居高临下地看着李南风 萧凡问道 你现在感觉你控制丧尸的能力 还在不在 李南风疼得呲牙咧嘴 感受了一下 好像 好像变弱了 萧凡给他打了一半的药剂 他这会儿的状态 已经更多地偏向人类 变弱是正常的 很好 现在将他带回基地 弄个地牢给他关起来 然后让工程师们慢慢地研究 他知道什么秘密 必须全部交代出来 李南风被抬上了飞机 飞机返回蜀光城 同时被带走的 还有最后一头巨熊的金盒 当萧凡回到蜀光城没有多久 那一头金刚丧尸的金盒 也被送了过来 铁甲丧尸和敏捷丧尸的金盒 可以称为一级金盒 服用可以完成一次突变 巨熊和铁尸者的 就是二级金盒 具体效果如何 还没有试验过 那么 这头金刚的金盒 就可以称之为三级金盒 是萧凡手里唯一的一个 这可能也是全世界目前唯一的一个 如果不是李南风疯狂的卫石 金刚丧尸 绝对不可能在这个时候诞生 将这些金盒收起来 就放在了自己的棺底里面 相信目前还没有人有能力 从自己的棺底拿走东西 蜀光骏在内城区的一个角落 挖出了一个地下室 荡成了临时关押李南风的监狱 没有萧凡的允许 他将会一直地待在这里 并且吐露出 他知道或者不知道的一切秘密 这些事情就交给工程师去研究了 萧凡这边还有很多事情要忙 城外的战斗依旧在不断地进行着 没有了指挥的丧尸 城外的四万丧尸 开始不断地被消灭 战士们甚至已经开着战车出城了 同时外出的还有三个工兵牌 他们要负责尽量地收集一些资金 并且将所有丧尸的尸体焚毁 这些东西留着会产生病毒 还是焚烧了的好 至于那些金盈手势 能够收集回来的真的不是很多 连续的大火也埋了太多东西 一些飞黄金类的烧毁 有的剩下了 也混杂在那些泥土烂肉里面 收集工作难度非常的大 不过这些都是细枝末节了 最重要的是他们胜利了 抓获李南风之后 曙光城的居民 就从消防临时设置的隔离区里面出来了 回到了自己的家中人们 在内城区的时候 看到了那一门让人震撼的巨炮 全都忍不住新潮澎湃 原来内城区还有这样的神器 难怪可以战胜几十万的丧尸 巨炮的作用这时候也就显现了出来 它能够带给人们 无限的安全感和归属感 因为内城区城墙的阻隔 人们在外城区是看不到巨炮的 所以也没有人怀疑过巨炮的来历 甚至人们欢欣鼓舞地 要求给这门巨炮命名 最后还是消防一锤定音 给巨炮命名为曙光正义 射程就是真理 口径就是正义 有着这门大炮在手 曙光城就是正义的一方 中秋节的这一天 整个曙光城都沉浸在一片喜气洋洋之中 广播站那里的广播又开始了 新小敌声音里面的喜悦情绪 整个云州的人都能够感觉得到 这里是曙光城 这里是曙光城 我是新小敌 云州的朋友们 大家中秋快乐 我今天受消防首领委托 非常荣幸地向大家通报一个好消息 曙光城外的45万丧尸群 现在已经全数被我们曙光军歼灭 目前战斗已经进入了收尾阶段 打扫战场的工作已经开始 我们通过实际行动 证明了我们曙光就有这个决心 也有这个能力保卫我们的城市 我们欢迎其他幸存者加入我们 大家一起共同建设美丽的曙光城 没有什么华丽的宣传语 但是这个战绩摆在那里 却比任何的宣传语都有用 当天就有很多人通过广播 表达了加入曙光城的意愿 在这个冰冷的末世 没有什么比一个安全的容身之所 更加重要的了 比如距离曙光城 仅仅几十公里的将军岭基地 立刻表示 他们愿意全员加入曙光城 并且将他们长久以来收集的黄金 全部交给曙光军 相比曙光军 只是收取一点黄金 联盟强行征税 更加的可恶 毕竟现在物资比黄金更加宝贵 而且曙光城允许你加入 联盟拿了你保命的物资走人 还不允许你加入联盟 只是口头承诺保护 这种强盗行为 在广播里面反复地被人抨击 而且将军岭这边 是深知曙光城的战斗力 毕竟这几天激烈的战斗 他们都能够听得到声音 信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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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场的收集工作已经基本完成 其中一些保存比较完整的高级丧尸 成为了小巴的食物 剩余的丧尸尸体被集中焚烧处理 一大堆乌气麻黑的手势 交到了萧凡手里 转换后获得了11万金 这一场战斗下来 萧凡手里的资金都快打空了 之前剩余的25万金 现在只有9万了 不过得到这11万金的注入 他的资金再次恢复到了20万 目前萧凡要做的就是积攒资金 争取快点到达50万 然后晋级团长 经过这一场战斗之后 萧凡也意识到了重火力的重要性 全部都是清醒武器 已经越来越难以应对 逐渐变异的丧尸 何况萧凡现在也知道 联盟那边也一直不安分 正在努力地提升实力 显然是要和自己对抗到底了 不过萧凡明白 曙光城和联盟之间 暂时还不会发生什么实质性的冲突 双方都需要时间提升和壮大自己 就在萧凡准备派兵再次前往青阳县城消灭丧尸 慢慢积累资金的时候 有人却在研究主动给他送上资金 第141章 升级团长 幸存者联盟 娘子军总部 穆家宇靠在松软的沙发上 听着身边刘敏的讲话 现在刘敏已经是娘子军的二号人物 深得穆家宇信任 刘敏在穆家宇身边缓缓开口 穆姐 我们没有必要拘泥于形势 曙光军虽然和联盟走到了对立面 但是最起码不是处于战争状态 萧凡也没有说过要和联盟开战的话 这种时候 我们有便宜就要战 经过这一战之后 萧凡那里不知收获了多少金盒 按照我的估计 不说上千枚 几百枚总是有的 我们不趁着这个时候去交易 恐怕就会被别人抢了先 穆家宇听到这些话 有些犹豫的道 曙光军能够接受我们的交易吗 我们又拿什么去交易 要知道我们的物资也不是很多 我猜曙曙光军会交易的 虽然我们没有多少物资 但是我们娘子军最多的是什么 刘敏提出了反问 穆家宇眼睛一亮 你是说女人 可是她随后又到 但是联盟早就得到了消息 萧凡不尽女色 这一条恐怕未必能够打动她 刘敏忍不住翻了一下白眼 穆姐 我说的可不是女人 而是女人带的首饰 据我所知 咱们这里的女人们 逃亡的时候 很多人都带走了她心爱的首饰 只要将这些首饰收集过来 就可以拿去曙光军交易了 萧凡那边不是一直用这些东西交易的吗 听到这里 穆家宇明显的心动了 但还是有些不放心 那要不要和北风军那边联系一下 毕竟联盟还是以他们为主的 穆姐家 你想想 现在联盟和曙光军彼此看不顺眼 宋主席能够拉下这个脸来交易吗 你去了不但得不到同意 说不定他还要训斥你几句 要我看呀 我们如果不行动 战神军那边肯定是要行动了 他们也急需经合来培养突变者的 这样下去要不了多久 说不定战神军那边就会成为联盟第一了 穆家宇有些不幸的道 战神军那边真的会这样做吗 穆姐你不幸可以去打听打听吗 要知道 那些人一直狼子野心的 想要成为联盟第一 这种机会怎么可能错过 穆家宇派人出去打听了一下 果然得到了消息 战神军那边正在到处收集金银 这回穆家宇不犹豫了 立刻委托刘敏 收集娘子军的所有首饰 去和曙光军来一场交易 交易的比例 大概就是一千克黄金 换取一枚金盒 他们不知道曙光军有多少金盒 估计有个上千枚就最多了 这交易能不能成还不好说 刘敏接受了任务 很快收集了首饰 出发前往曙光城了 而几乎和他同一天 战神军的雕远 也携带了一大批的首饰 往曙光城而去 新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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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萧凡这里 如今别的不多 就是金盒多 这一场工程站下来 前后击杀的三级丧尸 至少在一万五以上 去掉那些被吞噬的 被自爆卡车摧毁的 以及在战争之中毁坏的之外 手里的金盒数量也有 接近六千 所以对于联盟的战神军 和娘子军两家提出的交易请求 萧凡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一枚金盒就是一千斤 这个交易必须要做 两次交易分别很快达成 战神军这边 获得了三百五十枚金盒 娘子军这边 获得了五百枚金盒 而萧凡则是通过交易 先后获得了八十五万斤 双方都是满载而归 战神军和娘子军 也都满意地离开了 战神军的后战认为 经过这次交易 则是坚定的北风军支持者 他的实力提升 却不会对北风军 造成什么大的影响 不去管联盟之间的明争暗斗 萧凡送走了两个来访者之后 他手里的资金 已经达到了一百零五万 有了这笔巨款 萧凡立刻愁愁满志地 选择了升级 营长升级团长 需要三个条件 分别是建筑物全部完成 兵力达到七百上限 还有就是资金五十万 现在三个条件都够了 萧凡立刻升级 三个升级条件满足 确定晋级团长 扣除资金五十万 晋级完成 请总指挥为团队定员 萧凡立刻就给团定员 这个问题在他的心里考虑很久了 首先三个营就要两千一百人 另外还要有工兵连 陈卫连 警卫连 吹士连 医疗连队 这些的人数就大约需要三千了 萧凡还要有一支装甲部队 这个部队的人数不会太多 但是二百人左右还是需要的 炮兵部队 大约也需要二百人 成为团长之后 和营长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要有空军了 这个空军部队萧凡 目前不知道需要多少人 但是估计三五百人应该要有的 再加上一些其他的辅助兵种 总人数四千应该是需要的 一个团四千人 确定一个团四千人定员完毕 总指挥升级旅长条件 要求完成所有建筑物的建设 部队满边需要资金三百万 随着系统提示传来 萧凡正式升级完成 曙光军也从一个营级单位 变成了一个团级单位 萧凡也从营长变成了团长 系统内团长的礼包已经出现了 萧凡将其打开 里面多出了几样东西 团长的军装 经过红颈科技改装的军装 拥有出色的防御力 可以抵御狙击枪和重击枪的射击 冬暖夏凉 团长的配枪 总指挥的榴弹枪 根据国产榴弹枪改装而来 全长三十毫米 枪支带弹三十发 并且配备两枚榴弹 使得轻型武器拥有了重火力 这枪无法批量生产 为总指挥专属 团长的配车 东风铁甲 权重二 五吨 全车采用钢结构设计 拥有出色的防弹效果 车辆配备23毫米炼式机关炮 可以用作火力突击 最大载远九人 最大时速180公里每小时 住 鉴于上次改装的防震床 总指挥使用的不多 这次改装了大型防震床 可容纳三人 除了这三样之外 医疗箱并没有提升 看来随着萧凡级别的不断提升 他的主要作用 已经不侧重于医疗了 萧凡脱下了营长的制服 换上了团长的军装 一身冷色调的深绿色军装 精密的做工和笔挺的造型 衬托的萧凡凭空多了一番气度 站在那里 高级军官的气息扑面而来 看着镜子里面英俊的自己 萧凡真是有些担心 自己这样一出门 会有多少女孩子扑上来啊 昨天为中秋加羹 今天为平分加羹 平分继续提升继续加 第142章 重装入伍 腰间的冲锋手枪也不见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把 30公分长的大型手枪 和其他枪支不同的是 这支手枪有两个枪筒 上面的枪筒是发射子弹的 下面的则是发射枪榴弹的 枪支里面带有一枚长度 约25公分的枪榴弹 枪套里面还有一发备用的 手枪别在了腰间 萧凡看了一眼官邸外面的草坪 那里停放着一辆新车 东风铁甲 整体比萧龙要大一点 而且也要高一点 尤其车辆上携带的 不再是高射机枪 而是一门机关炮 23毫米的口径 比四连机枪还要强悍许多 这辆车开出去 完全可以用放风筝的方式 将巨熊丧尸活活虐死 不过升级为团长 这些东西并不是重点 重要要看自己的新建筑和新科技 首先打开了建筑页面 这里果然多出了两项新的建筑物 飞机场 造价30万斤 军需仓库 造价10万斤 30万斤的建筑物 是目前消凡这里 所有建筑物之中最贵的 也可以理解 一个飞机场需要塔台 需要巨大的空间和跑道 就算不需要航站楼 一个大厅总是需要的 而且还需要机库 到时候停放飞机所用30万斤 虽然很贵 萧凡还是毫不犹豫的点选建设 除了飞机场 还解锁了一个军需仓库 这个建筑物萧凡之道 和兵工厂的性质差不多 只不过兵工厂是生产武器弹药的 这里是生产其他军用物资的 建设飞机场 需要30个小时 点选完飞机场的建设后 萧凡询问安妮 你说的团长之后 可以确定金河用途 要怎么用 请总指挥完成建筑物的建设 下一次建筑物解锁之中会有 萧凡点点头 倒也不急于一时 主建筑看过了 防御建筑这里 也有了一个新的建筑物 前卫三房空岛 弹发射井 造价1万斤 拥有8枚前卫三房空岛 弹 弹长2 1米 弹重23公斤 速度750米 秒 最大射程15000米 最大作战高度5000米 激光质岛 不可升级 萧凡一看这防空岛 弹 第一时间想起的是 游戏里的爱国者飞弹 当然 游戏里面的岛 弹是无限的 这个就不同了 每天8枚防空岛 弹 在现阶段 防空步兵 其实暂时都已经够用 因为萧凡 现在除了在燕云的机场基地 看过一架直升机 还没看过其他势力出现过飞机 不过凡是未雨绸缪 萧凡还是建造了一座岛 弹发射井 士兵页面并没有什么变化 有变化的是战车页面 多出了两种新的战车 96是122毫米 牵引榴弹炮 造价8000斤 自带一辆东风猛式牵引车 自带炮兵4人 全重3200公斤 最大射程15公里 无星状态 自带30发炮弹 96是轻型坦克 造价1万斤 自带成员3人 车辆拥有125毫米滑塘炮 可发射穿甲弹和云爆弹 无星状态 自带炮弹40发 自带12 7毫米高射击枪 自带自动装填机 和车载雷达通讯系统 最大时速50公里 最大行程500公里 看到这两种车辆 消防很是激动 榴弹炮和坦克 早有这两种火力的话 曙光城的保卫战 早就结束了 不过现在也不晚 未来它的敌人还有很多 装甲部队和炮兵 还有很大的用武之地 现在唯一的问题就是 手里资金不够多 建设完了飞机场和防空导弹 只有24万了 而且他还打算给造飞机 炮兵和坦克 暂时没有规模大批量生产 但是消防还是花费了10万斤 造了10台牵引榴弹炮 和两辆96式坦克 榴弹炮8000 石台8万 坦克1万 两台2万 正好10万 消防正准备派遣三个战斗连 去青阳青角丧尸 这些榴弹炮和坦克 正好生产完毕 随军出发 等待了一会儿 导弹发射井建设完成 消防将其放在了 自己的关底后面 发射井位于地下 和基地的雷达战连接 一旦雷达战发现空中目标入侵 发射井就会打开 里面有八枚利箭一般的导弹直指天空 随时可以消灭入侵的飞机防空岛 弹的建立 配合曙光正义大炮 标志曙光城的防御 再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在如今这个世代 差不多可以用固若金汤来形容了 要耐心地等待了几个小时后 炮兵和坦克全部入列 就在战车工厂里面 萧凡亲自来到了战车工厂 和新入列的部队见面了 看到十台一字排开的榴弹炮 萧凡心中一阵激动 这玩意每天都自带三十发炮弹 有了他们的入列 清理丧尸的活动进程将会大幅度的加快 还有那两台坦克 厚重的装甲 高挺的炮筒 哗啦呼啦的金属履带 还有上面的高射机枪 这东西完全就是为了战争而生的 等到钱多了 萧凡一定要造一个装甲部队 几十辆的坦克必须要有 新的部队入伍后 萧凡麾下的军队也超过了七百大关 正是向团级行列迈进了 手里资金虽然不太充裕 但是萧凡依旧咬着牙 花费了三万多金 将外籍军团的部队 补充到了一个满边的连队 他是营长的时候 外籍军团最大规模式排 现在是团长了 外籍军团就可以扩充到连了 毕竟一个排只有三十人 在云州这块地方还不成规模 也没有什么发言权 但是连就不一样了 一百四十人的部队 完全有资格说话的声音大一点了 不过连队没有配备坦克和榴弹炮 只是配备了步兵战车和装甲车 现在这样的装备也是够用了 约翰身为外籍军团的连长 然后带着他的部队出发了 他们肩负了一些特殊的任务 很多萧凡想干 但是不能去干的事情 都由这支部队负责 这样就算出了事 也不会有损萧凡的光辉形象 一切的黑锅都由这群老外来背了 称之为黑锅连 应该是不过分的 这也没办法 萧凡作为总指挥 作为蜀光城的首领 一个正面形象必须要保持 这对城市的发展是很有好处的 黑锅连离开后 萧凡并没有立刻动身前往青阳 今天基地这边的军需官陈渊渡告诉他 明天上午 将军领那边的一千多人将会投奔蜀光城 希望萧凡接见一下 目前蜀光城的居民接近两千 如果将军领的人过来 那总人数就会超过三千 蜀光城也不会那么冷冷清清了 而且将军领的人还带来了一些资金 估计不会太多 但是萧凡还是有露面的必要 最起码让来投奔的人感觉到温暖 这也是一个新闻素材 正好可以在广播站播出 这时候 萧凡也认识到 想要当好一个首领 绝对不是只有报兵打仗那么简单了 算了 还是等到飞机场建设出来之后 再出去倾脚丧尸吧 萧凡耐心地在官邸留了下来 并且安排了一些接见的事宜 既然要见面 那就搞得隆重一点吧 也让将军领那边过来的人 感受到曙光城的诚意和实力 以后也好死心塌地地留在这里 萧凡是不担心什么心怀叵测的人混进来的 城内每天都有巡逻队 谁有什么坏心思 自己的三星军权可不是摆设 一直到了第二天上午十点左右 将军领的人到了 第143章 张振华 将军领的首领名叫张振华 是一个三十多岁的汉子 末世之前 他也不是简单的人物 而是云州市商业银行的行长 末世爆发之后 他带领了一些银行员工 逃离了商业银行 在附近徘徊一段时间 实在等不到救援的情况下 他来到了将军领这里 建立起了生存基地 他的将军领 这里有1300多人 在云州的幸存者势力里面 根本排不上号 被联盟征税之后 张振华心中非常的不满 可是奈何实力不如人 他不满也只能忍耐着 他也不知道 这样的忍耐要到什么时候 有时候他甚至悲观地想 可能将军领基地 很难撑过这个冬天 直到蜀光城的出现 蜀光城这段时间 在云州的广播里面 讨论度是处于一个 刷屏的状态的 加入联盟 收人入城 并且需要其他人 都不要的黄金 后来又和联盟决裂 双方分道扬镳 在整个云州 还没有人敢于这样做 将军领和蜀光城很近 张振华几次想过 是不是要加入蜀光城 但是他以前好歹 也算是一个小领导 也是有着自己的矜持的 他觉得应该再等等看 看蜀光城 是不是能够表现出 相应的实力 值得自己去投靠 直到这次丧尸围城之后 张振华终于下定了 这个决心 加入蜀光城 幸存者集体迁徙 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这一千多人脱家带口的 需要带的东西也很多 幸好最近一段时间以来 蜀光城每天南征北战的 附近的丧尸都少了很多 这一路来到蜀光城 并没有遇到什么危险 当蜀光城出现在面前的时候 张振华一行人呆住了 一直听说蜀光城的城房 如何如何 被深深的震撼了 本来以为会看到 战后的满目窗移 可是现在根本没有那种迹象 除了有些城墙处 有些焦黑 除了南门外有几个大坑之外 看不出这里经过了 一场激烈的血战 战后的战场 都已经被打扫干净了 尤其当张振华远远地 看到城内那门大炮的时候 他甚至觉得有些眩晕 这应该就是传说中的 蜀光正义大炮了吧 这两天广播里面有听到 这一刻 张振华非常地怀疑 蜀光城是不是有着官方的背景 不然 这个巨大的城池 是怎么建立起来的 那明显应该是军舰上的大炮 是怎么拆卸运到这里来的 难道这浩元河 还能通军舰了不成张振华这会儿 也是非常的犹豫 要不要将那个秘密告诉萧凡呢 没等他做出决定 蜀光城的城门大开 哗啦呼啦 一辆坦克开了出来 军绿的车身 漆黑的炮筒 这头金属怪兽一出现 将军领众人仅有的一点傲气 彻底飞了 年轻的军官从坦克上面跳了下来 对城外有些忐忑不安的张振华一行人道 我是总指挥麾下的预备连长沈瑞辉 奉命来这里检查一下 各位如果携带了什么武器之类的东西 还请现在上交上来 毕竟加入蜀光城之后 你们就不再需要武器了 张振华问道 沈连长 那我们以后都不能拥有武器了吗 暂时是这样的 不过根据我所知的消息 以后幸存者也会参与外出收集物资 到时候 你们可以向后勤军需官申请获得武器 但是这个事情暂时还没有落到实处 张振华急忙点头 能够作为一方首领 他其实也是一个突变者 没有武器的话 还真是觉得不是很方便 不过这会儿暂时上交上去没什么 他们早就有这个心理准备了 将所有武器上交 然后就是他们手里的资金 资金不算多 加起来大概可以兑换个三四万的资金而已 不过消防一方还是接受了 张振华等人进入了城市 进入蜀光城之后 他就感觉到了不一样的气息 虽然这里还没有那些高楼大厦 但是现在已经处于建设之中了 两台大型的塔吊正在工作 很多的建筑材料堆放在城市内 一些高楼正在打地基 其中工作的人都是一些军装的工兵 他们的工作效率很快 机械设备也非常的齐全 张振华甚至能够猜想到 用不了两个月的时间 这里就会出现一些高楼了 宽敞平整的街道 一排排漂亮的整齐的活动板房 街道上甚至有了商业行为 沿街看到的人们 脸上都洋溢着笑容 显然是在这里生活得很开心 刚刚经历了一场那么激烈的守城战 现在蜀光城人心凝聚 大家幸福感非常的高 张振华这些人 开着各种乱七八糟的车辆到来 到了这里 感觉自己有些像是乡下进城的土包子 很快 张振华带来的幸存者 被军需关陈渊渡接走了 他们需要去登记 今天开始 他们也是蜀光城的居民了 自然要享受居民的待遇 而张振华和他手下的几个副手 则是被带到了蜀光饭店附近 蜀光饭店的大楼还没有建设起来 萧凡最初计划建设百层高楼 可是后来巨炮出现 这个计划就更改了 因为过高的楼房会影响巨炮的射击角度 所以现在蜀光城规定 城市楼房的高度不得超过六层 这样巨炮位于15米高台之上 加上自身的高度和地理高度 往任何方向发射都不会受到影响 所以蜀光饭店也计划建设六层 只不过现在是处于施工阶段 饭店和蜀光大剧院 都是第一批建设的建筑物 现在饭店旁边 有一个临时的二层活动房 作为蜀光饭店的前身 饭店临街 周围的景色一览无遗 饭店门口 此刻已经戒备森严 一个个战士鹤枪实弹地站在这里 还有人来回巡视 一头头撞如老虎的军犬蹲在那里 狗眼看人低地盯着过往的人 张振华几个人颇有些战战兢兢之感 在门口一个自称叫做薛宁儿 漂亮的不像话的女军官的带领下 进入了饭店内部 几个人进入了一个单间 这里有着漂亮的红木桌椅 桌子上热茶已经泡好 几个人坐了下来 各位稍等 我们总指挥马上就到 第144章 空军兵种 直到薛宁儿离开了房间 张振华几个人才算长出一口气 一个副手拍拍胸口 妈呀 压迫感太强了 大窃我都没敢喘 我也是 以前也不是没见过领导 怎么今天这么怂了呢 张振华还好一些 倒了一杯茶喝了一口 无他 我们现在的实力地位 对比差距太大了 所以才会有紧张感 嗯 这茶不错呀 几个人也都尝了尝 其中一个人道 几品大红袍啊 我以前有幸尝过一次 不知道这消贩首领 从哪搞来的 另外一个人道 现在物资随便拿了 偶尔找到一些好东西 都是正常的 正常吗 那你看看这房间内的酒 几个人这才注意到 房间内还有酒架 上面白酒和红酒 几乎摆满了 其中神州的国酒仙台 这里就摆放了几十瓶 各种年代款式的都有 看得人眼花缭乱 还有那些红酒 一瓶瓶叫不出名字的 外国文字 一看就是价值不菲 项目桶 古香古色的酒坛子 都摆放在酒架上面 这 这也太夸张了吧 放在末世之前 这些酒也得值个上百万了 张振华叹息一声 这说明什么 说明了绝对实力 能够找到这么多好东西 那就不是偶尔侥幸 能够解释得过去的了 看来咱们 都小看了这个消首领啊 另外几个人纷纷点头 不过其中还有一个人 略有些不满的道 这萧凡怎么还没来 架子有些大了吧 我们要不要将那件事 告诉他呢 张振华其实心里 已经有了决定 只是面上不鲜 再等等 新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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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萧凡不是故意拖延摆架子 而是这边飞机场 已经建设好了 再大的事情 也没有这个重要 他立刻来到了 预留的机场位置 机场建设在 内城区的东北角 西边靠着浩原河 东边就是城墙了 当萧凡摆放了机场之后 整个东北角这一大片空白区域 立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 一排二十个机库 一个塔台和一个后机楼 以及多达五条的跑道 还有十个直升机的停机坪 全都出现在了这里 那些跑道的长度为一公里 虽然不是特别长 但是已经足够飞机的起降 尤其靠近城墙的那一边 更是设计了一个向上的弧度 飞机离开跑道后 直接就可以飞出城墙了 机场和其他建筑物一样 自带了三十名工作人员 这些人属于空军地勤人员 算是肖凡的正式编制里面的 肖凡走进了机场的后机楼 这里宽敞明亮 很有现代化的气息 墙壁上还有战斗机起飞的壁画 大气磅礴 肖凡看得很是满意 在贵宾的休息椅子上坐下来 肖凡打开了系统页面 首先是查看再具页面 这一次应该是有飞机了 打开一看 果然这里多出了四款飞机 磁路直升机 造价五千斤 红颈传统单位 自带成员两人 可搭载成员四人 配备一挺12 7毫米高射机枪 最大飞行速度240公里 可用于侦察 急救等工作 武装直升机8 造价两万斤 中型运输机 自带成员两人 最大载员39人 配备两门23毫米机炮 最大飞行速度315公里 可以搭载空降部队 内部有15负担架 有悬梯吊索 可执行机降 急救等任务 武装直升机9 造价两万斤 轻型侦察机 自带成员两人 最大载员8人 配备两门23毫米机炮 配备两枚红舰8反坦克导弹 配备两枚天燕90空对空导弹 外挂多口径火箭发射器 可配合直8使用 运酒运输机 造价五万斤 中型运输机 全重77吨 自带机组成员4人 最大载重30吨 可搭载140人的空降部队 巡航速度650公里 最大航程7800公里 看着这一系列的飞机 萧凡知道 自己的曙光军 终于迈出了跨越性的一步 磁路直升机他知道 红颈游戏里面有 不过战斗力非常弱 但是他一样会有他的用处 比如曙光城内和周边的巡逻 处理突发事情等等 这款小而临变的飞机 就比其他飞机更加方便 最起码省油 另外三款飞机 就是部队真正需要的了 5-80运输直升机 可以搭载一个排的兵力 和自己的夜音 其实差不多 而5-9就完全是战斗用的了 上面配备的反坦克导弹 和对空导弹都不是摆设 还有外挂的火箭巢 装甲太过薄弱 但是如果用来打丧尸 那效果肯定特别的好 最后的一款运久运输机 则是执行远程任务的了 超长的飞行距离 巨大的运载量 都让他有着直升机 无法比拟的优势 看了一下价格 这四款飞机加起来的价格是9万5 肖凡现在手里有11万 昨天还是10万多点 因为采矿厂每天 还在给他提供5000左右的资金 所以有所增长 现在还有一个军需仓库没有建造 不过现在肖凡倾向于造飞机 来客人了 建设几个飞机给人看看 不但能够让客人认识到曙光城的实力 更能够提升曙光丛的明星和凝聚力 既然要造 那就造好的 肖凡第一个先点选了运酒运输机 然后5-8 5-9 以及磁路都纷纷建造了 但是要排在运输机的后面 其实他做完这些的时候 将军里那边的人刚刚到 肖凡也没有急着过去 因为他又看到 军营里面也解锁了两种新的兵种 空降兵 造架300 拥有出色的跳伞技能 可执行空降任务 战鹰 造架500 大型猛禽 经过军事训练后 可以帮助起降的飞机 驱赶可能造成威胁的鸟群 也可以执行侦察任务和战斗 肖凡手里还有一万多斤 看到两个新的兵种 立刻又蠢蠢欲动了 花了吧 花光了干净 也就不惦记了 十只战鹰 三十个空降兵 全部纳入了生产序列 这个生产过程就比较快了 很快 另外第一只战鹰从军营的上方飞了出来 拍动巨大的翅膀翱翔天际 在空中盘旋了一圈 战鹰收拢翅膀落在了肖凡身边 叫了两声后 战鹰用他的脑袋蹭了蹭肖凡的腰间 没错 就是腰间 这和肖凡印象里面不大的鹰不同 这只鹰站起来的高度超过了一米 而且还是无心状态下 看着那巨大的爪子和锋利的慧 让肖凡丝毫不怀疑这家伙的威力 通身金黄色的羽毛 显得非常的高贵 肖凡欣喜地摸了摸战鹰的大脑袋 好家伙 既然你第一个出来 那我就给你一个名字 你以后就叫做神雕吧 希望你以后真的如同神雕一样 能够带着我上天感受一下 神雕鸣叫一声 对肖凡给的名字非常满意 拍打了两下翅膀 神雕升空飞起 没有去别的地方 机场附近有一排的大白羊 神雕选择了其中最高大的 一颗落了上去 一双锐利的眼睛看着四周 他已经开始执行任务 守卫机场了 大家来点催更 二十四小时之后 催更数几千就更新几张 百位四舍五入 加群一五一八五八二五零 第145章 黄金储备的消息 后续的战鹰和空降部队 肖凡没有去看 他必须去见见心爱的人了 东风铁甲停在曙光饭店门前的时候 里面的张振华等人已经迎了出来 东风铁甲那威猛的造型 亮银色的车身 还有上面那高挺的链式机关炮 以及黄成城的子弹 都让张振华几个人 看得一阵阵心惊 本来张振华还保有 默示之前的一些傲气 这会儿也完全没有了 因为他感觉到 就算是在默示之前 自己也没有办法 和这个曙光城主相比 肖凡在饭店门前 和张振华几个人一一握手 然后一起进入了饭店 众人落座以后 肖凡才开口问道 各位 感觉我这曙光城如何 张振华欠了欠身子 无法言表 只能说是叹为观止 觉得好就可以 以后这里也是你们的家园了 几个人急忙客气了几句 然后饭店就开始上菜了 八菜一汤 其中一个变异牛肉锅 还有一个变异野猪肉炒辣椒 一条来自浩原河的大鲤鱼 一只清蒸熊掌 油炸变异麻雀 豆腐炖牛蛙 和虾木耳做的捞汁 清炒松树蘑菇 还有一道北方名菜的飞龙汤 几瓶裹酒仙台打开 满桌韭菜的香味 让人食指大动 这些菜别说在默示 就是在默示之前 那也不是能够经常吃到的 尤其一些动物 可能还是保护动物 根本就不允许吃了 张振华几个人 肚子都没忍住 咕噜咕噜地叫了几下 忍不住老脸一红 萧首领和您一比 我们简直连讨饭花子都不如了 末世艰难 我拥有的一切 也只是侥幸罢了 张振华几个人 忍不住暗暗佩服 难怪萧凡能够打下这么大的家业 现在的一切 无论如何 也是用侥幸二字说不通的 人家这就叫谦虚 薛宁儿在萧凡身边 负责给萧凡倒酒 其余人则不在他负责的范围之列 萧凡也没有让薛宁儿给他们倒酒 这几个人 虽然也是一方势力的首领 但是来到了蜀光城 那就是蜀光城的一员 还没有资格让薛宁儿伺候他们 张振华几个人 也不敢让薛宁儿倒酒 急忙各自倒满 来 欢迎大家加入蜀光城 未来的一切 我们共同努力 萧首领太客气了 来干杯 几个人一口喝下了杯中酒 面色都有些潮红 有酒的原因 也有激动的原因 放下酒杯 张振华试探地问道 萧首领 我们在城门那里 听沈连长说 以后可能会让幸存者组成小队 外出收集物资 而且还可以申请武器 是否有这个情况 萧凡确实有这个想法 蜀光城的居民 也不能一知无所事事 外面物资无数 也不能全都指望部队去收集 那未免浪费了部队的战斗力 他打算让蜀光城的居民 外出收集 上缴城市一部分 自己可以选择留下一部分 这样城市能够快速获得资源 居民的生活 也能更快地好起来 而蜀光军这边 则是可以提供车辆武器等等 当然这个计划还没有宣布实施 没想到就被人说了出去 你是说沈连长 是的 沈连长 萧凡点点头 心想沈光明这个家伙 平时一副貌似忠厚的模样 怎么嘴这么碎呢 以后应该找个机会敲打敲打才行 萧凡虽然在这里 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 还是让他们顺气自然的好 但是一些必要的惩罚还是要有的 等到闲下来的时候 他会处理这件事的 众人推杯换盏 很快酒过三巡 萧凡感觉有点醉意 就不想继续喝了 你们慢用吧 我先走了 几个人站起身送萧凡 就在这个时候 突然窗外传来一阵轰鸣声 有一个人本能得到 飞机 随后就被旁边人打断 你喝多了吧 这个时候哪有飞机啊 萧凡拿起餐巾擦擦手 缓缓开口 往后看 几个人急忙回头 后面就是窗户 正好看到内城区的方向 只见一架很大的运输机 正在飞出城墙 直冲天际 曙光城内 更是一阵欢呼声传来 人们都没有想到 原来总指挥所在的地方 已经有飞机了呀 内城区那里 就好像一个藏宝库 总是会有新奇的东西出现 比如巨炮 比如今天的坦克 还有现在的飞机 每次一出现 都会引起全程震动 过去飞机很常见 大家以细意为常 但是这个时候能够看到飞机 而且还是军用飞机 那对于明星士气的激励 可不是一点半点的 看来文明社会有望恢复啊 就算不能全面恢复 起码曙光城这里是有希望的 这让所有人都是有荣与烟 张振华张了张嘴 突然转身对肖凡道 首领 我有一件事 觉得很有必要和你说一下 说吧 是这样的 我本来是云州商业银行的行长 我们银行位于云州市北郊那里 在我们银行的金库里面 有两吨的黄金储备 听到这个消息 肖凡的眼睛一下亮了起来 两吨的黄金储备 换算成系统资金的话 那就是二百万金啊 如果能够将这笔资金拿下 自己的飞机坦克不对 立刻就可以成型了呀 他之前就觉得 张振华欲言又止的 正好这会儿飞机建造完成 那就拉出来溜一圈 果然正式的效果非常不错 不过肖凡没有作声 因为张振华的话 似乎没有说完 果然 张振华继续道 我们曾经在银行里面 坚守了十来天 本来外面丧失很多 我们是出不来的 但是不知道怎么回事 有一天雷雨的一夜过后 第二天 我们银行附近的丧失 大部分都不见 外面反而是有一堆堆的白骨 不知道被什么东西吃掉了 我们不敢继续待在银行 干脆就壮着胆子跑了出来 当时一共三辆车 我们跑出来两辆车 最后的一辆拐个弯 就没有跟出来 我们也不敢回头 一路驾驶车辆离开云州 后来才到的将军岭基地 我知道 手里一直收集经营 可是之前老是认为 那些黄金储备都是国家的 但是现在我也想通了 漠视了 所有的东西都是无主之物 所以将这个消息报告 具体怎么做 就请首领自行裁决了 听张振华说完 肖凡欣慰地拍了拍他的肩膀 这个消息很重要 我已经知道了 这样好了 我现在批准你们 成为曙光城第一支幸存者冒险小队 你们可以去申请武器车辆 甚至房屋了 第146章 商业银行 得知这个消息后 肖凡觉得自己的计划 应该更改一下了 青阳县城固然是要打的 一旦打下县城 那里的物资 足够让曙光军腾飞了 但是这个云州市商业银行的黄金 肖凡也是志在必得 位于城郊 而且周围还没有丧失 要是这样的条件 自己还不去 那是会被天打雷劈的 回到内城区之后 肖凡就来到了机场 他之前建造的几架飞机 这会儿都已经完成了 运久运输机不能去 因为这种固定翼的飞机 对于降落的地点 要求较为苛刻 能去的 就是四架直升机了 此路肖凡就打算在曙光城内用 不参与外界的行动 所以 跟随肖凡前往云州的 只有夜音直升机 5-8和5-9 他还在机场 见到了自己的空降部队 30的空降兵 武器都是95式自动步枪 身上还装备有手雷 战斗力借乎陆军战士和侦察兵之间 第一个生产的空降兵 叫做百松 被肖凡任命 为了空降牌的牌掌 等到后续再生产一些空降兵 他就是连长 现在军官培训中心也有了 等到这次事情忙完 肖凡会将这些军官 全部送到培训中心 培训他们的军事技能和素养 这一次 警卫牌和空降牌跟随肖凡 警卫牌乘坐夜音 空降牌乘坐5-8 肖凡本人 则是带着薛宁儿和孙飞飞 以及工程师爱因和马顿 登上了5-9 一起前往云州城 三架直升机升空 直奔云州而去 曙光城的地理位置 位于云州市区西北方 大约150公里 因为肖凡没想着向云州攻略 所以这里的道路 一直都没有完全打通 飞机飞在天上 还能看到地面上的丧失 飞行了大约40分钟 飞机来到了云州上空 这里已经是基地雷达范围之外了 肖凡只能通过随身的雷达 查看云州商业银行的位置 找到了 看着雷达上面 一片紫色光点密布的区域 肖凡陷入了沉思 商业银行附近 果然是没有丧失的红色光点了 但是无穷无尽的紫色光点 证明了这里绝非什么安全地方 反而可能会更加的危险 红色光点代表丧失 紫色的代表变异兽 但是从飞机上面往下看 却看不到这一片区域 有什么变异兽存在 肖凡微微沉思 决定还是下去看看 准备降落 不要降落在地面 寻找合适的安全区域 三架直升机盘旋了一下 最后都降落在了商业银行的楼顶上 从飞机上面下来 往下俯瞰 能够看得出 这里似乎发生过一场剧烈的大爆炸 下面的停车场上 有一些车辆残骸 而脚下的商业银行 更是门窗破碎 一派萧瑟 末时开始没到三个月 这里就好像过去了几年一样 已经毫无人气 尤其是地面上 偶尔可见的一些白骨 更是让人觉得 这里犹如鬼域 肖凡也是心中有些感慨 越是大城市越是如此 人越多的地方 越难以幸存 尤其停电之后 能够逃出去的 基本都逃出去了 现在整个云州市区 不说一个幸存者没有 但是绝对非常少了 查看了一下那些紫色光点 都在不远的地方活动 但是依旧看不到 散兵们留在顶楼监视 警卫排的人 随我从顶楼下去 前往金库所在的一楼 带着警卫排的三十名战士 和两个工程师 肖凡等人 顺着天台的通道下去 沈瑞辉一脚揣开一扇残破的门 打开了一条进入大楼的通道 因为停电的缘故 大楼内非常的昏暗 两个工程师 头顶的安全帽亮起了灯 侦察兵也都拿出了强光手电筒 在前面开路 就像张振华他们所说的那样 大楼内真的没有丧失了 一行人几乎是畅通无阻地 来到了二层 再往下一层 就是一楼的营业厅所在了 而金库就在营业厅里面 工程师已经从张振华他们那里 得到了金库密码 只要再进入营业厅的保险柜 拿到钥匙 打开金库非常的容易 肖凡心中也是暗暗惊喜 虽然周围依旧能看到 不少的紫色光点 但是自己等人的行动非常的隐蔽 看来真是有可能顺利地进入金库 小声一点 不要发出太大的动静 他们继续向下 终于来到了一楼的营业厅 这里一片狼藉 很多地方还能看到干涸的黑色印记 当初末世来临的时候 肯定也是有过一场人道惨剧 在这里发生 前面的战士拿着枪开路 来到了营业厅门前 这里的门是锁着的 爱因过来 拿出一根铁丝和解码器 三下五除二将这道门打开 一行人进入了室内 金库在营业厅的尽头 那里还有一个装钥匙的保险柜 一行人走到保险柜跟前 爱因突然说了一句 不好 这个营业厅的红外报警器 还在运转 现在正好是下班时间 报警器是处于启动状态的 我们走到这个位置出发了 话音未落 报警器传来了滴滴的声音 然后警报声猛地剧烈响起 在这安静的环境里面 无比的刺耳 该死 怎么停电了 还会运转 这种报警器是续电池的 一般都能够坚持一年以上 现在这个时候 报警器没有什么可怕的 也不会有警察到来了 可怕的是这个声音 传出去会招惹到不必要的麻烦 萧凡抬手一枪 将这个报警器打碎 但是已经晚了 萧凡瞥了一眼雷达地图 只见上面密集的紫色光点 开始飞快地运动 向着自己等人的方向快速聚集 不好 快撤 到顶楼上去 警卫排的人立刻后队变前队 快速地冲出营业厅 直奔楼道口 刚刚拐到一楼的楼道口处 就看见门外一个下水道的 警盖喷的一声冲天起 然后警盖下面 好像警喷一样的 涌出了无数巨大的老鼠 这些老鼠的体型 可以比你漠视之前的花猫 一个个身材圆滚滚 一双双鼠眼 闪烁星红的光 浑身的毛发 像钢针一样的树立而起 看到萧凡等人后 立刻发出刺耳的尖叫 潮水一样的涌了过来 第147章 鼠巢 看到这滚滚而来的老鼠 萧凡心中一沉 果然是被他猜对了 当他看到变异兽的紫色光点 而又找不到在哪里的时候 他就猜测应该是在地下 地下有什么 当然是老鼠 漠视对人类危害最大的 当然是丧失无疑 但是变异兽同样不可小觑 而变异兽里面 对人类危害最大的 不是狮子老虎这些猛兽 因为那里猛兽的数量 非常的稀少 不足以造成大的威胁 危害最大的 应该就是老鼠了 这些小东西的数量 多凡之快 而且也食肉 一旦它们变异了 那几乎就是一场灾难 接近成功 但是没想到 被一个红外报警器坏了时 现在鼠巢已经出现 暂时是不可能获得黄金了 萧凡只能带着人先撤 薛宁儿和沈瑞辉两个人 同时地掏出手雷 直接扔在了门口 轰隆隆的爆炸 阻隔了鼠巢一下 让萧凡能够带着工程师 快速地上楼 人和老鼠 开始了一场快速地赛跑 人在前面 老鼠在后面追 商业银行的大楼有九层 薛宁儿和沈瑞辉 都是三星侦察兵 两个人各自有五颗手雷 轮番往外扔 一波波地爆炸 将鼠巢炸得七零八落 但那也只是一瞬间而已 下水道里面涌出来的鼠巢 简直就是无穷无尽的 也不知道 下面有多少老鼠 上面的老鼠 几乎就是被挤出来的 远远看过去 就好像黑色的喷泉 落地之后 就快速地蔓延过来 看得人头皮发麻 萧凡凡凡凡是一口气地 狂奔上了顶楼 战士们也是快速地跟了出来 沈瑞辉走在最后面 跑出来的时候 衣服上面甚至咬上了两只老鼠 早就在顶楼等候支援的散兵们 立刻开火砰砰 沈瑞辉身上的老鼠被打爆 三十把枪开始封堵出口 让萧凡他们登机 三十把枪几乎都很难封堵 那些老鼠完全就是涌出来的 滋滋乱叫地往外蹦 战士们一不小心就容易受伤 幸好散兵们身上也带了手雷 不是的 由手雷扔进通道 才算暂时地压制了鼠巢的喷涌速度 萧凡率先上了五只九 然后直接升空而起 战士们后撤 机炮封堵出口 五只九的机炮开火 凶猛的火力打得出口 这里硝烟弥漫 血肉模糊 战士们趁机返回了飞机上面 这个过程之中 鼠巢已经冲出了天台 压制不住了 一些凶猛的大老鼠 甚至会跳起来 攻击飞机下面的架子 薛尼尔探出头 用手枪连续地点射 将几头挂在飞机上面的老鼠打了下去 几架飞机才全部完成升空 升空之后 大楼的天台上面 已经全部都是老鼠了 这么一会儿功夫 大楼上面和内部 至少已经有了几万只的变异老鼠 而且还在不断地增加之中 萧凡这会儿明白 为什么张振华说 附近的丧尸突然减少了 原来都是被老鼠干掉了 但是现在这个样子 还想要进入银行去取黄金 就非常困难了 萧凡甚至想让飞机发射导弹 将银行大楼砸它 可是那样一来 黄金就被掩埋 这里更是会成为老鼠的天堂 萧凡忍不住挠头 不消灭这里的老鼠 获得黄金就是完全没希望的 可是从雷达屏幕上来看 方圆一公里内 这里的老鼠 至少也有二三十万只 难道要组织大部队来到云州 和老鼠打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不成 萧凡怎么算 怎么觉得这笔买卖太不划算 先不说老鼠的数量 还会不会增多 从曙光城到云州的道路还没清理 这也是一个大工程 就是打通了道路 萧凡也不想将主力部队 拖在这个地方 这里的黄金虽然不少 却不值得主力部队长期留在这里 有那个时间 打下青阳县城的话 收获会比这里还要更多 怎么才能消灭老鼠呢 萧凡一路思索着这个问题 但是一时之间 还真是没有什么好办法 直升机飞了一会儿 路过一条小河边的时候 萧凡干脆让飞机停下了 他率先从飞机上面走下来 就在河边席地而坐 不想出一个办法 他有些不甘心 不单单萧凡在思考 其他人也在思考对付鼠潮的办法 工程师们在讨论出动部队 消灭鼠潮的可能性 和需要的时间 还在那里画着图纸 谁都知道 总指挥的心情不是很好 这会儿说话的声音也不大 机舱里面 警卫排长沈略辉 也在思考问题 他不单单考虑的 是对付鼠潮的办法 还在想着 自己什么时候 能够升任连长 之前是营级单位 警卫最多就设立一个牌 现在是团级单位 设立警卫连是应该的 他觉得自己距离升任连长不远了 但是也没有十足地把握 又多出了装甲部队和炮兵部队 现在空军也有了 看着一个个新兵出现 沈瑞辉这种老资格的优势也不大了 想要升官 就得立功 这会儿总指挥心情不好 如果能够找到对付鼠潮的办法 或许这件事就成了 冥思苦想之下 还真让他想到了一个办法 沈瑞辉眼睛一亮 立刻颠颠地跑到了消防身边 总指挥 我有一个办法 说来听听 便衣老鼠和丧尸都是我们的敌人 我就想着 咱们不是抓获了一个丧尸头子吗 干嘛不让他过来 在云州这里 召集一群丧尸 就和那些便衣老鼠战斗呢 听到沈瑞辉这么说 萧凡顿时觉得 这个主意好 用丧尸来对付便衣老鼠 就让他们打去吧 死得越多越好 等到老鼠死得差不多了 银行自然就能够进去了 萧凡并没有立刻表态 沉声问沈瑞辉 那你有没有想过 一旦将李南风放出来 他控制了大群的丧尸 再来打我们曙光城的主意怎么办 沈瑞辉既然敢来献计策 也是想得差不多了的 这会儿胸有成竹的道 这件事很简单 我们的兵工厂 生产一个遥控炸弹 给李南风缠绕全身 遥控器由我们的人把持着 跟随李南风一起行动 一旦李南风有不轨迹象 立刻按动遥控器 当场把他炸死 剩下的丧尸没有首领 就和以前一样了 萧凡微微点头 想得不错 但是跟随的人可能会有危险的 沈瑞辉阵阵有词的道 世界上的事都有风险 做大事就不要怕冒险 不过我建议总指挥 这种事最好找那些平时不太听话 或者犯错的人来做 有功之人不要做 萧凡本来是想让沈瑞辉 亲自做这件事的 不知道为什么 他总觉得 自己平时多收拾一下这小子 绝对没有那种良心不安的感觉 但是沈瑞辉这么一说 萧凡想到了沈光明 根据张正华他们所说 在城门那里遇到一个姓沈的连长 居然碎嘴地将一些事情 公布了出去 萧凡觉得 有必要改改他的毛病 于是他对身边的通讯员道 让二连的连长沈光明 弄一个遥控炸弹 给李南峰安上 然后用磁路直升机 给我带到这里来 对了 将边三摩托也用飞机带过来 有用 通讯员去了 沈瑞辉在旁边窃喜 听总指挥话里的语气 沈光明是犯了一些错误的 既然是这样 这件事就好办了 等到一会儿 沈光明那个倒霉弹过来了 总指挥训斥完他 估计气也消得差不多了 带着摩托车来 想必沈光明就要留在这里 和丧失头子李南峰做伴了 沈光明一留下 二连连长的位置出缺了呀 这个位置 不是应该奖励有功之成吗 看来他这个预备连长 今天就要转正了 想到这里 沈瑞辉美滋滋地站在萧凡身后 等待沈光明的到来 第148章 联盟决策 磁路直升机 载着沈光明和李南峰到了 飞机下面 还掉了那架编三摩托车 沈光明带着李南峰 从飞机上面下来 李南峰的造型就比较可笑了 独臂独腿 身上还缠绕着一个炸药包 一刀刀金属环反复扣死 就连脖子都扣上了 凭借他自己是 绝对不可能将其拿下来的 报告总指挥 李南峰带道 萧凡点点头 目光在沈光明脸上打量了几下 这个手下一直稳重 萧凡还是有些不敢相信 他是嘴碎之人 沈连长 昨天将军领的人入城之时 你在什么地方 报告总指挥 我在靠山农场那里收集木材 嗯 他会说遇到一个姓沈的连长 萧凡狐一的目光打亮了一圈 最后落在沈瑞辉的脸上 如果我没记错 昨天我让你去迎接张振华他们的吧 是的 总指挥 那你和他们说了什么 就是 就是一些不太重要的事情 我谨记总指挥的话 凡是涉及我们曙光君核心秘密的 一个字都不会往外泄露 听到这里 萧凡心中已经完全明白了 那种快要公布的事情 在沈排长眼里 就是不太重要的 萧凡拍了拍沈瑞辉的肩膀 你当当的计策非常的好 但是别人可能不太能跟得上你的思路 所以我觉得这个光荣的任务 还必须你亲自来完成的好 他将鞭三摩托交给了沈瑞辉 然后对其他人道 收队 回程 直升机纷纷起飞 最后就留下沈瑞辉和李南风 沈瑞辉一手捏着遥控器 一边狠狠地瞪了李南风一眼 知道你的任务了吗 不不 不知道 已经有了痛绝的李南风 现在非常怕死 面对沈瑞辉这个看上去凶神恶煞的家伙 一点丧尸头领的风采都没有了 你现在能够控制多少丧尸 原来大约能够控制五十万 后来被销首领打了一针 现在只能控制十万了 银行附近有老鼠 我现在用摩托车拉着你 到处控制丧尸 然后去和老鼠火拼 我给你一个死命令 二十天之内 必须搞定这里的所有老鼠 老子能不能成为连长 就看这一次的了 李南风一愣 你还想升任连长 我怎么感觉 你犯错误了 屁 那不过是总指挥对我的考验罢了 我也只是不喜欢宣扬自己的功绩 要是总指挥 知道我在背后 替他解决了多少女人缠身的麻烦 我现在营长都当得了 沈瑞辉不想和这个 智商堪忧的丧尸头子多啰嗦 直接将其抓起来 放在了摩托车的跨斗里面 他自己踩了脊脚摩托车 摩托车启动 直奔云州城的方向而去 星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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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萧凡回到基地后 还是派遣了部队 去青阳消灭丧尸 他特意授权给了参谋长正伦 让他拥有了建设和回收城墙的权限 代替自己去堵桥梁 这样他就不必随军出发了 过了中秋节 现在已经是十月份了 萧凡感觉到 今年的气温格外的低 也许是没有了居民 没有了工厂排放热量 没有了汽车尾气 往年的暖冬现象已经不会出现了 到了夜间 气温已经开始接近零度 估计很快就要双降了 双降之后恐怕就要落雪了 所有萧凡给大部队的命令 就是一个月内 必须完成青阳县城的消灭丧尸工作 三个战斗连加上炮兵部队 全部前往了青阳县城 而这段时间 也是曙光城收人的又一个高峰期 整个云州北方 还是有着不少幸存者的 只要是有能力离开的 都拖家带口地来到了曙光城 想要成为这里的一员 萧凡也是大开方便之门 几乎是来者不拒 每天几百人到上千人不等的收人 让曙光城的人口数 呈现爆炸式的增长 而这种收人也带来了不菲的收入 萧凡手里的资金也在节节攀升 很快又来到了十万大关 到了十万之后 萧凡立刻点选了军需仓库的建设 冬天快来了 战士们也需要换装了 而新的军装等物资 必须要从军需仓库里面生产了 新来的幸存者们 也迅速地投入了建设家园的行列 一列列的活动板房 迅速地搭建起来 而曙光饭店和曙光大剧院的建设 已经进行过半 按照预计 元旦之前肯定能够完工 并且投入使用了 这个时候 萧凡反而成为了一个悠闲的人 除了关心一下青阳的战士 还有云州商业银行那边的行动之外 他竟然无事可做了 每天他都会带着警卫牌的人 上街去走走 看看曙光成日新月异的变化 唯一让他觉得遗憾的就是 末世之后 女孩们似乎变得保守了 面对他这个位高权重的总指挥兼城主 竟然没有人过来搭讪 这让每天精心打扮外出的萧凡 觉得非常遗憾 新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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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曙光成加快生产步伐 迅速提升实力的时候 联盟那边也没有闲着 现在曙光成已经成为了联盟的眼中钉肉中刺 云州的幸存者们已经不信任联盟 却争先恐后地加入曙光成 这让一直以来 以云州官方身份自居的联盟无法接受 尤其是几个幸存者势力表示 他们将不会再给联盟纳税之后 让联盟的反曙光情绪达到了顶峰 尹士城基地内 又一次联盟会议召开了 宋北风坐在他的主位上 脸色非常的难看 各位 今天的广播都听到了吧 山洞基地今天已经说了 将会和曙光成组成亲切的同盟关系 并且拒绝向我们纳税 要知道 山洞基地那里 可是有着超过七千人的幸存者 第一次纳税的时候 也是整个云州纳税最多的 要是失去了这个纳税员 我们联盟的日子可就不好过了 战神军的后战哼了一声 我看就是联盟太仁慈了 要按照我的意思 直接出兵山洞基地 宋北风看向其他人 你们也是这个意思吗 穆家宇想了一下 我们要顾及一下 蜀光军那边的反应吧 他们今天刚刚说要结盟 我们就出兵山洞基地 会不会激怒消烦呢 我们还没有获得 伯利亚那边的武器 和蜀光军正面战斗的话 就算赢怕 也要付出不小的代价 宋北风开口 武器不用愁 李牧的货轮已经修好 会议结束后 咱们就出发 其余的人听到这个消息 都来了精神 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第149章 山海卫 不过宋北风 却并不是那么乐观 他继续道 我们前往伯利亚去订购武器 怕也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完成了 既然大家认同 必须打压蜀光军的发展势头 那么我们还要 想想其他办法 如同我之前所说的一样 博士要用权力 博兔也要用权力 大家集思广益 都说说吧 战神军的后战继续道 这么说 我倒是有一个办法 哦 说来听听 燕云监狱基地 现在的首领叫做胡小飞 他几次和我这边联系过 说他已经争取到了 周围几个首领的支持 准备将燕云机场的安兰 温泉山庄的郭明杰 还有赵大山等人 一网打尽 统一燕云 穆家瑜撇撇嘴 你说的这些 和我们对付肖凡 有什么关系 咱们云州有肖凡这个脚屎棍在 我们都自顾不暇 谁能去管他们 后战冷笑了一声 就说你头发长见是短 难道敌人的敌人 就是朋友这句话 你没有听说过吗 信后的 你再说一句 现在两家手下 都有一大群的突变者 后战和穆家瑜 底气都足了很多 一言不合 又呛了起来 宋北风对这种事 其实是乐见其成的 实力第二和第三的相互制衡 他这个主席才能做得稳当 在他看来 战神军和娘子军 是永远走不到一起的 不过 这会儿他还是咳嗽了一声 不要说这些题外话 后手里你继续说 据我所知 当初萧凡来云州之前 可是将燕云的这票人 得罪了一个遍 胡小飞这些人 以后一定杀了肖凡给前首领报仇 才能得到手下的支持上位的 所以这一点可以利用 说着 后战来到了前面 也就是那幅墙壁上的大地图前 大家看一下 曙光城距离云州和燕云的交界不远 他们南边有个镇子 叫做白化镇 那里有个小生存基地 大约有个三四百人的样子 他们两家已经在广播里面通气 白化镇的人要投奔曙光城了 我们可以派出人 去帮助胡小飞他们统一燕云 但条件就是 他们要入侵肖凡的势力范围 我猜测 即使我们不去 胡小飞获得燕云的主导权之后 肯定也要找肖凡的麻烦 所以他们一定会答应 这件事一旦促成 燕云和曙光城就可能开战 到时候 我们是坐山观虎斗也好 或者是出兵夹击蜀光城也好 或者是先拿山洞基地开刀也好 就可以随意选择了 后战的一番话 几乎是立刻就说服了联盟众人 有燕云的外援过来 那么曙光城真的有可能一阵下 联盟很快通过了这个决议 并且组织了一千人的武装力量 出发前往燕云了 而联盟高层 则是各自派出人手 跟随宋北风前往伯利亚 联盟的车队一直往北行走 从影视成基地出来 走了大约五十公里 到达了神州和伯利亚的戒江 神龙江 这条江的流域面积非常的大 如果这条江全部归属神州的话 它的流量甚至能够排在全国第二 烟波浩秒的江畔旁 秋草枯黄 这里也有一个渡口 名叫望北渡 因为这里的北方土地 曾经是神州的土地 后来却归属了伯利亚 神州的人们 只能在这里眺望北方 看着曾经属于他们的国土 却不能过去 所以叫做望北渡 江的对岸 就是伯利亚边境军事重镇 山海位 宋北风一行人到达这里后 不由得紧了紧衣服 真冷啊 感觉冬天快要来了 是啊主席 所以我们要抓紧时间 争取在冬天到来之前 解决曙光城 大家也能安安稳稳地 过一个新年 渡口基地的首领李牧 来到宋北风身边 一指江畔 宋主席你看 这就是我们的货轮了 现在已经修好了 一艘绣技斑驳的货轮 停在江边 虽然看着老旧了一点 但是能用就是好的 很好 我们现在就出发 我已经和安德烈先生 约好见面了 咱们上船吧 一行人登上了货轮 货轮开始启动 渐渐地 货轮离开江畔 往北方行去 宋北风站在船沿上 看着江水下面 这日子有人过江被鱼吃了吧 是的 小船都被吞了 江里现在鸡米肠的鱼 已经很常见了 所以没有货轮 我们是绝对不敢过江的 李牧回答了一句 然后婉转地问 宋主席 你和安德烈先生的关系 很好是吗 是的 我们以前就认识 末世之后 他还委托我追杀过一个人 只不过阴差阳错的 没有成功吧 什么人 李牧随口问道 好像是伯利亚皇室中人呢 算了 不说这个 看前面 货轮已经走了一半的路程 对面伯利亚的情况依稀可见 一架直升飞机升空而起 正在向着货轮飞过来 如果是末世之前 这一幕很寻常 但是现在能够有直升机 这就非常让宋北风等人震撼了 飞机飞到了货轮上方 上面的人问他们是谁 宋北风顶着螺旋桨带来的狂风 在下面大吼 我是宋北风和安德烈先生约好了 直升机那边似乎确认了一下消息 然后开始给货轮带路 很快 货轮停在了对面的江畔 山海卫的码头处 从跳板上面下来 他们直接登上了一辆军用卡车 车子启动 沿着街道前进 随着车子的不断前行 宋北风等人才惊讶地发现 原来山海卫的全城都已经被收复了 当然 伯利亚人口稀少 山海卫就算是边境重镇 也没有太多的居民 比神州的一个镇子大不了太多 尽管如此 几十万的人口还是有的 想要收复难度并不小 可是 这里不但收复了 而且似乎收复了很长时间 现在的一切都已经井然有序 除了街道上寥寥无几的人 很快 车子来到了山海卫的市政厅广场处 这里的情景 让宋北风等人大吃一惊 第150章 二级突变 只见市政厅广场那里 停放着一排的装甲车 还有几辆坦克 跟着宋北风来的这些人 其中也有一些退伍兵 对于军事比较了解 那些坦克 虽然是轻型坦克 但是在如今这个时代 这东西 简直就是神器一样 只不过这些坦克 看着不是狠心 宋北风沉吟了一下 才对身边的人道 看到没有 我们这次来队了 安德烈他本身就是军事学院的院长 那些学员 也都是部队的后备人才 战斗人员和工程人员都有 据说 他们已经开通了武器的生产线 可以将过去的武器装备修复了 这些坦克 就是过去的坦克 重新修复拼装出来的 应该还不止眼前的这些 好好好 宋主席 咱们一定要采购一批坦克回去啊 付出再大的代价也无所谓 只要能够干掉曙光卷 一切都值得 宋北风点头 他们能来这里 就已经做好了挨仔的准备了 众人在卫兵的引领下 进入了山海卫的市政厅 在市政厅里 他们见到了山海卫的首领 一个大胡子的伯利亚人 安德烈 哈哈 宋 欢迎你们的到来 能够在这样的日子里 见到老朋友 我真的非常开心 安德烈满脸红光的迎上来 和宋北风来了一个拥抱 安德烈先生 也非常高兴见到您 最近身体好吗 还可以 就是很多老朋友都不见了 喝酒找不到人了 哈哈 在安德烈的招呼下 一行人坐了下来 各位 先吃点东西吧 安德烈桌子上放了一些面包 咸鱼 还有酒 宋北风几个人没有什么兴趣 也就没有吃 只看着安德烈一个人在吃 安德烈也不理会他们 自己吃得香 联盟这边有人就有些不满了 战神军的后战 就是最为不满的那个人 从曙光军那里得到金盒之后 后战觉得 他的战神军 应该是联盟最强的力量了 可是没想到 穆家宇也得到了一批金盒 甚至比他还多 这让他不得不继续屈居 北风郡和娘子军之下 心里非常的不满 这次来到伯利亚 他打算大出血一次 争取拿下联盟第一的宝座 找个机会 他也当一次联盟主席过过瘾 可是安德烈这个大胡子 不理不睬的模样 让他觉得 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 于是他也不管安德烈 是否还没吃完饭 直接开口说话了 安德烈先生 我们这次来 是打算和您做一次交易的 你有什么条件 就尽管开口吧 我们战神军 要一些装甲车和坦克 还有重机枪和火箭筒 安德烈抬头看了他一眼 你们能拿出什么 我们战神军 可以提供大量的钢铁 粮食 我们燃烧军 可以提供大量的煤炭 我们渡口军 可以提供一些船只和咸鱼 我们娘子军 能够提供什么 安德烈先生 应该能够想到吧 如果安德烈先生同意 我们磐石军 不介意给你们一块土地 联盟的首领们纷纷报价 安德烈嗤笑了一声 各位 你们觉得 我们能够拿下山海味这座城市 还会缺一些基础的东西吗 粮食也好 煤炭也好 我们都不缺 至于土地 现在到处都是无主的土地 我们并不感兴趣 除非你们 拿你们的基地来交换 手里们不作声了 谁会拿自己的基地 来换取武器呢 安德烈看众人不说话了 这才拍了拍手 一个身材火辣的伯利亚女郎 走了进来 手里端着一个托盘 如果你们有这两种东西 我会考虑和你们交易的 女郎打开托盘上面的布 里面分别是一块肉和一枚金盒 这是 变异瘦肉 还有丧尸的金盒 没错 这两种东西很重要 如果你们 能够拿出足够的数量 我不但会和你们交易武器 我还会让我们学院的学员们 去指导你们怎么使用 你们要知道 一些现代化的武器 没有人教导的话 你们想学会是很难的 战神军的后战冷哼一声 安德烈先生 你的胃口未免太大了一点 这两种物资 谁会舍得拿出来交易 你还是考虑一下 我们的其他物品吧 既然你们不同意 其他物品的价格就不那么让人愉快了 安德烈再次拿过来一份清单 上面罗列了一些物品的价格 其中 坦克标价多少元 战车标价多少元 枪支多少元 子弹多少元 都写得很清楚 而物资也可以换算成元 用来兑换坦克战车 什么 一辆坦克三十万元 一吨煤炭才一元 一百公斤咸鱼五元 安德烈你个王八蛋 你太过分了 一个女人十元 你们怎么不去抢 手里们看完顿时群情激愤 与带威胁地怒斥安德烈 一副随时可能对安德烈动手的架势 现在大厅内只有安德烈和一个女人在 动手他们也不怕 好几个人甚至想着 如果直接挟持安德烈 事情是不是就好谈了 安德烈这时候吃完了 擦擦嘴巴 一双死鱼眼瞪着联盟众人 谁在骂我 战神军的首领后站立刻站了起来 安德烈不要欺人太善 我们可不怕你 安德烈一指后站 你立刻滚出去 不然我就将你丢进神龙江卫鱼 后站冷笑一声 你凭什么 凭你的卫兵吗 在你的卫兵进来之前 我能够杀你一百次你信吗 安德烈张嘴就要喊人 后站当然不会让他喊 一个箭步过去 就想要先控制安德烈 没想到 安德烈身后端托盘的美女迎了上来 后站不屑地吃笑一声 安德烈躲在女人屁股后面的懦夫 今天就让你知道 什么叫突变者的残忍 后站是一个力量型的突变者 实力很强 战神军的名字就是他自己取的 因为他觉得突变后的他 就是一个战神 拳头发力 甚至发出了破空的声音 他这一拳 就是过去的世界级拳王 也打不出来 而对面的美女 却丝毫不在乎 就在后站一拳 要打中他的时候 他单手一挥 一道寒光闪过 后站的动作停止了 他的脖子上面 出现了一条红色的线 越来越长 美女伸出手指 轻轻一弹 后站的头就那么掉了下来 失去头颅的身体 直挺挺地倒下 人死了 安德烈这才缓缓站起身 对宋北风等人道 忘记给你们介绍一下了 这位是我山海卫的骄傲 二级速度型突变者威拉 大家现在可以 心平气和地谈谈了吧 第151章 高科技 联盟和山海卫的交易 很快达成了 被二级突变者威拉震慑 这些嚣张的首领们 全都老实了 因为最不老实的后站 已经成为了尸体 他们不想落得 后站一样的下场 到了这个时候 这些首领也认识到 原来普通突变者的基础上 还有二级突变者 他们接受了安德烈的敲诈 付出了大量的生活物资 除了食物之外 还有煤炭五万吨 燃油三千桶 联盟愿意送一万名幸存者 来到山海卫 并且在五天内 将人送过来 这是安德烈要求的 山海卫这边人少 他们需要更多的人口 只不过 联盟要求这一条 不得公布出去 否则下面的幸存者 容易造反 而联盟这边 也得到了很多东西 其中单单是坦克 就有二十辆 山海卫这边的 坦克名字叫做章鱼SDM1 这种轻型坦克的型号 看似新 其实是上个世纪的 一种发展型号 山海卫这边 目前仅仅修复了 这一种坦克的生产线 联盟也没得选择 除了二十辆坦克之外 还有装甲车四十辆 重机枪五十艇 迫击炮三十门 火箭筒以及子弹若干 这一次的交易 几乎是将联盟的家底掏空了 为了交易顺利完成 联盟这边不得不迅速地 再启动一艘货轮 山海卫这边什么都有 但是目前船只却是空白 只能依靠联盟的船只 来回运送 联盟的船只 每天来回穿梭 在这边装载物资拉过去 然后再拉对等的武器装备回来 这个交易的过程 大概要持续一周的时间 山海卫也算是旅行承诺 现在就开始派出人手 和几辆样车 去联盟那边教导他们使用 联盟的人欣喜若狂 对安德烈连连感谢 双方签署合同 交易飞快地开始了 安德烈送联盟的人 离开了山海卫的市政厅 看着他们离去不出声 他的身后 威拉走了过来 缓缓开口 安德烈先生 你还真的卖给他们这么多武器 无所谓的威拉 这些武器虽然看着也不错 但是却并不是我们的核心武器 这山海卫当初是那么大的一个军事基地 武器装备足够武装一个军 现在被刘星轰得残破不堪 我们能够快速地恢复生产 除了我们都是军事学院的人外 也离不开伊万先生的大力支持 包括你的到来 说到这个叫做伊万的人 安德烈很是尊敬 威拉也点点头 我这边一切顺利 而且几项新技术的图纸也收到了 轰炸机和空艇的生产线正在修复 战雄的培养也重新抓了起来 现在就是严重欠缺人手 等到云州联盟的人 将那一万人送过来就好了 他们会成为我们的免费工人 有了这些人 我一定会将山海卫 打造成东方的一颗明珠 小心一点 别让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混进来 窃取我们的技术 哈哈 威拉你多虑了 我们的生产安全管理 有严格的标准 生产车间内的人 也不许和外界联系 应该问题不大 神州那边 你打算怎么办 先让他们打去吧 联盟的那些人 就是乌合之众 不过得到我们的武器支持 他们应该能够打败 反对他们的势力 等到时机成熟 我随时可以将整个云州 一口吞下 威拉看了他一眼 你还没找到公主殿下 目前还没有他的消息 不知是死是活 一旦有消息 我立刻动手 星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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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曙光城内 小凡将军须仓库摆了出来 这个仓库是以前的红井里面没有的 看上去就是一个巨大的仓库 实则里面别有洞天 这里可以生产军服 被褥 鞋帽 背包 武装袋 望远镜 夜视仪等等太多的军须装备 关键是这么多的东西 生产线却只有一条 这就是典型的黑科技了 军须仓库一出来 立刻就要投入使用 战士们还穿着单衣 这是绝对不行的 秋冬季节的军服 必须发放下去了 生产军服也需要资金 50斤一套 不过有资源回收站在 只要收集了棉花 布匹等等东西后 也可以减少90%的造价 肖凡能够轻松地承受 生产过程之中 肖凡还看到了防弹衣和防弹头盔 两种都是50斤 不过这个需要的高科技材料 却无法通过资源回收站回收 这几天 青阳县城那边 持续在消灭丧尸 每天都有资金送回来 每天大约有四五万斤的收获 肖凡现在手里资金15万左右 考虑了一下 他决定将防弹衣和钢盔 连同秋冬的军服一起造出来 曙光军现在总人数大约770人 造军服花费了8万多斤 军需仓库之后 又有一项新建筑解锁了 高科技研发中心 造价50万斤 看到这个建筑物 肖凡冷了一下 他立刻询问安妮 安妮 这个是作战实验室吗 总指挥 高科技研发中心并不是作战实验室 因为游戏之中的作战实验室比较笼统 海陆空军混为一体 现实之中的作战实验室将会分为三军 而解锁作战实验室的前提 就是要有高科技研发中心 这个中心可以研发特殊建筑 兵种的特殊功能 甚至眼下 您急需弄明白的金河使用方式 也要在研发中心内研制出来 金河不是服用就可以了吗 对于普通人是的 但是对于红警战士们并不是 肖凡没有继续问这个问题 既然出来了一个高科技 那么自己建设就是了 相信这个东西50万的造价 绝对是物有所值 50万他现在虽然没有 不过马上就要有了 云州那边 沈瑞辉带着丧尸头子 已经和变异老鼠们 熬战了一周多的时间 牺牲无数丧尸的情况下 已经将商业银行周边的鼠巢 清理得差不多了 肖凡决定再次出发 去云州取黄金 第152章 大暴兵 云州城商业银行附近 一股冲天的恶臭 让人难以靠近 这里到处都是尸体 变异老鼠的尸体 丧尸的尸体 这几天来 沈瑞辉驾驶着边三摩托 带着李南风 一趟趟地去勾引丧尸 每一次勾引够了5万 就会带回来 和变异老鼠火拼 前两次的时候 5万丧尸就是毛毛雨 到这里坚持不了几个小时 就会被铺天盖地的老鼠啃视一空 后来沈瑞辉他们两个研究了一下 开始让丧尸们 吞噬一轮后再来 尽量地多弄点变异丧尸过来 虽然勾引丧尸的效率慢了 但是击杀的速度却快了 变异丧尸的实力还是很惊人的 一只丧尸往往能够对付几只变异老鼠 被老鼠吃光了就跑 勾引够了再来 如此反复一周 银行附近的老鼠已经所剩不多 而且沈瑞辉发现 经过多次战斗后 老鼠也聪明了不少 轻易不会再出来了 这个时候 沈瑞辉才给萧凡报告 说是银行可以来了 等萧凡带着人乘坐飞机到达后 就看到沈瑞辉整个人灰头土脸地 站在鞭三摩托旁边 啃着手里的压缩饼干和军用罐头 萧凡过去拍了拍沈瑞辉的肩膀 沈连长辛苦了 沈瑞辉冷了一下 随后露出笑容 谢谢总指挥 萧凡没有再说话 带着人进入了商业银行 爱因来到了金库前 轻松地对密码 然后用钥匙打开了金库的大门 几盏强光手电打开 照亮了金库内部 这还是萧凡第一次进入银行金库 而且还是一个市级银行的金库 里面的钞票多得超乎想象 看上去足有几个亿 其中还包括很多外币 萧凡只是感叹了一下 这些钞票 现在已经没有任何的吸引力了 他的目标 是那一大牌的保险柜 爱因过去一一打开 里面都是一些投资用的金砖金条 有普通的 上面就写着多少多少课 还有生效纪念款的 这都是银行用来做活动 让客户购买的 很多客户购买了以后 其实还是会选择存在银行里面 毕竟这里安全 不过 如今这些金砖金条 全都是萧凡的了 不需要飞机搬运 萧凡就地开始转化 两吨的黄金 转化都足足花费了十几分钟 但是当转化完成以后 萧凡的资金立刻暴涨了200万 不过萧凡并没有第一时间 去选择建设高科技研发中心 他第一时间建设的是军营 一个兵营容纳一个营 现在他的部队 已经超出了一个营 多出的战士 甚至没地方住 这个问题必须立刻解决 6万斤一个的兵营 萧凡立刻点选建造 等他回到曙光城 又吃过饭之后 兵营已经建设完成了 将兵营摆放 萧凡才点选了高科技研发中心 50万斤花费出去 手里依旧有145万 这一次 萧凡要直接建设二营 之前萧凡计算过 一个连120人计算的话 大约需要67700斤 每个连队有一辆装甲车 可以搭载士兵 现在萧凡看来 一辆装甲车是不够用的 于是他又给每个连队 增加了一辆装甲车 保证每个战士都可以乘车 而不需要徒步前行了 这样又多出了9000斤的费用 一个连队的造价 达到了75700斤防空步兵 也可以进入连队了 作为基础的防空和攻坚力量 每个连队再增加5名防空步兵 费用继续增加4000 79700斤 萧凡又给连队增加了3名工程师 还有3辆多功能步兵车 工程师进入多功能步兵车后 车辆就会变成维修车 可以快速地修复战车 如此一来 连队的车辆就不会因为机械故障或者损坏而停止运作 大大的提高了效率 三名工程师2400斤 步兵车4500斤 再增加6900斤 总金额86300斤 每个连队再配备上一些军权 还有两只负责侦查的战因 总金额就达到了9万 这样一来 一个满边连队的造价就出来了 9万斤一个满边连 萧凡计算好之后 直接生产三个连队 这三个新兵连队生产出来 就是二营的基础单位了 27万斤花了出去 之后萧凡又将自己的警卫牌 扩大成了警卫连 毕竟身为总指挥 保卫自己的直属部队不能含糊了 又是大约7万的资金花了出去 萧凡又马不停蹄地 将三个工兵牌合并了一下 并且再补充了一个工兵牌 让工兵部队扩大到了一个连 曙光城的所有工程车辆 也全都交给了他们 他们的任务 就是尽快地将内城区的曙光饭店 大剧院 以及一些临界的建筑物建设完成 累计前后四个连的人员增加 一下就让萧凡的部队人数提升进半 不过这还不是停止 萧凡立刻又生产了18辆坦克 石门榴弹炮 这样一来 他挥下的坦克部队和炮兵部队 也算是初步成型了 20辆坦克组成的突击群 足以在云州地界上横着走了 关键是 这些坦克还可以升星 萧凡也想好了 坦克部队出现后 就要出去打丧尸 尽快地都完成升星 他有理由相信 三星的轻型坦克 甚至要比普通的主战坦克还要强 5-8 5-9 各自新增两架 让空中部队能够快速地形成一个机动力 然后就是空降兵 萧凡一次性补充了三个牌 暂时形成一个拥有四个牌的空降联 第一个空降兵百松 被任命为了空降联长 战鹰部队也被萧凡扩大了规模 从十支变成了五十支 等到这些全部点选完 萧凡的资金再次花出去了75万 手里的资金锐减到了70万之后 萧凡才算是停下来 松了一口气 他还要留点钱 看看高科技研发中心建设完成之后 会有什么东西出现 呼 过瘾 这次暴兵之后 我手下的战斗人员就超过了一千四 总算是有点规模了 萧凡相信 这一轮暴兵过后 云州境内已经没有人能够威胁自己的地位了 这个时候 萧凡甚至有些渴望来一场战斗 检验一下自己部队的战斗力 于是 萧凡就派着哪里出点事 好让自己有插手的机会 也不知道是不是他的怨念太深的缘故 他这边大部队还没生产完毕 燕云那边就出事了 第153章 燕云突变 萧凡待在自己的官邸里 无聊地躺在他的大床上 等到高科技研发中心的建设完成需要时间 自己生产的大部队想要出现也需要时间 而且现在有参谋长和军需官 部队出现后也不需要自己去管理 这些工作手下都能完成了 所以这会儿 萧凡有些无聊 躺在床上看着他的玻璃屋顶 隔着玻璃可以看到蓝天白云 一只金色的战鹰从天空上面飞过 那正是他制造的第一只战鹰 神雕 萧凡玩心大起 立刻询问安妮 我是否能够将视野切换到神雕身上 可以的总指挥 神雕也是红颈单位 你可以切换所有的红颈单位 萧凡立刻将视野切换到了神雕的身上 刹那间景色变了 萧凡感觉自己此刻就是一只鸟 翱翔在天地之间 通过神雕的眼睛 他能够轻易地看到整个曙光城 看到自己的官邸 看到雷达站发电厂 甚至他还能看到 小八在水潭里面呼呼大睡 还能看到程卫廉的战士 在城墙上面巡逻 他还能看到 后山风力发电的风扇叶在转 萧凡还想看看更远处的一些东西 就命令神雕继续往南飞 他甚至想直接飞回燕云 看看自己家的老房子 现在破败成什么样了 神雕拍打翅膀 萧凡神游天外 一直往南边飞去 越过山川河流 越过森林田野 开始的时候 确实特别的新奇 但是过了一会儿 萧凡就有些腻了 因为很少能够看到人 当看到云州和燕云交界的戒牌时候 萧凡就想回去了 他正打算命令神雕往回飞 突然看到了前面公路上 一支车队正在往这边狂奔 有越野车 有皮卡车 还有重型卡车 足足二三十辆 轿车一类的 在末世已经基本被淘汰了 这些车辆明显属于一个较大的幸存者组织 萧凡立刻让神雕从车队上方掠过 借着锐利的鹰眼 他看到了前面车上的人 我去 这不是安兰 郭明杰 还有赵大山他们几个吗 这几个燕云的基地首领 怎么弄得像逃难一样呢 萧凡沉思了一下 立刻翻身从床上跳了起来 来到了关底一楼 萧凡直接上了东风铁甲 警卫牌随我出发 我们有老朋友来了 现在生产序列还没有排到警卫连 所以沈瑞辉目前还是排长 他立刻带着警卫牌集合 登上了装甲车 跟随萧凡的东风铁甲 离开了曙光城 沿着公路行进了大约五十公里 萧凡等人停了下来 就在这里吧 对方马上就到了 萧凡带着人停下 等待对方的到来 几分钟后 这支车队出现在了视野里面 前面的越野车几乎是一路狂奔 这么短短的过程之中 都有两次差点翻车的迹象 可见跑的是多么的心急 远远地看到萧凡 越野车的速度才算降了下来 驾驶的人似乎不敢相信的样子 一路来到了萧凡的身边 一脚刹车 车子停了下来 真是萧首领 我不是在做梦吧 开车的是赵大山 停下后就从车上跳了下来 一个箭步来到了萧凡身边 拉住萧凡的手 眼睛竟然有些发红 随后 郭明杰和安兰也跳下了车 都是情绪非常激动的样子 哎哟 这都是怎么了 有话好好说 别弄得好像生理死别的样子 赵大山没等开口 郭明杰率先问道 萧首领 你在云州这边混得怎么样 燕云和云州的广播 不是一个地区的 也不是一个评断 彼此收听不到对方的情况 郭明杰更是和萧凡没有联系 所以并不知道曙光城的情况 萧凡想了想 还成吧 过得去 这样啊 郭明杰脸上微微有些失望 看看萧凡身边的人 还是一辆越野车 还是一辆装甲车 似乎和以前没有太大的区别 他有些犹豫不定 不知道接下来的话要不要说 还是赵大山快人快语 萧首领 我们就是投奔你来了 不瞒你说 我们几个的基地 全都被人给一锅端了 我们现在已经是无家可归 还被人追杀 萧首领 你要是不救我们 我们几个绝对会死得很惨啊 萧凡一愣 有这么严重 你们三家基地都被一锅端了 谁干的 不单单我们三家 还有汽修厂的韩东阳 不过韩东阳已经死了 动手的是监狱基地的胡小飞 安兰在一边接过了话头 萧首领离开之后 监狱基地那几家 就和我们走到了对立面 但是彼此并没有直接的冲突 也算能够相安无事 可是没想到就在昨天 胡小飞那群人不知道在哪里找到了一群外员 先是第一个突袭了汽修厂基地 韩东阳直接被打死了 然后他们先后突袭温泉山庄和赵庄 郭明杰首领和赵大山首领跑了出来 来到了我的机场基地 胡小飞那群人直接跟着来到了机场基地 我们的飞机偏偏那个时候在修理 不能起飞 没有了空中优势 顿时被他们打得落花流水 等我逃出来的时候 才想到 我们机场也是出了内间了 安兰说到这里 眼睛也有些发红 现在他们应该就快追上来了 我们也是无处可去 所以才来到萧首领 希望你能够帮帮我们 萧凡也是神色凝重了起来 如此说来 燕云就要统一了呀 监狱基地 批发市场基地这几家要多大了 这不又是一个幸存者联盟诞生了吗 这对于曙光城来说 并不是什么好事 这时候安妮突然提示 总指挥发现了一支车队 正在进入雷达范围之内 而且还有三架直升机随行 萧凡目前在距离曙光城50公里的地方 而曙光城的雷达可以看到100公里以外 萧凡查看雷达 立刻发现 远方公路上有至少上百辆车出现了 第154章 入侵 看到这里 萧凡立刻转身问安南几个人 你们说有人追杀你们 没错 我们逃出来的时候 胡小飞那些人就来追 还是我的一些手下舍命阻拦 才让他们没有立刻追上来 不过我想 他们坚持不了多久的 萧凡点点头 他们有多少人 监狱基地那几家加起来 大概出动了两千多人 还有一伙外来力量不知道是谁 火力很猛 大约五六百人 一共接近三千人 他们都有什么武器 那边的主力是防弹的运超车 还有警用的防爆车 全都安装了车载机枪 灵活又能够突击 不过现在 他们应该还多了三架直升机 那都是我们机场基地的 萧凡盘算了一下 接近三千人到来 这恐怕不单单只是追杀 安南几个人那么简单了 对方搞不好 是冲着曙光城来的 现在萧凡的主力部队 正在青阳打丧尸 想要立刻回尸 绝对是来不及的 不过现在新的部队也出现了一些 凭借城防优势 应付这些人应该问题不大 好了 你们不用考虑太多 现在跟随我去曙光城吧 到了这里就安心地住下来 其余的事情交给我来处理就好了 安南几个人千恩万谢 刚刚他们真是捏了一把汗 担心萧凡听到对方有三千人之后 就会打了退堂鼓 毕竟这三千人可都是武装分子 如果萧凡的力量还是 和以前差不多的话 这会儿绝对是抵挡不住的 车队继续前行 直奔曙光城而去 星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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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他们车队后面几十公里外 一直由数百辆车组成的庞大车队出现了 最前面是一辆装甲车 车内坐着几个人 此刻正在透过车窗看着外面的景象 云州啊 末世之后 我还是第一次来到这里 据说这里离萧凡的地盘不远了 说话的是一个长发青年 满脸凶悍之气 穿着一身皮衣 手里摆弄着一把枪 他的身边是一个四十岁左右的中年人 中年人对青年开口了 语气还比较恭敬 胡少林 这里确实距离萧凡的蜀光城不远了 不过我们的目标并不是前往蜀光城 而是要先打下白化镇 看看萧凡的反应 哼 你们的胆子还真是小 要知道 这次过来的不单单只有你们 还有我们监狱基地好几家势力的精英 总兵力接近三千 难道还怕他一个小小的蜀光军不成 你不是说过 蜀光军的总人数只有不到一千吗 是的是的 可是胡少林你有所不知 萧凡的蜀光军之所以强大 主要是因为他们有一座坚固的城市 连几十万的丧尸都没能将城市攻破 我们去了也不容易讨到好 别拿丧尸那种智商低下的生物来和我们比 丧尸懂得什么 再多的丧尸也只是靶子罢了 监狱基地有一次行动闹出的动静太大 引来了几万丧尸 结果还不是被我们三下五除二的给干掉了 中年人急忙负荷 胡首领的监狱基地固若金汤 自然是不怕丧尸的 哼 算了 既然你都说了 那我就暂时不去找萧凡这个家伙的麻烦 我们先拿下白化镇 我已经依照约定进军萧凡的地盘了 以后可就不欠你们什么了 胡首领放心 我们都明白 胡小飞还是有些不甘心 你说萧凡一个在燕云混不下去的家伙 怎么能够在云州建立一座城市呢 难道他比老子还强不成 不行 我不能让他这么嚣张 估计这会儿 他应该接受了安兰那群人了吧 那老子再给他送个见面里吧 说着 胡小飞拿起了对讲机 我是胡小飞 呼叫直升机一号 听到请回答 胡首领 我是一号 请讲 你们几架飞机不必立刻跟我去白化镇 你们现在去一趟曙光城 在他们的城市上空飞两圈 开几枪 最好再打死几个人 然后再回来 哈哈 首领果然是好主意 咱们刚刚得到这个飞机 立刻就有用武之地了 我们现在就去 三架直升机飞快地改道 不再跟随车队一起前进 而是调转方向直奔曙光城而去 那个中年人有心阻止 但是一想还是算了 让胡小飞这个祸害来到燕云 目的不就是和萧凡作对吗 现在目的达到了 他也可以交差了 新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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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架直升机飞过山岭田野 前面出现了一条白亮亮的河水 就快到了 这条河应该叫做浩原河 曙光城就是沿河修建的 奥迈达的 这里是曙光城吗 怎么和我想象中的不太一样呢 我去 这个城市有点屌啊 三个驾驶员通过对讲机不断地交流着 起初也是被曙光城的规模震撼了一下 但是这震撼也是短暂的 自从驾驶上了直升机后 这几个人的胆子也是成倍的增大了 这个时代 能够飞在天上 那几乎就代表了一种统治地位 只要他们不自己作死 几乎就是无敌的 所以 曙光城虽然看着红尾 却更让他们几个产生了一种破坏欲 胡老大说了 尽量地在这里搞点破坏 咱们三个就竞赛一下吧 各自搞出一点事来 然后回去交差 好的 正合我意 我先上了 一架直升机直接飞向了外城区 第二架直升机 则是飞向了内城区的方向 还有一架直升机没有妄动 远远的悬停在远方天际 想要先观察观察再说 第一架飞机速度很快 这个驾驶员想得也简单 冲过去机枪扫射就是了 打死一批人就走 这个效果就很好了 飞机很快临近了城墙上空 这架飞机的机枪已经架了起来 正在寻找一个合适的角度冲进城市 他还是要担心曙光城的高射机枪的 还没等他找好冲进去的位置 曙光城内突然一个东西 尾巴喷着白烟 破空而来 直升机的驾驶员印象里 好像只是在末世之前的战争片里面 看过这种东西 防空导弹 直升机缓慢的速度 根本无法逃离这种战争戾气的追击 哄 一个火球就在空中炸裂 直升机当场粉碎 第155章 火捉 第一架直升机在外城区的城墙外面就被击碎 第二架飞机则是顺利地飞到了内城区 相比第一架飞机的莽撞 它的目标则是非常明确 内城区有一个风景秀丽的别墅 一看就是住着重要人物 它如果能够抓住萧凡或者是萧凡的家人 这一次可就立下大功了 所以这个驾驶员决定富贵险中求 它赌萧凡这里不会有什么防空设施 这种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毕竟这种时候武器缺乏 能够建立起城墙就很不容易了 要是还有防空设施什么的可就太逆天了 所以它飞到内城区后方 觉得这里安静无人之后 就一头冲了下去 它这架飞机是水路两栖的 为了降落或者撤退的时候 不被对方的车辆骚扰 它聪明地选中了一块水潭作为降落地点 螺旋桨带风的降落 底下上面有浮筒 可以保证飞机停在水面上 一阵阵水气升腾 飞机直到降落也没有遇到什么障碍 刚刚落下 远处天空上的爆炸让它心里一惊 坏了 有同伴遇难了 这个驾驶员也算机敏 过度的顺利总是有些不安 它和飞机上的两个同伴没有立刻下飞机 而是决定观望一下 这时候 有一个人走向了水潭边 这个人虽然也是一身的军装 这是一个吹噬般的人 此人用小推车推着几个大盆 里面装的全都是一些大鱼什么的 一直来到了水潭边 这个人对水面上的飞机似乎非常的嫌弃 喂 你们几个还在飞机上磨磨蹭蹭的干什么 总指挥已经下令 你们几个可以死 但是飞机必须要抓活的 我奉劝你们赶紧投降吧 投降得快 还有一丝活命的机会 飞机上面的几个人都愣住了 这个做饭的不会是个傻子吧 就算他们被发现了 没有能力活捉消防了 但是飞机要走你怎么抓 顶多也是机会 难道还能像抓人似的 把飞机拉住不成 因为觉得不合理 所以这几个人反而不那么害怕 其中一个人甚至准备架起机枪 先干掉这个精神不好的厨子再说 这时候别墅方向 突然一群战士持枪往这边冲过来 不好 撤 驾驶员也随时处于紧绷状态 看到有人冲出来了 立刻就启动飞机 准备离开水潭 突突突突 螺旋桨飞速转动 飞机纹丝不动 怎么回事 怎么飞不起来了 感觉飞机好像被什么东西拉扯住了 快看看水潭下面 机枪手低下头 看了一眼 整个人就好像灵魂出翘了一样 只见一条条无比巨大的触手 已经将飞机的底架那里死死的缠绕 那粗大的触脚就好像一条条深海巨蛇 缠绕住飞机竟然还在往上攀爬 啊 什么东西 话音未落 一条巨大的触脚猛地冲进了机舱 一个脸盆大小的吸盘 直接护在了机枪手的脸上 把萝卜一样的将其从机舱里面拽了出去 接着就是驾驶员和副驾驶位置的人 那些触脚冲进机舱后 几乎立刻就将机舱填满 这架直升机在这些触脚面前就好像一个玩具 几个人更是如同尘埃般不值一提 顷刻之间全部被拉到了水下 吹噬般的厨师则是扔出去一条鱼 抛到了水潭里面 哎 好良言难劝该死的鬼 小八 开饭了 记得将飞机搬到岸上来 总指挥说了 这东西可以奖励给表现优秀的冒险者小队 可不能弄坏了呀 水潭之中 小八咕噜噜噜地伸出触脚 将飞机送上了岸 然后就开始吃饭 两架飞机的命运相同又不同 这一切都被第三架飞机上的人看到了 其实看到第一架飞机被击毁 他就知道事不可为了 所以他非常果断地掉头离开 直升机并不是工程的力气 他一架飞机也做不了什么 还是赶紧回去报告好 他并不怎么担心自己 毕竟飞机要跑 谁能拦得住 几分钟后 他知道了答案 飞机要跑 只有飞机能够拦得住 当后方一架武装直升机出现的时候 他就知道完了 这种民用版的飞机 无论如何 也是不可能和五直对抗的 该死 云州来的那些人 带来的什么狗屁情报 这曙光君怎么还有五直呢 早知道这样 老子才不会来送死 不行不行 老子不能死在这里 留下一条命 我就能活下去 这个飞行员也算果断 就在五直准备发射空对空导弹的时候 他直接背上了降落伞 从飞机上面跳了下去 他刚刚跳下去 飞机就被击毁了 五直一枚空对空的天雁导弹射过来 这架直升机就成了烟花 只有驾驶员打开了降落伞 飘飘荡荡地落向了一个山林的方向降落的时候 他非常担心那架五直追过来 用飞机上的航炮干掉它 但是并没有 直升机悬停在远方没动 似乎没看到他一样 这个跳伞的驾驶员长出一口气 直到他看见 天边有几只巨大的老鹰飞了过来 开始他还没以为 这些老鹰有什么不对 漠视的鸟都越长越大 这些老鹰的体型很正常 可是当这些老鹰飞过来 飞到降落伞上方之后 竟然直接扯起降落伞往回飞 此刻他挂在降落伞上 上天无路入地无门 被动地被老鹰扯着 再次飞向了曙光城的方向 心中绝望的他已经明白了 除非他这会儿自杀 不然他就要乖乖地接受 成为俘虏的命运 对不起哦胡老大 不是我不经历 而是敌人太狡猾 我可能要出卖您了 第156章 备战 曙光城内 萧凡在官邸内 听完了参谋长的汇报 总指挥 情报和那个飞机驾驶员 交代的情况完全吻合 燕云那边3000人的武装力量 入侵了白化镇 白化镇基地的人 已经宣布加入了燕云监狱基地 并且在那里给燕云的人提供了给养 萧凡手指敲击了两下桌面 这个不怪他们 对方势大 硬抗是愚蠢的行为 能够保住性命 就是好的 还有一件事 联盟今天通过广播宣布 欢迎燕云的朋友到云州来 大家共同创建文明社会 并且双方宣布 立刻结成战略同盟 攻守互助 萧凡笑了一下 这简直就是不打自招 他们以为联合了监狱基地 就可以从两个方向 给我施加压力了 总指挥 我们还获得了一个消息 联盟那边正在和伯利亚人交易 好像有不少武器 渡过神龙江运送过来了 目前正在紧急特训 要不了多久 就会形成战斗力了 萧凡微微点头 看来联盟是坐不住了 是将目光落在了云州的地图之上 地图上面 有几个地方被重点标注了 一个是联盟所在的影视城基地 一个是目前胡小飞他们所在的白化镇基地 还有一个 就是自己的曙光城了 现在萧凡的主力部队还在青阳 目前基地内生产出来了一部分的新兵 但是数量还不够多 守城有余 进攻则是不足 联盟和监狱基地 联手布下了这么大的一个局 肯定不会就此按兵不动的 他们一定会选择一个时间 对自己发动攻击 萧凡目前面临的 可能会是两面作战 他现在需要确定两件事情 一个是联盟那边计划发动的时间 一个是确定一个会战地点 萧凡并不想将战火燃烧到曙光城 曙光城再坚固 面对现代化战争 也难免会有很大的损失 所以他打算将战场并在其他地方 在地图上一寸寸地寻找 萧凡心中渐渐地有了一个作战计划 正在这个时候 系统提示响起 高科技研发中心建设完成 萧凡立刻走出了关底 来到了一个预留位置处 将高科技研发中心摆放了出来 高科技研发中心 是一个四四方方的楼房 不是普通的钢筋混凝土建筑 而是一种亮银色的金属构成的 充满了现代的科技感 工程师爱因 兴奋地看着高科技研发中心 对萧凡道 总指挥 我觉得我研究的金盒服用方法有了突破 你能给我20分钟吗 我要进去做一个试验 哦 那赶快去 终于等到了有关金盒的消息 萧凡也是非常高兴 急忙让爱因进去研究了 爱因刚刚进去 马顿也站了出来 总指挥 我有一种给间谍使用的神经类药物 感觉有些心得 我要进去研究一下 去 赶快去 凡是你们有什么新的思路 立刻进去研究 还有一些工程师 纷纷进入了高科技研究中心 这里就是工程师的天堂 萧凡看了一会儿 打开了系统页面 这里又解锁了一个新的建筑物 军用火车站 造价50万斤 需要铁轨铺设 而防御建筑里面 又多出了铁轨 和一个叫做裂缝产生器的建筑物 铁轨 100斤一米 可以通过资源回收站 收集钢铁和石材 减少最多90%的造价 裂缝产生器 造价5万斤 红井黑科技产品 可以产生蕴含电磁能量的立场 能够阻挡雷达和卫星的探测 用于掩盖重要重要区域 不被敌人发现 看到这里 萧凡知道 自己这边的发展 暂时进入了一个平台期 因为从前他并不知道 还有红井 还有火车站这一个建筑物 所以就没有预留火车站的位置 铁轨更是没有想过铺设 那些铺设铁轨所用的建材 也没有刻意地去收集 想要建设火车站 那就必须再寻找到一处合适的位置 甚至可能要将城市外扩一点 萧凡倒是不担心被人发现 他如果要扩建 可以在北城区或者东城区戒严一段时间 然后悄悄地将城墙拉起来就可以了 而且裂缝产生器的出现 更是给了萧凡信心 这种东西一旦摆放出来 在敌人眼里 这里的一大片区域就会变成黑色 什么也看不到了 有了他 曙光城的安全等级立刻上了一个台阶 火车站要建设 但是不是现在 萧凡让工兵排开始去收集物资 眼下更重要的事情 是即将和联盟到来的战争 点选了一个裂缝产生器后 爱因信冲冲地从高科技研发中心里面出来了 总指挥 成功了 我们红井士兵可以使用金盒了 哦 快说 怎么用 萧凡的眼睛一下亮了起来 我们红井战士 之所以之前不能使用金盒 是因为战士们都是有等级的 红井战士的上限就是三星 所以服用金盒也是没用的 现在经过了高科技改造 我们的战士可以继续升星了 目前的最高等级是五星 五星 没错 按照实力划分的话 三星的红井士兵的实力 介乎于普通人和一级突变者之间 而红井士兵服用一枚一级金盒后 就会达到四星 这个时候 红井士兵的战斗力 就介乎于一级突变者和二级突变者之间 四星战士可以称为精英战士 萧凡手里别的不多 一级金盒可是还有五千多 如此说来 他可以将手下所有的三星士兵 全部提升到四星了 四星的士兵能够力压突变者 想想就知道 那会是多么强大的一股力量了 那么五星呢 五星战士需要四星战士 再服用一枚二级金盒 就是巨熊或者爬行者的金盒 就可以升级到五星 五星战士的实力 将会超过普通人的二级突变 我们可以称五星士兵为英雄单位 英雄单位甚至能够进化出独属于他的特殊技能 听到爱因的介绍 萧凡也有些激动起来 红井里面是有一些英雄单位的 比如谭雅 尤里等等 一些英雄单位的特殊能力 往往能够在战争之中 起到很关键的作用 这一点萧凡深知 没想到他麾下的士兵经过提升 竟然也有成为英雄单位的机会 萧凡查看了一下手里的二级金盒 一共有七枚 如此说来 他可以打造出七个英雄单位了 萧凡沉思了一下 他决定立刻开始他的强军计划 现在联盟那边也在备战 他这里也在备战 他必须要在联盟发动进攻之前 将一切准备做好 目前 联盟和监狱基地两方联手 总兵力甚至接近一万人 虽然这些人的战斗力如何不好说 但是以多摇死相 萧凡的这一千多兵力要打赢 也必须好好地计划周详 这一战一旦开打 他就绝对不会给联盟任何机会 必须赢 151章被吞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恢复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不然漏了一张 会错失很多关键内容 第157章 全体升级 萧凡的备战 首先就是从士兵升级开始的 目前萧凡的麾下 一营的战士们 跟随自己征战已久 全都升级到了三星 而二营的战士们 全部都是新兵 目前甚至还没生产完毕 自然是一个三星都没有 战士们服用金盒升级到四星 先决条件必须是三星才行 目前一营还在青阳县城战斗 现在萧凡这里的三星士兵 基本就是警卫牌和陈卫廉 萧凡率先升级的是警卫牌 现在警卫牌已经扩大 大的警卫廉了 不过真正的金锐只有一牌 萧凡的第一枚金盒 给了第一个生产出来的士兵王战 王战是第一个列兵 很早以前就是三星战士了 他拿到第一枚金盒之后 立刻服了下去服用之后 王战整个人的感觉就变了 身形变得更加彪悍了一些 肌肉更发达了一些 眼神看上去也锐利很多 给人的感觉绝对是那种 身经百战的精锐战士 但是具体的并不能从表面上看出来 还需要王战自己汇报 说说你的变化 总指挥 我的枪械变了 当初的八一杠已经变成了九五 不过子弹数量没什么变化 这些是外在的 我本身的身体素质 好像直接上了好几个台阶 我给你演示一下吧 说着 王战放下枪来了一个折返跑 红颈士兵的体能都很好 但是这一个折返跑 却让消防看冷了 王战的白米竟然达到了八秒 要知道 王战看上去并不是那种敏捷像的突变者 接下来 王战又给萧凡展示了其他方面的提升 比如权力的提升 堪比世界拳王 柔韧的提升 堪比体操冠军 还有就是枪法 禁止开枪 移动开枪等等 都有了过去世界冠军的水准 这要是放在过去的部队里面 妥妥的就是一个兵王啊 萧凡非常高兴 这还是最基础的裂兵 其他的兵种 也一定会带给自己更多的惊喜 第二个金和他 给了陆军战士白小川 陆军战士升级之后和裂兵差不多 身体素质有了全面的提升 但是更多的是火力的增加 之前的5 8毫米的轻机枪换了 四星陆军战士的主武器 换成了QJS-161轻机枪 这一款机枪采用了7 62毫米的口径 并且采用了炼式弓弹 过去陆军战士的轻机枪 采用弹匣和弹鼓弓弹 效果并不是很好 现在换成炼式之后 不但口径增大 持续的输出火力也大幅度的提高了 不说四星战士的身手提高多少 单单这两款枪械的更换 就让萧凡的部队火力 直接上了一个大的台阶 之后 萧凡又开始将金河给其他战士们服用 基本全都有了一个突破性的进展 比如侦察兵这里 四星的侦察兵 几乎就算是特种部队的兵王了 身体素质之强悍 已经见过萧凡之前 见过的突变者很多 四星的军权也是更为强悍 战斗力完全可以比你以前的东北虎 四星的工程师 有了更为出色的研究技术 并且开始出现专项领域的学术专精 四星的医疗班 已经能比你过去的大医院科室主任 做手术什么的轻松愉快 四星的吹噬班都成了大厨 做饭的手艺愈发的精湛 四星的喷火器战士 四星的火箭筒战士 四星的重机枪组 四星的防空步兵 萧凡将基地里所有的三星战士 都提升了一边 然后让二营出发前往青阳 接替一营的战斗工作 他要将一营调回来 全部都升级成为精兵 作为和联盟开战的主力 做完这些事情之后 萧凡看着手里的七枚金盒 决定将这七枚金盒 也用掉他要打造七个五星战士 也就是红颈系统的英雄单位 不过五星战士的诞生 就没有四星那么容易了 五星战士服用金盒 需要进入了高科技研发中心内部 在工程师们的检测下服用 因为英雄单位是能够获得特殊技能的 这涉及到了红颈的黑科技 这需要工程师们引导 也需要时间 萧凡先是确定了六个名额 然后让工程师们慢慢去做 这六个单位分别是工程师爱因 狙击手陆平 军犬孝天 侦察兵薛宁儿 医疗女兵孙飞 侦察兵沈瑞辉 其实还有很多的战士需要升级 比如火箭筒战士 防空步兵 空降兵战士等等 可是萧凡选择的 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一个超级狙击手 在战场上是会非常强大的 工程师升级到五星之后 肯定能够给红颈系统带来更多的变化 这是非常重要的 而孝天 薛宁儿 孙飞飞几个人 都是贴身保护自己的 当然不能含糊 至于沈瑞辉 作为自己的警卫连长 一个强悍的身手 也是有必要的 还剩下一枚金盒 萧凡打算留给神雕 这只大鸟 现在只是一星 萧凡要让他尽快地升级到三星 之后连续服用两枚金盒 看看他能不能带自己上天 可惜 小八现在还只是一星 不然萧凡肯定要把沈瑞辉的名额给了他了 弄完这些之后 第一个升级的 工程师爱因开始升级了 不过需要24小时 这个时间里面 萧凡拿起了一枚金盒 这是一枚一级金盒 他决定自己弄一颗尝尝 萧凡没有想过 自己个人的实力 要多么多么的无敌 当然一个突变者 在如今这个时代 怎么也算不上无敌 他只是想自己的实力 不要太过扯后腿 万一那天被人突然干掉了 那就亏大了 这么长时间 使用变异瘦肉 萧凡的个人实力 其实已经远超普通人了 但是他和红锦士兵还不一样 红锦士兵是三星状态 服用金盒的 成功率是百分之百 而萧凡在本质上来说 其实还是一个普通人 普通人服用的话 变异方向和红锦士兵的 全面提升也不同 不然就不会有 各种各样的突变者出现了 其实这还是有失败几率的 为了防止万一 萧凡本人也进入了 高科技研发中心 这里有工程师 负责监测人体数据 保证安全 萧凡像病号一样的 躺在了一张床上 然后吞付了金盒 第158章 联盟的最后通牒 萧凡的进化过程 果然是出现了一点意外 服用金盒之后 他感觉一股热流流变全身 尤其左眼的部分 有一种灼热的感觉 让他有些不舒服 工程师们全力控制萧凡的情况 不让他的体温过高 也不让他的心跳过速 保证不会出现他的问题 最后 萧凡的进化 还是有惊无险地完成了 醒来之后 萧凡感觉全身的力量速度 都有了一个爆发式的提升 这是进化成功的证明 可是也出现了一点问题 他的左眼 似乎和以前不一样了 因为他所在的房间里面 光线较暗 萧凡醒来的时候照镜子 发现自己的左眼 悠悠地闪烁着一点红光 他揉了揉眼睛 两只眼睛同时看东西的时候 居然有点不那么协调 怎么回事 我的左眼视力 好像和右眼不同了呢 总指挥 普通人的进化 和红锦士兵的进化 是不太一样的 你看其他的突变者 或者这里比较强 或者那里比较强 你也应该是左眼进化了 现在我给您测试一下视力吧 工程师爱因 在进化五星初步来 这时候工程师马顿 拿来了一张视力测试表 就是那种 上面一排排 东倒西歪的山子那种表 距离三米 马顿一指最上方的问萧凡 总指挥 这个山子的开口朝哪边 萧凡美好气地看了他一眼 那个字那么大 我看得太清楚了 你距离再远一点 然后再问 距离打开到了五米 这一次 马顿指了中间的一个 总指挥 先用你的右眼 萧凡五上左眼看了一下 指出一个方向对了 但是往下之后 萧凡的右眼 逐渐地开始出现错误 右眼视力一 零 正常范围 测试左眼 萧凡五上了右眼 一看之下愣住了 眼前的一切清晰可见 测试表最下面的小小山子 此刻也如同西瓜一样大 这 我的左眼成了千里眼了呀 没等马顿说 萧凡就说出了一串正确的方向 然后起身离开了高科技研发中心 走到外面一看 他终于确认了 当他想要看清某个东西的时候 他的左眼能够看到很远很远的地方 他站在这里 甚至能够看到基地后山上面 某一片树叶的纹路 而且他的眼睛还能穿透黑暗 简直有了红外线望远镜的效果 马顿跟随出来 对萧凡道 总指挥已经确定了 您突变之后 进化的是左眼视力 这是一个非常实用的进化 您可以通过训练成为一个神枪手 也拥有了超凡的观察和监视能力 萧凡点点头 有些高兴 又觉得有些怪 因为他一旦想要动用这种能力的时候 那就必须闭上右眼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看人 总是看着有些奇怪 想了想 他摸出了自己能够发射榴弹的手枪 瞄准了远处的一块小石头 闭上右眼 一枪打了过去 碰 小石头被打碎 他又闭上左眼开了一枪 子弹根本不知道飞到哪去了 这是左眼神枪手啊 萧凡将枪插回了枪套里面 算是对自己的进化 有了一个充分的了解 之后的时间里面 就是源源不断的出兵和升星 新生产出来的二营出发了 前往青阳替换一赢一赢的战士回来后 就是紧张忙碌的新一轮进化 新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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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历8月25日 联盟影视城基地 联盟高层为了鼓舞士气 一个盛大的阅兵室展开了 这一次的阅兵室 不但联盟高层全体参加 而且还通过广播的方式 向整个云州所有的幸存者 播报了现场情况 参加阅兵室的 一共有30辆鱼坦克 50辆装甲车 防爆车和运钞车200多台 各式架设机枪的越野车 更是超过了500台 当初和伯利亚人订购了20辆坦克 后来联盟又咬牙加了10辆 如此大规模的机械化部队 终于成军了 联盟高层也终于扬眉吐气 联盟主席宋北风 在影视城基地门前 更是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话筒就在他的面前 不但能够让联盟内部的人全都听到 还能让云州的其他幸存者听到 各位云州的父老乡亲们 我是宋北风 刚刚大家也听到了联盟阅兵的消息 也对我们的军事力量 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 相信大家此刻也能明白 联盟有这个决心 也有这个能力捍卫我们的权利 联盟立足云州以来 一直秉承帮助所有幸存者 打造美好家园的理念而存在着 我们一直是这样说的 也是这样做的 可是当一个外来势力 也就是曙光城的出现之后 我们云州和谐的环境就被打破了 曙光匪军盘踞两室交界 占据水源 卡住交通 非法对投靠的幸存者收缴黄金 民怨极大 而且来到云州之后 拒不执行联盟命令 甚至一度希望让联盟军队给他们当炮灰 并且恶意扣押物资 驱逐联盟商人 到了后来 更是涉足燕云事务 挑拨燕云内战 内战失败后 更是将燕云的战败者收进了曙光城 搞得燕云战火 蔓延到了云州境内 一直以来 曙光城的所作所为 已经严重触及到了联盟底线 也触及到了燕云人民的底线 今天 我在这里郑重宣布 萧凡的曙光城和曙光郡 为非法组织 我命令你们 在48小时内放下武器 接受联盟整编 所有和曙光匪帮合作的势力 立刻停止你的合作脚步 否则一律按照非法组织处理 联盟的战车 专门对付你们这些人 曙光匪首萧凡 我宋北风在这里警告你 放弃一切幻想 不要试图躺臂挡车 你可以选择逃亡 但是你的所作所为 已经被人们唾弃 神州大帝将不会有你任何的容身之地 或者钻进深山老林当野人 或者流亡海外当个异乡鬼 你自己考虑清楚 第159章 舆论公事 就在宋北风发布演讲的十分钟以后 又有一个广播信息出现了 这个广播的频段 是白化镇基地的 当然 现在那里 已经被来自监狱基地的胡小飞 占据了胡小飞在广播里面 响应了宋北风的号召 表示燕云的人们 坚决支持云州幸存者联盟的行动 为了肃清燕云的内乱分子 也为了帮助云州人民 解决从燕云流窜到云州的脚屎棍萧凡 监狱基地这边 将会配合联盟军队的行动 选择合适的时间 在合适的地点 给予萧凡的曙光军致命一击 连续两条广播出现之后 整个云州都笼罩在了内战的阴云之下 联盟的人憋屈了这么长时间 终于开始反击了 看得出来 联盟是卧薪尝胆 历经图治 终于建设了一支强大的军队 连坦克都弄来了三十辆 这是要彻底将曙光城移为平地了 曙光城能够抵御几十万的丧尸 但是绝对抵御不了 一万现代化的军队进攻 这是很多人的共识 广播里面 联盟已经展示过他们的肌肉了 除了坦克战车无数 还有很多的重机枪 火箭筒 迫击炮等等武器 这些东西 只要骑射一轮 恐怕曙光城就消失了吧 各种型号的武装车辆也有不少 两下夹击 曙光城绝对要成为历史了 这个时候 那些加入曙光城的担心也没用了 而没打算加入曙光城的 也不用担心 真正要担心的是那些已经定下来要加入 但是还没来得及加入的 比如山洞基地 山洞基地位于新安山脉的边缘 以前是一个防空洞 后来被幸存者占据成为了一个基地 这里的幸存者大概有七千多人 算是一个较大的生存基地 这里靠近一个较大的镇子 名字叫做平原镇 平原镇南边一百多公里是曙光城 北边一百多公里就是影视城基地 山洞基地的大多生存物资 也都是来自平原镇 不过平原镇那里丧尸也不少 现在还有十余万 山洞基地每次收集物资 都是小心翼翼的 日子飞得不好过 后来曙光军崛起 他们就想要加入了 本来山洞基地已经定好要加入曙光城了 几乎一切都已经收拾完要出发了 就出了这样的事情 山洞基地那里 现如今是进退两难 不知如何是好 星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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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历8月26日 清晨6点 天空有些阴霾 人们清晨起来之后 发现天上星星点点的 竟然开始飘起了小雪 过去的很多年都是暖冬 很少有这个时候会下雪的 没想到今年的冬天 来得似乎格外的早 人们起床后 有些人就忍不住抓紧时间去收集木柴 准备熬过这个冬天 有些人本来是打算加入曙光城的 所以都没有提前收集 可是现在形势已经不同了 搞不好以后 云州还会恢复以前的格局 联盟一家独大 六点钟到的时候 广播再次响了起来 这一次是曙光军那边给出了回应 这里是曙光城 这里是曙光城 大家早上好 我是新小迭 奉肖凡首领委托 我们在这里对联盟方面发出忠告 曙光军喜爱和平 但是从来不会畏惧战争 战争的目的 就是为了换来长久的和平 在此丧尸肆虐 人类艰难求存的情况下 联盟一方不顾丧尸威胁 只一发起内战 我们给予强烈的谴责 并且奉陪到底 还有从燕云过来的外来势力 你们贸然进入云州战局 必定将会自取灭亡 曙光军现在正式宣布 和云州幸存者联盟 以及燕云过来的几家势力 立刻进入战争状态 曙光军的强势回应 表明了他们的态度 但是也没有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 能够在几十万丧尸围城的情况下坚持过来 曙光军绝对不是软狮子 萧凡传说之中 更是一个心狠手辣的人 据民间传说 萧凡此人冷血无情 杀人不眨眼 甚至很有可能不是一个正常人类 因为他连生理需求都没有 身边美女如云 却片叶不沾身 要知道 如今可是没有法律约束的世界 这样一个冷血变态 能够屈服于联盟之下 那就怪了 现在几乎所有人都知道 战争随时可能爆发了 人们猜测的 就是战争爆发的地点 是曙光城 还是白化镇基地 或者是萧凡带领部队来一个逆袭 直接进攻影视城基地 也说不准 人们都在紧张地 忐忑地关注着事态发展 唯一可以确定 就是这一仗谁打赢了 谁就是云州真正的霸主 再无争议 信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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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萧凡晨起之后 身边已经聚集了很多曙光军的军官 一营的营长徐强 不但完成了四星进化 还经过了军官培训中心的培训 包括下面的很多连长排长都是如此 到了如今 萧凡已经任不全下面的一些低级军官了 这些军官 现在齐聚在萧凡的官邸之内 看着云州的地图 参谋长郑伦担任了解说 正在给萧凡介绍情况 总指挥 根据我们得到的消息 联盟的第一步动向已经确定了 那就是山洞基地 哦 不是来进攻曙光城吗 不是的 联盟没有那么蠢 他们都见识过曙光城坚固的防御攻势 不会轻易地踏出这一步 他们打的算盘 是让监狱基地来担当第一波攻势 而他们则是趁此机会 先拿下山洞基地 这个大基地一入手 整个云州估计就不会有人 再信任 我们能够给他们提供保护了 萧凡沉思了一下 绝对不能燃 他们得逞 我们有今天的局面来之不易 他们大概以为 他们现在兵强马壮 曙光军只能归缩在城内防御 我们就来一个反其道而行之 打破他们不切实际的幻想 既然总指挥下了决定 那么接下来的事情就简单了 阵轮一指地图上面的一个小镇 这里是平原镇 占据了一个关键的地理要冲 联盟无论是来我们这边 或者是进攻山洞基地 都要先到达这里 这里的地形我们的战营也勘探过了 除了镇子一个角落处 还聚集大量丧尸外 其余的地方 都已经被煽动基地的人清空了 完全可以作为一个战场 联盟那边也快要行动了 不过他们的效率肯定比我们慢 所以我建议 我们的人现在就出发 提前占领这个战略要冲 在这里和联盟一决刺凶 第160章 第一场选 消防完全同意正伦的建议 既然要打 那就来一场狠的 联盟不是认为他们已经稳操胜券了吗 他们不是认为自己不敢出城 还要留在城里 应对白化镇的第一波攻势吗 自己偏偏不那么做 提前出发 布置下防御 一意待劳地等待联盟的到来 一次就把联盟打通 甚至把他们打死 让他们再也不能兴风作浪 所以 消防立刻就批准了正伦的建议 传我的命脸 曙光军一迎全体出动 同时行动的 还有炮兵部队 装甲部队 直升机和空降兵编队 立刻出发 前往平原镇设防 等待联盟军到来之后 下令已经完成了升级了 曙光军一迎出动了 所有的士兵全体登车 除了个连的战车外 出发的还有20辆坦克 20门榴弹炮 212机普车 也拖拽着107火箭炮出动 天空还有直升机出动 一支浩浩荡荡的车队 足有近百辆 离开了曙光城的南门 向着平原镇的方向进发 清晨 天气有些冷了 曙光城所在的位置 是一个半山澳 西面和北面都有山林阻隔 曙光城又有高高的城墙阻隔 外界的气温已经接近零度 西北风吹过来 那种酸爽没有经历过的人 很难理解 幸好曙光军的部队全部乘车 战士们也都有了过冬的棉衣 现在这点寒冷到也不算什么 也许是心有灵犀 联盟和监狱基地那边 也都选择了今天发动 不过他们的效率 确实是不如曙光军 行动之前各种战前准备 都要弄好久 什么子弹是否齐备 什么车辆是否加满油 什么后勤保障是不是跟上了 兵马未动 粮草先行 乱哄哄的搞到了上午九点之后 联盟这边才开始行动 行动之前 联盟先是给监狱基地那边 发去了一个通报 宋北风亲自和监狱基地的 胡小飞通话 胡老爹 我们联盟部队就要出发了 这一次我们要直达曙光城下 不过 我可先和你说好 曙光城是我们的 胡小飞那边反问 那如果是我们的人 先拿下了曙光城呢 要知道 消防可是打下了我三架飞机 我和他也是心仇旧恨 对于曙光城这个基地 我们也很感兴趣 胡老爹 这么说就不地道了 毕竟这一次开战 联盟这边是 站了大头了 不过你千里迢迢地 从燕云赶来 我也不会让你白跑一趟 这样好了 如果你们能够先打进曙光城 那么除了地盘以外 你看中的一切东西 你都可以带走 嘿嘿 那就这么说定了 听说曙光城有一门阵程大炮 我到时候就不客气地 拆下来带走了 随便 只要你不把城市拆了 别的都随便 一言为定 那我们这边也开始行动了 好 胡老爹 这个关键时候 老哥也没什么好说的 你我兄弟各自珍重 打赢这一仗 这两个事 就是你我兄弟的地盘 到时候 就是海阔平逾越 天高任鸟飞了 哈哈哈哈 好 打赢之后 咱们曙光城喝酒 两个人各自切断了通话 几乎同时开始行动了 胡小飞带领了他在白话镇基地的 所有武装力量 倾巢而出 向着曙光城进发 任凭宋北风有多大的雄心壮志 他们毕竟距离曙光从较远 如果行动够顺利的话 等他们到来 也只有打扫战场的范儿了 毕竟胡小飞还没有见过曙光城 也没有正面感受过曙光军的实力 所以这个时候 他认为自己的这些人 是足以打下城市的 联盟那边就没有乐观了 他们和曙光军打交道很久了 深知曙光军不是那么好惹的 所以他们今天的战术可进可退 一旦监狱基地赢了 或者和曙光军的战事 进入了胶着状态 他们就会立刻发兵支援 来捡一个落地桃子 一旦监狱基地输了 那么他们拿下山洞基地 就会暂时停止脚步 他们还会再找其他外援 飞山式的外援 伊林式的外援 甚至伯利亚的外援都可以 所以今天的行动 他们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失败 宋北风也是非常谨慎 这一次进攻山洞基地 他也要担心曙光军得到消息会过来支援 所以也是派出了主力部队 联盟一方 一共出动了7500人的大军 其中来自伯利亚的章鱼坦克30辆 本国和伯利亚的混合装甲车部队 也有50辆 其余各种车辆700余辆 联盟军几乎掏空家当打造的部队 现在轻重火力搭配也是比较均匀 甚至他们还有几十门的迫击炮 一旦曙光城那边情况有变 部队随时可以前进攻城 上午9点15分 联盟部队离开了影视城基地 一片飘扬的小雪之中 联盟的居民也是一片欢呼的 欢送他们的部队 别看云州其他幸存者对曙光军有好感 但是那可不包括联盟的人 联盟的幸存者在高层的整天洗脑下 一直认为曙光军是诽谤 而庇护他们的联盟才应该是正义的 就连前一段时间 联盟里面大量人口突然消失 也没有引起幸存者们的太多警惕 这些人口被联盟当成交易商品 送往伯利亚了 可是这件事在底层却被瞒得死死的 高层的人也知道这件事不能曝光 所以都是编造借口 说是那些人去了新的生存基地云云 所以这个时候 联盟高层在他们的民众心中 孟家宇哥队离开了影视城基地 踏上了前往山洞基地的征途 清晨的小雪纷纷扬扬地落下 将北方大地染得一片洁白 负责这次征伐的指挥人选 是来自娘子军的首领穆家宇 副指挥是来自渡口基地的首领李牧穆家宇 坐在了一辆敞篷的越野车里 看着天空飘荡的雪花 心里颇有一些感慨 李首领 你说这是天意吧 什么天意 第一场雪的时候 有人就要留下第一滴血 这难道不是天意吗 穆家宇哥哥地笑了起来 本来这几天他的心情不是很好 因为他的得力助手刘敏 昨天晚上被宋北风单独叫出去 说是要让他去伯利亚 作为人质留在安德烈的身边 刘敏年轻漂亮 而且非常懂事 估计肯定会讨得安德烈的欢心 估计今天或者明天 刘敏就不会在他的身边了 所以穆家宇很是有些郁闷 宋北风也是看出穆家宇心情不好 所以才将征伐山洞基地 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了他 这让穆家宇心里总算得到了平衡 看着身后浩浩荡荡的车队 他觉得此刻就是自己的人生巅峰 不 还欠缺一点 这天地太过洁白了 他不喜欢 他喜欢红 刺眼的红 喜欢让鲜血渲染这片洁白 这些红色就用肖凡的蜀光君 还有煽动基地人的血来涂抹吧 家群 151858250 第161章 遇袭 蜀光君抵达平原镇的时候 联盟一方还没到 肖凡打开了雷达 查看了一下平原镇的情况 这个镇子建立在贯通云州南北的交通药道上面 属于一个人口大镇 曾经有几十万的人口生活在这里 末世之后 可能是山洞基地不断地对这里蚕食侵吞 三个多月以来 这个镇子上的丧尸数量已经不多了 从肖凡的雷达系统可以看出来 位于镇子的一角 大概是镇学区那边 还有很多的丧尸盘踞 肖凡对于打丧尸 已经有了丰富的经验 一看那里丧尸的密集程度 他就知道 那些丧尸都是幸存者引过去的 之所以这样做 就是为了收集镇子中心的物资 而那边有中学 有小学 还有幼儿园 根本没有什么物资可言 所以才将丧尸全部吸引到了那边 而且雷达上面还看到 通往那边的街道 已经基本被堵死了 丧尸想要过到这边来 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肖凡也不想理会那里的丧尸 这样正好 这边的战斗 也不会受到丧尸的影响 肖凡立刻下达命令 所有的红警士兵开始进驻镇子 依托街道做好防御 从北面进入镇子的主街道 布雷车开始快速的布雷 榴弹炮和107火箭炮 则是设立在了后方 炮兵阵地将是战斗的主力 随时给予敌人远程打击 重机枪架设在路口 狙击手占领高地 所有战士们各就各位 等待敌人的到来 而肖凡则是在镇子的中心地带 设立了一个指挥部 他的精锐力量也都在他的身边 随时可以出击支援 星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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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沐家宇和李牧带着他们的大部队 逐渐地靠近了平原镇地区 李首领 前面就是平原镇了 到了那里 我们先休息一下 吃饭之后 立刻向山洞基地发起进攻 可以 山洞基地应该还不知道我们的到来 这次过去 正好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李牧答应了一句 前面再拐一个弯 就到平原镇的边上了 但是他这会儿 却觉得心里有些不安 牧首领 我们也不能太过大意啊 肖凡已经宣布 和我们进入战争状态 如果他在这里埋伏我们的话 出其不意 我们可能还要吃个小亏 李首领多虑了 我们这次行动不敢说隐蔽 但是从影视城基地出来 我们一路急行军 就算是肖凡有埋伏 也不可能准确地知道我们的到达时间 他们不可能精准地做出应对的 说着 他还指了一下前面的路 过了这个拐弯是一个上坡 上坡之后就全是开口地带 只要到了那里 平原镇就禁收眼底 肖凡就算有埋伏 也会被识破 我就不信 肖凡的人能够一直趴在上坡那边等着 他也不怕晚上被冻死 穆家宇非常的自信 他不相信 肖凡能够准确地捕捉到 自己一方的动向 就算出来埋伏 只要拐弯上了那个坡 肖凡有埋伏也没用了 抬起头 天空星星点点的小雪落下 一只巨大的老鹰 从上空滑翔而过 穆家宇随口唠叨了一句 这末世的鸟 真是大的出奇 要不是担心 现在开枪可能会暴露我们的位置 我真把这只老鹰打下来熬烫 车队拐弯 一切顺利 前面是一个大约一公里左右的缓坡 过了缓坡 就到平原镇了 大家不要太快 车子缓速前进 万一真有埋伏 他们也暂时听不到我们的声音 穆家宇还是比较小心的 车队减速 排成了两列纵队 向着平原镇进发 如此一来 车队的行径就比较拥挤了 只有那些坦克 嫌弃道路拥挤 直接到田地里面去行走了 有着金属履带的他们 完全可以无视入况 李牧远远地盯着缓坡的镜头 心里的不安愈发地强烈 他对这种拥挤在一起 行进的方式并不赞同 可这是穆家宇下的命令 他也不好多说什么 他只是希望 快点过去这一片缓坡 只要到了平原镇附近 那就没什么可担心的了 可是当对面突然一片火光冲天而起 然后就是大炮震耳欲聋的咆哮声响起的时候 李牧的脸色一下就惨白无比 糟了 我们暴露了 没等他的话说完 剧烈的爆炸 已经在车队这边遍地开花 轰轰轰轰 一团团烟尘火光冲天而起 这条街道顿时化为人间炼狱 那些密集拥挤在一起的车辆 在这第一波打击之中 连逃跑的机会都没有 瞬间车毁人亡 对面大炮的咆哮 就好像一只死亡交响曲 那不断破空而来的火箭弹 打得联盟军顿时哭叠喊娘 他们手里也有枪炮 但是他们根本连反击都做不到 缓坡阻隔了视线 他们无法确定敌人的准确位置 只能像火靶子一样的 挨打曙光军的火炮威力太强了 击中车辆直接就打成当场爆炸 而车辆的爆炸 甚至还会波及到其他的车辆 引起恐怖的连锁反应 联盟军本来也不是什么精锐 当场就被这一轮炮击打懵了 上百辆的个型号车辆 在这一轮火炮攻击下化为废铁 伤亡人数几乎是瞬间破千 李牧这个时候才算是反应过来 他急忙对牧家宇道 牧首领 快让大家分散 这样下去 我们都会成为靶子 牧家宇这一刻才回魂 他也顾不得深究 萧凡是怎么准确发现自己的位置的了 急吼吼地下达命令 快快快 所有人分散开 不要拥挤前进 现在他们是在公路上 牧家宇下达了分散的命令 很多车辆就学着坦克那样 开始冲到了田野里面 小雪已经下了几个小时 那些雪花落到田野里 因为气温还不够低 很快就会化成水渗入泥土 导致田野之中非常的泥泞 车辆没有坦克的金属履带 很多车辆冲下了田野 轮胎很快就会被泥巴包裹住 难以前进 有些马力较大的 又比较聪明地选择田野的 笼沟前进的 还能够勉强前行 但是那毕竟是少数 这一个命令传达下去 立刻又有不少车辆在田野里面趴窝了 车辆走不动的 汽车不行 只要过了缓坡 那些卑劣的曙光君就没有优势了 穆家宇的眼睛有些发红 到这个时候 他还是想不通自己是怎么暴露的 心中的恼怒和自责已经快要报表 他一刻都等不得了 他要狠狠地报复 第162章 坦克会战 穆家宇下令全军快速冲锋 虽然联盟军刚刚被炮火打蒙了 但是主力部队还在 在穆家宇的命令下 联盟军开始冲锋 很多车辆损坏了 步兵开始呈善行前进 这样可以有效地避免火炮的打击 李牧也是不断地下达命令 坦克部队开始从侧翼迂回 车辆也拉开兼具冲锋 联盟军好歹也是打过一些仗的 加上这一段时间 被伯利亚的军事教官突击训练 多多少少也是有一点成效 六七千人黑压压地冲锋 看着颇为壮观 星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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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肖凡在他的临时指挥部那里 看着联盟部队的冲锋 后面的火炮依旧还在开炮 火炮轰炸的主要目标是 敌军的装甲车部队 肖凡知道 单单依靠火炮是不能打垮敌人的 真正决定战斗胜负的 将会是即将到来的巷战 敌人的装甲车 不能让其冲锋到镇子里面来 那对于步兵威胁不小 只要装甲车不进来 其余的一切兵力 都在重机枪的打击范围内 而敌人的坦克部队 肖凡一点也不担心 因为曙光军也有坦克 这几天训练坦克 是曙光军的重中之重 现在所有的坦克 至少都是一星了 完全可以和敌人的坦克 来一场重装会战 对方有30辆章鱼坦克 曙光军这边 则是20辆96式坦克 看到对方的坦克出战之后 肖凡也下令自己一方的坦克部队迎战 20辆坦克轰隆隆地驶出阵地 抛下对方的大部队不管 向着对方坦克袭来的方向迎了过去 曙光军的坦克背后 还跟着几辆奇怪的车子 这种车子上面 有着金属的机械手臂 没有坦克大 联盟军冒着炮火前进 平原阵的郊外烟火连天 虽然阵型已经比较分散 但是挨打还是不可避免的 毕竟曙光军的20门榴弹炮 和10辆107火箭炮的射程 不是摆着好看的 他们每前进一步 都要付出血的代价 这让他们的冲锋行为 看起来比较悲壮 而双方的坦克部队 因为机动速度的原因 则是率先一步的相遇了 刑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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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的宝座上面跌了下去 不然这一次征伐的统帅 应该是轮不到穆家宇担任的 不过战神军的其他人 心里并不是很服气 他们总是想着 重振战神军的升危 刘大军也是其中的一员 他在坦克内 负责操作那一门 100毫米口径的滑塘炮 金属履带碾压着大地 战车轰鸣前进 前面曙光军的坦克 已经渐渐地出现在了视野之内 刘大军算是联盟 所有坦克炮手之中的王牌炮手 也是坦克集团的指挥者 刘大军深知 双方坦克部队的对决 将会很大程度上 决定这一场战役的胜负 一旦自己一方 歼灭了蜀光军的坦克 然后这些坦克 对着平原镇的蜀光军阵地 发起冲锋 蜀光军的阵地 很容易就会崩溃 如果自己一方战败了 蜀光军的坦克趁势攻击 联盟一边 恐怕也会吃不消 不过刘大军是很有信心的 因为蜀光军的坦克 比自己一方少了二十辆 大家不要急着开炮 等待蜀光军的坦克 进入射程之后再说 联盟的坦克 按照战术 开始分散开来 他们这种章鱼坦克的射程中等 看蜀光军的坦克 也不比他们的坦克大多少 估计射程也是差不多 所以联盟军也不着急 双方的坦克开始接近 行进的过程之中 蜀光军的坦克 突然变换了阵型 对方的二十辆坦克 排成了五列横排 四辆一排 前面的坦克挡住了后面的 对于蜀光军的阵型变化 刘大军很难理解 蜀光军的坦克指挥官 脑子可能是有点问题吧 四辆四辆的冲锋 那岂不是要被我们轻易的 集火干掉了吗 就在刘大军嘲笑 蜀光军坦克指挥官 脑子有病的时候 对方的四辆坦克 开火了砰砰砰砰 沉闷的炮声响起 刘大军的第一反应 就是不应该 他想明白 自己一方有四辆坦克 已经被击中了 轰隆的巨响之中 坦克的炮塔 被对方的火炮直接掀开 车辆则是开始冒烟起火 当场趴窝 什么 他们坦克的射程 竟然超过了我们 刘大军非常的难以置信 要知道 他们这是从国外进口的坦克 怎么外国货打不过国产呢 但是经过这一轮炮击 他也明白 此刻不能回头了 只能尽量地开动坦克 继续前进 争取进入射程后 消灭对方的第一排坦克 双方还在迅速接近 对方的坦克再次开火了 第二轮开炮 又是四辆章鱼坦克 被打熄火了 刘大军咬着牙 不要紧 不要紧 只要再靠近一点 你们也会进入我们的射程 战车轰鸣 距离更近了 终于 对方的坦克 也进入了自己一方的射程 开火 让他们尝尝我们的厉害 对方的阵型依旧没有变化 还是前面那四辆坦克开火 而联盟一方 则是有十几辆坦克 先后开火 一轮对射 联盟一方再次四辆坦克被击毁 同时 曙光军的坦克也被击中了 烟火缭绕之中 刘大军感觉狠狠地出了一口恶气 打得好主意 仗着射程优势四换十二 不过现在 你们也进入了射程 你们的优势已经没有了 联盟坦克开始左右分散 想要绕过对方那四辆受损的坦克 进攻后面的几排 可是谁也没有想到 对方的四辆坦克 竟然还能开炮 明明已经冒烟起火的车 竟然又发出了四发炮弹 一团团火光冲天 联盟一方再次损失四辆坦克 这不可能 他们的坦克有多厚的装甲 怎么可能被一轮炮击后还能使用 刘大军气急败坏地怒吼 他操作自己的坦克火炮 再次对曙光军的坦克开炮 再次命中 这次看上去 曙光军的坦克似乎不能动了 事实也确实如此 曙光军后面的坦克开始分散出来 这时候 刘大军突然意识到 他们的坦克数量已经不占优势了 曙光军那里还有16辆坦克 自己一方只剩于14辆了 分散游斗 不要和对方死磕 尽量拖延时间 叫官怎么交的 这会儿就怎么打 双方的坦克开始迅速地 开始了机动穿梭 和对方打起了运动战 坦克会战进入了一个短暂的相持阶段 而联盟一方没有注意到 四辆有着巨大金属手臂的工程车 迅速地来到了曙光军前排的四辆坦克身后 一道道白光从机械手臂上散发出来 前四辆坦克正在迅速地恢复 第163章 向战开始 红颈系统有一种黑科技 叫做多功能步兵车 不同的兵种进入战车内 就会产生不同的效果 狙击手进入 那就是一台狙击车 防空步兵进入 那就是一台防空导弹车 工程师进入 那就是一台维修车 现在这四台有着巨大金属手臂的怪车 就是维修车 而前面那四辆硬抗对方好几轮射击的坦克 是肖凡一方升级到了三星的坦克 坦克升星之后 提升的不单单是火炮威力和射程 还有装甲的厚度 肖凡这边的战术很简单 就是利用三星坦克的耐打能力和对方硬抗 迅速地在战场上面取得数量优势 不然双方坦克在无遮无拦的田野上面对轰 对方又有数量优势 曙光军这边肯定损失也不会小 这样一来 几天三星坦克虽然受损 但是数量优势已经取得 而身后的维修车这个时候登场 竟然又快速地将三星坦克复原 坦克里面的坦克兵受伤也不重 因为他们全都是四星战士了 很快 四辆三星坦克被修复 眼看双方的坦克正在缠斗 这两辆坦克再次开火 火光再次腾空而起 错不及防的联盟坦克又有四辆被当场机会 缠斗的天平立刻开始倾斜 曙光军的坦克开始全面进攻 行径之中开炮 命中率依旧很高 而联盟军的坦克手们本来就是一些半调子 顿时招架不住蜀光军坦克的进攻态势 纷纷被击中熄火 一些坦克兵狼狈地从坦克里面逃出来 想要往回炮 蜀光军坦克上面的机枪 立刻教会了他们什么叫做战争的残酷 刘大军的坦克是最后一个被击毁的 被击毁之前 刘大军几乎已经失去了思维能力 30辆坦克对20辆坦克的对战 谁能想到30辆坦克竟然全军覆没了 而蜀光军那边付出的代价 竟然只是几辆坦克受损而已 而那种看上去古怪的怪车 似乎还在修复他们的坦克 当死亡来临的时候 刘大军知道联盟怕是要玩了 他只不过是个先走一步的人 心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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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坦克会战并没有影响联盟主力进攻平原镇 黑压压的兵线迅速地往前推进 总算是冲过了对方炮兵射程的死亡地带 平原镇已经近在眼前 联盟一方的车辆总算感觉逃出生天了 他们已经能够通过望远镜 看到蜀光军在镇子内严阵以待了 不过那已经不算什么了 只要这些战车冲进镇子 上面的机枪会叫蜀光军做人的 尤其是一些幸存的装甲车 他们这会儿加大了油门 猛地往镇子里面冲进去 车厢内的士兵将枪械伸出射击孔 这一次该轮到他们尝试杀戮的快感了 车轮滚滚沿着街道快速前行 直到一团火光腾空 第二辆装甲车跟上去 车底下同样发生了爆炸装甲车的尾部 甚至被炸得抬起来又落下去 当场趴窝 地雷 不知道是谁大喊了一声 可是已经冲起来的联盟车队已经杀不住了 接二连三的地雷在街道上面爆炸 联盟气势汹汹的冲锋被当头一棒打懵了 穆家宇呆呆地看着前方街道上的爆炸 脑子已经有些发空 这 这还真是不讲武德呀 他愁愁满志地来 结果到了这里 他才发现自己一方无论是武器还是战术 都已经全面落后于蜀光军 先是被火炮轰炸 好不容易冲过火炮的射程 来到阵子前却又遭遇了地雷阵 看着前方这段几百米的街道 他知道 接下来他们不得不下车 开始全面的步兵冲锋 和蜀光军打一场相战了 毫无疑问 这是以意待劳的蜀光军最为期待的 可是除了这样 他还能有什么办法呢 无奈之下 穆家宇不得不再次跟着蜀光军的指挥棒转 下令全体汽车步行进入平原镇 和蜀光军来一场相战 联盟的士兵们再次抛弃为数不多的车辆 开始步行进入平原镇 这一次 他们也学得聪明了一点 三五成群的开始前进 避免吸引来对方的重火力 而蜀光军等待的也是这一刻 当联盟决定汽车的那一刻 枪声就成为了战场上面的主旋律 一阵阵激烈的枪声 开始在阵子内全面响起 冲啊 杀啊 朕我联盟升威 活捉匪手消凡 兄弟们上 不行 对方火力太猛 三点中方位请求支援 火箭筒呢 过来端掉对方的机枪点 不然我们冲不过去啊 手雷谁有 手榴弹也行 给我扔 休 啊 对方的人枪法太准了 我这边情况危急 这里的敌人都是神枪手 去你妈的 这边的敌人也是神枪手 哒哒哒哒 休休休休 战斗顿时进入了激烈的巷战阶段 到处都是一片喊杀声 当沐家雨下了这个指令之后 李牧知道 这个指挥官是靠不住了 宋北风任人为亲 只派和他有一腿的沐家雨担任指挥 这场战斗就已经输了一半了 接下来的战斗 他已经不抱什么希望 虽然联盟军这会儿 还有数量优势 但是优势已经不大了 如果说 依靠这点微弱的数量优势 就能打败曙光军 李牧是绝对不幸的 看起来 这一场战斗的结局 还是要靠自己了 李牧没有理会沐家雨 而是召集了一些精锐的手下 迅速地集合 所有人 换上普通一点的衣服 跟随我一同进入平原镇 李少林 我们也要去打相战吗 要去打 不过不适合普通的 曙光军战士打 李牧隐藏在一辆车的后面 拿着望远镜 查看了平原镇内的情况 敏锐的他 在一栋二楼的阳台上 看到了一个关键人物 萧凡 望远镜里面的萧凡 正对着自己的方向 手扶栏杆 几眉弄眼地 做出一个怪异的表情 李牧不知道 萧凡是不是面部抽筋了 但是那都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 他拿了望远镜 发现了萧凡的位置 而萧凡没拿望远镜 肯定还没有发现他 第164章 赶死队在行动 确定了萧凡的位置之后 李牧立刻开始点兵 在联盟的突变者里面 他找出了整整一百个人 这一百个人 是李牧出征的时候 特意管宋北风要来的 宋北风也觉得 让李牧担任副指挥 是有些委屈的对方 所以这也算是一种补偿 这一百个精锐指挥归他指挥 他们来自各个势力 一直在后军方向 所以刚刚的火炮攻击和地雷 都没有伤害到他们 李牧将他们所有人调集了过来 组成了一个突击大队 兄弟们 我们现在战场一片混乱 双方士兵已经交着在了一起 这时候 正是我们行动的好事好 我已经找到了匪首萧凡的位置 而他们还没有发现我们 这就是我们的机会 我们现在就深入战场 路上记得 不要和曙光军的普通士兵纠缠 我们的任务 是直接干掉萧凡 记住了吗 记住了 所有人一起回答 李牧满意地点点头 然后也换上了普通的士兵衣服 让自己一行人 看起来不要那么齐眼 跟我走 现在我们就是联盟的赶死队 不完成任务 绝对不回头 第一个战士 从车辆后面一探头 碰 不知哪里飞来的榴弹 将其一枪爆头 飞溅的鲜血和脑浆 甚至喷了李牧一脸 差点让他将隔夜饭都给吐出去 该死 谁的子弹打了这么远 李牧心中极为不爽 但是也没太当回事 依旧让赶死队前进 没走几步 又有一个人重担身亡 李牧等人依旧不在乎 这里是战场 有榴弹是很正常的事情 赶死队继续前进 连续倒下五六个人 他们终于进入了平原镇 整个平原镇 已经笼罩在了一片冲天的火光之中 他们行走在一条不算主街道的地方 身边还不断地 有联盟士兵尾随冲锋 对面街口那里 有一个曙光军的临时堡垒 一些沙袋和杂物堆积在那里 有一艇机枪在疯狂地咆哮 谁的枪法够准 干掉那个机枪手 一个神枪手的突变者站了出来 往前助跑了两步 然后突然腾空跃起 一把小巧的手枪出现手中 对着机枪手 甩手就是一枪点射 砰 一枪打中了机枪手的头盔 机枪手只是微微后仰一下 机枪微微往上一台 当当当当 这名神枪手还没有落地 就在空中被打成了筛子 该死 那机枪手的头盔防弹 笨蛋 你们神枪手就只会使用手枪吗 手枪那种东西 是在战场上使用的吗 李牧有些怒不可遏 要是连一个机枪要塞都不能通过 也就不用弹刺杀消防了 又有一个突变者站了出来 这个人的武器是一把大刀 不用神枪手 让我来 我是皮肤硬化的 你们掩护我 只要我冲到对方的机枪前 我就能够干掉他们 立刻有几个神枪手站了出来 手持冲锋枪 开始对着机枪要塞那里疯狂地扫射 子弹打在沙袋上发出扑扑的声音 打在墙壁上火星刺射 一时之间还真的压制了对方的机枪攻击 这个皮肤硬化的突变者 开始迅速往前冲 一些子弹打在他的身上 发出叮叮当当的声音 竟然没有造成什么伤害 几个剑驳来到了机枪阵地前 他一个飞跃 直接跳过了这一堆沙包 你们完了 突变者抡起大刀 对着最近的一个曙光军战士 一刀砍了过去 刀锋闪过 只要击中必然一刀两断 这名手持步枪的战士 竟然在千军一发的时候 往后一躲 刀锋闲显在胸前划过 没有砍到 而这名战士手里的枪猛地往前一地 一把血量的刺刀直奔突变者胸口 敢和突变者动武 你简直找死 突变者大怒 感觉自己收到了藐视 身体微微扭了一下 已经足以躲开曙光军战士的刺刀 可是没想到 曙光军战士这一招竟然是虚的 刺刀闪电般地一收一放 第二刀直奔他的咽喉 速度奇快 甚至比他这个突变者还要快 突变者完全没有料到 对方有如此敏捷的身手 一个躲闪不及 一刀贯穿咽喉 皮肤硬化 咽喉这里也有破绽 加上对方力度非常大 一刀刺穿 当场毙命 突袭失败 蜀光军这里的防御再次得到了加强 一个喷火器战士拿着火焰枪开火 一条火龙顿时笼罩了整条街道 还有几个冲锋的士兵顿时被烧成了焦炭 这条街已经很难冲过去了 换下一个地点 李牧咬着牙放弃了从这里突破 带着人继续寻找下一个突破口 他不想将宝贵的突变者浪费在和普通士兵交锋中 这些人可是刺杀萧凡的主力 下一个街口的战斗依旧激烈 这里负责守卫的蜀光军 甚至架设起了四连机枪 凶猛的金属洪流覆盖了整条街道 而且附近的楼房上面 还有狙击手不断地开枪射击 这让李牧的赶死队有些举步维艰 不行 这样下去不行 我们人多目标太大 现在分散开 你们里面排名前二十的突变者跟我走 剩余的人继续冲锋 我们兵分两路 突变者人数已经只剩余八十多个 李牧带走了其中最精锐的二十人 他已经决定和大部队分开 从另外一个地方突破那里 就是学校区域 他已经开到 蜀光军没有在那边设防 虽然那里有丧尸 但是总比面对蜀光军致命的火力好 赶死队兵分两路 战斗依旧在激烈的进行之中 而平原镇小学的教学楼三楼之上 一群小学生丧尸 正在看着远处战场冲天的火光 他们没有像其他丧尸一样 在校园内到处咆哮着 寻找离开的地方 想要去战场那里寻找食物 因为这些小学生丧尸里面 有一个小不点丧尸头顶上 带着一只铁皮筒 星红的眼睛看着战场方向 似乎在沉思什么 是他 阻止了其他小学生丧尸的举动 151章终于恢复了 大家记得回去看一下 不然很多关键地方会遗漏了 第165章 新的尸王 小不点曾经是尸群里面 最弱的一只丧尸 别的同学变成丧尸 进尸以后都是越来越凶猛强壮 只有他 吃了东西 身体没有变强 反而是脑袋变得越来越大 有一天 一群幸存者闯进来 他们拿着金属的管子 不断地将一个个同伴的脑子打破 那一幕看在小不点眼里的时候 他突然觉得 自己应该保护自己的脑袋 于是他找到了一个铁桶 将其扣在了脑袋上面 从那以后 小不点学会了思考 他懂得利用地形去捕猎 甚至他还能命令其他丧尸 有一次他命令一群丧尸装死 一次性就捕杀了十几名幸存者 小不点的脑子越来越灵光 他开始懂得什么是危险 什么是机会 什么时候应该做什么样的事情 之所以学区这里丧尸这么多 那些幸存者的吸引是一方面 其实也是小不点有意为之 他在通过这种方式 聚集尸群 壮大自己的力量 本来他是打算 这两天就带领尸群杀上山洞基地 吃掉那些老师 来凭冤阵骚扰的幸存者的 可是今天的事情 改变了他的想法 外面激烈的战斗 让他意识到 他的尸群也并不无敌 枪炮声响彻整个阵子 很多人在喊什么 蜀光君 萧凡一类的话 小不点已经懂得了思考 并且能够听清东西 他已经意识到 这个蜀光君和萧凡 应该是比较强大的人 看着那冲天的火光和爆炸 他暗自下了一个决定 那就是离开这里 到外面去寻找更多的同伴 在自己不够强大之前 他绝对不会去靠近 蜀光君和萧凡的 但是在离开之前 他发现了一群美味的食物 正在接近校园 不同于普通丧尸吃什么 都是一样的吞食 他知道这一群食物 味道非常的好 比普通人类的味道 好了很多倍 也许吃掉它们 自己的脑子 能够更灵光一些 每次脑子变得更加灵光 他都能够控制更多的丧尸 这是他最高兴的事情 小不点悄悄地撒开了天罗地网 等待李牧等人的到来 心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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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牧带着二十个人 悄悄地来到了小学的围墙边上 大家跳过去 沿着学校的小树林前进 不要惊动里面的丧尸 学校内虽然丧尸的嘶吼声不断 可李牧他们都是突变者 并不怎么惧怕丧尸 只要不被大群的丧尸围困 这二十个突变者 哪怕是面对几百丧尸 也是有一战之力的 二十个人都轻松地翻越围墙 进入了校园之内 去校门那边制造噪音 吸引丧尸过去 然后所有人从操场穿过 翻过另外一侧的围墙 就能够绕到曙光君的后方了 李牧下达了命令 有两个突变者 迅速地来到了校门那边的方向 扔下了两颗手雷 不少丧尸开始步履蹒跚地 向着校门方向前进 就是现在 所有人冲 李牧带着人加快速度 想要利用丧尸群的间隙 迅速地冲过操场 可是刚刚跑到一半的距离 一边突起 前方校园的花坛后面 大批的丧尸突然站了起来 阻挡住了李牧等人前进的道路 原来这些丧尸 都是匍匐在花坛后面的 李牧等人根本没有想到 丧尸还会做这样的动作 一下就陷入了困境 他们想要原路返回 可没想到 有一大群丧尸已经绕行到了后面 一群敏捷丧尸飞快地前进 将李牧等人的后路也给断掉了 教学楼和校门处 大量的丧尸出现 很快将李牧的这二十个人 死死地包围在了其中 这这 这不可能 丧尸怎么可能会这样做 这二十个突变者都吓傻了 自从突变之后 他们各个觉得自己是超人了 平日里天不怕地不怕 大有漠视虽大 确认他们逍遥的想法 可万万没想到 这些被他们认为是行尸走弱的丧尸 竟然会给他们来了一个大包围 突变者们无奈 只能开枪射击 他们的枪法确实很准 几乎每一枪响起 都有一个丧尸倒地 但是奈何丧尸的数量太多太多了 单单小学校园里面 就有数万的丧尸存在 黑压压的丧尸 无边无际地拥挤过来 他们手里的枪械 这一刻显得非常的可笑 直到一些铁甲丧尸出现后 这些突变者才绝望了 铁甲有多难缠 他们每个人都很清楚 这会儿被铁甲包围 他们已经没有逃生的希望 大家不要慌 既然丧尸有了智慧 那么说不定 我们还可以沟通 能沟通就有机会 丧尸将他们完全围困后 果然并没有杀死他们 只是一些铁甲和敏捷丧尸过来 将他们的武器全部收缴了 然后他们看到 丧尸群缓缓分开 一大群高级丧尸 簇拥着一个小丧尸出现了 这只小丧尸 头戴一顶铁筒 脑袋特别的大 看着有些滑稽可笑 但是那一双星红的眼睛 已经证明了 他绝对不是人类 看着小丧尸出现 里目结结巴巴的道 小小 小朋友 我们可以谈谈吗 小丧尸的眼睛 在几个人身上来回扫过 嘴巴张开动了动 艰难地说出几个字 蜀光 蜀光君 蜀光君是坏蛋 大大的坏蛋 我们就是来消灭蜀光君的 里目一听 还以为这小丧尸 和蜀光君有仇 急忙表明立场 但是他哪里想到 小丧尸之所以会说蜀光 是因为他目前只会这两个字 他根本就没有 和里目沟通的意思 又听里目老师说 蜀光君蜀光君的 这让心里对蜀光君 有一些畏惧的他 更是心烦 啊 小丧尸突然张开了他的嘴巴 小小的嘴巴 这会儿变成了一个血盆大口 这一声嘶吼 就是他下达的命令 周围的丧尸顿时一拥而上 爪牙挥舞 在一片惨叫声中 将包括里目在内的 二十多人撕扯的粉碎 他们的头 都被送到了小丧尸面前 小不点丧尸伸出爪子 开始了他丰盛的午餐 等到他进食完毕之后 他的脑袋明显又大了一圈 那个铁通 已经被脑子称成了圆形 紧紧地包裹他的头部 就像一个不太合适的帽子 小不点再次发出一声嘶吼 所有的丧尸 全部规规矩矩地站在身边 一动不动 小不点扭转头 看了一下远处 还战火纷飞的战场 曙光君 小凡 这一次 他说出了五个字 这是 让他值得重视的人类的名字 现在他招惹不起 但是他总有一天会惹得起的 小不点转身 身后跟着一群高级丧尸 悄悄地离开了校园 那些普通丧尸 都被他遗弃在了这里 因为他知道 这样才不容易被人发现他的存在 第166章 赶死队的覆面 平原镇的战斗 进入了最为紧张的相持阶段 整个镇子 已经被一层硝烟所笼罩 激烈的枪炮和爆炸声震耳欲聋 每一条街道 每一条巷子都在发生激战 联盟军反复进攻 却只能留下一具具尸体 相反 曙光君这边的伤亡 就要小很多 战士们晋级四星以后 真实实力比普通的突变者还要高一点 肖凡又给配备了防弹衣和头盔之后 他们的阵亡率非常的低 绝大多数的战士 在战斗之中只是受伤 却很少会阵亡 这样一场数千人的激烈相战 蜀光君的阵亡总数 到目前位置甚至没有超过30 这简直就是热武器战争史上的奇迹 而那些负伤的士兵 经过医疗队的简单处理后 很快又再投入了战斗 所以 蜀光君这边一直保持强悍的战斗力 而联盟军的锐气 却在不断的伤亡之中开始消散 肖凡所在的指挥所楼上 陆平趴在那里 手里握着一把特别长的狙击枪 这把狙击枪和其他狙击手的枪械不太一样 长度足足有一人高 有黑的枪身泛着寒光 他双手握枪 瞄准正在接近了一群突变者 砰 一声沉闷的枪响之后 他拿起笔在地上划了一刀 那代表他击杀了一个敌人 而他所在的位置 地面上已经划了四十多刀 肖凡来到了陆平的身后 干得不错呀 干掉四十多人了 是的总指挥 全部都是突变者 肖凡暗暗则舌 一个人竟然干掉四十多个突变者 陆平的能力强得有些爆表啊 不过肖凡这会儿有些好奇 陆平升级到五星之后 他的特殊能力是什么 或许是感受到了肖凡的想法 正好这个时候 那支前进的赶死队 走出了一个他最期待的造型 陆平果断地扣动扳机 砰 一声枪响之后 他立刻在地面上划了五刀 肖凡这时候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正好看到了陆平击杀敌人的一幕 一枪五杀 这让肖凡想起了红井三里面的纳塔沙 可以贯穿一列敌人的枪法 应该就是陆平现在表现出来的能力吧 几个五星的英雄单位已经升级完成 但是肖凡没有主动地问他们的特殊技能是什么 现在他是知道了陆平的能力 不知道沈瑞辉 薛宁儿 孙飞飞 孝天等几个单位又有什么样的能力呢 这边的战斗已经接近了尾声 肖凡抽时间特意和沈瑞辉沟通了一下 现在胡小飞那些人正在进攻蜀光城 肖凡留在蜀光城的守卫部队 只有锦卫连和陈卫连 肖凡问沈瑞辉是否支撑得住 如果支撑不住的话 他可以通过兵营再报兵一波 不料沈瑞辉那边斩钉截铁地回复了肖凡 总指挥放心 保证完成任务 如果不能保卫住蜀光城 你以后就别提把我当副团长 结束通话的时候 肖凡还是有些懵 这个家伙是不是以为自己立下什么大功了 才会误会自己还有提拔重用他的意思 而他立下什么大功 肖凡自己完全不知道 心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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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死队冲到指挥所楼下的时候 已经只剩余七八个人了 其中一个叫做生徒化的人 算是他们的首领 其余的人其实早就想打退堂鼓了 可是生徒化不允许 他是一个联盟的狂热追随者 一个脑子不太灵光的家伙 在联盟的反复洗脑下 他对肖凡和曙光君早就恨之入骨 所以宁可死 他也想要拉着肖凡一起垫背 哪怕现在赶死队损失惨重 他依旧带着人坚决前进 还真的在那个神秘狙击手的击杀下 带着最后几个人来到了指挥所下 相比外面的战火连天 指挥所这里风平浪静 他看到了肖凡停放在这里的东风铁甲 东风铁甲车内设计有一张大床 生徒化瞥了一眼 顿时冷哼 狗东西就知道享受 这大床一看就不是什么好用途 肯定是肖凡的狗东西和他的女人 在这里胡天胡地用的 对肖凡的恨更加深了一层 生徒化一行人冲进了指挥所 刚刚进来 就看到一个萨爽英姿的漂亮女兵堵在了门口 臭娘妈 你就是给肖凡那个狗杂种暖被窝的吧 去死吧 说着 生徒化这些人端起枪就要射击 对面的女兵冷哼一声 突然双手拔出了两把枪 一把威形冲锋枪 一把手枪 双手同时开枪 以一种不可思议的高速射击速度 射向这群突变者 砰砰砰砰砰 这些突变者甚至还没反应过来 就纷纷就一枪爆头 击倒在地 这是薛凡儿 这是他五星英雄的特殊技能 也是他还没有告诉萧凡的技能 他会双手打手枪 发射的速度特别的快 赶死队的残余队员 被薛凡儿一顿操作之后 就剩余一个手腕中枪的生徒化 生徒化这时候也知道 自己绝对没有可能成功刺杀萧凡了 但是他脾气暴躁得很 宁死不屈地怒吼 你们这些萧凡的走狗 有什么本事 尽管使出来吧 看看爷爷会不会你们这些狗砸碎 薛凡儿收起了枪 转身对楼上说了一句 笑天 有人骑士狗 交给你了 楼上出现了一头猛兽 堪比剑齿虎的体型 一双亮如小灯泡的眼睛 浑身黑毛 走下来的时候 就如同一头冰河时代的猛兽 喉咙里面 发出让人汗毛倒数的嘀吼 笑天来到了生徒化的身边 薛凡儿转身上楼 这里交给了笑天 生徒化只听到自己的上下牙 不断地打颤 嘴巴有些不听使唤 他不怕死 但是他不想被狗咬死 狗狗 狗狗狗 狗哥 啊 伴随生徒化一声惨叫 所有赶死队员全军覆没 第167章 大火全胜 萧凡亲眼目睹了赶死队的覆面 他知道 联盟已经不可能再组织起什么攻势了 现在残余的那些散兵游泳 不过是凭借着惯性 在和曙光军缠斗 虽然曙光军可以胜利 但是萧凡已经不想浪费时间了 五直出动 自由开火 给敌人最后一击 萧凡下达命令之后 两架五直九升空了 当飞机上面的航炮开火 并且不断地有飞弹从天而降 落入敌人阵营中的时候 联盟军终于崩溃了 任凭穆家宇 怎么下达命令 都已经无济于事 联盟军本来就不是什么精锐 能够战斗到现在 还是因为是巷战 大家分散开来的因素 如果聚集在一起 受到这么大的伤亡 恐怕早就散火了 当看到曙光军出动飞机之后 他们最后的一点心理优势也没有了 本来以为曙光军有的他们都有 现在人家飞机都开出来了 自己一方还是投了吧 一个人决定投的时候 立刻就会带动一批人 几乎是短短的五分钟之内 整个平原阵战场 都是一片此起彼伏的投降声音 大批大批的联盟军放下武器 表示愿意无条件投降 曙光军也并没有赶尽杀绝 战士们立刻出来 收缴联盟军的武器 看到这一幕之后 后方的穆家宇知道完蛋了 失去了这一批主力部队 联盟的实力可谓一下跌落谷底 本来为了组织这一批部队 几乎就掏空了联盟的家底 现在部队损失了 他已经不知道 联盟的出路在何方了 但是那都是以后的事情了 眼下他最重要的事情就是逃跑 驾驶最后一辆装甲车 身边还有十几辆其他个型号车辆 穆家宇掉头就跑 可是已经到了这个时候 肖凡自然不可能放他离开 一挥手 直升机立刻追了上去 很快 直升机追上了逃亡的车队 也不劝降 直接开火 随着一枚空对地的反坦克倒 但发出去 穆家宇乘坐的车辆 直接被炸得粉碎 剧烈的爆炸 宣告了联盟军的彻底灭亡 此意 联盟军出动七千余人 伤亡数量超过了五千 最后投降的时候 能够站着的人只有一千多了 一战定乾坤 此时的联盟 已经没有了和蜀光军争雄的本钱 蜀光城在云州独大的情况 已经是不可逆转了 肖凡打扫战场的时候 得知蜀光城的守卫战 也进入了尾声 监狱基地的那些家伙 表现得不怎么样 沈瑞辉守卫成功 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肖凡也是叹息一声 虽然守城没问题 但是蜀光城的部队数量太少了 胡小飞打不过还是可以跑的 这一次就算便宜他了 星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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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蜀光城下 沈瑞辉看着有些溃不成军的监狱基地不对 不得不说 这些人的表现让沈瑞辉有些失望 他们气势汹汹地来 但是来的时候阵型太过密集 沈瑞辉实在没忍住 就让城内的蜀光正义大炮开了一炮 这一炮轰下去 对方数十辆战车 请客之间被消灭 直接让监狱基地的人 损失了接近五分之一的兵力 这一下就将监狱基地的气焰打了下去 之后的攻城战里面 他们表现得非常不堪 在陈卫连的机枪下面 监狱基地的人并没有打出什么像样的攻势 尤其蜀光军高厚的城墙 完全出乎了他们之前的预料 有两次本来已经攻到了城下 却因为缺乏攀登城墙的手段 硬生生地又被打了回来 双方相持了一阵之后 沈瑞辉发现对方的老毛病又犯了 再次组织攻城的时候 又乱哄哄地拥挤到了一起 于是沈瑞辉下达了开第二炮的命令 这一炮下去 直接将监狱基地组织的攻城队伍 化为了飞辉 这一下也是彻底地打掉了胡小飞的信心 他不知道蜀光城的大炮能开几下 但是他知道两炮下去 自己的队伍已经损失进半 加上攻城的损失 他的2500多人现在就剩1000人了 再也顾不得给前首领报仇 胡小飞干脆下令所有人撤退 撤退你就直接撤退好了 他偏偏还不甘心 他已经得知消息 蜀光军主力正在平原镇和梁梦军队大战 联盟一方7000余人 蜀光军似乎还不到1000人 这样悬术的力量对比 让胡小飞心里充满了期待 如果主力被歼灭 那么这蜀光军就算再坚固 恐怕也只有举手投降的份了 所以他还不甘心离开 他在等待联盟胜利的消息 一旦联盟胜利的 他还可以带着自己这些人进入蜀光城 挑一些好东西带走 补偿自己这一次出征的损失 于是最佳的逃亡时间 就在他的犹豫之中渡过了 得知胡小飞并没有跑远的消息之后 萧凡立刻派遣飞行部队率先返回 等到萧凡的一部分战车 迅速返回蜀光城的时候 胡小飞才得知了联盟军全军覆没的消息 他带着人仓皇逃窜 没想到在一条两侧是山坡的地方 他遭遇了蜀光军的狙击 那是五之八和叶英运送回来的散兵部队 散兵们隐藏在山林之中 枪早就架好 等到胡小飞残余的人返回的时候 立刻给予了他们一场沉重的打击 监狱基地剩余的一百来辆车 能够顺利回到监狱基地的不会超过十辆 包括他们的新首领胡小飞 也在散兵的狙击下当场阵亡了 看来监狱基地那里 又需要选出一个新的首领了 蜀光军两线作战 连场胜利 蜀光城保卫成功 监狱基地狼狈逃窜 两千五百余人 能够回去的人不超过一百人 平原镇大战胜利 联盟军彻底覆灭 还给蜀光军留下了无数的武器和几千俘虏 经过这两场战事 云州包括燕云这一片地界 已经没有人有能力阻止蜀光军的崛起了 这个消息就好像插了翅膀一样 很快传遍了云州甚至燕云 所有亲近蜀光军的人高声欢呼 所有诋毁过蜀光军的人现在都瑟瑟发抖 唯恐萧凡来的秋后算账 接下来该是蜀光军享受胜利果实的时候了 第168章 胜利之后 当蜀光军凯旋而归的队伍 押送着两千人的联盟俘虏到来后 整个蜀光城都沸腾了 人们纷纷走出家门 甚至走出了城市 欢迎得胜归来的将士们 人人的脸上都洋溢着真挚的笑容 因为大家都知道 打赢这一仗之后 蜀光城已经是云州名副其实的霸主了 虽然今天早晨 宋北风依旧在广播里面叫嚣 联盟是绝对不会屈服的 但是谁都知道 他现在也就剩下一个嘴硬了 监狱基地经过这番打击 其中和胡小飞对立的一派正在夺权 估计这两天就会有消息传来 而其他的幸存者势力 大多数都宣布将会在近期来到蜀光城 成为蜀光城的一员 甚至煽动基地的人 今天就已经启程 跟随蜀光军押送俘虏的队伍 一起来到了蜀光城 有了这七千多人的加入 蜀光城现在的居民已经破了两万 昔日有些冷清的外城 终于开始热闹了起来 走到中央的商业区地段时候 林街甚至已经有了不少的店铺 其中林家姐妹开设的饺子馆 成为了蜀光城第一家对外营业的饭店 而萧田和几个同学 则是联手弄了一个服装店 这是萧田对他哥哥要求的 蜀光军外出收集物资的时候 经常会得到一些漂亮的衣服 而这些衣服往往得不到漠视人们的重视 萧田觉得这是一个机会 随着蜀光城的生活越来越好 人们对于穿衣的要求也会越来越高 所以这个甜甜服装店就开设了起来 里面琳琅满目的衣服应有尽有 甚至昔日一些奢侈品牌 在这里都可以找到 蜀光城现在的交易方式采用积分交易 每个居民都有一张卡 卡里有个人贡献的积分 这些积分代替了货币 可以用来购买你所需要的任何东西 小到街边的一串糖葫芦 大到蜀光军提供的坦克车 都可以使用积分交易 这也极大的激发了蜀光城居民 外出寻找物资的热情 一个个冒险者小队成立了 第一支冒险者小队 是来自将军领基地的张振华等人 而第二批的小队 则是燕云的安兰 郭明杰 赵大山等人 随后 一支支小队 就如同雨后春笋般飞快出现 每天往返于野外和蜀光城之间 他们带回来的物资 统统会送到物资回收站门前 那里有蜀光军的人专门负责接收 收下物资之后 就给按照数额 给他们的卡里添加积分 卡片是红锦工程师特制的 绝对是无法造假的 随着大批幸存者和俘虏的到来 蜀光城的建设 再次掀起了一个高潮 蜀光九点和大剧院 已经主体完工 目前正在进行内部装修 而另外一块地方的建设开发 也是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 那是萧凡计划之中的 蜀光电视台 现在新建的所有活动版房 或者是楼房里面 每家每户安装电视剧 是萧凡硬性要求的 因为他一直打算建立一个电视台 并且争取在元旦之前投入使用 让蜀光城的居民早日看上电视 是他想了很久的事情 现在楼房已经启动建设 只要打下了青阳县城 他就会将青阳的电视台设备 还有信号塔什么的 全部都搬到蜀光城来 并且这件事 他还通过广播 向所有的云州幸存者播报了 他希望其余的幸存者 也都能够安装电视机 早日通过电视屏幕 观看到蜀光城的情况 毕竟电视节目 可是比广播要有效果太多了 这个要求并不难做到 电视机到处都能够找到 只要你能够发电 那么等到蜀光城电视开播的时候 你就能够接受到信号了 蜀光城轰轰烈烈地搞开发 外界的消息也陆续地传递了过来 信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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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萧凡坐在他的官邸里面 正在用一部手机单击斗地主 他的身边通讯员正在给他汇报 这几天发生的情况 总指挥 联盟那边已经将所有的分基地撤销了 几家势力放弃了他们原本的基地 带着所有的人口和家当 全部进入了影视城基地 哦 宋北风这是打算干什么 萧凡的身边参谋长郑伦分析道 他的想法很简单 就是想要收缩人口 集中力量防御 免得被我们各个击破 不过他想得有些简单了 嗯 说来听听 郑伦继续道 联盟经过这一番打击 不但损失了大量兵力和武器 还失去了很多的物资 也就是说 他们的战争潜力被极大的削弱了 而且他们的战神军 娘子军 杜口军三家都失去了首领 这些都和宋北风脱不开关系 现在宋北风在联盟里面的话语权 已经不那么重了 据我所知 现在战神军的首领叫做刁远 他延续了后战的思路 并不是很服从宋北风的管理 而娘子军那边 很多女人都希望刘敏能够做他们的首领 可是宋北风已经定下宋刘敏去柏利亚了 所以不同意娘子军众人的请求 目前娘子军的很多人 因为这件事和宋北风闹得很不愉快 萧凡沉吟了一下 联盟送人去柏利亚的事情 还没有完全暴露吗 还没有 宋北风对这件事蛮得死死的 一点口风都没有透露 虽然联盟那边的人并不是我们曙光城的居民 但是毕竟是我们的同胞 他们不能一直待在柏利亚 说了一句 用手指轻轻地敲了敲桌面 小凡问身边的工程师马顿 你说利用高科技研发中心研究的药剂 是否研发完成了 报告总指挥 刚刚完成 马顿拿出了一瓶类似香水的药物 这种药物目前只适合女性使用 这种香水名为幻觉香水 喷在身上以后 只要主人心念一动 就可以令目标人物迅速地进入昏睡 并且产生幻觉 而且醒来后 还会以为那些幻觉都是真的 很好 有了这种香水 我们的人行动起来更加方便了 萧凡想了想 联盟还应该乱一阵 刘敏如果去了柏利亚 那应该会让娘子军很多人记恨宋北风吧 我明白总指挥的意思了 我现在就去办这件事 领会萧凡意图的工程师离开 通讯员继续报告情况 监狱基地那边 胡小飞一伙人已经彻底倒台 目前监狱基地的新任首领叫做林默 他成为首领以后 给您写了一封信 第169章 铁路建设 萧凡听到还有自己的信 立刻让通讯员来念 尊敬的萧凡首领 您好 我是林默 对于前段时间发生的战争 我深表歉意 但是请您谅解 那是一小波野心勃勃的人的阴谋 并不是监狱基地广大幸存者希望看到的 在此 我代表监狱基地一方 郑重向您道歉 我们愿意和曙光城开通商业往来 也希望两家成为真诚的合作伙伴 听闻曙光大剧院已经快要完工 曙光电视台也开始建设 我们送上深深祝福的同时 也愿意在电视台完工之后 派遣一支表演团队造访 实不相瞒 我们已经联系上了过去的一线流量明星迪丽小姐 她表示愿意前往曙光城 在曙光大剧院内 给萧凡首领和曙光城人们 送上她真挚的祝福 希望萧凡首领能够应允 农历九月一日 林默 拜上 萧凡听完之后 也没听说过她在监狱基地啊 林默他们是怎么联系上的 这个问题将周围的其他人也问住了 这种事情谁能知道呢 但是确实听起来似乎有些问题 其实 现在萧凡是可以出兵联盟和监狱基地的 他们的武装力量已经不值一提 但是打垮容易 后续的幸存者生存 就是一个大问题了 萧凡的曙光城人口容量有限 就算是建成楼房之后 容纳个十几万人也就差不多了 而监狱基地和影视城基地 目前的人口都在二十万左右 萧凡不想凭空背上这么大一个包袱 所以暂时保持现状是最好的 可是她总觉得 监狱基地那边的情况 恐怕不是这么简单的 这个林默何许人也 她以前是一概不知 好像突然冒出来这样一个人一样 至于林默提出来的 派出一个表演团队 来到曙光城大剧院演出 萧凡倒是觉得可行 这是她非常的好奇 这支表演团队从何而来 不过这几天是不可能的 拿下青阳县城大概还需要十天 而建设电视台也需要一点时间 估计要在十二月的时候 才能开始演出 最近还有什么其他情况吗 总指挥 最近外出活动的幸存者 渐渐的多了起来 消息传递也快了起来 根据一些冒险者小队回报 现在神龙省内 已经有了很多的突变者高手 高手 有多高 大约是二级突变者吧 听说还搞出了个 神龙省十大高手出来 这些人非常的强大 不过大多数都不是我们这边的 听说有黑山市的 有伊林市的 最多的则是来自槟城市的 哦 槟城 那里也有幸存者基地了吗 萧凡立刻打起了精神 因为槟城是神龙省的省会 全市人口过亿 也是神龙省当之无愧的第一大事 只是末世开始之后 他千里跋涉 从深海返回了神龙省 一直都是在燕云和云州 根本不知道槟城那边的情况 所以 一听到槟城的情况 萧凡立刻打起了精神 他最想知道的 是到底有没有官方的消息 这一场天降陨石雨 几乎将全世界的所有官方力量 摧毁一空 现在末世开始了三个月了 萧凡还没有得到任何官方的消息 不过通讯员这边并没有给出准确的答复 云州和槟城相隔超过了1500公里 彼此不知道情况非常正常 谈话结束之后 萧凡来到了城区内 就在他的官邸附近 一个高高的尖塔形状的建筑物 已经被摆放了起来 这是裂缝产生器 红颈的黑科技产品 有了雷锋产生器之后 整个曙光城的内城 似乎都被一层电磁力场所笼罩 别说雷达什么的看不清 就是远处肉眼去看 那城区也是朦朦胧胧的 好像空间在这里发生了扭曲一样 根本看不到里面都有什么 现在曙光军还有一项重大的任务 那就是建设铁路 周边的建材已经被收集的差不多了 曙光军可以铺设铁轨了 资源回收站减少了90%的资金后 一米的铁轨造价是10斤 既然要铺设铁轨 那就要连通到附近的火车站才行 距离曙光城最近火车站 就是四水线火车站 距离曙光城的直线距离是90公里 这个造价就很是不菲了 一米铁轨10斤 一公里就是1万斤 90公里就是90万斤 而且有些地方还不适合铺设 需要绕弯 单单这条铁路的价格就要100万斤 萧凡现在的资金满打满算 还不够建设铁轨的 而且要建立火车站 曙光城现在的地方就有些不够用了 必须将城区扩建一下 还有火车站本身也需要50万斤 整个工程至少也需要160万斤 萧凡将火车站的位置选择在了北城区 这里位于内城区的后面 紧挨着新安山脉 大约有200米宽的一条空地 这里就作为火车站的地址了 因为位于北边 也不担心被其他幸存者看到 工兵们平整土地之后 萧凡就再次搭建起了城墙 将北面的空地彻底利用起来 然后就是铺设铁路 工程师们装模作样地忙活了几个晚上 一条属于曙光城的铁路 就开始蜿蜒地伸展向远方 不过铺设了大约30公里之后 萧凡手里的资金就已经告庆 他也没有更好的办法 只能耐心地等待 等待青阳县城那边被彻底打下来 打下青阳之后 铁路的资金也有了 电视台也就可以正式开始营业了 曙光城这边还在建设之中 远在影视城基地 娘子军的刘敏终于前往了伯利亚 宋北风看着刘敏登船离开 心里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安德烈那个老东西是个老色鬼 而且非常喜欢神州这边的女人 自从战败之后 宋北风知道 他现在最大的指望就是伯利亚人了 为了维持和伯利亚的关系 刘敏就被他送了出去 希望这个美丽的姑娘 能够理解自己的一片苦心 将安德烈伺候好 这样他就还能从伯利亚得到支持 不至于被曙光军一口吞掉 此时的宋北风 已经有了一些破罐子破摔的心理 这段时间 他正在积极地联系周边其他时的势力 并且颇有成效 只要能够击败萧凡 他愿意付出任何的代价 第170章 冰城莱克 曙光城南门外 原本的原野经过丧失围城后 满目疮痍 经过曙光军平整后 这里现在是一个大停车场 对于南门外这一大片土地 萧凡是有一些想法的 目前曙光城的居住地暂时够用 但是早晚也会有不够的一天 如果真的有一天不够用了 这一片十几平方公里的土地 他也会利用起来 所以曙光军有意无意地 就会经常对这里进行平整 以备不时之需 现在停车场这里 已经停满了车子 这些车子 有的是曙光城冒险者小队的 有的来自云州其他幸存者市里 也有一些燕云来的车子 但是最近这几天 这里的车子数量越来越多 一些没有见过的生面孔 逐渐地出现在了曙光城 一辆牧牛人越野车 停在了曙光城门前 两个男人从车上走了下来 来到城门这里 接受入城检查 曙光军的战士 在城门这里设卡登记 搜查了一下 两个人的身上有枪械 但是曙光城现在并不禁止 有人带枪入城 现在是末世 外出的人连枪都没有 那是不敢出门的 所以这一条被放宽了 有枪没关系 只要你不开着战车入城 基本就没有问题 当然前提条件 你不能在城内开枪 不然高墙哨楼上的战士 会立刻让你知道 后悔两个字怎么写 来自哪里 槟城市 姓名 朱衡 王来顺 好了 你们可以进城了 两个男人走进了曙光城 眼睛开始四处打亮 王来顺是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 朱衡则是一个三十多岁的男子 王来顺看着曙光城内 繁华热闹的景象 忍不住开口 朱大哥 这曙光城搞得不错呀 我看 比起咱们槟城基地 除了小点之外 别的似乎有过之无不及呢 朱衡微微点头 当然了 能够在云州这一亩三分地上 将幸存者联盟打败 没有两下子是不可能做到的 这个肖凡是个人才 两个人边说边走 来到了中兴街区 这里各种商铺 已经开了几十家 一些饭店也纷纷将摊子支了起来 什么刀削面 杀猪菜 饺子馆 咱们吃点东西 也好 吃点火锅吧 很久没吃到过了 两个人来到了一个火锅店前 可以在室内吃 也可以在室外吃 他们找到了室外一个角落坐下 这里可以边吃边看周围的情况 老板热情地迎了上来 将菜单递给了他们 二位 都点些什么 王来顺拿着菜单上下看了看 这个 辣汤底料 羊肉一盘 牛肉一盘 还有鸭血 黄猴 毛肚 蘑菇 紫菜 粉丝都来点 朱大哥 咱们来点酒啊 朱衡点点头 来 反正现在也不查酒驾了 尽情地喝 老板很快记录下来 二位 请问你们怎么支付 王来顺一愣 难道还能刷卡支付吗 老板笑了笑 那也不是不能 但是二位 需要有曙光城本地的居民卡 才能画卡口积分支付 那如果不是本地居民呢 那二位可以去那边的市场 兑换零食卡 用物资获得积分 当然 如果你们有经营手势类的东西 小店这里 也是可以给你们兑换的 那还真是挺方便的 我们就用这个支付吧 朱衡拿出了一个金镯子 交给了老板 很快 老板就给他们弄了一张零食卡 里面有金镯子兑换出来的积分 一个紫童烫火锅制了起来 上菜的速度很快 一会儿就摆了一桌子 老板又给他们打了新样的鲜皮 外出收集物资的时候 有人发现了过去的鲜皮酒店 干脆将那些设备都拉了回来 现在有设备有粮食 新鲜的啤酒 随时可以酿出来了 很快火锅好了 两个人拿起筷子 捞起了几大块羊肉 蘸上新鲜的韭菜花 辣椒酱塞进嘴里 顿时满口回香 端起酒杯碰了一下 凉嗖嗖的啤酒一眼尽 在这个末世里格外的让人满足 朱大哥 这个曙光城真不错 我感觉这里比城外暖和很多 你看看那些城墙少楼 看看这街道住房 我真是想在这里长期住下去 确实不错 就是首领有些惹众怒 哦 朱大哥 给我讲讲吧 我挺喜欢听这些的 朱衡看看左右 没有人注意他们 这才缓缓开口 曙光军的首领萧凡你知道了 这个人现在在神龙省已经出了名气 打败了联盟和燕云联军 他已经算是神龙省的一号人物了 不过沐秀与凌峰碧吹之 已经有人惦记上他了 王来顺频频点头 这个我也听说了 好像联盟那边 正在联络其他大城市的基地 准备再和曙光军斗一斗呢 没错 你知道现在咱们神龙省 最大的三家基地吗 我知道 应该就是咱们滨城乐园基地 还有黑山市机场基地 和伊林市森林基地吧 是的 其实除了这三家 还有江口基地和牡丹城基地 也算是比较大的 现在联盟的宋北风 几乎是每一家都去联系 而且许诺了太多的利益出去 目的只有一个 那就是消灭消凡的曙光军 王来顺想了想 其他城市距离这里都有一段距离 他们肯来吗 那就要看利益够不够多了 宋北风现在是要疯了 他说了 只要将曙光城留给他 他宁可将整个联盟都拿出去送人 你说这些老大们会不会心动吗 王来顺点头 别让我不知道 咱们槟城的魏武记首领是有些心动了吧 当然 不然我也不会出现在这里了 王来顺眼睛一亮 朱大哥打算出手了吗 朱大哥 话说我还没看过你全力出手的样子 你是咱们神龙省十大高手之一吧 朱衡轻轻点点头 是 听到和自己一起赶路好几天的朱大哥承认了身份 王来顺更是来了精神 那你们十大高手究竟有多强 我很想知道答案 朱衡加了一口肉放在了嘴里 然后放下了筷子 想了想 郑重的道 看到这座曙光城了吗 如果这里封闭起来 十大高手全部在的话 一天时间 大概能够将这里的人全部杀光 第171章 十大高手 听到朱衡的话 王来顺明显愣住了 他大略地看了一下 这曙光城内 至少也要有两三万人吧 十个人能够杀光两三万人 那要是一种怎样强大的力量呢 他不由地浑身哆嗦了一下 在看朱衡的时候 就充满了一种对于强者的敬畏 不过朱衡却好像只是 述说了一件很平常的小事 继续吃肉喝酒 朱大哥 能给我介绍一下神龙省的十大高手吗 朱衡再次拿起酒杯 王来顺急忙给朱衡满上 可以 这也没什么不可说的 现在在野外活动的很多人都知道了 这十大高手里面 其中有三个人是众所周知的 那三个人 就是三大生存基地的首领 分别是槟城乐园的魏无忌 黑山机场的楚星 伊陵市森林基地的关如龙 这三大首领 都是很早以前就完成了二级进化的 不然也不可能打下这么大的加烟 王来顺频频点头 但是也提出了异议 难道他们也要来曙光城吗 不 他们是不会来的 贵为首领 他们怎么可能冒险呢 所以 就算要对付肖凡 也只会是其他人前来 王来顺继续问 那剩余的几个高手呢 剩余的高手 就是游侠兴致的了 比如我 我虽然住在槟城基地 但是却并不受基地的节制 也没有人能够真正的节制我 我想去哪里就去哪里 比如这一次关于肖凡的事情 我听说了 所以过来看看 具体会不会行动 还没决定 另外几个也和我差不多 据我所知 另外的六个人里面 有四个也都在槟城 他们分别是鬼刀王冲 火神驱镖 竹叶青李倩倩 十人花百小蝶 如果真的要对肖凡动手的话 可能这里面有人会被说动 那还有两个呢 王来顺继续问 还有两个不在槟城 属于纯游侠性质的 一个叫百变人李小 一个叫虎王杜老七 不过包括他们两个在内 其余的高手我都没见过 那猪大哥 你叫什么绰号 我叫做血缘飞鹰 都是别人胡乱起的 王来顺听得一阵阵向往 忍不住和猪横再碰了一杯 听猪大哥你这么一介绍 我有一种身处江湖的感觉 你们这样的生活才是 令人向往啊 尤其是在现在这个 没有约束的时间 猪横呵呵一笑 我们也是有很多顾虑的 比如现在肖凡这个情况 宋北风那边 开出了很高的架码 各方势力都心动了 但是正面进攻 蜀光城太难了 路途遥远不说 而且蜀光军的战斗力 也不是不弱 来的人少 还真未必能打赢 所以首领们 才会想到暗杀手段 说到这里 猪横看了看 蜀光城的第二道城墙 忍不住微微摇头 想要暗杀也不容易 看着城市的建设 就知道 肖凡是一个多么 怕死惜命的人了 王来顺又道 猪大哥不是说 十大高手联手 能够杀光蜀光城的人吗 确实 但是前提是 要在城市里面 肖凡的城墙 足以打退很多人的幻想了 并且肖凡不在 杀其他人有什么意思 所以想要干掉肖凡 必须要在一个公开的场合 王来顺也觉得有些难 什么时候 才有公开的场合呢 猪横却不心急 继续喝酒道 且看看再说吧 看看几位首领 是否有其他的安排 如果这么直愣愣地去刺杀 那种蠢事 我是不会做的 没有其他安排 我就不奉陪了 这么说 只要有具体安排 猪大哥 你们还是有很大的 可能成功的吧 当然 蜀光军虽然算是一只精锐 但是没有高端的 个体战斗力 也就是二级突变者 这是一个致命的缺憾 真正到了刺刀剑红的时候 普通的突变者 根本无法和二级突变者对抗 萧凡不明白这个道理 肯定会为之付出代价的 两个人继续地吃肉喝酒 暂时不再关心这件事情 而蜀光城里面 这几天这样的人 也逐渐增多了起来 似乎有一股未知的暗流 悄悄地在城市内涌动 新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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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号新号 总指挥 青阳急报 萧凡正在关底内大床上 翻来覆去地睡不着 突然接到了通讯兵的消息 什么事情 萧凡起床了 青阳县城那边 他原本预计十天能够拿下 但是已经过去了十二天 还没有拿下 他已经有些心急 没想到 似乎又出现了状况 二营长沈光明回报 青阳县城出现了新的变异丧尸品种 目前对渡过造成了一定的困扰 他请求增加远程火力 和空中火力的支援 萧凡和联盟打完仗以后 主力已经撤回了曙光城 这也是 想让二营那边的新兵多锻炼锻炼 也好尽快地完成升星 没想到这么一点时间过去 竟然出现了新的变异丧尸 萧凡觉得这件事不简单 立刻叫来了所有的直升机 带着空降连和警卫连出发了 炮兵部队随后前行 大约四十分钟后 飞机来到了青阳县城 也就是那道桥的前面 参谋长郑伦现在正在这里 他得到授权 代替萧凡建筑和回收围墙 看到萧凡到来 他和沈光明立刻迎了上来 总指挥 总指挥 萧凡点点头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为什么还没有拿下青阳县城 现在基地那边很急着用钱的 是这样的总指挥 我们发现了新的变种丧尸 您过来看看吧 郑伦递给了萧凡一个望远镜 萧凡白白手拒绝了 按照郑伦所指的方向 萧凡闭上了右眼 用左眼观察了一下 只见位于对岸方向 出现了一些大肚子的丧尸 这些丧尸 不同于其他丧尸干枯瘦弱的模样 反而好像怀胎十月的孕妇 而且怀的至少是三四胞胎 肚子大的初期 现在桥梁被围墙封堵 那些大肚子丧尸 甚至能够隔着河水 和曙光军战士对轰 他们的嘴巴一张一吐 一个墨绿色的水弹 就会直接喷出几百米 水弹落在哪里 哪里就会爆炸 然后那绿色的水弹 就会腐蚀周围一片 那威力甚至比强硫酸还要霸道 水泥地都在腐蚀下 变得坑坑洼洼 逼迫的曙光军战士不得不后撤 所以进攻县城的任务 一度停滞了下来 只有狙击手和重击枪等 才能用射程压制他们 但是这样寥寥的射击方式 对庞大的尸群来说 无疑是杯水车薪 难怪迟迟不能拿下青阳县城了 这些喷水丧尸哪来的 总指挥 根据我们的调查 这些丧尸都是在战斗之中 掉进河里的 他们被水冲了一段 但是却没有淹死 到了水浅的地方就会爬出来 而灌了一肚子水的他们 就拥有了这种特殊的能力 肖凡也看得脸色有些凝重 这件事印证了 他以前的一个猜想 那就是 关于丧尸怕不怕水的问题 现在看来 丧尸并不是很容易被淹死的 反而进化出了新的种类 新的丧尸种类出现 证明这个群体正在开始多样化 以后说不定还会出现什么新花样 不得不重视 不过现在的这些喷水丧尸 肖凡却是要将其彻底消灭了 催羹2000 加二羹就是四羹 大家继续点 加群151858250 第172章 刘敏 面对青阳县城新出现的丧尸 肖凡调集了空中部队和炮兵 进行了猛烈的打击 经过了这么多天的战斗 青阳的丧尸已经大半被消灭 最后 河岸这边残余的丧尸已经不多 在地空双重打击下 终于逐渐地被消灭干净三天之后 农历9月15 青阳河边边的最后一只丧尸 终于被消灭 虽然县城的远处 依旧有一些丧尸存在 但是桥边的丧尸群 已经被彻底肃清 曙光君终于可以跨过桥梁 进入青阳主城区了 又是历时三天的逐步推进肃清 青阳县城街区的几家首饰店 终于被拿下 当很大一堆的黄金首饰 堆积在肖凡面前的时候 这一个多月的努力 终于获得了丰厚的回报 发现贵重金属 可以转换系统资金 是否立刻转化 转化 恭喜总指挥 获得3897221金 转化完成 肖凡仔细地数了一下这一串的数字 没错 不是38万 而是389万 这海量的资金注入 直接让已经花的 只剩余几十斤的肖凡 一夜暴富 肖凡强忍内心的激动 吩咐战士们继续前进 开始收集物资 青阳县电视台成为了收集的重点 这里的电视转播设备 还有电视塔 都将被拆卸下来搬运到曙光城 早就等候在这里的一辆辆重卡 进入了城市 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搬迁行动 肖凡不知道 他这是不是全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收复的城市 但是他相信 在神龙省这块土地上 应该还没有人走在自己的前面 这些天 他也得到了一些 关于神龙省其他生存基地的消息 最大的基地 是槟城市的乐园基地 那个基地建立在城郊的一个游乐园之中 经过几轮扩大 已经发展到了50万人的规模 但他们也没有做到收复城市 当然 收复青阳主要的因素是地利 因为有这条河的阻隔 曙光君才能将其收复 换一个地方 可就没有这么好弄了 收集物资的工作 肖凡没有再去跟进 得到资金后 肖凡很快地回到了曙光城 有了钱 肖凡可不会让手里的资金闲置 他要立刻开始新一轮的生产建设 新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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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伯利亚 山海卫 安德烈躺在床上 脑子里面回味的 全都是昨天晚上遇先遇死的那些画面 神舟来的这个叫做刘敏的女孩子 他实在是太满意了 几天下来 他已经离不开这个女孩了 洗手间的门打开 刘敏从里面走了出来 身穿一身白色的休闲装 长发飘飘 清纯美丽 和他在一起 安德烈感觉自己都年轻了好几岁 如果说刘敏有缺点 那也就是平时太过放不开 除了晚上 白天的时候 他不但穿得保守 而且都不让自己碰 这可能是神舟女性的特点吧 矜持 安德烈也不勉强刘敏 反正晚上他是属于自己的 亲爱的 今天想去哪儿玩呀 安德烈尽量地讨刘敏开心 白天的时候 刘敏更喜欢到处走走看看 他也都尽量地陪着哼 没什么好看的了 山海味城市就这么大 我都走遍了 不想走了 刘敏有些不开心地坐在床头 眼睛看着窗外 似乎有些孤独 安德烈顿时就是一阵心疼 想要抱抱对方 刘敏却推开了他 白天不许 好好 都听你的 不过亲爱的 我不想看到你不开心 你想去哪儿 我都会陪着你的 刘敏眼睛一亮 真的 当然是真的 那我想去你们的军事基地看看可以吗 怎么 也会喜欢这些东西吗 为什么不会喜欢呢 难道在你的印象里 我们女孩子 都是喜欢花花草草的吗 当然不 既然亲爱的想去 那我 安德烈心中还是有些警惕的 不管怎么说 刘敏也是来自神州的人 而且 安德烈这边的军营里面 还真是有一些秘密 比如军营里面 现在正在进行战雄的适应性训练 战雄是伯利亚人的特色兵种 因为伯利亚地处高寒地区 这里的特色物种棕熊 是一种强悍 而又可以驯化的野兽 他们不但比军犬更加能够适应寒冷 而且还拥有比军犬更为灵敏的嗅觉 和更加出色的耐力 单单就战斗力而言 二者也完全不是一个级别的 还有飞机场那里 军方正在进行轰炸机的生产试验 安德烈知道 神州的轰炸机科技一直不够好 他觉得 是不想让神州人得知 他们轰炸机的技术的 还有伯利亚特色的空艇技术 他也不想泄露出去 另外 他们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科学技术 那就是磁能技术 虽然现在还是处于初始阶段 但是研究已经有了一个创造性的突破 只要这个技术成功了 他们就会开创出一个新的兵种 磁暴步兵 这项技术还处于保密阶段 他同样不想泄露一丝一喉 说起来 山海为这里到处是秘密 正常情况下 他绝对不会带着神州人进入的 可是他真的很喜欢刘敏 而且根据他的观察 刘敏似乎也不是那种谍报人员 思虑再三 安德烈决定先做出一个小的尝试 他决定带刘敏先去一趟战熊训练营 战熊的训练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完成的 刘敏就是过去看看 也不可能掌握战熊训练的核心技术 何况还有他监视着 刘敏想要传递消息回联盟 也是完全不可能的 决定之后 安德烈笑着对刘敏道 亲爱的 那我就带你去看看 我们伯利亚的大宗熊吧 他们非常的通人性而且可爱 相信你会喜欢的 刘敏漂亮的大眼睛一下亮了起来 对安德烈温柔的眨眨眼 好的呢 谢谢你愿意包容我的任性 等到晚上 刘敏的话没有说完 但是却带点了安德烈无限的遐想 带着刘敏离开了山海卫的市政厅 上了自己的专车直奔战熊训练场地 第173章 装甲列车 曙光城 一座新的建筑在北城区拔地而起 军用火车站 造价50万斤的昂贵建筑物 终于在这里落成了 火车站这里有三条长达三公里的铁轨 通过扳道装置控制 可以让列车在这里交错 高高的站台 上面有穹顶支撑 可以遮挡风雨 后车室的楼顶有探照灯 另外 车站这里也有哨楼和火车的车库 火车站自带了50名工作人员 负责车辆的运行 通话 保养 安全警戒等等 这些人员的编制并不列入曙光军的正式编制 而是属于边外人员 但是他们的军事素养同样非常出色 和曙光军的战士们基本都是一样的 火车站完工之前 肖凡就已经将铁轨一直铺设到了四水线的火车站 这项工作进行的也不是那么顺利 因为四水线那里的丧尸群并没有清理 幸好四水线火车站和站外是相互隔开的 肖凡用空军打击了两天 清理了站台内部的丧尸 才算是将一条铁轨和四水线的火车站连接完成 如此一来 曙光城前往四水就有铁路开通了 虽然整个铁路工程花费了肖凡足165万斤 但是这些钱花的都是值得的 一劳永逸地解决了一个出行的大问题 现在曙光城通往外界的方式 就不单单只依靠公路了 建设完了火车站 下一个建筑却没有解锁 肖凡询问系统原因 安妮立刻给予了肖凡提示 曙光城电力告急 请总指挥继续建设发电厂 肖凡这才注意到 系统页面上有一个电力供应的线条 现在已经是黄色 即将变成红色了 电力充足的时候绿色 告急的时候是黄色 一旦变成红色 那就要全面停电了 一个锋力发电厂 已经不足以带动 曙光城全程的电力供应了 想了想 肖凡决定建设一个火力发电厂 这段时间的物资收集 他收集到了大量的煤炭 正好用于火力发电 点选了一个火力发电厂之后 等待了几个小时 肖凡将其摆放了出来 有了第二个电厂 曙光城的电力供应 终于恢复了绿色状态 但是接下来解锁的建筑物 确实黑色状态的 表示不可建设 核反应堆 造价100万斤 用于建设核电厂的前身 需要三名以上五星级工程师研究 看到这个建筑物 肖凡不禁倒吸一口冷气 他竟然接触到了 建设核反应堆的地步了 虽然这只是核电厂的前身 但是肖凡深知这个东西的重要性 没有它就没有核电厂 没有核电厂的话 未来的一些高科技技术 根本就无从谈起 比如和 淡发射警 现在肖凡只有一名五星级工程师爱因 看来他要尽快地 再寻找一些高级金盒 再给几个工程师升级了 这时候肖凡也意识到 红警系统的真正的强大 在于科技的强大 人海战术 其实并不适合现代化的战争 在高科技武器面前 人海的作用越来越小 不过对于现阶段的末世来说 人海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常规部队 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 还是要占据主导地位 即使真正的研制出了核 弹发射警 或者闪电风暴 这类高科技 那也基本是作为威慑力量存在 很少会动用的 所以肖凡也没有急着 去研究核反应堆 而是查看新解锁的兵种 多了一个火车站 就多出了一个新的兵种 装甲列车 造价50万斤 这个兵种在现阶段 可以称得上 肖凡所有兵种里面的造价之惯了 一台96坦克1万斤 一台5只2万斤 这一辆列车 却比得上50辆坦克的造价了 肖凡立刻仔细地研究了一下 看看为什么会这么贵 一研究 肖凡才知道 一分钱一分货的道理 装甲列车 由一辆装甲蒸汽机车的车头带动 后面共有7节车厢 其中由一辆燃料车厢 三节战斗车厢 和三节运输车厢组成 车头和燃料车厢 全部由后装甲覆盖 可以抵御火箭筒 和100毫米口径火炮的正面轰击而无损 车头处装在一门125毫米滑塘炮 2挺12 7毫米高射机枪 以及两个外挂火箭巢 三节战斗车厢 各自可容纳140名士兵进入 车厢两侧各装有两门100毫米滑塘炮 四门23毫米链式机关炮和8挺12 7毫米重机枪 并且配备8枚前卫岛 但和4枚红箭防空岛 弹 运输车厢分为上下两层 每一节运输车厢都能容纳十辆主战坦克 或者类似级别的战车 全车覆盖装甲 列车最大运行速度100公里每小时 使用蒸汽动力 车头和燃料车厢补满后 续航能力为3万公里 列车不可升级 萧凡几乎是张口结舌地看了半天 才算是冷静下来 这种车辆太强大了 超强的战斗力 超强的装甲 以及超强的续航能力 都让萧凡看到了一些新的东西 自从来到了曙光城之后 他还一直没有机会走出燕云或者云州去看看 无论是公路还是飞机 其实都有一些不方便的东西 公路太难走 而固定一飞机对于起降要求太高 直升机续航的能力太差 而且坐飞机能够看到的东西也很少 但是有了装甲列车 情况就发生了改变 他完全可以乘坐装甲列车离开 去其他的城市看看 3万公里的续航能力 让他可以走得很远 他想要去看看 这个世界变成什么样了 外界又究竟有什么变化 永远待在一个地方 那就永远没有进步 萧凡很明白这个道理 所以这辆列车虽然造价高达50万斤 萧凡还是毫不犹豫地点选了生产 列车的生产需要50个小时的等待时间 萧凡又开始了其他部队的建设 首先他花费了27万斤 又生产了三个连 这三个连就是未来的三营 然后又花费了32万斤 将5-8运输机和5-9的战斗机 各自增加到10架 这样一来 萧凡的陆军航空兵也就出具规模了 大型的运输机他暂时没有继续生产 目前曙光军还没有远飞的任务 暂时不需要太多的运输机 铁路的铺设 火车站的建立 装甲列车的生产 三营的出现 以及陆军航空兵的出具规模 让萧凡属光军实力突飞猛进的时候 他的资金也在飞快地流逝 这些东西 就让他从青阳县城获取的资金 消耗了200万 目前手里的资金只有190万了 正当萧凡想要停下歇口气的时候 突然一个新的兵种 突兀地出现在了他的军营里面 第174章 狄立 萧凡看着新的兵种 直接就愣住了 战熊 造价800斤 这个兵种出现得非常突兀 而且不但多了一个他 甚至所有的兵营兵种 开始自带一新了 萧凡短暂的惊讶之后 立刻就明白了过来 红井游戏里面 有一个好玩的东西 那就是 当自己一方的间谍 进入敌人的兵营时候 就会窃取到一项关键技术 自带一新 只要进入兵营成功 自己一方所有的兵营兵种 生产出来就直接是一新的 包括军犬都是一样的 而现实世界里面 系统保留了这个功能 间谍的能力 显然也不只是这么一点 其中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复制科技 也就是将敌人研发的科技成功 直接复制过来 成为自己一方的科技 这个情况已经说明了一切 自己一方的间谍 已经成功地 获取了敌人的科技 对于战雄这个兵种 萧凡是有印象的 那是红井三里面的特种兵种 来自伯利亚 相比军犬 战雄有着更为强大的战斗力 和防御能力 800斤的造价 也说明了问题 萧凡立刻点了两下 优先生产两头战雄 一会儿功夫 两头战雄出现在了萧凡的身边 这种不是无心的战雄 而是自带一心的 和红井中的军犬一样 战雄身体的要害部位 也被特殊的布皮保护了起来 站立起来的身高超过了2米3 而且看上去要是升级 还会继续增长 体重更是超过了500公斤 那个圆滚滚的大脑袋 简直比萧凡的身子还要大 不过这东西的颜值倒是很高 看着憨态可居 来到了萧凡的身边 这两个大家伙 用脑袋蹭了蹭萧凡 差点将萧凡蹭了一个跟头 摸了摸两个战雄的大脑袋 萧凡很不负责任的 给他们取名 雄大雄二以后 你们两个就留在我的身边 做我的警卫连议员吧 我也想看看 升级到三星甚至五星的你们 能够有什么样的实力 星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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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曙光城的电视塔树立了起来 虽然电视还没能正式地开始播放 但是所有人都通过广播 得知了这一条消息 很多外界的幸存者 开始紧急地收集电视 想要通过电视 看到传说中的曙光城 是什么模样的 热情推上了高 吵 宣传车上面挂着大幅的明星海报 海报上是一个漂亮的美女明星 迪丽小姐 迪丽小姐在末世之前 就是顶级流量 末世开始之后 人们本来以为彻底告别了 过去看娱乐新闻的时代 因为饭都吃不上 活着都是问题的时候 人们不会再去关心那些东西了 可是现在情况有了变化 起码在曙光城这里 人们吃饭已经不是什么问题 可以这样说 除了一些新鲜的青菜之外 曙光城的居民吃什么都有 末世之后 普通动物也好 便易瘦也好 那是越来越多 因为人少了 吃动物的也少了 现在吃肉 已经是一件很平常的事 保护动物也变得不再重要 反而保护人才是最重要的 而蔬菜方面 北方有土豆 萝卜 以及一些从田地里面 收集回来的大白菜 还有山林里采集的蘑菇木耳等等 暂时也能解决人们的吃菜问题 还有浩原河里面的鱼 还有很多从超市里面 收集回来的真空包装食品 所以人们不担心吃 也不担心穿 在曙光城 只要你肯干活肯劳动 那就饿不死 当人们吃饱穿暖 又有居住环境之外 精神方面的东西 也就开始有需求了 尤其曙光大剧院建设好以后 关于迪丽小姐 可能来曙光城的事情 一度喧嚣尘上 现在 这一切终于得到了证实 曙光城的父老乡亲们 你们好 我是迪丽 车身上有很大的电子屏幕 上面出现了迪丽小姐的画面 这立刻吸引了曙光城百姓的围观 迪丽盘着墨色的长发 一张俏脸洁白如玉 和末世之前比起来 她好像消瘦了一点 但是依旧美艳动人 双手抱拳 以一种拜年的方式 迪丽和大家问好 很高兴能够在这样的日子里面 和大家见面 我决定将会前来曙光城 到时候 我会给肖凡首领和大家演唱我的一些成名曲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祝福蜀光城越来越好 也期待早日和大家见面 爱你哦 宣传车在蜀光城的大街小巷开始穿梭 表示 只要肖凡首领确定了时间 迪丽小姐以及一支专业的演艺团队 将会来到蜀光丛 给这里的人们带来一场经常的表演 这一切 也可以通过电视节目转播出来 人们有理由相信 这个节目将开辟末世收视率的一个新纪元 不但蜀光郡通过广播播了这件事情 就连监狱基地那边 也是通过广播将这件事情播报了出去 监狱基地的首领林默表示 这件事将是蜀光城和监狱基地 两家友好合作的新开始 必定将会极大的促进两家的关系 借着这件事 他打算正式和蜀光城建交 并且开通双方的道路 促进商业往来云云 这个消息很快地传递并且发酵 据说周边一些其他城市的幸存者们 也得到了消息 从这件事里面 他们察觉到了一个关键点 蜀光城居然有能力播放电视节目了 无论是迪丽小姐本身的热度 或者蜀光城表现出来的实力 都引起了周边人们的极大关注 现在大家都在等待着 等待蜀光电视台开播的日子 当然也有一些人 更期待消防公开露面的日子 这些人 他们根本不知道 一个巨大的危机 已经逐渐地开始出现在这片土地上 第175章 跨界狮王 龙历十月一日 天空之中再次下雪了 这一场雪不同于第一场象征兴的小雪 而是一场鹅毛大雪 大雪覆盖了大地 天地一片苍茫洁白 云州市 商业银行地区 一大群黑压压的身影来到了这里 走在前面的狮群里 一个带着铁桶的小布点丧尸并不显眼 但是他却是狮群的核心 小布点来到这里 看着这里的情况 这里经历过一场持续了半个月的战斗 战斗的双方分别是丧尸和变异老鼠 那时沈瑞辉带着李南风 不断反复地召唤丧尸来到这里 才逐渐地将这里的变异老鼠消灭得差不多 肖凡得以进入银行 取走了一大批的黄金储备 但是肖凡走之后 下水道里面又有众多的老鼠出现了 李南风和老鼠的战斗 并没有能够消灭光这里的变异老鼠 那些老鼠再次从下水道里面出来 渐渐地又逐渐恢复了数量 小不点来到这里的时候 这里的地面上到处都爬行着老鼠 因为有这些老鼠的存在 周边的丧尸都被它们啃食干净了 所以这里是没有丧尸的 小不点带着大群的丧尸到来 立刻吸引了老鼠们的注意力 一些老鼠滋滋地怪叫着 奔着小不点猛冲过来 小不点的身后跟随着大约两千只丧尸 这些丧尸之中 高级丧尸的数量占了一半 看到老鼠们冲上来 那些高级丧尸立刻迎了上去 和老鼠们展开了搏杀 高级丧尸的实力是远在变异老鼠之上的 但是变异老鼠的数量太多了 就好像一层移动的黑色地毯 很快就将丧尸们围住 每一只丧尸的身上 都覆盖了厚厚的一层老鼠 完全连丧尸的影子都看不到了 丧尸可以用它们的爪牙杀死老鼠 但是也很快会被老鼠啃成一具骷髅 就算是那些铁甲丧尸 也只是多撑一会儿而已 它们的脚趾层也抵挡不住 老鼠锋利的牙齿 这种镊齿类动物的牙齿 甚至能够啃噬钢铁 眼看手下一个个地被啃光 而老鼠却没有什么减少的时候 小不点感觉到了危险 这样下去 一会儿被啃噬的就要轮到自己了 小不点发火了 嘴巴动了动 它突然张口对老鼠群 发出了一声吼叫 啊 声音就好像一道声波 掠过空气 将那些飘扬的雪花都吹得翻滚起来 正在疯狂攻击丧尸的老鼠们 突然停了下来 一只只老鼠 就好像喝醉酒一样 东倒西歪的原地打转 它们就感觉好像遇到了天敌 想要跑 却不知道往哪里跑 碰 一个下水道的井盖 直接被撞得飞了起来 一群老鼠 好像喷泉一样的涌了出来 其中一只老鼠 比狗还要大 浑身的黑毛 就好像钢针一样的竖起 一双鼠眼死死地盯着小不点 好像看到了生死大敌 其余的老鼠 看到这只老鼠出现 立刻往旁边退去 显然都是对其非常的畏惧 这是鼠王 鼠王感觉到了鼠下的异样 就想要出来消灭小不点这个 让他感觉非常危险的敌人 要知道 就算当初鼠巢和李南风的 狮群战斗的时候 鼠王也是没有出现的 看到小不点之后 鼠王立刻快速地奔了过来 他想要立刻杀死这个小丧尸 一刻都等不及了 小不点看到鼠王奔过来 动也不动 只是再次张开了嘴巴 啊 高亢尖锐的叫声 让周围一些还没破碎的玻璃 当场碎裂 声波之大 简直超乎想象 就算是广场舞最疯狂时候 发出的噪音 也不及小不点这一声 吼叫的百分之一 声波略过 鼠王首当其冲 就好像被什么东西 击中了脑子一样 直接瘫软在了地上 这一刻他有些明白了 他的能力 和小不点不是一个级别的 鼠王拼命地挪动四肢 想要往后退 可是小不点却不会 给他这样的机会了 再次发出一声吼叫后 鼠王身体哆嗦了一下 终于匍匐在地面上 一动不动了 小不点完全无视周围 密密麻麻的老鼠 静止地走到了鼠王的身前 伸出了他小小的爪子 小不点摸了摸鼠王的头 这一刻的鼠王 就好像一条温顺的大狗 乖乖地匍匐在了小不点身边 再也没有了之前那凶狠的样子 小不点的目光 扫过了无尽的鼠巢 再次发出一声吼叫 鼠王也跟随小不点吼叫了起来 这一刻 无数的老鼠同时匍匐了下来 他们已经明白 现在他们有了一个新的王者 比他们的鼠王还要高级的王者 做完了这一切 小不点缓缓地向前走过去 他的身边 剩余的丧尸跟随着他 走向了云州城区 小不点能够感觉到 这座城市里面有着无数的丧尸 这里就是他的天堂 现在的他 需要获得尽量多的手下 等到手下饱和的时候 他会寻找人类的聚居区去吞噬 再提升能力 等到能力提升到顶点的时候 他才会去触碰那个 给他留下巨大阴影的鼠光城 鼠王此刻就好像一条喉巴狗 紧紧地跟随在了小不点的身后 在鼠王的背后 无尽的鼠巢开始冲出下水道 跟随首领的步伐 离开了商业银行周边这块乐土 一千只 一万只 如果有人此刻精准计算的话 就会发现 跟随小不点离开这里的老鼠数量 绝对超过了二十万只 而且这种变异老鼠 是可以繁殖的 茫茫的大雪 掩盖了这里的痕迹 没有人知道这一切 如果有人知道 既然有丧尸有了智慧 甚至还可以控制变异兽的时候 不知道这个世界会变成一个什么样子 祝大家国庆节快乐 另外这本书就是科技发展为主 不会出现什么 亦能多么强大 或者修炼一类的东西 你们的担心太多余了 第176章 男女比例 萧茫是躺在棺底的大床上 看雪景时候睡着的 但是半夜的时候 她被小八给扑腾醒了 披上衣服从棺底出来 萧茫就感觉晚上格外的冷 这个温度绝对是零度以下了 远远看去水潭边上 只见小八正在水里上下扑腾 而熊大和熊二正蹲坐在水潭边 傻呆呆地看着这条 比自己不知大出多少的鱼 战鹰神雕蹲在大树上 从上方低头看着这条不可思议的鱼 萧茫能够清晰地感觉到小八的意志 她觉得冷了 萧茫也意识到 小八是冷血动物 虽然可以在淡水里面生存 但是现在的淡水太过于凉了 如果温度继续下降 水潭要不了多久就要结冰了 那个时候 小八的生存将会是一个问题 她立刻找来了工程师 开始研究给水潭加热的可行性 这个问题对于工程师们来说并不难 只要给水潭周围下一圈管道 然后连接到火电厂那边就可以了 萧茫建立了火电厂以后 曙光城家家户户已经可以集中攻暖 完全不必担心寒冷的问题 和工程师们讨论的过程中 萧茫也意识到 骤降的气温 让很多人的日子开始不好过了 浙江市既病毒爆发 全面停电之后的第三场危机 也是一场严酷的生存考验 现在要接受这种考验的人 太多太多了 可以说除了曙光城之外 就连联盟那边也要接受这种考验了 如果是前些日子 联盟或许还不在乎气温的降低 但是现在不同了 其余的地方不可能有曙光城这样的条件 能够实现集中攻暖 联盟的影视城基地也是一样的 他们的取暖恐怕还需要火盆 而且联盟为了和自己作战 将大量的物资送往伯利亚 本来家底就几乎被掏空 现在战败之后更是雪上加霜 士气低落这个冬季 联盟肯定是难熬了 根据肖凡这边得到的消息 联盟正在积极地运作 和各方势力合作谈判 已经没有多少筹码的联盟 现在唯一能够拿得出手的 就是人口了 人口人口 总感觉忽略了一点什么东西呢 就在肖凡觉得 他好像遗忘了一点关键地方的时候 他接到了一个情报 总指挥 我们的侦察战鹰 传输回来了一个画面 肖凡生产了一百只的战鹰 这些老鹰除了守卫机场以外 每天的任务 就是在曙光城周边 几百公里的地方盘旋侦察 丧尸的动静 幸存者的动静 几乎都在肖凡的掌控之中 接受了战鹰传递回来的画面 肖凡看到 影视城基地那边 有一只大型的运输车队 正在那里拉人 那是来自伊林市的一只车队 伊林位于云州东方 最大的幸存者基地 叫做森林基地 显然这只车队是来自那里的 有大约几十辆的武装车辆 还有上百辆的大巴车 而现在正在登车的 大多数都是女人 一个个女人 从影视城基地出来 神情麻木地登上了伊林的车队 现在 他们已经认命了 在这个没有希望的世界 又失去了首领的领导 他们根本做不了什么了 这已经不是联盟那边 第一次往外送人口了 送去了伯利亚一万人 黑山市那边前些天 也接走了大约两万的精壮劳力 这次是第三次了 送走的是女人 突然肖凡冷了一下 女人 工程师们还在讨论 曙光城的取暖问题 肖凡突然开口问道 我们曙光城现在总人口多少 男女比例又有多少 军需官成员度 立刻查看了一下 随后回答 总指挥 现在曙光城居民人口总数 三万零五百多人 其中男性人口两万三千多 女性七千余人 肖凡愣了一下 男女比例差距这么大吗 是的 总指挥 末世之后 每个人的生存都是问题 而女性天生就属于弱势群体 第一波生化危机爆发的时候 死亡的人里面也是女性居多 因为她们缺乏战斗力 跑得也慢 后来的进城里面 很多女性甚至被当成货物一样的处置 缺乏基本的人权 死亡率也是要高于男性 不单单我们这里是这样 其他的地方可能还不如我们这里 肖凡微微摇头 这样不行 人类要生存 但是也要繁衍 光有男人是不够的 我们这里需要有女人 说出这句话之后 肖凡脑海内突然灵光一闪 她终于知道 为什么自己贵为全军总指挥 现在还没有脱单的原因了 最大的原因就是 女人太少了 曙光城男女比例三比一 这些女人无论长什么样 都是相波波了 估计都有大批的追求者 几乎个个都名花有主 自然不会来勾搭自己了 所以寻找女人这件事 必须提上日程 并且加快脚步了 而整个云州女人最多的地方 那就是联盟方面的娘子军 穆家瑜死亡 刘敏去了伯利亚后 娘子军现在群龙无首 在联盟里面地位非常低下 现在所看到的画面 立刻正视了肖凡的猜想 联盟果然是养不起太多人了 宋北风更是不断利用人口 换取资源和武器 还企图做捶死挣扎呢 联盟那边现在又拥有了一些武器 但是曙光军经过扩军之后 肖凡现在麾下可支配的兵力 已经超过了2200 武器更是甩联盟几条街 他根本就不在乎 联盟那点可怜的力量 要不是担心打下联盟 那里十几万的幸存者 自己养不起 他早就出兵将联盟消灭了 十几万联盟幸存者 他可能养不起 但是娘子军这两万多的女人 肖凡自认还是能够养得起的 曙光城现在男人两万三 女人七千 要是能够将娘子军的这些人接过来 女人可就比男人多了 平均分配下来 应该不会有光棍了吧 肖凡毅然地站起身 我们云州的姐妹 绝对不能被当作货物交易 来交易去 一陵市森林基地的人 既然敢将手伸到我们这边来 我们就剁掉他们的爪子 出兵 截人 第177章 野鸭钩 听到肖凡下令 军需官忍不住提醒 总指挥 我们距离影视城基地 足足有300公里 而一陵市的人现在已经开始返回 他们回程的道路大约600公里 想要追上恐怕很难了 没事 空军先行 我跟随前行就是了 肖凡立刻下令 命令两个空降连和警卫连 跟随自己出发 制造第二批武职之后 肖凡再次将空降连扩军了 又临时增加了四个战斗牌 带着所有人开始登机 十架五直八运输机升空 每一架运输机都搭载了一个战斗牌 十架五直八 两架五直九 一架夜鸭 立刻飞速地向着伊林市撤退的方向追赶而去 而在他们的后方 一营的战士们登上了战车 紧随其后 行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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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视成绩地前往伊林的道路上 一支车队正在前行 车队有十辆装甲车 五十辆防爆车和运超车 这些车辆都是经过改装的武装车辆 负责押运工作 而后面的150辆大巴车里面 每辆车都装在了上百的女人 道路上有些积雪 但是并不多 这是今年的第二场雪 虽然比较大 但是气温还没有那么低 雪一边下一边融化 只是有些泥泥 第一辆装甲车里面 一个男人正在抽烟 他是伊林市基地的二号人物 名叫牟振华 伊林的首领叫做关如龙 号称神龙省十大高手之一 关如龙成为进化者的时间很早 建立伊林的森林基地 时间也很早 现在整个基地人口总数达到了30万 不过和其他基地一样 男人多 女人少 关如龙本身又是一个非常好女色的 基地里面 他的后宫团足足有上百人 他对于女人的欲望 也近乎是无穷的 每天都想要寻找新鲜的女人 供他作乐 所以当宋北风提出交易的时候 关如龙的第一个要求 就是女人 经过谈判 宋北风送出了一万五千名女人 牟振华作为关如龙的心腹 负责了这次的押送任务 坐在庄稼车里面抽烟 车载音乐 还在播放着过去的流行歌曲 你们听说了吧 迪丽小姐要去曙光城的事情 听说了 不过肖凡还没有定下时间 牟振华吐出一个烟圈 这个肖凡还真是非常谨慎 轻易不会出现在公众场合 他的命还真是金鬼 牟大哥 有人说迪丽小姐的表演团队里面 可能有问题 会是真的吗 这个不好说 不过我觉得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 要知道 迪丽的表演团队 原本是槟城那边的 槟城的魏无忌 可不是什么善男性女 他会那么好心的 让迪丽过去参加表演吗 我是不太相信的 司机继续问牟振华 牟大哥 那里可是曙光城啊 听说戒备森严 迪丽的表演团队 如果真有问题 搞不好就会羊入虎口了 呵呵 魏无忌肯定是答应了 宋北风的很多好处 才会这样做 至于去曙光城吗 那也是没有办法 肖凡这个人 听说是非常难搞的 他几乎没有弱点 不会吧 居然还会有没有弱点的人 嗯 据我所知是这样的 他很少在公共场合露面 常年都躲在曙光城的内城区 平常人很难见到他 内城区戒备森严 有人去刺杀过 但是根本 连他的毫毛都没伤到一根 所以正面攻打也好 暗地刺杀也好 都很难成功 说到这里 牟振华叹息一声 更可怕的是 这个家伙竟然不敬女色 整个人完全就是一个变态的性子 不然魏无忌也不会逼迫地走这一步了 驾车的司机都连连炸舌 这果然是够变态的 牟振华点点头 不过也没什么 冬天马上来了 这是第二场雪 第三场雪下来之后 大雪就会封山封路 到时候 整个北方就安静下来了 我们也好 槟城那边也好 黑山那边也好 都没有能力长途跋涉了 有什么争斗纷争 也都是明天春天的事情了 嘿嘿 这样好 咱们能够过一个安稳的冬天了 这一万多女人带回去 我能够选两个在冬天暖被窝吗 这点小事 还值得一提吗 一万多人呢 我做主了 给你安排五个 谢谢牟哥 牟振华和司机正在笑着 后面传来消息牟大哥 有些女人在哭 这点事 你们还搞不定吗 告诉他们 想去曙光城攀高知的 更是死了那条心吧 肖凡根本不需要女人 只有加入我们伊林基地 才是他们唯一的活路 谁在哭 老子现在就把他丢下车 发了一通脾气 牟振华看了看前面的路况 抓紧赶路 前面还有一百公里 就是野鸭沟 过了野鸭沟 就是我们伊林市的地界了 所有人都精神着点 这一段路 千万别出什么纰漏 伊林市内多山地 丧失数量很少 这条路也是一条僻静的省道 所以行车的难度不大 只要过了野鸭沟 就进入了邻区的道路 那里更加的安全一些了 星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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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升机在空中飞过 下面就是重重的山岭 这会儿的山岭 到处一片白茫茫 偶尔有些变异鸟 在空中飞过 肖凡盯着下面的道路 不断地接收附近战鹰 传输回来的画面 总指挥 找到伊林市的车队了 位于我们北方 大约15公里处 不要理会他们 我们继续往前飞 到野鸭沟那里降落 直升机编队继续前行 将伊林市的车队甩在了后面 对方并没有发现他们 飞机一直到了野鸭沟的上空 才开始缓缓降落 这里之所以叫沟 是因为位于两座小山中间 公路也是从山澳之间通过的 两边的山坡上 都是稀疏的灌木丛 平日里就有很多的野鸭出没 因此得名 消贩的人从飞机上面下来后 立刻开始左右分散开 全部潜入了山林的灌木丛之中 所有人今天都换上了 新的野战服 这是冬季的野战服 冬季的野战服有两套 一套是迷彩的 还有一套是纯白的 战士们隐蔽起来后 往雪地里面一趴 几乎和周围的白雪融为一体 不走近看的话 根本不知道 这里埋伏了一大群人 飞机飞到了远处 周围顿时安静下来 这一次的狙击任务并不轻松 曙光俊来的 只是散兵部队等轻兵种 要狙击对方几十辆的战车 换做其他的部队 那是想都不敢想的 第178章 围追堵截 牟振华的车队 逐渐地接近了野鸭沟 当看到野鸭沟的时候 牟振华稍微有些提着的心 终于放下了一些 其实来云州带这些女人 他多少还是有些担心的 他并不太担心 宋北风可能出而反而的黑吃黑 联盟已经到了这个程度 让他黑吃黑他 恐怕也不敢了 他有些担心的是 曙光军那边 最近联盟和其他几个是基地的互动 萧凡不可能一点不知情 既然曙光城和联盟 一直都处于战争状态 那说不定什么时候 就会来搞破坏 但是只要这一次平安无事 以后基本也就不会有事了 大雪封山之后 无论是人还是丧尸 都要消停下来了 这个冬天就会平安度过 所以只要过了野鸭沟 前面就是伊林市的山区了 茂密的真夜灵 和狭窄的道路地形 都注定不能大规模动用部队了 牟振华下令 动作快一点 过了野鸭沟 就是咱们的地盘了 车队轰鸣前进 进入了野鸭沟 牟振华的眼睛 在道路上扫过 心里逐渐的安稳 地面上没有车车印记 证明这段时间没有人来过 那么也就不会遇到袭击 就算有袭击 没有车辆等重型火力 也很难阻止自己的战车通行了 信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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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指挥 他们来了 参谋长正轮给后方的肖凡报告 肖凡坐在夜鸭直升机上面 目前直升机停在远方五公里之外 你自己把握战机 绝对不能让他们轻松通过 尽量的拖延时间 让我们的部队能够及时赶到 总指挥放下 他们想要轻松通过野鸭沟 是不可能的 这个任务并不轻松 正轮也没有大包大懒地说 一定能够将对方消灭 但是正轮对总指挥有信心 总指挥一定有办法的 他要做的就是拖延 对方的装甲车已经进入了射程 两个散兵连分别埋伏在左右山坡上面 等待正轮的命令 所有人 手雷准备 等到我发出命令 左侧手雷先扔 等对方还击之后 右侧手雷紧跟 注意 我们的打击目标仅限于前面的武装车辆 后面的大巴车是绝对不能动的 战士们秉息凝神 等到对方的车辆已经到了附近的时候 得到了正轮的命令 炸 一颗颗手雷被战士们甩了出来 居高零下的手雷足足能够扔出几百米 落地之后顿时爆炸开来 轰轰轰轰 一团团的火光在对方的车队里面爆炸 对方的武装车辆并不太畏惧手雷 就算是运超车 那也是有着不错的防弹能力的 但是奈何数量够多 运超车的防弹玻璃 如果正面承受手雷的轰击 那也是会如同蜘蛛网一样的裂开的 连续承受几颗手雷 防弹玻璃就会碎裂掉下来 四个牌 一百多的手雷下来 顿时就有一些车辆趴窝了 还有两辆车当场爆炸 冲天起的火球和爆炸的碎屑阻隔了道路 对方的车队不得不停了下来 注意 右侧山坡上面有敌人 还击 牟振华心中一警 真是怕什么来什么 他立刻下令还击 这些车辆独有车在机枪 立刻掉转枪口 对着右侧山坡开火 不过山坡上的战士们 基本都找到了掩体 或者土堆后面 或者土坑里面 而且隐蔽得非常彻底 对方的射击效果并不好 战士们抽空还击 专打对方的车胎 他们要做的 就是让对方不能前进 牟大哥 我们的车辆在公路上没法展开 能够开火的车辆太少 压制不住对方啊 妈的 派出一部分人下车 必须形成压制 让后面的车辆跟上来 有些人就下车 借助防弹车的掩护 向山坡上面开火 而这个时候 左侧隐藏的散兵动了 又是一波手雷轰了下来 顿时掀起了一阵血雨腥风 刚刚下车的武装人员 当场被手雷炸死 牟振华一个错误的决定 立刻给他们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两边山坡上 都开始猛烈地开火了 跟随散兵而来的 还有消防的警卫连 战士 警卫连里面 配备有火箭筒战士 和防空步兵 不同于其他轻型兵种 这两个兵种 是可以发射火箭弹 和单兵防空岛 谈的 当这两个兵种开火的时候 一陵式的车队 立刻开始受到了更大的损失 连续多辆战车被炸毁 让牟振华 感觉一阵阵的心惊 不好 这曙光军是有备而来 虽然现在 我们还有还手之力 但是却不能和他们缠斗下去 这里是云州地界 曙光军现在来的 应该只是先头部队 如果有大部队跟上来 我们可能就走不掉了 牟振华很快下定了决心 所有人 不要和曙光军缠斗了 立刻上车 对方应该是乘坐直升机来的 人数不够多 我们只要猛都往前冲 应该能够冲过去的 后面的大巴车开过来 和我们的其他车辆穿插开 只管往前冲 萧凡如果不在乎 一万多女人的性命 就让他的火箭炮 尽情地开火吧 那些正在和曙光军对射的 105装分子们 立刻停止了射击 凡是没死的 全部登上了战车 后面的那些大巴车 更是加大油门冲了过来 在一阵女人的尖叫声中 来到了前面 那些武装战车和大巴车 完全混在了一起 而且大巴车多数挡在了外面 给武装战车形成了一道屏障 这一招确实有效 曙光军来这里 就是为了救援这些 在漠视越来越少的女人的 当然不会将这些大巴车击毁 可是如此一来 104的车队 就要冲过野鸭沟了 一旦过了野鸭沟 进入了密林区后 想要拦截就很难了 看到曙光军的枪声哑火了 牟振华顿时一阵哈哈大笑 哈哈 投鼠忌气 肖凡啊肖凡 看来你也意识到 漠视女人的重要性了 但是晚了 这些人注定要跟着我们 回到森林基地了 车辆轰鸣 就要过去野鸭沟了 突然 牟振华的笑声戛然而止 瞳孔骤然放大 因为就在前方 两道山坡中间的公路上 一道高达七米的城墙拔地而起 将整条公路封堵的严严实实 第179章 阴阳调和 眼前这一幕 差点将牟振华气的暴血管 这这这 这他妈是谁干的 来的时候好好的 这一天的时间不到 哪个王八蛋在这里砌了一道墙 还砌了这么高 难道挖一个沟 不比砌墙省事吗 之前的一切计划 这一刻都成为了泡影 道路被封死了 车队完全不能通过了 就算周围没有曙光军 他们也只有一条路可以走了 那就是汽车不行 牟振华的心头低血 但是也不得不忍痛下达了命令 所有人下车 我们从墙两边绕过去 牟大哥 我们离家还有几百公里呢 这么走回去 太离谱了吧 那你说我他妈还能怎么办 赶紧通知基地那边来人接我们 希望他们的动作快一点 不然就只能给我们收尸了 好好 那 那些女人怎么办 凉拌 没法办 能走的就走 不走的也不管了 这会儿 谁还能关心那么多 牟振华歇斯底里的怒吼了几句 带着人下车 一临市过来的武装人员 并不是特别多 大约也就是四五百人 这些人这会儿抛弃了 他们的装甲车和防弹车 开始徒步地绕过围墙前进 后面还有曙光君的散兵追击 他们也是不断地举起枪还击 虽然不断地有人中弹倒下 但是牟振华也并没有绝望 曙光君的人数并不多 他已经通知基地那边来人接了 只要走到前面的山林区 他就有信心和曙光君周旋一阵 也许真的能够活下来呢 但是接下来的情况 打破了牟振华的一切幻想 他们绕过围墙 走了大约几百米后 前面升空的一排直升飞机 彻底地让他们陷入了绝境 他早就应该想到的 曙光君之所以能够在这里射服 毫无疑问是通过空运的 可是他们的直升机 并没有第一时间出现 因为当时牟振华等人在车上 车上都是有高射机枪的 直升机固然能够击毁战车 但是高射机枪 同样也会给他们带来威胁 肖凡就是通过这种方式 逼迫的他们离开战车 而离开战车的他们 立刻就成为了梅牙的老虎 面对对方直升机的扫射轰击 根本就没有了还手之力 所以当曙光君直升机上面的航炮 开始咆哮的时候 牟振华这些人顿时崩溃了 有几个不要命的开了两枪反击 立刻就被航炮打得粉碎 之后的人也没有了抵抗的心思 残余的武装人员纷纷扔下枪 举手投降 后面跟进的散兵部队 立刻执行了缴械的任务 牟振华本人并没有脚强投降 刚刚的战斗之中 他中了一发子弹 本来就命不久矣 现在这种情况 他绝望地选择了自杀 他相信关如龙首领会给他报仇的 只是那一天他看不到了 他唯一的遗憾 就是到临死都没有想明白 萧凡既然有能力 有时间在这里弃强 为什么不直接派出一支重装部队 三下五除二的解决自己一方呢 费这个劲有意思吗 果然不愧是传说中不敬女色的变态 行驶风格处处都有变态的倾向 谋振华一死 这场狙击战就宣告结束了 萧凡的后续部队跟上来 也只能是做做打扫战场 押送俘虏等等工作了 一百多辆大巴车里的一万五千名女人 直接被带回了曙光城 这一次 萧凡临时起义地出兵 收获是非常丰厚的 当车队回到曙光城的时候 曙光城整个城市都要沸腾了 手持大红花加道欢迎的 都是从末世开始 单身超过三个月的老光棍 这些人就好像狼群一样 在道路两边在歌在舞 搔手弄姿 竭尽所能地散发着荷尔蒙的气息 试图勾搭心爱的女人们 要知道 这一万五千人 可是在娘子军里面选择出来的精品 年纪都不是很大 最大的也就是三十多岁 其中甚至不乏刚刚成年的青春美少女 她们的到来 让阴阳失调的曙光城 一下就达到了平衡 萧凡板着手指头计算了一下 之前曙光城男性人数接近两万三 女性七千多 现在有了这一万五千人 女性的人数也接近两万三了 男女比例几乎达到了一比一 这下曙光城应该不会有光棍了 做出这一切的萧凡深感自豪 她已经意识到 自己接下来的时候 很可能面对一堆狂风浪蝶的追求了 英雄救美的套路虽然俗 但是不得不承认非常有效 萧凡甚至有些担心 自己是否能够应付得过来 她不得不让警卫连的沈瑞辉带着人 先告诉一下这些女人们 曙光城的规矩 不要将这里闹得乌烟瘴气的 至于她自己 现在要回官邸洗个澡 好好准备准备了 回到官邸之后 萧凡洗澡收拾的过程之中 听到了一则来自伊林市的广播 可能是伊林那边的人过来云州 在这边发出的广播通知 发广播的人 是伊林关如龙的代言人 广播的主要内容 就是伊林市关如龙 对于曙光城所作所为的极度愤怒 曙光君萧凡 恶意破坏云州幸存者联盟 和森林基地的正常商业往来 这个性质极其恶劣 是对伊林森林基地的正面挑衅 官如龙首领下令 立刻和曙光城之间进入战争状态 曙光君必须在三天之内 归还他们的非法所得 并且将其送到伊林森林基地来 不然出现的一切后果 都有曙光君方面负责 萧凡关闭了广播 披着浴巾回到了卧室 躺在了床上 看着玻璃上面 再次飘荡下来的雪花 又下雪了 这一次下雪 可能就要封路了 一些小方面的行动 或许还能勉强进行 但是大规模的行军 几乎是不可能的了 官如龙的警告 注定要落空了 最起码在今年冬天 他是没什么可能进攻曙光城的了 现在是农历十月份了 如果算公历的话 已经是十一月中旬了 还有半个月就是元旦 北方大地的冬天到来了 真是可惜啊 萧凡感叹一声 他觉得 曙光城确实也该来一次庆祝活动了 第180章 曙光城宣传片 就如同萧凡所想的一样 伊林市的宣战 并没有造成任何的影响 第三场大雪下来之后 神龙省各地的道路就开始积雪了 因为漠视的原因 各地通行的车辆减少了至少99% 到处都是无人区 这积雪也就没有人清理 越来越厚 越来越多 这种天气 行军就太困难了 如果硬要通行 也不是不行 但是你就要小心 你在行军的路上 会不会被攻击 就算你到了曙光城下 三两天要是拿不下来 恐怕直接就冻死在野外了 所以 伊林市那边喊了一阵口号 也就演气息鼓了 曙光城这边 电视台已经开始尝试信号接入了 第一期的曙光城的宣传片 也已经在紧锣密鼓的制作之中 一旦信号接入成功 就会开始播放了 电视面对的 可不单单是云州观众了 而是信号塔覆盖的周边几个市 甚至伯利亚那边 都能够接受到信号 电视台忙碌的期间 曙光军也没有闲着 肖凡适不适的补充一下 自己的几个营兵力 让几个营尽量的 都达到满边状态 二营的战士们 经过了在青阳现场的 剿灭丧尸行动后 也基本都升级到了三星 肖凡又开始了 新一轮的四星战士升级工作 三营的战士 则是离开曙光城 去外面消灭周边灵星的丧尸 升级的同时 也要保证曙光城周围 形成一片安全区 起码在雷达的100公里范围内 肖凡不想看到 还有丧尸的出现 这也能够极大幅度地 保证曙光城居民的安全 使得他们外出的时候 尽量不受到丧尸干扰 连续十几天的忙碌过去 曙光城雷达区域内 唯一还有丧尸的地方 就是四水县城了 不过 那里距离曙光城90公里 也谈不上什么威胁了 时间已经来到了农历11月初 距离元旦 还有十几天的时间了 这一天 曙光城的电视台 终于信号接入成功了 肖凡也是很期待这一天 因为他就要上镜了 信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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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槟城 乐园基地的首领魏无忌 正在窗前 看着自己的乐园基地 这里已经是神龙省最大的幸存者基地 槟城过亿的人口 如今存活下来的 不会超过一百万 而其中五十万人 都聚集在他的麾下 可以说 他是这里当之无愧的土皇帝 能够有今天的光景 魏无忌是很幸运的 但是他知道 他并不是最幸运的那一个 之所以他能够发展起来 还是要源于一个神秘的电话 那是末世之前 他接到的一个电话 至今想到电话的内容 他依旧觉得恐惧和不可思议 他现在拥有的一切 多数来自于那个电话的内容 和那个人的支持 他不知道这样的人有多少 但是毫无疑问 电话那边的人 应该是 站在这个世界尖端人的其中之一 魏无忌有他的任务 他最先要做到的 就是成为神龙省当之无愧的第一 甚至掌握神龙省 本来一切还算顺利 黑山也好 伊陵也好 牡丹城也好 江口也好 他们都无法撼动 冰城基地的位置 可是蜀光城的出现 却有些打乱了他的计划 占据云州和燕云之地 如果不加以制约 蜀光城很可能会做大 蜀光城 很想看看 这到底是怎样一个地方 不过我如今的身份 却不意外出冒险了 正在魏无忌思考的时候 身边的手下突然来报 首领 电视接收到了信号 哦 快打开看看 魏无忌精神一震 他知道 这可能是蜀光城那边的信号 打开电视机 电视屏幕上出现的是雪花 自从末世开始之后 各地的电视台全部停板 所有的台全都是雪花了 手下调试了几下 画面有了转变 几条横杠上下来回跳动 然后逐渐地出现了画面 画面的拍摄背景是在空中 嗯 是航拍吗 感觉不太像 似乎摄像机在鸟身上一样 魏无忌坐在电视前耐心地观看 几个月不看电视 突然看到觉得非常的新鲜 画面之中 地面的山川田野 飞快地掠过 大地苍茫 郁郁苍苍 拍摄的时间应该至少 是在一个月以前 因为那时候还没有下雪 一条白亮亮的河水出现 蜿蜒流淌 一个优雅温柔的女生 画外音出现了 肥沃的黑土地 孕育了这里的文明 美丽的浩原河 滋养了这里的儿女 听着这个声音 魏无忌觉得有些耳熟 好像末世之前就听过 但是具体是谁 他又想不起来了 画面继续推进 阳光之下 一座不可思议的大城 出现在画面之中 夕阳的余晖洒在城墙上 这座城远远看过去 就好像黄金打造一般 那高耸的城墙远远看过去 就可以想象其坚固程度 看到这里 魏无忌脸上 也露出惊讶的神色 之前总是听说 蜀光城蜀光城的 但是他从来没有亲眼见过 这一见之下 连他都被震撼了 这 这是怎么修建起来的呀 在如今劳动力匮乏 又丧失横行的世界 这座城市的修建 不知道要有多么难 画外音继续在进行演讲 蜀光城立足靠山农场 这里是丹顶鹤的故乡 这里土壤肥沃 资源丰富 经历了四十万丧失围城之后 我们蜀光军已经证明了 我们有能力保卫家园 还大家一片蓝天 在萧凡首领的带领下 我们如金安俱乐业 镜头转换 已经到了蜀光城城内 画面播放的是一家 叫做林家姐妹面馆的饭店 一个美女厨师 将一个面团 反复地拉成了细长的面条 然后下到了热气腾腾的锅里 边上各种各样的炉子 色泽鲜亮 油光诱人 贪卫人们排着队 面带笑容地等着吃面 美女厨师温暖的笑容 让人觉得心情很好 画面继续向前 前面是一家火锅店 各色的算品 并不比末世之前差多少 人们坐在那里吃饭喝酒 推杯换盏 场面非常热闹 再往前 还有装修华丽的服装店 爱美的女性 在这里挑选衣裳 其中步伐国际大牌 几个青春活泼的女孩 笑着跑过去 短裙下雪白的大腿 晃得人眼睛都舍不得眨 再往前 还有一些摊位的吆喝声 平整的公路上 一辆外出收集物资的车辆 看来这一趟收获颇风 车辆副驾驶上的坐的 同样也是一个美女 一身火辣的皮衣 勾勒出诱人身材 腰间的配枪 更是让她别有一种狂野的韵味 街头又走过一群美女 竟然是金发碧眼的外国人 看着应该是伯利亚那边的 镜头来回切换 充满人间烟火气的曙光城 越发地清晰起来 一排排崭新的房屋 漂亮灰红的曙光饭店 门前有着休闲广场的曙光大剧院 高耸的电视塔 是肖凡穿着军装 站在曙光城城头 深邃的眼神急目远眺的画面 画面经过处理后 非常的有艺术气息 肖凡看起来也是英俊迷人 很有男人味 神龙故乡 北方都市 亲爱的同胞们 寒冬总会过去 我在曙光城等你 第181章 到来 魏无忌看着画面最后 肖凡英俊侧脸的定格 忍不住微微皱眉 他问身边的手下 曙光城的宣传片你怎么看 手下想了想 城市很大 实力不俗 还有呢 弄了很多美女上镜 这对末世里 大多数是男人的幸存者来说 有很大的吸引力 估计这个宣传片一出 又有不少人会选择加入曙光城了 魏无忌微微点头 说得不错 这是他们的手段 肖凡的出镜呢 手下想了想 不好说 没事 随便说 那我说了 这肖凡都做了首领了 还弄这些花里胡哨的 要不是我知道他的性格 还以为他想通过这种方式 勾搭大姑娘小媳妇呢 魏无忌也有这种感觉 不过事实告诉他 这应该是他的错觉 也就没太放在心上 是不是都不重要了 既然曙光城电视台开通了 那么想必演出也可以进行了 你去通知林默 让他催一下曙光城那边 就说迪丽小姐的团队准备好了 明白 信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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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一时间看到宣传片的 还有省内其他几个基地 比如黑山机场基地 还有伊林的森林基地 甚至就连伯利亚那边 山海未成的安德烈 都收到了曙光城的信号 收看了这个节目 看完节目之后 安德烈询问旁边的流敏宝贝 想念你的祖国吗 流敏神色有些愁苦 想念又能怎么样 你也不会让我回去的 安德烈黑黑笑着 这个可说不准啊 云州那边现在乱得很 说不定哪天我会考虑考虑 去你的祖国逛逛吗 真的吗 你到时候会带上我吗 当然 我不但会带上你 而且你 还会成为那边的女王 说出这句话的时候 安德烈的野心 已经显露无遗 很显然 伯利亚人已经不满足于 停留在山海未成 北边温暖富饶的土地 一直是他们所向往的 刘敏哼了一下 谁知道你是不是骗我 我骗谁也不会骗你啊 那你就带我去看了一次大狗熊 好好好 那今天咱们再去转转 我让你看点好东西 安德烈想去看看 电磁技术研发的进度 他已经基本确定 刘敏是没有问题的了 为了红美人开心 再多看一些东西 也无所谓了 心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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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肖凡终于确定了 曙光城文艺演出的时间 时间就定在公立的 12月31日晚上8点 因为他计算了一下时间 这个时间开始演出的话 等到演出结束 正好跨过公立新年 过去的跨年就是热闹一下 但是这个时间段的跨年 明显意义不一样了 那代表了人类 已经能够在这个 末世立足 并且渐渐地适应这个世界 所以 下一次的宣传片里面 曙光城就宣布了演出了时间 得到曙光城的准确消息之后 监狱基地一方 立刻给予了回应 迪丽小姐的表演团队 将会在31日当天 到达曙光城 绝对不会耽误演出的时间 在这之前 他们要清理一下 被积雪拥堵的道路 这个消息传递开之后 神龙省内的很多人 都蠢蠢欲动了 不说迪丽小姐去演出的事情 曙光城的这个宣传片 就带给了他们足够大的震撼 和人家曙光城一比 自己的基地 简直就可以用狗窝两个字来形容了 那个宣传片 反映出来了很多的东西 单单从航拍的角度来看 曙光城周边根本就没有丧失了 那里是非常安全的 去了那里 人们甚至能够恢复生产 这对于末世的人们来说 吸引力是非常巨大的 所以宣传片播出之后 竟然再次掀起了一波 前往曙光城的移民高峰 不单单普通幸存者 就连联盟那边 都有人偷偷地离开影视成基地 宁可在冰天雪地里面跋涉 也要前往曙光城定居了 甚至周边的黑山市 或者伊林市 都有幸存者长途跋涉而来 他们冒着很大的风险 因为他们不单单要面对丧尸和变异兽 还要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 面对寒冷和饥饿 有些人可能会倒闭在来时候的路上 但是这一切都不能阻挡他们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面对新一轮的移民潮 肖凡也做出了应对 战因们每天外出巡逻 看到有幸存者到来 如果情况危险的 曙光军就会派出人去接 一般的派车 远一些的就派飞机 这让远道而来的幸存者们 还没到曙光城 就有一种回家的感觉 而这些事迹 也都通过电视播报了出去 更加激发了一些摇摆不定的人的热情 所以从进入12月中旬开始 曙光城再次迎来了一次中等规模的移民 每天都有至少几百人 到了12月底的时候 曙光城人口创纪录的突破了7万 其中男女比例也不算失调 男性接近4万 女性也有3万多了 这还是因为冬季寒冷的因素 如果是夏季 这一段时间足以让曙光城的人口超过10万 不过到了12月底的这几天 到来的人就渐渐的少了下来 毕竟能够在冰天雪地里面跋涉的人还是少数 更多的人还是希望明天春天再来的 当然 并不是每个移民都是想要在这里定居的 也有一些人是抱着其他目的来的 时间很快来到了12月31日 一大清早 曙光城居民早早的起床 人人穿上了新衣服 喜气洋洋的走上街头 明天就是元旦了 今天晚上会有一场精彩的跨年晚会 迪丽小姐的表演团队也会在今天到达 人们走上街头 都希望第一时间看看这过去当红的大明星 而且据说曙光城这边也准备了一些节目 到时候将会和迪丽小姐的团队一同登台演出 人们对这些事情津津乐道 一种浓厚的过年氛围已经在曙光城内弥漫 中午时分 有消息传来 迪丽小姐的团队已经到了城外 第182章 曙光饭店 当迪丽小姐车队入城的那一刻 曙光城好像沸腾了一样 街道上面到处都是人 大家拥挤着 随着入城的车队观看 说是车队 其实也就三辆车而已 一辆开路的铲车 一辆越野车 和一辆大巴 铲车用来清除道路上的积雪 入城之后 迪丽小姐更是干脆站在了铲车的金属铲上面 不断地和路边的人打招呼 大家好 你们好吗 非常开心见到你们 她身上穿着白色的貂皮大衣 头戴毛茸茸的白色帽子 显得俏皮可爱 脸上洋溢着甜美的笑容 不断地向周围的人群挥手示意 她后面的大巴车里面 也坐着很多的演员 负责了警戒 拉起了警戒线 禁止普通民众靠近 人们虽然热情 但是却没有人越雷池一步 只是远远地观看着 呼喊着 纪律性比漠视之前 不知道强出了多少 车队穿过外城区的主街道 一直来到了曙光饭店门前停下 曙光饭店已经在前几天竣工了 一楼是餐厅 顶楼是肖凡的私人楼层 其余的四层 都可以用来接待迪丽小姐一行人 被肖凡安排住在了三楼 进入曙光饭店后 哪怕是明星这会儿 都倒吸一口冷气 这里的装修太豪华了 屏风 靠山石 雕塑 名人自画 似乎过去的好东西 此刻都集中在了这里 金碧辉煌又不是典雅 餐厅那一边 有一家的门前 有一个巨大的鱼缸 里面盘踞着一只墨盘大小的便衣螃蟹 那粗壮的钳子 似乎能够将人一家两段 饭店门口挂着招牌 谢宝王 还有一家酒吧 整体是绿色的装修风格 看着就像森林一样 酒吧名字也不错 妖精之森 很明显 这里的酒吧餐馆 要比外面商业区的 要高一个档次 算是一个高消费的场所 迪丽等人在前台小姐的接待下 很快办理了入住手续 入住之前 曙光郡的军需官 和他们交代了一下 时间和注意事项 按照事先的约定 这场演出 我们双方共同出人完成 我方将会派省台节目主持人 担任女主持 男主持人一方就交由你们了 迪丽小姐必须登台演唱歌曲 其他的节目 我们也大概了解 没有什么问题 好好 那你们好好休息 七点钟的时候 我们将会有人来接你们 去曙光大剧院 萧凡首领那边已经说好了 他会准时到大剧院的 一些事情交代清楚 军需官离开 信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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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萧凡官邸之内 他正在思考事情 他的身后 跟着几个身材高大的战士 这些战士的身高 都超过了一米九 身上穿着一层厚厚的 银白色防护服 防护服将他们从脖子到脚的包裹了起来 头上还戴着圆圆的头盔 上面有一层防弹玻璃的面罩 这一层衣服不像战斗服 更像是一层绝缘体 手里提着一种奇怪的枪械 那枪械的枪管 看上去似乎是实心的 也不知道什么子弹 能够从这里发射出来 这几个士兵 现在已经成为了警卫连的一员 也是贴身保护萧凡的力量 目前曙光军的三营 也已经全部完成了四星的升级 经过这段时间的零星补充 他获得系统以来的最强盛时期 不过肖凡却依旧不满足 随着装甲列车的建设完成 肖凡离开蜀光城出去走走的想法 越来越强烈了 现在野外的积雪越来越厚 已经没有新的幸存者到来了 蜀光城这里可谓是平安无事 他已经决定了 等到这里的文艺演出结束 他就会离开蜀光城去南边闯荡闯荡 等到农历的春节之前 他再回来也不影响什么 正在思考去处 通讯员过来汇报情况了 总指挥 狄利他们已经入城了 我们也做过了相应的检查 没有发现武器 肖凡点点头 军犬可看过了 看过了四星军犬过去检查的 但是没有发现异常 肖凡微微一愣 按照他的设想 应该会有异常才对 毕竟这段时间 他得到了不少的消息 已经基本确定 这一次的文艺演出 会有不少人混入蜀光城 准备对自己实施刺杀 别人想要刺杀自己 唯一的机会 就是在蜀光大剧院的时候 因为那是自己公开露面的时候 但是肖凡思来想去 觉得对方最佳的藏身地 应该就是这个剧团 军犬有鉴别鉴谍 或者心怀不轨的人的能力 可是四星军犬过去 竟然没有鉴别出来 这有些出乎肖凡的意料之外 肖凡的身边 薛宁儿开口道 总指挥 突变者到了二级以后 可以收敛身上的杀气 不但外表上看不出来 甚至能够做到情绪不外泄 四星军犬侦查不出来的 只有两种人 一种是完全没有恶意的普通人 一种是隐藏很深的二级突变者 总指挥想要确定的话 可以让肖天过去看看 也许五星军犬是能够分辨的 肖凡摆摆手 不必了 对方就算有所埋伏 估计也不会全部都在演出团里面 现在过去 只怕是会打草惊蛇 既然他们处心积虑地想要害我 我怎么能不给他们一个表演的机会呢 通知大剧院那边做好准备 今天的这场演出 务必要办好 还要演得精彩 也要通过电视节目 向外界发出一个明确的信号 在曙光城这片地界 没有任何人可以兴风作浪 第183章 总指挥出场 对于这一场文艺演出 曙光电视台从六点就开始现场直播了 担任临时记者的是肖凡的妹妹肖田 肖凡的父亲和妹妹 一直被安置靠近内城区的一个院子里面 里面还有林家姐妹 欣小迪等人 肖田一直都和欣小迪住在一起 两个人关系不错 平时欣小迪播音的时候 肖田就会跟着学习 今天欣小迪是有任务的 她要去主持晚会 所以 外面的直播报道就由肖田来进行了 在曙光君的秘密保护下 肖田带着一个摄影师 直接就在曙光城的街头 开始了电视直播 这也叫预热 是为了接下来的晚会做铺垫的 如果是以前 可能收视率不会太高 但是这会儿收视率却一直都高 因为你不看这个 根本就没有看的 直播开始 肖田穿着羽绒服 带着粉丝的毛绒帽子 站在曙光大剧院门前 冬天的夜里黑天早 但是大剧院门前 早就亮起了路灯和各色的霓虹灯 肖田的背后 人头永永 根本感觉不出来一点漠视的氛围 大家好 这里是曙光城 我是肖田 我现在在曙光剧院的门前 大家可以看到 演出还没有开始 人们早早的就来到了这里等候入场 现在的气温 大约在零下20度左右 真的是很冷啊 不过曙光城的居民们 似乎根本不在乎这寒冷 现在室外非常的拥挤 肖田说着话 嘴里不断地往外呼出白气 可以看出气温很冷 而镜头也随着他的话不断推进 将最真实的曙光城画面拍摄给观众 广场前有很多做买卖的 卖什么的都有 快来看啊 真正的稀罕物 辣椒 干辣椒 买回家炒个肉片 炒个蘑菇 炒个土豆片 炒个鸡蛋 剁个饺子馅 剩下还能半点小咸菜 花生瓜子烤鱼片咯 啤酒饮料 矿泉水螺 有看碟的吗 兄弟看碟吗 买30张赠送一个VCD碟机 别告诉我 你家现在没有电视哦 你问我卖的什么点 我给你出个上联 你猜猜 西京没有冬京热 你可懂 那边卖啤酒的 给我来一瓶 好嘞 要常温的 还是冰镇的呀 废话 这么冷的天 谁要冰镇的 给我来常温的 来了 给您 一个积分一瓶 这是常温的吗 这不就是冰驼子吗 没错 现在零下20度 这就是常温的 摄影机到处拍摄 曙光剧院前无比的热闹 演出的团队是不会走正门的 他们会从后门进入剧院 所以这里是 看不到表演者到来的 不过观众足够多 其中两个人 躲在一个角落里面 一边抽烟 一边看着这里的情况 这两个人 正是前些天来过 曙光城的王来顺和朱衡 王来顺递给朱衡一根黑金龙 两个人抽了一口 看着这里的人山人海 来事 票拿好了吧 拿好了 一会儿咱们就排队入场 王来顺说着 觉得有些郁闷 朱哥 你是来做大事的 就这么简单的 就入场了吗 朱衡呵呵一笑 为什么不呢 越是简单的方法 就越直接有效 一会儿你不必跟着我了 我们分开走 我做的事 还是不要连累你了 王来顺点点头 随后又问道 朱哥 你说十大高手来了几个人啊 朱衡摇头 我也不是很清楚 但是我敢肯定 演出团里面 肯定混进去人了 不过演出团的 大多数人并不清楚 他们还以为 就是来简单的演出的 那如果刺杀消防的任务 被其他人完成了呢 呵呵 那就完成呗 我也同样会得到 我的一份报酬 不过我觉得 这件事不是单单套 某一个人就能够完成的 我有一种预感 今天晚上的 这出戏将会闹得特别大 朱衡说着话 抽着烟 尽量地舒缓情绪 让自己的状态 调整到最佳 今天的这个任务 算是他接下来的 最重的一次任务了 在曙光君的保护下 刺杀萧凡 成功了固然好 但是如果失败 他微微摇摇头 不会失败的 这一次 不单单他一个人出手 十大高手之中 肯定还会有 经受不住诱惑出手的 萧凡应该是 没有活着的机会了 他在这里耐心地等待着 其余的观众也在等待着 七点 演员从后面 入场准备了 但是观众并没有放开进入 因为萧凡还没有到 要等萧凡到来 入座之后 观众才会被放入剧场 七点三十分 萧凡来了 突突突 一阵摩托车的声音响起 一辆编三摩托 率先来到了大剧院门前 摩托上面只有一个人 萧凡的警卫连长 沈瑞辉 天气虽然冷 但是沈瑞辉 却好像丝毫不觉得 头上的军帽 因为摩托车的颠簸带歪了 胸前的一个扣子敞开 身后背着微冲腰间 垮着手枪 几颗手雷在 武装袋上面 晃晃悠悠的 到了剧院门前 编三摩托一个飘移 停了下来 让让让让 都围在这里干嘛 萧总指挥就要到了 你们往后站站 别看了 说你呢 往后站 男人退到三米之外 女人退到五米之外 在剧院门口 指挥了人们疏散 很快 警卫连的后续部队 就跟了上来 一个战斗牌的士兵 跑步前进 来到门前 立刻站成了两排 任围的隔出一条通道 两辆装甲车 一前一后 中间是萧凡的东风铁甲 终于来到了剧院门口 一个个精锐的警卫连战士 从车上下来 萧凡走在了中央 他刚刚一下车 周围就响起了 一阵的欢呼声 萧凡微笑着 尽量地向周围的人群摆手 真好 这么多美女啊 萧凡面带笑容地走过人群 心中为曙光城美女的矜持 略感遗憾 迈步走上了台阶 回头再次对民众挥挥手以后 萧凡进入了曙光大剧院 他的身后 电视直播紧紧尾随 萧凡刚刚进入剧场 就有一阵音乐响起 七个龙东腔东腔 伴随一阵优雅的钢琴曲 总指挥登场 之后就是民众入场 宣传了一个多月的文艺演出 即将开始 第184章 表演开始 曙光大剧院 是一个椭圆形的建筑 内部足足可以容纳三千人 同时观看 北面中央 是一个巨大的圆形舞台 然后前面是缓坡形的看台 观众的看台分为两部分 贵宾席和普通席 而贵宾席最好的那段位置 今天是不对外售票的 那是曙光军首领萧凡的看台 萧凡进入剧场后 就在工作人员的引领下 来到了自己所在的位置坐下 他的身边 警卫连的战士们立刻分散开 在这里形成了重重的防护 在萧凡的后方 两只巨大的战熊 蹲坐在他的身后 庞大的身躯 就好像两座肉衫 直接封堵了后侧方的所有角度 如果有人想要在背后 对萧凡打黑枪 是男如登天的笑天 匍匐在萧凡的脚边 大剧院幽深漆黑的天篷上面 也有战鹰锐利的眼睛俯视下方 曙光军的战士们都知道 这一次可能有人要对萧凡不利 所以防护做的是非常到位 左边是薛尼儿 右边是孙飞飞 这两个女生都是五星英雄了 薛尼儿的特殊技能就是快速开枪 孙飞飞的特殊技能 萧凡还不知道 坐下之后 面前摆放着一张桌子 上面有一些水果食物 舞台下面已经有一些工作人员了 有的是电视台来拍摄直播的 还有的则是大剧院里面打扫卫生的 负责跟随新小迪的摄影师 正在调试机器 一个身穿工作服的老人 提着扫把 正在进行舞台打扫的收尾工作 萧凡这边坐好 普通观众也开始进场了 对于一个人口七万的城市来说 三千人的剧场绝对是很大的了 但是今天的票根本就不够买 很快剧场就坐无虚席了 萧凡看着 欣慰地点点头 这也说明 曙光城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 一阵乱哄哄的入座结束后 时间也临近了八点 电视台的所有准备都完成了 几台摄像机多角度的直播舞台上的情况 那个男摄影师 也不时地给萧凡这边几个镜头 当然 还有很多人也会有上镜的机会 但是多数都是美女 舞台的幕布拉了起来 内部进行最后的准备 晚会倒计时了 天蓬之上 闪烁的射灯忽明忽暗 过了两分钟 最亮的灯突然熄灭了 会场变得黑暗 灯光集中到了舞台上 演出就要开始了 本来萧华的剧场内安静了下来 大家都盯着舞台 甚至有人还拿出了以前的手机拍摄 虽然没有联网功能了 但是拍摄小视频回家欣赏 还是可以的 一阵舒缓的钢琴声响起 幕布渐渐拉开 萧凡也舒服地靠在椅子上 看着演出的开幕 舞台之上 一男一女两个人走上了舞台 女的就是曙光城的播音员辛小迪 现在电视台开始营业了 她也终于做回了老本行 今天的辛小迪 一身红色的套裙 脸上画着淡妆 绣发挽起 身材凹凸有致 在舞台的灯光照射下 明媚动人 她的身边 是从槟城市来的一个男主持人 是跟随迪丽小姐的表演团队一起来的 不过这个人以前不是省台的 据说是一个婚庆主持 现在人才不好找 她也就临时成为了辛小迪的搭档 两个人显然是在后台临时彩排过了 这会儿都是面带微笑 没有丝毫的怯场 女士们 辛小迪率先开口 先生们 男主持人接口 曙光城的父老乡亲们 来自四面八方的同胞们 大家晚上好 二人一起鞠躬 萧凡带头的鼓掌 剧院内顿时响起了一阵激烈的掌声风雨 宋春归 飞雪迎春道 天降曙光映大地 火树迎花照星河 末世元年 曙光城迎新闻一演出 现在开始 又是一阵激烈的掌声响起 人们都是激动的鼓掌 只有经历了末世的残酷 这些人才更加知道 如今这场晚会多么的来之不易 伴随人们的掌声 舞台上的灯光 缓缓开始调节 后面一张荧幕落下 画面缓缓的开始出现 在演出开始之前 我们先请大家看一些片段 画面上出现了字幕 第一幕 人们的黄昏 字幕之后 是末世开始之前的景象 大街上车水马龙 人们正常的工作生活 本来很正常的一切 现在在人们的心目之中 竟然感觉无比的遥远 花外音这个时候想了起来 五个月之前 我们还在为了生活而奔波忙碌着 每天思考的是 怎么去工作 怎么去赚钱 谈恋爱 结婚 怎么还房贷 怎么送孩子上幼儿园 怎么才能不在单位里受气 回家后 最好不要让孩子拿自己当马骑 怎么能够不让领导给小鞋穿 怎么能不让老婆说自己的是窝囊费 每月的工资 留出多少孝敬父母 这么点钱 怎么能够过的小资 刷刷新闻 打打游戏 悄悄键盘吐槽下 网络上我就是无敌 我们曾经以为 这就是生活的意义 平平淡淡才是真 但是我们错了 生活的真谛 就是生命 就是活着 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天 那个颠覆了我们生活的恐怖日子 画面一转 刚刚那些生活琐事的画面消失 取而代之的 是一段段的人们拍摄的视频 或者是监控记录下来的画面 人们惊恐地站在街头 看着变了颜色的天空 一团团的火光从天空落下 后面拖拽着长长的尾巴 夜里美丽的红光 这会儿都是火 夺命的火 轰轰轰 接连不断的爆炸声响起 冲天的火光就好像火山爆发一样 摧毁了一座又一座的建筑 城市里顿时变成了人间地狱 一团团的蘑菇云升空 人们惊慌失措地四处奔逃 可是却根本不知道要跑到哪里去 车辆疯狂的鸣笛 有的车辆在街道上狂奔 却很快和其他的车辆相撞 弥漫的硝烟之中 不断地有人死去 孩子找不到妈妈 女人找不到老公 父亲找不到儿子 一幕幕的人间惨剧 在不断地上演 所有观看演出的人 眼泪都已经模糊了双眼 他们都是从那个时候过来的 可以这样说 这里至少90%以上的人 都已经没有了真正意义上的亲人 失去了才知道珍贵 这一刻剧院内的人 心灵是相通的 第185章 灾难和曙光 那些悲惨的记忆还没有结束 当第一个死去的人 摇摇晃晃地从街道上面站起来的时候 才是真正的地狱降临 他变成了丧尸 变成了只知道吞噬血肉的野兽 他扑到了身边跑过去的一个女人 直接用他的血盆大口撕咬 身边又有丧尸出现 他们疯狂地攻击每一个活着的人 有些明明已经活下来的人 被咬了一口之后 也逐渐地发生了变异 他们的身体甚至都是残缺的 但是依旧摇摇晃晃地走在路上 寻找一切可以攻击的目标 渐渐地 街道上活人没有了 成群结队的丧尸在游荡 人间沦陷 话外音继续响起 根据统计 第一波变异的人 占全球人口的50% 而第二波受袭击的人 占了全球人口的22% 到了今天 全球人口大约是鼎盛时期的1% 这就是我们如今的状况 这是人类的寒冬 可是我们是不会屈服的 无论在任何情况下 人类都会点燃希望的火种 燃起生命的曙光 画面再次一遍 第二波出现了 第二波 人类的抗争 这一幕记录下来的画面 大多都是幸存者的艰难求存 这里记录的 有一群幸存者的 也有三两个幸存者的 甚至也有单人的 大家都在想尽一切办法 和丧尸争斗 人们囤积食物 寻找水源 收集药品 制作武器 他们拿着简陋的武器 和丧尸搏斗 最开始的武器 只是一些锤子刀子 或者消防府一类的武器 有的人成功了 他们杀死了丧尸 有的人失败了 他们不是成为了丧尸的食物 就是成为了新的丧尸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人们渐渐地掌握了一些方法 开始有能力立足 但是丧尸也变得越来越厉害 这逼迫的人们 不得不团结起来 一个个幸存者的团队出现了 他们联合起来和丧尸战斗 并且拼命地逃离城市 有的人逃出去了 有的人永远地留下的 逃出去的人日子也不好过 食物的缺乏 无时无刻不再威胁着他们的生命 这些视频 都是一些幸存者拍摄下来的 记录的情况非常的真实 生离死别的戏码 几乎每一天都在上演 其中有两段 非常的让人绝望 一段是一个丈夫 好不容易找到了米 但是还没等把米煮好 结果却停电了 一家人生吞着米饭 所有人都病了 却没有药物治疗 他们用手机残余的电量 拍摄下了他们生命之中 最后的画面 如果有一天 有人看到了我们的尸体 请教我们火化吧 我们宁可化成灰 也不想成为丧尸 还有一段 是一个七岁的小女孩 拍摄的画面 画面之中 小女孩脸颊消瘦 映衬的她那双眼睛 格外的大 她抱着书包和一只玩偶 躲在她的房间里 有气无力地说着话 妈妈已经好久没有回来了 我考了一百分 她还没有看到 妈妈看到一定会高兴的 可是妞妞好饿啊 妞妞去找妈妈了 我的小熊 更不会陪着我的 妞妞要勇敢啊 说着 小女孩背着书包 抱着玩偶的大熊 打开了家门 画面的最后 是一只丧尸的身影出现 看到这些 曙光剧场内 不断地有抽气声响起 就连肖凡自己也是 有些心酸 她不是圣母 但是有些画面 真的非常触动 让她觉得 自己以后 应该做得更好一些 就在观众们 心酸不已的时候 第三幕画面出现了 第三幕 希望得曙光 这一幕画面一开始 就是乌云笼罩天空 一道天光降落 力剑一样地劈开了乌云 就好像曙光君的旗帜一样 带给了人们无限的希望 这里记录了 曙光城的出现 崛起 建设 以及抗争和希望 大城耸立在 新安山脉脚下 不断地吸纳幸存者的到来 丧尸围城的片段 被重点介绍了 曙光君的战士们 浴血奋战 面对45万的丧尸大军 硬是保护曙光城内 没有一个居民受伤 几天几夜的敖战 让人们认识到了 战争的残酷 也认识到了 曙光君战斗力的强大 战后的建设 更是带给了人们 无尽的希望 现如今 繁华热闹的曙光城 来之不易 大家都很珍惜它 期间还穿插了一段 丧尸到来之前 联盟君弃城而去 狼狈奔逃的画面 这让刚刚还有些 伤感的观众们 立刻一份填膺 对联盟那些人 不断地批评痛骂 画面最后停留在 萧凡英俊侧脸上定格 伴随舒缓的钢琴曲 现场气氛 渐渐地热烈起来 舞台之上 辛小迪再次开口 我是从下水道里面 爬出来的 是萧凡首领就吓了我 相信今天到场的观众 很多人都有和我 类似的经历 所以在这里 我想代表大家 对萧凡首领 表示真诚的感谢 说着 辛小迪在舞台上面 规规矩矩地 给萧凡拘了一躬 现场再次响起了 热烈的掌声 甚至很多人开始勾呼 感谢萧首领 谢谢萧首领 给了我们一个温暖的假 萧首领永垂不朽 一浪一浪地欢呼 在大剧院内 不断地回荡着 这一幕 也通过电视转播 传递向了四面八方 能够看得出 这里的人们 都是真心感谢萧凡的 萧凡矜持地微笑 心想 你们能不能 别光知道喊口号 来点实在的呀 舞台之上 辛小迪满面笑容地 继续播报 其实要感谢萧首领的人 不止我们呢 一群来自伯利亚的少女 也非常感谢 萧首领的救命之恩 为了表达他们的感激之情 今天的演出 他们特意编排了一段歌舞呢 接下来 请欣赏来自伯利亚的 小天鹅歌舞团 他们带来的曲目是 伯利亚传统名歌 曙光城郊外的晚上 第186章 曙光城郊外的晚上 登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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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小迪暴幕结束 暂时退场 然后就是钢琴曲响起 舞台两侧 一群伯利亚的青春美少女 出现在了观众的视线之中 他们穿着漂亮的裙子 露出白皙修长的美腿 金色的绣发高腕 仰着头 好像一群美丽的小天鹅 踩着音乐的节拍出场了 这群少女各个身材高挑 动作柔和又舒展 一看就是专业学习舞蹈的 更加重要的是 他们并不是 迪力的表演团队成员 这就非常的难得了 要知道 在如今这个世道 能够找到一支完整的表演团队 是多么难得的一件事情 这就证明了 曙光城任何方面 都不比任何人差 现场观众 响起一阵激烈的掌声 人人都非常的激动开心 为了他们强大的城市 强大的首领 少女一共有七个人 其中领舞的少女 尤其的漂亮 海蓝色的大眼睛 白皙的皮肤 曼妙的身材 还有轻柔动人的歌喉 他们像小天鹅一样 跳了一段高难度的开场舞之后 就进入了演唱阶段 前面最美丽的少女是主唱 其余的少女和声 灯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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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钢琴在弹奏 哎呀呀 少女们合唱 深夜花园里 四处静悄悄 只有芬儿在轻轻唱 夜色多么好 心儿多爽朗 在这迷人的晚上 浩元河 静静流 微微翻波浪 水面映着银色月光 一阵清风 一阵歌声 多么幽静的晚上 我们的 萧首领 坐在月光下 默默地看着我们歌唱 我想对你讲 但又知道不能讲 多少话留在心上 长夜快过去 天色蒙蒙亮 多少姑娘为你叹息断肠 但愿从今后 将你放心上 就在这曙光城郊外的晚上 前面的美丽少女 不断地低音浅唱 将一个爱而不得的少女心思 表达得淋漓尽致 让人颇为感叹 现场观众很多人 只能为这美丽少女叹息 真是可惜了 后面的少女也跟着和声 将这首歌演绎得非常唯美 尤其是最后所有少女 轻轻左右摇摆的时候 观众们都忍不住跟着和声 等到表演结束 现场的激烈掌声 几乎要掀开房顶 开场第一支歌舞 就将演出气氛 推上了高峰 萧凡轻轻拍手 她认识05的那个少女 叫做尤丽亚 确实是个出色的女孩 警卫连掌沈瑞辉也忍不住叹息一声 多么好的女孩 多么纯真伟美的爱情啊 可惜 爱上一个不着调的人 心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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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尤丽亚唱歌跳舞的时候 伯利亚那边 山海未成的安德烈 惊讶地张大了嘴巴 她认识尤丽亚 甚至 这就是伊万先生要她找的人 伯利亚的皇室公主 当初她通过云州幸存者联盟 多番地去追查尤丽亚的下落 想要为伊万先生 解决这个心腹之患 可是联盟的宋北风办事能力实在是有些差劲 明明已经发现了尤丽亚的下落 但是一个县城就是进不去 几次派人去下手都失败了 再后来 宋北风那边也放弃了 安德烈也一度以为 尤丽亚应该已经死在了云州 毕竟末世里面太多人撑不住了 但是没想到 已经认为死去的人 现在竟然出现了曙光城的迎新晚会上面 这这这 尤丽亚居然在曙光城 安德烈的脸色顿时阴沉了下来 神州有句话 什么破鞋无秘处 找到不费功夫 应该就是这种情况了 既然尤丽亚在曙光城 那么她兵发神州就是必须的了 山海为这段时间已经积累了不少的武器 实力可以说远超鼎盛时期的云州幸存者联盟 现在她出兵的唯一障碍 就是怎么渡过神龙江了 这个问题 她要好好地思考思考 不过在那之前 她要向伊万先生报告这件事 她的空艇技术和轰炸机技术 还没有完全成型 她需要支持 新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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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丽亚她们的歌舞 带来了一个非常棒的开端 台上的少女下台 新小迪和男主持人再次走了上来 大家说 姑娘们表演得好不好呀 好 台下观众大声符合 嗯 我也觉得很好 这些姑娘虽然来自伯利亚 但是她们已经是我们曙光城的一份子了 确实给我们争气啊 不过呢 今天的主角们可是不服气了 因为她们也给我们的肖凡首领 和曙光城居民带来了精彩的演出 接下来 就让我们掌声 有请两位民间艺人 给我们带来精彩的杂技表演 其中一个穿着西装 故意摆出高高在上的架子 另外一个则是穿着小丑的服装 跟在西装男子的身后 西装男子要点烟 小丑想要给他点烟 拿着一个打火机 各种点不着 逗得观众哈哈大笑 最后 西装男似乎有些不耐烦 直接打了一个响指 震撼的事情发生了 空中直接出现了一小团火焰 男子就着火焰将香烟点燃 这一幕顿时震撼了在场的观众 大家拼命地激烈鼓掌 这两个人的表演确实很精彩 尤其那凭空出现火焰的本事 就连肖凡都没有看出来 是怎么弄的 肖凡兴致勃勃地看着演出 曙光君的战士们依旧在警戒着 这两个人杂技表演完 就是来自迪力演出团的 其他演员登场 多数都是歌舞类的 偶尔唱一唱过去流行的老歌 也能够勾起人们的一波 回忆杀像是尤利亚他们 新进创作歌曲的 却是没有了 毕竟很多人没有那么闲 今天的重头戏 还是来自迪力小姐的表演 各种其他节目 从八点演出到了十一点 而十一点到十二点的这段时间 则全都是属于迪力小姐的 时间终于来到了十一点 这一段时间 大剧院内安然无恙 没有看出任何刺杀的迹象 第187章 跨年 迪力登场之前 肖凡笑着和身边的薛宁儿 孙飞飞到 大部分的演出都结束了 可是杀手还没有露面 你们猜猜 他们会怎么登场 薛宁儿想了想 总指挥就在这里坐着 那就是安全的 孙飞飞也点头 没错 我保证总指挥 不会受到真正的伤害 看着两个五星战士自信满满 但是却没有回答自己的问题 肖凡就知道 他们不想自己离开座位 只要在这里就是安全的 但是肖凡却很想知道 对方究竟会变出怎样的花样 薛宁儿这时候补充了一句 如果让我来分析 我觉得那个小丑非常的可疑 哦 为什么这么讲 因为所有人都露脸了 就是他化着浓妆 看不出真面目 当然是可疑的 肖凡点点头没有作声 这么一说 确实有点可疑 迪丽小姐终于在万众瞩目之下登台了 这一刻 大多数的摄像机都对准了她的脸 只有曙光台的摄影师 多数时间在拍摄肖凡 因为这是他们的首领 要尽量保持有特写 迪丽登台 不断地和大家问好 现在不单单现场观众能够看到她 电视机前的观众 甚至看得更加的清晰 几个月不见 迪丽轻瘦了一些 看着非常的苗条 现场顿时响起了 剧烈的掌声和欢呼声 毕竟迪丽是非常有人气的顶流 而能够在末世里面活下来的 大多数都是年轻人 几乎就没有不认识她的 就算不是她的粉丝 那也肯定知道 和大家问好之后 迪丽再次向肖凡致敬 肖凡微笑着对迪丽摆摆手 心里却在感叹人生无常 几个月之前 这种大明星 她只能网上刷新闻看到 但是如今 她却站在舞台上为自己表演 人生的事情起起伏伏 还真是奇妙 换作以前 肖凡一定挤破脑袋 也要过去要签名 不过这会儿 却没有了那个心思 不知不觉之中 肖凡的心境已经完全转变了 接下来 迪丽开始演唱歌曲了 她演唱的是她参演过的 一部电视剧的片尾曲 名字叫做《冷冷》 一个不知名的男生 在这里和她对唱 另外 还有一群伴舞在舞台上面表演 领舞的是一个花仙子打扮的美女 一首歌唱完 掌声雷动 借着迪丽下去换了一身衣服 然后又开始第二首歌的演唱 这一次又换了一批伴舞 领舞的是一个绿色裙装的美女 一个个的节目演下去 赢得了一波波的喝彩 现场气氛持续而又热烈 掌声欢呼声不断 一直热闹到了11点55分 迪丽的表演才算告一段落 演出快要结束了 但是还有一个重头戏没有到来 那就是跨年 曙光城内 很多人已经准备好了礼花 要在跨年钟声敲响的时候 放礼花的 剧院内 所有的演职人员 纷纷走上了舞台 男女主持人站在了中间 旁边迪丽 尤利亚一群伯利亚女孩 还有表演杂技的西装男和小丑 还有半舞的花仙子和绿色裙装美女等等 所有的主演都上台了 新小迪拿着话筒 和男主持人不断地说话 各位观众朋友 新的一年就要到来了 是啊 经过了这么长的时间 我想今天我们终于有资格站在舞台上 骄傲地说一句 我们活下来了 我们不但活下来了 而且活得很好 以后还会越来越好 恢复文明社会任重道远 但是我们坚信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因为我们在这里 我们有我们的曙光 接下来 让我们以今天最热烈的掌声 欢迎我们的肖凡首领登台 和所有演职人员握手并且合影 有请肖凡首领 舞台上面 男女主持人邀请肖凡上台 听到这句话 现场所有观众几乎是全体起立 将热烈的掌声送给肖凡 舞台上面 那个花仙子的美女提着裙摆下台 一路来到了肖凡的身边 双手给肖凡送上了美丽的花环 台上的男主持人 也在不断地鼓动气氛 看啊 我们美丽的花仙子 为肖凡首领尽献花环 这代表了姑娘的崇拜和爱戴 肖凡首领果然深得名心 看着花仙子脸上明媚的笑容 在场观众都希望肖凡能够接过花环上台 就连沈瑞辉都没有阻止 他也希望总指挥能够稍微正常一点 不说立刻喜欢女人吧 起码不要对女人太过开斥 谁能够理解他的苦衷 明明是警卫连长 却总要替总指挥拦这种事情 无名英雄的苦 只有他自己能懂 不过这一次 花环却被孙飞飞接了过去 检查了一下 然后才给肖凡带上 这种关键时刻 可不能出什么披露 肖凡并没有拒绝人们的盛情 决定跟随上台 接见一下这些演艺人员 同时和大家合影留念 不过上台的人可不是他自己 薛宁儿和孙飞飞紧紧地跟在他的身边 沈瑞辉也跟在他的后面 一行人上了舞台 舞台上的人激烈鼓掌 肖凡从队伍前面 一个个地和参演的演员们握手 各位观众 跨年的钟声就要敲响了 现在有请肖凡首领站到中间来 左右两侧分别是薛宁儿和孙飞飞沈瑞辉 则是站到了肖凡的身后 这样左右和后面都已经有人保护肖凡了 在肖凡的前面 是这次的节目的男女主持人 薛宁儿和孙飞飞的身边 是绿色裙装少女和花仙子美女那里 而沈瑞辉的身边 是表演杂技的西装男子和小丑 在后面则是伯利亚的歌舞团 尤丽亚等人也在跟随肖凡合影 舞台下面 很多摄影师在忙着拍摄 来自曙光城电视台的男记者 在最中间最佳的位置 镜头对准肖凡 负责舞台打扫的老头也出来了 拿着扫把站在远处 一会儿跨年之后 晚会就结束了 他就要去打扫 现场几千人 在男女主持人的带动下 开始不断地倒数 十 九 三 二 一 大家新年好 砰砰 外面里花升空 新的一年元旦到来了 一阵摄像机的灯光闪烁 合影的人这会儿都有些睁不开眼 一直在舞台下面 距离舞台最近的观众席上观看的朱衡 手摸向了腰间 第188章 刺杀 朱衡的腰间 别着一排的小飞刀 这些飞刀 都是镶嵌在了腰带里面 因为曙光君对于进入剧场的人 会挨个地检查 枪械什么的武器 是禁止带进来的 不过他的飞刀就没有问题了 曙光君没有发现 朱衡现在手搭在腰间 已经准备出手了 不过他没有立刻出手 因为这次来的时候 他已经得到了通知 会有其他人配合自己出手 他要选择最佳的时机 确保一击命中 他的任务很关键 而且他也知道 台上已经有其他高手隐藏 只要时机寻找得好 萧凡是在劫难逃了 按照他的分析 萧凡是有可能上台和演员合影的 那个时间段 就应该是跨年的时间段 当摄像机的闪光灯亮起的时候 无疑就是最好的机会 因为所有人的目光都在舞台上 他是在舞台下面的阴影里 没有人会注意到他 舞台上面的人 这会儿也会被闪光灯黄了眼 必定会有一点时间看不清东西 这就是他动手的机会 他相信 舞台上面配合的同伴 差不多也要出手了 朱衡看到 男主持人在合影过后转过头 将话筒举到了萧凡的面前 萧首领 和大家说两句吧 萧凡也欣慰地接过话筒 似乎要说些什么 就在这一刻 出事了 男主持人脸色一冷 突然拿出武器动手了 每一个人进入曙光大剧院的时候 都是要经过安全检查的 除了曙光军的战士们之外 所有人都不允许携带枪械 但是这个男主持人 却有他独特的武器 他手里的话筒 趁着萧凡抓着话筒的瞬间 他猛地一扭话筒 这个话筒顿时上下分开 里面竟然是一把 寒光闪烁的短刀男主持人 抓着刀 一刀直刺萧凡的胸口 这一刻 朱衡立刻知道了 这个摄影师的身份 鬼刀王冲 传说 此人用刀神出鬼没 更没有人知道 他的刀藏在哪里 今天终于见到了 这个人果然能忍 一个晚上都没有露出端倪 没想到这个时候 突然拔刀出击了 到了最关键的时候 图穷笔线 现在大家的眼睛 估计还没恢复 他这夺命一刀 很有可能成功 可是朱衡没想到 萧凡似乎也不简单 竟然在关键时候 一把抓住了锋利的刀刃 鬼刀王冲这一刀 毫历之差 没有刺进去了 有人刺杀萧首领 不知是谁大喊一声 舞台上面瞬间大乱 萧凡和王冲相互较力 王冲使出吃奶的力气 试图将刀锋插下去 萧凡死死地抓着 不让他刺进来 情况万分危机 有人要来刺杀萧凡 自然也有人保护萧凡 萧凡左右的薛宁儿和孙飞飞 就要动手保护他 可是这个时候 位于薛宁儿和孙飞飞身后的两个人 也就是那个花仙子和绿群女子 竟然直接出手攻击他们两个了 这两个人也是刺客 朱衡也第一时间知道了 这两个女人的身份 十大高手之中有两个女人 竹叶青李倩倩 十人花白小蝶 应该就是他们了吧 李倩倩一身绿色的裙装 手上戴着绿色的手套 那手套就是她的武器 上面分明是沾染了剧毒 双手挥舞的时候 手套上面甚至飞溅出墨绿色的枝叶 嘿嘿 臭丫头 还不知道二级突变者的恐怖吧 今天就让你尝尝厉害 一招招的攻击快如闪电 就好像毒蛇土性 直奔孙飞飞而来 孙飞飞是一个医疗班 战斗力并不出众 但是现在面对李倩倩的攻击 她还是能够步步为营地守住 而石人花白小蝶则是攻击薛宁儿 白小蝶的武器竟然就是一个花环 花环里面 隐藏的应该是金属的东西 挥舞起来带着风声 突然出手 拦截了萧凡的女警卫员 想支援你们的首领 你怕是没有那个机会了 花环挥舞 一道道香气弥漫 美丽儿又危险 薛宁儿没有掏枪 现在舞台上没人太多 而且对方的动作非常灵活 她不想造成什么误伤 而且 萧凡早就已经吩咐过 手下应该怎么做 薛宁儿只要做好自己的本分就可以了 擂台上面几个人厮杀在一起 擂台下面 朱衡也是暗暗的心惊 没想到今天的行动 竟然引起十大高手之中的四人同时出手 可是这样的行动 竟然还没有立刻拿下萧凡 这也让她对曙光君的实力 有了一个新的认识 这一刻 朱衡甚至不想暴露自己了 如果在李倩倩和白小蝶的帮助下 鬼刀王冲能够成功的话 那么自己也许不用出手了 毕竟一会儿杀死萧凡之后 怎么撤离也是一个问题 如果不能成功 她出手恐怕也无济于事 没有十足的把握 她宁可继续等待 看到总指挥遇袭 萧凡身后的沈瑞辉 立刻就要伸手帮忙 现在保护萧凡的人有三个 沈瑞辉 薛宁儿 孙飞飞 薛宁儿和孙飞飞 错不及防被两个女刺客攻击 只有她能够保护总指挥了 但是她刚刚要出手 她身边的小丑一把抓住了她 沈瑞辉想要挣脱 可是小丑喉咙里面 突然发出一声怒吼 你给我停下吧 这一声吼叫 犹如猛虎下山 震得人耳朵嗡鸣 那一双手 更是如同虎爪一样 牢牢地锁定了沈瑞辉的肩膀 仓促之下 沈瑞辉竟然无法挣脱 虎王杜老七 杜老七在末世之前 就是一个习武之人 成为突变者后 他的近身 搏杀能力 非常的强 面对沈瑞辉 他近身猛攻 一双虎爪虎生风 竟然也缠住了沈瑞辉 沈瑞辉气得不轻 现在舞台上面全都是人 他手里的枪 也不能胡乱地开火 只能依靠拳脚功夫 和杜老七对打 舞台上面乱 下面的曙光君反应神速 已经快速地往舞台上面冲 小丑身边的西装男 直接跳了出来 手里不知道什么时候 多出了一只火把 哈哈 曙光君的砸碎 给我停下 张口一吐 一股不知是酒 还是汽油的液体吐出 借着火势 竟然瞬间在舞台前面燃烧起来 剧烈的火龙挡住了曙光君前进的脚步 火神曲标 第189章 一个悲伤的故事 曲标这个人的本事 就是玩火 末世之前 他就是一个玩火的杂技演员 现在成为二级突变者之后 他这玩火的本事 愈发得炉火纯青 一口喷出去 竟然快要比得上喷火器的效果了 熊熊的烈焰 瞬间形成了火墙 阻挡了下面曙光君战士前进的脚步 五大高手一起出手 舞台上面一片混乱 包括迪利和星小迪在内的人 这会儿都慌张地往下跑 来自伯利亚的舞蹈团 也快速地往后门那边跑 曙光君战士虽然被火焰阻隔 但是天空之上 竟然有巨大的战鹰往下落 想要去救援消返 这个时候 又有一个人出现了 那个一直在舞台下面负责摄影的摄影师 突然跳了起来 他手里拿着的 赫然是摄影机下面的架子 几根架子腿 被他不知什么时候连接到了一起 竟然组成了一把 长度超过三米的长枪 就在舞台下方 他不断地跳跃 挥舞手中的长枪 那枪杆子已经被轮出了残影 竟然阻挡住了飞来的战鹰 百变人李小 谁也不知道 他是怎么化妆成曙光电视台的摄影师的 不过此人算是非常的能够隐忍 实际上 他应该有很多机会 可以出手攻击消凡 但是他都没有那样 做他安静地扮演他的摄影师角色 曙光君那边怀疑过很多人 但是从来没有人怀疑过他 所以现在他的突然出手 立刻又改变了现场的局势 一把长枪 在他二级突变者的手里 已经充分地发挥了威力 战鹰拍打翅膀 竟然不能接近消凡 可见他的实力 或许李小不能阻挡很长的时间 但是现在他 只要挡住战鹰的支援几秒钟就够了 因为他也知道 后面还有人执行刺杀任务 这个时候 朱衡知道 待他出手的时候到了 朱衡真是没有想到 发布任务的人要求自己配合 结果竟然让出了三个大基地首领 外的七大高手 全部出手了 刺杀消凡开始到现在 其实时间还没有过去十秒钟 高手暂时控制住了局面 这个时候 朱衡如果还不知道把握 他就可以找一块豆腐撞死了 朱衡一跃而起 身体如同雄鹰展示 直奔舞台而去 他的绰号叫做血缘雄鹰 这个绰号的来历 就是讲他的身法 在七大高手里面 朱衡如果计算实力 绝对是排行前列 因为他 除了这种近乎轻功的本事外 还有一手飞刀绝活 能够成为二级突变者 不单单需要运气 即使是末世之前 他也是有实力的 只不过那时候练习飞刀无用 现在的飞刀 却已经成为了他的杀手锏 小飞刀已经扣在了手里 隔着火焰 他看到了正在和鬼刀王冲相持的萧凡 萧凡 我给你讲一个悲伤的故事 明年的今天 就是你的忌日了 嗨嗨嗨嗨 朱衡一抬手 手里三把飞刀 先后出手 几刀寒光掠过 穿过火焰墙 正中萧凡胸口 扑扑扑 伴随一声闷声 萧凡中刀了 中了朱衡几刀 萧凡顿时失去了力气 而鬼刀王冲 则是把握住了这个机会 一刀插在了萧凡的胸口 萧凡终于撑不住倒下了 鬼刀王冲大喊一声 成功了 撤 还在舞台上缠斗的刺客们 顿时一哄而散 曙光大剧院一共有四道门 分别是正门 左右的侧门 以及舞台后面的后门 现在现场的观众 已经乱成了一窝蜂 纷纷不顾一切地往外冲 即使是曙光军 都很难控制住局面 杀手们立刻四散奔逃 他们一共七个人 有六个人两个一组 分别冲向了正门和两道侧门 这些人的速度都是非常的快 他们从舞台上面跳下来之后 一头就扎进了人群里面 要说这个时候 哪里最安全 毫无疑问 就是人群里面最安全 人群好像狂奔的脚马 不管不顾地往外跑 他们直接混在里面 就不相信曙光军的人会乱枪 将这些人全都打死 只要离开了大剧院 他们基本就安全了 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喜悦的笑容 大家都没有料到 今天这次的刺杀 竟然会如此的顺利 曙光军之后会怎么样 不是他们考虑的事情 他们现在要做的 就是尽快地离开 魏无忌发布任务的时候 已经交代过他们了 只要他们刺杀成功 那么就立刻往外跑 只要能够冲出曙光城 魏无忌会派遣直升机 来接应他们的 别看曙光城是一座戒备森严的大城 但那是对外而言的 曙光城的主要防御力 来源于城墙 但是从城内走的话 但是对于这几个二级突变者来说 夺子弹已经是常规操作 所以他们几个全都是信心满满 趁着混乱冲出去 并不是多么困难的事情 就在他们快要冲出剧场的时候 舞台上面 一个曲折的故事正在上演 只见萧凡身边的警卫连长沈瑞辉 此刻蹲下身 来到了倒地的萧凡身边 沈瑞辉对着远处 突然大喊一声 那几个逃跑的 要不要我给你们 也讲一个悲伤的故事 此刻舞台的地面上 还残留着一只话筒 那是心小敌用的话筒 此刻沈瑞辉说出这句话 通过舞台的音响设备 立刻传遍了全场 那几个还在闷头 跟着人群往外冲的刺客 都忍不住纷纷扭头 看向了舞台 朱衡也听到了沈瑞辉的话 不过他却丝毫不在意 因为他已经讲过一个悲伤的故事了 那就是萧凡的死亡 曙光君无论说什么 也都是在强行晚尊 根本没有意义了 所以他微笑地摇摇头 不打算搭理沈瑞辉了 看到人流还在往外走 沈瑞辉抬起手 在萧凡的脸上一接 一张面具接了下来 里面是一个比较陌生的脸孔 沈瑞辉抖动手中的面具 拿着话筒继续喊 你们几个 差点就干掉我们总指挥的替身了 正在准备离开剧场的朱衡几个人 顿时停下了脚步 他们身体僵硬地扭转身子 回头看向舞台 这真是一个最悲伤的故事 第190章 纷纷陨落 刺客们冲到了门口 才得知他们杀死的并不是消反 即使是二级突变者 也被这个噩耗一样的事实 打击得昏了头 但是此刻 他们已经无法回头了 蜀光军已经占据了舞台 再返回去刺杀 已经成了一种奢望 来到门口的他们 已经不得不跟随人流离开 除了朱衡 朱衡并不是想要逞英雄的 继续留下来刺杀 而是他选择的逃亡地点 和其他人不同 其余六个人选择了正门侧门 朱衡选择的地点 却是后门 他的心思非常的缜密 这样从正门侧门离开 蜀光军不可能没有准备 恐怕出去之后 就会遭到蜀光军的狙击 所以在人们一片混乱的时候 朱衡已经悄悄地 来到了舞台侧方 这里是演员离场通道 所有的演员 还有一些摄影师 和少数观众 正在从这里离开朱衡 就趁着混乱 悄悄地将自己的外衣一脱 脸上不知道什么时候 也沾了一些胡子 瞬间变成了一个老头的形象 颤颤巍巍地跟随人流 从后台离开 朱衡的心里 还有一丝不甘 但是他也知道 暴露了身份的他们 已经基本没有机会了 萧凡必定已经做出了防范 虽然不甘心 他还是耐心地低着头 希望能够从这里混出去 心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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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先冲出曙光剧院的 是从正门出去的 虎王杜老七和百变人李小二人 这两个人 可以说是近身搏杀 最为犀利的二人 他们两个选择的 也是最快捷的道路 就是从正门出去 然后就直奔南门 刚刚离开曙光剧院 他们就看到 外面已经围拢了很多的曙光军战士 杜老七一拉李小 伪装成居民 跟着人流跑 遇到阻挡的不要纠缠 尽快冲到南门 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 好 两个人加快了速度 在人群里面乱窜 曙光军战士 很快发现了这两个人 萧凡制定的策略 就是不在室内 和这些突变者搏杀 那样难免会有误伤 这才是他们能够顺利离开剧院的原因 包括舞台之上 薛宁儿和沈瑞辉他们 都没有权利去战斗 杜老七和李小一出正门 就已经被盯上了 早就等候在各个高处的狙击手们开枪了 二级突变者的实力 确实还是很强的 他们对于危险 似乎有一种天然预警的本能 在狙击手开枪之前 不断地左右跳跃闪躲 狙击手们一时间 竟然无法锁定目标 但是这些并不足以帮助他们 脱离包围圈 真正的想要离开 必须越过蜀光军的防线 进入居民区 两个人越跑越快 前面已经看到了蜀光军战士 临时用战车构筑的射卡点 卡点处站了几个身穿银色外衣 高大的蜀光军战士 李小 拼命的时候到了 只要冲过去这个卡点 我们就有希望了 来吧 二级突变者的实力 就在这个时候体现了 跟随人流 跑到了距离卡点机米的地方 两个人突然一跃而起 一个向左 一个向右 看上去 他们似乎想要在空中 跳过这些战车 战士们立即举枪 但是二人的身体迅速地下坠 这一跳 竟然没有真的发力 这一下 出乎所有人的预料 第二跳再次起来的时候 简直是快如闪电 二级突变者的实力 这一刻发挥得淋漓尽致 他们相信 蜀光军的战士 最多能够在这种时候开一枪 而且还不一定能够命中 至于连发开枪 普通的战士 怕是没有那么快的反应 富贵险中求 他们搏了 蜀光军的战士开枪了 没有剧烈的枪声 而是好几道电弧划过夜空 比电焊还要刺眼 杜老七和李小 确实依靠强大的本能反应 躲过了第一枪 但是那些电弧 居然是持续的 吱吱吱吱 啊 伴随先后的惨叫 两个人浑身抽搐 当场被击成了黑炭 直到死 他们都无法理解 蜀光军这种身穿银色外衣的战士 是怎么发出如此强大的电流的 这种高强度的电压 恐怕要有上万福特了 星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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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倩倩和白小蝶两个人 就比杜老七二人聪明许多了 离开大剧院的侧门 他们两个没有跟随人流前进 而是迅速地离开人群 在黑暗的角落里面 飞快地爬上了蜀光剧院的房顶 蜀光剧院的屋顶 是那种哥特式建筑的风格 一个半弧形屋顶 角落这里有两个包裹 那是来自槟城市的高科技产品 火箭柱推器 这种科技 其实在末世之前就有了 但是并没有获得广泛应用 这次为了来蜀光城刺杀 他们两个算是下了血本 弄了两个柱推器 和两个降落伞包 离开之后 火箭柱推器帮助他们升空 然后直接用降落伞飞到城外 这就是他们的策略 这两个包裹 是前几天就通过别人弄进城里来的 今天才趁着人多 悄悄地将他们扔到了屋顶 现在终于派上用场 这两个女人的体重比较轻 和一个胖子的男人也差不多 上房顶之后 两个人迅速地抛弃一切不必要的东西 几乎是穿着那衣启动了 火箭柱推器升空 直接将他们两个送上了千米高空 火箭柱推器到了这里 就燃料耗尽 二人将降落伞打开 直奔城外飘去 他们两个非常的接近成功了 即使剧院那里有曙光军发现了他们 这会儿夜色漆黑 也发现不了他们的位置了 两个女人在空中飘荡 渐渐地飞离曙光城 回望曙光城的灯火阑珊 他们都有种逃出升天之感 耳畔有着呼呼的风声 他们感觉很安全 只是这下降的速度似乎快了起来 二人很快感觉出了不对 惊骇地看向对方 只见对方的降落伞上面 几只巨大的老鹰正在撕扯降落伞 两个女杀手顿时发出恐惧的尖叫 但是任凭他们是二级突变者 却终究没有长翅膀 在这半空之中 命运已经注定 第191章 落幕 鬼刀王冲和火神驱镖 他们冲出了剧院之后 目标就是浩元河边 对于曙光城 他们是多番打听 和别人的讲述 他们知道 曙光城的河里似乎有一只水怪 但是水怪具体是什么样的 他们也不清楚 不过他们却从中看到了机会 沿河逃走 从水门遁出 这是他们唯一的机会 相比面对无数的曙光军的枪口 他们宁可面对一只水怪 而且他们的准备也是非常的充分 区标的本事 就是依靠一点化学物质 就能够不断地放火鬼刀王冲 也早就带了很多这种化学物质 两个人出来之后 不顾一切地向着河边狂奔 还真的跑了过来 能够摆脱曙光军战士 可是却不能摆脱军犬 他们冲出来 就有几十只军犬盯上了他们 军犬队就好像夜里的狼裙 双眼冒着绿光 跟随在他们的后面追逐 这个时候 区标就展现了他的实力 一道道火光不断地燃烧发射出去 将军犬逼迫得不断后退 动物本来就有怕火的天性 即使军犬都是经过严格的训练 但是这种炙热的火龙 和那种用来钻的火圈 是不一样的 军犬无法靠得太近 两个人得以迅速地接近了河边 彪子 到河边了 夜晚的浩原河上面 边缘处已经结了一层薄冰 不要靠得太近了 我们沿着河岸跑 等到接近水闸的时候 我连续在河面上放火 如果真有水怪 也不会接近 我们就趁机潜水逃离 只要过了水闸 谁也抓不住我们了 好 鬼刀王冲再次将一些化学物质 洒了过去 区标再次燃起了熊熊大火 火焰再次将军犬逼迫的后退 两个人又跑出了一段距离 这个时候 河水突然泛起浪花 小心 河里的水怪来了 来得正好 只要用火焰给他一击 将他逼退 我们就赢了 区标二人早就准备好了 两个人几乎是同时跃起 二级突变者 轻松地跳起了三米多高 两个人居高临下 果然看到了河里的巨大阴影 放火 区标一斗手 几乎将全身所有的化学物质 都抖了出来 在空中喷射出滔天的烈焰 反正到了水里也用不上了 这是唯一的机会 在他们看来 动物都是怕火的 水怪也不例外 可是万万没想到 那巨大的水怪 真的在水里冒出头 并且做出了一个奇怪的举动 喷水 小八是一条章鱼 章鱼和大乌贼 都有一个本事 那就是喷射出黑色的墨汁一样的水 这种水可以用来逃跑 也可以用来攻击 墨汁里面甚至蕴含毒素 小八已经是一条二星章鱼了 它的喷水量 比消防车还要猛 一道黑色的水箭喷刺而出 直接就将驱镖正在施展的烈火浇灭 驱镖和亡冲二人 在空中就成为了落汤鸡 被腥臭的黑水 直接冲得翻滚落地 下面是早就憋了一肚子气的军犬群 几十只军犬一拥而上 两二级突变者 发出一阵阵的惨叫 小八的墨汁是有毒的 二人本就遭遇重创 这一刻完全不能抵挡军犬的撕咬 成为了死得最惨的刺客 星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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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衡还不知道 他的同伴已经全军覆没 他跟随演员阵容走进了后台 虽然临时伪装成了一个老头 可是朱衡知道 演员里面并没有老头 他这样的装扮还是有些惹眼 所以他必须找个不惹眼的方式 他看到了角落里面 一个拿着扫把 打扫卫生的老头蹲在那里 朱衡立刻发现了机会 他迅速地凑了过去 来到了老头的身边 笑呵呵地道 老哥 今年高瘦了呀 老头看了他一眼 没到一百 朱衡笑了一下 老哥真是幽默 哎 这个时代 我们这么大岁数的人 已经不多了 所以咱们要相互扶持 老头微微点头 表示赞同 你是被刚刚的刺杀下怕了吧 走不动了吧 来 我扶你出去吧 朱衡一手接过老头的扫把 一只手扶起老头 两个人颤颤微微地往外走 这种情况下 应该不会有曙光君拦截了吧 走出剧院 外面是处于戒严的状态 远处甚至还有枪声 甚至狗肺声音 估计几个同伴都遇到了危险 朱衡收敛了自己的一切气息 就如同普通平凡的老头一样 跟随扫地老头一起缓缓前进 果然 两个老头走出去 很多曙光君看到了他们 但是都视而不见 朱衡心中一喜 他选择的方法果然是对的 两个人缓缓前行 相互扶持 看着还比较温馨 突然 朱衡身边的老头看了他一眼 开口道 为什么是你 啊 老哥你说什么 朱衡有种不好的预感 那个老头继续道 我以为能够从后台往外跑的 应该是比较容易冒充演员的 比如那个花仙子 还有绿色衣服美女 结果没想到是个糟老头 真是太让人恶心了 你命力 你是谁 朱衡知道败露 立刻摸出了一把小飞刀 轻轻顶在了老头的腰间 与此同时 老头的一把枪也顶在了他的腰间 朱衡心中一动 他是二级突变者 身体素质极其强悍 就算挨上几枪也没什么大碍 只要不是重击枪或者狙击枪 普通的枪械对于他们的威胁 已经小了很多 至于眼前的老头是谁 已经不是那么重要 他必须立刻干掉对方 所以朱衡果断地下手了 手一发裂 小飞刀刺下 对方的老头也同时开枪了 哄 一股气流推动朱衡的身体 飞出去了好几米 强烈的爆炸 几乎将他的下半身全部炸碎了 枪枪 枪榴弹 朱衡嘴角吐血 他似乎已经猜到了对面人的身份 果然 对面的老头掀开了面具 露出了本来面目 萧凡 濒临死亡的朱衡有了一丝名物 用尽生命的最后力气 朱衡道 你 守株带兔 萧凡一边擦手 看了倒地的朱衡一眼 吐了一口道 没错 我想守株带一只小白兔 没想到既然是一头野猪 你还是赶紧去吧 第192章 准备离开 这一次知道有人刺杀自己后 萧凡本来是想亲自登场的 可是手下们却都劝他 觉得太过危险 所以萧凡就生产了一个间谍 冒充自己坐在主席台位置 而他自己则是让间谍 给他化妆成了一个打扫卫生的老头 也全程观看了眼出 并且没有什么危险 刺客们一开始 就完全选错了目标 也就注定了失败 只是最后时刻 他待在后台 却没想到 跑到这里来的 竟然是这个玩飞刀的男人 被对方拉了手 萧凡忍无可忍地 给了他一枪榴弹 这时候 其余的刺客也全部扶珠 包括相识和朱衡接应的王来顺等人 也全部被蜀光军找到击毙 槟城基地搞出 囊括神龙省七大高手的刺杀活动 最终以失败告终 这个过程 也随着晚会的转播播出了一部分 但是转播到了舞台大战的部分就中断了 现在外界根本不知道 萧凡是死是活 不过蜀光军随后的转播 直接说明了一切 直播之中 蜀光军的新任主持人迪丽小姐 义正言辞地 驳斥了监狱基地的首领魏无忌 魏首领 你的所作所为太让人失望了 竟然派遣杀手 混在歌舞团里面 刺杀萧凡首领 你难道就没有想过 无论刺杀成功还是失败 我们这个歌舞团的普通人 都不会有好下场吗 既然你不顾我们的死活 那我们也不会顾及你的感受了 从今天开始 我就是蜀光城电视台的一员 之后 迪丽已经完成成为了萧凡的小迷妹 直接在电视节目里面 宣扬起了蜀光城的好 可以想象 当一个过去的顶流明星 成为了主持人后 将会带来多大的影响力 信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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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无忌并没有就这件事做出回应 可能是槟城那边 没有电视台的因素 他也无法发出什么声音 但是周边的几家势力 都知道魏无忌的刺杀行动失败了 既然失败了 那神龙省的几大高手 估计也是凶多吉少了 其实在刺杀开始的时候 周边基地的首领 都是比较兴奋的 他们希望刺杀能够获得成功 可是没想到 几大高手同时出手 也没能解决得了消反 这让他们无比的失望 经过了这一次的刺杀事件 曙光军强势崛起 已经彻底地在神龙省扎下了根 而且其他基地也认识到了 他们和曙光军的差距 这种差距不单单是在军事力量上的 还反映在城市建设 基础设施 文化生活 人们居住的幸福感等等很多方面 如果现在不是 即将进入龙东时节 相信周边的幸存者基地 将会出现大面积的迁移 随着又是一场暴风雪的来临 神龙省的天更冷了 真正的寒冬来临 大多数幸存者都缩在藏身处 瑟瑟发抖 救援丧尸似乎都安静了下来 根据萧凡的战因侦查 周边地区的丧尸 基本都是处于一个静止不动的状态了 比如似水那里 丧尸们身上甚至落满了雪 那些雪花挡住了他们的眼睛 鼻子 嘴巴 耳朵 让他们看不见也听不到什么 失去了无感的丧尸 就好像雪雕一样的矗立在那里 一动不动了 在风雪消融之前 他们基本就保持这样了 除非有外力唤醒他们 有一些勇敢的幸存者 则是趁着这个机会 开始出去寻找食物 争取渡过寒冬 新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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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又是精力充沛的一天啊 清晨 萧凡在自己的大床上面醒来 现在已经是元旦过去第三天了 整个云州和燕云都风平浪静 没有任何的动静 这样的日子 萧凡觉得有些无聊了 现在他的资金收入也非常的少了 没有新的幸存者到来 每天只有采矿场那里 还能贡献三五千金 除此之外 没有其他的收入了 这一点点的收入 自然不能对军队建设 起到什么大的帮助 何反应对一时半会儿 也建设不起来 萧凡决定出去走走了 将湿漉漉的内裤扔到了一边 换上了一条新的 来到了楼下 餐厅内的饭菜已经做好了 炊事般的厨师弄了好几样美食 萧凡一个人吃不完 吩咐通讯员 给父亲妹妹他们送去了一些 虽然父亲和妹妹 不和自己住在一起 但是他们的生活 却比萧凡还要丰富多彩 靠近内城区的院子里面 现在已经住了好多的美女 迪丽也成为了 那个院子里面的一员 和新小迪 尤利亚他们都相处得非常愉快 萧凡虽然没有和他 发生什么唯美的爱情故事 但是一想到自己 竟然将过去的美女明星 养在了一个院子里面 心里还是有一种满足感 吃饭的时候 他将参谋长正伦叫了过来 说说我军现在的情况 总指挥 我们曙光军 现在有战士三千人 其中三个战斗营已经满边 另外还有陈卫连 警卫连 工兵连和两个空降连 五支战斗机20架 飞鹰 磁鹿直升机各一架 运输机一架 装甲列车一辆 坦克20辆 榴弹炮20门 107火箭炮10门 迫击炮10门 以及医疗兵和炊势班人员若干 全军超过80%的人员 已经升级四星 萧凡听到了正伦的汇报 微微点头 这段时间 他手里的钱 还在零零碎碎地网出花 总算是将曙光军的总人数 提升到了三千 现在可谓是兵强马壮 安全无忧 也是时候离开了 你传达命令下去 警卫连 空降兵一连 还有一营派出两个战斗连 一共四个连跟随我出发 乘坐装甲列车 今天中午就走 好的总指挥 我们去哪 萧凡看了一眼地图 心中微动 去哪呢 当然 是要去一个自己熟悉的地方了 第193章 曙光巨龙 想要走出去的念头 不是一天两天了 萧凡早就做好了这个准备 曙光城内 第六座军营早就建设完成了 每一座军营都能够提供七百的人口上线 六座军营足以容纳全团了 这些军营甚至还没有住满 不过带来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 那就是暴兵的速度飞快地提升了 离开之前 萧凡先巡视了一下城市 目前曙光城的总人口七万出头 内城区的活动板房都已经住满了 这些活动板房将会维持到明天春天 那时候曙光城就会全面盖楼房了 到时候 内城区可容纳人口达到二十万 是没问题的 这种天气下 依旧还有进城出城的人 这些人就是那些冒险者小队 每一个小队都有至少一个突变者带领着 不过这种天气汽车是很难行走的 这些人就想出了 使用一种古老的交通方式 雪橇 他们或者使用人力 或者寻找一些狗来拉雪橇 总之 没什么可以难住追求冒险的人 现在丧尸基本都不动 正是发财的好时机 陈卫廉的战士 忠实地执行着他们的任务 哪怕曙光城外 现在已经是一片茫茫雪原 他们依旧一丝不苟的知情 肖凡先后走了城墙 少楼 然后又巡视了机场 机场附近 一只只战鹰已经在树上或者山边筑巢 有了上百只战鹰存在 飞机的变异鸟都少了很多 飞机起降时候非常的安全 冰天雪地的 战鹰就成为了自己的少兵 在周围不断地巡视 最后 肖凡又回到了关底附近的水潭 看了一下小巴的情况 水潭的加热工程已经完成了 有了火电厂的余热供应 水潭的水温升高了一些 这个水温控制得很好 不至于太热 也不至于结冰 是经过工程师调节之后 最适合小巴生存的温度 看到肖凡来看自己 小巴从水里露出大脑袋 咕嘟咕嘟地冒着泡泡 似乎再委屈 他能够感觉主人要离开 却不会带着他一起走 肖凡这次走 会带着熊大熊二 也会带着笑天等一些军犬 甚至还会带着神雕等几只战鹰 可是小巴确实没有办法带 这个大家伙 虽然也能暂时脱离水生活一阵 但是那时间却不能太久 外面冰天雪地的 只怕没等离开神龙省 这家伙就可以当成冰冻海鲜 拿去市场销售了 在这里好好待着 保卫暑光城 等我回来 对小巴吩咐完了 小巴冒出几个泡泡 表示亲近 就乖乖地待在水里了 最后 肖凡又看了看关押李南风的地牢 李南风还被关着 这种太过寒冷的天气 他似乎也变得非常的懒 待在地牢里面一动不动 将所有重要的地方都看了差不多 肖凡又和父亲妹妹去告别 不过肖凡没有在这个小院子里面停留太久 简单地说了几句话之后 他就起身离开了 时间已经到了中午 肖凡来到了内城区后面的火车站 通过后车厅进入了站台 目前火车站不对外开放 这里就是为肖凡一个人服务的 肖凡到来的时候 这里的装车已经基本完成了 寒风之中 巨大的装甲列车 看上去非常的震撼 虽然列车采用的是老式的蒸汽机 可是现在到处都停电了 那些电车早就停摆了 这种老式的蒸汽机 也是经过红颈系统改良的 质量非常的可靠 皮实耐操 绝对不会稀里糊涂地搁浅 车头这里 有着几个金色的字体 曙光聚荣 这是肖凡给取的名字 后面的三节运在车厢里 战车都已经装车完毕了 跟随肖凡出发的 有十辆坦克 十辆装甲车 以及十门榴弹炮 和十架四连高射计枪 这些都是升级到 三星的强大战车 目前已经都开进了火车里面 三节货车的顶端 还落了三架直升机 一架黑鹰 两架直九 就那么停在了货车的上面 飞机被固定了 火车怎么跑 也不会从上面掉下来 而三节战斗车厢内 战士们已经登车了 每一节车厢内 都有接近200名战士 不过却不显得拥挤 因为车厢座位 上面还有一层卧铺 战士们可以轮流地休息 红颈士兵的纪律性 可以说是天下第一 无论吃饭上厕所 或者睡觉 都好像经过彩排一样的 井然有序 所以即使人多 也不显得乱 萧凡带着几个贴身的警卫 进入了燃料车厢的后半部分 燃料车厢很大 但是有三分之一的地方 是预留出来的 做了一个豪华的大包厢 这里就是总指挥的居所 登车之后 先是有一间外间 这里可以让萧凡麾下的 动物们居住 熊大熊二 笑天等动物们 都停留在了这里 再往里面走 地面上铺着红毯 里面有真皮的沙发 有红木的餐桌 甚至 这里还设有冰箱和淋浴房 卧室也分成了内外两间 里面萧凡有单独的房间 外面则是警卫们居住的地方 萧凡的核心团队 现在有六个人 沈瑞辉 薛宁儿 孙飞飞 陆平 这四个都是五星英雄 一直跟随萧凡 本来还有五星工程师爱因 不过爱因这会儿 留在了曙光城 好像要研究什么高科技的东西 所以 这次跟随萧凡出来的工程师是马顿 还有一个人 就是一直跟随萧凡的通讯员了 大家都落座之后 车头那里 司机询问是否可以启动了 萧凡看了一下时间 12点 微微点头 马顿立刻对告诉司机 现在可以出发了 司机拉动了两下气敌 呜 呜 刺 轰轰轰 曙光巨龙缓缓起动 车头处有着巨大的金属产样的东西 将铁路上的积雪直接推开 也能够推开其他的障碍物 堆积了一层的厚厚积雪 在火车强大的推动力下 犹如无误般被分开 列车速度加快 咯噔咯噔 城门打开 列车直接从东城区离开了曙光城 漫天风雪 列车渐渐远去 第194章 沿途见闻 离开曙光城 火车奔行了上百公里后 进入了四水镇车站 沿着铁路线 列车开始一路向南 对于去什么地方 萧凡也早就打算好了 别的城市布局他并不熟悉 但是有一个城市 他甚至比家乡还要熟悉 那就是深海 萧凡上大学四年在深海 工作两年多也是在深海 如果不是这场末世危机 他很可能就在深海扎根了 那里有他的老师 同学 公司的同事 甚至还有前女友 末世之后 所有人都失联了 现在回忆去过去的一切 感觉好像过去了一辈子那么漫长 反正也不知道去哪里 他最熟悉的深海 无疑是最佳选择了 神龙省位于神州最北方 而深海则是位于神州中 东部沿海地区 两者之间的直线距离 大约在八千公里左右 当初萧凡从深海回来 沿着高速公路走 足足走了半个月的时间 不过这一次 应该用不了那么久了 沿着铁路线前行 不会出现交通拥堵的状况 一切顺利的话 四天的时间足够了 隔着车窗 看着窗外的事件 铁路两边有一些真夜灵 到处都是挨挨鸡血 萧凡记得他上一次 坐火车的时候 还能看到一些幸存者的踪迹 但是这一次沿着铁路前进 却是什么都看不到了 这个事件已经死去了 萧凡叹息一声 靠在自己的床上 心中乱糟糟的 也不知道想些什么 可能是感觉到 总指挥的心情不是很好 薛宁儿和孙飞飞走了进来 总指挥 我们来陪你 外间那里 工程师马顿 是第一次跟随萧凡出远门 他这次出征的任务很重 除了他之外 还有几名工程师 在战斗车厢那边休息 这些工程师的任务 就是负责清理路障和修桥 铁路上的路障 那很可能就是其他的列车 一旦遇到其他的列车 他就要下车 去将别的列车修复 然后发电 启动 之后就是将列车开下铁轨 给曙光聚龙让路 如果列车拖轨 那就更麻烦一点 需要将坦克开下车 用铁锁连接列车 然后几辆坦克一起发力 将列车彻底地拉下去 如果桥梁坍塌 他们就要用红井的黑科技 桥梁维修小屋 来修复桥梁 这些是他的任务 但是对于总指挥的生活 他还真是不怎么了解 此时 看这个 薛妮儿 啊 不要 孙飞飞 不要吗 萧凡 这个厉害吧 不要 不要啊 工程师马顿目光 从沈瑞辉脸上扫过 沈连长 总指挥他们在干什么 沈瑞辉语气冷静 斗地主 星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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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曙光聚龙 虽然最高时速 只有100公里 但是燃料充足 几乎可以不间断的前行 第一天的时间 列车并没有离开神龙省 因为云州市 位于神龙省最北方 第二天清晨的时候 列车进入了白山省 白山省的 现在也是冬季 只不过气温感觉 比神龙省略高一点点 在白山的时候 萧凡也仔细地 观察了铁路两侧的情况 雷达也在开着 通讯员的广播 也在不断地搜索 附近的广播信号 但是结果 让萧凡有些失望 他路过的这一段 并没有看到任何的幸存者 也没有接收到什么广播信号 当然 可能是幸存者的基地 并没有建立在铁路线沿线 但是沿线的情况也说明了 白山的情况 不会比神龙省更好 列车奔行了3000公里后 才算进入了安宁省地界 沿途经过了一个个的火车站 中途也遭遇过 几次铁路被堵的情况 虽然最后在工程师的努力下 都能处理好 可是萧凡的心情 却还是有些低落 到处都没有人 列车一直到了 安宁省的省会开阳 萧凡才发现了 第一个幸存者 进入开阳之前 在郊区地带 萧凡几百米的地方 目瞪口呆地 看着飞驰而过的装甲列车 萧凡在车里 能够看到他们身上的衣服 并不是特别的破烂 安宁省的温度 要比神龙省高不少 虽然也下雪了 可是雪并没有多么的大 这些幸存者穿着冬装 手里甚至还有枪械 一个个下巴都和不拢的样子 看上去有些搞笑 萧凡的心情终于明媚了一点 从这些幸存者的衣着武器来看 他们绝不是那种艰难求生的人 这说明开阳附近 并不想在路上单个时间 现在证实了 这里还有不少幸存者 那就已经够了 列车继续前进 等到过了海城关之后 气温明显就提升了很多 越往南走 见到的积雪就越少了 这个途中 萧凡也先后接收到了 几次广播信号 不过都是一些幸存者组织发布的 萧凡听了听也就过去了 听上去 似乎和神龙省那边的情况差不多 大家通过广播来招人 交易 求救什么的 这个末世将整个世界切割得七零八落 人们不能居住在城市里了 到处躲避下求生存 暂时并没有看到 有官方组织的出现 一直到了第四天的清晨 列车进入了黄海省地界 深海 就是黄海省的省会城市 和槟城在神龙省的地位是一样的 萧凡清晨醒来 吹尸班那边送来了米粥和包子 简单地吃了一口后 通讯员又打开了广播 萧凡习惯性地听着 广播里面突然传来了信号频段的声响 嘶嘶嘶嘶嘶 总指挥 有信号接入了 嗯 听听看 现在距离深海不足300公里了 应该能够在信号之中 听到关于深海的情况 通讯员调试了一下 广播里面传出了声音 这里是新海城电台 这里是新海城电台 现在播报深海新闻 第195章 新海城的情况 一听到这个消息 萧凡顿时就冷了一下 新海城 根据萧凡的记忆 这里是没有一个叫做新海城的地方的 可是现在不但有了新海城 怎么连新闻都出来了 萧凡耐心接着往下听 播音员是个女的 声音很悦耳 昨天下午 新海城军管会的顾怀远将军 接受采访时候表示 深海兵团将会派出两个团的兵力 沿宝江沿岸推进 争取在本月底消灭旺江 观栏两个高档小区内的丧尸 进一步打通 深入深海市的通道 顾怀远将军说 丧尸是人类共同的敌人 深海兵团对于消灭丧尸 有着责无庞贷的责任 希望新海城内的居民能够理解 并且踊跃捐款捐物 支援兵团建设 军管会消息 募兵行动将会进一步开展 深海兵团的三旅正在招募新兵 愿意参军者可享受每个月3000新币的补贴 军管会提供10公斤大米和5公斤猪肉 军管会提醒 江水之中鱼类体型不断增大 近期市民切勿前往水边 军管会提醒 外地来新海城的幸存者 如果没有携带购入乘物资 军管会允许奢欠一个月 一个月内缴纳侵入乘物资后 依旧可以获得新海城户籍 下面报道 今日交易市场的情况 今日新海城交易市场开始 燃油价格上涨3% 猪肉价格上涨2% 青菜价格上涨6% 大米价格下跌1% 突变者协会近日公布 加入协会细则补充 所有加入协会成员 均可获得内城区居住资格 协会细则查看 请前往新海大道18号 下面插播广告 广告过后 请大家继续关注本台消息 接着 广播里面传来的消息 竟然是一些招募人员的广告 这里有冒险者团队招募的 要求比较高 最起码要年轻 身强体壮 还有一些招募工人的 有种菜的 有养猪的 有捕鱼的等等 还有手工制品的 做衣服的 加工食物的 还有家政招收保姆的 不过这个工资就很低了 听起来 这里的交易货币叫做新币 听了一会儿 萧凡觉得非常惊讶 新海城 似乎是深海周边幸存者 建立的一座新城 城市内的人口超过了200万 即使是在末世以前 200万人口的城市应该也是 一座不小的县城了 萧凡估计 新海城说不定就是某个县城被改建的 而且 萧凡还听到了几个关键的消息 这里的驻军叫做深海兵团 寓意大概就是 一定要说服深海的意思 这个兵团似乎是一个市的编制 目前已经有两个旅满边了 而且战斗力还非常不错 兵团的首领被称呼为将军 名字叫做顾怀远 目前的新海城 就是在深海兵团的统治之下 还成立了一个军管会 管理新海城的事务 而在新海城内 还有一个突变者协会 似乎势力也是不小 入城需要缴纳物资 任何人都可以加入 而且 这里还发行了一种货币 名字叫做新币 根据听到的这些消息判断 毫无疑问 这里发展的比神龙省那边要好 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神龙省那边地广人稀 发展相对较慢 而且 神龙省这几个月进入了冬季 发展基本都处于停滞状态 深海这边则是没有这个困扰 即使现在是公立的一月 所以这里至少比神龙省多发展了三个月 快一些也是能够理解的 不过肖凡有一点还没有确定 那就是 这个所谓的军管会和深海兵团 是不是官方的部队 听上去似乎不太像 因为他们的三旅正在招募新兵 更大的可能应该都是新组建的 不过深海兵团能够有如今的局面 肖凡觉得 顾怀元肯定也是有某些比较特殊的境遇 肖凡之所以来到深海 主要就是觉得这里他比较熟悉 其中有几个地方 是比较容易获得黄金的 这事主要是奔着这个来的 但是现在看来 他必须要先去一趟新海城了 如果能够和这里的深海兵团接触上 他或许能够通过交易 获得大量的黄金 能不能查到信号源和我们之间的距离 通讯员查了一下 总指挥 广播的信号源距离我们大约150公里 应该是处于深海城的北边100公里处 好 我们继续前进 但是列车不要靠得太近 距离信号源30到50公里的范围时候 找个地方停靠 好的 曙光聚龙继续前行 又前进了100公里多点 发现了一个小镇车站 萧凡通过雷达查看了一下 这里比较荒芜 小镇上有一些丧尸 但是数量不多 应该是以前被人清理过一次的 这里没有幸存者 看上去也算安全 列车停靠到了站台上 萧凡带着人下车 下车以后 立刻就有一股温暖的风扑面而来 连续坐了四天的火车 即使是能躺着 也是非常累人的一件事情 萧凡下车伸了伸腰 呼吸了几口新鲜空气 感觉神清气爽 进入这个小镇 收集一下物资 然后尽量将物资 集中到车站这里来 弄几辆车过来 我们去新海城探探情况 大部队就停留在这里 等待命令 萧凡几刀命令下去 战士们立刻开始进入小镇 因为在地图上面查看 这里的丧尸 也没有什么高级的 所以根本不需要战车进入 战士们步行前进 忙活了大约半天的时间 就将小镇上的零星丧尸 消灭了干净物资 收集到了一些 但是不多 不过也够战士们 在这里生存几天的了 工程师快速地启动发电机 拉扯电线 很快就在车站这里 打造了一个临时的生存点 沈瑞辉更是进入了镇内 收集了两辆越野车过来 这里好一些的越野车 基本都被人开走了 只是弄了两辆普通的越野车 质量性能都只能算是一般 萧凡看了看身边的几个人 就带着沈瑞辉 薛宁儿 孙飞飞 马顿 陆平 外带两个四星的陆军战士 这些人准备出发前往新海城 看了看身上的军装 萧凡觉得不太合适 他现在却是探查情况的 穿着军装 还要多出一些不必要的解释 他干脆又让沈瑞辉 去收集了一些变装 让几个人换上 萧凡一身运动休闲装 薛宁儿和孙飞飞 则是换上了漂亮的裙装 沈瑞辉和其余几个人 也是或者休闲 或者牛仔 枪支就直接背着了 这让他们几个看起来 像是一个冒险者小队 萧凡坐在了第二辆车的副驾驶 走吧 向新海城方向前进 咱们也看看 这个南方的大型基地 和我们曙光城相比如何 第196章 巨石阿强 萧凡一行人 开着两辆车 直奔新海城的方向 走在路上 萧凡就能够感受到 这边的不同 这个新海城的周边 就如同曙光城周边一样 走在大路上 已经看不到丧失了 尤其越靠近新海城的方向 道路也相对平整 也看不见拥堵的废弃车流了 道路两旁绿柳一一 虽然没什么车辆 但是从冰天雪地的神龙省 来到温暖的地方 感觉也是不错的 开车走了大约40多公里 前面已经看到 新海城的城墙了 城墙高度 大概在7米左右 比不上曙光城的 15米巨大城墙 但是非常的宽 毕竟是居住了 200万人的大城 面积很大 城门处已经排了 很长的车队 正在接受检查 这里的车 多数都是装备了 武器的越野车和重塔 萧凡这边的两辆车 看上去非常的不起眼 等待检查的过程之中 萧凡下车 走到了城门附近 有不少等待检查的人 聚集在这里聊天 其中一个身高 大约在两米的光头壮汉 正在吐磨横飞地讲话 当时的情况 你们是不知道 那铁甲丧尸 距离我就只有不到两米远 而我的身后 全都是一些 手无寸铁的幸存者 要是我跑了 这些幸存者就完了 我当时就觉得 这个世界总是要有英雄的 于是我 拿着刀就上了 我和铁甲的战斗 那真是天昏地亥 最后我使用我家传绝技 周围的人脸上露出一阵 羡慕崇拜的神色 虽然也有些有所怀疑 但是却不敢质疑 因为这个光头壮汉的身上 有着突变者协会的标志 在新海城 突变者协会 是仅次于军管会的第二大势力 每一个成员都是突变者 可不是普通幸存者招惹得起的 看到周围的普通幸存者 崇拜的眼神 壮汉非常的得意 这时候 他的目光落在了萧凡的身上 此时萧凡的身边 站着两个美女 薛宁儿和孙飞飞 薛宁儿和孙飞飞 身穿漂亮的裙装 露出雪白纤细的美腿 薛宁儿还戴上了一副太阳镜 和孙飞飞一起 一左一右地站在萧凡身边 几个人的精气神 一看就不是普通幸存者 漠视太多人 整天都是灰头土脸的了 许多时候洗脸都是问题 因为不确定水源是否干净 当初的洗衣机什么的 现在更是很少能够用到 因为要节约用电 所以当光鲜亮丽的萧凡 三个人一出现 壮汉就觉得不寻常 他是一个突变者 感觉萧凡几个人似乎也是 他立刻挥手打招呼 嘿 这位兄弟 你是刚刚来到新海城的吗 没错 第一次来 那你打算加入突变者协会吗 萧凡微微点头 正在考虑 就是不知道有什么要求 没有什么要求 只要你是突变者就可以了 如果你同意的话 我巨石可以当你的介绍人 你的名字就叫巨石吗 不 我叫石强 不过那是我过去的名字了 现在我的名字就叫巨石 你也可以称呼我巨石阿强 因为我的拳头比巨石还要坚硬 说着石强还捏了捏他的拳头 发出一阵噼里啪啦的关节响 看得出他是一个力量型的突变者 萧凡笑了一下 那好 不过 我们的人有点多 有几个 阿强的眼睛亮了起来 嗯 八个 和萧凡一起过来的人都已经进化过了 就连两个开车的陆军战士也是四星 按照突变者的划分来说 四星就是一级突变 只不过红锦战士本身就有三星的基础 突变之后 是比正常的一级突变要强不少的 一听到八个突变者 巨石阿强立刻兴奋起来 太好了 既然是这样 那你们直接跟我进城吧 我现在就能够让你们加入协会 我们不需要排队入城吗 不必了 突变者协会是有特权的 不需要和普通人一样的排队 那好 谢谢阿强 不用客气 不过以后记得叫我巨石阿强 这是我的绰号 萧凡笑了一下 招呼二女上车 阿强开了一辆很大的汗马越野车 上面还有一把机枪 看着萧凡的两辆车微微摇头到了协会 我让会长给你安排两辆新车 车辆启动 直接入城 城门处是有守军的 阿强和守军说了几句就放行了 萧凡注意了一下守军的装备 发现他们装备的也是九五式自动步枪 和自己的裂兵装备是一样的 而且 城门处还挺有一辆装甲车 看得出这个深海兵团的装备还算不错 车子行驶在新海城的道路上 道路上人还不少 虽然没有恢复末世之前的繁华盛景 但是却形成了一种末世后的独特文化 走在街道上 路边的人多数面黄鸡兽 他们就好像过去劳务市场的人一样 拿着各种牌子 什么保姆 打零工等等 但是也有一些人衣着光鲜亮丽 驾驶车辆行走街头 看到这一幕 萧凡微微皱眉 这里和曙光城不一样 通过这些他能够看出 这里的贫富差距非常大 军管会的人 突变者协会的人 这些毫无疑问都是人上人 但是普通的幸存者 却只能是社会的底层 过去人人平等的社会 似乎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建筑物什么的没有变化 就是普通现成的模样 车辆一直来到了一座高楼前停下 萧凡抬头看了一眼 这里挂着牌子 新海城突变者协会 到了 咱们进去吧 石墙带着萧凡进入了突变者总部 进去之后 是一个接待大厅 大厅内有很多的突变者 他们或者聊天 或者坐在吧台前喝酒 很多人都携带着武器 你们在这里等一下 我去叫人给你们登记一下 第197章 新海的情况 登记的手续很快 萧凡一行人经过了简单的测试 确定他们已经超过了普通人的极限 然后石墙就拿来了几个胸牌标志 往胸口一贴 他们就成为了突变者协会的一员 这个时候萧凡才知道 原来石墙竟然是突变者协会的副会长 能够成为副会长 石墙显然不是一般的突变者 他是一个二级突变者 萧凡 恭喜你们加入了协会 按照协会的规矩 一个突变者可以申请城区内的一套住房 五个突变者就可以申请别墅 你们有八个人 可以申请一个三层楼的别墅 那好 我们就住一个三层楼的别墅吧 可以 这里是房间钥匙 位置就在这条街的33号 石墙又交给了萧凡一个卫星电话 这种卫星电话 只有咱们新海城友 你可以通过电话联系我 然后他又交给了萧凡一些现金 这种现金 萧凡以前没有见过 上面印刷的是一个男人的头像 面额最大的有一千的 这是新币式吗 是的 上面的人就是新海城的顾怀远将军 萧凡来了兴趣 顾怀远将军以前就是将军吗 这个没有人知道 不过顾怀远将军确实是新海城的奠基人 我们大家当初还在勉强活着的时候 他就已经非常厉害了 并且手里有很多的武器 到处招兵买马 后来势力就越来越大了 萧凡微微点头 听到石墙说顾怀远的情况 不由让他想起槟城的魏无忌 根据他的了解 魏无忌也是末时开始的阶段 就得到了不少的武器 所以才能建立槟城基地的 现在看来 顾怀远和魏无忌很有可能是同一类人 更准确地说 他们应该是有同样的机遇 可是刘兴宇基本摧毁了所有的官方力量 他们的武器又是哪里来的呢 萧凡觉得眼前似乎有一层迷雾 让他看不透 不过现在萧凡也知道了 顾怀远应该不是官方的人 最起码他麾下的这支军队代表不了官方 萧凡又问了石墙一个问题 在新海城哪里能够兑换到黄金 石墙回答 大多数的黄金都在军管会的手中 当初新币铸造的时候 本来是打算发行金币的 后来因为铸造成本比较高放弃了 不过 金币和新币是可以通对的 只是很多人嫌弃金币太重 都使用新币交易 如果你想兑换 可以拿新币去银行兑换 当然 交易市场那里 应该也能够收取到一部分 只要你有足够的物资 萧凡愣了一下 就没有再问什么 但是萧凡已经获得了一个关键的信息 就是 但是新海城的大多数黄金 都在军管会手中 离开了突变者协会 萧凡去了自己申请到的别墅 进入室内之后 萧凡让通讯员打开广播 进一步收听新海的消息 萧凡本人则是下令 让跟随自己前来的曙光郡 立刻开始在周边收集物资 他来到了别墅的阳台上面 开始不断地生产战鹰 萧凡没有在这里生产战车什么的 新海城的规模这么大 说不定就有雷达等东西 但是就算是雷达 也不可能感应到战鹰 雷达都是检测飞机的 谁会在意天空上的一只鸟 所以当不断地有战鹰飞出去 别墅区这里 并没有什么人注意到 萧凡当初建设完装甲列车 手里是有一百多万的资金的 但是在曙光郡后期的 扩军行动中花费了不少 离开曙光城 萧凡又留下了很多的弹药储备 所以他现在手里 只有三十多万的资金了 这些钱说多不多说少不少 不过萧凡这一次来到了深海 那就不会空手而归 不狠狠地捞一笔 他是不会回去的 趁着夜幕降临 连续二十只战鹰飞出去 新海城周边的情况 已经近在萧凡掌握之中 新海城的城区占地面积 差不多有二十平方公里 主要分为了两大部分 平民区和内城区 萧凡所在的位置 也算是内城区的一部分 但是这里并不是核心区域 真正的核心区域 是军管会所在的区域 这个区域位于整个新海的中心地带 经过顾怀远那些人的改造之后 这里被修建的如同一座巨大的监狱 高墙电网 警戒森严 这里不但是深海兵团的驻军所在地 而且还是军管会议线人的居所 内部修建的非常漂亮 通过战鹰的眼睛 萧凡看到了很多情况 甚至他还发现 这里面甚至真的修建了一座监狱 并且那里戒备森严 进出的车辆都遮蔽得严严实实 也不知道那里都有什么 萧凡暂时还不想探究新海城的秘密 他下令曙光军加速收集物资 蜀光军的行动也是非常的快 收集了一些车辆之后 蜀光军在战鹰的指引下 开始向着周边还有丧尸的地带进发了 之所以寻找有丧尸的地方 是因为有丧尸就证明没什么人来过 新海方圆近百公里内 已经被深海兵团打得差不多了 但是有战鹰指引 萧凡的蜀光军收集动作还是很快 当天晚上 蜀光军一营的两个战斗连 就已经向着百公里外的一座急阵进发 坦克和榴弹炮全部随行 打这种没有智慧丧尸指挥的诗群 蜀光军已经驾轻就熟 如果一切顺利 明天就会有第一批物资送来了 萧凡并没有去看 蜀光军的物资收获情况 当天晚上 巨石阿强邀请他过去喝酒 喝酒的地点就在巨石阿强的别墅里面 萧凡到的时候 里面还有几个突变者也在 经过阿强介绍 萧凡也临时认识了几个朋友 众人在一起喝得天昏地暗 喝酒的过程之中 阿强拍着萧凡的肩膀 萧老弟 我这里的酒只能算是一般 等到下次军管会那边开酒会了 我带你去那里喝酒 真正的好酒都在那里呢 萧凡眯着眼睛 哦 军管会还开酒会 当然 顾怀远的深海兵团 有接近三万人的兵力 那里大小军官可是不少 那些军官的家属 还有一些当初帮助过顾怀远的人 他们全都住在河新区 这些人整天屁事没有 就知道花天酒地 动不动就开酒会 到时候新海城的一些名流 包括我这种突变者协会的副会长什么的 都会受到邀请的 听到石墙的话 萧凡对新海城又多了一层认知 他需要多了解一些新海城的情况 最好是多认识到新海城的一些黑暗面 也不知道为什么 萧凡的内心深处 竟然希望新海的高层都不是好人 第198章 安小鹿 头一天和石墙喝了很多的酒 第二天萧凡醒来的时候 还感觉头有些晕 整理了一下衣服 萧凡带着人出去吃早餐 吹事班没有跟着进城 这里没有人给萧凡做饭 离开了别墅 萧凡带着薛宁儿和孙飞飞 随意地在新海街头逛着 至于沈瑞辉他们 萧凡让他们出去打听消息了 最好尽快地对新海城 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很快 他来到了一片早餐区 这里的早餐种类还算不少 随便地找了一家包子铺坐下 点了一些包子什么的早餐 萧凡坐在这里等着 坐在位置上看着窗外 这里街头有很多乞讨者 不同于过去的乞讨者 过去有很多人是为了乞讨而乞讨 这里乞讨的人却看得出 他们真的是生活艰难 这时候大家过得都很艰辛 还拿有多余的粮食或者钱给他们 看着这里的一幕幕 萧凡微微摇头 新海城的贫富差距太大了 这是当权者的责任 不过这些并不归萧凡管 他也只能是无奈地叹息 包子刚刚上来的时候 萧凡看到不远处站着一个小姑娘 大姑娘大约十一二岁的样子 如果在末世之前 应该还是在上小学 她的身上穿了一件粉色的公主裙 但是那裙子已经非常脏 而且破了 一张小脸上也是一道道黑色的痕迹 长发甚至都已经打结 她一只手拿着一根棍子 正在路边的垃圾桶里面翻找着 发现一点残羹剩饭 小姑娘就会将其放进身后的大书包里面 好像找到了什么珍宝一样 看着瘦弱的女孩 萧凡觉得有些心酸 末世里面的弱势群体是女人 而这种未成年的小女孩 更是弱势里面的弱势 没有大人照顾的孩子 活着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这让萧凡想起了她 看过一个视频片段 一个抱着大熊去找妈妈的女孩 结果遇到了丧尸遇害了 萧凡对身边的薛宁儿示意了一下 薛宁儿立刻心领神会地走了出去 一会儿就将小女孩带进了包子铺 小女孩有一双小鹿般的大眼睛 依稀看得出是个漂亮的小姑娘 不过小女孩现在眼神里有着恐惧 看着萧凡不说话 萧凡也没有说话 只是将一盘包子推给了小女孩 是吧 你捡来的那些东西不要吃了 会坏肚子的 也许是萧凡的神色很诚恳 也许是她身边漂亮的薛宁儿和孙飞飞 让她觉得安全 小女孩终于渐渐地放下了戒心 她拿起了一个包子 小口小口地吃着 萧凡能够听到她的肚子在咕咕叫 但是她却控制着自己吃饭的速度 吃下一个包子后 小女孩没有再吃 而是用小小的稚嫩声音道 叔叔 两位姐姐 我可以将剩下的包子带走吗 萧凡愣了一下 随后笑眯眯的道 是要留下来慢慢吃吗 看萧凡态度温和 小女孩的胆子大了起来 不 我还有一些弟弟妹妹 他们都没有饭吃呢 我想带给他们吃 听到这里 萧凡心下有些明白了 什么弟弟妹妹 应该都是一群失去了父母的锅吧 萧凡问道 你有几个弟弟妹妹 有十几个呢 萧凡招呼了一下包子铺的老板 再次要来了一百个包子 他将小女孩书包里面找来的残羹剩饭全部扔掉 然后用塑料袋将包子装起来 重新放进了他的书包 这些你带回去 如果以后没有吃的了 每天早上到这边来找我 这些天我都在这里 对于那些乞讨的成年人 萧凡并没有太多的同情心 但是这些失去亲人照顾的孩子 萧凡还是看不下去 他们受苦的 小女孩高兴地点头 谢谢叔叔 谢谢姐姐 萧凡立刻板起脸 不许叫叔叔 谢谢伯伯 萧凡长长地吐出一口气 不再纠结称呼 你叫什么名字呀 多大了 我叫安小璐 今年十二岁了 那你住在哪里 那边有一片工地 里面有一堆水泥管 萧凡微微点头 摸了摸安小璐的头发 去吧 明天过来 叔叔给你换一身新衣裳 嗯 安小璐重重地点头 然后背着书包快速地跑开了 走的时候 还对萧凡不断地摆手 看着小女孩纯真的笑脸 萧凡也笑了 心情也好了不少 吃过饭之后 萧凡带着几个警卫员 上街逛了一会儿 这里也有人在做服装生意了 没有曙光城那么多的精品 但是剩载量够大 萧凡现在手里有一点新币 就买下了一身漂亮的公主裙 一个粉色的发卡 和一双黑色的小皮鞋 将这些东西打包 回去别墅的路上 萧凡也没有坐车 只是慢慢地走着 但是他很快有了一个发现 这个城市里面 年轻漂亮的女孩 数量似乎很少 也不知道为什么 萧凡也没太在意 一路回到了别墅 关注了一下 曙光军收集物资的情况 现在曙光军已经开始攻击一个阵子 估计明天就会有一大笔物资运过来 萧凡就可以在这里赚取黄金了 正准备休息的时候 沈瑞辉过来今天的调查情况了 总指挥 今天大致地了解了一下 顾怀远当初能够成为新海城的将军 除了他招募的深海兵团之外 还得到了两个主要势力的支持 一个是现在突变者协会会长王川 一个是现在深海商会的一些人 哦 这里还有商会 是的 现在商会的那些人 都是当初有一定势力 并且支持顾怀远的人 顾怀远成为将军以后 商会的人 基本就垄断了新海城的商业交易 现在商会的人 也都居住在核心区 算是新海城的上流社会了 萧凡点点头 他已经看到了 新海城的贫富差距有多大 说实话 他是非常看不惯的 可是他这次来 主要是为了求财的 如果不是万不得已 他是不想节外生枝的 好 我知道了 明天继续侦查 第199章 小不点的壮大 第二天的清晨 萧凡又在包子铺那里 见到了安小璐 这一次 萧凡请他吃完饭以后 还带着安小璐回到了别墅 让他好好地洗了个澡 然后换上了新衣服 当孙飞飞带着 梳洗干净的安小璐 来到了萧凡面前的时候 萧凡的眼睛顿时一亮 这个小萝莉 实在是太猛了 压青色的长发 雪白的肌肤 粉嘟嘟的小嘴巴 大眼睛里面 好像有一汪春水 戴上粉色的小发卡 好像美少女战士一样的 漂亮可爱 唯一的缺点 就是瘦了一些 安小璐出来之后 看到萧凡 眼睛里面似乎含着泪水 用力地保了萧凡一下 叔叔 谢谢你 萧凡愣了一下 这好像还是末世之后 他第一次被女生抱呢 虽然这个女生的年龄 有些太小了一点 让他实在是 生不起别的心思 不过能够帮助到 可爱的小女孩 萧凡还是很开心的 不过安小璐并没有多留 换过衣服后 他就和萧凡再见 因为他还要给弟弟妹妹们 带回去吃的 吃的萧凡 已经给他准备好了 都放在了书包里面 安小璐没有让萧凡送 独自离开了 星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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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午的时候 曙光军的运输车队进城了 萧凡现在已经是 突变者协会的一员 他可以让人加入 突变者协会了 跟随萧凡前来的 全部都是四星的 曙光军战士 当然也都算是突变者 先让十几名开车的战士 加入了协会 之后就能够 顺利地运送物资进城 缴纳了一些 入城税费之后 十几辆卡车 来到了交易市场 交易市场这里 任何的物资都有价格 而且这个价格上下 有一些浮动 萧凡直接让价格放低 他不打算纠缠一些 微不足道的差价 有那个时间 更多的物资 已经运送进来了 因为物美价廉 所以即使萧凡占据的 摊位位置不算太好 却依旧生意火爆 很多财大气粗的买主 甚至整车的购买物资 比如煤炭 粮食 燃油等等 一个下午 萧凡就赚了300多万的新币 这让其他的摊主有些嫉妒 但是也没有人敢说什么 就凭萧凡能够弄来 一车车的物资 就已经侧面的证明了他的实力 总指挥 一共是331万多的新币 330万拿去银行兑换黄金 剩余的留着零花 萧凡和薛宁儿几个人 在这里买了一天的货 收获颇风 来到了银行 直接兑换黄金 新币的购买力还是不错的 100块钱的新币兑换一颗的黄金 萧凡的300多万 兑换了3万多金 虽然并不算太多 但这只是半天的时间 明天早一点的话 一天至少能够卖出去7万金 萧凡盘算了一下时间 他是打算农历新年前 回到曙光城的 也就是说 他可以在这里待一个月的时间 一个月下来 怎么也卖出200万金了 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了 萧凡的计算基本没有错 之后连续的一周时间里面 萧凡这里的生意都异常的火爆 最高的时候 甚至一天赚取了超过10万金 一周时间里面 萧凡获得了60万金 这让他手里的资金 再次逼近了百万大关 快速赚钱的同时 他这里火爆的生意 也吸引了一些人的注意 这一天的晚上 萧凡刚刚收摊 回到了别墅的时候 他就看到了石墙 萧老弟 真有你的 这么快就在新海城 闯出了名堂啊 看萧凡不明所以的样子 石墙大声道 知道吗 今天是商会会长 杜先生举办的就会 他不但邀请了我 而且还特意邀请了你 我是来给你送邀请函来了 说着 石墙拿出了一张 烫金的邀请函 递给了萧凡 萧凡接过来一看 上面写着时间地点 邀请萧凡先生参加云云 萧凡想了想 我就不去了吧 哎 那怎么能行 在新海城想要立足 有些人你是不得不结交的 军管会 突变者协会 还有商会 这几家控制整个城市 尤其你想做生意发财 这商会可得罪不得啊 萧凡想了想也有道理 于是点点头 好吧 那我今天就去一趟 新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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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好新好 神龙手 云州市 城市的钢铁丛林废墟里面 一片黑色的潮水在雪地上蔓延前进 小不点的大脑袋愈发的大了 那个铁桶已经被他的脑袋撑成了圆形 好像一个头盔一样的戴在了他的头顶 在他的身后 无数的丧尸和变异老鼠 跟随着他的脚步离开了云州 他在云州已经待了很长一段时间 这段时间里面 他每天都依靠意念来捕捉丧尸 成为自己的手下 现在他的麾下 丧尸加上变异老鼠的数量 已经达到了一百万 放眼望去 身后无数的尸群和鼠巢 让人看得头皮发麻 尸群离开云州 来到了一条河的边上 小不点看着河水 发出了一声尖叫 得到了他的命令 几头巨熊丧尸从队伍里面走出来 来到了河面上 用他们巨大的拳头 捶击着冰面 冬季寒冷 水面都已经结冰 不过现在还没到属九龙冬 冰层不算特别的厚 巨熊丧尸巨大的拳头捶下去 很快就将冰层捶得开裂 当一处冰层被完全打开之后 小不点又是一声尖叫 大军的普通丧尸走了出来 开始下饺子一样的进入河水里面 巨熊和铁甲则是继续垂击冰面 让这里的冰层越开裂越多 而更多的普通丧尸则是前赴后继的前进 那气势简直好像要填满这条河一样 冬季的冰渣子覆盖了丧尸的全身 让他们的动作迟缓 很快就沉到了河水里面 不停地开始灌水 小不点对着一切毫无所觉 只是指挥丧尸继续往里面走 一百一千 一万十万密密麻麻的丧尸 几乎将河水填满 当实在挤不下的时候 里面的丧尸开始往上爬 有的丧尸被水冲走了 有的没有冲走 那些没有冲走的再次爬上来的时候 肚子就会变得非常的大 如果肖凡在这里 绝对能够辨认出来 这些丧尸和他在青阳县城看到的丧尸是一样的 满肚子的水经过他们的身体后 就会演变成有强烈腐蚀性的毒素 第二百章 联盟事变 小不点的脑袋是善于思考的 他发现了这种喷水丧尸的强大之后 竟然想到了这种批量生产的办法 他根本不在乎 这个过程之中损失了多数手下 反正这云州城里有无数的丧尸 只要他还能控制得过来 他就可以肆无忌惮地招揽 这个过程整整持续了三天三夜 当小不点离开云州的时候 他的麾下已经有了超过十万的喷水丧尸 铁甲丧尸 敏捷丧尸 喷水丧尸 还有无数的变异老鼠 现在他带领的丧尸和变异老鼠数量 已经超过了一百万只 不过小不点还没有停歇 遥遥地看了一眼曙光城的方向 他觉得自己的力量还不够强大 冬季的寒冷和冰雪覆盖的道路 对于丧尸来说并不是什么大的阻碍 哪怕走得慢 丧尸们也根本不畏惧寒冷和冰雪 他们跟随小不点的脚步继续前进 大部队离开云州城 前面的目标是苍茫的山区 那里有着茂密的森林 兴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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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州市 尹市城基地 宋北风在广播里面正在和人密探 大家都用一个评断 相互发言就像群聊一样 宋首领 你的计划听起来没有问题 但是你是否能够确定 萧凡肯定离开了曙光城吗 关如龙首领 这件事千真万确 萧凡是乘坐火车离开的 当时很多人都看到了 并且我们的冒险者小队 追踪到了火车离开的痕迹 他不但离开了 又一个声音在广播里面响起 嘿嘿 只要确定离开就好 萧凡以为大雪封山封路 就没有人能够对曙光城产生威胁了 但是他忘记了世上无难事 只怕有新人 只要我们愿意付出代价和冒一定的风险 这冬季并不能成为阻挡我们前进的理由 宋北风听得出 说话的人是槟城基地的首领魏无忌 魏无忌说完又有一个人接口 没错 萧凡已经成为了神龙省的独流 现在我们黑山基地也有不少人想要加入曙光城 我们必须将其消灭 这个说话的人是来自黑山基场基地的楚星 听到三大基地的首领都支持自己的想法 宋北风终于兴奋了起来 那就这么说定了 我们影视城基地愿意提供给你们三家后勤保障 只要你们来到了影视城 咱们就合并一处进攻曙光城 并且这段时间 我们还会尽量地打通前往曙光城的道路 关如龙笑道 你能做到吗 那一百多公里的道路可不是容易打通的 搞不好要死人的 放心好了 不就是死几个人吗 这里的幸存者本来就三星二亿 死多少都无所谓 只要能够拿下曙光城 他们也就没有别的心思 宋北风已经下定了决心 无论如何 无论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他都必须灭掉曙光城 这可能是他最后的机会了 本来他还想联合伯利亚人的 但是这会儿 神龙江不能行船 冰层还有些薄 伯利亚人无法渡江前来 只能作罢 有了这三家支持 他已经有信息打下曙光城了 和几家约定了一下时间 宋北风挂断了广播 他盘算了一下 将战神军的刁远找了过来 现在他的手下 已经没有几个大将可用了 接替了后站位置的刁远 是他最为得力的人了 刁远过来 宋北风和其说起了自己的计划 听完宋北风的整个计划 刁远问了一句 首领确定要动手了 是的 最多半个月之后 我们就会向曙光城发起攻击了 刁远微微焊手 表示知道了 就在宋北风准备闭目养神休息一下的时候 刁远突然抱起 一枚小巧的手枪出现在了他的手中 上面还有着消音器 对着面前的宋北风突然开枪了 石枪连续射击 宋北风是一个突变者 但是近在咫尺的距离 他根本无法躲闪 胸口连续中枪 一口口鲜血从嘴里喷了出来 他想要说什么 但是飞速流逝的生命力 已经无法让他说出任何的话了 直到他闭上眼睛 他都没有想通 为什么刁远会突然对自己开枪 为什么他会这么轻易地背叛自己 这个问题成了一个谜 他永远无法知道了 一个震撼的消息 传遍了整个云州 幸存者联盟主席宋北风 于昨日在影视城基地内 举火自焚 新任联盟主席 刁远对着广播 发出了对宋北风的沉痛哀悼 刁远在广播里面表示 宋北风主席 是因为一心想要对付曙光城 导致精神压力过大而自杀的 联盟在他的带领下 将不会再走宋北风主席的老路 他宣布 从今日起 幸存者联盟将和曙光城 结成亲密的同盟关系 彼此守望相助 共同对抗人类共同的敌人 丧尸 如果谁执意和曙光城为敌 那就是和联盟为敌 联盟将和曙光城联手 对其发动战争 得到这个消息之后 曙光城那边 消防麾下的参谋长正伦 立刻对刁远的声明 做出了回应 曙光城愿意和联盟结成同盟 共同对抗所有心怀不轨之人 此时 无论是曙光城内 还是幸存者联盟的影视城基地内 人们都是高兴的在歌在舞 表达心中的喜悦之情 曙光城自从来到云州 就和联盟作战 现在双方的战争终于停歇了 和平即将到来 大家都是非常的开心 有人欢喜 也有人忧愁 这个消息一出 很多人在广播里面破口大骂 比如槟城的魏无忌 比如伊林的关如龙等人 他们和肖凡 都有着深仇大恨 本来打算趁着肖凡不在家 联合宋北风 准备发动一波攻势 没想到 竟然出了这么一档子事 失去了影视城基地这个落脚点 他们的联手计划 自然就落空了 这让他们怎么不无比恼怒 可是现在影视城基地 这条线已经断了 他们再骂也是没用 只能开始研究其他方法 第201章 酒会 肖凡得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正是他要去参加宴会的路上 听到这件事 肖凡笑了 刁远这个棋子 他安排了很久了 现在终于派上了用场 其实在当初 联盟派人来刺杀自己的生活 真正的刁远就已经死了 这么长时间 待在联盟里面的刁远 只是自己手下的间谍而已 这个间谍隐蔽的构深 也逐渐地取得了宋北风的绝对信任 能够独自一个人去见宋北风 这就已经说明了问题 宋北风永远也不会想到 刁远的真实身份 已经丧心病狂的他 总算是恶有恶报了 刁远的及时发动 算是打破了一次阴谋活动 魏无忌关如龙那几个人 在想弄出什么幺蛾子 就不是三天两天可以完成的了 曙光城暂时还是安全的 通过系统告诉曙光城那边加强戒备 肖凡的车子已经进入了核心区 周围的高墙电网 让肖凡感觉好像进了监狱一样 新海城的这些人还真是稀密 也难怪 这里的贫富差距如此之大 普通人对高层怕也是充满了怨气 他们也担心有人不要命的 和他们同归于尽 安全防护做得绝对是非常到位的 肖凡通过战鹰的眼睛 也能够大概地看到核心区的情况 深海兵团的战斗力不错 坦克装甲车迫击炮等等东西全都有 甚至直升机也有十几架 装备方面不比曙光君逊色多少了 而且他们人数足够多 两个满边旅有两万人 还有一个旅正在组建 总人数接近三万 这么雄厚的兵力 也让肖凡不太想和他们有什么正面冲突 只要这些人不触碰肖凡的底线 这段时间肖凡宁可相安无事 赚够了钱就回家 车辆经过了几道守卫检查 最后来到了一个别墅前 这一间别墅非常的大 在新海城也很有名气 是商会主人杜建明的别墅 整个新海城的三个风云人物 就是将军顾怀远 突变者协会会长王川 商会会长杜建明 顾怀远虽然掌管深海兵团 实力最为强大 但是王川和杜建明 甚至在军管会内部都有自己人 就连顾怀远自己都搞不清 他手下的将领们 有谁是被王杜二人拉拢了过去的 所以顾怀远虽然是大将军 但是统治新海城 也离不开这两个人的支持 杜建明召开酒会 自然是有很多新海城的名流过来捧场 肖凡和巨石阿强来到这里 两个人都没有带伴侣 进入了酒会大厅 也就是别墅一楼 这里简直快比得上一个城堡了 一个个男男女女 身穿西装或者礼服 灯红酒绿 俨然是回到了末世之前的上流社会 看到巨石和肖凡进来 立刻有人迎上来招呼他们 哈哈 让我来猜猜看 这位一定就是现在我们新海城的 新晋财神爷肖凡吧 七天之内 靠着出售物资 就赚了几千万新币的大富豪 你这能力 简直比过去带货的主播还强啊 石墙给他介绍一下面前的男人 这是商会的杜建明会长 今天邀请你的人 萧凡和杜建明握手 客气了几句 好 巨石 你带着萧凡去那边坐坐吧 有几个朋友想要见见萧凡 杜建明指了一个角落 巨石带着萧凡走了过去 角落的沙发里面 坐着三四个胖乎乎的人 一看就不是突变者 应该是商会的人 萧凡知道 这些人找自己干什么 无非就是眼红了 想要过来奋一杯羹吧 他也不在乎 直接坐下 准备和这些人谈谈 但是他看到其中一个人的时候 竟然觉得有些面熟 对面的那个人看到萧凡 先是愣了一下 随后怒气冲冲地道 是你 萧凡还没想起来 巨石对萧凡道 你认识他吗 他是以前天元集团的老总 听到这里 萧凡恍然大悟 想起来了 当初他离开深海医院的时候 这个老总 就是食堂里面众人中的一员 他临走的时候 还让手下去将这个老总的金表录了下来 没想到半年过去了 这个老总还活着 而且还在这里和萧凡遇上了 听到巨石给萧凡介绍 天元老总稍微平静了一点 不过他还是心气不顺 被萧凡摆摆手 过去的事情 我也不想追究了 今天请你过来呢 就是咱们大家好好谈谈 我们准备和你的摊位联合 大家做一个共享 我们出更好的摊位地点 你来提供货源 新海城的其他事情不用你管 军管会不会要你那税 街面上你也不用给那些混混 去缴纳保护费 咱们利润平分 你考虑考虑吧 萧凡呵呵一笑 不考虑了 如果你觉得不爽 我可以还给你一块手表 你 萧凡 你不要蹬鼻子上脸 既然来到了新海城 就要守这里的规矩 不然新海城每天的失踪人口 都有不少 你可能会成为其中一员 萧凡也是冷笑一声 是吗 除了躲猫猫之外 我还真不知道 有能够让我失踪的办法 你不妨试试看 天元老总还要说什么 大家冷静一下 冷静一下 给我巨石一个面子 咱们先喝酒 喝完酒再说 巨石阿强确实有几分面子 天元老总不说话了 萧凡也懒得在说什么 巨石递给了萧凡一瓶酒 两个人边喝边聊 天元老总待了一会儿 转身离开了这里 萧凡就问巨石 这个家伙做什么生意的 巨石不屑地冷哼一声 最不是东西的 就是这个家伙 他是专门做人口生意的 新海城里面很多漂亮姑娘 都是被这个家伙派人掳走了 专门供这里的达官贵人们玩乐 也正是因为如此 无论是军管会 或者突变者协会 或者商会 都对这个家伙非常的容忍 萧凡看着天元老总的目光 就有些冷 这些该死的家伙 竟然掳掠单身女孩 这简直是罪无可恕 他们知道 这个世界上 还有多少男人没有女朋友吗 同时看着室内这些风度 偏偏的上流社会中人 也没有了什么好印象 第202章 前女友 酒会进行到了一半的时候 商会会长杜建明 亲自过来和萧凡喝酒 萧凡和他喝了一杯 杜建明笑呵呵地和萧凡闲聊 萧凡先生 如果我没有猜错 我们两个应该算是校友 论起来的话 你还应该叫我一生老学长呢 哦 此话怎讲 我也曾经在深海上过大学 不过我年纪比你大一些 你在深海大学上学的时候 我已经毕业快十年了 萧凡眼睛微不可见地瞇了一下 这个人神通广大 如果是末世之前 他能够查出自己的身份 一点不稀奇 但是现在是末世 他竟然还能弄到以前的资料 可见其手段之高 呵呵 杜先生果然消息灵通 佩服佩服 这不算什么 虽然我们在这里建立了基地 但是毕竟深海以前的户籍资料啊 学校档案什么的也都没有销毁 能够查到也不稀奇 萧凡先生过奖了 杜建明显然很得意 他看得出萧凡的震惊 想必这个满身棱角的年轻人 应该知道一些厉害了 接下来 杜建明笑呵呵地说起了 萧凡做生意的事情 萧凡先生果然是年少有为 来到新海城 没有多长时间 就弄出了这么大的动静 不知道萧凡先生做什么 需要这么多的黄金呢 呵呵 商业机密 不是太方便透露 萧凡当然不能告诉他 黄金是干什么的 杜建明拿着酒杯晃了两下 有钱大家赚 这样才是长久之道 萧凡先生好好考虑考虑吧 说完 杜建明转身告辞了 虽然他的话没说完 但是萧凡已经明白他的意思 他希望自己答应天元老总的提议 这也是这次酒会 他找自己来的目的 萧凡当然不会答应这样的提议 干脆也不和这些人聊天 只是和巨石在这里喝酒 等到酒会结束的时候就离开 酒会的后半段 不知道从哪里出来了一群女孩 在酒会里面穿梭陪酒 其中一个女生主动地 来到了萧凡的身边 萧凡 好久不见了 萧凡看到这个女生 顿时冷了一下 因为这个女生 竟然是自己大学时代的女朋友 胡青青 萧凡也就谈过这么一次恋爱 还是快毕业的时候 不过最后 终究没能和胡青青走到一起 当时萧凡是想过结婚问题的 不过胡青青要求萧凡 最起码要在深海有房有车 萧凡家庭条件并不好 但是她还是提出自己可以奋斗 胡青青就告诉萧凡 等她奋斗出名堂再来找她 两个人就这样分了 后来萧凡也听说 胡青青好像又有男朋友了 这件事说起来也不算什么 萧凡也没有狗血的为情所困 自暴自弃什么的 不合适就不在一起 非常正常 可是萧凡万万没有想到 胡青青竟然在这种时候出现了 末世之后 再想碰到熟人 那真是千难万难 尤其这种他乡遇故人 还是过去的女朋友 几率简直堪比重彩票 萧凡微微地瞇了一下眼睛 确实好久不见 一起喝几杯吗 胡青青笑盈盈地看着萧凡 一身白色连衣裙的她 看着有几分过去校园里面的模样 在酒会萌萌的灯光下 显得有几分诱人 萧凡点点头 好啊 两个人喝了不少的酒 期间包括天元老总 也再次过来敬酒 萧凡也笑着 和她干杯了 酒会结束的时候 胡青青悄悄地拉起萧凡的手 萧凡 人说前生五百次的回眸 才换来今生的擦肩而过 我想 我们之间的缘分 一定是纠缠了几辈子了吧 如果你表现得好 我想 我们还有继续的机会呢 萧凡有些醉了 不知道嘟囔了几句什么 最后还是巨石阿强 将他搀扶了出来 回去的车上 巨石摇头晃脑的道 萧老弟 我巨石虽然是个粗人 但是今天的这些事呢 我觉得 你要好好地考虑下 并不是那么简单的 萧凡拍了拍巨石的肩膀 没有再说什么 回到了别墅之后 萧凡将工程师马顿找了过来 之后的几天里面 萧凡依旧按部就班地收集物资 兑换黄金 期间 胡青青约过萧凡吃饭 萧凡也约过他吃饭 两个人好像回到了上学恋爱的时候 关系越走越近 终于有一天 胡青青留宿在了萧凡的别墅 第二天早晨 胡青青荣光焕发地起来 一看就是被滋润得不错的模样 这几天 新海城的人 暂时没有来找萧凡的麻烦 黄金的兑换 依旧还在顺利地进行着 但是萧凡知道 这样的日子 恐怕没有几天了 如果自己还不答应对方的要求 他们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 看了看时间 现在已经是过了一月中旬 计划新年之前回家的他 在这里也不会待太久了 但是萧凡希望 自己回去之前 最好是能够积攒到升级旅长的资金 他询问过系统 目前的合反应堆 就是团长级别的最后一个建筑物了 完成了合反应堆的建设 他只要将冰原爆满 然后再有一百万的资金 他就能够升级旅长的萧凡 计算了一下目前的资金情况 他有兵力三千 如果按照正常发展 达到四千兵力 大约还需要一百万的资金 合反应堆也是一百万的资金 再加上升级旅长所需 那一共还需要三百万的资金 这是保守估计 期间如果发生战争 需要弹药储备的时候 这个资金肯定还要消耗许多 所以按照萧凡估计 他应该需要四百万左右的资金 才能够升级旅长 升级旅长之后呢 新的兵种什么的 还是要花钱的 他还是要有一些储备吧 所以 萧凡的目标 是积累到五百万的资金 在这里 他能够多捞一点 就多捞一点了 至于深海兵团 萧凡并不想和他们发生冲突 自己只带来了四个连 加起来还不到六百人 而深海兵团的兵力接近三万 装备也不比自己差多少 虽然曙光军比深海兵团更为精锐 但是这种冲突胜算不大 萧凡并不想节外生枝 所以 这几天的时间 萧凡希望安稳渡过 第203章 渡江而来 云州市北方 位于神龙江畔 有一个渡口 名为望北渡 从这个渡口 往南150公里 是幸存者联盟的影视城基地 往东南120公里 则是伊林市的森林基地 只不过伊林那边并不太重视这个渡口 所以这个渡口 本来是归属云州幸存者联盟管辖 因为渡口的对岸就是山海卫 以前联盟为了防备伯利亚人 在这里驻军也有一百人 虽然现在宋北风已死 联盟现在由刁远接手 但是这里的一百人驻军 依旧还在这里驻守 对于他们来说 高层是谁都是一样的 不过这几天 哨所这里的日子不好过 风雪太大 道路难行 联盟那边已经好几天 没有送吃的过来了 这一天清晨 北风呼啸 气温已经下降到了零下30度 渡口的驻军 昨天晚上都有点喝多了 今天大多数还在睡梦之中 哨楼里面负责放哨的哨兵 穿着军大衣 头戴狗皮帽子 抱着枪待在哨所里面 呼 真贪娘的冷啊 哨兵有些抵挡不住 北面来的寒风 忍不住拿起了怀里的酒瓶子 灌了一口北方的烧刀子烈酒 这种酒足足有60度的酒精度 一般人还真是享受不了 不过在这种风雪严寒的天气 它却可以有效地驱寒 也许是酒喝得有点多了 哨兵有了尿意 他从哨所爬下来 来到了江边 哨所就建立在江畔 下来就是 他来到了江上 这里早已经结冰 不过之前结冰的冰层 还是有些薄 但是今天他站在上面 却感觉这冰层无比的厚实 上面一直让我检测冰层的厚度 我看今天的冰 江畔这里 已经超过了三米厚 江心那边 应该也有一米五到两米了 哨兵嘀嘀咕咕的 虽然不知道 监测冰层厚度有什么用 但是他依旧记录了下来 然后他就解开腰带 站在江畔放水 寒风呼啸 他放出来的那点水 落到冰层上面 竟然直接变成了冰珠子 太冷了 赶紧回去 待到换人的时候了 还没等他放水结束 突然听到了一些轰轰的声音 什么事 少兵怀疑自己听错了 急忙摘下了帽子 确实有轰轰的声音 而且好像来自脚下 心中奇怪 他不由地趴下来 耳朵贴近了冰层 冰层的传音效果比较好 这一次他听得很清楚了 是战车的轰鸣 少兵心中一惊 努力地抬起头 虽然江上的风雪 刮得他有些睁不开眼睛 可他依旧努力地往北方去看 漫天风雪之中 一排黑影正在放大 那是 慌乱之中 他迅速地跑到了少楼上面 拿起了望远镜 一看之下 他手中的望远镜 竟然差点了掉了下来 坦克 好多坦克 少兵慌张地拿起了哨子 用力地吹了起来 嫡媳 伯利亚人渡江来了 少索那些昏昏沉沉的驻军爬了起来 也拿起了枪 但是他们的力量太薄弱了 伯利亚人上百辆坦克 和几百辆战车越过神龙江 根本就不是他们那点力量可以抵抗的 坦克集群挤炮下去 联盟望北都的守军就灰飞烟灭了 谁也不曾料到 伯利亚人竟然会选择在这个时候突袭 并且一举占领了渡口 因为大家都知道 这个时候道路越发的难走 他们来到这里 占领渡口又有什么意义呢 但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却让人认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 槟城监狱基地 伊林市森林基地 黑山机场基地 三家发表了联合声明 他们将和伯利亚山海卫的安德烈将军结成同盟 并对曙光军以及影视城基地宣战 伯利亚渡江之后 伊林那边甚至早就给他们打通了 前往森林基地的道路 伯利亚的装甲集团渡过神龙江之后 立刻转到前往伊林市的森林基地 他们将会在那里进行修整 到时候由伊林的人负责打通道路 他们无论是进攻影视城基地 还是进攻曙光城都可以了 伯利亚人这个时候到来 毫无疑问会将神龙省内战的封烟彻底点燃 对于三家毫无节操 吸引伯利亚人加入神龙省内战的行为 无论是曙光城还是影视城基地 都给予了强烈的谴责 并且同时对他们宣战 这边在积极备战 伊林那边也在忙着打通道路 只要道路一旦通畅 森林基地的部队和伯利亚人就将倾巢而出 黑山那边也承诺了 一旦他们行动 黑山那边将会派出飞机加入打击 而槟城方面也做出了承诺 将会派遣一万人的部队加入战斗序列 目前正在积极打通道路之中 觉得胜券在握的几家 甚至屡次在广播里面叫嚣 将会在新年到来之前 彻底让曙光城和影视城基地 成为历史他们的庆功酒会 将会在曙光城内 肖凡的官邸内举行 战争阴云开始笼罩在了神龙省上空 新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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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 肖凡也正在为新海城方面的举措心凡 也许是觉得肖凡拖拖拉拉的 一直不肯明确表态 新海城那边的怀柔政策结束了 新海城开启了黄金禁令 银行将不会在对外兑换黄金 凡是外来者进入新海城交易的 还将缴纳50%的交易税 这样一来 肖凡这边的生意直接就做不下去了 他知道 这是新海城专门针对自己的 不单单如此 肖凡刚刚从交易市场回来 就先后得到了两个消息 天元集团的老总 在贫民窟那边抓走了安小路 还有一件事 就是突变者协会的会长王川 在没有通知副会长巨石阿强的情况下 强闯别墅 将昨天晚上过来的胡青青抓走了 得到消息之后 巨石阿强来到了肖凡的别墅 看着肖凡在室内吸烟 巨石交给了肖凡一张请帖 肖老弟 这一次是深海兵团的将军顾怀远 邀请你过去参加酒会 你看看要不要去 第204章 备战星海 肖凡吸了一口烟 看了看巨石 巨石老哥 问你个事 你说 我的女朋友被带走了 暂时不会 一切结果 可能都要等今天酒会之后决定 老弟啊 哥哥劝你一句 做人不要太顾着 在这个地方 胳膊是拗不过大腿的 行 我考虑考虑 我再摆脱老哥一件事 能不能查查我女朋友被关在了什么地方 巨石阿强深深地看了肖凡一眼 要说什么 但是终究还是没有说出口 只是点了点头 等我给你消息 巨石告辞离开了 肖凡将手里的烟头扔掉 心中已经下了决定 新海城高层的所作所为 已经超出了自己的底线 如果他的曙光军全都在这里的话 肖凡可以和新海城开战 但是目前的实力显然是不够的 可是 肖凡也不想这么离开 这么离开的话 他自己都无法原谅自己 和巨石阿强谈话的时候 军犬啸天就待在隔壁 他能够感觉出巨石的状态 对方的心里并没有什么恶意 还算是可靠 但是尽管如此 肖凡还是决定利用他一下 因为他知道 巨石出去之后打听什么 一定瞒不过深海的高层 肖凡思索了一番 心中已经有了一个大概的计划 他将手下的所有连长都聚集了过来 临时商讨对策 总指挥 根据这些天战因的侦察 我们已经绘制出了核心区的内部地图 其中有两个地方是特别值得重视的 一个地方是这里 这里是他们内部的监狱 用于关押犯人 根据战因监视 今天安小璐和胡青青被抓之后 分别关押到了监狱的两个监区 并不在一起 肖凡看了看地图 他们关押地相隔多远 不近 有几百米 还有另外一个地方 地下室 薛尼尔拿着地图给肖凡介绍 根据我们调查 核心区建立的时候就有一个地下室 这里是顾怀远的秘密基地 地下室位于地下20米 钢筋混凝土胶筑 顾怀远在里面留了通风口 还有排水系统 还有很多的生活物资 以及他收集来的所有宝贝 包括大量的黄金 这个地下室的门无比的坚固 就算是坦克的主炮都无法将其击毁 而且内部有好几道锁 有的铁锁根本无法从外面打开 自从银行不再兑换黄金之后 顾怀远将所有的黄金 都转移到了地下室里面 而且 他这个人非常的谨慎 一旦有任何的风吹草动 他就会立刻躲进地下室 铁锁的钥匙也在他那里 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 他自从下达了制裁我们的命令之后 就已经进入了地下室 也就是说 目前没有人能够从外面打开地下室 听到薛尼尔的介绍 小凡微微地摩擦了一下下巴 这么说来 在我们的这件事处理结束之前 顾怀远是不会出来了 没错 他肯定不会出来 他就在里面遥控指挥一切 谁也不能拿他怎样 沈瑞辉在一边道 真是一个缩头乌龟 确实是 但是不得不承认 这一招很有效 薛尼尔介绍完了 沈瑞辉接查 总指挥 这些天 你让我留意外面的动静 我现在有一个好消息 和一个坏消息 你要先听哪个 好消息 顾怀远的深海兵团第一旅 目前正在200公里外 一个县城和丧尸作战 所以说 现在新海城内 我们需要面对的兵力 大概只有一万多人了 换消息呢 那个第一旅在县城那里作战 竟然还有一支 不知哪里来的部队配合他们 而且 那支部队有大量的快艇和直升机 因为那个县城 也是在宝江沿岸 如果我们这边的战斗拖延时间长了 他们的直升机 就会回来支援 大部队也很可能通过快艇 沿着宝江快速返回 萧凡顿时一愣 你是说 除了深海兵团这些人 还有部队和深海兵团配合 没错 但是我们暂时无法查出那支部队的来历 萧凡看了一眼地图 新海城也是毗邻水域的 宝江也是穿城而过 当初自己返回神龙省的时候 应该还路过了新海城 只是那时候 新海城还没建设起来 看来新海城这里的水很深啊 竟然还有其他部队和深海兵团 配合萧凡今天的目标很明确 一个是救人 一个是获得黄金 完成这两个任务需要时间 尤其是攻打地下室获得黄金 这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现在萧凡还没想清楚 怎么打开地下室的门 如果单单面对新海城现有的部队 萧凡或许还有一战之力 但是对方最精锐的第一旅 还有另外一支神秘部队来支援的话 萧凡绝对就谈不上优势了 所以这一战一旦开打 动作就一定要快 要赶在对方援兵回来之前撤退 萧凡并没有想过 一口气拿下新海城 那根本就不现实 最起码 曙光城那边的情况很危险 他无论如何 都要尽快赶回去的 下属们介绍完了这边的情况 就等着萧凡做出决断了 萧凡默默地吸了一支烟 心中的思路渐渐地清晰起来 工程师 让你寻找几节列车的车厢找到了吗 找到了总指挥 现在装甲列车又外挂了四节车厢 两节客运 两节货运 好 我们现在用于铺设铁轨的钢铁和石料 是否足够 这几天重点收集了 够用了 从火车站那边前行三十公里 再铺设一个二十公里的分支 就足以将铁轨铺设到城里来 听到这些 萧凡点点头 面向所有的连长 这一仗一定要打 但是要等我的命令 关键时刻开战 而且必须做好万全的准备 是 明白 现在都去准备吧 连长们全都离开 只有薛宁儿和孙飞飞 还留在萧凡的身边 待在别墅里 萧凡则是打开了士兵页面 现在他的手里 还有一百四十万斤 他要开始报兵了 任凭顾怀远渡建民那些人想破脑袋 也不会想到 他所居住的这片别墅区里面 将会成为一座军营吧 写了几天的过渡章节 终于要迎来一个高 朝情节了 这段绝对精彩 谁能猜出流沙的伏笔和布局啊 欢迎入群讨论 151858250 催更点起 超过2000就有四更 第205章 最后的酒会 萧凡在报兵之前 计算了一下新海城的实力 目前第一旅在外作战 城内只有第二旅和第三旅 而第二旅也有一个团在外作战 实际上 萧凡要面对的兵力 大约在15000人左右 这些人去掉一些城防军 应该还有1万人的可支配兵力 萧凡的曙光军 目前人数接近600 还是有些不足 就算战术得当 实力也不应相差太远 萧凡决定再次报兵一波 首先 萧凡生产了一些喷火器战士 这些战士生产出来 就被萧凡分派了出去 之后 他再次生产了10辆坦克 萧凡所在的别墅占地面积还算不小 10辆坦克 有6辆停在了院子里面 还有4辆 则是停放在了车库里面 本来车库内只能勉强几下两辆坦克 但是萧凡已经顾不得那么多了 直接让坦克将墙撞破 只要别墅暂时不塌就行 除了坦克之外 萧凡还生产了一些50名防空步兵 这些步兵的防空导弹 可对空可对地 非常的实用 然后是高频两用的四连机枪 萧凡带来了10台 现在再来10台 最后 就是两架5支9 今天晚上 也一定有用5支地 萧凡也不担心5支9被人发现 等到他们生产出来 已经是晚上了 那个时候 也不会有人注意到了 将生产序列排满 萧凡这边花费了20多万斤 在别墅里面吃过了中午饭 又睡了一个午觉之后 时间就差不多来到了晚上 薛妮儿来到了萧凡的身边 总指挥 巨师阿强来了 我们可以去参加酒会了 好的 萧凡查看了一下布置情况 现在基本上已经都布置到位了 走吧 去参加这个酒会 这场酒会是必须参加了 这就是为我准备的呀 萧凡将自己的休闲装扔到了一边 穿上了蜀光君的团长制服 笔挺的制服穿好 他又变成了蜀光君 那个威风凛凛的总指挥 薛妮儿和孙飞飞也都穿好了军装 来到了门外上车 刚刚到门外 就看到巨师等候在那里 他是负责来接萧凡的 看到萧凡出来 巨师明显地冷了一下 萧老爹 你这是 怎么样阿强 我这身穿着是不是比较拉风 巨师点点头 确实挺帅的 和你的气质挺衬 说了 你要叫我巨师 好吧巨师 咱们可以出发了吧 巨师招呼萧凡上车 在车上的时候 他告诉了萧凡胡青青关押的地点 我已经调查过了 你的女朋友关押在监狱的东区 不过 你最好不要打什么主意啊 今天东区那边 好像防御比较森严呢 萧凡呵呵一笑 再森严的地方 也总是有破绽的 不过巨师你也不用担心 我又没想做什么 巨师从鼻孔里面哼了一声 他并不是很相信萧凡的话 不过他确实没有办法多说什么 今天打听胡青青事情的时候 他就感觉有人注意自己了 虽然他也不喜欢新海城的高层 但他只是突变者协会的副会长 上面还有会长压着 他在新海城始终不是巅峰的那一群人 车子进入了核心区 经过检查之后 一路经过了好几个卡点 最后来到了顾怀远的宫殿市城堡前 进入城堡之前 萧凡看了一眼远处的另外一个院子 那里就是地下室的入口 没有说什么 萧凡跟随巨师下车 进入了这个城堡 一进来 里面金碧辉煌的装饰 热烈的气氛就让人感觉瞬间来到了上流社会 挑高超过15米的大厅 占地面积足有3000平米 内部有很多巨大的柱子支撑 里面都是西大陆宫廷式的装修风格 在末世这短短半年时间里面 能够建立起这么豪华的城堡 这个将军生活之奢侈可见一斑 萧凡来到了这里之后 室内就有人过来迎接 看看看看 这是我们新海城最大的物资批发商到来了 杜建明热情地来到了萧凡身边 转身给室内的名流们介绍萧凡 各位 这就是这段时间以来 以一己之力带动新海交易市场贸易额的萧凡先生 根据统计 这半个多月 萧凡先生收集的物资 已经超过了新海城其他冒险者团队 收集物资的总额 这是一个商业奇迹 在场的人纷纷鼓掌 面带微笑 似乎是对萧凡取得的成就进行赞美 杜建明再次面对萧凡 萧凡先生 今天看你穿了一身军装 打扮得这么帅气 是不是有什么话要对我们在场的人说呢 萧凡呵呵笑了一下 面向室内的宾客 各位 我是出来乍到 本来没什么发言的资格 但是既然让我说 那我就说几句 在场的人安静下来 目光注视萧凡 萧凡朗声道 我觉得 无论是经商也好 做人也好 都要讲究一个诚信 讲究一个规矩 不能杀鸡取卵 更不能搞威胁 不然无论他是谁 都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萧凡的话 顿时让杜建明变了脸色 他没想到萧凡这么不给面子 让他顿时有些下不来台 但是同时 他的心中也有一丝窃喜 断了萧凡黄金的财路 更是将胡青青 和那个安小鹿关押了起来 萧凡这是急了 这时候 突变者协会的王川 走到了萧凡的身边 来来来 小兄弟 你远来是客 今天我们就好好地喝一杯 一会将军还要通过 电视和您对话呢 这可是难得的殊荣 你要把握好了呀 萧凡笑了一下 跟随王川 还有杜建明等人 来到了一张桌子边上坐下 萧凡似乎是今天的主兵 当他到场之后 室内顿时响起了轻音乐 一些男男女女 开始走下舞池 跳起了舒缓的开场舞 不少的陪酒少女再次出现了 穿梭在人群之中 一派热闹的繁华盛景 不过却没有看到胡青青 萧凡也不说什么 坐在那里默默地喝酒 在他的对面 有一个电视屏幕 还有一个摄像机 这是一会儿 他用来和顾怀远沟通的 第206章 顾怀远 喝酒的过程之中 萧凡不断地打量周围 城堡大厅中央是舞池 周围有餐桌 有吧台 还有一些休息区卫生间什么的 在自己周围的餐桌上 已经做了不少的宾客 在萧凡看来 这些宾客大多数都是突变者 如果他没有猜错 这应该都是突变者协会派来的人 今天晚上的酒会 毫无疑问是新海城那边 给自己的最后机会 等到和顾怀远谈完了 如果自己答应了他们的要求 那么自己就是安全的 并且胡青青和安小鹿 也会被放出来 如果自己不答应的话 他们的命运就注定悲惨 而且萧凡自己 可能也会遇到危险 这些早就安排好的突变者 就是古代鸿门宴中的刀斧手 包括一直坐在自己身边 笑呵呵与自己谈话的王川 这个突变者协会的会长 可是一个强大的二级突变者 他肯定也会对自己动手吧 甚至萧凡还能想到 这个过程之中 他们还会拿人质威胁什么的 萧凡掏出一根烟点上 狠狠地吸了一口 不到最后一刻 鹿死水手谁知道呢 没有掀开底牌之前 谁又能知道 他有多少底牌呢 酒会进行了一会儿之后 杜建明对萧凡道 萧老弟 将军来视频了 你和他谈一谈 萧凡点点头 也好 来到新海城这么久 还一直没有见到顾将军 正好见识见识 哈哈 可以 也许今天你们谈话愉快的话 明天大家就能在一起 把酒言欢了呢 电视视频接通了 萧凡来了这么久也知道 新海城这边的电视台也恢复了 只不过和曙光城距离太远 彼此接收不到信号罢了 神州的电视信号 最起码你要能够收复一个市 才有可能覆盖全国 而且不能是小城市 起码要二线城市才行 比如在神龙省 如果想要电视信号接通全国 那你只能收复兵城市 电视信号接通了 画面里面出现了一个 四十岁左右的男子 男人也是身穿军装 而且是正规的军装 军衔很高的将军 看到萧凡也身穿军装的时候 对面的男人显然冷了一下 是萧凡老弟吗 你好顾将军 我是萧凡 真是幸会幸会啊 我今天这边有事 暂时不能出席酒会 还请萧老弟见谅 等到我这边忙完 再来陪你喝酒 今天还希望你能尽兴 我当然会尽兴 顾将军放心 不过我有一件事不明 还请顾将军解惑 萧老弟请讲 咱们完全可以打开 天窗说亮话吗 那我就直说了 我希望新海城 能够开放黄金交易 我还希望你能够释放一个人 顾怀远哈哈一笑 萧老弟果然是快人快语 那我也直说了 钱不是一个人赚的 我不知道 你是通过什么手段 收集了那么多物资 但是既然在新海做生意 那就要遵守我们的规矩 说到这里 顾怀远的脸色一沉 萧老弟 我对你不薄吧 你来到这里赚了那么多 我也没说过什么 而且 你该不会天真的以为 这个世界上 就有那么多的巧合 你的初恋情人 正好能够在这里碰到你 你知道 为了查出你的身份和故事 我花费了多少精力吗 你就是这么报答我的 为了一点利益 还和我推三走四 萧凡脸色也难看了起来 你把青青怎么样了 她现在还是安全的 但是接下来会怎么样 我就不敢保证了 萧凡冷哼一声 暗不安全 你说了不算 等我见到人再说 那就拭目以待吧 你可以再考虑考虑 不过萧老弟 我要通知你一下 今天酒会结束之前 如果你还不能给我一个 肯定的答案 那么结局可能就不是 那么让人愉快了 说完 顾怀远切断了电视视频通信 萧凡的身边 王川端了一杯酒 萧老弟 我也提醒你一下 今天的酒会结束时间 是晚上十点 还有两个小时了 这段时间 你有什么本事 可以让我们大家看看吗 其实我们也是蛮期待的 看着王川得意的笑脸 萧凡端起杯 和他碰了一下 我也很期待 新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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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好新好新好 和兴区的监狱里面 胡青青被关押在一间牢房内 他的双手被吊起来 身上更是穿着一件 有很多血痕的衣服 头发披散下来 整个人好像经历了一场毒打 不过胡青青的精神状态非常的好 现在还在和看守他的人说笑着 李大哥 不用搞得这么逼真吧 看守笑着回答 那可不行 做戏就要做全套 不然被萧凡看出破绽来 就不好了 胡青青痴痴地笑着 你们把我关在这里 还弄得这么戒备森严的 他能找到我吗 这你就不清楚了 萧凡这个人不简单的 看守摆弄完了现场 才坐下道 我们调查过他了 这个人在外面 似乎有不少突变者的手下 每天就负责给他收集物资 并且运送过来 而且效率高的惊人 通过这些 我们能够推断出来 萧凡必定是有不小的势力的 而且他今天拜托 突变者协会的副会长巨石 打听过你的关押地点了 很有可能是决心要营救你 胡青青有些惊讶 真的呀 萧凡有那么强的势力呢 看守有些狐疑地看着他 你不是说 这几天和他如交似妻 每天晚上都过去陪他的吗 怎么还不知道这些事情 胡青青有些不好意思地道 你不知道 我每天过去的时候 他立刻就带着我去干那档子事 每天都折腾到天亮 根本连说别的话的时候都没有 我怎么知道他的事情吗 那你觉得 萧凡对你如何 那还用说 我们以前就有感情基础 他现在就恨不得死在我的肚皮上了 我相信他能够为了我做出劫余的举动的 说到这里 胡青青甚至有些兴奋 你们都戒备这么严了 如果萧凡真的能够到这里救我的话 我就考虑真的和他出下去 看守哼了一声 那就要看他懂不懂事了 不过你不用抱太大的幻想了 今天晚上 他恐怕是没那个本事来到这里的 知道他要来救你 东区这边守卫力量增加了五倍 甚至连西区那边的看守都掉过来了 他赶来就要他有来无回 胡青青也微微点头 他是知道 西区那边也关押了一个小丫头的 不过这在他看来纯属多于一个黄毛丫头 不过是萧凡看他可怜给了两件衣服两顿饭而已 根本不具备任何价值 用来威胁萧凡就太可笑了 第207章 萧凡的反击 酒会里面的谈笑风声依旧还在继续 不过对于今天这件事的知情者 都是抱着看笑话的心态来看待这一切的 萧凡 这个外来者想要在新海猛龙过江 却被新海的高层强力打压 这一次折起沉沙之后 他应该会明白 不是猛龙不过江这个道理吧 所以 这一次酒会没有人提前离开 大家都在等待十点酒会结束 看看萧凡会做出一个什么选择 被众多人围观 萧凡并没有什么举动 只是默默地喝酒 似乎一切都和他无关一样 看到萧凡气定神仙的表现 王川和杜建明心中反而有些没底 将这边的情况汇报给了顾怀远 顾怀远知道后 没有多说什么 只是命令监狱那边继续加强防御 确保胡青青绝对不会被人劫走 新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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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区的监狱里面 又有一对守卫被调集到了东区 和守卫一起过来的 甚至还有几辆坦克和装甲车 这里守卫森严 层层叠叠 每一个路口甚至门口 都有人把手 重机枪架射 高射机枪甚至也监视着天空 重视程度前所未有 都打起精神来 如果萧凡要劫狱的话 应该就是这两个小时内了 必须让萧凡知道 在新海城这块地界上 是谁说了算 守卫队长几次发布命令 力争让这里的防御密不透风 时间来到了晚上的九点 监狱外还没什么生意的时候 城市内起火了 首先起火的地点 位于突变者协会的别墅区 也就是萧凡的居所附近 当熊熊的烈焰升空 映照的夜空都有些发红的时候 新海城的消防人员过去救火了 新海城这里是有两辆消防车的 一辆消防车拉着警报 冲到了别墅区 对着第一栋起火的别墅架起了水枪 但是这边的救火行动刚刚开始 其他地方再次起火 新海城的商会分部 新海城的警局 新海的交易市场 新海的冒险者协会 一个个关键地点不断地起火 让新海城顿时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 消防车立刻就不够用了 城市的一些卫兵 加上一部分的驻军开始出动了 虽然知道这些事情 很有可能是消防搞出来的 但是救火行动迫在眉睫 他们也没有办法 只能到处地在城市内奔走灭火 因为起火的地点接二连三地出现 被牵制的驻军足有两千多人 就在城市陷入一片混乱的时候 监狱外终于有了动静 大家都猜测 消防可能来劫狱 但是谁也没有想到 消防竟然搞出了这么大的动静 他们印象之中的劫狱 可能是特攻潜入 悄悄地伏击 谁曾想到 消防竟然调集坦克 来攻打监狱了呢 谁也不知道 那些坦克 是什么时候进城来的 突兀地出现在了核心区的门前 这些装甲怪兽 趁着夜色 竟然直接撞开了核心区的大门 门前的守卫 根本没有能力阻止坦克的前进 大门被撞他 这些坦克一路狂奔 直奔监狱大门 七里的警报声 开始在核心区上响起 消防来劫狱了 当几辆坦克同时开火 直接将监狱的大门轰他的时候 酒会内也乱作一团了 王川和杜建明等人都变了脸色 他们以为 经过这一番威胁 消防应该认清形势了 现在的作态 无非是想保存一点面子 可没想到 消防如此果断 竟然真的动手了 在得知 城内到处失火 然后有十辆坦克直冲监狱的时候 他们都面色阴沉地盯着消防 消防 大手笔 冲冠一怒 魏红颜啊 消防呵呵一笑 我这也是帮助你们锻炼一下军队 真正的军队 只有在铁鱼血的战争下 才能被打磨出来 你们要感谢我 好 看来消防 看来消防是要一条倒走倒黑 也好 不见棺材不落泪 咱们拭目以待 听着外面的枪炮声不断响起 城堡内众人依旧把酒言欢 看到王川和杜建明还算淡定 大家也都知道 真正的较量已经开始了 现在距离酒会结束还有半个小时 就看看鹿死水手了 监狱大门被轰塌之后 东区这里就进入了战斗状态 消防弄来的坦克非常的狂暴 这些钢铁战车不断的冲锋 火炮怒吼 直接攻击深海兵团的防御阵线 深海兵团虽然做了充分的防御 但是他们真的没有想到 第一波进攻的敌人竟然是坦克 那些机枪防御线 狙击手的布置 这一刻似乎失去了意义 因为他们抵挡不了坦克的冲锋 只有火箭炮或者同样的坦克 才能够在这个时候发挥作用 深海兵团临时调集过来的几辆坦克 被推上了防御线 甚至西区那边再次有援兵过来支援 因为萧凡的进攻方向终于被证实了 十辆坦克的冲锋 证明了萧凡多重视他这个女朋友 幸好监狱这边早就撂到了萧凡的动向 才不至于被打一个措手不及 所以西区那边的防御力量再一次被削弱 监狱这里的守军全都向着东区开始汇集战斗 一开始就进入了白热化状态 萧凡手下的坦克压制力很强 一度打得监狱基地的守军抬不起头来 刚刚冒头的几辆坦克 很快就被对方的集火打成了废铁 但是东区这里的守军并不担心 因为城内还有军营 很快支援就会到的 他们也知道上头的约定 只要坚持到十点 萧凡为了他女朋友的生命安全 就不得不停手了 所以这里的攻势虽然猛 但是想要十点之前打下东区 那根本就不可能 一道道烈焰在新海城内生腾 整个城市陷入了一片喧嚣之中 监狱这里更是枪炮声震耳欲聋 让酒会那边本来还淡定的人们 都有些不安起来 今天的动静未免搞得大了一点 人们也都紧张地看着时间 希望快点到十点 那时候和平就会降临了吧 九点五十分 两架五支战斗机 趁着夜色的掩护 悄悄地来到了监狱西区上空 第208章 翻脸 新海城监狱的西区 安小璐被关押在这里 之前去抓安小璐的人 和去抓胡青青的人 并不是同一波 安小璐是天元集团的老总抓回来的 抓回来之后投入了监狱 之后杜建明等人 才去抓了胡青青回来 最开始的时候 安小璐这里的看守也算是严密 可是自从得知 萧凡根本就没在乎他之后 这里的看守也就不上心了 一个才十二岁的黄毛丫头 没有太大的利用价值 西区的看守都有不少被调到了东区 所以当两架五直九来到西区上空时候 这里的看守甚至还没有察觉 空降兵在五直九上面执行了激将 连续的点射击杀了两名看守之后 空降兵直接冲进了监狱 军犬啸天就在前面带路 作为五星军犬 啸天能够通过卫道 轻易地锁定安小璐的位置 蜀光军的战士没有走一点弯路 直奔关押安小璐的牢房 当一个蜀光军战士一枪打爆了门锁 踹开牢房门的时候 里面的看守才如梦初醒 一个看守试图扑向安小璐 冲进来的啸天已经闪电般地扑了上去 血盆大口张开 就在看守扑上去之前 一口咬住了他的后颈 犬牙交错 上下发力 突变者的看守坑都没有坑一声 当场毕命 蜀光军战士过去 将安小璐就出来 一行人掩护他快速撤退 外面的看守这时候发现蜀光军的突袭 想要过来支援 另外一架掩护的五直突然开火了 连续的几枚空对地导弹发射了出去 顿时在监狱内生腾起了巨大的火球 轰隆隆的爆炸声响起 监狱内开始大乱 总指挥有令 立刻带着安小璐离开新海城 战士们飞快地带着安小璐登上了直升机 旁边的直升机航炮猛烈开火 将支援的深海兵团的人压制得抬不起头 撤 两架直升机先后升空 又是几发导弹下去 一阵阵火光之中 两架五直九消失在了监狱基地上空 营救安小璐的战斗结束 东区那边一直和深海兵团对轰的坦克部队也开始撤退 至此 深海兵团的人才恍然大悟 什么营救胡青青 这从头到尾就是一个阴谋罢了 信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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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怀远的城堡之内 萧凡去了一趟卫生间 等到他出来的时候 胡青青已经被带到了萧凡的面前 得知萧凡突袭监狱 并且就走了安小璐之后 王川和杜建明脸色比死了老娘还要难看 胡青青也被立刻带了过来 王川一手抓着他的脖子 一边脸色铁青地问萧凡 萧凡 这都是你故意的是不是 你还在不在乎你的女朋友 胡青青也是脸色苍白 好像随时要倒下的柔弱模样 全神贯注地看着萧凡 一脸的依恋之色 萧凡看到这一幕有些想笑 他吸了一口烟 看着眼前的几人 你们也是老大不小的人了 能不能不要这么天真 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 难道还不足以说明问题吗 胡青青柔柔地开口 亲爱的 住嘴 萧凡的脸色严肃起来 你们以为 找到我的前女友 就能让我死心塌地地听你们的话吗 如果我萧凡是一个被女人左右的人 也走不到今天这一步了 说完他冷冷地看着胡青青 你寿命接近我 无非是想让我听从他们的建议 让出我的利润罢了 我确实需要钱 所以就敷衍你几天而已 胡青青 过去的事情早已经过去 从我们分手的那一天开始 彼此就再无关系 你死心吧 可是 可是我们已经 胡青青眼睛含泪 似乎不敢相信萧凡的绝情 萧凡微微一笑 不管你相不相信 那一切都是你幻想出来的而已 我和你之间 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有些话萧凡却是不会对他们说明白 他麾下的工程师马顿 研究出了一种药物 这种药物 可以让人产生幻觉 而且还以为是真的 这种药物已经投入使用 萧凡麾下 已经有人在用 自从见到胡青青的时候 萧凡就已经为与绸缪的计划好了一切 利用他来拖延时间 争取赚取更多黄金 而萧凡让巨石 去打听胡青青被关押地点的时候 其实也就是利用巨石的打听 来放出风声 让新海城的人 以为自己要救胡青青 其实萧凡的目标 一直是去救出安小鹿 小女孩是无辜的 不能因为自己受累 这种声东击西的手段 萧凡早就运用的炉火纯青 现在安小鹿已经被救走 萧凡也就再无顾忌了 一直自信满满的胡青青 被萧凡的几句话 打击得精神恍惚 原来他一直以为将萧凡玩弄在手下 没想到真正被愚弄的 竟然是他自己 还有新海城的这些大佬王川 听到这里更是怒火中烧 他一把将胡青青甩地 飞出去十几米 摔在远处不知死活 直接发飙了 萧凡 不要以为你阴谋得逞了 就能够小瞧我们了 虽然我不知道 你怎么将坦克弄到城里来的 但是现在无论是你 还是你的那几辆坦克 都休想胜利新海城 说到这里 王川一声令下 动手 说吧 在萧凡身边的那些突变者 突然爆起 包括王川本人都一跃而起 直奔萧凡扑来 谈判已经破裂 他们已经失去耐心 决定灭口了 对于眼前的一幕 萧凡早就有了准备 当王川起身动手的时候 薛宁儿突然起身 一个小情打手 竟然直接将二级突变者的王川 摔翻在地 而在其余突变者准备动手之前 城堡的卫生间内 突然涌出了一大群人 这些人全部身高超过了一米九 身穿厚厚的银白色绝缘服 头戴圆圆的金属头盔 手里拿着一种奇怪的枪 这些枪的枪筒是石心的 上面闪烁着银白色的电弧 冲出来之后 萧凡身边的孙飞飞 一把拉过了萧凡 总指挥躲一躲 包括薛宁儿在内 三个人迅速地往旁边翻滚 二女一上一下 和萧凡不太雅观地滚坐一团 三个人闪开了 其他人却没有这样的觉悟 那些高大的士兵端起了枪 开火 吱吱吱吱吱 室内的灯这一刻 同一时间破碎 一片银色的电磁壶 瞬间笼罩全场 爆裂的闪电风暴来袭 这是曙光军的磁暴步兵 第209章 列车进城 这些磁暴步兵 是萧凡去卫生间的时候生产的 今天的一切事情 都在萧凡的掌握之中 甚至生产士兵的时间 营救的时间都卡得恰到好处 磁暴步兵们出来的也是及时 那些突变者 还准备动手袭击萧凡 就立刻迎来了毁灭性的打击 银色的电磁狂舞 将这一片的突变者 全部笼罩了进去 虽然突变者的实力 比普通人强很多 但是此时此刻 面对这些狂舞的银蛇 他们根本没有任何的反抗之力 那些电磁射线是持续性发出的 想要躲避 根本就是做梦 他们只能一个个身体抽搐着倒下 至于突变者协会的首领王川 这会儿更是傻眼了 他一个堂堂二级突变者 竟然被萧凡身边 一直安静站着的一个小姑娘 直接摔了一个大马趴 这件事怎么看 怎么都是不可思议 他甚至跳起来 还准备反击 已经和萧凡滚坐一团的薛宁儿 却突然抬起手 双枪齐射 砰砰砰砰砰砰 连续十枪 全部命中王川的眉心 打的都是同一个位置 本来王川的身体防御相当强悍 可是连续十枪打在一个地方 还是让他破防了最后一枪 直接打穿了他的脑子 堂堂突变者协会会长 在他成为二级突变者的那一天 他就没有想过 自己会是这么一种死法 只有杜建明逃到了一边 声嘶力竭的下令 警报 拉响警报 全军动员 城门封锁 布下天罗地网 我倒是要看看 今天萧凡这群人往哪逃 一边下达命令 他一边往一个方向逃窜 那是顾怀元所在的地下室 现在城堡内太乱了 他不敢在这里停留 只有到达地下室 他才能够安全 萧凡这边也暂时顾不上杜建明了 虽然暂时脱离了危险 但是外面已经不断地有车辆轰鸣 和人员的脚步声响起 那是深海兵团的人来支援了 大厅内的很多人在咒骂着 奔逃着 虽然暂时没能压制住萧凡 但是只要援兵到来 萧凡这些人依旧是死路一条 新海城中 萧凡麾下的那十辆坦克 依旧在到处乱窜 这些坦克火力凶猛 都处开炮 根本没有人能够拦截得住他们 不过现在接到了命令 深海兵团立刻开始关闭城门 新海城的城门非常坚固 就算是坦克想要出去 也非常的难 何况还有方城防军在 只要大门关闭 他们就可以关门打狗了 任凭萧凡这些人 有再大的本事 也休想离开新海城 到那个时候 他们再好好的和萧凡算一算总账 新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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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海城的北门之外 一条铁轨无声无息地铺设了过来 工程师马顿已经得到了萧凡的授权 可以铺设铁轨 沈瑞辉驾驶这一辆装甲车 将马顿拉在车上 车辆锁过之处铁轨自动成型 老马 你很不错呀 人家牛顿发现了万有引力 你马顿发明了一种迷幻药 硬是将胡青青那绿茶表 迷了个神魂颠倒 马顿尴尬一笑 沈连长怎么知道的 我用脚趾头想都知道 总指挥根本不尽女色 怎么可能和胡青青搞到一起 你老马有这种药 总指挥当然要拿来用用了 我猜的对吧 嗯嗯 不说这个了 沈连长 前面就是新海城的北门了 他们似乎想要关门呢 沈瑞辉冷笑一声 他们再也关不上这个门了 马顿工程师 坐稳了 放心吧沈连长 虽然我不是战斗人员 但是基本的军事素质 还是有的 装甲车加速 向着城门那边冲去 与此同时 在车子后方几公里之外 曙光军的榴弹炮 一字排开 全体注意 目标正前方 十二点钟方向 新海城西门 密集轰炸两轮 放 咚咚咚咚咚咚 榴弹炮开始发射 猛烈的炮机 直轰新海城的西门 轰轰轰轰 一片炮火连天的巨响之中 还没关闭的新海城西门 顿时被炸得粉碎 就连城墙上面的防御攻势 都受到了炮火的饱和打击 一声声的惨叫之中 西门关门的计划彻底失败 而一辆装甲车 则是在炮火的硝烟之中冲了进来 这架三星的装甲车 防御非常的强悍 装甲之后堪比主战坦克 车辆飞快地驶过 撞开一切的障碍物 它的后面 一条铁轨无声无息地出现了 可是深海兵团的人 根本就没有注意到 这一条铁轨 受到炮火打击 城内乱窜的十辆坦克 这个时候也过来支援 装甲车在掩护之下 畅通无阻地直奔核心区而去 核心区之内 深海兵团的大部队正在调集 想要一举歼灭在城堡大厅内 赋予顽抗的萧凡等人 萧凡的磁暴步兵 已经控制了大厅局势 所有试图反抗的 这会儿都躺在地上 散发着一阵阵烤串的香气 其余的人龟缩在了一角 在黑暗之中 恐惧地看着那边的一群人 他们在等待 等到支援部队的到来 深海兵团虽然一缕不在城内 可是依旧还有一万多人的兵力 只要他们过来 萧凡这点人立刻就要灰飞烟灭 那边深海兵团的人 也确实就要冲过来了 磁暴步兵虽然守卫着大门 但是也不可能持久 就在这个时候 沈瑞辉的装甲车冲了进来 这辆装甲车 横冲直撞地冲到了门前 然后一个拐弯又跑了 深海兵团的人有些愣着 不知道这辆车冲过来 是一个什么意思 但是那也不重要了 一辆装甲车而已 无论如何 不可能改变眼前的战局了 就在他们准备发动强攻的时候 突然一声巨响在身后传来 呜呜呜呜 光光光光光 一辆犹如远古巨兽般的钢铁列车 竟然直挺挺地冲进了核心去 第210章 疯狂输出的列车 装甲列车这种东西 应该属于上世纪中期战争时代的产物 按照现在高科技发展的水平 它其实有些落后 甚至应该被淘汰 可是现在已经是末世了 科技也好 工业也好 很多都被打回原形 甚至比上世纪还不如 而且东西的出现也要分地点 现在这种场面下 简直没有被装甲列车还实用的了 深海兵团来围剿萧凡 因为不太清楚城堡大厅内的情况 为了稳妥起见 现在外面已经聚集了将近3000人 不但有这么多人 还有很多的战车甚至坦克 就是为了万无一失 如此密集的阵容 给了装甲列车最大的发挥空间 而且深海兵团的人 做梦也不会想到 这个核心区内 竟然会有列车开进来 他们记得这个地方是没有铁轨的 可是现在想 那些已经没有意义了 装甲列车既然开进来了 那就是进来了 存在及时道理 没有给深海兵团的人反应的时候 装甲列车前面的主炮 直接开炮 这种列车炮 其实和主战坦克的炮是差不多的 调整了一下角度 一炮就将一辆装甲车 打得当场爆炸 一团火球升空 火焰吞噬了周围的几名士兵 深海兵团的人才反应过来 准备战斗 这些人慌乱地准备迎敌 装甲列车也不管那些 轰隆隆地直接开进了院子里面 深海兵团的人慌张地左右躲避 恐怕被这轰鸣的钢铁怪兽给撞死 刹那之间 城堡前的院子 被装甲列车一分为二 也并不是特别的慌张 虽然这列车看上去非常的巨大 但不就是一辆列车吗 挤炮下去就将它击毁了 列车进院子的速度已经放缓了 当深海兵团的人慌张地做调整的时候 列车也在这个时候停了下来 车头都快要到城堡大厅的门前了 那一门车头上的主炮 也没有了射击角度 深海兵团的人 本能地就忽略了车头那里 就是这么一个忽略 立刻就吃到了教训 装甲列车的车头 不单单只有一门主炮 还有两艇高射机枪和两个火箭巢 还没等列车停稳 火箭巢和机枪就突然开始咆哮 嗖嗖嗖嗖 一枚枚的火箭弹进程发射 那些毫无防备的深海兵团 立刻吃了大亏 列车两侧顿时烈焰冲天 轰轰轰 连续的爆炸声接连不断 好几辆战车当场被击毁 重机枪对着毫无准备的人群扫射 顷刻之间就放倒了一片 该死的 给我把车头击毁 火车跑得快 全靠车头带 这辆车可能是来接萧凡逃走的 把车头击毁 他们就完了 开火开火 坦克呢 火箭炮呢 上啊 深海兵团里面一阵怪叫 坦克和火箭筒战士 立刻掉转炮口 对着车头那里开火了 一枚枚的火箭弹轰了过去 在车头处发生接连不断的爆炸 眼看着一团团的火光在车头升起 已经将整个车头笼罩 似乎下一秒 这个车头就会被打得爆炸 可是当火光散去 这些人惊讶地发现 车头除了被炸的一片焦黑之外 并没有多大的损伤 不是吧 这辆车的装甲这么厚 装甲太厚了 有点打不动 来人 登车 人工夺车不就好了 深海兵团的步兵呼啦啦地靠近 逐渐地都集中到了列车的前半段 就在深海兵团的人 准备登上这头钢铁怪兽的时候 让人震撼的事情发生了 列车前面几节车辆里面 挡板一翻 很多的枪炮管子伸了出来 装甲列车现在共有十几节车厢 其中除了车头和燃料车厢外 还有三节战斗车厢 这三节车厢可是不简单的 每一节车厢内都有两门100毫米的滑塘炮 四门23毫米的炼士机关炮 和八挺127毫米的重机枪 另外还有12枚斗 但可谓是武装到了牙齿 现在深海兵团的人 大多都集中在这三节车厢的附近 是最好的开火机会 这种武器一出现 就带来了一场巨大的灾难 就是那些坦克和战车 而机关炮的目标则是人员和轻型车辆 重机枪的目标就彻彻底底的是人员了 车厢内部操控武器的曙光军战士们 几乎是同一时间开火了 当开火的那个瞬间 很容易让人的耳朵直接聋掉 震天的枪炮声同时响起 车厢两侧瞬间化为人间地狱 轰轰轰 一团团蘑菇云升腾 不断地有战车和坦克被击毁 当当当当 机关炮的咆哮堪比灾难 无论是装甲车 运超车 防爆车 都无法抵挡这种被冠以炮名字的武器 只要被那金属洪流盯上 无一例外全都是被打爆 唯一的区别 就是被打爆的时间多于少的问题 而那些重机枪带来的杀戮 完全不比主炮和机关炮的少 夜色之中 金色的子弹洪流疯狂的输出 所过之处尸横遍野 血流成河 深海兵团的军事素质 可以说要比联盟军强很多 但是他们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 就是将这辆列车 当成了普通的列车对待 没有什么借心的靠近 甚至直接来到了车厢附近 这种时候 什么军事素质 也没有太大的用武之地了 在机枪和机关炮的咆哮下 他们除了被打得粉碎之外 几乎没有其他的选择 人们惨叫着 奔逃着 或者举起枪 勉强地还击 但是这一切都是徒劳的 这辆装甲列车 就好像一个刀枪不入的石头 子弹打上去 连挠痒痒的作用都起不到 残值断壁漫天飞舞 轰隆隆地爆炸 覆盖了视野 这一刻 一直在新海城称王称霸的深海兵团 终于感受到了战争的残酷 装甲列车疯狂地火力输出 完全压制了深海兵团 接连不断地爆炸 将天空都染成了红色 就好像天边的火烧云 关于前女友的问题 我早就在文中有过暗示 见过前女友后 就去找工程师马顿了 马顿是制造那种药剂的工程师吗 可惜似乎没有人想到这个 第211章 回师 装甲列车强大的火力输出 加上深海兵团本身的失误 导致了一场灾难的发生 从装甲列车开始开火 到深海兵团这3000人的溃败 时间只用了不足15分钟 遍地残骸 处处封烟 城堡前面死伤无数 已经跑到了地下室的杜建明 和顾怀远脸色铁青 顾怀远更是对外面下达了命令 深海兵团的人停止救火 回来驰援城堡 务必要将这辆列车留在这里 现在新海城被萧凡派出的 喷火器战士到处放火 弄得一片狼藉 深海兵团的人很多 都被救火牵制住了 来回的疲于奔命 当他们得到了将军的命令 放弃救火之后 一个个如获大赦 纷纷地跑回了核心区 就好像蚂蚁龟巢一样 密密麻麻的的士兵 开始向核心区聚集 缓过劲而来的深海兵团 开始组织兵力 并且将他们的武器 从库里拉出来 准备和那辆装甲列车 决一死战 就在他们组织兵力的过程之中 蜀光巨龙这辆装甲列车 开始出兵了 那些跟随列车 来到了新海城的蜀光军们 准备下车迎敌了 十辆三星坦克下来 十辆榴弹炮摆开 107的火箭筒也下来 迅速地在城堡前 展开了一个阵地 加上萧凡之前生产的 十辆坦克 现在也结束了流窜 来到了核心区内 和蜀光军的大部队会合 他们有一个主要的任务 那就是牵制 牵制住深海兵团的兵力 将装甲列车 暂时地解放出来 因为装甲列车 还有一个重要的使命 战车们下来 不等深海兵团那边完成集结 立刻就开始发动了冲锋 十辆三星坦克 成为了突击的主力 轰隆隆的前进 三星坦克强大的防护力 能够让他们冒着炮火冲锋 深海兵团 也调集了他们的坦克 开始出战 深海兵团 不愧是一个师的编制 很轻易地 就出动了数十辆坦克 投入了战斗 蜀光军这边 之前的十辆坦克 在几架有着巨大金属手臂的 多功能步兵车维修下 也很快再次投入了战斗 深海兵团一方 大约六十辆坦克 蜀光军这边二十辆 尽管如此 深海兵团那里 居然占不到什么便宜 蜀光军后面的火箭炮和榴弹炮 轰隆隆的炮声震天响 整个新海城的人斗 战战兢兢地看着这边的情况 虽然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但是猜也猜得出来 在新海城 一直称王称霸的将军等人 这一次是遇到挑战了 新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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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号新号 位于新海城西南方向 也是深海市的市郊处 一支部队正在快速返回 这里是深海兵团的一旅 大约七千人的兵力 这也是顾怀远的王牌部队 装备最为精良 可是现在战斗的主角 这一支队伍的装备甚至更加的精良 得知新海城的情况之后 他们立刻组织了一支运输队伍 帮助深海兵团一旅快速返回 大约20架武装直升机 迅速地升空返回 其余的大部队则是飞快的登船 宝江是深海市附近最大的江河 无论是深海还是新海城 都是在宝江沿岸 所以走水路回去 比陆地运输还要快捷 上百艘快艇聚集了过来 每一艘都搭载了20人左右 另外还有两艘大型的运输船 坦克大炮等等装备 直接开上了船 动作都快一些 直升机回去牵制 现在最主要不让来犯的人逃离 之后大部队返回 就是他们的末日了 深海兵团一旅的旅长大声地呼喝 此刻他是心急如焚 在他的身边 另外一支队伍的长官 对他笑了一下 陈旅长 顾怀远将军那边的情况 看上去很严重啊 不然不会紧急命令你们回兵支援了 陈旅长点点头 不错 对方火力非常强大 而且战术运用成功 希望我们还能够赶得及吧 那个长官沉吟了一下 多个心眼 如果顾将军那边不行了 我希望以后还能够和陈旅长继续合作 姓陈的旅长表情松动了一下 没有多说什么 也起身登船 准备返回新海城 直升机编队率先出发了 这是顾怀远要求的 现在战况激烈 必须让直升机编队先过来 不然他觉得 他自己都有些不安全了 直升机离开 之后就是大群的快艇和运输船 批驳斩浪地 沿着宝江快速前进 一些战士端着枪在船上守护 一旦有大型的鱼类出现 他们立刻就会开枪射击驱逐 不然现在快艇类的船只 在江面上行驶 都不是很安全了 从他们的出发点 到新海城接近200公里 快艇要一个多小时才能到达 希望新海城可以坚持到那个时候吧 新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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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里的战斗 对于曙光军来说 也不是那么轻松的 毕竟对方有人数优势 当稳住阵脚之后 深海兵团也开始发挥实力了 不断地炮击轰向了城堡大厅前 将这里也打得狼烟遍地 不过肖凡这边也是够狠 他不断地让曙光军 以城堡为一托作战 要知道 今天是顾怀元举行的酒会 城内的上流社会 大多数都过来了 如今都聚集在城堡大厅内 这样一来 深海兵团投鼠忌器 反而不太敢猛烈地开炮了 失去了火炮的压制 曙光军的坦克再次发威 三星坦克配合维修车 竟然硬抗了对方的60辆坦克 而且不断地消耗对手 双方你来我往 在城堡前打成了混战 虽然局面不是太好看 但这就是肖凡想要的 这个过程之中 沈瑞辉那边开着装甲车 终于将铁轨铺设到了 顾怀元所在的地下室门前 这个地下室的大门 堪称刀枪不入 肖凡想要试试 曙光聚龙这辆装甲列车 能不能把地下室的大门给撞开 第212章 防空 深海兵团的二旅长 在得知一旅的旅长 即将带着部队返回的消息时候 决定发动一场攻势 虽然对面肖凡的部队 打得也有声有色 可是他并不认为肖凡能够胜利 一旅一旦回来 在直升机的打击之下 肖凡那边就要土崩瓦解了吧 可是那样一来 自己的二旅就没有多大的功劳了 他不想被一旅比下去 所以他终于组织了一次 反攻这一次的主要攻击目标 是要夺取城堡 只要控制城堡 不让消凡的人依托城堡作战 那么自己一方的火炮就能够肆虐了 要是能够在一旅回来之前完成战斗 自己的功劳就是最大的 于是黑压压的步兵阵线 开始跟随坦克冲锋了 这次的行动还算顺利 因为装甲列车的位置前移了 奔着另外一个方向去了 没有了装甲列车的火力压制 对方的坦克也好 榴弹炮也好 对付步兵的散兵线作用并不大了 可是没想到 他们冲到城堡附近的时候 下的四连高射机枪成为了收割人命的死神镰刀 这种反人员神器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被消凡布置在了城堡里面 错不及防的二旅步兵再次遭遇了毁灭性的打击 双方一轮短兵相接 二旅丢下了1500多人的尸体 狼狈逃窜 这一轮的打击不但让二旅失去信心 甚至也让地下室里面的顾怀远失去了信心 要是援兵还不回来 他觉得自己留下的人甚至有失败的可能 幸好在他的再三催促下 一旅的直升机部队就要回来了 星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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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堡大厅里面 萧凡坐在那里吸烟 也统率着全局的战斗 战斗到了这一步 他只有一个目标了 那就是打开地下室 夺取里面的黄金 然后就离开 神龙省的局势愈发的严峻 他今天晚上就要走了 打退了二旅的一次冲锋 虽然自己挥下也损伤不少 但是总算暂时地控制住了局势 得知铁轨扑设到了地下室的门前 萧凡就准备行动了 总指挥 有直升机正在快速靠近 哦 这是深海兵团的援兵回来了 有大约多少飞机 大约二十架 萧凡点点头 这应该是今天最后的考验了 只要能够扛过这一波敌机的攻击 今天晚上的战斗 基本就圆满了 至于敌人从江面回来的援兵 恐怕是赶不上这一场盛宴了 准备 先不要急着攻击地下室 重点保护我们的装甲列车 不要给敌军飞机太多机会 明白 核心区的一些建筑物上方 开始不断地有曙光军埋伏 而装甲列车则是停留在了城堡的侧方 不给敌人的飞机远距离的射击角度 很快 天边一架架亮着灯光的直升机出现了 二十架飞机组成了四个编队 一个编队五架飞机突突突地飞了过来 看到新海城内火光冲天 这些飞行员已经心急如焚 得到命令的他们别的地方都没有去 直接飞往核心区的上空 他们接收到的命令 就是快速地击毁一辆列车 动摇动摇 我是动拐 请确定你们的攻击方向 动拐动拐 我是动摇 我们已经看到那辆列车了 我们正在飞往他的车头方向 并且即将执行第一步攻击 动拐明白 动拐明白 那我们就进行第二轮打击 请注意对方的防空火力 哦 第二个编队的队长和第一个编队的队长对话完毕 切断通信 第一个编队的五架直升机并没有在意什么防空火力 在他们看来 就算对方有防空 那也只是高射机枪一类的 自己现在飞得高 居高临下的给他们击发倒 但就可以了 并不太在乎高射机枪 可是 就当他们飞过一栋高楼上空的时候 高楼天台上 几名曙光军的战士突然对他们发动了攻击 那是消防生产的防空步兵 这些防空步兵举起便携式单兵防空倒 弹 迅速开火 嗖嗖嗖 几没倒 但快速升空 拖拽着喷射火光的尾巴 精准的命中飞掠而过的直升机 碰碰碰碰 刺团烟花在空中爆裂 直升机或者爆炸粉碎 或者机身受损 冒着黑烟打着旋 在空中失去平衡 摇摇晃晃地下坠 轰隆轰隆 连续的两声爆炸 两架没有在空中解体的飞机 在地面坠毁了 其中包括刚刚通话 并且质得意满的动摇 五架飞机组成的编队 只有一架能够逃出升天 第一波直升机编队的负面 给后面的直升机提了个醒 后面的直升机编队 开始迂回前进 打算从其他方向 绕行到列车上空 但是肖凡足足生产了 50个防空步兵 这些步兵隐藏在暗处 直升机根本发现不了 接二连三的直升机 从空中被打了下来 很难靠近列车附近 一团团烟花在空中爆炸 照亮了新海城的夜空 偶尔有两架飞机靠近 也没有能够对列车 造成什么大的打击 列车本身就装备着对空的抖 但当直升机靠近的时候 列车上面就会有岛 弹升空轻易地将直升机击毁 只有一架飞机发射出了一枚飞弹 但是只击中了列车的货运车厢 虽然也造成了一定的损伤 却没能够给曙光郡带来人员的伤亡 被深海兵团寄予厚望的直升机编队 攻击就这么虎头蛇尾地中断了 连续损失了超过十架飞机之后 直升机编队只能飞得远远的 不敢再靠近这片防空火力猛烈的区域 失去了直升机编队的牵制之后 列车终于失去了所有的束缚 拉响汽笛 列车再次启动 从城堡这里到地下室那里 已经是一片坦途 列车的车头处装了一大块的防撞钢梁 这块钢梁就在列车的推动下 轰隆隆地撞向了顾怀远藏身的地下室 第213章 底下藏经 地下室在地下 但是大门却在地上 顾怀远本以为他的大门是坚不可摧的 可是他从来也没想过 这一扇大门竟然会被火车撞击 伴随轰隆的一声巨响 这扇大门连同它的门框部分 那些钢筋混凝土的建筑 竟然直接被撞塌 甚至以为平地曙光巨龙 发出轰隆一声响 列车剧烈地震荡了一下 前面防撞钢梁整体变形甚至脱落 但是万幸的是 列车没有脱轨 这要得益于曙光巨龙巨大的重量 保证了车体的平稳 里面的人员早就做好了撞击准备 也都没有负伤 这一切也是经过工程师反复运算 并且得出可行性才操作的 看到这一幕成功 萧凡心中大喜 走 去地下室 一直等候着的萧凡 立刻带领部下 前往地下室 地下室的门前 战士们迅速地将一些砖石清理掉 露出了通往地下的涌道 警卫连的战士们一马当先 直接冲到了地下 后面的深海兵团 还试图去地下室救援将军 但是曙光军的列车 已经倒车回到了战场附近 配合坦克部队作战 强大的火力再次发威 已经受损不清的第二旅 一时间 竟然没有办法突破曙光军的防线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萧凡的人 冲进了地下室 地下室里面 顾怀远和杜建明 紧张地看着门口 当房门被一脚踹开的时候 两个人甚至吓得一屁股 跌坐在了地面上 警卫连的战士 冲进了地下室 没有给他们二人任何的机会 直接将他们控制住 一切安全之后 萧凡步入了地下室 再一次见到萧凡 顾怀远和杜建明 已经没有了任何的嚣张本钱 顾怀远还强自镇定地道 萧凡 你不要太过乱来 我的第一旅就要回来了 而且 还有其他部队的援军 到时候 你的兵力只有死路一条 现在我们两个好好谈谈 我可以允许 你在新海城经商 并且不会被打扰 萧凡没有回答他的话 只是将手里的枪拿了出来 不不不 你千万别冲动 咱们什么都好商量 我可以让你做商会的会长 甚至你想做副城主 也没问题 萧凡举起了枪 顾怀远都要崩溃了 不要啊萧凡 你想要什么你说 你要城主的位置 我可以给你 但是你千万别冲动 你要知道 这个世界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的 你别看我是个城主 但是真正主宰这个世界的人 并不是我这种人 你如果贸然杀了我 一定会激怒我身后的人 他们可不是好惹的 萧凡眉头微微挑动了一下 哦 你的身后还有人 没错没错 不然我凭什么能够在这里建立新海城呢 萧凡没有在问什么 而是直接扣动了扳机 砰砰两声枪响 顾怀远和杜建明 倒在了血泊之中 顾怀远临死的时候 还不甘地问萧凡 你就不想知道 那人是谁吗 不想 到我该知道的时候 自然就知道了 萧凡并没有那么八卦 非要去打听什么秘密 至于这个世界的真相 萧凡认为 自己完全可以慢慢地探索出来 顾怀远和杜建明 这两个新海城的掌权人物 就这么死在了他们认为的安全堡垒之内 萧凡干掉了他们 立刻开始收集这里的物资 在地下室的一个房间内 萧凡终于找到了 新海城的黄金储备 顾怀远还挺明白道理的 知道收集黄金 别看黄金暂时看着没什么用处 但是一旦局势稳定下来 黄金必定还会成为 所有人都需要的战略储备 盛世古董 乱世黄金这句话 不是白说的 一层层的金砖 堆积得好像小城墙一样 萧凡眼神晃了一下 立刻将其转化成为了系统资金 恭喜总指挥 获得资金4897220金 萧凡心中一喜 这一次居然获得了将近500万的资金 加上他之前的剩余 现在他的资金总额 已经超过了600万 有了这么一大笔钱 萧凡就能将自己的等级 提升到旅长了 成为旅长之后 萧凡就有足够的信心和实力 与北方那些和自己做对的人 好好地打一场了 到时候 无论是槟城 黑山伊林 或者伯利亚人 都将不会再是自己的对手了 收集过资金 萧凡没有停留 直接离开了地下室 当顾怀远和杜建明的尸体 被扔出来之后 这边的战斗临时停止了 负责指挥战斗的二旅长 显然不知道 接下来应该怎么做 或者这个时候 他已经有了其他的心思 顾怀远 王川 杜建明 三个新海城最有权势的人都死了 接下来是不是该轮到 他去唱主绝了呢 有了别的心思 这仗就有些打不下去了 他在等待 等待一旅那边的人回来 可是萧凡不能等下去了 蜀光军战斗到现在 也损失不小 他命令所有人开始登车 因为曙光巨龙加了四节车厢 可以将新生产出来的战车 也都装上去 受伤的战士也全部上车 一旅那边的人 就要通过宝江返回了 萧凡必须在他们回来 之前撤离 萧凡走到列车附近 这时候 城堡大厅内的很多人 也都走了出来 萧凡一眼就看到了 人群之中高大的巨石阿强 萧凡笑眯眯地招了招手 示意阿强到自己身边来 巨石有些不太自然地走了过来 再看萧凡的目光 已经没有了当初那样的随意 萧凡拍了一下他的肩膀 巨石老哥 这是怎么了 魂不守舍的 巨石咧嘴笑了一下 什么巨石不巨石的 您 你叫我小石头就好了 哈哈 那怎么行 小石头这个名字太没气势了 毕竟你是我在这里唯一结交的朋友 巨石黑黑笑了一声 终于正常了点 我从北方来 现在要回北方去了 不过这深海有朝一日 我还会回来的 到时候再和巨石老哥把酒言欢 好好 一定一定 走了 希望我在回来的时候 巨石老哥 你至少能够成为这里的掌舵人之一 巨石心中一灵 显然也意识到了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突变者协会会长死了 他完全可以趁着这个机会 掌控协会 萧凡看巨石明白了 笑了一下 转身登上了列车 走吧 新海城的水军回来了 咱们没有水运的能力 就不和他们玩了 这时候 装车也已经完毕 列车轰隆隆地启动 开始离开新海城 萧凡的目光 看向了远处的宝江 等到他下次回来的时候 他也应该出海军了吧 第214章 冰城火车站 曙光聚龙的回程之路 比来的时候慢了一些 后面加了四节车厢 坦克也多了十辆 这些都凭空增加了许多重量 列车在路上足足跑了五天 才算是 进入到了神龙省的地界 看着窗外白茫茫的冰雪世界 萧凡竟然感觉到了亲切 回到自己的地盘了呀 从沿海回到北方 看到冰雪 就快要到家了 他的手里 还在摆弄一顶帽子 这帽子是安小璐送给他的 安小璐被救出来后 直升机并没有飞得太远 而是在新海城之外 等着和萧凡会合 曙光聚龙离开新海之后 直升机也落在了列车上面 在列车上面的这几天 安小璐为了感谢萧凡 就给他做了一顶帽子 一个淡黄色的礼帽 安小璐还在上面 绣了最爱萧凡叔叔几个字 小女孩的手笔有些幼稚 但却是她的一片心意 萧凡也就接受了 不过 萧凡是没有打算在人前带的 就当作是一个礼物收藏起来吧 摆弄帽子看着窗外 前面就是槟城市了 列车将会途进槟城市的一个车站 槟城市有好多个车站 这里是槟城西站 人口相对市区那边少一些 萧凡来的时候就路过的这里 来的时候 站台上的丧尸数量并不多 多数的丧尸都集中在后车室那边 站台上的丧尸 根本不足以阻挡列车前进的脚步 萧凡也就没太在意 看着窗外的车站 萧凡心想 魏无忌那群人想要收复槟城市 绝对不是几个月内能够完成的 而自己呢 以后实力强了 要不要考虑来槟城市这里闯一闯呢 正在胡思乱想的时候 突然系统提示传来 总指挥 右前方700米处 发现一个补给箱 萧凡冷了一下 透过车窗往外看 发现右前方就是火车站的后车室了 打开雷达一看 后车室内果然有一个补给箱 补给箱位于后车室一个角落 好像是在售票窗口内部 而后车室的里面有着至少一万只丧尸 后车室外面的站前广场 更是有着大量的丧尸云集 如果是以前 萧凡甚至可能会放弃 但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 他手下实力强悍 这个补给箱不拿有点说不过去了 停车 拿了补给箱再走 列车停在了站台附近 萧凡随手将帽子戴在了头顶 带着人下车下车之后 北风呼啸 寒意扑面而来 这里丧尸的数量不少 我们兵分两路 大部队在后车室门口这里 吸引丧尸 然后 萧凡本来想让沈瑞辉去拿不几箱 但是今天话到嘴边 突然改变了主意 薛尼尔 你去拿不几箱 能够做到吗 总指挥放心 保证完成任务 开始行动 部队下车 很快就在后车室门前 形成了一个半弧形的包围圈 一辆三星坦克一炮轰了出去 直接将后车室的大门轰垮 里面的丧尸 立刻发出阵阵咆哮 向着后车室大门前进 战士们纷纷开火 密集的火力打击封锁了大门 现在萧凡这里的杀伤力非常的强 四连机枪摆了一排 金属洪流就好像狂风暴雨一样的 往里面射击 这些子弹 基本都能够打出串堂葫芦一样的效果 在子弹耗尽之前 丧尸想要冲出来 简直难如登天 后车室里面的丧尸被吸引 战前广场的丧尸也被吸引 纷纷往这个方向来 如果萧凡时间充裕 凭借现在的七八百战士 和这辆装甲列车 在这里磨个两天 说不定能够将这个火车站收复 可是萧凡不想在这里耽搁了 曙光城那边的情况也很紧急 他要抓紧回去 所以他下令尽量地歼灭 等到后车室这边的丧尸 都被吸引过来之后 薛宁儿就出动了 他打碎了后车室的窗户 从靠近售票厅那边进入后车室 趁着丧尸都不在这边 薛宁儿直接冲进了售票厅 几枪解决了售票厅内的几只丧尸 薛宁儿飞快地拿起了补给箱 一路快跑 在丧尸追上他之前 他直接从窗口又跳了出来 这就是现在实力强的好处 无论是吸引的火力 还是单兵素质 都比之前强了太多 以往很难拿到的补给箱 现在轻松就能够到手 萧凡接过补给箱 立刻招呼所有人撤退 临时下车的两辆坦克开了上去 四连机枪也全都回到了列车上 虽然还有大量的丧尸往外冲 可是曙光聚容上面的火力开火 将冲出来的丧尸 纷纷打死在了站台上面 战士们登车的过程之中 萧凡就在车边看着 他知道自己是不可能有危险的 也就看着战士们登车 所有人登车完毕 就在萧凡转身登车的时候 突然站台上刮过来一阵狂风 北风吹雪 威力不小 竟然将萧凡头顶的帽子 一下吹飞了 李茂直接被吹到了丧尸群那边 落在了尸体堆里面 萧凡手里还拿着补给箱 一时间没有抓住帽子 有些不甘心地抬了抬手 一想还是算了 这种时候 再去取帽子 就太麻烦了 大不了让安小璐再做一个就是了 转身登上列车 曙光聚容启动远去 后车室门前 已经是一片湿山血海 当曙光聚容走远了之后 后车室的一个角落里面 一个女性丧尸站起来 一双锋利的爪子 趴在窗口上 看着远去的列车 她的头部中了一枪 但是却罕见的没有死亡 因为子弹的射击角度有些偏 只是从她头部侧方射中 打出一个血洞 却没有击毁她的大脑组织 所以她活了下来 不但没有死 被打中的女丧尸 竟然还感觉头脑一阵清明 她想起来了一些东西 首先她想到的 是刚刚那个站在列车下的人 是一个很强大的人 自己要离她远一点 之后她想到的 自己是一个女人 还是一个很青年很漂亮的女人 漂亮的女人 头上有个血洞是很难看的 于是她低下头 想要找一个遮蔽的东西 很快 她看到了一顶帽子 女丧尸走了过来 将这顶帽子戴在了头上 帽子她感觉很满意 只是她暂时还有些想不起 帽子上面的几个字 是什么意思 女丧尸戴着帽子 她决定离开这里 现在她的脑子里面 有两种本能 变得更漂亮 变得更强大 第215章 谭雅亚当斯 肖凡拿着补给箱 回到了自己在列车上的卧室里面 关上门 肖凡深呼吸一口气 打开补给箱 根据她开箱子的经验判断 补给箱开出什么东西 可能和环境有关 也可能和人员有关 比如 小八就是在河水里面开出来的 不知道这个薛尼尔拿来的箱子 能够开出一个什么东西来 打开 瞬间 肖凡的床上多出了一个人 一个金发闭眼的西方美女 女子上身穿着一件米色的小背心 下身穿着一条米色的热裤 身上的肌肤银白如玉 金发在耳边扎了两个长长的辫子 海蓝色的大眼睛 精致的五官 配合她这简单的一身 看上去又醇又郁 窈窕火辣的身材 和她一起出现的 还有一个背包 只不过 现在也扔在床上 看到这个新出现的外国美女 萧凡目不转睛地愣着了好一会儿 直到那个美女微笑了一下 来到萧凡身边 轻轻地拥抱住了萧凡 给了她一个温柔的贴面礼 谭雅 亚当斯向总指挥报道 嗨嗨 萧凡忍不住咳嗽了一声 微微点头 说说你的情况 总指挥 我是特种部队的队长 精通15种徒手杀人技能 武器为两把特制手枪 和您的手下薛宁儿一样 都精通双手打手枪 不过 我是红颈系统的天然英雄 天生就自带五星级别的升级上线 而且还擅长爆破和游泳 并且 我不会受到精神控制 永远只听令于你一个人哦 谭雅 亚当斯说着 还对萧凡眨了眨眼睛 很显然 这个红颈系统的天然英雄单位 看上去并不是特别的老实 说着 他甚至靠近萧凡 总指挥的意志高于一切 你有什么爱做的事情吗 可以向我提出任何要求哦 萧凡这时候已经想起来 红颈游戏里面的英雄单位谭雅 谭雅是属于盟军阵容的英雄 有着非常强悍的单兵战斗力 萧凡的红颈系统 是属于神州阵营的 并不能主动生产 其他国家的战斗单位 但是他可以通过开箱子 获得一些东西 比如之前的巨炮 自爆卡车 现在的谭雅都是 他也没想到 会开出这么一个英雄单位 看来这应该和薛宁儿 去取箱子有些关系 如果让沈瑞辉去取 说不定开出两条 哈士奇类的军犬也没准 这一次的收获 萧凡相当的满意 很好 你以后就加入警卫连吧 和薛宁儿孙飞飞一起 都做我的贴身护卫 谭雅痴痴地笑着 好呀 我和宁儿都惊中双手打枪 我们两个人就有四只手了哦 萧凡难得的有些狼狈 西方性格的谭雅 和温柔的薛宁儿 从里面拿出了一条 牛仔裤套上 又穿了一件小外搭 两把很大的手枪 被她挂在了腰间 腰间还有一个 类似于定时炸 谭一样的东西 将两个辫子整理了一下 眼前就是一个 充满西方韵味的美少女 萧凡长长地吐出一口气 谭雅的表现 让她现在充满了信心 果然还是西方女孩 善于表达情感 东方女孩过于矜持了一点 这么长时间 居然没有人来勾搭自己 让她一度怀疑自己的魅力 现在好了 相信有谭雅的带动 周围的女生 应该也有了危机感 该对自己出手了吧 到时候 自己可以好好地选择一下了 打开了卧室的门 萧凡给警卫连的 其他主要人员 介绍了一下谭雅 这是大家的新伙伴谭雅 以后共同承担警卫任务 薛宁儿和孙飞飞 很快和谭雅成为了朋友 沈瑞辉那边 也对谭雅点头示意 似乎有什么话要说 但是又没有开口 有了谭雅的加入 列车上的旅程 变得更为轻快了一点 三大美女在身边 还有安小璐 这个可爱的小女孩在 回家的路途 似乎也快了起来 新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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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燕云市 监狱基地 最近云州燕云这边风声鹤唳 每一天几乎都会有 新的消息传来 尤其是伯利亚人 进驻伊林市的森林基地之后 紧张的情绪 更是在神龙省弥漫 槟城市 伊林市 黑山市已经结为同盟 而曙光城和云州 幸存者联盟也结盟了 监狱基地的位置 几乎是在两大势力的包围之中 无论是曙光军南下 还是槟城军北上 都会路过监狱基地 所以 无论怎么看 监狱基地 似乎都无法置身事外了 上一任的首领胡小飞死了之后 现在监狱基地的首领 叫做韩宇 韩宇坐在这个位置几个月了 但是却一直没有找到 当首领的快乐 现在 想要骑枪官风 明显是不行的了 除非你加入某一方 不然两面不讨好 迟早成为两大势力 斗争之中的炮灰 按照距离远近来说 他应该加入曙光城一方 可是按照总体实力来说 三大基地加上伯利亚人 似乎那一边的势力更强 韩宇现在是左右为难 每天到晚长须短炭 饭都吃不好 今天早晨 他又接到了 伊陵市森林基地首领 关如龙的通话 关如龙通过广播告诉他 如果他三天之内 还不给自己一方答复 那么 双方就自动地进入战争状态 这属于是一个最后通牒了 韩宇有些害怕了 要不就加入了吧 最多开战的时候 监狱基地跟着摇旗呐喊就好了 不过他也没有立即答应 他打算等三天最后的时候 再做出答复 看看这三天时间里面 还会不会有什么变化发生 就在第二天的中午 电视突然出现了信号 哦 曙光就又开始播放电视了 快看看 是不是有什么新的情况 韩宇急忙让手下打开了电视 电视里面出现了画面 画面之中 不是曙光就一直以来的 播音员星小迪 也不是后加入的美女明星迪丽 而是肖凡本人 肖凡一身戎装 对着镜头开口 鉴于近期神龙省局势不稳定 曙光俊决定 将联通云州幸存者联盟 燕云市监狱基地 三家联手 展开一次军事演习 又是一段新情节开始 构思一下 今天就两更了 第216章 联合军演 肖凡在电视里面 意气风发 他大肆地谈论军事演习的必要性 并且表示 三家联盟的这次演习 必定能够震慑周边那些心怀不轨的人 他希望 能够有更多的人 加入到他们的同盟中来 联手将外敌驱赶出去 他还特意在电视里面喊话 关如龙 关如龙 你是神州人的耻辱 堂堂森林基地首领 居然自愿当伯利亚人的走狗 无论是曙光城 云州幸存者联盟 或者燕云监狱基地 都将会与你这个伯利亚走狗势力 战斗到底 肖凡的电视讲话 大大的激怒了关如龙 这边电视直播刚刚结束 那边关如龙就通过广播表示 宣战的对象多出了一个监狱基地 关如龙表态了 槟城和黑山那边也相继表态 将监狱基地列为了敌人 自始至终都没怎么反应过来的寒语 这会儿只能仰天长叹 罢了 对方都宣战完了 他还能怎么办 就跟着曙光成混吧 从头到尾 居然没有人问过他这个监狱基地首领的意见 真是太坦娘的憋屈 心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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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日之后 农历腊月十五 一场代号为黎明行动的联合军演 在平原镇周边展开了 这一场军演 曙光电视台进行了全程转播 军演由曙光军牵头 幸存者联盟和监狱基地配合 三方共出动了部队一万二千人 其中 曙光军三千人 联盟五千人 监狱基地四千人 演练的主要内容是讲 幸存者联盟遭遇敌人袭击 曙光军和监狱基地 连夜奔行数百公里迟远 曙光军一方出动了三十门榴弹炮 二十门107火箭炮 坦克四十辆 步兵战车二十台 装甲车三十台 直升机十架 而幸存者联盟和监狱基地 也各自出动了若干的装甲部队 虽然这两个基地都遭受了重创 但是肖凡在云州这边的战斗之中 缴获了不少武器 在两家都同意付给曙光军一些黄金之后 肖凡将那些缴获的武器出售给了他们 两家的实力迅速恢复 在蜀光军的引领下 已经能够有模有样地开始野外作战演练了 蜀光军提前在平原镇这里设置了敌军战地 蜀光军先是榴弹炮和火箭炮轰炸目标 猛烈的炮火覆盖了敌人的阵地 之后以蜀光军为首的大规模装甲部队全军突击 在飞行部队和坦克编队的掩护下 黑压压的士兵开始冲锋 那些提前设置的障碍物和人形木板 被蜀光军的神枪手们轻而易举的击毁 展示了优秀的作战能力 军演的最后 蜀光军首领萧凡 乘坐直升机抵达敌军大本营 镜头记录下了萧凡下飞机时候的英姿 对于这一场演练 萧凡是很满意的 在蜀光军的引领下 联盟和监狱基地的战斗力也有了不小的提升 三方协作表现出了不亚于末世之前的军事素养 这对于周边蠢蠢欲动的几家邻居来说 他们想要来蜀光军这边作乱 那绝对是要掂量掂量的 凭借现在蜀光军等三家联手 对方如果不倾巢而出的话 基本是没有胜算的 原本打算立刻出兵的伯利亚人和森林基地的人 这会暂时消停了下来 显然他们也意识到 想要打败蜀光城的这三家联盟 是没有那么容易的 心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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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争的阴云似乎消散了一些 其实 无论是幸存者联盟 或者是监狱基地 甚至是蜀光城民众 暂时都是不希望打仗的 因为还有半个月就是农历的新年了 现在蜀光城的城内 过年的气氛已经很浓厚了 街道上人来人往 卖年货的 卖春联的 卖鞭炮的 比比皆是 有黑的冻秋梨 鲜红的冻柿子 糕点糖果 服装鞋帽 街边的路灯也挂上了彩灯 虽然没有过去那样灯火辉煌 可人们却相当的满足 今天是腊月十八 肖凡亲自出席了一场 蜀光城内的宴会 这是一场婚宴 蜀光城内现在的人口大约七万 男女比例也很接近 而且 其中大部分都是年轻人 年轻人多了 恋爱的自然也就多了 这一段男女还不是普通人 他们都是冒险者小队的成员 男生叫做郭明杰 女生叫做安兰 这两个人都是燕云那边的 想当初也都是一方首领 也算是一起逃难到了蜀光城的 也许是在战斗之中产生了感情 他们是第一个申请结婚的 现在的结婚就比较简单了 男女双方各自拿着自己的身份卡登记一下 然后工程师会给他们一个特制的结婚证 就算是合法了 双方基本都是没有直系亲属了 中间省略了很多的繁文入节 这场婚宴就定在了蜀光饭店的一层 一家名叫谢宝王的饭店内举行 新郎新娘特意邀请了城内很多有身份的人 其中最重量级的嘉宾自然就是肖凡了 作为蜀光城第一对结婚的 这是比较有意义的事情 肖凡也就过来参加了 这一场婚宴 新郎新娘身穿神舟特有的古装集服 在酒店内拜了天地 肖凡作为证婚人当场致辞 人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放弃希望 破灭并不是结束 而是新生的开始 希望新郎新娘多多努力 尽快为蜀光城增添人口 只有人类不断的繁衍生息 我们才能战胜这个冰冷的末世 才能拥有光临的未来 之后就是非常丰盛的宴席 每个人都能品尝到美味的谢皇宝 肖凡这一桌都是城内的大人物 比如蜀光郡的参谋长 军序观等等 肖凡和他们吃饭的同时 也在讨论现在的情况 肖凡的心中 是想尽快地升级旅长的 但是目前有一个难题 就是二级金河始终没有找到 二级金河出自巨雄丧尸 或者铁士者身上 但是这么长的时间 野外一直都没有发现这两种丧尸 可能是因为到了冬季 丧尸也不行动了 所以进化的比较慢 这两种高级丧尸没有诞生 肖凡曾经想过 让李南风出去 控制丧尸自我吞噬 但是经过云州蜀巢之后 肖凡发现 李南风能力下降了太多 而且其情绪也不稳定 似乎有些轻生的迹象 肖凡经过思考之后 还是没将李南风再次放出去 这个只有一手一脚的丧尸头子 如果真的玩得自我毁灭 可能还会带来麻烦 还是暂时关押得好 这样一来 没有金河 就没有办法再升级两个工程师了 也就没有办法建设核反应堆 所以这段时间 肖凡一直让蜀光君的战鹰 去寻找巨雄或者铁士者 本来以为过年之前 不会有什么消息了 可是就在吃饭的时候 竟然有消息反馈了回来 第217章 恐怖的狮群 总指挥发现了高级丧尸 但是 通讯员在肖凡身边说了一句 脸上露出一点难色 发生什么事了 总指挥 你接入战鹰的视角 看一下就知道了 肖凡疑惑地接通了一只 请求接入视角的战鹰 刚刚一看到眼前的画面 肖凡经不住倒吸一口冷气 战鹰盘旋的地点 应该是在伊陵市那边 下面到处都是山岭和森林 不过却并不是肖凡的 曙光城后面的新安山脉 起码不是这一部分 因为那视野之中的景象 太过骇人 下面的山岭之中 到处都是丧尸 肖凡不是没见过世面的 当初李南风带着45万的丧尸 来进攻曙光城 那个画面他也见识过 一般的事情 几乎是很难震受到他了 可是现在 这个画面 比当初的情况 还要严重太多 山岭里面的丧尸 根本看不出来有多少 但是绝对要比当初 进攻曙光城的要多 因为战因飞的高看得远 以他的视角 几乎都看不到镜头 可想而知会有多少 更加重要的是 这里不单单只有丧尸 还有无数的变异兽 其中最多的变异兽 有两种 一种是鸟 一种是老鼠 成群结队的变异老鼠 在山林里面横行 密密麻麻的的到处都是 让人一眼看上去 简直密集恐惧症都要犯了 肖凡也经历过云州的鼠潮 他一看就知道 这里的老鼠 甚至比云州鼠潮那里还要多 除了老鼠 就是变异鸟 空中的变异鸟 就好像乌云一样 遮天蔽日的飞行盘旋 简直连冬日淡淡的阳光 都给遮蔽住了 其中的变异乌鸦 喜鹊 鸽子 白头翁 布谷鸟 苍蝇等等 鼠不胜鼠 当然 最多的还是变异麻雀 这种昔日 都不会引起人们注意的鸟类 现在已经泛滥成灾 每一只麻雀 至少都有成年男子的拳头大 爪子和鸟汇 都明显便大便锋利 这些鸟一飞起来 就好像一片鸡羽云 快速地掠过天空 看着非常的恐怖 它们的数量也非常的多 看上去 甚至比地上的老鼠还要多 萧凡透过战鹰锐利的眼睛 隐约地看到了丧尸群中 有高级丧尸的存在 巨熊和铁士者都有 甚至还有萧凡 当初在青阳县城 见到的大肚子丧尸 这种丧尸的数量也非常的多 混杂在狮群里面前进 是的 就是在前进 这是萧凡观看了两分钟之后 得出的结论 不好 萧凡的心中凛然 他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首先出现这种情况 那一定就是 有类似于李南风那样的 变异丧尸出现了 不 绝对比李南风还要厉害 李南风当初也只能控制 最多五十万的规模 这个狮群的规模 明显要比李南风那里的规模大 而且 这里还有变异鸟和变异老鼠 说明这个狮王的能力 绝对在李南风之上 而且 他们的行动是有目标的 萧凡看了一下太阳 判断他们是往东北方向去的 东北方 难道是伊林市森林基地 萧凡就像让和自己 连接视角的战鹰飞远一点 看看狮群前进的方向 是不是森林基地 可是就在这个时候 萧凡突然感到 好像有什么东西盯上了他 不 不是盯上他 是盯上了这只战鹰 什么玩意儿 突然之间 一股力量猛地袭击战鹰 竟然直冲脑海 嗡的一声 战鹰似乎感觉到了疼痛 拍打翅膀 飞上更高的高空 有人要控制这只战鹰 但是失败了 萧凡得出了这个结论 很快 系统之中 安妮对萧凡道 总指挥 丧尸王者试图控制战鹰 成为他麾下的一员 但是我们红颈系统的所有单位 都是有着精神保护的 丧尸王者的控制失败了 萧凡微微点头 但是心中并没有轻松 毫无疑问 这只狮王的情况 已经形成了一个极其巨大的威胁 虽然不知道对方的数量有多少 但至少是过百万的 甚至还超过了百万很多 这样的一个狮群 无论放到哪一个基地 那几乎都是灭顶之灾了 如果现在这个狮群到曙光城来 萧凡都不敢说 能够守住曙光城 至于其他的几家 他们可能还不知道 这个狮群的存在吧 萧凡已经吃不下去饭了 和新郎新娘告辞之后 他带着人返回了核心区 到了核心区没有多久 战鹰的消息再次传递来了 丧狮群 就是奔着伊林市森林基地去的 在丧尸群东北方 大约120公里处 就是森林基地了 而森林基地对这里的情况 依旧是一无所知 甚至根据萧凡了解的情况 森林基地那里 还在积极地备战 道路已经基本打通了 关如龙和伯利亚人蠢蠢欲动 是要打响争讨曙光城 战斗的第一枪了 萧凡忍不住微微摇头 他并不怕森林基地和伯利亚人 如果对方真的敢来到曙光城下 萧凡绝对让他们有来无回 可是森林基地那里 可是有着将近30万的幸存者啊 神龙省第一大基地就是槟城基地 第二大基地就是森林基地 末世开始到现在已经半年多了 如今野外不说一个小事里都没有 但是绝对已经不多了 流落在外的幸存者数量也很少了 能够活下来的 基本都是在这几个大型基地之内 起码占据了总人口的95%以上 森林基地的当权者死活不重要 但是这20多万幸存者 真的是比较宝贵的 看丧尸群的速度 最多两天 就会到达森林基地了 萧凡沉思了一下 随后通知曙光电视台 他要将战因的视野画面播放出去 给森林基地那边提个醒 这两天时间如果利用好 抓紧逃亡的话 他们还是有机会的 按照萧凡的吩咐 曙光电视台播放了这一段画面 播放出去之后 萧凡就耐心地等待着结果 他在想 如果关如龙向自己求援的话 自己要如何应对 但是萧凡没想到 他很快在广播里面 听到了关如龙的声音 萧凡 你是畏惧了 还是潜力技穷了 科技恢复得不错嘛 竟然用电脑制作出这样一个画面 来忽悠我 可惜你还是露出了马脚 因为画面的拍摄 根本不是通过直升机 你难道飞上天去拍摄了 我知道 你怕了 怕我们对你发动进攻了 所以想通过这种方式 来让我们停止前进的脚步 但是我告诉你 你打错算盘了 我们的攻击这两天就会发起 新年之前一定结束战斗 你就等死吧 别再处心积虑地 搞什么花样了 第218章 狮群进攻 听到关如龙的话 肖凡气得不轻 这个王八蛋 自己好心好意提醒他 他居然说 这画面是电脑制作的 肖凡也是有些寒心 如果单单是关如龙 他死一万次 肖凡都不会在意的 不过涉及到了这么多的幸存者 肖凡决定 自己还是做点什么吧 不过 肖凡已经非常确定 就凭关如龙现在的态度 一灵市森林基地的覆灭 几乎已经成为定局 曙光城的电视台 依旧反复地播出 丧失前进的画面 但是伊灵市那边 根本就不在乎 肖凡越是如此做 他们越以为是曙光城怕了 所以他们不但通知幸存者 不要被曙光电视台蛊惑 还抓紧了军事行动的步伐 那月二十日清晨 关如龙终于决定出兵了 他已经和黑山一方约定好 他们和伯利亚人率先出兵 这一次的行动目标 是先要打下幸存者联盟的影视城基地 斩断肖凡的一支臂膀 他们兵出之后 黑山那边派出飞机支援 至于槟城基地距离太远 向着云州影视城基地的方向进发 他们走的是公路 自然不会和在大山里面穿行的狮群相遇 当这一万人出发了大约两个小时之后 狮群的前锋 已经翻过了一个叫做老野岭的山脉 伊灵市的森林基地 就位于老野岭的和七星山中间的山谷处 这里也是气候相对温暖 比较避风 但是缺点也有 就是视野不够清晰 周围都是山 不像是曙光城 两侧环山 另外两侧视野非常的清晰 当初建设森林基地的时候 主要考虑的是隐蔽 这里本来是一个林区小镇 现在已经四面都建设起了五米高的城墙 城区内人口大约二十六万 关如龙当初也是比较有远见的 甚至还在城内建设了一个飞机场 希望有朝一日这里可以通飞机 因为远离伊灵市区 所以这森林基地从建设起来 就一直没有受到过外来势力的袭击 甚至丧尸这里都很少 所以森林基地的人 警惕性也就没有那么高 新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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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月二十 上午十点半 今天的天气不是很好 当初征的大军离开一个多小时后 天空就飘飘洋洋的再次下起了雪 北风一阵紧过一阵 雪花吹打窗帘 人们都躲在家中不肯外出了 森林基地的城墙上 也搭建着一些少楼 此时位于老爷岭这一侧的少楼内 几个少兵正在喝酒 桌子上已经支起了火锅 一盘盘羊肉端了上来 这里没有什么青菜 但是山里经常会有动物出没 这些少兵昨天晚上打到了一只黄羊 其实都不算打到的 也不知道那黄羊怎么了 就好像眉头苍蝇一样的从山里冲出来 奔跑的时候甚至摔下了山崖 直接滚落到了城墙附近 几个少兵几乎是捡到了一只羊 于是就有了今天的酒局 哈哈羊肉来了 咱们隔几个算是运气好啊 大黄羊也不知道被什么野兽追赶 慌不择路地跑到了这里 让咱们几个捡了个便宜 是啊是啊 这么冷的天儿 在这里喝点小酒吃点羊肉 这日子就叫一个美 几个人端起酒杯 一人先干了一杯烈酒 喝着酒吃着肉 没一会儿的功夫 几个人都有些酒意伤头 隔几个 如果要让我选啊 我宁可去打曙光城 为什么啊 在家喝酒吃肉 它不香吗 你们几个真是鼠目存光 就看到眼前这点酒肉了是吗 你们知道 一旦把曙光城打下来 那会有多少油水吗 这个我们当然知道 不过曙光城不是那么容易打的吧 当初几十万的丧尸没打下来 幸存者联盟也没打下来 嘿嘿 那都是老黄历了 再说云州幸存者联盟的实力 能够和我们相比吗 没看这几天 肖凡都吓坏了 老是在电视上面 弄些有的没的吓唬我们 还不是怕了我们吗 这倒也是 那些视频一看就假得很 谁不知道 变异兽和丧尸 本来就是水火不相容啊 肖凡做假的时候 就没过过脑子 所以啊 没能够随军出征 咱们是亏了 是啊 不过也不用急 打下曙光城之后 咱们可以申请调到那边去吗 到了那边 咱们也享受一下 当征服者的滋味 哈哈 几个人端起酒杯 再次碰杯 满面红光 其中一个面对窗户座的人 眯着眼睛晃着酒杯 老子是有些眼花了吗 怎么感觉 对面山坡上来了好多人呢 哈哈 你肯定眼花了 这大雪滔天的 谁会没事跑到山坡上去 可是 我真的好像看到了 好像 好像还有一片云 很快地飘了过来呢 这个人揉着眼睛 情不自禁地站起身靠近窗户 想要看得清楚一些 其余几个人 也被他的动作吸引了 转身去看窗外 窗外飞雪飘飘 阴云密布 视野并不是很清晰 但是就如同这个人所说的一样 山坡上面人影冲冲 似乎真的有人一般 而且 一片阴云正在快速地飘过来 让他们都怀疑自己看得是不是真的 不会是海市蜃楼吧 其中一个人 就过去推开窗户 打算看得清楚一点 最先看到的人 这会儿突然一愣 不好 快点 把窗户关上 周围的人还不明所以 那片阴云 已经飞到了眼前 呼啦啦拍打翅膀的声音 空中一双双心红的眼睛 这哪里是阴云 分明就是一群吞噬血肉的变异麻雀 开窗户的人立刻去关窗户 可是已经来不及了 第一只变异麻雀冲了进来 凌空一口 直接就啄瞎了这个人的一只眼睛 啊 这人发出一声惊天动地的惨叫 后面的变异麻雀呼啦一下就冲了进来 他的惨叫没几声 整个脸上一块完整的肉都看不到了 后面几个人反应比他快了一点 他们拿出了身边的枪 仓促地对着麻雀开枪 可是一切都晚了 他们的枪只是发出了几声响 就有上百只的麻雀冲进了哨楼内 这些疯狂的小鸟已经成为了魔鬼 锋利的爪子和会成为了夺命的戾气 他们再也看不到末世之前的可爱 疯狂的攻击再长几个人 鸟毛纷飞 惨叫连连 羊肉火锅也被打翻在地 几个人的身上全都覆盖了厚厚的一层鸟 短短一分钟的时间 几个参与喝酒的人已经全部变成了窟窿 第219章 森林基地工程站 这几个士兵的死 只是森林基地毁灭的序幕 当大群的变异鸟出现在天空 并且山坡上出现海量丧尸的时候 关如龙整个人都有些傻了 关于丧尸能够集体行动这件事 关如龙也并非不知道 蜀光城被几十万的丧尸围攻 如果说没有一只丧尸统领 那怎么也是说不过去的 但是那毕竟是蜀光城 对于森林基地来说 似乎是事不关己 而且事情过去了那么长时间 他们早都遗忘了这件事 也许就只有那么一只丧尸 有统领的能力呢 关如龙知道他错了 不但错了 而且错得离谱 真的有丧尸可以统领大军 甚至规模超乎想象的大 肖凡没有骗自己 他说的都是真的 这一刻 关如龙狠狠地给了自己一个嘴巴 只是现在后悔也晚了 关如龙第一时间下令 让出征的部队立刻返回 他的心里还抱有一丝希望 也许丧尸们并没有那么可怕 他凭借这里的城墙 还有剩余的几千军队 依旧能够守卫住森林基地 只要出征部队返回 再加上伯利亚人的援军 也许森林基地还有希望 下达命令后 关如龙立刻组织人开始抵抗 所有留守在森林基地的部队 全体出动 其实这个命令不用关如龙下达 森林基地的抵抗已经开始了 那些变异鸟太凶了 这些玩意儿成群结队 铺天盖地 一出现就笼罩在了城市的上空 尤其是靠近老爷岭这边的半区 变异鸟甚至已经开始攻击居民区 那些鸟凶狠地撞破窗户 冲进了居民区的室内 一户户的住宅内不断地发出惨叫 人们也不会束手待毙 他们拿起武器开始反抗 这种变异鸟并非不可抵抗 不单单枪械能够对它们造成伤害 就是棍棒等也能带来伤害唯一的问题 就是变异鸟的数量太多了 森林基地第一时间有些被打懵了 直到守军反应过来 情况才开始有一些好转 密集的枪声开始响起 不断地有变异鸟被射下来 关如龙看到这种情况 心里稍稍地安稳了一点 如果只是这些变异鸟的话 森林基地似乎还有救 但是接下来丧尸的举动 让他的幻想很快成为了泡影 海量的丧尸和变异老鼠 从山坡上面蜂拥而下 迅速地接近了城墙 这一刻 关如龙甚至顾不上头顶的变异鸟 不断地下达命令 让守军登上城墙守卫 一旦城墙被迫 丧尸涌进来的话 整个基地就完了 守军们也知道情况危险 头上顶着钢盔 水桶 铁盆等等东西 冒着变异鸟的威胁 登上城墙作战 本来在他们的心里 丧尸并不是非常的可怕 因为森林基地 也多次外出进攻丧尸 那些只会原地转圈的木头装子 其实就是靶子 只要子弹够用 似乎丧尸根本就不是问题 但是今天的情况 彻底地颠覆了他们的认知 那些丧尸速度并不慢 虽然不断地被守军射杀 可是他们就好像海巢一样 一直涌到了城墙下面 城墙下面很快形成了尸体堆 层层叠叠的丧尸 无穷无尽 尸体堆也越来越高 很快 好几个高达三米的尸体堆就形成了 一些高大的铁甲丧尸 登上了尸体堆 寻常的火力很难压制住了 森林基地不得不调集 重机枪过来守卫 重兵防御尸体堆上面的城墙 而这个时候 一些混杂在尸群之中的胖丧尸发威了 一团团墨绿的水 被喷上了城墙 那些东西就好像浓硫酸 一旦士兵沾染上 立刻就会身体溃烂 惨叫着从城墙上面跌落 强酸给士兵造成了惨痛的打击 城墙顿时出现了危机 关如龙咬着牙 让士兵们重点射杀胖丧尸 这一招确实有些效果 胖丧尸连续重枪会爆炸 这爆炸甚至会波及身边的其他丧尸 但是 这也是杯水车星 丧尸简直是太多了 尤其当一大群的变异老鼠冲了过来的时候 关如龙就知道要完了 这些疯狂的老鼠 他们不会往城墙上面爬 而是直接在城墙的下方挖洞 那些堪比小狗的大老鼠 速度非常的快 一个个大洞肉眼可见的速度被挖了出来 不到十分钟 就有一个洞被挖到了城内 这个洞破开的时候 老鼠就好像喷泉一样的从洞内喷了出来 还在后方准备登上城墙的士兵 顿时遭遇灭顶之灾 海量的老鼠涌过来 地上只能留下一句句的骨架 士兵们连变成丧尸的机会都没有 就算关如龙组织人拼命地封堵洞口 可是周围接二连三地有地洞出现 让关如龙心中一片的冰亡 尤其是当城墙某一处发生喧哗的时候 关如龙抬眼望去 只见一只巨大的如同大棕熊般的丧尸 登上了城墙 好像捏死蚂蚁一样地 击杀自己的手下时候 关如龙就知道 没希望了 完了 一切都完了 从开战到现在 时间还不足一个小时 城市眼看就要宣告失手了 而接到他命令的手下 虽然在快速返回 他们的装甲集团向着北方而去 显然是放弃了关如龙这个盟友 返回山海卫去了 关如龙知道 他们脆弱的同盟已经寿终正寝了 伯利亚人什么都没有给他留下 唯一留下的就是在云州的无尽骂名 卖国求龙 而且还失败了 他现在要怎么办 关如龙痛苦地垂着头 他已经完全没有了方向 这会儿恐怕逃跑都已经成为了奢望 跑得再快 还能够跑过天上的变异鸟吗 就算是有直升机 这会儿恐怕也飞不出去了吧 可惜了 他的基地这里还有二十万的幸存者 就要这么给他的愚蠢陪葬了 正当关如龙惶恐的时候 突然他的手下在身边大喊 手脸 你看那边的天上 关如龙抬头 只见东南的方向 一群全身金色羽毛的巨大老鹰 正飞速靠近 而在鹰群的背后 十架巨大的喷气式飞机 正在划破云层而来 第220章 紧急撤离 看到飞机的一瞬间 关如龙整个人有些傻了 即使现在森林基地 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 他依旧被眼前这一幕震撼了 多久没看到飞机了呀 直升机他见过 但是这种固定一飞机 已经不知道多久没有在天空出现过了 而且还是这么多架 他第一时间想到的是 黑山市机场基地 那个基地是有飞机的 听说还在改装战斗机 也不知道这么长时间过去了 成功了没有 他今天是向黑山求援过的 但是黑山那边知道 他的基地被上百万丧失围攻 直接就切断了通讯 显然是已经放弃他了 莫非黑山的处心首领良心发现 派人来救自己了 关如龙本能的摇头 处心不会有那么好心的 这片土地上如果不是黑山 那么唯一的可能就是曙光城了 关如龙心中怀疑 犹豫 但是此时此刻 他只有迎上去看看 因为这是自己一方唯一的希望了 此刻森林基地的大喇叭 已经在疯狂呼喊 全城的青壮男子都离开了家门 出来迎敌 有枪的直接上城墙 没枪的去城墙下面大老鼠 有些人则是干脆留在原地打鸟 每个人都在拼命挣扎 关如龙心中再绝望 也不能在这个时候撂挑子 森林基地的机场 位于基地的东方 因为丧尸是从西边来的 变异鸟也是从西边飞过来 所以东边的变异鸟数量不是很多 不过还是有一些的 这些变异鸟看到飞机要在这里降落 竟然飞扑过去 鸟群从来都是起飞时候的隐患 降落时候同样如此 如果让这一群鸟冲上去 飞机的降落都会有问题 这时候 那些在飞机前面的战鹰启动了 巨大的战鹰伸展翅膀 直接迎上了变异鸟群 这一群战鹰的数量 大约在500只左右 每一只战鹰展开翅膀 都好像一架小型的无人机大小 面对普通的变异鸟 战鹰是有压倒性优势的 凌空一口 就可以让变异鸟当场毙命 伸爪子一抓 更能直接将普通的变异鸟撕碎 500战鹰轻易地 将2000多变异鸟杀的708落 根本没能够接近飞机 就已经所剩无几 而10架飞机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 先后降落在了跑道上 眼睛通红的关如龙 来到了飞机下方 看着第一架飞机上面下来的人 头戴军帽 脚踩军靴 身体军大厂 嘴里叼着一根烟 手带白手套 身后跟着好几个美女 有军人 有医生 甚至还有洋妞 东西方结合 制服又 这个在关如龙眼里 浑身上下散发爆发护气质的男人 不是肖凡还有谁 看到肖凡到来 关如龙张了张嘴 有些难以置信 肖 肖首领 他干干巴巴地说了一句 想要和肖凡握手 肖凡过来 上下打量了关如龙一眼 没有理会他伸出的手 只是淡淡地开口问了一句 这回要玩犊子了吧 关如龙如同双打的茄子一样 垂下头我错了 我不该怀疑你的话 你早就错了 不过现在说那些 已经没有什么用了 我这次来就是问问你 现在怎么打算的 需不需要我提供帮助 没等关如龙开口 肖凡又道 记住 我不是帮你 你如果敢说 让我带着你逃走 我现在就直接避了 肖凡的刺激下 脸色一阵红一阵白 胸膛急剧地起伏了几次 关如龙一咬牙 我不走 你带我的兄弟们走吧 肖凡哼了一声 摇摇手指 不 你的兄弟们必须留下来战斗 如果你还有一点人性的话 我会优先带走城里的老人 女人 孩子 你需要考虑一下吗 关如龙此刻眼里全是红血丝 他也干脆地摇摇头 不用考虑了 肖手领不计前嫌 一波云天 能够营救我森林基地的妇孺 说着 他立刻通知下去 让城内所有的老人 女人 孩子 全都往机场这边跑 能够撤走多少算多少 他身边一个手下想了想 首领 城里根本没啥老人孩子了 女人倒是有不少 关如龙愣了一下 也想起来 末世之后 老人和孩子活下来的数量 其实是很少的 尤其经过几轮淘汰 能够活下来的 基本都是青壮年 即使是孩子 那也多数都是十岁以上的 所以 森林基地的女人 其实都是年轻女子 眼睛瞟了消反眼 关如龙忍不住有些怀疑 这个家伙 不会就是为了女人来的吧 但是一想到 关于肖凡的种种传闻 关如龙的理智 告诉他 不会是这样的 应该是自己 以小人之心夺 君子之父了 得到关如龙的通知 也看到了飞机降临森林基地 城内的女人们 都疯了一样的 向着机场方向跑来 他们或者开车 或者骑着自行车 或者骑着摩托车 或者干脆靠双腿跑 这会儿也顾不得其他了 有些男人送着女人过来 看到飞机后 激动的大呼小叫 还试图跟着往飞机处靠近 不过 肖凡是不会允许 这些男人登上飞机的 这一次跟随他前来的 还有警卫连的战士 还有一大群的喷火器战士 此刻森林基地 处于生死存亡之际 这些男人不思保卫家园 还想要跟着女人一起逃生 曙光城是不会收留这样的人的 警卫连的战士 端着枪站在飞机旁 一旦有男人死不要脸的靠近过来 他们就会毫不犹豫地开枪 趁乱过来的人 才算暂时稳定了局面 而跑来的女人们 则是在曙光旧的引领下 登上飞机 这种运输机上面有140个座位 正常是搭载140个标准帘的 不过这会儿 显然没有那么多讲究了 每一架飞机上面 都登上了至少600人上满一架 就起飞一架 肖凡则是带着人和战营们 留在原地 他知道森林基地已经没希望了 但是在城破之前 他能够多救一个 就要多救一个 第221章 最后的战斗 整个森林基地 有26万的幸存者 男女比例大约是5比1 这个其实也是 默示真实的男女比例 好一点的地方 会有3比1 4比1 差一点的地方 甚至会有6比1 整个基地的女性 接近5万 这会儿经过变异鸟的突袭 应该也还有超过4万人 肖凡的运输机 第一波就带走了6000多人 但是这还是不够 曙光城距离森林基地的 直线距离大约400公里 运输机全速前进 迅速装卸的话 往返最快 也要接近一个小时 肖凡并不大打算 运输一波就结束 所以他来到了 关如龙的面前 看着他的眼睛道 关首领 不要放弃 现在你不是在救你自己 你是在救这个世界 多一个活下来 未来就多一份希望 我希望你 能够在这种时刻 有所表现 也算是清洗你犯下的罪孽 此刻现场 已经乱成一团 几乎每个幸存者 都在哭 都在疯狂地嘶喊 战士们即使身处后方 也在不断地 和天空的变异鸟战斗 人们拿着各种各样的武器 甚至家里的拖把 都成为了武器 水桶棉被 都成了防御装备 不断地有人倒下 不断地有人死去 一切都处于崩溃的边缘 看着似乎无可挽回了 这还是后方地区 更别说城墙这里的情况了 关如龙眼眶通红 听到萧凡的话 他沉重地点了点头 最后时刻 关如龙看着萧凡的眼睛 萧首领 答应我一件事 你说 在我们守城的人 没有死光之前 你不要放弃机场这里 尽量的那么多 多带走一个人 就多带走一个吧 说着 堂堂二级突变者 神龙省第二大基地的首领 竟然哭了出来 萧凡拍拍他的肩膀 我答应你 关如龙没有再多说什么 而是迅速转身 通知外出的部队 以最快速度往回赶 不要给我讲任何的客观理由 十分钟之内不回来 他们就永远不要回来了 通知城内所有的男人 只要是有口气的 都给我滚出来 我不管你拿什么武器 我不管 你要去对付丧尸 对付老鼠 还是对付娘 你都要给我战斗 所有森林基地的部队和民兵 都跟着我去城墙 不要想着死不死的问题 我们这是 在保护我们的亲人 横竖一死 都他娘的 给我死的 像个男人一样 上 跟我上 关如龙大声地嘶吼 有人劝他留下来 只要他留下来 跟随萧凡离开 说不定还有东山再起的一天 城墙那里太危险了 关如龙一个嘴巴 将这个人扇到了一边 我是二级突变者 你们都不怕危险 我怕什么危险 谁再劝我宰了他 大踏步地离开 关如龙没有再看机场这里一眼 关如龙走了 他身边的一些守军也走了 都跟随关如龙上城墙了 萧凡深深地看了关如龙一眼 早知如此 何必当初呢 不过这个人还没算坏到家 最后时刻表现得 还像个爷们 萧凡的警卫连和喷火器战士 继续守卫机场附近 那些喷火器战士 都带了充足的燃油 一道道火龙不断地升空 将接近的变异鸟 不停地焚烧成灰 这也减轻了战鹰的战斗压力 这些战鹰虽然都是刚刚生产出来的 但是大多数都是一星的 因为萧凡的间谍 透了别人家的军营 所以新兵入伍自带一星 为了这一次的救援 萧凡足足花费了一百多万 原本他只有一架运输机 这一次又生产了九架 就是九十万 还有这些战鹰 五百斤一只 五百只也有二十五万 运输机是先过来的 另外还有直升机编队在后面 十架五支八 还有一架夜鹰 现在马上也快到了 这十架飞机 每一次只能携带大约五百人 不过萧凡要用他们短途运输 只要运送到安全地带放下就可以了 因为曙光旧的运输车队 也正在赶来 运输机没有回来之前 直升机到了 开始迅速地装人 十一架也装了大约五百人 然后迅速离开 飞出去大约三十公里之后 直升机将人放在了一条大路上 让这些女人们就在这里等候 然后又返回接人 直升机反复三次 运出去了大约一千五百的时候 第一架运输机返回了 又是六百人登机 之后又有运输机不断地返回 第二波的运输 又有大约六千人 被直接运往曙光城 这个过程之中 准备去进攻云州影视城基地的部队 终于返回了 这大约七千人的兵力返回 让已经岌岌可危的森林基地 缓了一口气 生力军的加入 坦克大炮疯狂开火 总算暂时地压制了一下 丧尸疯狂的攻势 而森林基地的人 也算是在战斗之中成长了一点 学会用汽油焚烧尸体堆 学会精准狙击胖子丧尸 学会了兵种之间的配合 甚至在战斗之中 还干掉了一头巨熊 巨熊是首领关如龙亲自干掉的 他和一大群的战士配合 牺牲了六七十人 才算是干掉了一头巨熊 缓解了一处城墙的危机 城墙下面 打地鼠的行动 也在紧张地进行着 城内大部分男人 都集中到了这里打老鼠 几乎每一秒都有老鼠被打死 每一秒也有人在战斗之中 被老鼠咬死 雪一直在下 枪炮声回荡在山谷 硝烟弥漫 天空飞鸟盘旋 地面老鼠横行 城外的丧尸群更是遮天蔽日 似乎随时都能够将森林基地 碾压成为粉末 也多亏了森林基地的人数够多 整个基地二十万的男性全部出动 完全是拿人命 在填森林基地的人数这时候 也开始锐减 二十万 十五万 十万 八万 枪声渐渐凋零 丧尸群在推进 天空的变异鸟逐渐地遮蔽了阳光 森林基地的人 用他们的生命和鲜血 在这个冬天 谱写了最壮丽的悲歌 第222章 负面和战斗 森林基地的抵抗战斗 整整持续了将近四个小时 不得不说 森林基地表现出的抵抗意志 和战斗决心 还是很值得欣慰的 但是双方实力差距太过悬殊 最后森林基地还是负面了 关如龙首领最后时刻 全身缠着炸药 用尽最后的 立刻跳到了一头巨熊的身上 巨熊一口将其咬成两劫 但是关如龙也在最后引爆了炸药 将巨熊的透露 炸了一个稀巴烂 随着关如龙的死亡 最后时刻的森林基地 还是崩溃了 丧尸们潮水一样地涌过城墙 便一老鼠大街小巷的乱窜 捕杀着还活着的人 肖凡也是遵守了约定 在机场这里坚持到了最后 最后时刻 所有的喷火器战士 全部释放出了火焰 在周围形成一片的火海 所有的丧尸 变异鸟 还有老鼠 都被隔绝在外了 直升机升空 在战鹰的掩护之下撤离了 这一次的救援行动 还算是成功的 十架运输机 在四个小时内 往返了四个来回 直接就出去 大约两万五千人 而十架直升机 也反复运送了一万多人 脱离森林基地 曙光旧的运输车队到达后 将这些人 也都带回了曙光城 整个救援行动 萧凡救下了大约四万人 其中女性大约三万八千人 男性也有两千多人 都是最后时刻拼命抵抗 并且活下来的人 最后时刻 不是萧凡不救了 而是根本没有救援的必要了 基本没有活人了 当丧尸大军入城 并且迅速蔓延过来的时候 萧凡就知道 是不可为 只能选择撤退 通过这次的战斗 萧凡也认识到了 这次的丧尸群到来 危险程度比李南风那次 至少要危险十倍 这个尸群的数量 包括变异鸟和变异老鼠 总数应该在两百万左右 但是这个尸群的战斗力太强了 那些变异老鼠的单体能力 绝对是超过普通丧尸的 它们行动迅速 攻击强悍 而且还能够打动 变异鸟覆盖了天空 直升机类的东西 用处已经不大 丧尸群里高级丧尸到处都是 其中那种大肚子的丧尸 更是杀伤力强悍 这一场攻城战之中 至少有超过三分之一的人 是死在了大肚子丧尸的 强酸攻击之下 所以 萧凡也是有些急切 他必须回去早做准备了 曙光就撤离之后 整个森林基地 沦为了人间鬼域 昔日繁华的城市 成为了丧尸的天堂 到处都是一片 让人毛骨悚然的近视场面 老鼠 鸟雀 趴在一个个人形的凸起上面 将其覆盖的里三层外三层 只需要短短的一分钟时间 一个人就会变成一具白骨 不断地有丧尸在进化 那些老鼠和鸟雀 也越长越大 甚至山林之中 还不断地有飞鸟到来 到来之后 就会加入这个丧尸群体 成为其中的一员 迅速地撞打狮群 这一场战斗打下来 狮群不但没有减弱 反而变得更强了 萧凡的一只战鹰 拍摄了这个场面 并且通过曙光旧的电视台 将其转播了出去 所以 看到这个电视节目的人 全都沉默了 槟城也好 黑山也好 没有一个人在叫嚣 要和曙光就战斗了 到了这个时候 人们才算真正地认识到 人类的大敌是丧尸这句话 过去他们一直天真的以为 丧尸是没有智慧的 只会留在原地 等着人慢慢地去杀光 光复文明社会 也只是时间问题罢了 可是现在的现实 却给了所有人 一记响亮的耳光 智慧丧尸的出现 彻底地改变了 这个世界的格局 人类不但不再占据主导地位 甚至不会再有任何优势 森林基地 接近26万的人口 只坚持了4个小时 恐怕连4个小时都坚持不下来 如果去了槟城基地呢 槟城的实力要比森林基地强 人口总数达到了50万 那又怎么样 在这个凶残的失群面前 恐怕三天也就是极限了 人类还有希望吗 要不要迁徙 去南方或者西边呢 现在已经没有人在想着 和曙光旧的争斗 反而都是在考虑自身的安全问题 总之 神龙省这个地方已经不安全了 就算是临阵脱逃 回到了山海为的伯利亚人 也不认为他们就是安全的了 伯利亚人甚至在这段时间 用炸药轰炸神龙江冰层 希望让冰层破碎 将水重新流动 给他们一条安全的屏障 只不过 现在是隆冬时节 将水就算被炸开 很快又会结冰 伯利亚人的这一项工程 也是非常的艰苦的 新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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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周边弥漫的恐慌情绪 肖凡也感觉到了 不过他从来没有放弃曙光城的打算 曙光城和森林基地的情况不一样 单单城墙这一点来说 森林基地那只有5米高的城墙 就不可能和曙光军15米的城墙媲美 曙光军的15米城墙是有地基的 那些便衣老鼠 想要来这里打洞 绝对没有那么容易 肖凡甚至一回来之后 就将曙光军的兵源爆满了 其中 喷火器战士大量装备 炮兵也开始大规模的建造 榴弹炮和107火箭炮 各自被肖凡增加到了50台 对于城外的尸群来说 炮兵是最为好用的 布雷车 他又增加了两台 打算在这段时间 大量的布雷 兵工厂开始加班加点的生产 大量的子弹被储备起来 另外 看到胖子丧尸的威力之后 肖凡让高科技研发中心 研发可以抵抗强酸的衣服 他不希望自己的战士 死在这种强酸之下 肖凡之前卖给监狱基地 和幸存者联盟基地的武器 花来了大约100万的资金 加上之前的600万 他手里共有700万 建造运输机和战因后 还有500多万 这500多万这段时间 就开始疯狂地消费 爆满兵源 并且储备了大量的子弹之后 手里的钱也只有240万了 其中 抗强酸的军服还没生产出来 估计到时候又是一笔钱 而就在这个时候 他又先后接到了 幸存者联盟基地的消息 联盟基地经过研究 一致决定 联盟全体大约11万人 集体加入蜀光城 第223章 扩建城市 接收了森林基地的4万人之后 蜀光城的人口总数 正式突破了10万大关 达到了11万多 这个总人数 已经和目前的云州幸存者联盟持平了 现在云州幸存者联盟要加入 那么蜀光城的人口总数 就会突破22万了 这个人数 其实已经和森林基地覆灭之前差不多了 萧凡同意了叼远的请求 因为他知道 如果联盟不加入自己 那么接下来一灵市的丧尸群下一个目标 很可能就是影视城基地 毕竟二者之间距离是比较近的 他们那里其实非常的危险 面对庞大的尸群 人们不得不抱团取暖 萧凡刚刚同意幸存者联盟的要求 结果就引起了连锁反应 已经被森林基地覆灭 吓破胆的监狱基地 也提出了加入蜀光城的请求 监狱基地的首领韩宇 早就不想当这个首领 尤其是上次被萧凡强迫营业 不得不加入蜀光城和影视城的阵线联盟之后 他就觉得自己是一个傀儡 虽然目前有了一些武器 可是并不足以和任何一家对抗 这个首领当得窝窝囊囊的 还不如不当 现在森林基地被狮群灭了 监狱基地的人也吓坏了 一看影视城都无条件加入蜀光城了 他们也根本就不想死城了 几个主要人物一讨论 去求的吧 我们也加入 监狱基地的总人数在15万左右 比云州幸存者联盟人还要多 可以说算是燕云市的第一大幸存者势力了 韩宇加入得非常彻底 这边宣布加入蜀光城 没等萧凡给出回应 他就开始命令车队出发了 将他们这边的家底 一车车地往蜀光城折腾 老弱妇如开路 势必要敲开蜀光城的大门 而受到幸存者联盟基地和监狱基地的感召 云州和燕云还残余的一些小型势力 也顾不得穷冬裂峰 天寒地洞 彻底抛弃了自己生存了半年的家园 拖家带口地往蜀光城赶 也许整个云州和燕云的人没有都来 但是绝大多数的人 基本都是奔着这里来了 只有一些有能力长途跋涉的 可能会向着槟城基地走 或者再往南走 不过那些人是少数 灵星的可以忽略不计了 肖凡也没有想到 接受了幸存者联盟基地 会引来这样的连锁反应 他曾经计算过自己统一云州和燕云的时间 初步估计怎么也要明天春天 可是没想到丧尸群的出现 大大的推动了这个过程 整个云州和燕云还活着的人 基本都前来蜀光城了 到了这个时候 肖凡也没有神妖办法 也不能推脱 只能一鼓作气地将这些幸存者全部接收 可是随之而来的问题也不少 首先就是 蜀光城的内城区有些不够住了 接收了幸存者联盟后 蜀光城人口接近23万 这个还勉强能挤得下 但是接下来监狱基地 和其他一些小基地的人到来 直接让蜀光城的人口超过了40万 而且这个人口还在增加中 按照参谋长的估计 到腊月25之前 蜀光城的人口将会达到45万 这个人口总数 几乎可以和槟城市基地比拟了 如果蜀光城全是楼房 40多万人也勉强能够住得下 但是目前大多数都是平房 这个就有些难了 内城区的平房 无论如何也是挤不下这么多人的 肖凡下了一个决定 继续地扩建城墙 蜀光城的南门和东门之外 都有不小的区域可以用来扩建 这一次肖凡打算在南门外 再往外扩建两公里的城墙 但是他不准备使用系统资金来扩建了 因为他手里的钱已经不多了 他命令蜀光军的机械倾巢而出 在南门外挖沟 按照蜀光城城市的规模 往外挖出一条深度5米的深沟 这些深沟被挖出来之后 肖凡就让人将浩元河的河水 一点点的引进来 现在是隆冬时节 夜里的气温低至零下40度 深沟中的水进来 几乎立刻就会结冰 一点点的引进 冰就会越来越厚 只用了两个晚上 深沟的冰就和地面持平了 之后的工作 就是蜀光城的劳动力全体出动 继续往冰上面浇水 现在时间紧张 造新的城墙根本来不及 不过肖凡可以用这种方法 打造出一道高高的冰墙 水浇上去就结冰 然后再浇水再结冰 冰墙越来越高 越来越厚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壮大着 肖凡已经告诉所有新来的人 只要这个冬天 他们度过了 那么等到明年春天的时候 这一道冰墙 他就会修建新的城墙 让他们也正式地成为蜀光城的一员 这些幸存者们也有这个觉悟 这种时候加入蜀光城 本来就是为了避难来的 现在修建冰墙 也是为了他们的生存 所以工作起来 没有任何人懈怠 这一片城区 已经不能算是外城区了 只能算是未城区 蜀光军也没有那么多的时间 搭建小型的活动板房了 一些临时的大型仓库类板房 开始搭建起来 每一间仓库 都是能够容纳几千人那种 现在没有那么多的讲究了 只要能够暂时居住下来 暂时活下来 那就是 好的 在这蜀酒寒天的时候 蜀光城竟然再次成为了一个大功底 所有人都开始忙碌起来 这个时候 肖凡其实是有些担心的 他担心 那个巨大的狮群 会这个时候向蜀光城扑来 他现在还真的没有把握 对付这个狮群 肖凡看过这个狮群 强大的战斗力 他心中非常的确定一件事情 就是以他目前所拥有的力量 想要抵抗住这个狮群的猛攻 恐怕很难做到 他需要时间 需要金钱 只要他能够升级成为旅长 那么抵抗狮群 将不会再是问题 所以他现在正在积极地寻找 落单的巨熊丧尸 或者爬行者 同时他还需要更多的资金 但是这些都需要时间 现在的他 就是和狮群赛跑 希望狮群能够跑得慢一点 腊于22这天 肖凡终于接到了手下的报告 总指挥 所以我们发现了高级丧尸 第224章 狮群在出洞 听到这个消息 肖凡非常的高兴 这么久了 终于找到了高级丧尸的存在 他立刻接入了战因的视角 肖凡本来以为 高级丧尸应该是存在于云州 这样的大城市里面 可是他万没想到 高级丧尸竟然是存在于 距离曙光城 只有90公里的四水县城 自从进入冬季之后 四水县城那边的丧尸 基本就处于一种冬眠的状态了 冰雪覆盖了他们的身体 遮蔽了他们的感官 丧尸也就原地不动了 没想到 这里竟然出现了高级丧尸 战因的视角之中 四水县城的中心城区内 四水县人民医院 战因在门诊大厅和急诊楼里面 分别发现了一头巨熊和一只铁士者 这两头高级丧尸 各自盘踞一栋大楼 如果不是战因落到了医院内 还真的发现不了他们两个 肖凡查看了一下地图 四水县距离曙光城只有90公里 整个县城的人口大约400万 人民医院位于城市中心 那里的丧尸数量非常的多 从城区外进入是不太可行的 车辆进入 必定会将大批冬眠的丧尸唤醒 最佳的办法就是通过空运 直接进攻医院 但是这样也会有很大的危险性 进入大楼作战 肯定也会惊动周围大批的丧尸 四水县城的情况 基本都在雷达覆盖之下 肖凡能够看到 医院周围的丧尸数量 大约也有七八几万 一旦开枪 就算不扩大战斗规模的情况下 这七八万的丧尸 也是肖凡必须要面对的 如果是以前 肖凡根本没有能力做到这种事 但是现在有了空军 他可以试一试了 肖凡立刻调集了 曙光军的二十下直升机 准备出发前往四水县城 三个空降连一共420人 加上警卫连140人 一共560人出动 肖凡没有亲自带队 而是让沈瑞辉随军出发 肖凡给他的要求 就是在七天之内 必须将医院里面巨熊 和铁士者的金河带回来 这个时间不是肖凡胡乱要求的 而是经过工程师的测算的 不扩大战斗规模 就在那一个区域内打 所能惊动的丧尸就那么多 而且还不能先击杀巨熊和铁士者 因为这两头高级丧尸 一旦被打死 很可能金河就被其他的丧尸吞噬掉了 那就白忙活了 所以要控制战斗规模 还要如同打游戏一样的 先清理小怪 曙光军的这五百多人 七天时间大约才能做完这件事 沈瑞辉带队出发了 肖凡就在曙光城 继续监督兵墙和卫城区的建设 以便监视森林基地狮群的动向 新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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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森林基地狮群之中 小布点坐在一个屋顶上 居高临下地看着他的狮群 在他的身边 有大群的高级丧尸聚集 其中巨熊丧尸就足足有上百头 而铁士者的数量 更是有接近两百头 甚至有金刚丧尸隐藏在狮群里面 这是小布点的杀手锏 这一次攻击森林基地 最大的收获就是这些了 小布点早就懂得了 让丧尸快速净化的方法 其中最快的一种方式 就是将人类之中的突变者丧尸化 一个男性突变者 本身就是经历过一次净化的 只要将他们变成丧尸 或者让他们的尸体变成丧尸 就能够直接催生出巨熊 女性也是一样的 女性突变者变成丧尸之后 直接催生出铁士者 这是丧尸净化的捷径 当然 小布点的手下不单单只有丧尸 还有海量的变异鸟和变异兽 别人不知道他手下的总数 小布点自己是清楚的 目前 他手下有丧尸总数大约160万 变异鸟的总数大约60万 变异老鼠的总数大约70万 加在一起 总数大约有290万 小布点能够感觉到 现在差不多到他的极限了 他的极限大约是在300万左右 这几天 他也一直在不断地招纳丧尸 或者变异兽加入自己 到了现在 他终于感觉差不多了 强大的麾下实力 带给了他强大的自信心 他觉得 他差不多可以去挑战那个 一度让自己感觉到畏惧的人类了 森林基地 距离曙光城的直线距离400公里 走公路的话 差不多要600公里 按照丧尸群的速度 大约要一周的时间 能够到达曙光城下 小布点 现在思维能力已经很强了 这一切都在他的计算之内 用双手固定了一下头顶的铁桶 小布点说出了一句话 萧凡 一周后见 森林基地的尸群 终于离开了那里 无比庞大的部队 向着西南的方向前进 星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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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注尸群动向的 不止萧凡的曙光城一家 自从萧凡的曙光城 开始进行电视转播之后 第二家实现电视转播的 是伯利亚的山海卫 其实 山海卫城市的收复是最早的 只是他们人少 很多东西都没有精力去弄 也没有重视电视台这件事 所以才被曙光城拔了头筹 而见到曙光君的电视转播后 不但山海卫也恢复了电视转播 神龙省剩余的几家幸存者势力 也都在进行电视台的建设 冬季到来之后 丧尸逐渐的冬眠 这些行动也就简单了许多 近日 有两家基地连续地开通了电视台 其中一家是槟城 一家是黑山 不过它和曙光城一样 获得的都是一些 线台的设备和信号塔 目前还没有谁 可以获得卫视的设备 自从尸群覆灭了森林基地之后 不管是山海卫 还是槟城或者黑山 都开始来这边进行报道了 不过它们并没有派出人 派出来的都是无人机 这种飞机不是那种战争用的无人机 而是通过技术改良的小型无人机 携带摄像机飞行几百公里 没有问题 因为是无人机 这种冷冰冰的金属 距离远一些拍 也不会吸引变异鸟什么的注意 就算引起注意 跑得也挺快 所以这种小型飞机拍摄的还算顺利 所以当丧尸群启动 向着曙光城的方向过去的时候 这几家电视台 几乎同时播出了这个情况 而且播放的内容大同小异 他们一致认为曙光城完了 第225章 新年之前 电视直播中 黑压压的诗群铺天盖地 根本就看不到编辑 人们只要看一眼 就会从心底 生起一股绝望的感觉 黑山电视台发布的新闻题目为 最后得曙光城 槟城电视台发布的新闻题目为 明年的阳光 曙光城可能看不到了 山海为电视台发布的新闻题目为 战争狂人的末日 几家电视台的相继报道 顿时在神龙省 引发了一片的恐慌情绪 不单单曙光城的人害怕 就是其他基地的人 也有一种兔死狐悲 唇亡齿寒之感 先是森林基地 接下来要轮到曙光城了吗 如果曙光城都被灭了 那他们还有希望吗 新年来临之际 整个神龙省 都陷入了一种悲观情绪之中 新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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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月26 距离农历的新年 只有五天了 经过了十来天紧张忙碌的建设 卫城区高达12米的冰城墙 已经建设好了 这些城墙地基5米 12米高 7米宽 上面可以轻松地跑车 而且城墙极其的光滑 难以攀登 而且这冰墙还有一个特点 那就是没有城门 城区内有着20多个 临时的大型仓库 专门用来助人的 仓库有通风口 室内还临时搭建起了火炉 虽然保暖效果 不如外城区的活动板房 但是在这里活下去 是没有问题了 也不至于被动坏 今天 萧凡特意来到了卫城区 观看了一下这边的建设情况 人们看到萧凡 纷纷热情地打着招呼 吹噬部队在这里设着食堂 每一个大仓库内的人 不说吃得多好 但是至少都是能够吃饱 这还多亏了萧凡秋季的 抢收粮食行动 才能够勉强支撑 这几十万人度过这一个寒冬 在萧凡在卫城区 对人们发出新年慰问的时候 有人对萧凡提出了一个问题 萧首领 我们还能过去这个年吗 大家闲暇之余 也会关注电视台的情况 现在几家电视台 每天都在播放节目 有时候播放一些过去的电视剧 有时候播放一些野外求生 对抗丧尸的知识 但是这几天的电视节目 基本都被狮群的行动给刷屏了 按照狮群前进的速度来看 最多辣于29 可能就会来到曙光城下了 所以有些悲观的人就认为 他们可能过不去这个新年了 听到市民的提问 萧凡笑着对大家做了一个保证 我在这里给大家一个承诺 新年之前 曙光城绝对不会受到丧尸的威胁 而新年之后 蜀光城也不会沦陷于丧尸之手 如果真的有那种情况发生 无论如何 我都会将大家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 听到萧凡的承诺和保证 蜀光城众人终于安心了一些 蜀光军从出现就开始经历各种战斗 从来没有失败过 萧凡首领的话应该是可信的 新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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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萧凡并不是凭空做出这样的承诺的 新年之前 他绝对不能让丧尸群到达蜀光城 这不单单是让全城的居民 过一个好年的问题 而是萧凡在和丧尸群争分夺秒 沈瑞辉那边回报 按照现在的进度 大约落于29 他才能够将医院那边的两头高级丧尸干掉 将金河带回来 而丧尸群按照现在的速度 也会在落于29到来 萧凡得到金河再生产出两个五星科学家 然后还要进行核反应堆的研究和建设 这些事情最快也要大年30才能完成 年30如果建设了核反应堆 那么他大概初一才能升级旅长了 新来了这么多的幸存者 有坏处也有好处 坏处就是工作更加繁重了 粮食消耗也在飞速增加 好处就是他们将几个基地的所有黄金 几乎全都带来了 这再次给萧凡增添了大约300万的资金 目前萧凡手里的资金再次超过了500万 大约550万 所以升级旅长之后 萧凡还要时间建设新的建筑物 生产新的兵种和武器 这一切都需要时间 所以他现在需要做的 就是死死地拖住丧尸群的脚步 能够拖住几天是几天 多拖一天 他也没有闲着 一条铁路线已经悄悄地在曙光城铺设了出去 从曙光城到平原镇 又从平原镇到已经废弃的影视城基地 这条铁路是丧尸的必经之路 也是萧凡重点打造的狙击之路 不要忘记了 萧凡的曙光巨龙号 这辆上世纪产物的装甲列车 可是一个大杀器 无论是变异鸟或者变异老鼠什么的 都休想对曙光巨龙造成什么真正的伤害 放着这样的大杀器 萧凡是不会不用的 那月27这天清晨 萧凡得到了消息 狮群已经到了影视城基地附近 萧凡立刻从温暖的被窝里面怕出来 扔掉了一部收集来的手机 换上新的内裤 直奔曙光城的火车站 他来到车站的时候 曙光军一营的两个连全副武装的准备好 萧凡一声令下 立刻登上曙光巨龙号 前往影视城基地狙击狮群 车上已经配备了 萧凡花费一百多万资金生产的弹药 他们的任务 就是拖延狮群前进的脚步 能够拖几天就拖几天 一声气敌长鸣 在家里 停了没有多少天的曙光巨龙 再次出发了 火车离开 萧凡的心里安稳了一些 他知道 这辆装甲列车的战斗力 面对狮群 他的杀伤力是无与伦比的 希望沈瑞辉他们那边的动作 能够快些吧 萧凡从车站慢悠悠地往关抵走 身边甚至连警卫员都没带 内城区这里 他的安全不会有任何问题 走着的时候 萧凡还在思考 自己的布置 是不是还有什么披露的地方 这场城市保卫战的重要性 不言而喻 只要打赢了 曙光军必定迎来新的阶段 无论是槟城也好 山海卫也好 都将不再是他的主要对手 他可以轻松战胜 所以 每一步的细节 萧凡都要考虑好 绝对不能走错 就在行走思考的时候 突然系统提示传来 总指挥 在您的官邸床上 刷新出了一个补给箱 第226章 被窝里的飞机 听到系统提示 萧凡就是一愣 这么长时间以来 补给箱一般都是 出现在比较难以拿到的地方 每一次去取都有点难度 但是 这一次居然直接出现在了床上 这个简直就是毫无难度了 这里也不需要别人去拿了 萧凡直接返回了官邸 来到卧室 掀开被子 被子里面还有换下来的内裤什么的 内裤下面有个补给箱 萧凡将箱子拿了起来 打开 恭喜总指挥 获得一架炮艇机 室内空间无法完全停放 目前炮艇机自动停放在机场 萧凡急忙起身赶往机场 走的时候 心中也是有些疑惑 为什么被窝里面 会出现飞机 这预示着什么深奥的人生道理吗 一直当他看到 机场停放的炮艇机时候 也没有想出这个问题的答案 但是他看到这架飞机之后 所谓的寻找答案 就被他抛到了脑后 一架被改装过的运输机停放那里 机组成员共有22人 都在飞机下方 列队迎接自己的到来 看到萧凡到来 战士们齐刷刷的敬礼 正式入伍 其中机长的名字叫做张扬 其余还有一个驾驶员 和20个炮手 说说这架飞机的情况 报告总指挥 炮艇机是由运输机改装而来 这架飞机不再承担空运任务 并且撇弃了一些不必要的装备 全部用来安装火力装备 飞机上面装备了两门40毫米航炮 每一门航炮带弹15000发 飞机装备8门25毫米6管加特林炮 每一门航炮带弹1万发 飞机配备探照灯和照明弹 可以在黑夜之中作战 飞机装备火控雷达和热成像仪 所有航炮的弹药24小时自动刷新 炮艇机的主要战斗方式 就是地面的火力覆盖灯塔盘旋式的飞行 可以对地面单位造成猛烈打击 被称为喷火飞龙 张扬介绍完了炮艇机的情况 萧凡还特意登上飞机看了看 看过之后 萧凡不得不承认 这个补给箱 恐怕是他开的所有箱子里面最昂贵的 单单这十门航炮 以及每天高达十亿万发的子弹刷新数量 这个价值都非常的高了 飞机舍弃了很多的飞必要设施 大量的减轻起飞重量 所有的载重都用来装载子弹了 这完全就是一个为了战斗而生的飞行单位 杀戮利器 虽然这架飞机昂贵 但是萧凡可没打算让他闲着 现在曙光巨龙已经去了影视成机地那边拦截失群 这架炮艇机干脆也派过去算了 得到萧凡的命令 张扬立刻动身 22名机组人员全部登机 飞机起飞 直奔影视成机地的方向 星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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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曙光城内 家家户户的电视机基本都是开着的 里面现在看的是槟城市电视台 电视里面播放的内容 是槟城市的无人机拍摄的失群画面 槟城 黑山 伯利亚几个电视台形成了一种默契 无人机轮流拍摄 保证这个失群的动向24小时处于监控之中 这样大家都可以通过电视 看到失群前往曙光城的情况 现在这个时间段正是槟城电视台的直播 主持人的配音通过电视台的信号传播 传到了千家万户 各位观众 现在大家继续关注森林基地失群的情况 根据这几天的观察 我们初步确定 这个失群的总数大约在300万左右 经过了几天的跋涉 失群已经从森林基地移动到了影视城基地附近 目前失群的前锋已经到了影视城基地门前 按照这个行进速度 失群将会于后天上午 也就是腊月29的时候到达曙光城 我们已经通知过曙光城 希望他们能够尽快迁徙到槟城市 魏无忌首领表示 将会给蜀光城的迁徙民众安排居住地点 并且保证他们的基本生活 肖凡也会被任命为槟城市的副指挥 蜀光军也会并入槟城市守卫部队的序列 但是这个提议还没有获得肖凡的回应 在此 魏无忌首领再次呼吁 希望肖凡能够以大局为重 不要拿几十万蜀光城民众的生命荡城而戏 那是对人民的不负责 如果蜀光城失守 肖凡就是历史的罪人 大家可以看看这个狮群 我们的无人机在远处拍摄 还根本看不到狮群的镜头在哪里 他们的脚步根本就不可阻挡 这样下去 蜀光城的民众难过这个新年了 咦 那是什么 在无人机拍摄的画面之中 有一条黑线出现了 无人机靠近一点拍摄 无人机躲避着变异鸟群 飞低了一点 镜头也拉近了一些 拍摄那条出现的黑线 随着镜头的放大 画面清晰地出现在了电视屏幕之中 雪原之中 一辆列车冲开积雪 正在向着影视成绩地的方向靠近 火车 我们知道 肖凡曾经坐火车 离开过蜀光城一段时间 但是这个时候 这辆火车来到这里 是为了什么 伴随着主持人的疑问 还有神龙省这里无数观众的注目 列车竟然直奔狮群的方向冲了过去 这个时候 狮群的前锋部队 已经过了影视成绩地十几公里 远远地看到了狮群 装甲列车直接鸣敌 巨大的气笛声在雪原回荡 一下就吸引了丧尸们的注意力 这些没有什么理智的丧尸 还有那些变异老鼠 立刻向着火车的方向冲了过来 列车也是不闪不闭 直奔狮群冲了过去 在人们目瞪口呆的注视下 列车直冲进狮群 装甲列车 此刻已经卸下了后安装的车厢 甚至卸下了三节的货运车厢 整个列车只有车头 燃料车厢和三节战斗车厢组成 尽管如此 列车的冲击力也是无与伦比的 一头撞进狮群 立刻掀起腥风血雨 第227章 曙光聚容的逆袭 和列车正面相撞的丧尸 顿时化为了肉泥 有一些敏捷丧尸 还跳起来扑向列车 他们本来还算强悍的身躯 此刻就好像纸糊的一样 轻而易举的被撞的稀烂 在空中飞舞 地面上的普通丧尸也好 铁甲丧尸也好 都在列车的冲击下 四散纷飞 根本不能阻挡列车前进的脚步 一路碾压 黑色的血液污染的白血 凭借强大的冲击力和惯性 列车鸣叫着 一路冲出去了两公里 才算渐渐的减速 不是列车冲不动了 而是前面就快到影视成绩地了 必须减速了 这个过程之中 并没有丧尸能够抓着列车攀登上来 但是速度放缓之后 周围密布的丧尸 就嚎叫着冲了上来 他们能够感觉到 列车里面有食物 他们想要爬上车 钻进去觅食 装甲列车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开火的 三节战斗车厢 几乎是同一时间 打开了金属的挡板 里面的重机枪 纷纷露出黑油油的枪管 开火 密集的子弹洪流 开始从列车里面往外喷射 这可是新海城的战斗过瘾多了 新海城面对的是人 人类是知道躲避的 命中率并不是特别的高 可是现在面对的是 没有理智的丧尸 而且数量简直是太多了 车内的战士们 根本不需要瞄准 只要扣动扳机 疯狂的发射就对了 绝对不会打空的 丧尸就好像捡草一样的往下倒 一片一片的倒 残枝断壁 顿时漫天飞舞 一层层黑色的血浆 几乎将列车的车身涂满 无论是机关炮 还是重机枪 对于丧尸来说都是生命收割机 子弹洪流所过之处 就是地狱 车头那里 火箭巢还在不停地发射火箭弹 每一枚火箭弹 都选择在丧尸最密集的地方发射 一发下去 就是一片火海 无数的丧尸身影 在火焰里面挣扎 它们不会说痛 但是依旧会死 地面上 无数的便衣老鼠 试图攻击列车 但是列车依旧处于缓缓行径之中 它们尖锐的牙齿 根本啃不动滚动的金属车轮 只能不断地被压成肉酱 便衣鸟疯狂地扑了过去 在列车上面 落了厚厚的一层 可也仅仅如此罢了 面对这种普通炮弹 都打不穿的装甲 它们的鸟会毫无用武之地 列车就好像一条刀枪不入的大乌公 在铁路线上缓缓地爬行 挥舞的爪子 不断地收割着丧尸的生命 一路前行 每一秒钟都有丧尸 倒在曙光巨龙的冲锋 或者枪炮之下 而现在看来 这个丧尸群 竟然对这辆列车毫无办法 这样的一幕 顿时让曙光城内 响起了一阵欢呼声 也让其他的幸存者基地 看傻了眼 它们万万没想到 曙光军竟然还有这种装甲列车 它们是怎么造出来的 在这种大杀气的面前 这些尸群有点不够看呀 更让它们震惊的是 就在外界一片看摔曙光城的声音之中 肖凡竟然有胆子来上一手密袭 这辆装甲列车的出战 不单单是杀伤丧尸这么简单 这同时也表示了 曙光城战斗的决心 肖凡没有放弃 他的反击才刚刚开始 这时候 外界对于曙光城的心态 一下子就转变了 激烈的战斗持续 列车附近尸横遍野 直到尸群的大部队逐渐靠近 情况才算有些改变 当大群的铁甲丧尸 在一些巨熊丧尸的带领下 向列车冲锋的时候 曙光巨龙已经来到了影视成基地的门前 看到大群的高级丧尸出现 曙光巨龙在影视成基地的门前一个转弯 开始往回走了 肖凡的铁路修建了王凡两条 这让曙光巨龙可以迂回作战 本来小不点看到曙光巨龙过来拦截 就打算让一群高级丧尸过来掀翻这辆车 可没想到这车竟然还跑了 曙光巨龙突袭的这个多小时 足足歼灭了超过了七千的丧尸 如果算上那些有点半残的 数量恐怕要过万了 虽然这些数量对于庞大的尸群来说也不算什么 但是现在距离曙光城还有三百公里 要是一直被这辆车骚扰 谁知道最后会损失多少小不点有些愤怒 但是他并不畏惧 因为他知道人类武器一个最大的弱点 那就是弹药的补给 再凶悍的武器 没有了弹药也就成了废品 这辆列车的火力虽然猛 但是一旦弹药打空了 也就毫无作用了 所以小不点下令追击这辆车 如果这辆车跑回曙光城 那正好他也就跟着过去了 如果这辆车继续战斗 等他打光弹药的一刻 他就算出动金刚丧尸 也要将列车留在这里 小不点的计划确实比较周详 狮群就跟随曙光巨龙 渐渐地越过了影视城基地 从影视城基地 再往南140公里 就是平原镇 也就是当初小不点觉醒的地方 从平原镇再往南150公里 就是曙光城了 装甲列车不急不慢地往前走 走了大约20公里之后 列车继续停下战斗了 小不点顿时大喜 他知道 列车的启动速度是有些慢的 只要他突然派出一对高级丧尸冲过去 完全可以一鼓作气地 将这辆列车从铁轨上面掀翻 他慢慢地调集狮群跟进 准备给这辆列车来一个包围 因为变异鸟对于列车的杀伤力几乎为零 所以小不点暂时没有让鸟群过来 在他的调集下 超过十万的丧尸和变异老鼠 呈半弧形地包围了过来 其中 一只大约由200多只铁甲 七八头巨熊组成的突击队 压低身子 混在普通狮群里面 悄悄地靠近装甲列车 就在他们距离列车只有不足300米 以为大局已定的时候 天空之中一阵嗡鸣传来 一架飞机俯冲而来 当飞机从头顶掠过 密集的弹雨就好像真正的雨点一样 倾泻而下 无论是巨熊也好 铁甲也好 航炮都能够给他们带来伤害 那些巨大的子弹从天而降 甚至直接能够将铁甲打碎 巨熊能够多抗几枪 但是被击杀也就是一个时间问题 在后方遥控指挥的小不点 愤怒地发出几声尖叫 命令巨熊带着铁甲快速冲过去 因为这种固定翼飞机冲来的时候猛 但是回航也需要时间 巨熊和铁甲速度并不快 得到命令大步向前 可没想到 天上的飞机竟然立刻又回来了 只见这架飞机机身倾斜 一侧翅膀压低 就好像围绕灯塔转圈一样 不断地将弹雨往这一块区域倾斜 炮艇机独有的战斗方式 灯塔盘旋 小不点组织的这一支精英小队 就在炮艇机的弹雨覆盖下 全军覆没 第228章 相互配合 联合作战 当小不点调及变异鸟过来的时候 飞机远盾 凭借飞行速度 拉开和鸟群的差距 但是这架飞机又不远走 一找到机会 就会过来猛烈地射击一会儿 凭借灵活的速度 实施局部打击 甚至有一次乱射 差点打到了小不点曙光巨龙 更是凶猛冲锋 其中有一次 竟然冲破包围圈 冲回了影视城基地 在狮群里面杀了一个来回 狮群被他带动的 竟然往回走了十几公里 小不点也想出很多 对付他们的主意 但是都没有真正的奏效 因此 他甚至大大的耽搁了行军的速度 就在影视城道平原镇一带 和这列车飞机的组合 缠斗了起来 他们带来的杀伤 小不点不是很在意 但是时间就在这样的耽搁下 直接耽误了三十多个小时 等到小不点觉得事情 有些不对的时候 时间已经来到了 纳月28的晚上 整整接近两天的时间 他都没有前进30公里 愤怒的小不点 终于想出了一个主意 那就是破坏铁路 他开始让丧尸和变异老鼠 一点点地往前破坏铁路 弄断铁轨 拔出铁路的道钉 掀翻路上的沉木 这样一来 列车就将无法行动 也就对自己 不能形成干扰了 想出这个主意 并且付诸实施 果然曙光巨龙 无法再通过冲锋 来杀伤丧尸了 只能在还有铁路的地方 不断地用火力牵制 且战且退 这一招虽然有用 但是行进的速度 不免大打折扣 原计划29清晨到达曙光城 现在看来 大年初二能够到达 就算是快的了 星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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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装甲列车和炮艇机的配合 直接给肖凡 争取了三天的时间 不要小看这三天的时间 这是非常宝贵的 看到诗群终于放慢了脚步 肖凡也是长出一口气 腊月29了 明天就是大年三十 曙光城内过年的气氛 已经非常的浓厚 得知丧尸群 不会在新年之前到来后 人们也终于将目光 转移到了过年这件事上面 还没置办年货的紧急置办 还没买鞭炮的 赶快买 炖牛肉 发面 买新衣 贴春莲 整个曙光城都在一片祥和的气氛之中 这天一早 几架直升机从天空出现 返回了曙光城 飞机降落 沈瑞辉直接跳了下来 总指挥 金河到手了 赶快将这两个金河 交给工程师马顿和艾迪 让他们完成五星的升级 很快 高科技研发中心内 两个工程师先后开始升级了 他们的升级需要一点时间 一旦升级完成 他们就会立刻投入 核反应堆的研发之中 研发时间也不会太长 估计今天晚上就能够完成 肖凡可以生产建设了 一件困扰肖凡很久的事情 得到了解决 肖凡也终于放心了一点 伸展了一下懒腰 肖凡打了个哈欠 哎呀 要过年了呀 自从在新海城回来 肖凡就一直没有真正的轻松过 虽然现在也算不上轻松 但是这会儿是等待时间 工程师的升级 核反应堆的研发 还有之后的建设 都需要一定的时间 等到这些事情都完成 大年三十 估计也过去了 所以 在升级旅长之前 肖凡是有两天的轻松时间的 偷得复生半日闲 这两天时间 肖凡打算好好地放松一下了 也算是以最为饱满的热情和精神 来迎接即将到来的战斗 想到这里 肖凡下达命令 曙光城全体休息 除了曙光军有些必要的警戒外 其余人都可以放松了 大家准备过年 从末世开始到现在 现在大半年的时间了 幸存者们也将迎来 他们的第一个新年 肖凡轻松的心情 以及暂时解除的危机 也让幸存者们的心态 跟着放松了下来 电视台难得的 不再播放诗群的情况 而是开始播放起了 新年时候的歌曲 肖凡先是回到了 自己的官邸处 当天收集整理了 一些高品质的年货 准备明天带到父亲那边去过年 下午的时候 他接到了工程师升级完成 并且已经开始 核反应堆研发的消息 核反应堆爱因 已经研发了大半 之后的研发过程 三个人配合 只需要几个小时而已了 到了午夜的时候 核反应堆研发完成 肖凡没有浪费一点的时间 第一时间点选了 核反应堆的建设 确定建设核反应堆 消耗资金一百万 建设开始 需要时间三十个小时 请总指挥耐心等待 肖凡计算了一下时间 完成核反应堆的建设 应该是大年初一早晨的事情了 躺在床上美美地睡了一觉 第二天清晨起来 大年三十二到了 外面飘飘洋洋地又下起了雪 颇有点瑞雪照丰年的味道 肖凡起来 换掉了内裤 然后穿上了新衣服 今天的内裤是红色的 袜子也是红色的 今天没有穿军服 而是换上了一身休闲装 外面穿了一件貂皮大衣 头上戴了一顶虎皮帽子 整个人看着就比较喜庆了 美滋滋地出门 外面警卫员们正在忙活 总指挥过年好 总指挥过年好 所有人看到肖凡纷纷打招呼 每个人的脸上 都洋溢着新年的快乐 肖凡也笑呵呵地和警卫们打招呼 并且吩咐厨房 今天晚上他不在官邸过年 但是官邸这边的伙食 一定要准备好 让大家多过一个快乐的新年 吩咐人收拾了一下 准备带到父亲那边的东西 来到门口的时候 他的几个贴身警卫 正在贴春联 春联不是他写的 而是他几个贴身警卫给他写的 上连誓 乌云碧日 神龙大地献鼠光 下连誓 飞雪迎春 多少女儿爱肖狼 横批誓 这大过年的是谁在给自己添堵 第229章 大年夜 对联的事件很快调查清楚了 孙飞飞负责摩摩 上连是薛宁儿写的 下连是谭牙写的 肖凡表示写得很好 几个女生今天都跟着自己一起 前往内城区父亲那里过年了 至于官邸这边 则是由警卫连的战士们看守 警卫连的几个牌长 都可以留在官邸那吃饭 至于警卫连的沈瑞辉长 这大半年来劳苦功高 贡献颇大 能力也强 能闻能武 还能写横批 今天晚上春节凉宵 他也肩负着任务 最近丧尸头子李南风 情绪不太对 似乎有轻生的迹象 肖凡暂时不想 他死 可是他和这种脑回路 异于常人的半丧尸 不怎么好沟通 只有沈连长才能完成任务 什么时候任务完成 什么时候沈连长就回来过年 星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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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脚踩着松软的鸡血 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 肖凡在房屋的门前 挂上了彩灯 又挑起了一根竹竿 上面挂上了红灯笼 室内正在包饺子 一群伯利亚女孩 在林家姐妹的带领下 笨手笨脚地帮忙 一阵阵银银帮的笑声 不断地从室内传来 谭雅和薛尼儿在杀牛 一头变异的黄牛 被谭雅一个扫腿放倒 然后薛尼儿一记手刀砍晕 两个女生合力 三两下将黄牛肢解 如果不是故技场面会血腥 她们甚至可以徒手将黄牛撕碎 大明星笛利也在另外一边忙活着 她正在拿着一把菜刀 用力地想要拍死一条鱼 可是她的力气就差远了 一刀没有拍死 顿时面路不忍 说自己好残忍 这时候孙飞飞就会安慰她 然后过去轻轻一抬手 一道白光闪动 鱼就被治疗好了 鱼没事了 你可以重新拍 萧凡看着院子里面的阴阴燕燕 脸上带着笑容 这些女孩虽然对感情比较迟钝 但还是非常可爱的 末世里面能够保护他们 还有千千万万的幸存者 其实也是蛮有成就感的 夜色降临 蜀光城上空一道道烟花冲天起 在天空中绽放出美丽的花朵 妹妹萧田拿着摄影设备 亲自采访哥哥 萧凡在电视里面 给蜀光城全体居民拜年 说了一串的新年致辞 大家都知道 有一个狮群正在向蜀光城方向移动 但是请大家不要担心 一切的情况都在我的掌控之中 蜀光军立足神龙大帝之后 就一直在战斗 也从来不畏惧战斗 无论是丧尸还是人 我们有信心也有能力 保卫蜀光城的安全 让所有人都能够安居乐业 这半年来 蜀光城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和进步 我们有充足的粮食储备 药品储备 但要储备 生活物资储备 城区的供暖供电供水设施 全部建设完成 保证了大家的生活所需 这半年来 我们先后经历了多场战斗 与天斗 与人斗 与丧尸斗 但是我们全都坚持过来了 并且取得了全部的胜利 明年 我们蜀光军 还有更为长远的计划 我们将会恢复粮食种植 并且逐步地恢复工业生产 我们要收复周边的城市乡村 建立一个巨大的安全区 让大家能够在没有威胁的情况下 在安全区内自由活动 我们甚至还要向外拓展 去和其他地方的幸存者会合 恢复交通运输和商业往来 在此 我代表蜀光军全体官兵 向蜀光城全体居民 云州同胞 燕云同胞 以及所有能够收看到电视节目的人 致以新年的诚挚问候 大家新年快乐 蜀凡的电视讲话 也通过电波传递了出去 虽然蜀光电视台还不是卫视 目前能够接收的信号也有限 可是所有能够看到这个节目的人 都非常的受鼓舞 蜀凡乐观的状态 影响了蜀光城的所有人 老百姓们都不是很在乎丧尸的到来 他们坚信 只要有蜀光首领在 任何的威胁都不是问题 蜀凡讲话完毕 电视又播放了一些精彩的歌舞节目 歌舞是在蜀光大剧院那边彩排的 这一次 大多都是蜀光城百姓自发组织的 只有尤利亚他们过去 跳了一支舞就回来了 今年的新年肖凡没有打算办晚会 因为事情太多了 不过他也不阻止百姓们的热情 大家愿意热闹 也是应该的 三十晚上的饺子非常的香 都是便衣瘦肉馅的 肖凡陪着父亲一起喝酒 周围的女士们也都陪着肖凡 众人频频举杯 气氛温暖又热烈 星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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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瑞辉老早就来到了 位于高科技研发中心附近的地下室 这个地下室深度有十米 铁门无窗 室内有一盏灯 李南风就被关押在这里 不见天日 沈瑞辉被肖凡下达了任务 今天过来和他一起包饺子 本来沈连长是不打算干活的 让这个丧尸头子去包好了 可是到了这里他才想起来 李南风只有一只手 无奈之下 沈瑞辉只好亲自动手 包了一锅奇形怪状的饺子 拿水煮了一下和李南风一起吃 作为一只丧尸 李南风一度丧射味觉 吃什么东西都没滋味 就算肖凡给他注射了一部分的病毒血清 他的痛觉找回来了 可是他的味觉还是没回来 失去一只手一只脚 吃什么都不香 偏偏思维还是人类的思维 李南风觉得活着特别的没意思 可是他想死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除非他能够自己把脑子挖出来 不然一般的伤害真死不了 这一段时间 他就只能这样半死不活的状态活着 今天沈瑞辉过来 给他弄了一顿饺子 他也是如同绝辣一样的吃着 沈瑞辉和他一起吃饭 想到了总指挥交代给自己的任务 不让李南风轻声 这就是肖凡交给他的任务 沈瑞辉知道这是给自己的惩罚 因为自己写了一个横批 他也认识到了错误 不该把总指挥心底不喜欢女生的秘密说出来 这让总指挥有些难堪 所以总指挥给了自己一个小惩罚 过来开导李南风 不过在沈瑞辉看来 这个事情根本不算事 地下室里面 沈瑞辉拍着胸脯道 老脸 你有什么要求 尽管提出来 只要我能够办到的 绝对答应你 李南风眼睛一亮 我想出去走走 第230章 升级旅长 沈瑞辉立刻就答应了 现在曙光城周边已经没有丧尸了 带着李南风出去也没什么 只要不出内城区 他根本就翻不起什么浪花来 沈瑞辉带着李南风离开了地下室 来到了室外 沈瑞辉将自己的专车 三蹦子开了过来 这辆车 现在是曙光军唯一的摩托车 基本就是沈瑞辉专用 当初他曾经开着这辆车 带李南风去云州收服丧尸 别人也不愿意坐这辆车 他干脆用摩托车 拉着李南风上了城墙 今天晚上 曙光军的很多战士 都去军营里面过年了 城墙上面只有哨楼内 还有哨兵在 沈瑞辉就带着李南风 在城墙上面吹风 看着曙光城内不时升起的烟花 周围雪花飘落 远处烟花灿烂 一人一丧尸坐在城墙上 画面安静又美好 不知过了多久 李南风突然开口 沈连长 几点了 沈瑞辉看了一下时间 11点58 马上就是新年了呀 是啊 过年了 老李 你也算是厉害了 在我们曙光军这边 你是唯一一个 能够熬过去半年的丧尸了 可是我这要活着太难受 你能不能给萧首领说说 要么把我变成人 要么让我强大一点 这个也不是不行 但是你翻下的罪行不小 我不好替你说话 李南风沉寂了一下 这个时候 曙光城新年的钟声敲响了 听着新年的钟声 李南风终于开口 如果我没有感觉错误 附近有一些丧尸的气息 你告诉萧首领 小心一些吧 沈瑞辉愣了一下 根据他知道的情况 丧尸目前还在至少150公里之外 最快大概也要初二的上午 才能赶到曙光城 但是李南风曾经是个丧尸头子 他说的话 肯定是有可信度的 沈瑞辉没有含糊 立刻向萧凡汇报了这件事情 行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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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萧凡刚刚跨年完 正准备休息 就接到了沈瑞辉的汇报 他立刻打开了系统雷达 雷达的100公里范围内 只有90公里外的四水县城有丧尸 90公里内是没有的 只有天空有一些零星的变异鸟飞过 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因为曙光军背靠新安山脉 山林里面经常会有变异鸟出没 今天过年 战鹰都加餐吃肉了 来几只变异鸟也正常 但是有了李南风的提醒 肖凡顿时陷入了沉思 哪里会有问题呢 他想了一下 单脆下令战鹰出动 驱赶天空的变异鸟 战鹰从山崖处 或者机场的树上飞了起来 驱赶天空的变异鸟 这一下就发现了问题 这一群的变异鸟 目标竟然是未成区和外成区 看到战鹰到来 变异鸟立即疯狂地冲向了地面 但是战鹰比它们单体战斗力强悍得多 飞快地将这些变异鸟杀死 得知这个消息 肖凡也是吃惊不小 这些变异鸟一旦进入城区 它们携带病毒的爪子 照样可以将人丧尸化 错不及防之下 这几十只变异鸟 甚至能够带来不小的灾难 而且 蜀光城的明星就会立刻动摇 人们也将会怀疑肖凡所说的话 就算最终 他们也会被蜀光军歼灭 但那也不是肖凡希望看到的 这虽然是个小小插曲 但是也让肖凡一下就警惕了起来 这一次的丧尸首领 智商似乎不低 能够在大年夜搞出这么一手来 真是让肖凡小看他了 现在也是新的一年了 肖凡宣布城防恢复 蜀光军立即进入了战备状态 至于李南风那边 肖凡并没有打算立即将其恢复成人 他只是吩咐高科技研发中心 给他弄一个金属的手臂和一条金属的腿 让他暂时能够恢复行动 这一次丧尸来势汹汹 也许李南风还有用 新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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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年初一上午八点 肖凡接到了一个好消息 核反应堆建设完成 肖凡得到这个消息 立刻起身回到了内城区 将核反应堆摆放了出来 这是由一片厂房 还有几个大罐子一类的东西组成的 厂房内部装置复杂 并且自带了几十名全身防护服的工作人员 工程师爱因 马顿 爱迪三个人 看着这个东西都是非常的满意 对肖凡道 总指挥 核反应堆意义重大 这是未来的核电厂和核武器的雏形 一定要保护好这里 绝对不能遭到破坏 肖凡点点头 他也知道这东西非常的了不起 可绝对不能让它爆炸了 一旦这家伙出现问题 恐怕曙光城都要完蛋 将这里列为重点保护区 肖凡开始查看自己的系统 目前他挥下人数四千整 所有的建筑物全部完成 手里资金还有四百五十万 已经满足升级旅长的全部条件 肖凡立刻点击升级 确认升级旅长扣除资金一百万 升级开始 需要时间一个小时 请总指挥耐心等待 肖凡几乎是原地转圈的 度过了这一个小时 期间还不时地查看狮群的动向 昨天晚上破坏了丧尸首领的计划 今天的丧尸群行动突然快了起来 狮群们已经将铁路拆得 距离曙光城只有五十公里 而且其中的大部分丧尸 已经不再理会装甲列车 开始浩浩荡荡地向着曙光城涌来 明天早晨 狮群必定到达 不过目前狮群的状况 已经全部在雷达监控范围之内了 肖凡也不管狮群的动向了 等了一会儿 升级完成 恭喜总指挥 升级旅长完成 请为全旅定员 这个问题 肖凡早就考虑过了 一个旅三个团 那就要一万两千人 这些人是陆军的主力 加上警卫营和空降兵等部队 也要大约两千人左右 升级旅长 估计空军的主力部队也要有了 这个人数不会太多 一千人可能就够了 但是还有一个大头 那就是海军 肖凡不知道海军会出什么舰船 但是未雨绸缪 人数空间总要留出来 所以他的这个旅人数不能太少 总数暂定两万 定员完成 总人数两万 升级师需要旅人数满边 需要建筑物全部完成 需要资金一千万 第231章 旅的新装备 肖凡首先领取的是旅长的礼包 礼包打开 里面的几样东西出现 旅长的制服 在团长制服上增添了一定的防御力 可以抵御20毫米口径 及以下机关炮的射击 具有冬暖夏凉的特质 并且在军用斗篷上 增添了一桩飞行的能力 在高空展开后 会形成一桩飞行服 无需总指挥操作 自带导航功能 没有受到攻击的情况下 绝对会平安落地 旅长的配枪 因为我均额外获得了电磁技术 总指挥的枪械 也增加了电磁射线功能 能够释放出 1万伏特的高强度电压 最大射程200米 旅长的配车 均用野牛房车 该车装备机架平台 通讯装备 警示装备 安装有车载雷达和卫星定位器 车内自带厨房 我是 卫生间和淋浴设备 最大成员17人 全车复合装甲 配备有一门25毫米 链式机关炮盒 最大车速160公里 肖凡拿出了旅长的制服 和团长的制服相比 这件衣服最大的特点就是做工 一看就是那种高级军官 才能穿着的 将衣服换上 背后的军用斗篷披上 这件斗篷可不一般 其实 这是一件一桩飞行的装备 肖凡还从来没有 尝试过一桩飞行 有机会真的要试试 枪还是原来那把 带枪榴弹的 但是上面多出了一个红色的装置 应该就是系统介绍的电磁射线装置 肖凡没有去试验 他已经知道了磁暴步兵的威力 想必这把枪和磁暴步兵的威力差不多 现在他的枪真正算是一枪三用了 能够开火 还能发射枪榴弹 甚至还能发射电磁射线 不知道这把枪以后还会不会升级 最终又能够升级到什么样子 不过这些都不是肖凡最为关注的 作为红颈系统的总指挥 他的个人武力其实并没有那么重要 整整强大的 是他麾下部队的战斗力 他首先打开的是建筑页面 建筑页面多出了三个建筑 间谍卫星 造价50万斤 雷达的升级板 通过红颈技术 连接一枚高空卫星为我所用 监视地面上发生的情况 最大监控范围直径3000公里 占地医院 造价20万斤 红颈新开发特殊建筑 能够迅速地治疗我方受伤战士 只要属于红颈单位 生命迹象没有消失的情况下 都能够快速复原 处 需要一名五星级医疗班进驻 陆军作战实验室 造价100万斤 用于研发陆军高级战斗兵种 看到这三个建筑物 肖凡知道 其中的间谍卫星 是红颈游戏里面的建筑物 游戏里面拥有间谍卫星 就能够全屏点亮 地方的一切活动 都在自己的监控范围之内 唯一可以和间谍卫星对抗的 就是裂缝产生器了 自己的曙光城 有一个裂缝产生器 可以防止敌人雷达的窥探 但是一直都没有间谍卫星 原来是要到旅长才能建设 战地医院以前是没有的 不过肖凡觉得这个建筑物非常值 尤其是工程站即将打响的时候 这个医院能够最大程度地 保护士兵的生命 要知道 肖凡手下基本都是四星战士 每一个战士都是宝贵的财富 绝对不能轻易地损失 至于陆军作战实验室 那就更好理解了 高级的战车和坦克 估计都要建设实验室之后 才能出来了 肖凡想了想 决定先建设战地医院 明天就要面对失群了 先把这个弄出来再说 点选 生产 确定建设战地医院扣除20万斤 需要时间5个小时 请总指挥耐心等待 生产完毕 肖凡继续查看建筑页面 主建筑就这三个 之后可能还会有 但是必须将这三个建设完毕 其他的建筑物才会解锁 肖凡继续看的是 防御建筑页面 这里也解锁了一个建筑物 磁暴线圈 造价1万斤 防御类建筑 可以发射高强度电磁射线 攻击靠近的敌方单位 最大射程1000米 主 磁暴步兵 可以在磁暴线圈下加入防御 通过吸收磁暴线圈的射线能量 能够提升磁暴步兵 以备电磁射线威力 主 磁暴线圈是耗电大户 请注意电量补给 看到这个 肖凡也想起来了 这也是游戏里面的一个防御建筑 威力非常的强大 电磁技术 是他从伯利亚那边偷过来的 而这磁暴线圈很明显 伯利亚那边都没研究出来 现在曙光君这边就先有了 不过肖凡目前没有 马上建设磁暴线圈 他要确定尸群进攻的方向再说 看完了建筑 之后就是步兵和载具页面了 步兵 这里只增加了一种 爆破工兵 爆破工兵 造价1000斤 每名爆破工兵 背负仪的炸药包 可用于摧毁敌方建筑物 城墙 或者单体敌方单位 炸药包24小时自动刷新 看到这个兵种 肖凡摩擦了一下下巴 这个感觉像是人体炸弹 应该是具有很强的威力的 不知道用来对付高级丧尸 是不是能够管用 虽然只增加了一种步兵 但是再具页面 却多了好几种新的单位 电子干扰车 造价5万斤 用于干扰敌方战车雷达系统 导航系统 卫星定位系统等 最大干扰半径5公里 99式主战坦克 造价2万斤 自带成员3人 全重51吨 最大时速80公里每小时 采用双层复合装甲 装备一门125毫米滑糖炮 无星状态带弹40发 配备12 7毫米高射机枪 配备7 62毫米并列机枪 配备烟雾弹和榴弹发射器 此能坦克 造价2万斤 传统红警单位 自带成员3人 攻击最大射程500米 攻击2型无人机 造价3万斤 无成员 长度11米 高度4 1米 一展20 5米 最大时速370公里每小时 无人机携带12枚小型导 弹 打击精准 导 弹24小时自动刷新 飞机配有雷达 可用于侦察任务 看到载具页面 新出现的几种武器装备 萧凡都忍不住睁大了眼睛 这回厉害了呀 第232章 生产速度提升 这新出现的四种载具 其中电子干扰车 应该算是最为实用的 但那是和人类军队 对战的情况下 这一辆车的存在 就会影响一片区域的敌军 让对方变成瞎子笼子 其作用之大 不言而喻 如果对付丧尸 它就没什么作用了 所以萧凡暂时先不生产 这一种车辆 剩余的三种载具 99重型坦克的出现 算是弥补了萧凡军力的 一项空白 但是萧凡隐约觉得 这应该还不是最强的坦克 它的天气坦克 光冷坦克等等 还没有出现呢 看来要解锁其他坦克 可能还要升级军衔 或者是建设陆军作战实验室 毕竟100万斤的陆军作战实验室 肯定不是摆设 磁能坦克这种武器 算是红警有限的传统单位了 虽然萧凡不知道 现实之中他们的威力如何 但是看磁暴步兵的伤害 这个东西应该也错不了 不然他就太对不起 和99主战坦克一样的造架了 当然 无人机的出现 也是让萧凡大为欣喜 他虽然说是算有空军的 但是飞机也就局限于 两种直升机和一种运输机 和变异鸟群的对抗 直升机并不能算是合格的武器 移动速度太慢 导致它们随时可能被变异鸟群攻击 这一次丧尸来袭 有大量变异鸟存在 萧凡是不太敢让直升机登场的 而无人机370公里的时速 就可以将绝大多数的变异鸟群 甩在身后 12枚飞弹 也能够保证它的火力 突然在局部地区发动攻击的话 肯定是能够有不错的效果的 虽然战斗机什么的还没出现 萧凡也不心急 完成陆军作战实验室的建设 攻击空军作战实验室的出现 也不远了 萧凡手里有450万斤 建设了战地医院之后 还有430万 这些钱萧凡算计了一下 其中还要留出一部分建设建筑物的 它目前有6个兵营 应该再生产几个 战车工厂一个也有些不够用了 车库都没有了 很多战车都是在外面风吹日晒的 就在萧凡盘算建筑物的建设时候 系统提示响起 总指挥达到旅长权限 开启生产提速功能 每多拥有一个兵营 战车工厂 飞机厂 船务等生产建筑后 你的生产速度就会提升一些 当你的生产建筑分别达到10个的时候 生产的扎都单位就会实现秒出兵 而不必等待漫长的生产时间 萧凡愣了一下 随后就想起了游戏里面的情况 游戏之中 战车工厂和兵营 空置步船物等达到5个以上 就会实现秒出兵 也就是说 你无论生产什么飞机大炮或者军舰 都是1秒1个 生产速度快的飞起 不过现实之中 这个要求提高了 需要达到10个 萧凡现在有6个兵营 他试着点选了一个1000斤的爆破工兵 正常情况下 一个爆破工兵需要10分钟才能够生产完成 但是现在 只要1分钟 果然是快了 我要是再有4个兵营 就可以实现秒出了 生产完成 一个爆破工兵站在了萧凡的面前 一身军装 个子不高 身后背着一个大炸药包 说说你的情况 萧凡询问这名士兵 报告总指挥 我背负50公斤重炸药包 却相当于500千克当量的TNT炸药 爆炸威力巨大 炸药包可以投掷出去 关键时刻 我也可以随时牺牲和敌人同归于尽 萧凡微微摆手 尽量不要同归于尽 我们曙光军的每一个战士生命都是宝贵的 明白 萧凡隐约觉得 这种士兵的价值似乎很高 曙光军现在不缺输出的士兵 缺的是一些大威力的武器 这种士兵够格 再次点选了9个爆破士兵 很快将其生产了出来 这支爆破小队要尽量用在关键时刻 又等了一会儿 战地医院也建设完成了 将战地医院摆放出来后 萧凡一鼓作气地点选了4个兵营 这样让兵营达到10个 他不但能够容纳7000名士兵 还能实现秒出兵 4个兵营之后 萧凡又点选了4个战车工厂 让战车的生产提提速 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战斗 剩余的建筑物萧凡看了看 间谍卫星他暂时没有建设 因为目前的100公里半径的雷达 也算够用了 陆军作战实验室耗时较长 萧凡也先没建设 如果先建设这个 恐怕还没建设好 丧尸群已经兵临盛下了这些兵营 和战车工厂 累计花费了萧凡112万金 这让他手里的资金 一下变成了330多万 这个过程之中 萧凡兵没有立刻报兵 他要等待这些建筑都摆放出来后 再开始生产 目前可以生产的是无人机 飞机厂的出兵和战车工厂 是互不干涉的 就在萧凡准备点击制造无人机的时候 他突然又停了手 他应该再等一会儿 也许会有变化 星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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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海卫 市政厅内 安德烈和刘敏正在看电视 电视节目里面 播放的正是丧尸群 向曙光城前进的画面 全部越过了平原镇 前锋部队距离蜀光城的距离 已经只有30公里 安德烈脸色凝重地看着电视 一直没有开口说话 虽然他也是蜀光军为敌人 但是同样他也知道 目前蜀光城的实力 恐怕已经不逊色于槟城 虽然伯利亚和神州 隶属于两个国家 但是丧尸这玩意儿 是没有国界的 他们只知道吞噬和杀戮 如果蜀光城灭掉 他们恐怕不会因为 伯利亚是另外一个国度 就放自己一马的 他目前能够做的 就是尽快地完成 将神龙江兵层轰炸开 避免丧尸群来进攻自己 虽然说 目前丧尸群在蜀光城那边 但是看这架势 恐怕蜀光城被灭 也就是三两天的事情 如果丧尸群掉头来北边 自己就会措手不及 但是轰炸神龙江这件事 很不好弄 江面太长也太宽 一般的炮火作用不大 真正有用的是轰炸机 末世之前的山海卫 有一款轰炸机 叫做熊式轰炸机 这款轰炸机 是伯利亚独家研发的 非常的实用 不过末世到来 原机基本都毁了 为了恢复生产轰炸机 伯利亚这边的军工人员 不眠不休的工作 已经过去了大半年 总算是将以前的技术 都找回来了 机场那边已经传来好消息 轰炸机的研发 这几天就要完成了 第233章 战争来临 安德里今天是要去看 轰炸机的情况的 可是今天刘敏 似乎一直情绪不高 这么长时间以来 安德烈对待刘敏 不禁没有腻歪 而且愈发的喜欢 这个神州女人 真是太合她的心意了 白天里清纯如水 就好像一个女学生一样 纯洁的不得了 但是到了晚上 她在床上 似乎就变了一个人 让安德烈 每天晚上都想尽艳福 两个人也形成了一种默契 白天相敬如兵 晚上尽情享受 她也知道 刘敏为什么不开心 女孩子在这里有些呆腻了 她想要回到家乡去 安德烈也向刘敏承诺了 一定会出兵神州 只要占领了曙光城 刘敏想回去 就可以回去了 要不是这一次 突然大规模的失群 安德烈的部队 已经兵发鼠光城了 但是她终究 是灰溜溜地跑回来了 所以她对刘敏有些愧疚 看着刘敏心情不佳 安德烈主动开口劝慰 宝贝 我今天带你去看 我们的飞机好不好 刘敏哼了一声 有什么好看的 我们的国家也有飞机 不不不 你们国家虽然也有飞机 但是你们的轰炸机技术 并不先进 我们这一款轰炸机的技术 要更好 你以前肯定没有见过 刘敏露出感兴趣的神色 但是随后又咬咬嘴唇 可是你们这里有些人担心 我是神舟人 似乎并不太欢迎我 怕我泄露你们的技术 我还是不去了 你的担心太多鱼了 如果你去看一眼 就能够泄露技术 那我们早就 没有秘密可言了 难道你掌握了 未来的黑科技吗 听到安德烈的大笑 刘敏也放下了心事 主动站起身 那好 我就跟你去看看吧 安德烈高兴地带着刘敏 离开了市政厅 前往他们的飞机制造厂 安德烈很开心 现在他炸开神龙江 丧尸就过不来了 他完成可以趁着这个冬天 再生产出一批轰炸机 等到他的轰炸机研发完成 一旦形成规模 那么周边几个基地 都将会在他的轰炸机威力下 瑟瑟发抖 星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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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曙光城的情况 牵动着周边千千万万人的心 现在是冬季 大家都没有什么事情可做 几乎每一个人 每天都在关注着电视节目 槟城那边黑山那边 无人机也去过曙光城上空侦察 但是到了曙光城哪里 无人机的信号就会受到干扰 曙光城上空好像笼罩着一层迷雾 除了卫城区那边的情况能够看到之外 内城区那边什么都看不到 人们虽然不知道曙光城内部发生了什么 但是却没有人相信 曙光城能够挺过这一关了 虽然曙光军的列车和一架飞机 还在尽量地和丧尸周旋 但是对于几百万的丧尸大军来说 这点力量还是有些单薄了 槟城电视台甚至用黔驴记穷这个词语 来形容曙光军的情况 可是他们的心理也是矛盾的 既不喜欢曙光军 又希望曙光军能够多坚持坚持 曙光军多坚持一天 他们就多安全一天 因为他们现在也在拼命地修筑围墙 加固攻势 曙光军一旦覆灭 可能就该轮到他们面对丧尸了 星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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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来到了大年初二的早晨 凌晨六点 天还是黑的 天上的无人机拍摄回来的画面 也只能是通过热成像仪拍摄 电视画面之中 诗群顶风冒雪 已经来到了距离曙光城 只有五公里的地方 现在进行电视转播的是曙光城 曙光城似乎并不畏惧诗群的到来 凌晨五点 所有的转播准备工作 就已经做好了 电视台的记者星小迪 亲自来到了曙光城的城头 现在他呼吸一口气 都是往外冒着白气 可见天气之冷在他的脚下 是长长的寒冰铸就的城墙 这是曙光城卫城区的城墙 这一片卫城区方圆十几公里 原本是战场 现在被寒冰城墙圈了起来 城内有二十多个 临时搭建的居住仓库 但是都位于靠近曙光城园城墙的地方 星小迪调整了一下话筒设备 面向观众 各位观众 这里是曙光城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 星小迪 现在是曙光时间早晨六点整 众所周知 一只大约三百万丧尸 和变异兽组成的大军 已经来到了曙光城附近 大家从我的位置往西边看 应该已经能够看到丧尸群的动向了 下面请摄影师调整设备 很快 摄影师调整了摄影机 开始拍摄西边 丧尸群从西北绕到西边 绕过了环绕曙光城的新安山脉 从这里往西边看 接着天边浮小的天光 已经能够看到尸群了 首先看到的是黑鸦鸦在天空盘旋 犹如一大片乌云一样的变异鸟群 那些鸟群飞行的速度并不快 它们是起起落落 飞一会儿就落下来休息一下 等待狮群跟上它们的脚步 这也可以看出来 鸟群在严格地遵守命令 不会主动冒进 而是和狮群相互配合 鸟群的下方 是如同海潮蔓延一般的无尽狮群 放眼望去 狮群遮天蔽日 根本看不到镜头 虽然还没有靠近城墙 但是那种扑面而来的压力 已经让人心头压抑 感觉窒息 这和天空顶上拍摄的还不一样 这是以幸存者们的第一视角去看的 所以带给人的压力是无比巨大的 单单这么看一眼 画面回转落回了新小敌的脸上 新小敌继续道 这段时间 各地电视台多次对我曙光城进行诋毁 认为我们无法抗衡这次失朝 这种行为是卑劣的 也是不道德的 同为末世求生的人 如果你们真的认为我们无法坚持 那么为什么不派兵来援助 覆巢之下无完卵这句话 难道大家都不懂吗 萧凡首领告诉我们 这种时候我们不能依靠任何人 只能依靠我们自己 今天 我们曙光军就会对这件事做出回应 也让所有抹黑我们的人看看 曙光军是否有能力保卫家园 现在 我们的钢铁熊士就要出发了 画面一转 就见曙光城内 一大片的坦克战车 正在西门那里列队 准备出发 这个画面一出 所有人都是一个念头 萧凡疯了 曙光军疯了 都这种火烧眉毛的时候了 他们不想着怎么守卫城市 竟然还想要主动出击 这不是找死是什么 可是曙光军那边 不会理会他们的想法 西门的城门 咯噔咯噔的升起 钢铁战车蜂拥而出 直奔失群来袭的方向 所有看电视的人 几乎都是屏住了呼吸 竟待那火星撞地球的一刻 第234章 曙光军的战斗力 风雪之中 曙光军的战车冲出了西门 曙光军的跟拍也是很到位的 战车的行动都通过了摄像机 转播到了电视画面里面 可以说 神龙省周边的这些人 对于曙光军的实力 已经有了一定的了解 毕竟这么长的时间了 曙光军作为目前神龙省 举足轻重的势力 当然会受人关注 如果连军力都不了解 就成了笑话了 可是今天一看 他们真的是个笑话了 根据他们之前的了解和统计 曙光军大约有坦克20辆 这些坦克的性能很出色 战斗力也很强 比后来曙光军缴获的一些坦克 要强不少 如果曙光军算上缴获的坦克什么的 总数大约是在40到50辆之间 但是今天看到的情况 直接打破了他们的思维定性 曙光军这边 直接出了大约80辆坦克 而且 其中还不包括那些缴获来的坦克 更加让人不可思议的是 这80辆坦克之中 有50辆都是之前没有出现过的 曙凡这边原有30辆96坦克 其中大部分都已经是三星 不过这一次 曙凡建设完了战车工厂之后 又花费100万的资金 直接生产了25辆99式主战坦克 和25辆磁能坦克 所以现在冲出曙光城的 就是80辆坦克组成的装甲部队 跟随在坦克后面的 是10台有着巨大金属手臂的 多功能步兵车 每一辆步兵车里面都有一个工程师 他们的任务就是维修坦克 随时保持战斗力 步兵车的后面 还有多达50辆的各式车辆 这些车辆本身都有一个特点 就是都有高射机枪 而每一辆车的后面 还拖拽着一台四连高射机枪 这些高射机枪原有大约30台 现在又补充20台 50台高射机枪配合50台战车 就形成了一道密集的防空火力 累计190台各种车辆武器出动 形成了一支浩浩荡荡的大部队 这一幕 顿时就将电视机前的人们 有些看傻了 这这这 什么时候 曙光军有这么多战车了 槟城市的魏无忌 黑山的楚星 包括山海卫的安德烈 都难以置信地看着画面 这一刻像是安德烈 甚至有些庆幸 幸亏这个丧尸群突然出现 让自己的人得以及时地撤了回来 如果真的冒失地去进攻曙光城 恐怕会遭遇灭顶之灾 不过就算如此 他们依旧不看好曙光军 因为丧尸群的规模太大了 也许是看到了曙光旧的战车冲了出来 丧尸群立刻做出了应对 趁着曙光军阵型还没来得及散开 石群开始分散 成半弧形的向着曙光旧扑来 那个气势 就好像是要一口将出城的军队 连同城市一起吞下似的 双方的战线在接近 碰撞即将到来 但是打响第一枪的 并不是曙光军的出城部队 而是城内的炮火 卫城区内 50台榴弹炮和50台火箭炮 咚咚咚咚咚 沉闷的大炮开火 这种射程达到了二三十公里的大炮 直接在丧尸群内遍地开花 一团团火球师群内炸裂 每一次爆炸都会带来大量的死亡 无论是敏捷丧尸还是铁甲丧尸 都抵挡不住这种榴弹炮的正面轰击 只有巨熊丧尸 才有可能在这种炮击之下幸免 而相比榴弹炮带来的杀伤 火箭炮才是真正的生命收割机 很多人见过电视里面火箭炮发射的情况 一枚枚火箭弹拖拽着火光冲天 而去的画面很是震撼 现在的场景甚至比电视剧里面还要震撼 因为这里一次性有50台火箭炮在发射 数千枚火箭弹的火炮离地 连续两轮的骑射 几乎就要将大地铁掀翻 西面过来的尸群完全笼罩在了一片火海之中 密集的炮火爆炸声不断传来 隔着屏幕 人们都能感觉到战争的壮烈 天空之中乌云涌动 地面之上风雪被撕裂 漫山遍野的爆炸带起的黑烟 让人以为这里是不是有核武器出现了 从西边过来的尸群前锋 几乎在这种饱和打击下 全军覆没 萧凡不知道这一群丧尸连同变异老鼠有多少 但是根据雷达显示粗略估计 十万是有的 而在这一轮的炮击之下 十万光点现在剩下的 大约也就是一万多 这一万多里面 还不知道有多少是处于伤残状态 基本丧失了战斗力的 看着这一幕 萧凡自己心中都是暗暗扎舌 要是李南风那时候 自己有这样的火力 那小小尸群根本就不算什么了 猛烈的炮火打击 给丧尸群带来了巨大的伤亡 这让丧尸前锋和后面的大部队 甚至一度出现了脱节 遥远的地方 尸群之中的小不点眼睛里面 红光闪烁 他嘴里发出一声不大的呼啸 但是这声音 却能够清晰地传递到 他每一个手下的脑海 得到小不点的命令 一直在天上盘旋的变异鸟出动了 变异鸟们拍打翅膀 黑压压地向着蜀光城的方向扑来 小不点 要如同对付森林基地一样 变异鸟先行出动 覆盖城市 彻底让蜀光城手忙脚乱 而且变异鸟的规模太大 甚至能够在天空 就引爆对方的火箭炮 这样对丧尸群的威胁 也会小很多 可是这么一会儿的耽搁 冲出蜀光城的装甲部队 已经站稳脚跟 并且摆开了阵型 当变异鸟的鸟群 飞过天空的时候 所有装甲部队的高射机枪开火了 190辆战车 除了10辆多功能步兵车之外 其余的全部都有高射机枪 所有机枪疯狂的咆哮 在天空顿时形成了一片交叉的 金色的火力网 飞过天空的变异鸟群 顿时就好像撞在了墙上一样 纷纷掉落乌鸦麻雀 喜鹊鸽子 一只只变异鸟 在空中被打得血花飞溅 下饺子一样的往下掉 顿时漫天都是鸟毛飞舞 陆地前进受挫 高空前进被拦截 丧尸群的前进脚步 一下停滞了 这一幕 直接就让观看电视直播的人 嘴巴都合不上了 第235章 慈能坦克登场 此时此刻 曙光军表现出来的强大战斗力 已经将观看的人都给震住了 虽然他们都知道 这种拦截只能是一时的 可是就算这样 也不是他们能够做到的 何况曙光军的坦克 还没有真正的投入战斗 有的人甚至以为 如果狮群只有这两下子 他们似乎也能够抵抗一下 有这种想法的人很多 甚至包括安德烈和魏无忌他们 曙光军很可怕 但是狮群似乎没有想象之中的那么可怕 但是接下来的情况 又超出了他们的预料 变异鸟遭受打击的时候 小不点就开始组织冲锋了 变异鸟不能白白地牺牲 虽然在天空遭遇了 狮光军高射机枪的狙击 但是同样的 这里的战斗也截断了 蜀光军后方的火炮 缺少了火炮威胁 狮群就能够肆无忌惮地前冲了 小不点再次嘶鸣一声 狮群立刻奔跑了起来 那些变异老鼠和敏捷系的丧尸 都有着很高的奔跑速度 他们就像潮水一样的 向着蜀光军的装甲部队冲了过去 要趁着这会儿功夫 彻底地将装甲部队埋葬 看到这种情况 蜀光军的坦克终于启动了 所有的99主战和96坦克 滑塘炮开始发射炮弹 这种炮弹的射击 没有火箭炮一样的密集 但是威力同样不小 正面击中的话 就算是巨熊也要受伤 铁甲等丧尸都会直接被一炮轰碎 而且这些坦克的上面 还有外挂的火箭巢 无论是炮弹还是火箭弹 这一刻都没有任何的吝啬 疯狂地喷发 肆无忌惮地倾泻 蔓延过来的狮群 又一次遭受沉重的打击 但是 他们依靠庞大的数量 依旧迅猛地往前冲 并且在小不点的指挥下分散开 这样能够很大程度地 避免被炮火成片的打击 其中有七八头的巨熊丧尸 走在了队伍的前面 这些大个子 浑身踢着厚厚的角质层鳞片 冒着枪林弹雨前进 高射机枪的子弹打在他们身上 只会发出叮叮当当的火星 除非是被主炮正面击中 否则很难伤害到他们 而且这些巨熊的身边 还跟随着一群的敏捷丧尸 这些三级进化体 动作奇快无比 每当有火炮瞄准巨熊的时候 他们就会连续地跳跃风堵 挡住火炮的射击角度 给巨熊带来一道天然屏障 所以这些巨熊得以迅速地接近 很快来到了坦克群前方 一头巨熊怒吼一声 一跃而起 硬抗了一串的机枪子弹射击 巨熊双拳狠狠地对着眼前的 一辆96坦克砸了下去砰 水缸大小的拳头打上去 直击坦克唯一的弱点 也就是他的炮塔 坦克的炮塔 竟然生生被打弯了 巨熊一得手 他身边的丧尸 立刻蜂拥而上 这些丧尸 也都接到了小不点的命令 有的去封堵炮塔 有的去给巨熊做肉盾 有的干脆 就是去干扰视线的 而巨熊则是迅速地 跳过这辆坦克 去砸别的坦克的炮塔 这也是小不点发布的命令 小不点的智慧 已经相当高 能够看出坦克 这种铁疙瘩的弱点所在 其他的巨熊有样学样 瞬间就让好几辆坦克的 主炮熄火 电视机前的人一阵的叹息 完了 熄火的坦克 就等于是拖拉机 彻底没用了 这无疑就是 曙光军崩溃的前兆 魏无忌等人 甚至再和消防换位思考 如果自己是指挥官 这种时候应该怎么做 思来想去 答案只有一个 撤退 可就在这时候 曙光军后方一群 一直没有开火的坦克 竟然主动地冲了上去 这种坦克和99式 或者96式都不太一样 他们有着一个短炮塔 看上去矮蹲蹲的 似乎没有什么威力 可就是这种怪模怪样的坦克 竟然扭转了局面 冲过去的坦克 短炮塔上面 一阵白光闪动 竟然发出了一串的电流 吱吱吱吱 一阵炫目的光 突然闪烁战场 就连拍摄的摄影机 也有一瞬间 只能拍摄到 一片白色的闪光 一条条粗大的 银蛇横贯战场 将冲过来的尸群 笼罩在了其中 一阵阵轻烟升起 一只只丧尸 瞬间被强电流烤熟 那些体积较小的 比如冲过来的变异老鼠 或者普通丧尸 干脆整个就成为焦炭 任凭他们怎么不怕受伤 在面对这种 强大电压的情况下 依旧毫无抵抗之力 铁甲能够稍微抵抗一下 但是也只有几秒的时间 就会倒下 巨熊的抵抗力强一些 他们抽搐着不肯倒 还在支撑前进 但是缺少了身边的掩护 腾出手来的主战坦克们 立刻开炮 伴随一阵阵炮声轰隆 一头头巨熊丧尸 先后被击倒在地 这种情况 看得人眼睛发烂 现在二级突变者 在各大基地 都或多或少的有几个 这些人自然知道 这种巨熊丧尸 有多么的强大和可怕 他们想要消灭巨熊 不付出相当的代价 是绝不可能的 就像森林基地的覆灭 也是巨熊率先攻克了城市 这种刀枪不入的怪物 给人留下了太深刻的印象 但是这里的七八只巨熊 竟然连城墙都没有接近 就在野战的战场上 被击杀了 而且 他们的身边 还有肉盾丧尸 头上还有便衣鸟掩护 这种情况 要不是亲眼所见 他们是绝对不会相信的 尤其曙光军那种 能够发射电波的坦克 给了他们太过深刻的印象 安德烈 魏无忌等人 看着那些磁能坦克 一阵阵的无力感 从心里生起蜀光军的科技 已经到了这种地步了吗 尤其是山海卫的安德烈 他看到蜀光军将电磁技术 运用于坦克之上 更是心中震撼 他们的磁暴步兵 刚刚搞出一点眉目 蜀光军就有坦克了 不过他也确信了一点 那就是 蜀光军绝对不会来偷取 他们的磁暴技术的 人家坐拥金山银山 是看不上他们这点砖头瓦力的 第236章 急转直下 此等坦克和其他坦克的联手 硬生生地挡住了巨熊丧尸的攻击 这个消耗战 打的小不点是无比的恼火 尽管 他已经尽量地高估蜀光军的战斗力 但他还是没有想到 自己还是低估了 蜀光军的战车火炮高射击枪 加上那种会发电的坦克相互配合 竟然在短短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里面 杀伤了他25万的手下 发火的小不点愤怒了 他怒吼几声 两头金刚丧尸 带着大群的高级丧尸又出发了 这一次高级丧尸排山倒海而来 其中铁甲的数量就过万 天空之中 更是有海量的变异鸟铺天盖地而来 无论付出什么代价 也要将蜀光军的这支部队消灭 地面上 更是有无数的老鼠飞快地打动 竟然是打算抄蜀光军的后路了 看到这种情况 消防果断地让装甲部队后退了 车辆的弹药打得差不多了 目前还没有什么损伤 就杀伤25万丧尸 这个战果绝对是无比辉煌的 继续打下去 这支装甲部队就真要留在这里了 那些本来有些损毁的车辆 在后面的多功能步兵车修理下 很快复原 迅速撤退 战场距离蜀光城只有几公里 战车飞速狂奔 普通的丧尸是追不上的 只有变异鸟能够追上 但是他们对战车的杀伤有限 而且到了城墙这边的时候 蜀光军城墙上的士兵立刻开火掩护 一道道交叉火力 配合喷火器战士的火龙 硬生生地将大群变异鸟拦截了下来 萧凡本来以为 丧尸群将会趁着自己一方撤退的机会 顺势攻城 但是让他没想到 丧尸群竟然停下了脚步 小不点没有顺势攻城 而是让他挥下的士群一点点地分散开 士群 蜀巢 从西边蔓延过来 蔓延到南边 蔓延到东边 这个过程虽然缓慢 但是谁都能够看得出来 丧尸的首领 是打算彻底地保卫曙光城 绝对不给城内的人一点逃生机会 刚刚歼灭大群丧尸所带来的喜悦 就在这种压力之下 慢慢地消散了 看到这种情况 萧凡的脸色也凝重起来 看得出来 这个丧尸首领的智慧不低 而对方太过庞大的士群数量 也带给了他相当的压力 不过萧凡暂时也不太担心 因为南门和东门之外 他都布置了大量的地雷 等到丧尸冲锋的时候 地雷阵会引爆 托寒冰城墙抵御两天 只要这里坚持两天 他在收缩防御 后续还会不断出兵 打消耗战 他也是不怕的 手里还有100多万的资金 应该差不多够了 就连电视机前的其他基地的人 也认为曙光城这边没有问题了 这么一场遭遇战 就杀死20多万丧尸 这300万丧尸慢慢地磨 也用不了太长时间 但是谁都没有想到 上午10点的时候 风云突变 已经调整的差不多的小不点 突然发动了一波狂暴的攻击 黑压压的丧尸群 从南边和东边 对着寒冰城墙 发动了巨大的攻势 从天空无人机拍摄的画面来看 几乎是所有的丧尸群都躁动了 小不点没有像当初的李南风一样 将丧尸分成多少个队形 一波一波地去送人头 他是直接来了一次全体攻击 前面的丧尸 潮水一样地往前从 后面的丧尸铺天盖地地跟上 东边和南边的地雷阵 确实发挥作用了 无数的丧尸 就在这种爆炸下 粉身碎骨 城内的大炮也轰隆隆地响得不停 一团团火球在尸群里面炸响 但是这都没有抵挡丧尸冲锋的决心 小不点是完全不计伤亡的猛冲 天空中的变异鸟 黑压压地压上去 和曙光军的战士们生死搏杀 而之前行动缓慢 没有赶上第一波战斗的胖子丧尸 也冲了上来 这些丧尸在地雷阵被引爆得差不多时候冲了上来 一旦进入射程 立刻就对着曙光军的城墙 发射强酸 对于强酸这种东西 肖凡早就有了准备 所有的曙光军战士都穿上了抵御了强酸的衣服 但是这也不能完全防御 脸上 手上 一旦被强酸沾染 都会很快烂地见骨头 虽然曙光军的战士也在拼命地杀伤胖子丧尸 可是那些巨熊和铁甲 有时候甚至还会拿胖子丧尸当炸弹扔过来 这也一度让曙光军伤亡不小 好不容易 曙光军适应了丧尸凶猛的攻击节奏 城墙出问题了 小不点锐利的眼睛 发现了一处城墙的漏洞 那就是浩原河上的城墙部分 这一处城墙虽然也被寒冰封堵了 但是城下的河水是没有地基的 发现这一点之后 小不点顿时大喜 他完全是不计代价的对着这里猛攻 在胖子丧尸的不断腐蚀下 这里的寒冰开始军裂 河面的冰层破损 河水流淌了出来 看到这一幕 肖凡就知道要换 他能够封堵周围的城墙 但是无法封堵河水之下 而且这种天气 小八这个冷血动物也无法参战 河水这里毫无疑问 就是曙光军的软肋 寒冰城墙上没有哨楼 下面没有机枪碉堡 防御力也是不足 所以看到这一幕的时候 肖凡立刻下令 魏城区全体居民迅速撤离 进入内城区 内城区三道城门大开 接近三十万的居民 迅速撤退曙光军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 和丧尸争夺城墙的控制权 所有的坦克战车 几乎都打光了 自己的最后一颗子弹 要不是正好赶上中午子弹刷新 可能小不点这一波全体攻击 就将曙光军的装甲集团覆灭了 尽管如此 曙光军在这一波战斗之中 损失也是不小 阵亡人数过三百 战车损毁二十辆 这是曙光军建军以来的最大损失 下午一点 河水上面点 城墙坍塌 丧尸蜂拥而入 曙光军战士全体撤退 依托外城城墙的掩护 进入了外城区 幸好城内的居民 已经全部进入了外城区 没有居民因此伤亡 虽然曙光军在这一波的战斗之中 依托地雷阵和强大的火力 消灭了足足五十万的丧尸和变异兽 但是占地十几平方公里的卫城区 彻底沦陷 花费二十天时间打造的卫城区 彻底成为了丧尸的乐园 当铺天盖地的丧尸涌入了卫城区 这里又没有地雷阵布置的情况下 看上去曙光军似乎就要不行了 上午看上去还好好的形势 突然急转直下 第237章 肆无忌惮的担忧 曙光军未城区的尸首 震惊了整个神龙省 之前看到曙光军的装甲部队大发神威 本以为丧尸不过如此 可是没想到 丧尸的一波狂暴冲击 让人们充分地感受到了那种 近乎毁灭的力量 几百万丧尸冲锋的场面太过震撼 震撼到人们心脏病都要犯了 看到这种场面 槟城基地的首领 魏无忌第一个说 曙光军完了 没有人反驳他的这句话 毕竟曙光城就那么大 卫城区甚至比内外城区加起来还要大 就这么轻易地失守 谁也不相信 曙光军还有能力继续守卫城市 就连曙光城内部 有很多人都是这么认为的 新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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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万的幸存者涌入了外城区 顿时让外城区人满为患 肖凡下达了命令 每一个活动板房内都要至少容纳三十人 曙光城的外城区 共有活动板房大约一万间 另外还有建成的住宅楼十栋 现在所有的房间内都挤满了人 多亏了当初建设活动板房的时候 板房内都设置了上下铺 不过现在躺着睡觉 基本是不可能实现了 大家只能坐在室内 人挨着人 忐忑地等待命运的判决 很多人都惊慌地不行 从卫城区跑过来的经历 给他们留下了很大的心理因应 他们也都看过森林基地的结局 那些丧尸冲进来的时候 人类全部沦为了食物 他们不想经历那样的一幕 很多人都失声痛哭 不过肖凡这会儿 是没有时间理会这些心灵脆弱的人了 要是这点压力都不能承受 他们也就不配存活于这个末世了 肖凡现在需要面对的 是城墙之外的两百多万丧尸 城内 战地医院成为了最忙碌的地方 肖凡现在非常庆幸 提前建设了战地医院 有了这个医院 曙光军的很多重伤员 都很快康复了 经过那一波胖子丧尸的袭击 很多战士伤势都很重 但是这些四星战士 生命力较为顽强 有些人就是憋着一口气挺住了 送进战地医院 很快就康复了 孙飞飞已经被肖凡派往了战地医院 因为这里就只有他一个五星的医疗兵 虽然损失了卫城区 但是肖凡并没有气馁沮丧 外城区的防御和卫城区 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15米高的城墙 地基深厚 而且还有机枪碉堡和哨楼 丧尸想要攻破这里 那是非常困难的 趁着丧尸进入卫城区的间歇 肖凡又开始了新一轮的生产制造 他目前手里还有140万的资金 首先肖凡花费了100万 点选了陆军作战实验室 陆军作战实验室的建设 需要30个小时 剩余的40万资金 肖凡先是建设了10个磁暴线圈 这10个磁暴线圈 东城区4个 南城区6个 其中专门有两个磁暴线圈 肖凡将其放置在了水门之上 小八不能出场的情况下 这里是曙光城防御的弱点 放置了磁暴线圈之后 这里就有两个机枪暴保 两个哨楼和两个磁暴线圈 也算是戒备森严了 完成这一切之后 肖凡的手里只有20万的资金了 这些资金 肖凡用于爆兵 1000名列兵 500陆军战士 现在兵营有10个 秒出兵的情况下 每到半个小时 1500新兵入伍 这些新兵全部都是一新的 战斗力也并不弱 肖凡手里 几乎是一点资金都没有留 他知道 就算这些战斗力全部上阵 也未必能够守住曙光城 与其如此 不如另辟蹊径 幸好他早有一个计划 现在也差不多是派上用场的时候了 新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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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城乐园基地 魏无忌这边正在组织人 大量的挖掘战壕 建设围墙 堆积沙袋 修筑攻势 防御座的里三层外三层 但是他依旧觉得不够 这个失群的出现 让整个神龙省都紧张了起来 虽然直面丧失的是曙光军 但是谁知道 下一步丧失会不会来到槟城 提前做好防御是非常必要的 但是最让魏无忌担忧的 并不是防御攻势的修筑 槟城基地这段时间 也吸纳了不少幸存者 大家抱团取暖的情况下 槟城基地的人口 已经上升到了七十万 魏无忌最不缺的 就是干活的工人 他真正缺少的 是训练有素的士兵 真正的士兵 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得到的 槟城虽然是神龙省第一大基地市 但是其中合格的兵员并不多 槟城军队数量 大约有一万五千人 其中真正称的上合格的 在魏无忌看来 不会超过三千 那些幸存者你 就算给他一把枪 没有经过真正的训练和战争考验 面对丧失的时候 恐怕会吓得屁滚尿流 不拖后腿 就算好的了 指望他们打丧失 就太为难他们了 所以这段时间 看着士群一步步地逼近曙光军 魏无忌为了合格的士兵这件事情 已经是急得快白了头 槟城乐园基地的大街小巷 已经到处张贴了招募士兵的消息 不过这段时间 很多人畏惧战争 效果并不理想 魏无忌思虑再三 决定对城内几家大的冒险者团队走访一下 有些强大的冒险者团队 他们人员的战斗力 比普通的士兵更为出色 尤其其中有一家外籍冒险者团队 这个冒险者团队 全部都是由外国人组成 排外性非常的强 据说这些人 是由当初的使馆卫队为基础 不断地吸纳外国人组成的 他们不接收神州人加入他们的团队 整个队伍水泼不尽 在槟城经营这么长时间 已经隐隐是第一大冒险者团队了 而且这个团队 有一个非常奇怪的名字 叫做黑夜火锅 据说起这个名字 是因为那个首领特别爱吃火锅 而且他希望他随时随地能够吃到火锅 所以才取名黑夜火锅 不得不说 在漠视这种 随时随地能够吃到火锅 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志向 所以魏无忌非常理解 这个外国佬的心态 魏无忌曾经多次地 想要他们加入槟城的城防军 但是那个叫做约翰的外国佬 开价很高 他向魏无忌说 想要他们加入 别的东西不要 只要金银珠宝 按照黄金换算 他们加入一个人 就需要魏无忌支付5000克的黄金 黄金到手 他们可以给魏无忌卖命 没有黄金 一切免谈 第238章 黑夜火锅 魏无忌并不缺黄金 槟城这几十万人 长时间以来击杀丧尸 魏无忌这里也收集了很多的黄金 他甚至还拿下过金电银楼和珠宝行 但是这些金银珠宝 他这里没有什么用处 他都收集起来放着了 当初没有同意约翰的提议 是因为他觉得不太必要 但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 曙光城危在旦夕 槟城唇王齿寒 是时候将这些人收编了 魏无忌计算过约翰那边的人数 应该是有140人 虽然约翰说过 这一段时间 他们已经联系到了其他地方的国人 已经即将来到槟城 但是魏无忌不认为那是真的 140人 一个人5公斤的黄金 一共需要700公斤 放在以前是一个很大的数字 但是现在 对于魏无忌这种统领一方 而且 有无数资源可以收集的他来说 也不算什么了 携带了700公斤的黄金 魏无忌带着人 驱车前往黑夜火锅团队的驻地 这个驻地位于乐园基地的一角 平时可能不太希望人打扰 他们和其他团队 并没有多少往来 但是这里的楼房 还是挺气派的 魏无忌来到这里 见识的人全部都是外国人 听到魏无忌到来 黑夜火锅的首领约翰迎了出来 哦 看看是谁来了 是我的老朋友魏先生吗 哈哈 你好啊 约翰 魏无忌过来 和约翰来了一个热情的拥抱 彼此含喧了两句 喂 我觉得 现在应该是你最忙碌的时刻 你怎么有时间来到我这里 约翰 不瞒你说 我来还是老话题 希望你能够让你的团队 加入我的城防军 抵御随时可能到来的风险 约翰沉吟了一下 喂 你知道的 我们这些人虽然流落在神州 不能回到我们的祖国 但是不代表 我们就会无条件的付出 世界上的任何事 都是要讲究报酬的 明白明白 我已经按照你的条件 准备了一批黄金 说着 魏无忌叫人 将一箱箱的黄金搬运了下来 一共七百公斤 七百公斤听上去不少 但是摆放出来也没有多少 毕竟这东西非常的重 约翰看了一眼 喂 不瞒你说 经过这么长时间的联络 我已经联系到了国外的一家使馆 那里也有我的很多老朋友和战友 他们已经即将过来和我会合 我不能抛下他们单独加入你的城防军 所以非常抱歉 听到这里 魏无忌的眼睛顿时一亮 约翰 你是说 还有一些你们国家的士兵要过来吗 是的 我说过 我要建造槟城最大的冒险者团队 单单靠我们这些人是不够的 那你的朋友有多少人过来 嗯 大约五百六十人吧 他们是这样跟我说的 五百多人 太好了 那他们是否有意向加入我们的城防军呢 约翰怂怂间 我也不太清楚 不过 我可以问问 好 你快问问 他们什么时候的 是否愿意加入 约翰回到了室内 拿着无线电 开始联络他的同伴 大约十分钟之后 约翰给了魏无忌答复 喂 你的运气不错 我的同伴都答应加入城防军了 不过我们只能成为雇佣兵 你的黄金就是报酬 而且 他们的价格和我们是一样的 明白明白 这都好说 那就这么办了约翰 我这就去准备黄金 说到这里 魏无忌顿了一下 那他们什么时候的 怎么来 他们有飞机的 两架飞机 大约三个小时后的 魏首领可以让他们的飞机降落在这里的吧 当然 这都不是问题 太好了 魏无忌心中大喜 有飞机就证明了 这些人的实力恢复非常的快 这560人 加上约翰的这100多人 总数就有700人了 魏无忌见识过约翰等人的战斗力 那绝对称得上是一只精锐 这样的一只力量 加入城防军 毫无疑问 将会大大的提升 冰城军的整体实力 他需要付出的 无非就是一些黄金罢了 虽然一共3500公斤的黄金有点多 但是他努力地收集一下 以冰城的实力 还是不难做到的 黄金不够还有白银 白银不够还有珠宝 这些都可以低价的 当天下午大约3点 约翰所说的朋友到了 500多名身材魁梧的外国人 从两架飞机上面下来 来到了槟城乐园基地 为了这件事 魏无忌特意叫来了槟城电视台 直播了这一场盛况 这个新闻 就连曙光局那边 正在进行的激烈守城战 都给压了下去 黑夜火锅冒险者团队 700精锐士兵 正式成为了槟城基地 是城防军的一部分 这个消息一出 槟城市欢呼雀跃 这和西纳本国士兵还不一样 这可是一群老外 能够让老外加入城防 这产生的意义 让槟城人都非常的自豪 一时间 槟城市成为了各方关注的焦点 曙光局应该是要不行了 但是他们的战斗力也不错 就算灭亡了 应该也能够 将这个庞大的尸群杀伤过半 到时候 这个尸群的威胁 就应该没有那么大了 现在神龙省最为风光的地方 毫无疑问 就是槟城乐园基地了 借着这股东风 魏无忌先后又收纳了一些冒险者团队 和城中一些身体素质后 胆子大的青年加入了城防军 让槟城的军队总数突破了两万 电视节目之中 魏无忌甚至意气风发地喊出 要在今年夏天到来之前 收复槟城市江北区的口号 槟城人们再歌再舞地庆祝 借着新年的气氛 开始了一场狂欢 只有两架飞机 在送达了这些外国人之后 搭载着黄金离开了 因为他们自称 是从半岛地区的国外过来的 需要回去复命 这也让魏无忌非常理解 半岛地区本来就有他们的驻军 这些人的来历是非常清楚的 只是看着飞机离开的时候 魏无忌总是觉得 这种型号的飞机有点眼熟 似乎在哪儿见过似的 第239章 金刚在线 曙光军这边的激烈攻防 并没有因为槟城的情况 而有任何的停歇 丧尸群在进入了魏城区之后 是稍微停滞了一段时间的 因为小不点也是第一次来到曙光城 当他过了寒冰城墙 在后面看到更高的城墙之后 他就让狮群前进的脚步停了下来 刚刚那一场大规模的冲锋 让他这边也是损失不小 他带来的三百万丧尸 经过两轮熬战 现在总数大约在220万左右了 这样的消耗 让小不点也有些吃不消 所以 他让狮群停了一下 原地进食 咔嚓咔嚓的啃噬声 开始在城外响起 无人机拍摄的画面 让人看得毛骨悚然 明知道现在狮群是在养精蓄锐 但是曙光军那边也没有进行反击 毕竟刚刚的一场 战斗在外人看来 曙光军已经到了伤筋动骨的地步 根据其他人的粗略统计 曙光军在之前的战斗之中 阵亡人数大约三百 而受伤的人数 应该超过了一千五 曙光军总人数最多也就四千人 这近半的伤亡 足以让曙光军半瘫痪了 要知道 这种时候的受伤 可不是末世之前的受伤 受伤是会感染的 想要不变成丧尸 那就只有自杀一条路走了 外界的人甚至推测 曙光军会将这些受伤的人 组成一支赶死队 携带炸药冲出来 和丧尸同归于尽 反正也要变成丧尸 还不如废物利用了 但是曙光城这边 完全没有这种迹象 伤员们回到了城市之后 就再也没有出来 这让很多人看着平平摇头 称肖凡这是妇人之人 不管外界怎么猜测 下午两点 丧尸群再次有了动静 进尸完毕之后 丧尸群里的高级丧尸 进一步增加 看上去兵强马壮 整体实力甚至不比 刚刚来到曙光城的时候 逊色了 他们发出一阵阵 惊天动地的嚎叫 在首领的指挥下 准备再次进攻城市了 星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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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号星号星号 快快快 但药箱摆放好 注意头顶的临时帐篷 搭上白铁皮 摆放出斜度 那是防止胖子丧尸 发射的墙翻的 让墙翻落在上面 就会流下来 油都刷好了吧 没有油的话 白铁皮也会被腐蚀的 注意留下射击角度 不要把人的眼睛 都给挡住了 医疗队全部到位了吧 城墙上车 到那里的冰滑梯 坐好了吧 一点有伤员 第一时间顺着滑梯下来 第一时间送入战地医院 吹尸般的人 做好饭以后就撤下来 不要影响弹药的运送 水门这里要注意 多浇水 将水闸给冰封起来 这样能够更好地 抵御强酸和便衣老鼠 汽油台上去 给喷火器战士备好 它们是防御便衣鸟的主力 燃油必须保证优先供应 军犬队 战雄全部就位 防止丧尸越过城墙 一旦有丧尸过来 必须第一时间击杀 清场 全城军管状态 任何人不得随意出入家门 一切行动听指挥 曙光城的城墙上下 陷入了一片的忙碌之中 萧凡站在城墙之上 身边站着薛宁儿和谭雅 他的脚下 一边是外城区 一边是卫城区 卫城区大约几百米之外 就是无边无际的丧尸群 目前卫城区内 已经聚集了超过五十万的 各种丧尸和变异兽 也在调整着 做着工程前的最后准备 外城区这边 曙光军的紧张战备 也在进行着 虽然忙碌 但是一切都井然有序 整个军队就好像一台 精密运转的仪器 没有丝毫的慌张错乱 看着城外的尸群 萧凡知道 今天的战斗 是非常凶险的 陆军作战实验室 没有建设出来 高科技不太能够跟得上 资金也还没有到位 但是他必须守住 这一波的攻击 过了这一波 就到了晚上 要是能够坚持过今晚 到了明天的话 曙光军胜利的希望 就会大增 不过这一次 和上次李南风的进攻不同了 上一次有自爆卡车 直接灭掉了 接近十万丧尸 这一次 却没有那种 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了 想要撑过去 只能靠着全体官兵的硬抗了 而且这个丧尸首领 明显比李南风 更加的凶猛 一旦进攻起来 完全是不管不顾的状态 所以这一次能不能抗住 还真是难说 不过肖凡的脸上 始终带着微笑 看上去云淡风轻 这也给了所有人 莫大的信心和鼓舞 肖凡知道 现在城里人心不稳 有些人认为 曙光城可能要守不住了 所以他这个时候 必须要撑住 而且还要给人们打打气 正在等待丧尸群进攻的时候 突然尸群那边 传来了一阵的躁动 吼 吼吼 伴随一阵巨大的怒吼声 一头巨大的丧尸 在尸群里面站起来了 身高五米 浑身金属般发亮的皮肤 在风雪中溢溢生辉 巨大的拳头锤打胸口 血盆大口张开 声波阵的雪花飞舞 这是一头刚刚进化完成的 金刚丧尸 肖凡是第二次 见到这种丧尸了 而电视机前的其他人 这还是第一次见到金刚 现在野外 已经有巨熊和舔尸者的出现了 但是金刚这种高级丧尸 还从来没有在野外出现过 上一次 李南风用尽全力催化出了一只 结果被巨炮干掉了 可是这只金刚丧尸 距离外城区的城墙很近 这已经不在巨炮的射击角度之内了 肖凡知道这个尸群里面有金刚 也一直提防着 没想到丧尸首领如此的狡猾 竟然用一头巨熊 潜伏在尸群里面一直吞噬 竟然悄悄地完成了进化 金刚进化成功 立刻发出震天怒吼 向着城墙大步走来 在他的带动下 丧尸群全面躁动 攻城开始了 谁也不曾想到 第二次攻城刚刚开始 就要面对金刚这种恐怖生物了 肖凡也是难得的脸色凝重 他知道 危险来了 现在巨炮用不上 如果不能搞定这只金刚 恐怕曙光城立刻就要失手 能不能守住 能不能建立大家的信心 就看现在了 第二百四十章 强大的金刚 当金刚出现的瞬间 人们都有些发猛 身高五米的大家伙 让人忍不住要怀疑自己 是不是生活在一个魔法时代 看到了传说之中的魔兽 尤其是当金刚接近城墙 曙光军开火射击的时候 人们的绝望几乎达到了顶点 电视画面之中 曙光军率先击火金刚了 城墙之上 战士们蹲在夺口之后 手里的枪举起来 瞄准这个怪物 他某掌一声令下 众人一起开火 猎兵们手里的九十五是 陆军战士的轻机枪 架设在城头的重机枪战斗组 还有那些开上来 对巨熊都能造成一定伤害的 四连高射机枪 这些枪械一起开始咆哮 无数的子弹 化作金色的光点河流 向着金刚倾泻而下 当当当当 金刚浑身上下往外喷射着火星 原本大步迈开的步子 竟然一瞬间有些停滞 电视前面的人 都忍不住捏住了拳头 他们多么希望 曙光军这一刻 能够将这头巨型丧尸干掉 那样 他们还能感觉到有希望 可是理想和现实总是 有着无比遥远的距离 子弹河流带来的强大冲击力 确实是让金刚一度停下了脚步 但那仅仅是因为 子弹的冲击力而已 金刚的身体表面 竟然连个黑点都没有出现 就算是最大口径的 四连高射击枪 子弹打在身上也是一样 不能带来丝毫伤害 这头金刚只是举起一只手臂 挡在了他的脑袋前面 尽量地遮挡住眼睛嘴巴 然后就低头往前走 身上就好像打了 闪光的特效一样 无数的子弹在上面弹射 喷着火星 金刚就顶着这条金色的河流前进 看上去竟然非常的威武 低着头 一步步地走 那巨大的身高 让他一步 可以跨越三米的距离 距离城墙也越来越近了 金刚就好像一辆重型战车 他吸引着火力 身后无数的丧尸蜂拥而上 天空的变异鸟 地面上的变异老鼠 黑压压地冲上来 那股气势 似乎就要将城墙压垮 蜀光君当然也不能只顾着金刚 随着狮群的全面上前 蜀光君也全面开火了 激烈的枪声冲斥耳膜 漫天的血雨洒落白血 枪炮在发射着子弹 喷火器也拼命地往外喷射着火龙 将天空之中的变异鸟 尽量地拦截下来 战士们的枪里面 不断地往外跳跃着弹壳 一旦子弹打光 他们身后的替补队员 就会迅速地接替 前面的战士撤下来 迅速地开始从弹药箱里面 拿出新的弹架安装上 整个曙光城 就好像一个点燃的大烟花 不断地往外喷射着烟火 地面之上 丧尸密麻麻地开始倒下 层层叠叠地堆积 这一会儿的功夫 杀伤丧尸的数量是最多的 几乎每一秒钟 都有几百的丧尸和变异兽阵亡 从卫城区的后面 走到南城墙下 丧尸损失足有十万 但是人们的心并没有因此放下 因为那头金刚 还没有死金刚迈着步子 跟随尸群一起来到了曙光城下 金刚的身前 是十五米高的城墙 人们本来以为 金刚会等到尸体堆积的足够高以后 才会登上尸体堆进攻 可是万万没想到 这头金刚来到了城墙下面之后 竟然猛地跳了起来 这个大家伙 一跃六七米高 手臂一台 竟然直接搭在了城墙的边上 就好像攀岩运动员一样 他似乎要就这样攀登上城 这一下 可是把曙光军吓了一条 不过人们也早就重点针对他 看到金刚要上城 城墙上守卫的几个火箭筒战士 立刻上前 居高临下 这几个战士的火箭筒 直接对着金刚的大头 扣动扳机开火 轰轰轰轰 火箭弹爆炸产生的冲击波 甚至将这几个战士直接冲倒 其中一个若不是被人拉住 直接都能掉回城墙下面去 金刚一只手搭住城墙 被冲击波一冲 也直接对了下去 头上冒出几个火团 金刚轰隆一下地掉了下去 直接砸死一片丧尸 人们忍不住其身欢呼 这是第一次击倒金刚 他受伤了吗 众人揪着心看着 只见画面之中 金刚又爬了起来 除了头部上面 有一点火箭弹留下的焦黑色之外 大家伙要怎么对付才好 金刚登上城墙失利 他就没有继续这样做 在城下走了几步 金刚一把抓起了身边的丧尸 他那张开之后 比双人床还大的手 一把抓起好几个丧尸 有敏捷丧尸 有普通丧尸 也有便衣老鼠 抓在手里一甩 直接甩到了城墙上面 本来正在射击的战士们 身边一下就多出了丧尸 顿时一阵手忙脚乱 普通丧尸还好 那敏捷丧尸进了身 确实不那么好对付 还有便衣老鼠 瞪着血红色的小眼睛 疯狂地撕咬身边的人 战士们用刺刀 解决了这几个家伙 下面金刚丧尸 又甩了一批上来 金刚丧尸 似乎尝到了甜头 这一次 甚至将铁甲和一只 胖子丧尸甩了上来 铁甲多难对付就不说了 那胖子丧尸落在城墙上 立刻原地爆炸 一大团绿色的强酸 立刻将一群战士们 笼罩了进去 虽然曙光军 也设置了抗强酸的白铁皮 但是这次丧尸 直接到城头爆炸 防御也是没用的 就这一下 就有三名战士阵亡 二十多人受伤 受伤的战士 立刻顺着城墙上面的兵滑梯 滑了下去 接受救援治疗 阵亡的也被他们抬了下去 这样一来 城墙上面 立刻出现了一片真空 金刚丧尸 似乎得到了小不点的指令 一双大爪子挥舞开来 趁着这个机会 将一群群的丧尸 投向了城墙这一段 连续几个胖子丧尸爆炸 硬生生地将城墙上 这一段的曙光军逼退 然后金刚又是将一个胖子 投掷了出去 正中这一段的一个哨楼 哨楼外围的墙壁被腐蚀 里面的战士竟然不得已 和又被投掷上来的丧尸肉搏 随着哨楼的熄火 这一段城墙 几乎没什么抵抗力量了 大群的丧尸 被金刚投掷登上城墙 短短两分钟之内 这一段城墙就被丧尸占领了 第241章 狙杀 总指挥 这样下去不行啊 奈托金刚不除掉 城破就只是时间问题了 接到了手下参谋长的报告 萧凡正在远处城墙上面观察局势 金刚的墙大 有些超乎想象 刀枪不入 甚至喷火器都伤害不到他 这一点颇为棘手 这也和蜀光军欠缺 与金刚对战的经验有关 上一次的金刚死在了巨炮下面 其实蜀光军对其的特性并不了解 观察了这么半天 萧凡终于算是对这种生物 有了一定的了解 他看了一眼 身后跟随在自己身边的一支行动小队 多余的话我就不说了 这次能不能守卫住城市 第一波很关键 能不能守住第一波 是否能够干掉这头金刚 也很关键 现在差不多是时候了 按照原计划 上 萧凡身后的行动小队 立刻猛冲了过去 直奔那段失手的城墙 在前面一马当先的 是一头金发的外国妞 谭亚 亚当斯 谭亚的手里 有两把大口径的手枪 他一边奔跑一边开枪 速度奇快无比 砰砰砰砰 一头头丧尸 或者便衣老鼠 都是被一枪爆头 翻滚地跌下城墙 金刚往上投掷的速度 根本比不上谭亚的击杀速度 谭亚的身边 是萧凡一直以来的贴身警卫员薛尼儿 薛尼儿的手段和谭亚差不多 也是双手持枪 快速地发射 击杀速度丝毫不逊色于谭亚 这一中一袭两个大美女的击杀速度 足以比你数十个优秀的神枪手 失手地段的丧尸 一片片地往下抖 他们两个的身后 更是跟随了几个四星的狙击手 这些狙击手的任务 就是狙击登上城墙的铁甲 这种大个子 不是谭亚他们的手枪能够解决的 沉闷的狙击枪响起 铁甲殒命 金刚丧尸 费尽力气抛上城墙的丧尸 很快就损失了大半 这段城墙就要被夺回来了 远处 小不点毫无人类情绪的目光 正在冷冷地看着这里 金刚丧尸在城下怒吼连连 看着城头上面美味无比的人类 其实金刚丧尸 很想登上城墙去吃掉他们 但是小不点不允许 因为小不点能够感觉到 这里真正对金刚有威胁的武器 应该是位于内城区那边 高高架设起来的大炮 那一门大炮 现在没有射击的角度 只要金刚轻易不主动上城墙 对方就拿他没有办法 只要有这头金刚在 就算到处打游击 也足够曙光菌忙活的了 随着狮群不断地压上 城破只是时间问题而已 所以金刚虽然想要冲上去 却被小不点制止了 他要的只是金刚活着 时刻保持压力就够了 但是萧凡不这么想 行动小队已经攻占了城头 后面替补上场的士兵 重新守卫城墙 小队接下来的任务 就是干掉金刚 坦雅和薛宁儿来到城头 四把手枪飞速地 对着下面的金刚射击 手枪当然是造不成什么伤害 但是二女射击的位置 都是金刚的眼睛 这种手枪子弹 甚至打不穿金刚的眼皮 奈何射速太快 让金刚睁眼都是困难 在金刚的眼里 这两个美女 就是两只讨厌的苍蝇 不干掉他们 他们就会时刻地骚扰自己 金刚决定跳起来 用巴掌将他们扫下城墙 于是金刚向着城墙靠近了 就在这个时候 一场蓄谋已久的刺杀开始了 在城墙的附近 有一个高高耸立的建筑物 这是一根圆柱形的建筑 高度大约是五米 顶端有一个圆圆的头 白色的 之前别人都不知道 这是干什么的 甚至有些将其忽略 但是这会儿 这东西终于派上了用场 金刚刚刚来到了城墙脚下 那白色源头上面 猛地发出了一道刺眼的白光 吱吱吱 啪 这白光就是一道电流 猛地击中了金刚的身体 强大的电流 瞬间流变全身 就算是金刚庞大的体型 也在一瞬间有些抽搐 原地不动了 那是曙光君的磁暴线圈 萧凡的磁暴线圈 早就建设好了 但是看到金刚丧尸之后 他并没有让磁暴线圈投入使用 好钢要用在刀刃上 为了解决金刚 他宁可等等 关键时刻 磁暴线圈发威 上面的电流猛地输出 将金刚定住了 就是现在 谭雅和薛尼儿的身后 两个士兵猛地冲了出来 他们身后携带减速伞 从城墙上面纵身一跃 直接就跳到了金刚的身上 两个人动作快如猿猴 将手里的两个巨大的炸药包 直接一左一右捆在了金刚头部的两侧 他们还没有来得及点燃引线 金刚就从电流的麻痹状态之中 清醒了过来 感觉到肩膀上面落了两只苍蝇 金刚怒吼一声 伸出爪子就去抓 想要将这两个战士抓下来摔死 天空之中 阴影迅速掠过 两只四星的战鹰 恰到好处的出现 挥舞爪子 直接将金刚肩膀上的两个战士抓起来 带飞了出去 还有变异鸟想要追击战鹰 行动小队里面 几个喷火器战士 一台火焰枪 截断了变异鸟的追击 让两只战鹰得以迅速返回 而其中一个喷火器战士 直接将火焰枪 对准了金刚的头部 白白了 呼 一条火龙汹涌而下 将金刚笼罩其中 这些火焰 也很难给金刚带来大的伤害 但是却可以点燃炸药包的影线 轰隆 伴随一声惊天动地的大爆炸 一团蘑菇云升空而起 拍摄的摄影机 这一刻都在左右震荡 但是依旧坚定地对准了战场之上 这最引人注目的一片区域 龙烈的烟尘散去 这里的情况终于明朗 只见地面之上 金刚丧尸无头的巨大身躯 此刻已经毫无生命气息地 倒在了地面之上 两个炸药包直接在头上爆炸 就连金刚丧尸都没有抗住 这一刻 整个世界似乎安静了一瞬间 随后 就是人们震耳欲聋的欢呼声 第242章 丧尸新举动 电视机前面 人们拍手庆祝 不停地欢呼 虽然还有200多万的丧尸没有解决 蜀光军是有能力的 这种类似远古魔兽的东西 如果出现在其他基地 那绝对会引发灾难的 可是蜀光军巧妙不止 先是以两个美女高手 吸引住金刚 随后出现的那种奇怪的发电建筑 一击建功 两个手持炸药包的勇士 两只突然出现了战鹰 这一切的配合是那么的天衣无缝 竟然硬生生地将金刚丧尸干掉了 这也侧面说明了 蜀光军是饱有余力的 没有到山穷水尽的地步 看到金刚丧尸倒下 萧凡一直捏紧的拳头 也终于悄悄地松开了 他好了 他做到了 在没有动用巨炮的情况下 蜀光军真的干掉了金刚 这个成就不可谓不大了 因为卫城区寒冰城墙阻隔的原因 丧尸们进来是需要时间来调整的 整个卫城区容纳个50万左右的丧尸 就差不多了 只要将这些丧尸消灭掉 后续丧尸的跟进速度就会跟不上 所以丧尸头子再不愿意 到了这里攻城 他还是被迫地要一波一波地来 萧凡相信后面还会有金刚出现 但是最起码这第一波 他算是撑过来了 随着金刚的倒下 城墙上面的磁暴线圈终于开始发威了 一道电弧发出去 就能够喷射几百米 无论是丧尸还是变异兽 都无法阻挡这种强大的电流 就算是巨熊丧尸被正面击中 也要一头栽倒抽搐一会儿 磁暴线圈主要瞄准的 就是巨熊和铁士者 一般的丧尸都不值得他出动 对付一般的丧尸 磁暴线圈下面的磁暴步兵就够了 现在南侧城墙上的六个磁暴线圈下面 都聚集了一群的磁暴步兵 这些磁暴步兵端着枪 不断地发射出电流 磁暴步兵和磁暴线圈之间 形成了一个充满电离子的立场 这让他们的枪威力倍增 漫天银蛇狂舞 不断地将丧尸机倒在地 整个战场散发出一阵阵烤肉的香气 看到这样的场面 萧凡的心里渐渐地安定了下来 现在曙光就兵抢马撞 但要充足 这一波应该是能够守卫下来了 但是如果后续没有资金的话 今天晚上是无论如何坚持不下来的 萧凡抬头看向东方的天际 前去冰城的人应该差不多回来了吧 果然 两架运输机划破云层 逐渐地靠近了曙光城 萧凡心中大喜 立刻让战英去迎接 防止变异鸟靠近 几乎没有引起别人的注意 运输机从天而降 直接降落在了内城区的机场上面 萧凡乘坐山猫地形车 快速地来到了机场 机场的工作人员 已经做好了接机的准备 引领飞机降落在跑道上面 滑行到了航站楼的前面 萧凡没有等飞机上的人搬运物资 他干脆直接跑了出去 来到了飞机上面 其中一架飞机上 有3500公斤的黄金 这不单单是金条金砖什么的 还有各种首饰 以及一些从营楼收集来的白银饰品 萧凡也不管那么多了 直接过去 全部转换 恭喜总指挥 萧凡的心终于算是安定了下来 他让外籍兵团一直流浪在外 随着云州这边的战事逐渐减少 他干脆就让约翰等人去了滨城市 成为了一支冒险者小队 今天 这支小队终于派上了用场 为此 萧凡甚至特意将这支小队 提升到了一个营700人 希望有朝一日 还能够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这300多万的黄金来的正式时候 也让萧凡真的有了守卫曙光城的底气 城外的战斗还在继续 金刚丧尸死后 虽然狮群也不断地发动攻势 可是身经百战的曙光军 面对这种强度的战斗 还是能够支撑的 在磁暴线圈加入之后 局势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观 战士们受伤很快就会得到治疗 后勤保障也一直都跟得上 虽然偶尔也有伤亡 但是相比之下 丧尸那边伤亡明显是更大的 激烈的战斗 从下午持续到了傍晚 又有超过20万的丧尸 倒在了曙光城下 城墙下面的尸体堆堆积地高起来 都无法穿透 焦虎的味道笼罩着 到处都是各种尸体 虽然曙光城依旧还坚固 但是这种残酷的战斗 让电视机前面的人 都忍不住全身站立 黑夜要来了 曙光军还能坚持得住吗 丧尸群那边似乎暂时停了下来 前锋距离城墙有些远 没有在动 但是接下来 尸群又弄出了新花样 丧尸群在首领的指挥下 开始拆掉了南面的寒冰城墙 将这里打通 丧尸群的行动 就不会陷在卫城区 这个小小的牢笼里面 前后断开的队伍 也终于能够衔接得上了 如此一来 丧尸大军集体冲锋的场面 就要再次出现了 唯一值得庆幸的 就是丧尸想要拆开寒冰城墙 也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 那些铁甲 巨熊什么的 用他们庞大的拳头不断地砸 十几万的丧尸一起动手 想要砸毁几公里长 十米高的冰块 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萧凡也是有些不太懂 为什么丧尸要这么吹毛求疵 非要将南城墙全部拆毁不可 但是他现在需要的就是时间 丧尸迟迟不进攻 对于他来说也是好事 时间从傍晚到清晨 一直到了第二天早上六点多 南边的寒冰城墙 全部拆成了碎冰块 而接下来的一幕 却让人倒吸一口冷气 所有的丧尸 竟然各自抱起一块巨大的冰块 向着曙光城的城墙走来 第243章 大规模攻势 狮群的这一举动 立刻引起了人们的警觉 对于丧尸抱着冰块的行为 萧凡非常清楚他们的目的 以冰块当石头 堆积成一条 通往曙光城城墙的路 这虽然看上去是一个笨办法 但是不得不说 也是有一定作用的 其实更让萧凡重视的 是这一次丧尸群出动的规模 现在南边的寒冰城墙 已经完全被拆除 阻隔丧尸群的脚步的障碍 已经不存在了 丧尸完全可以畅通无阻地 直达曙光城下 甚至东门那边 都不怎么需要防御了 所有的压力都集中到了南门 这也让曙光军的防御压力 提升了好几个度 萧凡闭着右眼观察 感觉到这一次丧尸 几乎是清朝出动了 所有的丧尸 变异鸟 变异老鼠 全都加入了攻击序列 很显然 这一次的丧尸 又要顾忌重施 好像攻破未城区一样的 进攻外城区了 但是 这一次 萧凡已经没有了退路 他总不能让外城区的 这四十多万居民 再次转移到内城区 萧凡不想 都要守住 唯一值得庆幸的一点 就是 丧尸拆毁城墙 耗费了一夜的时间 让曙光军有一个 充分的休息时间 现在大家都是 精神饱满的迎接战斗 萧凡看了一下 建筑物的列表 距离陆军作战实验室的完工 还有六个小时 现在的时间是上午六点 这也就是说 他无论如何 也要撑到十二点 大家准备好 丧尸已经是清朝出动 这一波战斗 很可能就是最后一波 守卫下来 我们就赢了百分之九十 说了的话 我们的曙光城也就没有了 战士们匍匐在城墙躲口这里 清晨的风雪在眼前飘荡 呼出的热气 让他们的睫毛上 都结了一层冰霜 所有人都是一动不动 等待丧尸进入射程的一刻 丧尸启动了 不 准确地说 最先启动的是 无数的变异老鼠 之前的战斗里面 变异老鼠 一直没有作为突击的主力 攻击曙光城 但是这一次 打前站的 竟然完全是变异鼠 这有些大大的出乎 曙光君的意料之外 这一只变异老鼠群 数量足足有四五十万 完全是清朝出动 其中前排的大老鼠 一只只都有野狗般大小 往日小小的爪子 也变得非常锐利 鼠目之中泛着凶光 滋滋 不知道那里隐藏的一只大老鼠 尖叫一声 所有的老鼠突然启动 洁白的雪地上 老鼠就好像一层翻滚的地毯 不断地往前卷动 黑色覆盖了白色 直奔曙光城而来 看到这种情况 曙光君当然不会和老鼠客气 首先发威的就是火箭炮和榴弹炮 一团团火球在老鼠群里面炸响 城墙上面的子弹也倾息而下 曙光君的现在守卫南城墙的 时刻都在一千人之上 这一千人的子弹打完了 后面的一千人立刻就替补上阵 时刻保持强大的火力压制 这样的压制是非常恐怖的 给变异老鼠带来的杀伤 也是无与伦比的 城墙下面炮弹爆炸 就是一片的老鼠尸体飞上天 子弹落下 就有老鼠被打死在路上 但是这样的火力压制 也不能完全地阻挡 变异老鼠的前进之路 这些老鼠就好像疯了一样 前后拥挤地蜂拥而至 即使每一秒都有上千的老鼠死去 还是有不少的漏网之鱼 冲到了曙光城下 老鼠们本来就是善于攀爬 而经过这两天的战斗 曙光城的城墙上面 很多地方都被鲜血凝固 东一块细一块的 这就减少了攀爬的难度 地面上也有高低起伏的尸体堆 老鼠冲上去后 竟然迅速地开始 喷火器战士 上 曙光军的喷火器战士 立刻将身体探出夺口 将一条条火龙沿着城墙喷下去 喷火枪喷发出的无情烈焰 又将大部分的老鼠吞噬 但是毕竟老鼠的数量太多 而且冲锋速度太快 依旧还是能有老鼠偶尔冲上城墙 如果只是这样 也不足以给曙光军带来太大的麻烦 单一的兵种是不可能攻克曙光城的 但是随后变异鸟的出动 让曙光军这边压力大增 数量高达几十万的变异鸟 遮天蔽日地涌了过来 鸟群飞过 连雪花都落不下来 曙光军必须坚守防线 不让变异鸟冲破 所以战士们不得不奋出火力 不停地击杀天上飞来的变异鸟 天上地下 同时遭受了史无前例的强大攻势 就在这个时候 对方的丧尸动了 丧尸跟在变异老鼠的后面 抱着冰块向着城市冲锋了 曙光军战士的视线 几乎都被变异鸟完全遮挡 这种情况下 想要精准的击杀丧尸 就非常的难了 就算机枪的子弹 穿透变异鸟的干扰 击中了那些丧尸 但是击杀的效果 也是大不如前 有了一个巨大的冰块阻挡 很多丧尸 就不是那么容易杀死的了 由于丧尸的数量太多 还是有不少抱着冰块的丧尸 冲锋到了曙光城下 到了城下 这些丧尸 就将冰块往城墙下面一扔 连续几百个丧尸过来 就算是喷火枪 都很难将它们快速融化 再加上一层层丧尸尸体的不断覆盖 这个冰山加上尸体 就越升越高 天上无数的变异鸟亡命的冲锋 它们收拢翅膀 就好像捕尸一样的俯冲而下 高速飞行加上俯冲的力量 锋利的鸟会足以一击夺命 让战士们不得不小心应付城墙上 变异老鼠疯狂上涌 经常某个夺口上 就蹦出几只狼狗般的大老鼠 露出锋利的獠牙来撕咬你 而丧尸的威胁更甚 渐渐的 十几个尸体堆 已经堆积到了七八米高 曙光军枪炮声震耳欲聋 消灭的老鼠变异鸟和丧尸不计其数 却也难以阻止大势所趋 毕竟双方的数量 相差了好几百倍 起码在电视机前面的人眼里 未成屈失线的一幕 似乎就要再次发生了 第244章 战术 对于眼前曙光军被压制的一幕 肖凡是有心理准备的 毕竟丧尸群的规模太大 如果单单靠战士们的常规作战 是根本不可能完全抵挡的 蜀光城的南城墙像是一个绞肉机 不断地消耗杀伤尸群的数量 但是这肉的数量太多 似乎有将绞肉机撑破的迹象了 这么短短一个小时的短兵相接 丧尸群的损失绝对在三十万以上 现在这个三百万的尸群 总体数量大约只有一百八十万了 但是就算一百八十万 依旧是目前的蜀光城不好对付的 肖凡目前站在了 蜀光正义大炮的炮台上面 这里的视线是最好的 对于守城站的不利局面 他并没有慌乱 而是沉稳地不断调兵潜将 尽量地和丧尸周旋 空降兵部队 接替负伤的伤员担任城墙守卫 所有磁暴步兵靠近磁暴线圈 电流输出必须要维持住 迫击炮配合火箭炮 打击丧尸后军 让他们的持续输出变小一点 目前是接天连地 完全看不出尽头在哪里 这种情况下 自然也找不到丧尸首领的所在 但是肖凡有一个大概的判断 虽然卫城区的南城墙毁了 但是东西城墙之间 这么一片空地之上 应该是没有丧尸首领存在的 因为这一片的丧尸都在缓缓移动 如果首领在这其中 那么必定会跟着尸群的脚步 来到城墙下 肖凡相信 首领不会愚蠢地轻身犯险过来的 那也就说明 首领是在卫城区之外 远处无穷无尽的尸群里面 肖凡不知道他的准确位置 但是有一个大概的估计 应该是在西南方向的一片区域里面 而卫城区这一片区域 丧尸的数量大约有十几万 变异老鼠的数量还有三十多万 而天上的变异鸟 数量也有三十多万 肖凡想了一下 下达了一道命令 曙光就所有的喷火器战士上城墙 这些喷火器战士 正常情况下 也是和普通战士一样 轮流登场 轮流加油 保持时刻有火焰输出 其中相当一部分 那是预备队 现在肖凡连预备队都不保留了 他下达的命令 是所有的刷新汽油都不用留 将火焰尽情地发射出去 尽可能地杀伤变异老鼠和变异鸟 得到了命令的曙光军喷火器战士 全部登上了城头 一幕壮观的景象出现了 曙光军的喷火器战士有两百多人 一起开火 火焰巨龙顿时漫天乱窜 天上地下 完全被一片熊熊烈焰覆盖 这些火焰对于变异鸟和变异老鼠的杀伤力 要比丧尸更大 刹那之间 一只只火鸟从天上噼里啪啦地往下掉 不在火焰范围内的变异鸟 甚至惊慌地拍打翅膀后退 但是变异老鼠就没有那么好运了 曙光军这一个不按照常理出牌的一招 瞬间就将数万的变异老鼠笼罩其中 被烈火焰烧的变异老鼠 慌不择路地到处乱窜 但是它们的体型毕竟还是小 而且严格说起来 变异兽不是丧尸那种死过一回的生物 它们还是会受伤会痛 一会儿功夫就会被火焰烧死 200喷火器战士连续几轮的火焰冲击 覆盖了曙光城天上地下 百米之内的所有东西 初步估计 这一轮杀伤的变异鸟数量过三万 变异老鼠的数量就过十万了 但是相应的代价就是 所有的喷火器战士系统刷新出来的燃油 全部消耗殆尽 它们必须下去加油了 短时间内不可能再有这么高强度的输出 毕竟这样的燃油消耗 曙光就这边都有些承受不住了 萧凡没有管喷火器战士的情况 他的目光死死地盯着战场 变异老鼠和变异鸟被烧得后退 接下来应该是丧尸群的快速推进 果然 可能丧尸首领也没有想到 曙光就突然发出这么猛烈的火焰 立刻调整了战术 让变异鸟和变异老鼠暂时停止冲锋 后面的丧尸立刻跟进 未成区之内 丧尸的数量多了起来 渐渐地 接近曙光城的丧尸大约有三十万了 看着尸群重新成为主力 萧凡意识到 他一直等待的机会来了 天上暂时没有变异鸟干扰 他的杀手锦可以出动了 萧凡再次下达了命令 无人机起飞 就在他今天早晨获得了黄金之后 他立刻就生产了十架攻二无人机 这些飞机目前都是一星的状态 因为他的间谍进入了敌方的飞机场 间谍进入兵营 就会让士兵出声 就挂一星 进入战车工厂 战车生产出来 就挂一星 进入飞机场 飞机出场也是自动挂一星 这十架无人机无星状态下 就携带十二枚飞弹 升级到了一星 每一架都携带了十八枚飞弹 随着萧凡一声令下 飞机升空 迅速地从内城区直扑卫城区 和直升飞机不同 无人机速度更快 更加的灵活 时速达到了三百七十公里的他们 眨眼之间就从内城区的机场飞过来 攻击 目标卫城区远南城墙处 无差别地毯式攻击 将你们携带的一半岛 弹射出去 务必要截断丧尸群前锋和后军之间的联系 让他们出现断档 无人机忠实地执行了萧凡的命令 飞机飞到了尸群上空 也就是被拆毁的南城墙处 立刻开始发射到 弹 小型岛 弹那也是岛 但威力绝对是不凡的 无人机此刻不用看具体目标 飞过途中就将携带的岛 但一枚眚地发射了出去 南城墙处顿时发生了震天的爆炸 一片火海之中 进入了卫城区的三十多万丧尸 短暂地变成了一只孤军 而这个时候 发射过一半岛 弹的无人机又开始了第二轮的攻击 这一次的攻击目标 是西南方向 萧凡假象之中的丧尸首领所在地 因为萧凡看到 那一片的尸群移动相对缓慢 而且隐约之中 他还看到了一头金刚 如果那是尸群首领所在的敌方 发射几枚岛 弹 也许能够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无人机们按照萧凡的布置 十架飞机 九十枚岛 但 直奔那一片区域轰了过去 萧凡紧张地看着那一片区域 当爆炸响起的瞬间 他突然赶到 曙光城下的丧尸们 动作迟缓了起来 成了 萧凡猛地回头 将李南风给我带上来 第245章 反水 时间推回到昨天夜里 城外丧尸正在拆卸寒冰城墙的时候 萧凡来到了关押李南风的地牢 再一次见到萧凡 李南风已经没有了当初桀骜不逊的样子 整个人显得有些讨好 甚至卑微 他的一只手和一条腿 已经被安装了机械手臂 这是红锦工程师特意给他研制的 效果堪比真的 有了手和脚 李南风已经没有了轻声的念头 看到萧凡之后 甚至狠狗腿的张罗 要给萧凡锤被捏腿 被萧凡拒绝了 李南风忐忑地提出 想要完全恢复成人 在曙光城内定居的想法 萧凡想了想 拿出了一瓶小瓶子 李南风一看那个小瓶子 顿时脸色一变 萧首领 这个是 是丧尸的病毒血液吧 我可是丧尸首领 瞒不了我的 萧凡点点头 没错 根据我的手下计算 这些病毒给你注射下去 你就会重新恢复到 当初攻城时候的能力 再次成为那个 统领几十万大军的丧尸头子了 李南风急忙摆手 不不不 萧首领 我绝对没有再当丧尸的念头了 当了丧尸也打不过你 那也没什么意思了 你就放过我吧 萧凡呵呵一笑 李南风 你当初给我们带来多大的灾难 你自己应该心中有数 你以为你想当丧尸 就当丧尸 想当人就当人吗 不喜庆你当初的罪孽 我是不会放过你的 李南风脸色惨白 那萧首领的意思是 注射病毒 恢复原状 等到你完成一件事之后 我会彻底地帮你恢复成人 李南风也是比较果决的人 脸色变换了几下 最后和萧凡机长成交 新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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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 沈瑞辉早就带着李南风 来到了城墙附近 昨天注射完了病毒之后 今天的李南风 已经恢复成了 当初工程时候 那意气风发的丧尸头子模样 颜色已经逐渐转黑的双眼 现在重新变成了血红色 行走之时 都有一股强大的气场 跟随沈瑞辉 来到了城墙之上 来到了萧凡的身边 萧首领 李南风的嗓音恢复了沙哑 你的能力恢复了吗 恢复了 和当初的感觉一模一样 那你能够控制丧尸的极限是多少 五十万 那你看看 这一片的丧尸 你是否能够控制得住 李南风放眼望去 这一片城区之内 大约有三十多万的丧尸 变异老鼠十几万 变异鸟十几万 他眉头动了动 萧首领 这群丧尸已经被控制了 只是目前那个首领的控制非常的薄弱 我可以争夺过来他的丧尸手下 但是也仅仅限于丧尸 变异鸟和变异老鼠 我是没有办法控制的 我没有那么大的能力 好 你就控制这三十多万的丧尸就可以了 然后你就在这里 指挥那些丧尸和对方战斗 只要这件事情做好了 我就还你自由 李南风略微犹豫了一下 萧首领 对方的丧尸首领比我厉害太多 我可能会有危险 如果那个时候 你可一定要救我 放心好了 我说话算话 李南风得到了萧凡的保证 也就不再啰嗦 直接在城墙那里 发出了独属于丧尸首领 才能理解的一种召唤方式 那也许是一种精神波动 也许是一种念动力 但是别人感觉不到 只要被李南风设定为目标的丧尸 才能够感觉得到 一道无形的波纹发射了出去 那些变异鸟和变异老鼠毫无所觉 但是感受到的丧尸 立刻就停了下来 没有人知道 丧尸的脑子里面经历了什么 但是看李南风脸色苍白的样子 显然控制这些丧尸 也不是特别轻松的 不过最后 显然是李南风成功了 当然 这些是没有被摄像机拍摄的 小不点那边 确实被消防的乱枪打鸟战术干扰了 九十没倒 弹落在他附近的区域 其中两枚就在他身边爆炸了 不过小不点自身的防护很好 不但有高级丧尸保护 头部要害还顶了一个铁桶 并没有受到什么伤害 担心惊慌失措和死亡威胁 是免不了的 这立刻让他的控制力削弱了 尤其是卫城区那里断荡的一群丧尸 这一会儿甚至不敢和李南风全力争夺 因为他担心无人机再次来轰炸自己 一边调整变异鸟群保护上空 一边悄悄地转移位置 他有把握让肖凡下一次找不到自己的位置 但是却没有精力争夺那一片丧尸的控制权了 如此一来 李南风占了一个大便宜 很快将卫城区这里的三十多万丧尸 全部纳入麾下 星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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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接近两天的战斗 一直都被其他人所关注着 槟城那里 魏无忌完成了冒险者的招募 立刻又将注意力投回到了这里 今天的战斗他从头看到现在 在他看来 曙光城这里大局已定 曙光军已经挡不住丧尸海潮般的攻势 城破人亡已成定局 森林基地的悲剧即将重演 谁也挽救不了曙光军的命运了 这时候 他甚至不太想看下去了 接着看下去 就是有些惨绝人寰的画面 除了增加民众的心理恐慌 并没有太大的作用 可是 就在他准备关闭电视机的时候 一幕让人惊掉下巴的画面出现了 只见已经涌到了曙光城下的大群丧尸 竟然停下了脚步 不但停下了脚步 这些丧尸甚至还开始转身 前队变后队 后军变前军 三十多万丧尸不再进攻曙光城 而是掉转了头 向着未成去之外的方向奔去 那些变异老鼠和变异鸟 一旦靠近丧尸身边 这些丧尸就会毫不犹豫地开始扑杀 其中一头金刚丧尸 甚至大步地冲向远处的断荡的尸群 显然是要大开杀戒了 这一幕惊天大反转 让魏无忌的眼珠子差点掉下来 这这这 这些丧尸是反水了 消防何德何能 竟然勾引了丧尸为他卖命啊 不招女人喜欢 就招丧尸喜欢吗 一时间思维混乱的魏无忌 觉得这是他能够想到的唯一理由 第246章 缓解 李南风控制的尸群数量大约35万 这一只丧尸中 高级丧尸的数量也是不少 其中甚至包括了一头金刚 在李南风的指挥下 这支丧尸部队 向着后方的尸群大部队 发动了疯狂的反扑 敏捷丧尸在前面冲锋 铁甲跟进 后方还有胖子丧尸 对着大部队不断地喷射出强翻 看到这种情况 小不点的双眼 已经变成了血红色 他是从来不曾想过 曙光城这里 竟然有一只他的同类 现在他能够感觉到李南风的存在 而且还能感觉到 李南风比他弱小 就好像上位者 遭到了底层人的挑衅一样 小不点这会儿 甚至顾不上攻打曙光城 说什么 也要将李南风这个同类先干掉 丧尸大军在他的指挥下 开始对着这三十多万的丧尸 发动了围剿 但是三十多万的丧尸 也不是那么容易围剿的 尤其丧尸的战斗 多数来源于贴身肉搏 这一场战斗 没有两个小时是拿不下的 这两个小时 就是曙光军最为宝贵的两个小时 萧凡赶紧下达命令 工兵清理战场 将尸体堆那里的清理干净 不要给后续过来的丧尸 以台阶使用 而炊尸部队和医疗兵 也紧张地忙碌起来 开始做饭并且收治伤员 同时忙碌的 还有一支装甲部队 丧尸围城开始 坦克部队的用武之地 又不大了 但是萧凡从来不是 甘心束手挨打的主 现在李南风指挥丧尸 和小不点死磕 坦克部队完全可以趁火打劫 就算不参与大部队的战斗 起码要在这个时候 将曙光城周边的变异老鼠 和变异鸟 清理掉一部分 城内忙碌着 战车再次轰隆隆地出城 现在时间已经是上午8点 中午12点弹药就会刷新 消防给部队的命令 就是不打光弹药 不要回来 不单单是坦克 就连直升机 都趁着这个机会飞起来 将航炮内的子弹 和飞机上的导弹 全部发射了出去 消灭一点算一点 曙光城这里的老鼠 大约还有30万左右 变异鸟数量也差不多 但是变异鸟飞得要远一些 这一次的主要攻击目标 就是消灭老鼠 坦克出城 炮声隆隆 在这一波的战斗里面 曙光军的坦克部队 开始接二连三地升级了 尤其是99式主战坦克 和磁能坦克 这两个算是曙光军 目前的高级兵种了 升级就会强大一些 明明有的坦克 被大军的老鼠覆盖 那些老鼠锋利的牙齿 甚至咬的金属履带 都受到了损坏 可是只要枪炮还能开火 就不耽误升级 一旦升级 受损的履带立刻就会复原 有时候子弹打没了 只要战车还能动 那也不耽误升级 坦克只管加大马力往前冲 金属履带碾压之后 地面上就是一片的血肉馅饼 有些老鼠能够躲开 有些老鼠受伤之后 是躲不开的 坦克虽然只有几十辆 但是兵种的克制 让它们对于变异老鼠 就是碾压式的存在 磁能坦克一道电流发射出去 往往就会电晕一片老鼠 这时候 有些坦克就轰隆隆地冲过去 连子弹都节省了 中途有些变异鸟 试图冲击坦克 但是它们的力量 还不足以对坦克造成伤害 高射机枪用来打鸟 虽然有点大材小用 但是效果还是不错的 一片片的变异鸟被打了下来 没死的也会被压死 变异鸟损失了大约几万之后 那边的小不点 下达了变异鸟撤退的命令 剩余的变异鸟数量 大约还有二十几万只 拍打翅膀回撤 围剿李南风的丧尸群去了 变异老鼠 就没有变异鸟那么迅速的撤退速度 在坦克反复轰炸碾压下 三十几万的老鼠 能够顺利撤出卫城区的 总数只有七八万了 这一波坦克的突袭 取得了丰厚的战果 变异老鼠连同变异鸟 被曙光军干掉了差不多三十万 坦克部队返回的时候 曙光城内传来了一片的欢呼声 这一支三百万的丧尸大军 经过反复的消耗 目前总数已经不足巅峰时候的一半 这还没有计算李南风麾下的那一只狮群 等到这一只狮群 和小不点的狮群相互消耗之后 最后的丧尸总数 能够剩下一百万都是多说了 曙光军这两天的艰苦熬战 未成区的尸首 战士们的伤亡 民众的惶恐 终于看到了一点胜利的曙光 就连电视转播报道的时候 新小敌的声音都充满了喜悦 观看电视直播的人 这会儿可谓是百般滋味在心头 普通民众还好 即使不是在曙光城居住 可是曙光军毕竟是人类 人类越强大 恢复文明社会的希望越大 但是那些和肖凡向来不睦的首领 就有些难受了 之前担心曙光军坚守不住 丧尸会接着进攻他们的基地 现在看曙光军如此强大 竟然有坚持下来的希望 他们更是忧心 担忧以后压制不住肖凡 在他们心里 也许最好的结果是 曙光军和丧尸两败俱伤 两方面一起玩玩 才是最好的结果 肖凡不管别人怎么想 他目前的注意力 全都集中在了李南风 和另外一个丧尸首领的对决上面 他仔细地观察了一下 双方的力量对比 现在李南风的35万尸群 剩余的也就是10万左右了 要不然多久就会被全歼 而对方的尸群总数 最多也就是100万了 又过了20分钟 时间来到了上午10点 随着最后一头金刚 李南风的脸色瞬间苍白 萧爪领 那个丧尸想要控住我 萧凡拿起了一个针筒 一针就扎到了李南风的手臂上面 随着药剂的注入 李南风脸上的痛苦之色 渐渐退去 萧凡挥挥手 示意沈瑞辉将其带走 李南风已经完成了他的使命 也给曙光城争取了 宝贵的两个小时时间 萧凡也不介意 给他一个人类的身份 经过了李南风这么一搅和 对面的尸群总数 大约也就是在95万左右了 虽然这个数目依旧很庞大 但是已经并非不可抵抗 只要坚持到中午12点 不但弹药会刷新 陆军作战实验室也会完成 那个时候 也许就是蜀光军的反攻时刻 第247章 生死时刻 小不点解决了李南风的失群之后 并没有丝毫的停歇 这一次 他带着剩余所有的丧尸和变异兽 再一次地开始冲击蜀光城 萧凡也知道 这是最后一波了 炕住两个小时就能赢 扛不住也就前功尽弃 所以 这一次 萧凡也是没有保留 全军开始压上城墙 城墙上面 蜀光军的战士排成行列 严阵以待 他们的身后 重机枪组和四连机枪都上了城墙 狙击手开始登上哨楼 准备进行狙击 喷火器战士们开始使用备用燃油 准备防御变异鸟 城墙下面 战车将高射机枪的子弹装好 也加入了防空序列 而所有的大炮 迫击炮 火箭炮 则是将备用弹药装备上 在丧尸前进的过程之中 不断地开炮轰击一声声的炮声响彻云霄 但是这也阻止不了 小不点攻克蜀光城的决心 占据绝对优势 却被萧凡一点点地将它的优势化解 现在狮群只有最初三分之一的力量了 但是小不点相信 蜀光剧那边也要弹尽粮绝了 它这里还有九十多万的丧尸和变异兽 只要再来一波 蜀光剧还是会失败 最后的攻城战开始了 人们也清晰地看到了 这一波攻城的主力 在这个巨大的狮群里面 居然还有三头金刚丧尸的存在 巨熊数量过百 舔尸者的数量也过百 而且这里还有一种新型的丧尸 这种丧尸身长超过了十米 体型细长 整个看上去好像一只巨大的四角蛇 四角蛇也许不贴切 因为四角蛇比它长得善良多了 黛普的锋利爪子 全身鳞片 外露的獠牙 满嘴的粘液 血红的眼睛 以及那伸出来超过三米的长舌头 都让这东西看上去像是来自地狱的魔兽 这种怪物的数量竟然有七只 而且之前一直没有参与工程 这一次 这种怪物加入了攻击序列 顿时让人们大吃一惊 包括肖凡 都不知道这种怪物的来历 电视机前 魏无忌 楚星 安德烈等人都在紧张地看着电视屏幕 谁都知道 胜负可能就在这几个小时内产生了 星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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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曙光城内城区 高科技研发中心 爱因 马顿 爱迪几个人正在紧张地忙碌着 他们眼前的大屏幕上 一个个的数据在进行分析 异常场的是非正在进行模拟 电子画面中 一架飞机的机体正在进行最后的调试 定 模拟吻合 参数稳定 为出现异常 开始数据对接 对接成功 几个人眼睛同时亮了起来 彼此欢呼并且击掌 成功了 终于成功了 山海卫那边可能都没有我们成功地早 快点将这个好消息报告给总指挥 爱因立刻通过系统联系了肖凡 总指挥 报告你一个好消息 请你先查看你的生产页面 星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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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外的战斗进行了一个小时了 这个小时里面 不得不说 丧尸群已经占据了相当的优势 小不点几乎是倾尽所有力量进攻了 不顾损失地 冲过蜀光军的炮火轰击 来到了蜀光城下后 丧尸开始发挥威力了 那种如同四角蛇的怪兽 一出现 就给蜀光军带来了巨大的麻烦 这种东西 虽然不如金刚那样 拥有变态的防御力 但是寻常的枪械 也是根本伤害不到他 防御力绝对超过顶级的铁甲 接近巨熊的程度 而且 其拥有巨熊和铁甲不具备的速度 这种东西 一靠近城墙 竟然就直接跳跃而起 脚掌一搭城墙就吸附住 然后大尾巴一摆 直接就登上了城头战士们向他开枪 他的尾巴一下就抽了过来 直接将好几个战士抽翻在地 甚至从城墙上面抽了下去 当四连机枪向他击火的时候 他就迅速地奔跑起来 瞬间败脱机枪的角度 又跑到了其他地方搞破坏 其中一头四脚蛇 甚至窜到了少楼之上 少楼内传来枪声 又沉寂了下去 显然里面的战士已经遇害 这种时候 还是军犬队冲了上去 军犬队内不单单只有军犬 还有战熊 趁着军犬纠缠住四脚蛇的时候 战熊奔跑起来 挥舞巨大的爪子给了四脚蛇狠狠地中击 熊大熊二 这两头战熊虽然还没升级到五星 但是他们的肉薄天赋已经展现了出来 直立身高超过了三米五 比真正的巨熊丧尸还要强壮 连续的两记熊掌 打得四脚蛇零片都脱落 四脚蛇不想和巨大的战熊死� 想要逃窜继续破坏 但是曙光军的战鹰也俯冲过来 一只只战鹰从天而降 锋利的爪子死死地抓住冲上来的四脚蛇 还有军犬跟在他的身后死死咬着不松口 四脚蛇和战鹰军犬们滚坐一团 甚至翻滚着跌下城墙 虽然四脚蛇得到了一定的克制 可是被他这么一耽搁 南门附近的城墙下面 已经聚集了大群的丧尸 铁甲,敏捷,巨熊,铁士者 还有残余的大老鼠和便衣鸟 能够剩下到最后的几乎都是精英 这些丧尸疯狂地冲击城墙 在他们到来之前已经有二三十万的普通丧尸战死 这些丧尸堆积成了高高的尸体堆 在小不点的友谊控制下 这里成为了主攻区 目前已经形成了一条登顶大路 尸体堆看上去就要和城墙吃平了 这样大的尸体堆已经不是喷火器能够烧毁的了 通往蜀光城的坦途已经通畅 丧尸们跳跃着 咆哮着越来越接近城头 蜀光军的火力明显有些顶不住这样多的高级丧尸冲击了 山海卫之中 观看电视的安德烈下了一个结论 不行了 蜀光城坚持不住了 城墙下面的这一大群高级丧尸 常规火力是没有办法搞定的 除非有重型的炸弹 地毯是轰炸 刘敏看了安德烈一眼 也许蜀光军能够有新武器也说不定呢 呵呵 亲爱的 新武器也许会有 但是那可能需要我们的轰炸机支援 就算末世之前 神舟的轰炸机技术也无法和我们相比呢 刘敏哼了一声 那可未必 两个人正在讨论 蜀光城的内城区 一架飞机已经在跑道上面开始滑行 第248章 蜀光正义 准备发射 城外纷飞的战火和危机的形势 并没有让消防慌乱 此刻他甚至来到了飞机场 等待一个小时之前生产的战机出场 他看了一下载具页面 那里多出了一种飞机 土95轰炸机 造价30万斤 根据伯利亚雄式战机模拟改装而来 本战机采用四台窝浆发动机 机翼油箱和机身油箱可携带燃油74000公斤 最大飞行速度1000公里每小时 飞机配备一门23毫米机炮 无星状态下可携带挂重最大达到3万公斤 包括携带60枚FAB250炸弹 携带10枚巡航岛 但也可装载水雷 无线电遥控炸弹和核 谈 肖凡当时看了一眼 就果断地生产了一架 当初他的间谍进入了飞机场 这种飞机还没有彻底研发完成 但是这一切的技术都已经被窃取了回来 那是间谍的天赋 好在这一次轰炸机终于算是研发完成 并且赶上了这一场战争 30万斤的造价 目前仅次于肖凡的曙光巨龙号装甲列车 不过肖凡始终坚信 贵就有贵的道理 当这架飞机从机场内出现之后 肖凡甚至没有时间去询问他的具体情况 他现在唯一的任务就是将炸弹投放下去 缓解曙光城不利的战斗局面 土九十五轰炸机升空了 这种飞机不同于直升机 也不同于无人机 轰炸机是真正的战略级别的武器 不但造价高昂 威力也是巨大 飞机升空 发出了巨大的嗡鸣声 它没有往正南方向飞 而是从东边飞过 然后爬升到高空 再绕回南边 虽然飞行的距离稍微有些长 但是 这对于最大速度达到了1000公里每小时的轰炸机来说 根本就不算什么 三分钟之后 飞机已经来到了曙光城的南门上空 轰炸准备完毕 请地面配合 萧凡立刻下达了命令 喷火器战士再次登上城墙 用备用燃油 清理一下天空的变异鸟 至于地面的丧尸 喷一次火焰就不管他们了 处于劣势的曙光军战士得到命令后 突然全力迸发了一次 猛烈爆发的密集火力 竟然短暂地压制了丧尸的攻势 而喷火器战士在出手 又是一波火焰喷射了出去 将天空的变异鸟喷射得死亡或者躲避 但是攻击变异鸟也有代价 就是丧尸再次冲了上来 因为喷火器战士要后撤 耽搁了一点时间 丧尸眼看就要冲上来了 这时候看电视的略微懂得军事的 都纷纷扼腕叹息 曙光军出了一下昏招啊 本来还可以坚持一会儿的 现在看上去似乎要坚持不住了 但是接下来的情况 却出乎了所有人的预料之外 无人机拍摄的视角里面 突然有一架大型战机俯冲而下 战机的速度太快 什么型号的看得不大清楚 但是接下来的画面 大家可是看得清清楚楚 飞机在飞过尸群上空的时候 投掷了一片黑压压的炸弹 FAB-250这种炸弹 其实是属于上个世纪的产物 并不属于制导武器 但是它绝对尤其独特的优点 那就是威力大耐用 一个炸弹重达500斤 这个飞机飞过 一串就扔下了60枚炸弹 刹那之间 曙光城外就好像发生了地震一样 一团团的小型蘑菇云升空而起 剧烈的冲击波携带烟尘冲击着城墙 曙光城的高级城墙厚度达到了7米 当然不会被冲击波冲毁 但是那冲天起的火光 却依旧有着毁灭的威力 不过另外一边没有城墙的地方 就遭遇了毁灭性的打击 距离城墙百米内 几乎所有的丧尸 都被爆炸的火光笼罩了进去 要知道 这一片区域是丧尸的主战场 其中聚集的丧尸数量足有10万 而且全部都是高级丧尸 巨熊和铁士者加起来 就有上百只 还有那种四角蛇丧尸 开始登上成两条 现在又跟进了三条 也全部都这一片区域内 一波爆炸 将所有的丧尸全部摧毁 就连那个已经和曙光城城墙持平的尸体堆 现在也被炸平了 漫天的残枝断壁 直接飞到了天空之上 然后自由落体一样 落得到处都是 黑色的血雨在风雪之中弥漫 让白雪都被污染了 炸弹来袭之前 曙光郡所有的战士都已经提前躲避 所以这一波轰炸机的轰炸 并没有给曙光郡造成任何的损失 但是给丧尸带来的打击 可是太大了 小不点辛辛苦苦酝酿的这一波攻势 眼看就要成功了 没想到此刻又被破坏了 先后经历曙光巨龙的打击 经历了装甲部队的突袭 经历了地雷阵的伤害 又遭遇李南风的下黑手 曙光郡顽强的抵抗 让小不点吃足了苦头 现在就在胜利即将来临的时候 丧尸主力又遭遇了如此毁灭性的打击 现在小不点的麾下 诗群总数大约还有60万 虽然看上去 他似乎还有发动一次攻势的本钱 但是小不点已经不敢确信 他能够取得这场战斗的胜利了 谁知道曙光郡那里 还会变出什么花样来 小不点第一次有了动摇 虽然他依旧没有撤退 依旧在调兵潜将 但是他的决心已经不够了 时间拖拖拉拉地过去 等到小不点重新振作 决定最后在攻击一波的时候 时间来到了中午12点 曙光郡弹药全部刷新 就连刚刚投掷了所有炸弹的轰炸机 也能够再一次地进行投弹了 与此同时 萧凡的陆军作战实验室 也建设完成了 萧凡二话不说 直接在预留好的位置 将作战实验室摆放 作战实验室摆放的瞬间 他的生产序列里面 就出现了新的兵种 天骑坦克 造价5万斤 红颈传统单位 陆军中级坦克 和其他坦克最大的不同 该坦克拥有两门130毫米滑糖炮 可以一次发射两枚炮弹 并且坦克配备14 5毫米高射机枪 无形状态下 配备20枚飞燕防空导弹 V3火箭 造价3万斤 红颈传统单位 原型来自于伯利亚方面的巡航岛 弹 弹 弹装备在发射车上面 拥有500公里的作战半径 可以重点攻击对方的建筑物 或者行动缓慢的集群单位 无形状态下 每一辆发射车 可以发射三枚巡航岛 弹 看到这两种传统红颈单位的出现 萧凡立刻意识到 这一场攻城战的反攻时刻 就要到来了 现在他要考虑的 已经不是守城的问题 而是歼灭尸群的问题了 他看了一眼城外的情况 丧尸的大部队 正在准备最后一次的冲锋 战斗到这种程度 丧尸头子将吃奶的劲都使出来了 但是萧凡还有一口奶 这边点选生产 另外一边 萧凡下达了命令 曙光正义 准备发射 第249章 天启兵团 城外的丧尸群正在进行最后的冲锋 小不点这一次 将他挥下所有的精锐都派了出去 其中包括了三头金刚丧尸 以及两条四角蛇丧尸 四角蛇丧尸 其实就是铁尸者再次进化形成的 这已经是他最后的底牌 现在 他算是孤注一掷了 而萧凡这边 等待的就是这样的情况 之前的金刚丧尸距离较远 一直没有准确命中的把握 所以 曙光巨炮也一直没有开火 这一次 对方的金刚终于出动了 大炮也就开火了 当金刚丧尸刚刚进入卫城区的时候 一声震天的炮声响起 这一次的射击准确率较高 一炮命中 一头巨大的金刚 就在曙光巨炮的射击下 四分五裂 这一炮不单单打死了一头金刚 就连他的身边 都被清理出了一大片的真控地带 一炮过后 再来一炮 第二头金刚又在曙光巨炮的轰击下身亡 这种大家伙站立起来五米高 比重型卡车还要显眼 一旦进入射程 那就是火把子 连续轰杀两头金刚 曙光城上传来一阵的欢呼 小不点这边 已经只剩下一头金刚了 但是狮群的脚步并没有就此停下 毕竟还有六十万的狮群 还是具有很强的作战力的 最后的攻城战再次打响 看上去 狮群依旧是气势汹汹 似乎要将曙光城一口吞下 但是现在时间已经过了中午十二点 曙光城那边子弹全部刷新 当狮群进入卫城区之后 就再次迎来了猛烈的炮击 但要补满的火炮群再次发威 一枚枚火箭弹 好像流星一样 从天而降 将狮群轰炸的千疮百孔 狮群每前进一步 都要付出无比沉重的代价 那些变异鸟再次升空 本来曙光城那边 已经不再发射火焰 所以小不点敢于让变异鸟尽情攻击 可是没想到 这次变异鸟也遭遇了毁灭性的打击 一条条火焰巨龙横灌长空 将那些变异鸟小的化为灰烬 大的烧成焦炭 浑身燃烧着 从空中跌落剩余的二十多万变异鸟 就在这种火焰攻击下 再次损失十几万 经过火焰枪和大炮的轮番肆虐 即使是电视机前面的人们 都能够发现这里的变化 丧尸群能够看到尽头了 虽然卫城区这里 还是被丧尸填满 但是卫城区之外 丧尸群已经不再遮天蔽日 到南边小山坡附近 就已经没有了 六十万的尸群 现在最多不会超过四十万了 这一个发现 让所有人都震惊地说不出话 曙光军要赢了吗 那可是一个高达三百万的巨大尸群啊 丧尸为主力 便宜老鼠辅助 天空还有空军 而且指挥也很出色 几乎是没有给曙光军任何的喘息机会 可就是这样一个庞大的尸群 竟然要在曙光城下折几尘沙了 虽然现在看上去 丧尸还气势汹汹的 但是已经没有人相信 他们能够获得胜利 看看曙光城那边的火力输出吧 那子弹炮弹 就跟不要钱一样 轰隆隆地城外倾泻 大地都不知道被翻起来过几次 到处都是弹坑 到处都是硝烟 这让很多人怀疑 萧凡是不是找到了什么兵工厂 不然这样的子弹萧凡 换做任何一家都是承受不起的 丧尸的前锋 历尽千辛万苦 再次冲到了城下 城墙上面的机枪咆哮 火焰升腾 还有磁暴线圈 不停地发射致命的电流 看上去 就好像在进攻魔法时代的城堡 丧尸捡草一样的往下倒 之前的尸体堆被轰炸机轰炸过后 已经不复存在 他们已经失去了最佳的攻城机会 像是安德烈和魏无忌这些人 已经不指望丧尸能够获得胜利 最好的结果 就是双方两败俱伤马 带着这样的希望 他们继续观看这场攻城战 战斗稍稍有利于丧尸一方的时刻 是唯一的一头金刚 和一头四脚蛇 联手攻城的时候 当城墙下再次出现尸体堆的时候 金刚终于来到了城下 蜀光正义大炮没有继续开炮 这头金刚活了下来 当金刚过了大炮射程 到了大炮难以射击的角度时候 小不点都是长出一口气 他吸取了之前 金刚被炸药包炸死的教训 这一次是加了很大的小心的 只要金刚到了城下 那么丧尸就还有机会 天空中的变异鸟已经不再聚集 只是到处乱飞 防止蜀光军那恐怖的轰炸机 再次出现 看到这样的情况 观看电视的其他首领 微微松了一口气 看上去丧尸似乎还有机会 鼠光军的战车工厂这里 如今鼠光城的内城区 看上去比外城区还要拥挤 军营就有十个 战车工厂也有五个 还有两个发电厂 飞机厂 火车站 高科技中心 兵工厂 军需仓库 基地车 雷达站 关底等等 建筑物相当的密集了 五个战车工厂排列开 现在正有战车不断的出现 最先出现的是十台天气坦克 游戏之中的天气坦克师 没有具体数据的 但是到了现实之中 当然就要有具体数据了 黑油油的厚重装甲 巨大的金属履带 车身上面有鼠光军的标志 但是这个标志 是可以遮盖起来的 上面有着130毫米口径的双炮塔 这种设计是现代坦克不具备的 也是天气的最大优势所在 十四 五口径的高射机枪 其实就是四连机枪安装上去了 车体外挂了十枚防空岛 但内部还有十枚备用 一辆辆坦克上 士兵们探出身体 对着萧凡禁令 宣布入伍 萧凡给坦克兵回了一个军令 然后给他们下达了一个命令 简单地询问了一下坦克的情况 萧凡又有一个新发现 天气坦克带有自动修复的功能 只要不是一次性将坦克打报废 这种坦克能够慢慢地自我复原 得知这个消息 萧凡心中大喜 这十辆坦克 足足花费了萧凡50万的资金 都已经可以再造一个装甲列车了 所以 萧凡也是对他们寄予厚望 他决心将这些坦克 打造出一个高端的装甲兵 他要看看 三星的天气能够有多强 所有天气配合其他坦克 迅速进入地道 第250章 变态 天气坦克 磁能坦克 99式 96式 轻重火力搭配均匀 带着十辆多功能步兵车 轰隆隆地开进了地道 坦克部队刚刚消失在地道里面 曙光军的V3火箭出现了 五个战车工厂出兵就是快 十台V3火箭先后出现 这种火箭装备在了绿色的军用发射卡车上面 卡车很长 通体墨绿色 看着就是非常的坚固耐用 后面长长的车厢上装载着三枚火箭 这是无星状态下的火箭 估计升星之后 火箭的数量还会增加 火箭发射车出现 萧凡立刻对他们下达了命令 轰炸城外的丧尸 重点将那头金刚干掉 接到命令 卡车一字排开 巨大的火箭高高地在发射车上面树立了起来 萧凡看过火箭炮的发射 但是这种大型的斗 但 他还是第一次看到实物发射 火箭笔直地树立向天空 好像一把把即将刺入苍穹的剑 当火箭发射的那一刻 尾部喷发出猛烈的火焰 然后这火箭就拖拽着长长的尾巴 带着一溜的白烟 扶摇升空而起 十枚火箭的发射 无比的壮观 人们抬头看向天空 都有一种新潮澎湃之感 当火箭飞越城区 抵达卫城区的时候 战场的战斗都停止了 小不点捂着头 看着天空巨大的火箭下落 即使它已经成为丧尸 依旧有一种心脏骤停的紧张感 啊这 空气似乎在这一刻被抽干 巨大的火箭 如同天节一样的落下 除了金刚丧尸所在的区域 有两枚火箭重点照顾之外 其余的地方 火箭几乎就是平均分配 来了一个地毯式的轰炸 十团巨大的火球冲天起 爆炸带来的黑烟向外扩散 形成了一团团美丽的蘑菇云 这种一击就能摧毁一座大厦的武器 顷刻之间就在战场上 形成了一片片的真空区 金刚已经不见了 被火箭轰炸过的区域 丧尸都不见了 小不点难难地看着天空 一时间根本不知道该怎么表达 和他一样 不知道该怎么表达的 还有安德烈和魏无忌 他们这些人 这两天的时间 蜀光军带给了他们太多的震撼 第一次被震撼 是磁暴县圈的出现 没想到蜀光军 居然已经能够将电磁技术 运用到了建筑物上 并且形成了强大的战斗力 这简直是比末世之前还要强了 第二次的震撼 就是丧尸的反水 他们想破头也想不出 为什么丧尸会突然掉转枪口 自相残杀 但是也不用想太多 这一定是消防搞的鬼 搞不好就是和消防 那个变态的性质有关 第三次的震撼 是轰炸机的出现 要知道 神州以前也没有太强的轰炸机 这蜀光军的技术 又一次的刷新了所有人的认知 现在 这是第四次的震撼 这种规模的岛 谭消防都搞出来了 他们真不知道 消防还有多少的底牌 有这么多的宝贝 你早拿出来轰轰轰 哪还有丧尸群什么事啊 这么藏着掖着 关键时刻拿出来扭转一下战局 这种人不用变态形容都不行 这一刻 神龙省周边至少几十万人 一口同声 不约而同的吐出了变态两个字 除此之外 他们还有一种深深的无力感 这样的蜀光军 真的是他们可以战胜的吗 接下来的荧幕 让他们更加的无力 经过了V3火箭第一轮的轰炸 第二轮又来了 又是十枚大型的岛 但 从天而降 给予了丧尸群沉重的打击 第二轮结束 第三轮又来了 每一个火箭发射车 可以发射三枚火箭 这前后就是三十枚 但是在其他人看来 现在的战局已经开始明朗 丧尸经过连续的火箭轰炸 已经很难组织起像样的攻势 这种时刻在浪费宝贵的火箭 那不是败家吗 这样的一枚火箭放在过去 那至少也值个几百万吧 就这么拿出来轰炸吗 可是接下来的事情 让他们真的傻眼了 第三轮火箭轰炸之后 V3发射车升级了 无星升级到了一星 三枚火箭变成了四枚火箭 萧凡一想 这些火箭明天还会刷新 今天不用 明天就过气作废了 于是 第四轮轰炸来了 魏城区遍地开花 经过三十枚火箭肆虐 城区内的丧尸 已经开始有些凌落 一枚火箭下去 再也难以造成当初那样一轰一片的效果 可是萧凡不在乎 给我轰 于是 第五轮又来了 第六轮接着来 第七轮下去的时候 根据摄像机的拍摄 有一枚火箭下去 落点处 竟然只有十几头丧尸 和一群老鼠冰城那里 魏无忌看着这一幕 心头都在滴血 你不要你卖给我呀 变态 这七轮的火箭轰炸 彻底地改写了战局 城外几十万的丧尸 现在七零八落的到处分散 估计总数不会超过二十万了 其中还要包括几万的变异鸟 小不点还活着 当火箭连续落下的时候 它就让唯一剩下的四脚蛇 飞快地在地上挖了一个洞 小不点跟着钻进了洞里面 然后上面又覆盖了一层丧尸 总算是临时地保住了性命 七轮火箭肆虐过后 小不点彻底地失去了继续战斗的欲望 现在这二十来万的残兵败将 想要打破曙光城 是想都不要想了 它现在唯一的出入就是跑 去四水县城也行 那里距离近 到了那里 几天的时间 它又可以拉起一只丧尸大军 不过就算拉起大军 它也不会在这边停留了 除非有一天它统一全球 然后再来和消防算账 要不然它是绝对不会回来的 打定主意 小不点跑了 这里最后的二十万尸群 也跟着小不点一起跑 因为小不点知道 单单凭借它自己 恐怕是跑不出去的 这二十万尸群 就是最后的炮灰 只要能够让自己逃入城市 全部牺牲了都没关系 第251章 总指挥亲自出手 一个小时前 还在曙光城下肆虐的丧尸撤退了 被七轮轰炸给炸跑了 这没有什么值得意外 不管是谁 也扛不住消防那个变态高射炮 打蚊子的行为 魏无忌心事重重地关闭了电视机 他不想看了 丧尸的威胁暂时不存在了 但是不代表槟城基地就安全了 要是曙光军来进攻 魏无忌不认为槟城基地能够守住 他以后对待曙光军 要是一个什么态度 是不是要适当地表达一下善意 然后给予一些补偿 再推出两个替罪羊 让肖凡息怒 这些事情都要考虑清楚了 如果肖凡还不接受呢 魏无忌想起了给自己打电话的神秘人 这个人还能够帮助自己吗 行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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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海卫那边的情况也差不多 安德烈看到曙光军的情况后 也是一言不发地关闭了电视机 在室内思考良久 安德烈下达了命令 继续大规模地轰炸神龙江 他这边的轰炸机也快完成了 轰炸机出来 就将这附近的冰层全部炸开 只有保证神龙江这条天线 才能够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曙光军身处内陆 没有海军 过江是一个老大男的问题 安德烈不相信 曙光军敢于用火箭来轰炸山海卫 因为山海卫里面还有一万的神州人 这些人开始被幸存者联盟的宋北风卖了过来 就是为了做工的 没想到今时今日 这些人竟然会成为自己的附身符 这让安德烈有些悲凉 看来应该尽快联系伊万先生了 告诉他 尤利亚就在曙光城 有了伊万先生的支持 或许他还是能够和曙光军抗衡的 星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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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山机场基地 楚星也是关闭了电视机 黑山机场基地曾经是神龙省的第三大基地 现在依旧还是第三大基地 森林基地覆灭了 但是曙光城已经成为了第二大基地 楚星和肖凡之间也是有矛盾的 当初在曙光城晚会上刺杀 他也派人参与了 后来也多次对曙光城发出了威胁 他一直是和魏无忌站在一起的 现在相比曙光城 无论是经济 人口 军事 还是影响力等等 他都已经全面落后了 唯一的优势 就是机场基地这里 拥有两架战斗机 这是以前驻军那里损坏的 占领机场基地之后 楚星就一直在修复这两架战斗机 现在总算是修好了 可是虽然有两架战机 现在和曙光郡相比也不算什么了 楚星不认为这是多么大的优势 现在曙光城即将取得保卫战胜利了 接下来 肖凡会将矛头指向哪里呢 槟城基地大 实力强 肖凡可能不会去打 安德烈那边隔着大疆 他应该也不会去 会不会攻击自己呢 楚星叹息一声 看来他也要做出抉择了 心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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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不点带着大群的丧尸往外跑 本来担心曙光城那边再次发射火箭 但是幸好 火箭没有再发射了 虽然没有发射火箭 但是曙光城那边 显然是没有想放过他 无人机 五直 还有大群的战鹰 成为了追击他们的主力 如果是变异鸟数量多的时候 像是直升机这种东西 当然不敢追击 但是这边只有几万的变异鸟 而且是处于仓皇逃窜的阶段 曙光郡也就不客气了 这些飞机的航炮纷纷开火 打得天空之中 变异鸟血肉模糊 纷纷掉落 一旦变异鸟试图靠近飞机 就会遇到战鹰的截杀 曙光军这里有大约600只的战鹰 这些战鹰足以抵挡6000只的变异鸟 在飞机和战鹰的联合绞杀下 变异鸟的数量越来越少 不过他们的牺牲也有点价值 那就是掩护小不点接近了小山那边 过了这座小山 他就可以钻进林子逃跑了 可是 就在小不点接近小山这边的时候 突然大群的坦克出现了 曙光军这边已经有了80辆的坦克 10辆天启 20辆磁能 20辆99 30辆96 这个坦克战斗群的出现 再次给了丧尸致命一击 枪炮齐名 这些丧尸纷纷倒闭 现在已经没有金刚可用了 小不点只能让一些残余的巨熊 去掀翻坦克 尤其是那种两门炮的大型坦克 可是没想到巨熊过去了 竟然没能够将其掀翻 小不点看到这里 就意识到恐怕要完蛋了 但是他并不会束手就擒 他还要垂死挣扎 到了这种时候 他干脆下达命令 所有的丧尸留下来战斗 虽然这个狮群的数量 已经只剩于十来万 但是十来万也是一个很大的数目 拼命攻击的话 应该能够拖住 曙光军拦截部队的脚步 而小不点 则是将最后一条四脚蛇丧尸找来 他跨上了四脚蛇丧尸的背 干脆撒鸭子跑路 甩开大部队 直奔似水县城的方向狂奔 曙光军的坦克集团 也没有理会跑路的小不点 他们的主要任务 就是在这里 让所有的天气升星 这是肖凡给予他们的任务 至于丧尸首领 自然有总指挥去对付 小不点狂奔逃窜 很快就被几架飞机盯上了 夜音直升机 带着两架五直九 死死地盯着小不点 夜音上面 肖凡坐在里面 同行的还有电视台的记者 跟踪拍摄转播 眼看两架五直九连续发射到 但 那丧尸首领 不得不让最后一条四脚蛇 抵挡保命 随着四脚蛇被炸死 地面上只剩下一个 毛孩子样的大脑袋首领 肖凡终于站起身 面对镜头 肖凡义正言辞地道 接下来的事情 谁也不要插手 这个丧尸肆虐暑光城 我必须亲手来收拾他 说着 肖凡来到了直升机的舱门这里 打开舱门 直接跳了下去 后面拿着话筒的新小敌 急切地喊 肖首领 你没有带降落伞 肖凡凡空白白手 直奔地面俯冲而去 第252章 战后 肖凡之所以敢于 不带降落伞 从飞机上面跳下去 一是因为他的军大厂 有一桩飞行的功能 二就是系统告诉过他 保证安全落地 既然不会摔死 那么对付这么个毛孩子丧尸 肖凡自然是有把握的 所以他跳下来了 但是他忽略了一点 就是障碍物 只对着小不点俯冲 肖凡也是第一次操作 把控就不是很好 而且系统这个时候 判定也没有什么危险 就任凭肖凡撞了上去 小不点身子不大 脑袋比较大 肖凡一个操作不当 一头就撞了个正着 小不点头上是套着一个铁桶的 肖凡头上也戴着旅长的军官帽子 两个脑袋狠狠地撞在了一起 咣当一声 隔着电视屏幕 都能感觉到疼 小不点的铁桶 被直接撞了一个坑 身体飞出去七八米远 原地滚了好几圈 当场就昏迷了过去 肖凡的旅长帽子 可以防止四连机枪的扫射 可想而知起坚韧程度 尤其肖凡也是经过身体强化的 除了略有些眩晕 并无大碍 反而是被小不点挡了一下 他还平稳了双脚落地 低头一看 这个丧尸头子已经晕了过去 肖凡整理了一下帽子 对着天空招招手 夜音直升机落了下来 降落到了肖凡的身边 新小敌兴奋地从飞机上面下来 眼睛里面似乎闪烁着星星 肖首领 请问你是怎么做到的 从高空冲下来 一个投机就搞定这个丧尸的 肖凡脸上神色淡然 因为他不值得我出手 新小敌脸色微红 只觉得肖首领 是这个世界上最帅的人 这个时候 沈瑞辉已经带着警卫连的战士 将小不点捆了起来 一只手提着小不点 沈瑞辉来到了肖凡的身边 总指挥 这个替你挡了一下 防止你脸部直接落地的丧尸怎么办 新小敌愣了一下 肖凡也愣了一下 然后道 关起来先 沈瑞辉点头答应 带着小不点上飞机 肖凡沉声又说了一句 沈排长以后说话记得要精简 说完 肖凡也不去看沈瑞辉的神情 率先登上了飞机 飞机重新启动 返回曙光城 飞机上面 沈瑞辉一直在想肖凡的口误 他不是沈排长 现在曙光君已经是吕的剑制 警卫连可以升级警卫营了 他应该是沈营长才对 总指挥肯定是太忙了 忙得忘记了自己的职务 他应该找个机会提醒一下总指挥 新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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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不点被肖凡关押起来 这件事外界并不知晓 电视转播只是播放到了 肖凡一头撞翻丧尸首领的画面 之后没有转播 在多数人的认知里面 这头丧尸已经死了 整个云州大地雨过天晴 丧尸威胁已经不存在了 虽然曙光城外还有一些丧尸 但是已经不断地 在坦克部队的攻击下被消灭 不成气候了 曙光城外 工兵部队正在打扫战场 这次的打扫工作是非常繁重的 虽然有不少丧尸的尸体被吞噬 也有不少被烧毁 被火箭炸的直接气化 但是毕竟丧尸的数量太多 剩余的尸体还是有不少 工兵们要在尸体堆内 寻找到一些经营首饰 还要收集残存下来的高级金盒 这一项工作 估计要进行一周左右的时间 曙光城开始进入了 紧张忙碌的战后重建工作 首先要将卫城区的活动板房仓库建设起来 让卫城区的居民 回到他们居住的地点去 居民的生活物资也要继续收集了 毕竟曙光城现在人口太多 生活压力也大了起来 曙光城的冒险者小队再次离开城市 恢复他们的收集工作 整个城市都进入了一种繁忙状态 萧凡可能算是现在最为清闲的一个人了 小不点被关押之后 他统计了一下曙光军现在的情况 目前曙光军共有战士5300人 其中约翰的外籍营不计算在内 共有坦克80辆 步兵战车10辆 装甲车50辆 火箭炮和榴弹炮各50门 迫击炮20台 无人机10架 运输机10架 直升机共22架 炮艇机1架 轰炸机1架 曙光巨龙列车1辆 以及其他各种型号的车辆若干 比如猛士 骁龙等等 这样的军事实力 可以说是目前神龙省军力之冠 但是萧凡目前并没有出征的打算 刚刚经历了一场大战 现在曙光军也需要一段喘息时间 而且 萧凡还有建筑物要建设 陆军作战实验室完成后 萧凡现在还有一个建筑物 那就是间谍卫星 间谍卫星的造价是50万 萧凡直接点击制造 继间谍卫星之后 萧凡又继续点选了五个兵营 花费了40万资金 等到这五个兵营也完成之后 曙光军的总兵力 就能够达到10500人了 90万的资金花费出去 萧凡手里还剩余大约200万斤 之前的300多万 经过这一场战斗 又生产天气和V3什么的 也花费了不少了 不过萧凡并不担心什么 战胜了这一波的失群 曙光军在神龙省内 目前可以说毫无威胁了 无论是槟城黑山 或者是伯利亚人 现在都不可能来找自己的麻烦 自己不去找他们的麻烦 他们就要谢天谢地地烧高香了 虽然短时间内 萧凡不打算发起对外的攻势 但是这舆论宣传是不能少的 曙光军的电视台 每天的节目里面 主持人不断地对槟城和黑山一方 急于谴责 曙光军方面认为 在丧失来临之际 槟城黑山几个省内基地 没有给予曙光军任何的帮助 同为人类幸存者一员 他们的做法让人心寒 现在曙光军有理由认为 双方的战争状态依旧没有解除 曙光军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 对槟城黑山 包括伯利亚的山海位一方 急于猛烈的打击 曙光军这样的表态 让其余几家风声鹤唳 草木皆兵 一直处于提心吊胆的状态 唯恐曙光军真的打过来 肖凡不去管他们的心态 时间来到了正月初十 这一天 战场打扫完毕 曙光军的间谍卫星也建设完成 第253章 搬家的念头 间谍卫星建设完成 肖凡将其摆放了出来 就摆在了雷达站的附近 这个建筑物也是一个屋子 上面有着一个大大的旋转雷达 但是和普通的雷达不同 这个是可以连接天上的卫星的 在肖凡的身边 工程师爱因给肖凡介绍 总指挥 间谍卫星可以覆盖3000公里的半径 这样一来 整个神龙省 甚至周边更大的区域范围 确实有一个可以放大的地图 不过3000公里半径的范围太大了 几乎覆盖了半个东北亚的地区 它也看不过来这么大的范围 这个监控范围还可以继续扩大吗 可以的 不过我们需要建设卫星发射中心 等到我们发射了专属于自己的卫星 就能够覆盖更大的地盘了 肖凡抑制雷达站 那这个雷达还有用吗 有用 这3000公里属于我们的二级警戒区 但是雷达覆盖的这100公里 就算是一级警戒区了 雷达和间谍卫星叠加之后 可以形成一个电子信号干扰区 这个范围之内 如果有其他方面的战车飞机进入 他们的雷达就会失灵 肖凡微微点头 这样一来 曙光城这里的防御 几乎就是固若金汤了 摆放完了间谍卫星 肖凡交代下去 要重点监控一下其余几家的情况 争取对他们的情况做到了如指掌 如果曙光军一旦出兵另外几家 那就要出兵即胜才行 接下来 肖凡看了看新的建筑物 完成了战地医院 间谍卫星和陆军作战实验室后 接下来的建筑物又解锁了一个 船物 造价二百万斤 住 船物的建设 基础要求为平均水深一百米以上 看到这个建筑物 肖凡冷了一下 他居然可以出海军了 虽然刚刚出现的船物 不可能出现太过高端的舰船 但是这起码是一个好的开始 但是 随后肖凡又有些愁 曙光城这里 只有一条浩原河 这条河是新安山脉之中的 溪流和泉水汇聚而成 无论如何都称不上大河 别说平均一百米水深 平均三十米都没有 看来船物是注定不能建设在这里了 这样一来 一个难题就摆在了肖凡的面前 他想要建设船物 发展海军 那就不能在曙光城附近了 按照船物的发展条件 放眼整个神龙省 合适的地方也没有几处 神龙江的江畔也许可以 但是肖凡却不太想那样做 船物建设初期 可能会生产一些小船 百米水深或许还够用 但是船物的中后期 生产的肯定就不是小船了 要是出一些战列舰 驱逐舰和潜艇 航母什么的 那肯定就不够用了 而且 肖凡也不想船物和基地离得太远 那样也太不方便管理了 况且海军海军 就是要在大海驰骋的 曙光城地处内陆 怎么都是不合适的 左右思量 肖凡觉得 如果真要建设船物 恐怕最正确的出路只有一个 那就是搬家 但是一想到搬家 肖凡一时间还有些茫然 他在这里投入了太多的心血 未来还有很多的生产和发展的计划 按部就班的经营的话 一两年之内 肖凡觉得他 甚至有希望收复全省 难道要这样离开 去寻找新的发展地点吗 就算真的要走 又能够去哪里呢 不得不说 这不是一个轻易能够下决定的选择 让肖凡都有些举气不定 不过暂时的话 肖凡还是不用太心急 因为就算暂时不建设船物 他依旧还有其他事情做 比如 先让自己军队手下过腕 而且打造出来一支精兵 现在城外的收集工作全部完成了 这一场战斗 蜀光军还是有些不小的收获 80万的资金 已经是工兵们在城外的废墟之中 收集到的全部资金了 除了资金之外 肖凡最大的收获是金河 一级金河 也就是铁甲和敏捷丧尸的金河 肖凡一共收获了9000枚 当时丧尸群里面的高级丧尸 比这多得多 但是经过丧尸互相吞噬 和蜀光军战火打击 只能够找出这么多来了 二级金河才是最为宝贵的 肖凡一共收获了26枚 这就是巨熊和铁士者的金河 也只找到了这么多 剩余的就是两枚三级金河了 三级金河 就是金刚和四角蛇的金河 肖凡之前有一枚 但是一直不知道怎么用 红锦士兵最高也只能升级到五星 肖凡也没有考虑过 给普通人用这种宝贵的金河 将三级金河交给了工程师们 让他们拿到高科技研发中心去研究 看看具体要怎么用 获得了大量金河之后 肖凡开始了新一轮的爆兵和升级 将建成的五座兵营全部都摆放了出来 曙光军最高的人数 就可以容纳10500人了 而按照肖凡之前计算的爆兵价格 一个连的造价为9万斤 这里面包括了各兵种的搭配 以及基础的战车 肖凡思考了一下 一次性生产了18个连 三个连为一个营 三个营为一个团 18个连就是两个团的基础兵力 直接增加2520人 总计花费资金162万 幸亏刚刚获得了80万的资金 这让肖凡的手里的资金 依旧保持在100万以上 点选完之后 曙光军的各个兵营 就开始快速地出兵了 现在曙光军有15个兵营 完全就是秒出兵 2000多人也用不了太长的时间 这样一来 肖凡麾下的兵力 就已经达到了7800多人 经过这样一场大战 肖凡的麾下兵力兵种都有些混乱 现在肖凡觉得 是时候将兵力整理一下 将建制完善一下了 所以肖凡直接将麾下的军官们 都叫来了自己的官邸 他要重新地任命军官 规划部队了 本书又要进入一个新阶段了 以后的思路和剧情 我要想一下 今天就二更 第254章 军事改革 肖凡的官邸内 军官们齐聚一堂 这是一张长条镯 军官们都是一身的戎装 坐在了长条桌的两侧 每个人的面前都摆放了茶杯 有警卫连的战士们 往返给军官们填茶倒水 肖凡坐在了长条桌的尽头 身边有谭雅和薛宁儿 左右站立着 这些军官的眼睛 都落在了肖凡手里的一张名单上面 虽然说红警的军官们 都是系统 复活而来 也都有着对肖凡的无限忠诚 任何人都无法策反他们 但是他们并不是机器人 他们都是真人 也是有七情六欲的 在不影响大局的情况下 人都是有一些小心思的 比如 想走上更高的位置 统领更多的部队 更威风一些 这都是人之常情 所以 这会儿 大家都希望接下来的军官任命 自己能够得到一个好位置 现在曙光郡是一个旅了 总指挥当然是旅长 其余人是什么位置 就不一定了 正月初时 上午十点 会议开始 肖凡咳嗽了一声 所有人立刻做的笔直 等待总指挥讲话 各位 我们最危险的一段时间 已经过去了 但是我们曙光郡前进的脚步 不会停止 未来还有无数的挑战 在等待我们 下面让薛宁儿讲一下 接下来的工作部署 说完 肖凡靠在椅背上 微微的眯起眼睛 薛宁儿接着道 按照总指挥的指示 我们曙光郡接下来的 有三大任务 第一个任务 就是打造安全区 我们曙光郡 目前已经拥有了间谍卫星 可以俯视直径 6000公里的范围 总指挥的意思是 开始逐步地 清理周边的丧尸 打造一个安全区 让幸存者们 能够在这个区域内 安居乐业 打造安全区的第一步计划 就是要清理掉 似水县城的丧尸 历经大半年的发展战斗 我们曙光郡 已经具备了 攻打县城的能力 清理掉似水的丧尸之后 方圆百公里 将再无丧失威胁 第二个任务 就是幸存者救援计划 众所周知 现在依旧有很多幸存者流落在外 他们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 暂时无法离开气息地 而且 他们生存的地点 也比较隐秘 难以被人发现 但是我们现在有了间谍卫星 能够发现在各地存活下来的幸存者 我们现在的任务 就是要将他们找出来 带回来 第三个任务 就是军事改革 说到前两个任务的时候 军官们都是微微点头 表情没什么波动 因为这都是正常操作 但是听到军事改革之后 人人都打起了精神 这是要升官发财了呀 下面 我宣布总指挥的命令 根据形势需要 目前曙光军设如下单位 曙光军下设三个机械化步兵团 一团长徐强 二团长沈光明 三团长江浩 被点到明的军官纷纷站起来 满面红光地给萧凡敬礼 目前团的基础框架 已经架设了起来 每个团暂时配备两千人 等到以后再逐渐补满 你们几个好好表现 再接再厉 肖凡勉励了几句 然后薛宁儿接着讲 设立第一陆航团 该团目前下辖所有的直升机部队 运输机部队 并且在团内设立空降营 团长由第一个空降兵 原空降营长百松担任 新空降营长由第二个空降兵李小飞 原本的空降营长百松 和第二个空降兵李小飞 激动地站起来 给肖凡敬礼 感谢总指挥信任 松柏 李小飞 必定不负所托 打造一支具有强大作战能力 和运输能力的陆军航空兵 肖凡微微点头 松柏的能力是有的 几次空降兵 作战表现都很好 这次担任陆航团长 也是他非常看好的设立第一装甲兵团 每个装甲兵团暂定100辆坦克 目前该团配备80辆 并且包括10台多功能步兵车 10辆装甲车 以及两辆雷达干扰车 雷达干扰车 肖凡还没有生产 不过这会儿已经加入了生产序列 既然成立了装甲兵团 这个车辆就是必须加入的 该团长由第一辆天骑坦克的车长杜辉担任 杜辉是曙光军第一辆天骑的车长 这一次轻脚丧失的战斗 10辆天骑坦克之中 只有他的坦克成功的晋级三星 是表现最为突出的车长 这一次被肖凡为以重任 杜辉激动地站起来向肖凡敬礼 第一装甲兵团团长杜辉向总指挥保证 以后第一装甲兵团 将会成为总指挥手中最为锋利的剑 总指挥指向哪里 装甲兵就打向哪里 肖凡微微点头 杜辉坐了下去 周围的人也对杜辉暴以羡慕的神色 一个新兵这么快成为兵团长 这杜辉算是一步登天了 薛尼儿继续道 设立第一炮兵团 每个炮兵团暂定100门炮 该团目前配备50门榴弹炮 50门火箭炮 100台东风猛式拖车 10辆装甲车 两辆雷达干扰车 团长由第一名榴弹炮车长孟小天担任 孟小天是第一门榴弹炮车长 他的榴弹炮也是第一个升级三星的 在战斗之中总是能够完成精准轰炸 是一个非常有天赋的战士 但是他绝对没有想到 自己竟然一跃成为第一炮兵团长 激动地站起来 对着肖凡敬礼 感谢总指挥的信任 孟小天保证 以后第一炮兵团将成为总指挥工程之矛 无坚不摧 肖凡微笑点头 以示鼓励 总指挥决定 成立城卫营 下辖所有哨楼 机枪暗宝内的战士 配备200条军权 200支战鹰 并且配备200名步兵 100名喷火器战士 和50名狙击手 担任巡逻队 我们曙光城的卫城区 将会建设起新的城墙 届时曙光城的安全 城门水门的守卫 以及城内的治安 将由城卫营完全负责 营长由我军第一个战士王战担任 王战以前是连长 这是肖凡生产出来的第一个列兵 如今四星战士的他 终于担任了营长一职 这是老兵提拔上来的 众人也纷纷对王战表示祝贺 沈瑞辉这个号称 曙光军第一连的警卫连长 还鼓励地拍了拍王战的肩膀 小王 好好干 我和总指挥都非常看好你 王战笑了两下 并没有说太多表忠心的话 他跟随肖凡十日已久 有些话根本不用多说 总指挥决定 成立空军第一团 不同于陆军航空兵 空军大队要具有强大的远程作战能力 暂定每个空军团有50架作战飞机 目前下辖10架无人机 一架炮艇机和一架轰炸机 团长由轰炸机机长朱华担任 轰炸机的机长朱华 是一个面容坚毅的军人 起身敬礼 讲话也言简一概 总指挥说炸谁 咱们就炸谁 这个任命结束之后 沈瑞辉努力地挺挺胸 这回应该轮到他了吧 第255章 军统 果然 接下来薛宁儿继续开口 警卫营 听到这个声音 沈瑞辉几乎要站起来表忠心了 甚至表忠心的台词 他都提前备好了 这一次 他绝对不会在人前说什么女生不女生的话 坚决不暴露总指挥心底的隐私 什么舍生忘死 必定保护总指挥周全的 这话可以多说一些吗 薛宁儿继续道 成立警卫营 警卫营人数700人 暂时只有一个连的部队 后续部队陆续补齐 营长由我军第一个五星狙击手陆平担任 陆平是原本的陈卫连长 后来被萧凡调到身边来了 这一次 终于算是升官了 成为了警卫营的营长 陆平本以为这个营长的位置 非沈瑞辉莫属 没想到 竟然落到了自己的头上 顿时心花怒放 站起来向萧凡表忠心 多谢总指挥信任 陆平以后一定好好保护总指挥 任何敢于靠近总指挥 并且心怀不轨者 陆平就将其一枪狙杀 萧凡难得的开口强调了一句 警卫工作也是比较繁重 你要记得 下面的连长排长的工作 也要安排好 而且 你们随时可能跟随我离开 对外工作也要做好 明白 保证完成任务 说完 萧凡的目光落到了沈瑞辉身上 沈瑞辉急忙努力地挺胸 向萧凡刷着自己的存在感 红警单位是不会对总指挥不满的 但是总会失落 沈瑞辉觉得 总指挥可能对自己是另有安排 萧凡看了他一眼 示意薛宁而继续 薛宁而继续道 根据刑事需要 我军将成立一个特殊部门 名为曙光地下军事工作统计局 听到这个名字 所有人几乎都是一愣 地下军事工作统计局 这是什么部门 薛宁而继续解释道 这个局的任务非常繁重 主要负责侦查 收集情报 打探消息 刺探敌人内部情况 清除间隙间谍 刺杀抓捕敌方首领等等工作 也可以将其称为军统局 这时候 军官们才恍然大悟 这应该是特务组织啊 薛宁而继续说 这个军统局 要求都是精兵强将 个人能力出众才能担任 以后将会下辖我军的间谍 特种部队 海豹部队等等高端人才 军统局虽然暂时定位一个牌的编制 但是以后任务完成得好 晋升也快 并且权力也大 局长人选 总指挥任命为沈瑞辉 沈瑞辉听到这里 激动得红光满面地站起来 总指挥说了 虽然这个局长 目前只相当于排长 但是这个权力大 而且手下都是精兵 这可比担任警卫连长更加厉害 激动得向肖凡敬礼 感谢总指挥的信任 以后保证完成您要求的一切工作任务 说完 沈瑞辉又小声地问薛宁 薛小姐 我目前的手下有多少 你目前的手下有两个人 一个是间谍刁远 他已经完成了在幸存者联盟的卧底任务 以后就归你统领 另外还有一个间谍 目前在伯利亚那边 他们两个都是副局长 啊 沈瑞辉冷了一下 就两个手下 还有一个不在身边 他又试探地问一句 那我这边配备什么车子了吗 薛宁儿看向肖凡 肖凡想了想 就你们两个 要什么车 先用那辆三蹦子吧 沈瑞辉垂头丧气地坐了下去 他堂堂军统局长 居然要坐三蹦子 唯一值得庆幸的 就是 他这里还有刁远那个副局长 以前他都是开三蹦子 这回应该可以坐在跨斗里面了 沈瑞辉的任命结束了 接下来还有一个曙光工程院 这个工程院 就是高科技研发中心了 马顿和艾迪两个五星工程师 被任命为了副院长 高科技研发工作 是曙光军的重中之重 所需资源必须保证 而且安全问题也必须保证 艾英 马顿 艾迪 以后即使曙光军的科研三巨头 能够给肖凡带来什么样的惊喜 肖凡是非常期待的 还有一个特殊部队 就是曙光巨龙的列车 暂时被单独列了出来 级别为连 连长是原来的列车长副强 参谋长和军需官的位置不变 其余的 就是各个团下面的营长连长什么的了 营长也是肖凡任命的 但是连长排长班长什么的 肖凡就没有那个精力去任命了 都是让军官们自行去提拔了 这些琐碎小事 如果都要他来管 恐怕是要累死 何况红警系统内部的人 也不会出现什么 以权谋私 德不配位的问题 任命结束 肖凡将获得的金盒拿了出来 现在有一个任务 全军都要晋级四星 无论是战士 工程师 还是军犬战兄 一个都不能落下 刚刚我所有任命的官员 包括营长在内 全部都要成为五星战士 肖凡这一次 获得了26枚二级金盒 自然要优先保证 军官们的实力提升了 三个机械化步兵团 九个战斗营 这就占去了十二个名额 装甲兵团 陆航团 空军团 炮兵团 空墙兵营 曙光巨龙的列车长等等 再加上高科技研发中心的工程师 手下的战雄战英 孙飞飞他 也要调回身边来 就要有接替他的医疗兵 坐镇占地医院 还要给小八留下一颗 最后 萧凡手里就剩下了一颗 这个金盒 是萧凡给自己留的 他也算是一个突变者 但是是一级突变 现在手里金盒富裕了 当然实力也要提升一下了 会议到这里 就基本结束了 接下来的任务 就是各个部队迅速地归队 开始按照萧凡的布置 去开展工作 比如收复四水县城 和外出寻找幸存者 这两项工作都要立刻展开 虽然现在依旧还是冬天 但是曙光军如今鸟枪换炮 有战车有飞机 冰雪天气 已经不能成为主要阻碍 萧凡定的计划是 半个月之内 必须拿下四水县城 一个月内 方圆三百公里内 能够救出来的幸存者 都要救出来 散会 军官们纷纷离开 萧凡本人 则是来到了高科技研发中心 准备服用第二枚金盒 第256章 新的能力 来到了高科技研发中心 爱因几个工程师 亲自带着萧凡来到了一张床前 按照程序 给萧凡服下金盒 净化开始 大约三十分钟之后 萧凡醒来 刚刚醒来 萧凡就感觉到了身体的巨大不同 一级突变之后 他的身体素质上了一个大台阶 相当于以前世界体育冠军的水平 并且左眼突变了 成为了千里眼 这一次二级突变 他觉得自己 已经不是世界体育冠军了 而是超人 在室内轻轻一跃 萧凡竟然一跳三米多高 这 我还没有使用权力啊 二级突变者 一跃五米都有可能 重点看您的身体某些地方有没有突变 能够形成不一样的突变 才算是最成功的进化 萧凡来到了室外 经过几番测试 他开口说道 我的身体素质全面提升 百米能够跑进六秒之内 力量也是提升巨大 但是我并没有感觉到 其他部位有改变呢 这不应该啊 爱因又带着萧凡回到了室内 又是一番测试之后 萧凡终于发现了问题所在 黑暗 竟然无法阻隔他的室里 室内关灯之后 萧凡看着镜子里面的自己 左眼竟然闪烁着 犹如猫科动物一样的亮光 这 竟然又是我的左眼进化了 有了夜视的能力 爱因看着萧凡的左眼 突然身体晃动了一下 好不容易才站稳 总指挥 恐怕不单单只是夜视的能力 你两次突变都是在同一部位 可能还有其他的本事 还会有什么本事 这个需要你自己慢慢地探索一下 不过根据我刚刚的感受 你的眼睛里面有一种精神的力量 类似于我们红颈系统的一种特殊单位 什么单位 尤里 听到爱因的话 萧凡顿时冷了一下 尤里是红颈里面的英雄单位 他别的战斗能力几乎为零 但是却有一种极为特殊的本事 那就是控制别人的思想 被尤里的控制的人 立刻就会叛变到自己一方 这种一种精神力的体现 萧凡没想到 自己的眼睛竟然有了这样的能力 不过具体的能力达到了什么程度 现在还是不得而知 目前曙光城连个敌人的间谍都没有 这种情况下 他一时间找不到可以实验的人 正当萧凡有些愁的时候 突然想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人 我怎么把他给忘了呢 星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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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蜀光军收复四水县城的战斗打响了 两个击步团配合第一炮兵团 强攻四水县城 当县城内潮水般的丧尸涌出来的时候 蜀光军的战斗力得以充分的体现了 炮兵率先开火 成片成片的丧尸 就在猛烈的炮轰之下化为尘土 等到丧尸们 好不容易来到了蜀光军布置好的阵地前 迎接他们的就是无穷无尽的弹雨 两个团加上炮兵部队 四千多人的战斗力 哪怕是面对十万丧尸的冲锋 也能轻松应对 何况蜀光军还提前布置了阵地 占据了高点 层出不穷的武器反复的打击 第一天的战斗就消灭了超过了四十万的丧尸 整个四水县城大约有五百万的丧尸 蜀光军每天就依靠子弹的刷新 就能够对付得过来 战斗结束 弓兵部队就跟随而上 开始收集物资 一天的战斗结束 收集的资金超过了三十万 这样的收获效率 让肖凡大为欣喜 只要将这个县城拿下 他至少也会收获超过六百万 甚至更多的资金 到时候蜀光军的实力 必定突飞猛进 战斗情况也通过电视直播了出去 这也更是给予了神龙省 其他幸存者更多的信心 但是对于其他几家势力来说 带来的就是压力了 新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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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槟城基地 魏无忌坐在办公桌前 手里拿着一部卫星电话在发冷 他的眼前 蜀光军进攻似水的直播正在进行 不过电视里那炮火连天的画面 似乎不太能够吸引他 他的眼神此刻是没有焦距的 这个电话 他拿在手里好几天了 唯恐错过了来电 但是这几天 电话一直都没有响起来过 今时今日 魏无忌还能记得 他最初获得这个电话的时候 那还是末世之前 他乘坐飞机返回槟城的途中 临坐的一个人 送给他的这一部电话 当时他还记得那个人说 如果你未来的一段日子 你能够活下来 那么这个电话 你一定要保存好 因为他一旦响起 就可能改变你的命运 当时魏无忌把那个人 当神经病看的 但是出于好奇 他还是拿了这一部电话 他将电话扔在了床头的柜子里面 防止里面有什么偷拍的东西 但是 没想到第三天 末世就爆发了 当流星雨降临全球 生化出现的时候 惊慌失措的魏无忌 突然想到了这一部电话 他好像找到救命稻草一样的 将这一部电话带在了身边 带着电话的第二天 他就想了 魏无忌永远无法忘记 电话里面的那一通内容 我现在说的话 你要牢牢地记住 位于槟城北方一百公里 有一座叫做小寒山的山脉 你现在去山中 按照地图坐标 找到一个地下军火库 这座军火库 是没有被摧毁的 地下军火库门的密码和地图 我给你传输过去 得到武器后 你要在槟城建立起势力 尽量地收容幸存者 然后等待我的命令 魏无忌当时颤抖地问 你是谁 那个人回答了一句 现在还不能告诉你 只有你成功了 才有资格知道我的名字 记住 当你的手下拥有一百万的幸存者之后 我会主动联系你的 魏无忌脑海内恍惚地 回忆过去的事情 他还记得 当他打开地下军火库的时候 里面的坦克战士 枪械弹药 无数的武器 让他差点闪瞎了眼 从那以后 魏无忌就走上了一条 末世霸主的道路 他一度忘记了 这个神秘人告诉他的话 但是今天 面临曙光君的威胁时候 他突然想起来 之前神秘人和他说的了 一百万人 我的基地 现在有七十多万人 啊 有了 魏无忌颤抖着 通过广播 悄悄地联系了 黑山市基地的楚星首领 两个人通话的第一时间 魏无忌就直接开口 楚星 我们两个基地合并吧 你还没加群吗 151858250 第257章 收服 黑山基地是 突如其来的往冰城搬迁 让神龙省的人都大吃一惊 要知道 这天寒地冻的时候 二十几万人的搬迁 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但是黑山的人就这么做了 全基地出洞 拖家带口的 来了一场大规模的迁徙 好在末世开始这么久了 现在又是冬天 丧尸不会出洞 选择一条相对安全的路线 他们还是能够做到的 黑山的人搬迁 是在夜里悄悄开始的 而且走的是一条远离曙光城的路 但是他们没想到 曙光郡现在有着间谍卫星 别说几百公里 几千公里内的风吹草动 都有人监视着 如果肖凡想知道 魏无忌一天上几次厕所 他都能够查清楚 所以他们的一举一动 早都在曙光郡的监视之中 只是自己不自知罢了 肖凡得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他正在曙光郡的地牢里面 和小不点大眼瞪小眼 得到了精神控制力之后 肖凡就拿小不点开始实验了 不过想要控制小不点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这个丧尸头子 有着很强的精神力量 每当肖凡想要通过意念 来控制他的时候 都会感觉到 一股很强的排斥力 这让肖凡有些脑仁疼期间的艰难 让肖凡想过放弃 但是一想到控制了小不点 可能带来的好处 肖凡还是有些设不得 可是几次努力 几次失败 肖凡渐地有些不耐烦了 他看着小不点 沉申开口了 你能够听懂我说话 并且也会说话对不对 小不点头顶上 带着凹陷进去一块的铁桶 一言不发地看着肖凡 一双星红的眼睛里面 满是残忍和憎恨的情绪 要不是他是被锁在地牢里面的 甚至感觉随时可能上来 咬肖凡一口 肖凡看他不说话 想了想又道 你要是不说话 我以后将你每天待在身边 随时随地地对你控制 我看你是不是时刻 能够保持强大的精神力 小不点还是不说话 但是眼神里面有一丝的轻面 肖凡捕捉到了这一次情绪 这让他意识到 对方真的能够听懂他的话 但是对方的精神力量太强了 并且对他时刻保持警惕 按照他目前的精神控制力 要是不能让对方的情绪 大幅度波动 怕是没机会控制住他的 眼珠动了动 肖凡看向小不点的脑袋 你这脑袋套个水桶 真是够难看的 你是不是以为 这水桶能够保护你的头呢 但是结果怎么样 还不是被我一头撞晕过去了 这水桶 对你除了让你像那傻小子 也没什么作用吗 突然之间 肖凡就感觉到了 小不点情绪有了一丝波动 那天衣无缝的精神防御 终于出现了一丝缝隙 但是肖凡没有太准备好 这个突如其来的机会 他并没有抓住 肖凡也不气馁 他已经找到了 让对方精神波动的方式 你看什么看 对我 滋牙是想要咬我吗 不要以为你还是高高在上的狮王 现在你只是一个阶下球 如果不听我的话 我就拔掉你的这一口牙 让你再也不能咬人 呵呵 还敢瞪我 好好 来人啊 警卫走了进来 肖凡一直小不点 去告诉工程师 立刻给我按照他的尺寸 打造一副精牙 警卫接受命令离开了 肖凡就冷笑的 看着小不点 这方圆几百里 都没有丧尸给你控制了 你想伤人 无非就是靠抓和咬 我一会就拔掉你的指甲 敲掉你的牙 然后给你换上一口精牙 让你咬人也没有病毒 而且你知道吗 我这个人 平时挺需要精子的 到时候我要用黄金的时候 就顺手掰下 你的一颗牙用用 想想都觉得很怠感 哈哈 这个瞬间 肖凡突然捕捉到了 小不点剧烈的精神波动 这一次肖凡准备好了 一鼓作气地 发动了一次精神控制 那其实就是一种意念 只不过通过精神力 传达了出去 一瞬间 小不点的精神力 破防了 也许只有万分之一秒的时间 肖凡隐约地有了一种感觉 他和眼前的 这个小孩子丧尸之间 建立起了一种微妙的联系 那种联系说不太明白 但却是真实存在的 他甚至能够感受到 小不点的情绪波动 这是控制成功了吗 肖凡有些不太确定 他要试试 给哥哥笑一个 小不点看了肖凡一眼 张了张嘴 终于吐出两个字 不要 声音略有些嘶哑 但是依旧能够听出一些同音 毕竟小不点本质上 是一个不到十岁的孩子 肖凡冷了一下 这是小不点第一次开口说话 但是说的却是拒绝的话 肖凡也不知道 现在算不算控制成功了 他还要再试试 小弟弟 这里冷不冷 要不要穿条裙子 这一刻 肖凡感觉到了 小不点有一些愤怒 还有一些羞耻 他愤怒地回击肖凡 你怎么不穿 肖凡挠挠头 这家伙还是不太听话 此刻正确地打开方式 不应该是自己说什么 他就听什么的吗 这样以后 他能够为自己所用吗 肖凡现在大致能够猜出 他和这个小丧尸之间的状态 控制已经算是成功了 但是却没有达到理想状态 就是那种言听计从的状态 现在他已经感觉不到 小丧尸对自己的伤害之心 但是也感觉不到依赖之心 不过肖凡也不是太心急 这已经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了 自己要有一种凹阴的精神 慢慢地和这个小东西耗着 估计早晚能够指挥地动它 但是到了现在这个时候 继续留下小不点 在地牢里面就不太合适了 正好这个时候 警卫员回来了 并且拿来了一副金牙 看到金牙 小不点的脸上 顿时露出了恐惧的神色 紧紧地闭着嘴巴 肖凡嘿嘿一笑 知道怕了 那你就乖乖地跟着我 没有我的命令 不许伤害任何人 如果你敢不听我的话 我以后天天打得你满地找牙 在肖凡恶声恶气的威胁下 小不点终于妥协了 他抬起头看着肖凡 嘴巴动了几下 又说了一句话 也不穿裙子 听话就可以 不听话 丝袜套你铁筒上 小不点慢吞吞地站起来 肖凡示意警卫员 打开了捆绑他的锁链 他终于走到了肖凡的身边 站在那里一言不发了 第258章 新的电视信号 看到小不点终于有了一点听话的迹象 肖凡不禁心花怒放 要是真的能够完全控制这个小家伙 以后收复地级事 都不是多难的事情了 不过现在肯定还不是时候 自己的控制力没有那么强 他们之间的联系也不算紧密 想让他完全听话 估计还要熬一段时间 肖凡将小不点带离了地牢 但是他也没有让小不点这样出去 他让工程师给他做了一副手套 做了一个牙套手套薄如蝉翼 极为贴身 并且手腕的地方有扣锁 带着不影响 用手也摘不下来 防止小不点抓伤别人 牙套也是如此 透明的防止了 他用尖利的牙齿咬人 然后肖凡又让人给他找了一套 干净的小学生衣服 又弄了一副平静 这镜子别的作用没有 但是却能够挡住他 闪烁红光的眼睛 最后就是他头顶的铁桶 太过有爱观瞻 肖凡想要给他摘下来 他却不同意 不带点东西 他似乎没有安全感 肖凡想了想 干脆带着小不点 回到了父亲所在的院子那里 他找到了安小璐 让安小璐给小不点弄一顶帽子 当初的帽子丢了 安小璐已经又给肖凡做了一个 帽子上面依旧绣着 最爱肖凡叔叔几个字 肖凡将小不点的铁桶 强行取了下来 然后给他戴上了帽子 因为帽子是给肖凡做的 自然是比较大 正好能够盖住小不点的大头 换上这顶卡哇伊的帽子 小不点身上那浓烈的丧尸杀戮气息 被遮掩了不少 不是太靠近的话 已经不太能够感觉得出来了 肖凡满意的点点头 将小不点带回了官邸 虽然外表像的孩子 但是肖凡知道 这可能是全世界最危险的孩子 还是待在自己身边 才能放心一些 回到官邸 肖凡就接到了 关于黑山市集体迁徙 前往槟城市的消息 通过雷达屏幕查看了一下 几十万的绿色光点 正在集体行动 为了这一次的迁徙 槟城和黑山 显然是下了大功夫了 出动的大型运输车辆数千辆 队伍蔓延了上百公里 总指挥 我们要不要出动 肖凡身边 有军官开口询问 肖凡微微摆摆手 暂时不用理会 有些事情 还要仔细地看看 肖凡并不想 对这些幸存者下手 而且他也想通过这件事情看看 这两家 到底能够变出什么花样 末世开始这么长时间了 肖凡总是有些隐约的预感 他之所以 能够建立曙光城 是因为他获得了红警系统 但是其他人呢 他们很明显是没有系统的 可是为什么能够获得武器 建立势力呢 他总感觉 这个末世的由来 不是那么简单的 但是 看情况 似乎距离真相 拉开帷幕的那一天不远了 星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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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曙光君的干涉 黑山基地的迁徙 历时整整十天 终于是顺利完成了 原本的黑山机场基地 已经被遗弃了 从此以后 再也没有这个基地的存在了 眼下神龙省的幸存者基地 一个巴掌 已经数得过来了 槟城和曙光城 算是最大的两家 另外两个距离较远的是 还有两家 但是无论人口 还是军事 都无法和槟城曙光城相比 算不得什么 接受了黑山将近三十万的幸存者之后 槟城基地的总人口 一跃超过了百万大关 但是魏无忌那边 并没有大肆宣扬 一切都是低调进行 似乎在酝酿什么大招 肖凡也不理会他们那边的情况 反正槟城的一举一动 他想要知道 随时可以通过间谍卫星 查看一个大概的 这段时间 曙光军专心致志地 开展他们的发展计划 攻打四水县城的战斗 在进行到了第十二天的时候 终于是迎来了总攻的时刻 在曙光军两个战斗团 加上炮兵部队 装甲部队的配合下 终于攻克了四水县城的核心区 当最后一头铁甲丧尸被击倒之后 整个四水县城被清空了 之后的战后收集工作 让肖凡的荷包再一次地鼓了起来 十几天的战斗 加上几家首饰店的得手 肖凡一共在这里 获得了超过七百万的资金 加上他原本的资金 这让他手里的钱 已经达到了九百万的大关 打下县城 随后曙光城的冒险者们 蜂拥而入 开始在县城内收集各种物资 得到了一个县城 物资的丰富 让这段时间 曙光城的物资短缺情况 立刻得到了解决 源源不断的物资 开始被运送回了曙光城 人们的生活 肉眼可见的 变得更好了起来 和清剿行动一起展开的 还有幸存者的救援工作 曙光军的陆航团 担任了救援的主力 一架架的直升机 穿梭在神龙省大地上 从近到远 凡是有幸存者存在的地方 直升机就会飞过去救援 每一天直升机 都在不停地往返 那些末世开始以来 就艰难求存的人们 不断地获救 这个过程之中 肖凡每天都能见识到 很多的人间疾苦 听到许多催人泪下的故事 但是结果都是美好的 幸存者获救 开始了新的生活 一切看上去 似乎都在变后 随着时间的推移 已经是农历二月份了 虽然天气依旧比较冷 但是相比数九龙东的时节 已经温暖了一些 再过个把月的时间 就是春天了 曙光军这里有很多的计划 比如安全区的全面铺开 比如恢复农业生产 比如打通道路等等 肖凡甚至考虑过建设学校 让孩子重新上课 接受教育 但是这个举动 他一直没有做出来 这段时间 肖凡总是感觉 好像要发生大事 农历二月二 龙抬头的日子 这天一早 肖凡刚刚吃过早餐 正准备继续给小布点洗脑的时候 通讯员来到了肖凡的身边 对他道 总指挥 接收到了新的电视信号 听到这个消息 肖凡顿时一愣 神龙省内能够接收的电视信号 他都接收到了 而且 全省都在他的间谍卫星覆盖范围之内 不可能有新的幸存者基地出现了 那么这个电视信号 是哪来的 肖凡有一种感觉 恐怕自己的一个猜想正在印证 让通讯员打开电视机 肖凡要看看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卡文卡的难受 第三章怎么也写得不满意 后续构思杀死太多脑细胞 今天没想通 就二更第259章 新的联邦 通讯员打开了电视机 肖凡就在一楼的沙发上看电视 电视屏幕跳跃了几下 果然接入了新的信号源 滋滋 画面出现了 一看这个电视画面 肖凡整个人就愣住了 因为这竟然 是一个新闻节目 而电视节目的主持人 看上去也是很眼熟 如果肖凡没有记错 这应该是以前神州电视台的某个节目主持人 主持人一男一女 衣着端庄 看上去情况一如往昔 各位观众朋友们 大家早上好 非常高兴 能够再次和大家在电视之中见面 这是值得庆祝的一天 今天 我们怀着万分激动的心情 正式向大家通报一件事 历经了200多天的艰苦奋战 我军正式收复了天都电视台 并且成功连接卫视 可以和全国人民见面了 可能大家还不知道具体情况 现在我们正式给大家介绍一下 末世开始以来 天都地区被流星雨严重毁坏 物资人员损失惨重 各个机构荡然无存 作为神州的都城 天都市加上周边地区十几亿人口 如今幸存的只有2000万 这些人能够幸存 还要感谢我们天都的蔡志远将军 蔡志远将军高瞻远瞩 运筹帽 从末世爆发的第一天 他就做出了最为正确的选择 收拢部队 打击丧尸 建立要塞 拯救幸存者 他为了我们人类的生存 做出了卓绝的贡献 新的天都市 建立在距离原天都以南300公里处 位于天都市 天港市 北原省三地交界处 比林兰河 交通便利 气候宜人 天都不单单建立了卫视电台 还建立了新的神州银行 成功发行了新的货币 并且建立了外交渠道 和国内外 海内外的一些幸存者基地 都建立了联系 我们志在让社会恢复到文明社会 家园没有了 我们可以靠双手重建 但是人不能没有 国家还是要运行下去的 所以今时今日 蔡志远将军有话对全国人民讲 电视画面之中 出现了一个一身戎装的中年男子 肖凡并不认识这个人 以前没有在电视上面见过 但是此人气度俨然 举止沉稳 估计在末世以前 也是一个颇有身份地位的人 大家好 我是蔡志远 蔡志远开始了一轮讲话 讲得很有激情 让人不知不觉的代入 这次讲话 主要是有两个目的 第一个 就是介绍目前神州的主要情况 第二个 就是宣布成立神州立安邦 根据蔡志远所讲 除了天都市之外 目前神州还有很多的基地市 有些规模也很大 但是目前成功恢复卫市的 只有天都一个蔡志远 在电视里面宣布 神州联邦政府 于今天正式成立 联邦政府的最高权力机构 为联邦议会 目前由他亲自担任议会元首 而议会成员 目前暂定的 还有天港基地市的首领李玉国 槟城基地市的首领魏无忌 天港 原本是天都基地市的魏城 比邻内海的海湾 和天都比较近 而槟城就比较远了 肖凡都没想到 魏无忌竟然能够和蔡志远搭上线 蔡志远又说 凡是神州幸存者 基地市人口过百万的首领 都可以经过考核之后 加入联邦议会 成为议员之一 联邦政府已经开始发行货币 货币为联邦金顿 也叫联邦币 每个基地市的首领 都必须听从联邦政府的命令 做到全国政令统一 另外 蔡志远还特别强调 下面各个基地市 如果是过去时候有矛盾的 现在开始不得继续互相攻击 必须立刻停火 等待联邦人员派出人员 过去调节过后再做决断 尤其是那些人口过百万的基地市 任何人都禁止攻击 一旦发现 等同于背叛 他也告诉全国的幸存者 尽量地前往周边的基地市生存 神州人恢复文明社会 已经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 电视节目很长 但是全国的幸存者 都看得振奋不已 虽然现在的神州联邦政府 和以前的有些不太一样了 未来神州所有人都对联邦政府 充满了信心和依赖感 虽然很多人 现在也是在基地市里面生存 但是却始终找不到 那种落地生根的感觉 现在新的联邦城里 他们好像一瞬间 心里就有底气了 肖凡坐在官邸里面 都能够听到曙光城内民众 传来一阵阵的欢呼声 他能够理解民众的心情 这种漠视的生活 大家可能都是过够了 虽然距离真正的恢复文明社会 可能还需要几十年 甚至上百年 才能够恢复到远来的水平 但是终于是有了希望的 对于新的联邦 肖凡没有太多的想法 本质上来说 新的联邦 就是一些运气特别好 获得了机缘的人建立的 那些人的机缘 虽然从长远看 不如自己的机缘 但是从一开始的时候 应该就是特别的大 这一点 肖凡非常的肯定 不然的话 他们根本不可能发展得那么快 当自己还只有十几个人 七八条枪的时候 人家可能就是 飞机大炮坦克车全都有了 但是 肖凡也能够隐隐看出一些弊端 全国肯定还会有 其他较大的基地史 只是现在 别人没有卫士 所有的话 都是让蔡志远一个人说了 别人想要发出声音反驳 都是做不到 这种情况下 联邦议会暂时是成立了 这个肯定是挡不住了 算是暂时占据了正统 不过目前联邦议会 只有天都 天港和槟城三个地方 这就缺乏公信力 其他基地市的人 会不会真心实意地 臣服蔡志远 那就非常的难说了 之前神州全国 一百四十多亿的人口 现在加起来 估计也不会超过三亿 彼此之间山高水远的 如果其他首领不服 搞不好就会成为歌剧时代 这种可能性非常的大 而肖凡也思考了一下 自己这边的情况 这种时候 他该如何选择 第260章 伯利亚的情况 肖凡能够听得出来 新闻里面有些话 隐隐就是针对曙光君来的 什么不能相互攻击啊 不能攻击人口百万的基地市啊 这不就是说给自己听的吗 如果肖凡没有猜错 沉寂了一段时间的魏无忌 这两天必然会发出他的声音了 没想到 就在蔡志远结束了讲话之后 魏无忌在电视里面 响应了蔡志远的讲话 他在电视里面表示 槟城市将无条件地 加入新的神州联邦 成为联邦议员 而他本人 作为人口 超过百万的大基地首领 也将加入联邦议会 他成为议员之后 说的第一件事 就是宣布 槟城和蜀光君的战争状态解除 夸夸其谈了一阵战争的危害之后 他更是对全省喊话 要求全省所有幸存者基地 尽快表态加入到联邦来 实现政令统一 货币统一 几家省内基地的军队 也要加入到槟城军队里面来 让战火远离神龙省大地 让和平曙光降临 我在这里奉劝某些人 放弃不切实际的幻想 联邦政府的成立是大势所趋 历史潮流 浩浩荡荡 顺之则昌 逆之则亡 不要因为一己私利 成为历史罪人 如果谁还明顽不灵 心怀不轨 不遵从联邦命令 我魏无忌第一个就不会放过他 电视里面 魏无忌喊话喊得脸红脖子粗的 但是精神非常的振奋 看得出来 蔡志远宣布成立新联邦 他这边算是一扫颓势 意气风发了 萧凡没有继续在他在电视里面的阴阳怪气 而是出去随意地逛了逛 他没有去外城区 就是在内城区这边走了走 脑子里思考发生的这件事 他也在想曙光君的出路 在路上走了一会儿 他发现 内城区这里的建筑物已经相当的密集 整个城区能够容纳的建筑的已经不多了 大概在容纳一两个建筑 内城区就没有位置 如果想要继续摆放建筑 那就还要扩张城市 可是萧凡觉得 没有太大的必须继续扩张城市了 神龙省这边的人口潜力基本已经定位了 等到外城区和卫城区全部起了楼房 曙光城就是容纳个一二百万人也没有问题 至于曙光君的扩张 不能摆放船物已经成为了一个大问题 必须解决的问题了 而目前 萧凡能够建设的建筑物只有一个 那就是船物 萧凡走了一会儿 来到了高科技研发中心 进来之后 他看到了爱因等几个工程师 正在研究一张图纸 你们几个在研究什么 总指挥 我们在研究建设维修工厂 哦 在研究这个 萧凡立刻来了精神 红井游戏里面有一个建筑物 叫做维修工厂 所有受损战车 只要没爆炸 进入维修工厂就会获得修复 这个功能也许不算什么 但是一旦建设了维修工厂 那就会解锁一种新车 基地车红井的所有建筑物 都是要围绕基地车才能摆放的 萧凡的系统也差不多 唯一能够远离基地车摆放的 就是围墙 那还是他系统的独特功能 所以 萧凡就算有搬家的想法 也是必须要有一辆基地车才能做到的 萧凡的主建筑里面 一直没有解锁维修工厂 没想到 竟然可以靠科研来建设 你们多久能够研究出来 最多一个月 好 尽量地抓紧时间 这很重要 离开了高科技研发中心 萧凡又来到军营这边看了一圈 现在四水县城拿下了 部队已经全部归队 目前正在军营修整 没有进化的战士们 正在抓紧时间 完成四星进化 看到萧凡到来 军官们全都围拢了过来 新联邦成立的消息 大家都知道了 但是所有人都对此没有说什么 萧凡怎么说 他们怎么做就是了 正当萧凡在军营里面观看战士们打板演练的时候 突然系统提示响起 总指挥 雷达站那边发现了新的情况 什么情况 有一支伯利亚军队 正在前往山海卫的路上 距离山海卫还有700公里 萧凡一愣 立刻打开了系统雷达 往屏幕上面一看 果然 一支大约5000人左右的绿色光点 正在往伯利亚的山海卫方向移动 间谍距离推近 萧凡甚至看到 这是一支战车部队 队伍里面 坦克 装甲车 火炮等等 一应俱全 而队伍中 多达20个巨大的 漂浮着 缓慢飞行的东西 更是引起了萧凡的注意 因为间谍卫星 只能拍摄到物体的形状 所以萧凡暂时还不太能不确定这是什么 看着好像热气球一样 只是有点太大了 这是去增援山海卫的吗 还是针对什么来的 萧凡的心里 突然警铃大作 这件事看上去非常的蹊跷 这边刚刚成立联邦没多久 伯利亚那边就有军队进驻 这两件事有联系吗 萧凡心中有些疑惑 左右看看 看到军官们都在 萧凡干脆将其余军官也全都召集了过来 大家一起到萧凡的官邸里面开了一个会 会议的主要内容就是应对眼下的局势 通讯员下令 军官们开始往萧凡的官邸内齐聚 连长级别的驾驶猛逝 营长开骁龙 团长则是乘坐东风铁甲 一辆辆的战车在官邸前汇聚 各种战车里面还混杂着一辆三蹦子 所有军官到齐进入萧凡官邸一楼大厅会议开始 萧凡坐在桌子的尽头 军官们坐在两侧 薛宁儿作为讲解 给军官们介绍了一下目前的情况 有两个消息 第一个蔡志远在天都地区建立了一个很大的基地市 并且宣布成立了联邦议会 目前有天都 天港 槟城三室组成 第二个消息 伯利亚那边发现了大批军队正在前往 针对目前这种情况 总指挥让大家发表看法 讨论讨论 参谋长率先开口 总指挥 我方的间谍可有消息传递回来 萧凡微微摇头 前段时间的丧尸围城结束之后 安德烈身居检出 形势诡秘 很多事情都不会向外透露 没有确切消息 军须官陈远杜想了想 伯利亚那增兵应该和联邦的成立没什么关系吧 毕竟蔡志远也在电视里面说了 基地市之间禁止相互攻击了 魏无忌刚刚加入联邦 不会违反蔡志远定下的规矩吧 陈远杜的话得到了一些军官的附和 第261章 传物建设 萧凡听着军官们的讨论 心里还是有些拿不准 这两件事真的没有关系吗 他想了想 又开口问通讯员 问问雷达站那边 最近有没有发现 槟城那边有什么动静 这段时间曙光军忙着清理丧尸 营救幸存者 萧凡没有太关注槟城的举动 因为槟城和黑山合并了 那边整天都是乱糟糟的 他也懒得去看 通讯员询问了一下 回答萧凡道 也没有太大的动静 就是最近人员增多了 槟城基地式的军队数量也增加了 约翰他们这种拥兵团队 已经进不去核心区域了 另外就是前些天 槟城基地式的主力部队出动 去收复他们南边的县城了 根据雷达卫星显示 那支部队正在野外作战 萧凡沉思了一下 南边 距离云州多远 大概300公里 萧凡的手指轻轻地敲击桌面 看着在座的众人 各位 我不得不怀疑他们的居心 这件事太巧了 我们可以来推测一下 比利亚人那边增兵 目标应该是冲着我们来的 毕竟伯利亚的安德烈 以前就和魏无忌是一丘之和 得到伯利亚人的支援 魏无忌有了大义的名分 很可能会对我们动手 大家可能会以为 电视里面蔡志远所说的如何 但是如果我们被消灭了 这种时候 谁又会知道呢 或者说 魏无忌就利用蔡志远的话 作为一种麻痹我们的手段呢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如果我们毫无防备的话 你们等到伯利亚那边的人到来 对我们发动了进攻 而槟城野外的主力部队 也突然直扑蜀光城下 两下夹击的话 他们还真的有可能得手呢 听到消防的话 众人也都是出了一身冷汗 这么一说 还真是有可能 如果蜀光军这边没有间谍卫星 没有捕捉到伯利亚人增兵的这个信息 恐怕只有等到对手 进入蜀光城100公里范围之内 才能做出反应了 而且 雷达也不是万能的 对方说不定也有干扰雷达的手段 现在已经不是深冬时节了 气候没有那么冷 蜀光城周边的道路 也因为打丧尸和救援行动全部打通了 说不定 对方还有可能一鼓作气 扑到蜀光城下现代化武器 可不同于丧尸 搞不好真会有灭顶之灾 二团长沈光明 直接开口 总指挥 既然如此 那我们干脆先下守卫墙好了 你说打哪边 还是两边一起打 肖凡想了想 这件事只是我们的推测 如果主动进攻槟城 我们就缺少了一些道义的支持 毕竟现在已经成立联邦 虽然目前是蔡志远一个人的独角戏 但是局势不明 我们并不适合直接对槟城动手 不过伯利亚这边 仗着有神龙江阻隔 一直是我们的一个心腹之患 也是时候应该解决了 我们蜀光军不可能永远留在神龙省这块土地上 在我们离开之前 将这个钉子拔了吧 听到肖凡决定对伯利亚动手 众人立刻纷纷献祭 总指挥 这好办 我们这边不是有V3火箭吗 就成立一个火箭军好了 直接导弹轰炸 保证将山海威化为废墟 肖凡白白手 不好 那里还有我们的一万同胞 也是时候将他们就回来了 肖凡又问 神龙江解冻了吗 总指挥 还没有 距离神龙江全面解冻 还要至少一个月 但是我们和山海威毗邻这段 却是解冻了 因为他们一直在这里搞轰炸 就是为了防止我们渡江过去的 上面的冰层都没有了 肖凡点点头 既然这样 看来我们就要来一场渡江作战了 肖凡打开了系统页面 毅然地点击了一个船物 确定制造船物 扣除资金两百万 需要时间两天 资金建造了船物还有七百万 算是财大气粗 他之前一直没有生产船物 就是因为没有合适的地点 但是这一次 他不想继续等待下去了 神龙江那边的水深应该是够了 既然手里的钱够多 那么先建造一个也无妨 大不了实在不需要的时候 他这个船物还可以半价回收 随着船物开始建设 肖凡这边的会议暂时结束 确定了对伯利亚的作战方案 肖凡也通过了火箭军建设的提议 成立了火箭军一团 目前下辖十个VS火箭发射车 以后再逐渐地壮大 团长被他任命 为了第一个VS火箭的车长徐森 不过肖凡并不打算移平山海位 离开官邸之后 肖凡去了一趟父亲所在的院子 见到了伯利亚歌舞团的尤利亚 没有人知道肖凡和尤利亚谈了什么 离开父亲所在的院子后 肖凡就开始整军出发了 曙光军两个击步团 加上警卫员和装甲兵团 陆航团全体出动 目标 神龙江畔的望北渡附近 这个渡口 就是当初幸存者联盟渡江前往伯利亚的地方 不过肖凡去的不是望北渡 而是距离望北渡下游二十公里的地方 虽然路上积雪还有很多 但是三星天气坦克挂上金属铲 动力强劲 比推土机还要好用 很快开通了道路 大约两天之后 肖凡来到了神龙江的江畔 江风凛冽 气候还是寒冷 江面上左边是江水 右边是汹涌的浮兵 这些浮兵都是上游来的 是伯利亚人轰炸江面后冲下来的 都堆积在了这里 远远看过去就好像一座巨大的冰山 肖凡是计算着时间过来的 他到了这里之后 正好船物已经建设完毕了 他左右的寻找了一下 最后就在一个江水转弯的地方 选择了船物的建设地点 点击 摆放 轰隆一声 一座巨大的船物 连同江畔的厂房就出现在了这里 厂房沿江而建 有厂房有码头 并且船物自带了一百名的工作人员 而最为显眼的则是江水之中 一个巨大的建筑拔地而起 四根巨大的柱子扎根在江水里面 上面好像一个巨大的钻井平台一样 上面还有塔吊 可以360度的旋转工作 这就是造船厂了 肖凡的心情有些激动 这个造船厂建设出来 他算是走出了迈向海军的第一步了 不过要从这里出海就有些困难 神龙江虽然是神龙省第一大江 但是它更多的部分并不在神州境内 而是在伯利亚境内 它的入海口 是伯利亚那边的厄货茨克海 最后注入了大东洋 如果从这里出军舰的话 那么就要绕一个大圈子 才能回到神州的海域 不过现在想那些是有点远 肖凡打开了系统页面 看看这一次增加了什么宝贝 第262章 海军新装备 打开了系统页面 肖凡就看到了新的兵种增加 首先在士兵页面里面 多出了一个新的兵种 蛙人 造价1200斤 水下特种部队 因为潜水服的脚步 有像青蛙一样的普而得名 可以进行水下作战 爆破 驱逐等配备一把APS 无水下突击步枪 配备一把潜水刀 和三颗雌性水雷 处 蛙人还可以配备水下切缝机 切割机可以从兵工厂生产获得 看到这个 消防眼睛一亮 蛙人可以说是一种高端兵种 部队里面的蛙人 可不是普通的潜水员那么简单 除了拥有很强的水性之外 蛙人还需要有超凡的体能和肺活量 还要精通格斗搏杀的技巧 还要经过专业的水下战斗培训 还要精通爆破 还要随时能够登陆作战 可以说 每一名蛙人的培养都是来之不易的 1200斤的造架 甚至超过了携带防空岛 但的防空步兵 其实力就可想而知 消防点击系统里面的兵工厂页面 查看了一下蛙人的水下切割机 切割机就是一种破开舰船的水下机械 造架200斤一架 看过切割机 消防又发现 兵工厂内也多了一种武器 感应水雷 造架20斤 提前布置在水下的武器 通过舰船潜艇或者其他大型物体靠近而出发 威力不凡 看着这种东西 消防想了想 暂时没有生产 他还需要继续了解一下情况 看过了兵工厂和兵营 接下来就是重头戏的载具页面了 打开之后 里面果然多出了新的载具 军用武装冲锋舟 造架1000斤 船只可搭载4-8人 配备柴油发动机 最大时速可达100公里每小时 船上配备一艇12 7毫米高射机枪 726型气垫登陆艇 20人该船为中型登陆艇 排水量200吨 无星状态最大载重80吨 采用4个空气导管螺旋桨推进 最大时速60节 配备两座双连14 5毫米高屏两用机枪 气垫登陆艇 可以搭载一辆主战坦克 或者两辆步兵战车 以及100名战士 027鱼雷快艇 造架8万斤 自带船员15人 长度28 4米 宽度6 2米 排水量100吨 航速50节 该船配备两门25毫米舰炮 配备4个鱼雷发射器 无星状态配备4枚鱼 6型鱼雷 可以布置水雷 可以执行攻击 反潜等水上任务 适合近海或者江河作战 这些就是新出现的载具 看到这些海军装备 萧凡心里一阵阵的激动 但是他并没有立刻爆兵作战 既然决定要打山海卫 那就必须做到知己知彼 毕竟山海卫的伯利亚人不是丧尸群 这么长时间的打磨 山海卫的人已经算是一支精锐部队了 不能大意 站在江畔 萧凡询问身边的军官们 山海卫的情况都调查清楚了吗 参谋长正伦接口 总指挥调查清楚了 现在山海卫那边共有驻军6000余人 其中包括了海军和空军 我们侦查到 山海卫那边三个月前已经修缮了造船厂 组建了水军 他们目前共有10艘登陆艇和6艘海警船 冲锋舟更是有30多艘 之前因为江面结兵的缘故 全部都停放在码头那里 但是现在上百公里的江面已经被轰炸 下游这边要过去必须经过一道山梁 上游那边则是江口 都难以通行 只能从水面过去 而渡江的话 他们的这些船只随时能够作战 我们要进攻山海卫 这些东西就是心腹大患 另外根据我们的侦查 山海卫的飞机场那里 目前已经有两架轰炸机出场 另外他们还有军用直升机12架 进攻的话 这些飞机也不得不防 然后就是他们的陆军部队了 他们拥有章鱼坦克100辆 装甲车80余辆 这是他们陆军的主力构成 最后他们大约还有3000人左右的步兵 拥有携带高射机枪的改装车辆若干 这大概就是山海卫的主要情况 肖凡想了想 他们的码头那里防御如何 码头处戒备森严 也许是对我们有很大的戒心 那里不但连绵不绝地 布置了大约20座哨楼 而且高射机枪林立 24小时有人直守 就是防备 我们可能渡江作战 肖凡摩擦了一下下巴 安德烈这个老东西 戒心还挺强的嘛 我们一直没有表现出水面力量 也值得他这么如临大敌的 总指挥 他们也是最近这两天才戒备延起来的 可能是要保证援兵平稳到达吧 我们还要小心他们的援兵 根据时间来计算 他们的援兵会在明天中午到达山海位 如果我们不能够在明天中午前结束战斗 战斗可能会比较艰难 肖凡微微点头 他当然知道这个道理 但是很多东西 他不得不提前做好准备 看了一眼波涛汹涌的江面 肖凡想了想 我们可能还忽略了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那就是江水里面的鱼 根据我们得到的消息 现在江水之中的鱼类 也开始编译了对吧 啊 没错 我忽略了这一点 我们现在是要渡江作战 那就不能被鱼类所影响 所以我们必须保证一个安全的作战环境 那就要切断鱼群的骚扰 总指挥的意思是 先去上游布置水雷吧 大型的鱼类遇到水雷会触发 小型的就影响不到我们了 参谋长想了一下 总指挥 那样一类 可能就会惊动伯利亚的人 这个时间上要把控的精准一些 这个我明白 所以布置水雷的时间和战斗突击的时间 中间间隔不能超过20分钟 不能留给伯利亚人太多的反应时间 萧凡看了一下时间 现在是上午9点 开始准备吧 记得让火箭军准备好 听从我的命令 明白 参谋长下去布置了 萧凡这边则是开始生产了 他首先生产的是三艘鱼雷快艇 这种快艇不但可以用来布置水雷 而且还可以发射鱼雷 要知道 伯利亚那边 改造了六艘海警船呢 海警船那种舰船长度大约百米 上面也配备了舰炮和机炮 可以说 装备比曙光军这边一点不差 要对付这种大家伙 曙光军这边的打击必须出其不意 鱼雷这种装备是现在的关键所在 24万斤花费了出去 等候了大约40分钟 第一艘鱼雷快艇出现了 第263章 海军暴军开始 船坞上面的塔吊转动了一会儿 平台下面的船场里面 一艘船只出现了快艇轰鸣 批驳斩浪 很快来到了岸边 船上除了操作的必要人员外 所有人都站在甲板上 向着萧凡敬礼 这种鱼雷快艇 20多米长 6米多宽 在快艇里面属于大型的 船的两侧 悬挂着巨大的鱼雷发射器 里面就是船只的宝贝鱼雷了 鱼雷的长度 几乎快占据了船只的一半 不要小看这些东西 就是大型的船只 被鱼雷击中 那也是有够麻烦的事情 船只小 威力大 这就是鱼雷快艇的特点 萧凡踏上了甲板 来到了船只上面查看了一番 船员们的精神都非常的饱满 看到萧凡到来 个个都露出崇拜的神色 船长的名字叫做吴立江 是一个浓眉大眼的战士 他简单地和萧凡介绍了一下 从船只的情况 总指挥 我们的船只可以承担布雷的任务 山海未上游的情况和这边差不多 只要携带足够的水雷就可以了 不过总指挥 我们如何越过山海未将派的侦察兵前往上游是一个问题 萧凡对此早有准备 这个你放心 我自有办法 听到萧凡有办法 吴立江也就不多说了 在这里静候命令 生产第二第三艘鱼雷快艇的时候 萧凡这边也在进行水雷的生产 二十斤一颗的水雷绝对不算便宜了 不过幸好现在不是海洋作战 只是用来封锁一段江面还是可以做到的 萧凡直接点选了五千颗的水雷 花费了十万的资金 水雷生产出来 立刻就布置 直接搬运上了鱼雷快艇 在鱼雷快艇的后面 萧凡又开始生产其他的海军部队 首先是蛙人部队 萧凡生产了五十个蛙人 今年晚上 这些蛙人都要执行任务的 然后就是气垫登陆艇 这是今天渡江的主力 冲锋州虽然也能够搭载部队 但是却搭载不了战车 而气垫登陆艇高达八十吨的载重 可以勉强地搭载天启了 天启坦克的重量甚至超过了九十九市主战 正好是八十吨的重量 三星的天启还要更重一些 达到了一百吨一辆 按理来说 超过了气垫登陆艇的最大载重 但是实际上超载一点也是能够做到的 渡过一条江还是可以的 没见很多客运货运车辆 超载情况下也是常年在路上跑的 这种登陆艇也是造价不菲 五万斤一艘堪比一架天启坦克 让萧凡不禁暗暗扎舌 不过为了打败伯利亚人 萧凡也是下了血本了 直接生产了十五艘气垫登陆艇 花费七十五万还不算完 萧凡又点选了一百艘武装冲锋舟 这些冲锋舟将会是今天搭载步兵的主力 负责运载战士们过江 一千斤一艘又是十万斤花费了出去 前前后后一百多万资金花费出去 船务这里开始全力生产建设了 趁着这个时间 萧凡又看了一下自己这边新解锁的建筑物 空军作战实验室 造价五百万斤 用于研发空军高科技兵种 萧凡倒吸一口冷气 系统开始死要钱了吗 高科技的空军兵种研发竟然要这么多钱 自己升级师长才一千万斤 这个空军就要拿去一半 不过转念一想 他觉得这个价格还是值得的 想到那些高科技的反潜机 直升机 战斗机等等 这个在未来的价值几乎是无可比拟的 建设船务和海军 花费了萧凡三百多万斤 手里的钱还有五百多万 正好是够建设空军作战实验室的 不过萧凡思虑再三 还是没有立刻行动 实在是太贵了 他还是要等等 最起码看看对伯利亚一战的结果如何再说 这边舰船还在不断地出现 萧凡还在静候时间 他已经确定了作战时间 那就是今天晚上的九点 今天挑灯夜战 要打山海卫这边一个措手不及 务必要在他们的援军到来之前 结束这边的战斗 不过现在万事俱备 只欠东风 他还在等待来自山海卫内部的一个消息 新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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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海卫 市政厅 安德烈放下电话 揉着眉心 这段时间以来 一直压在他心头的巨石 总算是放下了一些 和伊万先生取得了联系 告诉了他 关于尤利亚在曙光城的消息后 伊万先生终于有动作了 这一次 伊万先生可是动了一个大手笔 五千人的军队 而且现代化武器齐全 尤其是其中二十艘的空艇部队 可谓是王牌部队了 伯利亚的空艇技术 是末世之前就启动的项目 安德烈这边研究了很久 都没有什么进展 但是伊万先生那边却弄出来了 这种巨型的空艇 采用的是热气球的技术 但是又并非热气球 特殊的纤维材质 三层防御 并且有内部修复装置 让空艇可以承受 高射机枪的持续射击 这种装载了重型炸弹的东西 一旦飞到某个城市上空 那就会带来一场巨大的灾难 安德烈知道 这一次伊万先生 之所以这么爽快地答应出兵 除了尤利亚的原因外 还有一个就是 神州那边宣布成立联邦政府的原因 伊万先生都没有收复卫士 神州那边却做到了 没有人愿意看到一个强大邻居的出现 尤其是自己汇报了 萧凡蜀光城的情况之后 伊万先生也是非常的重视 他们一致认为 蜀光城的战斗潜力非常的巨大 萧凡肯定也是掌握了 某些高科技的核心技术 而且 蜀光城内混沌不清的内城区内 肯定是有一条巨大的生产线的 不然 萧凡做不到源源不断地出现新兵种 这一点至关重要 安德烈早就想灭掉蜀光城 进军神州 但是他一个人的力量不够 幸好看不顺眼萧凡的人 不止他一个 神州内部 魏无忌也是这样想的 两个人早有勾结 这一次算是一拍即合了 等到援军一到 南北两边夹击 蜀光城的覆灭已成定局 安德烈想到这里 就有些想笑 他笑魏无忌的短视 这种时候竟然还想着排除一击 自相残杀 他也笑萧凡地自打 现在还被蒙在鼓里 恐怕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想着想着 安德烈忍不住笑出声来 他的笑声 惊动了一边看电视的刘敏 刘敏好奇地转过头来 看向安德烈 你在笑什么 第264章 入侵 安德烈看到刘敏 立刻眉开眼笑得道 小敏 你不是想要回到家乡吗 我向你保证 最多一周的时间 你就能够回到家乡了 安德烈说 这话是有根据的 明天援兵到达 然后整顿一下 就会出发前往神州 这个过程大概需要三天 战斗的话 估计两天之内就能够结束 然后后续的人 再去曙光城 接收胜利果实 也大概也要两天的时间 整个过程就是一周 这是他向刘敏的保证 刘敏看了安德烈一会儿 突然也笑了起来 安德烈也笑 开心吧 开心 不过我觉得 也许这个时间还会提前呢 嗯 但愿如此吧 是一定会如此 好吧 你现在这里待着 我出去看看基地内的情况 今天晚上是非常重要的 千万不能出什么纰漏了 嗯 我一会儿也出去逛逛 吃点东西 安德烈点头 转身离开了市政厅 安德烈走后 刘敏也起身离开了房间 作为安德烈的女人 刘敏在山海卫的地位 也是很高的 外出并没有人拦截 刘敏出门 拐了几个弯 来到了山海卫一条 最热闹的街道上面 这里是山海卫的神州街 街道上面 有一半的人都是来自神州的 虽然是最热闹的街 但是其实也没有多少人 刘敏来到了一个 烤羊肉串的摊位前面 坐了下来 老板 来十个肉串 好嘞 马上来 烤串的是一个年轻的神州人 眉眼之间有些机灵之色 拿出肉串在这里烧烤 看看左右无人 刘敏试探地问了一句 沈局长 嗯 年轻人微微点头 对刘敏道 今天的行动计划 都知道了吗 都知道了 我们军统局今天的任务 就是让山海卫的轰炸机 不能起飞 没错 晚上八点 我们准时行动 沈局长 这一次 你带来了多少人手 我们军统局的全体成员都过来了 好像总指挥 还安排了一些其他人配合 不过我觉得都是多余了 这种事 我们军统局自己就差不多搞定了 刘敏脸上露出佩服的神色 局长是五星战士 当然本事很大 沈局长黑黑一笑 这次的行动成功了 我们军统局 就是立下了大功一件 到时候 你这个副局长 也会跟着水长传高的 刘敏点点头 脸上也露出向往的神色 他先是在幸存者联盟卧底 后来又来到了伯利亚卧底 卧底了这么久 终于快熬出头了 沈局长看到刘敏的样子 心中也有感慨 这次行动成功 我会用我的专车亲自接你回国 并且把我专属座位让你坐 让你感受军统局长的待遇 感受我们曙光大家庭的温暖 刘敏激动的差点给沈局长敬礼 但是也知道 现在不是时候 只能作罢 借着吃肉串的功夫 两个人简单的交流了一下 确定了一些细节之后 刘敏返回 新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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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德烈来到了山海卫的码头 码头这里 整齐的停放了一大片的冲锋舟 气垫船 还有六艘巨大的海警船 这是他们山海为这段时间开足马力 全力加班加点修复的 这些大家伙修复之后 还一直没有动用 不是不想用 是一直没有好机会 曙光军那边没有水军 这些船制的用武之地不大 但是明天就有用了 那些气垫船将会搭载伯利亚的部队 再一次地踏上神州大地 他先后地视察了舰船的情况 又交代今天晚上 少楼那里要格外地小心 记住了 今天晚上是最关键的时候 虽然曙光军没有体现出水军力量 但是曙光城消反此人形势变态 和正常人的脑回路根本不同 不能以常理揣测 今天少楼这里 必须严格地守卫江面 一旦出现敌人立刻报告 入夜之后 雷达监视则成为重点 江面 天空 都是我们要监视的范围 不能漏过一点蛛丝马迹 明白了吗 明白 守卫的人齐声回答 其实心里并不太以为然 对付没有水军的曙光军 用不着这么郑重骑士的 不过他们 还是按照安德烈的吩咐 严格地执行守卫任务 安德烈视察完了码头 又驱车离开 去布置别的任务了 毕竟明天还有接待任务 不能有丝毫的马虎 他知道 自己在整个伯利亚 只是一个小人物 伊万先生那种 才是真正的大人物 能够得到伊万先生看重 对于他来说 是非常重要的 他一定要把握住这个机会 安德烈离开 码头这里 恢复了正常的运作 渐渐地 时间来到了入夜时分 江畔的哨楼上面 哨兵举着探照灯 来回地搜索 但是这种探照灯的射程有限 只能隐约地查看到江畔近处 远处的江面 则是黑洞洞的一片 根本什么都看不见 幸好伯利亚这边还有雷达 江畔有一个雷达站 上面一个作战 雷达来回地旋转着 方圆20公里内 如果有飞机或者船只出现 都会被雷达扫描到 雷达站内 监视雷达的人 一只手拿着伯利亚酸黄瓜 一只手拿着一瓶福特加 一口酸黄瓜一口酒 吃得美滋滋 滋滋 不知道什么时候 雷达显示屏上面 突然出现了一道道电波 来回上下的跳跃 导致雷达看不到东西了 搞什么东西 这个时候出故障了 哨兵看着屏幕 心想等一会儿 也许会自动恢复 但是左等右等 时间过去了20分钟 竟然还是没有恢复 眼看时间快要到8点了 8点的时候 还有人要来换班 他才觉得不能再等下去了 报告 雷达似乎出了一点故障 请找人过来检修 接到哨兵的报告 雷达的其他人员到来了 怎么回事 这种情况多长时间了 大概十几分钟 或者二十几分钟 哦上帝 我有些醉了 竟然不记得了 该死的魂球滚远一点 上司臭骂了他一句 然后过去检修雷达 怎么会在今天出故障呢 安德烈先生还交代 今天要格外小心的 不会这个时候出什么事吧 哨兵首领看着外面 黑油油的江面 一阵寒风吹来 让他浑身打了一个哆嗦 江面的黑暗 就好像一个无底洞 里面好像有什么怪兽 似乎随时能够从黑暗之中出现 将他甚至整个山海 为一口吞下 无形之中 少兵首领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他凭住呼吸 往窗外观看 室内真落可闻 碰 一声闷响在身后响起 吓了他一跳 猛地回头 只见身后醉醺醺的少兵 不好意思地道 对不起啊队长 我放了个屁 少兵首领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长出一口气 可能是他太紧张了 应该没事的 第265章 潜入 在神龙江的上游地区 曙光君的鱼雷快艇 正在迅速地放置水雷 这些东西悬浮在水中 形成了一道道天然的屏障 深水里面 一些巨大的鱼雷靠近的话 立刻就会让水雷爆炸 一道道水柱冲天起 在黑夜之中 传出沉闷的声音 不过 这里距离山海味较远 这点水下的爆炸 还不足以引起山海味那边的警觉 多达5000的水雷布置了下去 就在水下形成了一片密集的雷区 最起码今天晚上 江水之中变异的大鱼 暂时是无法通过雷区 前往山海味那边所在水域的 布雷结束 鱼雷快艇上 船长无力将等候了一会儿 看了看时间 差不多了 出发 鱼雷快艇批拨斩浪 直奔山海味的方向驶去 星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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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望北都的岸边 一辆雷达电子干扰车 正在不断地运行 一道道无形的电波扩散出去 正好可以干扰到江对岸的雷达站 而在江水的这一边 部队正在源源不断地登船 巨大的天骑坦克 开上了气垫登陆艇 立刻让登陆艇有了很深的吃水 连续五辆天骑登上了登陆艇 之后 还有五辆磁能坦克先后上船 磁能坦克 没有天骑那么巨大的重量 所以登船之后 身后还有大量的曙光军战士登船 除了登陆艇 还有大量的武装冲锋舟 来到了岸边 一个冲锋舟 可以搭载一个班的战士 这里的冲锋舟数量足有一百 可以搭载八百人 加上气垫登陆艇的步兵 共有一千三百多的战士上了船 随时可以渡江作战了 萧凡就站在岸边 看着雷达屏幕 雷达屏幕上 江水里面一条条大鱼正在游过 数量越来越少了 因为上游的隔断 这里的大鱼已经都前往下游 现在是时候了 萧凡挥挥手 几艘冲锋舟悄悄地靠了过来 这几艘船上面搭载的 全部都是蛙人部队 出发 据执行任务 江水寒冷住一轮换 保持体温 你们一旦得手 就是我们发动总工的时候了 明白 50名蛙人登船 迅速地向着江星驶去 现在伯利亚那边的雷达成了瞎子 单单凭借肉眼 是无法发现黑夜之中的冲锋舟的 过了江星之后 冲锋舟的速度开始放缓 前面几百米 就是山海位的码头了 蛙人准备下水 蛙人战士们将头套套好 氧气瓶连接上 无声无息地滑入了水中 他们动作敏捷 就好像一条条深水中的鱼 迅速地向伯利亚的码头方向游了过去 也许是觉得 曙光军根本没有能力 进攻自己一方的码头 这里的水下 没有任何的安全防护 蛙人们立刻找到了机会 一个个地靠近伯利亚的海警船 从身后拿出雌性炸弹 将其粘在了船体上面 50个蛙人携带了50枚的雌性炸弹 如果是炸冲锋舟 100艘也炸毁了 但是海警船这种大船 却不那么好炸 蛙人们重点将炸弹 集中在了三艘海警船上 伯利亚一共有六艘海警船 一次性炸毁三艘 他们就算完成任务 将炸弹的爆炸时间 统一设定为了8点30 那是约定的进攻时间 万事俱备 现在就等军统局那边的行动了 行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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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伯利亚机场内 卫兵抱着枪躲在哨楼里面 这种寒冷的夜晚 卫兵也有些携带 虽然安德烈已经强调了 今天晚上的重要性 但是他们并不觉得这种时候 会有人能够来到机场这里搞破坏 机场内停放了两架轰炸机 这是山海卫这么长时间的成果 是他们的宝贝 一般人是不允许进入机场的 但是凡事总有例外 比如现在来到了机场门前 一脸怒气的刘敏 刘敏在山海卫的地位是很高的 大家都知道 安德烈特别宝贝这个神州女人 山海卫几乎所有的军事要地 刘敏都去过了 所以 她虽然不是伯利亚人 却没有任何人敢于轻视她 可是今天 刘敏带着两个人 怒气冲冲地到来 让守门的卫兵犯了难刘敏小姐 安德烈先生不在这里 滚开 你个守门的小兵知道什么 安德烈这个家伙 竟然敢背着我搞女人 还搞到机场来了 今天我一定要让那个狐狸精好看 刘敏不容分说 一把推开了拦截的卫兵 卫兵还试图阻拦 刘敏身后的一个跟班 拍了拍她的肩膀 兄弟 当出头鸟可要考虑清楚 刘敏小姐不会把安德烈先生怎么样 但是如果你这时候强出头 最后被小姐极恨了 女人的怒火你 能够承受得起吗 卫兵有些犹豫 他自己职责在身 是应该阻拦的 但是这会儿的情况 除非动用武力 不然是拦不住 怒气冲冲的刘敏小姐的 但是刘敏身边的这个跟班 却让她觉得眼神 这个人眼珠滴溜溜乱转 一看就是那种颇有算计的 卫兵担心 安德烈真的在机场里面搞女人 如果让这两个人 跟着刘敏进去 恐怕会对安德烈先生有威胁 想了想 似下无人 突然抬起手 一记手刀就切在了卫兵的脖子上 身体素质强悍的卫兵 一声不吭地倒了下去 他们两个迅速地将其拖到了阴暗的角落 等到再出来的时候 其中一个跟班 已经穿上了卫兵的衣服 拿着卫兵的枪 站到了哨楼上面 之前的跟班则是跟随刘敏 迅速地向着机场内部深入 前面停机坪上 停放着两架巨大的轰炸机 停机坪的一侧 则是有机场人员的宿舍 里面足有几百人居住 刘敏和他的跟班往里面走 不时地抬头看向天空 总指挥布置的人 应该就要到了吧 夜空之中 一架运输机在高空滑翔而过 一朵朵降落伞 就好像一片蒲公英 悄悄地落向了机场 第266章 霹雳火 趁着伯利亚这边雷达失灵 运输机将曙光军陆航团的一个空降帘 投放了下去 飞机飞过 伞兵开始跳伞 刘敏和沈瑞辉在轰炸机附近等待 心里颇有些急切 只要伞兵顺利落地 抢占地形将宿舍内的机场人员堵住 他们的任务就完成了差不多一半 两个人紧张地盯着宿舍的门 心想 这会儿千万不要有人出来 宿舍内确实没有人出来 但是他们都没想到 外面的轰炸机上面竟然有人 两架轰炸机上 各自有两个人负责职业 这是他们没有料到的 他们被发现了 一个人在飞机内拿起了扩音的话筒 直接开口询问 什么人 刘敏和沈瑞辉大吃一惊 急忙回头 沈局长 飞机上有人 动手 先干掉这上面的人 不要让他们将飞机开起来 沈瑞辉二话不说 拿出腰间的枪 一梭子子弹 就直接打在了飞机的玻璃上 当当当当 飞机的防弹玻璃上 火星四射 沈瑞辉身为五星战士 实力是非常强的 几乎所有的子弹都在同一个落点 很快玻璃就开始军裂 出现了细密的网纹裂缝 碰 一发子弹终于射穿了玻璃 里面的一个人被直接击毙 这样的强声 也引来了宿舍内人员的注意 两间大宿舍几乎同时开门 有人就要往外冲 这时候 散兵还没落地 沈瑞辉必须给散兵争取时间 只见他猛的一抬手 两颗手雷直接扔进了宿舍门口 这两颗雷扔得是又准又狠 就好像瓶射炮一样的投掷 将刘敏都有些看傻了 轰轰 剧烈的爆炸在宿舍门内响起 顿时就将要冲出来的人 炸倒了一片 两颗雷扔了出去 沈瑞辉再次投掷两颗 又是两声爆炸 暂时地抑制住了人员外冲 而这个时候 散兵终于落地 空降营长李小飞 都没有来得及和刘敏沈瑞辉打招呼 立刻抄起枪 开始点射往外冲的人员 这会儿 伯利亚的机场人员也不走门了 纷纷地从窗户往外跳 并且不断地向外开火 随着一个个散兵落地 双方开始激烈交战 沈瑞辉和刘敏 立刻奔着飞机而去 沈瑞辉再次掏出一枚手雷 直接顺着第一架飞机 被打破的玻璃扔了进去 一团爆炸的火光 在轰炸机的驾驶室内爆裂开来 不但将这架飞机剩余的一个人炸死 同时也将飞机内的一些电子设备炸毁 这架飞机已经不能升空了 但是另外一架飞机 这个时候竟然开始滑行 沈局长 不好 这架飞机要跑 他跑不了 沈瑞辉发足狂奔 手里枪械不断地开火 再次集中一个点 射击飞机的玻璃 当当当当 咔嚓 玻璃再次裂开 但是此时 飞机已经越滑越快 距离沈瑞辉已经有百米之遥 刘敏看得心中着急 他知道 侦察兵最高携带五枚手雷 沈局长已经扔出了五枚手雷 这会儿应该是没有了 虽然打破了玻璃 但是没有手雷也不行 可是他没想到 沈瑞辉在裤子里面一头 竟然掏出了两颗圆滚滚的 手雷 甩手一扔 直接扔出了一百多米 精准地投掷 进了滑行越来越快的 飞机驾驶舱内 这两颗手雷投掷的 简直是宇宙级的水准 伴随两声爆炸 第二架轰炸机的驾驶舱内 也爆发出了火光 飞机失控 歪歪扭扭地向着 跑到下面冲去 很快冲进了 干枯的绿化带之中不动了 沈局长 你这手雷投得太厉害了 沈瑞辉呵呵一笑 五星战士都有独门绝技 我的绝技就是扔雷 你永远猜不到我身上 有几颗雷 或者藏在哪里 刘敏露出佩服的神色 沈局长的能力 能够在咱们曙光军 位列前三了吧 曙光军前三不敢说 军统局前三是一定的 沈瑞辉刚刚说完 机场这边 凄厉的警报已经响起 机场遇袭 伯利亚人自然是要来支援的 深夜的山海位 突然就沸腾了起来 而就在这个时候 码头那边也出事了 星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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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统局和空降部队 联合作战得手 替曙光军解决了 对方轰炸机这个心腹大患 码头这边立刻就开始行动了 码头的人还在研究 雷达故障的原因 码头上面突然传来了 剧烈的爆炸 轰轰轰 三艘海警船 不断地被水下的爆炸 掀得上下颠簸 不好 嫡其 这会儿 他们立刻就明白过来了 这一定是曙光军 对他们发动了袭击 码头的警报 紧接着机场的警报响起 和机场那边相比 码头这里的戒备 要森严得多 几乎所有的少楼 都同一时间打亮了灯光 码头后面 直升机直接升空 而船员宿舍里面 大量的船员蜂拥而出 迅速地想要登船 那三艘遇袭的海警船 已经开始倾斜 绝对是无法启动了 但是还有三艘船呢 还有那么多的冲锋舟 伯利亚的士兵纷纷登船 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少楼的士兵突然大喊 快看江面 所有人将目光集中了过去 就看到江面那里 正有其他船只在接近 迎敌迎敌 蜀光军渡江杀过来了 上船 起毛 准备开火 回到自己的战斗位置 他们的船小 打不过我们的 慌乱的伯利亚战士 快速归位 一艘动作较快的海警船 已经开始调整炮口了 蜀光军那边 无力将站在 鱼雷快艇的船头 直接下达了命令 左前方 目标敌人的海警船 左衔鱼雷 放 鱼雷发射器发出鱼雷 鱼雷在水下 立刻掀起了一条 白色的水线浪潮 黑暗之中 敌人雷达失灵的情况下 竟然没有发现 这枚鱼雷的到达 长达百米的大船 正在启动离港 就被鱼雷炸了一个阵阵 神舟的鱼六鱼雷 第一次露面 就立下了大功 正中海警船的侧翼 轰隆的爆炸声响起 火光冲天 第267章 抢滩登陆 第一发鱼雷命中 掀起了曙光军进攻的号角 三艘鱼雷快艇飞快地冲锋 先后地发射了鱼雷 接连不断地爆炸 让伯利亚码头内火光冲天 而伯利亚人遭遇突然袭击 一时间反应不够快 就遭遇了毁灭性的打击 曙光军参战的 不单单只有这三艘鱼雷快艇 还有十架直九直升机 这些直升机 并没有太过靠近伯利亚人的码头防线 而是远远地发射出了空对空的岛 坦 伯利亚这边的直升机刚刚升空 就有两架被击中 打着旋的落了下去 落到地面又引发了巨大的爆炸 伯利亚这边也有十几架直升机 有的直升机冲了出来 但是刚刚到江面上空 就遭遇了江面的猛烈打击漆黑的江面上 众多的冲锋舟正在突进 每一架冲锋舟上面 都有高射机枪架设 这些机枪不断地往外喷发火舌 很快又有直升机被打爆 更多的船只 则是对着码头内的伯利亚船只开火 江水下面一发发鱼雷破浪而来 目标就是伯利亚的海井船 这种百米大船 挨上一发鱼雷受损 挨上两发就是重疮 三发鱼雷下去 就有海井船开始轻覆了 船舱进水 船体断裂 海井船咕噜噜地下沉 一些伯利亚的船员纷纷跳江 他们的六艘大船已经沉没四艘 还有两艘也是受伤状态 而那些冲锋舟上的船员 刚刚上船 就遭遇了曙光军的猛烈打击 江面上冲锋舟来回开火射击 占据了先机的曙光军 完全不给伯利亚人任何的反应时间 机枪来回扫射 打得伯利亚人惨不忍睹 安德烈先生 我们扛不住了 阵亡的一片接着一片 伤兵更是流水一样的被抬下来 看着码头这里冲天的烟尘火光 安德烈的手捏成了拳头 心中都在滴血 机场那边也遇袭了 两架轰炸机停摆 他本来要去机场的 没想到码头这里的情况更加的严重 他知道 码头的船队算是完蛋了 曙光军准备周降 尤其那威力巨大的鱼雷 击发下去 海警船就熄火了 没有了海警船的火力压制 剩余的这些船只 也只有被全舰的命了 看来不能继续抱有 保持舰队的幻想了 安德烈忍痛下达了命令 全体船员弃船登陆 只要保持码头防线不被击破 只要能够坚持到明天 等到伊万先生派出的大军到来 他们还可以反攻 这会儿 他甚至无暇考虑 曙光军是什么时候建立的水军部队了 现在想 那些已经没有意义 他只能将希望 寄托在码头防线上了 他对军营那边也下达了命令 让坦克部队迅速向这里集结 全力保证防线不失 当伯利亚人终于弃船的时候 曙光军的渡江作战开始了 后面的冲锋舟大部队 还有十艘巨大的气垫登陆艇 开始批驳斩浪地开始冲锋了 每一艘船都在开火 疯狂地和江畔守军对射 伯利亚这边也有炮兵 不断向江中开炮 但是失去了雷达指挥的他们 想要击中只能靠懵了 火力覆盖 能够击中一艘算一艘吧 就是在这个时候 曙光军的轰炸机出动了 没有雷达的弊端 也在这个时候充分地显现了出来 曙光军的轰炸机 飞到了炮兵阵地的上空时候 竟然才被发现 这个时候发现 轰炸机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 一连串的极数炸弹投掷了下去 顿时在伯利亚炮兵阵地 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 成片的炮兵被炸弹吞没 战机锁过之处 火口难流 而神龙江的对面 曙光军的火箭军 也参加了战斗V3火箭 就好像打丧尸一样 一枚枚战术道 但从天而降 目标就是对方的码头阵地和炮兵战地 甚至他们的装甲突击群 也遭遇了几枚火箭的袭击 将伯利亚的阵型完全打乱 十几辆章鱼坦克 就在火箭军的打击下报废了 但是 这些都是辅助手段 真正的战斗 还是击中在江畔码头这里 蜀光军在自己一方的炮火辅助下 已经开始登陆了 战士们从船上跳下来 那些火箭筒战士和防空步兵 直接发射出单兵飞弹 轰击对方的哨楼 身经百战的蜀光军战士 充分地利用掩体躲避 他们各个都是四星战士 各个都是神枪手 对方想要一枪 结果一个四星战士 那是非常困难的 蜀光军的战士都武装到了牙齿 防弹衣和防弹头盔的普及 让他们很难被普通枪械一击致命 单兵火箭筒 甚至开始攻击伯利亚来支援的坦克 喷火器战士 也喷射出一条条漫天的火龙 竟然对伯利亚震得 形成了一个压制 这种压制的目的性很强 那就是掩护蜀光军的气垫登陆艇登陆 当气垫第一艘气垫登陆艇 冒着炮火靠岸的时候 巨大的天气坦克从船上下来了 团长杜辉驾驶他的三星天气 第一个冲锋在前 两辆章鱼坦克拦截住了这架天气的去路 两辆坦克的主炮开火 击中了天气 天气也同时开火 击中了一辆章鱼坦克 天气上面升腾起了火光 但是火光过后 竟然没有大碍 反而是被天气击中的章鱼坦克 竟然直接就被打爆了 炮塔直接被掀开 飞上了天空 里面的装甲兵连下车的机会都没有 就直接阵亡 天气的双筒炮塔掉转 再次命中第二辆章鱼坦克 先后两发炮弹再次发出 第二辆坦克同样毫无悬念地被击毁 这样的情况 让伯利亚那边的人都看傻了 这是什么坦克啊 先后挨了两炮 竟然基本无碍 就算章鱼坦克是清醒坦克吧 你这种变态的防御力也太欺负人了吧 这还不算完 天气连续击毁两辆章鱼 战车启动 轰隆隆地向着伯利亚人的防线冲了过去 沙包 铁丝网 在天气面前如同摆设 直接碾压过去 行径间开炮 一炮击毁了一座哨楼 伯利亚有一架直升机刚刚出现 天气直接发射对空倒 弹 一发入魂 直升机在天空炸开 这一辆天气又撞塌了一片沙包阵地 火箭巢内的火箭弹覆盖而下 这一架巨型坦克 一辆就将伯利亚的阵地搅得稀巴烂 伯利亚的坦克还想集火 蜀光军后面又有气电船运送天气到来 五辆天气先后登陆 伯利亚一方承受的压力顿时倍增 江畔码头处 蜀光军已经形成了局部的巨大优势 随着又有五艘登陆艇到来 此能坦克和大批蜀光军战士开始登陆下船了 第268章 尤利亚回国 这一次参与进攻的蜀光军部队 第一波不会超过2000人 而守卫山海卫的伯利亚部队人数超过5000 占有地利又是以意待劳的手势 按说伯利亚是战尽优势的 但是实际战斗起来 却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 首先伯利亚的雷达 被蜀光军的电子干扰车给干扰了 成为了笼子瞎子 这是最大的一个弊端 其次就是 水军中了蜀光军的偷袭 全军覆没 导致江面完全失守 拦截蜀光军的舰船没有了力度 这是第二个劣势 然后就是轰炸机的不能起飞 失去了打击蜀光军的一大力气 最后就是装备的落后 尤其是天骑坦克登陆之后 伯利亚这边就开始全面被动了 那天骑坦克简直就是刀枪不入的乌龟 伯利亚的章鱼坦克在他们面前 就好像纸糊的一样 被轻易的击毁 导致了战局越发的难以维系 还有一点 就是全体兵员的综合素质 蜀光军各个都是四星战士 都是神枪手 又配备了先进的武器 这些战士身穿防弹衣 头戴防弹头盔 眼部还装备了夜视仪 几乎每一次举枪 都能够干掉一个伯利亚士兵 而伯利亚这边的人 虽然也算是合格的士兵 但和蜀光军相比 明显是不够看了 双方的战损比差距非常的巨大 如果有一个蜀光军被击斗 那么相对应的 伯利亚那边就要倒下去七八个 甚至十个人 天启登陆之后 蜀光军的战士 更是找到了活动的掩体 他们开始跟随坦克后面掩杀 遇到敌人阵地的时候 这些战士左右跳跃 或者翻滚出击 一个个堪比杂耍的花哨动作 被他们用出来毫无难度 而精准的射击 也就在这种运动战中被打出去 很多伯利亚士兵 甚至没反应过来怎么回事 就没心意凉当场毙命 一个个哨楼被击毁 一个个据点被夺走 前面有横行霸道的天启 后面跟随的磁能坦克 也不是省油灯 一道道电流在战场乱窜 无论是坦克还是士兵 只要被击中 就不会有好下场 战场的形势 就这样一点点地被逆转 伯利亚的防线 一道道地被击破 眼看就要顶不住了 安德烈眼看自己这么长时间以来 辛苦建设的成果 被一点点地摧毁 整个人心都在滴血 他非常地不甘心 不单单部队的失败 还有刘敏是卧底这个事实 也给了他沉重的打击 他难以相信 他和刘敏有那么长时间温存的日子 刘敏怎么可能会是间谍呢 安德烈还在咬牙坚持 他大声地呼喊 不断地下达命令 让山海卫的残兵败将 继续组织防线 他已经通知援兵那边了 那边也在加紧速度赶来 估计不用天亮就能够到了 只要援兵一到 他立刻就会开始反击 到那个时候 他会亲自抓到刘敏 好好的教训这个复兴的女人 萧凡此刻 已经来到了山海卫的码头上 通过雷达 他已经锁定了安德烈所在的位置 萧凡已经不想 和安德烈在啰嗦什么了 这个人的可恶程度 在萧凡的眼里 甚至要超过丧尸 丧尸已经不能算是人了 只是按照本能形式 安德烈不同 他已经对神州犯下累累罪行 这个人留不得 至于他怀疑刘敏的事情 那就让他怀疑去吧 任凭他想破头 也不可能想出 自己一方还有一种迷幻要紧 火箭军对着安德烈那边轰炸吧 江的对岸又是石眉岛 谈身空而起 安德烈那边还在不断地调兵遣将 天空之中巨大的战术岛 但已经落下 伴随一团团蘑菇云升空而起 安德烈和守护他的一群精锐部队 直接化为尘埃 大地都被一平 曾经叱咤风云的山海卫首领 彻底地消失在了这个星球上 随着安德烈的死亡 还在负于顽抗的伯利亚部队 终于绷不住了 兵败如山倒 残兵败将们一片片地举起白旗投降 蜀光旧的步兵开始全面地进入城区 不断地将伯利亚的残兵们缴陷 萧凡知道 战斗并没有真正地结束 因为伯利亚那边的援兵还在路上 按照雷达线时 大约三个小时之后就会到达山海卫 如果单单是这些援兵也就罢了 山海卫城市内 很多人都对蜀光军抱有敌视的态度 毕竟他们属于两个国家 两个民族 被蜀光军入侵击败 很多伯利亚人是无法接受这个结果的 虽然现在 不过这种情况 萧凡也早就在意料之中 他也有办法应对 一架直升机从蜀光城那边出发 这会儿已经来到了山海卫机场上空 直升机落下 一群人从飞机上面下来了 来的人是尤利亚和他的小姐妹们 尤利亚的身份 萧凡已经搞清楚了 她是伯利亚皇室的公主 也可以说是整个伯利亚皇室唯一的幸存者 和神州这边不同 伯利亚的皇室权力是非常大的 可以说 尤利亚的家族就是伯利亚的正统 统治这边也已经几百年了 尤利亚流落神州 伯利亚那边掌权的人物 一直想要除掉他 就是为了防止有一天他重回伯利亚 到时候肯定会威胁到他们的地位 尤利亚回到了山海卫 整个人都显得有些兴奋 蜀光城虽然好 但他终究觉得是寄人篱下 现在回到了他的祖国 他觉得自己将会迎来一个新生 也许 他会成为女王 当然 在那之前 他还必须借助萧凡的力量 所以他觉得 还能和萧凡有很长一段时间的蜜月期 萧凡能够看出这个女孩子的野心 但是他不在乎 有野心不怕 就怕一点野心都没有 那真的就是一个扶不起来的阿斗了 尤利亚下了飞机 萧凡亲自和他握手 尤利亚公主 恭喜你 回到你的祖国 接下来 你要在电视里面 向你们的民众讲话 记住讲话的要点 我们是亲密无间的合作伙伴 蜀光君是最值得信赖的朋友 你身受蜀光君大恩 永远不会和蜀光君为敌 这一点尤为重要 你记住了吗 尤利亚想要说点什么不一样的 可是机场的夜色之中 那迷蒙的灯光下 他看着萧凡的俊脸 还有那深邃的眼睛 似乎都在发光 他突然觉得萧凡说得对 这一刻的萧凡非常的帅 要说有缺陷 那就是他发光的眼睛 似乎只有一只 第269章 胜利 尤利亚在电视新闻里面 和山海卫的全体居民见面了 当尤利亚出现在电视屏幕里面的时候 整个山海卫城市都沸腾了 他们终于见到了他们的公主殿下 这是自从末世开始以来 他们所知道的最好消息了 本以为已经死绝了的皇室 居然还有一个公主存在 这让伯利亚人感觉 他们找到了主心骨 尤利亚现在说的话 对他们来说 简直就是天降福音 尤利亚对着山海卫的民众 眼含热泪地发表了演讲 我的同胞们 尤利亚回来了 这么长时间以来 我其实一直都在神州 当初我差点就被丧尸吃掉 我和我们歌舞团的姐妹们 吃了无数的苦 才算是坚持了下来 在这个过程之中 我甚至遭遇过刺杀 而想要刺杀我的人 其实就是来自我们的国家 就是这座城市的首领安德烈 安德烈应该也是奉命行事 给他发布命令的人 就是现在即将兵临城下的人 安德烈和当时的云州幸存者联盟 勾结想要我的命 但是我的命还算是比较大 躲过了他们一次次的刺杀 我一度以为我坚持不下去了 最后是萧凡首领 是曙光军救了我 这么长时间以来 我就一直生活在曙光城 现在萧凡首领帮助我回到了山海卫 并且解决了我国的叛逆安德烈 没错 他就是叛逆 我作为唯一的皇室成员 他竟然敢对我下手 他死有余辜 我在这里 非常地感谢萧凡首领的救命之恩 可能有人觉得 我一个女孩子待在曙光城 肯定吃亏了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 我没有 如果换做其他人 可能我清白难保 但是萧凡首领不会 原因是什么 我就不细说了 大家应该也能猜到 我在这里宣布 勃利亚将永远和曙光军做盟友 做朋友 做亲人 萧凡首领就是我勇利亚的亲人 任何人不得对他有敌意 是他保住了我们皇室的最后血脉 我已经向来自圣德堡的军队 发布了命令 要求他们放下武器 一切和曙光军作对的 皆是叛逆 勇利亚的讲话 在山海卫引起了轰动 不但民众对于 曙光军的敌意消失了 就连那些残余的守军 这会儿也是心甘情愿地投降了 既然和曙光军是亲人 那么战斗自然不需要继续下去了 只有那一支来自圣德堡的援兵 现在却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地步 眼看山海卫近在眼前 但是却接到了游利亚公主的命令 这让他们军队内部就出现了分歧 这五千人的军队 有一部分还是忠于依望 不肯接受游利亚的命令 有一部分则是选择了暂停行动 等待事态发展 而曙光军却没有给他们太多的考虑时间 按照萧凡的命令 随着第二批第三批曙光军 跟随登陆艇来到山海卫之后 蜀光军选择了主动出击 他们放过了那些暂停行动的部队 而是对忠于依望的部队 发动了致命打击 忠于依望的部队里面 有二十艘巨大的空艇 还有坦克部队 炮兵部队的首领选择了观望 战斗在凌晨的时候打响 当博利亚部队意识到 陷入蜀光军保卫的时候 他们发动了反击 双方的坦克 在山海卫西边的大平原上面 来了一场坦克大会战 蜀光军第一装甲兵团全军出动 八十辆三星坦克驰骋在荒原上 面对的是柏利亚方面一百余辆坦克 这一次 柏利亚不单单只有章鱼坦克 同样还有主战坦克 但是他们的实力 相比蜀光旧的装甲兵团 还是有着巨大的差距的 十辆被消防重点打造的三星天启 再次成为了攻击敌军的力气 十辆天启 硬钢对方三十多辆主战坦克 不但不落下风 甚至还不断地击毁对方 天启本身就有强大的自愈能力 加上蜀光军后面 还跟随了一些不显眼的多功能步兵车 这些战车灵活激动地在战场上穿梭 不断地修复蜀光军的坦克 一方面不断地损失 一方面损失很小 双方的战损比 就以相当不对等的情况下 开始消耗 心高气傲的柏利亚人 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他们勇猛地装甲兵团 就在敌人的强大攻势下 节节败退 直到溃不成军 战斗进行了一个小时 荒原上到处都是被击毁的 伯利亚坦克残骸 而相比坦克部队的惨状 来自伯利亚的巨大空艇的情况 也比较惨 为了对付这些空艇 萧凡也是早就做足了准备 来自蜀光军方面的 上百辆猛士越野车 驰骋纵横 每一辆车子上面 都乘坐了两名防空步兵 防空步兵的单兵岛 但成为了对付空艇的力气 空艇这种东西 装载了数量巨大的炸弹 如果让他们飞到城市上空 那绝对是一场灾难 但是这东西的弊端 也是显而易见的 那就是速度太慢 灵活的猛士车 就好像放风筝一样 不断地吸引空艇跟进 而防空士兵的单兵导弹 则是不断地给他们带来杀伤 一搜搜的空艇被击火击落 没有地面部队的配合 这种移动缓慢的大家伙 在野外简直就是火把子 不是空艇威力不行 而是这样不对等的战斗 根本就没有 给他们发挥威力的地方 空有炸弹 都不知道往哪扔 就在空艇和坦克被围歼的时候 伯利亚的步兵部队 也遭遇了沉重打击 蜀光军的火箭军再次发射 几轮倒 弹下去 伯利亚的步兵集群 就溃不成军了 他们本来是一个完整的兵团 但是一部分部队的临时观望 不但让他们失去了炮兵 也失去了一部分的战车 失去了机动性和灵活性 这场战斗也就没有什么悬念了 当最后一艘空艇 在高射机枪和防空导弹的 集火之下坠毁之后 天已经亮了 蜀光军经过一夜熬战 先是击败了山海卫的五千守军 然后又在山海卫的西郊 将赶来的援兵三千人为奸 彻底的歼灭 第270章 战后采访 蜀光军的胜利 宣告了山海卫传统势力的 彻底洗牌 尤利亚迅速地掌控了山海卫的局势 并且 她将那些观望的军队 也收入了麾下 正是成为了属于她的武装力量 而大获全胜的蜀光军 也没有显着 他们还肩负着一项重要的任务 那就是救下 被贩卖到伯利亚的神州人 伯利亚这边有一万的神州人 是当初被幸存者联盟卖过来的 虽然这件事不是肖凡做的 但是目前肖凡有能力的 当然也不会看着同胞落难而不管 天亮之后 蜀光军已经可以 堂而皇之地进出山海卫 并且不断地通知神州同胞 告诉他们 只要愿意回到家乡的 现在就可以前往江畔码头 去那里乘坐气垫登陆艇回家了 这个工作的主力 是先前进入山海卫的空降兵部队 机场方面 军统局和空降兵联手 不但没有让对方的轰炸机起飞 还彻底地将对方的空军部队 大部分人员都击毙在了宿舍那里 算是立下了大功 后期的战斗 基本就用不上他们了 他们的主要任务 就是寻找神州幸存者 这项工作比较繁重 估计要忙一整天 而肖凡这个时候 则是进入了山海卫的市政厅 他在这里和尤利亚再一次地见面了 这一次 双方的身份都不同了 双方的电视台 从头到尾地直播了这一场会面 市政厅内 肖凡和尤利亚亲切会谈 而且双方还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来自曙光城的记者新小迪提问 请问尤利亚公主 这一次你对民众承诺 将会永远地和曙光军合作下去 请问你 能够对你说的话负责吗 毕竟 未来可能还会发生很多的事情 用永远这个词语 是不是有些不够严谨呢 尤利亚身穿一条皇室的公主长裙 头上戴着漂亮的头饰 坐在沙发上 微笑地回答了新小迪的提问 我之所以敢于做出这种承诺 是因为非常了解肖凡首领的为人 在我最为困难的时候 是肖凡首领救我于水深火热 别人是很难理解那种感觉的 在你最无助的时候 有人对你伸出援手 将你从深渊拉了上来 尤其是那个时候 肖凡首领还不知道我的身份 所以我非常的信任他 只要有肖凡首领在 我的承诺就不会过期 来自伯利亚的记者 这时候也对肖凡提问 请问肖凡先生 你当初是出于什么考虑 救下尤利亚公主的呢 是因为她是一个漂亮女生吗 肖凡当然不会中 这个记者的圈套 立刻违心地回答 不 我并不是那种 看到美女就迈不动步的人 就她完全是出于人道主义考虑 本以为这个回答 没有什么说服力 但是没想到 那个记者竟然立刻点头 我相信你说的肖凡首领 你是一个真诚的人 肖凡张张嘴 没有在说什么 心里却在犯嘀咕 这就相信了 这些伯利亚人 单纯的简直可怕 这个伯利亚记者 又继续提问 肖凡首领 听说你和我们的公主殿下 达成了贸易事项 能够向我们透露一下吗 这个可以 鉴于山海卫刚刚经历过 评判战争 需要重新建设和修膳 我方将会提供 大量的建材和技术人员 帮助山海卫重建 而且我们还会 提供大量的食物和煤炭 帮助山海卫度过寒冬 而且我们还有 非常出色的医疗团队 如果山海卫的人 有重大的疾病 完全可以渡江 前往曙光城治疗 很多电视机前的人 都纷纷给肖凡的讲话鼓掌 他说的这些 都是目前山海卫急需的 可见肖凡是真诚的 要帮助山海卫的 记者继续对尤利亚提问 请问公主殿下 那我们要付出什么呢 尤利亚微微一笑 一些微不足道的黄金而已 山海卫是有一些黄金储备的 我会将他们 全部都赠送给曙光城 并且我在这里号召 山海卫的民众 将自己的收视捐献出来 作为对曙光城的感谢 我也将带头捐赠 说着尤利亚甚至拿下了 自己头顶金灿灿的首饰 亲手赠送给了肖凡 这样友好的举动 立刻又迎来了掌声 在伯利亚人看来 拿现在没有什么用处的黄金 来换取食物建材和医疗支援 那是非常划算的一件事情 之后的问答之中 尤利亚也是相当的配合 并且处处表现出 以肖凡为主的姿态 这也充分地证明了 双方的亲密无间 要不是山海卫人人都知道 肖凡首领是个什么人 他们都要怀疑 尤利亚和他之间 是不是有一腿了 电视将这些情况 全部转播了出去 不但山海卫人人看到 曙光城人人看到 就连远方的槟城也能够看到 星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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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无忌在电视里面 发了好大的脾气 辛苦谋划很久的计划 就这么流产了曙光军的悍然出击 一举击败了安德烈的部队 将山海卫给拿下了 看电视里面 尤利亚处处逢阴的态度 魏无忌气的 就几乎要爆血管 南北夹击曙光城的计划彻底失败 他也失去了最好的 甚至可能是唯一击败肖凡的机会了 虽然加入了联邦 成为了议员 但是神龙省位于神州最北方 山高皇帝院 如果不能解决肖凡 他魏无忌还根本算不上 神龙省的最高统治者 他在电视里面 甚至失态地痛斥肖凡 说肖凡心怀不轨 居然在没有得到联邦命令下 私自出兵进攻联邦 严重地毒化了当地的和平氛围 这种行为是恶劣的 是不能被接受的 他将会把这件事 上报天都的蔡志远援手 让肖凡等待议会的处理 对于魏无忌这种 扯虎皮做大旗的行为 肖凡根本不予理会 有那个能力你就来处理 没有那个能力 说破嘴皮也只是个笑话罢了 和尤利亚结束会谈 有共进晚餐之后 肖凡也要回去了 离开了市政厅 和尤利亚告别 肖凡柔柔眉心上了 自己的装甲房车 他的精神稍微有一点疲惫 控制小不点就挺累 现在又累了一点 他能够感觉到自己的极限 他最多只能再控制一个人了 还不能是小不点 这种精神力强大的丧尸 车子在路上走 他看到很多 曙光君的车辆通行 不断地运送神舟人前往码头 停车 肖凡在后视镜里面 看到一辆三蹦子开了过来 就叫车子停了下来 肖凡下车 看到了三蹦子上面的三个人 刁远开车 刘敏坐在跨斗里面 沈瑞辉则是坐在了刁远的身后 看到肖凡 三蹦子也停了下来 几个人急忙下来给肖凡敬礼 军统局全体成员 见过总指挥 肖凡点点头 来到了刘敏的身边 伸手拍拍对方的肩膀 肖凡难得地表扬了刘敏 你做得很好 在伯利亚卧底这么久 先后给我军提供了战雄技术 我一定满足你 刘敏此刻脸色苍白 头发丝都保持一个静止的状态 张张嘴 好不容易恢复说话的能力 刘敏才开口 总指挥 我不想做省局长的专车了 能不能让我上你的车 暖和暖和 我要冻僵了 第271章 刺头 山海卫一战之后 曙光城的安全态势 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良好阶段 自此 北方的威胁彻底消失 不单单北方 东西两个方向也没有了敌人威胁 唯有南边还有一个槟城市 是无论如何也没有胆子北上了 望北渡这边 成为了连接曙光城 和山海卫的重要港口 在曙光军的支持下 尤利亚开始了大刀阔斧的行动 从山海卫再往北 是广阔无人的西伯利亚地区 这里资源丰富 包括煤炭资源 石油资源 森林资源 铁矿铜矿等等无数 山海卫这边开始派人往北前行 探索未开发区域 尽量地收集资源 而肖凡这边干脆留下了一个团 负责帮助山海卫清理北边的丧尸和变异兽 帮助他们进行开采行动 这些物资一旦开采出来 其中大部分将会运送过江 送给蜀光军 而蜀光军则是送给他们一些生活物资 让山海卫的生活也变得越来越好 当初属于安德烈的一些科研人员 则是开始修复轰炸机 修复生产线等等 同时还在进行的 就是对于伯利亚这边人员的救援行动 伯利亚地方很大 其中有些乡间依旧有一些幸存者 现在蜀光军拥有雷达 可以将那些幸存者找到 并且带回山海卫来 萧凡的意思是要打造一个 更加繁华富裕的山海卫 让其辐射后方的西伯利亚地区 成为蜀光军坚实的资源后盾 当然 这个任务将是一个艰巨而且长期的任务 今年之内能够见到一些成效都是好的 蜀光军的运输船 带着山海卫的神州人回到蜀光城之后 蜀光城内都是一片的喜气洋洋 人们在讨论他们的愈发强大 日子越来越好 同时也在期待着神州的统一 蔡志远并没有如同魏无忌所说的那样 对萧凡采取什么制裁 甚至他似乎并不知道这件事一样 根本没有在新闻里面提到过 他目前在新闻里面所说的 就是不断地敦促其他大型的幸存者基地 尽快地收复当地的卫士 和天都方面建立联系 萧凡静观其变的时候 也在不断地将手里的资源进行整合 这一次远征伯利亚 虽然是劳师动众花费不少 但是带来的好处也是显而易见的 首先就是资金 从山海魏城 萧凡获得了高达500万的资金 这让他手里的资金 第一次超过了千万的大关 然后就是丰富的燃油资源和天然气资源 运输船屡次的往返神龙江 将大量的石油和天然气带回了曙光城 为此 曙光城特意建造了几个巨大的储油罐和仓库 用来装载这些战略资源 曙光城的民众 可以在今年春天实现天然气入户 手里的钱多起来了 萧凡也再次将曙光军兵员进行了一次补充 首先是20辆天气加入了装甲兵团 让装甲兵团达到了完整的100辆坦克 之后就是兵员的全面补充 让曙光军的总兵力达到了1万人 其中工兵部队补充满了一个营 飞行兵也补充了一架轰炸机 警卫连也在这次补充的序列里面 补充成为了一个完整的营 这一次的扩军 一共生产了大约2000战士 全部生产下来 花费了萧凡350万资金 他手里还有600多万资金 其实是可以建设空军作战实验室的了 但是萧凡依旧没有建设 不是因为别的 而是曙光军的机场负荷 已经基本到了极限了22架直升机 10架运输机 10架无人机 加上炮艇机和两架轰炸机 其实曙光军的机场已经没有地方停放了 想要再建机场 那就得建设到城外去了 萧凡并不想那么做 他决定再等等 他总是有种感觉 这段时间局势一定会有变化 趁着这段时间抓紧地收集一点资源 将战士们全部升级到四星 成为一支真正的精锐 才能以不变应万变 萧凡的预感果然成真了 星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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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来到了二月底 又有几个基地市先后地收复了卫士 首先 下一个恢复卫士的基地市是海都市 神州的首都为天都 天都算是神州的政治中心 而海都则是神州的经济中心 人口甚至比天都还要多 是全国第一大城 神州全国140亿人口 海都人口就有五亿之多 海都基地市并不是建立在海都城区 而是和海都旧城区隔了一条原江 原江是神州第一大江 沿江有很多大城市 海都是在原江入海口处 其实包括天都也是 即使收复了卫士 也只是在城区内打出一条通道 并没有真正的收复城市 那太难了 海都也是 他们利用飞行部队重点打击 收复了海都电视台附近一片区域 能够播放电视节目 这已经是非常了不起的举措了 借助原江和大海的天险 海都彻底地隔绝了旧城区的丧尸威胁 算是在沿海立住了脚 海都的首领名字叫做梁威 卫士收复之后 他立刻发表了电视讲话 他宣布海都加入联邦 他本人也成为联邦议会的议员 并且坚决拥护议会主席 蔡志远议长的领导 电视讲话之中 梁威提到了北方局势 他提出 未经议会许可 进攻联邦的行为是非法的 要求北方的议员 魏无忌对周边的某些刺头首领 加以管束 他告诉某些刺头 不要以为末世到来 就可以无法无天了 现在议会成立 将会管理神州 任何人都休想肆意妄为 讲话到了最后 梁威甚至提到了萧凡的名字 根据魏无忌议员的报告 那个刺头首领的名字叫做萧凡 一个不知道天高地厚的年轻人 我看现在咱们为祸的 不单单只有丧尸 还有人 已经到了不下众手管理不行的地步了 就这样 萧凡的名字 第一次出现在了全国人民的视野之中 不过似乎是一个反面教材 第272章 下一步走向 梁威的意思 其实差不多就是蔡志远的意思 只不过 这是通过他的嘴说出来的罢了 随着海都市的收复 这段时间又有两个基地市收复了卫市 一个是天府基地市 一个是天港基地市 天府基地市地处内陆 这个基地市也有着上千万的人口 首领叫做林海 收复基地市后 林海和天都那边取得了联系 他没有立刻宣布加入议会 但是态度非常良好 在电视之中说了 以后要加强双边贸易合作等等 他本人也会在局势稳定的时候 前往天都拜访蔡志远 虽然没有直接表明态度 但是看上去是支持蔡志远的 另外一个天港 则是天都古时候的卫城区 这个城市比林内海湾二间 有着很大的港口码头 蔡志远大概是为了展示实力 派出部队帮助天港收复卫市 总算是取得了成效 天港基地市的首领 名字叫做傅权 天港卫市收复的第一时间 他就宣布加入联邦议会 成为议员之一 至此 神州大帝已经有四家卫市了 分别是天都 海都 天港 天府 其中 天都 海都 天港 这三大城市的首领 已经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神州新联邦议会 算是正式成立了 加上已经加入议会 但是没有卫市的魏无忌 还有态度偏向他们的天府领海 神州联邦已经算是初步成行 这段时间 电视节目里面 开始热闹了起来 几家卫市每天都在播放许多的节目 有以前的各种电影电视剧 而且还是没有插播广告的那种 更多的则是新闻节目 宣传他们的部队 清理丧尸的活动 看上去 周边似乎形势一片大好 彻底的消灭丧尸 恢复文明社会 已经是近在咫尺了一样 受到这种氛围的影响 曙光城的很多民众 都希望能够加入新的联邦议会 新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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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指挥 我们真的要加入议会吗 萧凡的官邸之中 参谋长向萧凡提出了疑问 在红警士兵的心中 并没有什么联邦的概念 他们的一切行动都听萧凡的 萧凡让干什么 他们就干什么 不过按照联邦的说法 只有人口过百万的基地市 才有资格申请加入议会 曙光城应该还不够资格 而且神龙省这边 已经有魏无忌的兵城市了 怎么可能再让曙光城加入呢 面对手下的询问 萧凡微笑了一下 为什么不呢 这个时候 想要独善其身是不太可能的 一直孤立的一个基地市 毫无疑问是 游离在群体之外的 我们需要贸易 需要流动就不可能和所有人为敌 可是我们的人口数量不够啊 这个我知道 正是因为我们人口不够 所以他们不会答应 但是最起码 我们已经表明了态度不是吗 萧凡拿起了一部卫星电话 这电话是红锦工程师弄出来的 可以全国范围内使用 现在全国的通讯并没有恢复 普通的手机电话都用不了 但是这种卫星电话是可以使用的 只不过萧凡之前没有可以通话的人 一直没有使用而已 现在电视屏幕上 留有天都市的卫星电话号码 让全国的幸存者基地 可以和他们取得联系 萧凡按照电话号码拨打了过去 很快 电话接通你好 我是神龙省云州市 蜀光城的首领萧凡 蜀光城可以加入联邦 但是我有一个要求 我必须成为议员 而且是排名在魏无忌之前的议员 我们蜀光城人口啊 快五十万了 什么 你说我不够资格 那我换个要求 我不要成为议员了 我要成为副议长 这个够不够资格 你们又没有说 成为副议长要有人口要求 怎么能说我无理取呢 让蔡志远列出条件来 看看我萧凡能不能做到 居然挂我电话 没素质 萧凡放下电话 笑了一下 这就可以了 行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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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萧凡的言论 在电视节目里 又被公开了出去 如果说之前 萧凡成为了一次反面人物代表 那么这一次 他就算彻底坐实了 刺头这个名头 一个人口不足五十万人的基地首领 居然妄想成为联邦副议长 夜郎自大 异想天开 不知天高地厚 一时间 很多负面词语 被灌在了萧凡的头上 好像这个人 有多么的不堪一样 全国人几乎都在一夜之间 记住了萧凡的名字 如果这个时候 萧凡能够开直播 绝对能够创造末世第一流量 看到电视里面 各种抨击自己的消息 萧凡觉得很满意 如此一来 他暂时应该是不需要 加入联邦议会了 毕竟不是我不加入 是你们不要我 这样责任就不在自己的身上了 曙光城的民众 虽然可能会有些微词 但是他们 绝对不会因为这件事情 萧凡甚至考虑自己的下一步战略走向了 不加入联邦议会的话 那么自己接下来 是不是要考虑北上西伯利亚 或者前往东南方向的半岛地区呢 萧凡其实早就有考虑 曙光郡如果离开神龙省 那么最好是找一个沿海地区 这样有利于发展海军 西伯利亚那边也有海 半岛地区也有海 而神州内部也有很多的沿海地区 这三个地方的海 都是属于大东洋的海域 其实各有利弊 西伯利亚地广人西 自己去了 可以说是一点危险都没有 神龙江在西伯利亚那边入海 附近有中年不动港 汇入大东洋 而且那里还距离北边的天冰洋较近 只要有能力的话 甚至可以通过天冰洋 快速地到达西半球 这些都是去西伯利亚的优势 但是尤利亚已经在经营西伯利亚地区了 尤利亚已经被自己精神控制 是绝对的自己人 自己再去似乎有点多余 等到什么时候 尤利亚的力量足够强大 准备和他国内的一些人决战的时候 自己再过去也不迟 而半岛地区那边有两个国家 南朝和北朝 只是那些地方 目前没有在自己的间谍卫星覆盖之内 也不知道情况怎么样了 那里的地理位置也还算可以 可以通过海运到达大东洋上的岛国 不过那里两个国家有些对立 自己过去无论怎么选择 都会树立一个敌人 而肖凡也不想依附别人 搞不好会同时树立两个敌人 到时候是不是和他们开战 这也要考虑清楚 神州内部的话 有利的地方当然更多 但是肖凡也不是特别的想去 主要是现在联邦已经成行 而且因为魏无忌的原因 对自己观感不好 他暂时不想过去受气 所以才狮子大开口地提出 当副议长的无理要求 看看时间 还有半个月就是立春了 肖凡决定这段时间抓紧侦查 立春的时候 无论是进入神州中原地区 还是去西伯利亚 或者去半岛 他都要做出一个选择了 曙光郡快要搬迁了 下一步走向流沙 今天在最后考虑一下 今天就二更了 第273章 变天 在立春前的这一段时间 肖凡的主要经历 用于训练小不点 这个小家伙被他留在官邸内 每天有警卫营的战士看着 平时肖凡就亲自带着他 让他适应和人类的相处 好不容易和他取得了精神联系 虽然小不点 已经不太听从肖凡的命令 可是肖凡也不想放弃控制他 毕竟小不点如果运用好了 那是能够比你千军万马的 平日没事的时候 肖凡就会带着小不点 来外城区或者卫城区 走进人群 最开始的时候 小不点还是有很强的攻击性的 看到生人出现在身边 他总是会有控制不住 想要上去咬人的冲动 每当这个时候 肖凡就会给他的嘴巴里面 塞上一个冰溜子或者是雪球 这是肖凡的新任情报秘书 刘敏出的主意 刘敏根据自己的切身经历 总结出了一个道理 寒冷可以让人发热的头脑清醒 认清什么是好 什么是差 所以肖凡在刘敏的建议下 做出了这个决定 让小不点冷静冷静 小不点非常不喜欢 冰雪被塞到嘴巴里的感觉 但是他忤逆不了肖凡 本来就有精神联系不说 肖凡也不怕他的丧失病毒 就是凭体格 肖凡也能打他这样的几十个 头一天出门 小不点强行被塞了五十多个雪球冰块 回到关底的时候 整个室都是僵硬的 第二天的时候 小不点只吃了三十多个冰块 第三天的时候 他就吃了不到十个 进步还是非常明显的 只要不是遇到那种看上去 就好吃的突变者 对于普通人 小不点已经能够做到 克制自己的欲望 不想去吃了 每当他动吞噬血肉念头的时候 嘴巴就会不由自主地哆嗦一下 肖凡依旧每天带着他外出 不过对于突变者的吞噬欲望 不是那么好克制的 就算有冰块作为辅助 小不点的吞噬本能依旧在作祟 每当遇到那些突变者的时候 他的眼睛 甚至不由自主地的开始变红 必须肖凡喂食 他的欲望才会消退一些 肖凡也是不厌其烦地训练他 肖凡感觉 什么时候小不点能够克制 对二级突变者的吞噬欲望的时候 自己就差不多能够完全控制他了 曙光城的肖首领 每天带着一个小孩子外出 自然也吸引了一些人的注意力 尤其是有一天 肖凡和小不点 被人用相机拍摄下来之后 这张照片甚至传到了联邦那边 上了电视 电视节目里面 肖凡带着一个小男孩 小男孩头上戴着一顶帽子 上面绣着最爱肖凡叔叔几个字 这张照片甚至流传得很广 有些人怀疑 这个小男孩是肖凡的私生子 他们的怀疑不是没有理由的 不是自己的儿子的话 为什么欲盖弥彰的 戴个最爱叔叔的帽子 这场戏看着有点假 当然也有人不这么认为 毕竟肖凡也才二十五六岁 这个小男孩也快十岁了 总不能肖凡十五六就生了儿子吧 肖凡也不在乎别人的想法 这边训练着小不点 那边还在收集周边各地的消息 现在海军的那几艘船海艇 在神龙江的江畔 没有水雷布置的情况下 吨位不够大的船 最好是不要随意出动 因为可能会被大鱼撞翻 这种情况下 水军的发展有些停滞 肖凡寻找沿海地区发展的念头 更加的强烈 去国内的话可能性不大 天岗占据了内海湾 海都占据了东部沿海 肖凡去的话 如果在他们中间选择 那可操作空间就太小了 左右都有对自己不善的人 战略位置不好 再继续南下 那就实在是太远了 能够选择的地方 只能是宝岛两岸 或者是越北 甚至琼海那边了 肖凡还没准备好 跋涉那么远 所以他决定 还是去西伯利亚那边吧 现在天气已经开始转暖 去那边啃荒 也是一件很安逸的事情 肖凡已经做出了决定 再过一周时间 曙光军将会启程 渡过神龙江 前往西伯利亚大平原 去那里的沿海地区发展 就在他做出决定的时候 有一件大事发生了 新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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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海都城 海都市全国第一大城 末世危机爆发之后 这里的丧尸数量是最多的 但是同样幸存者也是最多的 海都城的首领梁威 也是一个和天都蔡志远一样 都有机缘的人 他获得了附近军区的一个秘密 军火库补给 经过大半年的打拼 建立了新的幸存者基地 这个基地位于原江北边 和旧海都城隔江相望 这一片地区经济发达 人口密集 能够建立起来基地 梁威也算是一个有本事的人 新海都有高达一千多万的城市人口 梁威的麾下也有 多达八万人的部队 算是一支精锐 海都城的城墙有十米高 绝对算是一个安全的堡垒 建立了基地之后 梁威更是大刀阔斧的前进 发誓早晚要收复旧海都 自从天都那边收复电视台之后 他也利用空军 强行收复了海都电视台 成为神州举足轻重的势力 他麾下的部队 依旧在不断地扩张 一点点的蚕食周边城镇 想要打造一个大的安全区 这一天 他麾下高达两万人的一支部队 正在攻打北边的长熟市区 虽然一个市区的收复极为艰难 但是他已经有经验了 占据一小片地点 一点点的磨 早晚是能够将市区磨下来的 海都军出动了大量的火炮 直升机等等武器 战斗进行的热火朝天 他们做梦都不会想到 一场危机会突然降临到他们的身上 星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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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熟市区 这里是曾经的政府大楼 从末世开始之后 这里就没有活人再到来过了 大楼已经垮塌了大半 这里当初是陨石落下的地方 当初的陨石坑里面 一只丧尸缓缓地抬起了头 用手掀了一下帽子 不同于其他丧尸 野兽般的爪子 这只手纤细白呢 手里是已经被啃噬的 只剩下一小块的陨石 将最后的陨石扔进了嘴里 随着无比坚硬的牙齿的咀嚼 陨石生生地粉碎了 这个世界之所以沦陷 起因就是这些陨石 它们不但对地面造成了巨大的冲击 而且散发出更为致命的病毒 只是随着时间推移 里面的病毒越来越少 渐渐地不再扩散 也就没有什么人注意这些陨石了 很少有人知道 这些陨石依旧有用 吞下最后一块陨石之后 这只丧尸感觉自己的能力 到达了一个新的阶段 随着这只丧尸 发出一声淒厉的呼啸 一道无形的波纹 开始往外扩散 掌熟室内 凡是感受到波纹力量的丧尸 顷刻之间全都红了眼睛 天空之中便一鸟盘旋而落 下水道之下便一老鼠蜂拥而出 一只只丧尸开始往这里汇聚 数量越来越庞大 三十万 五十万 一百万 五百万 丧尸依旧在往这边聚集 丧尸首领再次呼啸一声 狮群开始涌动 第274章 海都围城站 丧尸绕着弯子前进 左右迂回了超过十几公里 悄无声息地 就将这只孤军作战的军队给包围了 等到海都部队的指挥官反应过来的时候 他们已经彻底地陷入了狮群的包围之中 安逸的日子过久了 还没遭遇过智慧丧尸的进攻 这只部队的指挥官彻底地慌了 当天上地下 黑鸭鸭几百万丧尸发动进攻的时候 这支部队崩溃了 苦战三个小时 两万人的部队全军覆没 只有两架直升机在炮火掩护下逃回了海都城 可是狮群却没有停下他们的脚步 竟然直接跟进 黑鸭鸭的向海都冲了过去 竟然要将这个千万人口的大城一口吞下 这一幕通过电视直播传遍了全国 全国人都看傻了 各个基地市立刻变得人心惶惶 他们都开始询问基地市的首领 为什么丧尸会集体作战 联邦政府之前到底知不知道这样的事情 他们对民众隐瞒了什么 看上去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是不是只是一种假象 一只具体数量不明的丧尸群 竟然开始进攻人类的聚居地 这一事件颠覆了人们这一段时间形成的固有观念 迫于民众的压力 当天下午 联邦议会终于发布了一段视频 这是一段关于丧尸情况介绍的视频 视频里面 他们将丧尸分成了五个级别 一级的丧尸就是普通的丧尸 二级的丧尸就是敏捷丧尸和铁甲丧尸 以及萧凡见过的胖子丧尸 三级的丧尸就是巨熊和铁士者 四级的丧尸就是金刚和四脚蛇 而五级的丧尸被他们暂定成为了王级丧尸 也就是有智慧的狮王 当初天都附近曾经出现过狮王 但是那只狮王的运气不好 没成气后就被消灭了 后来天都那边研究过这种丧尸 但是这种丧尸的出现是没有规律的 而且出现的几率极低 他们一直没有找到新的狮王 事情就不了了之 但是海都这里的狮王 明显不是当初天都那边的狮王能够比拟的 眼看海都这边的情况吧 至少五百万以上的丧尸包围了海都城 而且还有丧尸源源不断地加入进来 一些被水淹没的丧尸从江河里面爬出来 挺着大肚子加入了围城的狮群 大海之上 一群群的海鸥飞到了狮群上方 成为了他们的空军部队 城外到处都是丧尸 并且一到了海都城下 就开始了猛烈不要命的进攻 海都城有十万守军 虽然在之前被灭掉了两万 依旧还有八万人的守卫力量 他们拥有现代化的武器 当然不能放任丧尸肆虐 平日里只能作为靶子的丧尸竟然敢围城 他们感觉到了被冒犯 激烈的战斗从一开始就进入了白热化的阶段 第一波的战斗 海都城的守军确实发挥了实力 差不多一波就消灭了三十万的丧尸 但是第二波的时候 轻敌的他们吃了一个大亏 大量高级丧尸 配合天空的变异鸟一起发动了突袭 立刻就被一直处于安逸状态下的海都城 狠狠地上了一刻 一段城墙被两只金刚率先突破 海都城顿时就有尸首的危险 为了堵住这两只金刚 海都不得不筑起了人肉城墙 让将士们的血肉之躯去硬扛 这一段的战斗 海都损失人数上万 他们用血肉之躯争取了时间 让海都的后方炮兵调整好 发射出了多枚导弹 才算是将这一段尸首的地方丧尸 彻底清空 海都这边杀伤的丧尸总数已经高达200多万 但是尸群的数量却依旧没有减少 那只丧尸首领非常的强大 他总是能够源源不断地召唤新的丧尸到来 外面围城的丧尸还是不低于500万 而海都的守军却已经从8万下降到了4万 就连城市内的幸存者 也在不断的海鸟袭击下损失了超过10万 一些没有接受过军事训练的青年 不得不拿起枪开始登上城墙作战 城市大也有大的坏处 那就是战线太长 战斗力也是参差不齐 这还不是最大的危机 最大的危机是他们的弹药 有些开始供应不上了 随着战斗进行到第四天 第五天的时候 这种危机就愈发的明显了 城墙愈发的破败 伤亡也开始与日俱增 连同部队加上民众 每天的损失都要上10万了 可是城外的尸群依旧无穷无尽 根本看不到一个尽头 海都人的心里 都要在这种折磨之下崩溃了 两位早早的 就向天都的一掌蔡志远 进行了求援 蔡志远也确实派出了 一支多大三万人的部队 进行了支援 海都和天都距离几千公里 当第五天 这支支援部队 疲惫地到达海都城附近的时候 竟然遭遇了丧尸的反扑 多达石头的金刚和四角蛇 带着大群的丧尸 从四面八方猛烈地进攻支援部队 激烈的战斗持续了整整一天 丧尸被支援部队 生生地歼灭百万 但是支援部队 也付出了接近两万人的生命 看着依旧无穷无尽的丧尸群 天都的支援部队 也屠呼奈何 不是他们不肯尽力 而是这一片地区的人口太过密集 丧尸几乎有着无穷的潜力 别说海都就城区了 单单一个长熟市 就有着上亿的丧尸数量 这要怎么打 天都的残兵败将狼狈逃顿 留下了偌大的海都城继续坚守 至此 一千万多万人口的大城 就在这里成为了一个外无救援 内部粮食也不充足的孤岛 电视节目里面 当初训斥消凡 还意气风发的梁威首领 此刻狼狈地宣布 五天左右 新海都将会成为历史 但是他不会放弃 他会争取给海都人活命的机会 第275章 丧尸是你派来的吧 梁威确实进行了最后的安排 首先 他争掉了海都的所有的船只 整个海都城内 一切能够漂浮在水上的东西 全部都被他征用了 货船 客船 渔船 竹筏 枣盆 木板 甚至塑料瓶子都作为了漂浮物 分发给了幸存者们 船只开始运送一船又一船的幸存者 沿着原浆往上游去 走得远一些了 就将幸存者卸下来 然后船只再返回 返回新海都的沿岸之后 再次装船拉人 那些大货船 每一船甚至都要装在几千 甚至上万人 有些小船轻浮了 被江水里面的大鱼吞噬了 有些大船甚至也遭遇了灭顶之灾 但是那毕竟还是少数 每一天都有过百万的人被转移出去 两尾也没有其他的要求 只盼这些幸存者 能够自求多福了 可以想象 缺少机动力量的幸存者 也跑不了太远 他们只能沿着江畔往上游走 然后寻找落脚点 不过这会儿也顾不上那么多了 外面丧尸工程 一天仅过一天 海都城的城房 已经是岌岌可危了 时间来到了立春的前一天 城市之外 大量的丧尸开始了又一次攻城 海都城的城下 已经是横遍地 血流成河 焚烧尸体的狼烟冲天起 弥漫在整个城市的上空 就好像一层雾霾 连阳光都照射不进来 到处都是恶丑 人们战斗的 也是非常的疲惫了 城市里面还有最后的一百多万幸存者 以及大部分都是新兵的城市守军 面对无穷无尽 黑压压的尸群 他们已经失去了获胜的信念 现在是能够坚持一天算一天了 但是今天丧尸的猛攻 让他们有些坚持不住了 城市之外 尸群永不停歇地进攻 在高级丧尸的带领下 大批的胖子丧尸来到了城下 这些丧尸完全不顾及伤亡 将一股股的强酸 疯狂地喷上了城头 给守军带来了巨大的伤亡 西门这边作为主战场 最先顶不住了 伴随大量伤员和阵亡 终于有新兵支持不住崩溃了 当第一个新兵选择了逃跑之后 战场立刻引起了连锁反应 看到众多民众纷纷逃亡 而他们只是在这里等死之后 他们选择了放弃 任凭梁威 组织了一群督战队 防止新兵逃跑 这会儿也根本拦不住 汹涌的败兵逃窜了 人们争先恐后地逃向了江畔 希望能够通过航运 离开这个已经没有希望的城市 守军开始和百姓争夺船只 中间爆发了无数的流血冲突 有些人争不到船只 干脆直接下水求渡 但是江水下面 无数的大鱼早就在附近徘徊 很多人根本都没有游出去几十米 就已经葬身于父 而城外的丧尸这个时候 也进入了城市 城墙垮塌了很多段 石群漫过城墙 开始疯狂地吞噬 天空中大量的海鸟盘旋 手无寸铁的人们 甚至挡不住海鸟的攻击 在逃亡的路上 就变成了一句句的白骨 海都城已经没希望了 最后的电视转播 也是在这个时候中断的 很多看电视的 看到这里的时候 都已经泪流满面 他们的心里是不安的 是惶恐的 海都可是和天都一样 差不多大的都市 竟然就这么负面了 虽然那里不是 主要军区的所在地 但是也是有 上千万人口的大城 这里的人们 接下来要怎么办 有这么一个庞大的石群在 接下来没有救援的话 那里的幸存者情况 就非常的不乐观了 但是就连天都 蔡志远一掌派出的部队 都失败了 接下来 还有谁会去海都 而丧尸群 接下来又会前往何方 会不会再来进攻 自己所在的基地呢 春天来了 人们心里 却丝毫感觉不到温暖 关于海都的事情 萧凡这边也一直在关注着 萧凡能够感觉到 这一支狮王的实力 恐怕还要比小布点强一些 萧凡虽然同情海都人 但是远隔千山万水 他也没有想过出兵去救援 接下来 他将带领部队 前往西伯利亚开荒 等到他的海军完全建设起来 再考虑回到国内的事情吧 但是就在立春这天早晨 萧凡准备启程的时候 他突然接到了卫星电话 来电话的人是蔡志远 萧凡接过电话 开玩笑的道 蔡医长怎么这个时候 还有心情给我打电话 这会儿你不是应该想着 怎么救援海都的幸存者 并且建立新的城市吗 蔡志远的语气有些凝重 他沉声对萧凡道 萧凡 你实话告诉我 是不是我没有 让你担任联邦的副议长 所以你才搞出这么一出 萧凡听了一愣 我搞哪一出了 就是海都市的丧尸围城 这一群丧尸是不是你派过去的 萧凡听着 差点听乐了 蔡医长 你该不会是没睡醒 所以和我说梦话呢吧 我知道你会这样说 现在请你打开电视机 我会让我这边的信号源 和你单独连接 你看看这个东西就知道了 天都那边有卫星电视 可以搜索到萧凡这边的信号源 打开电视之后 很快蔡志远出现在了电视画面里面 虽然萧凡不能通过电视和他对话 但是可以通过卫星电话对话 萧凡 这是我们的损失了多架无人机 才勉强拍摄到的一段 关于丧尸首领的画面 你自己先看看吧 说着 电视画面转换 拍摄的是诗群 一架无人机带着摄像机 在诗群上面飞掠而过 但是到了诗群一处的时候 画面突然定格 显然当时拍摄的时候没有察觉 这是后期人员剪辑下来的 画面放大 里面出现了一只与众不同的丧尸 这只丧尸的周围 有着不少高级丧尸 很明显 他在这里处于一个领导地位 末世开始大半年 丧尸也没有洗脸的习惯 无论末世之前是什么颜值什么肤色 现在那些丧尸一个个肤色都如同黑炭 但是这一只丧尸 唇红齿白 脸如白玉 身上还穿着套裙露出脸藕般的胳膊 单单看这些外在形象 他感觉不像丧尸 反而是一个不会超过二十岁的大美女 尤其是在一群丑出天际的丧尸之中站着 对比的他简直是倾国倾城 最为关键的是美女头上 还戴着一顶帽子 戴帽子也就罢了 关键是帽子上面还刺绣了几个字 最爱萧凡叔叔 第276章 新的决定 看到眼前的这一幕 萧凡愣了这个女子是谁 他从来没有见过 因为不是在萧凡的雷达范围内 萧凡甚至一时间无法确定她 是人还是丧尸 毕竟从外表来看 这个大美女和丧尸丝毫搭不上边 甚至她的眼睛看上去也不是血红的 如果她是丧尸的话 那么毫无疑问 她的进化程度还要超出小不点 虽然看着这帽子有些眼熟 但是萧凡并不想承认 这丧尸和自己有任何的关系 他立刻对蔡志远道 单单一顶帽子能够证明什么 说不定是有人陷害我 蔡志远冷笑一声 我知道你会这么说 那么你再看看这个 说着 电视画面一变 上面出现了萧凡的身影 准确地说 是萧凡和小不点的身影 画面里面 小不点戴着一顶帽子 上面也绣着最爱萧凡 数数几个字 然后就是两张对比图 分别是女丧尸和小不点的帽子 对比很明显 这是同款 就连绣的那几个字 应该都是出于同一人的手笔 这一刻 萧凡才恍然地记起 当初自己是有这顶帽子的 但是在槟城火车站的时候 这帽子丢了呀 怎么会出现在丧尸首领的头上呢 萧凡张张嘴 想要解释解释 但是他突然感觉 此刻自己解释什么 都有些苍白无力 耳边蔡志远的声音 依旧还在传来 萧凡 我不知道这件事 是不是你搞出来的 但是现在这一切证据 你都是脱不了干系的 如果真的是你 那么你这个人就是丧心病狂 如果不是你 你也休想撇清 你不是说 要成为联邦副议长吗 我一会儿就对全国发布电视讲话 任命你为联邦的副议长 负责救援海都城的千万幸存者 并且组建新的城市 收容他们 你不要想着推脱 你是推不掉的 如果你不答应的话 我会在电视里面搞臭你 我们国家的人热爱八卦你也知道 你不单单要背负一个千古罪名 还要承受个人的生活污点 未婚先孕 十几岁就生孩子 这同款的帽子 就是证明 对于你的事情 我多少了解一点 我知道你的名声够臭了 但是你也不想一筹万年吧 恶狠狠地说完 蔡志远挂断了电话 电视信号也切断了 室内安静了下来 肖凡忍不住吐槽蔡志远 这个老东西 是老年痴呆的前兆吧 什么我的名声够臭了 经营曙光城这么久 军事强大 百姓安居乐业 他名声怎么臭了 简直神经病 紧接着 蔡志远就面向全国观众 宣布了这件事情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面对海都幸存者的困境 我已经和神龙省曙光军的首领肖凡 达成了一致 从今天开始 肖凡将担任联邦议会的副议长 并且他将亲自带兵前往海都附近 收容失散的幸存者 并且帮助他们建立新的家园 保证他们一切的生活物资供应 之后 蔡志远又说了肖凡一堆的好话 将肖凡捧得高高的 如果肖凡敢于不答应他 那么他是真的能够将肖凡彻底搞臭的 可以想象 这个电视节目一出 必定给神州人打一阵强心计 可能有些人会反对 但是现在大势所趋的情况下 肖凡已经被强行推上了救世主的位置 看着电视节目结束 肖凡还是觉得 今天这件事情太过奇幻了 这种时候 他当然不好再说什么了 之前不愿意进军神州内地 是因为联邦的人对他不够友好 他不想过去还和这些人扯皮 现在他的身份不一样了 成为了联邦的副议长 那么拯救幸存者这件事 他就责无旁贷了 他知道蔡志远给他挖坑了 如果真的过去 那么救援幸存者就会毫无疑问地 背负一个巨大的包袱 曙光君到时候就有的忙了 但是这点困难 并不是阻止肖凡去海都的理由 而且肖凡也想知道 那个女丧尸到底是怎么回事 自从获得红警系统以来 肖凡自认为 从来没有人能够让他吃个闷亏 稀里糊涂地成为了背锅侠 肖凡的心中有些不爽 看来这海都还飞去不可了 女人 你成功地引起了我的注意 西伯利亚去不成了 肖凡立刻召集 所有营长以上的军官过来开会 准备调整战略方向了 星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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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蜀光君的军官再次齐聚一堂 会议开始之前 肖凡先是吩咐人通过电波信号 连接槟城基地式的魏无忌 电视接通 两个人通过电视面对面交谈 肖凡坐在长条会议桌的尽头 他的身边二十多个军官分裂左右 军帽茶杯整齐的摆放 他的头上墙壁处 悬挂着蜀光君的霞光喷薄的旗帜 他本人正经微作 身边站着谭雅 薛宁儿 孙飞飞 刘敏 四个风格迥异的大美女 魏无忌接通电视 看到的就是这么一幕 魏无忌咳嗽了一声 咳 咳 那个 我 肖凡沉稳地摆摆手 小魏子 什么都不用说 今天和你连线 我是有事情吩咐你的 魏无忌的脸色 好像吃了屎一样的难看 一声 小魏子叫得他浑身不舒服 可是他又不好反驳 毕竟肖凡现在是副议长了 肖凡也不管他 接着道 你也知道 我们曙光郡要出发前往海都了 这段时间 神龙省南边的防卫就交给你了 你要守好门户 同时还要告诉你下面那些人 燕云 云州这边 没事不要过来瞎晃 这里现在已经被设立成了防卫区 有交易贸易的 正常走大路 来曙光城递交申请 要是被我发现 有谁偷渡过来 别说我手下的人 立刻逼了他 槟城电视台那边 你怎么搞的 现在这么多基地市 都收复了电视台 怎么槟城还没做到 还有槟城火车站那里 我上次在那路过 那里就是乱糟糟的 火车站是一个城市的门面 怎么你就不知道 派人清理一下 要是早把那里清理了 很多糟心事都不会发生了 你这个槟城首领 是不是不想干了 安全防卫要做好 等我回来的时候会来检查的 行了 你忙你的去吧 我还有事 说完 电视信号切断 魏无忌愣正了半场 终于忍不住 将面前的办公桌一把掀翻 肖凡 你个死变态 咱们走着瞧 第277章 军事会议 曙光军的临时会议正式召开了 肖凡先是简单的 将蔡志远的话复述了一遍 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 大家也分析一下 前往海都的利弊吧 这时候 肖凡的情报秘书刘敏道 总指挥 我先说一个最新消息 原江附近 又有新的幸存者基地出现了 哦 是哪里 精灵基地 首领张志生 就在你和蔡志远通话的时候 他那边也收复了卫士 他还是电视节目之中说 欢迎海都的幸存者去精灵 而且 他并没有在电视里面 宣布加入联邦 并且不欢迎外来的势力 进入原江流域 哦 还有这种事 肖凡知道 这种情况早晚都要发生的 不可能每个基地的首领 都愿意加入联邦 张志生这种态度 显然是要割据了 没想到自己还没出发 那边就有人不欢迎自己了 暂时先不管他 我们先研究我们自己的事情 你们先谈谈吧 军需关陈元度 率先开口 总指挥 我们过去收拢幸存者 那是需要粮食的 据我所知 海都那边并不是粮食主产区 到时候 收拢几百万的幸存者 这吃的东西 可是一个大问题 参谋长郑伦也补充道 我觉得最大的问题 还是狮群的问题 咱们都看到了 那个狮群的战斗力 海都十万部队 加上后 征召的几十万新兵 只坚持了十来天就覆灭了 咱们过去的话 尽量不要和这个狮群发生冲突 听到两个手下开口 肖凡微微点头 你们说的都很有道理 我们现在的实力 确实不宜 和这个狮群硬碰硬 粮食也是大问题 但是我觉得 都不是不能解决 肖凡让谭雅和薛宁儿 打开了一张地图 那是海都包括附近 很大一片区域的地图 大家都知道 现在至于我们 曙光军发展的主要问题 就是海军的建设 神龙江这边 怎么看都不适合发展海军了 从这边发展 只能沿着神龙江一直北上 直到天冰阳附近的 厄祸刺客海 然后从那里绕回来 来回几万公里 才能回到神州这边 这毫无疑问是不划算的 单单燃油的消耗 就能让我们不堪重负 所以前往海都是必须的 这既符合民情需要 也符合战略需要 我们可以具体情况 具体分析 海都附近 还有一些幸存者基地 比如我们之前去过的深海 那里 距离海都就不是很远了 我们也可以在那里先落脚 然后再沿着原浆搜索幸存者 并且给新的基地选址 至于粮食的问题 南边气候温暖 光照充足 一年可以种植两茶农作物 现在大片的土地 已经无人耕种 只要我们能够撑过开始阶段 等到粮食丰收 这个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还有江水里面的鱼 也可以作为初期的食物来源 只要我们先不去碰 那个巨大的狮群 也不要先去打海都就成区的主意 我觉得 我们还是能够站稳脚跟的 肖凡说完 参谋长和军须官都纷纷点头 他们也觉得有道理 按照肖凡的计划 稳扎稳打 前期应该问题不大 只要曙光军到那边之后 再建设一个间谍卫星 就可以监控狮群的动向 前期还是能够立足的 其余的一些作战部队的军官 当然没什么好说的 他们的任务就是打仗 总指挥怎么说 他们怎么做就是了 军统局长沈瑞辉想了想 开始发言了 总指挥 我觉得那边的情况有些复杂 应该更加慎重一点 哦 怎么个复杂法 怎么慎重 详细说说 沈瑞辉咳嗽了一声 先是端起茶杯 慢调思理地喝了一口水 端了一下军统局长的架子 然后才开口 是这样的 刚刚刘敏小秘书说了 精灵基地也收复了卫士 对吧 刘敏听到沈瑞辉的称呼 忍不住白了他一眼 不过还是点点头 这就对了 我们没去 就已经有地头蛇在那边盘踞了 而且还不加入联邦 是敌是友 还很难说 就算我们先去深海立足 可是据我所知 深海的巨师阿强 现在还没成为首领 只是一个突变者联盟的会长 他并没有掌握深海的大权 能够给予我们的帮助 恐怕也是有限 还有一个未知隐患 就是梁维跑了 我们这次去 无疑是和他夺权 如果他再起山头 从中作梗了 这也不得不防 最后 就是蔡志远的态度 虽然他任命总指挥为副议长了 但是这份任命有多少真心 大家想必也知道 所以我们真的站稳脚跟 他会不会背地里面屎半子 这也很难说 现在全国无数双眼睛 都在盯着我们 到时候 我们一旦建立基地 恐怕各方的探子间谍 都会蜂拥而至 其中又有多少人 混在普通幸存者里面 心怀鬼胎 这都要做好准备 所以这地下工作很重啊 听到沈瑞辉的长篇大论 萧凡也是微微点头 你说的也有道理 那你认为 怎么慎重预防呢 我是这样想的 这个任务就交给我们军统局来做 一定做好地下工作 成为总指挥暗出的眼睛 打探一切 总指挥觉得可行吗 嗯 可行 萧凡点头 太好了 那我们现在人手略有那么一点短缺 总指挥是不是考虑一下 萧凡想了想 确实少了点 这样好了 先按照班的配置 再给你手下增加六个间谍 这样加上你就有八个人了 也好开展工作一点 能不能给我们配两条军犬 可以 再配两只战鹰 也行 这个车子 有点不够用呢 山猫全地形车 可以搭载一个班的人 配备给你们了 沈瑞辉文言大喜 今天这番话 他早就想说了 原本军统局三个人 后来刘敏这个叛徒贤贫爱富的 坐了一回总指挥的车 不知使了什么狐妹子的手段 他为情报秘书了 这样沈局长麾下 就只有刁远一个人了 再次坐回三蹦子跨斗里面 每天被冷风吹的脸都要僵硬了 这回曙光军要搬迁 他终于是时来运转 鸟枪换炮了 得到萧凡的承诺 沈局长忍不住得意地看了刘敏一眼 有些人啊 吃不了苦 那就想不了福 如果还想调回到军统局来任职 我可得好好考虑考虑了 现在的军统局 可不是什么人都收的 刘敏面无表情地看了沈瑞辉一眼 缓缓开口 恭喜沈班长了 沈瑞辉得意的表情突然就僵在了脸上 KO 第278章 女王 萧凡没有理会脸色苍白的沈瑞辉 他继续询问问题 阿英院长 维修工厂研发好了吗 报告总指挥 刚刚研发完成 您现在就可以去摆放 完成后就可以生产基地车了 萧凡查看了一下列表 果然建筑页面里多出了一个建筑物 维修工厂 造价100万斤 萧凡先是点选了需要一天的生产时间 等到这个建筑物建设好 就可以生产基地车 然后就能够出发了 不过去海都那边也需要准备很多东西 要确定留守人员 还要确定出发路线 出发路线有三种 一种是公路 一种是铁路 一种是空运 基地车比火车的车厢还大 肯定是要走公路的 这就决定了基地车不能很快到达 而这次出发 萧凡是打算将曙光巨龙开走的 这样铁路也要用 公路也要用很快 萧凡确定了跟随自己出发的部队 这一次 曙光军一团和程卫营留守曙光城 这里是自己的老巢 大后方基地 是不能丢的 留下了大约三千部队 剩下的七千人就跟着自己出发了 铁路走一部分 公路走一部分 萧凡让工程师抓紧时间 去收集过去的绿皮车 二团到事后 跟随曙光巨龙一起走铁路 三团则是保卫基地车走公路 这也需要大量的平板卡车 负责运送那些坦克什么的 毕竟坦克如果走这么远 消耗的燃油就太巨大了 所有的民众都暂时不跟随 等到萧凡那边稳定了再说 至于萧凡本人 等到明天维修工厂建设完成 他将基地车生产出来之后 就会带着警卫营的部队 先行乘坐飞机离开 他决定先去一趟深海 和巨石见个面 研究一下未来的方向再说 大部队即将开动 准备工作在有条不紊的进行中 新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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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海多 这座曾经一千多万人口的基地 如今已经人去镂空 梁薇在最后时刻乘坐战机逃走了 最后的幸存者大多数也跑了 老弱病残没跑掉的 已经被这个血腥的世界淘汰了 女丧尸带着她的大部队 来到了以前梁薇居住的城堡式宫殿内 女丧尸的身边 有着数百头的高级丧尸 其中单单金刚就有二十几头 但是无论是金刚 巨熊 都要距离女丧尸十米之外 这群大家伙 就好像一群傻柱子一样 远远地站着忠实地担当卫兵的职责 女王禁止他们靠近 嫌弃他们身上太臭 真正跟随在女丧尸身边的是一群敏捷丧尸 敏捷丧尸这种在末世初期的时候 还能算是小boss级别的 但是到了如今 也就比炮灰稍微强点 可是女丧尸偏偏就用他们跟随 她选择的敏捷丧尸都有一个特点 那就是长得还行 这些丧尸被她穿上黑白色的女仆装 一个个被训练的会强制洗漱 低眉顺眼地跟在她的身后 有的手里捧着她的名贵包包 有的手里捧着大大的化妆盒 有的拿着国际大牌的衣服 其中包括末世时候各种季节的新品 有一个在她身后打着遮阳伞 还有两个抬着巨大的梳妆镜 以方便丧尸女王随时臭美 还有的捧着一套餐具 有的捧着茶具 丧尸女王特别矫情 自从恢复一世之后 她就知道自己需要什么 末世之前她就特别漂亮 虽然年纪小 但是向往的也是那种人上人的生活 小资贵族越贵越好 恢复一世之后 她哪怕没有什么味觉 也不会如毛饮血地 食用那些血肉食物 真正特别饿的时候 她会去寻找陨食 不算太饿的时候 她宁可吃些对于她来说 毫无营养的炒菜 海鲜 西餐什么的 喝喝茶 喝喝咖啡 看看书 这些事情是她爱做的身后 甚至专门有敏捷丧尸 拿着她收集到的书 一个丧尸拿着 直音 故事会 等等 这些她没事一个人时候喜欢看的 一个丧尸拿着一本 时间简史 这种书是她在别人面前看的 身后服侍她的敏捷丧尸 足有三四十只 出行的阵仗 堪比过去的皇后遗仗 来到了梁威的城堡前 丧尸女王抬头 看着这金碧辉煌的宫殿 摆弄了一下手指上 涂着漂亮红色指甲油的手指 女王表气冲天地哼了一声 没有神舟园林的井 没有波西米亚的风 爆发户的风格 俗不可耐 算了 勉强住一会儿吧 希望这里的床垫不要太软 人家才十八岁 正是长身体的时候 才不要睡那种软啪啪的东西 今天晚上给我做一碗莲子羹吧 别的就不吃了 前几天吃了好几块石头 我的味道现在都觉得恶心的慌 洗澡水放好 一会儿吃完饭做个spot 边走边吩咐 吩咐了半天 身边的敏捷丧尸 也没有一个洞的 能够拿东西穿衣服 不没事呲牙咧嘴 已经是这些丧尸的极限了 她的那些吩咐 只能是对牛弹琴 丧尸女王弃脑地伸出了爪子 想要一爪子 将身边的一个敏捷丧尸抓死 她可不是真正娇滴滴的女王 这一段的进化过程之中 她增长得不单单只有精神力 身体素质也是非常强大 堪比人类的二级突变者 抓死一个敏捷丧尸太轻松了 但是又怕弄脏刚刚涂抹的指甲油 以及要保持淑女风范的想法 她还是收回了爪子 真是 没有一个中用的 看来我要培养一些得力的手下 最起码能够和我交流吧 这些生活琐事总要有人去做的 自己烧了热水 丧尸女王准备洗澡了 首先 她将帽子摘下来 小心翼翼地放好 虽然她头上的伤早就好了 但是她对这顶帽子已经有了依赖 这是她最贵重的东西 一点脏东西都舍不得沾染 整理了一下秀法 女王独自进入了浴缸 身体泡在水里并没有什么感觉 但是她就是觉得很必要 打下海都 只是她计划中的第一步而已 她想要寻找一个机会 进入人类社会 那样她才会觉得 她是一个人 对于隐藏自己的身份 她已经非常的有心得了 她有独特的手段 让人们无法发现她的身份 差不多是时候了 现在她只是 缺少一个契机吧 第279章 出发 历春之后第二天 萧凡这边的维修工厂造好了 曙光城内城区最后一块空地 萧凡将维修工厂摆上了 这是一圈厂房 中间是巨大的塔吊 地面是橡胶的 平时这里就用于维修车辆 在游戏里面 这个建筑物只能算是个鸡肋 如果她没有生产基地车的能力 很多人都懒得建造它 但是现实之中就比较有用了 曙光军这里的废旧车辆很多 经过这里维修之后 都能够焕然一新 萧凡打开了系统页面 一看载具页面 果然是多出了一个新的车辆 基地车 造价100万斤 对于这个造价 萧凡并不觉得有多贵 毕竟 这是一个基地建立的根本 点选了基地车的建造 萧凡的手里 就只有800万斤了 又试查了一下火车站那边的情况 火车站这里 两列绿皮火车已经被收集来了 目前正停放在那里 这次出发的士兵和车辆人数都较多 萧凡下令多收集一些火车车辆 曙光军的那些重型武器 能够通过铁路运输的 尽量都通过铁路运走 看过火车站 萧凡又吩咐了一下 一团长徐强和军需官等人 让他们必须守护好家园 未来的北方战略基本已经确定 萧凡等人离开后 北方的春天也到来了 曙光军将会大力地搞粮食生产 一团除了守城的任务 还要慢慢地清理周边的丧尸 这个就没什么具体要求了 能够清理多少算多少 不过萧凡不让他们去触碰云州城的丧尸 因为他发现了几个失望产生的规律 李南风是当初进攻阉山镇 被打伤之后变异的 小不点是自己和幸存者联盟 在平原镇大战时候变异的 估计也有可能受到了自己的影响 现在那个女丧尸 应该是自己在槟城火车站那里 抢不起箱石后变异的 不然不会捡走自己的帽子 这也就是说 如果没有人类影响的因素 丧尸主动变异出失望的几率 是非常低的 云州市区有八千万左右的丧尸 进攻的话搞不好会出什么乱子 他不在家里 还是不要轻举妄动的好 交代好了一切 时间已经来到了当天下午 这个时候 基地车也建设完成了 肖凡没有跟随基地车从公路出发 负责运送基地车的是曙光军的二团 这次出行的部队 不单单只有基地车 还有大量的运载卡车 现在还没有准备完毕 基地车出行的日子 可能要晚个一周左右 肖凡也没有乘坐飞机离开 毕竟路途太过遥远 直升机是不合适的 可是运输机的起降要求又太多 肖凡最后还是改变了主意 决定坐火车 火车站这里 一共四辆列车已经整装待发 一辆是曙光军的装甲列车 另外还有一辆客车和两辆火车 客车有12节的车厢 货车更是有多达50节的车厢 这一次从铁路出发的 肖凡带上了他几乎半个家当 50辆坦克 大半的炮兵团 半个火箭军 以及一些直升机等武器 都装上了货车 三团全体官兵 警卫营全体官兵 空降营的全体官兵 全都跟随肖凡 登上了装甲列车和客车 在肖凡的身边 谭雅 薛宁儿 孙飞飞 刘敏 全部跟随还有爱因 爱迪 马顿 这科研三巨头 还有沈瑞辉 陆平 军犬笑天 战鹰神雕 熊大熊二 还有小不点 也跟随在肖凡的身边 这个小家伙 是必须一直带着的 不然肯定要出乱子 还有曙光电视台的新小敌 敌利几个人 也全都跟随出发了 他们的身份 就是临时记者 随时采访总指挥 一团长和程卫连流了下来 曙光城的防御 依旧非常坚固 望北渡的码头那边 船只暂时留在了那里 等到肖凡建立了 新的基地之后 再决定这支船队 去还是留 最后 肖凡乘坐他的装甲房车 在曙光城内走了一圈 和民众告别 自从肖凡担任了副议长之后 民众的心里更加的安定了 人们呼唤着送别肖凡 让他有时间的话随时回来 车子来到了内城区的院子 肖凡又和父亲妹妹告别 当初自己在路上 救下的邻家姐妹留了下来 负责照顾父亲他们的生活 他们可能也是习惯了 在这边的生活 并不想千山万水地赶赴南方了 肖凡也不勉强别人 和父亲交代了一些话之后 他再次来到了曙光火车站 装甲房车也被装上了火车 所有人员全部登车 肖凡背负双手 沿着火车站走了一会儿 装甲列车后面 其余几辆客车货车 也都整装待发了 第一辆货车的一节车厢里面 铺上了厚厚的塑料布 塑料布里面全部都是水 而水里小八正露出半个大脑袋 触脚趴在车厢边缘 探头探脑地往外看 扎着花的要离开 肖凡无奈 只能将他装在了一节车厢里面 一切带走 也亏得他那么庞大的身材 竟然能够轻松缩到车厢里面去 果然是软体动物 看到肖凡过来 小八欣喜地吐出了两个泡泡 呵呵 要走了 这次也许你有机会进入大海了呢 肖凡伸了一下腰 转身走回了装甲列车上 走了 出发吧 这次离开 下一次回来就不知道什么时候了 可能要个一年半载的吧 看着窗外生活了大半年的地方 火车渐渐启动 呜呜呜 光光光光 庄甲列车在最前面出了车站 然后是两辆火车 每一辆相隔了大约三公里的距离跟随 最后是客车店后 四辆列车驶出车站 离开曙光城 城外的田野 大雪斑驳 春寒撂鞘 曙光电视台 新任的台长兼主持人肖田 发出报道 末12年 神州联邦副议长 曙光郡总指挥肖凡先生 带领将士出征 前往神州最为危险的地方深海 营救万民于水火 他们将经历浴血奋战 他们一往无前 他们终将胜利 第280章 歌剧 萧凡出发的消息传遍了全国 这件事里面 魏无忌是出了大力的推波助澜的 虽然萧凡担任了副议长 让他非常的不爽 但是冷静下来之后 他也意识到了蔡志远的用意 这是拿萧凡荡枪使了 强行把你推上副议长的位置 就是为了让萧凡出征海都 海都现在是那么好去的吗 那个诗群的规模都快上千万了 海都千万人都抵挡不住 可以说谁过去谁死 萧凡这是在神龙省打赢了几仗 人有点飘了呀 那里可是原江中下游平原 到处都是人 单单一个海都市 就比神龙省全省的人还要多 神龙省这里 在全国来说是简单模式 海都那里就是地狱模式 好 既然如此 魏无忌就大力的宣传 将一段段关于萧凡出发的资料 传输给天都市的蔡志远 让他传遍全国 就是要让萧凡骑虎难下 魏无忌倒要看看 萧凡怎么在海都立足 不欢迎萧凡的人 远远不止魏无忌一个 精灵张志生已经早就表明了 不欢迎其他势力进入原江流域 萧凡的到来 无疑是在和他争夺蛋糕 而就在萧凡人还在路上的时候 又有一个消息传来了 星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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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庄甲列车离开了神龙省地界 三天时间离开了北方三省 萧凡也离开了曙光军的间谍卫星覆盖范围 进入了俩眼一抹黑的地方 其实有些地方他还隐约有些熟悉 毕竟之前他是走过一次的 出了北方三省之后 气温已经明显转暖了 前方再走几百公里 就要经过天港市附近了 萧凡选择的铁路线 是从天都和天港之间穿过的 他暂时还不想和这两个基地市的人打交道 从中间过去更好 到了天港附近 广播也好 电视信号也好 都接收到的更多了 装甲列车后面拖拽着几节客车的车厢 第一节车厢那边 因为地方宽松了 军统局得到了几个独立的软卧包厢 在里面办公 军统局又叫地下军事情报统计局 虽然人数较少 但也是一个独立的单位 直接隶属于总指挥萧凡 装甲列车上面都是曙光军的人 也没有什么工作要做 根据省局长的工作安排 军统局的间谍们就负责收听广播 打听一切的消息 新来的六个间谍 每人一个半导体收音机 捕捉每一个广播信号 不能有任何的遗漏 到了天岗附近的时候 有一个叫做葛六的间谍 突然收听到了一个爆炸性的新闻 听完之后 他冷了一下 又询问几个同事听到的新闻 几方新闻一会总 他知道出大事了 急忙起身 来到了隔壁的包厢敲门 刁副局长 您在吗 里面传来刁远的声音 我在 进来吧 葛六急急忙忙地跑进来 对副局长刁远敬礼 然后急忙开口 副局长 大事不好了 发生了什么事情 你慢慢说 我刚刚听到最新消息 从海都逃出来的梁维议员 现在带着一杆残兵 到了深海基地 目前已经自封为深海基地的首领 并且自称 不再接受神州联邦的统治 一切外来势力的到来 都会被他视为宣战 什么 这个家伙还能翻身 还占据了深海基地 是的 不但占据了深海基地 他还自作主张地 画了一个势力范围 他还敢自己画下势力范围 他是要造反了吗 不单单是他 副局长你看看 说着 葛六拿出了一张临时勾画的地图 那上面是神州原江中 下游平原的地图 副局长你看 深海目前占据了 宝江沿岸这一大片的地区 几乎整个江淮省 都被他们画成了自己的势力范围 但是他们 是今天第二个宣布 划分势力的 第一个是谁 第一个是精灵的张志生 张志生也在今天宣布 他画出了自己的势力范围 整个原江中游地区 包括徽省 湖省等广大地盘 都被他划分 为了自己的势力范围 刁远一看这个情况 不由得有些怒气 这样一来 我们要过去的话 不是去他们的地盘 就是要去丧尸猖獗的地区 不然就没什么地方吗 还有呢 还有这里 葛六一指海都入海口那里 那里是一个巨大的岛屿 刁远一看 这是神州第三大岛 从明岛 位于原江入海口处 这个岛屿 目前叫做国际岛 已经被几百万的外国人占据了 外国人 怎么还有外国人占据我们的岛屿 这些外国人 都是来自原江中下游平原地区的 要知道 海都本来就是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 外国人是很多的 末世爆发后 外国人也开始自救 他们最初选择的地方 就是从明岛 在那里站稳脚跟后 越来越多的外国人 都前往那里落脚 那里目前神州人已经不多了 反而是外国人的数量 多达几百万 并且他们也不知道 得到了谁的支持 竟然也拥有了相当数量先进的武器 已经成为了从明岛实际上的主人 说到这里 葛六顿了一下 今天广播里面张志生和梁威 甚至包括天都的蔡志远议长 都发表了声明 承认了外国人在从明岛上的地位 那里也被正式命名为国际岛了 刁远厅的心头起火 按照这种说法 蜀光军过去的话 也几乎没有立足之地了 梁威 张志生 国际岛 还有丧尸群占据的南同市附近 这让蜀光军去哪里 蔡志远的支持 更像是口头上的而已 总指挥这个副议长 还没到地方 竟然被几方联合架空了 这件事事关重大 他也不敢多评论什么 急忙对葛六道你别急 我这就报告沈局长 刁远起身 来到了第三个软卧包厢 敲了敲门 自报姓名 里面的人让他自己开门 打开门进来 沈瑞辉正在包厢内的小桌上面看书 对面的下铺趴着军犬 上铺还蹲着两只巨大的战鹰 看到刁远进来 沈瑞辉刚要慢条斯理地问他来干什么 刁远已经快速地将消息汇报了上去 沈瑞辉也是一愣 然后就是大怒 这些家伙 竟然自作主张地将神州地区割据了 是可忍孰不可忍 我这就给总指挥打电话 拿起电话又停住 算了 我亲自过去一趟 打开窗户 沈局长从列车窗口爬了出去 爬到了车顶 在车顶飞快地奔跑 直奔萧凡所在的车厢而去 有点卡文 今天就二更 第281章 局势介绍 萧凡接到沈瑞辉的报告 顿时愣了一下 其实对于未来很多的局势发展 萧凡都是有所预料的 但是今天的局势发展 却有些超乎预料 或者说是超前了 萧凡很早以前就认定 割据的局面是早晚都会形成的 只是没想到来得这么早 而且这一次的割据 有些情况明显是针对自己来的 精灵张志生的突然宣布 割据徽省 湖省等地区 这就是摆明车马的不欢迎自己 还有梁威 这个从海都逃出来的人 竟然敢直接违抗联邦的命令 这也是表明态度不欢迎自己的到来了 这两件事萧凡心中都有所准备 但是国际岛的出现让他有些吃惊 神州竟然有一个地方被外国人占据了 这听起来就很荒唐 其中蔡志远的表态也很关键 他竟然支持国际岛的建立 这无疑也印证了萧凡的猜想 他也是一样不欢迎自己的人 无非是现在需要利用自己 才做出任命自己为副议长的举动罢了 接到沈瑞辉的报告议会 萧凡直接问装甲列车卧室内的人 他的骨干力量 基本都集中在这里 和萧凡一起待在卧室的 除了谭雅 薛宁儿 孙飞飞和刘敏之外 还有小不点 现在萧凡又把外面的几个骨干力量 召集了过来 召开一个简短的小会 跟随萧凡到来的三团长江浩 有些义愤填膺 总指挥 我们完全不需要搭理这些人 只要我们现在调转车头 返回到神龙省去 他们任何人都休想拦住我们 我们完全可以在神龙省那边 坐山观虎斗 等待这些人打个你死我活 到时候我们再来收拾残局 难道他不香吗 赞同江浩意见的人也有 比如陆航团的团长百松 他就支持江浩的意见 总指挥 我觉得这样可以 我们回去之后 占据了西伯利亚的大片土地 那里地广人稀 矿产资源丰富 就算伯利亚那边有一万等人存在 量他们也不敢来碰我们的利益 稳扎稳打 一年之后 我们的红颈军团 会壮大到一个常人难以企及的地步 恐怕我们的航空母舰 都能开到海都沿岸了 到那个时候 再来收拾谁 或者打谁 不都是总指挥一句话的事情吗 其余还有几个军官也纷纷点头 显然也是觉得 江浩和百松的话很有道理 萧凡看了看其他人 你们还有意见吗 众人你看我我看你 纷纷摇头 虽然没有表态 但是也觉得江浩二人说的有合理性 萧凡没有坐声缓缓地站起身 目光从众人身上扫过 大家都等待他发言 你们说的 确实不无道理 但是 我觉得片面了 萧凡看向自己的部下 你们都知道 蔡志远是想利用我 原浆中下游平原 这里已经成为了一个火山口 很多人的目光都盯在这里 但是 我要告诉大家 危险也代表着机遇 如果我们趁着现在拿下海都附近 那么我们曙光军的发展速度 绝对要远超去西伯利亚 你们可能会告诉我 这里面有很多的困难 但是我们曙光军成长到现在 什么时候被困难下怕过 现在原浆中下游平原这里 很多人不欢迎我们的到来 这个时候 如果我们打探一点消息 那应该是非常方便的 现在就让我做一些事情 来印证一下我的猜想 萧凡说着拿起了卫星电话 听的第一个电话 是打给了深海基地市的巨石阿强 电话很快接通 阿强的声音传来 我是巨石阿强 请问你是哪位 我是萧凡 啊 凡哥 真是难为你还记得我小时候了 我看电视 你从北方过来这边了是吗 萧凡答应了一声 阿强 梁薇为什么会成为深海的首领 凡哥 你是不知道 当初你在深海和我们这边的首领打仗的时候 背后支持他们的 其实就是梁薇的海都兵团的 梁薇在深海的势力很大 最后海都城破的时候 其实梁薇就用舰船运载出了很多的部队 深海这边的宝江 就是从原江那里入海的 梁薇的人沿着原江前进 很快就来到了宝江 梁薇回到深海之后 很快掌控了局面 其他人都没有什么话语权 并且他记恨蔡志远关键时刻的见死不救 所以决定独立了 我这里日子过得也是艰难 所以我建议凡哥 你暂时不要过来 也不要进入我们的势力范围 惹怒梁薇 他现在的实力很强 战斗机都有 惹怒他不是理智的做法 萧凡答应了一声 那你能够再说说国际岛的情况吗 那里的情况确实有些复杂 如果说那里的起源 就是世界各国驻海都的领事馆 听到这里 萧凡有些名误 毕竟他当初的黑锅牌成立的时候 也是借着领事馆的名义 阿强继续给萧凡介绍 海都这里是我们神州第一大城 驻守在这里的领事馆 足有上百个之多 末世灾难爆发之后 这些领事馆的人也是激紧 他们迅速地抱团取暖 并且第一时间进驻了从明岛 也就是现在的国际岛 从明岛上的丧尸数量有限 而且其中有几个国家的领事 都不知道从哪获得了武器 很快地消灭了从明岛上的丧尸 并且组建了基地 不断地招纳外国人的到来 据我所知 如今国际岛上面 外国人的数量已经有了三四百万 其中包括了上百个国家的社团组织 其中有些人甚至和本国取得了联系 有了他们背后国家的支持 他们再从明岛上的地位 更是不可动摇了 说到这里 阿强的话语顿了一下 凡哥 这里可是一个火山口啊 神州人在那里 只是从属地位 事情涉及到了世界各国 说不准什么时候 这里的外国人 就会引来他们的本国人 到时候 说不定会发生什么事 我们神州人在那里 可以说受尽了欺负和凌辱 但是蔡志远议长 都对这里的事情不闻不问 就好像没有发生一样 他也怕得罪世界各国呀 包括上次海独城覆灭 梁威那边淡尽梁爵逃跑的时候 一江之阁都不敢前往国际岛 这里已经是我们神州的法外之地了 第282章 目标明确 听到这里 萧凡一愣 海独围城站的时候 从明岛上就有人了 他们见死不救 阿强叹息一声 救什么救啊 那些老外 怎么可能对我们的同胞有任何眷顾 当时他们不但不救援 甚至还不允许新海独的船只 登上从明岛 那些船只不得不继续沿尖上 多走了上百公里 这一单个 中间至少多死了几十万人啊 萧凡冷笑一声 蔡志远和梁威他们都不管的吗 他们当然不管 没有任何人敢管 国际岛的背后 代表了世界各国的力量 他们不但不敢管 甚至还巴不得交吼 国际岛那是一个火山口 谁敢去捅一下 恐怕就会惹来弥天大祸呀 据是阿强所在的深海 和海渡的距离不是太远 他能够说出这番话 当然不会是空穴来风 是具有很大的可信度的 听到阿强一番话 萧凡沉默了一会儿 张志生那边呢 那边更是不要去惹 据说张志生实力强悍 他所在的精灵地区 本来就是一个军区所在地 虽然精灵那边的人口 比海渡略少了一点 但是整体实力 可是要比海渡高一个档次的 他们的战斗机 就至少有十几架 因为他们有一天 出了一个飞行编队 就有十几架战斗机出现了 萧凡微微眯了一下眼睛 至少有十几架战斗机 这可不是一个好消息 他也接触过不少强敌了 但是基本都没拥有过战斗机 这种空中的战斗单位 对于滞空权的影响是巨大的 没有战斗机 那就没有办法掌握滞空权 这是一个硬性指标 由此可见 精灵基地的实力 必定非常强大 因为这还是阿强知道的消息 实际上精灵的实力 可能还不止这些 想了想 萧凡又问巨石 深海这边有战斗机吗 大概七八架吧 都是梁薇带过来的 这是他保存的实力 一般人不知道 不过 我现在是突变者联盟的会长 知道的多一些 萧凡听完 最后又询问阿强 丧尸群和幸存者的情况呢 幸存者有些去了精灵 有些去了深海 更多的人则是岩浆 分布在原江两岸 他们还对联邦有所期待 其实也就是在等待 凡个你的到来 目前丧尸群都集中在了 海渡市以北 也就是原江以北的 南通市地区 那一片地方的三角地段 都已经成为了丧尸的乐园 但是却没有人知道 那里的情况 海渡围城战结束之后 那里已经没有活人了 只有对面的国际岛 还有人 萧凡又问 丧尸没有去国际岛吗 有原江组阁 丧尸是过不去的 所以国际岛那里 从末世开始到现在 一直都是一片乐土 可以说那里的繁荣程度 超过了目前我国 所有的幸存者基地 不单单吃饭喝酒随意 就连赌场 还有一些女人 多的娱乐场所都有 简直就成了外国人的乐园了 然后 阿强又介绍了一下 周边地区的情况 根据阿强的描述 萧凡意识到 原江中下游平原 已经基本被人占领了 深海占据了北边的江淮省 精灵占据了西边的广大地区 原江北边的半岛地区 已经成为了丧尸的乐园 南边则是丧尸无数的海都旧城 而原江入海口这边 又有国际岛徘徊在这里 这么说来 他想要寻找一个落脚点 就要到原江以南去了吗 可是谁又能保证 原江以南 没有其他的军阀割据势力呢 经过张志生这么一挑头 以后收复卫士的人 能够乖乖地加入联邦才怪 未来的神州 应该就是军阀割据的时代了 联邦这边最多占了一个先机 想要正令畅通 基本是不可能的了 听到巨石介绍完 萧凡结束了通话 听阿强的意思 现在去深海 绝对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了 无论是梁威还是张志生 都已经在势力范围内设立雷达 甚至在边境地区陈兵 如果萧凡要在他们的势力范围立足 恐怕还会遭到他们的打击 结束通话之后 萧凡沉思了一会儿 心中已经有了一个模糊的想法 拿地图来 薛宁儿立刻将 原江中下游平原的地图 摆在了萧凡的面前 地图上标注了 原江中下游平原的地形地貌 总指挥 我们真的要去那边吗 能够让我们落脚的地方 基本都没有了呀 萧凡呵呵笑了一下 我们未必就要 按照他们的思路走 他们觉得我们没有路了 可是我们偏偏要 开辟一条新的路出来 在地图上面看了一会儿 萧凡的手指 毅然指向了一个地方 这里 就是我们曙光军新基地的地点 众人的目光落在这个地点上 几乎所有人都是一惊 总指挥居然选择了这里 这是极具风险的一步棋 但是转念一想 不得不说 从地理上来说 这几乎是一个最佳选择 红井士兵们 就是有这一点好 无论有多少的苦难 一旦总指挥下定了决心 他们都会无条件地去克服 既然萧凡决定了 他们也就开始考虑 接下来应该怎么做 才是最有利的了 萧凡的手指缓缓挪动 在地图上面一寸寸地划过 记住我说的话 萧凡身边 情报秘书刘敏立刻记录 一会儿通报蔡志远一长 鉴于海都地区复杂的形势 曙光军将暂停南下的脚步 我们将会在东山省停下 并且在赵元市修建公事 就地驻扎 等待海都那边局势明朗在行动 人们的目光 又一到了东山省赵元市那里 总指挥 这里是我们神州的京都啊 没错 这里是神州最大的黄金矿区 而且又沿海 如果我们错过这里 那我自己都不能原谅自己 参谋长正伦好奇得到 可是总指挥刚刚明明说 我们最佳的基地建立地点 并不是这里呢 萧凡哈哈一笑 当然 不过这还不到时候 按照我的吩咐去做吧 我们先去赵元市 寻找一个落脚点 然后留下大部队 在这里搞基础建设 我们要将这里的黄金 全部开发出来 成为我们曙光军最为坚固的堡垒 也是南下北上的中转站 那我们什么时候南下 参谋长又问了一句 三五天足矣 等到所有人都以为 我在赵元停下脚步的时候 我们就小规模的 先去南边看看 我也想看看 所谓的国际岛 到底是一个什么龙坛虎穴 问大家个问题 谁能猜出 萧凡确定的南下基地地点在哪里 看看谁是预言帝 第283章 停步东山 蜀光军的通讯员 立刻按照萧凡的吩咐 给蔡志远通报了消息 蔡志远接到萧凡的通报 不知可否地回应了两句 也没有多说什么 在他看来 萧凡这是胆怯了 毕竟现在整个园江中下游平原 已经没有萧凡合适的落脚点 不想得罪那几家的话 不去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不过蔡志远还是觉得有些可惜 毕竟他是想要萧凡过去 将谁搅得更浑一些的 但是同时他也松了一口气 毕竟这不是他不让萧凡去的 是萧凡主动不去的 这样一来 那些幸存者没有人营救 也就没人会把责任怪到他的身上了 大家只会埋怨萧凡出而反而 心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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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萧凡也不管外界怎么议论自己 是了一切都要靠实力说话了 流言可是杀不了人的 列车越过了天岗和天都之后 渐渐地进入了东山省的境内 东山省属于内海湾的南部 是环绕神州内海湾的两个半岛之一 萧凡来到这里之后 直接让庄甲列车去了兆元市 兆元是神州最大的金矿区 萧凡惦记这里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萧凡的采矿场 现如今每天只能够给萧凡提供4000左右的资金了 这说明 新安山脉内的金矿所剩的金子已经不多了 红井游戏里面采矿场是主要的资金来源 但是在萧凡这里不是 不是采矿不给力 而是因为矿产资源不多 如果矿产资源够多的话 萧凡完全可以再生产一些采矿车 让资金收入更快一点 进入兆元之后 萧凡也用广播收听了一下兆元的基本情况 和其他普通的地势一样 这里也有一些幸存者 但是这里的幸存者数量并不多 而且规模也不是很大 整个兆元市大约有五六个幸存者基地 最大的基地还不超过30万人 还没有如今的曙光城繁华 萧凡也就没有和其他幸存者联络的想法 进入兆元之后 他就让工程师们寻找金矿的所在 经过工程师的探查 萧凡确定了一处地点 罗山国家森林公园 这个森林公园占地面积广大 公园北部就有传统的金矿区 末世之后也没有人淘金了 这里甚至生存着一个几千人的幸存者基地 萧凡直接让工程师将铁路修到了森林公园的内部 将列车全都开了进去 当轰隆隆的列车开进森林公园内部的时候 这里的幸存者都惊呆了 他们记得好像这里不通铁路 可是没想到竟然来了好几辆列车 他们派出人远远的观望 看到列车上下来的一群军装部队并不敢靠近 萧凡也没有去招揽他们的想法 而是让人将这周边地区戒严 表明了自己的身份后 以联邦副议长的名义下达了命令 这个森林公园被联邦征用了 严令所有幸存者禁止靠近 在曙光军部队的押送下 这个小型的幸存者基地 不得不退出了森林公园的范围 虽然停留在了兆园 但是萧凡并不打算在这里大兴土木 这个基地将完全作为一个纯粹的军事基地而存在着 确定了金矿区的地址之后 萧凡就在这里平整土地 开始搞一些基础建设 跟随曙光军列车到来的 还有大量的工兵部队 做起这些事来得心应手 三团的部队开始在周边收集一些建材和机械 用于施工 现在的机械没有末世开始的时候好收集了 很多机械经过大半年的风吹雨打 都已经有些腐烂损坏了 想要找出一些完好的还比较难 但是这难不倒红井的工程师们 只要不是损坏的特别严重 他们都能够很快修理好 工程师们划定地点 工兵开始干活 萧凡的任务就是建设围墙 这里不需要像曙光城建设的那么大 萧凡建设了一个四方形的围城 长宽都是五百米 这对于一个以采矿场为主的地点 已经是非常大了 就算和普通的幸存者基地相比 这个规模也不算太小 既然建设了 那就建设得像样一点 除了四面的城门之外 萧凡也照样设立了少楼和机枪碉堡 让基地看上去戒备森严 整个基地的建设 花费了大约三十万斤 就已经搭建起了大矿 现在 萧凡就等着曙光郡的基地车到来 等到基地车到来 将采矿场摆放好 这里就算是基本完工了 不过基地车的到来 需要一点时间 末世的公路比铁路难走多了 半个月的时间 萧凡这边的动作 也不是什么小动作 将森林公园这里戒严了 甚至还赶走了一个幸存者基地 那个幸存者基地有所不满 就在广播里面吐槽 消息传了出去 也就被蔡志源等人知道了 得知萧凡真的在东山省落脚了 原江中下游平原地区的人 都放松了不少 无论是精灵张志生 还是海渡的梁威 都主动地撤回了留守在边境的部队 既然萧凡不来了 那也就没有什么守卫的必要了 井水不犯河水 大家相安无事 暂时也是可以接受的 他们也没有闲着 都在趁着这段时间积聚力量 丧尸群占领了新海都城之后 并没有继续进攻其他的人类基地 这让他们也松了一口气 现在消防不来 这原江中下游平原的霸主 应该就是在蔡志源 梁威 张志生三个人中间产生了 但是这几家力量差距不是特别大 蔡志源力量最强 距离这里却有点远 想要压制其他两家 恐怕要找点外援 而另外两家也是这么想的 几家几乎是不约而同的 都想到了国际岛 他们纷纷派出人手 携带了大量的物资 甚至包括珍贵的便宜兽肉和金河 前往国际岛 如果能够获得国际岛的支持 对他们是大大的有利 至于萧凡这里 已经被他们暂时的遗忘了 既然萧凡不肯入局 那也就没有在这片土地争霸的资格了 第284章 伪装 原江三角洲地区 国际岛的地位有些超然 整个岛屿四面环水 其中西边 南边 北边都是被原浆包裹 而东面则是无尽的大海 通往国际岛的大桥都已经被炸毁 丧尸完全无从登岛 国际岛被占领这么久 岛内的丧尸早就肃清干净了 可以说在这里生活 甚至不想是在漠视 而是比漠视之前还要繁华 整个国际岛上 足足有上百家其他国家的社团组织 这些组织如果单独地拿出来 和蔡志远张志生等人相比 自然是不值一提 但是这些力量 如果凝成一股声 那整体实力 可就不容小觑了 如果谁能够得到国际岛的支持 那么称霸原浆三角洲将指日可待 但是国际岛这里 势力错综复杂 这上百家社团 力量有强有弱 整个国际岛占地面积数千平方公里 其中好多位置地段 都被较大的社团占据了 而那些实力弱小的国家 在这里地位也不是很高 就只能占据较差的位置 国际岛是全面对外开放的 只要你有能力来到这里 国际岛一概不会拒绝 但是要在这里活下去 那就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了 相比外面的幸存者基地 这里更像是一个地下世界 黑暗的规则盛行 人命也是如同草剑 虽然国际岛内部也是争斗不断 但是有一条规矩一直没有破 这条规矩是最初登岛的一群 外国领事定下的 因为是在异国他乡 所以他们之间内部争斗可以 但是如果面对有人 想要强行统治这里 那么国际岛的所有社团 必须摒弃前嫌 共同抗敌 这也是国际岛 能够在神州地界屹立不倒的根本原因 加上末世之后 这些国家的人都想尽一切办法 和本国联系 其中较发达的国家 大多数都已经联系上了 无论他们的掌权者是不是换人了 都对国际岛这里的情况非常感兴趣 要求这里的领事 无论如何要在国际岛站稳脚跟 他们还会派人来支援 也确实有些发达国家的人 派人过来了 并且携带来了较为先进的武器 经过将近一年的发展 国际岛已经成为了一个混乱的百战之地 女人 酒 毒 烟 毒 枪等等等等 一切可以享受到的好东西 在这里几乎都能够找到 如果你有能力 这里甚至是天堂 就连其他幸存者基地的人 都会将一些他们认为是累赘的幸存者 送到这里来 可以卖一个好价钱 因为那些社团也需要人 他们会购买一些神舟的幸存者 当作下人 这些人是没有任何人权可言的 新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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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人都以为萧凡专心地留在了东山省发展 萧凡却已经悄悄地离开了那里 反正基地车还没到 待在东山也没事做 立刻按照原计划离开东山 直奔国际岛而来 这一次萧凡轻车捡从 乘坐夜音直升机就来了 谭雅 薛宁儿 孙飞飞 刘敏 这四朵金花自然是跟着的 军统局的全体成员 这一次也跟随出行 一共八个人 另外还有几个五星战士 一共加起来也不到二十个人 萧凡看着飞机内的人 觉得稍微差点什么 看到萧凡在思考 他的身边刘敏主动开口 总指挥 我们这一次以什么身份过去 我也在想这个问题 现在他们都以为我留在了东山 没有人知道我过去 那我就不能用现在的身份 但是具体什么身份 我还没有想好 刘敏想了想 总指挥可以伪装成一个财阀的公子 我们这些人 就都是你的手下就可以了 我精通化妆技术 可以给总指挥化个妆 保证别人认不出来你 还不损伤你的英俊 说着 刘敏指了指在场的人 我 还有谭雅他们几个 都是你的女人 萧凡微微点头 虽然自己一个男人 被好几个美女 瓜分自己有点吃亏 但是他深知 吃的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的道理 这点苦还是能够承受的 刘敏继续道 总指挥 你还需要几个保镖 萧凡看看身边的几个五星战士 他们不就可以吗 刘敏微微摇头 这几个战士 军旅的气息太重 誓言保镖先天形象不足 沈瑞辉一直在旁边听着 立刻接口 我可以啊 我们军统局的人 很乐意担任总指挥的保镖任务 你们也不太行 刘敏瞥了沈瑞辉一眼 我们红颈系统复活的间谍 一般都是秉承面目普通 容易混入人群的基础复活的 除了我是因为任务特殊 是一个高颜值之外 其余的人从上到下都太平庸了 一点保镖那种 能够震慑人的气质都没有 沈瑞辉被说得一愣一愣的 可是他又没法反驳 确实 大多数的红颈间谍都是面目普通 不容易引人注意的 他想说自己的颜值还行 但是却怎么也说不出口 他只能闷声道 那你说怎么办 难道我们这些人还不出现了 刘敏呵呵一笑 当然有办法 你们几个可以伪装得更加猥琐一些 就当得跑前跑后的小弟 大人物的身边也不能少了这样的人 你们都挺合适的 沈局长突然觉得 刘敏这个丫头有点粘坏 难怪当初能够在山海位 把安德烈那个老东西 给忽悠得晕头转向的 这一刻 沈局长就盼着总指挥 不要相信刘敏的谗言 刘敏没有理会沈局长的忐忑心情 继续道之于贴身保镖 我建议总指挥你再生产几个 对系统提出一点特殊要求 要那种看着极为强壮 并且凶神恶煞的 最好在有几个外国人 既然做戏就做全套 这样到了国际岛 也能够取信于人 听到刘敏的一席话 肖凡顿时觉得大为有理 嗯 刘秘书果然思虑周详 那就这么决定了 立刻的呼唤系统安妮 肖凡提出了自己的要求 他生产了十个侦察兵 人种选择 黄色人种四人 白色人种三人 黑色人种二人 棕色人种一人 按照肖凡的要求 很快 十个人高马大的侦察兵出现了 看到系统给自己生产出来的 这十个新兵 肖凡都是愣了一下 不得不说 刘敏的建议很棒 这十个人简直就是极品啊 第285章 新的身份 四个黄色人种的特种兵 身高至少都在一米九以上 甚至有超过两米的 这些人的身上没有穿军装 也没有那种军旅的气息 反而是满身的匪气 一个脸上有刀疤 一个穿着背心 露出健壮的肌肉 一个光头 带着金链子 一个胖子 看着超过250斤 又高又壮 至于那几个外国人 看着就更加的极品了 白人都是两米左右 身上有种雇佣兵的气质 一看就是经常刀口填写的那种人 两个光头黑人的体格 也是极为强健 还是一对双胞胎 站在那里 根本分不出谁是谁 棕色人种的那个一头脏便 一笑比哭还难看 而且 这些人的武器 也不是军队的统一武器 乱七八糟的 什么都有 看到这些人出现 刘敏满意的点点头 这才像样 国际岛那边的人 可能对于部队的人都不害怕 因为还没有部队 能够大规模地攻击国际岛 但是这种汉匪类型的 绝对是会让他们害怕的一种 总指挥的这一支多国部队 肯定能够震慑一些萧小之辈 萧凡也是觉得挺满意 只不过眼下这几个侦察兵 还都是花架子 全部都是一星 真实实力还不够强 但这也不是什么问题 等到了海都附近的时候 完全可以 让他们去杀几个丧尸 快速地升级到三星 然后再服用金河 就都成为四星战士了 那就基本够用了 萧凡再问刘敏 我是什么财阀的公子 北方有个大和能源集团 家主姓叶 总指挥就是这个财阀的公子吧 名字也改一下 暂时先叫叶凡 萧凡点点头 这倒是无所谓 大和能源他也听说过 听说有些黑色的背景 不过末世之后也没了消息 自己伪装成叶凡也说得过去 接下来就是刘敏的化妆时刻 包括萧凡 还有沈瑞辉 薛宁儿等等 这些萧凡身边的人 刘敏都简单的给画了一下 没有大的改动 但是又看不出原来的样子 让人不得不佩服他的手艺 所有人也都将衣服给换了 萧凡穿上了一身黄色的休闲西装 腰间系了一条蓝色的男士腰带 白衬衣 上面两个扣子打开 里面还挂了一条白金项链 戴上墨镜 头发打理了一下 就是一个嚣张跋扈的有钱公子哥 谭雅穿上了紧身衣 薛宁儿换上了短裙 孙飞飞穿上连衣裙 刘敏更是穿上了黑丝 几个军装大美女 顿时变成了靓丽的都市里人 风情迥异 吸引人的眼球 沈瑞辉的军统局 几个人不用化妆 直接穿上黑西装戴上墨镜 一个个如同楼楼甲仪丙丁一样 甚至连名字都不需要 本来就长得普通 再穿上普通的黑西装 简直是毫无特点 直接让人忽略那种 明明沈瑞辉的颜值 要比军统局其他几个人高一点 结果也被拖累的 也是一身的黑西装 心里颇有些不满 刘敏更是给肖凡设计好了剧本 总指挥 根据我们的了解 目前国际岛上面的货币 为国际金盾 可以用金子或者物资来兑换 我们这次登岛 将会先入住那里的国际大酒店 这段时间之内 我们会查清楚 国际岛的势力分布 而总指挥您 则是要在这段时间 闯出一个名堂来 说到这里 刘敏语气凝重一点 总指挥 这段 你要扮演一个浪荡公子 我知道这和你的为人 可能有些不服 但是您最好忍耐一下 这样才不会违和 肖凡点头 都需要我怎么做 首先 您需要练习一下 抱住我们四个 说着 谭雅 薛宁儿 孙非非几个人 都站到了肖凡的身边 谭雅走过来 靠着肖凡的身体左侧 抱住了肖凡的腰 薛宁儿来到肖凡右边 也抱住了肖凡的腰 然后孙非非和刘敏 则是依偎到了肖凡的胸口 肖凡需要伸展手臂 尽量地将四个女生 全都抱住 总指挥 委屈你了 你就忍忍 肖凡面无表情地点头 脸上看不出喜怒 仗着身高手臂长 勉强地将四个女生抱住 刹那间 入鼻全都是心香 软软的依偎感 让人手脚不听使唤 练习一次 肖凡算是勉强合格 正当四个女生准备退开 肖凡主动开口了 我觉得 练习得还不够熟练 可以再来几次 几个女生脸上 都露出欣慰之色 再次纷纷地靠了上来 本来还有些不愤的 沈瑞辉 看着肖凡的脸 不由得有些感动 他转身对手下 军统局的几个特务道 都别看着了 自己都练习练习 这段时间要转变心态 当好一个喽啰 总指挥都能忍辱负重 唯心地做自己不喜欢的事 我们有什么不可以的呢 时间 就在肖凡不厌其烦 反复地辛苦练习下 逐渐地过去 叶英直升机飞出了东山省 飞过了江淮省 逐渐地接近了 海都市的区域总指挥 前面就是国际岛了 肖凡松开有些发软的手臂 从机窗往下看 从飞机上面往下看 已经能够看到 那奔流不息的原浆了 当飞机靠近了 国际岛附近的时候 肖凡的飞机广播内 立刻接到了一个通话 这里是国际岛的防空部 请你们按照指引 将飞机降落 不得擅自行动 否则将会被视为挑衅而击落 叶英的驾驶员 按照他们的指引 将飞机降落到了 国际岛的一个机场 这里距离江畔很近 属于岛屿的边缘 飞机降落之后 舱门打开 有几个人走了上来 其中 黄种人 白种人 黑种人都有 上了飞机之后 看到飞机内的人 他们也是冷了一下 因为肖凡这边 也是中西河壁 神州人 还有外国人 都有 一时间弄不清楚 他们属于哪一国 其中一个黄种人 女子打量了一圈 看到被好几个美女 簇拥的肖凡 觉得这应该是首领人物 对着肖凡试探的开口 考你鸡啊 今天是我的生日 大家在这条下面 给刘莎刷一句 生日快乐吧 我看能有多少咯 第286章 国际岛 听到这个女子的话 肖凡冷哼了一声 少给我来这套鸟语 说普通话 这个女人立刻露出笑脸 哎哟 没想到居然是咱们神州人 欢迎来到国际岛 不知道先生怎么称呼 叶凡 欢迎叶凡先生 不知道叶凡先生 来这边是干什么呢 当然是听说国际岛 这里好玩 来玩玩了 那请问叶凡先生 是否兑换了我们的金盾 怎么个兑换法 一颗黄金兑换100金盾 肖凡并不需要刻意地 去收集黄金 系统资金是黄金兑换来的 肖凡也可以将系统资金 再次兑换成为黄金 他目前还有资金700多万 随意兑换3万资金 那就是30公斤的黄金 挥挥手 旁边的一个保镖 将一个袋子拿了出来 先给我兑换这些 保镖将袋子往外一盗 一些金条金砖掉了出来 女人赶紧让人称重 一共是30公斤的黄金 30公斤 300万金盾 即使是在国际岛这里 300万金盾也不是一个小数目了 这个女人立刻给肖凡兑换 300万金盾交到了肖凡的手上 这种金盾上面印刷的是 世界各国的国旗 看着花花绿绿的 叶凡先生 我能冒昧地问一句 您是打算在国际岛待几天就走 还是想要在这里买房子呢 要知道 如今全国各地的房子都不值钱 是值钱的 这里的一栋房产 可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 如果您有购买意向的话 我可以给您提供参考 肖凡点点头 也可以 那太好了 那请问先生 是打算购买市区内的房子 还是江边海边的房子呢 肖凡想了想 就在海边吧 私密心要好 我并不喜欢被人打扰 放心 包在我身上了 这个女人看上去很高兴 肖凡这样的大主顾 平时是难得一见的 今天她的运气非常好 叶凡先生 我们会在这里提供汽车出租服务 请问你们需要租车吗 好的 来四辆越野车吧 每辆车每天三十斤盾 您需要缴纳四千斤盾的抵押金 另外 直升机停放在这里 每天收费一百斤盾的保管费 您也需要预缴一万斤盾 肖凡将两万六千斤盾 交给了这个女人 然后将其余斤盾收好 起身下了飞机 下飞机之后 车子很快就开了过来 销售的女人带着人开了一辆车 在前面带路 肖凡等人跟在后面 肖凡带着四个美女和小不点 登上了一辆车 薛尼尔负责开车 国际岛的地方非常大 几千平方公里 几乎相当于一个小国家了 这里的道路基础本来就很好 末世之后也没有遭到多少破坏 车子走在这里 感觉就好像回到了末世之前 道路两边有香章 梧桐等等树木 绿化带也都一如往昔 销售的女人在前面引领 很快车子路过了一片建筑 这是一栋独立的大厦 门前有着一面国旗 上面是类似于八卦的图案 大厦门前的停车场上 停放着一些装甲车和坦克 甚至在停车场深处 还能看到两架战斗机停放 总指挥 这里是半岛地区的南朝 在国际岛的总部 看着那高高的大厦 以及不断地在门内出入的人 萧凡点点头 南朝的势力似乎不小吗 居然坦克战机都有 是的总指挥 虽然南朝在国际上的地位 只能算是一般 但是因为南朝距离国际岛距离比较近 末世之后 他们很快和本国取得了联系 这些武器都是他们国内运过来的 所以南朝在国际岛这里 还算是势力较大的一家 萧凡点点头没有作声 车子继续前进 他们的目标是 岛屿中部的国际大酒店 这是国际岛的核心地带 过了南朝的地盘 前面很快又有一家国际总部出现了 这里只是一个四层楼 里面居住的是一些黑人 这里的车子没有坦克战车 只有一些架设了机枪的机部车 那些黑人手里拿着AK 穿着迷彩服戴着墨镜 正是比起南朝来简直逊色太多 刘敏查了一下 总指挥 这里是莫桑克在这里的总部 他们国家距离这里较远 也一直没有取得联系 所以他们在国际岛 属于底层的势力 武器什么的 也是依靠其他国家支援 车子继续向前 萧凡一路看到了许多国家 这里就好像一个世界公园 几乎世界上每一个较大一点的国家都有 而且还有很多人在这里工作干活 他们会种植农作物 加工产品什么的 路上有许多的酒店和赌场 甚至街边随处可以看到衣着暴露的女人 正在那里不断地拉人做生意 多数干活的人都是神州人 可以看得出来 在这个国际岛上面 神州人的地位是比较低下的 萧凡脸色沉沉地看着 虽然不高兴 但是他也知道 这里的情况就是如此 不是一下子就可以改变的 车子在路上足足开了一个多小时 来到了岛屿东北部地区 这里有一片新建的小区 小区的尽头 还有一大片的靠海别墅 萧瘦率先下车 带着萧凡他们进入了寿楼处 寿楼处内 有着巨大的小区全景素围图 没有卖出去的房子都标注了 萧凡第一眼就看中了一个别墅 这个别墅位于小区的东北部 属于原江入海的地方 江水和海水的交界处 而且这里别墅西边还有一个小山 挡住了西边的视线 算是非常隐蔽的 萧凡就想要找一个靠近江海的地方 这个别墅占地面积也有数千平方米 绝对是非常合适的 问了一下价格 这套别墅售价50万金顿 不得不说 金顿的购买力还是很强的 这种数千平米的一线海景别墅 放在过去十亿都要超过 萧凡一挥手 一个黑人保镖走过来 又将一袋子30公斤的黄金扔了下来 又将之前的金顿拿出来200万 萧凡直接开口 这套房子我要了 正在办理手续的过程时候 外面又有一群人走了进来 其中走在前面的 是一个黄皮肤的男子 大厅里面的销售主管 看到男子进来 立刻笑脸相迎地迎了上去 欢迎苏先生 第287章 弯倒社团 被叫做苏先生的男子 神色高傲 面对销售主管的示好 只是矜持地点了点头 我是爱买别墅的 那套售价500万金顿的 我已经准备好钱了 听到苏先生的话 销售主管顿时有些尴尬 不好意思啊 苏先生 这套别墅已经卖出去了 正在办理过户手续呢 这位苏先生一听 顿时脸色沉了下来 有人来买了 是谁 合众国的人还是日不落的人 都不是 那是荧州人还是日耳曼人 也不是 先后询问了几个强国 发现都不是的时候 顺着销售主管的目光 苏先生看到了肖凡 看到肖凡的时候 这个苏先生一愣 然后就试探地问了一句 神州人 那边销售主管回答了他 听到肖凡是神州人后 这位苏先生 立刻指高气扬起来 神州人有什么资格 在这里买房子 停止办理他的购房 将房子卖给我 听到这位苏先生的叫嚣 肖凡立刻就不舒服起来 没等他说什么 他身边的薛宁儿 开口反驳了一句 你不也是神州人吗 难道你就会高人一等 苏先生看到薛宁儿 漂亮的模样 眼睛顿时一亮 有些羡慕极度的目光 在肖凡身边 几个美女身上扫过 最后才挺胸开口 美女 不要以为 我和你们身边的 那个男人一样 我叫苏昌 我是弯岛人 虽然我们勉强算是同族 但我和你们 可是有本质区别的 听到这个姓苏的自我介绍 肖凡差点气乐了 什么时候轮到弯岛的人 在我们面前嚣张了 今天真是让人太开眼见 现在是末世 末世你懂什么意思吗 过去的秩序都被打破了 你们大陆仔 有什么了不起 你们现在已经是 军阀割据的时代了 更加不可能 对我们有任何的危险 我瞧不起 你你又能怎么样 肖凡也不想和他啰嗦 那我这套房子 不让给你你又怎么样 说着肖凡身后 几个高大威猛的保镖 都鼓起牛一样的眼睛 死死地盯着苏昌 苏昌这边也有十几个人 其中有些人 腰里鼓鼓囊囊的 应该也是带着武器 但是和肖凡这边的 凶神恶煞们一比 那些人看上去 就像弱小的小鸡 气势直接就跌了一大截 苏昌一看 肖凡似乎有动手的意思 立刻大喊 你敢 你要知道 现在合众国 日不落 南朝 盈州 澳亚这些社团 都是我们的盟友 你敢对我动手 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肖凡本来还没想动手 可是一听苏昌说的 这些国家社团 肖凡就有些烦了 别往自己脸上贴金了 什么盟友不盟友的 末世之前 你们也只是一个 跟班小楼而已 每天只会喊人家 爸爸的耸祸 要不是因为 你们有一点利用价值 你以为谁会拿你们当人看 被肖凡骂得脸色铁青 苏昌怒了 虽然肖凡这边人不少 但是他并不是特别怕 毕竟现在打架 也不是完全看体格的 要看你是不是突变者 别看他身边这些人 看着不高大 但是其中可是有三个突变者的 一个突变者 打十个普通人 就跟玩一样 真的动手 这个大陆仔的手下 未必就能赢 再一想到身后的几个社团 苏昌更是不怕了 妈的 给我打 注意别伤到那几个女的 苏昌手下的十几个人 立刻从腰间 摸出了一些砍刀棍棒类的东西 直奔萧凡这边就扑了过来 不是他们没有枪 而是这些小区的售楼处 都是属于国际岛的联合社团的 联合社团 就是国际岛的核心力量 是大部分国家 共同出资组建的管理部门 负责岛上多数的经营项目 在联合社团的地盘打架也没什么 但是你不能动枪 一旦动枪 伤害了联合社团的人 或者是损坏了社团的东西 那都是很大的麻烦 所以他们都没有掏枪 而是想要靠冷兵器打架 萧凡这边的人 也知道这些规矩 所以 这会儿也没有掏枪 而是直接赢了上去 萧凡这一次生产的这些侦察兵 全都是身强体壮的 在萧凡的要求下 身上也有武器 比如军用匕首 还有手称子 也叫做直虎 戴上武器 双方很快撕打在了一起 苏昌这边 两个突变者 摸向了萧凡这边的一个黑衣人 那些身材高大的家伙 一看就不好对付 但是这些黑西装的喽啰 他们可以迅速地放倒 放倒之后 就可以直接擒拿那个被美女簇拥的嚣张小子 擒贼先擒王 拿下那个小子 这场战斗就结束了 为了安全起见 他们两个决定 联合对一个软柿子下手 达到最快成功的效果 他们选人很有眼光 有些黑西装人面目平凡 行动猥琐 但是这样的人往往是不好惹的 不然凭什么跟随在大人物身边 反而是这个黑西装男子 看着长得还行 一脸狂傲的德性 一看就是那种嘴把式的草包人物 二人立刻动手 直接扑向这个黑西装青年 但是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黑西装青年突然一跨步 就到了两个突变者面前 双手一抬 直接捏住了二人的下巴 两个人甚至都没来得及反应 就被捏得下巴都要掉下来了 忍不住一拳一拳打在对方的腹部 但是却根本不能对对方 造成什么有效的杀伤 黑西装青年不懈地看着他们 一貌取人的家伙 就凭你们这两块废料 也敢在未来全国军情 第一人的面前蹦打 简直是找死 说着 黑西装青年一抬手 直接将两个突变者 从寿楼处的窗户扔了出去 就好像投掷手雷一样 两个人翻滚地飞了出去 撞得玻璃窗 稀里哗啦地碎了一地 苏昌都没有想到 自己手下强大的突变者 竟然连对方一个 其貌不扬的跟班都打不过 他带来的其余那些人也差不多 被对方的标形大汉们 一拳一脚地干翻在地 这会儿都是古断惊蛇地 在地上惨叫 他唯一的希望 就是自己一方最强的 那个突变者 那个突变者虽然不是二级 但是实力却远在 另外两个一级突变者之上 而且精通隐秘 别人可能没注意 苏昌却知道 那个人在战斗开始就躲了起来 这会儿已经悄悄地靠近了 那个被美女粗拥的小子背后 那里四个女人 一个小孩子 加上那个明显是二世祖的家伙 肯定不是这个突变者的对手了 第288章 小不点的波动 虽然自己的手下 大多被打趴了 但就是因为有这个突变者在 苏昌才没有服软 那个突变者 已经来到了肖凡的背后 他选择的目标 是肖凡身边的小孩子 不得不说他非常的有眼光 在他看来 肖凡身边的几个美女虽然漂亮 但是一个男人带着四个女人 估计也不会有什么真爱 这些女人的地位应该不高 但是这个小孩子就不同了 这个小男孩白白净净的 脸上的神色有些木然 看着智商不太高的样子 男孩能够被这个二世祖带在身边 那一定是非常重视的 搞不好就是私生子一类的 只要擒拿出这个小男孩 必定可以让二世祖这些人 投鼠忌器 所以他果断地出手了 突然一把抱住了小男孩 这个突变者对肖凡他们大喊 都别动 不然我就一把掐死这个大头小子 肖凡回头 看到这个突变者抱住了小不点 并且用力地 抓着小不点的肩膀 手指死死地扣着 小不点看着肖凡 神色没有什么波动 但是肖凡能够感受到 他的内心是有一些波动的 抓住他的 是一个实力不错的突变者 他想吃 肖凡没有什么表示 而是直接下令 将苏昌这些人 全部打断一条腿 然后丢出去 这个命令下达 他的手下不由分说 将包括苏昌在内的所有人 都按在了地上 每个人快速地敲断了一条腿 室内一片鬼哭狼嚎的惨叫 那个突变者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你 你不要这个臭小子的命了吗 肖凡回头 这个的腿也要打断 几个黑西装青年快速靠近 这个突变者 刚要举起这个小男孩 将其摔死 突然就是脑子翁的一声 眼前一黑 小男孩不知道什么时候 已经脱困 下一秒出现在他面前的 就是一个黑西装男子的 大脚丫子 一脚踩在他的腿骨上 咔嚓一声 就是一个惨烈的骨折 苏昌这群人全军覆没 全都变成了瘸子 苏昌头顶冒冷汗 但是他还算有点骨气 咬着牙没有喊 扶着东西往门口走 到了门口的时候 他才回头问了一句 你是谁 叶凡 我记住你了 咱们走着瞧 苏昌的人都连滚带爬的走了 一场风波就这么平息 对于这一切 寿楼处这里的人都司空见惯 国际岛这里的打斗 每天都在发生 这种室内打斗还好 一旦到了室外 每天都有人死在乱枪之下 这都是非常平常的 肖凡也不在乎 刚刚来到国际岛 他本来就要 让自己的名声打响 这种事再来一些也没关系 交完了钱 这一套海边别墅 就属于肖凡了 肖凡带着人 直接驱车进入小区 来到了自己的别墅边上 别墅的外侧 有一段私人沙滩 直接江水就在这里入海 如果从高处仔细看的话 一边的水有些发黄 一边的水有些发蓝 这段沙滩 也是买别墅赠送的 肖凡看了一下 靠近小山那边的海滩处 水是比较深的 可以用来建设船物 不过现在它是建设不了的 因为基地车距离这里太远 又在室内转了转 地下两层 地上四层的别墅 确实很豪华 在末世之前 算是一流豪宅了 但是和他的指挥官 官邸相比 还是欠缺一些 肖凡这边二十多人 这个别墅完全能够住得下 但是肖凡很快也发现了问题 他这次带来的人 全都是一些战斗人员 在生活上 都不是那种能够照顾人的人 打理这栋房子 洗衣做饭什么的 总是需要人的 肖凡并不想凭空的暴兵 造出一些炊事班人员什么的 这里监控众多 自己的到来 说不定就会有人注意到了 他还是要谨慎一点 这时候 刘明给他出主意 总指挥 国际岛上面有人口市场 被贩卖的 大多都是我们神州人 如果总指挥有需要 可以买几个人回来 能够打理这里 还能够解救一下 那些可怜人 可以 我们现在就去吧 留下一些军统局的人 和几个保镖 肖凡带着三辆车出去了 小不点依旧跟随在肖凡的身边 略微有些不高兴 肖凡知道 因为自己不让他吃东西了 所以他不高兴 但是肖凡真的不敢 让他乱吃东西 搞不好又是一场生化危机 就要爆发的 但是这个小丧尸 每天闷闷不乐的 自己想要让他彻底的驯服 现在看还是挺难的 车子离开了这个关海小区 奔向附近的一个交易市场 当到了交易市场之后 肖凡感觉 就好像来到了外国的黑市 这里交易的东西很多 不单单有普通的商品 还有很多过去的违禁品 甚至那些机枪手雷的 就那么大刺刺地挂在橱窗上面 上面标注了一个价格 只要你给钱就可以拿走 肖凡不需要这些武器 他这次看的主要是人 那些身强力壮的男人 他不需要 他需要的是 能够打理家里 能够做饭的人 按照这个标准 他在人头涌动的街头 慢慢地往前挪 希望能够找到一些 看着顺眼的 前面有几个军统局的人开路 身边跟着保镖 一般的人 还真的不敢靠近肖凡 一只手牵着小不点 肖凡边走边看 突然 他感觉到小不点拉着自己的手 微微用了一下力 肖凡顿时就是一愣 小不点跟在自己身边以来 很少说话 也很少做多余的动作 就像一个木头孩子 今天这种情况 还是第一次发生 肖凡立刻顺着小不点的力度 来到了一个人口摊位前 摊位前面 一个商贩正在不断地吆喝 快来看看啊 新海都的失散人口 新鲜的美女 什么样的都有 只要你给的起价 这里的人随便你挑 肖凡低头看小不点 小不点也在看着这里 肖凡能够感觉 小不点有些疑惑 有些迷茫 好像他要找的人 突然找不到了一样 肖凡看了一下 这些被人口贩子 拉来贩卖的人 一共有五个人 全都是女人 有两个看着夭夭饶饶的 还不断地对一些 看着有钱的人抛媚眼 有一个看上去比较本分的 衣着较为朴素 眼里有些惶恐 一个看着低垂着头 一头长发披散 看着挺美 还有一个年纪不算太大的 眼神里面有一丝纯真 一丝懵懂 更多的是紧张和恐惧 好像一个清纯漂亮的学生妹 肖凡不知道小不点感觉到了什么 但是他难得有一种其他的情绪 肖凡也就不仔细寻找什么了 干脆一口气 将这五个女生全都买下来算了 也许会有意外的收获呢 第289章 吓人 肖凡并没有说要全部购买下来的话 而是先一一地细看了一下这五个女生 前两个见到他 眼睛眨了眨 勾引的味道非常明显 肖凡虽然一直没有女朋友 也希望有个女朋友 但他不是将就的人 这两个风尘气息太重 不喜欢 那个衣着朴素的 面对肖凡的时候 嘴唇微微动了一下 但是也没有说什么 不过那一点热切的心里 还是能够感觉得到 那个低头的 当肖凡到他面前的时候 微微抬眸看了肖凡一眼 然后迅速地低下头 眼神里面有一丝羞怯 最后的那个年轻女孩子 当肖凡站到他面前的时候 他的眼神有一丝恐惧 一丝惊慌 大眼睛好像小鹿一样 轻轻地颤抖了两下 然后坚强地明起嘴唇 微微扭过头 留给肖凡一个精致的侧眼 一丝烟红悄悄地爬上面颊 少女的羞涩和腼腆 对命运的无助 以及那脆弱的坚强 都在这一刻体现得淋漓尽致 无形之间分外地勾人 其余几个女生 看到年轻女生这个样子 都忍不住翻了个白眼 这个主顾年轻帅气又多精 末世时候 能够跟随这样的一个男人 不比去伺候那些 老男人地中海类型的好多了 就你戏多 他和女人看事物的角度 永远是不同的 他觉得这几个女生还行 尤其最后那个 确实足够漂亮了 他低头问小布点 喜欢这几个姐姐吗 小布点有些茫然 眼睛不断地在几个女生身上扫过 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肖凡 肖凡转头问摊主 这几个多少钱 前面这俩一千一个 那个朴素的能干活 一千五 那个白裙子低头的 长得漂亮一点 两千 最后这个小丫头五千 肖凡算了一下 五个一起 一万 肖凡没有砍价太多 摊主一听 也觉得可以接受 立刻就成交了 五个女生 全部被肖凡带回了别墅 其实 红警系统的其他人 是不需要别人伺候的 就连肖天都不需要 别人打理毛发 唯一一个需要伺候的人 就是肖凡而已 这五个人 肖凡只是提了一点要求 有人负责做饭 有人负责打扫他的房间 有人给他洗衣服 有人负责打扫别墅卫生什么的 之后 他就没有去管 而是让他们自行分配一下工作 安顿好下人 肖凡身边的主要几个人 都来到他的房间 讨论下一步行动计划 军统局长这边 已经整理好了一份资料 目前由副局长 刁远进行汇报 沈局长跟着总指挥 一起听汇报 总指挥 我这些天收集了 关于国际岛上的 势力分布情况 其中我觉得 神州的社团 算是一个合适的切入点 神州社团 最初是本地人建设起来的 后来也加入了一些人 但是因为国际岛上的 其他社团 担心我们神州本土人做大 所以处处为难 神州社团发展的 并不是太理想 肖凡问道 社团首领是谁 社团首领名叫江海洋 是一个突变者 说到这里 刁远重点介绍了一下 江海洋是神州社团的创始人 也是一个力量型的突变者 虽然神州社团 在国际岛的实力 不算太强 但因为是本土社团的缘故 所以神州社团 在联合社团里面 也算有一席之地 江海洋本人 也是联合社团议会的成员 不过 这个人胸无大志 小富极安 神州社团到这个地步 他负有很大的责任 肖凡哼了一声 末世之中 不负责任就是犯罪 他自己小富极安了 其他的神州幸存者就遭殃了 就像我们在交易市场看到的 最底层的人 就是我们神州人 沈瑞辉点头 是的 而联合社团内 目前是几个大国占据主导地位 其中包括合众国 伯利亚 日不洛 法米尼等等 日尔曼等等 神州因为被打压 只能算是第二档的 另外还有盈州 南朝 印德安等实力也算不弱 这些社团都在岛上有驻军 武器也比较先进 而且 他们还成立了联合军 作为岛屿上的常驻力量 这一点 我们要有所防备 介绍完情况 刁远画风一转 明天就是江海洋的武士兽弹 到时候可能会有一些 和他交好的人过去 我们也可以趁着这个机会去 就看总指挥想要怎么做了 肖凡想了想 社团长老 应该是可以捐来的吧 没错 只要捐二十万金盾 就可以担任一个长老职务 好 这件事 军统局能够做到吧 总指挥放心 军统局就是强野抢来一个 好 我们的人来了吗 按照总指挥的安排 正在陆续到来 现在已经有一部分已经登岛 总指挥放心 他们到了这里 完全就是如鱼得水 好 明天看情况准备行动 几个人迅速地敲定了一下行动的细节 然后肖凡又查看了一下基地车的动向 基地车目前已经离开了神龙省 大约还有十天到东山省 到这边的话 大概就得半个月了 肖凡开始思索基地车的摆放地点 摆放在东山省是第一步 因为那里要建设采矿场 红井的基地车还有一个功能 那就是展开和收起 展开后是基地 收起后还是一辆车 在东山建设完了采矿场等一些基本东西外 基地车还是要到这边来的 不然肖凡的计划是没有办法展开的 原江北边是一个好地方 那里是新海都的遗址 但是目前已经被丧尸占领了 怎么能让丧尸离开呢 如果小不点能够听话就好了 一直到刘敏叫吃饭 肖凡还在想这个问题 肖凡所在的地方是四楼 沿着楼梯往下走 肖凡是二级突变者 耳聪目鸣 走到了二楼到一楼之间的时候 他隐约地听到有人在地狱 一个柔弱的女生 爸爸妈妈 肖凡停下了脚步 侧耳吸听 仙儿已经找到了安身之锁了 肖凡能够听出来 这应该是他刚刚买来的几个下人之一 应该是那个最漂亮的小女生 她是一个很好的人 虽然她看上去浪荡不羁 但是我能够感觉到她温柔的内心 那颗心一定是善良的 肖凡暗暗思索 自己算是善良的人吗 但是那些在自己面前张狂的人 她已经不知道干掉了多少 不过听一个小美女这么评价自己 肖凡还是有些开心 我希望她能够平安喜乐 身体健康 妈妈留给我的幸运草 我想送给她 但是我又不敢 所以我想将这枚幸运草 压在她吃饭的桌面下 这样也许会将幸运带给她呢 妈妈在天有灵 一定会同意夕耳这样做的吧 说着肖凡听到轻轻的脚步声 奔着厨房的方向去了 第290章 细经 肖凡通过楼梯间的反光 隐约地看到那个小女生悄悄地去了厨房 肖凡会心地笑了一下 这个女孩还挺可爱的 她不打算去戳穿这件事 她也想看看什么是幸运草 所以肖凡决定在这里等待几分钟 等待小女孩做完这件事 她才过去 可是她才站在这里不到一分钟 厨房那边就传来争吵声 肖凡没有动 再次侧耳聆听 厨房里面一个尖锐的声音响了起来 你来干什么 你的工作区域是洗衣房 是阳台 是采光景 是储物间 厨房这地方不是你能来的 这个声音肖凡听过 那两个妖娄女子其中的一个 我我 我没想干什么 女孩娇娇怯怯怯的声音响起 没想干什么 你来厨房 是打算偷吃东西 还是打算勾引叶凡少爷 我没有 我才不会去勾引别人 哼 我看你就是少在老娘面前 摆出你那副狐妹子的模样 老娘可不吃这一头 叶凡少爷那样的大人物 不会看上你这个黄毛丫头的 你血口喷人 我没有 呜呜 女孩似乎有些承受不住 与其带了哭腔 手里拿的什么东西 给我看看 不要 啊 这是什么东西 一片叶子 难道你想下毒 还给我 那是我妈妈留给我的 里面传来了跌倒的声音 还有隐隐的哭声传来 萧凡迈步走进了厨房 看到那两个妖娄女子 站在小姑娘面前 已经将小姑娘推到在地 一个女人的手里 还有一片被扯碎的叶子 小姑娘跌坐在地上 大眼睛里面已经全都是泪 看到萧凡进来后 似乎不想让萧凡看到自己狼狈的样子 双手环抱膝盖 将头埋在了膝盖之间 小身体一抽一抽的 极为伤心 萧凡看了那两个妖娄女子一眼 你们干什么呢 啊 叶少爷 这个小蹄子 不知道跑到厨房来干什么 我们怀疑他要下毒 这件事您不用操心 我们会好好教教他规矩的 萧凡又问 他负责什么工作 我们分配好了 我们两个负责给您做饭 李勤负责打扫 您卧室卫生 赵小燕负责给您洗衣服 这个安心年纪小 笨手笨脚的 只能负责做杂物 萧凡这才知道 这个看上去十七八的漂亮女孩 叫做安心 萧凡对着一个妖娄女子一伸手 她愣愣地将手里扯碎的叶子 浇了出去 看了看手里翠绿的破碎叶子 萧凡突然冷了一下 停顿了大约几秒钟 她并没有多说什么 而是来到了安心的身边蹲下 萧凡低声道 你没有家人了吧 安心这才缓缓抬头 眼睛红红地 趁着巴掌大的小脸 让人莫名地想起 人畜无害的小白兔 这个样子 看了后面两个妖娄女子 气炸了废 是的 末世开始的时候 我爸爸妈妈就离开我了 多大了 十八 会做饭吗 会一点 那好 以后你来负责做饭 嗯 安心用力点头 萧凡将破碎的叶子 放在了她的手上 你留着 她会给你带来幸运 安心双手接过叶子 对着萧凡勉强露出一个笑脸 笑得很美 很柔弱 萧凡这个直男 觉得有点顶不住 她站起身 对另外两个妖娄女子道 你们被解过了 现在自己离开吧 叶凡少爷 我们 他们还要辩解 萧凡也不想听了 直接道 再啰嗦 就给你们送回交易市场 两个女人面如土色 狼狈地离开了萧凡的别墅 赶走了两个妖娄女子 萧凡深深地看了安心一眼 没有再说什么 而是开始坐下来吃饭 安心规规矩矩地 给萧凡不采添饭 颇有一种 小白花红袖天香的感觉 吃过饭之后 萧凡起身离开 准备回卧室 临走的时候 看了一眼身材窈窕 在厨房忙碌的安心 萧凡露出一个笑容 心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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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州社团的江海洋武士兽弹 这在岛内算不上什么大事 前来祝贺的 一般也就是神州人 另外还有和神州交好的几家 比如巴斯坦 北朝等等 大约十几个社团首领 过来祝贺了 众人在宴席之上 看到了一个生面孔 江海洋笑呵呵地给人们介绍 各位老朋友 这是我们神州社团的新晋长老 名字叫做叶凡 在社团内排行第八 今天和大家混个脸书 祝贺的人纷纷站起来 和萧凡打招呼 毕竟这么年轻的长老 以后说不定还有机会做首领呢 认识认识 总是没有坏处的 萧凡也一一地和众人打过招呼 然后酒宴就开席了 江海洋这些人推杯换战 气氛热火朝天 首领们两桌 其余的桌子上都是长老 当然 这里的长老并不是老头 长老只是称呼 不代表年纪老 萧凡也和一群长老在一起 这一桌的长老共有八个人 他算是最后一个 听着这些人的谈话 萧凡心中见了 占据地利 结果被西方国家 将这里弄成了国际岛 无论是江海洋 还是这些长老 这些人都是比较无能的 而且 他们的言谈话语之间 毫无雄心壮志 基本就是混日子 过一天算一天 甚至很多人还沾沾自喜 觉得现在的生活很好 能够和外国人打成一片 比末世之前还好 萧凡渐渐地下定了决心 大约八点的时候 突然门前传来一阵喧哗 一群身穿军装的老外冲了进来 就是他们 一直和我们合众国作对 干掉他们 激烈的枪声 毫无争照得响了起来 江海洋刚刚起身 就被带头的白人士兵 一枪放倒 萧凡这一桌 也受到了重点照顾 机枪猛烈地扫射下 那些长老 基本都倒在了血泊之中 经过最初的慌乱之后 在场的人拔枪还击 但是那些合众国士兵 火力太过强大 一阵乱枪扫射 将这里打得七零八落之后 又迅速地离开了现场 这边的人因为毫无准备 有些武器都没来得及用 人家就已经攻城身退 所以他们根本没能够拦截 这群合众国士兵 第291章 社团首领 江海洋死了 死于受弹那天 被合众国的人干掉了 不单单他死了 他提拔的那一群长老 也都是死得死伤的伤 只有心境提拔的叶凡长老 还算是完好无损国际岛上面 首领更替是经常事 一般来说 首领死了 就是长老顺序接任 像是神州社团这里的情况 只有肖凡一个长老了 那就只能是肖凡接任首领了 据说受弹当天 肖凡长老就大怒 发誓 一定要让合众国那边的人付出代价 并且承诺 一定会给江海洋等人报仇血恨 众人没有了主心骨 最后商讨一番 只能同意肖凡接任首领 肖凡担任了神州社团首领后 立刻雷厉风行地 进行了一番内部治理 在肖凡的安排下 蜀光军的骨干 逐渐担任了社团的重要职务 国际岛的港口那边 已经有不少的蜀光军混了进来 将这些人招纳进社团 就让神州社团迅速地强大了起来 虽然过去社团的一些老人 还会觉得新首领的动作有些太大 但是却没有人敢于多说什么 因为有两个提出不同意见的人 已经无声无息地消失了 肖凡这边 还对合众国提出了严重的抗议 说他们杀死了前任首领江海洋 这件事肯定要和他们清算 合众国方面的首领叫做兰德斯 他本来就是合众国 驻神州海都的领事 末世爆发后 他也是有机缘的人 获得了他的机缘后 他来到了丛明岛 并且将这里命名为国际岛 在这里称王称霸这么久 兰德斯从来没有怕过什么 但是这一次的黑锅 他背得有点冤枉 毕竟江海洋还是神州社团的首领 这里好歹也是神州的本土 没有必要 他并不想去捅这个马蜂窝 但是那天晚上的事情 实在是有些气球 一群明显是合众国的士兵 冲进了神州社团 乱枪扫射之下 将海洋当场毙命 八个长老挂掉了五个 两个也是重伤不起 就剩下一个最小的长老 这个长老毫不犹豫地 就将屎盆子扣在了他的头上 每天都在谴责 抗议 并且煽动民众反抗自己 为了这件事 不少国际岛上的神州人 都被煽动了起来 这几条街头上 甚至有人开始游行了 说是合众国方面 必须交出凶手 兰德斯去哪里给他找凶手去 那些杀人的混蛋开枪之后 早就跑得无影无踪了 国际岛形势复杂 多国社团伶俐 那些人有心要躲藏 基本是不可能找到的 背了一口大黑锅的兰德斯 心情极度郁洁 他只能不断地 致电神州新首领叶凡 让他必须约束手下的举动 约束神州人的情绪 否则因此造成的一切后果 都将由神州社团负责 而对面的叶凡 只是回复给他一句话 不交出凶手 这件事没完 甚至叶凡将监控录像 都找了出来 长眼睛的人都能够看到 那是一群合众国的人 这个杀人凶手的罪名 兰德斯是摆脱不掉了 为此 兰德斯甚至还出面 呼吁作案的那些合众国人 希望他们能够主动站出来 他以他的人格担保 一定保证他们的生命安全 合众国社团 将会尽力地斡旋这件事 但是那些人 就好像龙龟沧海 虎入深山 再也见不到人影了 一个证据确凿 一个坚决不承认 江海洋的死 就在这里成为了寻案 不过人们也知道 神州社团 是不能将合众国社团怎么样的 毕竟人家实力摆在那里 而且盟友众多 并不是那么好对付的 他们只希望 这个新任的神州社团首领叶凡 能够真正地做几件事事 江海洋事件发生一个星期之后 叶凡果然有动作了 在联合社团大会上 叶凡公然发声 弯岛社团本就是属于神州的一部分 他们不应该作为一个独立的社团存在 今天晚上 神州社团将会兼并弯弯岛社团 任何人敢于阻拦 就是和神州为敌 弯岛社团的苏昌 顿时就有些傻了 他急急忙忙地向其他的社团求助 其中最重点的 就是合众国社团 兰德斯当然要保护苏昌 立刻出言反对这个叶凡的话 话不能这么说 你们两个地方分开 已经快一百年了 现在弯岛是我们中平等的议员 没有任何人有资格剥夺他们的合法权益 谁都不行 我是不会同意的 兰德斯的话说完 立刻就有人响应他的话 日不落人 法米尼人 日尔曼人 银州人 奥亚人 印德安人 南朝人 纷纷地开口反对 将所有反对的人一一记下 消反冷声道 谁反对我的做法 就是对神州社团的宣战 你们可要掂量掂量这件事的后果 众人并不以为意 虽然这个新上任的叶凡首领很强势 但是神州社团在国际岛上面的势力并不强 没看现在伯利亚人的首领 都坐在那里没有吭声 显然也是 不想因为叶凡的鲁莽 而同时得罪这么多社团 面对这种局面 以往和神州交好的国家 这会儿也没有出声 虽然他们是支持神州的 但是现在的局面 有点太不利了 他们人为言轻 这会儿不说什么 相信叶凡首领 也能够理解的吧 算了算了 等叶凡首领在这里碰壁 知道难了 他们再过来安慰安慰吧 联合社团的会议最终不欢而散 虽然叶凡说了 谁阻止他 谁就是自动和神州进入战争状态 但是却没有人将这句话当回事 不过兰德斯他们还是派出兵力 保护弯岛社团的所在地 宣称不受外敌威胁 人们都在紧张地等待 今天晚上叶凡的行动 但是人们失望了 叶凡这天晚上并没有行动 他回到了别墅后 就再也没有出来 甚至连神州社团的事 都交给了手下打理 似乎是非常生气 暂时不想理会别人了 有的人失望 有的人则是松了一口气 打不起来还是好事 最起码国际岛还是和平的 但是没有人知道 萧凡回到别墅之后 立刻趁着夜色离开了 悄悄地从别墅西面离开 萧凡回到了国际岛边缘机场 乘坐夜鹰离开了国际岛 他要去东山 因为基地车到了 第292章 采矿基地 从明岛到东山省 跨度3000多公里 萧凡乘坐直升机 也飞了差不多10个小时 回到了东山基地 基地车已经开进了 他建设好的大院里面 萧凡的飞机 直接就落在了基地车的旁边 巨大的钢铁怪兽停在那里 萧凡下达了一个命令 展开 轰隆隆的声音中 基地车变成了一个基地 萧凡打开了系统页面 开始点击建设生产 红井系统的建筑物 除了围墙哨楼等 都只能建立在基地车的周围 这个范围是直近500公里 不过 当正式的红井建筑物摆放出来后 即使周边没有基地车 也依旧可以继续摆放 但是必须依靠之前的建筑附近 这个距离就只有10公里了 萧凡现在要生产建设的 就是采矿场 这几天 红井的工程师和工兵们 已经将赵园大致的金矿区域 给摸清楚了 森林公园 这里就是最大的矿区 大概有三处采矿点 可以进行开采 距离这里大约100公里 分别还有两处采矿点 矿产资源也是不少 萧凡来到了工程师 预设的三个采矿点处 开始放置采矿场 他来到的路上 已经点选了一个采矿场 现在直接摆放就可以了 轰隆隆的声音中 第一个采矿场摆放完毕 总指挥 当你建设出第二个采矿场之后 采矿车也就随之解锁了 这里矿产丰富 你可以增加采矿车来提高收入 萧凡看了一眼系统页面 发现多出了一个武装采矿车 造价1万斤 萧凡先是在这里建设了两座兵营 两座战车工厂 毕竟这里也是自己的一个基地 建设了两个采矿场 并且增加了三辆采矿车 这样一来 每一个矿场都能够保证 有两台矿车在工作 每一台矿车每一天 都能够给萧凡带来 大约5000斤的收益 三个矿场六台车 就差不多是三万了 但是萧凡并没有满足 他又驾驶飞机 前往了另外两处矿场地点 先后将采矿场摆放好 并且又各自补充一台采矿车 至此 萧凡在东山省的目的 基本即使达到了 这里的十台矿车 加上曙光城那边的一台车 每天都能够稳定地 给他提供大约五万斤的收益 一个月下来 他就能够躺赚150万 之前萧凡的资金来源 多数都是通过珠宝店 或者银行获得 甚至前期一直依靠 从丧尸的身上往下扒 他还是第一次享受到 这么高的采矿收入 这样的资金收益 绝对会成为他最大的地主 回到基地之后 萧凡干脆一鼓作气地 又增加了两个营的士兵 作为守卫东山基地的力量 这里不是曙光城 没有民众需要应付 算是纯粹的军事基地 战车火箭炮等常规武器配置好 又布置了一些防空岛 但再留下了十辆天骑坦克 这里的防御基本就够用了 虽然这一次性 投入了大约200万的资金 但是要不了两个月 这些资金都会回来的 新的军队入伍 萧凡的三团就完全撤了出来 海都那边 萧凡已经老早就将黑锅赢掉了过去 在神州社团干掉了江海洋的 其实就是萧凡安排的人 只不过这个黑锅 算是结结实实地 扣在了何仲国的兰德斯身上了 甩都甩不掉 这些基础部队留下 剩下的部队 就都可以跟随萧凡前往海都了 在东山省基地内 萧凡看到二团 三团 空翔营 警卫营 装甲部队 炮兵部队 火箭军 甚至装甲列车 这些曙光军的主力 都已经聚集在了这里 这里军队 就是他在国际岛上的底气 当双方彻底撕破脸的时候 就是这些战士发威的时候 萧凡回到了基地车前 再次下令让基地车复原 一个展开的巨大基地 立刻重新变成了一辆大车 短暂用餐之后 立刻继续出发 目前国际岛附近 萧凡只是下达命令 让部队靠近国际岛 但是在哪里登岛 他还没有考虑好 最理想的位置 当然是新海都那边 可是被丧失占据 很难通过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 那就是 没有合适的运输船的话 想要进入国际岛 也是一个大问题 那里三面环江一面领海 当初连接岛上的大桥 也被炸毁了 小规模的部队能够混进去 但是萧凡这里六七千大军 加上那么多的重型武器 想要登岛 几乎不可能 不登岛作战的话 也是不可能完全击败联合社团的 没错 萧凡就是打算和联合社团开战 从他决定来海都的时候 他就已经想好了 曙光军第二个最佳的基地 毫无疑问就是从明岛 这个岛屿面积巨大 重地养活几百万人都很轻松 而且地理位置优越 不用担心丧尸威胁 简直就是天然的避难所 没看星海都遭遇灭顶之灾 从明岛都没有受到任何波及吗 别人可能会害怕 得罪从明岛上的世界各国 蔡志远怕 张志生怕 梁威怕 但是萧凡不怕 都得到系统了 害怕这些个鸟人 就是笑话了 蔡志远拿他当枪使的时候 他就已经想好将计就计了 现在基本是万事俱备 就差靠近地点和登陆地点 没有选择好了 这一刻 萧凡甚至在想 要不要让远在神龙江上的 气垫登陆艇来到这边 运输部队登岛 但是很快 他又放弃了这个想法 距离太远 而且太危险 并不划算 实在不行 等到基地车到达国际岛附近的时候 他就在别墅那里建设船物 然后原地造出一些气垫登陆艇来 忙活一个晚上 也许能够完成部分目标 正在他胡思乱想的时候 系统提示传来 工程师爱因远在曙光城 和萧凡通话 总指挥 如果是因为部队登陆方式苦恼的话 我们已经有了解决方案 哦 什么方案 周桥部队正在研发中 估计完成时间为48小时 完成之后 你可以在再具页面生产 周桥部队 应该不会耽误民的作战安排 第293章 空军作战实验室 听到爱因的介绍 萧凡心中的难题 终于被解决了一件 有了周桥部队 接下来只要确定登陆地点就可以了 相比于桥梁问题 其实登陆问题是更难解决的 肯定是会被发现的 到时候如果被国际岛那边打击 自己这边就失去了先机 很难做到出其不意 难道真的要和对抗死磕 那也太愚蠢了一些 萧凡心中有一个模糊的想法 但是暂时还不太敢确定 要等到回去之后再说 现在 他还差一个建筑物 在东山省基地内 他点选了空军作战实验室 100万斤花费了出去 时间需要花费48个小时 萧凡耐心地等候在东山省 基地车已经跟随大部队出发了 从东山道 从明岛附近大概需要六天左右 萧凡耽误几天也赶得及 两天之后 大部队已经快要进入了江淮省地界 萧凡这边的空军作战实验室 造好了 点击摆放 一座充满了现代化气息的厂房 出现在了基地之内 萧凡没有时间去看厂房的造型 好不好看 他心急的是自己的作战飞机 打开系统页面 载具那里果然出现了好几种新的载具 第一种竟然不是飞机 而是爱因和自己所说的周桥 国产GZM003屡带式重型周桥车 造价两万斤 自带成员三人 最大速度55公里 车辆可以展开 成周可以运在重型装备过河 也可以相互连接 形成一条水面桥梁 伸展宽度20米 长度30米 萧凡愣了一下 他之前一直以为周桥 就是船只上面搭载桥梁 相互拼接而成的 没想到现如今科技进步到了这个地步 这种已经有了屡带式的车辆 直接就能够开到水里去 这样一来 运输就方便太多了 一辆车30米长 从明岛附近的原浆宽度 大约在1500米 大概50辆车就够了 虽然造价略高 但是如果能够打败联合社团 那么一切就都是值得的 当然 打败联合社团 单单依靠这点力量 还是不够了 因为联合社团内等 战斗机的数量不下30架 想要对抗战斗机 最好的方式就是战斗机 萧凡期待战斗机 已经很久了 继续往下看新出现的载具 国产空警 2000雷达预警机 造价30万斤 自带机组成员7人 该飞机及情报探测 指挥控制 通信导航 电子对抗 信息传输于一体的 大型综合电子信息装备 雷达探测范围半径500公里 轰油6空中加油机 造价30万斤 自带机组成员4人 载油量37吨 空中提供加油量18吨 国产间实战斗机 造价20万斤 自带机组成员2人 最大起飞重量19300公斤 外挂3个附油箱 最大速度2 二马赫 无形状态下 携带23毫米高射机枪 携带90毫米口径 双管机炮火箭 携带空队空导弹6枚 这就是建设了 空军作战实验室后 所解锁的三款飞机 萧凡看了一会儿 行潮起伏不定 他目前解锁的飞机 不算是神舟最强的战斗机 无论是加油机 还是战斗机 都还有更好的 但是解锁要一步步地来 目前的这些萧凡 已经非常满意了 而且 宏颈系统的飞机 有一个最大的好处 那就是 每天自动油箱加满油 这是最方便的 要知道 每一架飞机都是有老虎 没有足够的燃油 这些东西根本玩不转 他第一步 是先建设一个飞机场 50万斤的飞机场 也需要一天的时间建设完成 萧凡只能在这里再多待一天 不过这段时间 他也没有闲着 他限时 花费了200万斤 生产了10架的歼10战斗机 这种战斗机的作战半径 大约是1250公里 最大航程3000多公里 如果去打国际岛 那就必须要加油机 在空中提供加油 萧凡再次花费60万斤 生产了两架加油机 然后又点选了一台雷达预警机 这些部队先全部进入生产序列 只要机场建设完成 这些飞机就都能够出现了 又是24小时的时间过去 曙光军的大部队 已经深入江淮 再有两天多的时间 就能够到达从明岛附近了 萧凡这里的生产才算完成 将东山基地内摆放出了机场 弱大的机场在基地内出现 这里已经成为了完全的军事重镇 萧凡反正也耽误时间 也不差这么一会儿 干脆又在这里生产了一个裂缝产生器 有了这个东西 就算是天上的卫星 也休想窥探到东山基地内的情况 完成这些 机场那边的飞机也全部出现了 机身上面带着巨大圆形雷达的预警机 有着不错的负重能力的轰油6 这种飞机是轰6式轰炸机改装而来 只不过 萧凡现在已经有更为先进的轰炸机 所以 这一次的飞机刷新并没有将轰6裂装进来 更加让萧凡激动的 就是那10架歼10了 这种战斗机算是神舟第四代主力战斗机了 虽然现在还有更为先进的 但是它的作战能力是经得起验证的 萧凡看过国际岛那边的飞机 杂七杂八的好几种 有歼10 有歼8 还有一些外国品种 但是都算不上一线的战斗机 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末世是全世界范围内展开 海外的其他国家 就算有先进的战斗机 也不会多 而且东山有了机场 蜀光军那里就可以实现和东山通航了 蜀光军的10架运输机 随时可以来到东山 帮助两地运输物资或者人口 不过这里一时半会儿 是不会对民众开放的 东山这里能够起降飞机的地方不守 这里的公路原本就有战备的用途 也可以用来运输民众 终于搞定了空军作战实验室 萧凡也是长出了一口气 有了战斗机 萧凡终于有把握和联合社团的人打一仗了 现在唯一需要解决的 就是登陆地点的问题了 这一战如果开打 我就算是和全世界为敌了 和国际岛集体开战 推翻联合社团的统治 这是一条不归路 萧凡可能不会得到任何人的支持 包括蔡志源等人 走出这一步的时候 萧凡就已经没有退路了 萧凡登上夜莺 返回国际岛的时候 看着窗外的天空大海 心中升起了无限豪情 现在是末世了 干就完了 第294章 身份暴露 萧凡乘坐直升机回到了国际岛的时候 运送基地车的大部队 也已经到达了江淮省南部 明天就下午 就能够到达南同地区 那就是新海都的附近了 只是具体从哪一个方向靠近 萧凡还是没确定 不过今天晚上 他必须确定下来这件事了 直升机再次降落到了国际岛的边缘 萧凡先是回了一趟神州社团 这里的情况并不是特别的理想 这几天 神州社团和其他社团 频繁不断地发生冲突 甚至有一些人 在激烈的战斗之中丧生 岛上的人都以为萧凡受到了 联合社团大部分国家的压力 这次算是演气息鼓了 就连神州社团内部 也有不少这种声音 认为新首领只是三板斧 遇到困难就退缩了 萧凡并没有试图 去纠正这种声音 那根本毫无意义 要是让这些人 都知道了自己的计划 反而会带来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在社团待了一会儿 安抚了一下人心 萧凡回转到了自己的别墅里面 他这几天不在别墅 这里的多数人 也跟随自己离开 只有小不点 被留在了这里 由于新来的这几个下人 都是普通人 小不点对普通人 已经失去了进食的欲望 所以萧凡就放心 让他留在了这里 打开别墅的门 里面的下人迎了上来 萧凡隐约地记得 这个下人叫李晴 负责自己的房间打扫卫生 看到萧凡回来 李晴惊慌地道 少爷 不好了 安心带着小少爷出去玩 和别人打了起来 现在都被抓到警察局去了 什么 被人抓走了 萧凡愣了一下 仔细地通过精神感受 突然感应到 小不点不在别墅里面 但是他也能感受到 小不点距离自己的距离 并不是特别的遥远 说说 怎么回事 萧凡问道 是这样的 今天我们出去采购东西 安心就问小少爷 要不要一起去 小少爷就跟着去了 哦 他就这么跟着 安心走了 没错 然后我们出去 安心就一直抱着小少爷 和他念念叨叨地 说了很多话 后来我们到了 国际游乐场那里 安心还带着小少爷 去坐了木马 结果就和人家打起来了 萧凡微皱眉 和谁打起来了 为什么打起来 和外国人 也是一个女人和一个孩子 听说是和众国那边的 开始是那个孩子 骂小少爷像个木头 小少爷不搭理他 他还把小少爷 从木马上面推下来 然后安心 就去打了那个孩子一巴掌 结果那孩子的母亲不干了 过来私打安心 还报警把他们抓了起来 说是要让他们吃不了兜着走 萧凡听完 这件事 你全程在场了吧 是的 我当时还给那外国母子 道歉来着 可是人家不领情 安心也不领情 少爷 安心这次真的是太过分了 竟给你惹麻烦 萧凡没有作声 亲自给和众国的兰德斯 打了一个电话 虽然他现在和兰德斯 处于对立 但是这种小事 兰德斯还是很轻易地 就答应了 当然 萧凡也可以不打这个电话 但是他也是有些担心 万一小不点真的失控了 那还真是麻烦不小 过了大约三十分钟 安心和小不点 牵着手回来了 萧凡没有作声 让其他人先离开 他单独地和他们 谈了一会儿话 安心在萧凡面前 声位俱下的控诉 那对母子 又说那些外国警察 有多坏 要是萧凡再晚去一会儿 他们肯定要吃苦头之类的 萧凡看安心 哭诉了大约十分钟 终于停止后 才开口问了一句 你们两个没受伤吧 安心冷了一下 摇摇头 然后试探地问萧凡 我是不是给你带来麻烦了 没什么 只是影响到了一些战略部署 要是北边 没有那么多丧事就好了 我也不用第三下四地去求人了 萧凡说完 还自嘲地笑了一下 我和你说这些做什么 今天吓坏了吧 吃点东西压压惊 一会儿去洗澡睡觉就好了 萧凡将准备好的 一些食物推给他 安心愣愣地看着萧凡 萧凡哈哈笑了一下 伸手抚摸了一下他的秀法 是不合胃口吗 没有 还好 安心微微低下头 嗯 那就好 你们都好就可以 别的都是小事 萧凡在他可爱的小脑袋上揉了两下 然后起身回去了卧室 安心看着萧凡 桌子上的食物一口都没有动 新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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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岛的合众国总部大厦 39楼 兰德斯就在这里办公 今天接到了叶凡的电话 他打了一个招呼 警察局那边就放走了叶凡家的下人 和一个小孩子 最初挂断电话的时候 兰德斯还有些想笑 没想到 叶凡只有20多岁 竟然有那么大的一个孩子了 但是后来兰德斯觉得 自己想得有些片面了 那不一定就是叶凡的孩子 因为他并不合理 出于好奇之下 他开始仔细地查阅叶凡的资料 北方大和能源集团的继承人 听上去似乎很正常 查了一会儿没什么进展 他随意地打开电视机看看新闻 这次的新闻 是精灵基地张志生那边播放的 电视新闻里面 一边报道了精灵基地 不断地接收新海都的幸存者 生存压力越来越大 各种生活物资都开始出现短缺 这种情况下 精灵驻军尽量多收集物资 保证幸存者生活所需云云 过了一会儿话锋一转 张志生在电视里面 抨击了天都蔡志远和神龙省的萧凡 张志生说 蔡志远和萧凡自封为联邦议长和副议长 但是却根本不管幸存者的死活 这样的举动行为 完全不配继续待在那个位置上 对于这种军阀之间相互攻击的新闻 兰德斯看了很多 也不怎么感兴趣 他们之间怎么斗 不要影响到国际岛这里就好 这里将是未来世界各国 踏足神州的桥梁和跳板 绝对不能有失 但是电视上一闪而过的画面 却让兰德斯愣住了 那是萧凡和一张孩子的合影 孩子的头上 戴着一顶最爱萧凡叔叔字样的帽子 看了一会儿 兰德斯突然摸起电话 将今天审讯室那边的资料 发给我一份 嗯 要那个孩子清晰的正脸照片 第295章 对策 过了一会儿 照片传送给了兰德斯 兰德斯拿着照片和电视里面一对比 发现这个孩子的样子 和萧凡身边的孩子一模一样 要说有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审讯室这边的孩子 帽子上面没有那六个字 但是兰德斯也能够看出来 这孩子的帽子是反着戴的 字样应该是在里面 萧凡 果然是你 兰德斯再次仔细地看萧凡和叶凡的对比 就发现 这两个人有很多的相似之处 应该是化了妆的 好啊好啊 玩得好一首声东击西啊 你在东山那边掩人耳目 然后突然出现在这里 让我猜猜你是要干什么 你该不会是想要来一出声东击西 一口吞掉国际岛吧 虽然我不知道 你具体是不是这么想的 我也不知道 你哪里来的自信 但我是绝对不会让你得逞的 兰德斯并没有立刻去公布 萧凡到来的消息 他只是将联合社团内 那些一直紧跟自己脚步的首领 都叫了过来 兰德斯说出了自己的猜测 这些人也都认同兰德斯的话 兰德斯先生 我觉得你的推测很有道理 萧凡是有备而来的 他在这里的目的 无非就是收集情报和拖延时间 说不定他的大军已经在来的路上了 我建议我们立刻进入战备状态 没错 而且我觉得 我们的防御重点就是在西边这一带 从明岛四面环水 但是东边是大海 他不可能从大海上来 北边是狮群 他也不能飞过来 南边隔着大江 过来也很难 相比从西边顺流而下登陆的可能性 就是最大的 只要我们在西边布置好防御 萧凡就算插翅 也飞不过来了 兰德斯也不住地点头 但是他想的要更谨慎一些 你们说的有道理 但是南边也不能不防 谁知道他们会不会从别的地方绕到过来 除了东边和北边不需要防御 其余的地方都不能错过 几个人商议了一下防御的事情 最后有人问 我们要不要现在动手 去抓住萧凡 或者出其不意地将其干掉 这样无论他打着怎样的阴谋 都无法得逞了 有人就反对道 这可不能轻举妄动吧 据我所知 萧凡已经用叶凡的身份 取得了国际岛的居住资格 他的飞机已经直接停在了他的别墅内 一旦我们这边有任何的风吹草动 他拔腿就跑的话 我们想抓都抓不住他了 没错 现在他的神舟社团耳目众多 贸然行动被发现的可能性很大 如果要动 那就要做好万全的准备 今天怕是不合适了 这些首领 你一言我一语 开始讨论行动的细节步骤 以及可行性 最后大家认定 对萧凡动手是可以的 但是必须准备周全 一击命中 经过讨论 他们决定成立一个联合行动小组 每一家出一些精兵 直接进入别墅区捉拿萧凡 之所以不使用联合社团的正规军 是因为萧凡身份的缘故 毕竟萧凡是秘密来的 而且暂时没有表现出敌意 他们当然也不能明面撕破脸 但是暗地里下手 就没那么多顾忌了 只管捉拿就是了 不管萧凡是不是真的打算 派兵进入国际斗 拿下审讯一下不就知道了 行动的时间 被他们定在了明天晚上 因为今天时间仓促 他们还没有准备好 而且 萧凡那边也风平浪静 不太像有事会发生的样子 兰德斯下达了命令 将萧凡所在的小区戒严 每一个进出的人 都要经过审查和登记 借口就是 这里出现了犯罪分子 他们正在抓捕 让大家尽量地 不要外出这样一来 就能够确定 萧凡有没有离开小区了 甚至雷达看守人员 都重点监视这一边 防止萧凡乘坐飞机离开 一旦有飞机升空 立刻就要报告 联合社团的人 开始行动了起来 一队队的武装军警 开始在小区内助手设卡 盘问行人 这样的举动 自然是瞒不过萧凡的 当这样的事情一出现 萧凡第一个想的 就是自己是不是暴露身份了 虽然还没有证据表明这件事 但是萧凡不得不防 基地车现在已经出了江淮 进入了南同市的边缘地带 十分地接近新海都了 他这会儿应该出去 找到一个合适的地点 部署基地车 但是这种情况下 他想要出去 还不太容易 萧凡一个人走出了别墅 来到了沙滩边上 踩着松软的沙子 萧凡一直来到了水边 看看左右无人 萧凡拿出了一个潜水面罩 和一个氧气瓶 心面一动 水花翻滚 水面之上 一条条巨大的触角涌动了出来 小巴巨大的脑袋 缓缓地露出水面 十几天不见 小巴的体格明显大了两圈 长长的触角 有差不多三十米的长度了 在水下 简直就是一个海洋怪兽 可见在海里 他过得非常滋润 现在已经是三星章鱼了 好小子 这个给你 萧凡将一个金盒扔了过去 萧凡伸出触角 接住一口吞下 几分钟以后 净化完成 他的触角长到了四十米 比汽油桶还要粗三圈 他已经是一个四星章鱼了 萧凡开心地吐着泡泡 萧凡将氧气瓶 和潜水面罩戴上 一头扎到了水下 小巴用触角拖住萧凡 大章鱼进入了水底 迅速地向着北方而去 水下 有不少的大鱼在下面游动 但是面对有着八条 四十米触角的巨大海怪 还是没有鱼敢于靠近这里 这让小巴得以迅速地 拖着萧凡前进 一会儿功夫 小巴已经横跨原江 来到了原江对岸 这里就是新海都附近了 是丧尸横行的地带 萧凡并没有往新海都那边去 他停在了这里 又将一枚二级金盒交给了小巴 这样他能够很快地进化到五星 而这个时候 天空上面一阵狂风袭来 巨大的战鹰从天而降 五星战鹰 神雕 神雕的身边 跟着一大群的四星战鹰 给神雕保驾护航 五星的神雕站起来 高度超过了两米 一展伸展超过十米 萧凡轻松地跳上了神雕的背 神雕直接腾空而起 四星战鹰们也跟随起飞 防止附近的一些变异海鸟靠近 萧凡就坐在了神雕的背上 直奔基地车到来的方向飞了过去 第296章 做法 此时夜色茫茫 萧凡坐在神雕的背上 感受天空上的烈烈狂风 大地漆黑一片 除了从明岛那边有些灯光外 其余的地方好像都死去了 没有一点亮光 但是萧凡可以通过雷达 看到下面狮群分布的情况 也不知道萧凡是不是看错了 他总是觉得狮群在缓缓地移动 从东到西 狮群以一种缓慢的速度移动 看上去似乎有离开新海都 离开南童的迹象 萧凡的随身雷达覆盖范围太小 神雕的飞行速度也很快 一会儿他就看不清了 不过萧凡还是相信自己的判断 也许这是一个值得利用的机会 神雕飞了大约一个多小时 终于开始下降 战鹰盘旋 落地之后 萧凡看到 自己的大部队已经近在眼前 六千多的曙光军战士 浩浩荡荡的钢铁长龙 此刻就位于南童市的北边 总指挥 我们到了 接下来我们往哪个方向走 参谋长提问 萧凡想了想 走东南方 啊 那里不是新海多的方向吗 我们可能会和丧尸发生冲突的 听我的没错 记住 不要走大陆 尽量地走沿海地区 如果我没猜错 这会儿沿海地区的丧尸 已经走得差不多了 萧凡既然下了决定 曙光军的战士 就毫无条件地遵从 所有人登车 开始向着沿海地区靠近 萧凡本人 则是再次跨上战鹰 亲自飞到了沿海地区查看 飞了一会儿 萧凡找到了一处地点 这里距离从明岛 大约八十公里 原本是一座小学 当然 学校早就荒废了 周围还有凌乱的脚步 好像不久之前 这里还有丧尸 不过现在没有了 而且学校的围墙 以及防护灵 都是完好的 隐蔽性还算可以 最起码 作为一个临时使用的地点 那还是够了 确定了这里 萧凡就落了下来 并且让战鹰 指引基地车 往这个方向来 曙光军的战士们 驾车开路 偶尔遇到丧尸 都能够无声无息地解决 身经百战的曙光军战士 面对少量的丧尸 那根本就是 连热身都算不上了 哪怕是变异丧尸也一样 大约两个小时之后 基地车终于来到了这座小学 从学校的大门进去 基地车就在学校的操场内展开了 随着基地车的落成 萧凡第一时间 先是点选制造了战车工厂 因为他需要用战车工厂 生产新的兵种 重型周桥车 其他人暂时休息 吃饭睡觉 保证精力充沛 战车工厂建设完 将其摆放好 这里的基地 就不需要其他东西了 萧凡点选了50台周桥车 这些车辆连接在一起 就能够形成一座 从原江通往国际岛的 临时大桥 萧凡没有在这里 等候周桥车全部生产完 他交代了一下 曙光军的军官们 你们做好准备 战斗也许会在明天晚上打响 你们要在明天下午的时候 到达原江北岸 等候我的命令 明白 从明岛的地图 我已经给你们了 好好看看 哪里是打击重点搞清楚 总指挥放心 保证完成任务 事情都交代清楚了 萧凡也该回去了 现在国际岛上的形势 也不稳定 他不能离开太长时间 再次跨上战鹰 萧凡升空而去 回去的路上 萧凡沿着海滩低空飞行 今天晚上的天气很好 大大的月亮皎洁 如同银盘一样 悬挂在天空之中 海水冲刷着沙滩 海浪泛起白色的水花 看着很舒服 漠视了 少了太多太多的人 虽然没有了过去的人间烟火气息 但是环境却出乎意料地好了起来 萧凡甚至能够在空中 看到海洋里面大鱼在翻腾 这在过去的沿海 是很难见到的 天气好 加上部队已经到来 虽然大战将至 但是萧凡的心情也好了起来 坐在战鹰背上吹着风 他哼着歌 回到了原江的江畔 到了这里 萧凡没有在乘坐战鹰 国际岛上有雷达监测 自己这边现在是监控重点 乘坐战鹰保不准就要被发现了 萧凡打了个呼哨 触角长达50米的小巴 再次从水下出现了 小巴现在的样子太吓人了 那个巨大的脑袋 就足有15米的直径 加上8条50多米长的巨型触角 完全就是魔幻世界里面的生物了 不过萧凡不怕 还觉得很亲切 这样的小巴 恐怕真的有掀翻一般船只的能力了 最起码海警船那样的 绝对会轻松掀翻 萧凡拿起留在岸边的潜水面罩的氧气瓶 再次在小巴的带领下 横渡圆江回到了自己的别墅沙滩边上 从水下出来将氧气瓶什么的放好 萧凡浑身湿漉漉的准备回别墅 突然 萧凡看到了沙滩附近有人 抬头一看 只见安心带着小布点坐在沙滩边上 不知道是在观潮还是在干嘛 萧凡刚刚一直在忙碌 加上这两个太过安静 他竟然忽略了 看到萧凡注意到他们 安心才对萧凡露出一个大大的笑容 叔叔 您真是一个热爱运动的健身达人呢 这么晚了 居然还出去潜水 月光下 他笑得很美 但是萧凡听到他的称呼 顿时就是一愣 你叫我什么 叔叔啊 我今年才十八岁 叫您一声 叔叔您不吃亏吧 萧凡盯着他看了一会儿 你愿意叫就叫吧 这么晚了 你们在外面干什么 安心看了一眼身边的小布点 他要出来看月亮 我们就来了 现在你回来了 他就交给你了 说完 安心起身离开了沙滩 回到别墅里面去了 萧凡来到了小布点身边 随口问了一句 月亮好看吗 本来没指望小布点回答的 没想到 他竟然开口说话了 叔叔 我们没有看月亮 萧凡被叫叔叔叫得有点麻木了 应付了一句 那你们看什么 看姐姐 做法 第二百九十七章 军统局的重任 萧凡看了一眼安心的背影 然后揉了揉小布点的头 他还和你说什么了 小布点想了想 他说带我出去玩 萧凡笑了笑 那你可要好好和他相处 小布点没有在说什么 跟随萧凡回到了室内休息 一夜无话 第二天 萧凡所在的小区 戒严愈发地严格起来 一辆辆警车在附近巡逻 街道上面 甚至还被拉了警戒线 禁止普通人靠近这里 对外就宣称 附近有敌对人员 正在搜查之中 萧凡虽然没有离开别墅小区 但是外面的情况 他依旧非常的清楚 别墅室内 萧凡和他的部下们 正在紧急召开会议 总指挥 根据对方的反应 我们已经推算出 他们的进攻时间 几点 下午五点 萧凡立刻连线周桥部队 你们那边的进度怎么样 报告总指挥 周桥车已经全部生产完毕 目前正在向从明岛方向前进 还有后续部队在跟进 预计下午三点到达原江 大约六点能够全面登岛 萧凡的手指 轻轻地敲了敲桌面 五点兰德斯他们会来抓我 六点我的部队 能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差 这一个小时很关键啊 军统局的沈局长关切地看着萧凡 总指挥 要不要你这一个小时先躲一躲 萧凡看了他一眼 躲到哪儿去 沈锐辉想了想 可以躲在谁里吗 弄个大澡盆一类的倒扣下来 让小八帮你压着点 如果没有合适的澡盆 就干脆让小八弄一个大海龟 将龟壳弄下来 应该完全够用 不得不说 沈局长的办法很有可行性 至少这样做 萧凡的安全是能够保证的 其他人竟然还觉得有道理 但是萧凡没有答应 而是微微摇头 你们可能是没有搞清楚重点 这一个小时的时间 我不是要跑 而是要拖 拖到我们的部队 能够顺利登岛 这个期间 一个小时甚至都不太够 因为部队登岛 也需要时间 面向众人 萧凡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如果对方不动用正规军 我相信 我们完全能够守得住一个小时 因为约翰他们的外籍营 目前就潜伏在别墅内和周边地区 随时可以参战 但是一旦他们参战 对方的正规军 肯定是要出动的 我们要做的 就是如果避免他们出动 或者让他们不能出动 说到这里 萧凡招呼了一些薛尼儿 说说对方正规军的情况 薛尼儿立刻道 联合社团共有兵力 一万五千人 其中战斗机大约三十架 坦克大约九十辆 火炮装甲车若干 海军力量主要有冲锋舟 气垫艇 海警船等 不过对方的海军 目前都部署在西边和南边 暂时不会过来威胁到我们 我们今天晚上需要担心的 就是对方的空军和坦克部队 薛尼儿介绍完 萧凡继续道 空军 你们不要太过担心 我有办法去应付 但是对方的坦克部队 我们至少要保证 他们在一个小时内 无法使出营区 准确地说 是五点半到六点这个阶段 绝对不能让他们离开 因为那个时候 约翰他们将会全面出现开始战斗 必定会引来他们的正规军 只要他们的坦克不到 我们就没有什么好怕的 听到萧凡的讲话 沈瑞辉带领军统局 全体激烈的鼓掌 因为现在参加会议的 除了警卫营的几个贴身警卫 外籍营的约翰之外 就剩下他们军统局的人了 沈局长忍不住钦佩地道 总指挥果然高瞻远瞩 运筹帷幄 不让对方的战机升空 不让对方的坦克出营 我们这不就稳赢了吗 多么简单啊 萧凡也是微笑 你说的没错 但是怎么不让对方的坦克出营 这个任务可是很艰巨啊 不知道军统局有没有信心 完成这次任务呢 沈局长文言第一时间 甚至还没反应过来 愣证了一会儿 才有些不确定的道 总指挥 你的意思是 不让对方坦克出营的任务 交给我们军统局了 萧凡沉稳地点点头 没错 军统局也叫军情局 其实就是特务机构 不要以为特务是什么贬义词 能够做一个成功的特务 那无意不是精英中的精英 比如你们军统局的刘敏 这个特务就做得很棒嘛 这时候 刘敏在萧凡身后 轻轻咳嗽一声 总指挥 也不尴尬 继续刚才的话头 难道说刘敏调走了 军统局就做不来接难任务了吗 我看未必吧 刘敏这时候 在萧凡身后接过话 总指挥 我看沈局长似乎挺为难的 要不还是我去吧 沈锐辉这时候 缓缓地站起身 对萧凡进了一个军力 总指挥放心 这个任务就包在军统局的身上了 我保证 对方的坦克六点之前 绝对出不了军营 萧凡拍拍他的肩膀 我看好你 沈锐辉被总指挥拍肩膀勉励 顿时浑身上下都轻了二两 但是他 还是比较有诚服 没有露出太过激动的神色 只是目光淡淡地在刘敏身上扫过 一股无形的战意悄然涌动 沈锐辉直接站起身 总指挥 时间紧任务重 我这就开始行动了 去吧 你做好这件事就可以了 其他的事情不用管了 沈锐辉一抬手 军统局全体成员 立刻起立对萧凡进礼告辞 然后呼啦啦地跟上 走路带风的离开了别墅 室内就剩下萧凡和一些警卫 还有外籍兵营的约翰 你们的人隐藏好了吗 好了 别墅地下室有一百人 剩余的人都在外面小山的山脚那里 一旦开战 随时能够过来支援 只不过这一次 没有能够带重武器过来 都是一些枪械 对方的战车坦克肯定不好抵挡 放心好了 尽管去准备吧 其他人交给我 约翰也起身 静力离开了 萧凡转身 看向了身后的金发美女 谭雅对着萧凡来了一个飞吻 时刻准备着 无论是对付敌人 还是对付 您 第298章 拆迁半大队 看着眼前漂亮的金发女郎 萧凡笑了一下 谭雅总是那么的热情奔放 但是非常可惜 萧凡能够感觉到 她比刚刚入伍的时候 要矜持了一些 那时候 萧凡感觉 她似乎随时都能扑自己怀里 现在却没有了那种迹象 也不知道中间发生了什么事 真是令人遗憾 不过今天晚上 谭雅的任务 确实是非常重的 今晚任务的成败 至少有30% 细于她的身上 萧凡不能不重视 萧凡默默地盘算了一下 谭雅这边占30% 沈瑞辉那边占30% 福桥杜江他不担心 应该问题不大 占10%吧 别墅区坚守的这段时间 也就是外籍兵营表现的时间 大约也占10% 还有20% 就是要看天意了 如果今天晚上是一个晴天 那么所有事情的成功率 都要大打折扣 甚至福桥杜江的计划 能不能完成都很难说 如果是一个阴雨天气的话 那么成功率就会大大的增加 萧凡中午吃过饭 就坐在了别墅的露台上面 眼前一边是江 一边是海 烟波浩渺之中 他的目光却一直落在天空之上 要是这个时候 能够建设出天气控制仪 那该多好啊 精神有些神游 连什么时候起风了都不知道 星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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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岛的大街上 整个岛屿上 足足生活着300多万人 而且 星海都被毁灭之后 又有很多人涌入了国际岛 现在国际岛上面的人口 都已经超过400万了 所以 这里的大街小巷 行人如知 一点都看不出漠视之后的氛围 甚至在国际岛生活一段时间的人 还会时不时地忘记 已经是漠视了 不得不说 这里地理位置的得天独厚 只有位于南北两岸的人 偶尔隔江而望 看到海都或者南童那边一片破败 才会感慨一下 这世道和自身的好运 国际岛内部的居住场所 也是分位置的 像是靠近联合社团陆军总部这里 就并不算什么好位置 每天坦克装甲车轰隆隆地来回行进 制造的噪音 让人听着耳膜都发胀 所以 和其他好的地段相比 这里的房价也不高 事实上 这里本来就是以前的一片低矮楼房和平房区域 也正是因为比较偏僻 所以才会被选择成为陆军驻地 这段时间 这个驻地周边的民众之中 有一种传言 说是这里的房子要拆迁了 联合社团会补偿一大笔钱 让这里的人去到更好的地方 得知这个消息 附近的居民都非常高兴 虽然他们不少人都是来自世界各地 但是对于神州的拆迁 还是有所耳闻的 什么房子写上一个拆字 那就立马身价百倍啊 所以这段时间 附近的居民是盼星星盼月亮 就盼着联合社团的人能够早点过来 将这片地给他拆了 因为这件事 附近还多出了一些混混 他们都是未来的拆二代 觉得有钱了 可以不务正业了 可以花天酒地了 可以提前消费了 所以就整天在附近胡混 非常的让人觉得讨厌 心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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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午刚过附近的街坊邻居都聚集到了拜占庭超市门前乘凉 拜占庭超市是一个异国人开办的 虽然是异国人 但是也被神州人带得有点跑偏 每天中午摇着蒲扇 拿着茶壶在超市门前一坐 立刻就有来自四面八方的人围上来 对面巴比伦牛肉面的老板 是个穆斯林国家的人 过了中午饭点 就想过来找拜占庭的老板下棋 两个人刚刚直上棋盘 就有不少人过来看热闹 黑人白人黄种人都有 观其不与真君子 显然这句话大家都没有学会 还没走两步就乱哄哄地闹成一团 这个时候 一般人说话 他们是听不到的 但是有人突然喊了一句 拆迁的来了 所有人都停下动作 闭上嘴巴 往说话的人看过去 说话的人是附近的一个混混 名字叫做昆博 是应得安人 看到昆博 众人一起骂了他一句 滚 昆博被忽视 有些不服气 你们不相信我 巴比伦的老板拱族 不是不相信你 而是你长得就不像拆迁的 昆博奇怪 拆迁的长什么样 拜占庭超市的老板接口 这个我知道 想要做拆迁工作 那必须得长得凶神恶煞 满脸横肉 走路要摇摇晃晃 最好还叼着牙签 戴着墨镜 鼻孔朝天 怎么讨厌 怎么吓人怎么来 那才像拆迁的吗 昆博闷哼一声 我不够格 差远了 其余的人也是一阵哄笑 并不拿昆博这个应得安人当回事 昆博也不管他们 伸手往远处一指 那你看他们够格吗 众人回头 只见远处路上 一辆敞篷的车子 飞速跑来 只嘎 刺耳的刹车声后 这辆敞篷越野车 横着停了下来 车上人还没下来 后面一辆三蹦子 以更快的速度冲了过来 胶皮轮胎在地面 划出一道黑印 刺鼻的焦虎味道 传来车子的尾巴 都差点甩到超市门前的平台上来 吓得众人纷纷躲避 三蹦子上面 两个身穿黑西装 戴着墨镜 长得不太好看的人跳了下来 打开了那辆敞篷越野车的门 越野车上面 一个年轻人走了下来 双手背在身后 下车后鼻孔朝天 抬头看了一眼超市的牌匾 有点意思 不过可惜了 过了今天就得拆了 抬起一只手 有人递上一颗烟 点燃了烟 打了一个响指 一条大狼狗从车上跳了下来 跟随在他的身边 吐着长舌头看着众人 又抬起一只手 一只大鸟从天而降 落在他的肩膀上 这会儿 年轻人才算将目光 投向了在场的人 吐出一个烟圈 漫条丝里的开口 恭喜你们 过了今天 你们至少都是百万富翁 千万富翁 甚至亿万富翁 开心吧 第299章 嚣张 拜占庭超市的老板 甚至眼含泪光地站了起来 这位 先生 您说的是真的吗 比真金还真 说着 这个人再次一挥手 后面就有大型机械开了进来 众人顿时就有些傻眼 怎么 现在就拆啊 今天先确定拆迁区 凡是我们 在街道上打孔区域内的 都属于拆迁区 我给大家三天准备时间 三天之后 立刻就拆 今天先拆街道 重新铺设管道 超市门前的众人 都呆愣愣地看着这边的大型机械 甚至开始作业了 全都觉得不可思议 以前总是听说神舟速度 神舟速度 今天终于见识到 什么是神舟速度了 这边说拆 三分钟就开始动手啊 人们 只能用忐忑紧张的目光 遛狗的年轻人 先生 我们不需要登记一下吗 年轻人摆摆手 没那个必要 我们划定几条街道 街道内部的都属于拆迁区 你们不用担心 这边说着 那边动手的速度非常快 有人将道路施工 请绕行的牌子摆好 挖掘机就开始上阵了 光当一铲子下去 水泥路就挖得裂开了 又一辆挖掘机过来 叮叮当当的作业 紧跟着又是两辆大卡车到来 现场顿时烟尘四起 呛得众人不得不走远一点 超市门前的人刚刚散去 拜占庭超市的老板 就发现家里的灯不亮了 哎 怎么这会儿停电了呢 国际道 这里有独立的水利发电厂 从来没有停电过呀 对面巴比伦的老板也出来了 我这里也停电了呀 怎么回事 两个人左右打量了一下 拜占庭的老板顿时抑制接口 喂 你看那里是不是把变压器给撞翻了 我靠 还真是 两个人急冲冲地跑过去 喂 你们拆迁就拆迁 怎么施工的 怎么能把变压器撞坏呢 这样我们这边用电怎么办 带头的年轻人不屑地哼了一声 马上你们就都是千万富翁了 还在乎那点电干什么 话是这么说没错 可是 可是我们是富翁也得用电吧 就是 你们到底会不会干活 你们是哪个公司的 叫你们领导来 我们不和拆迁队的喽啰讲话 周围人越来越多 年轻人一看顿时瞪起眼睛 都活腻歪了是吧 不知道我们拆迁队都是干什么的吗 惹毛了老子 今天就给你强拆了 说着 这小子撒鹰放狗 如胳膊挽袖子 更是从裤腿里摸出了一根棒球棍 一副随时大打出手的样子 他身后也跟了六七个人 都是那些司机什么的 这会儿 手里或者板砖 或者西瓜刀的操了起来 跟着他后面杂杂呼呼的 顿时就将周围街放的气势压了下去 拜占庭的老板耸了 那个 我锅里还炒菜呢 我回去看看 巴比伦的老板 看他狼狈逃跑的背影 呸了一口 都停电了 你还有什么可看的 他的胆子更大一些 但还是敢预料下两句狠话的 你们拆就拆 但是我告诉你们 这里不单单只有我们 这里还是联合社团陆军总部的必经之路 你们将这里搞得乱糟糟的 那些当兵的 可没我们老百姓这么好说话了 那个当然有我的老板去说 你们管那么多闲事干嘛 赶紧该干嘛干嘛去 谁在啰嗦 他的房子就不拆了 就说你们是钉子户 围观的百姓不敢言语 只能散去 跑水了 天哪 煤气泄漏了 那帮混蛋把管道挖穿了吧 该死的家伙 报警报警 让警察处理吧 陆军总部这边的情况乱作一团 当警察赶到的时候 这一条街道 已经被挖出一个宽三米 深三米的大沟 而那伙拆迁队 竟然也不知所踪 好像又去了下一个拆迁点 这种事 警察也不爱管 管了也是扯皮的 于是继续上报 希望上级去协调 上级接到了他们的上报 立刻开始去和相关部门联系 但是最后调查一圈 竟然没有发现 有这边有拆迁任务 这件事就有些蹊跷了 没有拆迁任务 什么人吃饱了撑的跑过去拆迁 难道就为了破坏一下 居民生活用水用电吗 那有什么意义 这会儿还没有人想到 这个神秘拆迁队 毫无目的性 东一下西一下的挖沟 到底会起到多么大的破坏作用 因为这些沟彼此并不相连 甚至相隔有些遥远 但是如果从高空俯瞰的话 就会发现 他们竟然隐隐地封堵了 这一整片的区域 上级要求下面调查清楚再上报 于是意见又反馈回了警察局那里 局长让下级警察再去调查清楚 下级警察欲哭无泪 这会儿他找谁调查去 时间就这么耽搁了下来 到了下午三点 这个拆迁队突然出现在高架桥上面 活生生地将高架砸开 联合社团的警察 才算堵住了这个一天之内 到处作案的拆迁队 站住 干什么的 立刻停止作业 拿出你们的身份证 姓名叫什么 手举起来 双手抱头蹲下 警察们纷纷掏出枪 围住了这一群拆迁队 他们心想 可算是抓住这些家伙了 这次总算可以和上级交代了 但是还没等他们呼喝完 前面那个遛狗的年轻人 突然抱起伤人了 双手一甩 至少四枚手雷被甩了出来 轰隆轰隆 附近围拢过来的警车 当场就被砸翻 甚至引起更大的爆炸 而他的身后 那些混混模样的拆迁队 这会儿更是纷纷地掏出枪 直接在街头和警察对射了 哒哒哒哒 冲锋枪咆哮 将这些普遍配备手枪的警察 打得根本抬不起头来 伤亡不小 最后 警察只能眼睁睁地 看着这个神秘拆迁队 从容撤退 当那个年轻人打着呼哨 召唤一条狗上了三蹦子 呼啸离去的时候 警察们只能无奈地 向上级报告了 这个时候 还很少有人能够明白 这个拆迁队 到底做了什么 现在的时间 是下午四点 距离联合社团总共开始 还有一个小时 第三百章 致命女郎 一团乌云从东边的海洋上 飘了过来 遮蔽了半边的天空 凉风吹过海岛 春天的闷热一扫空 有点点的雨滴逐渐地落下 空气中满是凉意 接到上行人迅速奔走 躲避即将到来的大雨 联合社团的空军总部 一群黑人白人的空军士兵 正在宿舍里面喝酒 这时候 一个高大的白人军官 带着一个漂亮的金发女郎 走了进来 嘿 山姆 你从哪找来的漂亮妞 真是够亮的 山姆醉醺醺的白白手 继续和你们的酒吧 今天我要好好的快活快活了 说完 山姆带着女郎 往宿舍里面走了过去 外面的一个黑人皱眉 你要把外人留在这里吗 闭嘴 蠢货 这里是我们合众国的人说了算 黑人被训斥了一句 善善地闭上了嘴巴 惹来了周围的人一阵哄笑 士兵带女人回来过夜 这在联合社团里面 不算什么新闻 想要让这些临时组织起来的 世界联军 如同以前的正规军一样 素养良好 那还需要一段时间的磨练 何况就算末世以前 这些外国士兵 也会经常地爆出一些耻辱的新闻出来 这并不稀奇 所以 山姆带女人回军营 并没有什么人在意 山姆本来打算 带这个刚认识的美女 回到自己的房间 但是中途美女却改变了主意 亲爱的 我们要不要到飞机上去 那一定很有趣哦 山姆露出一丝犹豫 这个恐怕不太合规矩 规矩规矩 你就是一个只知道守规矩的废物吗 难道有人破坏了你的规矩 你还要回家 去找你妈妈哭诉吗 被女郎骂了两句 山姆有些热血上头 醉酒之后 也不管那么多了 反正只是一个女人而已 根本不可能造成什么大的破坏 她干脆拍着胸脯 跟我走 今天我们激震 女郎顿时高兴 跟着山姆进入了机场区域 本来这里是有门位的 但是他们过来之前 雨突然大了起来 接天连地的大雨清盆下 弥漫的雨水 让人视线不清 机场前的灯光在风雨之中飘摇 本来守门的哨兵急忙地躲回到室内 但是这东南风带来的水气 却将整个玻璃窗弥漫 让他看不清外面的东西 山姆和那个美女 就是趁着这个机会 跑进了机场的 山姆本身就是战斗机驾驶员 她来到了自己飞机的机库门前 打开了机库的门 进入了机库内部 这是很大的仓库 高高的穷顶 通透达到了几百米宽度的机库内 一排停放了十架飞机 这十架飞机是联合社团空军的主力 其中歼十就有六架 歼八也有四架 两个人来到了机库内 美女左右看了看 然后对着山姆露出一个笑容 亲爱的 喜欢这里吗 山姆以为好事将成 嬉皮笑脸的靠近 可是刚刚还笑得甜美的女子 突然一抬手 颈部遭受重击 山姆一声不吭地 直接倒了下去 扑通 声音响起 机库内竟然有人听到了 什么人 怎么回事 原来在机库的尽头 一个维修小组正在修理飞机 因为视线遮挡 彼此才没有看到 现在这个小组听到动静 立刻走了出来 一眼就看到倒下的山姆 和站着的美女 他们立刻就想掏枪 但是美女的掏枪速度更快 双手在雪白的大腿上一摸 绑在大腿上面的手枪 就出现在了手中 砰砰砰砰 双手开枪 以一种不可思议的高速 飞快地将这个维修小组的七个人 迅速击倒 七个人同时拔枪 竟然没有一个 能够在美女击中他们之前完成射击的 机库外面的大鱼掩盖了枪声 美女收起了手枪 开始一个个地给这些飞机安装炸弹 他是五星战士 他是红颈英雄 他是谭亚 亚当斯 除了飞快的双手射击之外 他还是一个爆破专家 升级五星之后 他的身上更是携带了十枚定时炸弹 十架飞机全部安装 等到安装完毕的时候 时间已经来到了下午4点50分 外面的大雨哗啦啦地下着 谭亚看了一下时间 干脆就坐在了机库门前 看着这里的雨水 他在等待 等待联合社团那边的发动 这里是十架飞机 命运已经注定 但是 他必须要等待一个最佳的时间来引爆 星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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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凡所在小区的门口 来自各个社团的人 开始在这里集结 各个肤色的人种 拿着五花八门的武器 穿着奇装一服 驾驶着各种各样的吉普车 或者摩托车来到了这里 时间临近五点的时候 这里已经聚集了上千人 原本负责在这里职守的军警 这会儿已经不知去向 将接下来的表演舞台 完全交给了这些人 其中负责带领他们的 是来自日不落的安德森 这是一个染着五颜六色的头发 鼻孔穿着金属环 脸色白如纸的家伙 他的手里提着一把加特林 坐在敞篷吉普车上面到来了 嘿 各位 我们今晚可是要做一件大事 血洗那个神州人的别墅 你们都准备好了吗 没问题 我们都准备好了 嘿嘿 这可真是一个难得的放松机会 我已经迫不及待了 真想看到那些神州的小羔羊 在我们的枪口在惨叫啊 这样的一幕 无论上演多少次 我都不会觉得腻的 这些人渣们 都是接到了本国社团高层的命令 他们来做这种事 完全是轻车熟路 安德森更是兴奋地端起枪 那我们还等什么 冲进去 干掉那别墅里的人 我要将那个叶凡 拖在我的吉普车后面邮件 哦吼 冲呀 一踹吉普车的油门 车子咆哮一声 直接冲进了小区后面 乱七八糟的摩托车什么的 也是跟着咆哮 这些人举着枪 坐着车 嘴里打着呼啸 群魔乱舞一样的冲了进来 安德森的吉普车 一马当先 冲在最前面 前面萧凡的别墅 已经摇摇在望 安德森舔了一下嘴唇 手里扣住加特林 在吉普车里面站起身 他要送给神州人一份 见面里了 第301章 反击 安德森刚刚露出头 突然眼前电光一闪 萧凡的别墅方向 一道电壶 直接落到了他的车上 连同他带司机 还有后面的两个跟班 完全被这一道电壶击中 安德森一声没坑地倒了下去 车子瞬间失控 一头撞向了旁边的一栋房子 在中途 冲过绿化带的时候 直接就翻了 车队并没有因为 安德森一个人的翻车而停止 这些人扎门端着枪 骑着车大呼小叫地前进 好像打下别墅 能够带给他们多大的财富一样 破坏欲和犯罪的因子 在他们的血液里面流淌 这是一群堕落的人 这群人渣终于是清醒了一点 约翰带着的外籍兵团 早就在这里埋伏着了 当看到联合社团第一波派出的人 居然只是一群混混之后 他们也是松了一口气 起码在最开始的时候 他们不至于陷入恶战 这些混混的车辆 基本都没有防弹功能 当他们被埋伏的时候 他们的表现也不比普通人强 前面的人几乎全军覆没了 面对外籍兵团的枪口 基本没有活口 后面的人连滚带爬地想要后退 但是这里并不是广场 也不是公路 而是住宅小区 他们乱哄哄地想要撤退 顿时给了外籍兵团打击的更好机会 约翰看到机会 干脆一挥手 这些外国大兵们端着枪 从四面八方来了一个包围歼面 密集的弹雨打得混混们 哭爹喊娘 仅仅五分钟不到的时间 这一千多个混混 能够逃出去的人不会超过二百 那些人还是因为来的时候比较靠后 这才得以逃出升天 剩余的接近一千人 全部葬身在了这个小区 被吓破胆的混混们狼狈地报告 肖凡的别墅小区内至少埋伏着五千兵力 其实外籍营全部加起来才七百人 而且偷袭他们的不会超过五百 他们是怕说少了 显得他们太过无能 一直在等待消息的兰德斯顿时心中意紧 肖凡居然在别墅那里布置这么多的兵力 看来常规的手段是难以将其解决了 既然如此 那就一不做二不休 出动正规军将其剿灭算了 联合社团的高层紧急商议了一下 就让陆军总部那里出动人手 对别墅区那里进行打击 消息传达到了陆军总部 陆军立刻出动 但是五分钟之后 消息传递了回来 陆军暂时无法出动 因为今天白天 一支拆迁队对附近进行了拆迁工作 将周围几条街道挖得乱糟糟的 陆军的坦克还是装甲车 都无法通过那些深深的壕沟 该死的混账东西 谁让他们在周边拆迁的 兰德斯先生 这个应该是神州那边的人进行的蓄意破坏 那你们要多久能够通过那些壕沟 我们需要大约四十五分钟的填装 明知道 现在外面正在下雨 干什么都不是很方便 四十五分钟后 我们绝对能够填装完成 大约一个小时 我们就能够到达那个小区 动作快点 兰德斯愤怒地挂断了电话 他抬头看了一下时间 现在是五点半 陆军还要一个小时 才能到达萧凡那里 那么这一个小时的时间 很可能会出现变数 兰德斯站起身 来到了窗边 合众国大厦 位于国际岛的北部沿江 这里和新海都那边隔江相望 当初新海都遭遇灭顶之灾 兰德斯是全部看在眼里的 末世开始到现在大半年的时间 兰德斯看到了很多东西 这种暴雨的天气 丧尸是不会移动的 这也就是说 今天晚上 丧尸不会对人类造成什么影响 如果肖凡真的下定决心 进攻国际岛 那么今天晚上 无疑是一个好机会 兰德斯总是觉得有些心中不安 他觉得自己当初忽略了 天气因素的影响 也忽略了这种天气下 岛屿的卫兵是否会松懈 不行 不能再等待下去了 通知空军部队出动战机 将肖凡的别墅给我炸了 兰德斯这一次独断专行了 他甚至没有和别人商议 直接就下达了空军出动的命令 消息传达了下去 空军总部接到了命令 本来第一个任务是传达给了山姆 但是山姆不知跑到哪里去了 居然联系不上 有其他飞行员接到任务 要去机库启动战机了 但是 当他刚刚来到机库这里 突然灾难发生了 整个机库里面的十架战斗机 同时发生了剧烈的爆炸 一团团火球冲天起 将机库的房顶都给掀开 整个机库区域 完全笼罩在了烈火之中 剧烈的爆炸 让大地都在震荡 更是让机场的负责人 心脏差点跳出来 当他得知十架战斗机 完全报废的消息之后 他几乎丧失了所有的思维能力 还是他的下属 将这个消息 回报给了兰德斯 兰德斯听到这个消息 也是一屁股颓然地坐在了椅子上 很明显 这些事情不是巧合 陆军基地莫名其妙地拆迁 空军基地突如其来地爆炸 别墅小区隐藏的兵力 这一切都证明了一件事 萧凡在拖延时间 如果不是拖延时间的话 他这些事情是没有意义的 空军损失了十架战斗机 可还有二十架 虽然没有这十架好 但是摧毁那个小区 是绰绰有余的 或者陆军能够出动 萧凡小区内的守卫 根本就不值一提 他在拖延时间 那必定会有绝大的阴谋 兰德斯几乎一刻都等不了了 他继续下达命令 空军继续出动 可是他的命令还没有下达出去 他就先接到了空军方面的命令 报告兰德斯先生 我们的雷达侦察到 有敌机出现在了北方空域 请赶快做出指示 多少架 大约十几架 升空 迎敌 明白 不过我们的第二边队 已经准备好了 第三边队那边的人有些懈怠 还没做好战斗准备 告诉他们快点 谁一物战机 就地枪决 是 挂断电话 兰德斯觉得自己手心发凉 如果两个编队都能升空 或许还有一战之力 只希望肖凡那边没有发现 第三编队的情况 不然这一战可就危险了 第302章 歼灭 从明岛北方 曙光军的飞行编队 正在掠过天空 向着从明岛方向飞速前进 这一支飞行编队 是从东山基地的机场出发的 出发的飞机 不单单只有十架尖石 还有两架轰炸机 一架预警机 飞机的中途加油 是由空中加油机提供的 加油机的加油 是在接近从明岛的地方完成的 这样不但能够支持他们作战 还能保证他们 在战斗结束后顺利地返航 曙光军的第一架尖石战斗机出现 飞机上的驾驶员徐海舟 看了一眼雷达屏幕 脸上露出笑意 他们的雷达要更加先进 因为跟随他们一起到来的 还有雷达预警机 有了雷达预警 从明岛上敌机的分布 顿时一清二楚 已经探明了 对方的飞机有两个编队 目前第一个编队 已经开始升空 第二个编队那里 还没做好前期准备工作 升空要晚一些 我们现在立刻兵分两路 八架战斗机和对方纠缠 我带着两架战机和两架轰炸机 去攻击对方的第二编队 说什么也不能 让这些飞机无法升空 曙光军的十几架战斗机 立刻兵分两路 八架飞机开始去迎击 对方的第一个编队 虽然数量是十比八 但是曙光军的战机性能更好 还是占有优势的 而徐海州的两架战斗机 和两架轰炸机 则是直接向对方的 第二个尚未起飞的编队 猛扑了过去 从明岛上空 顿时响起了 凄厉的防空警报 和平已久 从来没有遭遇过 战争的国际岛人慌了 为什么啊 为什么会有飞机 入侵国际岛 这个世界上竟然有人 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韦 妄想挑战全世界吗 那些神州人 应该不会有这样大的胆子吧 他们不是一直都向往和平 不喜战争的吗 很多人还希望 他们只是做做样子 比如让飞机入侵一下 你的领空 表示挑衅 然后就离开 之后就是双方彼此抗议 或者谴责的戏码了 但是很快 枪炮的声音 导弹爆炸的声音 以及某个方向 升腾的火光 都表示战争真的爆发了 联合社团 第三个空军机库那里 飞机还在驶离机库 对方的飞机 就已经到了机库上空 国际岛因为和平已久 这里的防空火力 其实很一般 面对呼啸而过的战斗机 他们竟然只有一些 高射机枪在反击开火 蜀光军的坚实 面对如此薄弱的防空 那就不客气了 倒 但是刷新出来的 每天不用就浪费了 所以一般能用倒 但解决的情况下 蜀光军是绝对不会开枪的 所以联合社团这边开枪 那边直接就倒 但轰炸了 如此不平等的战斗 结果是可想而知的 蜀光军的几发倒 弹下去 联合社团的几处 高射机枪就哑火了 虽然对方还在手忙脚乱地 调整他们的防空炮 但是一切都已经来不及了 两架轰炸机的到来 宣告了这一处机库的命运 成敦的炸弹从天而降 伴随着大雨 在国际岛上 如同释放了一阵天雷 轰隆隆的爆炸 伴随蘑菇云升空 这里顿时化为人间地狱 飞机在高空呼啸而过 发出的巨大噪音 让地面上的人们不寒而栗 附近的人奔跑逃窜 希望远离这一场灾难 他们担心物炸 担心这些外来的战斗机 会摧毁他们的家园 但是这些飞机没有 干掉了这一处的机库之后 飞机立刻开始返回 轰炸机往高空远处而去 但是随时可以折返 徐海舟带着的两架战斗机 立刻去和同伴们会合 歼灭国际岛那升空的十架战斗机 一场空战 就在国际岛北方 原将上空打响了 天空之中 战机呼啸 机炮轰鸣 曙光军的战斗机 并没有第一时间全力进攻 凭借优良的性能 他们还在带着联合社团的空军 在天上兜圈子 联合社团这边的空军 最先进的那一批战斗机 已经被炸毁了 这第二第三编队 都是各国派来的淘汰机型 空战完全没有什么优势 凭借数量优势或许还能一战 但是这种数量对等的战斗 他们就完全出于劣势了 当徐海舟的两架战斗机 加入战场之后 真正的空战才打响了 曙光军的飞弹优势 这一刻体现得淋漓尽致 一道道拖拽红光的岛 但在天空划过 第一波就有两架飞机重弹 尾巴冒着黑烟 飞机完全失去了平衡 打着线从天空落下 一头扎进了滚轨原浆 在水面又发生爆炸 接下来的缠斗之中 联合社团这边更是不敌 先后又有三架战斗机重弹坠毁 这场战斗已经没有办法打下去了 大大大 一架联合社团的战斗机 喷射着火蛇 从江面飞掠而过 他这不是在进攻 他打算凭借低空飞行 躲过上面曙光军战斗机的围肩 然后从海面方向逃走 凭借飞机内的游 他或许有机会 跑到一个圆点的地方降落 比如弯岛 但是在飞过江面的时候 他看到了让人震惊的一幕 只见浩荡的原浆江面上 一条长长的浮桥 已经搭建了起来 一辆辆战车坦克 正在沿着浮桥快速前进 这架战斗机的驾驶员 完全看呆了 这 这是敌人大举入侵了吗 战斗机驾驶员还是静泽 他没有立刻逃走 而是选择了报告情况 我发现原浆江面上 搭建上一座浮桥 大批的军队正在通过江面 桥的尽头大概是 大概是 轰隆 话音未落 一声巨大的爆炸响起 这个本来有机会逃走的飞行员 也没能够逃脱厄运 一发倒 但直接送他回了老家 但是他发出的消息 还是通过电波传递了出去 接到消息的兰德斯 正在手脚发冷地 整个人都说不出话来了 陆军部队 你们还在磨蹭什么 全力进攻别墅区 无论如何 要将消防的部队 堵死在桥头那里 绝对不能让他们大规模登陆 不要去管那些飞机了 没有陆军的配合 他们很快就要灰溜溜地滚蛋了 全都给我上 不惜一切代价 不然国际岛就要成为历史了 歇斯底里的下达了一连串的命令后 兰德斯拿起了卫星电话 他决定给蔡志远打一个电话 也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第303章 施压 原江的江面上 50辆重型周桥车排成了一列 形成了一条长长的浮桥 浮桥的这一端 连接的是萧凡别墅所在的沙滩 因为天色昏暗 暴雨倾盆 所以萧凡的渡江 一开始根本就没有人察觉 当那架飞机的驾驶员发现 并且报告之后 已经有些晚了 联合社团的坦克部队 终于填满深沟 来到了萧凡的别墅小区前的时候 这边的先头部队 已经开始登陆了 快快快 绝对不能让他们的大部队登陆 顶住 给他们顶回去 小区的大门 已经完全被汹涌的钢铁洪流推平 一批批的联合社团坦克 蜂拥而入 如果能够顺利地展开阵型 他们还有机会将曙光军堵住 毕竟这一条浮桥上不能展开部队 曙光军再强也无法轻松通过 跟随坦克部队出动 还有联合社团军营里面的大批战车和步兵 这些车辆很多都带着高射机枪 甚至还有无数的单兵防空导弹 其中几辆防空导 弹车混杂在大部队里面 特别的显眼 别看蜀光军的空军占据了优势 但是这会儿 联合社团已经从第一波的打击中清醒了过来 陆军防空部队倾巢出动 如果蜀光军的飞机还敢过来空袭 他们一定会让其付出代价 此刻 从高空上面观看 就能看到 联合社团这边 大批的部队已经到了别墅小区门前 冲破大门往里面冲锋 黑压压的承扇形逼近 而福桥那边 刚刚完成登陆的坦克 只有几辆联合社团 还有机会 但是就在这个关键时候 就在原浆北岸那边 一些VS火箭发射车 已经竖起了巨大的火箭 随着一道道红光升空 拖拽长长的尾巴 直接飞越原浆 就对着别墅小区的院子和门前 开始了战术打击 经过这么长时间的战斗 别墅小区这里的居民基本都跑光了 蜀光军开火 也肆无忌惮了起来 前面没有准备的联合社团部队 在这种密集打击下 烟消云散了 二十多辆坦克和一些冲锋部队 直接就被打得尸骨无存 联合社团那边的防空岛 弹车这时候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一枚枚防空岛 但在雷达的指引下 升空而起 进行战术拦截 一团团的烟花在夜空乍响 别墅区这里 完全笼罩在了火光之中 V3火箭的打击和牵制 给蜀光军的登陆 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当联合社团重整旗鼓 冲到沙滩附近的时候 迎接他们的是 曙光军的十几辆天气坦克 这些超重型的巨大坦克 双筒炮塔轰隆隆地开炮 立刻就给了联合社团军狠狠一击 沙滩的面积并不大 起码大规模的军团 是无法完全在这里展开的 这个时候 武器的强弱 就成为了决定战斗胜负的关键 联合社团军的坦克开了几炮 也没能真正的击毁几辆天气 反而是被天气坦克 连续地击毁了二三十辆 率先通过浮桥的 就是曙光军的装甲兵团 一个装甲兵团 一百辆坦克 当三十台天气完全通过 接下来的九十九世 也加入战斗之后 联合社团企图将曙光军 封堵在沙滩区的想法 算是彻底地破产了 战车咆哮 战火纷飞 曙光军的先头部队 已经冲出了沙滩 开始全面地进入小区 和联合社团的部队 混战在了一起 联合社团 无法短时间 击败曙光军的装甲兵 就无法将曙光军 赶回大江北岸 随着后续的磁能坦克 九十六世 以及步兵战车的通过 这一场战斗 必定将会成为混战了 肖凡没有继续留在别墅里 他已经来到了 甲山上的一个隐蔽地方 安心 小不点 还有他的部下们 都跟着他 看着小区内的战场 不断地扩大 蜀光军的部队 越来越多地夺取阵地 肖凡知道 今天晚上这场战斗 是别想打完了 联社社团 毕竟是有一万五千人正规军的 蜀光军虽然武器更加先进 但是想要彻底歼灭他们 也实在太难 能够击溃就是好的 吩咐下去 重点消灭对方的防空武器 当他们的主要防空武器被摧毁 我们的直升机和战斗机 能够不受威胁参战的时候 他们就没有翻盘的机会了 肖凡还在不断地下达命令 这时候 蔡志远 肖凡嘴角勾起了一丝笑意 早不打电话 晚不打电话 偏偏这个时候打电话 蔡志远的目的不问可知 自从自己说 留在东山省建设基地之后 蔡志远就对自己不闻不问了 好像自己这个副议长只是空气 完全无视 肖凡完全可以不给蔡志远面子 不接这个电话 但是这个时候 他却突然想听听蔡志远要说什么 电话接通 肖凡喂了一句 电话另外一端 蔡志远的咆哮声清晰入耳 肖凡 你疯了是不是 肖凡呵呵笑了一声 蔡志远 你该不会是忘记了 是你下达的命令 招搞全国 让我来这里寻找解救幸存者 怎么我过来了 你反而不高兴呢 你 你不要偷换概念 我让你解救幸存者 但是我让你进军国际岛了吗 你知不知道 国际岛上面 有多少个国家的社团 我想你是不知道的 不然你不会如此胆大妄为 我告诉你 那里有整整120个国家的社团 而且 其中有至少三分之一的社团 和他们本国的人取得了联系 你这样的行为 是将我们推向了全世界的对立面 你明不明白 你捅了多大的篓子 肖凡不在意的道 议长说 这些已经晚了 我的部队已经攻进了国际岛 已经和联合社团的部队打成一团了 分都分不开 别和我说这些废话 我现在命令你 立刻让你的曙光军撤退 回到你该去的地方去 那边的事情不用你管了 幸存者也不需要你解救了 和联合社团那边的人道歉 然后该赔偿赔偿 将责任推给你几个手下 你就可以走了 肖凡哼了一声 所不到 肖凡 你想要抗命吗 你想让我们成为世界公敌吗 蔡志远的嗓门顿时高了八个度 肖凡吃笑了一声 蔡医长 你是不是跪久了 已经不知道站起来是什么感觉了 和那些人将道理 最佳的办法就是拳头 第304章 决裂 听到肖凡充满讽刺意味的话 蔡志远被噎的半赏没有说出话 最后 蔡志远只是阴森森地来了一句 好 那你按你的想法去做吧 但是 那只代表你 和我以及联邦议会没有关系 说完 蔡志远挂断了电话 肖凡看了一眼电话 知道蔡志远 这是想要和自己撇清关系了 不用看 他都知道 蔡志远一会儿就要通过电视直播 宣布解除自己的联邦副议长职务 他还会将这一切的罪责 全部推到自己的身上 他则是清清白白的 这种玩弄全数的手段 肖凡也是门清 不过肖凡也不怎么在乎 拿下了国际岛 自己也就有了立足的根本 占据这个神州要地 随时可以出海 身后还有神州大帝作为支撑 肖凡的势力将会显而易见地腾飞 所以无论有多少困难 肖凡也要做到这件事 国际岛必须是自己的 看到小区的战斗已经往外扩散 处处战火纷飞 反而是沙滩这边已经没有战斗了 一辆辆的装甲车开始登陆 全副武装的曙光军战士开始往外推进 接下来的战斗指挥 肖凡并没有亲自去参与 他只需要关注大的方向就可以了 曙光军已经是一支久经战争的精锐 完全清楚该怎么做 肖凡干脆就坐在了江边 这时候通讯员打开了随身的广播 让肖凡听听蔡志远的演讲 和肖凡想得差不多 蔡志远果然是在广播里面 说目前发生在国际岛的战斗 是肖凡的个人行为 和联邦议会没有直接关系 鉴于肖凡的恶劣行为 联邦议会决定解除肖凡的副议长职务 并且将由联邦法院对肖凡提起诉讼 诉讼的罪名有擅自发动战争罪 叛国罪 反人类罪等等 这些罪名都很重 其中主要罪状有几条 包括肖凡未经授权 擅自进攻伯利亚的罪名 有肖凡未经许可 私自进攻国际岛 导致生灵涂炭的罪名 还有一条是怀疑肖凡可能和丧尸有所联系 或者有些默契 这是最大的一条罪状 也叫做反人类罪 这几条罪状还需要法院调查取证 然后对肖凡审判 宣判 一旦罪名成立 肖凡枪毙一百回都不会嫌多 蔡志远甚至恶狠狠地道 肖凡这个人 就应该将他速冻起来 让他保持清醒的意识 然后风动在监狱里面 从侏罗纪关押到冰河时代 永世不得翻身 听到蔡志远的话 肖凡都有些气乐了 这样也好 自己也算是彻底和联邦决裂了 现在也是歌剧时代了 占据了从明岛 什么时候 自己要是能够收复海都 那就算是完成一个壮举了 他在这里思绪飞扬 却没有主意到 在他的身边 安心和小不点 听着蔡志远说 肖凡和丧尸有所联系的话 眼睛里面神色灰暗 新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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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岛上的战斗 从入夜就开始打 一直打到了天明 战局才算渐渐的明朗 凌晨三点的时候 完全渡江的曙光军集中火力 利用V3火箭 107火箭帕 以及战斗机和轰炸机的配合 在国际岛的核心街区广场处 一举歼灭了联合社团军的主力部队 所有的坦克部队 炮兵部队 以及直升机部队 几乎都在这一战损失殆尽 联合社团15000人的部队 现在已经损失过半 而且剩余的多数都是散兵游泳 在岛内到处乱窜 和曙光军抵抗 曙光军损失也不小 但是强大的体魄 和优秀的医疗队伍 让曙光军的伤员 都能够轻易地复原 这样伤亡人数虽然也过千 但是绝大部分人 都不会有事凌晨过后 大规模战斗 逐渐地变成巷战了 联合社团的人 打算依托他们的 一个个国际总部防御作战 但是曙光军这边 却不给他们那样的机会 击中优势兵力 拔钉子一样稳步推进 将一个个据点轻松拿下 逼迫的联合社团的人 一退再退 原江岸边 和众国的总部是最惨的 曙光军的突击小队 先后端掉了 联合社团几个防空据点后 曙光旧的战机卷土重来 几枚战术倒 但从天而降 将和众国大厦直接炸毁 其中一枚倒 但更是直接击穿了 和众国大厦的地下室 除了兰德斯是突变者 提前跳楼逃过一劫之外 和众国的人 基本都死在了大厦的废墟之下 对于这一件事 兰德斯无比的愤怒 国际岛也是有电视台的 虽然不是全国都能收到的卫士 但是周边 这几千公里内的范围 还是能够接收到他们的信号 兰德斯跑到电台 愤怒地谴责蜀光君 缺乏人道主义精神的卑劣行为 不过肖凡也很快通过 通信员的随身电台 发布了一条广播 蜀光君是误诈 你信不信不重要 反正就是误诈了 对于肖凡的这种强盗逻辑 和众国那边的人 无比的憋门 从来都是他们国家采用的强盗逻辑 现在居然自己也尝到了滋味 不过这时候料狠话是没用的 锁定了兰德斯的位置之后 蜀光君再次发动了进攻 直奔国际岛上的电台 发现蜀光君再次进攻 兰德斯也不敢在这里纠缠了 因为蜀光君是在国际岛的东北角登陆 现在虽然逐渐往东南和中心扩散 但是暂时还没扩散到西边来 国际岛在西边 还有一部分的驻军 并且那里还有造船场 还有海军 那里暂时还是安全的 兰德斯不得不收罗残兵败将 开始往岛屿的西边撤退 但是肖凡完全不想 让他们在国际岛继续立足 上午十点的时候 在西边的造船场附近打响了 联合社团的五千残兵 配合一些海军船只 和蜀光君进行了最后一场会战 战斗持续了两个半小时 随着蜀光君轰炸机的再次投弹 将几艘海警船全部葬身大疆之后 联合社团的人彻底败了 除了兰德斯等少数几个人出逃 他们的主要军事力量完全被摧毁 兰德斯等一些人可能逃向宝岛 可能逃向盈州 也许未来他们还会来报复肖凡 但是那绝对不是短时间能够实现的事情了 那些对于肖凡来说根本不重要 没有他们也会有别人 他选择了打下国际岛 就已经得罪了全世界 不过他的付出都是有回报的 经过这一战 国际岛这个神州第三大岛 占据神州原江入海口 连接神州南北的关键之地 几千平方公里的战略要地 已经成为了肖凡的领土第305章大建设 对于国际岛的战斗结果 蔡志远 张志生 梁威等人并不感觉意外 肖凡既然敢进犯国际岛 那必定是有了很大把握的 联合社团抵挡不住是很正常的 但是他们并没有针对这件事多说什么 除了蔡志远表示 这件事是肖凡个人行为 和他无关之外 像是梁威和张志生 根本连说都没有说什么 而且就在肖凡在国际岛开打的这段时间 神州又有三个幸存者基地收复了卫士 西京基地的张鑫 天府基地的梁爽 这两个人收复了卫士后 也在电视上分别发表了讲话 但是却没有宣布加入联邦政府 联邦政府在民间的威望已经开始跌落 这么多的人不加入他们 蔡志远这个议长有些名不负实了 直到第三个基地 东北地区的沈城基地的出现 才算是挽回了一些联邦政府的声势 沈城基地的首领江富春 收复卫士之后就宣布加入联邦议会 成为议会的议员 紧接着沈城那边 槟城的魏无忌也终于完成了卫士的收复 正式宣布加入联邦议会 现在蔡志远这边有天都 天港 沈城 槟城四大基地 联邦政府也算是出具规模 占领了北边的大片疆土 其余的像是精灵张志生 深海的梁威 西京的张兴 天府的梁爽 包括从明岛的萧凡 在蔡志远的口中 全部都是割据一方的军阀 联邦政府这边的新闻天天宣传 要求这些军阀尽快成建 加入到联邦政府的大家庭中来 不要为了一己私利 误国误明 这些军阀也不回应蔡志远 好不容易走到这一步 谁也不想被人截制 他们都在做官局势发展 现在南边也有一些基地 在抓紧收复卫士 据说越北 东海那边还有两个基地 但是那里也都是丧失无数的地方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完成收复 另外 大家的目光 也都聚集在萧凡所在的从明岛 不得不说 从明岛的地理位置 真的非常的重要 而且 萧凡的曙光军刚刚占领这里 统治并不稳固 这里的居民 一大半都是外国人 人口成分复杂 而且天知道 有多说心怀不轨的人混杂其中 等待时机兴风作浪 所以目前的从明岛 其实非常的危险 外面的很多人 都认为萧凡一时半会儿 根本搞不定这里 他们都在等着看笑话 甚至不少人也都趁乱 悄悄地将手伸进了从明岛 信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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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号信号 对于外界的情况 萧凡是非常清楚的 但是他这会儿没有时间 却理会别的 稳定从明岛的局势 是第一要务 好不容易占领了这里 萧凡就没想过 从这里退出去 打垮了联合社团的军队之后 萧凡率领部队 第一时间就直扑联合社团的银行 从明岛发行的货币是金盾 而金盾的兑换则是用黄金的 兰德斯等人 被萧凡的突然发动 打乱了阵脚 一天一夜的战斗 联合社团就完全被打垮了 他们的黄金 根本没有来得及运走 萧凡也不可能 允许他们带走黄金 在战斗进行的过程之中 金库周边就是他重点注意的目标 当萧凡来到了银行总部地下金库的时候 即使他见过了太多的美景 还是被眼前的景色深深震撼 联合社团的地下金库 经过这大半年的收集 黄金储备丰富的下人 到处都是一片恍人眼睛的金灿灿 萧凡也没有清点黄金的具体数目 直接让士兵在外看守 他就负责在金库内转换 单单是转换 就花费了萧凡十几分钟的时间 累计转换资金1352万 造完周桥车之后 萧凡手里的资金已经枯竭 这一下就算是彻底的补回来了 拿到钱之后 萧凡首先来到了联合社团的陆军总部 他吩咐曙光君将接到戒严 然后将基地车开了过来 沿着别墅那边的福桥 基地车一直开到了陆军总部的核心区 这里已经人去楼空 萧凡放心地将基地车在这里展开了 展开基地车 然后萧凡迅速地将两个建设好的发电厂摆放了出去 从明岛这边原本是有个水电站的 但是这对于萧凡来说已经不够用了 他首先点选了两个水电站 因为靠近原浆 这里不需要锋利也不需要火力 奔流不息的江水就是最好的动力来源 直接带给曙光君源源不断的电能 两个水电站建设在了岛屿的西边 这里人口稀少 正适合建设 水电站摆放了出去 萧凡这个从明岛基地的电力几乎满鸽了 陆军总部占地面积5平方公里左右 水电站建设完议会 萧凡又这里建设了15座兵营和5座战车工厂 15个兵营可以容纳10500的兵力 而多了这里的5座战车工厂 萧凡的战车工厂总数也超过了10个 超过10个之后 就可以实现秒出兵 哪怕是建设陆战霸主的天气坦克 也是一秒一个的速度 200多万的资金花出去 萧凡的可生产人数已经达到了铝的满边状态 2万 而现在蜀光军的总兵力也超过了1万2千人 其中蜀光城大约有3000多人 东山基地那边有接近2000人 剩余的7000人都在从明岛了 建设完了兵营和战车工厂 萧凡并没有停止建设的脚步 他接着又去建设船物和飞机场 蜀光城那边的船物在这里用不上 东山基地的飞机场也是距离太远 萧凡决定在这里建设两个船物和两个飞机场 从明岛这么大的地方 方圆5000多平方公里 虽然有几百万的人口 但是依旧有很大的空间可以施展 这是和蜀光城截然不同的体验 萧凡可以在这个安全的领地挥洒自如的任意建设 只不过这些建筑物的建设也需要时间 兵营和战车工厂的建设就花费了大约三天的时间 接下来的船物和飞机场 大概也需要三天才能建设完 在萧凡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 从明岛上面也一直没有安静过 第306章 地下 从明岛核心区 原江之夜大酒店 17楼 这里以前就是一个赌场 世界各国的人都喜欢来这里享受放松 只要你有钱 全世界的美女 你在这里都能够找到 但是相比美女 金钱的诱惑往往更大 尤其对那些赌徒来说 一个置骰子的赌桌前 十几个人围拢在这里玩乐 虽然现在联合社团覆灭了 萧凡的曙光军占领了岛屿 但是大多数人的生活并没有多大的改变 该干什么还是干什么 萧凡暂时也没表现出来 要将岛屿内的一切都掌握在手里 烟雾缭绕的赌台前面 一个来自桑巴的大胡子 嘴里叼着雪茄 面前摆放了一摞的筹码 五千块 压大 五个一千的筹码扔到了大的位置上 看到大胡子压大 有人跟着压大 有人买小 还有人去买点数 五千块就是五千金盾 这并不是一个小数目 河关将三个筛子拿起来 放到了筛中里面 哗啦呼啦 河关摇晃了几下 掀开了筛中 2349点小 河关吆喝了一句 将压大的筹码全数收走了 虽然赔了几家小 但是总的来说 河关还是赚了 谢特 大胡子恼火地骂了一句脏话 手里垫量着筹码 却不知道继续压什么 这个时候 旁边一个黄皮肤的男子走了过来 看了一眼大胡子 买小 为什么 已经出了五手小了 不是应该买大吗 每一把都是一个新的开始 买小 感觉看不到曙光啊 看不到也可以试试 如果你赢了 可以请我喝一杯 大胡子压一万小 居然真的赢了 你真是我的贵人 走 我去请你喝一杯 大胡子扔给侍者一个筹码 让他开了一间包厢 两个人进去喝酒了 进入包厢 大胡子迅速地关上了门 夜宵 男子点点头 没错 你是老K吧 是我 大家现在都怎么样了 不用担心 都已经到了安全的地方 你这边侦查的情况怎么样了 老K摇摇头 看不清 萧凡他们在岛上搞圈地运动 岛屿内的很多地方 都被他们化为了军事禁区 现在我们的人找不到机会 其他方面呢 一点消息也没有吗 也不全是 我们调查到了一件事情 萧凡的大部队渡江的那天 位于原江入海口的北岸 南童那边的丧尸 竟然主动地往西方撤了30公里 也正是因为丧尸的撤离 才导致萧凡的部队 直接在北岸架设了浮桥 大部队顺利过江 如果不是这样 联合社团不会败得这么快 被称作夜宵的男子 沉吟了一下 这件事确实很蹊跷 说起来 我们也掌握了一些资料 但是这些资料 还不足以证明 萧凡和丧尸之间有联系 我们需要更多的证据 这件事不好办 别墅区那边被封锁得很严 而且 萧凡最近似乎也不在别墅区 我们无法掌握他的动向 说到这里 老K顿了一下 这个岛上面 现在很多人都有动作 我们正在私下联系志同道合的人 只要我们联合起来 就能掌握一部分的力量 寻找合适的时机发动 我知道 现在有地下报社出现了 有人在加班加点的印刷传单 都是反对萧凡和曙光君的 还试图让我参与 正在悄悄地发展 要我看啊 过不了几天就要出乱子 夜宵又问 我们这边的人都可靠吧 可靠 都是经过考验的 而且 名单只有我这里有 我一会儿交给你 给我干什么 你留着吧 萧凡这边查得言 他手下的秘密特务 现在活动很猖獗 万一我这边出了问题 你还能找到他们 不然好不容易发展的人员 就要失联了 两个人正在低声蜜语 门外敲门声响起 适者来送酒了 两个人立刻停止了谈话 适者进入了室内 将他们要的酒摆放好 二位先生请慢用 老K点燃一根烟 抽了一口 莉莉丝还在跳舞吗 你给他叫过来 就说我来了 让他过来陪我喝酒 嗯 他还在跳舞 我这就去叫他 适者将酒放好 转身离开了包厢 夜宵正要拿起酒喝酒 老K突然制止了他 慢着 怎么了 不好 我们暴露了 那个适者有问题 老K你没事吧 我看这个适者挺面熟的呀 是挺面熟 但是莉莉丝这个人 完全是我瞎掰出来的 他居然答应了 你说 这代表了什么 夜宵的脸色 也一下就难看了起来 老K二话不说 立刻将一张纸塞给了他 这是名单 收好 我们现在就走 夜宵也不废话 将名单往怀里一收 两个人迅速地出门 出门装作去洗手间的样子 两个人勾肩搭背 摇摇晃晃地往外走 到了电梯门口 迅速地按下了电梯按钮 电梯在下面往上来 这里是17楼 到达这里需要时间这段时间 两个人等得无比的新交 突然远处走廊那里 已经出现了一批黑衣人 刚刚的那个侍者 手拿一把枪走在前面 看到老K二人 他顿时高呼一声 在这里 你快走 老K一把将夜宵推进了电梯 他本人已经来不及上电梯了 直接拔枪 原地翻滚 对着侍者那些人就开枪射击 狭窄地通到走廊内 激烈的枪战迅速爆发 夜宵眼睁睁地看着 老K这个精锐的特工身中 树弹倒在了血泊之中 但是他根本不敢停留 电梯门已经关闭 正在飞速地下降 他要尽快地去到一楼 然后离开这里 离开这个被白色恐怖笼罩的地方 不然老K的牺牲就要白费了 第307章 白色恐怖 电梯疯狂地下降 夜宵的运气不错 中途没有人按停电梯 让他直达一楼 电梯门刚刚打开 夜宵立刻飞奔而出 酒店外面的停车场上 他的保时捷就停在那里 从明岛上的道路状况不错 跑车也能够轻松飞奔 上车之后 一脚油门踩下去 车子飞驰而出 从车子的后视镜那里 他能够看到对方的动作也很快 两辆同样不逊色的跑车 很快追了上来 夜宵面色冷峻 想追我 下辈子吧 要知道在末世之前 我的车技水平都可以去跑方程式了 车子油门踩到底 汽车轰鸣前进 再从明岛的公路上飞驰 连续冲过两个红灯 并且做了两个极限飘移之后 他终于甩开了追兵 但是还没等他高兴起来 天空之中的直升机 让他的心里一阵的绝望 该死 居然还有飞机 不过夜宵也不是白给的 一脚油门下去 车子直接冲进了闹市区 连续撞翻了几个摊位之后 夜宵果断地混进了闹市区 到了人群之中 他迅速地将衣服反穿 手往头上一抓 将假发摘了下来 整个人顿时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从闹市区那里穿过小巷 他迅速地向着江边走了过去 从明岛三遍还江 长达上千公里的江岸 肖凡目前的这些人 根本不可能完全驻守 只要他能够到达江边 那里有他隐藏的摩托艇 上了摩托艇 十分钟以后 他就能离开这里 并且将情报带走了 但是他发现 后面的追兵并没有完全被甩开 尤其离开闹市区之后 后面的人竟然又追了上来 追击的人也抛弃了车辆 好几个人竟然还有狗跟着 糟了 竟然还有军权 这下麻烦了 夜宵强迫自己冷静 现在江盘这里够黑 自己悄悄地跑还有希望 但是如果明目张胆地 去驾驶摩托艇 那肯定会被发现 夜宵不敢冒险 心中念头快速转动 还真被他想出了一点办法 星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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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情局的葛六子 穿着适者的衣服 带着几个新加入的人 还有一条军犬 正在抓捕敌人的特务人员 这几天军统局可算是春风得意了 自从总指挥 突击了国际岛的地下金库之后 整个人也变得大方了起来 军统局这个排级单位 终于第一次达到了满边状态 全局的人手达到了三十个 而且还有十只鹰和十条狗 沈局长坐镇指挥 全局集体行动 这几天正在疯狂地抓捕一切敌特分子 现在从明岛上别的不多 就是这敌特分子足够多 想要在这里兴风作浪 浑水摸鱼的人有的是 每天组织游行啊 串联山洞民众啊 印刷地下报纸刊望 收集买卖军火啊 刺探我方部队部署情况啊 甚至打探总指挥行踪等等 情况太多太多了 沈局长已经下定决心 一定要在这段时间好好表现一下 争取让总指挥给军统局 升级到联级单位 雕副局长也带队出去了 他葛六子作为军统局的老人 这会儿也单独出来执行任务了 他直觉自己是摸到了一条大鱼 虽然不知道这个大鱼属于哪个方面的 但是他绝对不会让到手的机会溜走 一定要逮住这个家伙 带着军犬一路狂追 终于追到了这江边 眼看前面就是滔滔江水 葛六子摆摆手 扇开 身后几个军统局的新人间谍纷纷扇开 手里拿着枪 守卫各个方向 葛六子拿着手电筒照射地面 看到地面上的脚印 一步步地步入到了江水里面 水盾逃跑了吗 江水能够冲刷人的气味 这会儿军犬也失去了目标 江峰袭袭 岸边水草荡漾 一个人影都没有 葛六子觉得非常遗憾 但是人已经跑了 他只能收队 刚刚往回走了两步 葛六子突然停下了脚步 不对 江水里面非常的危险 尤其深水区大鱼无数 水性再好的人也不敢游泳过江的 那么这个人 应该还没走 葛六子回头 看着浩浩荡荡的江水 以及江边茂盛的水草 他拿出了对讲机 直接呼叫警卫营那边 因为警卫营这几天也参与了抓捕行动 有事可以呼叫 我是军统局省局长 麾下得力干将葛六子 你是谁 葛六子非常牛叉地讲话 啊 你说你是刘敏 对不起对不起 明姐 我不知道是您 我是军统局小六子 对对对 就是小沈麾下的喽啰 明姐你好 我请求支援 位置在江畔 坐标是 XXXXX 我怀疑这里有人隐藏 好的 谢谢明姐 你可真是 咱们军统局第一凯末啊 面对军统局出身 现在在总指挥身边 担任情报秘书的刘敏 葛六子完全成了三孙子 没办法 这个大姐连沈局长都敢对 据说离开军统局后 没少给沈局长屎半子 好像起因是 沈局长忽悠了他什么 他一个军统局小兵 也不好乱打听 只是知道一些小道消息 不过刘敏的效率是没得说 不到三分钟 一架五支九和一架炮艇机 已经飞到了江畔上空 葛六子就在远处比划 这里 到这里 这么大一片的芦苇荡区域 那个人肯定藏在这里面 你们要最快速度 把他给我弄出来 活要见人 死要见尸 五支的驾驶员搞清楚了他的意图 接下来精彩的表演开始了 五支九就在不远处悬停监视 而炮艇机就在天空 开始了灯塔盘旋 炮艇机上面 十几艇机枪机炮 直接开始扫射 灯光打亮 金属风暴开始离地 全方位 无差别的射击 本来叶霄藏得好好的 也不认为外面的几个人 有短时间找到自己的能力 但是他万万没想到 曙光君居然用这种方法 短短五分钟之内 炮艇机倾泻了至少八千发的子弹 叶霄终于没藏住 被一枪打在了腰上 当场腰都打断了 鲜血从水面升起 叶霄已经处于冰死状态 但是他非常的不甘心 早就听说 曙光君浪费成风 能用倒 谭解决的都不开枪 一直以为都是谣言 今天才算见识了 你们好好搜查一下 我也跑不出去了 顶多我和你们拼了 你们损失了把人 就很了不起了 可是 你们连一个人都不想损失 非要搞出这么大的阵仗 抓一个人 发射进万发机枪子弹 难道子弹不用花钱造吗 你们就败价吧 这么下去 用不了别人来打 你们自己都能把自己败费了 叶霄带着慢慢的不甘和恶意 终于闭上了眼睛 这只是这几天 曙光君清除敌人地下势力的一个缩影 类似的事情 一直在从明岛各处上演 军统局联合警卫营 掀起了一场白色恐怖 世界各国 全国各大势力的间谍 特攻 都在这白色恐怖之中 瑟瑟发抖 第308章 大事件 二师兄 从明岛的清理行动一直在持续 但是萧凡知道 这件事情 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完成的 他需要做的 就是尽快地提升实力 稳定局势 在占领从明岛的一个星期之后 萧凡终于完成了大部分的基础建设 陆军军营 空军军营 海军码头 全部建设完成 陆军的15座兵营和5座战车工厂 空军的4个飞机场 海军的4个船务 都已经建设了出来 这些基础建设 花费了800多万的资金 不过萧凡并不行疼 这些钱都是花在了刀刃了 至此 蜀光军再从明岛 就有了强大的爆兵能力 只要有战斗需要 蜀光军可以瞬间完成大批兵员的生产 形成强大的战斗力 这些建筑物建设好 萧凡又建设了一批防御建筑 裂缝产生器 这是必须的 将蜀光军的关键地方遮蔽 让雷达卫星都无法探查 然后就是布置了一系列的防空岛 但发射警萧凡 吸取了兰德斯他们的教训 因为不重视防空 当战机战败之后 就无法抵御蜀光军的战机入侵了 萧凡不一样 他陆续地在岛屿上 布置了十几个防空岛 但发射警 就算是飞机战败或者主力不在 从明岛也具有强大的防空能力 等到以后更多的防空岛 但系统解锁 萧凡将会毫不吝啬地继续投入 最后就是间谍卫星 可以笼罩从明岛附近3000公里的范围 无论大地天空还是海洋 就都在萧凡的监控范围内了 当间谍卫星点亮的时候 以从明岛为中心 3000公里内一切都亮了起来 北边的南童 包括江淮省的大部分 甚至深海基地 都在间谍卫星的监视范围内 南边的海都旧城区 包括海都在往南一些的江南地区 也有一部分被监视 西边 间谍卫星的边缘 甚至覆盖了精灵的郊区 虽然不能监视到张志生的老巢 但是张志生如果敢于东进 萧凡立刻就会发现 而往东则是浩瀚的大海 附近的一些岛屿也在监视范围内 现在海都这边 这就让萧凡动了心思 自己要不要回去东山省一趟 在东山基地那里 也建设一个间谍卫星 这样整个东山省 包括天岗城 内海湾 江淮省北部 辽东省南部 以及东边的黄海地区的大片海域 也在监控范围内了 如此一来 神州东北部以及东部地区 就都在自己监视范围内了 这个想法很让萧凡心动 最后终于付诸了行动 在这里从明岛建设的 如火如荼的过程之中 萧凡真的跑回了东山基地一趟 在那里花费一百万的资金 建设了一个间谍卫星 一来一回两天多的时间 但是结果是可喜了 如萧凡所料 东山那边的间谍卫星点亮 他的地图上面 又多了一大片的光亮区域 这次可以了 小半个神州我都能看到了 尤其是北方沿海地区 几乎都成为我的势力范围了 如果将江淮省和辽东省拿下 我的势力范围就要连成一片了 萧凡想了想 但是他并没有这样做 要是真的立刻拿下江淮或者辽东 恐怕蔡志远就要和自己拼命了 对于蔡志远这个人 萧凡还是有一定的戒备心理的 就在这几天之内 越北那边和江南那边 也各自有基地式收复卫士了 但是也都没有声明加入联邦政府 这对于蔡志远的威信又是一个打击 从整个神州来看 他这个联邦议会的议长 似乎没有多大的威信了 但是萧凡觉得 蔡志远和其他军阀是有不同的 他能雇在全国第一个收复卫士 而且还是在天都这个全国首都 能够做到这一点 那绝对就比其他人强 最起码 他的机缘要比其他人强 据萧凡所知 蔡志远不但收复天都 甚至几乎前后时间收复的天港 这就更难了 如果说蔡志远没有什么底牌 萧凡是不相信的一切的情况 都要看局势变化而定 最起码在现阶段 人类的最大敌人还是丧尸 所有这些基地收复的卫士 基本都是空中打击 清理干净电视台附近的丧尸 恢复宫殿 然后播放节目 录录根本不同 播放节目 来回也要空运 所以别看很多卫士都恢复了 但那只是表面繁荣 真正的收复大都市 还没有人能够做到 这几天 联邦政府的电视台 不再鼓动其他基地首领加入联邦 而是话锋一转 开始大肆宣传丧尸威胁论了 这件事也是事出有因的 因为越北基地转播的一个视频 岭南地区 一个基地市想要收复卫士 结果遭遇了灭顶之灾 一个狮王带领数百万的丧尸 先是歼灭了这个基地市的部队 然后直扑岭南基地市 一个几百万人口的基地市 就在丧尸的攻击下被打破了 岭南基地覆灭 这一段的视频之中 甚至拍摄到了狮王的画面 覆灭岭南基地的狮王是一个胖子 看着和正常人也差不了太多 这个胖子甚至拿着啤酒和香肠 在工程的过程之中吃吃喝喝 因为这个胖子外表看着 有些像是电视剧里面的猪八戒 所以被命名为二师兄 至于二师兄上面的狮王也列出来了 那就是大师姐 大师姐的形象 也被天都电视台放了出来 画面之中 大师姐一直手扶着帽子 露出一张无比美艳的俏脸 因为手臂抬着 正好挡住了最爱肖凡叔叔几个字 肖凡一看 就知道这是蔡志远得到的那一段视频里面截取出来的 显然 蔡志远还不想把肖凡逼急了 所以选择性地放出了这个画面 截至目前我们所得到的消息 大师姐带领的南童狮群 依旧在新海都遗址徘徊 而二师兄带领的岭南狮群 则是正在缓缓地向西南方向移动 有可能走向彩云高原地区 大师姐和二师兄的出现 标志着我们和丧尸对抗 进入了新的阶段 以后的丧尸将会呈现以失望为主 对抗人类的阶段 这比以前更加凶险 蔡志远一长表示 人类必须走出新的道路 打通航运 开辟海陆 加大海军建设的步伐 为此 她已经启程前往天港基地市 为联邦海军第一艘军舰落成剪彩 第309章 玩火 画面一转 蔡志远已经到了天港城 她来这里 是主持海军第一艘军舰剪彩的 天港城这里 一艘海军的护卫舰正在海港停靠 护卫舰是一种轻型水面战斗舰艇 主要任务就是为舰艇编队担任反潜 护航 巡逻等任务 主要武器有岛 弹 箭炮 深水炸弹和鱼雷 舰艇上还有直升机起降平台 末世之前 护卫舰算不上主力舰艇 但是到了如今 这绝对是稀罕物了 从电视里面 看到这还算新的舰艇 以及相配套的海警船 气垫登陆艇等等船只 萧凡就知道 蔡志远为了这个东西 绝对是花费了不少的心力 这艘护卫舰一出来 全国观众一片欢呼 有了军舰 那就意味着可以走向海洋了呀 自从末世开始 海洋就成为了人类的禁区了 海里面有大鱼 这并不是最重点的 最重点的是 大家都没有军舰了 末世之初 几乎全球的大型军舰 社会瘫痪 谁也没有力量在制造军舰 人类也就彻底地远离了海洋 但是今天 蔡志远的联邦政府 竟然搞出了新的护卫舰 这绝对是大喜的事情 这是不是意味着 神州的海军 已经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了呢 如果不和联邦政府靠在一起 是不是就代表 已经落后脱节了呢 很多基地的民众 开始呼唤他们的首领 希望他能够郑重地考虑 加入联邦的可行性 一时间 蔡志远身为大镇 人们皆称呼其为蔡议长 有消息传出来 西京地区的首领张兴 已经在长室和联邦接触了 甚至深海的梁威 也开始长室和天都恢复商贸 这也是一个积极的信号 一艘护卫舰 让全国人心大振 就连二师兄 覆灭了一个岭南基地的消息 都被盖过去了 不过质疑声也不是没有 一些基地首领 在电视上发布了质疑 海军的舰船是有用的 但是对于打丧尸 是没什么用处的 丧尸都在陆地上 难道海军 还能把船开到陆地上去吗 蔡志远无非是作秀罢了 现在人类的大敌是丧尸 随着尸王的出现 人类现在的安宁 其实都是假象 海都和岭南的覆灭 已经说明了一切 蔡志远的心思 却用在了海军上 这是短视 但随着批评声音的出现 质疑的声音 也陆续地多了起来 于是 蔡志远在电视上面 做出了反击 谁说海军不能打丧尸的 我建设海军 就是为了对付丧尸 现在我们这边 已经做好了万全的准备 三日之后 我请全国人民看一场大戏 现在时间已经是四月份了 蔡志远做出了这样的承诺 人们都不知道 爬葫芦里面卖的什么药 但是也都翘首以盼地等待着 大家都想看看 蔡志远是怎么利用海军船只 来打丧尸的 包括萧凡都是这样想的 不过萧凡知道的 比别人多一点 他在东山基地这边 利用间谍卫星 查看到了一下关键的东西 天岗城在间谍卫星的 笼罩范围之内 萧凡看到 天岗城内 居然有一大群的丧尸在聚集 数量不是特别多 大约二十多万的样子 这个反常的现象 让萧凡有一些警惕 莫非天岗城内 也有狮王出现了吗 那么这个情况 天都的蔡志远知不知道呢 星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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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萧凡回到了从明岛的别墅 家里安心和小不点 正在看电视 自从安心接手了小不点的照顾后 萧凡就算是解脱了 小不点这个暴躁危险的小丧尸头子 谁也不愿意跟 跟随萧凡是因为他和萧凡有了精神联系 除了萧凡 他就跟随安心 萧凡回来的时候 他们正在看电视里面 关于二师兄的画面 二师兄出现的这段画面 小不点似乎特别喜欢看 每次看到二师兄的时候 小不点甚至有些不受控制的 想要咨哑 这让萧凡若有所觉 失王和失王之间 难道不兼容吗 不过萧凡并没有多说什么 他知道 事情一定还会有变化 但是具体怎么变化 他也还把握不准方向 经过了从明岛的大规模建设 萧凡手里的资金又花费的 只剩于两百多万了 这些钱 萧凡将其全部投入了兵工厂 保留了大批的弹药储备 一旦从明岛这边出现了情况 他也能够保证有持久战斗力 手里的钱差不多花完了 萧凡这边的生产建设 终于停了下来 接下来 萧凡将会慢慢地派出部队收集资金 东山那边的矿场 每天也差不多能够提供五万金 他打算在两个月内 让自己的旅籍单位满边 然后他就慢慢地积累资金 为升级师长做准备 末世开始九个多月快十个月了 他计划是末世满一年的时候 自己能够升级师长 只要成为了师长 萧凡就将成为神州内 名副其实的一名军阀了 曙光君的一个师 差不多可以比你末世之前的一个集团军王 到时候 萧凡就无拘任何人 那些因为机缘起不快的军阀 也将被他慢慢地甩在身后 新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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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天的时间一会儿过 时间来到了四月初十 这一天 几乎所有人都是早早地打开电视机 收看联邦电台的节目 早晨八点 节目准时开始了 萧凡也在别墅内收看节目 电视节目一开始 就让萧凡觉得意外 电视画面之中 无数的冲锋州 正在沿着大河前进 大河是神州的第二大河 流经了多个省区 从内海湾这里入海 天岗城就在内海湾的沿岸 这些冲锋州 沿着大河往上游去 中途就经过天岗城的旧城区 这些冲锋州上除了开船的人外 没有其他人 而是摆放着大量的血肉 那些血肉都是来自变异兽或者家禽 在杀完了之后 一看就散发着浓浓的血腥味道 这一天正好是微风天气 风带着血腥味到处飘散 天岗城内 大量的丧尸被血腥味吸引了 城内的丧尸好像暴动了一样 开始向着河岸靠近 那些冲锋州反复地吸引丧尸 吸引了不知道多少 最后开始缓缓地往下游去 大量的丧尸跟随前进 开始慢慢地走向内海湾附近 也就是天岗城的军舰所在地 看到电视里面这一幕 肖凡已经明白了 他们想要干什么 但是肖凡总是觉得心中不安 他好像遗漏了什么关键的地方 总是感觉蔡志远在玩火 第310章 引火烧身 一只只冲锋州前后接替 将大群的丧尸 从城区内吸引出来 来到了海湾附近 这个过程很缓慢 因为丧尸的移动速度也慢 偶尔电视画面转到海港这边 蔡志远的护卫舰 以及其他一些海警船什么的 都已经沿岸布置好了 机枪架设 箭炮准备 无数的士兵站在船上 枪械都准备妥当 人们也都看出了蔡志远的思路 就是要利用冲锋州上的血肉 沿河前进 江河岸边的丧尸 全都吸引过来 到了海边之后 利用水的阻隔 船上的火力 就可以肆无忌惮地开火了 而不必担心 遭到丧尸的围攻 这个计划表面看上去 似乎没有任何问题 丧尸不能下水 大家都知道 既然不能下水 海军就是绝对安全的 这大概就是蔡志远所说的 船只的用处了 大家也都很兴奋 兴致勃勃地观看 接下来的表演 到了中午十二点多 血肉吸引的计划 基本完成了 蔡志远那边 出动了几百只冲锋舟 反复地吸引过后 内海湾的海岸这边 已经吸引来了 至少上百万的丧尸 密密麻麻的尸群遍布海滩 当初最繁华的海滨御场 也绝对没有这样的盛景 最后 那些冲锋舟 甚至也就停泊在了 距离岸边三十米足有的距离 面对近在咫尺的血肉 嗅觉异常灵敏的丧尸 都要疯了 他们挥舞着爪子 在岸边不停地咆哮 甚至有些丧尸 忍不住进入水中 但是走了几步 丧尸就有些不敢往前了 看到这样的情况 一直坐镇指挥的蔡志远 满意地笑了 这一段时间 他所承受的压力也是不小 身为联邦议会的议长 但是却不被人尊重 神州的这些军阀 没有几个把他放在眼里的 这一掌当得名不负实 他也就有些难受 一直想要找个机会立威 这个机会 是他酝酿了很久的一个计划 通过电视 让全国人民都看看自己的本事 也打响联邦议会的名头 只要能够再吸引一家军阀投靠 他的计划就算成功 随着联邦的势力一点点的壮大 其他的军阀投降 也是早晚的事情 一想到自己以后 能够一统神州 甚至称霸世界 蔡志远就忍不住热血沸腾 看到时机已经成熟 蔡志远下令开火 电视节目里面 伴随蔡志远铿腔有力的一声开火 这场大戏终于开台了 所有沿海布置的船只 开始喷射出无数的火蛇 海滩上密集的尸群 这会儿完全成了火把子 不需要瞄准 随随便便就可以击中 一层层的尸群倒下 残肢断壁翻滚地跌落到海水之中 丧失黑色的血液 几乎是一瞬间 将海边十几米内的海水 染成了黑色 而且这黑色 还在不断地往外扩散 面对这样的情况 联邦的部队也是非常的兴奋 他们将密集的火力发射出去 打得简直的太过瘾了 这种隔岸打不会动的丧尸 简直是太爽了 如果一直可以这样的话 彻底消灭丧尸 也不是一句空话了 猛烈的击杀 人们热情地观看 海风溅起 海潮开始拍打海岸线 丧尸的尸体被海潮冲上去 然后逐渐地带回深海 丧尸的数量实在是太多太多了 黑色的血液 也开始不断往外扩散蔓延 五十米 一百米 五百米 一千米 血液在扩散 海风也将这气息 不断地吹入深海 前面的丧尸倒下了 后面的丧尸继续往前跟着 杀得兴起 蔡志远甚至下令 将那些血肉投入海水之中 冲锋舟上的人 将那些血淋淋的肉扔了下去 丧尸被血肉刺激的 有些不顾一切了 他们甚至步入海水之中 去追逐那些血肉 有的丧尸被海水吞没了 但是更多的丧尸 又成为了海面上的靶子 让士兵们击杀起来 更加的方便 短短两个小时 这里死亡的丧尸 超过五十万 看着这样恢弘的战果 蔡志远非常的满意 经过这样一场大戏 他应该是全国人民 心中的英雄了吧 志得一满的他 根本没有注意到 远方海洋的变化 鲨鱼可以通过嗅觉 闻到几十公里外的血腥 别的很多鱼类也是如此 末世之后 有一种生物的变异 一直以来都是被人们忽略的 那就是海洋生物 海底之下 从来都是神秘的 恐怖的 末世开始快十个月了 海洋生物一直处于 无威胁的状态 当初弥漫了整个星球的 流星雨和病毒 同样也影响到了它们 它们越来越大 完全是处于基因突变的状态 只不过 海洋生物的智慧相对要低 尤其是和狮王相比 它们几乎没什么智慧 自然也不会有组织的进攻人类 但是奈何有人作死 两个多小时的鲜血流淌 已经让内海湾的海洋生物暴动了 它们闻着血腥味道 从四面八方而来 其实这种情况 刚刚已经有了体现 一些大鱼不时地在水边活动 吞噬血肉 甚至吞噬丧尸 只不过还没有引起重视 直到这一批深海生物到来 远处的海平面上 凭空地生起了一排波浪 这一排波浪 就好像一座小山 向着岸边奔涌而来 在所有人还没注意的情况下 波浪已经近在咫尺 最先倒霉的是一艘满是血腥味道的冲锋舟 波浪之中 巨大的鱼骑出现 那是鲨鱼的背骑 摄像机捕捉到了这一幕 立刻跟拍 于是 就在全国人民的眼中 一张血盆大口从波涛里面出现了 说是血盆大口 那真是血盆大口 一只堪比过去做头巾 长达三十多米的巨大鲨鱼出现了 血盆大口张开 竟然一口就将冲锋舟 整个吞了下去 那比门板还要大的牙齿一闭合 冲锋舟粉碎 无论是上面的人 还是整条船 瞬间就进入了鲨鱼的肚子 整个神舟似乎都安静了一秒 随后就是一片的尖叫之声 海洋之中 无数比侏罗纪时期 还要恐怖庞大的生物 纷纷涌现 三十多米的鲨鱼 甚至不是最大的 四十米的也有 一条箭鱼从水面飞了起来 想要冲到一个好的位置 但是一下没冲准 直接撞进了一艘海警船 这是真正的鱼雷 长达七八米的嘴巴 就好像锋利的长矛 狠狠地刺入了船底 简鱼吃痛 疯狂扭动 很快将这个洞变大 海警船开始进水 砰砰砰 一大片的简鱼飞来 攻击那些拦路的船只 一大群小山一样的鲨鱼 冲出水面 这些大家伙 甚至可以短暂地脱离水 在岸边疯狂地扭动 它们巨大的鱼鳍 已经开始进化的 如同小短腿一样 支撑它们扭动前进 房屋一样的螃蟹 挥舞钳子 军兵们的枪械打在它身上 根本没多大的作用 一个个水手被触脚卷起来 直接塞进了肚子 天空之中 大批的海鸟也在到来 加入了这一场杀戮盛宴 蔡志远的船队刚刚落成 就有负面的危险了 第311章 失误 突如其来的变化 让愁愁满志的蔡志远 整个人都傻掉了 大海之上波涛激荡 血水横空 刚刚还疯狂输出的船只 这会儿已经完全哑炮了 那艘护卫舰上 将护卫舰扯翻 但是船上的船员 却遭遇大难 鱼雷也好 炸弹也罢 这会儿完全都成为了摆设 这还是护卫舰体型较大 像是那些气垫船 冲锋舟一类的 这会儿几乎已经全军覆没了 那些丧尸 毕竟是在岸上 大鱼优先攻击了 还是这些船只上面的活人 短短不足30分钟 海滩的边缘地带 就只剩下一艘孤零零的护卫舰了 而这艘护卫舰的情况也很不好 装甲薄弱的他 已经被舰鱼刺穿了好几个洞 船上还有大鲨鱼 直接冲了上去 在一众海兽的肆虐下 船只已经开始倾斜 没有人救援的话 沉默也是早晚的事情 蔡志远双目无神地看着这里的画面 整个人完全失去了思维能力 他辛辛苦苦搞出来的一招棋 就这么完蛋了 这一刻 他已经不知道要对全国的观众说什么 他感觉在多待一秒钟都是丢脸 于是蔡志远果断地停止了接受采访 他现在需要一个人静一静 于是 蔡志远停止了接受采访 他甚至觉得 在天岗再待下去 都是让人看笑话 他没有和天岗的首领多说什么 就直接带人返回天都 在他的内心里面 本能地以为 这些海兽吞噬完了血肉 就会返回大海 这是一种思维定势 很正常的逻辑 但是他忽略了一点 现在是漠视了 一些思维定势早就应该被打破了 当蔡志远带着人离开之后 天岗这边的人 显然也对海滩处的烂滩子 失去了处理的信心 到处都是丧尸和海洋巨兽 这些东西甚至混杂在了一起 彼此之间还会搏杀 陆地上的鸽子麻雀等变异鸟类 和大群的海鸥也混杂在了一起 海滩边上被杀戮的 剩下不足20万的丧尸 明显不是海洋巨兽的对手 这边冲上岸来的海洋巨兽 足有数千头 那些巨大的鲨鱼 鱿鱼 房子一样的螃蟹和海龟 扭曲几十米长的海蛇 深海恶魔一样的大巫贼 这些东西对数量少的丧尸 几乎是碾压性的 除非丧尸的数量特别多 或者至少是巨雄级别的 才可能和海洋生物对抗一下 否则根本无悬念 天岗的人觉得 海洋巨兽杀光丧尸 也就该离开了 所以他们也先走了 他们也觉得待在这里丢人 每个人都需要回去休息一下 舔尸一下自己的伤口 他们和蔡志远 做出了一样的选择 就连拍摄的无人机也撤走了 毕竟这会儿 连那艘护卫舰都沉入水底了 实在是没有什么好看的了 蔡志远一掌搞出来的这件事 算是彻底的 以失败告终了 曲终人散 散场了 直播停止了 包括全国人都认为 这件事就这么落幕了 海洋计划破产了 神州再次成为一个保守的陆地大国 蔡志远的威望 再一次遭受打击 有人欢喜 有人愁 只有萧凡 这会儿放大了东山那边的 间谍卫星地图 查看了一下海滩的情况 海滩那里 大片的紫色变异兽 就是海洋巨兽 它们不但存在于海滩 还存在于近海 之前蔡志远他们吸引海洋巨兽的到来 都用了差不多一个上午 他们这会儿 当然不会这么散去 如果没有其他意外事件的发生 海洋巨兽消灭了岸边剩余的一点丧尸 就应该离开了 毕竟他们属于海洋 就算偶尔能够来到陆地 也不能待太久的时间 可是萧凡的注意力 落在了天岗就城区的那一片红点上 红点代表的是丧尸 这一群二十多万的红点聚集在一起 那就代表了一个尸群 萧凡早就注意到这里了 当海洋巨兽登陆的时候 他就发现那些红点 有往海滩方向移动的迹象 当海滩激战的时候 那些丧尸没有过来 似乎并不被血肉吸引 这个时候萧凡就可以确定 这些丧尸一定是有尸王约束的 不然不可能不被血腥味道吸引 直到蔡志远和天岗的人纷纷离开后 那些红点再次出现了 萧凡的间谍卫星不是卫星电视 只能看到红点活动 但是却看不出他们在干什么 但是大概的情况 萧凡还是能够判断出来的 那些红点不知道在用什么方法 吸引着海洋巨兽前往天岗城 萧凡略意思索 大概也能想到 肯定也是利用血肉吸引要知道 天岗城沿海而建 城区本来就是在海边 当初在这里建立新城市 还是蔡志远提议的 初衷是希望能够从海洋里面 获得大批鱼来当食物 这样的一个海边城市 沿海一面也没有城墙 如果被海洋巨兽入侵 后果将会不堪设想 萧凡第一时间抓起了卫星电话 想要提醒蔡志远 但是他随后又将电话放下 来不及了 先不说自己打电话 蔡志远会不会相信 会不会以为丧尸又和自己有关系 就算他相信了 海洋巨兽也将在20分钟内 到达天岗城区 这么短的时间 不用自己提醒 天岗的人也能够发现的 萧凡忍不住叹息一声 又一个狮王出现了 不知道这个狮王会被命名为三师兄 还是师弟 但是很显然 这个狮王的智慧也很高 这一招驱虎吞狼之后 天岗怕是要不复存在了 至于幸存者的安危 萧凡不是特别担心 天岗有退路 大不了弃城而去 逃到天都去好了 但是这样一来 天岗的人离开了家园 天都的人生活质量也会下降 天都天岗两个蔡志远的核心老巢的人 都会对他产生极大的不满 他这个一掌的位置 搞不好就要做到头了 第312章 混乱 事情的发展果然就如同消凡所预料的一样 海洋巨兽被丧尸们故意带着 来到了天岗城的新城区 这些海洋里面的生物和丧尸 以及变异兽都有一个共同的本质 那就是特别喜欢吞噬血肉 为了新鲜的血肉可以不顾一切 当他们发现这里还有大批的人类时候 海洋巨兽二次暴动了 成群结队的巨兽开始登岸 他们摧毁房屋 踩踏码头 掀翻渔船 海边耸立的瞭望塔 被海龟直接撞倒 海边的渔船被螃蟹轻松剪断 岸边卫兵的抵抗几乎没有太大的作用 转移过来的海洋巨兽群比之前还要庞大 在大量海鸟的掩护下 这些巨兽肆无忌惮地进入了天岗的城区 虽然天岗的人也发现了海洋巨兽的到来 但是他们先天上就是有很大必病的 靠近海洋的一面 没有城墙防御 也没有布置多少重型火力 因为他们从来没有想过 有一天他们的敌人会从大海上到来 这样的弊端 直接导致了天岗城的陷落 惊慌失措的人们 从另外三道城门蜂拥而出 再也不肯留在这里等死 守军过来支持了一阵 但是很快就伤亡惨重 他们和丧尸战斗已经很有经验了 但是和海洋巨兽战斗还是第一次 面对这种比房子还要大的家伙 他们手里的枪械显得是那么的无力 无论是手枪 步枪 冲锋枪 甚至狙击枪 都无法对这些冷血动物造成多大的伤害 毕竟很多海洋生物在末世以前 就是以生命力著称 就好像章鱼这种生物 你打断它几条腿 根本都不会起什么大的作用 就好像鱼类 你将其开膛破肚 下游锅之后 它还会跳动 只有重击枪 喷火器这一类的武器 才能有一点作用 但是也不致命 就连坦克火炮什么的 面对巨兽威力 也是大打折扣 天岗的卫兵 就这么被巨兽挤压出了天岗城 一个偌大的城市 曾经居住七八百万人 就这么人去楼空 大约有二百多万人 在这一场浩劫之中丧生 没有人敢于继续留在这里 海洋巨兽 显然是不将人吃光不罢休的 谁留下谁死 幸好天岗城 还有三面城墙 这些城墙 之前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但是在巨兽入城之后 还是有了一点作用 巨兽没有冲破城墙 去城外觅食 这些城墙就好像一个箱子 将巨兽们的脚步阻隔了 或许是离开海洋太久了 有些巨兽 没能够返回海洋 在岸上搁浅了 但是绝大多数的巨兽 天岗的有些人 还试图回去重建家园 但是他们很快就绝望了 巨兽刚刚离去之后 大批的丧尸进入了天岗城 一只大约四五十万的丧尸群 蜂拥而入 这些丧尸进入天岗 就开始了大肆的吞噬 毕竟有些巨兽搁浅在了这里 这是对他们来说 最为大补的东西 人类的动作慢了一点 丧尸群只用了几个小时的时间 就进化得相当可怕 其中金刚丧尸 直接催生出了四头 这是非常强大的战斗力 当天岗的人 想要返回家园的时候 直接就遭遇了 狮群的狂暴攻击 没有了城墙作为依托坚守 人类的现代化武器 面对丧尸 根本不占多大的优势 一场正面冲突 天岗的部队 再次被歼灭了三万多人 彻底崩溃了 而丧尸群 却丝毫不受影响 他们甚至再次壮大了 那只首领狮王的能力 也在这一战之中 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等到蔡志远得到消息 准备再次派兵收复天岗的时候 天岗的丧尸群 已经扩张到了二百多万 这也要怪蔡志远 昨天她回去之后 关闭了所有的通讯 给卫兵下了死命令 不许打扰自己 她需要一个人静一静 没想到这么一静 就又出了这么大的一个篓子 现在无论是天都人 还是天岗那些无家可归的人 都对蔡志远痛恨不已 如果不是蔡志远 非要强行搞海军 不是她弄什么血肉 吸引丧尸的办法 天岗根本就不会陷落 甚至现在占据了天岗的丧尸群 就是蔡志远催生出来了 愤怒的人们 将一切的罪责 都推到了她的头上 人们高举标语口号和大旗 开始行走上天都的街头 这一切都和他们息息相关 首先天岗的数百万人 肯定是要来天都的 这让本就拥挤的天都 将会更加的不堪重负 而且有失王率领的丧尸群 就出现在了天都附近 这让人们极度的缺乏安全感 毕竟海都和岭南的覆灭场面 还历历在目 大家都不想天都 也不那两个基地的后尘 更换领导人 似乎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大家倾向于 找一个更加强有力的代表人物 来领导联邦 来领导议会 而不是蔡志远 这个浩大喜功的家伙 末世 力量就代表一切 很显然 蔡一掌的力量 有些震不住场子了 轰轰烈烈的示威游行 在天都各地掀起 参加游行的人越来越多 人们诉说自己的诉求 他们首先希望新的议长 能够搞定天港的丧失群 这是先决条件 生活质量差可以先人忍 生存危机不能忍 开始还有军警 试图维持秩序 驱散人群 但是这些军警也是人 他们也有自己的利益诉求 在同胞们的鼓动下 很多军警 最后也加入了游行队伍 而其他基地的一些军阀 也趁着这个时候 纷纷发表演讲 表示蔡志远 应该立刻下台 他们本人愿意力挽狂澜 拯救天港 一个个军阀 在电视上说的口沫横飞 让局势更加的混乱不堪 似乎联邦的解体 马上就要发生了 直到混乱的第三天 一切的行为 因为蔡志远的一句话 而平息了下来 蔡志远在电视直播中 公开地说了一句话 同胞们 再给我一天的时间 只要一天 如果明天我不能 消灭天港的失群 我就自动下台 第313章 蔡志远的绝招 蔡志远的这一句话 顿时让国内所有的声音 都平息下来 无论大家有什么质疑 无论怎么不相信 却也都能够等待一天 一天之后 蔡志远要是做不到 他的承诺 他一定死得很难看 当然 也有很多人 压根就不相信 蔡志远能够做到 天港失群 也有几百万的数量 怎么可能说灭就灭 心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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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好心好心好 蔡志远当着 全国人民的面 做完承诺 他让身边所有人都离开 当房间只有他 一个人的时候 他打了一个电话 我是蔡志远 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我需要一枚盒 谈 我明白 我会尽力的 这次之后 大部分的人都将会臣服我 我会完成统一的 我知道 当我答应你们的条件时候 我就已经做出了选择 我不后悔 挂断电话 蔡志远仰着头 看着天花板 愣证地出神 他不知道 自己做得是不是正确的 但是他 已经选择了这条路 就只能一条道走道黑了 心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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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天 就在所有人 翘首以盼的情况下 联邦这边开始了电视直播 一架轰炸机 从天都机场起飞 直奔天港 几百公里的路程 很快到达 然后摄像机就拍摄下了 惊心动魄的一幕 飞机的下方 就是天港新城区 目前已经是丧尸的乐园了 飞机的投弹舱打开 一枚巨大的盒 但投了下去 蔡志远议长表示 为了保卫天都安全 天港的丧尸群必须消灭 所以联邦选择投放盒 但 彻底将天港丧尸群覆灭 随着一声巨大的爆炸 整个电视屏幕 似乎都跟着摇晃 轰炸机远去 摄像机拍摄到了天港地区 巨大的蘑菇云升空而起 金黄色的冲击波席卷天地 整个天港新城区 直接被移为平地 所有的建筑物全部被摧毁 大地好像都被翻过来一样 那种震撼的爆炸威力 隔着屏幕都能够清晰地感觉到 神州所有人都 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幕 震惊于这种毁灭性武器 带来的杀伤 也震惊于蔡志远 竟然能够拿出盒 弹 这种武器一旦出现 其带来的威慑力 简直是太大了 谁也不曾想到 已经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的 联邦议长蔡志远 竟然在关键时刻 还能搞出这么一手 天港的丧尸群 集中在城市里面 已经被这一击彻底消灭 同时被消灭的 还有好多军阀的野心 你有何 但谁还敢和你对抗啊 尤其是那些距离天都 距离稍微近一些的基地 顿时就没有了声息 天港的蘑菇云 还未完全消散 就有消息陆续地传来 西津基地张兴 宣布加入联邦 成为联邦议员 天府基地梁爽宣布 加入联邦 成为议会成员 深海基地梁威宣布 加入联邦 成为议会成员 接受蔡志远议长领导 精灵基地张志生 宣布加入联邦 成为议会成员 接受蔡志远领导 四大基地宣布加入 加上沈城基地和槟城基地 蔡志远已经统领六大基地 加上天都本身 七大基地连成一大片 整个神州的西边 北边 中部地区 都已经是联邦议会的范围了 目前还没有宣布加入的 只有萧凡所在的从明岛 以及越北和江南基地 越北和江南 是因为距离稍远 还有些心存侥幸 而萧凡占据从明岛要地 还不肯宣布加入议会 就已经成为了众矢之地 投放一颗盒 但 带来的连锁反应是巨大的 蔡志远这一段时间将会很忙 四大基地的加入 他要忙着整合势力 整合部队 大概三两个月之内 是没有时间搭理萧凡的 新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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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明岛 萧凡别墅内 曙光军的很多将领都在别墅内 和萧凡探讨下一步的发展计划 总指挥 我不认为蔡志远手里还会有盒 但 这种战略级别的武器 它如果有很多的数量 恐怕早就拿出来震慑全场了 不会等到快 被人逼得下台时候才拿出来 说不定 他们只有这么一枚而已 拼到参谋长的发言 萧凡微微点头 他也觉得 这种可能性很大 但是他不能不多做一些准备 无论他手里还有没有盒 但 我们都不能掉以轻心 因为末世之前 我们神舟的盒 但愿不止一枚 这些东西都到哪里去了 今天又是什么人把它拿出来的 我们都需要谨慎 不过有一点可以确定 蔡志远不可能轻易地将核弹投入人类的基地 他不敢那么做 我们必须尽快地壮大自己 最起码我们基地附近的防空岛 但系统 必须尽快落成 就算他们还有盒 但 也需要飞机来投弹 我们的防空布置后 也不怕别人来空袭 等到我们的超级武器出现 也就不用在乎任何人了 关于这件事 萧凡说了几句后 话锋一转 现在我认为 我们最关键的问题 是我们自身的海岸安全问题 众人的脸上都是一脸的肃穆 确实 天岗的覆灭 海洋巨兽的出现 给所有人敲响了警钟 尤其是曙光君所在的丛兵岛 这里四面环水 一旦海洋巨兽来袭 那结果可能比天岗还不如 尤其是沿海地区的防御 必须从今天开始就要部署了 所有的防御建设 或者是暴兵提升战斗力 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撑 萧凡下定决心 直接宣布了命令 从今天开始 从明岛上的居民 必须往岛屿的内陆聚集 沿海一公里范围内 不允许再有任何的民居 已有的立刻拆除 开始军事建设 工程师立刻制定出全部的规划 如何面对未来海洋巨兽的威胁 蜀光君在从明岛的部队 除了留下必要的留守之外 立刻出征 目标岛屿北边的南童市区 那里聚集了大约一个亿的丧尸 我的要求是 一个月之内 蜀光君必须升级成为尸 两个月之内收复南童 第314章 资金积累 萧凡的计划之中 没有提出关于新海都丧尸群的问题 蜀光君的将领也没有提 既然总指挥已经决定了 他们执行就是了 于是在萧凡的部署下 蜀光君再次出征了 一团 三团 装甲兵团 炮兵团 陆航团 空军一团 火箭军 攻兵营 全体出动 浩浩荡荡七千多人 向着南童市区而去 国外的情况不知道 但是在神州之内 这可能是人类的部队 第一次大规模的进攻市区 南童市总人口一亿多 丧尸的数量 保守估计也要超过一亿 正常情况下 七千人的部队 装备在仙境 想要消灭一亿丧尸也是 难如登天 首先这个后勤保障 但要补给 伤病减员等等 都是很难克服的 不过蜀光军这边 有利条件也很多 但要可以刷新 伤病困难几乎为零 除非当场战死 不然都能够救下来 蜀光军也没有冒失地攻打 来到了南童市区外之后 首先是布置阵地 原地防御南童市的大街小巷 有的街道被提前封堵 只留下了两条主街道 作为这里的主要出口 这样一来 蜀光军的防守压力 就会小了很多 部队进入 首先清理了附近几个楼房内的丧尸 然后依托楼房 占据制高点 在一层层的楼上 摆放架设好了机枪 街道上堆积起一层层的纱带 布置了一条条的钢丝绳 用于减缓丧尸的脚步 这些防御一布置就是几百米 阵地一道又一道 一切布置好 战斗终于打响了 当火箭军的V3火箭升空而起 在南童市区边缘 掀起一个个巨大的火球之后 南童这里的丧尸蜂拥而出 密密麻麻的丧尸 如同海巢一样 与盘山的低级丧尸已经越来越少 这是不断进化的结果 敏捷丧尸和铁甲丧尸 已经占据了尸群总数的三分之一 他们之下的丧尸 占据了大约二分之一 剩余的则是更为高级的丧尸 剧情和铁士者已经很常见 他们在尸群里面 兴罗齐步地分布着 也跟随丧尸大军涌出了城市 幸好金刚和四角蛇这种级别 还是非常罕见 不然这原地防御的方式 将会极为艰难 不过曙光军这边的火力 也不是当初可以比拟的了 曙光军的战士打丧尸 更是有了非常丰富的经验和心得 重机枪对付谁 四连机枪对付谁 什么时候炮火覆盖 什么时候喷火器上场 什么时候轰炸击出洞 什么时候火箭发射 每一步都有充分的计划 消灭起丧尸的速度也是快的飞起 而事先被人们所担忧的 新海都丧尸群却没有什么异动 南童这边打得热火朝天 新海都的尸群 似乎毫无感觉 依旧待在那里 这也让曙光军的将士们 非常的佩服总指挥 好像什么事情 他能够搞得定 没有了新海都的丧尸群搅局 他们有信心在两个月之内 解决南童尸群 第一天的战斗就格外的激烈 从上午开战 一直打到了下午三点 曙光军将刷新的弹药 消耗得差不多之后 跟随战斗的参谋长正伦 立刻用城墙封堵接口 这是萧凡授权 给他的修建城墙的权限 街道从中间被封堵 之前的战场之上 工兵们立刻过去收集战略物资 后面的医疗队 在救治伤员 统计阵亡数字 就算是守城战 同样也会遭遇伤亡 何况现在是野外巷战 伤亡是不可避免的 只不过数字很小而已 第一天的战斗结果统计出来了 攻打南童第一天 曙光军消灭丧失120万 本部阵亡35人 收缴资金52万 当大量的资金被送回萧凡的手中 肖凡也是心情激动 这么长时间的努力没有白费 现在的曙光军集中力量 一天就能够歼灭百万丧失了 而且第一天的战斗 各部门配合略有生疏 没有做到杀伤最大化 相信明天的战斗 一定会表现得更好 阵亡也会减少 手里又有了一些资金 肖凡立刻生产了 第二个工兵营700人 第一个工兵营 跟随去战场收集物资了 第二个工兵营 就留在从明岛建设生产 工程师们已经做好了 一个岛屿防御规划 正在讨论可行性 他们计划 在从明岛的东海岸地区 留下两公里的缓冲沙滩 然后两公里之后 挖掘一条宽500米 深50米的深沟 这一条深沟 就是为了防止海洋巨兽 快速突进的 深沟的尽头 再来建设15米的高级城墙 这样一来 城墙的实际高度 就会达到65米 足以阻挡海洋巨兽前进 而且缓冲沙滩的地下 可以埋射一些锋利的金属片 刀锋一样的东西 露出地面 因为海洋巨兽 多数都是爬行如动前进 这些刀锋露出地面 就能够给它们 带来致命的伤害 有些巨兽在前进的道路上 就会被开膛破度 城墙是第四道防线 深沟是第三道防线 海滩是第二道防线 而第一道防线 则是大量的水雷 萧凡计划 在海洋之中 投放大量的水雷 不过不是现在 因为平时海洋之中 也有大量的鱼类游动 水雷扔下去 就会被浪费掉 反正还有雷达监控 如果有海洋生物来袭 萧凡这边也会很快知道 到时候再投放不迟 这些工程都不是小工程 也不是一时半会儿 能够建设完的 萧凡也没有特别的急 现在进行的 只是快速的拆迁 所以 这个时候的钱 就可以用来报兵了 时间一晃 就过去了一个月 已经来到了五月中旬 这一段时间 萧凡每天生产一些兵力 暂时没有生产那些昂贵的兵种 零敲碎打 渐渐地将手里的兵力 发展到了一个满边旅的两万人 而且 南同地区的战斗 进行的也还算顺利 每天都能够给萧凡 剩下至少五十万的资金 中途甚至还收付了两个金店 也让萧凡发了一笔小财 一个月下来 萧凡不但让权旅满边 而且手里的资金 已经累积到了两千五百万 升级市长的钱已经足够 第315章 再见海军 这一个月来 可能是萧凡过得 最清闲的一个月 海滩防御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城墙的建设 他也授权给了军需官陈愿度 他可以按照工程师的指挥 每天建设一段城墙 虽然也不少花钱 但是和萧凡每天六七十万的资金 竞相相比 也不算什么了 南同的战斗 因为没有师王的存在 所以也不需要他去指挥 每天按部就班地生产一些部队 这基本就是萧凡的全部任务了 就在他积累资金的 这段过程之中 神州大地也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 信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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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志远的整合行动 进行得非常顺利 四大基地加入联邦之后 联邦雄起之势已成 基本是不可阻挡了 四大基地的首领 也不敢再玩什么花样 乖乖地交出了手里的权力和军队 真正地融入了联邦之中 蔡志远一时间 从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再次一跃成为众人膜拜的对象 他的海军理念 也再一次地被提出 这个时候 来自精灵的张志生 和来自深海的梁威 都纷纷表示 他们其实也在很早之前 就组建海军了 精灵的海军 位于原江沿岸 深海的海军 位于宝江沿岸 而且 他们和蔡志远的思路 也是一曲同工 首先恢复 建设生产的 都是军舰 不过因为情况的不同 他们没有找到 合适的基础大船 所以改造的军舰 都是战列舰 战列舰 是过去世界大战时候的 主力战舰 这种战舰的 建设生产并不复杂 精灵和深海两个地方 都有海军博物馆 博物馆内 就有战列舰的原型外壳 末世降临 这两个地方的海军博物馆 却奇迹般地得以保留了下来 这就给他们 恢复生产战列舰 留下了基础 精灵和深海方面 目前各自即将完成的 战列舰建设 分别都是有两艘 一艘是他们 从海军博物馆里面 搬运出来的老古董 重新修复之后 已经恢复了大半的战斗力 另外两艘 则是根据货轮改装的验品 这两艘验品 没有强大的防御力 和很多高精武器 但是大炮搬上去 一样能够开炮发射 蔡志远听到这个消息 虽然觉得战列舰有些落后 但是到了这个时候 自然不能吹毛求疵了 也就欣然地接受了这个结果 而且 蔡志远还对二人要求了保密 必须将战列舰 尽快地恢复战斗力 而且相关的配套船只 也要尽快地落实到位 按说 无论是精灵还是深海 他们的船只想要出海 都只有一条路 那就是从原浆入海口入海 也就是说 必须经过丛鸣岛 但是蔡志远要求保密 那目的性就非常明确了 这两支船队 怕是要用来对付萧凡的 这段时间 他们也一直关注着 萧凡那边的情况 蜀光军悍然地进攻南同士 打响了城市收复战 这个勇气 他们是无比地佩服的 拥有现代化武器的他们 其实也有进攻城市的能力 但是他们都不敢 因为消耗实在是太大了 单单弹药补给 就是他们承受不来的 他们也被蜀光军 强悍的战斗力震惊了 一个月的熬战 竟然将南同士 收复了三分之一了 虽然还有三分之二没有收复 但他们都清楚 那是因为 目前丧尸大多数 都被吸引到了中心城区 那里的战斗非常的艰苦 一旦蜀光军收复了中心城区 后面的战斗 将会势如破竹 估计在有一个月的时间 蜀光军真的能够打下南同 虽然不知道 萧凡抽风一样的 去进攻城市有什么目的 但是他们都知道 一旦这件事真的做成功了 萧凡必定在全国人气暴涨 连帮政府都没做到的事情 你萧凡做到了 这不是打联邦政府的脸吗 当初是蔡志远将萧凡赶出去的 现在当然拉不下脸来求萧凡回来 而这个萧凡也是个不懂事的 现如今大局已定的情况下 你主动求求蔡志远 给蔡长一个台阶下 不也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吗 偏偏萧凡好像毛坑里的石头一样 又丑又硬 让事情搞成了僵局 现在看蔡志远的意思 是已经对萧凡彻底失去了耐心 打算对从民岛动手了 张志生和梁威清楚 蔡志远对付萧凡也是为了立威 现在越北和江南基地都还没有加入联邦 不也是因为萧凡这个刺头还在 有人给他们做挡箭牌吗 一旦萧凡败了 那两个基地的首领 肯定毫不犹豫地投入联邦 他们可以肯定这一点 所以蔡志远想要坐稳一掌位置 这一仗必须打 萧凡也必须败 只是无端端地挑起内战的烽火 这件事必须要慎重 要是没有一个名正言顺的借口 恐怕民众的吐没星子都能够把他淹死 就看蔡志远能够找到什么名正言顺的借口 被萧凡发起讨伐了 一旦那一天到来 精灵和深海的海军部队就会沿江而下 给萧凡的从民岛一个致命的打击 信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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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民岛 萧凡的别墅内部 萧凡的系统提示音响起 恭喜总指挥 完成所有建筑物的建设 曙光均满员两万 预备资金充足 已经满足升级市长的所有条件 请问是否升级 萧凡没有立刻升级 而是先离开房间 到外面交代了一下 他的别墅内 除了他之外 还有安心和小不点 另外还有两个女仆 都是那一次从市场买回来的 负责这里的家务 萧凡简单地交代了一下 他可能要在房间待一阵 明天早晨之前 就先不要叫他吃饭了 两个女仆纷纷答应 安心和小不点 还在另外一边玩 也没有抬头 交代完了 萧凡转身进入了房间 开始市场的升级 当萧凡关门之后 两个女仆对视了一眼 其中一个女仆对安心道 安心 今天萧凡少爷不吃晚饭了 家里也不用做饭了 我们四个给自己放个假 出去吃吧 安心抬头看了他们一眼 我们去吃什么 我知道北边江畔 有一家烧烤不错 我们就去吃烧烤吧 安心看了看 略有些紧张的二人一眼 微微点点头 好 我们就出去吃 听到安心同意 两个女仆微微地松了一口气 四个人简单地收拾了一下 安心给小不点戴上了帽子 他自己手里也拿着一顶帽子 跟随两个女仆离开了家门 离开了别墅去 当他们来到江北方向的时候 两个女仆悄悄地松了一口气 第316章 升级师长 萧凡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点击开始升级 升级师长需要资金一千万 条件已经满足 是否立刻升级 升级 随着萧凡下达了确定升级的命令 历时接近一年的时间 他终于完成了师长的升级 升级完成 请总指挥为师定员 一个师的数字 在萧凡的心里 盘算过很久了 之前萧凡的升级一般都是武进制 比如一个团4000人 那么一个旅就是2万 这一次萧凡却打算将这个数字再提升一点 因为他现在有海军了 海军也将占据一部分的名额 一个师12万人 定员完毕 确定一个师12万人 师升级军条件 人员满边 建筑物全部完成 需要资金一个亿 萧凡暗暗则舌 升级军的条件可谓是苛刻了 不过他也不心急 曙光军升级到了师 就应该拥有了强大的战争潜力 应该足以应付目前的形势了 首先 萧凡打开了师长的礼包 师长的制服 红颈系统为指挥官制造的特殊服装 在防弹和异装飞行的基础上 披风增加了隐身的功能 总指挥可以在需要的时候 让自己处于隐身状态 助 隐身不是万能的 依旧会有脚印气味等 请谨慎使用 师长的配枪 总指挥独有的特殊枪械 在原有的枪榴弹 电磁技术上 额外增加了极动射线技术 助 机动射线技术来源于时空军团兵 但是本技术还不成熟 目前的技术只能针对生命体 对机械类武器无效 师长的配车 野牛装甲房车已经属于陆地顶级 目前给总指挥配备一架运输机 空军一号 本飞机为我国运二式技术 增加了内部舒适性 配备浴室厨房餐厅 并且配备了八枚天燕岛 弹河两门23毫米航炮 配备额外油箱 最大航程8万公里 配备直径500公里雷达 最大起飞重量220 最大载重70吨 看到师长的礼包 肖凡也倒吸一口凉气 这技术简直是突飞猛进啊 配枪的急动射线 居然是来自于时空军团兵 这个兵种肖凡记得很清楚 是可以时空穿梭的一个兵种 能够瞬间跨越遥远的距离 然后用急动射线枪 冻结敌方的目标 当然 这是属于红井的黑科技 没想到现在就有射线枪的出现了 虽然技术还不成熟 只能冻结生命体 但是对于肖凡来说已经足够 这样一来 他面对敌人 只要不是面对飞机坦克一类的 他岂不就是无敌的存在了 配车道顶级了 直接升级配飞机了 这空军一号还带倒 谈的8万公里的航程 他岂不是直飞国外都可以了 还有师长的制服 这披风居然能够隐身了这个功能他喜欢 这简直是逼着总指会犯错误啊 看过礼包 个人实力算是有了一个突飞猛进 肖凡继续看生产序列 首先看建筑物 核电厂 造价300万 拥有超强的发电能力 但是千万小心 一旦爆炸 可不是闹着玩的 地空岛 弹发射警 造价10万 配备8枚红旗9地对空岛 但 可以拦截直近400公里的空域范围 无论是飞机或者岛 但 都能够有效拦截 海军作战实验室 造价1000万 高端舰船解锁必备 看着这三个建筑物 肖凡心中有了一个大概的理解 核电厂 应该就是未来超级武器的前身 没有核电厂 自然不会有核 弹发射警 没有核 弹发射警 估计未来的天气控制仪 铁幕 超时空传送仪 心灵探测仪这一类的东西 也不会有 地空岛 弹发射警 大概就是岛 但防御系统的基础设备 远程防空的保证 也是象征一个部队 甚至一个国家军力的重要标志 而海军作战实验室 就不用说了 没有这个 未来的海军高端船只 也是没影的 只是不知道 师级别能够解锁多少高端武器 这还需要看下去 看过建筑页面 接下来就是士兵页面 这里解锁了两个新兵种 海军陆战队 造价一千斤 特种部队的一支 精通射击 散打 擎拿 刺杀 爆破 武装求度等基础军事科目 精通抢滩战斗 沙漠战斗 丛林战斗等 住 该单位继承红颈游戏的海报部队的特点 拥有快速射击的技能 火箭飞行兵 造价一千二百斤 红颈传统单位 现实之中首次运用于实战 以空降兵配以火箭助推器 能够低空飞行战斗 特点是比较灵活 可用于突击 救援等行动 这两个兵种 萧凡都知道 火箭飞行兵 是红颈游戏里面的兵种 士兵身后背着火箭助推的装备 可以在天空飞行 战斗力还算过得去 但是现实之中 萧凡并不认为 这个兵种 适合大规模的兵团战斗 毕竟人飞在天上 那就是一个火靶子 但是如果运用于小范围 应该也能起到出其不意的效果 主要看你会不会用 相对来说 海军陆战队的出现 算是更大的惊喜 看这个效果 这活脱脱 就是海报部队演变出来的 毕竟那个快速射击 是海报部队的基本技能 其实在二代游戏里面 海报部队的战斗力 和弹雅是基本持平的 不过后期的游戏里面 又有弹雅加戏 才让弹雅的人气更高 一千斤的造价不便宜 但是对于特种部队来说 这个价格算是合理了 看到这个兵种 萧凡心中已经计划 打造一支海军快速登陆部队了 哪怕花费重金 也是值得的 有了火箭飞行兵 和海军陆战队 萧凡的海陆空三军的兵种 也在逐渐地完善了 只要前到位 分分钟打造一支精锐雄狮 都不识问题了 不过这还不是重头戏 真正的重头戏 是载具页面 只有更多的现代化武器 才能大幅度地提升 曙光军的整体战斗力 对于这一次升级师长 萧凡是抱以充分的热情的 他有些迫不及待地 想要看看 多出什么新的武器装备了 第317章 暴兵进行中 当萧凡打开载具页面的时候 他才知道 自己升级师长 是多么明智的一件事 长长的一六星刷新出来的载具 足以让曙光军的实力 得到一个质的飞跃 PHL03型300毫米火箭炮 造价3万斤 采用车式运载 拥有12枚火箭发射筒 无星状态下 配备12枚火箭弹 和12枚备用弹 火箭弹长期 3米 最大射程150公里 拥有超强的打击火力 红旗9地空岛 弹发射车 造价5万斤 采用车式运载 无星状态下 配备两枚地空导弹 拥有400公里打击直径 可用于打击敌机 和拦截敌方导 弹 核导 弹发射警 有异曲同工之妙 歼16战斗机 造价30万斤 成员两人 最大载弹量12吨 拥有霹雳10 霹雳15 空对空导 弹 应机83空对地导 弹等 该机为神舟自主研发的 重型多用途战斗机 运20运输机 造价30万斤 最大载重66吨 最大载员450人 最大起飞重量200吨 最大时速700公里每小时 可在复杂天气条件下飞行 重型战列舰 造价200万斤 自带成员500人 作为上世纪的主力战舰 实际上已经被淘汰 但是鉴于末世的特殊性 战列舰还是有一定的实用性 红颈系统按照最强战列舰配置 将其复原 并且加设了防空岛 但装置 大幅度提升其生存能力 该类型战列舰排水量45000吨 配备厚重装甲 装备三座三连装主炮塔 最大射程50公里 每发炮弹重1500公斤 配备20枚鱼雷 用于攻击敌方船只 本身配备防鱼雷系统 配备12架四连高射击枪 配备20枚红箭防空岛 但 可用于近程防空 这些装备 就是肖凡在居页面里面 刷新出来的所有装备了 其中 陆军两种 空军两种 海军一种 这五种装备 肖凡看任何一种都非常的激动 首先这个 PHL03型300毫米火箭炮 这可是神舟现役的火箭炮 150公里的打击范围 意味着这种武器 已经可以取代普通的炮兵 成为远程火力打击的主力 不看别的 单单看这个火箭炮的大小 就能够看出区别来 107火箭炮被称为神器 但是那火箭弹才有多大 满打满算一米左右 这个火箭弹长度就达到了7 三米 就是不爆炸 砸在哪里 都能造成不小的杀伤 还有红旗9防空岛 弹发射车 这就能够让曙光军 带着这种防空武器上战场了 虽然这种斗 弹是对空的 但是其作用绝对是巨大的 因为它可以拦截敌人的斗 弹 不然 敌人一个飞弹过来 必然对地面部队 造成巨大的伤亡 这是萧凡绝对不想看到的 有了这个就不用担心了 首先就基本 利于不败之地了 歼16战斗机 就不用说了 那是比歼16更加先进的空战力气 虽然造价达到了30万斤 但是绝对物有所值 要是量产一批 萧凡的曙光军制空权 绝对是能够拿在手里了 还有运20的大型运输机 更是填补了 萧凡军力的一个空白 随着萧凡拥有了 曙光城 东山基地 从明岛三大基地之后 各个基地之间的联系 也要加强 曙光军原有的空运力量 是不够的 缺乏大型的运输机 现在有了运20 这个空白就被弥补了 要是也量产一批飞机 就能够随时将部队 投放到需要的地方去了 至于最后的这一艘战列舰 更是弥补在萧凡目前 海军力量的薄弱 现在萧凡的船只 只有冲锋舟 气垫登陆艇 鱼雷快艇击种 没有大型船只 海军作战实验室 造价高昂 达到了1000万斤 萧凡现在手里全部资金 也不到2000万 自然不能先建造这个实验室 所以他急需一些强大的舰艇 战列舰的出现 弥补了这个空白 尤其这艘战列舰 还是被系统改装过的 过去的战列舰 之所以被淘汰 主要是技术不行 那些战列舰的负面 大多数都是被飞机 或者鱼雷击毁的 防空一直是弱想 这一艘有鱼雷防御系统 还有系统 加设的防空岛 但系统 这就大大的提升了 战列舰的生存几率 想要击沉这样的一艘 钢铁巨兽 没有极其强大的火力 是不可能的 而且 萧凡在开始就想好了 他要弄一批工程师到船上去 红井的工程师修理装备 那绝对是逆天级别的 尤其开上多功能步兵车 什么机械故障 或者舰艇负伤 都是小意思 所以当所有的建筑物 兵种 全部都浏览完毕后 萧凡已经有了爆兵的计划 他的一个施定员是12万人 现在只有2万 还有10万的空缺 他盘算了一下手里的资金 1600多万 萧凡开始爆兵了 首先 萧凡点选了两艘战列舰 没错 就是两艘 一艘战列舰零零零的 没有其他舰艇的火力支援 这是绝对不行的 虽然200万一艘不便宜 但是萧凡还是咬牙生产了两艘 萧凡现在有五个船物 还没达到秒出兵的地步 所以这两艘战列舰 要明天才能和萧凡见面 点选完了战列舰 萧凡开始生产飞机 20架歼1630万一架 这就是600万花费了出去 然后两架晕20 这飞机也是30万一架 萧凡决定先生产两架 以后钱多了 再慢慢的壮大 这些点选完 手里的1600多万就花出去了1060万 还有580万的资金 虽然花钱如流水 但是大头已经建设完了 剩余的价格都不高了 红旗9防空岛 弹发射车 51辆来20辆 100万斤 这些车辆 加上萧凡之前布置的进程防空岛 但足以形成双层防御链 保卫从明岛的天空 PHL03型300毫米火箭炮 3万斤一辆来50辆 150万斤 萧凡要形成一个强大的火力打击集群 车辆少了 形成不了那种铺天盖地的打击力度 这50辆射程达到150公里的火箭炮 如果集群发射的话 那画面一定非常的震撼 而且 萧凡也不会让这些车辆闲着 过一会儿都忙完了 让他们立刻加入南同市区的攻击站里面去 无星状态 带弹24枚 那还不够 一星就应该是36枚 二星48枚 三星就有60枚了 50辆三星火箭炮 一天3000枚火箭弹 那放起来才叫带劲呢 这些都生产完了 手里还剩余330万资金 这些钱就该用来报兵了 第318章 实力大增 首先 萧凡决定生产一个火箭飞行兵的小队 没错 就是小队 数量不要太多 一个连就差不多了 一个连140人 就是140个火箭飞行兵 一共造价花费了168000斤 萧凡的兵营数量是足够的 当他点选完140个火箭飞行兵 兵营里面就开始飞快地出兵了 不像游戏里面 这些兵出来就悬在天上 他们都是正常走出来的 头戴特殊的头盔 手拿冲锋枪 身后背着很大的火箭柱推弃 他们的衣服也都是特制的 防止被火焰灼伤 没有必要的时候 他们是不会升空的 萧凡虽然不知道 这支飞行兵要用来干什么 但还是先生产了出来 生产完了飞行兵 就是海军陆战队的队员了 这个兵种一千斤一个 虽然在单兵里面算是很贵的 但是萧凡是准备多生产一些的 想了一下 萧凡先生产了700名 海军陆战队的成员 组成一个战斗营 前些天萧凡已经下令 让神龙江那边的鱼类快艇 气垫登陆艇等船只 沿着海边前行 过来从明岛这边和自己会合了 虽然路途上危险不小 但是这些小型船只沿着海边走 危险还是不大的 按照航程 明天大概就能够到达了 有了这些基础船只 海军陆战队也就有了用武之地 又是70万斤花费了出去 萧凡手里的钱只有210万了 这些钱 萧凡也没有让他们闲置 他决定再次增加坦克的数量 30辆天骑坦克 造价150万 30辆磁能坦克 造价60万 这50辆坦克 就是第二装甲兵团的基础 之前这一个月内 萧凡每天都在零散地爆兵 其中磁能坦克和96室 也在不断地制造 早就积攒够了40辆 于是 第二装甲兵团就这么新鲜出炉了 参谋长等军官跟随在萧凡身边 不断地穿梭在兵营和战车工厂之间 兵营和战车工厂都是秒出兵 这些新武器飞快地出现 并且迅速地整边入伍 第二装甲兵团出现 然后50门火箭炮加入了炮兵团 20辆红旗9防空岛 弹车加入了火箭军和20辆V3火箭 组成了强大的攻防一体的打击群 歼16和运20出现后 立刻就加入了空军部队 曙光军的空军 现在也逐渐地形成战斗力 20架歼16 10架歼10 两架轰炸机 10架小型运输机 两架大型运输机 还有炮艇机 雷达预警机 空中加油机等相关机种 让曙光军的空军 已经具有了相当的战斗力 如果当初进攻 从明岛的时候有这种力量 直接过来平推都可以了 海军陆战队也在迅速入伍 按照肖凡的意见 曙光军组成了第一舰队 第一舰队目前下辖两艘战列舰 10艘鱼雷快艇 10艘气垫登陆艇 50艘武装冲锋舟 还下辖700名海军陆战队成员 整个舰队目前人数 已经达到了2000人 肖凡手里剩余的1万多资金 最后都生产了工程师 这些工程师 还有一些多功能步兵车 是肖凡打算派驻到战列舰上面的 肖凡的目标非常明确 他不怕战斗 也不怕牺牲 但是曙光军的主力 不能损失太大 战列舰这种200万一艘的宝贝 那是绝对不能沉没的 这些工程师和多功能步兵车 就是要确保战列舰绝对不容有失 必须在江海上面纵横 一切都布置完了 肖凡终于长出一口气 他这才有时间 看了看自己的空军一号 那是和运20大小差不多的飞机 外观上看着有些相似 但是内部构造就不同了 里面装修的相当豪华 或者说奢华 漂亮的卧房 厨房带冰箱 内部各种酒水齐全 有家庭影院 还有很大很宽敞的浴室 大大的浴缸 足以容纳四五个人共浴 而且这架飞机还配备武器系统 是游岛 谈的那是相当的安全 带着身边的几个警卫 看过飞机后 肖凡相当满意 这当了师长就是不一样了 一切待遇都上来了 这个时候 肖凡身边的情报秘书刘敏开口 总指挥 我郑重向你提出建议 你过分重视男兵的生产 而忽略了女兵 我们曙光郡现在总人数两万多 女兵只有我们几个 这是不科学的 我建议总指挥加入一定数量的女兵 其实女兵在战场上 或者什么地方 很多时候能够起到男兵都起不到的作用 肖凡听着愣了一下 仔细一想 确实他一直都在重视部队的发展 但是还真没有考虑过 男女平衡这方面的事情 如此说来 自己真的应该多对女兵的生产投入一些了 嗯 你说的有道理 我会认真考虑的 肖凡想生产 只是手里现在没钱了 只能等到明天了 新入伍的战车和部队 已经被他派到前线打丧失去了 争取多快点升星 提高战斗力 有了这么巨大的火力提升 明天不给自己带回来至少八十万斤 他都不会原谅这些家伙 所以明天的建设依旧值得期待 而且肖凡现在更加惦记的是两艘战列舰的出现 这两个大家伙出现之后 自己在海洋上的利益才能够得到保障 海权才能得以彰显 肖凡甚至有给两艘战列舰命运的打算 只是这名字暂时还没想好 今天晚上再仔细想想 心里胡思乱想着 肖凡走在军营里面 不时的东瞧瞧 西看看 就在这个时候 突然远处有一辆摩托车快速地开了过来 看得出来 摩托车上面的人来得非常的急 开车的人是军统局 一个叫葛六子的人员 坐车的人是沈局长 开车的六子歪戴着帽子 沈局长甚至光着膀子 胸前斜跨着枪 两个人都是灰头土脸的 好像刚刚经历过战斗一样 车子到了肖凡面前 葛六子一脚刹车 沈局长借着刹车的力道 直接从跨斗里面蹦了出来 总指挥出事了 第319章 金河的运用 沈局长带着葛六子 急急忙忙地跑到了肖凡身边 说是出事了 发生什么事情了 总指挥 您私生 不 您带在身边的那个孩子 还有那个女孩 他们两个出事了 肖凡冷了一下 他感应了一下小不点的情况 小不点和自己的联系 已经非常微弱了 肖凡以前能够感应到 小不点和尤丽亚的情况 因为这两个 是和自己有精神联系的 尤丽亚那边情绪波动 它是有感觉的 但是小不点很少会有 因为小不点是失望 其实缺少了很多的人类情绪 所以肖凡感应不到 也是正常 但是这种情况 还是第一次出现 肖凡现在唯一能够肯定的 就是小不点应该还活着 至于联系好像要断掉了 什么原因 肖凡还不清楚 他立刻问道 出什么事情了 就在今天 你们家里的两个女仆 带着安心 还有那个孩子出去了 去了北边的一家烧烤店 结果那里的老板和服务人员 都是一些敌特分子 他们想要绑架安心和那个孩子 结果呢 肖凡不认为 安心和小不点会轻易被伤害 赶到的时候 他和那个孩子被逼得跳了江 我没能找到他们 甚至小八都没有找到 到江里去了 肖凡想了想 又问那些敌特分子呢 被我们杀了几个 抓住了一个女仆 不过有一个人 用火箭飞行装置跑了 我们没有追上 沈瑞辉有些自责 这件事军统做得不够好 可能会让总指挥失望了 但是肖凡却并没有多说太多 他不相信 安心和小不点就这么出问题了 尤其安心 那个细精女人 不会那么简单出事的 想了一会儿 肖凡吩咐 这件事继续查 绝对没有那么简单的 带上肖天 过去仔细地查查 看看有没有什么遗漏的线索 明白 我这就去 沈局长立刻跳上了摩托车 坐在了摩托车的后座 让肖天坐在了跨斗里面 一溜烟走了 离开烧烤店 沈瑞辉再次来到了 安心他们跳江的地点 肖天过来找找 有没有什么线索 一直跟随肖凡身边的 肖天跑了过来 到处闻 到处寻找 五星级的军犬 能够找到别人 找不到的细微线索 过了一会儿 肖天叼过来一个大贝壳 沈瑞辉打开了贝壳 里面有一部手机 拿出手机看了看 里面有一段视频 沈瑞辉查看了一下 愣了一会儿 脸上露出了喜色 太好了 这段视频肯定会有用处的 沈瑞辉立刻通过通讯员 和肖凡联系了一下 总指挥 我发现了一段视频 是安心小姐留下的 可能会有用 肖凡想了想 你去马顿联系一下 他告诉我 已经连接到了卫星信号 可能我们就要恢复卫视了 先将视频交给他 我这边还忙着 好的 对了 那个被你抓住的女仆呢 昏死了过去 已经关押起来了 肖凡点点头 仔细地审问 他们是被谁雇佣的 有什么目的 审问清楚了告诉我 明白 总指挥放心 军统局做这种事手到擒来 保证把他祖宗十八代 都给挖出来 肖凡转身离开了这里 也没有派出人去寻找 跳江而去的安心和小不点 看过收集之后 肖凡知道 他们或许不完全是为了逃命离开 自己寻找 也是不会有结果的 至于对方的目的 肖凡有一点猜测 不过也不需要猜测 因为答案也许就要揭晓了 不是肖凡不去看视频 因为他这会儿正忙着 因为他又接到了一个报告 这个报告来自曙光城 来自高科技研发中心 肖凡手下的首席工程师爱因 一直留在曙光城做研究 就是他给肖凡带来的报告 总指挥 有新突破 哦 什么突破 关于三级金核 我们一直致力于研发器使用方式 之前一直没有突破 是因为人体无法承受三级金核的能量 所以迟迟无法有关键性发现 直到总指挥完成市场的升级 我也是灵光一闪 采用三级金核和陨石结合的方式 提炼出了一种能量核心 能量核心 是的 不同大小的陨石 搭配不同数量的金核 可以供人甚至战车等机械载具使用 拥有能量核心之后 无论是人还是机械 都拥有更强的战斗潜力 在能量核心消耗完之前 其身体或者机械部位 都拥有一种重组的能力 爱因给肖凡打了一个比方 根据我的测试 一公斤的陨石 加上一颗三级金核 就能制造出一颗能量核心 可以让一个五星战士升级到六星 如果他在战斗之中 失去了一只手臂 能量核心就会快速重组出他的手臂 甚至头部都可以 一颗三公斤的陨石 搭配两枚三级金核 就可以让一辆战车 拥有再生的能力 比如轮胎爆了 装甲破裂等等 都会瞬间复原 这就是能量核心的作用 肖凡想了想 那坦克呢 坦克类的 需要十公斤的陨石 和三枚三级金核 飞机类的 需要五枚金核 和二十公斤的陨石 肖凡又问 战列舰类型的呢 爱因那边计算了一下 需要一百公斤的陨石 和二十枚三级金核 那我们手里现在有多少 我们原本有四枚三级金核 研发途中消耗了一颗 或者一辆坦克升级 或者是一个人 加一辆战车的升级 肖凡又问 那我如果想升级什么 是不是还要回到曙光城 不需要的 我已经将技术 全部传输了出去 任何一个工程师 都可以完成 只是金核还在这边 我可以让人 给总指挥送过去 总指挥 请您注意三级金核 和陨石的收集 这两种物资 未来将会成为 极其珍贵的战略资源 肖凡点头答应 实际上 他的手里 已经又有了两枚三级金核 都是这段时间 曙光军收复南童时候 获得的 陨石也有了几公斤 以前只是随手收集 没有重点收集 但是以后就不一样了 肖凡将会重点收集 这些珍贵的物资 一个在能量耗尽之前 几乎打不死的人 或者坦克 那会是一种什么存在 相当于提前造出铁木了吧 唯一让肖凡有些苦恼的 就是他要积攒一些 直接升级坦克飞机 或者军舰呢 还是先升级士兵呢 第320章 新闻 安心和小不点失踪的事情 很快有了一个结果 沈瑞辉那边 大约一个小时后 传来了消息 根据那个醒来的女仆交代 是有人收买了他们 让他们将安心和小不点 带到烧烤店 事成之后 会给他们一大笔钱 并且将他们送到天都去享福 但是具体是谁 他们并不知道 到了烧烤店 安心抱着小不点 他们两个立刻抓住了安心的胳膊 不过还是被安心挣脱了 安心挣脱之后就往外跑 然后他们和烧烤店的人出去追 一直追到了江边 然后军统局的人就来了 安心带着孩子跳江了 之后就发生了战斗 一些人被杀死了 他也被沈局长一个飞脚踹晕了 后面的事情就不知道了 听完沈瑞辉的讲述 萧凡表示自己知道了 他告诉身边的通讯员 关注一下今天晚上的新闻 也许今天会有事情发生了 吩咐完了通讯员 萧凡又让通讯员 联系了一下手下的工程师 科研三巨头的马顿 跟随萧凡来到了从明岛 对于这个能够研制出 迷幻要这种不正经东西的工程师 萧凡还是比较喜欢的 你说我们连接通讯卫星了 能恢复卫视了吗 可以了 总指挥 从明岛电视台这里有很好的基础 所有设备都齐全 经过这么多天的努力 我们已经能够连接通讯卫星了 也可以如同其他基地一样 用卫视来播报节目了 很好 沈瑞辉的视频给你了吧 你看着办 如果有人想通过这件事 给我泼脏水 你就做出反击 给我了 放心吧 总指挥 我知道怎么做 沈局长和我商量着办呢 好 萧凡认为 马顿和沈瑞辉还算靠谱 就没有去看视频 新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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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讯员一直关注新闻 到了晚上七点 果然如同萧凡所说 天都新闻里面播报了一件大事 根据目前我们掌握的消息 基本可以确定 萧凡其人 肯定是和丧尸有秘密勾结的 这里是证据 电视画面之中 出现了大师姐头 戴一顶最爱萧凡叔叔的帽子 然后是萧凡和小不点的合影 也是有一张最爱萧凡叔叔的帽子 然后电视画面里 还有一段今天的视频 战斗的地点就是在烧烤店 视频是监控拍摄下来的 画面里面 安心和小不点进入烧烤店之后 店内早就安排好的人 立刻对他们发动了袭击 但是那个安心的动作非常灵敏 反应也足够快 竟然一下就摆脱了两个女仆 然后抱着孩子跑了出去 后面的人追逐了二百多米 一直追到了江边 其中也有人跟着拍摄 到了江边的时候 安心抱孩子 孩子拿着一个手机 双方说了几句什么 那个安心竟然跳江逃顿了 画面之中 安心和那个孩子都戴着帽子 那孩子的帽子上 有最爱萧凡叔叔几个字 虽然安心的那顶帽子上面 没有最爱萧凡叔叔的字样 但是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来 那顶帽子 是被翻过来的电视里面 甚至举证了几个细节 表示帽子是翻过来的 这些证据 基本算是铁证了 电视播音员继续道 难怪新海都的诗群 对于曙光君攻打男童无动于衷 原来彼此早就有勾结 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定 新海都的覆灭 就是萧凡一手造成的 萧凡的目的很简单 覆灭新海都 然后吞并国际岛 现在他的阴谋都已经得逞了 接下来 他说不定还会做出什么 天怒人怨的事情 为了全人类的幸福安全着想 蔡志远议长做出如下决定 即日起 联邦所有部队 进入一级战备状态 尤其是金陵基地 深海基地 槟城基地 以及天都基地 蔡志远议长要求萧凡 立刻放弃一切不切实际的幻想 放下武器投降 其麾下包括从明岛驻军 东山省驻军 以及曙光城驻军 都要立刻接受联邦的整编 如果萧凡执迷不悟 一切后果皆由你承担 蔡志远议长要求全国人民 都投入到抗争萧凡这个野心家的战斗中来 对于犯有反人类罪行的萧凡 加以批判 绝对不能让他继续胡作非为下去 蔡志远议长表示 只给萧凡24小时考虑时间 如果24小时之后 萧凡还没有放下武器宣布投降 联邦将会对曙光军战 蔡志远议长授权麾下军队 可以在任何时间 任何地点 对曙光军发动打击 不必请示 随着这一条新闻的播出 全国都沸腾了 人们被联邦带着节奏 在各个地方被萧凡大加批判 可能只有曙光城还算安定 因为曙光城的民众 都是被萧凡救下来的 对萧凡已经有了很深的崇拜情节 这风浪虽然不小 但是还动摇不了曙光城 东山基地也没事 因为那里没有民众 都是曙光军 从明岛这里 状态也还算可以 因为这里大多数都是外国人 自然不会对神州的事情 有太多关注 不过对于萧凡勾结丧失这件事 他们还是心有戚戚的 但是他们也不敢多说什么 因为现在从明岛 完全被萧凡控制在手心 没有人能够在这里挑战的他的权威 萧凡已经下令 如果有人拿这件事做文章 搞什么示威游行的话 那是绝对不会姑息的 至于外界怎么闹 萧凡也不去关注 因为曙光军这边 很快就做出了反击 事情发生一个小时 也就是八点的时候 一个新的电视信号出现了 这个信号来自于曙光军 来自于从明岛 曙光军利用从明岛的电视台 接通了卫星信号 播放了节目 电视节目主持人居然是迪丽 一个末世之后 就不见人影的大明星 现在居然在从明岛 在萧凡那里 迪丽一身套裙 容颜依旧 对着摄像头发言了 发言的内容 主要就是针对一件事 曙光军公布了一段画面 是一段手机拍摄的视频 视频拍摄的更加清晰 几乎是对着安心的脸拍的 这里可以看到 大师姐和安心并不是特别像 虽然两个人看上去 外形非常相似 轮廓也相似 但是那两张脸并不是一个人 大师姐更加的美艳一些 而安心则是偏清秀一些 画面之中 安心满脸泪水 一边奔跑一边哭泣 为什么要抓我 我做错了什么 你们不要想侮辱我 我宁可死 也不能让你们侮辱了我的清白 这是女子的气节 声泪俱下的哭诉 犹如杜鹃气血 让人心碎 尤其是最后 安心带着小布点跳浆的时候 回头望这边看了一眼 那一眼有留恋 有不舍 有宁为玉碎 不为瓦全的决心 这些情绪 表达在一个看似柔弱的姑娘身上 分外地打动人心 最后时刻 安心阴唇清起 声音娇柔 小凡哥哥 你长时间不敬女色 就是为了我 现在希儿的清白 也为你保住了 我不能按照约定嫁给你了 你忘了我吧 说完 安心转身 抱着小布点奔跑几步 一头投入滚滚圆江 一去不复返了 第321章 黎明破晓 这一幕 看哭了很多人 人们也都知道 原来这个安心 是肖凡的未婚妻啊 难怪肖凡一直有不敬女色的传言 原来是因为有未婚妻了 肖凡真可怜啊 未婚妻就这么没了 以后是不是要孤苦一生了呀 迪丽在电视里面 义愤填膺 同胞们 安心小姐一个女孩子 她从来都是善良而又温柔的 从来不会和人争执 她还在憧憬着她的婚姻 她的爱情 但是她什么都没有等到 就被逼得跳了江 死后还要被污蔑为丧尸 你们会相信吗 联邦这种为了诬陷 而草菅人命的做法 我们绝不容忍 即日起 曙光军将会和联邦进入战争状态 肖凡总指挥授权全军 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 对联邦发起任何形式的攻击 我们绝对不能容忍这种污蔑 历史会还给我们清白 正义将在今天开始书写 舆论的反转 就在一瞬间 蔡志远方面 故意模糊画面 确实误导了太多人 加上很多人人云亦云的心理 这件事就被他们定性了 要不是曙光军用电视台进行反击 恐怕肖凡真就要冤死了 虽然蔡志远方面还在竭力地澄清 说是大师姐化妆了 看身形 明显就是同一个人 看帽子款式等等 都是大师姐无疑 但是相信蔡志远化的人却不太多 因为从来没有人见过丧尸会化妆 而且最后时刻 那个叫安心的女生 带着一个小孩子 毅然投江 回首一刻 那欺然苍白的翘脸 那种悲壮的气氛 心碎而又决绝 让人心脏都不由自主地揪紧那个眼神 那个神态 那个楚楚动人 岂是一个丧尸能够做到的 如果是真的 这个丧尸都可以去当影后了吧 也有人说 这个安心看着有一种白莲花心机表的气质 也被一群直男喷得够呛 哪个心机表会投江啊 拿生命来完成一次心机吗 安心已经在人们心中成为了真善美的化身 成为了很多直男心中的白月光 尤其肖凡 痛失未婚妻 难怪会不顾一切的和联邦宣战了 真是一个痴情的人 在这种同情心理下 现在舆论顿时陷入了分歧之中 相信肖凡和相信联邦的人 大约各占一半 要知道 神州大部分地区都是在联邦控制之下 这种情况下的各占一半 其实就是大多数人都偏向了肖凡这边而已 只不过是不敢尽情表达 有分歧的情况下 明义就不能占据主岛地位了 双方已经撕破脸 各自宣布开战 战争已经是不可避免了 继双方相继宣战以后 越北和江南基地也各自表态了 越北基地不知道蔡志远做了什么工作 已经宣布加入联邦 只有江南基地的首领王秋成 表示支持肖凡 表示肖凡如果从明岛战事不利 可以考虑退到江南 对此 蜀光军也做出了积极的回应 暂时和江南基地结成了战略同盟 至此 神州已经分为两大势力 一方是联邦 一方是肖凡和江南基地的王秋成 这么一件事成为了导火索 即将在神州大地掀起漫天烽火 心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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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到了王秋成的支持 肖凡并没有太过高兴 这种时候的支持虽然看似可贵 但是肖凡还不敢确定对方心里在想什么 所以只是回应了一下 想要获得真正的和平 还是要靠自己 这件事的发展 也有些出乎肖凡的意料之外 他没想到 安心这个戏精女人竟然搞了这么一出 那段视频应该是小不点拍摄的 这明显是两个人的配合 安心这样的表白 几乎是一下就将事情板上钉钉了 人人都认定他是自己的未婚妻了 这件乌龙肖凡还无从解释 尤其是安心说什么 自己不敬女色 这从何说起呢 肖凡想要找他对质 可是人已经跳江了 自己也找不到了 肖凡当然不能拉着别人去说自己根本不是不敬女色 所以这个黑锅稀里糊涂的就扣了过来 肖凡晚上睡觉之前 想到这件事都恨得有些牙痒痒 这件事的源头不知道从哪出来的 要是让自己知道 一定让他后悔一辈子 马顿和沈瑞辉也是两个不靠谱的 这样重要的视频居然就这么播报了出去 现在目已成舟 肖凡郁闷的无以复加 幸好第二天的事情 终于让肖凡郁闷的心情 得到了缓解两艘战列舰造出来了 幸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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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这件事 肖凡早早地来到了船雾 等待两艘战列舰的入伍 上午九点 第一艘战列舰入伍 当这个庞然大物从船雾里面出来的时候 肖凡整个人都为之一阵 巨大的钢铁怪兽 从船雾里面缓缓地开了出来 甲板上面 水兵们整齐的战力对着肖凡敬礼 上面巨大的金属炮塔 让肖凡第一时间想起了曙光城的阵程巨炮 曙光正义 肖凡和一众军官在码头边视察 参谋长郑伦问道 总指挥 请给战列舰命名吧 其余的人也都将目光落在肖凡脸上 希望肖凡能够从痛失爱气的悲痛之中走出来 肖凡也不搭理别人怪异的目光 想了一下开口道 我们的部队当初命名为曙光 而曙光都是诞生在黎明时分 这艘船就叫做黎明号吧 随着肖凡说完 战列舰的舰身上出现了黎明号三个大字 总指挥 一会儿还有第二艘 黎明之光 破晓之光 都是曙光 第二艘就叫破晓号 众人纷纷点头 两艘战列舰命名完毕 这时候 黎明号已经来到了码头边上 金属跳板自动延伸了过来 总指挥 上船试查吧 肖凡率先迈步 走上了这艘战列舰 舰长已经站在了入口这里 看到肖凡之后 立刻敬礼 黎明号舰长江洪奎 向总指挥报道 说说黎明号的情况吧 报告总指挥 黎明号全员1500人 军舰长245米 宽40米 配有三座450毫米三连主炮 配备三座150毫米三连装副炮 配备20架25毫米四连高射击炮 配备20枚鱼雷和120枚防空岛 但 配备全自动雷达和防鱼雷系统 配备三架舰在直升机 船上自带餐厅等生活区 相比上世纪的战列舰 我们具有更强的战斗力 随时可以沿江或者出海作战 肖凡听闻 反问了江洪奎一句 我们就要和联邦开战了 你这艘船 能够保证我们的制海权吗 报告总指挥 我们黎明号 和即将出现的破小号联手 只要对方没有航母和潜艇类的尖端武器 或者压倒性的数量的话 我们必定为总指挥乘风破浪 称霸海洋 第322章 重兵集结 肖凡在江洪奎的引领下 在众位曙光军军官的陪同下 兴致勃勃地参观了黎明号的主控室 舰长室 生活区域等等 期间 肖凡看到了军舰上的鱼雷和炮弹 鱼雷就不说了 这个一发重量达到1000多公斤的炮弹 给肖凡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现在的航母 潜艇等武器固然先进 但是却很少能够带给肖凡战列舰的那种震撼感 虽然这一艘船造价200万 但是肖凡觉得 简直是太值得了 单单船上的这100多的岛 但 20发鱼雷 以及十几门火炮 每天自动刷新的几百发炮弹 这个价值都是无法计算的 何况 这不单单是一艘船 还有1500名训练有素的水兵 这些士兵 都是宝贵的财富 是曙光军的根基所在 就在肖凡视察黎明号的时候 破小号也从船坞里面开出来 正式入伍了 同样是战列舰 但是并不是每一艘都是完全一样的 破小号和黎明号相比 炮塔的数量差不多 但是鱼雷携带的更多一些 相对倒 但稍微少点 两艘船排水量差不多 破小号也是1500人 当破小号来到了黎明号附近的时候 肖凡站在黎明号上 得以看到这种庞然大物的全景 肖凡并没有后此薄彼 从黎明号上下来 又登上了破小号视察了一圈 这个举动给了破小号官兵极大的鼓舞 随着蜀光军规模越来越大 肖凡已经逐渐地记不住新兵的名字 别说士兵 现在蜀光军内 他连营长都记不全了 估计等到失人数增多 他能够记住团长就算本事了 但是他知道自己的一举一动 在红锦士兵的眼里依旧神圣无比 所以他并不吝啬和士兵接近 给他们打气 视察完了两艘战列舰 肖凡并没有让两艘战列舰露面 现在蜀光军和联邦的气氛非常紧张 战斗说不定会在什么时间 什么地点打响 肖凡并不想过早地暴露底牌 好刚要用在刀刃上才行 从船坞离开的时候 来自南同方面又有一笔资金到位了 96万多 这就是新兵入伍带来的好处 肖凡将火箭炮和第二装甲兵团派出去 天天飞机轮番轰炸 将携带的弹药全都打出去 才算结束 资金的收集速度也快了起来 肖凡知道 现在是最好的时候 没有狮王带领的狮群 数量再多也会被慢慢清理掉 所以 他要趁着这段时间 尽量地杀伤丧尸 收集资金 只是蔡志远那边 好像不打算给自己过多的时间 肖凡有预感 和联邦的全面开战 就在这几天了 只是缺少一个契机罢了 收拾了一下情绪 肖凡不再想这些 今天的资金加上采矿所得 让他手里再次有了一百万资金 有了钱之后 肖凡再次增加了一个营的兵力 这个新的营 暂时列在了警卫团的名下 没错 就是警卫团 肖凡成为师长之后 他的警卫营也可以升级了 成为一个团 但是这个营 和普通的警卫还不一样 因为这里全是女兵 这个女兵团的造价还比较高 因为肖凡造的 都是价格较高的女兵 比如女性狙击手 女子海军陆战队成员 女子间谍等等 薛宁儿暂时担任了这个营的营长 肖凡给这个女性营 命名为霸王花 他交给薛宁儿一个任务 就是无论如何 要将这个女兵营 打造成一个全能营 能战斗 能侦察 能伪装 甚至还能充当临时模特 接待营兵什么的 因为肖凡要求这一次的女兵们 颜值都要在水准线以上 身边全是美女 看谁还敢造自己的谣 想到安心那个戏精 肖凡还有些牙痒痒 不知道这个女人 带着小布点跑哪去了 她在雷达地图上 居然找不到他们的存在了 肖凡相信他们还活着 也就不过于担心 现在联邦磨刀霍霍 这才是肖凡该关心的事情 心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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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比于肖凡一方的低调 联邦那边却是动作频频 在蔡志远的命令下 全国各大基地纷纷行动了起来 首先在东北方向 辽东基地的一支部队 开始北上直奔槟城基地 辽东这边出兵两万人 其中战机和装甲部队全都有 而槟城方向 魏无忌也已经动员了三万大军 五万全副武装的兵力 开始在槟城地区集结 目标不用问都非常明确了 他们就是奔着曙光城去的 相比于从明岛这边 曙光城的兵力接近五千人 其中包括了曙光军的一个整编第二团 还有成为赢的全部兵力 以不足五千人的兵力 面对两大基地的五万人 可想而知 曙光城面对的压力有多大 而在东山那边 蔡志远下令 西京基地派出了一支两万人的部队 加上天都也有四万人的部队正在集结 这六万人的部队 一旦集结完成 将会对东山基地发动进攻 东山基地比曙光城的人还要少 全部兵力只有两千人 就算武器装备还算先进 也不可能有获胜的希望 但是这并不算什么 压力最大的方向 则是来自于从明岛 天府基地一支三万人的部队 正在昼夜兼程地赶往精灵 越北基地那边 也有一支三万人的部队赶往精灵 而精灵本身 也有五万人的部队在集结 一旦这两个基地的兵力全部到达后 精灵这里 就会随时抽调出十一万的总兵力 投入战斗 而在从明岛的北方 天都还派出一支两万人的部队 前往深海 深海基地的梁威 也整编了本基地的三万兵力 其中陆军三万 海军一万 准备等到天都的援兵到来后 将会发动对从明岛的攻势 如此简单的一计算 这一次联邦投入了总计 多达二十八万的雄厚兵力 要从各个方向 对萧凡的所有力量 围追堵截 要知道 萧凡这边升级成师 扩军之后 总兵力大约也就在两万五千人左右 双方兵力相差超过二十万 这一战不用打 似乎就已经注定了结果 第323章 军事会议 这几天 联邦的新闻 几乎在全国的电视节目里面刷屏了 某个基地的部队 来了多少人 有多少重型火力 部队走到了哪里 即将和哪里的部队会合 这些新闻 几乎每时每刻都在发生 而且不断地通过电波传递了出去 虽然战斗还没有打响 但是几乎所有人都已经认定 萧凡这边肯定不是对手的 在人们的认知里面 萧凡的总兵力 应该也就是一万多人 怎么和联邦二十多万人打 就算有江南基地的王秋成 宣布和萧凡站在一起 但是也几乎没有多少胜算 尤其江南基地和从明岛之间 还间隔着海都就城区这个天险 双方想要联络上 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最起码 现在从声势上 萧凡的从明岛 已经全面落入了下风 等到联邦那一方完成部署 全部军队到位 萧凡和曙光军的命运 估计就要开始倒计时了 新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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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对联邦咄咄逼人的势头 最先坐不住的不是萧凡 而是萧凡的临时盟友 来自江南基地的王秋成 联邦开始对曙光军宣战以后 江南基地的王秋成 就宣布站在了萧凡一方 算得上是雪中送炭了 但是这一次 蔡志远动真格的了 王秋成那边就坐不住了 就在刚刚 他给萧凡来了电话 萧老爹 这一次 你可要救救我啊 天府那边三万人 越北那边三万人 加上金陵的五万人 十一万的大军正在集结 虽然他们很有可能沿江而下 直奔你的从明岛去 但是我已经得到了更加可靠的消息 这十一万人的实际目标 应该是我们江南基地 毕竟从金陵出发 到我们江南基地 也距离你们从明岛远不了多少 你们那里是岛屿 是天险 我们江南基地可没有什么天险 他们打定的主意 就是对你们那边虚张声势 然后趁我们不备 一口将我们吞下 到时候淳亡齿寒 萧老弟你一个人也不好撑下去了 所以这一次 你一定要帮我 萧凡反问 王老哥 你打算让我怎么帮 我的要求不高 你组织个五千到一万兵力 来支援我们这边 一下就行了 这样我们双方都保住了 萧凡沉生 我这边的压力也很大 你知道在神龙省 在天都 在深海 都有敌人的兵力在集结 我现在是自身难保 萧老弟 我说话你 仔细考虑考虑 你兵力不够雄厚 战线拉得太长 反而容易被别人各个击破 不如放弃北方 或者至少放弃一个基地 这样更加有利于收缩兵力防守 你觉得是不是这个道理 咱哥俩现在是一条绳上的蚂蚱 我不会坑你的 挂断了王秋成的电话之后 萧凡下令 召开了军事会议 现在曙光军在从明岛上的驻军 已经接近两万人 各级军事将领 自然是不守 在萧凡的别墅内齐聚一堂 人数好几十 已经担任了霸王花营长的薛宁儿 再一次临时地充当了讲解员一职 所有将领坐在长条桌两侧 托帽平视 萧凡坐在长条桌的尽头 身批市长的披风 坐在那里 听着薛宁儿的讲解总指挥 各位将军们 现在我们曙光军面临的形势 可谓是非常的严峻 联邦的胃口非常大 从地图上我们可以看出 他们的各支部队 已经快要到位了 一旦全部到位 必定将会对我们展开雷霆般的打击 根据联邦部队的集结情况 我们可以将其分成北线 中线 南线三个部分 北方 沈城和槟城五万人在集结 准备吞下我们的曙光城 南线这里 金陵 越北 天府 三个基地 一共十一万的兵力在集结 这些兵力可以攻击我们从明岛 也可以直扑江南基地 攻击我们的盟友 而中路 这里的形势也比较严峻 西津 深海 天都 三大基地捏成了两个拳头 各有六七万的兵力 这两个拳头 可以北上支援北方 也可以南下支援南方 更可以合力轻松地将东山基地吞下 这就是我们面临的情况 敌方二十八万人 可以从各个方向随意地选择攻击点 而我们的三大基地摆在那里 跑不了也搬不走 只能防御作战 这对于我们是相当被动的 而且总指挥说了 今天我们的盟友江南基地 还希望我们出兵五千到一万人 帮助他们应对南线威胁 这也是一个问题 介绍完了基本情况之后 薛宁儿停下了下来 萧凡用手敲了敲桌面 刚刚我们的情况 薛宁儿已经介绍完了 大家有什么意见和想法 都可以现在提出来 这一战的重要性不用我说了 我们薯光郡几乎是单枪匹马的 面对整个神州 八大军事基地的压力 对方出动了接近三十万兵力 十倍于我们 而我们的盟友 现在明显帮不上什么忙 我们薯光郡这一战 如果打不赢 那么也就直接在历史上除名了 我相信大家都不想看到那一幕吧 萧凡说完 室内开始发出一阵嗡嗡声 大家讨论了起来 总指挥 我觉得我们应该战略性地放弃东山 或者薯光城 让两个基地合并一处 这样也好应对 那你说放弃哪里 难道要我们放弃蜀光城吗 我不能接受 放弃东山也不行啊 有东山基地在 我们才有源源不断的资金收入 一旦放弃东山 从明岛和蜀光城距离也太远了 彼此照应不到 以后更危险 那怎么办 难道还能放弃从明岛吗 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支援江南基地吧 毕竟帮助了他们 也能起到牵制南线敌军的作用 哎 要我说最难缠的是敌人的中路军 十二万大军捏成两个拳头 不但对东山造成了巨大威胁 还阻隔了我们南北支援的路 南线也很危险啊 主要我们现在都不清楚 他们的出兵目标 是奔着我们从明岛来的 还是奔着江南基地去的呢 将领们纷纷讨论 场面一时间有些混乱 萧凡听了一会儿 终于是有些听不下去了 好了好了 我也听了一会儿 你们大概是觉得 现在我们只能根据形势防守了吧 众人都是一愣 这会儿不放手 难道还能干什么别的吗 看到众人的眼神 萧凡微微一笑 大家觉得 你们想到的这些 敌人难道会想不到吗 想要做出应对 那就必须在敌人想不到的方面入手 第324章 深海事变 说着 萧凡直接将所有人的方案全部推翻 我们为什么要坐在家里 等敌人打上门来 难道我们就不能主动打出去吗 所有人听到萧凡的话 都是忍不住一愣 打出去 他们还真没这么想过 敌人将近三十万 能够占据地力 守住已经是福大命大了 还想主动出击 但是转念一想 人们却觉得 萧凡的想法 似乎也不是不可行 可是要怎么出击 这其中 似乎到处都有漏洞 毕竟兵力相差太多 萧凡继续道 我们曙光军的三个基地 任何一个都不能丢 可能你们觉得 我们很难守得住 不过我现在可以告诉你们 曙光城那边的防御不用担心 我会让尤利亚那边 出兵帮助协防曙光城 凭魏无忌那三万人 还有来自沈城的两万人 是打不下固若金汤的曙光城的 听到萧凡这句话 所有人的心都放下了一半 最让人担心的 其实就是曙光城 既然那里没问题了 接下来的问题 就好解决多了 可能你们觉得 就算没有曙光城的困扰 我们这两个基地 还有江南基地的防守问题 也是大问题 但是我要告诉你们 不难 从明岛四面环水 一守南攻 其实不必太过担心 我们主要就是确保 东山基地不丢 这是底线 至于江南基地的问题 我们暂时不必理会 作为盟友 这种时候不但帮不上忙 反而还会扯后腿 这样的盟友要来何用 可能有人会说 这种行为有些短视 但是你们想过一个问题没有 对方真的是我们的盟友吗 如果他们不是呢 如果这一切是个圈套呢 我们贸然出兵 结果是什么 听到萧凡提出这个反问 几乎所有人背后 都是一层白毛汗 江南基地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韦 这种时候和曙光军结盟 这件事真的可信吗 如果有诈 曙光军中计的话 那必将万劫不复 可以想象 也许曙光军这边 派兵离开从明岛 那边精灵十一万大军就会扑上来 甚至江南也会翻脸拔刀 加入攻击序列 因为这样才符合常理 蔡志远应该是之前 就和江南基地沟通好了 这是提前给曙光军设下的一个圈套 不得不说 这种可能性非常的大 但是也不能因为这个推断 就完全确定江南基地那边是敌人 如果真的是盟友 选择错了的话 结果也是灾难性的 众人的目光都落在萧凡脸上 想看看萧凡凡准备如何做 萧凡叫来通讯员 去 通过电视播报 蜀光军将会在三天后 出兵五千人支援江南基地 必定保证我们盟友的利益不受侵犯 通讯员领命去了 众人在看萧凡的脸 顿时有一种高深莫测之感 信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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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萧凡在电视节目里面表示 一定要保证江南基地的安全之后 整个神州似乎有些诡异的安静下来 除了江南基地的王秋成表示 一定热烈欢迎蜀光军盟友到来之外 别人都没说话 虽然没有在电视里面说话 但是私下里 联邦这群人几乎要谈官相庆了 尤其是在京陵和深海两个基地 对从明岛作战 这两个基地都是桥头堡 但是他们也有所忌惮 毕竟从明岛一手难攻 他们攻打也想稳妥一点 现在萧凡居然主动出兵 前往江南基地了 那么从明岛的防御力度 必定大幅度下降 他们的机会也就来了 一个个密电在联邦高层迅速传开 所有人待命 暂时按兵不动 等到曙光军离开从明岛两天之后 全面进攻立刻发起 京陵和深海两个基地 处于高度待命的状态 这两个基地都是由海军的 这一次进攻从明岛的计划 就是要海军打前锋的 只要两个基地的战列舰 能够顺利地开到从明岛岸边 战列舰的巨炮能够将岸上荡平 两个基地的大军就会蜂拥登陆 一举占领全岛 这个计划现在看上去是天衣无缝 没有任何问题的 新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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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夜 萧凡躺在沿海别墅的床上 听着窗外的海潮声 翻来覆去的有些睡不着 事情进展到了这一步 已经算是非常顺利了 他的计划基本都得到了实现 现在唯一有些不在控制范围内的 就是从天都出来的兵力 如果天都兵力直接出城 直扑东山基地的话 萧凡基本是没有什么办法的 毕竟距离远 实在有些鞭长莫及 实在不行的话 暂时放弃东山基地也不是不可以 毕竟那里没有幸存者 就算一时被占领了 相信也不会带来什么大的损失 蔡志源手下的人 总不会变态地去砸一个无人基地吧 只要撑过开始这几天 自己这边的态势就会好很多了 军统局的人已经去了深海 相信10天之内就会有消息传来了 只要那边的事情成功 自己这边也就算师出有名了 不兴无名之师 这是萧凡的一个准则 很多时候 战争必须要爆发的时候 也需要一个事件和借口 事态在发展 萧凡躺在这里睡不着 觉得别墅这里有些冷清 也不知道安心和小不点哪里去了 这两个家伙 应该活得很滋润了吧 心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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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海 突变者协会 据是阿强正在看电视新闻 这一段时间 内战的味道已经越来越浓厚了 但是阿强并没想牵扯其中 尤其是他和萧凡关系不错的情况下 所以他一直是打算独善其身 做看风云变换了 电视看了没多大一会儿 突然房门打开了 阿强抬头一看 进来的人有些变熟 恍然间 阿强想起这个人是谁了 以前来深海的时候 他见过这个人 萧凡身边的警卫连长 一瞬间 阿强头顶的汗突然就下来了 这个家伙跑到深海来做什么 这不是往自己脑袋上面扣屎盆子吗 还没等阿强说什么 这个警卫连长突然就走了过来 一屁股坐到了阿强的身边 他身后跟随的人 迅速地给两个人来了一张合影 然后 这个警卫连长就走了 一句话都没有说 深海基地的首领梁威 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下 看到了突变者协会的阿强 本来修复了战列舰 信心满满的梁威顿时勃然大怒 这还能忍 深海的士兵立即出动 前往突变者协会去抓捕巨石阿强 到了这个时候 阿强也不能束手待毙 有照片为证 他想要解释都无法解释 只能硬着头皮反抗 避免被当场打死 突变者协会这帮人也不是吃素的 依托大厦开始了防御作战 阿强一边战斗 一边向萧凡发出了求援消息 因为被强迫拉上贼船的他 已经别无选择 这件事被称为深海事变 但是这个时候 联邦的人还没意识到 这件事情的严重性 和即将带来的后果 第325章 出发 萧凡接到了巨石阿强的求援时候 曙光军这边军舰 都已经悄悄地离开了从明岛 沿江走了上千公里了 军舰上面停放了雷达干扰车 让雷达也无法捕捉他们的行踪 而且一直在南同市打丧尸的部队 也开始沿着陆路进发 攻打深海这样的大城市 单单依靠军舰是没有办法进全攻的 陆军的速度可能稍微要慢一些 因为陆地上毕竟还有丧尸拦路 但是军舰的速度还是够快的 曙光军的两大战略舰 黎明号和破晓号 各自组成了一个舰队 虽然没有护卫舰什么的 但是浩浩荡荡的鱼雷快艇 冲锋舟 气垫登陆艇等等 还是组成了两支舰队 沿着沿江迅速地吸去 萧凡本人亲自登上了黎明号 在军舰内指挥这一场战斗 其实进攻深海 是萧凡早就指定好的策略 他从来没想着一直被动挨打 他想要主动出击 尤其第一步 联邦那边一定想不到 自己敢于离开从明岛作战 所以这第一次是最容易成功的 萧凡将目标定在了深海 是有其原因的 深海位于江淮省 南边是从明岛 北边是东山省 它的存在 正好将萧凡的两大基地切割开 首尾不能相顾 所以萧凡决定拿下深海 只要拿下深海 江淮就是自己的势力范围了 这样一来 整个神州东北部的沿海 除了内海湾北边的辽东地区 都在萧凡的控制之下了 它的基地就会连成一片 有了很大的战略纵深 也方便管理 而且深海那边 还有巨师阿强作为出兵的借口 只不过阿强有些不太上道 萧凡只能帮他下定决心了 阿强的电话打来的时候 萧凡的军舰 已经到了原江和宝江之间的交界处 萧老大 你一定要救救我啊 两位要我的命 我这次真是知道错了 你以后让我做什么 我就做什么 萧凡呵呵笑了一下 很好 你能够给我打这个电话 证明你还算是能够分清善恶 这样好了 你在深海坚持六个小时 我会过去支援你的 六个小时我恐怕坚持不住啊 现在全靠我们 突变者协会的这点人 坚守大厦呢 最多三个小时 就是极限了 没关系 会有人帮助你的 萧凡挂断了电话 在系统里 直接通知军统局的人 过去帮助巨师阿强 这次出兵 还要拿阿强做法子呢 萧凡当然不能让他败亡 这边下令 让军统局的人帮忙 另外从明岛上 蜀光军的电视台 播报了一则新闻 蜀光军的新任播音员 狄立出现在了电视屏幕上 现在 深海基地发生了一件 骇人听闻的事件 基地首领梁威 因为突变者协会的会长阿强 和蜀光军的 一个人正常交流 就以莫须有的罪名 扣在阿强的头上 要拿他问罪 现在双方正在深海激烈交战 在此 我们蜀光军的立场是一贯的 是坚定的 萧凡首领呼吁双方保持克制 立刻放下武器 将一切矛盾争端 放到谈判桌上来解决 如果有人视强凌弱 视蜀光军的警告于不顾 我方绝对不会听之认之 必定用手中的枪炮 还被害者一个公道 这个新闻 被深海的梁威看到了 看到蜀光从明岛电视台的新闻 梁威忍不住笑从出了声 尼普萨过河 正好我的飞机和军舰 都没什么用武之地呢 就算他不来 我也要打上门去的 梁威身边 闲着无聊的两个战略舰舰长 都跟着他 这会儿听了 也是一个个舔胸蝶度的 恨不得立刻能够驾驭自己的战略舰 杀向从明岛 梁威忍不住 不用理会肖凡那斯 他就是最后的狂吠罢了 现在天都来的两万部队 还有半天时间就要入城了 我们一定要趁着天都的部队到达之前 解决阿强这个祸害 梁威点点头天都的人怎么过来的 天都那边是沿着天航大运河过来的 一共有二十艘运输船 还有两艘海警船和三艘猎潜艇 听到这里 梁威都是眼睛一亮 猎潜艇 哪来的 听说是蔡志远议长 从辽东造船厂那边调过来的 当初护卫舰覆灭的时候 这几艘猎潜艇还没造好 不过后来造船厂建设完毕 造船速度大大提高 这几艘猎潜艇 就是这段时间加班加点弄出来的 蔡志远议长一直都想要彰显海拳 听说还在重新建造新的军舰呢 这几艘船临时跟随天都的人过来 准备帮我们一起攻打从明岛 梁威哈哈大笑 好 蔡志远议长有心了 有了天都的两万兵力和这几艘猎潜艇 萧凡是在劫难逃了 看来我们的目标不是东山基地 而是从明岛了 左右看了看 立刻加大攻击力度 彻底解决阿强这一群脚屎棍 不要让天都的人过来 还看到我们这边还在打仗 那萧凡的警告 不用理会 我们距离从明岛两千公里 等他过来 黄瓜菜都凉了 梁威这边下定了决心 进攻突变者大厦的力度 也增加了几分 但是过了两个小时 这个大厦居然还没有打下来 梁威有些恼火了 怎么回事 小小的一个突变者协会 我动用了两个营的兵力 居然打了四五个小时还没拿下 你们都是吃屎长大的吗 梁老大 不是我们不肯尽力啊 实在是他们的抵抗力量突然增加了 一下子多出了好几十个神枪手 占据地利防守 我们每拿下一层楼 都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胡说 突变者协会的那些人 更多的愿意使用冷兵器 即使用枪也没有多准 怎么会有那么多的神枪手 我说的都是真的 那些人是一些生面孔 我们以前没见过的 他们的枪法都是兵王级别的 梁威心中思索了一下 突然就是一惊 不好 是曙光君 只有曙光君的战士枪法 才会如此出色 之前萧凡身边的一个人 还和阿强合影了 搞不好就是他们出手了 梁威的脸色凝重起来 看来萧凡真的打算插手这件事了 第326章 巨剑降临 得知萧凡有可能派人参与了阿强的叛乱 梁威再次加大了攻击力度 突变者大厦一共17层 梁威挥下一个团轮番冲锋 熬战6个小时 终于拿下了其中的16层 阿强带着最后残余的十几个突变者 还有曙光君的一些人 退守17层 但是就这一层 就非常的难以拿下 曙光君那边有一个人 不管不顾地往外扔手雷 那手雷扔得堪比制导炸弹 几次已经就要成功地攻击 硬生生地被手雷给炸了回来 这样反复地磨蹭了七八次 时间又硬生生地耗费了两个多小时 天都那边已经来了通报 他们的船队已经从天航大运河转到宝江 一个小时后就要进入深海了 梁威无法亲自在这里督战了 他将最后的总攻任务 交给了自己的副官 他必须亲自去码头那里 迎接天都船队的到来了 梁威不得不暂时放弃这边的事情 离开了突变者协会的大楼 新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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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海码头 这里现在已经是花团锦簇 彩气飘飘 房屋上面挂着彩带 还有一串串的气球在空中飘荡 一群临时雇佣的乐手 正在敲锣打鼓的最后彩排 都给我打起精神来 一会儿天都的人就到了 到时候都卖力一点 声音大一些 让天都来的客人 感受到我们深海人民的热情 那边的彩气飘带挂高一点 那几家挂鞭炮的打农药无人机 都给我加满油 一会儿飞到天上去放鞭炮 张舰长 王舰长 你们的军舰都准备好了吗 之前跟随在梁威身边的 两个战列舰舰长 这会儿都矜持地点头 放心吧 我们的军舰绝对没有问题 船员都会出来列队迎接 不施尊重 还能让天都的人感受到 我们深海的实力 虽然深海已经加入了联邦 但是人们的地狱心理 还是比较浓厚的 都想争个面子 不让对方小瞧了 码头这里一片忙碌 附近的雷达站也在工作 一会儿功夫 雷达站的人向梁威报告 梁首领 我们的雷达电波 似乎受到了什么干扰 尤其南边 信号传输始终不通畅 梁威虽然是深海基地的首领 但是对于军事也并不精通 对于这种情况 他一时间不知道怎么办 好好检查一下 是不是哪里出了问题 派直升机外出侦查一下 不要太死脑筋 雷达站的人离开了 侦查直升机也升空离去了 过了一会儿 侦查的直升机发回了消息 报告首领 有军舰过来了 距离我方大约30公里 梁威立刻将这个消息通报了下去 下面的人顿时也一片欢呼 紧急地列队整理衣服 准备欢迎天都来的客人了 两艘军舰上的人 也在迅速地登上甲板 准备列队迎接 但是接下来传递回来的消息 却出乎意料 首领 军舰来自南边 梁威顿时就是一论 不对啊 天都的人从天杭大运河过来 应该是从北边进入宝江水域 怎么从南边来了 难道他们走错了水路 在下一个大河交界处才拐过来 这种失误 有些太不应该了吧 梁威心中正在打鼓 直升机观察的人再次回报 首领 来的是两艘战列舰 听到这里 梁威稍稍放下了心 如果是战列舰的话 那应该是精灵的军舰过来了 因为精灵也有两艘战列舰 可能是知道天都的人要来 精灵的人过来和自己会合了 一起进攻丛名岛吧 不过出于谨慎考虑 梁威还是拨通了精灵张智升的电话 电话接通了 梁兄 你这会儿不是应该迎接天都来人吗 怎么有空给我打电话 张兄 你可不要和我开玩笑啊 怎么无声无息地将战列舰派到我这儿来了 难道还怕我独吞进攻丛名岛的功劳吗 电话那边张智升一皱眉 你说什么 我的战列舰还停在精灵码头啊 什么 你说你的战列舰没动 那距离我这里 大约二十公里外的战列舰是谁的 电话内的两个人 短暂的停顿了两秒钟 然后张智升就听到梁威惊慌失措的大喊 嫡妻 嫡妻 拉响警报 全体准备战斗 萧凡来了 一阵的鸡飞狗跳 人养马翻 那边的电话也断了 张智升握着电话 愣证了一会儿 萧凡那边竟然也有两艘战列舰 而且还去进攻深海基地了 这件事太突然了 深海那边怕是有危险了 萧凡这个人不出手还罢了 一出手就很少给别人机会的 不过 张智升的脸上突然露出了喜色 那岂不是说明了 现在的从明岛阵处于空虚状态吗 虽然越北和天府的援兵还要两天才能到达 但是如果萧凡没有海军的话 那么这就是自己的机会 自己无意中得知了这个消息 如果还不能加以把握 那真是不能原谅自己了 张智升当机立断 立刻下令 精灵舰队全体出动 目标从明岛 萧凡的海军去进攻深海了 一来一回加上战斗时间 怎么也要两三天 自己的舰队沿江而下 一天时间足以到达从明岛 等到消防回过未来的时候 他的基地已经被自己打得稀巴烂了 精灵这边两艘战列舰 加上几十艘各种辅助船只 在空军配合下直奔从明岛方向 星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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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海基地这边 所有人都慌了手脚 尤其是两艘战列舰上 船员们手忙脚乱地进入战斗位置 战舰起毛 重游锅炉点火 别告诉老子 你们没有把水烧开 火控的人呢 装弹 猪脑子 穿假弹 对方来的是军舰 满舵离港 别在港口这里 光学侧距的观察哨就位 确定对方的吨位型号距离 快点 各就各位 避避 避避避避避避 深海舰队的两艘战列舰 可谓是老古董了 这些水手虽然已经基本训练成型 但是这会复杂的启动步骤 依旧让他们人仰马翻 好不容易 一艘古董战列舰 和一艘货轮改装的艳品离港 而在远方江面上 一片水鸟升空 巨大的汽笛声 就如同催命的阎望 想起来的时候 深海码头这边 甚至有人当场下哭了 现场一片鸡飞狗跳 刚刚还欢乐祥和的场面 即将成为战场 PS 我家这里是这次雪台风核心 今天清雪泪滩 就二更了 第327章 攻击深海 深海基地的慌乱 只是暂时的 梁威毕竟是经过大风大浪历练的人 连星海都那样一千多万人的大城 都被覆灭过的人 自然心性较为沉稳 很快就镇定下来 大家不要慌 萧凡此来 肯定是想要占领我们的城市 我们陆地上守卫森严 他们过不来 想要占领城市 那就必须从江畔抢滩登陆 他们曙光军满打满算 也就一两万人 而我们深海的守军 足有五万 加上即将到来的天都兵力 有七万人的兵力 可以投入战斗 将滩头阵地布置好 下令江畔五公里内的所有人 都给我后撤 部队快速进入防守 我要让五公里纵身 全部成为滩头阵地 我看萧凡怎么突破 海军空军迎敌 所有防空火力准备 看看到底谁 才是这个城市的王者 在梁威的镇定指挥下 深海基地的人 也稳了下来 无关的人迅速退场 军营的士兵蜂拥而出 前往滩头守卫 而从江畔码头往东 五公里内的所有居民 全部被强制带离 这里的大街小巷 迅速地被布置 成为战场 一堆堆的沙袋被堆积 一个个的制高点被占据 一个个临时攻势 迅速搭舰 空军战士迅速前往机场登机 准备狙击曙光军 海军的各种船只 也迅速地集结准备 显示了良好的战术素养 梁威也亲自打电话 联系天都的人 向他们通报这边的情况 星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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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号星号星号 宝江之上 战列舰批拨拨展浪前行 在这种钢铁巨兽的面前 江水之中就有偶有大鱼 也都惊慌地左右躲避 军舰已经进入了深海地界 萧凡站在舰长室内 可以清晰地看到 岸边的幸存者们惊恐的表情 末世之后 这已经是他第三次来到深海 来到宝江了 第一次是他逃离深海的时候 就是从宝江离开 第二次是他离开曙光城 南下深海淘金 不过第二次的时候 他的水军还没成行 在深海水军回来的时候 他不得不乘坐曙光巨龙离开 今天是他第三次来到深海 这次到来之后 萧凡就没有打算离开了 转过前面的水道 再有十公里 就是深海码头了 天空之中 战鹰已经将深海码头的情况 反馈了回来对方的准备情况 萧凡现在是一清二楚 包括深海城区 突变者协会那里的战斗情况 萧凡同样很清楚 突变者协会那边不用担心什么 只要码头这里占据优势 他们根本就顾不上 攻打突变者协会了 现在的首要任务 就是彻底监列深海的水军部队 总指挥 情况已经侦查清楚 深海水军共有两艘战列舰 其中一艘为老式战列舰 一艘为货轮改装的战列舰 防御能力较差 但是对方还有三十多艘小型舰艇 多数为改装船只 作为战列舰的护航队伍 而且根据侦查 他们的防空能力较强 萧凡点点头 看来深海这边 还是下了一些功夫的 起码作为自己的邻居 他们还知道建设防空 这样一来 以战斗机突袭城区的计划 就得暂时放放 这一次的主战场 注定要在江面上进行了 总指挥 我们发现了天都来的部队 他们从天航大运河而来 转到宝江 现在距离这里 大约一百公里左右停了下来 他们有三艘列舰艇 二十多艘运输船 还有一支空军 大约三十架战机 目前都停在了百公里之外 好像要看看这边的战斗结果 才决定前进还是后退 萧凡看了看身边的将领们 你们知道 这一场战斗的关键之处吗 旁边的参谋长郑伦想了一下 拿下制空拳和江畔的制海拳 没错 我们虽然是突袭强攻 但是人数有限 我们的海军 只有我们的战舰保证无忧 才能占领滩头阵地 让我们的登陆部队 得以有一个落脚点 然后才能对他们的阵地发动进攻 现在我们的敌人 不单单只有深海一个 还有天都的这支援兵 他们的意图现在很明显了 如果我们这边战斗顺利 轻易地歼灭了深海的海军空军 这支援兵恐怕会转头就跑 那就给敌人留下了很大的战争潜力 我们现在要做的 不单单是歼灭深海的海空军 还要连天都的援兵一起歼灭 要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 我们恐怕还要下一点功夫 萧凡看了看军舰上的军官们 迅速地制定了一个大胆的作战计划 星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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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阵轰鸣声响起 一群战机从深海内升空了 制海权和制空权 其实都是密不可分的 如果能够通过战机 解决对方的大型军舰 那是非常值得的 今天天气并不是很好 云层压得很低 敌机在地空飞绿而来 带给人很大的压抑感 这些战机并不先进 多数都是一些老旧的机型 萧凡知道 整个联邦都在加紧战机的建设和修复 尤其深海和精灵 只要能够带着弹药上天 那就算基本达成了目标 这些战机虽然不先进 但是也能够对军舰造成一定的威胁 曙光军的战舰 没有因为对方战机升空而停下 而是继续快速地向前推进 很快就转过了前面的一个水道转弯 再往前十公里的直线距离 就是深海码头了 站在舰长室内 甚至能够隐隐绰绰地看到对方的船只 这个时候 敌机到来了 走在前面的是曙光军的破小号 破小号和黎明号的吨位差不多 此刻行驶在江面上 天空中的敌机就好像飞蛾一样地俯冲而来 破小号的战舰上面 水兵们已经全部到位 当敌机进入射程的时候 右侧的防空机炮开火了 当当当当 密集的机炮声响起 宣示了战争的开始 金色的光点飞向天空 第一次的骑射就建功 一架敌机尾巴冒着黑烟 打着旋的坠向江面 哄 敌机位于舰体右侧一百米落水 爆炸激起了冲天的水柱 第328章 胜利的曙光 战争最紧张的时候 往往是前期准备的时候 一旦战争真的拉开了帷幕 那么人的心里会有一个很大的转变 战争的进程会推动着你前进 身不由己 自然而然地 反而不那么紧张了 当深海第一架战机被战列舰的舰炮击落 这些飞行员们的紧张情绪也一扫而空 取而代之的就是热血上头 他们开始迅速地按照从前的训练 对战列舰进行围攻 一架敌机俯冲过来 航炮猛烈开火 当当当当 子弹打在军舰上 发出一串串猛烈的火星 那些操纵机炮的水兵 有的被击中飞死 也会当场中伤 有的战机则是发出了他们飞机上的空地岛 弹 现在战争和上个世纪最大的不同一点 就是导 弹的运用 这些导 弹一旦击中 立刻就在战列舰上面掀起一团火光 而战列舰的反击也是异常的猛烈的 战舰上的防空炮众多 不停地往外喷发致命的火蛇 每一次战机的俯冲 都会有飞机被击中 坠毁 阵亡和毁灭 时时刻刻都在发生着 战斗刚刚打响 就进行得无比激烈 天空之中 战机好像飞蛾一样的盘旋着 不停地发出嗡鸣 梁维远远地观察着 很快他发现了曙光军的一个弊端 这两艘巨大的战舰 行径之间似乎有些脱节 前面的军舰和后面的 拉开了很大的距离和空间 做不到彼此有效的支援和掩护 如此一来 似乎给了深海军机会 梁维的脸色沉着冷静 一边指挥战斗 一边和天都方面的援兵通话 冯将军 请你们务必加快脚步到来 曙光军的战舰虽然巨大 但估计也是刚刚入伍 战斗技能还不熟练 我们的机会很大 电话那边的冯将军 就是天都援兵的带队将军 他已经将深海遇袭的情况 向蔡志远报告了 蔡志远尊重他的选择 如果深海那边不敌 天都就不过去躺这个浑水 因为他们的主力 都在运输船上面 如果没有了猎潜艇和空军的保护 运输船就是活靶子 这个险不能轻易冒出飞机会非常好 不然他们绝不轻举妄动 所以 尽管面临梁威的催促 冯将军依旧是按兵不动 他们这边接受了深海那边拍摄的信号 战场画面时刻直播 冯将军自然有他的打算 梁威劝了一会儿见冯将军无动于衷 只能心中暗骂了一句 然后指挥部队继续猛攻 破小号虽然受伤 但是船上的维修人员一刻不停地忙碌着 军舰依旧无可阻挡的向前 终于 破小号接近了深海第一艘战列舰 也就是那艘货轮改装的战列舰护航舰队 这艘货轮改装的被梁威命名为海妖号 第一艘从海军博物馆弄出来的 名叫海神号 海妖号的护航船只也有十几艘 大部分都是改装的 虽然是改装的 但是也能够发射鱼雷 也能够开跑 看到破小号顶着三十多架飞机的轮番轰炸 依旧气焰嚣张地冲了过来 海妖号的护航舰队出动了 这里不是波涛汹涌的海洋 而是风平浪静的江面 即使是小型船只 也无所顾忌地开始冲锋 但是 他们很快就尝到了苦头 破小号的舰炮开炮了 和黎明号一样 破小号装备三座三连装 450毫米舰炮 这种炮筒长度达到了十几米的巨炮 威力是极其巨大的 如果是三座舰炮 一轮又闲骑射 其强大的后座力 足以让军舰后退机密 海妖号护航舰队的第一艘改装船 长度大约四十米左右 第一个重担 巨炮的闷响震动天地 一轮硝烟弥漫 这艘船被正面击中 粉碎性骨折 一团火球在江面爆开 这艘半大船只直接报废 甲板上面的控制式和雷达什么的 直接被轰得粉碎 船体起火轻覆 船员没死的 一个个纷纷跳水逃生 一炮就失去了抢救价值 但是这并不影响其他船只 对破小号展开攻击 箭炮不断地发射 一股股水柱 不断地在军舰两侧冲天起 震耳欲聋的轰鸣声 让岸边的人耳膜嗡嗡作响 天空中乌云密布 气流震荡 似乎一场风雨妖 跟随战争而到来 轰轰 又是两艘改装船被当场击毁 浓浓的黑烟冲天而起 空气中都有一股浓烈的硫磺硝烟味道 水冰好像鸭子一样的 跳到了江水里面 大声地呼救 但是此刻站见轰鸣 战机盘旋 又有谁能够顾得上他们 鱼雷准备 给我来一轮骑射 让曙光军的大家伙知道知道 做人不能太嚣张了 海妖号的舰长下达了命令 一枚枚鱼雷下水了 涡轮内燃机鱼雷 火箭动力鱼雷 电动鱼雷 一枚枚星老结合 各种型号的鱼雷直奔破小号去 而破小号作为战列舰 是由反鱼类系统的这种系统 分别由深水炸弹和鱼雷诱饵组成 战列舰立刻抛出深水炸弹和鱼雷诱饵 成功地拦截了大部分的鱼雷 深水炸弹在水下爆炸 震毁了鱼雷的制导系统 失去准头的鱼雷 就好像无头苍蝇一样的不知去向 但是这种拦截也不是万能的 破小号左衔重弹 一声爆炸响起 火光迸现 一直关注这一幕的深海人 立刻爆发出了一阵的欢呼声 虽然这一发鱼雷并不能击沉这个大家伙 但是现在深海的海军空军已经集中了火力 能够胜利了 而蜀光军的另外一艘战舰 这会儿竟然去对着滩头阵的开炮了 战列舰猛烈的炮火 这会儿得到了充分体现 一轮骑射 滩头阵的就陷入了一片火海之中 无论什么防御攻势 都顶不住这种射击 看来他们也是有分工的 不过他们太拖打了 这种分工就能要了他们的命 两位整个人都兴奋起来 蜀光军的战略失误 让他看到了胜利的蜀光 第329章 又敌深入 蜀光军的破小号似乎非常的投铁 即使面对深海军队的海空围攻 依旧一往无前 尤其是蜀光军的护航船只跟进以后 这场战斗更是进入了白热化 江面之上万炮齐鸣 双方你来我往 整个江面硝烟弥漫 不断地有船只重弹 不断地有人阵亡 尤其是当破小号和海妖号彼此进入射程 相互射击的时候 这一场战斗到了刀 吵 上世纪的尖船巨炮 在宝江上重现了战争的魅力 破小号已经多处受伤 一道道烟柱不断升空 一边应对天空飞机的袭扰 一边和海妖号对射 轰轰 破小号再挨两炮 但是也给了海妖号重重一击 这个时候 正品和赝品的区别就看出来了 海妖号的船头都被轰出了一个大洞 第一座三连装主炮直接报废了 船只上面 好些个水兵当场死亡 尸体几乎都没有完整的 破小号的强悍 也在这个时候体现得淋漓尽致 一粒硬抗 而且暂时看上去还能战斗 海神号也是在这个时候加入战场的 根据战场变化 梁威也制定出了作战计划 既然蜀光军另外一艘战舰 愿意去轰炸滩头阵地 那就由他们去吧 以滩头阵地的抵抗 拖住那艘战舰的脚步 这就够了 只要集中优势兵力击毁这一艘 他们就赢了 虽然滩头阵地承受的压力非常大 这么一会儿 就有上千人被战舰的巨炮消灭 梁威依旧不断地派兵支援滩头阵地 不让阵地彻底实现 不给蜀光军登陆的机会 双方争分夺秒 看谁先获得突破 海神号加入了战斗 到底是比海妖号要强很多 立刻就利用剑炮和鱼雷 给了破小号重重一击 从远方看过去 破小号黑烟冲天 剑体似乎稍稍有些清闲 这个信号让梁威精神大震 上 上 给我上 不计一切代价 无论如何 要将它给我击沉 但是它还是高兴得太早了 破小号的鱼雷发射了 不单单破小号 还有护航的鱼雷快艇 同时发射了七枚鱼雷 目标只有一个 那就是海妖号 海妖号手忙脚乱的拦截 却只拦截到了四枚 其中三枚鱼雷 先后命中海妖号的左线和侧面 伴随着巨大的爆炸声响起 海妖号的情况失控了 不是真正的战裂剑 没有厚重的装甲 这样的受伤几乎就是致命的 破小号的剑炮 又在这种情况下 及时地响起 轰轰轰轰 几刀水柱冲天起 连续两发命中 舰体断裂 海妖号 这艘改装战裂剑 终于经受不住残酷的战争考验 开始轻负沉默 军舰上的上千水兵呼喊奔跑 有的人受伤失去了逃跑能力 浑身是血的 躺在即将沉默的军舰上 开始做着最后的祈祷 这个突如其来的变化 给了梁威当头一棒 他充分地认识到了 自己的海军和曙光海军的巨大差距 但是此刻让他放弃是不可能了 梁威咬着牙 再次下达了全军进攻的命令 将士们 深海基地的关键时刻到来了 面对曙光侵略者 你们必须拿出你们全部的勇气和热情 无论如何要将他们的战舰击沉 要知道 我们身后还有天都援兵 此刻我们的表现都看在他们的眼里 能不能得到他们的认可和支援 就看大家现在的表现了 这一次战斗 如果你战死了 我会将你们风光大葬 如果你们有家人 你们的家人都会由联邦供养 如果你们当了战败 或者当了逃兵 那么你们的家人也别想好 成败再次一举 给我上 深海的飞机战舰 在梁威的鼓舞下 深海部队再次发动了猛烈的攻击 战机轰鸣 军舰咆哮 江峰怒吼云蔽日 江畔阵地 被黎明号打得千疮百孔 一艘艘船只被击沉 一架架战机坠毁 江面上 各种船只的残骸 飘散得到处都是 有的水兵得救了 有的已经被炮得发白 随波逐流 一阵阵的硝烟弥漫几十公里 他们的努力没有白费 破小号的倾斜又进一步的加大了 这样的画面 都通过电视信号 传到了天都援兵那里 冯将军盯着直播 终于下定了决心 差不多了 如果我们还按兵不动 深海那边未必能够击沉这艘巨检 就算击沉了 另外一艘巨检 也足以覆灭他们的海军 到时候 舆论又会骂我们保存实力 反而不美 这种情况下我们出动 不但可以一举将这艘军舰击沉 甚至另外一艘军舰也在劫难逃 那样对我们未来的战事更加有利 现在听我命令 运输船缓速跟进 猎潜艇快速出动 战机一小时后升空 和猎潜艇同时到达战场 我们去给曙光军致命一击吧 早就已经等得不耐烦的天都援兵 终于启动了 他们停留的地方 本来是一个沿江县城外环 船只靠岸 那些战机就停在了外环的高速上 反正这里一辆车也没有 可以当成飞机跑道 三艘猎潜艇启动 率先向着深海前进 大约一个小时之后 就在猎潜艇接近深海的时候 天都的三十架战机也升空而起 在冯将军看来 这三十架战机和三艘猎潜艇 绝对会代替苦战的深海海军 成为战斗的主角 他们将为曙光军的巨舰吹响送葬曲 星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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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指挥 他们来了 黎明号上 已经等得浑身发痒的江洪魁开口了 肖凡点点头 忍不住尝出一口气 终于来了 可真是不容易啊 告诉破小号 可以开始第二阶段的作战计划了 通知后面的空军准备迎敌 停留在距离深海五十公里外的 曙光军战机群 开始启动升空 而在破小号巨舰上面 一群早就待命的工程师 立刻开始了维修 一条条多功能步兵维修车 开始了紧急作验 一道道白光闪烁 独属于红颈系统的黑科技 开始发挥作用 被机上的舰体迅速修复 注水的船舱开始快速复原 机毁的机炮很快完好 坑洼的甲板瞬间抚平 倾斜的舰体也开始摆正 一艘艘之前都没有用过的防空导弹 好像利剑一般的直指天空 所有的舰炮扭动炮口 现在中午十二点刚过 所有的炮弹武器全部不满 先给我干掉那艘海神号 奶奶的 一艘老掉牙的老古董 人你好久了知道吗 一直受着窝囊气的破小号 终于开始猛烈反击 第三百三十章 战局逆转 当破小号重新开火 对海神号发起猛轰的时候 深海这边的人都有些懵了 他们不知道 蜀光军是怎么让这艘伤痕累累的军舰 重振雄风的 甚至那倾斜的舰体都已经扶正了 他们只能理解为 这一切都是蜀光军的阴谋 军舰的倾斜 应该是主动注水吧 但是此时此刻 再想这些已经无济于事了 破小号和海神号的激烈对轰 成为了这场战斗的第一个转折点 当深海兵团的飞机 再次对破小号俯冲攻击的时候 迎接他们的是一枚没舰对空的岛 弹 他们做梦没想到 这艘战略舰居然安装了防空岛 弹 有这东西 为什么开始的时候不用 一枚没岛 弹升空而起 天上的战斗机遭遇了灭顶之灾 这些不算先进的战机 在这些简空飞弹的轰击下 纷纷重弹跌落顷刻间 刚刚二十几架的战机 已经只有不足十架还在飞行 而远处蜀光军的战机出现后 更是将战斗推向了高 吵 深海战机的锐气已泄 甚至不敢和蜀光军战机正面战斗 直接调转方向逃顿 这样一来 就将天都援兵的战机 直接推到了蜀光军战机的面前 天都的战机 基本都是三代四代机型 面对蜀光旧的歼16这种四代半机型 基本只有被吊打的份 天空和江面 形成了两个战场 天都的战机 没有办法去进攻破小号了 而江面上海神号则是不断地被破小号重创 一直在江畔轰炸阵地的黎明号 也调转船头 加入了江面的战斗 早就叙事待发的黎明号一炮轰出去 第一炮就命中了天都军的一艘猎潜艇 这三艘猎潜艇 如果是在蜀光军颓势的时候到来 或许还能起到决定性作用 但是此刻面对完好的战略舰 他们根本不是对手 这个时候 蜀光军的护航舰队 那些鱼类快艇 武装冲锋舟什么的 则是加紧了航速 直奔宝江的北方飞驰而去 因为那个方向有一条大鱼 天都的两万援兵 正乘坐二十艘运输船沿江而下 现在完全就是火靶子 战斗的激烈攻防节奏 快得让人反应不及 蜀光军刚刚还一副艰难支撑的模样 现在转身就开始猛攻 瞬间就把天都援兵和深海兵团打懵了 等到第二艘猎潜艇沉没的时候 天都那边的冯将军 才急吼吼地下达命令 让后方的运输船快跑 但是已经不太来得及了 运输船的速度 怎么也无法和鱼雷快艇 以及冲锋舟相比 当鱼雷快艇出现在运输船前方的时候 那些运输船只来得及靠岸 船上的士兵都没能完全下船 一枚枚鱼雷带着水线 就好像夺命的阎王 直奔运输船而去 天都的运输船根本没有什么战斗力 在蜀光军的鱼雷快艇轰击下 一搜搜地开始沉没 那些侥幸上岸的士兵 开始往内陆地区逃窜 他们已经再也没有去深海的勇气了 就算蜀光军不追击他们 他们能不能顺利地回到天都 都是一个大问题了 深海码头战役 在中了萧凡的诱敌深入计策之后 战局就出现了逆转崩塌之势 尤其是海神号被黎明号连续两发鱼雷击中 开始轻负沉没之后 江面战局已经大局已定 天都方面 一些残余的飞机掉头逃窜 江面上一片狼藉 深海的水军经此一役已经被全歼 失去了空军和海军的牵制 黎明号和破晓号就算彻底地放开了手脚 两艘巨大的钢铁怪兽 盘缓在江心 舰炮开始猛烈开火 这种一千多公斤的炮弹轰在哪里 哪里就是一片冲天火光 哪里就被夷为平地 江畔修筑的防御攻势 根本无法和这种战舰抗衡 无论是布置在岸边的哨楼 或者是机枪碉堡 此刻都成为玩具一般的存在 岸边一公里内 深海兵团兵败如山倒 梁威跟随败兵狼狈地逃向城区内部 滩头阵地就在两艘战列舰的猛攻下失守了 而蜀光军的气垫登陆艇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到来的 一艘艘气垫登陆艇推开波浪 一直冲到了江边的沙滩上 江边防御攻势有五公里的纵深 而且内部高楼灵力 蜀光军也不能全部依靠箭炮轰击 最后的登陆还是要依靠士兵 全副武装的蜀光军战士开始下船 沙滩边上已经被战列舰情况 士兵下船之后 有了一个安全的落脚点 这就是战列舰猛轰江畔地区的目的 让登陆的士兵能够安全下船 集结起来的蜀光军士兵 开始已因为战斗单位 向阵地内部发动了进攻 天空之中战机盘旋 蜀光军的轰炸机也投入了战斗 一串炸弹下去 地面上就是一片火海 每一艘气垫登陆艇上面 都搭载了一辆三星天气坦克 坦克在前面推进 士兵随后推进 江面之上 战列舰依旧在寻找深海兵团的主要火力点 给予登陆部队支援 不过就算有战列舰掩护 这样的抢滩战斗 也不是很快就能结束的 毕竟深海兵团有几万的兵力 蜀光军虽然有火力压制的优势 也不可能迅速地打垮对方 除非深海兵团丧失了战斗意志 否则这一场滩头阵地战 恐怕还要打上的几天 就算蜀光救的陆地援兵到来 也不可能马上结束 信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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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维逃回了城内 又得到了一个不好的消息 突变者协会的阿强 在蜀光军的掩护下 竟然从大楼逃脱了 这个消息让梁维气得差点吐血 到了这个时候 他不知道自己接下来要怎么做 他只能将电话再次打给了蔡志远 电话接通 蔡医长 我 你先听我说 蔡志远打断了梁维的话 沉声道 我知道深海战局艰难 但是你一定要坚持住 现在精灵方面 已经开始进攻从明岛本岛 而从西京来的士兵 也已经到了天都 目前正和天都合并一处 准备进攻萧凡控制的东山基地 在北方 魏武记组织的大军 也正在兵发曙光城 事实上 整个东部地区的战斗 已经是一个整体 只要我们在其他地方取得突破 萧凡必定撤兵 这个时候 你一定要坚守城市 绝对不能放弃 梁少林 你要记住 你已经是丢弃过新海都的人了 现在待在深海 也是让你戴罪立功 你可不要一错再错 成为千古罪人 说完 不给梁维说话的机会 蔡志远就挂断了电话 梁维独自拿着卫星电话发冷 他知道 他已经没有别的选择了 只能和深海共存亡 第331章 深海巨妖 梁维的顽强抵抗 确实给萧凡带来了不小的麻烦 就算有军舰和飞机的配合 深海兵团依旧表现得非常顽强 他们坚守在阵地或者攻势里面 任何地方都可能是他们的战场 他们的战斗方式 也是花样百出 汽油弹 毒气弹 打黑枪 化妆成平民接近 每一处阵地都要经过反复的争夺 深海兵团依仗人数优势 让曙光军的推进极为艰难 尤其是深入城区之后 战略舰不能再肆意地开炮 轰炸机也不好随意地投弹 这种艰难更是被放大了 曙光军的精锐士兵 就这样不断地和对方缠斗 一时间难分胜负 萧凡知道他们在拖延什么 不过这会儿他已经不能后退 战斗到了这一步 他必须拿下深海 哪怕就算临时丢弃东山基地 也在所不惜 真正让战局偏向曙光军的转变 是曙光军的陆军抵达了深海之后 深海战斗第二天上午 曙光军的陆军支援部队抵达 两个战斗团 加上两个装甲兵团 还有炮兵和火箭军的抵达 让战局再次逆转 萧凡也是第一次 将自己的新型火箭炮推上了前线 这种射程达到了150公里的火箭炮 密集发射时候产生的威力 给深海兵团带来了巨大的伤亡 火箭炮的覆盖打击 配合VS火箭的精准打击 将深海兵团的阵地一道道地摧毁 深海兵团不断地败退 瘫头阵地已经大部分被摧毁 守卫深海的五万兵力 经过一天一夜的战斗 已经只剩下了一半 其中还有不少人带伤 但是尽管如此 深海兵团还没有缴械投降 似乎已经准备进入城市里面打巷战了 萧凡也没想到 如今这是转性了 两万多人和自己打相战的话 这场战斗再持续个十天半个月都有可能 那不是萧凡想看到的 萧凡不相信 两位有这么强的任性 现在应该是另外两场战斗的进行情况 给了他坚持下去的希望吧 一场是精灵的张志生 两艘战略舰和大批船队 已经逼近了从明岛 还有一场 就是天都和西京的部队 目前已经离开了天都 准备进军东山了 这些情况 都在曙光军的雷达监视之中 至于神龙省那边 尤利亚派出的一万援军已经抵达蜀光城 他们将和守城的蜀光军配合 共同抵御兵城方面的进攻 尤利亚出兵的事情 似乎被魏无忌侦查到了 这会儿兵城那边还没有动静 可能是觉得 没有把握打下蜀光城吧 不过这也让萧凡微微地松了一口气 起码不用四线作战了 至于从明岛这边 萧凡并不是特别的担心 他担心的是东山那边 那边的守军力量 暂时不足以抵挡天都和西京的联军 幸好东山基地距离天都还有一段距离 而且天都想要去东山的话 有一个避免不了的难题 想要快速到达 必须走天港新城区那边 那就是被核弹轰炸过的区域 那里遍地辐射 如果天都人敢于勇敢地穿越核辐射区 萧凡真的就没时要办法了 他只能让东山守军先行撤退 避免无谓的损失和伤害 如果天都和西京联军要绕行的话 那就要绕一个大圈子 行军起码多担个两三天 那样一来 这边战斗结束得快的话 萧凡还有机会支援东山 东山那边的战斗结果 就看蔡志远的魄力了 至于从明岛这边 战斗已经就要打响了 星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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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江之上 两艘战略舰 一艘叫做太阳号 一艘叫做月亮号 带着护航船队 已经快接近江口地区 前面几十公里 就是原江的分岔江口 大江从这里一分为二 刘京从明岛入海 精灵舰队的指挥官待在太阳号军舰上 听着手下汇报深海的战斗情况 哼 都在我的意料之中了 萧凡既然下定决心进攻深海 梁威是不可能抵挡得住的 不过萧凡的死穴也有不少 他兵力不足 控制的地盘又大 难免顾此失彼 现在就给了我们机会了 告诉舰队加速 过了江口前面 就是从明岛了 我们争取一鼓作气 一天之内完成登岛 加速的命令刚刚下达 突然 前面传来了剧烈的爆炸声 怎么回事 报告 前方江口内 有曙光军布置的大量水雷 我方有船只出雷了 该死 命令舰队停下 蛙人部队准备下水 清理这里的水雷 保证舰队得以通过 指挥官恼火地骂着 眼看敌人就在眼前了 结果却被小小的水雷阵阻挡 心中的憋门可想而知 这在蛙人下水的时候 船上的雷达突然有了显示 将军您看 水下有东西正在向我方移动 水下 难道是潜艇吗 这个指挥官心中意紧 不像是潜艇 这个东西大约有白米左右长 一会儿大一会儿小 左右移动很灵活 好像 好像一种生物 你确定你没有看错 什么东西能够长到白米 难道是海洋里面的坐头鲸 可是鲸鱼类的东西 不应该出现在原浆里面 指挥官贴近屏幕观察 只见屏幕上的东西 确实好像一种生物 尤其是那长长的脚 东一条西一条的 简直比最大的蟒蛇还要恐怖 而且那东西 正在快速地向着另外一艘战猎舰接近 让蛙人去看看 务必要搞清楚那是什么 有蛙人过去查看了 但是查看的蛙人刚刚接近 还没等发出回应 人就突然消失了 不好 这东西很危险 他接近月亮号了 告诉月亮号 发射一枚鱼雷 一分钟后 一道水柱从月亮号附近的水面升起 鱼雷击中了 但是那怪物却似乎没有受到影响 反而被激怒了 恐怖的一幕发生了 一声恐怖的丝鸣 似乎从遥远的深海传来 水面上突然波涛汹涌 啄浪拍空 史前巨兽的一般的巨型生物 从水底出现 一条条百米长的触角 简直有油罐车一般的粗细 直接攀爬上了月亮号 一百多米长的战列舰 就被这怪物死死地缠绕了 第332章 六星之危 这魔幻的一幕 看待了精灵的所有人 海怪覆灭了天岗的事情 他们都知道 但是却没有人见过这么恐怖的海怪 很明显 这个海怪的大半身体 目前还隐藏在水下 但是就单单露出水面的这些触角 那已经是恐怖到了极致 如果他们没有看错 根据那些触角上一个个 犹如墨盘般的吸盘来看 这个海怪可能是一条大章鱼 但是章鱼能够长到这么大吗 这一条触角的长度 应该差不多有上百米了 一条条触角从水面扶摇直上 就好像闹海的蛟龙 硬生生地将战列舰缠绕住了 那条章鱼左右的晃动 这条货轮改装的战列舰月亮号 就开始左右摇摆了 这这这 这条章鱼要将战列舰拖到江水里 精灵的指挥官感觉自己的眼睛要瞎了 他声嘶力竭地大吼 开火开火 你们都是死人啊 把这条海怪给我弄死 不用他说 战列舰那边的船员已经开始抵抗了 他们拼命地开枪 手枪 步枪 机枪 火箭筒 喷火器 所用能够用上的武器 疯狂地往这海怪的身上招呼 可是这大章鱼的触角太大了 这些武器造成的杀伤实在是有限 就算是用火箭筒一类的 能够迅速地在触角上轰炸出一个血洞 这条章鱼竟然也能够迅速地复原 反而章鱼被激怒了 巨大的触角横着一扫 甲板上的船员就被轻松地扫下了大疆 甲板上的围杆栏杆什么的 在章鱼触角面前如同纸壶 轻松地被扫飞 精灵的主力战列舰命名为太阳号 霍轮改装的叫月亮号 两艘战列舰是携带有几架舰载直升机的 看到船员的抵抗根本没有作用 指挥官星级火燎的再次下达命令 直升机升空一定要驱逐这条章鱼 就算不能把他打死 也要把他打疼打跑 绝对不能让月亮号有事 这些直升机肩负重大使命 迅速地升空开始用飞机上的航炮轰击章鱼 密集的子弹将章鱼的身上打出一个个血洞 突然章鱼的一条触角轮了起来 凌空一抽就好像天神的鞭子一样 直接将一架飞得较低的直升机当场打爆 直升机在空中化为了火球 零件四散飞落 跌落大疆 那螺旋桨更是飞出了好远 甚至还砸翻了一艘冲锋舟直升机 受到了教训 立刻开始拔高升空 距离章鱼起码200米 这样就能够保证不被章鱼的触角抽到 他们虽然也不愿意做这件事 但是他们却不得不做 因为如果他们不牵制章鱼 过一会儿 这条章鱼恐怕真的能够将月亮号拖下大疆 可是他们的噩梦还没有结束 章鱼在水中突然喷出了一条黑色的水箭 水箭的威力简直被高压水炮还要强大十倍 一股水流竟然直接将一架直升机再次击碎 破碎的玻璃和尾翼从天上掉了下来 直升机失去平衡 打着旋跌落 坠入滚滚原浆 而且这水箭击毁飞机后 竟然还升空了上百米 才渐渐地消散 这样就说明 这章鱼喷射的黑色水箭 至少能够打出四五百米 甚至更多也没准 直升机在二百米 根本也不安全了 只能再次升空 直接飞到了五百米开外 但是这个距离 航炮也不是那么准了 偶尤打中 对于这条皮操弱后的章鱼来说 已经是毫无作用 精灵的战斗机升空了 但是倒 但也不敢往下打 因为你不一定打死章鱼 却一定会打中月亮号 就在他们眼睁睁的无力注视下 月亮号战列舰改装成功后 一炮没开 在章鱼的左右摇晃下 支撑了大概二十分钟 终于侧翻 所有船员全部落水 没有人敢于过去营救 一艘战列舰 这这么沉入了滚滚原浆 而这条大章鱼 搞翻了一艘大船还不罢休 竟然潜入水中 再次开始进攻其他船只 其他小船在章鱼面前如同纸壶 接二连三的被击毁沉没 这个期间 精灵的指挥官不是没有做过努力 但是无论他怎么努力 无论那章鱼受多少伤 都能够很快复原 这让他根本束手无策 想要前进 前面的水雷还没清除 就这样反复了接近两个小时 接连损失七八条船之后 精灵的指挥官 只能无奈地下达了撤军的命令 我呢 哪里来的大章鱼 这次我们准备不足 下次做足 准备再来 我就不信 这海洋怪兽就在这里安家了 曙光君没有那么好命的 带着满枪的委屈和怒火 精灵指挥官下令返回 从明岛的这一场危机 就这么化解了 看到这样的结果 关注的萧凡也长出一口气 不枉他将仅有的五枚三级金盒 和二十公斤陨石 足以改装一架六星战机的材料 全部用来改造小八 这条打不死的大章鱼 配合水雷阵 恶守江口 真的赶走了精灵来犯之敌 至于小八损失的能量 只要让人多为他一些金盒 就可以补充回来了 从明岛的危机解除 萧凡的心就放下了一大半 现在唯一还有悬念的 即使东山基地那边了 根据间谍卫星显示 蔡志远的七万大军 已经离开了天都 不过现在是否能够支援东山 已经不取决于萧凡取决于蔡志远 是否会通过那片核辐射区 萧凡现在能够做的 就是抓紧一切时间 尽快地肃清深海 还在负于顽抗的敌人 但是他也知道 梁薇这边是王八吃秤驼 铁了心了 绝对要和自己对抗到底 他知道 投降也是死路一条 还不如拼了 根据雷达显示 现在梁薇的一群深海高层 已经躲藏到了 当初萧凡用火车撞开的那个地下室 那个地下室 经过了梁薇的扩建 已经成为了一个地下城堡 城堡位于地下20米深 还分为了好几层 里面戒备森严 而且食物储备充足 短时间内 确实不容易拿下 本来萧凡都已经打算 先肃清地面上的敌人 再来搞定地下室里面的梁薇的 但是突然系统提示传来 总指挥 位于那个地下室内 刷新了两个补给箱 刷新时间24小时 请您尽快去回 第333章 地下堡垒 听到系统提示 萧凡不禁有些郁闷 他好长时间 没有刷新到补给箱了 其实 随着红井系统的不断升级 萧凡军衔的不断提高 一般的补给箱作用 已经不大了 就算开出个坦克飞机的 对于萧凡来说 也只是锦上添花的事情 但是有了系统这么长时间 萧凡也是多少了解 系统的一些规律 越是难拿的补给箱 越是容易给出好东西 这一次刷新了两个补给箱 而且是刷新在了 梁薇藏身的地下室里面 那这两个补给箱的装备 应该不简单 犹豫了一秒钟 萧凡决定 还是要拿到这两个补给箱 只是那个地下宫殿戒备森严 想要快速地攻打下来 不太现实 所以萧凡决定 来一次秘密潜入 这件事对于别人来说 也许很难 但是对于萧凡来说 并非不可能做到的 他给参谋长下达了 继续战斗的命令 同时还有一件事要特别关注 那就是 关于天都军队 究竟走那条路的问题 如果天都军队 通过了和服社区 到达了东山省的话 东山的军队 就要快速撤离 但是萧凡真的不希望 看到那一幕发生 新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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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海核心区 地下城堡 这里原本是上一任城主的地下室 自从梁威占领深海后 就将这里扩建了 经过连续的挖掘装修 这里已经是一个 拥有三层的地下堡垒式建筑 吸取了之前被萧凡 用火车将这里入口 撞他的经验教训 这一次的入口在地下 在一条永道的尽头 火车根本不可能进得去 永道的尽头 有厚度达到了一米的金属门 门外有密码锁 就算密码被破译了 也没什么 里面巨大的铁门栓 足以阻拦一切想要进入的人 破坏了这道门也没关系 里面还有二层门 如果真的遭受入侵 永道内还有爆破装置 可以让永道他方 阻挡进入的人 里面不但有充足的地下水 而且还有充足的燃油 内置发电机 足以维持电力工作 十年以上有水有电 这里更是储存了大量的冷藏食物 甚至这里还开辟了试验田 有日光灯的照射 可以自己种植农作物 梁威甚至还丧心病狂地 在这里养鱼养鸡 发誓要将这里 打造成一个永不陷落的堡垒 当然 永不陷落依靠这些 还是不够的 这里的地面 更是被混凝土浇注 二十米的厚度 就连倒 但都无法穿透 总而言之一句话 这里的安全级别 已经达到了变态的程度 深海战士 朝着不利的方向发展 尤其是蜀光军的陆军部队到达之后 梁威就知道 势不可为了 他毅然地带着几百名心腹手下 离开了镇的 进入了这个地下堡垒 他相信 自己在这里不会待太久的 毕竟联邦的综合力量 远远地超过蜀光军 只要联邦开始反击 萧凡是不可能长期坚持下去的 而他在这里 也可以得到外界的消息 只要等到萧凡落败 他自然能够离开 继续做他的深海之王 所以 在进入了地下堡垒后 无论发生什么事 只要门是关着的 他就能高枕无忧地待在这里 跟随他进来的 有他忠实的卫队 有他的智囊团 还有他收落来的一群美女 还有为他效力的仆人什么的 有这些人在 梁威可以舒舒服服地 待在这里很久很久 进入堡垒后 大门紧闭 这栋位于地下 钢筋混凝土的堡垒 成为了他的避风港 一部秘密安装在一个堡垒角落里面的 卫星信号接收器 还能保证他和外界的联络 梁威一个人来到了堡垒的三楼 这里有一个巨大的书房 是他的专属领地 其中一面墙上 还有一些监控器 这些监控器监视的 都是地下堡垒周围 地面上的情况 每当堡垒决定开启大门的时候 他都要查看监控器 看看周围是否安全 确定安全后 他才会做出是否开门的决定 在这里 梁威看了一会儿监控后 打开了电视机 他不能成为一个笼子瞎子 就算是在这里面 他也需要掌握外界的动态信息 他最关注的是天都那边的消息 因为他近来之前已经得知 精灵的舰队已经撤走了 现在唯一有能力扭转战局的 就是天都的蔡志远 虽然天都的援兵也被曙光军打败 但那是一场不公平的战斗 天都方面没有准备 也没想到萧凡如此诡计多端 如果换一个战斗时间地点 结果肯定就是不一样的 比如天都和西京联军的这次行动 电视里面 天都城门大开 七万联军从天都涌出 这一段是有电视直播的 梁威一看到 他当然知道天都和西京联军 要进攻东山基地的事情 而想要进攻东山 要么走天港 要么就要绕路走天港的话 就要经过之前核弹爆炸后 形成的辐射区 如果走辐射区 梁威相信 三天之内 天港必定会被拿下 如果不走辐射区 这个时间可能会拖延到一周 三天时间 梁威坚信自己的深海兵团 还能坚持不被歼灭 但是一周的话就说不准了 毕竟曙光军的战斗力 给了他很深的影响 所以 梁威是希望天都方面的联军 走辐射区的 作为当事人 蔡志远对于这个选择 也是纠结了很长时间 而此时此刻 他们的穿着 已经说明了一切 能够穿防护服的 都已经穿上了防护服 没有防护服的 甚至套上了塑料布 联军士兵们乘车而出 五花八门的衣服和面具 都代表了他们 已经决心穿越辐射区 看到这一幕 梁威兴奋的一挥拳 他好了 这下东山基地不保了 除非现在萧凡 就退兵去支援东山 那还有一丝机会 不然的话 他只能放弃东山了 萧凡啊萧凡 就看你现在如何选择了 离开的话 你恐怕就没有机会 再来打我的深海了 梁威满心期待地等待着结果 第334章 艰苦寻找 梁威相信 他都能得到消息 萧凡不可能得不到消息 所以 蜀光军的抉择 很快就会发生 果然 就在十分钟之后 有消息传来了 首领 蜀光军停止进攻阵地了 哦 真的 是的 他们滩头阵地的部队 停止了前进 没有继续进攻我们的城区 而且还有撤退的迹象 梁威兴奋的手 都有些发抖 蜀光军要做出选择了 继续密切关注 如果他们撤军 第一时间告诉我 明白 又等待了大约30分钟 梁威终于等来了准确消息 蜀光军全线撤退 滩头阵地那里 他们的士兵和战车坦克 已经开始登船 远处的炮兵 也通过陆路离开 已经放弃了攻击深海城 又过了十几分钟 蜀光军的战列舰开始启动 他们沿着宝江前进 似乎想要走天航大运河 前往天都方向了 这些情况都充分证明了 蜀光军已经被蔡志远的举动 逼迫地离开 深海城安全了 本来都已经被蜀光军炮火摧残的 惨不忍睹的深海兵团 这会儿不由爆发出了一阵阵的欢呼 他们太不容易了 和蜀光军熬战的这两天 他们的心气都被打没了 正面对抗的事情已经不敢想 唯有一拖城市打向战 仗着人多 仗着事情可能有变化 都是一股惯性在支撑他们继续作战 现在终于是雨过天晴了 在他们的英勇狙击下 卑劣无耻的蜀光侵略者 被他们赶出了家园 正义又一次战胜了邪恶 这场伟大的城市保卫战 在他们看来是有划时代意义的 虽然损失惨重 但是城市保住了 这就是最大的胜利 也许多年以后 这一场经典战役会被写进教科书 所有参与深海保卫战的深海兵团官兵 未来都会是民族英雄 当然 前提条件是 萧凡一去不复返 最好战死他乡 再也不要出现在他们的眼前 深海人对于萧凡已经有了心理阴影 第一次就将这座城市搞了个天翻地覆 这一次甚至差点将城市推平 这个魔王怎么还不翘辫子呢 梁威更是激荡的书房内 跳起了不伦不类的舞蹈 哈哈 萧凡这是慌了手脚了 他的那两艘战列舰那么大 到了天航大运河 是有可能搁浅的 没有了海军优势 他那点兵力 就是给联邦送菜了 在书房里面自嗨了一会儿 又等了差不多一个小时 确认曙光军已经走远 就算杀个回马枪 他也不怕了 再进入地下堡垒 都来得及 梁威再次查看了一圈外面的监控 确定无人之后 下令开启了地堡的大门 铁门轰隆隆地被打开 新鲜的空气涌入 守卫在门口的士兵 高举双手欢呼 自由万岁 话音未落 他的身体被什么撞了一下 亮枪地退了两步 他鼓着眼睛看身边的另外一个卫兵 他撞我干什么 另外一个卫兵立刻回呛了一句 你脑子有病 我要撞也是 去撞美女 撞你个抠脚大汉干什么 你不撞我撞鬼了吗 都差点撞翻我 神经病 懒得搭理你 我去外面看看先 卫兵提着枪离开 巡视了一会儿 确定安全 再次发出消息 梁薇带着卫兵和制囊团离开了地堡 虽然他觉得 待在地堡里面也很舒服 可是此时此刻 他必须肩负起城主的责任 战后重建的工作 很多很繁重 他必须忙碌起来了 地下堡垒内 一群姑娘正在准备去沐浴 他们走进浴室 宽衣解带 衣服随手放好 嘻嘻哈哈地进入了淋浴间 打开水龙头 雾气蒸腾 没有人注意到 就在淋浴间的一个角落里面 放着一只木头箱子 这只木头箱子 似乎天生就有被人忽略的功能 本来他出现在这里比较突兀 却偏偏没有人能够注意到 萧凡有些苦恼地 看着这个木头箱子 这个刷新地点 真是让总指挥斯文扫地啊 竟然设置在了女浴室内 萧凡用师长的披风遮蔽了自己 隐身功能开启 一路走来 根本没有人发现他 到了女浴室这里 他发现这里都是敌人 没错 敌人的女人 那也是敌人 出于安全起见 萧凡耐心地在这里 观察敌情20分钟 通过每个人的特点 分析他们的能力和危险性 这是一项艰难而又痛苦的工作 要熟悉每个人的特点 那要有过目不忘的本领才行 要不是萧凡的眼睛变异过 他真的可能无法胜任这项重任 好在他是一个突变者 还是一个强大的二级突变者 通过反反复复 仔仔细细 眼睛都不眨地研究 他终于确定 这里没有什么危险了 本能地觉得这个箱子有些扎眼 萧凡在浴室内找来了一些衣物 将木头箱子盖好 但是很快他又发现 这个举动有些化蛇添足 不但没有起到遮掩的作用 反而更加显眼了 防止被室内的敌人注意到 萧凡迅速地用披风 将箱子和那些衣物覆盖 这样木头箱子 也就处于披风遮蔽下隐身了 抱着这个木头箱子 萧凡眨了两下有些干涩的眼睛 起身离开了这里 他不能在这里开启补给箱 容易带来危险 他必须要将补给箱拿到外面 拿到安全的地方去 不过在离开之前 他还要去拿第二个补给箱 第二个补给箱 在女卫生间 萧凡还没去 就可以想象 这又是一场艰苦的观察敌情战 不过萧凡自从得到系统后 纵横披靡 这种是从来没在怕的 有什么本事都使出来吧 看看会不会吓倒我 带着一只箱子 萧凡悄悄地潜入了女卫生间 这里人不少啊 箱子在某一个隔断里面 不过具体在哪里 需要一个个地排除危险 慢慢寻找 时间又过去了二十分钟 经过萧凡的不懈努力 终于将第二个箱子拿到了手 大汉淋漓的萧凡 准备离开地下堡垒了 但是还没等他离开 梁薇脸色难看地匆匆返回 因为他的女人给他发来了消息 有人偷他们的东西 具体偷了什么 这些女人悄悄地告诉梁薇了 梁薇一听丢的东西 顿时就气炸了废 爱是一道光 绿道你发慌 这还了得 世界上竟然有如此变态之人 但大望为道 竟然敢在他眼皮子底下作案 无论是作为首领 还是作为男人 梁薇是坚决不能忍的 回到地堡 他立刻下令关闭大门 无论如何 要把这个变态毛贼找出来 第335章 两个箱子的补给 得知地堡大门封闭 萧凡并没有慌乱 他沉稳地来到了地堡门前 这里有两个卫兵守卫 萧凡默默地感受了一下 自己的精神力量 他惊讶地发现 小不点和自己的联系还在 但是只有一丝 他已经不再能够控制 小不点的情绪和举动 只是这丝联系并没有断 只是这样程度的联系 让萧凡的精神力 得到了很大的解放 他双手抱着两个箱子 隐藏在披风之内 然后走到了一个卫兵的面前 左眼悄悄地闪烁幽光 精神力量发出 精神控制 无声无息之间 这个卫兵就被萧凡控制住了 卫兵眼神迷茫了一下 然后悄悄地举起了枪 碰 对面的卫兵毫无防备的情况下 就被他的同伴一枪击倒 击倒了另外一个卫兵 这个卫兵迅速地抬动门栓 就要放萧凡出去 这个时候说来也巧 平时没什么人来的铁门附近 偏偏有三个突变者 经过听到门前的枪声 三个突变者迅速地接近 萧凡一看不好 这三个突变者实力很强 全都是二级突变 他们过来 事情肯定会发生变化 到时候想离开可就难了 萧凡摸了一下腰间的枪 他师长的配枪 是有极动射线的能力的 只要萧凡想 他可以轻松地干掉 任何一个生命体 但是也仅仅限于一个 因为极动射线 不是一下就完成攻击的 相比其他子弹枪械 他需要一定的时间 所以萧凡只能对付一个 临时生产士兵的话 新兵出来 也不是二级突变者的对手 略一思考 萧凡干脆直接开启了一个补给箱 无论是开出战车或者士兵 总好过现在这样的局面 补给箱开启 一道白光闪过 系统提示传来 恭喜总指挥 获得红警特殊单位 尤里 听到这个系统提示 萧凡顿时想起了尤里这个单位 尤里在游戏里面 是一个国家的特殊单位 这个兵种其他方面的战斗力 弱成了渣 根本不值一提 但是他精通于精神控制 可以控制敌方的单位叛变 运用好了 是一个杀伤性极强的存在 左右打量一眼 萧凡立刻看到 不远的一个角落里面 一个穿着红色长袍的光头男子 悄无声息地出现了 远远地对着萧凡 就有一道沙哑的声音 悄悄传入了萧凡脑海 尤里 安德烈耶维奇 科洛克利尼科夫 向总指挥报道 萧凡没记住这么长的名字 就记住了尤里两个字 直接给他下达了一道命令 这个尤里也没见有什么动作 立刻看向了正在奔跑 来的三个突变者 其中一个突变者 脚步踉跄了一下 然后突然一抬手 直接攻击身边的同伴 这个同伴一时不察 挨了重重一拳 打着滚滚了出去 这会儿已经变成了生死仇敌 那个突变者也顾不得发生了什么 只能奋起抵抗 同时还招呼另外一个同伴 快动手 这个家伙疯了 第三个人正要出手 突然一道白光笼罩了他 萧凡抬起枪 一道急动射线喷射了出去 白光迅速地化为白雾 白雾渐渐地浓厚 在他身上结成了冰霜 他整个人好像定格了一样 甚至还保持着奔跑的姿势 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十秒钟之后 砰 已经完全结成冰雕的他 粉碎了 漫天冰晶飞舞 一个二级突变者 就这么活生生地 从这个世界上面消失了 萧凡默默地收回了枪 对于这把枪的威力 他也算是有了一个认知 系统告诉他 这种急动射线 可以冻结任何生命体 那么 金刚丧尸也没问题了吧 尸王也没问题了吧 或者更强大的存在 都应该没有问题 搞定了这个突变者 萧凡又给还在战斗的敌人 补了一枪有理控制的突变者 飞身上去补刀 彻底解决了这个突变者 之后 这个突变者又迅速地过去 配合之前的士兵 打开了地下堡垒的大门 萧凡立刻进入了离开的勇道 同时对身后的有理道 还不走 总指挥 我想我留下的话 可能会比走能产生更大的作用 有理说着 竟然拿出一张面具 摆弄了一会儿后戴上 转眼之间 他变成了那个 被萧凡的急动枪 彻底灭杀的突变者 总指挥 我刚刚出生 军统那边就传给了我伪装技术 您看还过关吗 萧凡冷了一下 然后微笑点点头 好好干 说完 萧凡转身离开了地堡 他出去后 地堡的门关闭 关闭之前 他看到有理和他控制的那个突变者 亲手干到了自己控制的那个卫兵 你竟敢私自打开地堡门 找死 地堡门落下 萧凡的精神力再次恢复到之前的状态 这个卫兵已经死了 萧凡并不停留 转身迅速离开 拿着箱子一直到了江畔方向 江畔那里 曙光军已经开始返回 黎明后的汽笛声响起 这让本来已经走出藏身地点的深海兵团的人 再次吓得躲了回去 看到周围已经没有人了 萧凡先是扔掉了自己的内裤 然后打开了第二个补给箱 恭喜总指挥 获得自爆卡车一辆 萧凡了一下 看着眼前出现的油罐车造型的卡车 一股熟悉感涌上心头 第二次了呀 他第二次获得了自爆卡车 不得不说 这个补给是非常给力的 一个自爆卡车相当于一个小型核弹 如果用在深海这里 深海兵团的抵抗 恐怕立刻就要土崩瓦解了 但是萧凡却不想此刻使用 因为他已经有了更好的解决问题的办法 这辆卡车 还是交给工程师来研究吧 如果能够做到批量生产这种卡车 那么曙光军的战斗力 又会上一个台阶了 随着军舰的返回 深海城再次陷入战火之中 萧凡已经有足够的信心 解决深海城的问题 现在唯一值得注意的 就是东山那边的情况了 那片区域大约100平方公里左右 要不了多久就能出去了 但是可能是因为和服社的原因 萧凡的间谍卫星 勘查不到和服社区内的情况 等到这些人出了和服社区 萧凡就打算 让东山的曙光军战士们暂时离开 等到自己整合了深海之后 大不了再出兵夺回来基地就是 但是萧凡也没想到 天都和西京的联军 在和服社区的行军 却远没有他想的那么顺利 第336章 天港城的异常 天港新城区 其实说这里是新城区 是因为以前有个老城区 但是实际上 这新城区早已经是一片废墟了整个城市内 只有一些断壁残垣 绝大部分的建筑 都在上一次荷豹的时候被摧毁了 甚至有些城墙部分已经垮塌 和老城区对比 这里简直可以用遗迹来形容了 当初荷豹的余波冲过了城墙 蔓延在了天港城周边的大地上 外面的花草树木等植被 都在那一次爆炸之中化为灰烬 时间已经过去了两个月 这里依旧是寸草不生 大地呈现出一种褐色的状态 让人看着就觉得非常的不舒服 天都和西京的联军队伍 此时正行走在这片大地上 所有的士兵全部登车 他们全身都包裹着防护服 或者是塑料布 只留下脸部用来通风 所有人都不敢用脚踩在这大地上 因为没有人知道 踩踏在这片核辐射的区域 究竟会带来什么可怕的后果 好在这一片区域也不是很大 方圆大约100平方公里左右 车辆速度快点的话 一个多小时就足以穿越 相比绕行大山多走好几天的路程 联军还是决定冒险穿越这里 因为这样可以以最快速度抵达东山省 他们都知道 深海那边战斗还在进行着 只有他们抓紧进攻东山 用唯唯救赵这种古老的方式来进行战斗 才有可能解除深海的危机 但愿深海那边能够坚持得久一点 西京方面的将领姓韩 是这一次行动的副指挥 天都方面的将领姓汪 是这一次行动的总指挥 他本人也是蔡志远的心腹爱将 汪将军和韩将军 此刻都坐在一辆军用汉马车上面 在荒芜的原野上跟随大部队一起前进 老韩 抽一根 汪将军将一根黑塔山盘香烟递给了韩将军 韩将军接过来 狠狠地抽了一口 末世之前 这种烟我都是不抽的 现在却成了好东西了 嘿嘿 这也是没办法 现在没有人做卷烟这种可有可无的东西了 就算是这种货都不好弄了呢 最多半年 过去所有的烟草就都消耗得差不多了 还是过去好啊 现在每天不是和丧尸打 就是和人打 这日子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 我觉得快要熬出头了 菜一掌有了核弹 尸王也不是什么大威胁了 现在神州唯一的刺头就是萧凡了 只要搞定萧凡 全国就统一了 咱们这一次去东山 就是萧凡败亡的开始了 韩将军微微点头 你说的不错 搞定萧凡 和平就到来了 这个家伙到处树敌 不但得罪了咱们 还得罪了全世界 他不死都不行啊 老韩 不过咱们也不能太大意 起码到东山之前 可不能出什么意外 韩将军明显比汪将军更加乐观 哈哈一笑 还能有什么意外 这一片没有狮王的 二师兄去了彩云高原那边 大师姐不知所踪 听说新海都的狮群 已经处于了无主状态 整个东部地区更是一片太平 可能也就是 这里的核辐射会有一点影响吧 汪将军皱眉道 我也有些担心这片辐射区 今天早晨起来 这又眼皮就一直跳 不会出什么意外吧 哈哈 老王 你也小心得有点过头了吧 这里寸草不生 连老鼠都没有一只 能有什么意外啊 咱们加快点速度 争取今天晚上就离开天岗地界 明天就进入东山省了 两个人吩咐车队的速度快一点 车队提速之后 终于渐渐地靠近了天岗新城区 前面地平线上 大约十公里外 隐约地可以看到新城区的城墙了 快到当初核爆的核心区了 过了这里 这片辐射区就走一半了 老王远远地看着天岗新城区 心中的不安越来越大 不对劲 怎么老王 你发现了什么 你有没有发现 这里的地面颜色要更浅一点 老韩看了一眼车外 确实浅一点 其他地方是深褐色的 这里是浅褐色 不过这有什么问题吗 土质不一样 很正常吧 老韩你应该知道 这里的褐色土地 是辐射之后变成这样的 按理说 这里是核心区 褐色应该更加严重才对 但是为什么反而会更浅呢 老韩陷入了沉思 觉得老王说的有道理 却又找不出原因 老王自己也是在思考 想要找出问题的答案 随着车队越来越接近 天岗新城区 老王头顶突然就冒汗了 消耗 吸收 你说什么 我说消耗和吸收 一定是有什么东西 吸收了这里的核辐射能量 导致这里的能量消耗得很快 所以才会土地颜色变浅 你的意思是说 老韩的眼里 也露出了一丝惊恐 没错 我就是那个意思 能够做到这一点的 只有那些不是人的东西 这里不宜久留 我们快走 老王的话还没说完 一便突起 只听见天岗新城区内 发出了一声奇怪 而又难听的嘶吼 啊 呜 这声音 有一种让人汗毛倒数的感觉 起码他们两个人 从前绝对没有听过这种声音 而这个声音 好像什么召集令一样 随着声音落下 又有更多的吼叫声 此起彼伏的 在天岗城内传来 吼吼吼 伴随轰隆一声巨响 天岗城墙的一处窝口那里 大量的怪物蜂拥而出 没错 就是怪物 这些怪物 还能看出丧尸的模样 但是本质上 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 比如铁甲丧尸 身高两米 这种怪物 本来还能看出人类的面貌 移动速度不快 但是此刻的铁甲 已经如同百米冠军一样 高速的奔跑 浑身上下有黑 甚至微微泛着光 一看就知道 体魄极其强悍了一群铁甲 就好像一群奔跑的犀牛 轰隆隆地猛冲出来 而当初的敏捷丧尸 此刻背部肩胛骨的部位 竟然往外凸起 就好像一对发育不太良好的骨头翅膀 奔跑的速度更快不说 还能一跃而起 在低空滑翔 一飞就是上百米 还有那恐怖的巨熊丧尸 巨熊丧尸身体上 生长出了无数恐怖猙獰的骨刺 这些骨刺 让它们看上去 就好像远古魔兽 巨熊此刻迈着巨大的步子 速度也比得上 正常人的奔跑速度 它们行进的过程之中 直接在身上一掰 那骨刺就被掰了下来 吼吼 发出一声恐怖的吼叫 那些骨刺 直接被它们投掷出来了数百米 就好像一片镖枪雨一样 破空而来 第337章 恐怖狮群 巨熊的骨刺镖枪破空而来 就如同一片火箭弹一样 射程几乎能够超过一公里 瞬间就给连军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别说普通的车辆 就连装甲车都抵挡不住这种骨刺 砰砰砰 防弹玻璃和金属甲板 竟然纷纷被这种骨刺刺穿 连军里面顿时一片的哀嚎之声 有的人直接被钉死在了车里面 有的人则是身体被刺穿 还没有死去 只能痛苦地大声嚎叫 但是他们的痛苦不会持续太久 那骨刺会让他们的身体迅速地失血 要不了多久就会流血而亡 而且被骨刺刺中 身体会迅速地发肥发青 伤口溃烂 中毒迹象非常地明显 这种事人们以前见过 这是丧尸的尸毒 就算受伤的人不死 也会变成丧尸 如果单单只是这样也就罢了 接下来的一幕 算是让连军大开眼界了 那些铁士者丧尸 如今已经净化出了翅膀 他们周身上下泛着青黑 跳跃起来的时候 翅膀可以拍打在天空飞行 就好像一条条飞翔的大蜥蜴 不像西方神话里面的龙 因为他们没有那样的美感 有的只有丑陋以及恶心 虽然他们还没有鸟一样的灵活 但是却实打实实在飞了 还有金刚 这个时候的金刚 整个好像金铁胶筑的一样 身高超过了五米 比远古时候的猛马像还要强壮 比霸王龙还要威猛 他们轻松地从十米高墙上面跳过来 行径之中 下面的铁甲或者巨熊都纷纷给他们让路 一辆坦克的炮手忍不住恐惧 对着金刚开炮了 巨大的金刚微微抬了一下手臂 坦克的主炮在他手臂上炸响 只留下了一片焦黑 金刚丝毫不受影响 突然往前奔跑了起来 轰隆隆的脚步声似乎让大队都在震荡 这头金刚几个跳跃就跨越百米距离 静止来到了这辆坦克的前面 坦克似乎还想逃走 可是金刚竟然直接将坦克抓了起来 虽然这是一辆轻型坦克 也有二三十吨的重量 金刚竟然抓着他的炮塔 直接将坦克轮了三圈轰隆 坦克被甩出了二十多米远 砸在了一辆装甲车上 装甲车直接被砸成了废铁 随着金刚的进攻 更多的丧尸开始冲了过来 其中那种四脚蛇丧尸 看上去有些类似西方的巨龙了 拍动巨大的翅膀 速度更是快的惊人 开始追逐杀戮联军士兵 联军从一开始就陷入了苦战之中 他们不是没有和丧尸战斗的经验 但是过去的经验有些不管用了 因为这里已经没有了普通丧尸 全部的丧尸群里面 最低级的也是铁甲和敏捷丧尸 占据了丧尸群的绝大部分 过去的丧尸 普通丧尸几乎无法对车内的人 造成什么大的威胁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 无论是铁甲还是敏捷 他们都能够轻易地破开车辆 将里面的人抓出来 杀死或者吃掉 而且现在敏捷类的丧尸都会飞了 铺天盖地地冲过来 你连跑的机会都没有 金刚和巨熊更是杀戮利器 寻常的枪械打在他们身上 连挠痒痒都做不到 根本不能造成任何的杀伤 联军这边空有七万兵力 竟然在和丧尸的战斗之中 完全落入了下风 刚刚一接触 就有数千上万人死去 整个天岗新城区 此刻就好像一座喷发的火山 不断地有变异的丧尸涌出来 联军方面拼命地进行抵抗 喷火器战士首先登场了 过去无往不利的火焰巨龙 这一次效果却大打折扣了 常常火焰喷射出去 其中大部分的丧尸 竟然身上没有被点燃 这些丧尸过去的衣物 早就在将近一年的时间内腐烂了 现在有的丧尸还有两件内衣 有的丧尸就完全是没有衣服了 失去了衣服的丧尸 他们的身上就失去了 可以被点燃的东西 他们甚至没有了头发 那些火焰喷射在他们的皮肤上 只能带来一点焦糊的味道 但是却很难燃烧了 这些被核辐射改变过的丧尸 比过去强大了无数倍 最起码耐高温 这一点已经可以确定了 炮火覆盖 汪将军声嘶力竭地嚎叫出来 联军方面紧急调整的一些火炮 开始朝着尸群的方向开火 砍击炮 榴弹炮 加农炮 107火箭炮 自行火炮 本来是给曙光军准备的密集火力 全部往尸群内倾泻 这些火炮确实造成了一定的杀伤 但是效果已经大不如前 那些飞巡的弹片 已经很难击杀零散的丧尸 那些爆炸带来的高温 除了中间部分可以灭杀一些丧尸外 外围几乎没有了任何的威力 密集的炮火轰炸 竟然还有一些负伤的丧尸 顽强地走了出来 不 是疯狂地奔跑出来 所有的丧尸都提速了 快到让联军根本没有时间 去发射第二轮火力 就有数以万计的丧尸 涌入了联军的队伍 没有城墙内的东西作为阻碍 人类的部队 已经完全不是丧尸的对手了 战斗从一开始 联军就陷入了极度被动 面对这种有陆军有空军 有远程有近战 速度飞快 而且防御力超强的丧尸 他们真的是没有办法了 当过去的那种胖子丧尸 以一种飞速翻滚的姿态 加入战场后 局面更是一发不可收拾 这些胖子丧尸 喷射出来的强酸溶液 竟然如同炮弹一样 打出去老远 几公里之外 就带给人类巨大的伤亡 一栋灵活的死胖子 你想瞄准他都很难了 一团强酸过来 坦克都给你慢慢腐蚀掉 装甲车甚至一分钟内 就会烂出大洞 面对这样的打击 联军坚持不住了 汪将军难难地看着 这疯狂的尸群 嘴里不停地念叨着 蔡医长 你的核弹 究竟制造了一群 什么样可怕的怪物 他已经有些傻了 要不是老韩死命地拖着他 将他带上了车子逃跑 老汪恐怕就交代在这里了 随着汪将军和韩将军 下达了迅速撤离的命令 联军士兵开始疯狂逃窜 无数的士兵死于丧尸的追杀河 但是也有一些人跑了出去 来时候的七万大军 能够顺利回到天都的 不会超过两万人 其中大部分人战死 有些人则是在半路上当了逃兵 杀光了联军士兵 丧尸飞速的进食 这些大家伙食量惊人 很快将这里打扫一空 只留下无数破碎的车辆和武器 而这个时候 天岗城内一个小小的身影挥了挥手 去吧 去将这新型的丧尸病毒 带给世界上所有的同伴吧 天岗城的尸群 开始迅速地往外扩散 他们只知道遵守命令 按照尸王的指示 碰到丧尸就抓一下 然后那只丧尸 慢慢地就会变得和他们一样的强大 这是丧尸的再一次进化 第338章 和平期到来 当肖凡在雷达屏幕上看到 天都和西京联军狼狈回撤的时候 他不由得大吃一惊 从间谍卫星反馈回来的画面来看 联军部队明显人数车辆都少了很多 而且队伍乱糟糟的 没什么阵型和章法 就好像打了一场大败仗一样 肖凡一度怀疑这里有诈 但是他持续观察了一段时间 才确定这件事并不似作为 此刻肖凡的心情 说不上是好还是不好 联军败走 这自然是一件好事 东山基地不用暂时撤军了 但是在那片和服社区里面 究竟发生了什么 看着后来逐渐有灵星的丧尸 离开和服社区 肖凡能够确定 联军是遭遇了失群 但是失群已经这么强大了吗 联军的七万人 进去几个小时 就跑出来一万多人 这件事已经引起了肖凡的重视 只是天岗城那里距离太远 肖凡只能是派出了一些战英出去侦查 希望早日带回来一些明确的消息 不过这件事带来的好处 也是显而易见的 当天都和西京联军败退回到天都之后 深海这里也得到了消息这个消息 给深海还在做着困兽之斗的部队重重一击 失去了这个援兵力量 深海彻底地丧失了抵抗意志 他们已经没有了获胜的希望 再坚持下去也毫无意义了 当梁威通过电视宣布 深海兵团将无条件地放下武器后 和平的曙光终于笼罩在了这个城市 梁威亲自走出了地堡 并且向入城的曙光军首领萧凡表示投降 他麾下的深海兵团剩余的两万来人 也全部走了出来 放下武器投降 在投降之前 还有一些强硬派表示想继续战斗 但是却被梁威解除了兵权 对于投降这件事 梁威的态度是坚决的 不容反抗的 当消防看到了站在梁威身边的游礼的时候 他微微笑着拍了拍梁威的肩膀 难得你实大体 明道理 知道战争最后 受到伤害最大的就是民众 既然你有这份心 那么这深海城 就还是由你继续担任城主 不过原有的部队必须全部解散了 你就负责民生问题吧 萧首领放心 谢谢萧首领栽培 我愿意为了深海百姓尽一份心力 帮助他们重建家园 梁威和萧凡谈着话 一行人进入了当初城主府的城堡 从梁威的眼神和动作之中 萧凡已经明白 他已经彻底被有理控制 从此就成为自己中心的部下了 他在深海经营这么久 什么情况都熟悉 由他继续担任城主再合适不过 城堡内的会谈 气氛热烈而又友好 他就等于自动脱离联邦了 会谈期间 梁威还一份填膺的道 深海内部也需要整顿一下了 在我的地堡里面 居然出现了偷窃女人内衣的变态 我多番调查 也没有找到作案的人和失窃的内衣 听说首领名的麾下 有精锐的特务力量 不知道能不能帮我 找出这个作案的人 萧凡咳嗽了一下 这点小事 不必劳动特务力量调查了吧 梁威正色道 首领 这件事可不是小事 内衣本身不算什么 但是要知道 我的地堡内都是值得信赖的人 可是居然发生了这种事 这就证明 有人打扰了我们的内部 如果我不继续担任城主 这件事也就过去了 但是我还留在这个位置上 这件事就不得不查查了 萧凡无奈地往旁边看了一下 军统局的局长沈锐辉 立刻挺胸 总指挥放心 这件事包在我身上了 我们军统局 一定找出那个变态之人 萧凡哼哼了两句 有什么进展 即使汇报 记得别的事情也不要耽误了 无论是深海 还是从明岛 总指挥 那我们的人手是不是扩编一下 也好 今天就让军统的人提升到一个连吧 太好了 那我的配车 经费吃紧 你再坚持坚持吧 沈锐辉有些郁闷地坐下 他实在不太想做三蹦子了 今天自己表现得很积极了 连抓偷内衣的变态这种任务 都主动接下了 为什么总指挥看起来还不太高兴呢 心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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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海的和平光复 这件事的影响非常大 自此 萧凡已经坐拥四大基地 从内海湾那里 东山基地位于东山省 深海基地位于江淮省 而从明岛又占据原江出海口 神州东部海域 大半都已经被曙光军占领 蔡志远那边想要出海的话 只能走内海湾北部地区了 而远在神龙省那边 知道了南方战局情况的魏无忌 更是屁都没放一个就别了下去 沈城方面来的两万部队已经回去了 滨城的部队更是干脆成都不出 也不去攻打曙光城了 任凭蔡志远如何的下达进攻命令 魏无忌都是百般的推诿 说出各种各样的原因不愿意出兵 让蔡志远也是屠呼奈何 他是有心杀敌 但是现在有些力量不足 深海抑制 天都的两路部队纷纷遭受重创 西京方面暂时掉不出人手来支援 这样的结果就导致精灵张志生 也不愿意出兵了 越北 天府的援兵都在精灵 十几万大军待在那里毫无作为 蔡志远也拿他们暂时没办法 江南基地也是如此 这里本来是蔡志远的一招暗棋 希望江南基地迷惑萧凡 让萧凡派兵支援江南 这样就会导致从明岛内部空虚 没想到 萧凡根本不搭理江南的情况 依旧我行我素 现在情况有了变化 江南那边也变得三心二意起来 暂时也不听掉潜了 似乎真的有继续独立的苗头 这样的结果不是蔡志远想看到的 可是他也没有什么好办法 天都本部力量不足 就无法号令下面的人 现在蔡志远最重要的任务 不是继续进攻萧凡 而是抓紧整合力量 天港那边来了很多人 天都这个大城市的人口 即使他知道天港城区丧失变异的消息后 阔军的事情已经迫在眉睫 所以短时间内 蔡志远没有那个力量 在发动战争了 曙光军和联邦的第一次内战 暂时进入了一个和平期 萧凡也需要时间巩固占领区 也不会主动出手 封烟渐渐平息 第339章 全体会议 从明岛 萧凡的新官邸在这里落成了 萧凡在曙光城有一个官邸 那个官邸造价只有两万 但是从明岛这里的造价却高达十万 不过这点钱也不算什么了 拿下深海之后 萧凡的部队立刻返回南同市 继续攻打南同市区 打丧师收集来的资金 每天都有接近百万 两天之后 萧凡就又有了一笔资金 这个官邸是经过工程师设计的 比曙光城那个更大更好 严格来说 这是一个中式的城堡式建筑 官邸位于岛屿的东北角 就是原来别墅区的位置 因为这里经过战火 别墅区内的人都跑了 萧凡干脆将这里全部收归工友 又拆除了一些建筑后 这座城堡就落成了 城堡共有六层 站在顶层那里 沿江沿海的情况都能够看到 城堡一层有挑高16米 金碧辉煌的大厅 城堡二层则是有一个很大的会议室 三层以上就都是萧凡的私人地盘了 萧凡的贴身警卫们 也全都住在城堡之内 城堡内设有电梯 萧凡的装甲房车 都可以通过电梯直达顶楼 顶层设有停机坪 而城堡下方 还有一条长达一公里的飞机跑道 可以让萧凡的空军一号起降 外围戒备森严 防空岛 但系统在这里部署 警卫团的霸王花银也在这里驻扎 此刻蜀光军的所有骨干力量 都齐聚城堡二楼 在这个崭新的大会议室里面 商讨蜀光军的下一步发展方向 此时的蜀光军 已经不单单是一个部队了 萧凡所控制的区域内 更是有多达一千多万的幸存者 蜀光城的几十万人就不说了 从明岛这里人口五百万 深海基地更是有七百万的人口 东山那边还没有收拢幸存者 如果也大肆招募救援的话 人口数量也绝对不会少 而且在原江沿江地区 依旧有大量幸存者分布 这些幸存者多数都是新海都的人 很多人也在等待救援 那也是萧凡来到这里的初衷 只是来到这里 势力错综复杂 敌人众多 萧凡一直没有腾出手来做这件事 幸存者多了 吃饭问题也是的大问题 这些事情都要在今天的会议上得到解决 会议时间定在了上午十点 会议开始之前 这个别墅区已经被戒严 无数的军车纷纷到来 进出的都是全身戎装的军人 就算是曙光军的军车 进出这里也需要经过检查 守卫在城堡附近的 都是一些美女军人 霸王花银全部都是高颜值的美女战士 身穿军装 手持枪械 身边还跟随着军权 凡是心怀不轨的人 绝对不可能进入这里 确定身份 曙光军三团团长江浩 放行 确定身份 曙光军第一装甲兵团长杜辉 放行 确定身份 曙光巨龙列车长富强 放行 确定身份 第一路航团团长百松 放行 这个摩托车不用检查了 那是军统局的专车 藏不下多余的人 进去吧 一个个曙光军的干员 进入了城堡 参加会议的人陆续到齐 到来的所有人 按照官职高低左右分座 所有人到齐之后 萧凡最后一个走进了会议室 全体起立 参谋长郑伦站起来说了一句 在场的几十个军官一起起立 齐呼总指挥好萧凡坐了下来 双手往下压了压 军官们全都坐下 脱帽 所有人整齐华裔地将帽子摘下来 放到了身前的桌子上 总指挥 所有在从明岛的 营长级别以上 军官都到了 请指示 好 大家之前应该接到通知了 今天的这场会议 不单要完成曙光军内部的整编 还要确定未来一段时间 我们的发展方向 首先让军需官陈渊渡 介绍一下 目前我们的总体情况 军需官陈渊渡站了起来 拿着一张稿子念了起来 目前我们拥有四大基地 深海基地那边的基础建设 还没有正式开始 不过我们的基地车 已经在前往深海的路上 预计今天晚上就能够到达 到时候 深海基地的建设 也可以铺开了 曙光城的情况 没有什么大的变化 最近人口已经增加到了55万 而且 粮食的种植已经全面铺开 就在上个月 我们在云州和燕云两个市 已经播种了玉米 高粱 黄豆等农作物 一千万公顷 而且在伯利亚地区 也种植了500万公顷的土豆 秋收的时候 分三成给山海味 剩余的粮食 也足够支撑曙光城三年所需 只是想要运送过来 交通问题还需要解决一下 从明岛的光热条件很好 目前 我们已经组织开始种植小麦 甘蔗等农作物 只是那里的人 多数为外国人 没有神州人那么好指挥 进度没有曙光城那边快 深海这边之前 梁威带着人 也种植了一些作物 只是数量还不够多 勉强能够支撑深海本地今年所需 如果人口还有增加 就只能依靠外面运送了 东山基地的官兵 也种植了一些 数量也不多 而且那边 目前很多幸存者 要求加入我们 只是由于战争关系 一直没有开始收容幸存者 接下来怎么走向 还请总指挥指示 如果收容 粮食的种植要抓紧了 快到六月份了 时间已经不是很多 听陈渊渡汇报完 消防无意识地用手指 敲了敲桌子 之前由于战争的关系 我们一直没有大量的 现在不一样了 深海这边的问题 彻底得到了解决 我军三大基地连城一线 战略态势大为好转 无论幸存者的收容 和粮食的种植 都应该尽快开始 传达我的命令 东山开始收容幸存者 我也会在近期到达东山 将那里建设出一个城区 供幸存者居住 深海的所有幸存者 无论是从事种植业的 或者是渔业的 立刻投入到恢复生产之中 记得也要加大对畜牧业的投入 保证我们的食物多样化 保证人民的营养和身体健康 至于从明岛这边的外国人 我们也要明确地告诉他们 没有任何国家的人 在我们这里能够拥有特权 不愿意从事生产劳动的 他如果有正当的办法 活下去可以 没有的话 我们也不接受任何外国乞丐 肖凡在讲话 下面的人都认真倾听 秘书刘敏刷刷地进行着记录 气氛紧张而又严肃 第340章 新任典狱长 这一次的会议 开了很长时间 到了下午 曙光君确定出了一些基本政策 其中最为重要的一项 是曙光君所有的控制区 开始发行统一货币 名为曙光源 和联邦发行的经顿差不多 只是图案上有所不同 图案统一为曙光君的旗帜图案 面额分为1元 5元 10元 50元 100元 500元 1000元7种 而居民卡也开始普及 这些红井工程师制作的独特卡片 可以将先进以数字的形式存入其中 实现了刷卡支付的巨大进步 在曙光君的配合下 各个基地开始恢复工厂制度 自治政府也开始组建 自治政府官员的选拔 是由各个基地市的各界人士选出来的 完全采取了由百姓之中产生 人尽其才的做法 肖凡对这些事情并不干预 他并不想做一个事无巨细的独裁者 人民的事情还是交给人民来解决 从明岛基地市的执政官 是来自深海的巨师阿强 这也是大家选出来的 因为从明岛这里都是外国人 找本地人不好开展工作 阿强来自深海 正好合适 深海的执政官依旧还是梁威 毕竟他已经在那个位置上了 别人很难动摇他的地位 蜀光城的执政官为星小迪 这个波音员也转行了 他在蜀光城有充分的人脉基础 几乎所有人都认识他 所以他顺利当选为执政官 东山那里的执政官人选还没定 暂时军管 很快 几大基地市的内政部门都搭起了架子 像是从明岛 深海这些地方本来就有底子 恢复起来很快的 一些有组织的民间工厂也开始组建起来 比如从明岛这里 就有几个突变者率先完成了注册 组建了第一家鱼业公司 之后的生产销售公司 鱼肉罐头工房等等 也相继如同雨后春笋般的开始出现 蜀光城那边得到消息 北大仓粮食加工集团也开始成立 并且开始和槟城等基地市建立贸易 还有伯利亚进出口集团也成立了 听说也是由突变者带领干起来的 那些突变者带领的冒险小队 纷纷开始进军商业 毕竟他们有能力 看来是要成为先富起来的一批人了 普通人也开始到各个部门开始应聘 就是不能进入内政部门 进场工作也是不错的选择 最起码是有工资可拿 可以养家糊口的 没有应聘到的 也可以通过种植养植等行业来解决温饱 新成立的银行部门会给幸存者贷款 而且第一批贷款都是无息的 确保他们可以满足今年的生产生活所需 这些都是会议前半程带来的积极改变 而会议的后半程 则是涉及到了蜀光君的事情 现在蜀光君已经是一个式的编制了 人员缺口还有九万多 肖凡没有管缺多少人 他先是把蜀光君挥下各部的架子搭起来了 徐强一旅长 下辖三个战斗团 沈光明二旅长 同样下辖三个战斗团 讲好三旅长 编制和一旅二旅一样 三个机械化步兵旅成立 原本的营自动升级为团 连升级为营 下辖人员将会陆续补充 确定成立装甲旅 下辖三个装甲兵团 目前下辖两个装甲团 要求每个装甲团拥有300辆坦克 目前缺口为700辆 旅长由杜辉担任 炮兵旅成立 下辖三个炮兵团 要求各式火炮和火箭炮总数 不低于1000台 目前缺口800 旅长由孟小天担任 空军一大队成立 队长由朱华担任 编制为旅 要求下辖三个战机编队 每个编队不低于50架战机 目前缺口110多架 陆航团编制暂时不变 萧凡要求陆航团和空军协同作战 随着石架运20的加入 陆航团的重要性也越来越大 还有就是 警卫营升级成为了警卫团 陆平担任团长 薛宁儿担任副团长兼霸王花营长 工兵部队也正式成立了一个团 目前下辖两个工兵营 还有50辆的周桥部队也归属工兵团 方便工兵建设开路所用 最大的改变是东海舰队的成立 目前东海舰队的指挥官 是黎明号舰长江洪魁 下辖两艘战略舰 十艘鱼雷快艇 十艘气垫登陆艇 武装冲锋周若干 最后就是 军统局暂时升级为连编制 沈瑞辉依旧是局长 虽然是连的编制 但是军统局的权力并不小 沈瑞辉更是跟随总指挥 很长时间的骨干 人们并不敢小看这个特务头子 所有的人士任命完成 萧凡就准备宣布散会 他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 基地要到深海了 他需要去做基础建设 深海的建设完成 他还要启程去东山 那里的大基地也要建立 就在要散会的时候 沈瑞辉提出了一个建议 总指挥 现在从明岛 深海两个基地 反对我们的人还有很多 其中各国的探子 包括联邦的人隐藏在民间 时刻准备捣乱闹事 最近军统局已经抓了很多人 多的都快没地方关押了 您看我们是不是建立一个监狱 围墙一圈电网一拉 这人也就有地方关了 也方便管理啊 萧凡听完点点头 他说的很有道理 民间确实很乱 需要下众手整治 一个监狱的出现 能够解决很多问题 可以 确实应该设立一个监狱 这样好了 我今天就寻找一个合适的地点 将监狱的基础搞起来 沈瑞辉显然是有备而来 立刻拿出了一张地图 总指挥您看 这里是榆山岛 位于南童那边沿海 距离从明岛很近 距离深海那边也不是很远 距离海岸线30公里 原本是渔民打鱼休息的地方 地势平坦 四面环海 占地面积也不小 如果在这里关押犯人 犯人将会很难逃脱 这里是优良的避风港 也可以当作海军的一个驻地 您觉得怎么样 肖凡看了一会地图 觉得这里非常合适四面环海 距离大陆也近 方便管理 无论是直升机或者船只 都能够出入 在这里建立监狱 确实在合适不过了 可以 就这里吧 一会就过去 沈瑞辉双眼放光 那我建议总指挥 提前任命点狱长人选 毕竟 这里还要关押很多外国人 点狱长的称呼 对他们也更有震慑力 肖凡也觉得应该这样 目光扫尸一圈 就落到沈瑞辉的身上 似乎就想要认命他了 其他人也用羡慕的目光 看着沈瑞辉 点狱长这个位置 可是位高权重啊 沈瑞辉同时担任军统局长 和曙光监狱的点狱长 这权力可要大了去了 这小子真是好命啊 沈瑞辉急忙拍胸脯 我保证鞠躬尽脆 将本职工作做好 比如深海偷女人内衣的毛贼 我一定将其抓捕归案 让人看到我们军统的行动力 消防话到嘴边 话锋突然一转 他看向一只辛苦做记录的刘敏 开口道 刘敏为我们曙光君立下大功 还一直跟在我身边做情报秘书 有点屈才了 这次就辛苦一下 担任新曙光监狱的点狱长吧 一句话说出去 所有人都呆住了 居然不是沈瑞辉 沈瑞辉也是脸色苍白 目瞪狗呆 不知道怎么煮熟的鸭子就飞了 刘敏立刻站起身敬礼 谢谢总指挥信任 刘敏一定完成任务 嗯 以后你做典狱长 记得和军统方面配合好 凡是和沈局长商议着来 监狱落成 我按照一个营的编制给监狱配备人员 刘敏急忙点头 同时笑盈盈地 看向有些发猛的沈瑞辉 那我一定好好经营我这个营 军统的沈连长 以后咱们互相关照了 第341章 又生一计 萧凡的监狱建造计划 并没有立刻成行 所以萧凡决定等待一段时间 不然自行建造的话 里面的很多设施都要人工完成 还是比较麻烦的 现在基地车已经到了深海 萧凡也跟随前往深海 在这里进行一些基础建设 萧凡要确保每个基地市都能够随时报兵 这样一些基础的兵营 战车工厂 飞机场什么的 就都需要有 只是现在萧凡手里的钱不多 他只能在深海选择了一块地方 然后圈围墙 修建军事区 才好在军事区里面进行建设 他慢慢地工作 跟随他而来的军统局和警卫团的人 也开始了解深海的情况 并且在梁威的配合下 肃清反对萧凡的势力 这是一项漫长而又艰巨的任务 好在萧凡的人 占据了绝对的武装力量 纵然是有一些人想要作乱 也不可能掀起多大的浪花 南童那里的战斗还在继续 并且已经进入了尾声 随着市区的逐渐收复 萧凡手里的钱也渐渐地多了起来 而萧凡每天都是 往返于从明岛 深海 甚至东山几个基地轮番建设 其中 核电厂也在这个期间建设了出来 萧凡将核电厂的位置 选择在了从明岛 四个基地 从明岛的位置最是得天独厚 萧凡也打算将这里 当作神州中东部的核心区域了 核电厂建立在这里 也是有安全保证的 随着建设完了核电厂 之后还有一项重要的建筑物 那就是海军作战实验室了 这个建筑物需要一千万的资金 萧凡手里的钱暂时不够 只能先放一放 乘坐空军一号到了东山基地 萧凡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圈地运动 东山省位于内海湾和金海的交界处 是一个探出来的半岛地区 他原来选择的基地 位于这个半岛的内陆 距离海岸线还有几百公里 到了这里之后 萧凡以原基地为根基 将基地扩大了几十倍 全部以高级围墙圈起来 这里也可以轻松地居住上百万人 说起来 东山基地的造型和曙光城有些类似 只是这里的基础设施还是非常的差 不像是曙光城已经是一个成熟的城市了 不过这也不是太大的问题 萧凡将一个工兵营留在了这里 又将这里的驻军数量提升到了一个整边团 除了这些 还有一项重要的建设 那就是要建设海军 萧凡现在占据的地区 大多都是海岸线的省份 如果有一天能够拿下东山半岛对面的辽东半岛 那么整个神州北方到中部的海岸线 将全部被萧凡占领 建设完了东山基地的围墙哨楼等设施后 萧凡再次来到了内海湾和京海交叉口的这个突起处 也是这里大陆延伸向海洋的一个点 在这里 萧凡建设了一个船务和一个军营 萧凡已经下令 破小号战列舰和其相关船只 立即起航来到这里驻扎 确保东山沿海地区的安全 现在他手里的钱不多了 基地的全面铺开 让他到手的钱几乎是立刻就花光 到处都要花钱 像是这一个船务 那就要一百万的资金 如果不是南同市的收复站正在进行 他根本没有财力支撑这样的花费 不过好日子也就要到了 根据前方战报 南同市将在三天之后被彻底拿下 那个时候 物资的收集全面开始 资金状况将会大幅度好转 建设完船务 萧凡手里的钱没有再花 他需要攒钱建设海军作战实验室了 萧凡这边忙碌着 蔡志远那边也在忙碌着 双方处于一个难得的和平期 谁也没有率先挑起事端 直到三天之后 曙光军那边发布了重磅消息 南同市被收复 当这条新闻出现在电视上之后 神州的人们几乎都被震撼了 这应该是神州第一个被收复的地级市 真正意义上的收复 曙光军的主持人迪丽 穿着职业装 坐着新闻采访车辆 走在南同市的大街小巷 寻找昔日人们熟悉的点点滴滴时候 全国很多人眼睛都湿润了 距离末世开始快要一年了 人类终于开始收复城市 这距离恢复文明社会 无疑是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而做到这一壮举的人 竟然不是占据大半国土的联邦 而是偏拘异于的曙光军 本来昔日对肖凡 对曙光军没什么好感的人 这会儿也全都是大为改观 在守旧顽固的人 面对收复城市这样的壮举 也难免会心生好感 甚至有的基地市里面 有年轻人走上街头 打出了支持肖凡 成为联邦议长的口号 虽然这样的游行活动 很快被镇压了下去 但是对于目前的联邦 对于蔡志远而言 已经是露出了危险的苗头 不过在所有人看来 蔡志远这边刚刚打了败仗 现在正在整合天都天港的力量 阔军运动刚刚拉开帷幕 暂时应该没有精力来对付肖凡 可是蔡志远本人并不这么想 在天都阔军进行的轰轰烈烈的时候 蔡志远本人亲自动身 去了一趟位于辽东半岛 最南端的泰连城 这座城市并没有被收复 但是沿海地区 已经被清理得很干净了 这里也是蔡志远关注的重点区域 也是神州一个最大的造船厂所在 当初蔡志远的护卫舰 三艘猎潜艇等 都是从这座造船厂里面出现的 此刻蔡志远再次来到这里 这里正在紧张地忙碌着 整个造船厂有上万名工人在工作 目前已经码头那里 已经在有三艘军舰停靠在了那里 造船厂的负责人看到蔡志远到来 急忙迎了上去 驿长 您是来看军舰的吗 目前我已经将两艘护卫舰 和一艘战列舰完工 还有一艘驱逐舰正在紧急建设 等到这艘也建设好了 我们的海军就能够真正地走出海湾 驰骋大东洋了 蔡志远微微摆摆手 我相信你们的建设能力和速度 不过现在我不是来看这个的 我需要一条较大的货轮 航速快一些的 绝对不会被海兽掀翻的 你应该能够弄出来吧 能是能 不过需要时间 我需要在货轮上加装武器吗 蔡志远笑了一下 有基本保证安全的武器即可 这艘船造出来 可不是去和人战斗的 记得船内多准备一些液体容器 听到这里 厂长一愣 看向蔡志远 难道蔡志远 还想再来一次那件事 蔡志远微微点头 不错 不过这一次绝对不会出事了 因为就算出事 麻烦也落不到我身上了 第342章 扩军行动 从明岛的官邸里面 萧凡见到了从南童回来的将领 总指挥 南童彻底光复 目前物资收集工作正在进行中 萧凡欣卫点头 做得不错 记得物资的收集 不要单单依靠我们军方 让从明岛还有深海的百姓 都可以参与进去 他们会事无巨细地 将那里所有有价值的东西都找出来 我们只拿重点物资就差不多了 是的总指挥 我现在将那里所有的经电 和银行储备资金都收集了出来 但是具体的手势 位于居民家内的贵重金属装饰 我们还没有时间收集 这些都将交给老百姓来负责 还有燃油 南童市的所有加油站 都已经被我们抽空 不过我军对于汽油的需求 并不是太大 柴油是我们的主要消耗燃油 还有重油 随着海军的扩大 重油也是我们急需的 不然单单依靠军舰 每天刷新的燃油走走停停 我们的作战局限性是很大的 萧凡听了微微点头 确实 燃油的消耗 已经成为了曙光军的一个大响之初 虽然暂时收集来的燃油还够用 但是随着军队越来越多 目前的这种从民间收集的方式 已经不太能够解决问题了 那些飞在天上的战斗机 个个都是有老虎 还有海中的军舰 大家伙怕早就趴窝了 燃油需要收集 不过眼下萧凡最关心的 是那些不断被战士们抬进来的黄金 整个南童市 主要的黄金差不多都在这里了 多得让萧凡多有些眼花缭乱 虽然之后的几天 每天可能还会有一些收获 但是绝对不会比这次更多了 当满满当当的贵重金属 摆放在室内的时候 萧凡开始转化了 一次次的系统提示音 反复地响起 一笔笔资金到账 当最后的黄金也被转化完成后 萧凡一看自己的资金总数 感觉浑身的血液都有些沸腾了 4762万 这是曙光君成立以来 萧凡获得过的最大一笔单笔资金 可能前些时候获得的资金总和 加起来也不会超过这个数字 这让见惯大风大浪的萧凡都无比的激动 坐在沙发上平复了一会儿 才挥挥手 让手下人暂时离开 打开了系统页面 萧凡点选了下一个建筑物 确定建设海军作战实验室 消耗资金1000万 需要时间10天 请总指挥耐心等待 10天时间 萧凡还是等得起的 这边海军作战实验室在建设 他同时开始了新一轮的生产 现在萧凡麾下 各个部队都是严重的缺人 前几天萧凡将架子搭起来了 蜀光君整个室的单位都齐了 只是人员还没到位 现在有钱了 萧凡当然要照顾一下手下军官的情绪 蜀光君的扩军势在必行了 首先 三个机械化步兵旅 这是要重点补充的 按照蜀光君的军制 每个旅人数为2万 现在三个旅 每个人数只有5000人左右 都是一个整边团 加一个银而已 系统给萧凡计算过 一个满边联 需要资金9万 一个满边银 需要资金40万 一个满边团 需要资金170万 这里包括了所有的作战单位 并且包括了吹噬部队 医疗部队 工兵部队 警卫部队 特种部队 还有相当数量的战车等等 萧凡决定 一次性增加6个团 总计资金1020万 这6个团 将分别补充到 三个作战旅里面 如此一来 蜀光军三个战斗旅的 基本兵力 都已经达到了13000人 算是出具规模了 报兵开始 各个兵营 开始源源不断地出兵了 现在的出兵 并不需要出现在萧凡身边了 萧凡直接让他们 出现在各个驻地 当时就加入部队 包括远在神龙省的蜀光城 萧凡也在那里增加了两个团 确保老家不受威胁 陆军报兵开始 萧凡的第二个目标 这还是不够的 萧凡决定 再增加30架战斗机 8架轰炸机 10架歼10 20架歼16 7架轰炸机 累计花费资金1070万 手里的钱流水一样的花出去 萧凡连眼睛都不眨一下 空军的建设 本来就是花钱大户 之前蜀光军的空军 面对联邦时候 并不占太大的优势 主要是数量少 这一次 他要扭转这个局面 按照萧凡之前的计划 空军第一大队 将会拥有三个战斗机编队 每个拥有50架战机 这一次补充过后 虽然还是有缺口 但是三个战机编队 已经初步成型 每个编队拥有23架战机 其中各自有 歼10和歼16架 轰炸机三架 算是拥有不弱的战斗力了 1000多万花出去 他还有1700多万 最后一个爆兵的重点 那就是装甲部队的入伍 萧凡计划中的装甲兵 是由三个战斗团组成 每个团拥有300辆坦克 曙光军目前只有两个战斗团 每个团只有一百辆坦克 而这一百辆坦克的配置 分别是30辆天气 30辆磁能 20辆99式 20辆96式 这些坦克的累计造价 为270万 萧凡直接点选了 400辆坦克的制造 累计花费资金1040万 400辆坦克入伍后 萧凡直接让第一 第二两个装甲兵团 完全达到满边的状态 每个兵团300辆坦克 至于第三装甲兵团 等待以后资金充裕了 再将其补充到满员状态 又是1000万出头花费出去 萧凡手里的钱 还有600多万 这些钱 萧凡也没有留下太多 他干脆将警卫团补满 达到4000人的满边状态 花费资金90万 又建设了一个工兵营 投入到从明岛的沿海工程建设中去 不过工兵营的花费不多 20万资金 包括了700名工兵战士 一些炊势部队 还有一些布雷车等基础装备 还有答应建造监狱的一个营 萧凡也提前生产了出来 这个营没有太多的进攻重火力 主要是守卫监狱的部队 其中最贵的包括了一些火箭炮 累计花费了50万的资金 还有就是军统局的人数 萧凡也答应给提升到一个连的 干脆也顺手做了 这些事情都做完 萧凡手里剩余资金500万 这点钱萧凡就暂时不花了 他要等着海军作战实验室出现后 再积攒一些 投入到海军这个大象中去 而这个时候 萧凡突然发现 蜀光军的总人数 从不足3万增加到了6万 兵力直接实现了翻倍 第343章 丧尸进化 蜀光军南下了南通之后 萧凡这边的日子 彻底好过了起来 当你拥有了一个地级室 即使这个地级室 已经荒废了一年 内部蕴含的资源 依旧是非常多的 其中建筑材料无数 钢铁无数 汽车的燃油 煤炭 木材等等 多得数不胜数 甚至每家每户 都能够找到一些 可以利用的东西 比如一些轻工业产品 一些电器 一些生活用具 或者一些酒 从明岛和深海两地 大量的民间力量 在蜀光军的允许下 开始进入南通市 他们收集回来的资源 上缴一部分 给当地的政府之后 剩余的都可以兑换成为货币 在消防的授意下 这些情况 也都通过电视直播了出去 其他基地 看到蜀光军这边的情况 自然就会对本地的生活 有所不满 生活的好坏 都是对比出来的 有了好的对比 自然就会觉得自身的生活不好 这种感觉 多了就会化成怨气 如果联邦那边 达不到蜀光军这边的生活质量 那早晚都会出事 从明岛和深海附近的幸存者 也开始大量地加入这两个基地市 地方内政部门 那些新上任的执政官 都开始忙碌了起来 萧凡新生产出来的部队 也没有闲着 无论是江淮省 东山省 或者神龙省 蜀光军都开始主动出击 清理周边 像是蜀光城那边 得到了两个团的补充 已经开始主动出击 去清理云州市区了 红颈系统的战士们 就是有着优点 每天休息四个小时即可 他们不怕战斗 战斗的越多 他们的实力就越强 通过战斗晋级三星的 将会立刻得到金河资源 升级四星 外出作战的时候 他们也肩负着收集的任务 其中 陨石和三级金河 是重中之重 这几天 萧凡又难得的空闲了下来 他有下一步的计划 但是要等到海军作战实验室 出来之后再进行 随着军队再次外出击杀丧尸 萧凡这里每天 也都有上百万的资金进账 这种躺着拿钱到手软的日子 萧凡过得非常的惬意 自爆卡车 已经用运输机 悄悄地运送到了曙光城 交给爱因去研究了 什么时候这个东西 要是能够量产 曙光军的战斗力 肯定会更上一个台阶了 星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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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艘老旧的巨大货轮 从泰连造船厂开了出来 这种非军式的船只 但是这种大型货船 却根本没事 造船厂弄了一艘大型的货轮 长度达到了三百多米 堪比航空母舰 将其破旧的地方修补了一下 加满油之后 这艘船又能扬帆出海了 如今 这艘船上面满是密封的集装箱 集装箱内部还用塑料布铺满 保证里面的东西不会露出来 这艘船离港的时候 蔡志远亲自到了现场送行 他的眼前是三百名船员 这些都是他精选出来的水手 船上装了很多的淡水和集养 燃料也充足 保证这艘船可以在海上航行 两个月不靠岸 记住我说的话 根据我们的调查 曙光军那边有雷达监测海面 前期的时候 千万不要靠近丛冰岛 尽量在中原海域航行 等到事情都做好了 才直奔目的地 明白了吗 驿长放心 我们知道怎么做的 明白就好 船上的直升机和冲锋舟 都给你们备好了 我希望你们都能够活着回来 如果真的出现了什么问题 驿长 我们都是宁救下来的 这条命都是宁的 宁就放心吧 我们能够回来就回来 回不来的时候 也绝对不会牵扯到宁和联邦 很好 希望你们平安归来 船员们登船 一声汽笛长鸣之后 这艘货轮从泰连造船场出发了 他们的目标是南下 但是他们并没有直接向南 而是率先进入大东洋地区 等到距离海岸线上千公里之后 才开始调转目标南下 因为南边的东山半岛 也有曙光军在驻扎 他们绝对不能被人发现 看向身边的一个军官 知道该怎么做吧 我知道 我们的轰炸机 已经在江南基地那边了 等到货轮到达 从明岛附近海域的时候 轰炸机将会起飞轰炸 让他们彻底留在那里 嗯 就这么做 遥望南方 蔡志远思绪有些复杂 萧凡啊萧凡 不要怪我心狠手了 这都是你逼我这么做的 你不知道我的难处 我是绝对不能输的 信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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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19 距离海军作战实验室 完成的前一天 萧凡收到了今天的资金 转化之后 萧凡获得了81万资金 今天怎么这么少 平时都过百万 今天才刚过80万 总指挥 最近丧尸似乎越来越强了 我们今天进攻一个县城 那里的普通丧尸越来越少 那些铁甲什么的都强了很多 其中一头巨熊丧尸 身上长满了骨刺 那些骨刺扔出来 甚至能够刺穿装甲车 我们还出现了不小的伤亡 击杀速度也下降了许多 这个通行员也传来了消息总指挥 东山那边也传递来了消息 那边的丧尸击杀难度不断增加 丧尸似乎经过了新一轮的进化 包括有些变异兽都在进化 这个消息引起了消凡的重视 其他地方呢 通信员到处询问了一下回报 神龙省那边还没有发现 丧尸进化的情况 但是据说辽东那边 也出现了丧尸进化 我们的驻地 东山那边进化的最快 丧尸和变异兽都在进化 深海其次 只有丧尸计划 变异兽的进化还没开始 那联邦那边呢 联邦那边 天都附近的丧尸进化得很快 其次中原地区也不慢 金陵附近也逐渐出现了进化的状态 西京和天府 包括越北和江南 还没有出现进化的迹象 萧凡拿着地区观察了一会儿 渐渐地得出了一个结论 这件事 似乎和当初天港城区 天都西京联军败退有关 丧尸的新一轮进化 好像就是从那个时间段 从那个地区开始往外扩散的 萧凡知道 这种进化是无可阻挡的 就算你有间谍卫星 但是地图上面到处都是丧尸 根本不可能去分辨 某一只丧尸或者变异兽 可能会带来的进化 唯一的办法 就是趁着这种进化 没有完全完成 尽可能地多杀伤一些 这样 未来的压力也会小一点 正在想 哪里丧尸威胁大的时候 通讯员又带来一个惊人的消息 总指挥 根据冒险者小队回报 海都城的丧尸 也出现了大规模变异的情况 第344章 海军星舰 听到通讯员的回报 萧凡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 别的地方丧尸变异了 萧凡也不是特别担心 丧尸虽然变强 但是并非强盗不可抵抗了 曙光军的实力也在不断地变强 当初几乎无法战胜的金刚丧尸 如今依靠火箭军或者轰炸机 也能够解决了 但是其他地方的丧尸都不可怕 海都城这里就太可怕了 说起来 整个神州最大的丧尸群 其实就在萧凡的身边 海都城有武艺的丧尸 和从明岛只有一江之隔 如果不是原江在这里奔流入海 从明岛这里 恐怕早就成为丧尸的乐园了 萧凡来到这里 也想着有朝一日 可以收复海都 只是这个时机还不成熟 只能暂时将想法压下 可是没想到 精灵那边才刚刚出现变异 怎么有原江天险的海都就先变异了呢 可想而知 这武艺丧尸如果全部都变异了 以后这海都城 将是一个多么难啃的硬骨头 萧凡心中有些唏嘘 但是眼下还真的没有什么好办法 毕竟这海都可是龙坛虎穴 原江不但阻隔了丧尸来这边 也阻隔了自己去那边 眼下大规模的渡江作战 还不现实 萧凡虽然心急 但是也只能忍着 他也是第一次仔细地 查看了一下海都的情况 这个神州最大的城市 完全是一个活人 都没有了整个城市密密麻麻 无边无际的 都是一些赤红色或者紫色 红色就是丧尸 紫色就是变异兽 海都沿海 那些紫色 应该多数都是海鸟 数量之多无法估算 初步估计至少也是五亿 甚至更多 萧凡之所以仔细查看 是想要看看 这里有没有狮王的存在 如果没有狮王 那么暂时危险还不算大 如果有狮王的话 那么海都丧尸群 将是曙光军一个最大的威胁 但是看了一会儿 萧凡毫无收获 想要在鼠里的丧尸和变异兽之中 找出狮王 那不是雷达能够做到的 从今天开始 重点监视海都 注意他们进化的速度 还有就是 注意是否有狮王存在 我军不是有战鹰吗 还有侦察机 都派出去 24小时查看 一旦有消息 立刻报告 明白 吩咐过了通讯员 萧凡才暂时将这件事放下 如果真的有狮王 在自己这样的监视下 也很有可能被发现 只要发现狮王 萧凡将会不顾一切的 发动斩首行动 只要干掉了狮王 丧尸单体再强 也没什么关系了 将思绪收回 这边海军作战实验室 就要完成了 萧凡离开了别墅 来到了关底附近 预留好的位置上 海军作战实验室太广贵 还是放在眼皮底下安全一些 到了这里之后 实验室也终于建造完成了 摆放 在预留好的位置 萧凡将实验室摆放了出来 轰隆一声 一个白色的建筑 出现在了船坞的后方 这个建筑物是一栋大厦 下面系上面粗 远远看着 好像一个白色的机器人 萧凡看到他 立刻想到了红井里面的 作战实验室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的 这个作战实验室内 自带了上百名的工程师 再见